每天苦练火球数十万次 却始终点不燃一盘蚊香 物理的蚊子嘲笑我是个弱鸡 同学也戏称我为史上最弱法师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偷偷觉醒了SSS及天赋诸神之词 每鸟便可获得一点技能点 别人一趟副本只能获得各位数技能点 我却每鸟都能免费获得一个 以至于任何基础法术在我手里 都能升阶成毁天灭地的静咒级 原本在觉醒仪式上 一直被我吻压一头的笑话 却觉醒出罕见职业精神念诗 获得高阶技能念力操控 而我却只觉醒出最为普通的职业法师 获得基础技能火球数 就在所有人嘲笑我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却突然传来另一道声音 恭喜你觉醒SSS及天赋诸神之词 每秒获得一点技能点 该天赋随着阅历和实力增加 更多功能也将会逐步解释 此刻我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 我默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自己什么副本和任务都不需要做 单单挂机一天 就能够得到八万六千四百个技能点 这意味着我在得到一个新技能之后 很可能会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就把这个技能加到顶阶 甚至是满阶 与此同时 台下无数人都议论了几万 年级第一竟然只是个普通职业 我就喜欢看这种天才陨落的剧情 你看他那个样子 肯定是承受不了打击了 要泯然中人了 此时就连笑话江雅 楼光里也出现一丝遗憾 我被他们这么一闹也是一乐 我什么时候情绪低落了 你看不出我现在激动的要命吗 此刻我决定立刻离开这里 否则我怕自己会绷不住笑书上来 有了这个天赋 我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那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火球术 加到静重再说 因为一个月后 就是大下一年一度的全国职业者高考 于是之后的七天里 我一直在家宅着哪都没去 看着自己六十万多的技能点阴影 我不由深吸一口气 随后打开火球术的技能面板 开始疯狂加点 我耳边不断传来技能升级成功的提示音 面板中的火球术 不断闪现出升级的光辉 这种做了火箭一样 光速给技能加点提升的感觉 真是世间最美妙的体验 您消耗十万点技能点升级 获得了新法术天雁龙溪 原先平平无奇的火球术 此刻在投入了十多万技能点后 已然进阶到七阶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炽热的热浪席卷全身 四至百还好像都沐浴在金色火焰中 我查看了一下下一个进阶的法术是什么 八阶火灵化身 进阶需求技能点五十万 我吓了一跳 后续升阶的技能点几乎是天文数字 外部的世界上只有七转八转以上的超级朗光 才有可能用出接近近晋咒级别的法术 而我仅仅花了一个礼拜 就差不多走完了那些至高法师毕生所走的路 我思索片刻 将目光投到另外两个技能上 节能施法和快速银唱 这两个技能都是顺带觉醒的 效果也很简单 那就是能缩减百分之十的施法消耗和银唱时间 但我目前掌握的那些高阶法术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技能消耗与银唱时间太久了 刚刚获得的七阶法术天雁龙西 银唱时间居然有二十秒 冷却时间更是高达二小时 而且每释放一次 就需要消耗三万点法力值 我现在只有一百点法力值上线 甚至都用不出这种高阶技能 我将技能加点切换到节能施法 然后跟之前加点火球术一样 又开始了疯狂加点 叮叮叮的提示声不绝于二 十多分钟后 我再次收到一个技能进阶的提示 消耗十万点技能点 已获得了新的被动技能法力风暴 效果一 已释放的所有法术法力值 消耗降低70% 效果二 已从所有来源获取的法力值上线提升七倍 每秒恢复7%的最大法力值 效果三 每八小时都有一次免费 释放任意九阶以下法术的机会 四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简直就是神级被动 而且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继续将目光描向 剩下的最后一个被动技能快速吟唱 消耗十万点技能点 已获得了新的被动技能神温永畅 效果一 已在释放五阶以下的法术时 该法术变为顺法 五阶以上的法术吟唱时间缩短70% 效果二 你的吟唱不会被任何七阶以下的技能打断 效果三 每八小时都有一次顺发任意九阶以下法术的机会 来了 顺发法术他来了 我没想到升阶后效果会这么夸张 并且还互相之间有配复 无消耗施法加顺法 这简直就是热血沸腾的准合剂 我走出家门购买了大量食物和水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来到郊外 直接绕过最低级的清风草原热门炼击区 来到更高级的区域 森林里的怪物等级普遍在九级以上 并且都嗜血残暴 会主动攻击 忽然我头顶上方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回头望去 就看到一条足有水桶粗细的巨蟒死注视着 下一刻巨蟒嘶鸣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就咬了过来 我心念一动 准备一个技能将其秒杀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身后传来一股无比熟悉的灼热波动 下一刻一枚火球忽然砸在巨蟒的头上 巨蟒吃痛仇恨瞬间转 他猛然一弹朝着攻击的方向狠狠扑去 然而半路上 又一发比起之前大了一圈的火球猛然砸了 随着轰荣一声巨响 这发大火球砸在巨蟒的身上 瞬间爆出大量火星 巨蟒浑身浇黑 巨大的身躯扭动了一下 然后彻底死去 此刻那年轻人正一脸玩味地看着我 许伯 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少年似乎对自己刚才的那一发火球很满意 连芒球夸奖 站在他身边的灰袍中年法师点了点头 少爷 你刚才的火球术非常精准 后续勤家练习 很快就能一人在这片哀嚎森林里轻松练几了 然而在我看来 没有这位灰袍中年法师的帮手 那年轻人少不了要在巨蟒口下吃点苦头才能采生 绝对不会像中年法师说的那样 仅凭家道三级左右的火球术 就在这片哀嚎森林里横着走 然而在得到家中长辈的夸赞后 年轻人更加得意了 他看着我开口道 我刚才救了你一命 你还不谢谢我 我微微皱眉 说出了一句让他们惊恶的话 为什么抢我的怪 那少年明显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因为等级压制的原因 他一眼就看出来 我的等级只有一级 这种萌星在这片森林里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怎么敢这么狂妄的 不过他还没说话 他身边的灰跑法师却开口道 小兄弟我看你的等级不高 这片炼极区十分危险 你还是尽快离开吧 说完他带着他身边的那名少年走了 我看着走远的两人摇了摇头 虽然被抢怪了很不爽 但是看在这两人好心的份上就算了 不过下不为例 随着我继续深入哀嚎森林 怪物也越来越密集 忽然七八只灵片闪烁着金黄色光芒的巨蟒 从树冠底部爬下 然而还没等他们靠近 我抬手瞬间十几个脸盆大小的恐怖火球 轰在这些巨猛身上 炎告树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人形自走法术机关枪 这天地间的火元素只需要我一个念头 就能将这些高级怪物尽数秒杀 忽然两只灰熊从密林里钻出 怒吼一声就冲了上来 然而这两只森林棕熊的突袭 被天空中忽然砸下的三只 由烈焰锻造而成的炎枪阶段 随着轰隆一声巨血 三只炎枪插入两只棕熊的头颅 熊大熊二双双归西 不过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 恭喜您升到二级 获得十点自由属性 紧接着我身上冒出一阵白光 升级了 月级击杀这些高等级的怪物 是有大量经验加成的 这一波杀怪直接让我升到二级了 我将十点自由属性点 全都加到了精神属性上 我的法力值上限再次暴涨七百点 只不过我看着自己仅有二十点的血量 还是感觉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太脆太脆了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 我也早有对策 随着我的吟唱开始 身前的地面上 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六芒星法阵 法阵中魔法浮温不断变换 赤裂的岩浆从大地的裂缝中 偏有一只 随后一只 您独有五六五高的巨型生物出现 这是火系六阶召唤法术熔火炎魔 效果就是从火元素领域 召唤一只熔火炎魔降临 并且这只炎魔还是带有数个技能 防高血后的超级召唤物 完全听令于我 不过召唤完的瞬间 我的法力值也直接被抽空 但是当我看到 熔火炎魔的属性核技能后 一切都值了 熔火炎魔族有五十万的血量 这对整个哀嚎森林的 其他怪物来说 都是极其恐怖的降维打击 一个打几千个都不是问题 而我最看重的 其实是熔火炎魔自带的 熔炎护盾技能 这个技能是可以给自己加的 熔炎护盾 覆盖在皮表的灼热护盾 能为你吸收一万五千点伤害 当你受到攻击时 对攻击来源者造成 五百点火属性伤害 这下我彻底安心了 并且在每秒7%的 法力之恢复效果影响下 我刚刚见底的蓝量 很快又回满了 我再次吟唱 将第二只熔火炎魔召唤出来 随后是第三只 然而眼下召唤三只 就已经是我的吉项了 我全应片刻 给其中两只熔火炎魔下了指令 让这两只炎魔 在整片哀嚎森林里游荡寻摸 击杀看到的一切怪物 这相当于是 两个全自动炼击的外观 在不断帮自己找怪杀怪 远比我自己一个人 独自练击要高效得多 而剩下的那一只炎魔 就带在身边当个保镖 得到我命令的两只熔火炎魔 以极快的速度 向哀嚎森林的其他区域飞去 而我则带着剩下一只熔火炎魔 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 一路上我脑海里 不停收到惊艳提示 刚走没几步 身上再次冒出一道白光 恭喜你升到三级 获得十点自由属性 可还没等我加完 刚刚获得的这十点自由属性 又是五六道白光在身上冒出 恭喜你升到七级 获得十点自由属性 获槽 直接秒升七级 那两只炎魔到底是干了啥 怎么忽然间会有这么一大波海量的经验到账呢 就在我惊讶的同时 笑花江亚也正在哀嚎森林练击 此时的他已经到达了六级 凭借他精神念师的杀伤能力 练击效率其实已经远超同龄人了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整整七天的努力奋斗 还是不如熔火炎魔在哀嚎森林里溜达一圈 江亚利用念力震倒 江面前的一只森林灰熊彻底击晕 然后又用念力切割完成补刀 做完这一切法力也彻底建议 他坐下来喝下一瓶蓝药 缓慢恢复法力值 休息间 江亚眼前缓缓浮现那个压了他三年 让他又记恨又难忘的少年面庞 现在那家伙在做什么呢 他不会真的就这样彻底消沉下去 思索之间 森林突然发生一笔 无数兽吼声不绝于耳 整片大地似乎都在震转 江亚目瞪口呆 江城的一个小小炼击区 竟然出现了兽巢 这些怪物到底是受了什么惊吓 才会这么慌不择路 而等兽巢过境 江亚才愕然发现 一直追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只体型足有五六米高 浑身流淌灼热熔岩的恐怖怪物 跑 快跑 这是江亚脑海里最后剩下的求生本能 好在江亚精神念师的职业 能够利用念力推动自己高速移动 不过就在这时 整个哀嚎森林竟然想起了一道道区域警报提示 江城市怪物灾害预警中心 检测到两国小规模兽巢 兽巢后方出现未知等级 未知实力的恐怖怪物 请所有位于哀嚎森林区域内 以及接近哀嚎森林的职业者及时避难 本次警戒等级为二级 请所有相关职业者立刻避难 江亚花容失色 二级警戒他只在书本上见到 这意味着会有威胁整个江城的恐怖怪物灾害即将发生 此时清风草原与哀嚎森林的交接区 无数职业者军队在此严阵以待 一旦两只熔火炎魔冲出了哀嚎森林的边界 他们就会一同发起攻击 而就在他们刚刚顺手击杀掉几只跑出来的迷路时 可怕的一变发生了 两只同样冲出哀嚎森林的熔火炎魔 看到这些职业者竟然击杀了他们的狩猎目标 瞬间发出低沉可怖的咆哮 原本不打算攻击人类的熔火炎魔 此刻两只巨手一抖 如同雨点一般的滚烫熔炎 颇洒向无数抢怪的职业者 此时队伍中有个其貌不扬的胖子 他是三转以上的牧师 只见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柄闪烁着圣洁白光的法杖 紧接着一道金色的护盾忽然浮现 笼罩住站在最前排的职业者 无数灼热的熔炎接触到金色的护盾 恐怖的温度几乎是瞬间就要把护盾融穿 胖子王大海连忙补上了一层圣光护盾 才堪堪保住那些职业者的响应 此时旁边一位威严的老者咬了咬牙 这种恐怖的怪物 他们要如何击杀呀 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苍老的声音 从天空之上响起 全都驻守 所有人不要主动攻击兽巢中的任何一只怪物 更不要攻击那两只熔火炎魔 让那两只熔火炎魔自由击杀兽巢 听到这一道苍老的声音 所有人都是面色一起 来了 他是江城真正的最强者 职业者联盟的会长 四转大魔法师江弦 所有人听力 按照江老吩咐的做 老者卫星连忙吩咐自己的故习 果然那两只怪物再也没有陷入暴力 而是暗不就般地收割着那些怪物的生命 几乎是十多分钟后 成百上千只怪物全都被杀光 两只炎魔心满意足地返回了哀嚎森林中 一场可怕的危机就此解除 所有职业者都藏出了一口气 江弦齐成的一只天马从天而降 他看着逐渐远去的两只炎魔眼中满是羡慕和敬略 江老 您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队吗 江弦点点头 你们都想错了 那两只熔火炎魔 根本就不是怪物 而是一位大魔导师的召唤物 王大海和卫星全都呆住了 他们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大海战战兢兢地问道 您是说 此刻咱们江城递解 有一位六转大魔导驾龄 江弦点点头 数十年前我曾有幸去过万神殿竞秀 当时我的导师就是一名六转的大魔导师 我也是那个时候见到老师召唤出这样的炎魔 这是每一位法师一生都想追求学得的技能 可惜我应该是没有机会 江弦面色出现一丝遗憾 心中也暗暗下了决定 待会要想办法见一见这位大前辈 如果有幸能够得到这位前辈指点一二 那也是莫大殊荣 不过就在几人打破离开之时 一道无比浩瀚的恐怖魔力波动 从哀嚎森林的深处传来 江弦感受到了比起龙火炎魔还要恐怖的火元素气息 卧槽 你们快看那里 那是龙吧 此刻天空中 一条一盏足有数百米的恐怖巨龙正在散发着威压 巨龙浑身由最纯粹的火元素构成 看起来巨大而神圣 江弦只觉得脑海中轰鸣一声 瞬间变成一片空白 七阶法术 也就是说此刻在哀嚎森林里的那位前辈 其实不是大魔岛 而是一位七转法圣 一时间所有人都人心惶惶 开始撤离避难 原来就在一分钟之前 我到达了哀嚎森林中心地带 只不过误入了森林猛虎的地盘 被数百只体型健壮的猛虎包围 忽然一声击起来 下一刻一条体型足有四五米长 浑身单纹闪烁着碧绿色光芒的虎王 从山洞中夺步而出 此刻我眼前一亮 看来这应该就是整片哀嚎森林的最强怪物 并且这绝对是个boss 随着搜的一声响起 我只觉得眼前一花 下一刻那只虎王又找猛然一挥 瞬间十多道锐利无比的丰热 就以极快的速度打到自己身上 我身上的熔岩护盾 瞬间跌落一千多点 我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终于找到一个有点实力的 那就用你来试试我的新法术 每日一次免费施法 和一次顺发高阶法术的机会 我还没来得及用 现在这只虎王 毫无疑问就是绝佳的目标 只不过没等我试了 身上就再次接连冒出五六道白光 恭喜您连升五级到达十二岁 获得五十点自由属性 不远处的那只虎王都猛 这人类怎么回事 怎么忽然就生了这么多节 我伸出一根手指点向那头虎王 下一刻恐怖的魔力波动 勾动天地之间的火元素 全都狂暴起来 整个虎群都开始惊慌失措 他们全都感受到了 大难临头的气息 甚至那头 也压抑不住 他的族群和眷属的逃命的心 有一些成年猛虎 已然开始四足狂奔 拼尽全力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等待他们的结局 依旧是绝望 因为天燕龙溪 这个七阶法术笼罩范围太大 并且因为是顺发的缘故 完全免去了冗长的吟唱时间 所以打击降临的速度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天际的元素巨龙高昂着头颅 下一刻猛然喷吐出 大片大片灼热的龙溪 龙岩如同云木一般 拉开数十公里的范围 锁过之处瞬间枯萎化为焦炭 半分钟后 那一只被由精纯火元素 聚集而成的巨龙身影 也缓慢消散在天际线尽头 此前包围我的整个虎群 早已化为飞灰 那只威风凛凛的虎王 此刻也已经变成了几件装备 以及一本白色的技能书 我将两件装备捡起看了一下 发现都是一些品级很低的装刃 但真正有价值的是那本技能书 初阶技能书风刃 五级法师可学习 我眼前一亮 直接将这本技能书使用 恭喜你获得了新技能风刃 可召唤一道风刃攻击远处敌人 这个技能是所有法师风系技能的基础 只不过风刃比起火球术的优势在于 风刃是无形的 且飞行速度极快 目标很难躲避 并且吟唱时间极短只需要一秒 但是相对的 风刃的伤害也仅有一发火球术的一半左右 风系明显走的就是敏捷快速干脆的流排 火系则是极致的输出暴力 但在我手里只需要过几天 这个风刃既能升到高阶后 肯定也会变得极致输出暴力起来 七阶的天雁龙溪就能够造成这种规模的破坏 那么八阶法术乃至九阶进走 到底会有多么恐怖 光是想想就觉得浑身充满动力 我环顾四周 发现四周已经彻底没有什么怪物活动的痕迹 而等级不知不觉间 已经升到三十级了 三十级甚至已经可以去江城的转职圣服 领取二转职业任务 我翻了翻经验获取记录 发现升到三十级后 得到的经验值都全部变成赢力 因为不完成转职任务解放二转的话 是没办法继续升级的 那么现在留在这里也没意义 就在我打算捏碎卷轴传送离开时 忽然远处的翠绿光芒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一抬手 刚刚被遣散回到火元素外面的熔火炎魔再次出现 我伸手一指 熔火炎魔就非常听话地往之前 那闪烁出点点翠绿色光芒的位置行去 很快我就发现那翠绿光芒的来源 赫然就是之前那只风纹虎王走出来的山洞 我一路往里深入 终于看到了那一片翠绿光芒的来源 那是山洞四壁上向外生长的无数翠绿色晶体 这些晶体蕴含着极其精纯的风元素之力 我心中一喜 没想到除了那本技能书以外 还有意外之喜 这些东西拿到交易行去卖 估计能卖个好价钱吧 我指挥熔火炎魔开始挖到洞壁上的翠绿色晶体 没过多久 那一大簇翠绿色的晶体 就被连带着一些岩石被开采了下来 我将随身空间的一些水和食物全都清理了出来 然后将其装入自己的随身空间 随后捏碎回程圈中 当我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江城的传送大厅中了 回到家后 我打开面板 发现技能点余额 此刻竟然又多出了四五万点 正好今天自己得到了一个新的风系技能 再挂机一天就够将它升到七阶了 第二天一早 我去市集将绿色金矿卖了十二万 丁 检测到你持有的货币水次超过十万 你的SSS及天赋诸神之刺解锁了新功能 啊 新功能 我连忙打开自己的天赋界面 新增功能 现在你可以花费货币 来购买一次24小时的挂机技能点减力 每次购买挂机技能点减力后 下一次购买所需的货币数量将会提升 当前购买一次所需货币一万大下笔 卧槽 这不相当于自己出了个课金功能 直接可以花钱买技能点 我没有犹豫 直接打算把这些钱花光 我打开天赋界面 选择课金购买挂机奖励 丁 你获得了天赋诸神之刺的24小时挂机奖励 八万六千四百技能点 与此同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也震动了一下 提示卡里扣除了一万大下笔 继续 我不知道自己点了多少下 直到提示余额不足才停了下来 我翻了下记录 最后一次购买 竟然直接花了四万多大下笔 我忽然有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回来了 都回来了 那熟悉的穷逼生活 我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 好在技能点余额那一来 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当前可分配技能点四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一 七阶天雁龙西升阶到八阶 需要五十万的技能点 现在明显不够 于是我转头学习起风系技能锋刃 随着丁丁丁的不断提示 我的风系技能直接提升到七阶 最让我意外的是 五阶和六阶两个新技能 五阶疾风之意 汇聚风元素的力量包裹全身 使其他人无法看穿你的真实形象 每秒消耗五百法力值 吟唱时间一点五秒 冷却时间五分钟 风元素还会形成一对风之语义 使你获得高速飞行的能力 同时围绕在你身边的风团 将会为你阻挡三次远程攻击 这竟然是飞行技能 身为一个人类 谁还没有一个飞上天的梦想 至于这个技能附带的另一个效果 我也觉得很眼熟 阻挡远程攻击 这特么不是锁子哥的风强吗 至于六阶技能 迅风一闪 则更加有剑豪的味道 迅风一闪效果 猛然向一个方向 进行极快速的一次冲刺攻击 在看到这个技能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这技能 绝必是酷炫拉风的类型 只是这种技能 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师的技能组里 我一个法师用这个技能 还要佩戴近战武器 法杖虽说也算是近战武器 但是你让我用法杖 狂挑对面近每次 会很违和的好吗 之后我来到大厦交易行 将之前获得的黑铁装备 全都给交易了 十几件黑铁装备卖完 我的卡里又多出了 两万多大厦笔 之后我开始在 零精屏幕上点击 准备挑选一本通用技能书 初级鉴定数 售价18,992大厦笔一本 我往下翻了翻 发现通用技能书 竟然只有这一种 不过一本最普通的 初级鉴定数技能书 就接近两万块 也是贵到没边了 不过就算贵也要 有了鉴定数 起码不至于 见到宝物还不自知 而我现在还有 几十万的技能点击注定他 保证让他没有任何同名 立刻进阶到高阶 我咬牙买下这本 鉴定数技能书 丁 初级鉴定数使用成功 你获得了新技能鉴定数 接下来我自然是没有多想 十几万技能点砸下去 我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提示 丁 恭喜你 你是整个蓝星第一个 将鉴定数升级到 登峰造极等阶段 你获得了唯一性奖励 全知之眼 卧槽 还有这种操作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 为什么没有前人 会选择把鉴定数加到猛技 因为没有任何性价比 毕竟没有人愿意 拿出宝贵技能点 不加职业技能 而去加一个鉴定数 想明白这一点 我联盟打开自己技能栏 全知之眼效果 当你凝视一个目标超过三秒 无视你与目标的等级差距 无视目标所有的虚伪 隐移隐藏效果 得到该目标的所有信息 当你凝视的目标是 零物或尚未 鉴定成功的装备类道具 在鉴定成功后 你有10%的几率 使该零物或该装备的品质提升一几 我有些震惊 这个技能的强大程度 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将目光凝聚于一旁路过的职业者身上 三秒过后 这人的一切信息状态 甚至是弱点 都完整暴露在我面前 我评出了一下有些激动的心情 转头就去接转职任务 一进门 一个妹子就走上前来热情打招 你好职业者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要接取二转转职任务 眼镜娘继续保持微笑 那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职业者身份证 我有些为难 我才刚刚转职 还没有办理正式职业者的证明 学生证可以吗 眼镜娘有些讶异 您是说 您是一周以前刚刚转职成功的新进职业者吗 我点了点头 眼镜娘心中震撼更甚 她还从未见过有谁能够在转职短短一周的时间内 就达到二转要求了 很快眼镜娘就办好了手续 然后指引我来到了转职圣所的其中一个房间中 走进房间 我看到了一枚悬浮在半空中的蓝色灵精室 触碰灵精的瞬间 我收到系统提示 丁 已接到了S级转职任务 死灵骑士必须死 任务要求 请以三人以下的小队闺女 击杀六十级世界boss死灵骑士瑞文弹 获得任务物品王者之心 我愣了一下 S级难度就这 六十级的boss 这等级甚至不如自己召唤出来的熔火炎魔膏 就算他是boss 一个天焰龙溪轰下来也应该要死的 这任务要求甚至还允许他三人左右 这也太宽容了吧 他真的 我哭死了 接完任务 我走出转职圣所 直奔传送大厅 随着魔法符文亮起 下一刻 我就抵达了苍蓝士的传送大厅 之前眼镜妹子跟他说过死记之地的方位 苍蓝士的南娇 疾风之翼是风系五阶法术 风系的法术吟唱时间都很短 但是在神恩永畅的加持下 五阶法术对我来说都是顺法 所以我没有犹豫 顺发的疾风之翼用出 下一刻一对风一出现在我身后 我只觉得自己的体重 在风元素的包补下 彻底被抵消到近乎没有 爽是真的很爽 尤其是那种没有障碍 能够急速在天地间翱翔的感觉 我不断加速 尝试将速度飙到极限 瞬间整个人都化作一道翠绿色的流光 直奔死记之地而去 与此同时的死记之地中 大量的职业者 纷纷往中心区域靠近 那里就是死灵骑士这个世界boss刷新的 雷霆工会包场 请闲散人等避让 无数身穿各家工会制服的职业者 对一切敢于靠近中心区域的闲散职业者 都是当场喝止 完全不会让他们靠近半点 世界boss你们家开的呀 对呀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 负责阻拦的工会成员脸上露出凝笑 没错 就是我们雷霆工会开的 你们敢闯过来试试 面对如此蛮横不讲理的行为 无数职业者敢怒不敢言 眼下正是死灵骑士刷新的关键时间 两家工会自然是打算 把所有的经验和调录 完全包揽平分 忽然一道道散发着 浓烈死亡气息的黑色瘟疫 开始在整片死祭之地蔓延 一时间 负责把守的那些工会职业主 纷纷色列 他们在工会频道里 收到了自家工会成员的求援信息 情况不对劲 老大在求援了 我们赶紧过去 然而当众人赶到时 入墓地景象 让所有人震惊 无数的尸体 躺在流淌着瘟疫黑水的地上 他们兵器折断 面容痛苦 死不瞑目 他们甚至在那一堆尸体中 看到了自家会长 这更让他们不敢置信 只不过是一个九十级的世界boss 他们已经杀了几十次了 怎么会这样 竟然团灭了 没等他们细想 下一刻 他们看到了造成这幅景象的罪魁祸首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他的体型变得比平常大了十倍 快跑 他好像异化了 传闻中世界boss和副本boss 都有极低的概率 受到深渊力量的影响 开启异化状态 这种状态下 对应boss的等级和技能 会得到极其恐怖的增幅 还没等其他人跑远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伊拉战马僵手 下一刻亡灵魔法波动散开 无数人脚下原本干燥的泥桶 顷刻间被无尽漆黑的瘟疫之水淹幕 那黑水中 仿佛有无数王者伸出鼓掌 将所有想要逃跑的职业者脚踝抓住 而随着黑水荡漾开来 一幕让他们更加头皮发麻的场景出现了 只见原来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尸体 此刻躯体内被灌住了死灵力量 他们再次站了起来 拿起破损的刀剑 口中念诵着熟悉的魔法咒语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为死灵骑士而战 就在所有人绝望之际 他们耳边忽然听到了一阵无比嘹亮的龙银之声 下一刻橙黄色明亮的火光 将黑雾彻底撕开 是龙 一条熊熊燃烧 散发着无尽热力的恐怖巨龙出现在天空中 他口中喷吐的龙溪 如瀑布般洒下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扬起头 那如同鬼火般的瞳孔 倒映出苍穹之上的人影 那些缠住所有职业者脚踝的瘟疫黑水 在灼热龙溪的炙烤下光速化为点点黑气 所有人重获自由 他们也同样看到 飞翔在高空之上 那一抹如同神明一般的人影 高空之上 我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赶上 再看到死灵骑士瑞文戴尔的那一盘 我想都没有多想 直接一个顺发的天燕龙溪就砸了下来 我很害怕在底下Vailboss的职业者 把这个人头抢了 龙溪过后 我双眼微眯 竟然都没死 甚至血都没掉多少 这个boss有点东西啊 虽然我之前想过一个天燕龙溪 可能轰不死死灵骑士 但是起码能打一半的血吧 现在看来 可能多放几个天燕龙溪也不行 我凝视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在全知之眼的影响下 很快他的信息就出现在我面前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异化 等级200级 生命值1000万 法力值10万 弱点圣光伤害 我一论200级 不是说是60级吗 怎么等级忽然提升了这么多 异化难道是强化版Boss的意思吗 不过一个天燕龙溪 只对他造成了三万点伤害 我有些想不通 好在有全知之眼 我很快从死灵骑士的技能里发现端倪 问题就出在不灭之躯 这个被动技能上 他的效果可以将所受到的 所有顺光系以外的伤害降低50% 且单次承受伤害最大值为9999点 并且每秒恢复5000点生命值 这被动技能有点逆天呢 怪不得一个天燕龙溪砸下来 裁掉了这点血 还好昨天把风系的魔法升接了一波 不然今天还真的拿这货没有什么办法 原本此前有些嫌弃风系魔法 主要是太刮杀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碰到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这种能硬抗单次高伤害的魔法 风系的多段攻击 太有价值了 此刻我口中念念有词 正在进行七阶风系法术 惊涛千蓝破的吟唱 虽然我现在还有两次顺发机会 但我想试试如果完整吟唱一个七阶法术 到底要花多久 这一刻天空出现了恐怖的异性 而这一行为 似乎也彻底激怒了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他猛然抬起手中的黑色骑士剑直指高空 喉咙里发出无比圣人的低吼声 下一刻刚刚才被天燕龙溪烤干的瘟疫黑水 如同浪潮一般卷土重来 成千上万的亡灵生物 在死灵骑士的召唤下 重回人间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手中的巨剑猛然一回 一道恐怖的死灵剑气盏 静直飞向天空 这是他的一个招牌技能死灵破空盏 斩机的威力非常恐怖 我甚至听到了斩机撕裂空气发出的低沉嗡嗡声 然而我却丝毫不慌 因为我的吟唱已完成了 在神恩永畅的70%永畅时间缩短的被动影响下 这个七阶的法术 我只花了不到十秒就读完了 下一刻狂暴的风流 从高空坠下 那一道恐怖的死灵破空剑气 瞬间被淹没在狂暴的风流里 眨眼间斩机的威力就被彻底磨损湮灭 紧接着我又三次用手指点下 本就无比恐怖的风暴 风力硬生生再次拔高了三倍以上 此刻无数职业者震惊 那位大佬 竟然能够挥手间三连法 他到底有多强 高空中 我将存了一天的三次顺发机会全都用光了 因为我担心一个七阶的惊涛千蓝破 轰不死这个二百级的boss 三连七阶法术砸下来 你总不可能还不死啊 要是还不死 那我也只好跑路了 可事实证明 我多虑了 死灵骑士的头顶上 开始冒出层层叠叠 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 这些伤害数字不大 基本上都是一两千 暴击了也就两三千的样子 但是出伤频率 堪称恐怖 只是第一个千蓝破彻底爆发完毕 死灵骑士这个血量 足有千万级别的异化世界爆 直接残了 血条仅剩不到三分之一 然而第二第三个惊涛千蓝破 根本没有给他恢复的时间 接连爆发 这一次 灵骑士直接看到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的血量 被光速清空 秒杀 瑞文戴尔发出临死前的低吼 恭喜你击杀了异化世界爆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 获得经验值220万点 越级击杀额外奖励 150万点经验值 获得了绑定技能点2000点 20点可交易技能点卷轴5个 恭喜你你获得了特殊任务道具 王者之心 你的转职任务已完成 请回到转职圣所提交任务 完成转职 我从天空中缓缓降落 在之前死灵骑士一人一马站立的地方 发现了大量金光闪闪的装备 甚至其中有一件 还闪烁着白金色的光辉 除此以外 我还看到两本技能书掉在地上 我一股脑地将地面上的宝物 全都捡了起来 随后疾风之意再次用处 声音很快就消失不见 之后我再次来到转职圣所 我来交任务 眼镜妹人都傻了 我们一个半小时前 应该才见过吧 怎么做得这么快 很快眼镜妹就领着我 进入了一间 放置转职灵精的房间中 我来到灵精前 双手触碰 恭喜你转职成功 你已经进阶到终极法师 你获得了新技能 寒冰剑与法力护盾 好家伙 还是这么的黑 火系和冰系是整个蓝星 法爷这个职业里 最烂大街的专精了 不过我却不嫌弃 寒冰剑和法力护盾这两个技能 因为任何技能在我手里 都会变得异常有价值 转职成功后 我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 将升级后得到的属性点 全都分配到了精神属性上 七阶的魔法都是烧蓝大火 更别提后续的八阶 乃至净重魔法了 我可不想在法力风暴 给的免费施法效果消失后 就变成梅兰施法的别角法师 加点完成后 我又连升了九级 其中包括异化死灵骑士 给的巨额经验 以及他秒杀大量 亡灵士兵得到的经验 在等级限制解除后 灵异在转职完成后 又连升了九级 其中包括异化死灵骑士 给的巨额经验 以及他秒杀大量亡灵士兵 得到的经验 在等级限制解除后 这些经验并没有损失 灵异的总蓝量 从之前刻了炼金合计 才勉强达到的三四千点 暴增到将近四万点 现在就算不依靠 法力风暴的免费施法 灵异也能够凭自己的蓝量 释放三四四七阶法术了 新获得的两个职业技能 灵异看了下 自己的技能点余额 是差一点 才能把两个技能 都点到七阶的 不过灵异不着急 他这次收获 比起在哀嚎森林 要丰厚许多 毕竟异化后的死灵骑士 等级摆在那里 掉落的东西 肯定能卖得好价钱 如此想着 灵异走出转职圣所 然后回了一趟家 此刻正是正午时分 家里的桌上 摆着三四个灵异爱吃的菜 还有母亲留下的纸条 菜冷了 就自己放微波炉里热一热 上午 你班主任来找你了 说有急事 是关你的前程 你记得去问问什么事 灵异的父亲林国栋 在矿井工作 说不上起早贪黑 但是下一次井 基本上都要工作七八个小时 因为上下矿井太麻烦了 频繁出入 反而会耽误很多时间 而母亲许清芳的职业 则是老师 当然 她不是职业者 教授的课程 也只是普通的文化课程 灵异早已习惯父母中午不回家 只有晚上才能聚一聚地生活 吃饱后 灵异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随身空间里 死灵骑士瑞文戴尔掉落的东西 全都拿出来 首先是十几件装备 可惜这些装备 没有法师能用的 灵异看了下品级 其中有八九件白银级 三件黄金级 以及最后一件白金级 正巧就是之前瑞文戴尔手里 拿着的那柄黑色大剑 死灵符文巨剑类型武器 双手品级白金装备等级LV60 可装备职业战士骑士系 转值重量293千克 物理攻击力加845力量 加97耐力 加88耐久度 10万零100特效瘟疫腐化 击中目标时 有时的几率 使目标被瘟疫感染 每秒受到200点暗属性伤害 持续30秒 该效果最多可叠加武艙 灵异没有见过 其他六十级的装备和武器 自然不知道 这把双手大剑的属性 算不算好 但是他知道 带特效的武器 价值都不会跌 但是 这偏偏是让灵异最淡疼的点 因为包括其他三件 黄金级的装备在内 他是没有办法 现在就出手的 穿越后的这个蓝星世界 大夏对于所有职业者的装备管制 可以说严格到极致 白银级以上的装备 大夏官方严禁流入 民间职业者市场 一旦发现 会溯源到底 这其实跟前世地球上 大夏竞枪的逻辑是一样的 装备是普通人 或者说别有用心的人 最轻易能够提升 自身实力的外力手段 一个等级很低 技能加点也不高的人 如果给他搜罗到 一身精良的装备 他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所以 除了官方高层 驻扎在基地市的军方职业者 这些特殊组织以外 其他职业者 仅仅是持有白银级以上的装备 就已经触犯法规了 一旦发现 严惩不贷 当然 这并不代表 有职业者得到了这些高品级的装备 就要烂在手里了 官方开通了专门的回收渠道 你打到的好装备 大厦官方会以高价回收 是真的高价 包你满意的那种 所以 大多数职业者 没有什么怨言 然而 灵异无法出手这些装备的原因在于 以他现在的等级 和纸面实力 他无法跟官方解释 这些装备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是他自己刷到的 那么就连带着 要解释更多东西 灵异很怕麻烦 所以灵异打算 先把这些装备 就存在随身空间里 等自己后续曝光在纸面上的实力 足够强大了 那时再出手这些东西 官方人员就根本不会再仔细盘问了 灵异将三件黄金装备 和白金死灵大剑 收回空间 然后拿出了两本技能卷轴 这才是最贵重的宝贝 两本技能书的属性 很快出现在灵异面前 首先是一本闪烁着点点蓝光的技能书 技能书爆破剑类型技能书 点击职业弓箭手可学习等级 LV30等级二阶效果使用后 有70的概率 使你学会技能爆裂剑 灵异眼前一亮 拱手系的技能书 也不便宜的 并且 这还是一本二阶技能书 价值估计比他之前 击杀虎王掉落的丰刃技能书 高出数倍 不过灵异也才知道 原来 除了初阶技能书以外 能够直接学会更高阶技能的技能书 是有概率吸的 不是百分百吸的了 他好像终于能体会 那些普通职业者的艰难了 说不定有人辛辛苦苦 存了几年的钱 买一本高阶技能书 最后 还学习失败 那是真的会心态爆炸的 好在灵异根本就不会有这种烦恼 并且 他也只需要寻找和购买 初阶技能书就行 灵异将目光投向另一本封题 是黑色 死气森森的技能书上 很快详细信息浮现 让灵异瞬间激动了起来 技能书召唤骷髅士兵类型技能书点击 职业死灵骑士召唤师 黑暗祭司 需要突破魔金法师 需要突破魔金可学习等级 LV5等级一阶效果使用后 使你学会技能 召唤骷髅士兵 卧槽 这回真的运气爆炸了 死灵系的技能书啊 并且可学习的职业里 包括法师 死灵系的技能 算是所有法师专精里 极其稀有的那一类了 应该仅次于重力技了 死灵系的法术 兼顾了召唤物 灵魂攻击这些极具优势的特质 能够直接攻击敌人灵魂的法术 有时候会产生极其夸张的效果 以弱胜强 不在话下 灵魂选择使用 然而冰冷的提示声传来 学习失败 你的职业 并非该技能所属的正统职业系 如要学习 需要额外消耗材料 突破魔金 但 学不了 这个突破魔金 是什么鬼东西 灵魂搜长刮度 并没有在自己的记忆里 找到相关资料 但是有关正统职业系 和旁制职业系的概念 灵魂还是学到过的 简单来说 就是蓝星一变后 各个职业之间 并不是完全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彼此之间 偶尔会存在联系的 以法师职业技能举例 六阶的熔火炎魔 是火焰专精法师和召唤师 都能够学会的技能 但是 对火法来说 这个技能是升阶后就能习得的 火法就是这个技能的正统职业系 而召唤师 则需要对应的技能书才能学到 召唤师就是这个技能的旁制职业系 除此以外 风系六阶的驯风一闪 同样也能够被其他剑客 刀客 武士 忍者这样的职业学会 只不过现在看来 想要解锁旁之职业系的技能 不仅需要消耗技能书 还需要消耗这种 名为突破魔镜的材料 算了 不用急于一时 就算现在学了死灵系的技能 想要加到高阶 技能点也还不太够 要知道 现在还有寒冰系的技能和法力护盾 这个提供生存能力的关键被动技能 在嗷嗷待补呢 要加也是先把这两个技能 加到高阶 灵异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卡 以及一张名片 珍宝阁江城基地市总店经理 张大富 联系方式 XXXM 该卖货销赃课金加点 一条龙了 办得多小时候 将成珍宝阁VIP贵宾接待室中 请坐请坐 呵呵呵 灵小兄弟 大驾光临 小店蓬毕生辉 不知小兄弟 最近又有什么奇遇 有什么东西想要出售的吗 灵异坐在沙发上 张大富给灵异端上一杯上好的热茶 笑脸堆成了菊花 大富偏偏 由头粉面 是灵异对张大富的第一印象 他就是那种最标准的生意人 万事向前看 这何尝不是一种纯粹 灵异并不反感张大富 并且当场展示诚意 他从随身空间里 拿出了四五样 BSS死灵骑士 瑞文戴尔掉落的稀有材料 这些材料 都是被灵异惊挑细选过的 是完全野外随机掉落 无法追根溯源到 具体是哪个怪物掉落的材料 这样就不会让人起义 也不会被人顺着蛛丝马迹 稀有材料一件又一件地摆到桌子上 灵异都能看到 张大富那肥瘦的脸皮 在轻微颤抖 明显这些东西都很稀有 并且灵异也提前做了功课 基本了解了这些材料 在交易行是什么价 灵老弟 容我叫你一声老弟 这些都慢 灵异点头 下一刻 张大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银算盘 肥胖的手指 以极其快速而精巧的姿势 不断拨动算盘上的算珠 劈啪作响 灵异本来以为要等一会 没想到不消五秒 就有了结果 噢弟 这些材料 我这边可以出44万大虾币 全数收购 并且不满你 这里面的每样材料 我都能给你列个清单 标注单价 你绝对不亏 呃 44万数字不太吉利 我给你加到45万 灵异听到这个报价的时候 心中已经在暗暗点头了 他之前在交易行查的这些材料 所有单价乘以数量 最后得到的数目是39万 哎张大富这里 凭空多出6万 可以了 可以 还有 老板 你这收不收装备 张大富面皮再次一抖 他双眼微眉 有些诧异地看向灵异 噢弟 你这是 灵异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并且看他这个表情 估计也是在试探自己 说不定当自己真的说 自己有白银级以上的装备 要出售时 他还真的会接下这单 但是 灵异不会纯到 冒这种险 放心 都是白银级的装备 我懒得再去交易行了 就看看你这收不收了 不收的话 我找别家 张大富文言 干脆达到收 我们什么都收 就是老弟 如果你出手的白银级装备 等级不高的话 我这边给你的报价 也不会高出市场价太多 有些甚至要评价 毕竟这东西 咱们官方管控的也延 开的回收价格也高 灵异点头无妨 随后 灵异将之前 BSS掉落的 同样被他精选过的 六件白银装 都拿了出来 这些装备 虽然只有白银品级 但是等级普遍在 40级到60级之间 所以灵异再次入账 灵异却再次抛出 一枚重磅炸弹 老板 你这卖不卖突破魔精 张大富一愣 随后他有些狐疑地 看了一眼灵异 那表情就像在说 不是吧 老弟 你怎么还在试探我啊 我到底要说 还是不卖啊 不过灵异没有继续说什么了 张大富良久才到老弟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这东西 我要是卖了 可是 真要吃牢饭的 这个真没有 灵异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他从张大富的话里话外 抿出一点东西了 那就是 突破魔精似乎跟黄金级以上的装备一样 是被国家严格管控的 灵异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他本来就是 来打探突破魔精情报的 直言自己完全不了解 突破魔精到底是什么东西 又是走什么渠道才能获得的 张大富文言 陈英片刻 很明显 他是在想 这种情报 是不是也算是收费商品的一种 不过考虑到灵异今天卖给他的这些东西 转手之后能赚不少 他就洒然到老弟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就免费告诉你了 突破魔精这东西 只有一个途径能够获得 那就是咱们大厦国有的魔精矿坑里 才会开采出来 并且提纯 加工等一系列技术 都是国家官方控制的 严禁民间个人 或是组织私材 加工 出售 这东西的用途 也非常广泛 对所有职业者技能的强化 旁支技能术的解锁 都有关键作用 想要正轨渠道获取的话 就是加入职业者联盟 或是有官方背景的大工会 利用工薰点 或者工会贡献来兑换 当然 老弟我看你如此年轻 应该也是刚转之不久 对你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便利的途径 获取突破魔精 咱们大厦 某些知名的职业者学府 也都有相应的突破魔精资源 你要是考上了 应该就有途径获得 对了 我听说咱们省 对于那些在全国高考中 表现优异的考生 也会给予奖励 其中好像也有突破魔精 林毅算是彻底明白了 所有对职业者战利影响 特别巨大的资源 在大厦 基本上都早已完成了分配 得到 林毅谢过张大富 离开了珍宝阁 此刻 他随身空间里 其实还有一本弓箭手的 爆裂剑技能书 以及价值100点的 可交易技能点是 可以出售的 但是林毅却不打算 一次性出手这么多东西 而是要分批次出手 逻辑也还是一样 就是尽量不引起 别人太多注意 现在又赚到了一波巨款 林毅当然打算 课金购买挂机技能点奖励 不过这次林毅没有回家 而是准备去一趟学校 从觉醒职业后 学校就已经没有课了 之前林毅母亲 给他留的字条上 说班主任有事找他 林毅打算去看看 是什么事 另外 张大富之前说的 在全国高考中 取得优异名次 就能够得到 官方奖励的突破魔金 林毅明显是心动了 既然这种资源 对自己继续变强 至关重要 那么 原本林毅也没太重视的 职业者高考 和物色一所实力雄厚的 职业者高等学府 也要提上日程了 林毅一边向江城二中走去 一边开启了 天赋诸神之次的新功能 是否花费五万大下币 购买二十四小时的 技能点奖励 林毅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试 只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上次 这么疯狂地 无脑点确定了 而是开始计算 自己还剩多少钱 连续购买了六次技能点后 林毅停止了继续购买 此时再想拿到 二十四小时的 挂机技能点奖励 已经需要花费 整整十万大下币了 所以 林毅就省下了 十多万的大下币 这些钱留着应急 不至于自己想买什么东西 而拿不出钱 甚至拿来补贴家用 也是不错的 反正在想弄点钱 他可以选择 把技能书和技能点卖了 六次购买 让林毅得到了 五十多万的技能点 算上之前存的 现在林毅又有 八十多万的技能点了 打开技能界面 林毅点选自己 刚刚得到的兵系技能 开始加点 目标依旧是七阶 林毅发现七阶法术 足以应对他目前 大部分碰到的情况 直接平铺七阶 然后 如果技能点有赋予 再选择一个技能 加到八阶 消耗五百点技能点 你的寒冰剑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寒冰冲击 消耗两千点技能点 你的寒冰冲击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冰霜禁锢 消耗五千点技能点 你的冰霜禁锢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暴风雪 消耗一万点技能点 你的暴风雪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急寒地带 消耗五万点技能点 你的急寒地带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刺骨升寒 消耗十万点技能点 你的刺骨升寒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灵魂风洞 冰系的七个法术到手 灵一开始挨个查看 这七个技能 如果说 火系是走暴力输出路线 风系走的是急速攻击 多段连斩的风格的话 那么冰系技能 特征同样及其明显控制 极致的控制 寒冰剑会给目标 造成三十的减速效果 还会一直持续 随后三阶法术冰霜禁锢 更是能够选择一个目标 用寒冰锁住他的双脚 让他禁锢在原地五秒 五阶冰寒地带 这个技能 甚至没有伤害 但是却能让一大片区域的温度 降低到零下数十度 所有影响范围内的目标 承受六十的高额减速效果 并且 这个效果还会不断叠加 叠加到三层 立刻转变为禁锢效果 看到六阶和七阶冰系技能 灵一发现一个规律 好像法师所有专精 到六阶都会整点不一样的花活出来 火系是召唤物 风系是超音速斩击 冰系六阶法朔 竟然是一个被动技能 刺骨深含类型被动技能等 阶六阶系别含冰系 消耗无音畅时间 无冷却时间无效果 所有被你施加减速 禁锢冰冻效果的目标 会变得脆弱 受到的所有伤害 提升二十 并是目标身上 被你施加的限制效果 进一步削减其闪避几率 减速效果 削减目标三十的闪避几率 禁锢效果 削减目标六十的闪避几率 冰冻效果 削减目标一百的闪避几率 且当你使用火焰锡技能 击破其冰冻效果时 额外对其造成最大生命值二十的冰属性伤害 注意 削减最大生命值效果 对高等级 高位格怪物将会有所削减 最多削减之一 被注深含 刺入骨髓 百分比一伤加百分比伤害 这个机制就有些特殊 也有些强了 虽然需要用火焰剂的破冰才能触法 这对其他法师来说 其实也不难触法 因为即使是冰系的法师 也只需要学一个初阶的火球术 就能够完成破冰 直接打最大生命值的伤害 如果是对于那些血量极高 但没有冰冻抗性的怪物来说 击杀速度就极快了 甚至会比用火焰法术 硬贯伤害要快得多 然后 冰系七阶法术 跟火系和风系差别也很大 火系和风系的七阶法术 范围都很大 效果也很强 但是冰系七阶的这个法术 竟然是个单体法术 灵魂风动类型主动技能等阶期 阶系别含冰系 消耗28000法力值 吟唱时间15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效果引导恐怖的寒气 将目标的灵魂封入万年尖兵中 使其无法行动 无法使用技能 并清除目标身上的所有增益效果 持续时间无限 被封入尖兵中的目标 免疫一切除火焰伤害外的所有伤害 被六阶以上火焰系技能影响时 尖兵将会融化破碎 备注求魂所身 万古不化 又是一个没有伤害的技能 但是却把控制时长 从有限 拉到了无限 只要没有被火焰击破 就是永控 灵魂很满意 因为他现在掌握了整整三个法系专精 伤害完全不缺 反而是缺少控制技能 现在兵系完全补足了这一点 加完兵系 灵魂看向这次二转成功后 得到了另一个被动技能 法力护盾类型被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通用系效果 当你受到伤害时 伤害值的识改为有你的法力值承担 一个还算不错的生存项技能 对蓝量远高于血量的法式来说 这个技能可以视为识的全减伤 灵魂开始加点 十多分钟后 这个生存技能 焕然一新 不灭法身类型被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通用系效果 一当你受到伤害时 伤害值的识识改为 有你的法力值承担 效果二当你承受元素伤害时 根据你对该元素的亲和力 额外提升相应的减伤 最少提升时 最大提升100 当前元素伤害 减免火焰80 寒冰80风暴80 效果三当你承受一次 会导致你的生命值归零的致命伤害时 本次伤害将会完全由法力值承担 该效果触发后 你的法力值归零 生命值降低至一点 该效果30天内 只能触发一次 当前剩一次数一号强 不仅拥有高额的减伤效果 甚至还给了 灵异一次免死的机会 这技能给灵异的安全感 直接拉满了 说实话 灵异之前在面对200级的 异化死灵骑士这样的BSS时 其实是能够感受到一点压力的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无敌 虽然他有超出他所在的转值等级 无数倍的输出能力 但是他的生存能力 一直都很弱 如果不是在瑞文戴尔 挥出那一道死灵破空斩前 他就音唱完毕 用出千蓝破的话 仅凭他五阶疾风之翼的风团 是根本挡不住那一击的 说不定就要翻车了 现在灵异在碰到类似的情况 或者更高压的情况 也不太慌了 现在不仅生存能力上来了 控制能力也有了 就算真出现 自己秒不掉的敌人 那想跑 应该还是不难的 二转的两个新技能加完 灵异的技能点 还剩五十多万点 完全足够将其中一个七阶技能 升到八阶 的确也是时候选一个升阶了 不过具体选哪个 灵异还打算斟酌一下 如此思索见 灵异已然走入了江城二中的大门 走上教学楼 灵异渐渐发现 情况有些不对劲 人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往常就算整个高三年级 偶尔也还是会有学生回校 请教老师一些有关练级 或技能的问题 甚至学校官方 也会组织老师带学生练级的活动 但是总不可能 连学生带老师全都不见了吧 带着疑问 灵异去了一趟职工楼 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 请进 里面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 灵异推门而入 二中老校长 名叫左谦 之前主持整个高三转职仪式的人 也是他 此刻看到灵异 老校长眼中出现一抹惊讶 灵异同学 你终于从打击中走出来了 我很欣慰 你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我实在不希望你就此堕落下去 左谦上下打量着灵异 他能够感受到 眼前这少年 好像变强了很多 他本人也是法师 法师跟法师之间 是有某种无形的心灵感应的 他感受得到 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 灵异绝对没有荒废 这样 他就放心了 灵异没有解释什么 只是 直接问到左校长 我听说我班主任 他找我有急事 还说跟我的前程有关 到底是什么事啊 左谦摘下老花镜 站起身 然后面色严肃起来 确实有关你的前程 我们边走边说 言弊 左谦拉着灵异 走出自己办公室的大门 随后 灵异听到一声 无比悠扬的笛声响起 下一刻 一只毛色有些杂乱 看起来 也有些科尘的 不知名蹄兽出现了 这只蹄兽长着鹿角 但是脸型却更像牛 四蹄则法像马 突出一个四不像 并且肋骨两侧 还长着杂色的羽毛双翼 自家老校长 只有三转 三转职业者 是能够学习骑成技能 拥有骑手空间了 所以这明显是她的坐骑 上来啊 愣着干嘛 灵异翻身踩住 四不像后方的马凳 坐了上去 下一刻 在左谦的操控下 四不像扇动翅膀 气喘吁吁地飞了起来 灵异这四不像喘的 向下一秒 就会去世一样 更别提她的飞行速度 更是跟电魔没太多区别 嗨嗨 小花她年纪大了 她年轻的时候 飞得可快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长话短说 今天早上 咱们江城东郊的炼击区 有不知名深渊气息喷发 出现了一个现实试炼副本 并且这个副本 只有法师职业者才能进入 于是我就让个班老师 通知了全校的成功 转职成法师的同学 其中当然也包括你 深渊气息喷发 法师试炼 灵异有些疑惑 这什么东西啊 左谦继续解释到 这些知识 不存在于你们的课本上 你不了解 也是正常的 但是你应该知道 千年前 咱们蓝星一变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吧 灵异点点头 是深渊入侵 未免重叠 左谦对 深渊深渊 这应该是你经常听说的名词 深渊你可以理解是平行事件 异次元 那里就是蓝星所有灾难 和危机的根源 那里有着无穷无尽 可怕的怪物 甚至 他们也有自己的文明 自己的社会体系 跟我们一样 但是危险的地方 往往也是机遇 和奖励最丰富的地方 咱们大下一些真正的强者 都是因为在深渊历练后 得到了关键的技能 天赋专属装备 这些极其稀有的奖励 才能成为强者的 深渊是一个 包罗万象的恐怖未免 它就像一个宇宙一样 在不停地运转和移动间 难免会有跟我们蓝星未免 离得特别近的时候 这种时候 两个未免彼此冲突 就容易诞生一道 存在于两个未免之中的裂缝 这些裂缝 其实就是你所熟知的副本了 灵异听着老校长 给自己补课 让他眼前一亮 此前他还从未想过 那些副本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原来是这么诞生的 今天早上 咱们江城东郊 就新出现了一个现实副本 那个副本 沾染了一些轻微的深渊气息 导致其中的怪物 发生了一变 这类副本的空间结构 非常不稳定 持续一段时间后 就会消失 所以 要趁早进入 拿取奖励 而这次出现的这个副本 很特殊 是一个试炼类的副本 并且是单职业试炼副本 仅允许法师职业者入内 灵异沉音片刻 问到那校长 这个试炼如果通关了 有什么好处啊 左谦轻笑你小子 果然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 不过 我也一样 咱们下副本 不都是为了奖励吗 这个试炼的奖励 是一个称号 这个称号名为深渊挑战者 称号没有任何属性 但是 你可以将其理解为钥匙 也可以理解为资格 进入真正的深渊的资格 灵异懂了 从老校长的介绍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装备 稀有技能 稀有天赋 都需要进入深渊来获得 而不能通关这种 职业试炼的职业者 就没有进入深渊的资格 毫无疑问 就相当于一生 都不可能成为 真正的强者了 怪不得说会影响到 自己未来的前程 从过往的规律来看 每次咱们蓝星 出现这类职业试炼副本 都是不一样的 试炼在进入前 就会告知挑战者通关规则 达成通关规则之后 就能够获取 进入深渊的资格 咱们江城运气很好 这次出现的 法师职业试炼 通关规则太简单了 只是在试炼副本里 坚持三个小时就行 不要求你击杀多少怪物 也不要求你击杀BSS 所以 灵异同学 把握好这次机会 因为后续 你再想碰到这种职业试炼 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并且也可能会更难了 其实 难度对灵异来说 倒还好 起码目前她的实力 不能说是 碾压同等级的职业者 只能说是降维打击 这个试炼再难 也难不到哪里去 可能对灵异来说 真正的深渊 才算是挑战 灵异最怕的 还是错过了 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 有参加试炼的机会了 两人交流间 即使是四不向慢悠悠的飞行 两人也出了江城 你表现不错 我之前还是老实时 也带过几个学生高速飞行 他们全都吓得不行 灵异她有一口槽 不知道该怎么吐 你管这叫高速飞行 我能说我要是自己用技能费 能抄你这归宿做起十几倍吗 江城周边 几乎都被风貌优美的草原环绕 即使是东郊也一样 两人出了城 又往东飞了一段 很快灵异 就看到草原某处 已然黑压压聚集了一大堆人 消息传得很快 这次这个法师职业试炼副本 刚刚出现 咱们江城周边的 好几个基地式的人 就全都收到风声 快马加鞭过来了 早上我让你的班主任 去找你的时候 人还不多 咱们笑得很多 转职成法师的人 左千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 面色一变 灵异也发现问题了 那就是 人多到副本入口都看不到了 并且明显这些人是在排队的 什么情况 副本还需要排队进入 似不向落地 左千收回自己的座棋 凭借他这么多年攒下来的人脉 他带着灵异 给现场所有维持秩序的 江城军方职业者 亮明了身份 或许是对于自家人的偏袒 这些兵哥对左千和灵异这种插队 不断往前的举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没有制止 很快 左千和灵异 就来到了人群团团围住的中心区域 灵异也看到了一道 散发着阴沉黑暗气息的空间裂缝 再不断闪动 明显这就是这次 现实试炼副本的入口了 入口两旁 还有很多身穿法袍的职业者 和阵法师 在维持副本入口的稳定 尽量延长这个副本的开启时间 江会长 我是小左呀 左千摆出一副谦逊讨好的表情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正宗的江城职业者联盟会长江贤 江贤此刻满面笑意 这么多其他基地式的学校 贤散组织和工会成员 来他们江城 让他面上有光 此刻就有一群身穿某个职业者高校制服 气息强大 基本上都在四转以上的人 在跟江贤谈论着什么 左千为了灵异 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喊了一声 只不过态度放得无比恭敬 跟重要贵宾的聊天被打断 江贤有些不愿 不过现在毕竟是公共场合 他不好发作 只能是回头看来 左千善笑道江会长 是这样 我笑还有一名成功转职法师的同学 还没能参加这次试炼 现在人山人海的 您看 灵异 来 这位是咱们江城职业者联盟会长 江贤 是一位四转大魔法师 灵异还没说话 就听江贤诧异道 你就是灵异 灵异一愣 您认识我 江贤饶有兴致地打量灵异 没见过你 但听你的名字 耳朵都快起茧了 我那小酸女 没少提过你 甚至今天早上 他还让我等你来了 给你安排一下这次试炼 左千听得双眼发亮 没想到 江老竟然认识灵异 这事就好办了 灵异有些尴尬 眼前这位老者 也姓江 加上他说的话 不难猜到 江贤应该就是江亚的爷爷了 江会长 您这么明目张胆地 给你的熟人开后门 不太好吧 一道有些冷漠的声音 从江贤身后传来 那是一个身穿西服 戴着金丝眼镜 气质 有些阴冷的年轻男人 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人 也是轻笑道 而且恕我直言 我们不是瞧不起 你们江城的教育水平 而是你们这一届的这些新生 应该没有几个 能够通关这个试炼的 与其站着位置 前去送死 不如给我们天水学府的新生们 让让路 我们大老远地过来 可不想等太久 江贤文言 面色也变得难看了起来 他本来都是客客气气的 秉承着来者是客的观念 在接待这伙 从天水大老远赶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这一届 大一的新生法师职业者 参加这次试炼副本 灵异微微皱眉 他很不喜欢这伙人 趾高气扬 用鼻孔看人的样子 的确 这帮来自天水学院的人 几乎全都在二转以上 并且极少数 甚至达到了三转 但是 也没有强到哪里去 装什么呢 就在几人交谈间 副本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惊呼 寻声望去 灵异就看到江雅 有些面色苍白 被一旁的一位职业者搀扶着 失魂落魄地走着 江贤面色一变 连忙上前 即使按照以往的经验 来判断 这次法师职业 试炼难度并不算高 但是总归是有风险的 难道是通关失败了吗 萧雅 你们 江雅明显是 承受了巨大的惊吓 浑身都微微颤抖 面色更是白得吓人 见到自己的爷爷 江雅双目通红 眼泪瞬间滑落下来爷爷 二伯塔 二伯塔呜呜 江贤面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也发现了 还有一人 不见了 正是江雅的二伯 江贤的次子 到底怎么了 萧雅 你先别哭 冷静下来 跟爷爷说说 江雅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那里面怪物 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而且 只要我们停留在一个地方 就会源源不断 有怪物来袭 整个空间 能够躲藏的地方 几乎没有 最后 是二伯将最后的四张赋 本逃生卷轴给了我们 然后 吸引了那些怪物的火力 我们才逃了出来 二伯他呜呜 江贤和左谦两人文言 都只觉得浑身冰凉 要知道 这个试炼副本 是指允许法师职业者进入的 如果真的像江雅说的这样 里面的怪物 会搜寻他们的踪迹 不断袭击 没看怪的坦克职业 也没有牧师治疗职业 五名法师 就算除了江雅以外 都是二转 甚至三转 也顶不住如此高压的环境 这样看来 他们最初预测 这是一个仅有D级左右难度的试炼副本 完全是大错特错 现在看来 估计至少也是A级难度 救命 这里有伤员 有没有治疗职业 帮帮忙 他快不行了 救救他吧 此刻 副本入口 不断有人传送出来 哀嚎声 哭喊声 求救声 此起彼伏 无数伤者血肉淋漓 有的腹部被不知名生物的前卒 生生剪开一板 有的则干脆 是双腿被咬断 场面无比血腥 这些应该都是跟江雅一样 第一批进入试炼副本中的人 煞世间 刚刚还无比热闹 甚至引得无数人排队守在 副本入口前的围观职业者们 静若寒蝉 下一刻 排队的人虽然还有 但是大多数人 都退到副本入口远处 遥遥观望啊 这些能逃出来的人 起码还有被抢救的机会 那么那些没能出来的队伍 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左谦和江贤面色 都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本来一片欣欣向荣的局势 会陡然变得如此凶险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反正 你们进去 也是送死 不如给我们让路 早这样不就好了 非要让我们等这么久 来自天水学院的眼镜男 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 随后双手抱胸 面色如常 似乎早已预料到眼前的情况 随后 来自天水学院的上百名 来参加试炼的新生们 全都面露喜色 现在 没人抢在他们前面排队了 所有人注意 这次试炼的任务 是生存三个小时 副本难度在A加级 一定要谨慎行事 拿好给你们发的电子地图 严格按照攻略执行 几位来自天水学院的老师们 开始交代自家学生注意事项 瞬间周围的职业者们 全都羡慕不已 难度根本就不是D级 竟然是A加级 太恐怖了 啊 电子地图 他们竟然还有攻略 这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 现实副本吗 这你就不懂了 我听说很多老牌 职业者高校 都掌握了很多 咱们不知道的副本攻略 类似这次这种 需要生存三小时的副本 他们可能提前就做好攻略了 站在灵异身旁的左签 苦笑一声 是我们无能 不仅错误 估计了副本难度 更没有他们所谓的攻略 对不起 江亚同学 林毅同学 老校长一瞬间 就好像苍老了几十岁 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和内疚之中 最怕的就是对比 别人准备万全 完全体现出 专业的职业者院校 跟他们这种小基地 是高中的区别 左校长 你没有必要 为你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道歉 就算没有攻略 没有电子地图 这个试炼 应该也不算难吧 我想进去试试 如果说这个试炼 真的只是地极的难度 林毅反而觉得索然无味 现在看到这么多人 折起其中 他反而提起一次兴趣了 可是 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没有人 愿意跟你组队了 左谦相信 林毅应该是有实力的 但是他却说出了 现在尴尬的情况 在人人自危的这个时候 谁愿意跟他组队 进入这个副本啊 不过 就在所有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刹那 他们就看到林毅一脚 迈入了副本入口之中 身影消失不见 副本光目轻微荡漾 似乎在传达 刚才有人刚刚 进入这个副本的事实 林毅左谦这个时候 才惊叫一声 他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此前依旧沉浸在 悲伤和恐惧之中的江亚 这一刻 也更加茫然无措了 胡闹 本来因为江亚一直提起 而对林毅有些许好感 也起了栽培之心的江贤 则是斥责了一声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无比沉稳的少年 竟然会如此辱莽 明知道是难度极高的 A级试炼副本 竟然还敢单人闯关 天水学院的 那名眼镜男职业者 看到林毅的举动 原本冷漠 不带有一丝感情的脸上 竟然出现了一抹惊恶 随后他口中吐出四个字 于不可及 一众天水学院的带队老师们 更是面面相去 有人当即吃笑出声 自寻死路 他应该连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真正的避难所 如何寻找 应该都不知道吧 别说他这种 刚刚完成转职的菜鸟 就算是我们 单人进这种难度的副本 也很危险 别管他了 他想找死 也没人能拦着他 事不宜迟 也不知道这个副本 会持续多久 我们赶紧让我们自己人 通关试炼 才是要警示 穿过副本光幕 林毅收到了系统提示 你正在进入 特殊试炼副本 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警告 检测到只有你一人 进入该副本 建议组队后 再进行挑战 是否仍要进入副本 林毅描选试 下一刻 他进入了副本之中 睁开眼 林毅就发现 自己身处一片漆黑之中 漆黑的夜幕上 看不到半点星光 只有一弯星红的血月 高悬天际 虽然光照条件极差 并且 林毅身上没有照明设备 也没有使用火球术这样 带有光芒的法术 林毅依靠全知之眼 这个神迹技能 却依旧能够看清周围的一切 崩塌的城墙 滚落的碎石 依稀可见城市的轮廓 林毅感觉自己 庞佛来到了一个 中世纪的城堡之中 只不过 是陷落的城堡 叶峰吹过 破败城市的各个角落 发出刺耳的呼号 跟叶峰一起发声的 还有无数难以名状的摩擦声 庞佛有无数怪物 隐藏在黑暗中 伺机而动 通关任务发布 请在斐烈卡因中 存活三小时 当前剩余时间 两小时59分49秒 请注意 该副本所有怪物 免疫物理伤害 在受到光属性伤害时 伤害提升100 受到火雷属性伤害时 伤害提升50 灵异收到系统提示 怪不得这个副本 是法师职业试炼 要是别的靠武器 吃饭的职业 在这里 估计会彻底泄餐 因为所有怪物 免疫物理伤害 跟随提示一起来的 还有一条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三百年前 一个普通的夜晚 在斐烈卡因降临 然后 太阳就再也没有升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请停止你的心跳 抛弃你的呼吸 他们讨厌吵闹 从这个提示来看 曾经这座城市 应该也很繁华 有自己的文明 但是应该是经历了什么 被黑暗笼罩 此刻整个城市里 应该充斥着 无数黑暗怪物 并且 这些怪物 是通过声音捕猎定位的 这让灵异想起了 自己前世在地球上 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 寂静之地 在那部电影里 所有人都会尽量 不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只要发出声音 就会引来极其恐怖的怪物 而此刻灵异所在的 这个副本 则更加变态 因为别说走动发出的声响 就连你的心跳和呼吸声 也会被怪物听到 结结结灵异 听到一阵怪声 回头看去 就看到一片漆黑中 有好几团更加浓烈的漆黑 正在朝自己这边快速移动 与此同时 血月的微弱月光照耀下 灵异还看到了好几张 漂浮在空中的笑脸 这些笑脸看起来跟人类的 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在这个环境下 漂浮在空中的笑脸 就有些惊悚了 世光影魔等级 LV25位 皆普通种族 暗影之灵生命值 八千万八千法力值 五十万零五百技能 逆影弱点魔法伤害 那漆黑一团 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怪物 原来名叫世光影魔 而那漂浮在空中的笑脸 则名叫世光影眼 血量更高 行动更快 并且 也是精英级的怪物 这两种怪物 明显是冲着灵异来的 他们听到了灵异的呼吸和心跳声 怪不得之前江亚说 只要在这个副本里 就会一直被怪物追逐 灵异光是想想 就觉得很难 因为被怪物追逐 无论是爆发战斗 还是逃跑 都会发出声音 这是非常致命的连锁反应 因为这会引来更多的怪物 之前天水学院的那帮人 肯定是知道 这座名为斐烈卡因的城市里 应该有能够真正躲避 这些怪物追踪的庇护所 或者 他们有什么方法 能够屏蔽掉这些怪物的探查 从正常职业者通关的角度来说 避免战斗 毫无疑问 才是最佳思路 但是对灵异来说 他打算另辟蹊径 对付黑暗 不能以为躲藏啊 我的朋友 要用火 只要我把你们都杀了 我就不用躲 也不用逃了 灵异双手之中 灿烂的火光一闪 灼热的气息出现 四阶火系范围伤害技能 烈焰风暴被他用出 并且 因为是顺发的缘故 灵异一出手 就是三连发 滚烫的火云 宛如瀑布一般 从天空砸下 爆发出一阵阵轰鸣声 刚刚才围上来的 那五六只暗影怪 全部被灵异秒杀 当然 下一秒 灵异就听到更多嘻嘻嘟嘟的声音 往自己这边靠近 灵异再次一抬手 短暂的吟唱过后 高达六米 浑身流淌着熔岩的炎魔 被灵异召唤了出来 来袭的怪物 交给自己的这个保镖 另一边灵异 则打开了技能界面 打算加点 灵异的目标 是火系八阶魔法 五十万点的加点 按照以往的规律 要花费不少时间 然而这一次 灵异却惊喜地发现 自己这个天赋加点 似乎解锁了新东西 一键加点 这东西很好理解 就是 只需要点击一下 就能够瞬间 把自己要加点的技能 直接强化到下一个等阶 定 消耗技能点五十万 你的技能天焰龙溪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至高升华 火灵化身 灵异暂时没有去看 这个新技能的效果 而是瞄了一眼 将火灵化身这个八阶技能 升到下一阶 需要多少技能点 九阶静咒 八皇天兵进阶需求技能点一百万 死 直接再翻一倍 一百万的技能点 太恐怖了 就算是它 在不考虑课金加速的情况下 也需要挂机接近十二天才能拿到 不过九阶就是静咒了 自己之前就定下的小目标 其实已经很近了 大不了 也就硬等个十二天 也凑得出一百万的技能点了 随后 灵异打开技能栏 查看起自己刚刚得到的新技能 至高升华 火灵化身类型 主动技能等 接八阶系别火焰系 消耗无音畅时间 顺发冷却时间三天 主动效果 你对火元素的理解 以真化镜 你可以选择与天地间的火元素融合 进入火灵升华状态 火灵升华 你免疫所有物理伤害 免疫所有火属性伤害 获得飞行能力 在此状态下 你施放火焰系技能时 暴击几率提升一百 暴击伤害提高一百 且无视目标五十的魔法抗性 在此状态下 你施放火焰系技能时 所有需要吟唱的法术 变为顺发 且不再需要消耗法力值 升华状态持续三分钟 在此期间 你可以随时调动 极大范围空间内的所有火元素 将温度在极短的时间内 增幅至百万摄氏度 引发一场可怕的大爆炸 造成巨额火焰伤害 备注我 即是烈焰 原本灵异看到火灵化身的时候 就猜测 这可能是个状态类技能 类似假面骑士变身一样的效果 实际上 灵异猜得八九不离十 火系八阶技能的描述和效果 直接变成一道小作文了 灵异读完之后 更是在心里直呼变态 这技能 太爆了 这竟然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复合型技能 一方面这个技能 也是有伤害的 升华状态下 它可以引发一次超级大爆炸 并且估计 爆炸的范围和伤害 都要比天雁龙溪还要夸张 与此同时 还会给自己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直接能让灵异自己 从人类的血肉之躯 蜕变升华成纯粹的火元素生命 在这个状态下 所有火焰剂的法术必爆 加伤 顺发 无蓝号 坏消息这技能 是个缝合怪 好消息 该封的全缝了 灵异当即决定 在这个副本里 试试手 火灵化身 至高升华 不需要吟唱 也没有法力之消耗 灵异只是心念一动 它就看到自己的指尖 燃起了一簇深蓝色的火苗 属于人类的手指特征 指甲 骨骼 血肉飞速消失 随后 蓝火蔓延 眨眼间 灵异就发现 自己的双手 开始熊熊燃烧 这种从血肉转化成 精纯火元素的体验 非常微妙 不仅没有痛楚 反而给灵异 带来了莫大的新鲜感 灵异的升华速度 超乎它的想象 几乎是一瞬间 灵异就感觉自己 已经完成了 生命类型的蜕变 它不再是探机生命 而变成了元素生命 甚至 它已然成为了烈焰本身 灵异依旧感受得到 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但是 它们可以无限延伸 随意拉长 并且浑身上下 再也感受不到 与此同时 灵异原本所站之处 开始烟灭消失 不留半分痕迹 原来当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所有现实世界的物质 可能连融化这一步 都被跳过了 取而代之地 直接被气化烟灭 此前被熔火研磨 吸引过来的无数影魔 或许是因为 离灵异太近了 它们甚至连哀嚎 都无法发出 就被瞬间蒸发了 眨眼间 灵异身边就出现了 一个十多米的针控地带 灵异的面容 和其他特征 消失在蓝焰之中 如果有人在这个地方 见证了这一幕的话 估计会浑身战力颤抖 升华成火灵状态的 灵异体型 依旧是正常人类大小 但是压迫感 已经非常恐怖了 就在灵异完成 至高升华的瞬间 下一刻 整个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 所有的影魔和暗影怪物 就全都焦躁起来 因为温度 陡然在拔高上升 随后 灵异飞上高空 火灵状态赋予的飞行能力 飞行速度 丝毫不输疾风之意 甚至游游过之 灵异飞到高空之上 俯瞰整个斐烈卡因 没想到这个副本的规模 和地图大小 远比他预计的 要大得多 整个斐烈卡因 几乎是江城基地式的 五六倍大小 并且借助全知之眼 灵异发现了一个 其他职业者 可能都无法知晓的细节 此刻斐烈卡因 无数断壁残垣之中 竟然出现了 星星点点的小型光团 这些光团上方 都写着职业者的名字和等级 灵异细看的话 还能够得到更多信息 光团越大的 对应的职业者就越强 灵异就看到 有两三的大一点的光团 聚集在一起 跟在他们身边的 还有几十个小一些的光团 最后 斐烈卡因南边的角落里 还有一个同样大一些的光团 只不过它不再移动 并且似乎气息 也在逐渐衰落 像是受了重伤 好家伙 原来这个副本 是一个公共副本 也就是说 所有进入副本的职业者 其实是被分配到了 整个世光之城的各个角落 碰到的几率很小 但是绝不是没有 斐烈卡因 中央城市 这里有五六十人 正在成群结队的对抗 如潮水般袭来的隐魔怪物 咱们的人还差四五个就到齐了 刚刚通过天讯问了一下 他们应该是被 传送到偏提的地方了 暂时赶不过来了 他们会自己寻找庇护所 我们赶紧去中央王庭吧 所有人 跟上 不要掉队 几个 身穿天水学院教师制服 一边击杀怪物 一边跟其他学生吩咐道 呼 呼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变热了 我也想说 之前这地方 冷得要命 现在我走几步 就出了一身汗 不行了 太热了 我走不动了 只是数秒过后 所有人都只觉得 呼吸进入肺中的空气 都是滚烫的 浑身皮肤 更是像暴露在烈日下一样 被炙烤得生烫 我的天 你们快看天上 那是什么 无数人发出惊呼 下一刻 他们只觉得周围 逐渐明亮了起来 并且从明亮到刺目 都只是一眨眼的事 世光之城 这个被黑暗笼罩了 三百年的地方 此刻 升起一轮蓝火大日 烈阳高悬天空 整个斐烈卡因的各个角落 都被彻底照亮 刚刚还看向天空中 蓝色太阳的人 连忙以手无眼 太刺目了 怎么回事 这地方不是永远 被隐魔大军的暗影吞噬 永远不见光明了吗 无数天水学院的学生们 震撼莫名 实际上 所有的三转老师们 看到天空上那一轮蓝火大日 也是震撼不已 不不对 那不是太阳 那好像是个人 几位实力较强的老师 强人眼睛刺痛 注视天空 然后得出了一个 让他们自己 都更加恶然的结论 那不是太阳 而是一个人 一个浑身燃烧着 蓝色烈焰的人影 他们甚至看到了 他那屁密一切 不带有一丝感情的眼眸 那是谁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SS吗 这不科学啊 这样一个副本的最终 BSS 不应该也是 暗影生物才对吗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火焰元素生物 好 整个斐烈卡印 或许因为温度急剧升高 加上光明 普照万物 真正折服在这座世光之城 下方的恐怖生物 被彻底激怒了 大地开始震战 天水学院的无数学生和老师们 再也站不稳 彭佛有什么东西 即将破土而出 轰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大地破裂 一条裹满了浓烈如液体一般 深沉黑暗的巨大利爪 破土而出 直直刺向天空中的蓝火烈羊 破 巨大黑色利爪尖端 甚至喷出了一道道具 有强烈腐蚀性的恐怖毒液 然而 这些毒液 在刚刚喷出的那一刹那 就直接被蒸发殆尽 与此同时 刺向天空的利爪 也被恐怖的烈焰 焚烧成一根黑炭 下方四氧八叉 倒在地上 围观这种级别战斗的职业者们 全都目瞪口袋 大能厮杀 恐怖如斯 这种战斗的等级 完全就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只体力爪被烤焦 这更加让隐藏在 斐烈卡因地底的巨型生物 黄怒不已 这一次 更加猛烈的地震出现了 整个斐烈卡因 中央裂开一道恐怖的裂口 裂口中 亮起八只星红的巨眼 高空之中 灵异借助全只之眼 彻底看清楚了 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 藏于黑暗地渊之中的 赫然是一只 浑身同样由暗影凝结而成的 巨型蜘蛛 这只蜘蛛体型至少也有五六百米巨大 暗影魔猪等级 LV220位界王阶种族 暗影之灵生命值 24966万 2600万法力值 200万 200万力量 26200精神 23500敏捷 22330耐力 29650 主动技能猛毒复之 嗜血毒牙 垂丝引副 算的 被动技能逆影弱点光属性 伤害这只BSS的等级 比起异化的死灵骑士 瑞文戴尔 还要高20级 并且各项属性 都玩爆异化死灵骑士 这个注水膨胀的BSS 正常情况下 大多数职业者 进入这个试炼副本 根本不可能会遭遇这种等级的怪物 天水学院给学生们发的攻略标注的最佳庇护所 其实就是斐烈卡因王庭的地下室 这里不知道是隔音效果极佳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那些隐魔怪物 都会近而远之 不会来这里补练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王庭地下 封印着如此可怖的巨型暗影生物 才会导致其他弱小的隐魔 不敢靠近 正常情况下 只要不作死 躲在王庭地下室中 也不会吵醒这只暗影魔珠 但是灵异的到来 高温和刺目的光芒 激怒了他 才会导致现在的情况 杀了他 这个副本应该就通关了吧 灵异如此想着 他看了看升华状态所剩的时间 还有一分半左右 差不多了 灵异伸出一只手 对准下方潜藏在地渊之中的巨大魔珠 轻描淡写的一握 下一刻轰 天地间的所有火元素 都被灵异增幅到极致 瞬间整个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的温度 就飙上了百万摄氏度 咔嚓棒 一道无比清脆的声响 从更高的天空之中传来 笼罩整个斐烈卡因的深沉黑暗 如同弹壳一般 破碎崩裂 露出了外界一望无垠的淡蓝色天空 三百年的黑暗 三百年的封闭 让斐烈卡因文明之火彻底熄灭 变成了魔物的乐园 三百年后的这一天 有一轮蓝火大日 升上高空 它粉碎黑暗 带来光明 黑暗彻底碎裂消散 整片天地 一片茫茫 无数职业者们 仰视天空 只觉得浑身发麻 根本无法动弹半分 如果不是灵异有意控制 这些人估计也跟其他影魔一样 早已计划消失了 恐怖的温度 让地下的暗影魔珠哀嚎不已 灵异能够看到 它的血量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千万级的血量 眨眼间就要归零 它仅剩的七根爪子 疯狂绝地 朝着更下方的地渊 逃窜去 然而 一切都晚了 温度已经抵达百万级别 至高升华带来的那一场 洞天旱地的大爆炸 猛然爆发 哄 刺目的蓝色光球庞佛 核弹爆发一般 迅速扩散 笼罩住整个斐烈卡因 灵异悬浮在高空之中 看着下方整个城池 在瞬间进入一片火海 无数影魔在可怕的闪光中 灰飞烟灭 整个副本空间 到处都燃烧着深蓝色的高温火焰 宛若炼狱 最后 大地被高温坟 烧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空洞之中 除了火焰 再无他物 灵异自己心中 也无比震撼 八阶火系魔法 威力太炸裂了 这根本不是天燕龙溪 这种魔法能比的 灵异现在觉得 天燕龙溪 都有些不够排面了 嗯 这一招没有名字 总感觉怪怪的 灵异思索片刻 在大脑里找到了一个 跟现在的情况 十分相像的情况 六道佩安来袭木叶 一招神罗天真 让木叶被夷为平地 彻底毁灭 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灵异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以后 就叫这一招 神火天真吧 灵异从高空飞下 他没有去管 那一群 已经被猛烈高温和剧烈冲击 惊吓到 已经失了魂 甚至昏过去的天水学院 职业者 而是飞到曾经斐烈卡因的 南边角落 将此前被重重引魔围攻 体力不支 受伤严重的一位中年人抱了起来 对于天水学院 那帮眼高于顶 用鼻孔看人的货色 灵异没什么好感 自然也不会圣母心泛滥 劳他们一把 自己已经手下留情了 后续他们 能不能走出这个副本 不关他的事了 而这位中年人 灵异之所以搭救 是因为借助全知之眼 他看到他的名字了 江臣 姓江 再加上之前江亚说的事 灵异不难猜到 这位应该就是豁出自己的生命 给江亚和其他几人 争取逃生机会的那个二伯了 有江亚之前 给自己送各种道具的 同窗勤奋 又有江贤答应自己 给开后门的栽培之意 反正是顺手为之 灵异也就出手相救了 滴 恭喜你 完成试炼副本 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深渊挑战者 你完成了该试炼副本的 隐藏结局 击杀了高男 BSS暗影魔珠 你的称号升级了 你获得了新称号 深渊征服者 特殊试炼副本 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的黑暗 被彻底驱逐 城池也彻底湮灭 副本内结构彻底消失 该特殊试炼副本 即日起 从蓝星深渊世界 永久除名 灵异一愣 卧槽 永久除名 这意味着这个副本 彻底消失不见了 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妖兽 这不操作 直接把副本完没了 可还行 也许是因为 副本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灵异直接被传送出了副本 灵异直觉的眼前一花 再次睁开眼时 已然回到了 江城城外丰美的草场上 日历风和 景色美不胜收 比起副本里的阴间地图 要舒服多了 看到副本光幕出现一变 下一刻 灵异抱着江亚二伯的身影出现 所有守在副本门外的人 全都震惊了 因为此刻距离灵异 进入这个试炼副本 不到三分钟 准确地说 应该是二分多钟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等等 他手上抱着的是谁 怎么好像有点眼熟 也许是江城受伤太重 浑身衣服破损 加上脸上血肉模糊 所以一时间 江贤甚至没认出 自己的二儿子 但是江亚却惊叫了一声二伯 这个时候 江贤才意识到 灵异竟然将人就出来了 瞬间几人都围了上去 左倩更在意的是灵异 到底有没有受伤 灵异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竟然敢一个人进入副本 有没有受伤 灵异我没事 但是他有没有事 我就不好说了 灵异指了指 已经被他平放在地上的江城 江贤连忙上前试探鼻息 随即他面露喜色 还有呼吸 还活着 牧师 奶妈 快过来救人 江贤毕竟是名义上的江城第一人 他的命令 比谁说的都好使 立刻就有很多 身穿白大褂的官方急救队 过来迅速查看江城的伤势 谢谢 江亚在一边得知自己的二伯 只是受了重伤 但是没有死亡 哭得梨花带雨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对灵异道谢 能从你嘴里听到这两个字 真是不容易 这三年我都没听到过 灵异看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这三年 江亚都是高冷笑花的形象 绝对不可能对灵异展露笑颜 更不可能说谢谢了 江亚跺了跺脚 似乎是有些埋怨这个时候 灵异还要当着他家人的面调戏他 江贤在安置好自己的次子后 也走过来对灵异表示感谢 我原本以为你 金如副本 是鲁莽之举 但是没想到 你是为了救人而进去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江家要怎么感谢你这样的救命之恩了 灵异一愣 不是 大爷 你可能误会了 我只是进去通关副本的 救人只不过是顺手一捞而已 踩到狗屎运了吧 世光之城的副本地图这么大 真让他一进去就刷新到这伤员的旁边啊 从他进去到出来 不过三分钟 他应该是用副本强制逃离卷轴传送出来的吧 算他识向天水学院的一群围观者 看到灵异竟然真的救出了一个伤员 也是有些震惊 但是他们依旧嘴上刻薄 至于灵异其实是通关之后才出来的 这种情况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过 因为不可能 副本通关要求是生存三个小时啊 提前出来 就意味着通关失败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你没事就好 以后还有机会拿到深渊资格的左迁 以安慰灵异的 灵异都无语了 不是 你们的脑补能力也太强了 不过无需灵异解释什么 因为下一刻 响彻整个副本周边区域的通告 就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 副本通关公告 恭喜职业者灵异通关特殊试炼副本 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 通关用时零时二分四十二秒 通关评价S 本次通关记录 刷新了该副本的最佳通关记录 该记录将永远鸣刻于 蓝星全球副本通关记录榜上 可随时调取查看 所有人都傻了 整个副本门口 熙熙攘攘的人群 无一人出声 他们全都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眼神 注视着灵异 江贤这位四转大魔法师 下巴上的白色胡须 都在轻微颤抖 啊 他通关了灵异进去 不是救人的 他真是去通关副本的 左迁这位二中校长 更是大脑彻底当机 他看得出 这小伙子应该有点东西 但是 没想到这么有东西 真通关了 不仅通关了 甚至还刷新了这个特殊试炼副本的 蓝星全球通关记录榜单 记录公告是做不了价的 可以说 蓝星天道意志 在帮灵异作证 一直气定神闲 冷眼旁观一切的 那位天水学院的眼镜男 这一次 他彻底不淡定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眼前这看起来除了帅以外 就一无是处 平平无奇的少年 怎么就忽然恐怖了起来 他作为天水学院的 十位实力达到六转的 院系导师之一 自然对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是无比了解的 这个副本很特殊 因为通关条件 就限制了时间 所以迄今为止 这个副本的最佳通关记录 是在130多年前 第一位手通副本的人创造的 上次的最佳记录 是三小时 能够将被副本通关机制 限制死的通关记录时间 从三小时 提到二分钟 吴俊扶了扶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睿智冷静如他 也只能想到一种情况 那就是 眼前这少年 将副本中的所有怪物 全部击杀了 整个副本都彻底安全了 自然也就无需考验 职业者的求生能力 限制生还三个小时的条件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这个念头 刚刚在他脑海里出现 就瞬间被否定了 因为太可笑 太荒谬了 根据他掌握的资料 这个A加级难度的副本 一定有一个一百多年来 无数职业者们 都未曾发现的隐藏BSS 那个隐藏BSS的存在 才会导致整个斐烈卡因 源源不断刷新出 各种暗影怪物 只要不除掉这个BSS 就绝不可能 将斐烈卡因中的 所有怪物清除干净 而那个隐藏BSS的激活方法 至今无人知晓 但是有很多感知技能 和鉴定技能很高的大佬 曾经勘测过这个副本 确认了隐藏BSS的等级 至少在200级网上 本身等级就达到200级 跟异化后 强行提升等级的那些BSS 是有本质区别的 明显前者要强得多 所以 这个副本的所有攻略 都明确标注通关者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作死 万一触发了副本中的某些机制 让隐藏BSS苏醒 那么整个副本的难度 就不是A加级了 而是货真价实的S级了 到底 它是怎么通关的 吴俊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 甚至忍不住想要 抓着灵异问个明白 然而 就在下一刻 整个副本入口的光幕 都开始剧烈震战起来 高温热浪扑面来 甚至有人看到几簇蓝色的火蛇 猛然从副本入口窜出 下一刻 副本入口像是捣豆子一样 开始将副本内 尚且存活的上百人 一股脑子吐了出来 吴俊面色俱变 怎么回事 他刚刚送进去的七八十号学员 加上四五位三转四转的老师 怎么全出来了 这些学员 全都进入了昏迷状态 仅有几位实力较强的老师 在被副本强制传送出来之后 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清醒 吴俊上前几步 抓住一人的衣领 救治问道 怎么回事 通关时间还没到 怎么你们全都出来了 被他揪住衣领的那位老师 双目瞳孔不断收缩 又放大 浑身颤抖 火火到处都是火 不要 不要 不要烧死我 救命 救命我不想死他的精神 明显已经崩溃了 灵异看着这一幕 有些心虚 毕竟他就是始作俑者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神火天真下来 整个副本都被他玩坏了 到处都是火的地狱景象 又会给这些成年人 造成这么大的精神创伤 这人疯狂地大喊大叫 似乎也吵醒了 一群半昏迷的学生 一时间 天水学院一席的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全都像是 经历了无比恐怖的事情 哀嚎着 尖叫着 场面混乱无比 让一直在外围围观的群众 心中骇人 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口中 一直在不断强调的火 还有太阳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副本调整通告 请蓝星全体职业者注意 特殊试炼副本 世光之城匪列卡 因应特殊原因 副本结构被破坏待见 即日起 该副本从蓝星试炼副本序列中 永久出名 此后所有职业者 将无法再进入该副本 进行攻略 该副本通关记录榜单 会移入历史名人堂 这一次 是响彻整个蓝星的副本 调整公告 这类公告 每年都会出现上百次 基本上都是深渊世界 发生了某些蓝星世界 但是 在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发布这条通告 就不禁得所有人遐想连骗了 左迁和江贤 都诧异地看着林毅 卧槽 这小子就这么进了蓝星的 全球副本名人堂了 要知道 迄今为止 整个蓝星 也就不到千人的名字 能够刻入名人堂的榜单之上 这是所有职业者的至高荣耀 他18岁 荣登全球副本 通关记录名人堂 被如此多双眼睛注视着 林毅也知道 要是不说点什么 他估计 今天是过不去了 那个 我要是说 我什么都没做 我传送进去之后 就看到他 林毅指而指江沉 然后继续到 然后我就打算看看 他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时候 黑暗的副本 忽然升起一轮太阳 然后就出现了一场大爆炸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我就出来了 还跟我说我通关副本了 林毅已经尽力在说谎了 如果他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估计在场的人 也没人会信 但是他这么把自己完全摘出来 然后全都推给副本中 发生的怪异事件 一切似乎就说得通了 吴俊眉头皱得更深了 林毅的说法 加上他手底下几位老师的说法 让他心中一斗重重 他不顾依旧在大喊大叫的那位老师 伸手就是一个手刀劈在那人的后脑 下一刻 那人晕倒在地 吴俊俯下身来 伸出两根手指 点在这人的额头上 他的职业有些特殊 是牧师系的一个特殊转职 心灵祭司 这个职业 有大量能够影响和操控他人精神的技能 读取一个人短时间的记忆 更不在话下 吴俊闭上眼 一片黑幕过后 他以这个晕倒的老师的第一视角 重新经历了一遍副本中的光景 数十秒后 吴俊睁开眼 额头和背后 都渗出了冷汗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些三转四转的老师们 都扛不住精神压力了 就算是他 现在 也汗流加倍了 吴俊再次看向林毅 副本中的光景 倒是跟这小子描述的 几乎一模一样 瞬间林毅刚才说的话 可信度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也许 他真的是运气极佳 碰到了深渊副本 终极低概率出现的怪物 跟怪物互相厮杀的情况 最终导致副本消失 最后 他是唯一清醒的人 所以 通关记录就算在他头上了 吴俊又扫了一眼 躺在地上七仰八叉 给他们天水学院 丢尽脸的这群人 心中更是愈怒不已 他们天水学院 大厦前五十的 知名高等职业者学府 怎么就养了这么一群酒囊饭袋 如果那个浑身包裹着 灼热蓝眼的人形生物 真的是深渊本土的 某个超强存在的话 同样是直射了这样存在的人 为什么他手底下的 这些二转学生 三转四转的老师 都会直接被下晕 而眼前这少年 却顶过来了 这足以说明 这少年的星星 应该远超他所在的年龄 极其坚韧不拔 这么看 这还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来我们天水学院吧 我们可以给你特招机会 吴俊走上前几步 来到林毅面前 以一个不容置疑的口吻 发出了邀请 一时间 所有人都呆住了 包括此前一直跟着吴俊 没有进入副本 所以 此刻精神还算正常的那些老师 我那个去特招啊 不是 吴教授 他有这个资格吗 有的 毕竟是一个分院的主任导师 手上每年都有两三个 特招名额的草 酸死我了 我当年可是考了全省76名 才进的天水啊 一时间 所有的天水学院老师 和尚未进入副本的那些学生们 全都羡慕极了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平日里如此严格的吴教授 竟然会对一个五级基地市 出来的新人职业者感兴趣 嗯 或许是因为这小子年纪轻轻 就进了副本记录名人堂 操 这什么狗屎院 要是我刚才也进副本了 或许最后通关的记录 就会算在我身上 跟这些学生猜测的差不多 一方面 吴俊的确是看上了 林毅身上的这个 年仅18岁 就进入副本名人堂的光环 另一方面 才是看中了林毅的星星 左前眼前一亮 悄悄靠近林毅 低声道答应他吧 天水学院 是咱们全省第二 全国前百的名校 江贤也点头到这种特招名额 非常罕见 只有少数几所281院校 才有资格 天水学院确实不错 可以考虑答应的 所谓的281院校 跟林毅前世的985和211大学 有一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换了个世界观罢了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林毅肯定会一口答应的时候 林毅却皱了皱眉不必了 不感兴趣 这一次 就算是吴俊 都有些意外 这已经是一种破天荒的施舍了 怎么眼前这小子 完全不识抬举 他微眯双眼 继续道你要考虑清楚了 这可能是你此生仅有的机会 林毅笑了 他真的觉得 眼前这帮天水学院的 突出一个自信 本来你们也可以给我 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的 说不定我会考虑 加入你们天水学院 这也是你们此生仅有的机会 左谦和江贤 都是心中震惊不已 好家伙 这几句话说出来 也太狂了 不过莫名的解气啊 吴俊依旧是鱼不可及我们走 看了林毅一眼 然后带队离开了 最终 这一次特殊法师职业失联 落下帷幕 时光荏苒 十天时间 眨眼过去 让林毅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震惊了整个东江省高阶职业者圈子 东江省省会 天海市 职业者联盟会议室中 齐国光坐在守卫上 虽然他只是个副会长 但是 平时会长 事务繁忙 并且经常要出差 所以 大小会议室宜 还是由他操办 此刻会议室中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注视着大屏幕 大屏幕上播放者的画面 赫然就是借由 一个普通职业者的视角 记录下来 发生在世光之城斐猎卡因 这个特殊副本中 发生的一切 暗影魔珠 这个来自高等级的隐藏 BSS出世 随后 蓝火大日出现 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形生物 虚空一握 可怕的核爆和火焰 瞬秒魔珠的同时 还湮灭整个斐猎卡因 让这个副本 彻底从蓝星消失 视频播放完毕 齐国光面色凝重 开口道 这段录像 来自TS市的天水学院高校上传 应该是利用了 某种记忆T区手段 后期成像加工的 说下你们的见解吧 艺人发言道 齐副会长 这个未知火焰生物 湮灭整个城市的手段 等结我认为 至少在八阶 齐国光点头 一定在八阶以上 虽然可能还达不到 九阶晋咒级的程度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齐副会长 您说 这个火焰生物 会不会是咱们蓝星的某位职业者啊 这个技能 也是某个高阶技能 齐国光摇头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火焰法术 但是却跟法师职业者的八阶法术 大相径庭 火系八阶法术 名叫不吸炎咒 虽然威力很强 但是比起视频中这个神秘存在 用出来的这个法术 威力要弱上三分之一以上 并且也绝不可能以这么快的速度 秒杀那只220级的深渊珠魔 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力量 也是火焰系魔法 在深渊世界真正强者手里的真正姿态 齐国光化于里 多出了一丝敬畏 他虽然已经气转了 但是 对魔法一道 钻研得越深 就越是觉得自己 对他支支甚少 比如同样是八阶的等剑 不惜炎咒 跟这个神秘存在用出来的法术 差距还是太大了 齐国光下了定文后 瞬间其他人都不说话了 都在思考 如果这样的存在 从深渊降临蓝星 到底会引发多么恐怖的破坏 他甚至不需要吟唱 反手之间 湮灭一个巨型城池 既然你们都没有别的观点和见解了 那么我就说一下我的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浑身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生物 癌自深渊 并且实力极其恐怖 深渊里 再次出现了一位 我们人族必须要面对的强敌 我们目前要做的 就是把有关他的一切资料 继续上报 他的位阶至少也是黄间 所以暂时 我给他拟定了一个代号 代号冤界炎黄 威胁等级 我初步定下是SS级 如果后续有更多关于他的目击记录和资料的话 可能这个威胁等级 还要在网上提一提 同意 没有意义 同意 一时间 整个会议室 都发出了赞同之声 齐国光看到大多数人都表决通过了 就站起山 到那会议就到此结束 我要向上面提交资料了 散会 齐国光走出会议室 眉眼间多出了一丝担忧 多时之年啊 十多天前 灿烂是野外世界 BSS一化 他见识到了一个火风双修 并且七阶技能能够四连法的法师大佬 现在 深渊里又冒出了一个翻手剑 就能用出他无法理解的八阶法术的冤界炎黄 两者的共性非常明显 那就是从魔法烙印来分析 他们都很年轻 远比自己年轻 齐国光感受到了一股无力感 那是一种 明明已经一生都禁宁辞到 但是却完全比不上 在魔法一道真正的天才的无力感 悠悠苍天 何博于我啊 与此同时 江城 灵异走出真宝阁 朝着生活职业者接到的另一头走去 这十天来 他没怎么出去练集 主要是整个江城周边的练集区和副本 都已经远低于灵异的等级了 他就算去练集 得到的经验也极少 这种事倍功半的事情 灵异不想做 大考在即 其他同学都在报干练集 只有灵异在家摆烂了十天 值得一提的是 江家似乎真的 对灵异救了江城这件事 非常感激 第二天 江贤这老爷子 就直接领着已经苏醒过来的江城 上门道谢 给灵异的父母都吓到了 受宠若惊 灵异得到了整整二百点 可自由交易的技能点卷轴 以及一套白银级的法师套装 这是非常贵重的谢礼了 灵异估计转手出去 又是几十的W的大下壁 这次灵异来珍宝阁 就是把江家送他的这套装备 加上之前手头上存着的两件黄金级的装备 找张大海卖了 见识过白银级的装备后 灵异看那套法师套装 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并且最主要的是 穿起来很丑 为了那点属性 灵异不想舍弃自己的形象 所以转手卖了 灵异走到一间专门回收技能书 和技能点卷轴的店里 这小店是张大夫引荐的 有他的面子 灵异手上的所有技能点卷轴 全部已超出市场价 十左右的价格出手了 清完这一波物资之后 灵异也收到了大下银行发来的短信 米尾号4396的银行卡 收到转账金额 749680元 卡内余额 129万33万4621元 灵异现在的存款 正式突破百万级别 果然要想报复 还是要靠卖货 尤其是可交易的技能点卷轴 这玩意 似乎已经是整个蓝星的 超级硬通货了 甚至能比肩灵异 前世地球上的黄金 整个蓝星对技能点卷轴的价格 都是锁死的 基本不可能垫 只会涨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灵异的好兄弟张珊说 他父亲手里存着 几张技能点卷轴的原因 这玩意存起来 其价值 可比定期存款的利息涨得快 定 检测到你的存款余额 突破百万级 你的天赋诸神之刺 已解锁新功能 灵异心中一惊 好家伙 百万存款 又解锁新功能了 灵异打开天赋界面 才发现新功能的详细情况 技能进化 你可以消耗100万蓝星货币 以及相应的技能点 使你的一个八阶以上的技能 获得进化 成为同等阶技能的 异化版本 拥有更强的威力 更强的效果 为方便对比体验 你的火系八阶技能在觉醒时 以免费进化成为异化版本 后续使用该功能时 将消耗对应货币 且每次使用 消耗的货币都会进一步提升 灵异带住了 好家伙 自己这天赋 真就变成克金天赋了 不仅克金能加快技能点获取 现在还能进化技能了 真克金就变强 技能也有异化版本的吗 自己的火系八阶技能 至高升华 火灵化身 跟其他火焰专精法师的八阶技能 竟然不一样 嗯 自己这个技能 是个缝合怪 又是个变身状态类技能 又有大范围的高伤害 确实应该比普通火系八阶要强不少 看来以后真要把赚钱这件事 提上日程了 灵异又打开自己的个人面板 然后 看向自己的技能点那一栏 可分配技能点 974639 这十天 每天白送的技能点累计起来 也接近百万了 灵异依旧没有忘记自己 在将近一个月前 那个觉醒日定下的小目标 把火球数加到尽咒 现在 这个小目标 近在咫尺了 要课金一波 加速一下嘛 然而 灵异打开课金界面 看到 要花费十万的大下币 才能换八万多的技能点之后 有些牙酸了 这特么已经是一块多钱 买一点技能点了呀 虽然对其他人来说 如果真的能一块多钱 买一点技能点 估计会做梦都笑醒 但是灵异 是拥有不花一分钱 也能白嫖技能点的特权的 这就产生心理落差了 不课了 不能再课了 不然自己卡里这百万大下币 都不够糟的 反正差三万多点 挂机到晚上 也够了 下午 灵异回了一趟学校 主要是明天就是蓝星大夏 一年一度的新进职业者高考了 这对所有刚刚转职不久 还志气未托的学生们来说 就是人生真正的第一个大转折点 要么逾越龙门 一飞冲天 要么雍鹿一生 回校主要是被老师和校长 灌鸡汤和打预防针的 反正就是让所有人不要紧张 正常发挥就好了云云 而灵异 其实本来对这种鸡汤聚会 是没有什么参加兴趣的 但是架不住张山 一直说要见见自己 是当天救出来的 不需要等 当场高考 当场放榜 最多是填报志愿 和高校录取 要花些时间 所以大部分情况 就是高考完毕 所有人个奔东西 再也不会回高中学校了 灵异就答应了 这次的烤钱鸡汤 会没有持续太久 不到半天就结束了 灵异跟江亚和张山 以及玩得比较好的 其他几个同学 互到祝福 就各回个家了 回到家 灵异也才发现 今天父亲罕见的没有加班 而是请了个假 回来陪自己吃了晚饭 母亲许清芳更是做了一大桌的好菜 父母都很开心 但是灵异看得出来 他们实际上比自己都要紧张 明天就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做父母的 那种心情 无人能够体会 吃饱喝足 已经是晚上接近九点了 灵异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 明天要起个大澡 今天也要睡得早一点 不过睡前 灵异再次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这一次 技能点余额 终于跟她的存款余额一样 突破了七位数 可分配技能点101 633401打开技能面板 选择火焰系 在八阶至高升华 火灵化身这个技能的界面停留 加点 必须加点 打开加点界面 灵异之前就看到过的一键加点按钮 也从灰色变亮 灵异深吸了一口气 静咒 静在直尺 是否花费一百万技能点 将你的技能等阶提升至九阶 是 一键加点 启动 下一刻 灵异耳边就传来一道悦耳的提示 叮 消耗一百万技能点 你的至高升华 火灵化身 进阶为九阶静咒 八荒天语 这道提示响起的瞬间 灵异忽然眼前一花 周遭景物近数消失 再次睁开眼时 它已然置身在一片幻想之中 这是一片如漠视般的幻想 灵异悬浮在高空之中 宛如开了上帝视角 下方 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 以及一片同样广袤无垠的陆地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直到天空被烈焰染红 就像它 也被彻底点燃了一样 无数恐怖 而巨大的陨石火雨 从宇宙空间里砸落 下一刻 坚硬的陆地 被陨石火雨分裂 破碎 眨眼间就变成一滩融融的赤红色岩浆 化入海洋之中 而原本平静的大海 此刻 也被加热至沸腾 冒出滚滚热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将大量的水汽蒸发 喷涌进入外层空间 下一个瞬间 海洋干涸 陆地融融 一切都彭佛回到了四十多亿年前 蓝星刚刚诞生的时刻 万物都回归到他们最初的起点 一片熔熔滚烫 不分你我的混乱物质 幻象消失 灵异回归现实 他才发现 浑身已是大汗淋漓 他无法想象他到底 见证了什么 那是创世灭世级别的伟力 那是超神静咒 这个名词 浮现在他的脑海 再次打开技能界面 灵异才发现 果然如他猜测的一样 九阶静咒 不是终点 甚至 远远不是终点 灵异已经能够预览 下一阶升阶后 获得的技能了 远古静咒 竟是炎玉升阶所需技能点 一千万后须进化途径 远古静咒 大日金屋 进化所需货币 一亿进化所需技能点 两千万提示 一化版本的远古静咒 大日金屋 还可进一步进化至 纠集静咒 远古静咒之上 还有纠集静咒 而纠集静咒 也不是镜头 真正能够毁灭整个星球 让蓝星重回四十多亿年前 起源火海的静咒 名为超神静咒 灵异明白了 刚才她看到的幻象 应该就是使用超神静咒的场景 那是真的蔑视法术 能够融化大陆 沸腾大海 原来 那就是火系魔法的极致 反手灭性 灵异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 又躁动起来的心情 灵异觉得 原本自己已经见识到 这个世界顶级战力的样貌了 现在她才惊觉 此前的自己 也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吧 不过这反而让灵异握紧了拳头 这不是更有意思了吗 就算所需的技能点 最后破译 对她来说 也就是几年的等待而已 她等得起 不过现阶段 灵异的下一个目标 肯定不是把自己获得的第一个静咒 升接到远古静咒 而是平铺静咒 起码她目前所有系的魔法 都要加到静咒机再说 灵异看向她刚刚获得的静咒魔法详情 静咒八荒天允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九阶系别火焰系 消耗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十分钟 冷却时间三天 效果召唤蛮荒烈焰从天而降 隐燃极巨大范围内的一切目标 对所有目标造成巨额火焰伤害 本技能造成的隐燃效果 持续时间为永久 不可驱散 本技能无视目标 一切低于九阶的伤害 减免伤害免疫效果 备注着团火 从亘古蛮荒 燃烧至今 司灵异倒吸一口冷气 十分钟的吟唱 一百万的法力值消耗 只能说不愧是静咒 这施法条件 就无比苛刻了 灵异很庆幸 之前自己在加点八阶火焰系技能的时候 就得到了一次免费净化的机会 因为在升华状态 他使用的所有火系法术 都是顺发 且无消耗的 如果以后灵异能够解决技能的冷却时间的问题的话 甚至 他能够在升华状态 完成静咒连发的壮举 无论如何 灵异心念念的静咒 终于到手了 灵异抽空 又看了下这个九阶静咒的净化版本 是怎么样的 净化版本 静咒佛怒火莲 净化所需货币 二百万大夏币 净化所需技能点 一百万灵异 不是哥们 你这技能名 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灵异转念一想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反正都是玩火的 一火又何尝不是异化后的火系魔法体现呢 算了 不想这么多了 反正静咒已经到手了 睡觉睡觉 一夜过去 第二天凌晨五点半 灵异的闹钟还没响 就被敲门声吵醒了 推开门 就看到母亲许青芳顶着黑眼圈 穿着围裙 叫自己吃早饭 父亲林国栋也起来了 正在家门口 用扳手悄悄打打 修理家里那辆 已经很久没开过的老爷车 今天这个大日子 他打算亲自送儿子去车站 不然坐别的车 迟到了就麻烦了 灵异柔了柔心松的睡眼 没辙 看样子 夫妻俩一夜没睡好 估计就眯了两三个小时 就提前起来 给他做饭修车了 他只能舍弃 最后半小时的睡眠时间 洗漱完毕 吃了这顿 比起昨晚还要丰盛一点的早饭 将自己的学生证 准考证什么的 全都带好 然后坐上了老爹的车 邻国栋马力全开 直奔江城车站 每年全国职业者高考的举办地 都是各省的省会城市 东江省自然是在省会天海市 而为了规范考生 参加考试的次序和纪律 每年官方都会特别安排 专门的地下特快专列 接送全省各地的考生 抵达考试地点 来到江城车站 林毅发现 这里早就人山人海 广场上 气氛无比紧张 无数家长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隔离县外 还在不断说着 别紧张没事的这些话 当然 自己老爹也不例外 林毅甚至看到 站在老爹身后的母亲 许清芳 已经是双目通红 不住流泪了 跟两人安慰了几句 林毅挥了挥手笑道 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就行了 打开电视 说不定今天下午 就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这不是林毅盲目自信 而是她手里的静咒 给她的底气 就算这次考试再难 也总不至于一个静咒砸下来 还解决不了吧 林毅跟父母告别后 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 自己的学校的集合地点 阿易 这边林毅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大嗓门 回头一看 就看到人高马大的张山 在远处的人 堆里点着脚巢 自己这边挥手喊叫 林毅不用继续找了 她很快来到了 江城二中的大部队里 然后各班班主任 又开始讲话了 灌离又是一大碗鸡汤 送到所有人嘴边 十多分钟后 车站的广播响起通知 请各位参加 3024年度全国职业者高等学府 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们 请注意 送考专列已全部到站 请所有参加考试的各单位 组织考生 有需进站 专列将在30分钟后发车 请各单位组织考生 有需进站 今天这个日子 整个江城上午的 所有其他车次 全部停运了 并且 只有挂着工作牌的 送考老师和考生 能够进入车站 所以虽然今年江城 参加高考的人 也有数万人 进站流程 也依旧进行得很顺利 十多分钟后 林毅和其他同学 全都上了专列 按照划分好的座位坐好了 进入车厢的时候 林毅就发现 他们这个班 竟然跟东江省 另一个比较知名的基地 是敏昌市义中的某个班混做了 车厢前半部分 是敏昌义中的考生 后半部分 才是林毅所在的江城 二中八班考生 两个班级的班主任 虽然不认识 但还算客气 因为他们等会不能跟考生 一起前往天海 所以趁着还没有发车 说了最后几句话 各位同学 别的话也不多说了 最后再提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熟读并记住 你们准考证后面的考试纪律 这些纪律一定要遵守 半点不能违反 咱们大厦对作弊和危机 抓得急言 一旦危机 当场剥夺考试资格 如果情节严重 甚至会永久禁止参加高考 班主任说完 车外就有工作人员 拿着喇叭喊了起来 请所有送考人员 立刻下车 专列将在五分钟后发车 最终 整个车厢里 就剩下五六十个考生了 气氛有些紧张 再加上这个特殊的时刻 没有人闲聊 五分钟眨眼急过 林逸听到一阵阵铃声传来 列车下方传来一股震动 车门彻底关闭 列车开始缓慢提速 开出江城站之后 列车前方出现一条黑漆漆的隧道 直通地底 在登车的时候 所有人就按照吩咐 系好了安全带 进入隧道后 整个列车行驶的方向 很像自由落体 或是林逸前世 做过的那种跳楼机 反正既新奇 又刺激 不过这种新鲜感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因为列车窗外的景色 一成不变 只有隧道里昏黄的灯光 和漆黑的墙壁 林逸选择闭目养神 她早上起得太早了 还有些没睡够 但是 坐在她身边的八班同学 以及车厢前端闽昌 一中的学生们 都互相开始交谈起来了 李山看了看身边 闭眼养神的林逸 咽了咽口水 我好紧张啊 阿姨 我们聊聊天啊 阿姨 怎么办啊 我现在感觉 大脑一片空白 待会考杂了怎么办 我老爹不得扒了我的皮 林逸不胜其烦 她睁开眼 一巴掌就拍在张山的头上 怒到你特么能不能安生点 嗓门又大 不嫌丢脸啊 觉醒职业你紧张 现在高考你也紧张 你特么是怎么转职成 其实职业的 张山被林逸骂了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像个变态一样 露出笑容 她就怕林逸装睡 你到底升到多少级了 我听我爸说 高考具体难度怎么样 是要看你参加高考时的 等级来划定的 选择难度高的 自然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 才能在高考中脱颖而出 林逸抬眼 看了张山一眼 无奈到 你从上车的时候 就问了多少次了 我不想跟你说 是怕打击到你的自信心 张山被 你狗眼看人低是吧 再怎么说 老子 也在你一那几天 爆肝练集了很久好吧 虽然感觉 你后面要是认真练集 肯定会超过我 但是肯定不会超太多吧 说着 张山竟然朝林逸 丢了一个基础鉴定术 然后他就怪叫起来 卧槽 鉴定失败 阿姨你不会已经二十级了吧 张山此刻的等级是十五级 一般常规的鉴定术 只要在五级以内 都能够得出信息 然而这一次 张山的鉴定术失效了 这意味着 林逸的等级 至少要比他高出五级以上 张山虽然之前压低了声音 但是这一句怪叫 直接吸引了无数车厢里 其他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八班的同学们 各个脸上现出惊奇的神色 阿 林逸升到二十级了 不太可能吧 张山那个 SB说的呀 他弄错了吧 不对 张山都十五级了呀 他鉴定术失败 只能说明 林逸高出他五级以上 操 那也太变态了 我他妈才十四级呀 我才一千三百一十二级的 是不是没救了 对了 笑花江雅多少级了 听说十九级了 前几天回校 拿准考证的时候 老师 还专门表扬过他的 那这么看来 他好像又被林逸压在身下了呀 嗨嗨 细说压在身下 感觉他有点惨啊 之前觉醒那一天 都觉得 他终于赢了林逸一次了 现在看来 好像在等级方面 他又输了林逸这个大魔王 七言不减当年啊 江雅听着身边同学们的议论 心中已经平静很多了 因为林逸已经荣登 全球副本排行榜名人堂这件事 除了他以外 在场的其他同学 都一概不知的 跟这种至高荣誉比起来 等级比自己高 又算什么 不过就在这时 八班的热烈讨论 竟然引得车厢前半部分 那帮敏昌义中学生们的嘲笑 这就是五级基地失落后的教育水平吗 笑死 二十级也好意思拿出来显办 林逸寻声梦去 这些敏昌义中的考生们 此刻全都趴在座位上 回过头来像看猴子一样 看着江城二中八班的人 这些人的等级 在全知之眼的影响下 被林逸看得一清二楚 其中大部分是二十级 小部分达到了二十一级 有个别厉害点的 甚至已经到二十三级了 林逸忽然想起 自己曾经在大厦人文 跟理科上学到的知识点了 放眼整个大厦 东江省算是名列 全国前茅的教育和经济强省 天海 里水 西陵几个市 都是二级基地市 但是东江省的教育和经济分布 极其不均匀 资源和教育负级地区 基本集中在二级和三级基地市 剩下的四级基地市的 各项设施水平和教育水平 就开始参差不齐了 到了江城 这种边缘化程度很高的五级基地市 那更加惨不忍睹了 这也是为什么林逸发现自己的同学 最低的十二级的都有 而这些来自三级基地市敏昌的考生 最低的等级 都是十九级的原因了 从平均等级来说 林逸带入他们的视角 看到坐在车厢后面的人 会因为二十级而震撼的时候 也会觉得新奇的 听到这些敏昌一中考生的嘲笑 瞬间整个江城二中八班的人都沉默了 说不上自卑 但是硬实力的差距 让他们觉得有些丢人了 最丢人的 当然是张珊 一切事情的起因 都是他大惊小怪 看到八班的学生们 闷不作声 敏昌一中的更加变本加厉 离得最近的一个学生 嬉皮笑脸到位 江城的乡八老们 我也是二十级 在你们那里 是不是也是大佬了 要不要也来跪舔一下我 你算什么勾巴东西 我二十一级都来舔我 张珊被这些人闹了个大红脸 他怒气上冲 很想冲上去 跟这群人真人PK 但是林逸却一只手 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摇了摇头 现在我们已经在监控下了 忘了老师说过的话吗 注意纪律 真在这里闹事了 会被取消考试资格的 林逸并不在乎这些人的奚落 在他看来 就像一群野猫 在猛虎面前 标榜吹嘘自己的捕猎技巧 多么高超一样 完全不在一个level 林逸甚至连生气的感觉都不会有 申请互动没有回应 渐渐的 这些人也失去了兴趣 纷纷回到各自的圈子里 各说各的了 三个小时的专列旅途时光 过得很快 列车到站广播响起 林逸睁开睡眼 伸了个懒腰 这三个小时的后半段 也许是同班同学 都被前程没了 甚至连张杉都红温了 所以他睡爽了 下了列车 车站外 也早有送考的接驳巴士列队 挺好 按照编号和次序 林逸和巴班的人上了接驳大巴 直奔考场 一路上 林逸发现东江省惠天海市 的确是繁华至极 穿越到这个蓝星领土面积 扩大了数十上百倍的世界 林逸还没有走出过江城 最远 也只是去到了江城隔壁的苍蓝市 但是江城和苍蓝一个 是五级基地市 另一个 也是准四级基地市 没多大差别 可以说是难兄难弟 来到天海 林逸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的大侠 繁华都市的建设 完全不输前世帝求北上广 甚至 有有过之 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城市绿化也做得极好 不过相应的 不论是高档住宅的规模 还是对应的房价 都高得吓人 一路上 天海市维护交通 和道路的相关部门 给街坡大巴开了一路的绿灯 整个天海市 为了迎接这次全国高考前来的 整个东江省的学子 一共开设了整整22个考场 在如此多考场分流的情况下 当街送林逸的这艘街坡巴士 抵达考场的时候 他还是看到了 无比壮观的场面 不知是不是巧合 林逸的考点 正好就是一号考场 无数街坡巴士停在停车场后 所有考生下车 按照次序排好队 来到一号考场门外的大广场时 就能看到整个广场上 人山人海 这一次 没有送考人员了 全是考生 光是一个考场 考生数量 估计就有四五万 林逸这一批街坡巴士送到 一号考场的考生们 也基本就位 考场外 想起了通告 各位考生请注意 3024年度全国职业者高等学府 统一招生考试 即将开始 本考场为东江省第一考场 请各位考生列队站好 依次通过考场外的 第一道智能闸门 通过闸门后 闸门上方的感应器 将会自动筛选你们的职业和等级 并做出标注 本次考试 将按照各位考生对应的等级区间 提供相应的难度选择 难度越高 通过各轮测试后 能够得到的分数也越高 等级区间在115级的考生 将会获得白色标注 仅能选择简单难度 等级区间 1620级的考生 将会获得绿色标注 可选择简单普通难度 等级区间在2123级的考生 将会获得蓝色标注 可选择普通困难难度 等级区间在2425级的考生 将会获得紫色标注 可选择普通困难极难难度 25级以上的考生 将会获得金色标注 可选择普通困难极难以及噩梦难度 看来之前张山父亲给他透露的考试细则 没出什么披露 果然是会分难度区间 来提前筛选考生的 你的等级不够高 就选不到更高的难度 你的排名自然就比不过那些选择高难度 还通关测试的人 好卷啊 怪不得之前觉醒职业的时候 老师也好 那些媒体也好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在这种大家都在疯狂内卷的环境下 不打鸡血 不报干 确实会落后别人太多 随着入场程序的进行 大量考生排着队 通过闸门 灵异也看到了 走在自己前面的八班考生们 比如张山这个铁憨憨 在走过闸门之后 他的头顶上方 先是写着送考地方 也就是将成两个字 后面还跟着一把战锤的图标 以及一个白色的星星标注 随后 所有跟他一样 得到白色标注的考生 都会被考场内的助理高官 分流到对应的考试入口 这么多年高考过来了 这程序也太智能自然了 如果是人工筛选 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子泽 真是白白又绿绿啊 哈哈 一阵哄笑声传来 灵异再次看到了 闽昌义中的那群学生 此刻他们通过了闸门 大多数人头顶上 都是蓝色星标 少数几个有紫色星标的 那更是用一种 看畜生一样的眼光 看向张山等人 灵异看着眼前的闸门 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是时候给着考场的数万人 一点小小的金标震撼了 将成义中八般的学生们 更加自卑了 不只是因为那些 闽昌义中学生的嘲讽 更多的是 他们跟来自其他基地市的考生们 一同通过闸门 别人至少都是绿标 他们头顶却挂上了白标 真正的考试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是 这道闸门机制 直接让无数人 见识到了世界的参差 见识到了 自己跟别人的差距 灵异都有些感叹 太真实了 虽然这个设计的初衷 是方便筛选考生 然后给考生一个 合理的难度区间选择 但是 这玩意 确实搞心态 很快 灵异就来到了闸门前 一步迈过闸门 下一刻 灵异也发现自己的头顶 缓缓浮现了一柄法杖的图标 其实职业者的图标是战锤 战士是铁剑 法师自然是法杖 不过图标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 跟随职业图标 一起浮现的星标 金色的星芒出现的那一刹那 整个考场都爆发出一阵惊呼 卧槽 金色 哪位大佬 头顶上是金色星星 哈哈 我的太和金狗眼 要瞎了 操 这就是金色传说吗 真好看 膜拜大佬 无数人的惊呼 加上整个考场走入闸门的人 多不胜数 一片蓝绿星标之中 出现了几个紫色星标 都无比扎眼 瞬间灵异收获了大量的观众 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八班同学们 所有将成一中八班的考生 都傻了 卧槽 灵异是金色星标 尼玛 他不是二世纪 应该是绿标 最多是蓝标吗 废话 这只能说明 张山还是错误 估计灵大魔王的等级了呗 我尼玛 金标啊 这也太掉了吧 我感觉我才是来人间凑数的人 跟人的差距 怎么比人跟狗还大张山 原本彻底红温的脸 现在完全是目瞪口呆 随后陷入狂喜 如果不是他已经被分流去 白色星标的入口队列中了 他高低要冲过来 给灵异一个熊抱 他很开心 他知道自己这兄弟 绝对不可能是碌碌无为 平凡之人 只不过没想到 灵异还是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而另一条绿标队列里 江亚看着灵异头顶的金标 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容 是的 他彻底释怀了 甚至会为灵异 目前取得的成就而欣喜 并且 他也知道 以后 跟灵异 应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至于闽昌异中的那些 刚才放肆嘲笑的考生 现在一个个哑口无言 目瞪口呆 他们看着 灵异头顶上闪烁的金色星标 全都像是被捏住脖子的家禽一样 喘不过气来 然后再想起 他们在车上 以及下了车之后 一路上的嘲笑 瞬间觉得自己 才是那个小丑 人家等级不知道高出自己多少 但是却很低调地 在车上闭目养神 完全没有跟自己争执的意思 现在看来 是他们不配然后下一刻 所有闽昌中学的人都彻底宏观了 低着头 巴不得淹没在人潮里 不被灵异发现 您好 这位同学 请跟我来 接待灵异的 是一位女考官 也许是因为灵异的率比相貌 或是灵异头顶的金标 灵异发现 其他考官都是凶神恶煞的 但是 这位女考官 却对自己异常客气 跟随考官一路前行 灵异很快就遥遥 看到一个写着一号入口的考场大门 入口前 已经站着二十多人了 同学 请在一号入口 然后选择难度 女考官给了灵异一个和煦的微笑 做出最后的引导 然后就离开了 灵异缓步朝着一号入口的大门走去 与此同时 她也看到了隔壁的二号和三号入口 那些入口的人数 就很多了 直接突破千人了 这些人头顶上顶着的标记 都是紫标 可想而知 白标 绿标和蓝标的考生入口门前 会有多少人 反倒是她即将排队入场的一号入口门前 仅有二十多人 走进之后 灵异毫不意外地发现 这些人头顶的星标 跟自己一样 都是金色 嗯 这些人应该就是整个东江 那些顶级基地式的豪门学校 和顶级世家培养出来的所谓天才了 整个天海一共有二十二的考场 如果每个考场的金标人数 都有二十多人的话 那么整个东江 在今年这一批觉醒 并且参加高考的人 超过二十五级的 也仅有四百人左右 跟整个东江十多万考生相比 这已经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了 在灵异逐渐走来的时候 原本就等在一号入口大门外的男男女女 也全都发现有新面孔的到来 江城送考 不是 这什么鬼地方啊 怎么没听过 好像是咱们省 一个偏远的基地是不是吧 那闸门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能出个金标吗 明显这些所谓的天才们 彼此之间 就算不是特别熟 但是彼此之间 多少也打过照面 但是灵异 是我完全没见过 您好 这位考生 请过来登记 一位身穿兼考制服 面色十分严肃的考官 对灵异开口道 灵异看了眼其他人 很明显 只有二十多人的情况下 这个一号入口的登记工作 快得一笔 这些人应该都已经登记完成了 灵异走上前 那考官一招手 灵异面前瞬间出现一道灵精投影光幕 灵异刚准备伸出手触碰灵精 落入自己的信息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浮夸的声音 嘿 兄弟 练到二十五级 不容易吧 给你个温馨建议 别选噩梦难度 会被里面的怪物虐哭的哦 灵异微微回头 就看到说话的 是一个染了一头黄毛 自以为很帅的男生 这黄毛一起哄 跟在他身边的其他几个考生 就低声笑道 凯哥 金彪和金彪之间 也是有差距的 不是人人都能像你一样 升到二十九级的 哈哈 黄毛心中暗爽 他更在意的是 站在他身边的 一位绝美少女的看法 只不过转头去看少女时 他却看到 他眼中的一抹厌恶 少女竹唇清起召开 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 吸引我的注意力 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 赵凯以及他身边的小弟 瞬间闭嘴了 与此同时 少女却把目光投向灵异 下一刻 他眸光一凝 脸上出现不可置信 因为他赫然看到 灵异的首处碰到灵精的下一刻 光目之上 跳出一个等级数字四十二 这一刻 整个一号入口 所有人都傻眼了 刚才那个说出 金彪与金彪之间存在差距的人 更是大脑当机 他说的没错 所谓天才 亦有差距 并且这个差距 宛如天倩 赵凯看着光目上 灵异四十二级的等级 瞬间就感觉到 有一个无形的巴掌 拍在自己的脸上 打得他生疼 他以为灵异这种 从偏远基地市来参加考试的人 就算拿到了金彪 最多也就二十五级顶天了 因为他才二十九级 并且这个等级 放眼整个东江的天才圈子 已经是极高了 在场的这些人 他也只是输给了身边的那位蓝衣少女 少女名叫蓝若伊 等级达到了三十级 甚至转职任务都已经揭取了 只不过还尚未完成 而眼前这看起来除了帅 就一无是处的少年 竟然有四十二级 这意味着 他已经完成二转任务 并且甚至还多升了十二级 别说二转之后 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了 单是二十级之后 每升一级所需的经验值 都无比恐怖 在觉醒职业后 仅有三十天的练级时间 这个大前提下 升到三十级 几乎是极限中的极限了 而今天 这个极限被打破了 并且一破就是十二级的差距 兰若一双眸 注视着灵异 心中好奇 灵异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真的有人现场采访灵异的话 灵异会说 这不是游手就行 因为这一个月来 他除了摆烂一个礼拜后的那一天 其他时候 真的没有刻意去练级的想法 大多数时间 他都一直在摆烂 甚至从三十九级升到四十二级的这三级 都是灵异无聊手痒了 去隔壁苍蓝室 找了个副本 刷了几次的结果 他如果真的想练级 并且爆肝的话 现在说不定都已经三转了 老师 我怎么选择不了难度 灵异操作光幕 他本来想着 在难度选择那里 选择噩梦的 但是他却发现 选不了 就像出了bug一样 被灵异这么一提醒 刚才还一脸严肃 装出一副生人无尽样子的考官 才浑身一抖 你你你稍等一下 我看看 他开始操作灵精系统 说实话 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少年的等级 竟然是四十二级 他二转了哪里来的妖念 一通操作之后 这位负责登记的考官 已经汗流加倍了 因为 他发现 系统完全没问题 灵异的等级 也货真价实 之所以灵异选不了难度 是因为这系统 从诞生以来 底层代码限制的选择难度 职业者等级 就要在2530级 这个区间内 简单来说 灵异这个四十二级的妖念 已经给这考生 陆入系统前烧了 这特么的出事了 怎么办 嗯 这件事 自己肯定是拿不定主意 那只能上报了 灵灵同学 麻烦你在这里等一下 你这样的情况 我们从未碰到过 我要去请示一下领导 随后 这位刚才还无比严肃的考官 立刻飞也式的 跑进了入口之中 一号考场 三楼 这里就是这次全国高考 整个东江省的考务中心 也是总考官 和所有参与 本次考试相关工作的 东江省高层聚集的地方 那差不多了 就这样 考试马上也开始了 通知所有人各就各位吧 一场简短的会议结束 坐在主位上的一位中年人 收摄桌上的文件 被其他人吩咐道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来 大门推开 一张因为快速奔跑 憋得有些通红的脸 出现在东江省 一众大佬面前 孙亮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在做考生登记吗 冒冒失失的 谁让你敲门的 坐在主位上的中年人 还没说话 他身边的艺人 明显是这个名叫 孙亮考官的上级就慕了 立刻斥责道 孙亮也有些委屈 这件事真不怪他 而且他必须马上汇报 现在距离开考 仅剩不到20分钟的时间 要是真出了什么披露 或是延误了考试 这锅他背不起 他立刻到萧萧局长 我我有重要事情汇报 孙亮的上级 也就是这位萧局长 还想训斥几句 却被坐在主位上的 中年人打断 有什么事 你说吧 孙亮对中年人行了一礼 然后急切道理副署长 是这样 刚才在我负责登记的 一号入口 出现了一名考生 在录入信息的时候 邻经系统显示 他的等级达到了42级 并且已经完成了二次转职 我再三确认 我们的系统没有 出现故障 但是现在问题是 我们的系统从未录入过 超过30级的考生信息 现在那名考生 无法选择考试难度 这件事 我没办法决定做主 所以来请您指示了 此言一出 整个考误中心的会议室里 所有人都是齐其一正 就算是东江教育总署的 副书长李元静 也是没头一条 42级 这怎么可能 立刻有人就提出了质疑 好在孙亮非常明白 跟领导汇报信息的诀窍 他在之前的话里 就说过自己 确认过系统没有问题了 言下之意就是 灵异的等级 千真万确 有趣 元静啊 你这次让我来旁观 是提前就预料到 会有这种百年不遇的 妖孽天才出现吗 同样坐在主位 此前一直默不作声的 一位老者 笑着调侃道 齐老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哪有这种 未不先知的能力 李元静摇头 坐在他身边的 赫然就是天海市 职业者联盟副会长 齐国光 两人是好有关系 这次李元静请他来观摩 齐国光最近也不太忙 就抽空过来看看 没想到真的给他看到个惊喜 李元静对孙亮招了招手 然后当他考生的信息呢 你放出来看看 哎 马上 孙亮应声 联盟走到大屏幕前 用手腕上的灵精通讯表 将灵异录入系统的档案信息 投放到中心的大荧幕上 下一刻 灵异的率脸出现 齐国光一正 怎么是他 李元静也有些惊讶 其老认识他 他是哪个世家出来的天才吗 嗯 李水凌驾 我也没听说 这一辈有叫灵异的人啊 齐国光摇头不适 我只是之前在 池源苍蓝一化 BSS危机的时候 跟这小子有一面之缘 不过应该是巧合吧 嗯 他的职业也是法师 齐国光很快就看到 灵异的职业 平平无奇的法师 跟他一样 不是什么稀有职业 瞬间他就有些敬佩灵异了 他是一个普通的法师 他稀有职业 甚至罕见职业 到底有多么吃亏 那些职业 都有天生自带的优势 放眼整个蓝星 现在 能够成为七转以上强者的人 基本人人都是稀有职业 甚至有传说职业 他齐国光 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凭自己的努力拼搏 从成为职业者至今 要说齐玉吧 他也有 但是更多的 还是努力 这八十年来 他没有一天 是不再努力提升自己的 短短三十天 能升到四十二级 肯定是碰到什么齐玉吧 有人开口道 这时 齐国光却有些共情灵异 他开口道 就算有齐玉 也绝对不能否认 他的努力和勤奋 光有齐玉 是绝对升不到这个等级的 李元静也点头道 这小伙子不错 一定付出了超乎 常人无数倍的努力 一时间 整个考屋中心的 东江省教育署高层 乃至以齐国光为首的 少部分职业者联盟高层 都对灵异刮目相看 起码他们自认 自己在灵异这个年纪 没办法升到这个等级 他太勤奋了 灵异要是知道 这些人的脑补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就是个懒狗 李元静没有忘记 孙亮还在等着他的指令 到底要怎么处理 灵异这个特殊情况呢 陈英片刻后 李元静开口了 上次碰到这么厉害的考商 还是几十年前 既然今天又碰到了 就给他开个特例吧 把那个曾经有过的难度 重新开启吧 其余人文言 都是面色一惊 李副书长 那个难度 曾经出过太多事故了 对于这些考生来说 太难了 不利于身心成长 这不是您当年亲口说的吗 李元静摇头时代不一样了 对他来说 噩梦难度才是笑话 太简单了 我们设定的难度 都是基于一转的情况定制的 现在 出现一个二转的 那些测试 都没太大意义了 当然 为了公平起见 通知咱们整个天海的 22个考场 同步开启炼狱难度 李元静手下的人文言 纷纷头皮发麻 他们当然知道 所谓的炼狱难度 到底是什么情况 简单来说 就是最后一关的副本实战 从一个普通的副本 变成了被深渊气息 沾染的特殊副本 跟个职业的特殊试炼一样 难度飙升的同时 还会让这些 出出茅庐的新人 接触到穷凶极恶的 深渊怪物 副书长 开启深渊难度的话 没有特殊深渊称号的人 还无法选择 李元静摆了摆手 那就让他们挂起 自己的深渊称号 没有深渊称号的人 就无法选择炼狱难度就行了 对了 多加一个限制条件 至少要金标 才能选择炼狱难度 如果这个42级的小子 之前没有通关过特殊试炼 没有称号的话 那就让他选噩梦难度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李元静心意已决 所有人只能照办 孙亮即刻领命而去 又是一路狂奔 回到一号出口 孙亮将新增的炼狱难度 和选择规则 跟所有人都说了 各位 因为新增了炼狱难度 此前已经登记完成 选择过难度的考生 拥有一次重新选择难度的机会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们 炼狱难度非常危险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伤亡 选择该难度 需要签署生死状 生死自负 另外 这个难度的最后一关考核 需要进入被深渊气息沾染的特殊副本 需要持有深渊称号 才能够进入 没有称号的考生 无法报名 现在要更改自己难度的考生 请举手 一号入口的考生 只有二十多号人 更改难度的操作 并不繁琐 完全来得及 孙亮遵循先来后到的规则 先让之前就已经登记完成的考生 重选难度 下一刻 孙亮就看到三只手举了起来 少女兰若一 表情淡然地举起了右手 与此同时 赵凯和他身边的一个等级 同样升到二十九级的小弟 也举起了右手 孙亮并没有太意外 这三人就是此前等级最高的三位考生 并且 赵凯和另一位男生 都是稀有职业 兰若一更是一个罕见级的职业 他们的确有底气 挑战炼狱难度 三位考生 请把你们的深渊称号佩戴起来 确认无误后 我会将你们选择的 难度调整到炼狱级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包括兰若一在内的三人头顶上 都出现了五个黑漆漆的大字 深渊挑战者 大多数称号 都是通过完成特殊成就 或是特殊副本获取的 平时都是隐藏状态 只有职业者主动选择佩戴时 才会亮出 很显然 这个深渊挑战者的称号 并不算美观好看 所以非必要 也没人愿意佩戴 但是在这个时候 拥有这个称号 可是一件非常有排面的事 这意味着 他们曾经通关过特殊职业试炼 并且已经接触过深渊怪物了 比起其他同龄人 气泡线已然不一样了 赵凯一直对灵异 有些耿耿于怀 虽然没有多大的仇怨 但是他之前的话 以及灵异亮出来的42级的等级 还是让他感觉自己像的小丑 尤其是在自己想追的女神面前丢脸 更加让他恼火 此刻他注视着灵异 嘴角挂起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 你等级高又怎么样 要是没有通过职业试炼 还不是一样 没办法选练狱难度 难度可是跟能够获取的分数 直接挂钩的 你噩梦难度 就算拿满分了 说不定也不如练狱难度的高分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灵异 包括孙亮在内 灵异其实在孙亮说 要佩戴称号的时候 就已经猛逼了 卧槽 尴尬了 称号这玩意 在哪佩戴来着 他还从来没有佩戴过称号 嗨嗨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称号是如何佩戴的 灵异只能硬着头皮开口问道 一旁的赵凯心中 更是涌现狂喜 呵呵 装 继续装 你明明就是没有 不是不知道怎么佩戴吧 孙亮倒没有赵凯内信息这么多 他只觉得 灵异可能是真的 从来都没有用过称号系统 连忙达到 打开你的个人面板 然后 在你自己的名称 那一栏长按 就会弹出称号列表了 点选对应称号 选择佩戴即可 灵异恍然大握 好的 他还记得 此前通关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的时候 系统通告就提示过他 他的称号 还进阶了一步来着 但是 后续灵异怎么也找不到 称号栏打开的方法 渐渐的也就忘记这件事了 现在被孙亮提醒 他一言照做 很快就打开了自己的称号栏 也许是第一次 开启称号栏 灵异操作还不太熟练 又或许是真的手滑了 称号栏打开的那一刹那 灵异的手指 就点到第一个称号上面了 下一刻 所有人都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金芒乍现 灵异的头顶 赫然出现一串文字 全球副本 通关记录名人堂 孙亮 兰若依赵凯 卧槽 我的24 K太和金狗眼 这称号什么鬼 也太他妈拉疯了吧 这是所有人在看到 灵异头顶这个称号的第一反应 灵异一愣 哈 怎么都露出这样的表情了 难道自己放错称号了 他明显也注意到 自己头顶上的金光了 抬头看去 他也看到那一串称号了 好家伙 跟顶着个超亮土豪金 LED大灯一样 这也太显眼了 这跟他低调的性格不符啊 赶紧换了 灵异尴尬一笑额 不好意思 我还不太熟练 放错称号了 灵异连忙再次打开自己的称号栏 很快他就看到 在称号栏里 赫然躺着三个称号 第一个 也就是被他手滑展示出来的 全球副本名人堂称号 这个称号 是在灵异拿到名人堂名额的那一刻 自动发放的 而第二个称号 则是登峰造极 这个称号是此前灵异在把 鉴定术这个通用技能 加点到登峰造极等阶的时候 系统发放的 最后一个称号 才是灵异 要佩戴的深渊征服者 这个时候 灵异才发现自己这三个称号 竟然都是有属性的 全球副本通关记录名人堂佩戴时 你在所有副本秘境中的属性 只提升三 登峰造极佩戴时 你获取的所有技能点提升三 深渊征服者佩戴时 你拥有进入深渊副本的权限 且该副本的难度提升一届 对应的奖励 也更丰厚 卧日 登峰造极这个称号 还给额外技能点的 三的技能点虽然不多 但是积少成多啊 自己血亏了一个月的三技能点 挂机加成 干 不过灵异来不及想这么多 手指滑到深渊征服者这个称号上 然后点选佩戴 在灵异想来 称号应该是只能佩戴一个的 他选了深渊征服者 那么此前的名人堂称号 肯定就会被吓掉 但是他还是太年轻了 就在灵异选择佩戴 深渊征服者称号的下一刻 他头顶上的名人堂称号上方 再次出现了一行字 深渊征服者 并且 这个称号的特效 丝毫不输名人堂的土豪金配色 称号闪烁着刺目的新红色光芒 周围还有深渊黑气弥漫 那逼格简直拉满了 孙亮 兰若依赵凯 你是故意的 对吧 你肯定是故意的对吧 这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超稀有的称号 名人堂称号在场的所有人 虽然没见过 但是听说过 那是整个蓝星所有的职业者 梦寐以求的荣誉啊 但是现在这个阴森气息拉满 深渊压迫感也拉满的征服者称号 是怎么回事 不应该是深渊挑战者吗 为什么我们是挑战者 你特么已经是征服者了 灵异他再次看到了这些人的反应 灵异也有些无语了 他真的想低调的呀 直接头顶特效拉满 化身整个考场最亮的子妃 他所愿啊 孙亮彻底汗流加倍了 身为考官 他感觉自己 在眼前这个18岁的妖念面前 没有丝毫未言可言了 那个这位考生 你头上的这个称号 拥有进入深渊副本的资格吗 因为因为我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称号说到后面 孙亮都有些自卑了 你妈 他四转了呀 四转了呀 并且也有深渊挑战者称号 但是他是真的不知道 深渊征服者这个称号 要怎么获得 好想问下他这个称号 是怎么获得的呀 真的好拉风 好酷炫啊 灵异漠不作声地 将他的24K土豪金 名人唐称号 再次点选卸下 然后回复道 有的 孙亮再次深深地 看了灵异头顶的 深渊征服者称号一眼 少了土豪金的影响 这个称号的压迫感和特效 更加真实了 再瞟向其他几人头顶 原本也是逼格满满的 挑战者称号 瞬间就感受到 什么叫特效碾压了 我的特效 在你之上 赵凯自闭了 他不知道 灵异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只知道 眼前这个人 说不定是披着人披的 深渊怪物吧 兰若一 已经在灵异身上 磨不开目光了 俊逸 强大 神秘 这些最能吸引女孩的特质 竟然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体现 即使是兰若一这种 放眼整个东江 都数一数二的天之娇女 也不由得心生仰慕和敬佩 他平时一定很努力 很勤奋吧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厉害的成就 考物中心的巨大灵精显示屏上 位于一号入口的监控 被放到了正中 并且拉到最大 刚刚灵异给孙亮 和兰若一等人的震撼 同样传递到了 这一间监考室中 无数东江省教育署 和职业者联盟工会的高层 目瞪口呆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 灵异头顶上挂起来的 两个特殊称号 卧槽 全球赋本名人堂卧槽 深渊征服者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 前一个称号 他们中的少数人也有 但是也仅限少数人 深渊征服者这个称号 就必须在深渊相关副本里 完成过特殊隐藏任务 这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机遇 他们也只知道获取方式 却不知道 这个称号的具体效果 齐国光看到灵异的 这两个称号 直接面色一变 立刻开口道去查一查 他到底是在哪个副本 通关记录的 名人堂榜单上 是 考物中心的工作人员 立刻开始操作灵精 调取数据 其实相关数据的检索 是非常简单容易的 毕竟跻身全球 副本名人堂的职业者 放眼全球 也就数万之数 抛去国外的人名 光是大吓人 崇明的可能性极低 果然 搜索灵异的名字 很快一个副本记录 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特殊副本 世光之城 斐列卡 因以永久除名副本等级 LV25副本难度 A加副本职业限制法师 牧师副本最佳通关记录 零时2分42秒记录 保持者灵异会议室中 全场哗然 啊 是这个副本 这副本十多天前 才刚刚全球通告过 永久除名啊 他难道是最后通关的那个人 死你们看他的通关记录 啊 两分多钟 这个副本的通关要求 不是现实存活吗 我记得要求 是存活三小时啊 没错 我也记得 这副本的攻略 当时 还是我亲自撰写 上传到咱们省的攻略中心的 齐国光陷入长久的沉思 他定定地注视着 大屏幕上的灵异 脑海中浮现的 却是十多天前 他给自己职业者联盟的 成员开会的时候 由天水学院上传的 那一段录像中 那一抹浑身 燃烧着蓝艳的身影 下一个瞬间 灵异的身影 赫然与他脑海中 被他暂时命名为 冤界炎黄的 那个身影重合了 体型 气质都有些像不过随即 齐国光摇了摇头 太荒谬了 先不说 冤界炎黄使用的那个法术 至少也是八阶的水平 光是那个法术的特殊性 就不是蓝星的职业者 能够拥有的 那是独属于 深渊世界的高阶法术 是蓝星法术的异化版本 再加上那段影像 是从别人的记忆里 提取出来的 体型和形象 或许会出现偏差 也很正常 最终 齐国光自己说服了自己 他下了结论 这小子的奇遇 我也是平生警戒 十多天前吧 我收到了来自 天水学院校方上传的一段 有关这个副本的记忆影像 影像中 就是这小子 在通关这个副本的时候 碰到了概率极低的事件 那就是副本内的那个隐藏 BSS 被来自深渊世界的另一尊强者挑衅了 那名强者 至少达到了魔皇位格 翻手剑 一个异化八阶火焰戏法术 就把副本的隐藏 BSS秒杀了 故而导致整个副本 彻底消失除名 这小子稀里糊涂的就通关了 还拿到了名人堂称号 听了齐国光的解释 所有人才 稍微能接受 不然灵异有这种恐怖的实力 还用来参加高考 估计第一时间 全国各大顶级职业者高校 就会给他抛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 蓝星其他国家 也会第一时间 将其设为第一暗杀目标 考场外 孙亮看了下手上的腕表 开口到现在距离考试开始 还有十分钟 请各位考生进入考场 即将宣告考试规则 排在前面的蓝若伊等人 率先走进一号入口 林毅子跟在最后 进入一号入口之后 又按照墙上的指示 穿过几条过道 一道熟悉的副本光幕 出现在他面前 看来 这次高考的测试 是在主办方提供的 特殊副本中进行 看到林毅走来 此前整个东江省的 那些所谓天才们 都漠不作声望 林毅看得出来 他们此前脸上的高傲 和清澈的愚蠢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敬畏 忌惮 请全体考生注意 3024年度全国职业者 高等学府统一招生考试 将在五分钟后开始 下面宣读考试纪律 和测试细则 请所有考生严格遵守 为者严肃处理 本次考试共有五轮 通过前四轮后 表现优异者 方有资格进入第五轮 本次测试所有内容 将在特殊副本中进行 所有副本为独立副本 除了监考员外 考生无法与其他人员交流 严禁所有考生 携带任何装备 以及其他造物设备 进入测试副本 为者以作弊论处 进入副本后 所有考生身上自带的 食物链金合剂 以及非职业自带的增益效果 将会被驱散 本次考试的评价系统 采取积分评价 在每轮测试中 按照考生对目标的完成情况 将会由系统自动打分 考生所选择的测试 难度越高 完成对应目标后 获取的积分越多 测试环节中 如出现突发情况 将按照大厦职业者高等学府 统一招生考试 管理办法相关条例进行处理 广播播放完毕 大厅陷入沉默 五分钟的时间过得很快 灵异听到一阵铃声 在整个考场各处响起 与此同时 靠近出口的地方 也传来无数间考员的哨声 以及关闭闸门的轰鸣声 考试一旦开始 迟到的倒霉蛋 就没有资格再进来了 请所有考生进入副本 孙亮一声令下 包括灵异在内的所有人 就一步迈入了副本光幕中 身影消失不见 一阵黑暗过后 灵异重新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纯白色 一望无际的空间之中 这片空间极其安静 没有任何声响 也没有所谓的怪物和地形 这应该是有某些大佬 用特殊手段改造过后的副本 不过灵异还是看到了 自己身前不远处的虚空中 悬浮着一个倒计时和积分板 距离考试第一轮开始 还有00 00 59当前获得积分0与此同时 灵异脑海里也响起了副本通道 考生灵异 一分钟后 你的面前会刷新出一只等级设定为 LV30 护甲设置为1000 魔法抗性设置为1000 血量设置为1万低格不灵 该格不灵不会移动 不会攻击 请以你最快的速度 将其击杀 用时越短 得分越高 灵异听完规则 先是一正 然后心中涌现一丝失落 不是哥们 你管这叫炼狱难度 就这 只有一万血的怪物 还是个大木桩 不会跑的 看不起谁呢 这有点难了吧 血量不算多 但是防御和魔抗设定的太高了 考物中心 随着考试的开始 无数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 并且 此刻屏幕上放着的 都是年少成名 是整个东江省这次高考中 最有可能拔得头筹的考生 蓝若伊赫然在练 除了他以外 还有来自其他考场的20多个 同样达到29级以上 并且选择了练语难度的考生 可以说 这些人已经预定这次高考 东江省省内的前20名了 其他选择噩梦难度的金雕考生 说不定也有几匹黑马出现 一阶的职业技能基础伤害 都不算高的 最多也就100出头 并且不允许穿戴装备 他们的属性值加成也不会高 对一般职业者来说 很可能面板能打一两百伤害的技能 打在这支哥布林身上 就只剩十几点了 有人带入这些考生的视角 一转的情况下 又没有装备 没有药剂效果 没有BUFF效果 想要破防都难 到最后 可能真就是在刮杀 李源静轻笑 不然你以为 为什么这个难度等级 最后会被我否决 不再用在正式的考核当中 坐在他旁边的齐国光 仔细扫了一下大屏幕 却没有看到林一的影子 那个42级的小子呢 李源静被他这么一提醒 也才发现 大屏幕上没有林一的副本画面 这时 一个负责转播副本画面的职员 联盟会报到报告 我们的林金系统的转播画面 是按照一定逻辑自动抓取的 目前逻辑优先级 是这些考生的职业稀有度 两位领导 你们关注的那位 名叫林一的考生副本画面 我们已经让专项人员 去调取画面了 预计能在二分钟内 将其投屏出来 李源静点点头 按照常规来看 稀有职业和罕见职业 肯定是要比普通职业者强的 所以 有这样的抓取逻辑 无可厚非 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 林一的副本画面出现就行了 趁着第一轮测试 尚未开始的 这短短数十秒 李源静招了招手 继续问道 把这次选择炼狱难度 并且综合等级 和职业稀有度的名单 给我一份 很快 一份名单 就到了他的手里 排在前十的考生 每一个名字 光是看姓氏 李源静都能基本猜出 到底是哪个世家出来的天骄 呵呵 这放在列表第一的 不就是你那小儿子吗 你是公首系的罕见职业 他竟然觉醒了一个传说职业 前途不可限量啊 齐国光同样也拿到了 这样一份名单 名单第一的人 名叫李泽锐 正是李源静的次子 泽锐他平日里 还是有些怠惰了 不提也罢 倒是你那个孙女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哈哈 名单第二的人 赫然叫做齐夏营 同样是传说级的职业者 哪里哪里 夏营他完全没继承 他父亲的情面 在家也是偷懒得很 坐在两人旁边 和身后的东江省教育署 和职业者联盟高层 看到这两个大楼 在商业互吹 都是心中富匪 这也太特么法尔赛了 话虽如此 但是大多数人 依旧是目不转睛地 看着大屏幕上的这两人 因为谁都知道 第一轮最有可能拿到投名的 应该就是这两人其中之一了 一分钟的倒计式结束 很快 大屏幕上 左边的一位少年身前 猛然刷出了一只 矮小低哥布林怪物 少年反应极快 右手抬起的瞬间 他的整个手掌 就镀上了一层银色金属壳 随后他手掌新的部位 更是变形出一个黑洞洞的炮口 红下一刻 一发火箭弹 从炮口中喷吐而出 命中哥布林怪物 瞬间引发巨大爆炸 哥布林血量下滑一大格 这一发攻击 大概造成了接近 一千点左右的伤害 在一千双抗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 已经非常可观了 然而 似乎火箭炮这种大威力攻击 是需要装弹时间的 他没办法频繁使用 于是 右臂上的炮口 又变成了机枪的枪管 大大大的枪声响起 无数密集的子弹 宣泄到哥布林怪物的身上 打得他皮开肉绽 好猛的火烈 这就是枪手系传说 职业合金改造尖兵吗 感觉他用不了二十秒 应该就能用伤害 把那支哥布林灌死了 齐老的孙女 也很厉害 您快看 他身边已经环绕着 十多个漩文了 估计他再等一波爆发 李泽瑞旁边的大屏幕上 旗下银一声短打 银姿萨爽 拳脚不断击打在 哥布林怪物的身上 速度极快 每十次击打 他的身边 就会浮现一枚 闪烁着各色元素光芒的漩文 他的职业名叫 战灵斗师 明明是法师系的转值 攻击手段 却基本都是近战攻击 每次近战攻击 都会附加魔法伤害 同时储存起来的漩文 还能有各种元素效果 在少女的刻意控制下 环绕在他身边的漩文 基本都闪烁着 橙红色的光芒 这些火属性的漩文 在发射出去之后 会给目标附加 灼烧效果 本身的伤害 也是所有元素 漩文里最高的 在这种需要爆发输出 尽快击杀怪物的 考核条件下 就是最优选择 两个人都打得好快 血量都已经到70左右了 这才过去了两三秒 蓝家那丫头 好像也很厉害 无数人看着屏幕上 这些闪耀的东江天才们 都无比兴奋 然而 下一刻 屏幕右上角 原本空缺出来 准备放榜的位置 忽然一闪 一个名字陡然浮现 让整个考物中心的一轮声 全都没了 全积分排名 当前测试轮数第一轮 名次N1 考生0E 通过第一轮用时2秒36 获得积分1000 啊 所有人都傻了 他们看了看大屏幕上 正在疯狂输出的李泽锐 和旗下银等人 都觉得自己的 PU快烧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别人才刚刚打到半血 你直接秒了 不只是这些考物中心 围观的东江高层震撼了 正在第一轮测试中 拼命输出的无数考生 也全都震撼了 哄 又是一发火箭炮 从李泽锐的右臂炮口中轰出 然而 打偏了 心乱了 枪慢了 瞄准都忘了 他对这个第一轮的全省第一 志在必得 然而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打到半血的时候 人家已经秒了 另一边的旗下银 也没有表现好到哪里去 一直以来 他的目标都是李泽锐 两人不仅认识 关系还不错 真要说起来 那关系就像高中这三年间 灵异和江亚那样微妙 只不过旗下银跟李泽锐的差距 远比前两者的差距 要小 这第一轮的考试 单纯从爆发输出角度来看 旗下银 一直存着的几十个漩文 一起爆发 就能够为他奠定胜局 他才是那个 对第一志在必得的人 然而 一个名叫林一的名字 陡然出现在排行榜上 瞬间让他有些震惊了 甚至有些吓傻了 犹豫 就会败北 只是一刹那的分神 就让他一直用精神力 约束着的26枚漩文 消散了三四枚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为时已晚 另一边 蓝若伊在自己的考试副本中 也同样看到了排行榜上的那个名字 林一 这不就是跟他一同在一号入口等待的 那个42级职业者吗 他 竟然这么快就通过第一轮了 好恐怖的输出 至于之前曾经看清过林一的赵凯 此刻更是吐血 因为他已经有些后悔了 炼狱难度 有些不适合他 因为他现在面前的那只哥布林 才掉了一层血皮 他的所有技能 打在这只哥布林身上 真的太特么刮杀了 主考方真是变态 搞这么高的双抗 谁打得动啊 副本里也不会有这么高抗性的怪物 跟赵凯这边相比 所有来自江城一中八般的 认识林一的人 全都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 尤其是张山 此刻他正顶着四五只哥布林的攻击 站在原地 窥然不动 骑士职业 可以走输出路线 当然也可以走防护路线 这次高考在登记阶段 就会让职业者们 选择自己的职责倾向了 输出防护辅助 这三个倾向选择一个 然后参加对应的测试 既然是全国高考 自然是涵带所有职业者的 你总不可能让一个 仅仅获得了奶人技能的牧师 去考验他打怪的速度吧 所以张山就选择了防护职责 此刻 他只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让他再顶个五六只怪物 他都顶得住 只因为这货正在跟负责 他这个区域的考官们 疯狂炫耀 为现在排名第一的 那个是我兄弟 真是我兄弟 我没骗你们阿姨 你牛逼炸了 全省第一啊 考试细则 还真没有规定 考生不能在自己的考试副本里 大声喧哗 因为毕竟副本空间都是独立的 并不会影响到其他考生 所以 这货的大呼小叫 直接给一众兼考员 整无语了 他们很想说 是是是 知道了 那拿第一的是你哥们 但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灵异所在的副本空间里 他有些无聊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然后 看着头顶的分数表 他刚才得到了一千点积分 这个分数太有灵有整了 让他感觉 是不是自己拿了满分 嗯 是不是满分 他不太确定 但是他确定自己是第一 因为分数表旁边 就挂着排行榜 现在距离第一轮考核开始 过去了二十多秒左右 这个排行榜上 也终于不是只有灵异一人了 渐渐的 一个又一个名字 出现在榜单上 嗯一 考生灵异 通过第一轮用时二秒三十六 获得积分一千 嗯二 考生旗下赢 通过第一轮用时二十三秒二十七 获得积分八千七百七十六 嗯三 考生李泽瑞 通过第一轮用时二十四秒八十八 获得积分八千六百一十一 嗯四 考生徐家 通过第一轮用时二十八秒七十九 获得积分八千一百一十一 嗯五 考生兰若一 通过第一轮用时三十四秒零三 获得积分七千五百九十九 榜单只显示前十名 这十个能够上榜的人 就是整个东江上 这一届全国高考 十多万考生中的真正强者 这样一份榜单 同样出现在考物中心的大屏幕右上角 就算淡定如李源静和齐国光 现在也有些不淡定了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的脸上 看到了震撼 李源静开口问到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把他的画面调出来 听到大BSS的质问 瞬间刚刚那个承诺二分钟 就会把林毅的画面调取出来的工作人员 就打了个寒战 汗流加倍了 说实话 现在才刚刚过去了几十秒 不到一分钟 你催我我也没办法呀 就是要时间啊 但是能怎么办 别人是大领导 有苦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啊 抱抱告 马上马上了 我再去催一催 这人一溜烟地跑走了 李源静看着榜单上自己的小儿子 只能拿到第三 也是苦笑一声 我怎么都没想到 泽瑞在第一轮 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齐国光也叹了口气侠迎眼一样 炫文都丢了四五个 看来这小子给他们的震撼不小 李源静废话 你没看到 排在第一的他 跟第二的你孙女 直接拉了个断层出来吗 两秒和二十多秒 这是接近十倍的差距 等回回方看看 这小子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天海市 第一考场外 在考试开始 所有考生都入场之后 这里依旧人山人海 有大量天海市本地人 会前来每个考场凑热闹 更有来自整个东江省 其他各个基地市的送考的老师 家长 以及教育署的一些职员 这些人大多会在高考结束后 接送自己的学生和孩子们回家 而整个天海市的二十二个考场外 都有一面巨大的邻经显示屏 实时显示当前考试进度 以及相关的排名信息 显示屏上 忽然跳出一行大字 本年度考试第一轮结束 第一轮排名公布 下一刻 一个个名字 出现在排行榜上 外面的这张榜单 因为屏幕极大 所以足以放得下 全省前百的考生名次信息 看到榜单之后 天海市的二十二个考场外 无数人惊呼出声 全场哗然快看 那个第一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 灵异 咱们东江有灵性的职业者大世家吗 有倒是有 但是并不是大世家 这个灵异到底是谁 就没有人看到这个逆天的通关记录吗 卧槽 两秒 是啊 第二就直接二十多秒了 有点夸张了 今年咱们东江 第一轮考试 就直接出了一匹超级黑马 何止是黑马 这特么是天马 无数人一轮纷纷 灵异这个名字 从今日起 彻底走入整个东江 大多数人的视野中 另一边 考屋中心 李副署长 这小子一千分的积分 是这一轮满分吗 有下属提问 李源静点点头 十秒以内 能够击杀那一只哥布林怪物 得分都是满分 超出十秒之后 每过一秒 扣十分 扣到五百分之后 不再扣分 只要能够在这一轮 现实的三分钟内 击杀哥布林 就都能够得到 保底通关的五百分 这个规则 还是当年我跟老叶一起拟定的 李源静口中的老叶 是整个东江省教育署的 一把手 叶横 只不过此刻 他正在地精开会 炼狱难度拿满分 多少年没看到了 齐国光这个时候 也有些感慨 李源静眼中 也出现追忆的神色 地精和上户这些 顶级基地市出来的天才 在炼狱难度第一轮 拿满分 还是不难的 只不过咱们东江近十年来 尚未出现这种精彩绝艳之辈 这小子 也算是开创 近十年以来的先河了 大会议室的屏幕 忽然一闪 此刻终于即将播放 此前灵异在第一轮的表现 回放画面 所有人都很好奇 灵异到底是怎么做到 仅仅花费两秒 就通过第一轮测试的 播放开始 整个回放录像 跟灵异的通关时间差不多 只有四五秒左右 但是看完录像 整个会议室内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袋 再放一遍 李源静也有些觉得不可思议 立刻让手底下的人 重新播放一遍 第二次播放开始后 李源静又多加了一句慢放 在慢放效果下 这一次 所有人终于看清灵异做了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哥布林怪物 刚刚出现的一刹那 灵异面前就出现了 五六个脸盆大小的 巨大火球术 这些火球 如同连珠炮一般 以极高的频率 直线轰击哥布林怪物 哥布林怪物的血量 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 疯狂往下垫 仅仅两秒多过后 血量清空 哥布林消失的时候 甚至还有七八个炎爆术 在飞行途中 静止轰击到远处 这是火焰系法师的 二阶技能炎爆术吧 李源静恍然 第一遍 因为速度太快 他甚至以为 灵异用了某种 他不理解的火焰系法术 怎么跟火龙一样 现在才发现 那不是火龙 那只是瞬间 就有无数个炎爆术 被他搓了出来 然后连续轰击形成的效果 齐国光点头是炎爆术 这小子 已经完成二传了 掌握一个二阶技能不奇怪 李源静接过话头 真正奇怪的是 他怎么会以如此恐怖的效率 释放这么多次炎爆术对吧 齐国光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作为火球术的上位法术 炎爆术不仅伤害更高 并且还有一个火球术 不曾拥有的效果 那就是造成伤害时 无视目标四十的魔法抗性 在哥布林怪物 如此高的魔法抗性的情况下 就算是他来处理 也会放弃更高阶的三重炎枪 而选择使用炎爆术 绝对能够以更快的效率 击杀怪物 他是有什么快速吟唱的技能吗 齐国光摇头法师的被动技能 高速吟唱 在升到二阶之后 也绝对不可能 有这么夸张的效果 想要在两秒内 用出接近二十多个炎爆术 只有一个可能 这小子的炎爆术 是顺发的 并且 他的法力值也非常雄厚 足以支撑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释放这么多次炎爆术 李元晋也明白齐国光的意思了 他是觉醒职业的时候 应该顺带觉醒了某个天赋吧 齐国光肯定是的 而且这个天赋 应该能让他顺发法术 甚至对技能的消耗 也有增强 那就不奇怪了 怪不得 他能够在短短三十天 升到这个等级 对在场的所有人来说 顺发二阶的炎爆术 带给他们的冲击力 也仅限于灵异的年纪 和职业者经历极低而已 在18岁刚刚觉醒职业 一个月的情况下 这战力是很变态的 但是也仅限于此了 很快 回放录像结束 大屏幕上 重新放出 被列入名单上 重点关注的那些考生 只不过 这一次灵异的画面 直接被放到了正中 李泽瑞和齐夏营 两个先前的夺冠大热门 甚至只能摸到两旁 让初位给灵异 第二轮测试 我记得是多个目标的快速击杀吧 是的 第一轮测试的是输出类职业者 对单个目标的快速击杀能力 也就是爆发能力 第二轮就是考验 对多个目标的爆发能力了 说实话 第二关比第一关还要难不少 因为大多数职业者 在一转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单体小技能 几乎没有对去能力 就算有 也基本上是对主目标攻击 然后会产生一些 建设伤害到主目标周围而已 第二轮一共会出现20只 不会移动 不会攻击低个不灵 双抗都是300左右 血量仅有一千点 对某些传说级职业来说 如果在一转的这个时候 就有真正的AE技能和手段 那么在这一轮测试里 肯定就战警先机了 李元静其实一直都在竖着耳朵 偷听后面人的议论的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的儿子李泽瑞的这个职业 别的没有 大范围的火力覆盖技能 可太多了 之前他使用的火箭弹 其实就是一个AE爆炸伤害 这一轮说不定他要夺冠了 至于灵异 虽然李元静很看好他 但是按他的理解 法师 火焰技的法师 哪怕是三阶技能 三重炎枪 也仅仅只是范围大一点 三把炎枪插下来 最多也就命中三只哥布林 而真正的AE技能 是四阶的烈焰风暴 这小子总不可能在这个等级 就会这种高阶技能吧 坐在李元静旁边的齐国光 当然也察觉到 这位老友的心思 呵呵 可不是只有你家泽瑞有AE技能的 我孙女也有 拭目以待吧 这第二轮测试 怎么样都要拿个第一 班回忆成 两人如此想着 大屏幕上 距离第二轮开始的倒计时 也仅剩不到十秒了 大部分考商 都在提前为第二轮做准备了 只见大屏幕上 李泽瑞站在原地 但是双目炯炯有神 极其专注 各类武器系统已经充能完毕 他只等怪物刷新 就会瞬间倾泻自己的火力了 另一边 齐下营也不遑多让 此刻 他已经提前开启了一个领域类技能 身边的四米范围内 都赤红一片 只要怪物一出现 就会被这个领域瞬间挂上灼烧效果 击杀起来会更加迅速 蓝家那丫头 好像也有可能在这一轮登顶了 忽然有人注意到了大屏幕的角落里 属于蓝若伊的直播画面 画面中 气质冷艳的蓝若伊 口中不断吟唱着魔法咒语 然后天空中 不断有闪烁着紫色光芒的岩石球 渐渐成形 悬浮起来 怎么这么多岩石球 悬浮在空中 他是法师系的罕见转值 重力法师 这是重力系的二阶技能吗 他都还没有二转 就掌握这种法术了吗 这技能也太战先机了 到时候怪物一刷新 他直接操控着七八个岩石球砸下 瞬间爆发的 AE伤害绝对非常恐怖 李元静和齐国光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他们心中都是咯噔一声 你别说 这么多岩石球砸下来 要说不是范围伤害 他们都不信 这一轮到底谁能拿第一 瞬间就扑朔迷离起来了 就在所有东江天才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的时候 位于主画面的灵异 突出一个不走寻常路 只见画面中 灵异已经坐在光洁的地面上 百无聊赖的 用手指画圈圈了 灵异是真的觉得无聊了 本来还想着 全国高考 还是炼狱难度 应该能让自己认真起来 谁知道跟小孩过家家一样 二十只一千写的哥布林 你特么在逗我吗 这特么不是一个烈焰风暴 就全秒了 有难度 于是 他也懒得站着了 直接坐在地上了 考物中心里 无数大佬看到灵异这个样子 都瞬间哭笑不得 这小子 我怎么感觉 他对这次全国高考 不太上心的样子 李元静看着大屏幕正中的灵异 不由吐槽到 齐国光也点头 他不会是没有A的手段 知道自己在这一轮里 表现肯定会不佳 所以有些自暴自弃了 齐国光的这个假设一提出来 瞬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虽然灵异等级很高 虽然灵异能够顺发言暴数 但是在这种需求 快速击杀大范围内多目标的情况 他也应该有些捉襟见肘了 言暴数 是需要瞄准的 虽然刷新出来低哥布林 不会移动 但是位置分布是随机的 你疯狂顺发言暴数 在一开始 说不定不太需要瞄准 也能命中 但是后续 想要命中 就肯定要瞄准 再想两三秒 击杀如此多的哥布林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说到底 这小子 也只是一个普通职业 跟稀有职业都没得比 更加不可能超过传说级职业了 大屏幕上 倒计师归零 下一刻 所有副本中 在眨眼间 都刷新了整整二十只哥布林 早已严阵以待的李泽锐 直接火力全开 轰鸣声不绝于耳 硝烟弥漫 副本内跟某利亚战场似的 另一边 旗下营的领域 也彻底囊括了所有低哥布林怪物 占领斗师这个职业的被动技能 在这一刻 也疯狂生效 只要对某个怪物 造成一定次数的伤害 加上他自己本身的小范围 另一横扫攻击 漩文的产出数量 几乎是先前的十几倍 在无数漩文发射爆裂 和领域的灼烧状态下 他的轻怪效率 丝毫不属于李泽锐 另一边兰若伊更加直接 整整十枚岩石球 轰然砸下 他已经能够想到下一刻 排行榜上 出现他名字的那一幕了 然而 就在这时 考物中心的大屏幕上 陡然出现无比赤烈的橙红色光芒 光芒来自正中的那一块屏幕 只见无数燃烧着的气浪 裹挟着明亮的余境 从天而降 狠狠砸在那二十只哥布林怪物的身上 下一刻 地面被灼烧到 发出暗红色 而那二十只哥布林 宛如融化了一般 直接消失不见 这一次 齐国光有些坐不住了 他瞬间就睁大了双眼 排行榜再次跳动一下 当前测试轮数第二轮名次N1 考生灵异 通过第二轮 用10-01秒 获得积分1000 所有东江高层 眼睛都直了 卧槽 尼玛 甚至有人直接在领导面前爆粗了 平日里谦虚文明的形象 瞬间崩塌 秒了 又见秒杀 并且这一次 因为灵异正好占据位的原因 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 几乎是那二十只哥布林 刚刚刷新 由无数烈火和高温气流形成的风暴 就瞬间轰然砸下了 灵异依旧坐在地上 他甚至都没有多看那二十只哥布林一眼 一切庞佛都理所应当 翻手剑 毁灭降临 考场中 就看到空白一片的排行榜上 竟然再次跳动出了一个名字 还是熟悉的两个字 灵异 后面跟着一个不太熟悉 更加逆天的成绩灵一秒 尼玛 又是他第二轮的投名之争 竟然在考核开始的一瞬间 就彻底失去悬念了 这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哪位大佬转生成功了吗 尼玛 灵一秒 这位灵神 收了神通吧 你每次都刷出这种 看起来都像是作弊的成绩 会让我心脏受不了的 无数考生 心中都有些崩溃了 现在他们甚至都打算给监考方抗议了 这个排行榜 就别在我们这种小菜机的副本里 献出来了好不好 心态会爆炸的 考物中心里 李元静凝视着大屏幕 右上角灵异的名次 以及后面跟着的成绩 心跳得很快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从大厦有全国高考开始至今 以过去六百余年 这六百年里 有没有一位考商 能在炼狱难度的第二轮里 拿到这样的成绩 如果没有他 是不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见证了一次历史 两人如此想着 大屏幕上 距离第二轮开始的倒计时 也仅剩不到十秒了 大部分考商 都在提前为第二轮做准备了 只见大屏幕上 李泽锐站在原地 但是双目炯炯有神 极其专注 各类武器系统已经充能完毕 他只等怪物刷新 就会瞬间倾泻自己的火力了 另一边 旗下营也不遑多让 此刻 他已经提前开启了一个领域类技能 身边的四米范围内 都赤红一片 只要怪物一出现 就会被这个领域瞬间挂上灼烧效果 击杀起来会更加迅速 蓝家那丫头 好像也有可能在这一轮登顶啊 忽然有人注意到了大屏幕的角落里 属于蓝若伊的直播画面 画面中 气质冷艳的蓝若伊 口中不断吟唱着魔法咒语 然后天空中 不断有闪烁着紫色光芒的岩石球 渐渐成型 悬浮起来 怎么这么多岩石球 悬浮在空中 他是法师系的罕见转直 重力法师 这是重力系的二阶技能吗 他都还没有二转 就掌握这种法术了吗 这技能也太战先机了 到时候怪物一刷新 他直接操控着七八个岩石球砸下 瞬间爆发的AE伤害绝对非常恐怖 李元净和齐国光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他们心中都是咯噔一声 你别说 这么多岩石球砸下来 要说不是范围伤害 他们都不信 这一轮到底谁能拿第一 瞬间就扑朔迷离起来了 就在所有东江天才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的时候 位于主画面的灵异 突出一个不走寻常路 只见画面中 灵异已经坐在光洁的地面上 百无聊赖的 用手指画圈圈了 灵异是真的觉得无聊了 本来还想着 全国高考 还是炼狱难度 应该能让自己认真起来 谁知道跟小孩过家家一样 二十只一千血的胳膊铃 你特么在逗我吗 这特么不是一个烈焰风暴 就全秒了 有难度 于是 他也懒得站着了 直接坐在地上了 考物中心里 无数大佬看到灵异这个样子 都瞬间哭笑不得 这小子 我怎么感觉 他对这次全国高考 不太上心的样子 李元静看着大屏幕正中的灵异 不由吐槽到 齐国光也点头 他不会是没有AE的手段 知道自己在这一轮里 表现肯定会不佳 所以有些自暴自弃了 齐国光的这个假设一提出来 瞬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虽然灵异等级很高 虽然灵异能够顺发炎暴数 但是 在这种需求 快速击杀大范围内多目标的情况 他也应该有些捉襟见肘了 炎暴数 是需要瞄准的 虽然刷新出来 低哥布林 不会移动 但是位置分布是随机的 你疯狂顺发炎暴数 在一开始 说不定不太需要瞄准 也能命中 但是后续 想要命中 就肯定要瞄准 再想两三秒 击杀如此多的哥布林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说到底 这小子 也只是一个普通职业 跟稀有职业都没得比 更加不可能超过传说级职业了 大屏幕上 倒计师归零 下一刻 所有副本中 在眨眼间 都刷新了整整20只哥布林 早已严阵以待的李泽瑞 直接火力全开 轰鸣声不绝于耳 硝烟弥漫 副本内跟某利亚战场似的 另一边 旗下营的领域 也彻底囊括了所有低哥布林怪物 占领斗师这个职业的被动技能 在这一刻 也疯狂生效 只要对某个怪物 造成一定次数的伤害 就会生成一枚炫文 领域的灼烧 加上它自己本身的小范围 给一横扫攻击 漩文的产出数量 几乎是先前的十几倍 在无数漩文发射爆裂 和领域的灼烧状态下 它的轻怪效率 丝毫不输于李泽瑞 另一边兰若伊更加直接 整整十枚岩石球 轰然砸下 它已经能够想到下一刻 排行榜上 出现它名字的那一幕了 然而 就在这时 考物中心的大屏幕上 陡然出现无比赤烈的 橙红色光芒 光芒来自正中的那一块屏幕 只见无数燃烧着的气浪 裹挟着明亮的余境 从天而降 狠狠砸在那二十只哥布林 怪物的身上 下一刻 地面被灼烧到 发出暗红色 而那二十只哥布林 宛如融化了一般 直接消失不见 这一次 齐国光有些坐不住了 它瞬间就睁大了双眼 排行榜再次跳动一下 当前测试轮数第二轮名次N1 考生灵异 通过第二轮 用10-01秒 获得积分1000 所有东江高层 眼睛都直了 卧槽 尼玛 甚至有人直接在领导面前 爆粗了 平日里谦虚文明的形象 瞬间崩塌 秒了 又见秒杀 并且这一次 因为灵异正好占据位的原因 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 几乎是那二十只哥布林 刚刚刷新 由无数烈火和高温气流 形成的风暴 就瞬间轰然砸下了 灵异依旧坐在地上 他甚至都没有多看 那二十只哥布林一眼 一切庞佛都理所应当 翻手剑 毁灭降临 考场中 无数考生 也都是眼前一花 就看到空白一片的排行榜上 竟然再次跳动出了一个名字 还是熟悉的两个字 灵异 后面跟着一个不太熟悉 更加逆天的成绩 灵异秒 尼玛 又是他第二轮的投名之争 竟然在考核开始的一瞬间 就彻底失去悬念了 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哪位大佬 转生成功了吗 尼玛 灵异秒 这位灵神 收了神通吧 你每次都刷出这种 看起来都像是作弊的成绩 会让我心脏受不了的 无数考商 心中都有些崩溃了 现在他们甚至都打算 给监考方抗议了 这个排行榜 就别在我们这种 小菜集的副本里 献出来了好不好 心态会爆炸的 考物中心里 李源静凝视着大屏幕 右上角灵异的名次 以及后面跟着的成绩 心跳得很快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从大下有全国高考 开始至今 已过去六百余年 这六百年里 有没有一位考商 能在炼狱难度的第二轮里 拿到这样的成绩 如果没有他 见证了一次历史 李源静深吸了一口气 他 要查证一下 他招了招手 很快一个下属就走了过来 李源静凑到他耳边 开口道去查一查 咱们大下全国的 六百多次高考全记录中 炼狱难度的第二轮历史 最佳记录是多少 下属文言 瞬间激动点头好 我这就去 很明显 他也意识到 可能灵异创造出来的这个记录 打破历史极值了 01秒 太过夸张了 不过李源静叫住了他 继续到 然后让监考组那边彻查一下 01的副本 到底有没有出现技术性问题 是不是因为 Bug才出现了这样的记录 顺带查一查他的状态篮 装备篮这些 确保他没有作弊 下属文言 连连点头 如果这两样都确认了 那么就能够证明 这名考生拿到的这个成绩 是名正言顺的 并没有作弊 交代完毕 下属连忙去查 而这短短的十多秒过去 大屏幕右上角的排行榜 再次发生变化 除了01以外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上榜人 当前测试轮次第二轮 当前轮次积分排名N1 考生01 通过第一轮用1001秒 获得积分1000 N2 考生兰若一 通过第二轮用19秒42 获得积分9393 N3 考生旗下赢 通过第二轮用1012秒88 获得积分8161 N4 考生李泽瑞 通过第二轮用1013秒03 获得积分8054 N5 考生丁出琴 通过第二轮用1013秒67 获得积分7999 第二轮能够得到的积分 跟第一轮一样 都是满分1000分 不过这一次 很明显就能看到 榜单上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单体爆发和群体爆发 是两个不同的优势区间 像齐下赢和李泽瑞这样 能够兼顾的职业者 凤毛灵脚 所以榜单直接大换血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兰若一的战术 非常成功 一军突起 重力法师能够存岩石球这样的法术 让他在这一轮中 占到了极大的便宜 瞬间反超李泽瑞 和齐下赢 但是这些光环耀眼的天才们 在灵异这个大魔王面前 瞬间黯然失色 营火怎敢与浩月争辉 很快 李元净交代下属去办的事 就有回复了 李副署长 刚才我让我们技术部的全员 重新复合了一遍 考生灵异的状态增益携带物品 以及装备等可能出现作弊的各个事项 没有异常 并且 副本状态和数据也都没有异常 他是堂堂正正拿到的这个成绩 负责汇报的这名下属 明显情绪很激动 他的声音都不由得大了一点 让整个考屋中心 离李元净近一些的人 全都听到的 瞬间他们的表情 也都惊叹不已 不得了啊 我们原本都以为 今年咱们全省第一 应该就在李泽瑞和齐下赢 两个人之中产生了 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灵异 这一轮 他还是拿到了满分啊 考屋中心本该保持严肃和寂静 并且 李元净和齐国光两位大佬 没有出声交谈 其他人就更不应该轻易开口了 但是 在这个时刻 都无所谓了 因为李元净心情大好 而下属紧接着汇报的消息 更让他眉开眼笑 李副书长 我们刚刚也查阅了 大厦档库里相关记录 历史上的2876年 举办的全国高考中 来自上户的一位考生 在练育难度的第二轮里 拿到了零四八秒的好成绩 这个记录 在这百年间 无人打破 今天 被打破了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创造这个记录的考生 名为正英雄 听到这个名字 整个会议室里 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李元净惊到 是咱们大厦的第二十一位战神 那个正英雄下属点头 李元净有些坐不住了 他已经感受到 自己有些过于激动了 努力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大屏幕 缓缓到 尚且不知道 他在后面几轮的表现怎么样 会不会被后面的人反超 但是 起码这一刻 他创造了咱们大厦的历史 他的记录 史无前例 李元净此刻 那叫一个雄心壮志啊 虽然 灵异跟他非亲非故 但是 对后辈的栽培情谊 也是可以慢慢发展的吗 最主要的是 这是他们东江出来的考生啊 要是后续去地经树枝开会什么的 也是脸上有光的 说实话 他的这个满分 我觉得都对他有些不公平了 这句话 是齐国光说的 李元净眉头一条 看向右手边座位上的齐国光 然后他也是一正 因为此刻后者面上的表情 七分惊讶 两分赞赏 还有最后一分极度 没错 他竟然在这位实力 比自己还要高一届的 七转胜魔倒的脸上 看到了细微的极度 和羡慕的表情 齐老为何有这样的感叹 李元净问道 齐国光 抬起手指 指向右上角的积分榜单 你没有发现 即使是满分 他的积分 也并没有跟第二名 拉开太大的差距吗 李元净扫了一眼榜单 瞬间明白了齐国光的意思 灵异的成绩 第二名 小数点钱都快直奔二位数了 这是多少倍的差距 近千倍的差距 而分数差距呢 仅有六十多点 怪不得齐国光 会说这个评分制度 对灵异有些不公平了 李元净苦笑一声 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这规则是全国统一的 当初我虽然参与了 评分修正案的撰写 不过当初的我们 谁又想得到 有一天会出现 这小子这种夸张的成绩呢 齐国光笑道无妨 强者横强 我相信 以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今年的东江全省第一 应该是非他莫属了 齐国光直接下了判断 这让李元净 直接刮目相看 不是 老哥 你宠你那个宝贝孙女 是全省皆知的 再加上齐国光这人 又是出了名的户端 能从他嘴里 说出承认 另外一个陌生人 已经超越自家孙女 剑指全省第一 是有些难的 而齐国光的下一句话 却直接让会议室里的所有人 陷入深思 你们认为他这个 史无前例的 零一秒的成绩 是怎么刷到的 刚刚他用出来的那个法术 是火系的四阶法术 烈焰风暴 正常所需的吟唱时间 是五秒 而他 依旧是顺发 齐国光的这句话 瞬间引得全场哗然 一语惊醒梦中人队啊 他们怎么忘了 最关键的这一点啊 刚才那个法术 甚至让整个大屏幕都红了 明显声势不小 他一个四十二级 刚刚二转不久的法师 顺发四阶法术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意识到 灵异的离谱之处了 他觉醒的那个天赋 应该很强 能够让他在这个等级 这个转职情况 使用四阶法术 李渊竟下了判断 一时间 整个考物中心的无数大佬 纷纷对灵异另眼相看 没错 这小子 虽然只是个最普通的法师 但是 一名职业者的整体实力 不能只看职业强弱的 还要综合考虑天赋 技能甚至装备搭配的 不过下一刻 当他们重新看到大屏幕中央 灵异的表现后 就纷纷嘴角抽动了几下 只见灵异坐在地上 不知什么时候 左手里 已经多出了一点大鸡腿 右手还拿着一瓶冰镇快乐水 吃得非常开心 灵异的操作 直接给整个会议室前沉默了 不是 虽然你的表现堪称完美 但是 你是不是有些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一直负责监控灵异这个副本的考官 张了张嘴 他很想打开喇叭 对灵异发出警告 请考生不要在测试期间 太过放肆随便 但是转念一想 他好像有些不配 这位爷可是前两轮 直接拿下满分的究极狠人 说不定今天考完之后 就会一飞冲天 另外 考试条例里 也丝毫没有规定在考试期间 不允许吃东西的 当然 前提是 这些食物并不会提供增益效果 一只大鸡腿吃完 灵异拿起可乐 咕嘟咕嘟 又猛喝了几大口 爽 擦了擦嘴 随后 他的身边又多出了几袋薯片 那条磨浴爽 哪怕此刻副本内系统 已经提示第二轮测试结束 第三轮将在一分钟后开始 灵异也丝毫没有半点紧张的样子 这小子 有些胡来了 考误中心的一众东江大佬 都是脸皮抽动 他们真的 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考生 真是半点没有把全国高考放在眼里了 但是偏偏他实力又强的可怕 李元静忽然神秘一笑 然后倒有性格 我喜欢 而且他虽然看起来懒散 但是实际上 他还是对考试非常重视的 上一轮 那二十只鸽不灵刚刚出现 他就瞬间反应过来 利用四阶魔法轰杀 如果不是提前准备 并且时刻专注的话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身为领导 看的就是 比一般人要戏 被李元静这么一提 所有人才意识到 灵异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轻松 实际上 还是认真在对待这次考试的 立刻心中对灵异的评价 又高了几分 这只能说明 这少年心智方面 也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随着第二轮的结束 排行榜也发生了变化 两轮的积分相架 得出了现阶段的排行榜 整个排行榜前摆 也有大量的名次变更 也有大量新的名字上榜 然而 位于榜首的灵异 堪称窥然不动 考场外 随着第二轮结束 再次放榜 所有人再次震撼了 累计积分排行榜 当前轮次第二轮 已结束第一名 灵异 职业法师 送考地方江城 积分两千 怎么又是他这个灵异好牛啊 两轮过后 还是满分我就是江城人 咱们那地方 太穷太偏了 没想到 竟然出了这么个超级黑马 6666 我就喜欢看这种 黑马碾压一切知名天才的剧本 说实话 我估计 那些所谓的东江天才们 现在 肯定也汗流加倍了 乐 还看 多懒 我也是江城人 老婆孩子都在老家 我来天海打工的 老相 加油啊 灵异 给老子加油 加油啊 最好下一轮还是第一 拿下全省第一看热闹的人 都不嫌是大 尤其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灵异就像是 另一个世界线的自己一样 出身平凡 职业平凡 但是却靠应实力 将整个东江耀眼的星星们 踩在脚下 好爽啊 于是乎 灵异这个 没有任何家族 势力支持的考生 在这一刻 却得到了最广泛 围观群众的支持 回到副本中 一分钟的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进入了第三轮的倒计时 第三轮的规则 也适时向全体考生公布了 所有考生请注意 第三轮测试即将开始 本轮测试 将考验你们的长线输出续航能力 十秒后 你们的面前将会刷新 一只哥布林巨人 该怪物的属性 设定为血量无限 护甲值和魔抗均为零 本轮考试限时三十分钟 请在限时时间内 对该怪物造成尽可能多的伤害 本轮积分 将依照时间结束后 对该目标造成的总伤害发放 请注意 在三十分钟的测试期间 每隔三十秒 哥布林巨人周围 就会刷新五只 敏捷哥布林怪物 该怪物双抗同样为零 血量设定为三千 在刷新后 敏捷哥布林 将会以极快的速度逃跑 若未在其成功逃跑前 将其击杀 则会扣出一万点 当前输出总值 灵异也在静静听着 第三轮的规则 不得不说 第三轮 好像终于有些意思 前两轮考验 对单队群的爆发能力 这一轮考验 综合输出续航能力吗 灵异在心中分析到 既然哥布林巨人的血量 是无限的 那么在限定时间内 想要造成更高的伤害 就需要考虑续航问题了 以活法举例 这是一个典型的爆发专精 战斗前期非常猛 可能伤害会 瞬间拉开其他专精一大截 但是火焰剂法术的蓝号 是比其他剂要更高的 一波爆发完毕 蓝量消耗过快 很快就尾了 所以这三十分钟的时间 怎么分配输出节奏 就是所有考生面临的究极考验了 不过对灵异来说 这个问题 已经有解了 十秒倒计时结束 哥布林巨人刷新 而灵异所处的副本妹 狂风骤起 目不转睛 注视着这一切的 齐国光猛然站起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灵异 他 感受到了无比浓烈的风元素 正在朝灵异汇聚 来打我呀 笨蛋 哥布林巨人的体型极大 足有七八米高 甚至比灵异的熔火炎魔 还要高大许多 出现的一瞬间 张开大嘴 就开始嘲讽 顺带着右手 还比了一个全蓝星 以及全地球通用的友好手势 再加上那表情 确实欠揍得很 灵异都很想吐槽 这是哪个大聪明设计的副本啊 其实灵异还是想错了 这个副本中的所有怪物 都取材于现实中的某个副本 而现实中的哥布林巨人 就是这么牵奏的 嗖嗖嗖灵异身边风声呼啸 下一刻 一道绿色的龙卷旋风 在哥布林巨人的头顶生成 狂风形成如真一般锐利的尖刺 不断攻击着哥布林巨人的皮肉 风系四阶法术暴风气旋 灵异之所以挑选这个法术 是因为这就是长线战斗中 单次释放能够制造的总伤害最高的法术了 暴风气旋类型主动技能等阶四阶系别风暴系 消耗四千法力值 营唱时间35秒 冷却时间无效果 引导风元素形成巨大的龙卷气旋 攻击影响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对所有目标 每秒造成五次风属性伤害 暴风气旋在攻击到目标之后 将不再移动 且会持续旋转 不断造成伤害 最大持续时间30分钟 备注狂风 听我号令 元素系专精的所有四阶法术 都是一个范围法术 这是法师这个职业的特色 风系也不例外 只不过这个法术 伤害继承了风系一贯的传统 125 136 207暴击 伤害数字仅有一两百 跟火系动辄就成千上万的伤害数值 完全没得比 刮杀 但刮得很快 而且很持久 一个风暴气旋 只要召唤出来 就会持续整整半个小时才消散 对哥布林巨人这种 只会站在原地嘴臭嘲讽的笨重怪物来说 他能把30分钟的伤害 全部吃满 借用这个机制 灵异则不断在召唤风暴气旋 5个 10个 20个笼罩哥布林巨人的风暴气旋数量 以一个极其恐怖的速度 在水涨船高 数十个风暴气旋 一同轰击哥布林巨人 每秒造成的伤害频率 高得吓人 20个风暴气旋 就能够做到 每秒攻击100次了 如此高的频率攻击 让刚刚还在疯狂嘴臭 低哥布林巨人嘴巴都在打颤 喉咙里更是像卡带一样 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巨大的躯体 也在疯狂颤抖 看起来又滑稽又搞笑 这一幕 让考物中心的无数人都呆住了 齐国光更是站了起来 看着屏幕中的灵异 大脑正在疯狂运转 他依旧忘不掉十多天前 他在池源苍蓝事实 见到的一切 是他 是他 对 对吗 不对 对的对的 不对不对 齐国光脑海脸 正在不断肯定和否定 同样是火风双袖 同样是年轻的法师 但一个拥有极其恐怖的魔法掌控力 并且能够同时释放火系七阶和风系七阶魔法 眼前这个才四十二级 刚刚二转的小子 就算有一个神秘天赋的加持 能做到这一点吗 几率太小了 然而 身为法师的直觉 却一直在提醒齐国光 这一切 都是有关联的 甚至 世光之城斐烈卡因的事情 也跟这个年轻人有关 但是李信又将他的猜测 全都否决 齐老 您怎么了 李源静虽然也惊叹于 灵异竟然还会风系法术 但他毕竟是工手系的职业者 对法师的法术不太了解 齐国光的思绪被李源静打断 最后 他只能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只是有了些不太实际的猜测 李源静还想问些什么 但是在第三轮开始后 大屏幕右上角的榜单 在短暂的延迟之后 也重新刷新出来了 当前轮次第三轮实施榜单N1 考生灵异 累计输出五万三千六百九十六 N2 考生齐下英 累计输出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三 N3 考生李泽瑞 累计输出一万零二百三十六 N4 考生丁出琴 累计输出九千六百九十一 N5 考生放命 累计输出九千五百二十七 因为这一轮比的是输出数值 所以榜单直接是实时更新 而不变的是 灵异依旧遥遥领先 跟第二名 直接拉开将近五倍的断层 并且 只要有人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差距 还在逐渐拉大 因为随着暴风气旋的数量增多 灵异的DPS每秒 造成伤害也在不断上升 看到榜单的下一秒 无数人又惊呼出声 又是他他 还是第一好高的伤害 他用的什么法术 这小子竟然是双修法师 太逆天了 他怎么获得这么多技能点的 不过他为什么不用火系法术啊 火系不是伤害更高吗 火系对法力值得消耗更高吧 这种考验续航的测试 肯定优先考虑性价比 考试副本周 距离第三轮开始 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了 李泽瑞想吐血 第二轮对群爆发输出 他惜败于旗下营 他认了 但是考验血航的这一轮 他志在必得 因为合金超级改造人 这个传说级的职业 但要是无限的 只是重新装 但是需要时间的 只要他控制好节奏 这三十分钟 他能够保证 随时随地都在输出 完全不停息 而其他的职业者 到这轮测试的后半段 一定会出现疲劳和输出中断 无以为继的情况 凭借这轮的分数 他有信心 冲到排行榜的前列 并且前两轮排名第一的那个灵异 爆发很强 他是知道的 所以一开始 看到灵异在排行榜第一 哪怕拉开了五倍差距 他也不太急 因为在他看来 灵异也就开始猛这一波 后续肯定尾了 谁知道此刻排行榜上 他位于第二 造成了十多万的输出 拉开第三名的旗下营 接近两万的输出 而第一名呢 现在输出已经突破百万了 太特么逆天了 哪怕灵异现在就停止输出 李泽瑞也自认不可能追上 他的输出了 不过就在他陷入绝望的下一秒 他忽然看到 空中悬浮的排行榜上 排名第一的灵异的输出总量数字 忽然一闪 然后从百万级的伤害量 直接归零 不只是李泽瑞 所有志在前十 一直关注榜单动向的东江天才们 都注意到了 下一刻 在灵异的伤害量归零后 他的名字也消失了 李泽瑞取代灵异之前的位置 跃居第一 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这个异常状况 被考无中心的所有人 第一时间发现 灵异原本遥遥领先的名次 从排行榜上瞬间消失 随后的一幕 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 只见大屏幕正中 属于灵异的专属测试副本中 那支鸽布林巨人巨大的躯体 缓缓倒下 巫石再打不动了 哄 巨人尸体砸落 发出一阵巨响 灵异 竟然把这支鸽布林巨人 击杀了爆报告考生灵异的副本 出现了我们前所未见的状况 本应血量无限的怪物 被他击杀了 李元进皱眉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机制出了爆吗 我们正在查 赶紧查出结果 是 一时间 整个考误中心 所有负责维护副本的工作人员 全都冷汗直冒 他们都意识到 这件事不处理好 很可能就会是一次重大事故了 灵异的成绩 直接从排行榜上消失这件事 也震惊了此刻 正在参与考试的全体考生 怎么回事 那个灵异 怎么消失了 他刚才不是已经有百多万的恐怖输出了吗 他 不会是作弊了吧 类似这样的猜测 在所有人的脑海里生起 毕竟 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好端端的榜异 怎么会突然消失 并且刚才那种夸张的输出 也在刺激所有人的神经 第一的输出 已经突破百万了 而第二的输出 竟然才刚刚准备突破十万 这合理吗 这科学吗 不是开挂作弊了 还能怎么解释 一时间 原本很多被灵异那无比耀眼的成绩 搞得血压 直线升高 甚至心态 都快抵达炸裂边缘的考生们 感觉自己的念头都通达了 人就是这样 在碰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情况时 会下意识地否定 并且 也看不得别人好 好似我就说 这小子肯定有鬼 他肯定是作弊了 他肯定是作弊了 赵凯看到 灵异从排名第一 直接跌落榜单 消失不见 整个人都喜出望外 之前他被灵异各种打脸 现在 脸都快肿成猪头了 要说他对灵异没有怨气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灵异因为作弊被制裁 他直接开香槟了 并且 最重要的是 此刻虽然他也没有进入榜单前十 但是赵凯自己估算 自己的名次 应该是在全省前五十左右的 现在少了一个灵异 他的名次 还能更上一层楼 而对真正榜单前列的李泽锐 和齐夏营两人来说 他们并没有像赵凯这样 以最坏的恶意 揣测灵异 到底有没有作弊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原先笼罩在自己头顶上的阴雨 暂时被驱散了 那种百万级输出的压迫感没有之后 他们纷纷感觉自己 已经是拨开云雾见光明了 呼长出一口气之后 他们的精神再次专注起来 现在距离这一轮考试结束 还有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的高强度输出和攻击 其实是很累的 前两轮如果说是短跑的话 那么这一轮 就是考验耐力的超长跑了 考物中心 虽然整个东江省 负责维护本次全国高考副本 相关稳定性的工程师和职业者 都在加班加点 齐心协力地调查01的副本 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但是 他们一无所获 从后台反馈的数据来看 首先能够确认的是 这名考商并没有作弊 他使用的所有技能 都来源于他自身 并没有什么外力协助 而他自身的所有状态 和增益效果 又是无时无刻 不在监控下的 完全杜绝了作弊的可能 那么那只设定为 无限血量低格不灵巨人 出问题了 也没有问题 他的数值 机制 都一切正常 瞬间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了 看向灵异的眼神 都出现了一抹精锯 他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李元静和齐国光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很快 李元静就发现一个 让他有些意外的细节 这小子 好像对现在的这个情况 并不意外 齐国光被这么一提醒 立刻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惊呼一声等下 元静 你们搞出来的这只怪物 真的是无限血量吗 李元静摇头 当然不可能真的是无限血量 那岂不是真正的无敌了 神冤魔神 都不会拥有无限大的生命值吧 用于全国高考的这个副本 是咱们大厦巨匠周千叶老爷子 依靠灵经科技 从深渊未免提取出来的 提取出来之后 他又对这个副本 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动 因为不再由蓝星天道 和深渊意志所主宰 这个副本的一切数值 都可以随意更改了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敌 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目前碰到的 所有拥有无敌状态的怪物 和BSS 其实都是有限无敌 都是有很多限制条件 和特定情况下 才有一定的无视伤害 和不死机制 这支隔不灵巨人也一样 虽然血量设定是无限 但是 他肯定有一个被毁灭的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其国光文言 再次陷入沉思 没过多久 他眼前一亮 深吸一口气 然后 都想我明白了 让那些技术部的人 去查一查 那支隔不灵巨人的 受机次数吧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支怪物 虽然血量设定是无限 但是受机次数 一旦超过某个上限 就会触发急死机制 李源静文言 也是一正 随后点头 他也想起来了 深渊赋本中 有一些BSS的无敌机制 就是这样 只要没有承受 一定次数的攻击 他就绝对不会死 甚至不会掉血 一旦受机次数足够了 就会进入破防医伤状态 那个时候 就是最佳输出时机 大多数队伍 在针对这类BSS时 都会带上攻击 段数较高的输出职业 一起通关 然后预留爆发技能 等BSS破防之后 爆发输出 一套带走 李源静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向屏幕中的灵异 如果一切都如他和 齐国光所推算的那样的话 这小子 将会再次创造一个 大夏有高考制度至今 也无人打破的记录 他是第一个 战胜无敌的人 怎么样 查出原因了吗 李源静招呼下属过来问话 然而他得到的答案 只有灵异没问题 副本也没出bug 一切正常 至于为什么灵异能够击杀 无限血量低格不灵巨人 他们一无所知 李源静没有生气 甚至下属汇报的这些细节 更加能够佐证 他跟齐国光的猜测 并且他们也做了分内的事了 剩下的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了 李源静继续吩咐 向地精汇报吧 让他们插手这件事 咱们全国高考的副本 最底层的架构和逻辑 都是那边才有全线查阅的 下属都惊呆了李副署长 请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能查出原因 消复问题 这件事 真的捅到地精那边去了 那就坐视他们无能的事实了 自然他打算继续向李源静 争取一次机会 不过李源静却安抚到汇报吧 这不是你们能够彻查的事情了 我也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 地精总署那边 真要责怪下来 也有我这个副署长顶着 你怕什么 是 见到李源静都这么说了 下属立刻去照办了 五分钟后 此刻距离第三轮测试开始 已经过去了28分钟 还有二分钟 这一轮测试就要结束了 而李源静和齐国光 也终于等到了 从地精教育总署传回来的消息 报告副署长 刚刚我们收到了 总署技术部那边的 同僚发来的本次事故原因 和处理建议 这次考生灵异碰到的 副本怪物哥布林巨人 被击杀原因计 触发了其自带的 急死机制 这只怪物 在底层架构中 得到了无限大的血量上限 但拥有一百万次的 兽机次数生命条 您可以理解为 表面上 它拥有无穷大的 血量生命条 但实际上 它的生命条是存在的 每次受到攻击 就会削减一点生命值 达到一百万次的 兽机次数后 其真实生命条就归零了 自然就死亡了 地经技术部的同僚们 已经请示了 他们的最高长官 相关处理意见是 该名考生 并未利用任何 非正常手段进行测试 只是偶然触发了 该怪物的急死机制 故该轮测试 应算器通过 且分数应为满分 另外 似乎那位最高长官 对这位名叫林毅的考生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请求我们这边 将其下一轮的 具体测试画面 分流到他们那边 李元静和齐国光 都是面色一惊 好家伙 地经那边的真正大佬 这太正常不过了 想要击杀哥布林巨人 需要整整 一百万次的段数攻击 正常考生 谁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林毅就不正常啊 暴风气旋每秒 提供五段攻击次数 刚才这小子 起码在哥布林巨人的身上 召唤了四五百道暴风气旋 导致哥布林巨人 每秒承受的攻击次数 接近三千次 一分钟就是十八万次 最后达到百万次的攻击段数 彻底杀死这只怪物 就合理了 齐国光从风系法师的 专业角度分析了林毅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还是觉得新潮澎湃 他也是风系法师 可惜他当年参加 全国高考的时候 还只会使用 最基础的锋刃术 至于风暴气旋 这种高阶法术 他连听都没有听过 可能放眼整个大厦 甚至纵观灾遍及 缘后的这千年历史 都再也出不了 一个林毅了 李元静听完分析 原本严肃的脸上 再次出现喜色 地经那边教育署的高层 向林毅投来目光了 自然连带着整个东江 在这次全国高考中的表现 也会进入他们的法眼 那随之而来的好处 可太多太多了 李元静大手一挥 看着像是 还在邀功讨好的下属 训斥到 愣着干嘛 按照咱们总署领导的意思 去吧 把他的名次 重新放到第一 给咱们教育总署的高层们 看看 李元静从政这么多年 他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 现在他感觉的 到了一张王诈卡牌 那就是林毅 林毅啊 林毅 第四轮你可千万别拉胯了呀 你要是继续拿到满分 不说全省第一 你是稳拿了 全国第一 你也有机会冲一冲啊 全国状元 落在他们东江的含金量 李元静都不敢想 要知道 近百年来 全国状元都只出在上户 地经 天南这几个顶级基地是 地经更是包揽了近十年来 所有的全国前三 他已经在畅想未来了 哎 哎 我这就去办下属 明显也很兴奋 他刚才实在太高兴了 所以忘记了这件事 此刻连忙一溜烟地跑了 不消一分钟 就在第三轮测试 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分钟 一个名字 如同璀璨流星一般 滑破漆黑的夜幕 重新登上排行榜的榜首 将一众所谓天才 再次踩在脚下 东江 你们真正的魔王回来了 当前测试轮数第三轮名次N1 考生灵异 当前输出总量 获得积分2000 名次N2 考生李泽瑞 当前输出总量156,693 获得积分计算中名次N3 考生旗下英 当前输出总量 149,688 获得积分计算中啊 卧槽什么鬼 那个横躺着的8是什么意思 它是无限符号吧 那是无限符号对吧 你们兼考方在搞什么东西啊 它不是作弊 被取消资格了吗 乍链 在这测试的最后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谁都没有想到 它回来了 并且还带回了一个 他们连仰望都不配的伤害记录 没有具体数字 只有一个冰冷的符号 那个符号 意味着无限 最夸张的还是 灵异已经得到积分了 现在第三轮 还没有正式结束 别人还在努力输出 即使已经筋疲力尽 游进登窟 那多打一点伤害 最后可能得到的积分 也会多一点 名次也有变化 然而灵异的出现 却宣告了这一轮 守卫争夺的结束 已经没有悬念了 2000分 它 又是满分 哄 李泽瑞看着排行榜上的那个名字 它又打歪了一炮 但是不重要了 硝烟弥漫剑 它挺火了 粗重的喘息声 和不断滑落的汉地 预示着它已经逼近自己的极限了 这半个小时的高强度 续航作战 它真的有些撑不住了 但是真正压垮它的 还是那个名字 灵异这个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说不定都将是它背负的心魔 时间到第三轮测试结束 半个小时的测试 正式结束 第三轮 落下帷幕 这一轮的分数 比起前两轮 要高出一倍 因为在大多数副本里 超长续航 才是一名输出向职业者的 高超技巧的体现 排行榜再次刷新 三轮总的积分合计起来 再次让积分榜的各个顺位 都出现了大换血的情况 这意味着 大多数职业者 都一定有长处 有短板 在爆发和续航这方面 肯定是有取舍的 这就体现出传说及职业的逆天了 李泽瑞和七夏营 是除了灵异以外 同样坐稳了前二前三的位置的人 考屋中心 主位上 李元静都不自觉地挺直了后腰 眼角的余光 不断飘向整个大厅 四处地监控摄像头 因为此刻 他们这边的监控画面 已经通过传讯灵精 共享给地精那边了 现在不知有多少 双高高在上的眼睛 在注视他们 当然 李元静知道 这一次的主角 只会是灵异 他只不过是陪衬 但是深知第四轮难度的他 心中还是不断在给灵异加油 加油啊 小子 冲过这一轮 你就是全省第一 拥有参加第五轮的资格了 此前灵异收到的考试通告之 说了通过前四轮 表现优异 才能参加第五轮 却没有详细说明 实际上 前四轮通关 就意味着省内的角逐落下帷幕 全省排名确定 而得到参加第五轮资格的 则是全国角逐 第五轮之后 加上前四轮的总得分 就是这次高考大下 全国排名 各位考生请注意 第四轮测试 将在30秒后开始 下面开始宣读本轮考试规则 一道提示声 在所有选择了 练语难度的考生 脑海里响起 李泽锐 齐夏颖等人 纷纷色变 要知道 现在第三轮才刚刚结束 他们全都是接近利尽的状态 精神和体力的消耗 都是非常大的 对于蓝若伊 齐夏颖这种需要法力直来 释放技能的职业者来说 这更是一个惊天噩耗 因为他们现在几乎都是空蓝的状态 再也不借助炼金合剂 和服用药剂的情况下 想要回到满蓝 起码需要十分钟左右 但是现在第三轮和第四轮之间 竟然没有休息太残酷了 我这个过来人 都觉得这个难度 就这一点最变态 有十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这也是给他们放松一下 但是炼狱难度 没有 第三第四轮之间 几乎是无缝先见 考物中心里 不像李元金这个副署长知道 此刻大下教育总署的高层 正在观看转播的其他人 并没有紧张 而是纷纷一轮出声 很明显 他们中的少数人 也曾经挨过这个炼狱难度的毒打 赴本周 第四轮的规则 被系统缓缓到来 本轮测试将考验 你们的综合能力 二十秒后 你们的面前将会刷新 一只哥布林国王 该怪物的属性设定为血量五万 护甲值和魔抗均为一千 该怪物不会攻击 但会源源不断地召唤它轻卫队来攻击你 哥布林轻卫队 共有四种不同职业的怪物战士法师 攻守刺客 不同职业的哥布林轻卫队 拥有不同的技能 这些轻卫队怪物 会释放大量 需要你通过位移技能和娴熟的走位 来规避的高伤害技能 本轮考试限时十分钟 且你在此期间的生命值 不会归零 请在所有哥布林轻卫对怪物的围攻下 尽量躲避技能的同时 对哥布林国王进行输出 在你击杀哥布林国王后 本轮考试的积分 将按照你所圣生命值的百分比 进行发放 听完规则之后 灵异眉头一挑 这一轮考试 终于更加贴近实战情况了 不仅考验所有职业者的爆发输出 续航能力 还考验机动能力 应变能力 有点意思 二十秒的时间 眨眼即逝 第四轮考试 开始 随着系统通告的一声令下 所有选择了炼狱难度的考生面前 都刷新了一只头戴王冠 体型肥胖臃肿 奇臭无比的哥布林怪物 怪物出现的一刹那 他就高声尖叫起来 说的完全是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 下一刻 三四只身体战家 四只粗壮的轻卫 对精英哥布林 就刷新出来了 除此以外 挥一只法杖 拿着长弓的哥布林精英 也一同刷新 瞬间哥布林国王的身边 就多出了十几只形态更异的精英怪物 兰若一咬了咬牙 强行让自己奔跑起来 因为不跑的话 他原来所处位置 瞬间就被七八根锋利的剑矢插满了 这些哥布林轻卫队的攻击频率 极快 并且使用的技能 也更不要钱一样的猛杂 威胁最大的 还要鼠轻卫队法师 兵系的寒冰剑 火系的岩爆术 封系的九连锋刃 最后 还有土系的流沙术 这四系法术 组合在一起 直接让哥布林国王身边的区域 变成了一片绝对禁区 既能密密麻麻地砸下 脚下的空间 忽然又变成流沙 会缠住你的脚踝 减速到最后 甚至会变成束缚 在这种条件下 还需要你输出哥布林国王 兰若一心中 甚至生起了深深的绝望 扑吃 更加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躲掉剑语 和各种法术的下一个瞬间 一只浑身漆黑 矮小受血的哥布林 猛然从暗影中出现 一刀就捅在了他的后心 314 暴击 兰若一立刻感受到 一股钻心的疼痛 他此前没有看到 哥布林国王 召唤刺客类型的轻卫队 下意识就忘记了这一点 实际上 哥布林国王 在将其召唤出来的下一个瞬间 这些刺客 轻卫队低哥布林 就进入了前行状态 消失在兰若一的视野里了 兰若一 原本虽然有些捉襟见肘 但其实还勉强应付得来 后续只要给他找到节奏和机会 看清楚这些怪物攻击的逻辑 就能够找到机会 被哥布林国王进行输出 但是现在这些 会隐身偷袭的老六一出现 他的所有节奏和计划 都被打乱了 并且这些刺客的伤害 还高得吓人 刺客在背后偷袭攻击并重后 是有额外伤害的 血量飞速下滑 兰若一最终只能咬了咬牙 将刚刚恢复了一些的兰量 全数烧光 围绕在他身边的重力场 很快就变得极其微小 他甚至整个人都浮空了起来 以极快的速度 逃离哥布林怪群的包围 这是重力法师的三阶法术 施重 浩兰很高 本来他是打算留着给哥布林国王 将其高高抛向空中 然后狠狠杂落 给他造成巨额伤害 但是现在他逼不得已 只能把这个技能 当作保命技能来使用 与此同时 其他副本里 我弃拳 我弃拳召开此刻的生命值 已经跌到仅剩一点 并且他的身边 足足有几十只哥布林轻卫队的精英怪物 正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鞭尸折磨 即使这些怪物 都没有强制控制的技能 但是 跟大多数格斗游戏一样 遭受攻击 多少都会出现一定的僵直情况 并且 人类不是怪物 怪物拥有很强的僵直抵抗和韧性 但是 赵凯没有 他在遭受如此多重攻击的情况下 甚至整个人都跟抽风了一样 躺在地上 不断抽搐 完全动弹不得 这个时候 副本自带的锁写系统 反而成了最恐怖的折磨 救命 我弃拳不考了 不参加了 我再也不选练狱难度了 赵凯从未想过 考试开始前 他对灵异说的风凉话 竟然是个回旋镖 打到自己身上了 他前三轮的成绩 本就惨不忍睹 这一轮没有休息时间 几乎是哥布林国王 和护卫队的精英哥布林 刚刚出现 他就直接血量清空 倒一了 考生赵凯 是否自愿放弃本轮考试 如果放弃 你本轮考试 将无法获得任何积分 天空中 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这是一直在监视着 所有考生的监考人员的 再次确认 最终 赵凯弃权了这一轮 这意味着这次考试 他彻底考砸了 如果他没有逞能 选择的是噩梦难度 那么他四轮通关 还是没问题的 能够得到的总积分 一定会比他现在得到的高 类似赵凯的情况 在整个天海市的22个考场中 所有选择炼狱难度的 考生中出现 最终 也仅剩李泽瑞等 实力确实强出 其他同龄人一劫的人 还在苦苦支撑 太惨了 你们看李泽瑞和齐夏营 也是全身挂彩 只有灵异这个变态 才能这么轻松 面对这一关 这个世界的参差 的确是有些大的 最后 这一句感慨 来自齐国光 因为此刻大屏幕上 几乎所有选择 炼狱难度的考生们 都生死一线 就算没有被怪物攻击到 仅剩一滴血 也都挂了彩 十分钟的时间 后续的九分半 对他们来说 就无比难熬了 并且 光是熬过去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还必须要击杀 哥布林国王 不然就算你把技能全躲了 没吃到任何伤害 也不会算你 完成了这第四轮 但是 有一个人是例外 大屏幕的正中 灵异所在的副本 突出一个安宁和谐 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哥布林国王 还是那些张牙舞爪 低哥布林轻卫队 此刻全都变成了 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冰雕 被冻结在原地 动弹不得 别人再疯狂走位 灵异则完全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走位 为什么要走位 只要我把你们都控住 我不就不用躲技能了吗 火 风 兵 三修 李元静感觉自己呼吸 都有些急促了 今天这四轮考试 灵异给了他太多震撼 太多惊喜了 除了最初展现的火系 第三轮展现的风系以外 他竟然还会兵系法术 并且 这小子使用的 还是兵系四阶技能暴风雪 整个副本 下起了大范围的暴雪 地面的无数水雾 凝结成尖兵 渗入所有哥布林怪物的骨髓 兵系技能的伤害 同样很感人 不仅断树地 树枝也不高 但是控制效果 立竿剑影 起初只是被暴风雪笼罩的 所有怪物 移动速度大幅减慢 后续则是禁锢在原地 现在更是已经完全冻结成冰雕了 随后 灵异也没有拖泥带水 直接结束了这些怪物的痛苦 轰 轰 轰 火系四阶 烈焰风暴 接连轰下 赤烈的火焰 和极寒的冰雪碰撞 雪花纷飞 火星四射 那场景看起来 视觉效果拉满 并且 伤害同样拉满数十只 本位在他们国王身边 低哥布林精英 在第二发烈焰风暴砸下的时候 就已经仅剩一丝残血了 第三发落下 直接暴毙 至于哥布林国王 在第四发烈焰风暴砸下来之后 冻结状态消失 血量也猛然下滑一大截 冰系六阶刺骨严寒的被动效果 灵异用火系法术破冰之后 直接削减其最大生命值 所以即使他的血量 要比他的小弟高很多 在四发烈焰风暴的高伤害 和最大生命值 百分比伤害的轰击下 也只能惨叫一声 暴毙当场 距离第四轮开始 仅仅过去了三十多秒 灵异 以碾压姿态 通关第四轮 剩下的九分半 对于灵异来说 都是垃圾时间 考物中心的会议大厅里 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直到灵异将戈布林国王秒杀之后 李元净才带头站起身来 啪啪啪 他鼓起掌来 随后 其余所有人 见证了这一幕的人 也都不由自主地激动万分 站起来 给灵异送上了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第一轮满分 第二轮满分 第三第四轮 依旧是满分 全方位无死角的六边形战士 本年度全省状元 实至名归 牛逼这一轮 他还是满分 咱们今年的全省状元出炉了 这应该又创造了咱们东江的 一项历史记录吧 李元净觉得自己 都在轻微颤抖 因为 灵异创造的 可不只是一两项全省高考 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更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四轮满分 迄今为止 他们东江省 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超级天才 李元净站起身 开口到他的考试 已经全部结束了 把他从副本里放出来吧 我看他也有些不耐烦了 第五轮的规则 和咱们全省状元的奖励 我亲自给他发 李元净的副官 明显愣了一下 要知道 往年这个事 都是他去办 今年没想到 是头儿自己去办 这足以说明 他对这位名叫林毅考生的重视 李元净离开会议大厅后 齐国光却没有走 他起码要看完自己孙女 在最后一轮的表现 尘埃落定了再说 他深深看了大屏幕上的林毅一眼 火风兵三秀 并且 三系的四阶技能 都完美掌握了 从他施法的游刃有余 就可以看出来 这小子 实力应该不止于此 就算是炼狱难度的四轮考试 也没有真正的 把他的底牌逼出来 林毅家中 挂在墙上的石中 在滴答滴答作响 林毅的母亲许清芳 拿着拖把 一遍又一遍地拖着地 即使地面已经干净到一尘不染了 看得出 这个上午 他一直在做家务 你别拖了 已经够干净了 你起码拖了十多次了 林国栋坐在沙发上 心情也很烦躁 桌上是半瓶烧板 他一杯一杯地喝着 除此以外 也不知道 到底要做什么了 早上把林毅送到车站后 夫妻俩也没有去上班 今天他们都请了假 为的就是能够照顾林毅 不过等待永远是最煎熬的 一整个上午过去 半点信息都没有 他们等得心骄 林国栋拿起酒杯 又猛灌了一杯白酒 烈酒烧灼十道 带给他无与伦比的刺激 让他又精神了几分 随后 林国栋拿过遥控器 打开电视 为了省钱给儿子上学 加上父母两人都很忙 所以 家里的电视都没开套餐 也没几个频道 电视一打开 就是全省免费的东江卫视 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 坐在新闻台前 面带笑容开口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新闻 今天是6月7日 星期一 3024年度全国职业者高校 统一招生考试 于京城在天海市举行 来自全省34个基地市的 13万考生 通过四轮考试 目前考试成绩 已经全部出入 按照大厦职业者考试法 本台依法对该次考试 全省前百名考生 进行成绩公示 下面请收看详细信息 电视一打开 正好也已经到了中午12点 东江卫视这个主流媒体 也开始以传统媒体的方式 对全省放榜 许清芳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向电视 林国栋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 电视上 放出了这次全省前百的排行榜单 因为画幅的限制 榜单只能以20名一组的方式播放 并且50名之后的榜单 只有名字 生元帝和对应职业 50名之前 以10人一组 也出现了对应考上的照片 看着看着 许清芳和林国栋都失去了兴趣 因为此刻电视上放着的榜单 已经到3140名这一组了 他们当然是看不到灵异的 不过对此 夫妇两人也没抱期望 栋栋 就在这时 大门被敲响 林国栋起身开门 就看到门外 是一个体型有些发福的中年人 国栋 考试结束了 走 去接孩子们回来吧 开我的车去 正好连你儿子一起接了 这人名叫周赫平 跟林国栋是一个矿业公司的 只不过林国栋是普通下矿工人 而周赫平 是资产部的办公室主任 平时的工作 比起林国栋 要轻松不少 并且 收入也高很多 林国栋笑道周主任 不用了 我也租了车的 等会我自己去接就行 周赫平摆了摆手国栋啊 你一身酒气 肯定刚才又喝了不少 你这还敢开车 别废话了 刚才小亮给我来了个电话 他考得不错 进全省前五千了 志愿 应该能选个不错的学校了 小易呢 还没给你来电话吗 这孩子 也不知道给你们报个平安 让你们少操点信 周赫平口中的小亮 自然是他儿子 林国栋一正 他还奇怪 平日里这个有些刻薄的办公室主任 今天怎么会大发善心 主动邀请自己 一同去接孩子们回家 原来是来自己这里显白来了 一时间 徐清芳的脸 就有些不好看了 他没少听自己丈夫 给自己抱怨过 周主任给他穿小鞋的事情 现在还要在他们最焦急的时候 主动来起脸秀自己儿子的成绩 就算脾气好如许清芳 此刻也有些想骂人了 林国栋看了眼老婆 强行压下心头的火 没办法 以后想要继续前活 他真不能得罪这位资产部的主任 就在他打算捏着鼻子答应的时候 刚刚打开的电视里 也终于播放到了 本年度全省前十的榜单 前十的规格就更高了 不仅有照片 更有专门的语音播报了 下面公布的是 本年度全国高考 东江省全省状元 考生林毅 来自江城基地市 四轮考试总积分为八千分 为本省自有高考制度以来的历史最高分 据悉 林毅同学 在本次高考的四轮测试中 伪计打破全省记录九项 创造全国高考新记录三项 电视中的新闻主持人 情绪似乎都有些激动 在滔滔不绝地 诉说着林毅的成就 而现实中 啪哒 许清芳拿在手里的拖把 掉在地上 他都浑然不知 因为 他看到电视上 自己儿子的照片了 是他 真的是他 下一刻 许清芳用双手捂住口鼻 眼泪止不住地滑落 林国栋也是双目通红 看到电视大屏幕上 写着全省状元的几个大字 心中很想幕后一声 这十多年的辛苦 这一刻全都值得了 小一是状元 是全省第一 至于刚刚还一脸笑容 心中嘚瑟无比的周贺平 只觉得有一道炸雷响在耳边 啊 林国栋的儿子 考了全省第一第一 瞬间 他刚刚标榜 自己儿子 全省前五千的名词 瞬间就不香了 前五千就值得你高兴了 那我儿子第一怎么说 下面 让我们恭喜获得本年度 全省前十的各位考生们 他们将代表我们东江省 前往地精 参加第五轮的最终测试 以此决出本次全国高考的最终排名 五间新闻还在播出 对周贺平心理防线的输出 也根本没有停过 现在他感觉自己老脸 都快被打肿了 装逼不成反被别人秀的体验 真的糟糕透顶 林国栋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捕到这件事 他是不会错过的 小一这孩子 确实是不太懂事 还要去地经 参加最后一轮的考试 这件事 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那个 周主任 感谢你的好意了 小一 他可能要晚些回来 到时候 我自己再租车去接他就行了 您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徐清芳不知什么时候 也走到了林国栋身旁 无比贤惠地 拉起了丈夫的手 面带笑意地看着周贺平 周贺平 简直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连忙点头道额 那我就不打扰了叮铃铃 就在他准备逃跑的下一刻 他口袋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走出林家的门 周贺平接起电话 本来一肚子窝火的他 听到对面人的声音 立刻就恭敬了起来 董事长 您怎么亲自丢我来电话了 有什么事 让小廖通知我就行 本来周贺平 还以为自家公司最大 BSS找到自己 说不定是有什么好事 谁知道电话对面的人 下一句 直接让他傻了 小周啊 是这样 我听小张说 你跟咱们公司的一个 叫林国栋的工人 正好是邻居是吧 他留在名册上的联系电话 打不通 我就找你了 你现在在家吗 能联系到他吗 周贺平心中 涌现不妙的预感 他们鼎盛矿业的董事长 找他 还情有可原 但是直接找一个工人 能有什么坏事 必是好事 周贺平心中 已经涌现不妙的预感了 但是他只能硬着头皮 倒在的在的 他就在我旁边 那你把电话给他吧 周贺平 把自己的手机 递给林国栋 林国栋一脸莫名其妙 周贺平董事长 有事找你林国栋 接过电话 数分钟后 他将手机还给周贺平 然后一脸猛逼的 跟妻子许清芳说了情况 厂里说我表现好 业绩也达标 明天我就升资产部的总监了 许清芳喜出望外 加上儿子的好成绩 今天简直是双喜临门 国栋 那你岂不是不用下矿了 林国栋也笑 露出一排整齐的大白牙不用了 后续我也是做办公室了 工资也涨了十多倍 周贺平 他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什么情况 一个电话 他自己手底下的 最普通的一个工人 一跃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尼玛天海市 第一考场 林毅一步踏出副本光幕 半分钟前 他就收到消息 他的四轮考试 已经全部结束了 所以提前传送出来了 也好 省得在那片鸟不拉屎 啥都没有的副本空间 坐着发呆 零食可乐 他也吃够了 别人是来考试的 你像是来休闲度假的 一出副本 一个身穿大厦教育署制服的中年人 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恭喜你 林毅同学 你拿到了今年 咱们东江全省状元 而且是满分状元 在考试开始前 我们谁都没想到 今年咱们省的状元 竟然会是一名 我们从未听过名字的人 林毅不是说 还有第五轮考试的吗 也许是已经见识过 异化死灵骑士和暗影魔珠 这种位格达到王阶的BSS了 林毅现在的眼界 比起大多数同龄人 要高出太多了 这四轮考试里的怪物 连给他热身都不配 所以他也没有太把李元静 对他的夸赞放在心上 反而是平静地 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这在李元静的眼里 更是值得赞赏的加分项 这年轻人的新兴 远超同龄人太多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李元静 东江省教育总署副署长 你可以叫我一声李叔叔 然后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是有第五轮 不过不是在这里测试了 而是要去地经了 中午 你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下午我亲自送你 去地经 就连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一定是从深渊世界 提取出来的特殊副本 难度和机制 要等你到地经之后 才会有人专门为你说明了 这也是为什么要确认 你们一定要拥有 深渊入场称号的原因 好了 有关第五轮的事 就说到这里 我今天在这里 主要是见你一面的同时 给你发奖励 灵异心中一动 心中道 果然有奖励 但是表面上 还是不卑不亢 无喜无悲 过来 李元静朝灵异招了招手 等灵异走近之后 他拿出一张黑色的卷轴 将其捏碎之后 灵异直觉的眼前一花 庞佛进入了传送阵一般 天玄地转起来 下一刻 灵异就发现 周遭景物变化 他已然来到了一个新的地下空间 这里是教育署的地下藏宝室 先把你的职业者序号给我吧 我让人给你打款 咱们省第一的奖励 是一百万的大下币 也算是给你的助学金了 别嫌少啊 另外 还有一千点的可交易技能点卷轴 这个也是固定的奖励 剩下的另外两项奖励 你可以在宝库列表里 挑选一样 T2级的宝物 以及在你职业技能书列表里 挑一本技能书领取 灵异心中一惊 好家伙 一千点的可交易技能点啊 纯按照当前的蓝星标准价来算 这是远超百万大下币的 就算是那些市价 如果不是最顶级的那种 要给自家后背 瞬间掏出一千技能点 也不是小数目 不过这一千技能点 对自己来说 就是鸡肋了 于是灵异开口到那个 李说 这一千点的可交易技能点卷轴 能帮我换成别的奖励吗 李元静诧异地看了灵异一眼 在他想来 大多数人对技能点 都是不会拒绝的 但是这小子 既然拒绝了 并且打算换成别的奖励 李元静意识到 会不会是这小子 想拿更多宝库里的稀有宝物 于是他摇了摇头 这个是定额奖励 没办法替换成宝库里的宝物的 灵异也摇头倒不是 我不是想换成宝库里的宝物 而是想换成钱 李元静傻了 卧槽 技能点不要 你要钱 小伙子你怎么回事 掉钱眼里了 你确定要换成钱吗 我必须提醒你 从单纯价值来看 一千可交易技能点 能换到的钱 却买不到一千点技能点 灵异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对他来说 钱的价值 远比这一千点技能点要高多了 灵异点头倒我确定 李元静多看了灵异一眼 很快他就想到 即使这孩子 已经拿到全省第一了 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一个 关键点那就是他的出身啊 来自江城这样的五级基地市 本身也没有家世背景 他肯定是付出了 超出常人无数倍的努力 再加上其余 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对于一个普通职业者 不依靠其他人 只靠自己有多难 他无法感同身受 但是能够理解 甚至李元静都已经挠不出 灵异家境极其困难 这孩子是打算多赚点钱 弥补家用了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到这样吧 按照咱们大夏宝库管理相关条例 你如果不要技能点 想要兑换成大夏币 是肯定有损失的 损失大概在二十左右 但是今天这二十我自掏腰包 帮你补上了 你一千点的可交易技能点 能够兑换五百三十五万左右的大夏币 等会会跟那一百万的助学金 一起发到你卡里 好了 现在还剩下一项 你可以挑选的奖励 你看看清单吧 决定了之后跟我说 我立刻让人去取 说话兼 李元静领着灵异 来到了一个宝库窗口前 这个窗口没有支援 只有一块灵金 他用自己副书长的权限卡 在灵金感应口刷了一下 下一刻 灵金光幕亮起 他又点击了几下 将宝物清单界面 设定了筛选功能 将T级设定在二级之后 让开身位 让灵异自己查看 灵异走到光幕前 手指处碰清单 上下滑动 随后 他就震撼于 这些清单上东西的珍惜程度了 首先 灵异此前一直心心念念的突破魔精 赫然就在这张清单上 虽然平级 也是T2等级 但是一次性能够得到的数量 是三枚 用于解锁自己的死灵系旁之技能数 绰绰有余了 而除此以外 灵异更是看到了很多 他未曾见过 甚至未曾听过的好东西 属性魔精精神品级黄金级类型 一次性消耗品使用 使你随机获得510点精神属性值 注意你通过该品级的属性魔精 能够获取的属性值上限为999点 超出词上限后 该品级的属性魔精 将不会对你生效 从备注灵异了解到 这玩意 是利用目前蓝星人族 从深渊发掘的魔精科技 结合天地灵物 也就是天才地宝 最后通过炼金术 制造出来的身家工产物 竟然能够直接给属性点 除了能够增加属性点的魔精外 灵异还看到了 能加暴击 吟唱速度的特殊魔精 只不过 这两种魔精的品级 都仅有青铜级 增加的属性 以暴击举例 仅有005 那么T1级的宝物 就应该有品级更高的 这类魔精了 说不定还有降低技能冷却的魔精存在 确实是好东西 灵异都有些眼红了 除了各种功能不同的魔精以外 灵异也看到了 大量同样会提供永久加成的灵物 还有各类卷轴 这些卷轴 能够增加职业者获取的经验值 有些也是某种珍惜资源副本的 入场通行证 甚至 灵异在清单末尾 还看到了装备 并且这些装备 全都是白金级以上的 属性加成很高 特效也不错 不过这些装备 并不是选择了之后 就永久获得了 上面详细地标注了使用时间 没错 这些装备是租给你的 选择之后 你就获得了一个月的使用时间 并且会被大厦国有装备管理系统 记录在案 出了什么事 还是要找你追责的 并且 如果损坏了 还要召价赔偿 灵异摇了摇头 他才不会做这种大冤种 清单越末尾的道具 性价比就越低 租赁装备就算了 灵异还看到了很多工程造物 比如能够制造大规模爆炸的便携式 破片地雷 还有各种效果机枪 但都有持续时间的药剂合剂 把所有清单全部看完 灵异最终还是决定 先拿突破魔精 这东西对他来说 太关键了 听到灵异的最终选择后 李元静露出了一个不出所料的表情 大多数人跟你一样 选的都是突破魔精 加油吧 如果你在第五轮中 也能拿到好名字的话 咱们大厦官方 也会给你发奖励的 李元静让手下的人 将突破魔精取来 亲手送到了灵异手上 那是一块木制的匣子 灵异打开匣子 就看到里面 躺着三块晶莹剔透 闪烁着淡淡深红色光芒 萦绕着黑气的魔精 突破魔精品级钻石级类型 一次性消耗品效果 一解锁旁之技能数 效果二是你的一个技能 专精等级提升一剑 效果三在 进入深渊副本前 将一定数量的该物品 进行献剂 使深渊副本的难度 提升一级 注意以上效果 一次使用期间 只能选择一种生效 灵异有些诧异 没想到突破魔精 还有一个特殊效果 就是使深渊副本的难度提升 这么看来 自己深渊征服者称号的价值 无可估量啊 相当于帮他省下了 极大一笔突破魔精的开销 毕竟今后自己等级起来了 大部分时间 都会花在深渊副本里 更高的难度 就意味着更高的奖励 好了 还有最后一项 你要挑选的奖励 那就是技能数 你选一本领取吧 李源竟调整了一下宝库光幕 下一刻 一排排法师职业系的技能书清单 出现在灵异面前 灵异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法师职业系的元素专精 有这么多种类 火系风系 冰系水系土系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元素系 所以 技能数列表里的技能书等件 都是三阶的 不然 也配不上第二级的稀有度了 除此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较为稀有的元素系 光系暗系 雷系木系 唯独没有自己已经得到的死灵系 看来死灵系技能书的珍惜程度 还在这些元素系之上 当初自己真是走了狗屎院 死来想去 灵异最终选下了雷系 没什么别的原因 他单纯只是觉得 雷电法王很有排面 存放技能书的地点 似乎就在灵异和李源竞 两人所在的这个窗口后方 所以 在灵异完成选择后 他也很快拿到了雷系的技能书 技能书电击类型技能书 点击职业法师 可学习等级 LV5等级一级效果使用后 使你学会技能奠基 灵异将这本技能书 随手一捏 时间使用了 雷系专精是法师的正统技能书 所以也无需使用突破魔晶来使用 李源竞看到灵异的举动 心中一动 这小子又多掌握了 一系法术专精 他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又变成四修法师了吧 随后 李源竞自己在心里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目前除了战神级的人物 整个蓝星 还真的没有人 能够同时专精四系以上的技能 不只是法师 其实别的职业系 也是有专精的 同时专精多个职业分支 不仅消耗的技能点 是翻倍的 对职业者自身的精力消耗 也是巨大的 毕竟所有技能熟练度 是需要职业者 自己一次一次的练习 才能增长的 零一之所以现在是火蜂兵三系专精 多半是有什么天赋 能够直接将专精法术 提升两三节这样的效果 让他看起来像是三修 实际上 是天赋加成下 他的起步点 就比别人高了一些而已 这样一想 似乎一切都合理化了 好了 全都发完了 李元静说话间 抬手看了看万表 然后继续到 这张传送卷轴你拿好 使用后 你会被传送到 我们教育署专用的传送大厅里 下午三点 我在那里等你 亲自送你去地经 参加最后一轮的国考 记住 千万不要迟到了 剩下的这些时间 你可以逛逛天海 或者 你想休息的话 我也找人给你安排一间单人公寓 灵异接过李元静递来的传送卷轴 然后到时间太短了 就不逛了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李叔 您还是给我安排的单间吧 李元静点点头 十多分钟后 灵异迈入独属于 他的临时公寓大门 这里 本来是东江教育总署 借贷贵贵宾的公寓住房 一直都有人打理清扫 并且舒适程度也很高 灵异很满意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灵异拿出手机看了眼 果然在半小时前 就收到一条短信了 是大厦银行发来的短信 此刻他的存款余额 从一百多万 暴增到了七百多万 钱到位了 那能操作的东西 就多很多了 灵异之前也没有想到 半天过去 自己竟然收获了这么多东西 看来背靠国家级的庞然大物 才能够拿到更多资源 这是真的 灵异不知道 自己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到底给李元静等人 带去了多少震撼 但是这都是灵异有意为之的 就拿第四轮来说 科普林国王和轻微队的组合 他甚至一个火系 或者风系的七阶法术轰下来 就直接秒杀了 根本不用 又是暴风雪 又是烈焰风暴的这么麻烦 但是灵异知道 自己展现的东西越多 注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也越多 两世为人 灵异无比谨慎 并且 自己虽然现在掌握了敬重 但是 跟这个世界真正的顶层站立 绝对还有极大的差距 属性值 装备乃至等级的压制 都是不可忽视的点 先不说国外的那些强者 会不会想把自己扼杀在摇篮中 单说大厦国内 就难保不会有基于自己的人存在 鬼知道这个世界上 会不会有什么 能够掠夺别人技能天赋的东西存在 他必须要小心 就是这一系列的原因 才让灵异将自己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控制在四阶以内 收起这些思绪 灵异将随身空间里的那本死灵系技能书 和一枚突破魔镜拿了出来 随后点选使用 这一次 没有传来使用失败的消息 而是弹出了一个提示 是否消耗一枚突破魔镜 使用技能书 解锁旁之技能书 灵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试 下一刻 技能书破碎 化为光点 融入灵异体内 恭喜你 解锁了死灵系旁之技能书 你获得了新技能 召唤骷髅士兵 灵异打开自己的技能界面 看了眼技能点余额 可分配技能点 64132 升级完静咒之后 大半天过去 技能点又多了很多 不过 想要把死灵系的技能 加到高阶 这些还是不够的 是时候课金了 700多万的存款 让灵异这一次有了底气 是否花费 145万现实货币 连续购买10天挂机奖励 10连购买 将会额外赠送一天的挂机奖励 就在灵异打算课金的时候 系统适时传来了提示 145万的价格 还是让灵异觉得有些夸张了 但是 在看到十连抽 啊不 十连买能多送一天之后 还是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个 购买成功 你获得了978912技能点 眨眼间 灵异的技能点余额 又破了百万大罐 打开死灵系技能专精界面 灵异开始加点 有了一件加点这个选项后 现在加点的流程 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当然 如果你单纯享受那种叮叮叮 技能不断升级的快感的话 其实还是疯狂猛点来的爽 只不过灵异目前时间紧迫 所以直接选择一步到位了 消耗500点技能点 你的召唤骷髅士兵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召唤亡灵战士 消耗2000点技能点 你的召唤亡灵战士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召唤死灵法师 消耗5000点技能点 你的召唤死灵法师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王者复生 消耗1万点技能点 你的王者复生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符文筑膜 消耗5万点技能点 你的符文筑膜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召唤骸骨巨龙 消耗10万点技能点 你的召唤 骸骨巨龙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施暴术 消耗50万点技能点 你的施暴术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召唤死灵君主 灵异这次一口气 直接把死灵异的技能 加到八阶了 再看到死灵异八阶法术的那一刻 灵异脑海里 浮现了一个经典形象 卧槽 巫妖王 是你吗 八个技能 灵异一路看过来 顿时摸清楚 整个死灵异技能组的特点了 整个死灵异的技能组 设计特点跟其他级相比 同样是很鲜明的 首先从一阶到八阶 召唤类的法术 就足足有五个之多 从最普通的骷髅小兵 到天灾君主 涵盖面非常广 所以死灵异的特点 就是人多 人多大人少 个个都敢搞 并且就算是最低级的骷髅士兵 比起其他召唤物 也有一个最无敌的优点 那就是 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 没有灵制 他们只知道 按照命令行事 自然也不会有多余的恐惧 犹豫 一个汉不畏死 不会受心理影响 百分百能发挥出 完整战力的召唤物 这就是天灾军团的可怕 让灵异眼前一亮的 主要是其中三个技能 首先是五阶技能符文注魔 符文注魔类型主动技能 等阶五阶系别死灵系 消耗八千法力值 吟唱时间 无冷却时间 无效果 沿袭死灵符文的力量 为一把武器 注入专属死灵附魔效果 鲜血符文为 一把近战武器附魔 使该武器获得以下效果 在攻击命中时 将伤害值的五 转化为对你的生命值回复 瘟疫符文为 一把远程武器附魔 使该武器获得以下效果 在攻击命中时 有六十的几率 为目标附加 天灾瘟疫状态 每秒使目标 失去灵武的最大生命值 持续十秒 该效果最多可叠加十层 但对高位格的敌人效果会削弱 诅咒符文为 任意类型的武器附魔 使该武器获得以下效果 在攻击命中时 有十的几率为目标附加以下 异常状态的任意一个 虚弱诅咒 疲劳诅 致盲诅咒 恶侯诅 脆弱诅 虚弱诅 使目标全属性质降低十 移动速度降低25 疲劳诅 使目标释放所有技能的消耗 提升50 致盲诅咒 使目标攻击的命中率 降低15 恶侯诅咒 使目标所有技能的吟唱 时长延长30 脆弱诅咒 使目标的护甲值魔法抗性 削弱20 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时 注意该附魔效果 为专属附魔效果 可与常规附魔效果叠加 以上三种符文附魔效果 持续时间为72小时 这三个附魔效果都太实用了 不说别的 灵异以后要是想赚钱 甚至都不需要去打官卖货了 光是在闹市区百个附魔小摊 估计都会刻似云来 一次附魔 三天管用 我收你个58800 很合理吧 除了这个 能够让灵异今后多一条财路的技能以外 七阶的施暴术 也强得可怕 施暴术类型主动技能等 阶期阶系别死灵系 消耗十最大生命值 吟唱时间 顺发冷却时间无效果 引爆一具尸体 对尸体周围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等同于该尸体原最大生命值二世的暗属性伤害 如果施暴术引爆区域范围内存在其他尸体 则会触发连锁反应 使范围内的所有尸体连锁爆炸 再次造成该尸体原最大生命值二世的暗属性伤害 备注好尸体 别辜负 坏尸体也别浪费 这技能很邪性 首先消耗的不是法力值 而是灵异自己的最大血量 用一次施暴术 就要掉石的血 并且施放的隐藏条件 就是必须要有尸体才行 不过技能效果是非常逆天的 引爆尸体 对范围内的怪物 造成尸体生前最大生命值一定比例的伤害 并且还会触发连锁反应 对于某些特别喜欢召唤小怪 比如哥布林国王和轻卫队这种组合 只要杀掉几只轻卫队的精英哥布林 然后利用施暴术 甚至都能炸死其他的哥布林轻卫队 然后被炸死的轻卫队哥布林 也变成了尸体 连锁爆炸继续进行 最后被保护在中心的哥布林国王 很可能会被他最中心的布下炸死 至于最后技能备注的那句话 简直就是地狱笑话 好尸体别辜负 是让自己看到资质不错的尸体 直接用四阶法术王者附身拉起来 当召唤物使用是吧 坏尸体就直接炸了 让其尸骨无存 最后八阶技能召唤死灵君主 这位更是重量级 技能说明都非常简单 仅有一个召唤出死灵君主 为你作战 没有实际使用出来 完全不知道强度如何 看完这八个技能后 灵异又描了炎死灵系的静咒 叫什么名字 升级到下一阶所需技能点 一百万静咒名和葬礼 听名字就很应见 随后灵异又看了下 这个死灵系八阶技能的异化版本 进化该技能所需技能点 五十万点 进化该技能所需货币 一百万大下币进化后 技能召唤天灾君主 跟进咒镜皆不太一样 在升阶技能的预览中 灵异只能看到下一阶技能的名字 但是却不能查看具体效果 但是 灵异此时已经得到了死灵系的八阶技能了 自然是能够查看进化后的八阶技能 具体是什么效果 号令天灾 死灵君主类型主动技能等 阶八阶系别死灵系 消耗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法力值 吟唱时间一百八十秒 冷却时间永久被动效果 以至高无上的权柄 统帅所有位格在黄阶级以下的死灵生物 数量无上限 你获得一个一万立方米的死灵召唤空间 所有由你统帅的死灵生物 将在召唤空间内 休养生息 随着你对本技能的专精和掌握 该空间将会继续扩大 你的四阶技能王者复生 获得进化 现在你可以选择 所有位格不高于黄阶的已死生物 为其注入死灵能量 使其成为你的召唤物 该召唤物 将保留生前一定比例的属性质和所有技能 主动效果召唤天灾君团的真正君主 降临世间 该召唤物 完全听令于你 且该召唤物阵亡后 本技能将永久失效 该召唤物初始等级为LVE 初始位格为领主级 携带该召唤物战斗时 击杀怪物后得到的经验 将按照你所设置的比例 分给该召唤物 该召唤物初始拥有一把品级为黑铁级的 可成长型武器魂之网格 该召唤物在击杀怪物后 魂之网格将会收割该怪物一定比例的生命 执法力执四维属性 并添加至武器基础属性值 随着该召唤物等级的提升 完成魏格进阶后 将解锁新的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 背住我的孩子 在你出生的那一天 整个世界都在低声呼唤你的名字 灵异目瞪口呆 卧槽 这下真是必须要有一个巫妖王了 并且还是无限成长型的 这种可成长型的召唤物 灵异用脚趾投降 都直到养起来之后 肯定会无比逆天 放眼整个蓝星全球 拥有可成长性的道具都无比珍惜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那就是 获得这类可成长型技能 或召唤物的时机 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是在你已经升到高阶之后 再得到这类东西 就会觉得实质无畏 岂之可惜了 因为你还要花大量时间 从低阶慢慢培养它 但是 灵异现在虽然战力爆炸 但是实际转值 也仅有二转而已 得到这个召唤物 完全可以一同成长 灵异成鹰片刻 没有太多犹豫 再次课金 购买了50万的技能点 随后点选进化 顶 一百万大下壁 你的技能召唤天灾君主 以进化为新技能 号令天灾 死灵君主 转眼灵异卡里的 七百多万大下壁 现在又只剩下一百多万了 钱啊钱啊 侦探娘的不惊话 这次全国状元 他灵异志在必得了 狠狠地薅国家的羊毛才行 一刻也没有为失去的钱财哀悼 灵异打算测试一下 死灵系技能 因为这些技能描述 都只是召唤某某 为你作战 具体这些召唤物 是什么实力等级 又有什么技能 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神恩吟唱这个 七阶被动技能的影响下 灵异五阶以下的技能 都是顺发 再加上 他现在蓝量 也足够 所以灵异一挥手 眼前就出现了 三只体型各异 但是装备和职业 都不太一样的 死灵骷髅生物 无需借助全知之眼 灵异也能查看 这三只骷髅怪的属性 骷髅士兵生命值 1000法力 直无攻击力 120防御力 100魔法康性 100技能 死灵法师生命值3000法力 直无攻击力 300防御力 300魔法抗性 150技能大剑 斩击被驻天灾军团中 最普遍的战士 死灵法师生命值5000法力 直1万攻击力800 防御力200魔法抗性 500技能 恶灵剑雨 灵魂烈焰 女妖哀嚎 被驻精英级的法师 军团成员 掌握多种远程法术攻击手段 这三个召唤物 就是死灵系13阶的召唤物了 其中最强的 当然是骷髅法师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 能够精神震慑 其他敌方目标的技能女妖哀嚎 在灵魂的视野里 这三种召唤物 除了头顶的血条之外 还有一道技石条 再不断跌落 跌得最快的是 骷髅士兵 三分钟后 当这只骷髅士兵 头顶的技石条归零之后 它也整个散架成一堆碎骨 骷髅双眼中的蓝色鬼火 也彻底消散 嗯 看来这些召唤物 都是有出战时间的 时间一到 这些召唤物 就会衰亡 灵异心念一动 它刚刚获得的八阶死灵系技能 同样跟至高生华一样 是的一个缝合技能 除了主动召唤死灵君主以外 还有一个被动效果 那就是它拥有一个 一万立方米的召唤空间 把这些召唤物 放到那个空间里 会怎么样 想到就做 灵异再次召唤出 几只最低级的骷髅士兵 随后 将他们跟头顶上 既是条 已经过半的骷髅战士 和死灵法师 都转移到了 那个召唤空间之中 下一刻 灵异眼前的几只骷髅怪物 就都消失了 与此同时 灵异的意识海中 也出现了一个通路 顺着这个通路 灵异 以纯粹的意识形态 来到了独属于 它的这片死灵 召唤空间中 一万立方米的召唤空间 其实并不算太大 一眼都望得到头 但是 容纳这四五只骷髅怪 就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果然 在进入这个空间之后 灵异发现 悬浮在这些怪物头顶的计时条 不仅没有继续往下跌落 反而 再以极快的速度补满 数十秒过去 三种骷髅怪物的召唤时间 就全都重新充满了 灵异心念移动 下一刻 这四五只骷髅怪物 又重新从死灵空间 转移到现实中了 灵异眼前一亮 卧槽 这个被动技能 有点神啊 太好用了 灵异意识到 这个死灵空间存在的真正价值 那就是让自己可以存放 一整支骷髅军团在其中啊 需要的话 无需再消耗法力 召唤新的骷髅怪 直接把他们从这个空间里 转移出来就行 测试完这个空间的功效后 灵异再次将意识 沉入死灵空间中 他想测试一下 能不能直接在这个空间里 召唤亡灵大军 并且这一次 灵异召唤的 不再是低阶骷髅怪 而是死灵系六阶 海谷巨龙 六阶的召唤法术 所需的蓝量和音唱时间 都长了很多 但是似乎在这片死灵空间里 他意识体来音唱 要更快一些 数秒过后 一道散发着 诡异黑气的死灵法阵 出现在大地之上 随后 一只仅剩少数皮肉 仍旧依附在森白的骨骸上的龙爪 猛然从这片空间下方的冰层里 破冰而出 动 龙爪踩在冰层上 让整片空间 都猛烈颤抖起来 下一刻 海谷巨龙巨大的龙蛆 整个从冰层里钻出 一只浑身燃烧着冰冷灵魂火焰 森然恐怖的海谷巨龙 出现在灵翼实体面前 巨龙浑身上下高度浮烂 随处可见 都是白色的龙骨 龙翼上也到处都是破洞 灵翼很担心 他这样 还能不能飞起来 似乎是感受到灵翼的思绪 海谷巨龙仰起头 对天空嘶鸣一声 下一刻 一扇龙翼 整只龙都飞了起来 灵翼点点头 嗯 很不科学 但是这很魔法 当巨龙飞起来之后 灵翼也才发现 这条龙大的吓人 从头到尾 估计有四十多米 一盏更是将近五十米 与此同时 巨龙的各项属性 也出现在灵翼眼前 海谷巨龙等级 LV100位 阁王阶身命值 55万 55万法力值 20万 20万攻击力 11500 防御力 1万魔法抗性 1万技能 死魂吐息 龙威扫机 禁魔领域 幽名寒气 龙语炎 灵敌魂 海谷巨龙的整体属性 比起同围六阶的 熔火炎魔 要强上一些 主要是死灵系式正统的 靠召唤吃饭的技能术 所以强上一些 无可厚非 那么最后 只剩下最重量级的 天灾君主 还没有召唤了 灵翼思索片刻 考虑到同围八阶的 神火天真 在使用的时候 引发的恐怖异象 还是不要在现实世界 召唤天灾君主了 不然直接在天海式的 教育总署地头 搞出什么风波一遍 就麻烦了 死灵空间呢 灵翼开始吟唱 整整三分钟的 初始吟唱时间 在神恩永唱的 七十缩减下 也有将近一分钟的 吟唱时间 不过灵翼并不急 所以就不打算 浪费顺发机会了 随着灵翼的 不断吟唱 整个死灵空间 都震战了起来 一道笔之前 召唤海谷巨龙 还要巨大 而繁复无数倍的 死灵法阵 在冰冻的大地上浮现 无数死灵魔法符文 随着灵翼的 每一个魔法咒语的念出 都在不断跳动变化 象征灾厄和苦难的黑气 弥漫整个空间 法阵不断扩大 亮出刺目的黑光 让整片空间 都死气森森 宛若久悠将士 灵翼清醒自己 没有在现实世界召唤 不然真可能要召唤到一半 就要被无数职业者 军队团团包围了 五十多秒的吟唱 达到了巅峰 法阵也扩展到了最大 直接囊括了 整个死灵空间 同时 灵翼也看到 此前被他召唤出来的 那些低阶骷髅怪 此刻 已经对法阵中央 那一片黑光笼罩的地方 跪地匍匐了 就连那肢体型 无比巨大的海骨巨龙 都在浑身颤抖 龙手低垂 似乎在等待 觐见他们真正的君王降临 随着最后一个字符 从灵翼的口中吐出 迎唱完毕 灵翼尝出了一口气 这个大召唤朔 还真是有逼格 就连他 不要被硬孔将近一分钟 眸光看向地面上的法阵 灵翼怎舌 这么大的法阵 最后召唤出来的天灾君主 不会也是个大块头 超级巨人吧 灵翼对于天灾君主的想象 目前还停留在 某游戏知名角色 阿尔萨斯的那个样子 浑身穿着漆黑骑士盔甲 手持孝子剑 立于冰崖之上 号令整个天灾君团 法阵光芒消散 当灵翼看到法阵中央 被他召唤出来的 天灾君主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是一道娇小的身影 完全不是什么巨人 随着召唤仪式 引发的烟尘散去 灵翼也将其中的人影 看得更加真切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套精致的黑色骑士盔甲 一把闪烁着 深蓝色寒气的长剑 像 很像啊 然而 当王灵君主 用两只修长的腿夹住 那并魂之晚戈 随后双手将头顶 带着的钢盔摘下之后 灵翼就傻了 钢盔之下 是一张淡漠的绝美少女容颜 少女一头白发 如瀑布般垂下 红色的眼眸之中 彭佛流淌着一条寂静的望穿 你就是我的主人吗 少女看着天空中 灵翼的精神体 唇半颤动 轻声吐出几个字 灵翼看得都呆了 直到少女问起 灵翼才咳嗽一声 点了点头是 下一刻 少女将头盔抱在右手的臂弯中 又将长剑魂之晚戈 收回翘中 然后单膝跪地 对灵翼行了一个标准的歧视礼 少女话很少 在确认灵翼就是自己的主人后 她立刻就展现沉浮 随着她单膝跪地 灵翼更是看到此前那些 被她召唤出来的骷髅怪 和骸骨巨龙 竟然也对着自己屈膝跪地 表示沉浮 不过 灵翼能够明显感觉到 跟那些低级骷髅怪 和骸骨巨龙不一样的是 这位白发红毛的天灾君主 有着极高的智慧 并且 也有自己的情绪感知 与其说是召唤物 不如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起来吧 你有名字吗 灵翼开口问道 少女起身 幽静的红毛 只有注视灵翼时 才有一瞬的波动 她轻轻摇了摇头 灵翼有些头痛了 她试得起名费 要是她本身就有名字 自己以后也好称呼 现在肯定是要给她刺个名字才行 思索片刻后 灵翼开口道 既然来自死灵的国度 按照我们大夏的传统 你所来之处 称为幽名 从中单取一个幽字 然后加上我的姓氏 以后我就叫你灵翼吧 少女稍微偏了偏头 似在思索这个名字的含义 随后 灵翼看到少女的脸上出现 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 似乎她很喜欢这个名字 所蕴含的那种意境 再次轻声开口道士 灵翼看向灵翼 旋即她的面板属性 也完整出现在灵翼眼前 灵翼等级 LVE位 格林主生命值 578425万7842法力值 2633126331攻击力 1855防御力 1855魔法抗性 1720技能灵魂切割 死灵剑气 千魂之隐被 注死灵国度的最高君主 但他似乎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过往 魂之晚戈类型武器 双手品级 黑铁000装备等级 LVE专属武器 灵魂绑定重量 2234千克 物理攻击力 加150力量 加10耐力 加10精神 加10敏捷 加10耐久度 永不磨损 唯一特效是魂击杀目标时 将会吞噬目标的灵魂 获得一定属性值 附加在自身基础属性上 注意击杀的目标实力越强 位格越高 得到的属性值就越多 看完灵魂的基础属性 和他的武器属性后 让灵魂眼前一亮的 是灵魂现有的两个技能 灵魂切割类型 被动技能等 皆一阶系别死灵系消耗 无音畅时间 无冷却时间 无效果当你 对一个拥有灵魂的目标 造成伤害时 会同时对其的灵魂 造成等于伤害至20的伤害 在该目标的灵魂消亡后 该目标也会立刻死亡 注意所有具有灵魂的生物 其灵魂强度 与肉体强度存在差别 对肉体和灵魂造成的伤害 将会分别计算 任何一方生命值归零 都将触发死亡机制 备注刀斩肉身 心斩灵魂 这个技能 简直是打破了 目前所有常规技能的伤害体系 引入了灵魂伤害的概念 对大多数怪物 说不定都有极其恐怖的效果 很可能怪物的本体生命值 才掉了一半 但是只要灵魂生命值归零 就会触发即死 除了这个特殊技能外 真正让灵魂倒吸一口冷气的是 灵魂的另一个被动技能 千魂之影 千魂之影类型被动技能 等皆一阶系别死灵系 消耗无冷却时间无效果 天灾君主 子明就是其最根本的力量源泉 使你获得生命值 法力值攻击力 防御力魔法 抗性基础 四维属性加成 该加成为你所统育的 所有死灵生物以上 各项属性的时 在仍旧存在 其他被你统育的 死灵生物的情况下 你承受的所有致命伤害 转而由这些死灵生物承担 当天灾君主在场时 所有天灾阵营的死灵生物 召唤时长 将不受时间限制 备注 这正是为王的理由 灵异算是知道 为什么灵魂 为什么只有一几 基础属性却这么炸裂了 因为之前被他召唤出来的 那些死灵生物 都会给灵魂提供 基础属性加成 并且 千魂之影的这三个效果 真的太炸裂了 除了加成以外 只要存在其他召唤物 就会帮灵魂抗伤害 反过来 灵魂本身的存在 也能无限延续这些骷髅士兵 天灾军团的存在时间 真有些无敌了 看着灵魂的属性 灵魂非常满意 还好他选择进化这个技能了 对整个死灵系的提升 太大太大了 不过说来惭愧 灵魂发现 就算刨开千魂之影的属性加成 好像自己的血量和攻击力 还是没有一级的灵魂高 这就是人类和深渊世界生物的差距嘛 起跑线都完全不是一个两级 不过灵魂一出来就是灵主级 这意味着他的魂格 跟其他正常的副本 BSS是一个等级的 从灾变时代至今 蓝星的人类 也没有停止对怪物的研究 其中衡量一个怪物实力强弱的 不只有等级 还有魂格 最普通的小怪 是没有魂格的 缺少魂格 他们实力 自然就会限制在很低的一个程度 而炼极区的那些小怪群里 强壮的个体 魂格就是精英级了 这也是最初的魂格 精英级往上 则是灵主级 大多数副本 BSS和野外BSS 都是这个魂格 灵主级之上 则是霸主级 拥有这类魂格的BSS 基本上都是变异BSS 霸主级在往上 则正式进入深渊世界的评判标准了 深渊魔王 又称王阶 此前灵异碰到的异化死灵骑士 瑞文戴尔 因为得到深渊气息的加强 魂格在短时间内升了半级 从霸主级升到准王阶 而在副本世光之称 斐烈卡因中 灵异碰到的暗影魔珠魏格 就是切切实实的王阶了 王阶这个阶级 本身也有高低评级 准王阶 王阶 顶格王阶之间的实力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王阶之上 则是深渊魔皇 简称黄阶 此前齐国光在给灵异平代号的时候 就是考虑 灵异是黄阶魏格的深渊生物 黄阶在往上 则是深渊魔君 简称君阶或地阶 目前为止 被蓝星人族记录在岸的地阶深渊圣物 不足实质之术 并且每一个地阶等级的深渊存在 如果真的降临南星 都拥有毁灭一个国家的实力 这些知识不是什么隐秘 甚至直接写在全国高中生的文化课本上 就算是灵异 都完全了解 灵幽日后进阶 就能够得到更多技能 那么自己练级的时候 也要戴上他了 今后 他应该也是自己完整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灵异不可能不上心 至此 刚刚得到的全省状元的奖励 被灵异花得七七八八 但是他也很满意 这一波对他实力的增幅 堪称恐怖 灵异看了看时间 现在将近十二点半了 李元静也早已让人在这间 留给灵异的豪华公寓里 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灵异吃过午餐后 小气了一会 再次睁开眼时 已是两点多了 灵异洗了把脸 食多了一下自己 随后 拿出李元静给他的那张卷轴 将其捏碎 下一刻 灵异就发现自己 被传送到了天海地下的某个传送厅中 李元静已然在这里等他了 来了 地经这里是整个大厦的心脏 也是大厦唯一一个特级基地市 是蓝星人族文明 最强盛的体现 一栋高耸入云的巨大摩天楼 就位于整个地经基地市的一环中心 整个大厦如今有三大顶级组织机构 其一 大厦职业者联盟 主要负责管理整个大厦所有的闲散职业者 及其工会 拥有最多的人数规模 最复杂的管理层架构 以及最广泛的影响力 其二 大厦职业者联居 需要一个挂着官方头衔的职业者官方部队 在灾变时代 这支军队的实力 就是整个国家武力的纠集体现 所以 只有成为职业者联军的一员 才有资格接触到高品级装备 最后 大厦教育总署 从全国各基地市 培养新进职业者的高中 到给职业者联盟和职业者联军输送人才的 各大顶级学府高校 都归教育总署管辖 事关整个大厦青年职业者的未来 大厦教育总署手里拥有的资源 并不比职业者联盟少多少 仅次于职业者联军 这栋高耸路云的摩天楼 就是大厦第三大顶级机构 教育总署 此刻 教育总署地下 一阵传送的光芒亮起 灵异和李源静出现 从天海到地晶 真实的地理跨度 接近十万公里 如果乘坐地下穿梭列车 起码需要十多天的时间 这就是深渊降临 蓝星版图扩大后的弊端 不过两人 是通过省级超级传送针过来的 也就十多分钟就抵达了 随着灵异的到来 他也发现 这个地下空间里 此刻竟然已经站着数百人了 灵异借助全知之眼 就能够看出 跟自己一样 样貌年轻的人 无论是等级 还是职业 都是尖子中的尖子 最低都是罕见级的职业 自己反而是这群人中的异类了 全国一共34个省 每个省的前十 才有资格参加这第五轮的测试 这些人包括自己在内 应该就是全国三百强了 就在灵异到来的下一刻 这片地底空间的喇叭里 也响起了暴墓声 东江省送考考生灵异 前四轮积分八千 前四轮积分排名 第一 暴墓声落下 灵异瞬间就感受到 数百道目光投在自己身上 瞬间 他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又是一个满分 今年的第三个满分 是东江吗 东江要逆天起飞啊 这是 灵异也听到了很多跟李源静一样 前来送考的陪行人员的一轮声 这些人的一轮让李源静荣光焕发 爽啊 在全国同行面前 备有面子 与此同时 李源静也低声对灵异开口道 跟你一样 拿到前四轮满分的 还有两人 你们三人目前是并列第一 灵异并没有太意外 以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就是普通职业者的四阶实力罢了 跳出东江一声 跟整个大厦真正的天才较量 这个层次的实力 灵异不认为 他是独一个 只不过别人是不是拼尽全力 才拿到的满分 就不得而知了 只需略微出手 就已经是省考的巅峰了 灵异同学 给你介绍一下 全子李泽锐 李源静带着灵异 很快就找到了东江省这一次 同样前来参加其他考生 泽锐 来 跟灵异同学打个招呼 等会进入副本之后 你们就是一队的人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 第五轮 不仅会拼出个人第一 还会拼出省队第一 你们能拿到好名次 也就都能拿到更多的奖励 这也是难得的荣誉 我希望你们能互相合作 李源静话 李源静一愣 他看到自己儿子面色阴沉 明显对灵异仇视到极点了 本来李泽锐其实对灵异 没有这么大的意见的 这件事说起来 还是错在李源静 因为这次 他不仅亲自给灵异发了奖励 更是抛下他这个亲儿子 反而是主动带灵异来递经 丢下他跟其他人自己来递经 这种待遇的差距 让长久以来娇生惯养 并且习惯了被众星捧月的李泽锐 彻底恼火了 现在憋着一度止气 自然对灵异说话不会客气 李源静一皱眉 想要斥责几句 没想到灵异却抢先点了点头对的 正有此意 李说 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 不喜欢组队作战 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看到李源静 还想说些什么 灵异连忙补充了一句话 彻底把关系闹僵 对灵异来说 这种没有必要的社交 他丝毫不感兴趣 本就不是所谓天才 生态圈里的人 强行融入 只会让自己像个田狗 何必呢 李泽锐冷笑一声 你别太得意了 拿了前四轮第一 又怎么样 不会把压箱底的本事 全都拿出来了吧 有没有可能 我们都留了底盘 等到这一轮再用 这句话 灵异是信的 因为 在全世之眼的视野下 在看到李泽锐 旗下赢等人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们拥有的最高阶的技能 想要在前四轮里 拿到好成绩 起码比现在要好得多的成绩 并不是难事 但是他们都选择隐藏起来了 晨阴片刻 灵异就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背靠世家 尤其是自己的爹妈 不是教育署的副书长 就是职业者联盟的高层的情况下 他们拿到的情报 肯定会比自己要多得多 只不过李渊进不可能会把这些 真正的内幕信息告诉自己 前四轮的测试画面 估计是全国各省 都能彼此查看的 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本就是竞争关系 第五轮考试内容里 肯定有着三百多位 各省前十天才们 彼此厮杀的要求 那么 留几张底牌 等到这一轮再用 就无可厚非了 想明白这一点后 林毅反而心里轻松了一些 底牌嘛 他可是不知道 有多少王炸拿在手上 都还没有机会用呢 叮铃铃急促的铃声响起 瞬间整个地下空间 所有的交谈声议论声都消失了 因为谁都知道 这代表着 考试即将开始 林毅双眸一宁 看向场地正中 全知之眼的视角下 只有他能够看到 有七八人身披大厦某部门 黑色的制服 于疏忽间猛然出现 为首的那人 气势凌厉无比 他面旁刚毅 眼角和侧脸上的 两道丑陋的爪痕 让他看起来 冷峻又猙獰 似乎是察觉到林毅的目光 他也向林毅投来目光 就算是林毅 也能察觉到他煞气逼人 手上的人命肯定不少 头儿 没想到这一届考生里 竟然有能够提前 察觉到我们的人存在 李千叶给了下属 一个晋升的眼神 随后 同时解除了隐身状态 随后 李千叶开口 对全场考生 宣布到请来自各省的考生 维持肃静 我是你们本次 第五轮考试的 总考官李千叶 在宣读本轮考试规则前 按照惯例 我将展示 本年度全国前三个人 以及团体奖励 随着李千叶的叙述 一道灵金光幕 全息投影 也出现在场地正中 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再看到奖励的那一刹那 灵异能够清晰地 听到他身边李泽瑞等人 甚至李源敬那 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 所有人第一时间查看的 当然是第一的奖励 只见大屏幕上 赫然写着四样奖励 一大厦功勋点一千点 二自选白金级套装一套 永久获得 3A级天赋灵金星号1 四十列塔大厦 国区免试名额星号1 除了白金级武器的 自选资格以外 灵异对于其他奖励 几乎完全不了解 不过 从李源敬等人 和其他人的反应来看 这个奖励非常恐怖了 李说 能跟我讲下这些奖励 有什么用吗 灵异开口询问道 有些遗憾 但是他却知道 灵异绝对不是持中之物 他不能因为 自己儿子的态度 彻底跟灵异骄傲 所以他立刻给灵异耐心解释到 白金级的装备套装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概念 总之就是国家 单独给全国状元 开了后门 直接奖励一套 最适合你职业的套装装备 这是合理合法的永久获得 然后是大厦功勋点 对职业者来说 这是只有完成 A级以上职业者工会发布的任务 或是加入大厦职业者联军 立了功的职业者 才有资格得到的东西 在咱们大厦境内 功勋点 就是最高级别的兑换物 我这么说 你可能没有太确切的概念 就拿你之前选择的突破灵金来说 只需50功勋点 就能兑换一枚 听李元晋这么一说 灵异就懂了 好家伙 全省第一 才只能奖励三枚的突破灵金 到了全国第一之后 1000点的大厦功勋点 能直接换20枚 不过 你要是拿来全换突破灵金 是能够兑换T级在T1的 所有珍贵宝物奖励的 少数T灵级的宝物 也能兑换 灵异心中暗暗震惊 那确实是好东西 T2级的宝物里 就有很多灵异目前想要的好东西了 那么 T1和T灵级的宝物 估计效果会更加强大 然后是A级天赋灵金 这个更是重量级 不过 其实不用我解释 你从他的名字 应该都能猜得出 他有什么效果了 灵异点头 他此前就猜到 这个东西使用之后 应该是会给职业者 添加一个A级天赋 但是这效果 有些过于逆天了 所以他没敢确信 因为天赋对一个职业者来说 太重要了 自己目前的战力来源 几乎可以说是 全靠SSS级天赋给的技能点 还有课金奖励 多一个天赋 对整体战力的提升 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并且还影响深渊 很多职业者 都会围绕天赋效果 来构建自己的技能组体系 彼此有配合 有联动 实力自然能够完满发挥出来 这玩意就是 T0级的宝物列表中的一种 全国每年的产量 都在五指之数以内 往年给全国第一的奖励 最高也就是B级 今年竟然提升到A级了 看来今年的第五轮实战副本 难度估计会超越以往 李源敬已经开始担心 这次第五轮考试的难度了 灵异却感觉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推进流程 开口问道 那最后那个试炼塔 又是什么 哦 这个啊 最后第四个奖励 是每年全国第一 都能拿到的固定奖励了 上百年都没有变 试炼塔的全称 是道玄的天空之塔 是一个在灾变纪元开始后 就出现的副本 全球范围内 一共有四座试炼塔 其中一座 就在咱们大厦东海出海 四千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岛上 后来我们大厦先祖发现 这个副本极其特殊 它完全可以 说是深渊某个世界 对蓝星世界的投影 并且进入试炼塔之后 随着通关层数的增多 最终结算的奖励 也会越多 试炼塔给予的奖励 名为武魂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 极其特殊的魂体类召唤物 武魂同样需要进阶和升级 同时 武魂的属性的一部分 会共享给职业者自身 通关试炼塔的成绩越好 觉醒的武魂 越是古老 古老的武魂 甚至会携带某些专属技能 对职业者战力的提升 不可忽视 目前 获得武魂的唯一途径 只有试炼塔 所以 从这个副本诞生之初 蓝星各国之间 为了这个副本的进入资格 就掀起了无数战争 比如 我们大厦在之前 就经常因为这个原因 跟周边的高丽东宁 和一些岛国猴子 打得不可开交 后来在全球职业者议会成立后 全球四座 试炼塔的进入资格获取 也变得系统化了 泛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你听过吧 林毅点头 这个他懂 电视上见到过 比赛性质 大概类似前世地球上的亚运会 这个巅峰赛 每年都会举办 在大赛中得到前十的人 就有资格进入试炼塔 而按照正常流程 每年试炼塔 开启前的三个月 咱们大厦国区 要进行自己国内的选拔赛 最终挑选出十人 正式参加巅峰赛 而只要你得到 这次全国高考的前三 你就直接免试了 无需参加国区比赛 只需要等泛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开赛就行了 你直接拥有参赛资格 林毅彻底明白了 他看到光幕上 不只是全国状元 有这个免试资格 第二和第三 其实也有 下面宣布本年度全国高考 第五轮测试详细规则 李千叶在展示完奖励后 没有耽误时间 立刻开始讲述 第五轮的考试内容 光幕一闪 全息投影 出现副本的详情 第五轮测试场地 深渊副本诺亚一记 十分钟后 在签订完生死书后 确认参与第五轮的考生 将会进入该特殊副本 进行为期24小时的考核 该副本内 目前存在两万只以上的怪物 怪物的分布区域 以及实力强度 完全随机 下面给出下限级上限参考 最弱怪物的等级为 LV30 魏格为领主级 最强怪物的等级为 LV80 魏格为顶格王剑 灵异再次听到 全场倒吸冷气的声音 最低级的怪物等级 就达到了此刻 大多数人的等级 30级 并且 魏格也是领主 这意味着 里面的怪物 没有普通杂兵 甚至没有精英怪 个个都是BSS 怪物还是随机分布的 完全无法预测 这意味着 要是运气不好 你直接一进去 就碰到顶格王剑的怪物 落地成河 也不是不可能 李千叶似乎对在场 所有人的反应很满意 他继续补充到 击杀这些怪物 就能够赚取积分 怪物等级为基础积分奖励 怪物位格 则为成算倍率 领主位格的成算倍率为1 顶格领主为15 准霸主位格成算倍率为2 霸主位格成算倍率为3 顶格霸主成算倍率为4 准王剑成算倍率为10 王剑成算倍率为15 顶格王剑成算倍率为20 以上规则 有谁有疑问吗 灵异看到有人举起手 提问到副本中的这些怪物 击杀之后有经验 材料和装备掉落奖励吗 李千叶点头有 副本诺亚遗迹 是一个迄今为止 还未有人通关过的特殊副本 副本内本不存在任何怪物 所有怪物都是人为挑选放入 相关副本背景和信息 在你们进入副本后 得到的灵精手环内 会有详情描述 我就不过多赘述了 灵异闻言 眼前一亮 在这轮考试副本里杀怪 是有经验的 自己刚刚契约的灵忧 岂不是能在这个副本里 得到急速成长 其他人可能在头疼 这个副本的难度 灵异已经在暗爽了 还有这种炼击圣地 看到没有人继续提问 李千叶则继续说明考试规则 进入副本后 在初始区域 你们将会得到一个 专属的灵精手环 手环上每隔一小时 就会实时刷新 当前副本内 所有人的积分排行榜 并且会标注出 位于排行榜前十考生 所在的位置 听到这里 大多数人都是面色一变 果然 李千叶的下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第五轮 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杀戮游戏 除了击杀怪物 获取积分以外 击败其他考生 同样能够获取积分 发给你们的手环 具有求生作用 如果在副本内 遭遇无法战胜的怪物 或是生死危机 请按下手环侧边的红色按钮 你将被传送出副本 与此同时 这也宣告 你本轮测试的失败 积分清零 不过考虑到 深渊副本的复杂性 和意外情况 以及历年伤亡情况 请所有考生 签订生死状 测试中出现死亡 重大伤残 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与整个考物组无关 李千叶话音刚落 场中就进来了一批 披身穿制服 挂着相关证件的监考人员 给在场的每一位考生 都发了一份生死气 这个流程 让所有考生都紧张了起来 这意味着 他们参加的这第五轮的测试 是动真格的 跟前几轮不一样 真的有可能会死 不过当灵异在生死器上 签完自己的名字之后 他发现 整个考场三百多号考生里 竟然没有一个 是选择在这一步就齐全的 想来也是 估计他们的家人 和带他们过来的送考人员 多少也都跟他们说过 第五轮测试的危险性 真要放弃 估计都不会来递经了 李千叶这位主考官 在确认所有人的生死气 都已经提交生效后 朗升到开考时间到 请所有考生进入测试副本 他话音刚落 整个环形地下空间的正中 一道空间裂隙出现 深渊那厚重而危险的气息 喷波而出 副本光幕闪烁着危险的紫红色斜光 声势害人 数分钟后 整个地下厚厂空间 所有参加第五轮的考生 全都进入了副本之中 负责送考的人员 也全都被请到了一间大礼堂中 观摩副本内所有考生的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 李千叶这位主考官 在安排所有考生进入副本后 坐上电梯 一路上楼 再给大夏真正的权力核心 高层汇报完情况后 也重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按下投屏 开始观看副本内的情况 这是他的分内职责 并且根据高层的指示 他是需要转播副本内 第五轮测试实况的 头儿 协会吧 按照往年的惯例 刚刚进去的时间点 基本上不可能会爆发什么战斗 半天过去 才会进入白热化 李千叶手底下的人劝道 他们为了这次第五轮测试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尤其是李千叶本人 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李千叶却摇头这个时间点 大多数人确实应该 都在熟悉副本环境 搜集怪物情报 并且按照往年惯例来看 会有一些人 选择完全不杀怪物 就等副本现实的最后几个小时 找排行榜上的那些人下手 通过掠夺来赚取积分 但是你们别忘了 每年都会有几个 特殊的倒霉弹出现 被李千叶这么一说 瞬间几个脑筋活络的人 都意识到 李千叶说的是什么了 头儿 你是说 一进去就被传送到 极强的怪物旁边 没办法躲藏 只能应战的那种情况 李千叶点点头 额 头儿 看来真被你说中了 好像真有个倒霉弹 一刷新就落到雪山区首领 金翅大鹏王的巢穴旁边了 所有考生手上 带着的灵金手环 不仅能给副本内的 这些考生提供信息 其实也是一个集成通讯器 能够实时传输佩戴者 目前在副本中的区域坐标 和实况转播佩戴者 附近的现场画面 此刻负责搜集 副本内三百多名考生的 区域坐标的监考员 忽然惊呼一声 让李千叶顿时就精神一震 来了 这种情况不会每年都有 但是一旦出现 往往意味着极其惨重的死伤 李千叶强打精神 连忙吩咐到 即刻锁定改名考生 将其实实画面投影出来 呼叫副本内的特事救援队 前往雪山区救援 做第二手准备 虽然在说规则的时候 李千叶就说明了 这个深渊副本的难度 已经让所有人都签下了生死状 但是他们不可能真的见死不救 出现这种危机 肯定是要启动相关救援程序 以防万一的 下一刻 投影画面出现 李千叶眼眸一凝 是他 大屏幕上 被刷新传送到山巅之上 瞬间打了个冷战的 正式灵异 李千叶可没有忘记 在他们登场的时候 第一个看穿他伪装的人 就是大屏幕上这小子 画面中 灵异明显没有想到 自己一进副本 就被传送到这个鬼地方 此刻他所在的区域 是整个诺亚遗迹的 北部高山区 整个诺亚遗迹 一共可以划分为五大区域 北边的极寒高山区 西边的沙漠区 南边的沼泽区 东边的丘陵区 以及正中央的诺亚残骸区 要说哪片区域的天气 最极端的话 莫过于沙漠区和高山区了 刷新在这两个区域的人 都是倒霉弹 至于像灵异这样 一刷新就直接在一个 王阶BSS巢穴附近的 更是倒霉弹中的战斗机 烈 似乎是察觉到 有生人的气息 下一刻 一道无比洪亮的鸣叫声响起 声浪实在太大 灵异甚至要捂住耳朵 随后 狂风卷起山崖上的漫天飞雪 灵异眼前 一只浑身羽毛 呈现金黄颜色 一盏超过十米 双爪轻轻抓握 就足以捏碎山岩的恐怖金雕 扇动翅膀 从风顶巨大的巢穴中飞出 残暴锐利的鹰铜 死死注视着灵异 庞佛下一刻 就会俯冲下来 将其撕碎 而另一边 画面中的灵异 看起来还算镇定 只见他身边空间一阵扭动 下一刻 一位身形仙巧 浑身穿着漆黑色骑士战甲的人影出现 灵异被灵异召唤出来了 看到天空中 凶艳滔天的金雕 灵异眸光 沉浸似水 魂之晚歌出鞘 他站在灵异身前 战意昂然 这是他的召唤物吗 怎么会有这么像人的召唤物 这个召唤物卧槽 怎么才一级 负责监控考生副本相关数据的监考员 惊呼出声 他们能够通过灵异手上佩戴的手环 获取一部分 有关于他的技能信息 不过也仅仅是基础信息 详细信息是完全看不到的 一方面是考虑到考生的隐私 另一方面 李千叶都是有些茫然 啊 他在干嘛 一个一级的召唤物 对抗魏格 切实是王杰的金翅大鹏王 是无知还是勇敢 抑或是这就是他的底牌之一 李千叶陷入思考 他对灵异的印象 说不上好坏 但是起码是有印象的 不会像其他考生一样 连给他留下印象都做不到 但是灵异目前的举动 说实话 是让他有些迷惑了 迷惑归迷惑 不过李千叶手上 却没有慢下来 立刻将实时画面 通过灵精串流出去了 因为此刻有太多双眼睛 在关注着第五轮 也是最终轮的考试了 距离李千叶一强之格的 另一间礼堂中 李元静看到大屏幕上 站在金翅大鹏王面前的人 是灵异时 当即眼前一黑 怎么会这么倒霉啊 他刚才的春风得意 此刻完全不在 李元静甚至听到 身边来自其他些 同样是教育署机构体系中的 同僚的一轮声 这是今年冬江第一那小子吧 就是他 往年冬江 怎么会出四轮满分的考生 今年给他踩到狗屎了 我就看不起冬江附属 那副小人得志的表情 我也一样 这回他们的第一要遭重了 不过 为什么这小子是孤身一人啊 他没有跟其他人组队吗 每年总会有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 落井下石 一轮是非是人的本性 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元静双手紧握 心中又急又目 他甚至有些忍不住想开队了 这时 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人 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镇定的眼神 坐在他身边的 自然是东江教育署的一把手 严松 别急 相信他吧 严松这个时候 就展现出超越李元静这个副手 很多倍的定力出来了 他虽然在今天早上前四轮考试时 就已经来帝京 为这最后一轮 做最后的准备报告了 但是却还是有关注灵异的 他跟齐国光一样 都看得出 灵异其实也有底牌 没有用 现在说不定 那张底牌 就能扭转乾坤 东江 第一考场 还是那个考试中 此刻大屏幕上 也正式接通 来自帝京的第五轮考试串流 身为各省的顶级教育机构 他们自然是有资格收看转播的 李元静走后 齐国光出于对灵异的兴趣 也出于对自家孙女的关注 自然下午 也来观看第五轮测试的情况了 在看到大屏幕上 灵异面对金翅大鹏王时 齐国光心中 甚至产生了一丝兴奋 他很想看看 面对这样的敌人 灵异会拿出怎样的应对 然而 下一刻 齐国光瞬间目瞪口呆 因为 他看到灵异身边出现的灵异 而身为法师的他 明显能比别人看出更多的不同 死灵系灵异 除了火 风 兵系以外 甚至掌握了死灵系 他到底会多少系的魔法副本中 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灵异 灵异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即使灵异的身形 看起来鲜弱无力 等级也仅有一级 但是灵异知道 他应付这只王阶 BSS 应该问题不大 在全只只眼的视角下 金翅大鹏王的属性 被灵异一览无余 金翅大鹏王等级 LV70位 接王阶种族 隐语大鹏 生命值923万 923万 法力值21万 21万 力量5200精神 3500敏捷 7330 耐力6650 主动技能俯冲突袭 次与飞来 风复术 急速 狂暴 弱点眼睛 这个属性 放在别人哪里 可能已经是头皮发麻了 但是对灵异来说 这只所谓的金翅大鹏王 不如异化死灵骑士 和暗影魔珠一根毛 并且 他也想看看 灵幽在面对 比自己墙上快70级的王阶 BSS时 到底表现如何 烈 又是几声尖锐的提声 从金翅大鹏王的巢穴中传来 灵异看到又一只体型 比起金翅大鹏王要小上一圈 浑身的羽毛 也仅仅只有银色的大鹏 从巢穴中飞出 除此以外 还有三只更小的幼鸟 探出头来 这一家子 都住在这里 灵异一惹 就惹了五只怪物出来 母的那只是准王剑 三只幼鸟 也都是霸主级 这一家五口 实力的确不俗 怪不得能称霸整个雪山区 嗖嗖嗖 无数风锐 如刺刀般的羽毛 从金翅大鹏王身上飞射而出 直直朝灵异的身体的各个要害刺去 魏格达到王阶以后 怪物的智力 相比低魏格 也会有极大的提升 直接攻击灵异这个召唤师 明显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然而 羽毛虽快 侧身举剑 眨眼间就挥出四五道 闪烁着浓烈死灵黑光的剑气 将袭来的漫天飞鱼 尽数斩落切断 剑光斩碎飞鱼之后 势头不减 竟直斩向其中一只张牙舞爪 滋挖乱叫的银语大鹏幼鸟 剑光划过那只幼鸟的脖梗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那只幼鸟的血条 猛然骤降一格 不过紧接着那只幼鸟哀鸣一声 就看到它的血量 在瞬间清空 本身幼鸟身为灵主级怪物 血量是非常厚的 即使灵幽的死灵剑气 也没办法用伤害将其斩杀 但是直接对灵魂造成伤害的机制 让它顺秒了这只幼鸟 见到自己的子嗣被斩杀 天空中一雄一词 两只大鹏 双目瞬间染的通红 然后进入了狂暴状态 它们的攻击 不再冲着灵异而来 而是冲着灵幽而去 接下来的战斗 就算灵异都往后退了几步 羽毛纷飞 狂风席卷 两只大鹏彼此配合 轻力无间 你找 我一拙 开始疯狂攻击灵幽 而灵幽 却如同在暴风雨中 狂舞的异者 他没有让一滴雨 落在自己的身上 所有攻击 被他完全躲避 速度 灵巧 战斗技巧 直接拉满了 灵异站的旁边 都要忍不住给他鼓掌了 监考试裂 李千叶眼睛都直了 只有一击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战力 这是什么逆天召唤物 卧槽 这年轻人啊 这召唤物 真的只有一击吗 这不对吧 这召唤物 怎么战斗技巧这么娴熟 说句难听的 胡子 这用剑的方式 和闪转腾挪的躲避技巧 比你要强吧 你特么闭嘴 被称为胡子的人 是李千叶手底下的 一名战士职业者 李千叶本身是刺客系的 七转职业者 他手底下的这些人 也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尤其是孙虎 他的战斗技巧 堪称顶尖中的顶尖 甚至在拳音比武中 拿下过三十六连胜的恐怖成绩 同阶近乎无敌 跨阶也不是不能打 此刻 孙虎看着屏幕中的灵幽 面色别提有多凝重啊 他的双手都在轻微颤抖 一方面是同位用剑的近战职业者 他也是高手 他看到灵幽的战斗表现 不由得被激起而战役 而另一方面 则是他把自己带入场景之中 要是自己跟着召唤物 EVE对决 好像短时间内 他还真的讨不到好处 尤其是他再不使用各种高阶技能 单纯笔剑的情况下 他真没有把握能吻赢 看到孙虎的反应 李千叶心中也有些震惊 他又瞥了灵异一眼 如果这个死灵召唤物 不是有自主意识的话 那么真正恐怖的 是眼前这个少年 没有自主意识的情况下 操控召唤物战斗的 自然是召唤师本人了 而灵异竟然拥有如此 恐怖的战斗技巧 这不经历上千场的战斗 是不可能养成的 而最关键的是 他的职业是一名法师啊 并不是战士啊 这小子 有些过于妖念了 毕竟 教育总署 顶层 巨大的议事厅 宿母而庄重 然而议事厅中的人却不多 李千叶 即使是这次考试的总考官 并且 君弦也不低 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在这里坐下 能在这里坐下的 是真正跺跺脚 可能整个大厦职业界 都要抖三抖的人 会议事主位 以及主位周围的一圈座位 完全空置 因为即使此刻 能在这里坐下的人 第二排的前两个位置上 有着一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人 以及一位虚发皆白 神型勾搂 穿着一身中山装的老人 两人看着大屏幕上 林优跟金翅大鹏王夫妻的战斗 面色倒没有露出太多的惊讶 站得高了 眼界自然就不一样了 这郡后生 也是这次考试前四轮第一 老者虽然年事已高 但眉眼尖确 仍能看出威严 他抬起手中的紫檀木管 只向大屏幕上 已经站到角落的林毅 坐在老者身边的西装男子 露出一个儒雅的微笑 轻声道士的 孟老 他叫林毅 来自东江省 跟您老此前就看好的下雨烟 和陆毅一样 并列第一 他是法师职业吧 我看他这应该是某个死灵系的召唤物 孟老一针见血 西装儒雅男子点头似的 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魔法专精系别族 有四系之多 此前 四轮他展现出了火 凤 兵三个元素系专精 并且使用的法术等阶还不低 都在四阶以上 这俊后生不错 虽然只是普通职业 但是职业专精没有落下 平日里肯定也没有懈怠 说不定今年 他还真有机会夺魁 坐在孟老身边的儒雅男子 却只是轻笑 孟老如此看好他吗 不过我觉得 以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也只是尚可吧 榜单前十可能有机会 但是前三 不可能 跟夏宇燕和陆毅比 他的职业差太多了 并且据我所知 这两人不仅职业 都是史师级职业 技能专精情况 更是到五阶以上了 儒雅男子 名叫萧璇一 主要负责全国每年 顶级职业者高校的 招生审批工作 直接虽说没到副国级 但也是正厅级别 从事这个工作久了 他的眼光也独得很 见识过的天才太多 说实话 跟那些真正的怪物相比 这个灵异 也仅此而已了 他不懂 为什么孟老如此看好灵异 总之 他有不同的意见 孟老也没有反驳 只是同样轻笑一声 继续宁神 看着大屏幕中的战斗 两位大佬在逐九轮英雄 坐在他们后方的 无数教育总署高层 则不改出声 这里毕竟不是 东江第一考场的考误室 在这里当差的 突出一个锦炎慎行 大佬没开口询问 自己绝不多说一句话就对了 不过他们同样 也有自己的看法 没有萧璇一和孟老的眼光那么高 在他们看来 其实灵异已经很离谱了 要知道 这仅仅只是一个一集的召唤物 就在孟老和萧璇一 彼此讨论的时候 副本庄 战局也急转直下 当然 急转直下的是大鹏夫妻 两只BSS都处于狂暴状态 这个状态正常情况下 是要血量跌下50 才会触发的 但是此前灵游一箭 斩杀幼鸟的行为 让他们陷入暴墓 自然隐瞒血量 进入狂暴状态 狂暴状态下 他们的攻击频率 和攻击伤害 都会大幅上升 但是眼前这个可恶的人类召唤物 有的可怕 上百次攻击 可能才会命中一次 并且就算命中了 他受的伤好像也不重 行动依旧灵巧训捷 而反观他们 每次承受死灵剑气的伤害 都会让两只大鹏 BSS哀嚎出声 那是一种生命 无法承受之痛 痛彻心扉 深入灵魂 所以 虽然此刻距离战斗 仅仅开始了不过三分钟 但是 两只大鹏鸟的状态 都已经大不如前了 晕眩感 脱力感不断来袭 他们不知道的是 虽然血量 还在70以上的健康状态 但是他们的灵魂血量 已经进了灵魏的斩杀线了 又是两道闪烁着 黑光的死灵剑气 破空斩出 已经无力回天的 两只大鹏BSS 被准确命中腰腹位置 两声凄厉的北鸣声 响彻整片北域雪山 无数走兽飞浅 四色发抖 他们感应到 这片雪山的霸主 竟然就此陨落了 灵异的视角中 两只大鹏BSS 还有一大半的血条 光速清空 随后 两具巨大的鸟尸 倒在封顶 三四剑闪烁着 黄金光泽的装备猛然爆了出来 与此同时 灵异的身上 冒出一道道白光 她升级了 并且一口气 直接升了八级半还多 在无数人惊叹的目光中 灵异走到灵异旁边 说了什么 头盔面罩下 灵异未曾看到的角落 灵异已经双颊飞红 随后 灵异捡起地上的装备 然后一抬手 一道死灵法阵 在两具巨大的鸟尸下方出现 黑光灌注下 两只已经死去的大鹏BSS 竟然再次睁开新红的双眸 煽动翅膀 重新飞了起来 作为生者 他们的鸟声结束了 作为王者 他们的未来 被灵异拉长治永恒 哗 李千叶所在的监考室 以及在隔壁观站的 来自大厦各省的教育总署高层们 发出一阵哗然之声 这两只大鹏鸟有多强 他们是清楚的 然而 灵异的召唤物 在将其斩杀之后 只是下一个瞬间 这两只BSS 瞬间就成了灵异的召唤物 这就有些夸张和逆天了 这是法师死灵异的什么技能吗 老焦 你他娘的 就是法师 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监考试中 气氛没有这么紧张 李千叶也是个不错的上司领导 所以他手底下的人 此刻都能畅所欲言 立刻有人就叫起来了 被点盗名的老焦 一脸茫然 随后他破口大骂到我他娘的 怎么知道死灵异有什么技能 你问老子一个光法 那不是你们光系的死对头吗 知己知彼吗 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们光系的死对头 是暗系 死灵异最多算是 见到要吐口瘫的地步 没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你们先别吵 我再思考 老焦被同了 搞得心态有些不稳 本来看到灵异这个法师 似法似修 还样样专精 他就已经有些嫉妒了 现在看到灵异更是搞了一手 他从未见过的死者苏生技能 更是给他震撼的不轻 不过要说他完全不懂死灵异 那也是扯淡 都是从211职业者大学 法师系毕业的高材生 理论知识方面 不可能拉胯的 在李千叶说了声 让他细想之后 老焦终于一拍大腿 指着屏幕开口道 这技能不是死灵异该有的技能 死灵异的确是有一个将杀掉的怪物 重新拉起来的技能 那个技能是四剑 名叫王者复生 但是效果仅能对领主机以下的怪物生效 而且持续时间仅有2分钟 属性值跟生前相比 也实不存一 这个技能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被死灵异法师 拿来当肉盾挡箭牌使用的 杀怪之后 拉个精英级耐奏的怪来当保镖 不求打多少伤害 只求能帮挡技能 李千叶听完老焦的分析 眸光凝重 灵异 这就是你的底牌吗 顶层一会听 孟老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小萧啊 现在还觉得他没有机会吗 萧璇一看着屏幕上 几乎是以全胜姿态 飞在灵异头顶的两只大棚BSS 沉默了 随后他洒脱一笑孟老 眼光这方面 还是宁老更多 我还要跟你学习 孟老文言 哈哈大笑 不过 旋即萧璇一画风一转 继续到 但是就算这样 也还是不够的 有些差距 是用数量无法抹平的 并且 他到底 能控制多少只死灵召唤物 还不确定 萧璇一的分析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所有召唤师来说 召唤物的数量 是最头疼的事情 因为人的精神力是有限的 同时控制多只召唤物 会神经搭错线的 所以 大多数召唤师走的流派 是质量为主 用高质量的召唤师 替换掉低质量的 始终维持召唤总数不变 对此 孟老只是看着 大屏幕中的灵异 单单倒继续看吧 现在才只是刚开始 这小子藏的东西 远超你的想象 副本庄 在成功击杀两只大鹏 BSS之后 剩下的两只幼鸟 也没有逃过灵幽的毒手 被他一箭一个 当场秒杀 他的等级 也升到了11级 与此同时 灵异收到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 恭喜你 你升到LV43级 获得自由属性点12点 击杀怪物 是唯一武器魂之晚哥 得到以下属性直力量 加39 敏捷加32 耐力 加29 精神加12 最大生命值加177 最大法力值加13 灵异看到灵幽的面板上 各项属性 瞬间往上涨了格 只是杀了五只怪 就免费拿到了 将近上百个属性点 灵异都快馋哭了 他自己升一级 才能得到基础四维属性20点 再加上自由属性点 也才32点 跟灵幽完全没得比 并且随着他们击杀怪物的增多 可以预见的是 灵幽的属性面板 会迎来一波爆炸式的增长 可呈长形的武器 真是恐怖如斯 不过其实 在刚才那一战中 灵幽所展现出来的战斗技巧 才更让灵异震惊和刮目相看 一个只知道拿件乱批的蠢货 和一个剑技高超 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战士 即使两者的等级和属性差距 有十多倍 灵异相信 也是后者的迎面更大 灵异将两只大鹏 BSS的控制权转交给灵幽 然后开口道 这里太特么冷了 我们先下山 灵幽点点头 在她的操控下 一公一母两只大鹏鸟 乖巧地匍匐在地上 灵异和灵幽骑了上去 随后大鹏煽动羽翼 裹挟着狂风 从山顶俯冲而下 一小时后 东部丘陵区的边界 灵异坐在一片 郁郁葱葱的草原上 微风轻浮 阳光和煦 不远处就是一片 雪山溶水形成的湖泊 灵幽此刻正在湖边 她脱下覆盖全身的黑甲 开始用湖水擦拭清洗 刚刚那场战斗 让她浑身染血 当然 大部分都是那两只BSS的血 她本人几乎没有受伤 湖旁还烧着一堆篝火 篝火上架着一只 刚刚被她斩杀的银鱼 大鹏右鸟 少女一边清洗盔甲 一边时刻注意着篝火上的食物 不时还会站起身来 转动一下烤架 用剑切割几下 湖面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 映照出少女绝美的侧眼 让灵异都觉得有些惊艳 没过多久 灵异就看到 灵幽用 不知道从哪里摘下来的树叶 装着几块刚刚烤熟 还在滋滋冒油的肉片走了过来 实在是太香了 灵异也顾不上烫 用手拿起一块肉 就放入口中咀嚼起来 油脂和肉香 在口腔里炸开 让灵异心中直呼美味 你还会做菜 灵异越发地感觉自己 这个召唤物不一般了 嗯 不能把它看成是召唤物了 更应该看成是伙伴了 灵异点点头 然后轻声到 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些炎炎 就采了一点用来调味 好吃吗 好吃 灵异不令夸赞 又拿了一块肉放进嘴中 看到灵异吃得如此开心 灵异的脸上 也罕见地出现了一丝笑容 似乎得到灵异的夸赞 她也很开心 就在这时 灵异忽然感觉 右手手腕上的灵精腕表 震动了一下 一道光幕随后浮现 距离第五轮测试开始 已经过去一小时 当前积分榜单公布 光幕上 一个个名字或队伍开始出现 此刻距离副本开始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第一波榜单公布的时间也到了 再看清楚榜单前时候 灵异微微一愣 随后露出一丝微笑 有意思 看来能来参加第五轮的人 真有点东西 只见排行榜上 高具榜首的人 并不是灵异 甚至第二都不是她 而是两个陌生的名字 当前积分榜第一名 夏宇燕 获得积分11467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沙漠区第二名 陆域 获得积分8433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诺亚残骸区第三名 灵异 获得积分7219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丘陵区第四名 楚然 获得积分1329 所属小队楚然小队 队伍规模13人 所在地区诺亚残骸区灵异 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着急 她之前也并不认为 自己碰巧一传送 就在金翅大鹏王巢穴旁边 就能够拿到什么先手优势 因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对于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来说 他们无需运气 也能够主动挑战那些 强大的怪物和凶兽 赚取积分 而且 整个第五轮 将持续24小时 在第一个小时区间 就上榜并不是什么好事 只会成为别人的猎杀目标 灵异现在点击排行榜上 任何一个名次的人 后续都会弹出一个追踪界面 灵精光幕会冒出一个箭头 帮你持续追踪你的目标 而灵异现在得到的7000多积分 也是后续灵异猎杀 其他怪物赚取的 光是金翅大鹏王一家子 可只能给他提供 3000多的积分罢了 正 灵异耳边听到一声剑鸣 朝灵异看去 就发现 他已经拔出魂指挽个 做出警戒了 有人来了 灵异抬头看天 就看到有一只银语大鹏幼鸟 一直都在他们头顶上方区域盘旋 看来警告信号是他发出的 灵异第一时间接收到了 人很多 组了队 灵异再次收到 上方移动侦察兵的信息 继续道 冲着我们来的吗 灵异闭上眼 似乎在共享上方 那只银语大鹏幼鸟的视野 随后 他睁开眼一共11人 就是朝我们这里过来的 灵异和灵异 在这个地方歇息 已经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此前 灵异就跟他说过 远处存在过战斗的痕迹 这说明 肯定有人在这里猎杀过怪物 或许是跟自己一样的独行侠 也或许是一只队伍 现在看来 是一只队伍 并且在自己登上榜单第三之后 自己也成了 那只队伍的猎杀目标 说实话 现阶段 灵异是不想跟其他考生起冲突的 一方面是这个时间点 这些人身上的积分 肯定都不太多 就算淘汰掉 也赚不了太多积分 还不如养养骨 等这些菜鸡互拙 自行淘汰掉一批弱者后 灵异再淘汰掉那些稍强一些的 拿到的积分更多 另一方面 是他进入这个副本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练剂 尤其是尽快把灵异的等级提升起来 这种多余的战斗 灵异懒得触发 不过 既然别人都找上门来了 灵异也不打算逃避 灵异听到不远处的小树林中 传来密集的脚步声 随后几人钻出树林 出现在灵异面前 竟然真的是你 人群中的一人 看到灵异之后 明显有些震惊 灵异看过去 也是一正 那人正是此前在副本外 就看灵异不爽的李泽瑞 跟在他身边的 灵异还看到了 东江这次省考拿到前十的几人 不过除此以外 还有生面孔 灵异不知道东江省队发生了什么 反正现在李泽瑞 只是带着少数东江省队的人 出现在这里 并且明显李泽瑞本人 还不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这个小队的队长 站在众人前排 回过头讯问到他什么职业 有什么技能 报一下 李泽瑞有些心虚 毕竟灵异怎么说 也是他们东江省出来的人 本来他们应该团结 现在反而要在别人面前 也会有些愧疚 不过一想起灵异对他的压迫 李泽瑞就恨得牙牙 最终还是把灵异的职业曝光了 普通职业 你没搞错吧 多专精又怎么样 你们东江 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听到李泽瑞的话 顿时整个小队的人面上 都轻松了几分 大多数人都有思维定势 那就是职业的稀有度等级 几乎跟职业者的实力挂钩 起码在他们目前一转的情况下 就是如此 普通 稀有 罕见 传说 是是 这五个职业稀有度等级中 普通毫无疑问是垫底的那个 跟他们 这一群传说职业放在一起 会无敌自容的 不要大业 他毕竟能在第一个小时 就赚到七千多分 应该实力也不会太弱 小心为上 为首的小队队长 名叫芳明 是一个一身轻装打扮的 攻守职业者 在灵异的全知之眼视角下 这人的等级是三十七级 明显也完成二转了 并且技能专精也很强 本身职业 也是传说级职业 战力的确是这一群 乌合之众里 还算可以的了 也许他运气好 瞎猫碰到死耗子的事情 又不是没有 有人还想说几句 被芳明回瞪了一眼 随后那几人立刻就不支声了 看来芳明在这群人里的威望 也是不错的 起码能震得住人 芳明看向灵异 开口交涉到朋友 如你所见 我带着十多号兄弟 在这片区域打怪赚分 要这么多人平分 积分难赚 所以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分出七成的积分给我们 我们就让你离开 这样 对我们大家都好 不然的话 我们只有刀剑相向了 以多打扫并不光彩 我实在不愿走到那一步 芳明的一番话 差点给灵异听笑了 你们赚积分不容易 我赚的积分 就是大风挂来的 不过 你有句话说得很对 以多打扫 确实不光彩 下一刻 灵异打了个响指 她的身边 开始出现一个个 面目猙獰的召唤物 烈 金翅大鹏王登场 随后 则是丘陵虎王 雪山巨人 变异雄怪这些怪物 全都是这一个小时来 死在灵异剑下的亡魂 然后 被灵异操控 形成的天灾大军 此前一直被灵异 存在死灵空间中 现在被灵异一股脑地放了出来 数量 足有四五十之重 并且各个都是战力惊人 灵异咧嘴一笑 补充道 但我很乐意走到那一步 再看到灵异身边 瞬间刷新出来的死灵军团后 方明傻了 李泽瑞更是差点吓尿了 本来这个副本内的这些 BSS级的怪物 都长得凶神恶煞 现在他们 在被死灵魔法附身后 比起他们生前 凶残程度 有有过之 小孩子看了 都能吓哭的那种 监考试中 李千叶看着灵异挥手间 召唤出来的四十多只 BSS级的死灵大军 也是瞳孔矩阵 卧槽 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正常来说 召唤师拉出召唤物 要么需要独条银唱 要么就是利用某些特殊的装备 来收纳召唤物 这类装备都价格不菲 但是现在李千叶很确定 在诺亚遗迹中的所有考生 都是浑身扒光 一件装备都没有的 他连召唤法术都是顺发 这有些过于逆天了 更加逆天的是 灵异的这些召唤物的质量 除了那个跟人 没有什么区别的战士类召唤物以外 灵异竟然真的能够 同时操控如此多的召唤物 为他而战 这已经不只是数量碾压了 质量也在碾压 顶层的一会厅中 萧悬一面色一致 他前不久才质疑过 灵异同时操控召唤物的能力 而现在灵异直接在 所有人的面前秀了一首 他能同时操控的召唤物 不只是三两只 而是三四十只 这一刻 萧悬一都有些动摇了 他的极限 到底在哪里 这就是他最大的仪仗吗 侧头看向孟老 后者双眼微眯 神色自若 从他的表情来看 萧悬一猛然意识到 这并不是孟老之前说的 超乎自己想象的底牌 萧悬一心中一震 如果说此前灵异的资质 只能让他微微侧目的话 现在他就必须要重新 审视这个年轻人了 傅本庄 虽然方明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灵异 已经没有耐心了 下一个瞬间 灵幽拔剑 一道死灵剑气飞出 与此同时 天在大军一拥而上 所有人别慌 只只是看起来吓人而言 徐震 张涛 你们两个顶住 输出跟上 拉扯着打 方明咬牙 他已经尽力在控制 自己的恐惧情绪了 但是 灵异和这四十多只死灵怪物 给他的压迫感 堪称史无前例 在他的指挥下 两个人高马大 明显就是战士歧视职业的人 主动走到众人前方 方明 也掏出一把大功 箭语如瀑布般砸下 就算站在后面的李泽锐 也撞起胆子 轰了几炮 情况危急 已经考虑不了 继续藏底牌了 高爆炮弹 直接被他不要命地轰击出来 瞬间整个战场都是硝烟弥漫 破片纷飞 一时间 这一支十多人的小队 协作爆发出来的火力压制 好像真有那么点味道 然而 现实是残酷的 虽然浓烟和火光特效拉满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打棚震翅 红风鼓动 吹散战场硝烟 瞬间方明等人 就感觉到一股深切的绝望 因为他们一波输出砸下来 对面的天灾大局 没怎么掉血 此刻灵异身边的霸主级BSS 足足有十几只 准王阶的 也有七八只 完全达到王阶的 类似金翅大鹏王这种的 也有两三头 数值的差距 已经不是什么传说职业 实施职业能弥补的了 灵异看到 身为对面群龙之手的方面 只是无比愿读地 看了自己一眼 随后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又守灵金万表上的红色按钮 下一刻 他的身影消失 他主动放弃这轮考试 船送出副班 失去了领头的方面 剩下的人更是不堪 首当其冲的徐震和张涛 两个坦克类职业者 直接被一头发狂的 圆鼓猛马巨像撞飞 飞得老高了 灵异甚至都听到了鼓劣的声音 好在这两人都是皮糙肉厚 虽然受了重伤 但不至于会被瞬间秒杀 半空之中 他们也同时按下了红色按钮 船送出副班 好 一头浑身流淌着 漆黑农业的变异巨熊 高高扬起熊掌 就要对着 已经被彻底吓傻 动弹不得的李泽锐 老门拍下 这一掌要是拍下来 灵异估计会比拍西瓜还轻松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 虽然这货一直看自己不顺眼 但终究没有太大的仇怨 再加上李元进 对自己其实不错 甚至自掏腰包 帮他补上了技能点 对大下壁的差额 这个人情 灵异不能不认 心念一动 巨熊的爪子 悬停在半空 还不快滚 灵异沉声道 下一刻 对面剩下的七八人 瞬间如蒙大射 屁滚尿流地按下红色按钮 逃出副班 李泽锐已经吓傻了 浑身发抖 甚至都没听到灵异的话 不过下一刻 他还是被传送走了 很明显 这是被一直监视着 副本内情况的主考官李千叶 在后台操作的 此刻李千叶身边 站着满头大汗 心惊肉跳的李元进 看着画面中的灵异 李元进十分庆幸 他没有得罪灵异 不然今天他儿子就算不死 估计也要半残 灵异看着之前来势汹汹的一群人 瞬间被他团灭 表情无喜无悲 天灾大军 被他重新收回死灵空间 灵异也还溅入窍 附近还有怪物吗 灵异问道 灵异摇了摇头 已经被肃清了 那走吧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 灵异骑在大鹏王的背上 逛遍了整个东部的丘陵区 灵异则骑在另一只 银语棚后的背上 率领死灵军团 这只军团碰到任何怪物 都能无情缅过 而那些被碾压秒杀的怪物 又会被灵异复活 成为军团新的成员 跟灵异同样处在丘陵区的 其他考生 唯恐避之不及 而灵异就算碰到其他考生 除非是主动来挑逝的 不然都直接无视 这一幕 直接让李千叶都觉得头皮发麻 别人是来考试的 这小子 好像真探娘的是来练集的 你别说 他这半天过去 都冲到59级了 话音刚落 画面中灵异的身上 再次冒出一道白光 他升到60级了 与此同时 毛海里也收到一连串的提示声 恭喜你升到LV60级 检测到你拥有进入深渊的权限 你已具备 参加降渊地零层试炼的资格 可随时进入挑战 唯一武器魂之晚个 吸收到足够的灵魂碎片 品级从黑铁级升到青铜级 所有属性加成提升 你的召唤物灵优等级提升至LV40 魏格进阶至顶格灵主机 获得新的技能栏位 请前往激活 一连串的提示 直接让灵异有些梦了 首先是降渊灵层试炼 这是什么东西 他此前完全没有听说过 然后是灵幽的专属武器魂之晚个进阶了 他自己也完成进阶了 不过这个解锁技能槽 是什么鬼 正常召唤物进阶 不应该是直接给一个新技能吗 难道灵幽真的这么特殊 跟职业者一样 学习什么技能 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吗 如此想着 灵异手上的灵精万表忽然震动起来 下一刻 李千叶有些严肃的声音响了起来 灵异 你刚刚升到六十级 是不是收到了降渊试炼的邀请 灵异对 先别接受那个邀请 现在 你正在考试轮次中 要是进入降渊试炼 你的成绩就要作废了 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接受 灵异又不傻 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另一边李千叶继续到降渊地零层试炼 对所有职业者来说 都是一个此生仅有的机会 需要仔细筹备 并且仅能在六十级的这个节点进入 接下来 你可以正常击杀副本内的怪物 获得经验 但是千万不要主动点选升级 错过降渊零层 试炼会非常可惜 听李千叶这么一说 灵异提起了兴趣 这个降渊地零层试炼 到底是什么 李千叶没有正面回答灵异的问题 只是继续到 有关降渊的事 等第五轮考试结束了 你可以询问你们东江的前辈 目前还是考试进行中 我没办法跟你进行长时间的通话 这次只是提醒你 不要进入降渊试炼 炎毕 李千叶直接中断了通讯 谁都没有想到 在第五轮考试的进行中 竟然有人 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升级 这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切断通讯后 灵异也没有继续纠结降渊的事了 而是打开灵异的面板看了起来 首先是刚刚得到品级进阶的魂之晚歌 整体属性比起之前 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魂之晚歌类型武器双手品级 青铜008装备等级 LVE专属武器 灵魂绑定重量2234千克物理攻击力 加2044力量 加871耐力 加846精神 加833敏捷 加901耐久度 永不磨损 唯一特效是魂 击杀目标时 将会吞噬目标的灵魂 获得一定属性值 附加在自身基础属性上 注意击杀的目标实力越强 位格越高 得到的属性值就越多 这给的附加属性值 已经远超此前 灵异击杀锐文戴尔 得到的那把白金级的死灵大剑了 而此刻魂之晚歌的品级 才刚刚到青铜级而已 灵异都不敢想等这把武器 真的进阶到神器级别 那属性会有多夸张 看完武器 灵异打开灵幽的面板 点开技能栏位 他确实看到了一个空置的技能栏位 意思说 只要是符合他正统 或旁之职业系的技能 他都能学习 嘶 这机制有点逆天了 灵异还在思考 后续要帮灵幽注意 死灵系和战士系相关的技能书了 灵异却忽然神色移动主人 又有人来了 灵异闻言 抽回思绪 这半天时间 他的确碰上不少人了 带有敌异的 就直接送他们滚出副本 没有敌异的 灵异也懒得了 以后不要叫我主人了 我们以后互相以名字相称就行 灵异这句话 是发自真心 灵异各方面都 已经脱离召唤墓的范畴了 灵异已经把他看成是朋友 或是伙伴了 说完这句话 明显看到灵异娇区一颤 随后 他腼腆地点了点头 灵异哥哥 我找了你好久呀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积分 全都送给你 能让我们跟你一起组队吗 忽然一道软绵绵中 带有一丝魅意的声音 在灵异身后响起 回头看去 就看到几个女生走了过来 楚楚可怜地看着灵异 这些妹子 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算不错 这么长时间以来 灵异碰到不少人 但是还是第一次碰到 想跟自己组队的 不过 没等灵异开口 灵异余光就瞥见 灵异已经拔剑出窍了 二话不说 几道残影闪过 死灵剑气迸发 瞬间几个楚楚可怜的妹子 就被灵异送出副本了 整个过程就是眨眼间 没有给灵异任何反应的机会 感受到灵异的情绪 灵异有些尴尬 她这是吃醋了 几个妖艳贱祸 也敢跟老娘抢男人 灵异觉得好笑 摇了摇头 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灵异却有些慌张 忽然说了句 她们肯定是不怀好意 对不起灵异摇头不用道歉 你做得很对 本来我也没打算跟他们组队 这个小插曲过后 灵异和灵异继续练集 丘陵区的怪物 基本上被灵异碾压塑清了 灵异也开始有意识地 向整个诺亚遗迹的中央区域移动 整个诺亚遗迹 面积太大了 一天时间 想要全部探索完毕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随着时间继续推移 灵异也发现 天空也昏暗了下来 到最后 已经彻底陷入一片漆黑 没想到这个副本 也跟一个小世界一样 有日出日落 不知不觉 她已经在副本中 度过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距离第五轮测试开始 已经过去二十三小时 最后一次积分榜单公布 灵精万表震动一下 灵异看到榜单排名的下一刻 才猛然惊觉 这份榜单之上 此刻竟然只剩三个人的名字了 第一名 陆裕 获得积分 三十亿万四千六百九九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诺亚残骸区第二名 夏宇燕 获得积分 二十八万四千一百三十六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诺亚残骸区第三名 灵异 获得积分 二十一万四千七百四十八 所属小队伍 所在地区诺亚残骸区第一第二 依旧是这两个熟悉的名字 灵异心中的好奇心 渐渐被战役取代 差不多了 最后这一个小时 要是还去沙漠区和沼泽区 说不定还能捡漏一些怪物 但是现在练集 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了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 也缩圈到最后了 该吃鸡了 灵异骑在彭王背上 看着极远处的漆黑天幕下的 诺亚巨传残骸 看了看手上的灵精万表 指向夏宇燕和陆玉的两个箭头 完全重合 这说明 这两人此刻都在 诺亚残骸的中心区位置 并且说不定已经碰面了 灵异 我刚才派出去 侦查的所有飞行兽 全都失联了 他们全都被另外一个意志掌控了 灵幽皱眉 眼中出现了一抹不敢置信 灵异同样是一愣 按理来说 他复活出来的怪物 他和灵幽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尤其是灵幽 身为天灾君主 他没有道理 无法掌控自己的军团 如果有那么之 可能是有更高优先级的技能 或是效果在影响 WOW 灵异感受到极远处的遗迹残骸中 迸发出一道恐怖的精神立场 这道立场 如果不是因为他有全知之眼 甚至都不会感知到 并且 这道精神立场 对他和灵幽而言 没有任何效果 但是 下一刻 灵异就听到整个诺亚遗迹 下方各处都传来了 此起彼伏的兽吼声和提鸣声 随后 灵异就看到无数飞禽走兽 都像发了风一样 开始朝那道波动传来的地方 奔腾而去 灵异和灵幽骑着的两只大鹏 竟然也开始躁动起来 他们竟然想挣脱灵异和灵幽的束缚 加速朝前方飞去 我控制不住了 灵幽惊呼一声 下一刻 他和灵异竟然都被两只大鹏 从背后甩下 慌乱间 灵异还算冷静 下一刻 他将被他存在死灵空间里的 海谷巨龙召唤了出来 巨龙接住两人 灵异开始观察海谷巨龙的反应 却发现 这只由他召唤出来的正统死灵系召唤物 并没有受到 那一股无形波动的影响 灵异沉音片刻 他发现了端倪 那一股无形波动 能够争夺控制权的 都是被他临时征召的怪物 而他自己召唤出来的一切召唤物 他还拥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灵异骑在海谷巨龙背上 看着不断加速飞远的两只大鹏 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敌人越强 战胜之后 就越有快感 不然这一路横推 也太无趣了 在灵异未能见到的 诺亚残骸区中心 这里的场景 让正在观看 这场全国高考 最终轮测试的所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墨亚一记的核心区 此处坠毁了一座 长度足有万米的船型残骸 整个残骸依稀可见 其制造者的心血和巧思 这也是这个副本的得名游览 此刻整个方舟残骸区各处 被密密麻麻的怪物和凶兽侵占 这些凶兽 在来到这里之后 全都不再狂躁 而是巩卫在一记中心区 一名银发少年身边 少年看外貌和脸型 都是稚气未脱 看起来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左右 此刻她的手中 握着一块闪烁着 深蓝色光芒的立方体 立方体表面 闪烁着无数个蓝星世界的人 无法明白的名文 这些名文 像是科技策的产物 也有魔法策的痕迹 单单只是握在手中 银发少年陆玉就感觉 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涌入自己的体内 她的职业是史诗级职业 并且是唯一职业 其名万寿之星 不仅能够自由 便形成蓝星和深渊世界中的 控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其他怪物 操控的怪物越多 她本体得到的加成也越高 正常情况下 目前陆玉的极限 是同时控制332只怪物 并且位格还不能高于领主级 但是 在此刻手中 这块深蓝魔方的助能下 整个诺亚遗迹中 所有的怪物 都沉浮于她 这轮考试 胜负已分了 李千叶下了判断 老大 他手里拿着的 应该就是诺亚方舟的反应炉核心模块吧 李千叶点头 这是这个深渊副本中 最有价值的副本道具 能够极大幅度加成 所有职业者的职业技能效果 本来她的实力 跟夏宇烟就在伯仲之间 现在 拿到这个关键道具 今年的第一 非她莫属了 身为第五轮的主考官 今年的考题 也是她出的 自然早已摸透诺亚遗迹这个副本 方舟反应炉核心模块的效果 她比谁都清楚 这个东西 虽然无法让职业者本身的技能 得到进阶 但会让其进化 技能等级虽然一样 但是效果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神奇的效果 目前李千叶 仅在这个副本的 这个特殊道具上看到过 可惜的是 这个道具是副本绑定 没办法带出副本 死所见 画面中的陆玉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前方的黑暗 黑暗中 看不到任何事物 但在场上万只凶兽怪物 赋予陆玉的野兽感知 告诉她 有人来了 是雨嫣姐姐吗 你还是来晚了一步 现在的我 已经不可能会输了 要不你直接放弃吧 陆玉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看着前方黑暗中的 无形身影 偏头笑道 虽然嘴上说着 让对方放弃的话 但是下一刻 陆玉出手了 只见她单手一抬 瞬间右臂 就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变形 成为一只长度 足有百米的怪物巨掌 朝着下雨烟所在之处 就狠狠砸下 哄 这一砸 瞬间陆玉的面前地表 直接被她砸出一道 数米深的凹坑 这就是她执掌万寿之后 得到的恐怖怪力 动辄之间 法天象的 然而下一刻 陆玉面色一变 她猛然感受到 自己放大之后的右臂 被什么东西生生切断 领域断空 虚无之中 传来少女的轻声呢喃 扑吃滚烫的鲜血 喷尸而出 陆玉右手巨臂 被从根部直接斩断 百米长的断臂 甚至来不及砸落地面 下一刻 大量的鲜血和碎肉 再次迸尸而出 整只巨臂 竟然在寝客间 被不知名力量 切割成了亿万个碎片 最终随风消散 随后 一道浑身包裹在 淡蓝色贴身法袍中的倩影 从一片黑暗中 缓缓浮现 是什么 让你产生了 我会输得错觉 下雨烟眼眸低垂 其中似乎不带有一丝感情 话音落下 陆玉的脸上 露出了紧紧一瞬的惊讶 随后她又恢复了那种 人畜无害的假笑 断裂的右臂 竟然在下一个瞬间 就复原如初 对于万寿之心来说 这种级别的自愈能力 并不值得惊讶 陆玉拍着手笑道 哎呀 姐姐好厉害 不过光是这样 可是赢不了我的 少年话音刚落 似乎心有所感 连忙抬头看向天际 与此同时 下雨烟也是微微侧头 眸光看向天空中 从不远处飞来的海谷巨龙 以及巨龙背上 以极其懒散的坐姿坐着 用右手托着下巴 饶有兴致 看着他们 战斗的另一位少年 临一道场 此刻 整个大厦 年轻一辈的最强三人 与此会见 即使灵异本尊刚刚驾到 但他其实借助全知之言 已经将刚才那一幕 尽收眼底了 甚至连两人的交谈 都听了个七七八八 嗯 很符合自己 对于整个大厦 跟自己同辈中 最强两人的幻想 一个个都是逼王 看到灵异到来 陆玉似乎有些不满 你就是把整个雪山区 和丘陵区的怪物 全都杀光的人 如果不是你 此刻我的伙伴们 会更多一些呢 扫了眼陆玉身边 围着的无数凶兽和怪物 又凝神看了陆玉一眼 瞬间他就眉毛一抬 万兽之心 怪不得自己的两只大鹏 做机会不听使唤 因为 在成为死灵生物之前 这两只怪物 可都算是鸟兽嘞 真要说权限的话 在得到方舟反应炉 核心模块的加持下 的确是陆玉 拥有的权限更高 嗯 看来想用天灾大军 直接横推 剩下两人的构想 彻底失败了 自己可能 也要拿出点真谛排出来了 我赶时间 反正你们都要输 一起上吧 夏宇嫣甚至都没有正眼看灵异 或者说 此刻在场的其他两人 都进不了他的眼 领域之内 他 没有敌手 从初升起 就是如此 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升级 完成转职任务 十年内 大夏战神 必有他一席之地 夏宇嫣很傲 但他的傲来源于 他目前为止 未尝一败的恐怖战绩 无论是同街 还是月街 他都能完成碾压 就算面对一些高转职的长辈 他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大夏年轻一辈最强 最无敌者 无须他明说 别人都会给予这样的评价 语言姐姐 你又抢了我的台词 明明应该是 你们两个一起上才对吧 陆域不满嚷嚷道 天空之中 灵异 则是轻笑一声 我不打扰 你们继续 这场战斗的胜负 对灵异来说 其实早已知晓 但是他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当然 如果下方两人都选择优先处理掉 自己这个第三方的话 灵异也不介意亲自下场参与战斗 语言姐姐 虽然这次 因为有副本道具 赢你有些不光彩 但是总好过一次都没赢过 陆域和夏宇烟 似乎都有默契 他们没有去管天空中的灵异 似乎真正的决战 跟灵异这个陌生人无关 胜者只会在他们之间出现而已 一旦其中一方赢了 碾压灵异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再加之 两人似乎本就认识 而且此前的战斗中 引发少年陆域 应该是一次都没有赢过夏宇烟 所以他心中肯定是有怨念的 不知道陆域到底对兽群下了怎样的指令 下一刻 现场上万只凶兽 双目瞬间变得通红如血 体型全部长大 三分之一有余 灵异双眸一宁 他能够看得出 只是在眨眼之间 这少年 就给上万只凶兽 附加了三四个增益状态 并且每一个都很强 甚至让这些凶兽的位格 都直接暴涨半戒 扑通 扑通 灵异耳边也传来了如同战鼓一般的心跳声 那在在场上万只怪物 同一时间 同一时刻 一起心跳的声音 此刻 万兽一心 狂话 嗜血 增福 议会听众 萧璇一看着陆域 终于把所有的底牌交出 不由地念出了 他所知道的技能名称 这小子 竟然已经把所有技能 升到五阶了 有核心模块的加持 这四个五阶技能 给的增益太恐怖了 最后 这个状态是 煞血兽萌 这是六阶技能 他真的平了 面对上万只强化过的凶兽 夏宇烟的应对 依旧淡然 光移到淡蓝色的领域光圈 瞬间以夏宇烟 脚下为中心 迅速扩大 直到笼罩了数百米范围 所有进入夏宇烟领域范围内的凶兽 在下一刻 就会被不知名的斩击 切断手臂 大腿 甚至直接腰斩 然而 这些凶兽 遭受如此重创的情况下 竟然下一秒就会完好如初 包括那些被腰斩和斩首的凶兽 似乎他们已然获得了不死之身 哈哈 我的伙伴们 已经不死不灭了 于烟姐姐 你的断空领域 被我破解了哦 陆玉表情有些猙獰 开启这个状态 她其实也并不轻松 对她的消耗也极大 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除了萧悬一和孟老 看出端倪了以外 其他人没有一个看出 陆玉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灵异 煞血兽萌在持续时间内 使你的所有召唤兽 共享生命值 在生命值总额被清空前 所有召唤兽 不会死亡 有一说一 这个buff在召唤兽数量 不够多的情况下 其实还好 但是 此刻在陆玉 借助核心模块 掌控了上万只凶兽的情况下 就有些无敌了 上万只凶兽的合计生命值总量 就会是非常恐怖的数字了 下雨淹冰冷的谋中 依旧没有丝毫的波动 似乎陆玉的拼命 对她来说 依旧没有丝毫威胁 你让我有些失望 其实获得了如此大的加成 也不过如此 领域兼末 在陆玉有些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下雨淹切换了领域状态 从领域断空 变成了领域兼末 并且 这个领域的笼罩范围 比之断空扩大了七八倍 深灰色的兼末领域 将陆玉和无数凶兽 尽数笼罩其中 很快 这个领域的特殊效果 就展现出来 那些被陆玉附加了狂化嗜血 以及煞血兽萌效果的凶兽 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加成 变成了此前普通的模样 同样被这个领域笼罩 其中的灵异也发现 自己所有低于六阶的技能 全都无法使用了 该结束了 领域叠加灼炎 赤烈的火光 恐怖的高温 赤红色的灼炎领域 叠加在灰色的尖末领域之上 瞬间在场的上万只凶兽 化为飞灰 这一幕是极具有冲击力的 就算是灵异早已知道 是这个结果的人 都要说一声精彩 假笑少年 鹿域不孝了 身为万寿之心的他 在所有召唤兽 全数阵亡的这个时刻 战败的丧钟已然敲响 无目 你欺负人 你等着 我要告诉我爷爷 下一刻 鹿域主动选择 按下红色按钮 退出副本 此前被他拿在手中的 方舟反应堆核心模块 也被夏宇烟捡了起来 他抬起头 看向天空中 骑在龙背上 表情同样淡然的灵异 到你了 终局之战 正式来临 夏宇烟的手 在握住方舟反应炉核心模块的下一个瞬间 他的领域在瞬间 就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开始扩张 如果说核心模块 让鹿域对召唤兽的掌控力 从三百只突破到万只的话 那么对夏宇烟的影响 就是他所有的领域效果 不仅得到了净化 覆盖范围 也从千米级 扩展到了万米级 然而 下一刻 夏宇烟直接将这块深蓝色的魔方 丢在了地上 他的骄傲 不允许他使用这种额外加成能力 失去魔块加成 夏宇烟的领域 恢复正常 因为面对灵异 他无需利用这些身外之物 也能轻松获胜 结束了 走 去接人吧 这小子运气不错了 本来应该是第三的 现在能混得第二也不错了 通知宣传组的那些人 尽快调试一下 马上要全国放榜了 李千叶看到这里 站起身 准备离开检考试 去处理这轮考试的善后工作 悬念已经没了 夏宇烟强得可怕 领域之下 无人生还 议会听众 萧璇一也露出笑容 孟老 这下您总应该承认 夏宇烟应该赢了吧 我承认 他身为一个普通职业 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给了我很不震撼 但是也到此为止了 李千叶也好 萧璇一也罢 甚至此刻正在观战的李元净 以及在东江省观战的齐国光 所有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这场终局之战 在开始时 就已经失去悬念了 林毅的胜率为零 他必败无疑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如此考虑 夏宇烟的名字写在今年的全国考生排行榜第一位的时候 副本中的画面 让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孟老依旧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 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宇烟这孩子是不错 可惜接了他爷爷的臭脾气 从来不肯正眼看人 今天他也应该得到一些教训了 如果不是这女子实力不错 今天你我可能也还看不到 这林小子真正的底牌 孟老话音刚落 萧璇一才意识到情况的不对劲 夏宇烟看着天空中的灵异 眸光有了一刹那的波动 因为即使被他的两重领域笼罩其中 灵异竟然也没有丝毫受影响 只不过海谷巨龙和灵幽 都被他收回死灵空间里了 在肩默领域和卓妍领域的双重叠加下 灵幽的所有技能都被封印了 并且也难以承受卓妍领域带来的高温 所以灵异就提前将他们收回去了 灵异身后出现一对疾风之意 他缓缓落地 我必须要承认 你应该是目前 我见不跟我同辈的人之中 最强的那个了 封印六阶技能的领域 空间斩机领域 真是有些离谱了 不过 你既然都这么离谱了 我用些更离谱的技能 也不过分吧 最后这句话 灵异并没有宣之于口 而是在心里对自己说的 此前他一直克制自己 一直藏着自己的真实实力 其实就是怕自己展现出来的东西 实在太过惊世害俗 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现在看到陆异和夏宇烟 这两个变态之后 他才意识到 整个蓝星号称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夏 并不缺少天才 国家高层 既然容得下他们 肯定也容得下自己 那么 自己也没必要藏着野爪了 七接七寿 以示尽异吧 随后 灵异随手一指 只向领域中心的夏宇烟 下一刻 夏宇烟面色一变 整片灼眼领域的高温 在这一刹那 猛然骤降 以灵异为中心 整片灼眼领域 甚至开始揭出 一片白色的冰霜 这一幕 直接看傻了所有人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可以在两重领域的叠加下 不仅没事 反而 还能无形之中 扭转整个领域的效果 现在灼眼领域 看起来就跟失效了一样 改名叫冰寒领域都不为过 这不可能 领域兼末 能够封印住所有六阶以下的技能 并且驱散所有六阶以下的增益效果 为什么 他还能使用技能 萧璇一有些看不懂了 他不明白 也想不通 在他看来 灵异应该瞬间化为飞灰 才符合预期 等一下 这个魔法波动 这是七阶 孟老给了一旁大惊小怪的萧璇 依一个意味深远的眼神 那眼神好像在说 你现在才发现 灵系七阶 灵魂风动 孟老眼中出现一道金芒 口中吐出几个字 他等这一刻 等了很久了 九居上位 加上实力恐怖 他早就发现 灵异拥有施放高阶技能的能力 但是从第五轮考试开始 这小子所遭遇的一切 都太弱了 他完全凭借死灵系的召唤物 就能够横推整个诺雅一技了 如果不是夏宇烟 是一个合格的对手的话 就算是孟老此刻也不确定 灵异的真正实力 到底在哪个层级 现在他确定了 他 真的能使用 超越六阶以上的技能 七阶技能 这些思维 只不过是一刹那产生的东西 而副本中 这一刹那中发生的事 让刚刚才站起来的李千叶等人 重新做下了 因为 那高高在下 那不可一失的夏宇烟 在他自己的双重领域中 被一块金银剔透的寒冰 彻底冰封其中 而灵异带给他们的震撼 不止于此 迎一到清月的龙银盛 响彻整个诺雅一技 下一刻 漆黑的天幕 被赤红色的火光染红 一条完全由纯粹的火元素 组成的巨龙煽动双翼 宛如一颗流星 划破天际 随后 赤炎龙溪如天铺一般落下 扫过整个一技中心的诺雅残骸 路径上 自然也包括 完全被七阶兵系 灵魂风洞控制住的夏宇烟 此刻寒冰之中 夏宇烟的表情 多了一丝惊恶 他此刻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的领域 对眼前的少年无效了 尖末领域 仅能针对六阶以下 而他出手就是七阶 并且 是双系七阶 七阶的火系技能 对比灼眼领域 自然是灵异这边 对火元素的精通和掌控力 要远超他的领域 咔嚓蹦 龙溪扫过 夏宇烟的双重领域 彻底破碎 大屏幕上 一片火海中 只有灵异 依旧淡然地站在原地 火光明灭 灵异的影子 被拖得很长 照在远处方舟 遗迹残骸上 更显压迫感 李千叶合上了张大的嘴 两个七阶法术 带来的震撼效果 是无与伦比的 就算是他 此刻看到灵异的时候 都不由低心声寒意 死灵蟹 但是偏偏又样样都很专精 这场考试 灵异给他带来的震撼 是别人完全比不上的 如果说 此前只是欣赏 现在李千叶对灵异 就是刮目相看了 这场终局之战的波折 实在发生得太剧烈 也太快了 刚刚他还觉得 灵异要被秒了 谁知道最后 他是反秒别人的那个 李千叶站起身 这次应该真的结束了 走 去接人吧 与兼考试一强之隔的另一端 负责送考的各省教育署 机关单位的高层们 是全国高考第五轮 没错 两位考生都只是二转而已 没错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真刀真枪牵起来 还真打不过这两人中的 任何一个李源静 更是激动地浑身发抖 如果不是影响不太好 他可能现在都要卧槽出声 并且大肆宣扬 这就是我们东江最强的年轻一辈 不 从今天之后 就应该是整个大厦 最强的年轻一辈了 东江第一考场 齐国光坐在椅子上 看着大屏幕上的灵异 浑身指不住地颤抖 是他 真的是他 一切都尘埃落定 他回想起在苍蓝城外 当时他飞行在空中 灵异在城门外 那惊鸿一片 一切都合理起来了 这个时代 真的有一颗星星 要升到大夏的天空之中了 他绽放出来的光芒 说不定比猎阳更甚 副本庄 灵异看着火光和浓烟的中心 有些感叹你贴身的那个领域 强度有些高 竟然扛得住我的天眼龙溪 灵异这句话 让所有观战者都是疑论 下一刻 他们惊觉 夏宇烟被两个七阶魔法轰重 竟然没有当场落败 寒冰融化 夏宇烟的头发 散乱地贴在脖梗上 让他看起来无比狼狈 嘴角也有淡淡的血迹 明显刚才灵异的攻击 让他元气大伤 无数如同玻璃一般的透明薄片 从他的体表剥落 随后破碎消失 这是一道从夏宇烟登场以来 就一直覆盖在他体表的微型领域 就是这层贴身的领域保护 让夏宇烟抗住了灵异的七阶魔法 好敏锐的观察链 萧悬一这次也为灵异送上了赞许 他之前因为是旁观者视角 并且通过手环的转播录像清晰度 也就那样 毕竟没在现场 所以他也忽略掉夏宇烟的这个保护领域了 此刻结合夏宇烟的技能组 他很快就认出这个技能了 领域否决 能够排斥领域内的一切其他物体 攻击 甚至能量 他现在已经能够做到 将这个领域完全覆盖体表了吗 萧璇一道吸一口冷气 为夏宇烟的执着和努力而惊叹 因为他知道 这个领域太特殊了 虽然效果极其恐怖 但是使用的代价 也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这个领域的排斥效果 甚至会排斥领域释放者本人 覆盖全身体表 就意味着夏宇烟 无时无刻不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这就是绝对领域的代价 夏宇烟还从未经历过 如此狼狈的时刻 他心中已然怒急 并且对胜利的渴望 也终于让他抛却了此前的骄傲 他意识到 灵异并非是一个 可以任由他蹂躏的猎物 此刻猎人和猎物的角色 早已完成了转换 他捡起了地上 刚刚被他弃如碧履的蓝色魔方 灵异只是看着 并没有去阻止 因为这本来就是 他应该拿到手的副本道具 按照正常流程 夏宇烟和陆玉 就是先一步抵达 以及残骸区的人 拿到这个道具 并且凭借他 得到无可厚非 他已经完烂了 夏宇烟右手握着方舟反应炉 核心模块 瞬间就感受到了一股 浩瀚磅礴的力量 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刚刚的伤势 几乎是在几个呼吸间 就被完全修复 与此同时 整整十层透明的光膜 在顷刻间凝结 随后完美覆盖在夏宇烟的体表 领域否决 十倍强化 除此以外 一灰一蓝一红 整整三道领域 以夏宇烟为中心 开始向外扩散 领域裂空 领域死寂 领域湮灭 此刻 三重领域 都已然得到了净化 并且彼此交叠 这片绝对领域之中 万物都应孝王 去死 三重领域 彻底展开 翁一道无比厚重的空间断裂 切割声响响起 蓝光乍现 灵翼被这道空间断裂斩击 从中央树枝斩断 湮灭领域带来的火光 将此前灵翼制造出来的寒冰 尽数融化 下一步 融化的 就应该是灵翼了 似乎这场战斗 终于迎来了终点 战斗场中的变故 让李千叶完全来不及反应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拯救灵翼 完了 如此年轻 如此优秀的一个苗子 就要陨落在此了吗 然而 下一秒 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叹息 本来不想用的 冷却时间实在太长了 该结束了 这是灵翼的声音 他的声音 似乎跟之前那种慵懒和随和 有些不一样了 取而代之的是 多了一种不可质疑 替你众生的味道 刚刚站起来的李千叶 又坐下来了 因为他看到画面中 被裂空斩 直接切成两半的灵翼 斩机的伤口处 并没有流出任何一滴血液 反而冒出了几缕深蓝色的火焰 这几缕火焰冒出来的下一刻 独属于下雨烟的赤红色湮灭领域 当即崩溃 咔嚓 蹦 反火怎配在至高之火面前燃烧 疼 议会厅内 一直都很淡定的梦毛 猛然站了起来 随后 萧悬一才发现 这位立于大厦站立顶层的真正强者 竟然瞬间消失了 监考试中 孟老主这拐杖的身影 猛然浮现 随后在李千叶 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下一个瞬间 孟老手中的拐杖 轻轻一点 下一刻 整个灵精转播装置 就已然被他融化成了一堆灼热的残渣 随后 所有人面前的副本被转播录像 全数消失 怎么回事 故障吗 搞毛啊 正精彩呢 怎么回事啊 那小子不应该被斩死吗 怎么还活蹦乱跳的 操 那蓝色火焰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到了吗 夏雨淹的那个灼烟领域 好像又一次崩溃了 不是 不要在这个时候故障啊 整个大厦 正在收看第五轮中局之战的人 全都撕巴达了 嘴上说着 妈卖屁 心里跑着草泥马 这特么根村只有什么区别 他们很想知道 这场战斗的结局 两人都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是完全能碾压这一届大厦 所有年轻一辈的断层级的墙 这种级别的对抗 他们甚至只能在每四年 才会举办一次的 全球职业者奥运赛中看到 没想到 今天就看到全国高考 就让他们开演了 东江第一考场 齐国光 看着已经陷入一片黑暗的大荧幕 正正出神 随后 浑身汗毛炸起 那一抹深蓝色的火焰 那屁逆众生的至高一瞥下一刻 他什么都明白了 地经教育总署 顶层议会厅中 无数大厦教育总署的高层面面相去 萧悬一看着 已经陷入一片花白的屏幕 若有所思 深吸了一口气 只有他知道 孟老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很可能林依下一秒 要展现出来的东西 会引发整个蓝星无数势力的觊规 他是在保护两位大厦的顶级人才 监考试中 李千叶人都梦了 梦梦老 您 您怎么来了 虽然知道这位大佬 很可能一直都在旁观这一轮的测试 但是李千叶却不敢想象 自己竟然能亲眼见到他 没有别的转播画面流出了吧 孟老气势逼人 质问李千叶 李千叶点头没了 转播串流的源头 就在我们这里 现在应该没有人能知道 副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孟老点点头 然后继续道你 你手底下的所有人 今天之内 必须签下S级射密死器 你们刚才看到的一切 听到的一切 严格保密 不签着 按照相关法律处决 还有统计一下 今天全国各地收看部这轮考试转播的人 执行相关的记忆清除流程 为者 一律处决 炎毕 孟老身影消失 李千叶代理原地 后级发亮 S级射密死器 这是签下之后 就要履行一生的绝对保密死器 如果泄露了相关秘密 死器中的法则之力 会直接将泄密者当场处决 而不签这份S级死器 下场也是被当场处决 而他们已经算是 信任了 起码他们不会 缺失一段记忆 刚才那一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孟老如此大动钱庚 不惜启动这样繁琐 而严厉的流程 也要让这份录影资料 知被极少数人知晓 其他人更是会遗忘 他们看到的一切 诺亚一计 夏宇烟看着灵异此刻的姿态 一阵阵来自直觉和灵感的 本源心境 让他产生了 此前从未有过的情绪恐惧 乃至敬畏 这不可能 夏宇烟无法理解此刻的情况 仅仅只是一束深蓝色的火焰 就让他已然同样进化到 准七阶的领域 湮灭在顷刻间破碎 与此同时 自己的另一重领域裂空 每秒足有上百次的空间斩击 也对眼前的灵异 没有丝毫效果 彷佛他的血肉之躯 已然消失无踪 转而升华成为了 更高层次的存在 在两人战场数万米的高空中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 孟老主这拐杖 静立于虚空之中 双目凝视下方的战况 此前在看到灵异体内 蹦剑而出的深蓝色火苗时 只不过是惊鸿一片 没有看清 就被他自己强制切断 转播画面了 此刻亲眼见证 孟老主真确定了一件事 十多天前 刚刚上传到数据库 代号为冤界炎黄的深渊魔皇 竟然就是灵异本人 只不过是这短暂思考的功夫 孟老赫然发现 灵异已然完成了蜕变 深蓝色的火焰 覆盖了灵异体表的各个角落 或者说 他本人此刻 已经变成火焰的化身 随后 他本人也挣脱了重力的束缚 开始不断升高 已经入夜的诺亚遗迹中 宛如从地平线下 重新升起了一轮蓝艳大日 刺目的光芒 让夏宇燕差点睁不开眼 并且浑身都感觉在被烈日 炙烤灼烧 灵异忽然抬头看向高空中的某处 眸光滑过万米距离 聚焦在隐藏于天幕和暗影中的孟老身上 孟老双眼再次绽放出一阵金光 他看得到我 这小子还有底牌 灵异只是看了孟老一眼 很快就收回了目光 看着下方已经收回所有的领域 紧紧留下护体领域否决的夏宇燕 灵异五指张开 神火天正 天空中的太阳 宛如骇闪一般 迸发出最炽烈的光芒 随后轰 整个诺亚遗迹的空间都在颤抖 方舟残骸 地表植被 被恐怖的高温瞬间湮灭蒸发 沼泽和湖泊在寝壳间蒸发殆尽 高空之中的孟老面色一变 他清楚地看到 灵异释放的这个技能 威能在尚未完全爆发出来的时候 覆盖在夏宇燕身上的石漆盗领域否决 同样被直接蒸发崩碎 不好 孟老心中一沉 当即不再继续观望 他一个闪身 出现在夏宇燕身旁 拐杖轻轻一点 一道翠绿色的波纹荡漾开 将夏宇燕保护其中 与此同时 神火天真正式爆发 河暴降临整片遗迹 位于河暴正中的孟老 在翠绿色波纹的庇护下 毫发未伤 但扑面来得灼热 仍旧让他惊叹于 灵异这个技能的恐怖威力 八截顶格部 接近九截的威能了 这小子 虽然此前早已一眼看穿 灵异深藏底牌 但是当这张底牌真正曝光时 孟老还是错估了其恐怖的实力 陆宇和夏宇燕是天才吗 这个问题 就算抛给大夏的战神级强者 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但是 所谓天才 亦有差距 此后 整个大夏年轻一倍 灵异之后 便在无人可称天才 孟老看了看 被他救下 但已然浑身浇黑 陷入昏迷状态的夏宇燕 叹息一声够了 小子 你赢了 天空之中 灵异也早已看到 下方发生的一切了 处于自己神火天真的核爆中心 不仅毫发无损 还看起来游刃有余 这老者 好强的实力 他想干嘛 难道是这什么夏宇燕的亲属长辈吗 这一刻 灵异甚至想一个火系静皱砸下来 然后溜之大吉 没办法 这也算是灵异的应急反应了 不过再观望了一下 看到这老者对自己 并没有什么敌意之后 灵异意意识到 又是自己老毛病作祟了 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从这老者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就算自己真的召唤八荒天蕴砸下来 大概率也杀不掉他 就在灵异胡思乱想间 整个诺亚一记副本 都开始猛烈震战起来 位于地表的诺亚方舟残骸 就是这整个副本的核心 而此前被夏宇燕 紧握在手中的方舟反应炉核心模块 此刻已然碎成了一堆灰白色的粉末 失去了这块核心魔法 整个诺亚残骸 也被灵异的神火天真 彻底蒸发湮灭 所以 在世光之城匪列卡因发生的事 应该很快就要在诺亚一记上演了 灵异看到了大量空间裂系 在副本各处出现 整个副本空间 都开始不稳定 像更深层的深渊坠落 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早 下方的梦老喊了一声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到 自己也被那一片翠绿色的波纹包裹住了 一阵天旋地转后 再次获得事业时 灵异发现自己 已经出现在 此前进入副本前的那个地下大厅中 监考试中 很快 一直负责管理淘汰考生的事务组 就给李千叶发来了信息 就在刚刚 诺亚一记这个副本中 最后剩下的两名考生 已经全部出来了 李千叶之 觉得大脑嗡的一下 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 距离梦老前来关闭整个转播装置 才过去了不到半分钟吧 第五轮 终局之战 就这么突然结束了 那么 谁赢了 抱着这个巨大的好奇心 李千叶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此前的副本入场大厅中 他看到副本门口 孟老正站在那里 跟另一人说着什么 而那人 赫然就是灵异 与此同时 一旁还有几位负责给淘汰考生治疗 和急救的牧师职业者团队 担架上 躺着一个双目紧闭 浑身焦黑 有些惨不忍睹的人 依稀还能看出 那是夏宇燕 谁赢谁说 结局已然揭晓 李千叶深吸了一口气 他无法理解了 实层领域否决加深 他怎么会伤成这样 如果不是孟老出手 是不是夏宇燕此刻 已经彻底身亡了 然而 转播切断后 副本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知晓了 如此想来 李千叶心中 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自己干脆 也去清洗记忆拉倒了 不然带着这个疑惑和好奇 度过下半生 有些痛苦 孟老看了一眼李千叶 然后 环视周围一圈其他考生 淡淡宣布了这场考核的结果 他指了指灵异他 是这一轮的最后赢家 分数以满分来计算吧 对李千叶吩咐完之后 孟老看向灵异 开口道小子 跟上 灵异摸了摸鼻子 又看了眼躺在单架上 奄奄一息的下雨烟 心里有些忐忑 自己终究还是没藏住 哎 展现出来的东西 还是太恐怖了吗 灵异跟在孟老后方 途经其他在先前 就已经被淘汰的考生身边时 灵异发现 这些人都在以一个 见了鬼一般的敬畏表情 看着自己 并且完全不敢靠近 自己身边三里范围内 灵异有些不理解 好像自己没这么恐怖吧 这些人也应该只是看过 自己统帅一只 死灵天灾军团的样子吧 用得着这么畏惧吗 李千叶同样看到了这一幕 他目送着灵异 跟着孟老 消失在漆黑走廊的尽头 心中浮现一丝嫉妒 如果说陆玉和夏宇嫣 对这次参加第五轮考试的 其他考生 是断层式的碾压的话 那么灵异 对夏宇嫣 也是断层式的碾压 双方完全不在一个力量等级上 从今往后 放眼整个大厦 年轻一倍 灵异 就是最高的山 最长的河 就在李千叶正正出神的时候 哄 整个地下空间 都开始震动起来 随后 李千叶恶然发现 诺亚遗迹的副本入口光幕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缩小塌陷 副本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回事下一刻 整个地下空间的所有人 再次收到一条蓝星世界通告 副本关闭通告 请蓝星全体职业者注意 表层深渊五人 副本诺亚遗迹 因副本核心方舟反应炉 核心模块被毁 副本结构被破坏待戒 即日起 该副本从表层深渊 副本序列中 永久除名 此后所有职业者 将无法再进入该副本境 该副本的最终通关者 将列入全球副本名人堂 李千叶 看向已经跟着孟老 走出大门的灵异背影 心中出现了深深的震撼 哈 莫亚遗迹这个副本 直接消失了最后一个通关的人 岂不是就是灵异 李千叶此前就知道 灵异在参加审考时 就已经通关过某个深渊试炼副本 并且还因为一些巧合 登上了全球副本名人堂 现在 他的名人堂记录 又多了一项卧槽 小子 你做得不错 也很警觉 懂得隐藏自己 只不过你藏的东西 让我这把老骨头 都要刮目相看了 另外 你下手也有些狠了 漆黑的走廊里 孟老的话语中 带上了欣赏和慈祥 这让灵异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似乎这位老者 应该代表的 就是整个大侠 真正的高层了吧 他们对自己的态度 好像还行 见到自己的升华形态 也并没有太过震惊 嗯 想来也是 整个蓝星 强者无数 可能八阶的异化火系魔法 能够震慑绝大多数人 但是却无法震慑住 这些真正掌握权力 和制高力量的人 不过灵异 还是小心开玩笑地试探到您 不会带我去什么实验室 把我解剖做研究吧 走在前面的孟老步伐一致 随后失笑道 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了 吃人的怪物吗 还有 臭小子 别太得意了 你虽然现在很强 成长潜力很大 但是夭折了 就什么都不是 你知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国家 多少组织 多少个人 对我们大下虎视眈眈 对你们这些少年天才 巴不得出之后快 我们人族内部 本身就不可能完全团结 人与人之间 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起争端 更别说国与国之间 除了这一点以外 整个深渊世界 成千上万个一世界的文明 也巴不得将我们蓝星文明 生吞活泼 整个环宇的资源 都是有限的 文明想要发展和存续 只有彼此争斗掠夺 你死我活 梦老一番话 让灵异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此刻大下 乃至整个蓝星人族面临的危机 并且也体会到了这位老者 乃至整个大下高层的眼界和格局 他们的意识层面 已然到了文明的存续这个阶段 灵异虽然敬佩 但是说实话 她不想站在这么高的层面 甚是一切 之所以渴望力量和变强 单纯只是想在这个世界 有立足之地罢了 好了 扯远了 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孟远舟 叫我一声孟老就行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们 很重视人才 你 夏宇燕 陆玉 乃至能够进入第五轮的所有考生 在未来 一定都能够有一番作为 你们是延续我们星火的后辈 也是大下 乃至整个人族的希望 所以 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保护你们 茁壮成长 我看得出 你比其他人都要成熟 就像你十八岁的身体里 装着的 是一个几十岁的灵魂一样 哈哈 孟远舟说到最后 自己都哈哈大笑起来 灵异此时才放心下来 如果大下的高层 真要对自己不利 说句实话 灵异发现自己 也没有什么挣扎的空间 他很强 但是 跟这些活了数百年 技能 装备 天赋 武魂各方面都拉满的强者比起来 他真的还不够格 好了 闲话 也不多说什么了 灵异 我很看好你 我了解了你的家庭背景 现在更对你本人有了些许了解 我不希望 你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陨落夭折 我们经历了太多惨痛的教训了 所以 我必须提醒你 保持你现在谨慎的好习惯 这个世界 超乎我们想象的技能 道具 地狱效果 灵精皱纹太多太多了 不引起那些有心人的注意 你们年轻人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对 狗柱发育 别浪 不过 你现在已经是今年的全国高考第一了 这一点是没办法隐瞒的了 只能是你自己多留心 其他时间 我要你和光同尘 收敛锋芒 等你成就战神的那一天 这片世界 都奈何不了你的时候 你想怎么狂斗行 灵异点点头 虚心兽教会的 孟老 看到灵异的反应 孟远舟很欣慰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询问到对了 你刚才在副本里 已经升到六十级了对吧 收到降渊灵层的入场邀请了 灵异点头 她正好想询问一下 有关降渊的事 孟远舟道长话短说 你对深渊 应该已经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了 你所经历的世光之城 和诺亚遗迹 都是深渊副本的一种 但是这些副本 实际上都是深渊的表层副本 你可以把深渊世界 想象成一片永无止境的深海 大多数深渊副本 都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游船 而降渊 则意味着 你正是潜入海平面以下了 深渊世界 从表层进入深层 每一层都有特定的深渊规则 副本难度 也会逐级提升 当然 奖励也更加丰厚 降渊地灵层 就是你迈向深层的第一道砍 同时 也是降渊二十层之前 你唯一一个 获取高品级天赋的机会 灵异文言 眼前一亮您是说 降渊地灵层 将会额外奖励一个天赋 也可能是专属装备 或是一个永久持续的增益状态 总而言之 降渊灵层 对所有职业者来说 都是一个此生仅有的机会 不过降渊地灵层的副本 也是有区别的 小子 你知道 咱们全国顶尖的大学 跟那些211 985超一流大学 有什么区别吗 灵异摇头不清楚 这其实也是灵异一直好奇的地方 所有人给他灌输的思想 都是 好好考试 取得一个好名字 然后 职业者的道路都大有弊异 那么区别到底在啊 是理论知识吗 灵异认为在这个灾变时代 信息虽然宝贵 但绝不是任何一个个人 或是组织 能够牢牢抓在手中的东西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是稀有资源吗 那么 自己通过大厦功勋点 也一样能够兑换 甚至赚取功勋点 最好的途径 不是进入职业者大学进修 而是直接参军 进入职业者联军 只要立功 就有大把的功勋点能够获得 所以 这些全球顶尖学府 一定有其他组织所没有的东西 是副本 孟远舟给出了答 准确地说 是副本的入场资格 这些等你进入大学了 自然会深有体会 我就不多做说明了 我只说一点 那就是全球各大顶尖高校 排名前三的学府 掌握着最特殊的 降渊临层的副本 你如果现在就接受 降渊临层的邀请 那么进入的 只会是最普通 难度也是最低的降渊临层 全蓝星统一 获取的奖励上限 也仅会是A级 而全球各国的第一学府 所掌握的特殊降渊临层副本 奖励上限是SSS级 林毅彻底明白了 这样 顶尖学府 跟其他民间组织相比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 你应该不用担心录取的事情了 全国第一啊 而且 是五轮全满分第一 多少年没见到了 应该是你挑学校 而不是学校挑你了 好了 现在李千叶 他们应该在忙着全国放榜的事 大概一个小时后 就会全国公布了 你去找他要这次全国状元的奖励吧 林毅谢过孟远舟 走出房间 原路返回 找到李千叶的时候 林毅发现 这位总考官 对他的态度 简直是180度大转弯 言语中 甚至带上了几分恭敬 来领奖励的吧 坐 来 就坐这 老江 愣着干嘛 赶紧去给我们的全国状元倒茶啊 就用我前年买的顶级毛间 林毅被李千叶热情招待 在听到珍藏毛间的时候 林毅发现 李千叶手下的那些人 看自己的表情都变了 灾变时代 很多蓝星的植物 都产生了异变 大厦古文化中的茶文化 跟西方的咖啡文化 受到的冲击 简直就是灾难级的 不是有毒了 就是味道大变 完全喝不下去了 也就是近几年 相关基因培育工作才到位 基本能够复现出曾经的口味 不过 当李千叶珍藏的毛间茶 端到林毅面前 林毅尝了一口之后 立刻不动声色地将其放下了 你特么管这叫真藏级的好茶 怎么还特么有股香菜味啊 受不了了 死后 那杯茶林毅再也没有碰过 跟李千叶大聊几句后 林毅的奖励终于来了 林老弟 你的一千大下功勋点 已经记录在你的职业者 功勋点账户中了 功勋点的兑换和使用 是连通全国各大 主要基地式的交易行系统的 你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 查看列表 然后兑换 然后是这个 李千叶将一个檀幕盒子 放到林毅的面前 林毅打开之后 看到里面放着一块 闪烁着银银紫光的多彩灵精 瞬间眼前一亮 这是你的A级天赋灵精 这类灵精 平时都会放在宝库深处 以特殊的方式保存 但是就算这样 保质期也仅有半年左右 现在被提取转移出来 趁着灵精效果 还没有彻底散去 你赶紧使用吧 对了 忘记告诉你要怎么用了 将灵精放在额头上 闭目感应就行了 林毅从盒子中 拿出泛着紫光的灵精 灵精光滑扩散开来 将整个房间的墙壁 都映衬得多彩多目 灵异看到这一刻 不只是李千叶的那些手下 就算是李千叶本人 眼中都多出了一丝火热 这可是一个A级天赋啊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完全无用的天赋 只有可能是跟自己的职业相性 不那么相配的天赋 但事由总是比没有要强的 祝你好运了 能拿得好天赋 李千叶祝福到 灵异点点头 将天赋灵精 放到自己的额头上 随后他闭上眼 仔细感应天赋灵精 不多时 灵异就感受到 一股波动 从额头涌入自己的脑海 下一刻 一股神秘的力量 也在自己的意识海中 生根发芽 通过这种方法 获得天赋 竟然有如此奇妙的体验 叮 恭喜你 获得新天赋赛博改造 灵异一愣 这天赋迷是什么鬼 难道是能让自己 变成机器人吗 灵异很快查看起 自己新获得的这个天赋 详细介绍 赛博改造 稀有度A 及类型被动天赋效果 将机械师枪炮师的正统职业技能术 添加至你的旁支 职业技能术 备注血肉苦落 机械飞升 加入光荣的进化吧 看完效果之后 灵异彻底呆住了 卧槽 机械师和枪炮师的正统职业系技能术 现在变成自己的旁支技能术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现在可以学习这两个职业的技能了 下一刻 灵异的双眼就亮了起来 这天赋 属于是打破职业壁了 看到灵异的表情和反应 李千叶询问道 怎么样 觉醒成功了吧 你可以上职业者论坛了解一下 你觉醒的这个A级天赋怎么样 里面置顶的精华铁脸 有咱们大厦职业者联盟公布出来的 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A级天赋的评级 每个人的天赋 都是一位职业者最隐私的秘密 直接询问是非常无理 且找打的行为 李千叶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不会询问灵异 到底觉醒了什么天赋 但是 看灵异有些纠结又拿不定主意的样子 所以才出言建议到 职业者论坛 灵异还是知道的 这是一个大厦官方建立的 给职业者分享心得 或是去世的网络社交论坛 只要你是职业者 在通过官方的注册审核后 就能够浏览和发帖 能被官方加金的帖子 一般来说 都具有权威性 这类帖子 大多都是测评 或是某个具体副本的攻略 本来灵异是没打算看看自己这个天赋 在官方评价 榜单里的反响如何的 因为这天赋 对他来说 他感觉既新奇 又有强度 不过李千叶都开口了 灵异抱着好奇心 拿出手机 登陆了大厦职业者论坛 此刻灵异的职业者评级 只有最普通的轨迹 能够浏览的帖子不算多 但是这种天赋评级贴 官方也没有设置门槛 灵异点进去 能够正常浏览 进入帖子之后 先是惯例一串导演 和宇宙免责声明 灵异直接跳过 手指上滑 一份表格出现在灵异面前 整个表格数据总量 足有1146条 这说明 目前大厦官方 自己已经统计进入 数据库的A级天赋数量 就是这个数字 说不定 自己这个天赋 未必在这张表格中 也说不定 灵异不断往下拖动表格 整个表格的排序方式 是以编者制定的平级规则 不断往下排列的 从T0到T4 依此类推 灵异在即将把表格 拖到底部的时候 看到了T4级评价的简介 实之无畏 岂之可惜 获得了之后 对战力 也几乎不会有 太大提升的天赋 堪称A级之尺 这条简介下方 灵异一眼就看到自己 刚刚解锁的天赋了 赛博改造 一个能够让 非机械师和枪炮师职业者 解锁其相关技能术的天赋 跟魔力贯注战斗训练 刺杀大师 这些天赋一样 能够让其他职业者 解锁法师 格斗家 刺客的正统技能术 乍一看 这些天赋 可能非常有创造性 毕竟使用其他职业者的技能 在战斗中 不仅能够出奇制胜 更能够解锁和发掘 自身职业系的更多可能 然而 想象总是美好的 现实是 这类天赋 有一个重大缺陷 先不谈它 只会给你添加到 旁之职业技能术中 单说升级技能 就有一个天坑在等你发掘 没错 你解锁的这些 其他职业者的技能 想要升剑 需要花费十倍于你自己 本家职业系的技能点 这就注定了 大部分职业者 就算强行加点 最后也只能解锁一阶 顶天二阶的相关技能 而这其中 能跟自己的职业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 化学反应的情况 目前来说 编者还从未见到过 可以说 这类天赋 在得到之后 就是会放在角落里几辉的存在 不会真的有人选择 不加自己的本家职业系技能 而花费十倍技能点 去加这种技能吧 看到这里 灵异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你别说 还真有 灵异算是知道 为什么自己得到的 这个A级天赋 在官方论坛的天赋评级里 被划分到T4级了 原来这个天赋 有个隐藏的效果 并没有在天赋效果中说明 这其实应该算是蓝星天道 对这类天赋的限制 你想用其他职业系的技能 可以 但是要花费 十倍以上的技能点来加点 这个限制 也就杜绝了这个世界上 存在完全跨职业技能系 想学什么技能 就学什么技能的 灵异估计这类天赋的评级 至少也要到SS级以上 不过对他来说 这个限制 不痛不痒啊 他的确可以优先加点 自己的主要职业系技能 但是按照一天 就能够获得 86400技能点的效率来看 在未来 灵异的技能点 一定会有溢出的那一天 这个天赋 让他能够 把这些可能溢出的技能点 利用起来 并且 还有望家道高界 灵异光是想想 都觉得有些逆天了 阿级天赋 不 对他来说 这就是极品天赋 怎么样 是好天赋吗 李千叶笑道 灵异点头是挺好的 哈哈 那就恭喜老弟了 然后是剩下的两项奖励 咱们大厦区内试炼塔 你的免试名额 已经提交上去了 现在距离试炼塔开启 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距离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 也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不用着急 趁着这段时间 加油练集 努力变强就行了 然后是自选一套 你可以用的白金级装备套装 李千叶拿出一张清单 递给灵异 这是我们在确定 你拿到全博第一后 让专人去装备库里 帮你筛选出来 最适合你的五个法师 套装装备 你选一套吧 定下来之后 我让人再去取 灵异拿起清单看了起来 第一套就让他眼前一亮 永恒安息之袍 佩戴等级 LV65分类 防具上衣品级 白金级布甲重量11 KG属性加成精神 加220防御力 加170特效 简易套装效果 无尽复仇 442件套 当你击杀一个目标后 使你获得1的死灵系技能强度 该效果最多可叠加5层 持续20秒 4件套你的所有死灵系 召唤物数性质提升时 且召唤物持续时长 增加10秒 备注恨火不休 何以安息 这套装备的套装效果 可以看得出 完全就是加强死灵系的 并且 这是一套不假 法师是可以穿的 大多数加强死灵系技能的装备 一般来说 都会是板甲 因为死灵骑士 才是死灵系技能的正统职业 这就足见这套不假套装的稀有了 除了有套装效果以外 更让灵异满意的是 这套装备 还带有特效 每一件都有简易特效 这个特效的效果很好理解 就是能够让低于装备 佩戴等级5级的职业者 也能穿戴这套装备 灵异现在60级 这套装备的穿戴 等级是65级 灵异刚好能穿 最后 则是这套装备给的属性值 光是一件装备 就给了220点的精神 整套装备 给的精神属性值 估计要破千了 灵异挑不出次 这套装备 太适合现在的自己了 这也侧面证明 在给他挑选装备的时候 那些人有多上心 灵异又扫了扫 其他四个备选方案 综合比较之后 还是第一套要更好 就第一套吧 灵异把清单还给李千叶 做出了最后的决点 李千叶点点头 我就知道 你最后会选第一套 这套装备 用在平时练级的时候 很舒服的 尤其是 你还有死灵系的技能专精 靠召唤误刷副本 极其安逸 李千叶立刻让人去取了装备 随后 对灵异到 现在所有考试都结束了 待会领完装备 你也应该回去找你们东江的领导了 我就不打扰了 我们有缘再见吧 很快 属于灵异的一整套 白金级装备 都被分装好 打包好 送到了灵异的手上 李千叶也将灵异送出了这片 地精教育总署的地下副本空间 迈出教育署大楼的大门 灵异看到了一片流光异彩 繁华至极的都市霓虹景象 这里是地精 是无数大厦人的梦想之地 也是整个蓝星人族 文明的进步之城 确实宏伟壮观 不过灵异却对这座城市 没有什么兴趣 更别提归属感了 此刻已经入夜 离家 已经整整两天了 想家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灵异寻声望去 就看到是李元静 正站在一辆豪华车边 对自己笑道 来吧 上车 李元静朝灵异招了招手 灵异上了车 跟李元静一起坐到后座位上 豪车缓缓启动 在大夏地精的霓虹天幕下 汇入车流之中 车内放着舒缓的音乐 灵异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五轮考试 对灵异来说 虽然还算轻松 但是 也是精神高度集中的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灵异顿时就感觉有一些疲惫了 现在要赶回东江 要花不少时间的 尤其是 如果你还想回江城的话 等我们回到天海 常规的传送大厅 都已经停止运行了 你就要换弟弟列车 回家了 所以 我给你订了地精大酒店的套房 休息一晚 明天再回去吧 你要是想逛逛地精 我也可以陪你逛逛 我经常来这开会 还挺熟的 灵异摇了摇头 打了个哈欠不用了 李叔 有点累了 不想逛了 酒店方面 劳您费心了 李元静那好 直接去酒店 这是在跟前面的司机说的 随后两人陷入一段时间的沉默 小瑞的是 李元静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刚要开口 灵异 却到李叔 我也只不过是拿了个全国高考的第一 您没必要 心里有太大的负担 考试之中 我跟你儿子有摩擦 站在对立面势不得已的 我也不是那么小度机长的人 您就不用替他向我道歉什么的了 李元静文言 张了张嘴 最后话为一句苦笑他 要是有你一半的成熟懂事就好了 多得也不说了 李叔我助你前程似锦吧 李则瑞话音刚落 前方的司机惊呼一声 两位领导 我特意挑了一条宽敞的大道 你们可以看看窗外 咱们大厦今年的高考 全国放榜了 李元静和林毅文言 都是精神一阵 看向窗外 只见夜空之上 一道金色的画卷 缓缓展开 蓝星烈 3024年6月8日 晚8点 一道通告 响彻整个大厦 96亿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只要是职业者 只要没有处于特殊的副本中 只要默认接收了 大厦整个国土区域的重要通告 就能够收到这样一则通告 大厦区域通告 禁告全体大厦职业者 3024年度全国职业者高校 统一招生考试 已全部结束 下面将一次公布全国前十 仰望天空吧 让我们祝愿 这十位年轻俊才 前程四尽 随着这一道提示 送到整个大厦 亿万万职业者的耳旁 林毅也看到天空中 那一张金色的画卷 还在缓缓扑开 并且光辉还愈发强盛 似乎要横跟整个天穷 才善罢甘休 林毅有些惊讶 他本来以为全国放榜 应该会像全省放榜那样 走个行事 发个通告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 阵仗竟然这么大 还带特效的 这特效 难道只有地精能看到吗 似乎是为了解答林毅心中的疑惑 李元静也按下车窗 将头伸出窗外 看到天空中的金榜 笑到以前没见过吧 看到林毅摇头 李元静继续道 这是通过传讯林经和影像林经 将画面输送到所有注册国籍 为大厦的职业者 脑海中的尖端林经科技 非职业者 当然是看不到的 林毅明白了 他在一个月前 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自然穿越到这个世界的前十八年 都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 你可能会疑惑 我们国家对人才的保护那么重视 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 搞这种放榜的事 林毅此刻脑海里 确实在想这个问题 此前孟远舟跟他说的那番话 他能够体会到大厦高层的意思 并且他不认为那是官方场面化 而认为大厦高层 对他这种有潜力的后背 是极其重视的 但是眼前这个流程 的确是跟这个宗旨 有一些冲突的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金榜提名 是我们大厦身后文化 最浪漫的体现 尤其是对在每年的高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考生来说 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光辉时刻 王大儿说 登上这道金榜 更是一个世家 足以标榜百年的炫耀资本 林毅点头 就说他自己 再看到国家为他搞出这样的排场 让他人前显盛 他也觉得很爽 然后是你关心的暴露问题 这是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面对的问题 即使我们不放榜 其他国家和势力 也会想法设法地 获取跟你们有关的情报 所以 还不如让你们风风光光一回 说到底 还是要我们的国力足够雄厚 职业者的整体实力足够强 自然就不惧萧萧 甚至敢言虽远必诛 你生在了一个好时代啊 起码在大厦境内 你们绝对会平安无事 历史往前倒推个百年 就完全是另一幅模样了好了 榜单已经展开完毕了 享受这一刻吧 李源进话语中 都带上了深深的羡慕 这种殊荣 每年整个大厦的数百万考生里 只有十名能够享受 他显然不在其恋 林毅发现 车窗外的大道上 所有的星人 都驻足望天了 搜砰 一道璀璨的李花 升上夜空 炸开漫天绚丽的光流 打响了欢庆的第一炮 随后 越来越多的李花升上高空 将整个地晶的夜幕点亮 天空之中 巨大的金榜上 底端开始缓缓浮现 一个人的名字 第十名 赵瓒 西江省送口 五轮得分 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八 最终评价优秀 人群开始欢呼鼓掌 李花绚烂 金榜伯木 随着一个又一个名字的出现 整个街道上的气氛 被彻底烘托到高潮 此刻 类似这样的画面 在大厦全国各地上演 即使今天的工作再忙碌 即使生活中有再多的苦楚 他们也都会选择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特殊时刻 走上街头 找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 为大厦的未来 送上最中心的祝福 太厉害了 加油啊 我们国家的未来 就靠你们了 祝你们前程四锦 祝你们一飞冲天 车流止息 人群手中拿着酒杯 脸上带着笑容 在金光和烟火的流光溢彩中 放声欢庆 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 林毅忽然明白了 金榜提名这一项 穿越了数千年大厦历史的文化传统 最深刻的意义 它承载着无数大厦民众 对于国家栋梁 新生朝阳 最殷切朴实的期盼 林毅感受到了一种 名为信仰的力量 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肩上 在这一刻 多出了一些沉甸甸的东西 此刻距离第五轮结束 过去而不到两小时 来自全国各省前十的考生们 大多都没有离开地经 此刻 他们也跟林毅一样 站在金榜下 仰头看着这一切 只不过他们的表情 有的兴奋 有的期待 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庆祝 而大多数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遗憾 懊悔 甚至悲伤 即使他们是各自省内的前十 即使他们都曾是赫赫有名的天才 但是 跟此刻榜单上的这些名字相比 相形见处了 地经的一间病房内 得益于孟远州的出手保护 以及无数专业治疗系职业者 和医生的疗养 夏宇焉此刻 已经清醒了 并且 伤势也已经好了大半 病房的窗外 烟火灿烂 他看向窗外的那一刻 正好金榜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上 第二名 夏宇焉 地经送口 五轮得分 六十万零六千八百三十五 最终评价完美 哇 好高的得分 夏宇焉 这个名字 我好像听过 是朝元战神的孙女吧 地经职业者圈子里的人 都知道 啊 他不是咱们大厦这一届 年轻俊才中的第一人吗 怎么才是第二 病房窗外的街道上 传来热烈的讨论声 夏宇焉这个名字 在整个京圈 太出名了 或者说 他的爷爷夏朝元的名气太大 太响了 他想不出名都满 这些人的讨论声 犹如刺斗 让夏宇焉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再发抖 我再害怕下一刻 夏宇焉整个人都惊讶了 害怕 恐惧这种情绪 从他九岁起 就已经彻底病除了 此刻 他发现 他好像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他 也有恐惧的事物了 一张慵懒俊逸的脸浮现 夏宇焉被尺死死咬住嘴唇 这张脸 他已经永远不可能忘记了 您快看 金榜第一出现了 赢了夏宇焉 第一的有多强啊 到底是谁啊 第一是陆玉吗 陆战神的那个小孙子 我听说也很强的 你特么吓啊 陆玉在第三啊 不是已经公布出来了 哦 我漏看了 那第一是谁啊 无数人拥挤在街道上 金榜揭幕了第二到第十名的考生 第一的悬念 留到了现在 此刻金榜上的这些名字 大多数都为人熟知 甚至津津乐道 也正是如此 所有人才会如此好奇 将这些年少时 就已成名 并且在今年 一股脑全都参加全国高考的天才们 踩在脚下的 到底是谁 虽说每年的全国前十 含金量都很高 但是绝对不会比今年更高 因为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的 有夏宇焉 与此同时 陆玉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年天才 也因为已经修完所有的常规课程 还收到了大夏第一学府的特招名额 才特批参加了今年的全国高考 对于这种 已经收到特招邀请的人来说 参加高考 真就是走个过场 只不过陆玉好盛心很强 即使他已经被全国最好的顶尖学府录取了 他也还是想堂堂正正地证明自己才是第一 可惜 他遇到了夏宇焉 啊 第一 不是宇焉姐姐吗 地经某栋高档住宅中 陆玉坐在露台上 看着天空中的金榜 卯瓜子差点被牵烧了 他被淘汰之后 当时气急 直接离开考场了 也没有关注后续的情况 在他想来 他被夏宇焉淘汰之后 那么 第一就肯定是夏宇焉的了 而此刻 夏宇焉的名字 竟然出现在第二的位置上 陆玉此刻的脑海中 忽然想起了什么 不这不可能吧 就在他意识到 情况不对劲的下一刻 天空中的金榜 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炽烈光芒 整个夜幕都被金光驱散 与此同时 位于金榜榜首 那最高的位置上 开始缓缓浮现一行字 五轮满分 全国状元 这八个字出现的刹那 全国所有职业者都惊呆了 他们经历过太多次放榜了 但是还是 第一次看到 金榜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特效 五轮满分 这怎么可能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看到夏宇焉 只能屈居第二之后 所有人都意识到 今年这场全国高考的第一 可能真的是个重量级 但没想到 会这么逆天 五轮满分 大夏高考历史上 有人做到过吗 这一刹那 林毅甚至发现 他周围的人群 连欢呼和喝彩都忘了 因为林毅带给他们的震撼 远比榜上的其他九人 要震撼得多 来了 李元静看着天空中的金榜 全国状元那几个字的下方 开始缓缓出现 一行烫金大字 他也激动得无以复加 在整个大夏 亿万万职业者的 共同见证下 位于榜首的名字 赫然公布 江城 快快快 你们磨蹭什么呢 马上都要出名字了 刚吃过晚饭 知道马上就要放榜的江贤 有些急不可耐 别看他在林毅和江亚面前 颇有前辈风范 但其实他是个超级急性子 慢点慢点 哎呦 我的老妖爱 王大海被江贤拽着 一路爬到了江城职业者联盟协会的顶楼上 这里视野开阔 能够完全一览无余 天空中的巨幅金榜 跟在江贤和王大海后面的 还有左迁 这位林毅的老校长 在此前知晓 林毅拿到了全省第一之后 已经整整一天都没睡好觉了 此刻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 找到江贤 一同前来观摩全国放榜的金榜时刻 不只是他们 其实此刻整个江城城内的所有职业者们 也都自发地走到街上 开始观摩这一年一度的放榜 街上人流如枝 虽然不像地金那样 还有礼花庆祝 但是 这座小城中的气氛 同样祥和美好 您快看 已经公布到第九名了 怎么没有小姨的名字 江贤看到金榜上已经出现的名字 面色一变 急什么 这才到第九 也许小姨的名次会会更高呢 肥胖的王大海弯着腰 气喘吁吁 安慰道 也对也对 继续看吧 江贤话虽如此 却一直攥着右拳 神色紧张万分 嗨嗨 你们别说我杀风景哈 虽然小姨拿到了咱们省的全省第一 但是全拨前十 你们对她的期待 是不是放得太高了 她已经很优秀 很努力了 但是你们也知道 我们并没有为她做什么 没有给她提供最好的炼机环境 没有给她提供最优的培养资源 甚至 我们还是从她经历了那个特殊试炼之后 才意识到 我们江城这一届 出了这样一位天才 她的气泡线 跟别的人相比 差了太多 江城职业者 联军的统帅卫星 一直以来 都是最理智的那一个 她的这番话说出口 瞬间让王大海和江贤心中 都有些羞愧 是啊 他们真的没有对灵异的成长 提供太多的助力 所以 他们凭什么要求灵异 一定要进全国前十啊 也是咱们东江省的考生 都有十三万 听说今年咱们大厦的总考生 更是突破了三百万 在十三万人中脱颖而出 跟三百万中拔得头筹 那难度差别太大了 江城市市长 同时也是江城市教育署署长的王大海 有些落寞 他再给自己找播 就在所有人气氛都陷入低迷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大楼下方街道上 人群爆发出一阵阵 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再次抬头看向天空中的金榜 八个大字映入眼帘 全国状元 五轮满分 随后 一行烫金大字 在这八字标题下 缓缓浮现 一二二 一直站在江贤和王大海后方的 林一老校长左迁 再看清楚那一行字 第一名后面跟着的那个名字的一瞬间 心脏直接骤停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后仰着就要倒下去 还好卫星及时扶住他 不过当他本人也看到金榜上 榜首那一行字之后 也是双腿一软 差点跟左迁一起摔倒在地 第一名 林一 东江省送口 五轮得分一百万 最终评价 登峰造极 金榜昭然于是此刻 大下天涯供此时 此刻 天下谁人不识君 哄 楼顶上 江城这个五级基地势力 代表权力和力量巅峰的几人 都直觉的大脑轰鸣一声 随后变得一片空白 直到下方的街道 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 他们才意识到 这不是梦 这是真的 他们江城 出龙了 王大海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之后 擦了擦眼间 再次注视天空中的金榜 重新确认高居榜首的那人 名字叫林一后 他喃喃自语 道真真的是他 不会崇明了吧 江贤在一旁直接一巴掌 就拍到他的大肚奶上 双目通红 声音颤抖到崇明会崇到省份上吗 上面写着的 东江送口 你瞎 能去参加第五轮的 咱们东江省派出去的十个人脸 还有第二个叫林一的吗 江贤的一番话 犹如红中大旅 彻底震醒了所有人 他 帮所有人排出了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 哇 当当缓过进来的左迁 像那孩子一样 嚎啕大哭起来 只不过谁都知道 这是他喜极而泣的泪水 状元啊 全国状元啊 他们江城何德何能 竟然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天之骄子 回到林一这边 豪车缓缓驶过人群拥堵的大道 林一在无数人的口中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李花盛放 金榜璀 据李元静说 这道金榜 会持续到午夜后 才会消失 开心是真的开心 但是 累也是真的累 林一打了个哈欠 闭上眼 听着车窗外的李炮和喧闹 小气了片刻 再次睁眼时 他已经到酒店了 一进酒店 林一就被整个酒店 大堂的气派装潢所震撼了 这已经不是传统五星级酒店 能够媲美的了 林一甚至看到 大堂右侧的水族箱里 圈养着两三只卫格 达到王阶的海洋生物 在李元静的安排下 入住手续很快完成 两人进入电梯 李元静道 我已经提前交代酒店的厨房 在我们来的路上 就给你做了三四个家常菜 等你回到房间里 应该就上桌了 明天早上 我在大堂等你 你什么时候 睡到自然醒 什么时候下来就行了 我们再一起回东江 林一谢道理说 这一路真麻烦你了 谢谢 林一的感谢是由衷的 再怎么说 李元静也是一醒教育署的二把手 这一路上办了 本应该是他手底下的人办的事 足见其对自己的重视 不用谢 应该的 谁让你给我们东江 带回来这么大一个荣誉呢 我才应该感谢你才对呢 对了 我救助你隔壁 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可以来找我 出了电梯 两人来到自己的房间门口 李元静对林一点点头 率先刷了房卡 进入自己的房间中 林一打开房门 再次被这间酒店的豪华程度 所震撼了 他原来以为李元静说的套房 应该就是一个大的主卧室 再加上几个食用房间 也就差不多了 谁知道一进门 林一就看到了极其宽敞的客厅 客厅的餐桌上 摆着几盘刚刚出锅 甚至还冒着热气的菜肴 整个套房 总共分三层 客厅镜头巨大的落地窗 能够将整个地精的夜景 俯瞰眼底 这就是今夜的生活吗 真特么的奢侈 食物的香气扑鼻而来 虽然之前在副本里 前往诺亚残骸前 就享受过林优的厨艺 但是现在也确实饿了 想到灵妖 灵异将意识沉入死灵空间中 发现这妹子已经睡去了 一呼一吸间 她的睫毛 甚至还在轻微颤动 灵异也就没有打扰她 本来还想叫她出来一起吃 现在 自己只能含泪猛吃三大碗了 一通狼吞虎咽后 灵异放下碗筷 上到二楼的浴室里 好好泡了个澡 随后来到独属于她的大床上 躺了下来 极致地放松 带来的极佳的睡眠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将近十点了 灵异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爬起 一觉睡到十点 真特么的爽 这不比早饭要舒服多了 洗漱过后 灵异也没有带什么行李 下到酒店大堂 跟李元静碰头之后 又去吃了顿早餐 两人退房 出了酒店 一路专车接送 来到了地精的传送大厅 半个小时后 灵异和李元静 终于回到了东江教育总署的大门口 刚刚走进教育总署大楼一楼的大厅中 让灵异和李元静 有些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是李副署长他回来了他 旁边跟着的那人 对 是灵异就是他 今年全国高考状元 先是几人发出一声惊呼 随后 灵异和李元静 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人 猛然朝着他们涌了过来 下一刻 无数话筒和镜头 就对准了李元静和灵异 李副署长 咱们东江今年培养出了全国状元 发表一下感言吧 李副署长 您身边这位 就是咱们今年的全国状元灵异吗 我们是东江卫视的记者啊 能让灵异同学 对我们说几句吗 李元静面对 几乎已经对到他嘴边的话筒 人都梦了 不过出于保护灵异的本能 他还是站在灵异面前 将这些已经有些疯狂的媒体记者 挡在外边 而就在李元静想要开口的下一刻 他忽然瞳孔矩阵 因为他发现 一起围上来的 不只是这些记者和媒体人 还有几个身穿特殊高校制服 气息强大的职业者 这些人卧槽 李元静瞬间就认出了 少部分道场的职业者高校 除了东江本省的几个211 和985学府以外 甚至还有名列全国前十的 真正顶级高校 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 难道是来抢人的 这也太疯狂了 各大学府招生工作 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流程的 跟灵异前世所了解的差不多 在全国高考结束 公布成绩放榜之后 后续就是考生 自己填报志愿的环节了 而填报志愿后 能否被每个志愿高校录取 那还是需要对应高校 层层审核选拔的 像现在这个情况 他们一窝蜂直接到场的情况 李元静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 特招完全不需要走志愿流程 高校的招生办相关科室 以及管理层 直接点名 邀请某个学生入学 这对所有大厦学者来说 是一项莫大的殊荣 而今天 灵异似乎会收到 不止一份特招邀请 而是几十份 江城鼎盛矿业集团资产部 偌大的办公室里 林国栋靠在舒服的沙发座椅里 拿起桌上的糖瓷杯 喝了一口茶 他其实有些不适应 一夜之间 从每天都要下矿前苦活的工人 摇身一变 变成资产部的总监 今天早上他七点到公司 得知这里的上班时间 是上午十一点 下午四点就能下班 中午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 并且还没有任何活需要他做 同一个办公室里 全是他手下的高管 或都是这些高管 在下一级的员工去做 每天林国栋需要做的 就是签签字 偶尔去开个会就行了 吹着空调 林国栋的脸上挂着笑容 也不知道 小一在递经考试的成绩怎么样了 考完了没有 虽然昨晚的金榜 让整个东江的职业者 都知道了林毅的名字 但是林国栋的圈子里的所有人 都是普通人 对他们来说 收到相关消息 就是有滞后性的 哪怕已经过去一夜 林国栋也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 已经拿到了全国第一 此前的全省第一 都足够他骄傲显摆一辈子了 林哥 什么是这么开心呀 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啊 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 是办公室刚刚升上来的小廖开口了 她很年轻 在体制里待的时间不长 加上性格又外向 所以 在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都尽量不跟林国栋 这个刚刚上任的新官 有深入沟通前 她率先开口了 呵呵 没啥 就是我儿子 昨天在高考里 拿到了还不错的成绩 侥幸去地经 参加最后一轮的考试了 也不知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不过已经可以了 她现在的成就 已经远远超出 我对她的期望了 哈哈 整个办公室的人文言 全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虽然不是职业者 但是在这个时代 谁都知道 职业者高人一等这件事 并且多少家里的亲戚 或者朋友 都存在职业者 自然对于职业者的全国高考 是有了解的 小廖更是惊呼一声呀 林总监 我弟弟也是参加的今年高考 他昨天跟我说 咱们东江第一的那个考生 也姓林 不会就是林国栋 脸上笑容更加灿烂 就是他了 一时间 整个办公室的氛围 都被调动起来了 像小廖这样单纯的女孩 没想这么多 单纯只是好奇林国栋 为什么今天如此开心而已 而其他人 则直接开始 你一句我一句的恭维起来了 叮铃铃 就在这时 林国栋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即使现在 容胜一个部门的总监 林国栋 却依旧维持着节俭的好习惯 这台手机铃声很响 字体很大 没有太多功能 甚至屏幕 都已经列了半块 但是他就是不舍得换 手机嘛 能说话沟通就行了 最主要的是 他这台老爷机的接听电话的音量 跟外放一样 电话另一边的人说什么 其实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听得见 林国栋看到来电归属地 是地精之后 呆了一下 随后才想到什么 连忙接了起来 您好 请问是林毅同学的父亲 林国栋先生吗 林国栋心中意境 一个陌生的号码 一个外地的归属地 不会是骗子吧 我是 怎么 虽然怀疑 但是林国栋打算听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国栋先生您好 我是地精军武大学招生办的陈主任 您叫我一声小沉就行 听到这句话的 不只是林国栋 整个办公室的所有人 几乎全听到了 在听到地精军武大学这六个字之后 所有人都傻了 随后瞬间倒吸一口冷气 人的名 校得赢 哪怕他们不是职业者 但是却不妨碍他们知道 国内的一些职业者顶级学府 地精军武大学 不是211 也不是985 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军校 并且全国排名第七 是全国 不是全省 此刻 一个全国第七的顶尖职业者高校 竟然主动打电话给林国栋 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细想 一想就会感觉有点恐怖了 然而 没等林国栋组织好语言 另一边的人继续开口道是这样的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 就是想请问一下 您是否有意向 让您的孩子入学 我们地精军武大学呢 不需要走任何的志愿流程 我们的校领导 已经同意给林毅同学 发出特招邀请了 林国栋一脸猛逼 他张了张嘴 半天才有些口吃的 小义他不是现在还在递经考试吗 另一边的陈主任 也愣了一下 随后才解释到 哎呀 怪我怪我 我没跟您说清楚 咱们本年度的全国高考 其实 在昨晚就已经考完了 您的孩子 也就是林毅同学 在这次全国高考中拔的头筹 是全国状元呀 林国栋听到了茶杯破碎的声音 不知道谁偷听听着 就被震撼到了 直接手一划 把茶杯摔碎了 林国栋浑身都在颤抖 你你刚才说什么 小义他第一 林先生 您的孩子拿到了全国第一 他是今年的全国状元 下一刻 林国栋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一股热血冲到脑子里 让他感觉无比晕血 不过林国栋很快就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他经历过太多苦难 自然心中对陌生人的提防心是很强的 你真的是地精军武大厦的人吗 另一边的陈主任连忙道 我叫陈乐 现在用的 也是我们地精军武的招生办固定电话 给您通话的 你可以上网去查查 林国栋连手机都没完明白 自然用电脑上网是不会的 但是小廖已经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 输入陈乐的名字 毕竟是全国第七的顶级职业者高校 陈乐这个名字 虽然全国重名的很多 但是一搜 出来的几乎都是跟地精军武有关的条目 点进去一看 照片 职称 相关部门和电话 的确是半点都做不了价 小廖又帮林国栋 核对了一遍电话号码后 对林国栋点点头 陈乐听到林国栋那边 基本确认自己不是骗子 继续补充道 另外 如果林毅同学能够进入我校就读的话 我们校方考虑到 你们两位与自己的孩子分居两地 多有不便 于是决议通过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将您和令政一同接到地精居住 我们为你们办理地精永久居住权 并且额外赠送一套地精三环内的优质住宅 除此以外 我校还愿意 每月给您支付50万大下币的助学金 感谢你们对林毅同学的抚育培养 五五十万 听到这里 整个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彻底无法淡定了 你妈 地精三环内的一套优质住宅 按照现在的行情 这价格 可是已经奔着千万大下币去了 另外 他们还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在地精这样 放眼整个蓝星也是最安全 最顶级的基地适中 安心养老 每月白拿50万 说是助学金 实际上就是给林国栋夫妻的养老金 接受啊 这特么还犹豫什么 这换成是自己 现在投估计已经点成小鸡卓米了 林国栋已经彻底猛圈了 他不知道 一套地精三环内的房子 是什么价钱 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 全力供养自己的孩子成人 每天没日没夜的锦下作业 一个月挣个一万多 他感觉自己已经很骄傲了 而现在 别人开出了50倍于这个数字的价格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 听到林国栋长久的沉默 陈乐有些急了 连忙解释到林先生 我笑开出的这些待遇 只是出案 关于更多细节 我们可以再商量的 助学金70万 80万 甚至百万 我这边都能帮您争取的 或是 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尽管提 我们都会满足的 整个办公室的人 包括林国栋在内 竟然在这位顶级高校的招生办主任口中 听出了一丝卑微 他已经是在用求人的口吻 跟林国栋说话了 不过林国栋倒没有被眼前的喜悦冲昏头脑 他最终回复到陈陈主任 您这边的诚意 我感受到了 但是具体小义 想去哪所院校 我即使是他的父亲 也不能直接帮他做决定 必须要问过他才行 说着 林国栋拿起了自己办公桌上的公用电话 拨通了林依的手机号 既然已经确认考试 在昨晚就已经结束了 他也就没必要 担心会因为自己的电话 打扰林依考试了 很快 电话拨通 那边传来林依的声音位 小义 是我呀 林国栋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 在得知自己的儿子 此刻 已经成为大厦第一后 重新听到孩子的声音 这一刻 没有哪个父母 还能够心平气和 下一刻 林国栋甚至落下泪来 爸 我才刚刚回到东江 还在天海 待会就回家了 放心吧 别担心了 我刚才应该第一时间 给你打电话 报个平安的 听到自己父亲颤抖的声音 林依其实也是鼻子一酸 虽说 他是穿越者 但是 来到这个世界的18年 父母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 现在这个时候 怎能不触动 林国栋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中的激动 和对林依的思念 提起了正体小义 是这样 我刚刚收到了一个 来自地精军武大学的招生电话 他们主任给我许诺了很多优待 并且 想让我答应 让你去他们那里入学 我拒绝了 我说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行 这句话说完 林国栋没等来儿子林依的回答 却率先听到了几句大声的咒骂 操 地精军武那帮砸碎 竟然用这种下三难的阴招 直接找父母是吧 太卑鄙了 林依同学的父亲是吗 别信地督军武那帮狗东西 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别信他们是什么野纪大学啊 也敢跟我们北斗抢人林先生 我们是长安麒麟大学 全国第五 地精军武 给你开的所有待遇 我们这里翻倍 闭嘴我们 龙华学院给五倍 虽然林依的手机 不是大哥大 也不会漏音 但是架不住这一群 前来招生的人 各个都是顶级职业者 耳朵都尖得很 想听到林依通话 另一头说了什么话 一如反掌 此刻全都吵了起来 李元静直接看待了 一时间 整个场面搞得跟林依选妃一样 一个个都巴不得要林依选择他们 最主要的是 这些大学 全都是大厦真正的顶级学府啊 动辄不是第七 就是第六 甚至还有排名第五 和第四的麒麟学院 和龙华学府 往常他们东将能有十几个 挤进这两所大学的考生 他都要稍高香了 现在 来自这些学院的六转七转大佬 跟泼妇骂街一样 激情对喷 那脏字 要是一个一个写出来 可能都过不了审的那种 大佬 你们人射崩了呀 平时的高冷呢 平时的高傲呢 你们一直以来都寻求的高逼格呢 怎么这一刻 直接不管不顾了呀 林毅也是满头黑线 他只能硬着头皮 对另一边的父亲开口道罢 就这样 你也听到了 他们现在也在找我谈这个事 所以 再说吧 我先挂了 下午回家 挂断电话 林国栋转而对 一直都在听着的陈乐道陈主任 你也听到了 我也知道 你们招生不容易 但是这事 还得小姨他自己定夺 我们不会干涉的 就这样 说完 林国栋没有继续给陈乐打嘴炮的机会 直接挂了电话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林国栋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看到了电人之后 林国栋一笑 接起电话老婆呀 怎么了 另一边 林毅的母亲许清芳开口道刚才 有个什么魔都魔武大学的招生主任 给我打电话 说了一大堆东西 咱儿子拿状元了 我已经知道了 刚才地精君武的 也给我打电话了 怪不得你电话一直战线 你不会替儿子答应他们了吧 林国栋 我警告你 你不能帮小姨 他决定这件事 我们夫妻同心 我没答应他们 刚刚给小姨通电话了 他下午回家 我下班了 现在去买菜 你也早点下班 实在不行请假 知道了 林国栋挂了电话 知觉的神清气爽 他这电话一挂 瞬间整个办公室的人 全都围上来了 林总监 恭喜了呀 林哥 您儿子这真是一飞充天了呀 被整个办公室的人围住 林国栋荣光焕发 他摆了摆手 哎呀 也就是 拿个全国状元嘛 犯得着 在我上着班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嘛 我还以为多大事 你看 这不都让你们看笑话了吗 围上来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不是 林总监 你平时老老实实的 憨厚人士崩塌了呀 你这凡尔赛语录 都可以写进教科书了 嗨嗨小艺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宇州省麒麟学院的 招生主任赵主任 这位是东陵省天山北斗大学 火力序列分院的秦院长 虽然李元静 感觉眼前的这些大佬 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但是他毕竟还是 东江省教育署的 排面人物之一 此刻要保持淡定 李元静跟这些人 大多是点头之交 再不计 也有过一面之缘 都是大厦教育体系里的人 还是认得的 所以他再不断 给林毅介绍这些人 与此同时 还会顺带着 将这些人背后代表的 职业者学府的背景 排名和突出的 职业院系介绍给林毅 呵呵 林毅同学 来我们麒麟学院 肯定是没错的 我们不仅现在 全国排名第五 更是开设了特优生渠道 你只要入学 无需考核 立刻就会成为特优生 享有一系列特殊待遇 我校的专属副班 目前也一共有11个 足以覆盖 到你完成五转 宇州麒麟学院的赵田 滔滔不绝 明显对于自家学院 非常有信心 林毅同学 我跟你说 不能只看排名啊 还要看院系 我校虽然排名是全国第六 但是 你的职业是法师吧 我校的法师 职业系教资力量 堪称全国前三 并且技能馆藏书测数 也远超其他同水平的学校 林毅同学 别听这老东西的花言巧语 排名低就排名低 找什么借口 连技能馆藏书册这种数据 都能拿出来标榜了吗 搞得好像我们龙华没有一样 林毅同学 我就说一个数据 排名第五 及以后的院校 直到100名开外 每年 能够从总数得到的资源分配 累积起来 也比不上我们全国前四的院校 前四 大于前100的其他院校总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龙华学府这一次派来的人 是一个戴着眼镜的 年轻学者样打扮的人 此刻他声音不高 却说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的事实 林毅都有些意外地 看向李元净 而后者 也对林毅点了点头 这意味着 这位龙华学府的老师 说的是真的 资源分配 就是这么布局 不过没等着眼镜哥 得意几秒 在无数旁观者 和媒体人的惊呼声中 一道亮蓝色的空间裂系 猛然在这个大唐的上空站开 龙华学府潜水罢了 如何容得下真龙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裂缝另一端响起 随后 空间裂系迅速扩大 一位身穿白袍的老者 踏在虚空之上 缓缓从裂缝中 夺步而出 跟在他身后的 则是七八名 同样身穿法袍 气质高绝的法师职业者 在看到为首白袍老者的那一刻 李元净整个人都彻底绷不住了 他淡定不下来了 韩韩院长 您怎么今天亲自大驾光临啊 韩熙才的双眸掠过李元净 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而是看向林毅 随后他才从半空中走下地面 露出一丝笑容 老夫来迟了 希望你还没有决定 加入哪所学院 李元净立刻对林毅 轻声介绍到林毅 这位是韩熙才韩校长 来自目前排名 全国第三的云甸大学 这所大学 支招收法师系职业者入学 并且常年招收的考生 职业稀有度 至少也要在罕见级一样 并且还必须自带天赋 云甸大学背后的势力 是蓝星法师职业者 最顶级的工会 云甸 这个工会里 P5管理层以上的职业者 实力就已经在八阶以上了 林毅文言 心中也有些震惊 这个世界大多数的顶级工会 其实有些像公司 也分直级 P1是最普通的会员 P9则是工会会长 P5怎么说 也是中间管理层 没想到 实力就这么恐怖了 韩熙才甚至都不需要多说什么 他登场的逼格 就已经碾压在场的其他顶级学府了 就算是排名第四的龙华学府 那位戴着眼镜 前一秒还非常自信的老哥 现在也已经粘了 现在更是有李元静帮他背书 他几乎已经胜券在握了 林毅的确也有几分心动了 这种之招收法师系职业者的院校 毫无疑问 会在这个领域做到极致 但是 在经历了眼下的这些顶级学府 疯狂抢人的场面后 林毅的好奇心 已经被勾起来了 那么 整个大厦排名前二的学府 是什么呀 以自己目前的成绩 难道还不足以让他们向自己发出邀请吗 死所见 所有人都听到几声破空声传来 随后 又在一道道惊呼声中 一位身穿藏青色道袍 头顶竖着发际的年轻人 踩着飞剑 破坑而来 人群主动让出一条道来 随后 正遇见而来的年轻人 一步踏出 以极其轻快优雅的步伐 从飞剑上脉搏下 晚辈江云 见过韩前辈 江云拱手作一 对韩熙才行了一礼 在场跟韩熙才年纪差不多的人 其实有很多 但是江云确实给他行了礼 足见韩熙才和江云的地位 原本淡漠的韩熙才脸上 出现了一刹那的不满 不过这一丝情绪 被他很快压了下去 你怎么来了 你师父呢 江云孝道师尊上在闭关 尚未破关 但京臣对我传音入迷 让我前来邀请灵异师弟 加入我们天玄道院 江云看向灵异 目光灼灼灵异师弟 我师尊跟我说你颇具道根 若是你愿意加入我们天玄道院 他愿收你为清传弟子 滑下一刻 整个现场都彻底爆炸了 哗然一片 此刻 气氛被推到高潮 李元静和东江教育署的所有高层 还有整个东江的媒体人 都被深深震撼 此刻 算上此前打算偷家的地精军武 占据全国前十的七所顶级院校 齐聚于此了 咔嚓咔嚓 快门声响得不停 无数记者和媒体人 嗨倒不行 这可是一个放眼整个东江百年历史 都从未有过的炸裂场面 七大院校 只为争夺艺人而疯狂 这也侧面证明了 灵异这个全国状元的含金量 五轮满分 开创历史 七院七征 再创辉煌 标题他们都想好了 妈了 李元静已经彻底麻了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兴奋 和对灵异的感激了 能够遇见的是 今天这些记者和媒体人一回去 他们东江教育署 真要起飞了 在李元静畅想美好未来的同时 灵异则是一脸猛逼 不是 哥们 你这画风 是不是跟现在 咱们这个世界观 不是很合得来啊 我是穿越到一个偏西幻风的世界 没错吧 你这又是非剑 又是一口一个师尊 一口一个闭关的 怎么感觉歪到玄幻那边了呀 好在有李元静这个人 行字走百科全书 能给他科普 天玄道院 咱们大厦排名第二的职业者学府 跟云甸一样 同样只招收特殊职业系的职业者 包括道士 气功师 侠客这类 我们大厦专属的特殊职业系 灵异心中一动 好家伙 还有国家专属的特殊职业系 嗯 这么想来 也的确合理了 那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 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专属职业系 一派胡言 什么道跟道院 我看叶老贼是练功练道 走火入魔了 他是法师跟你们天玄道院 有什么关系啊 你告诉我 有什么关系 本来韩西才还是绷得住的 听到江云这一番越来越离谱的话 直接额头清金爆起 忍不住了 开喷 江云虽然年轻 并且 今天是独自一人前来 但是气势却丝毫不输韩西才 他轻笑一声韩院长 何必动怒呢 我师尊天机神算 他目前为止 还从未预测错误过 当然 我们也不是强行要求灵异师弟入学后 就要抛弃魔法 改修道法啊 师尊他的意思是 灵异师弟天纵奇才 应该能够做到道魔兼修 不过 师尊他也说了 今日派我前来 只是让灵异师弟知晓他的意思 他老人家与灵异师弟的命贤 尚未交汇 江云的话中 已经将灵异视为自己人了 一口一个灵异师弟了 事实上 灵异现在已经有些震惊于 江云背后的那位师尊的神机妙算了 他虽然觉得遇见啊 休闲啊 什么的 很酷炫 但是灵异还真不打算加入天玄道院 起码目前不会加入 他想在魔法这条道路上 先走到极致再说 哼 亏他有自知之明 寒息才冷哼一声 看向灵异的目光 重新变得火热 他很确信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法式职业者 能够拒绝云电 灵异也知道 此刻这位老者 在等待自己的答案 但是 一时间 要他在这么多学校里 做出选择 他觉得有些草率了 他很想说 我考虑考虑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而且这些大佬大佬远地跑过来 当面邀请 自己要是拒绝了所有学校 那真的有些不礼貌了 就在灵异丝索要如何开口时 人群外围忽然传来几声叫喊 请各位让一让 李副署长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请您接一下李元静 寻声看去 就看到是自己的秘书小吴 手中正捂着一个电话的话筒 火急火燎地垫着脚 朝自己叫道 下一刻 原本就守在整个教育署 一楼大厅的安保人员 就立刻意识到 情况的紧急性 瞬间就清出一条通道出来 这里毕竟是 东江教育总署的地头 那些来自顶级高校的管理层 也都主动让路 李元静看到秘书的表情 就知道 这个电话 可能非同小可 不然小吴不可能会在自己 这么忙的时候 就非要让自己接电话 他连忙拨开身边的人群 点脚一伸手 接过了小吴手中 一只五只的电话 看了眼电话归属地 李元静心头一震 递经教育总署 上级来电话了 李元静不敢怠慢 连忙放到耳边 开口道 我是李元静 请问电话另一头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 李元静就肃然起敬 梦梦哦 往常去地经开会的时候 他经常在会议首席的位置上 以及发言人的位置上 看到过这位 地经教育总署的传奇 只不过 他完全没资格 跟这样的大佬说话 现在他慌得一笔 嗯 是我 那林小子在你旁边吗 李元静倒在的在的 他就在我身边 孟远舟继续倒在就好 你问问他 想不想加入神骁学院 李元静手一抖 电话都差点滑落在地 他整个人都抖了起来 有些语无伦刺到梦梦了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有些激动了 没听清楚您说的什么 其实李元静听清楚了 只不过 这是一等一的大事 他必须确认清楚了 我说 让你问下林小子 他愿不愿意加入神骁学院 李元静在确认自己没听错之后 艰难开口询问道 那孟老神骁学院的招生流程 不是极其特殊的吗 怎么会 另一边 孟远舟孝道是特招 我找杨昌明聊了聊 他对这小子也很感兴趣 并且直言 不用走争夺名额的流程了 只要他答应 就直接入学 李元静只觉得有一道炸雷 在自己的脑海里响起 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连忙将电话的通话口捂住 然后用带着颤抖的声音 对林毅到小毅 神骁学院的副院长 杨老邀请你加入神骁学院 走的还是特招流程 直接入学 你愿不愿意加入 李元静的声音已经很小了 他的电话 也是加密隔音的 所以孟老的话 其他人没听到 但是此刻李元静的声音 可瞒不过他们的耳朵 之一瞬间 所有围着林毅和李元静的 高校招生负责人 就全都目瞪口呆了 其中包括韩西才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神骁学院 出手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合理啊 林毅有些疑惑了 神骁学院 是咱们大厦第一的那个学院吗 李元静疯狂点头 这一次 就算是林毅 都觉得有些离谱了 据他所知 这所大厦 排名霸榜第一 长达数百年之久的 顶级职业者学府 从不招收 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 想要进入这所大学就读 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你需要先进入 其他大厦前十的高校 就读至少一年 并且在一年后 需要足够优秀 且达成很多严苛的目标 才有机会 收到神骁的邀请 并且还要跟其他受邀的人 经历残酷的选拔 才能够最终入学 此刻 大厦第一 竟然无条件 向林毅敞开大门 无数媒体记者 彻底疯了 卧槽 神骁无条件特招 这是什么拟天殊荣 谁能想到 在两天前 林毅这个名字 甚至尚未进入 所有人的视野 而两天后 他不仅登上金榜第一 更是让神骁学府 打破了这百年来 一直都没有被打破的规矩 那就是送出了特招邀请 林毅师弟 果然天资绰约 不是持终之物 恭喜师弟了 师尊的任务 我已完成 我们后会有期 将云面带效益 对林毅在行义里 随后遇事飞剑 破空而去 不愧是盗门中的修行者 将云这形式作风 的确潇洒 另一边的韩熙才 就没有这么洒脱了 他面上先是出现一丝脑木 随后又换成了婉熙 最后 韩熙才深深看了林毅一眼 答应吧 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上一次神骁打破惯例 进行特招 还要追溯到百多年前 当时得到特招资格的 是目前 咱们大厦第一人 这是一个秘星 在场的人 就算是李元静都不知道 啊 大厦现在的最强者 曾经也拿到过 神骁学府的特招名额吗 那岂不是意味着 林毅在这个年纪 已然比肩当年的大厦传奇 等你从神骁毕业 我们云颠工会 始终会给你留一个位子 我们走 韩熙才也想通了 既然无法邀请林毅 来到自家大学 那就提前邀请林毅 加入云颠工会吧 他说完 抬起右手 手指一点 虚空中 无数淡蓝色的波纹荡漾开来 随后 一个空间通道出现 韩熙才和身后的 七八名高阶法师 扶空而起 身形没入空间通道中 消失不见 韩熙才和江云的主动离开 都是在让林毅排除掉他们 那么林毅的选择 自然没有任何疑问了 他对李元静点点头 我愿意加入神骁学府 李元静大喜 连忙转达孟远舟 他答应了 那就好 行了 没别的事了 孟远舟挂了电话 李元静也对周围的人了 升到诸位 已经尘埃落定了 感谢你们 不辞万里前来 现在请回吧 东江教育署的二把手下了逐客令 再加上林毅 已经确定加入神骁了 所以 其他几个全国顶尖的院校高层 虽然心有遗憾 但是也走得体面 他们纷纷走出东江教育署的大门 林毅在人流中 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体面西服 戴着眼镜的男人 身穿天水学院的制服 在林毅看到吴俊的那一刹那 他却不敢回望林毅 他曾经的高傲 此刻被林毅踩得粉碎 身份和地位的差别 已经是云泥之别 一个月的时间 眨眼过 这一个月里 林毅没有继续去杀怪练剂 而是好好享受暑假时光 跟好兄弟张山开黑 没日没夜地打游戏 庞佛回到了高一的时光 一切都没有变 每天除了睡就是吃 日子过得平稳祥和 不过就在林毅打算 混完整个暑假时 七月中的某一天 他却收到了一条短信 手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林毅拿过来一看 发现是李源静给他发来的消息 小一 神骁的录取通知书 寄到我这里了 本来是 应该寄到你家里的 毕竟距离神骁开学 还有一个半月 但是神骁学府的副校长 杨老在得知 你已经升到六十级 得到了参与降渊临层 试炼的资格后 他给你也带来了一个消息 神骁目前所掌握的特殊 降渊临层副本一共有三个 其中有一个 在一个星期后就会开启 并且 这个降渊临层副本的难度和奖励 都是三个副本中最高的 于是 杨老让我通知你 让你尽量明天就到神骁报到 所有降渊临层副本的入场机会 都非常难得 每次副本开启 都有大量神骁的学生会 彼此竞争 虽然你是特招 但是也必须要走这个流程 错过了这次副本开启 等下一次开启 要再过半年左右了 你考虑一下吧 尽快给我答复 看完消息 林毅从电脑桌前站了起来 降渊临层的特殊副本 在学院内 也是要彼此竞争名额的吗 是了 林毅差点忘记 他所在的这个世界 大多数职业者 可是打了鸡血一样 为了变强 无所不用其极的 这可是个卷王 才能活下去的圈子 错过要等半年 但凡这个数字是三个月 林毅都等了 他实在不想 浪费自己的暑假 但是半年 他忍不了 卡在六十级 虽然能继续获取经验 但是不能升级 不能继续转职 太难受了 算了 等去神骁报到之后 把名额抢到手 过了江渊临层 再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吧 下了决定之后 林毅给李元静发去了消息 那就明天报到吧 半年太久了 林毅很快就收到了 李元静的回信号 那我跟他们回复了 又过去十多分钟 李元静那边 再次发来信息 安排好了 明天我可以带你 去神骁报到 另外 神骁学院这边对于你 也是有特殊优待政策的 你问问你的父母 愿不愿意搬到地精居住 放心 神骁给他们安排的住处 绝对会比地精军 我安排的还要好 并且每月发放的助学金 也不会少 林毅几乎没有思考太久 就帮自己的父母做了决定 愿意 麻烦李叔你安排了 倒不是说江城不好 而是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 在深渊世界 无时无刻都可能 威胁蓝星的情况下 如果江城附近 再次诞生了什么高危副本 林毅不想让自己 在老家还有牵挂 如果说整个蓝星都要陷落 那么地精 一定是最后陷落的那个城市 这一点林毅是没有疑虑的 让父母千居地精 有国家专人保护 是最好的 这样 他们也能安享晚年 自己也能彻底放心下来 那好 明天我会去江城接你 倒是我会先将你的父母 安顿在地精 之后 你再跟我一起 去神嚣报道吧 李元静再次发来消息 林毅推开自己卧室的房门 把这个消息跟父母说了 两人虽然有些不舍 但是最后还是 林国洞拍板 为了不让小姨担心 我们还是搬过去吧 清芳 收拾东西吧 第二天清晨 林毅带着父母 来到江城传送大厅 虽然一直都说 家里用的东西太旧了 到了地精 可以再买再换 但是母亲许清芳 还是不舍得 昨天整整收拾 打包出半个家里存放的东西 索性林毅早上 也请了一支搬家队 给了路费 一起跟着去地精 早上九点 李元静准时出现 一番寒暄之后 李元静带林毅一家 先是通过江城的传送镇 到了天海市 再利用天海市的 巨型省迹传送镇 前往地精 抵达地精之后 又带着林毅的父母 搬进了新家 一切处理完毕 已经是中午了 当行留下李元静 在新家里 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随后又拉着林毅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嘱咐林毅 在大学里要注意的是 其实这些话 林毅听的耳朵 都起茧了 但却还是耐着心听完了 一切安置妥当 李元静带着林毅 启程前往神霄 你说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 神霄学院 到底在哪个省啊 就在地精吗 路上 林毅询问起这个问题 李元静神秘一笑 你运气好 目前是在地精 林毅疑了目前 解释太多 只是带着林毅 来到教育总署的 前的广场上 你 应该不恐高吧 李元静再次问了一声 林毅心中紧觉起来 她总感觉 好像有什么大的东西 在等她一样 没等林毅回答 她就看到 有一个流动中 无数数据蓝光的球形物体 从天而降 随后 这个大铁球 如连花板展开 其内部构造 也展现在林毅面前 这是一个刚好足够容纳 两人进入的飞行舱 舱体内部 没有任何操纵面板 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走 我们上去吧 李元静带着林毅 进入球形飞行舱内 当两人站定之后 飞行舱外部 如连花板展开的机械部件 收容起来 将两人包裹其中 从外面看 这大铁球科技感十足 但是 林毅没想到 从内部看 这种材料竟然是透光的 她此刻身边舱内的一切细节 竟然都变得透明了起来 彭佛 她就站在一片虚无之上一样 这是什么科技 爹 一阵电子音轻响过后 林毅终于明白 为什么李元静要多嘴问她一句 恐不恐高了 因为下一秒 她就发现 这飞行舱 已极其恐怖的加速度 拔地而起 只是眨眼之间 林毅就发现 她已然离地数公里了 甚至地精最高的高楼 都已经在她的俯瞰之下了 高度迅速爬升 速度却依旧在不断边快 还好林毅不算太恐高 尤其是在得到 疾风之翼这个技能之后 飞过几次的林毅 现在已经不怎么怕被摔死了 眼看着繁华的地精 在下方急剧缩小 不多时 他们已然来到了云层之上 下方的都市景象 彻底看不见踪影了 神霄学院 竟然是飞行在天空之中的吗 林毅抬头 向天空之上看去 抵达平流层之后 天朗气清 上方没有云雾遮挡 林毅能够看到太阳旁边 出现了一抹黑影 黑影形似一艘巨船 林毅感觉自己所在的 这个飞行舱的上升速度 都快突破第二宇宙速度了 天空中那个黑影 也在不断放大 等林毅彻底看清他的全貌时 还是不由得震撼不已 那的确是一艘极其巨大的飞行物 飞行物下方所用的材料 跟他们所乘坐的这个飞行舱 材质相近 都是身灰中带有一丝蓝色 质地坚硬 而飞到飞行物的上方后 林毅却愕然发现 下面的构造 应该是这艘空天母舰的船机 而上方 则承载着一片 宛如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最先映入眼帘的 是母舰尾部的几座高耸的青山 远山缠绕着云雾 还有一条瀑布 从山崖上坠落而下 林毅双眸微宁 他好像在山雾里 看到了一条极其巨大的生物躯体 那躯体上覆盖着粗大的鳞片 整体呈青灰色 但一闪而过 又消失在云雾中了 山下的平原上 雾草丰美 景色宜人 无数楼宇错落期间 林毅在最靠近自己的大门方向 看到了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神骁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神骁学院 竟然建在一艘巨大的空天母舰上方 更主要的是 这艘母舰上方的构造 还不是船舱 而像是把蓝星地表的某个部分 直接搬了上来 事后造景 太壮观了 震撼吧 我第一次看到神骁学院的时候 也像你这么震撼 这是神骁的前代校长 同时也是咱们大厦第三位战神的杰作 这艘母舰 被他命名为紫骁天庭 这也是神骁学院的得名由来之一 灵异环顾四周 他发现神骁所在的位置 已经不只是高而已了 再往上 他甚至已经看到漆黑冷际的宇宙了 而下方的蓝星 都已经能够看到球形的外貌了 走 我们去报道吧 飞航舱落地 舱门打开 灵异和李渊昊迈步而出 走进神骁学院 灵异环本还担心 神骁在这么高的地方 会不会连呼吸都很困难 等他走进校门之后 就发现 是他多虑了 整个神骁校区上空 也是有一道球形的结解存在的 这能保证 存在其中的大气不会 溢散到外层空间中 本身下方的船机 和过滤系统 您好 我是来带新生报道的 请问能放行吗 李渊静面带笑容 对把守校门口门禁的门卫笑道 灵异只是瞟了那门卫大叔一眼 心中就有些愕然 好家伙 给神骁看大门的 都已经是六转职业者吗 那门卫大叔看向灵异 开口到录取通知书 李渊静拿出灵异的录取通知书 交到大叔手里 大叔一番确认后 开门放行 并提醒到 新生入校 第一件事是完成定级 报到处就在前面那栋大楼 你的相关信息 应该已经录入神骁的系统里了 但是没有评级 是无法确定你的住宿环境 和每日资源配给的 你们来的算晚了 已经有一批 跟你们一样提前报道的新生 在里面准备定级了 快去吧 错过这一批 就要等明天才能定级了 你可能就要住大街上了 没定级 就要住大街上 这里不是到处都是学生宿舍 灵异感受到神骁的独特风情了 李渊静在谢过那位门卫大叔之后 带着灵异朝不远处的那个弹形建筑走去 与此同时 也跟灵异耐心解释到 在神骁学院 有两个东西 对于您学生来说 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学分 学分跟你已经得到的大下功勋点一样 能够在学院宝库 兑换很多好东西 另外 没有足够的学分 是没办法从神骁毕业的 从进入神骁 到现在 已经过去十多年 还因为学分不够 卡着不能毕业的学生 也是有的 除了学分以外 就是平级了 平级越高 你能够得到的住宿条件 就会更好 你在神骁的生活 就会越自由越轻松 与此同时 平级还关乎 你成长的资源获取 还是用你最熟悉的 突破魔晶举例吧 只要你在神骁 达到B级以上的平级 这玩意 甚至每天都会送你一枚 除此以外 你进入神骁 所掌握的专属副本 根据你平级的不同 得到的光环加成 也是大不一样的 有些副本达不到 对应的平级 甚至无法入内 所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你想在这个遍地 都是天才的地方 混得好的话 一定要尽量把自己的平级 往上刷一刷 实际上 在李源静开口解释的时候 灵异已经把平级相关制度 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因为前世这种制度 在哪都太常见了 反正就是一句话 平级高的人 享受这个世界 平级不够高的人 就只能当那些平级高的人的牛马 就是这么简单 李源静带着灵异 走进了那巨大建筑物的内部 一进来 灵异就听到了排山倒海的 欢呼声和叫喊声 一眼望去 这哪里像是什么大学的报道处 反而更像是一个竞技场 四周层层叠叠 全都是观众席 而竞技场则划分出了 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擂台 正前方的主席台下方 就是一块巨大的 灵金投影屏幕 上面播放着 其中一场擂台赛的 精彩战斗画面 那是一个战士职业者 跟一个骑士职业者 正在激烈对战 战士一身银色铠甲 手持巨斧 每一次劈砍 威士都异常恐怖 另一边的骑士 则骑成战马 手中握着长枪 以极其高超的技巧 在不算大的场地中 拉扯冲锋 双方刀光剑影 你来我往 打得不亦乐乎 灵异也看到大屏幕两侧 给出了两人的对战信息 于景城年级二等级 LV125转值情况 四转所属院系 持有火力序列入学天数769 任务经验 E级负164次 D级负369次 级负441次 B级负87次 A级负3次 平级级 顺位3742名 这是那名首次巨斧的战士职业者 没想到已经四转了 而他甚至才 只是两年级 灵异瞬间就对神霄校内的学生们 整体实力有了概念 四转职业者 放到外面 在很多工会里 都已经能够被人称呼一声大佬了 而到这里 甚至才只是 急顺位的3000多名 整个神霄的强者 太多了 喂喂喂 那边那个新生 就是你 你也是来报到的吧 快点过来 马上定期赛就要开始了 快来等节 灵异正看得起劲 忽然听到不远处 传来一人的喊声 寻声望去 果然发现 他是在叫自己 去吧 加油 李元静笑着拍了拍灵异的后背 随后他爬上观众席的楼梯 打算观摩灵异的定级情况 你哪个学校升上来的 负责登记的 是一位中年男人 此刻用审视的目光盯着灵异 额老师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灵异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老师要这么问啊 我问你从哪里升上来的 你自己的学校 你都不知道吗 这中年老师 明显是个急性子 此刻话语中 带上了一丝怒意 不过下一刻 当他将灵异的职业者金卡 在读卡器上扫了一下之后 弹出来的消息 让他目瞪口呆 你就是灵异 刚才说我的不对 抱歉 你太特殊了 是今年刚刚参加高考的 没事 灵异摇摇头 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也理解 这老师之前 为什么要这么问了 因为对神肖来说 所谓的新生 都是来自全国其他学院的超级精英 自己是特例中的特例 好了 给你登记完成了 入场吧 哦 我太急了 对不起 忘记跟你说具体的规则了 我的我的 灵异刚要走 却又被叫住了 他刚才还疑惑 这老师 是不是应该给他说下 定级的规则来着 是这样 灵异同学 你现在参加的是 新生定级赛 一共由三场战斗组成 前两场战斗 你会进入一个特殊的幻境副本 第一场 你会跟怪物对抗 第二场战斗 则是幻境系统 会根据你在第一场战斗中的表现 随即挑选一个 咱们神骁学府中的学员 生成一个假人 跟你进行1v1对战 如果你赢下第二场战斗 那么第三场战斗 你将登上咱们神骁竞技场的擂台 然后 由你挑选一位你理想 评级顺位的学员 跟他进行1v1对战 如果你获胜 你将取代他目前现有的评级和顺位 明白了吗 零一点点头 随后迈入场中 中年老师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自己及时道歉了 不然 一个能让校方高层打破百年规则 也要特招的超级新生 他可得罪不起 走出登记处 这中年老师 看向竞技场中的大屏幕 随后目瞪口呆 大屏幕上 赫然出现的就是 刚刚被他送进定级赛前 两个次战斗的那个新生 灵异 啊 他抬手看了看手表 这才过去多久一分钟 这小子直接通过前两轮了 但是为什么竞技场的导播 会选择聚焦于他 这只能说明 目前这场战斗 会是现阶段的焦点战斗 这小子 选了谁在这中年老师 更加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灵异的对手信息 赫然出现在大屏幕右侧 灵异 VS与锦城 啊 二转打四转 这小子 是不是太狂了 观众席上 李元金看到灵异的帅脸 出现在竞技场的大屏幕上 也是有些愕然 怎么会这么快 定级赛前两场 不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吗 不过想起灵异在全国高考第五轮 直接抬手 就是一兵一活 两个七阶法术轰下来的手段 他忽然觉得 不奇怪了 前两轮对战的角色 毕竟是幻境副本虚拟出来的 怪物和职业者 灵异 想要碾压他们 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 最主要的是 灵异现在 在跟孟远舟谈过之后 思维上已经不再那么谨慎了 反正自己已经掌握了 七阶法术的事实 已经暴露 那就没必要继续藏着掖着了 只不过孟远舟让他收着点 那八阶和禁咒法术 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各位神霄学院的同学们 早上中午晚上 好欢迎来到神霄竞技场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主持人薛亮 整个神霄竞技场中的大喇叭里 响起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 与此同时 灵异所在的擂台 也以极快的速度 摩一到了整个竞技场舞台的中心 在见识过神霄母舰的精士科技后 灵异对于这种场面 已经习惯了 也许是咱们学院最难 也是整个大厦最稀有的 讲院临层副本 即将开启的缘故 我们学院在今天 就迎来了第一批实力新生 而其中的佼佼者 当属这位灵异同学 他打破了神霄176年的历史记录 是咱们学府第五名 通过特召方式入学的学生 同时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 这位灵异同学 也以五轮百万满分的成绩 完成了究极黑马的逆袭 这样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在今天 更是以破纪录的速度 通关了前两轮定级赛 在最后一轮定级赛中 他更是选择了 他目前能够选择的最高顺位选手 来自吃油学院的 级二年级强者 于锦诚 于锦诚同学 在刚刚跟吴阳同学的换级战斗中 取得了胜利 此刻他的顺位再及平级中 再次上涨79位 此刻他战意盎然 势头正胜 到底是咱们刚刚入学的 传奇新生灵异 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 三场定级赛 直接升上级 还是于锦诚同学 能够将这位超级新秀 展落马下 获得他全部的新生资源福利 马上揭晓 请对战双方做好准备 主持人的声音 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此刻正是暑假期间 对于神肖学府的学生们来说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已经休假回家了 也有一些眷王在出外勤任务 但是留校的学生 还是不少的 即使不参与战斗 来到竞技场里 观看别人的比赛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只不过没想到 今天这么特殊 能见证一场刚入学的新生 就敢挑战四爪二年级学长的战斗 动 动 两声沉闷的脚步声响起 灵异发现他锁在擂台的对面 走上来一个身高接近两米 身披战夹 肌肉球节 宛如从北欧神话里 走出来的狂战士一般的壮汉 于景成将两柄巨斧 插在坚硬的擂台地面上 露出一丝名笑是什么 给你的勇气 让你敢挑战我 是全国状元的名头吗 老子当年也是全国第二 在神肖的每一个人 谁还不是全国前十了 于景成的这番话一说出口 整个竞技场的气氛 都被彻底点燃 灵异听到观众席上 传来一片哄笑声 这些人对全国状元 全国第二 这些在外面响当当的名头 不太感冒 甚至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正如于景成所言 能够进入神肖的 谁还不是个全国前十了 状元 榜眼在神肖这所大厦 第一学府里 一抓一大把 小学弟 后悔已经晚了 你的心生资源礼包 我就笑纳了 于景成从地上抽起巨幅 直指灵异 与此同时 大屏幕上 也出现了一个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 战斗就会开始 关于心生资源礼包 和换位挑战的规则 灵异此前 在前两轮定级赛中 就知道了 首先 心生资源礼包是 每个进入神肖的心生 都享有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免费获得的福利 其中包含五章 需要达到极以上评级 才能获得的特殊副本 入场卷轴 突破魔精 属性魔精等成长资源 而换位挑战 对于高位者来说 要是没有好处的话 跟低位者战斗 亏的就是他了 因为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所以神肖规定 在低位者换位挑战成功 机身高位之后 就会累计一次 强制战斗次数 只要你身上有 强制战斗次数 有低位挑战者 对你发起挑战的时候 你就必须接受 而于锦诚在刚刚的战斗里 刚刚击败了一个 他研究许久的劲敌 成功完成换位 所以他才会出现在 灵异可选的挑战列表中 因为他必须要接受战斗 不过相应的 神肖也规定 如果低位挑战失败 那么不仅高位者 身上的强制战斗次数 被移除 低位者所享有的 每日资源配给 会按照一定比例 转移给高位者 这样双方都面临风险 同时胜者都有收获 如此制度 才让整个平级 和换位挑战体系 得以推行至今 三 二 一 战斗开始大屏幕上 倒计师归零 擂台边 也响起了开战的铃声 下一刻 于景成手持双幅 高高跃起 以天崩之势 朝灵异所在的位置 狠狠披下 黄战事迹能力 披化山 跟大多数人认为 战事就是手短 笨重的观念不同 于景成的速度 非常快 其实之前灵异在看到 他在跟那个骑士的战斗的时候 就发现了 作为一个重甲 近战职业 他的位移技能 可以说非常多 除了这个月空跳劈以外 还有冲锋和狂暴冲刺 这类技能 战事打法师 只要被战事进身 法师就基本没有太多还手之力了 观众席上 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认为的 他们本来还以为 灵异这个魄力 能被神骁特招的新生 能够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现在看来 战斗经验太匮乏了 这种只知道硬式考试的萌新 果然跟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甚至还在生死边缘 走过一遭的二年级 生没得比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灵异要被这是大力臣的一批 直接砸到空血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惊 惊铁叫鸣声响起 一只双目星红 浑身覆盖着坚硬灵片的巨蟒 陡然出现在灵异面前 虽然它被余景成的这一批 差点劈成两截 但死灵生物 是没有痛绝的 在巨蟒用肉身的保护下 灵异毫发无损 是时候给神骁学院 一点小小的死灵法师震撼了 第一只巨蟒 被灵异从死灵空间中召唤出来后 随后 是第二只 第十只第一百只 直到整个擂台 几乎都被灵异的召唤物塞满 此前在诺亚遗迹时 得到了方舟反应炉核心模块的鹿域 拥有号令整个遗迹所有兽类的权限 再加上下雨淹当时的断空领域 全自动无差别攻击 灵异知道 就算放出死灵空间里的那些 被他收归麾下的怪物 也是无济于事 所以 在最终决战时 灵异选择亲自出马 但是现在面对于景成 灵异认为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死灵空间里的三百多只怪物 现在 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可惜的是 这个擂台 还是太小了 才刚刚放出一百多只大宝贝 就已经集满整个擂台了 不同于召唤 从死灵空间里 将召唤物转移出来 是瞬间完成的 也就是说 对观众席上的所有人来说 他们只是 感觉眼前一花 场中就多出了上百只 面目可憎的死灵怪物 看起来 就像是雨景成立 披画山放出来的一样 这一披 披出了整个天灾 这新生是召唤师吗 不是啊 你看大屏幕上 他职业是法师 应该主要专精是死灵系吧 我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的死灵系召唤物 好恶心 有些眼珠子都掉了 能够同时 瞬间召唤和掌控 如此恐怖的死灵系召唤物 怪不得他敢挑战两年级的 观众席上 无数实力或高或低的神骁学生们 议论纷纷 他们并不知道 灵异在之前高考中的表现 但仅凭这一手 他们承认 灵异的确有点东西 不过 也仅限于此了 以他们的目光来看 二转和四转的差距 根本不是一个逆天的天赋 能够抹平的 擂台之中 被无数死灵怪物团团围住的 于景成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后 很快就平复下来 神骁的换卫战 除了明显的作弊以外 其他是不限制任何道具和装备的 此刻于景成身上 穿着一套战士的板甲装备 加上他四转的基础属性 让他的防御力高得吓人 没掉什么血 灵异也发现这一点了 看来诺亚遗迹的这些怪物位格 虽然还是高的 但是终究等级 是在六十到八十级的区间中 面对已经一百二十多级的于景成 等级 都被压制太多了 怪不得你一个法师 敢挑战我 能同时掌控这么多召唤兽 如果你的召唤兽不那么弱的话 那么 我还真的会有些头痛 现在吗 能让我杀到金星了 于景成舔了舔嘴唇 下一刻 他怒吼一声 一道无形的音波 以他为中心 扩散开来 吼战士技能挫制咆哮 所有命中的怪物 都会被附加减缓移动速度 和攻击速度的debuff 对于更弱的敌人 甚至会陷入恐惧状态 动弹不得 可惜灵异的死灵召唤物 天生自带恐惧免疫 所以 于景成的这一吼 也仅仅是让这些怪物 被逼退了一小段距离 并且移动速度被大幅降低 但这也够了 随后 于景成眼中 红光一闪 他本就壮硕的身躯 再次长大一圈 浑身沐浴血光 技能不拘一指 这是一个状态类的技能 开启之后 会持续消耗他自己的生命值 但与此同时 他能够获得霸体状态 大多数人和怪物 在承受攻击的时候 都会陷入短暂的僵直 而这种短暂的僵直 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会中断技能 而一些职业和强大的怪物 都会有霸体状态技能 进入这个状态之后 直接就能无视僵直 甚至离谱一些的 还有控制效果减免 状态一加 于锦诚手中握着两柄战斧 开始飞快旋转起来 利刃破空 鲜血飞剑 瞬间围在他身边的 十几只死灵怪物 就被巨斧和席卷起来的 风锐之气 生生斩断 哈哈小子 你碰到老子 算你倒霉了 每杀一个你的召唤物 我都会更强一分 感谢你给我送的状态了 灵异谋光微尘 借助全知之眼 他明白 于锦诚为什么要这么说了 此刻他的身上 也出现了一个名为 杀戮快感的增益buff 杀戮快感击杀一个目标后 使你的攻击力 移动速度 防御力 最大生命值提升5 该效果最多叠加至200 持续直至战斗结束 与此同时 灵异还发现 于锦诚的狂战士被动技能 也被他叠起来了 破斧沉舟你的生命值 每降低100点 使你的攻击速度 伤害减免提升1 该效果在你生命值 降低至20的时候 达到最大值 短短十多秒过去 在旋风斩的疯狂屠戮下 于锦诚的状态 前所未有的恐怖 血量跌到了接近百万 其他属性 也暴增一倍有余 现在他甚至无需 使用位移技能 开着旋风斩的移动速度 都极其恐怖了 最棘手的 还是减伤效果 开启不屈抑制之后 他的血量再持续削减 现在身上 还挂着40多的 强制减伤效果 如果说此前灵异的 这些召唤物 还能对他造成一些伤害的话 现在就几乎是完全免伤了 太年轻了 永远不要给一个狂战士送菜啊 为什么狂战士 是有大量小怪副本的神 就在这一点 给他状态叠起来 就没人杀得了他了呀 观众席上 无数人已经给灵异判了死刑 因为此刻的于锦诚 说是进入了全胜姿态 也不为过 等这些死灵怪物 都被他杀光 那处理一个 没有召唤物保护的法师 那画面 太残忍 都不敢想了 一百多只死灵召唤物 在十多秒后 被彻底解决 于锦诚 站在一堆怪物的尸体中央 浑身浴血 宛如战神一般 轮到你了 于锦诚咆哮一声 他杀红了眼 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 下一刻就准备 凭借自己极快的移动速度 给灵异来几斧头狠的 不过他却看到 灵异那依旧淡然的表情 你还真是会选地方 正好站到中间了 下一个瞬间 没等于锦诚反应过来 他就猛然听到一声恐怖的轰鸣声 碰在他脚边的 一具怪物尸体 猛然爆裂开来 血浆和腐臭的液体爆裂开来 让于锦诚脚步一顿 随后碰碰碰碰碰碰碰 如同放鞭炮一般 他周围的尸体 似乎是触发了 某种连锁反应 开始接连爆炸开来 上百具尸体集体爆炸 让整个神骁竞技场的地面 都在疯狂颤抖 大屏幕上 标注着于锦诚状态栏的地方 血条那一栏 被光速清空 百万血量 高额减伤又如何 鸟杀 竞技场大门外 走来舞蹈身影 这五人有男有女 气场强大 身上都穿着 印着神骁学府文章的制服 看年龄都知道 他们不是学生 而更像是老师 结束了吗 怎么里面鸦雀无声的 五人中年纪最大 身穿一件紫色发袍 发袍上 闻着烫金雷文八卦的老者 胡一道 早跟你们说了呀 让你们快点快点 就是要磨磨蹭蹭的 谁赢了 谁赢了 是那个特招小子赢了吗 话说我还没注意 他是什么职业 有什么技能啊 老知道我就不等你们 直接来了 有录像吗 错过感觉太可惜了 站在紫袍老者身边的 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人 只不过他的气质 是这五个人里面 最奇葩的 染了一头黄毛就不说了 一路上 手里也炫技似的 转着一把自动手枪 只是数秒的时间 他嘴巴里 直接蹦出了七八句话 明显是个纠集画廊 闭嘴 说话的人 是一个一身黑衣 就连面容也隐藏在 恶鬼面具下的人 声音明显也浑浊不清 光凭外貌和声音特征 甚至无法判断 他是男士女 跟黄毛化老体质 完全截然相反 这蒙面黑衣人 一路上 根本就没有开口 唯一的一次开口 还是嫌黄毛太吵 直接让他闭嘴 走在五人最后的两人 其中一个身高 仅有一米四左右 身形矮壮 下巴上的大胡子 都快拖到地上了 而另一人 身形高挑 身穿一件雪白长袍 胸前的傲然 几乎要满溢出来 容貌也足以让 所有人惊为天人 五人走入竞技场中 下一刻 就看到场中央的 大擂台上 发生连环尸暴的一幕 死灵系的这个七阶技能 在仅有一具尸体的时候 引爆所造成的伤害 真的甚至不如 火系的五阶技能伤害高 可以说是七阶之尺 而一旦尸体的数量 超过十具 那么就基本吃兵火系 七阶天燕龙西 造成的伤害了 而现在 整整一百多怪物的尸体 被连锁引爆 锁引发的爆炸 堪称核暴级 整个竞技场中央 甚至升起了一朵 由死灵系黑气 形成的蘑菇云 灵异从战斗的一开始 就知道 可能自己无法通过 怪海战术 赢下这局比赛 他本来的打算 也就是测试一下 死灵系这个 七阶技能的强度 没想到会这么超模 啊 位于核暴的中心 灵异能够清楚地 听到自己的对手 那位二年级的 狂战士学长 撕心裂肺的惨叫 痛 剧痛 痛彻心扉 百万级的血量 在井客间清空 跌落之一点 如果有漫方的话 有人就能发现 其实在核暴 刚刚开始不久后 于锦成的血量 就已经被彻底清空了 现在的他 说是道歉 灵异十几管血都不为过 如果不是笼罩 整个竞技场的结界法则 为于锦成 抵挡了大量伤害 现在他也已经成为 这一场施暴盛宴的 其中一环了 灵异也在反思自己 嗯 其实他完全可以 尤其是他还可以主动掌控 这些死灵怪物的血量 如果将它们的血量 控制成阶梯形 由高到低排列的话 让每一只的血量 都有些微的差别 随后同时放弃 它们的控制权 让其成为中立生物 然后对其中一具怪物尸体 使用施暴朔 第一具尸体的爆炸 会把那些残血的怪物杀死 让其成为新的尸体 随后连锁反应叠加 一波教科书般的亵渎 就真的成了 嗯 以后这个技巧 可以用在实战中了 灵异彻底意识到 死灵系的各个技能之间的配合了 竟然还有这么奇妙的化学反应 合爆的黑烟散去 灵异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擂台上 而刚刚还狂到不可一世的余景城 此刻翻着白眼 躺在地上 身体还在不断抽动 不可思议 我们的最强心声 竟然真的战胜了 极平级的二年级前辈 我宣布 这场战斗的胜者 是灵异同学 他也完成了他的定级赛 最终定级结果 市集2678位 这位灵异同学 打破了我们神肖剑校以来的最高纪录 堪称神肖史上最强心声 在完成定级赛后 直接升到了集中位 让我们为他送上最热烈的掌声主持人薛亮 一番慷慨激昂的解说后 整个竞技场中 也爆发出一阵掌声 即使他们赛前不看好灵异 但此刻的战果 是做不了价的 站在场中的是灵异 而倒下的 是雨景城 有点恐怖啊 这心声 死灵系怪不得是稀有职业系 没想到这么强吗 刚才你们看清楚了吗 那个大爆炸 到底是什么技能啊 死灵系的技能 不都是召唤各种阴间玩意战斗吗 为什么会有威力这么大的大范围技能啊 不得不重视这小子了 本来处理这种召唤师职业的思路 就是优先处理掉他们的召唤物 没了召唤物 他们就相当于是没了力爪和尖牙的猛兽了 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但是现在看来 你杀掉他的召唤物 他好像还能把他死掉的召唤物 废无利用啊 这就有点棘手了 观众席上 无数人议论纷纷 而这时 那武道走入竞技场的身影 也被场中细心的导播发现了 下一刻 无数道聚光灯 就打在他们身上 主持人薛亮 更是惊呼一声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精彩的战斗 引来了咱们神霄五大学院的院长 让我们欢迎他们聚光灯下 武院院长闪亮登场 那一头黄毛的年轻人 更是一甩风衣 背对众生 做了一个自以为很帅的动作 好丢人啊草 我们院长怎么感觉这么中二啊 你懂什么 这叫有形 等你什么时候能 get到黄院长的内涵 你就能真的成为 咱们后裔学院的核心成员了 大可不必观众席上 大多数人已经完成分院 此刻看到自家院长 反应各不一样 唯一感觉丢人的 也只有攻守系的后裔学院众人了 五人为首的紫袍老者 看着灵异 抚须一笑不错 我看过你第五轮考试的表现 没想到 就连死灵系的七阶法术 你都能驾驭了 既然咱们杨副校长 都给了你一个特招入学的机会 我代表福西学院院长 也给你一个特招机会 怎么样 林毅同学 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福西学院 我的天福西学院的肖院长 向咱们的史上最强心声 发出入院邀请主持人薛亮 尖叫一声 下一刻 整个竞技场中 观众席上的学生们 面色都彻底变了 我猜 这也能特招吗 又坏了规矩 你嘛 我刚入学的时候 熬了两个多月 才通过了分院选拔 凭什么他一来 就能直接完成分院了 我算了 操 人比人啊 林毅也是一愣 这什么意思啊 不过从观众席上 其他人的反应来看 似乎这又是什么特拳 让自己独享到了 呵呵 萧院长 你的邀请太突然了 都让他有些茫然了 虽然他是法师职业者 加入你们福西学院 是最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也对他有些兴趣呢 一道绵软中 却带有无尽魅意的声音响起 身穿白袍 一双大长腿 毫无保留 展露出来的女人开口了 随后 一双闪烁着 圣光的天使之意 出现在他身后 与一山洞间 他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随后 落在观众席 某一侧的空位上 饶有兴致地看着林毅 喂喂喂喂喂喂 若曦姐 你怎么把我想说的话 提前说了呀 本来应该是我第二个 发出邀请的才对呀 喂 小子 要不要加入我们后裔学院 我很看好你 有本尊亲自教你怎么样 谁说法师就不能用枪的 把魔法附加在子弹上 这个点子真的酷毙了好吧 我保证 你在极短的时间里 就能突破到 A级的平级怎么样 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黄毛急了 嘴巴连猪炮似的 说出了一大串话 闭嘴 蒙面黑衣人再次开口了 他实在有些忍不了 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 纠集呱躁 喋喋不休的人存在 不过在对黄毛 施展完禁严肃之后 他面具下的毛子 看向林毅 你 来我这里 很适合 黑衣人话说完 一直站在他旁边的 矮状大胡子 贪了贪手小子 你刚刚暴杀的 就是我持有学院的人 我本来也想邀请你的 但是你是个法师 老子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这些个 只知道猥琐 拉距离风筝人的法师 所以还是算了吧 大胡子话一出口 福西学院的院长就不爽了 呵呵 那叫战术 什么猥琐风筝 老秦你不会说话 就别开口 大胡子双眼一瞪 怒道性消的 你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 你输的还不够多 找念 果然法师和战士 这两个职业 就是天生的冤家 法师觉得 战士是个大短腿 拿开剧里 就能随便虐 战士觉得 法师是个猥琐耸淡 但凡被禁身 就要被他砍上几百刀 互相不服气 无论如何 现在已经有四位院长 邀请林毅 加入自己的学院 这直接献煞旁人 观众席上看着 这一切的李源静 更是目瞪口呆 他预料过 林毅的分院 应该会很轻松 但是没想到 会这么轻松 在开学当天 就直接被四大学院 同时邀请 其实严格来说 应该算是五大学院 都对林毅有意思 呃 那个 四位院长 我今天才刚刚到神肖 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学院 到底都有什么优势 对我有什么好处 李源静文言 差点笑出伤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小子 还真是个直球怪 丝毫不打算弯弯绕绕 直接开始谈好处了 林毅此言一出 对他发出邀请的几位院长 也是一愣 随后还是黄毛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到怪我们 忘记跟你做介绍了 我是黄少天 攻守系后裔学院的院长 我们院的优势 就是装备多 装备好 不信你问问我们学院的人 枪械 弹药 弓矢 我们消耗量是最大的 神销装备后勤处的老大 跟我是铁哥们 你只要来我们后裔学院 我直接给你一套 硕心级的装备 直接送你黄少天说完后 一直默不作声的蒙面黑衣人 则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我也一样 紫袍老者摇了摇头 对林毅说道 这位寡言少语的院长 跟你是本家 名叫林七 刺客系竹九英学院院长 我是萧云胜 如你所见 法师系福西学院院长 加入福西学院 毫无疑问 就是最适合你的 我本人也愿意 每个星期抽出一些时间 来亲自带你副班 给你做出法师职业的专业指导 最后 轮到白袍女子 我是兰若曦 牧师系女娲学院院长 嗯 加入我们学院的优势和好处吗 我想想兰若曦思考片刻 她最后摇了摇头 要说是佩度的话 牧师系和法师系 多少有些相关性 但是确实不大 但是 我能给你的好处 也很明显 说到这里 兰若曦手中一闪 一柄镶嵌着白色圣经的法杖 出现在她的手中 随后 灵异也没有看到 她开口吟唱 整个竞技场中 都响起了天使齐声歌唱的美妙乐声 竞技场高空之中 出现一片片响云 响云中 一道金光落下 几片羽毛 围绕灵异身侧 下一秒 灵异就发现 自己得到了一个buff增益效果 神圣赞美诗时 你获取的所有技能点提升时 获得的所有经验值提升时 持续24小时 灵异心中震惊 卧槽 技能点获取和经验值 获取双提升buff 这种技能 对所有职业者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吧 灵异不知道的是 牧师系的确会有这类 能够使别的职业者 快速成长的增益效果 但是每次释放的代价 都是巨大的 要消耗很多珍惜资源 并且 本身这个技能 根本就不会 这样的buff 我每天都能给你一个哦 蓝若曦坐在观众席上 贴身的白色牧师法袍 更显她爆炸的身材 再加上声音又绵又郁 取手偷足剑 就说出了 每天来一发这样惊世骇俗的话 瞬间全场观众 都震撼了 我也想要若曦大姐姐的祝福草啊 羡慕死我了 每天都能得到若曦大姐姐的青睐吗 识的技能点和经验值提升啊 酸死我吧 看到这一幕 本来觉得胜券在握的肖云生 心中 涌现一丝不祥的预感 很快 她心中的不祥预感 变成了现实 我选女娲学院 开玩笑 四个选择 一个画牢 一个社恐 还有一个老头 最后 是一个每天能给自己家buff的丰满大遇见 灵异根本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啊 听到灵异的最终选择 肖云生有些怨念的 看了蓝若曦一眼 再蓝若曦不曦损耗大量宝贵材料 说出每天都能给灵异加一个神圣赞美式祝福 buff的时候 她就知道 今天她说了 他们福西学院 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法师苗子 说实话 为灵异这种多系专精 还多系都加到高阶的法师天才来说 肖云生也很舍得为她倾泻资源 最后花费的精力和培养力度 估计不会比蓝若稀少 但是经验获取加速 和技能点获取加速 她可给不了 放眼整个神肖 也只有女娲学院 有这个专属福利了 想到这里 肖云生摇了摇头 对灵异道灵异同学 最后 你没有选择福西学院 我深感惋惜 但是我们福西学院 从不排斥可求魔法知识的人 在神肖期间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随时来我们福西学院 旁听任何课程 在魔法医道上 你要是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也可以来找我 肖云生年毕 洒然离场 不过她言语中 对于灵异的重视 还是震惊了所有观众席上的旁观者 这 就是史上最强心声的待遇吗 福西学院 从不排斥外人这句话 听听就好 除了灵异以外 你一个吃游学院的 敢去旁听试试 腿都给你打断 肖云生离场后 其他几院的院长 也都离场了 最后只剩兰若曦 欢迎你加入我们女娲学院 后续你的祝福状态 要是消失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帮你续上 说到这里 兰若曦微微偏头 对坐在她身后的几位女娲学院的 高年级生的其中一人到小林 你帮灵异同学 处理一下我们的入院手续吧 对了 咱们院的别墅区 好像有几间是空着的 你帮她挑一间 让人打扫打扫 兰若曦此话一出 灵异瞬间就又感受到 无数神肖学院的学生 朝她投来无比羡慕的目光 担任别墅公寓 这是评级达到A级以上的学员 才有资格选择的住宿条件 集合级以下的学生 本来只能是住集体宿舍的 被兰若曦叫到名字的人 是一位女生 南宫林刚刚还在开小差 此刻被院长点名 还是被身边的好闺女碰了碰 才幡然醒悟啊 好的 灵异看向南宫林 这学姐身材高挑 一头黑发 如瀑布般垂到腰际 两只比例匀称 修长有形的大长腿 被遮盖在一层 富有弹性的白丝之下 灵异不是腿控 但是看到南宫林的腿 都要感叹能玩一年 如果说兰若曦给人的感觉 是成熟的欲解的话 那么南宫林则 像是刚刚从动漫里 走出来的元气少女 与此同时 南宫林也注意到 灵异很久了 这小学店 很帅 而且实力也很强 一时间 南宫林从最初的紧张 变成兴致盎然 南宫林和灵异 走出竞技场 他挂着何须的笑容 对灵异 开口到学弟你好呀 我叫南宫林 目前是三年级 我已经让苏管辉那边 帮你打扫房间了 只不过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先带你去 领取你入校的 新生福利大礼包 还有集评级的今日资源吧 然后再带你去 咱们神宵几个 南宫林在前面带路 灵异则跟在后面 两人混入人流之中 都能不时吸引到大量的目光 这小子肯定是个色批 要不然怎么会学女娲学院 这种全是妹子学院啊 我 我他妈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为什么他一进来 就直接被那么多美女包围了呀 认命吧 我们吃油学院是这样的 宿舍门口看门的狗 都他妈是公的 而且单身十多年了 占掉没人权啊 为什么妹子们都喜欢法爷呢 你猜法爷为什么要叫爷 如此一轮声 一路上不时在两人身后响起 就习惯了 根本没有在意 而灵异也是心中暗爽 原来整个女娲学院 大部分都是妹子嘛 他忽然想起 前世自己在大学里 就读的艺术系了 艺术系和外语系的妹子 也是很多的 而隔壁的体育系 估计跟现在 吃油学院的情况 差不多吧 跟着南宫林一路走着 灵异也逐渐意识到 神骁远比他想的要大得多 之前在飞行器上 感觉神骁也就是 建在一艘巨型空天母舰上 应该面积不算太大 但是 等真的入校之后 他发现 似乎空间比例有些不太对 神骁内里的面积 现在灵异初步推算 至少也有半个地精这么大 咱们神骁一共分为六个主要区域 其中 咱们女娲学院 占据的是西北部校区 学府中央 也是面积最大的区域 主要有各类功能设施 和教学设施 南宫林带着灵异走了半个小时 甚至都没有走出神骁的中央区域 又是数分钟过后 南宫林指着前方的一栋建筑物 被灵异说到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咱们学府的后勤大楼 大楼下方 就是宝物流通处 后续你赚到足够的学分了 就可以来这里兑换资源 对了 把你的职业者 磁卡给我 灵异 将自己的职业者磁卡 从随身空间中取出 交给南宫林 两人走进后勤大楼 南宫林一番操作后 重新回到灵异身边 将两张磁卡递给灵异 已经帮你注册登记完成了 你本身的职业者 磁卡在神骁 就没啥用了 这张是你的学生卡 里面有你所有的个人信息 另外 这张学生卡 还能处置大厦壁和神骁学分 在神骁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张卡都很重要 千万别弄丢了 不办手续很麻烦的 灵异收下自己的学生卡 而另一边 南宫林也带着灵异 下到了后勤大楼地下的 宝物流通处 找到一个窗口 南宫林笑着 对那负责的老师道 赵老师 我带一个刚刚入学的学弟 来领他的新生资源礼包 很快 属于灵异的新生大礼包 就送到他手上了 莫 小学弟 这是你入学的专属福利礼包 无需消耗学分就能拿到 每个入学神骁的人都有份 十次负本胜所一层负本的入场资格 突破摩金十美 属性摩金十美 然后是你的极平极每日福利 这个你无需担心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自己的私人住处了 所以今天的物资 会直接发到你的公寓中 对了 学弟 我听说 你现在已经得到参与降渊林层负本的资格了 这次提前报到 也是为了这个对吧 听到南宫林说到降渊林层的事 灵异竖起耳朵 这的确是他 这次提前报到的目的 现在 你已经完成定级 并且还是急 就应该赶得上了 南宫林开始尝试帮灵异分析 按照大多数新生入学的情况 如果定级之后 只有一级 是没有资格参与降渊林层特殊副本的竞争的 定级的话 希望也非常渺茫 因为在这个等级 你每天能赚的学分数量太有限了 能入场的副本也太少了 灵异文言 连忙问道南宫学姐 参与这个特殊降渊林层副本竞争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啊 南宫林道很简单 就两个要求 一个是你必须有参与降渊林层的资格 与此同时 评级要在地级以上 第二个就是 你要花费一千学分 尽快报名 咱们学府最高难度的特殊降渊林层副本 名为重群之星 难度和奖励 都是整个蓝星目前为止发现的降渊林层中最高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副本的特殊性 所以 每次副本开启 能够入场的名额 仅有二百人 说到这里 灵异发现 南宫林面色忽然一变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了眼时间 然后惊到不对 我好像估算错时间了 我本来以为你 还有两天时间准备 但是 刚才我翻了下学院副本圣所官方发布的通告 似乎重群之星要提前开启了 原本预计的开启时间 是一周后 现在预计开启时间 是三天后 那明天早上八点就开始报名了 也就是说 你要在今天之内 赚到一千学分 这这怎么可能啊 灵异闻言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没想到原本一周的时间 再次被压缩到三天 他虽然不知道 学分获取的难度 但是 看南宫林的样子 明显在神骁 学分这东西 并没有那么好获得 学姐 怎么赚学分 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南宫林拉起灵异的手 走出宝物流通处 一路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我们边走边说 学分获取主要有三个途径 评级每日奖励 里面就包含学分 即评级每日获得的学分 是五万零一百学分 顺位越高 得到的学分越多 但是通过这个途径 你肯定是凑不到一千学分的 然后是任务 咱们学府的任务大厅 每天都会发布成百上千的任务 从帮人寻物到击杀特定目标 或是前往咱们大厦某处 处理危机事件 任务种类 应有尽有 任务难度越高 奖励的积分就越多 不过大多数高难度的任务 任务周期都会很长 对你来说 也是来不及了 最后 就是刷副本 每次副本通关 按照副本的难度 都会给你奖励 两千零五十点学分不等 你目前级的评级 能够刷到最高难度的副本 是天空神殿 每次通关奖励 二十五学分 你今天还有十次副本入场机会 这些算下来 也就五百多学分怎么办呢 南宫灵秀没紧重 看得出 他现在为灵异操碎了心 南宫灵咬了咬牙 最后忽然拉着灵异 走到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地方 然后开口到学店 我现在就给你五百学分 但是 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到时候 你赚够学分 再还给我就行了 听自己这位学姐的口气 灵异也猜到了什么 学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咱们学府 彼此之间交易学分 应该是明令禁止的吧 南宫灵峭脸一正 然后点点头似的 因为这关乎毕业和考核 如果学分允许交易 就相当于是作弊了 但是这种事 虽然明面上是禁止 私底下彼此交易学分的现象 太普遍了 没事 学弟 只要你不说 就没事 灵异摇摇头 被发现了 肯定有处分吧 而且 学分是入入灵精系统里的 要是被查出来 就会直接证据确凿的 南宫学姐 虽然今天我们才刚刚认识 但是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不能让你铤而走险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实在不行 我选择其他两个难度 稍低一些的副本 或是再等半年 也没事 灵异还没有自私到 拿别人可能被处分的风险 最后被发现 自己肯定也逃不了 被处分的境地 好吧 刚才是我太急了 确实 要是被发现了 学弟你才刚入学 说不定还有被开除的风险 呸呸呸 怪我怪我 灵异没有在意南宫灵的失态 而是顺着他刚才的思路 继续到学姐 你刚才说 第三个获取学分的途径 是刷副本 那除了通关副本以外 就没有别的方式赚学分了吗 比如刷新副本记录 被灵异这么一提醒 南宫灵眼前一亮 不过很快又暗淡下去了 这是个好点子 但是太难了 刷新副本记录 能够得到十倍于通关副本的学分 还是用天空神殿这个副本举例 你要是刷新了通关记录 就能够得到250点学分 但是 想刷新记录 哪有这么容易啊 天空神殿这个副本 已经存在百多年了 这百年来 无数神肖学子 进入通关 记录早就被刷到一个 近乎不可能打破的状态了 这副本的限制 入场等级最高是六世纪 我都没办法叫我的朋友 跟你一起入场 一起刷副本 咱们女娲学院 今年新学期的招生 也还没正式开始 大多数跟你一个等级 能够跟你组队的人 甚至还在过暑假爱 南宫灵又开始哀声叹气起来 灵异却已经放心了 既然刷新副本记录 有学分奖励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学姐 没事 我不用组队 单刷也行 你刚刚说的那个叫 天空神殿的副本在哪里 我想试试 咱们学府所有的副本 都在副本圣所中 我本来就打算带你过去的 不过现在你打算试试 单刷天空神殿这个副本 那我先带你去 咱们学府的图书馆吧 我帮你去那里办章节约卡 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 你要是有空 就可以去那里查询 咱们学府所有 现存副本的通关攻略 没空的话 也能用账号登陆 咱们学府的内部论坛 调取档案室 和图书馆中的资料 对于灵异 想要单刷 天空神殿副本的这个行为 南宫灵并没有太意外 事实上 这在神殿 反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谁还不是个天才少年 单刷一层副本 都是随手为之了 但是南宫灵 还是给灵异提了 先看看副本攻略的建议 灵异也很认可这一点 磨刀不误砍柴弓 提前知道副本中的情况 总比自己后续 慢慢摸索要好 更何况 他现在追求的 还是破记录速通 看攻略能节省的时间 只会更多 十多分钟后 灵异和南宫灵 从神殿图书馆中走了出来 现在 你应该能够登陆 咱们学府的论坛了 你试试 南宫灵掏出手机 此前他们就互相添加了好友 现在南宫灵给 灵异发了一串 神殿内部校园网的网址 灵异打开之后 输入自己的名字 和刚刚注册十天写的密码 果然登陆上去了 我没记错的话 天空神殿 就在副本圣所的第一层 以你现在的评级 应该是 能够查阅相关攻略的 在南宫灵的指导下 灵异很快就熟悉 神肖校内论坛的 各个版区和条目索引了 在攻略区的分类下 灵异果然看到了 副本圣所一层 天空神殿的副本信息 点击进入 灵异收到提示 扣出零点学分 相关攻略已下载到手机上 攻略也需要花费学分的 只不过一层的副本 作为新生福利 花费的学分 已经被咱们校方捡到零点了 两层之后 相关副本想要再查询攻略 是需要花费学分的 不过消耗的学分都不多 基本都在个位数以内 放心吧 南宫灵一边带着灵异 往副本圣所走 一边给他解释道 灵异点点头 打开天空神殿的副本攻略 看了起来 天空神殿 表层副本 可入场等级 LV4560 副本地图规模中等 副本首领数量 三副本普通怪物数量 300家副本 综合难度中等 该副本目前最佳通关记录 五人组队模式下 3分27秒29 单人模式下6分11秒68 注意 该副本存在特殊机制 科恩格的庇护 在最终首领 女基斯赫拉卫被击败的情况下 该副本所有怪物 拥有75的高额魔法伤害减免 同时 该副本怪物 多为法师类怪物 本身魔抗极高 被所有以法系输出 为核心的队伍来说 该副本难度 由中等上升为高难 建议攻略队伍的人员配置 以物理输出为主 攻略开头的副本评价和导言 就让灵异有些意外 一旁的南宫灵 其实也打开自己的账号 再查看天空神殿的攻略 因为距离他通关这个副本 已经过去太久了 所以现在看到攻略 也才唤醒远古时期的记忆 啊 我都忘记 还有这个特殊的机制了 学殿 要不换个副本吧 这副本 对于法系职业来说 难度很高 想破6分钟的记录 近乎不可能 南宫灵也想到 灵异之前在定级赛第三战中 所展现出来的死灵系高阶技能 但是对这个副本的怪物来说 75的魔伤减免 加高额魔抗 是真的炸不动了 完全就踩在灵异职业的烈士区间上 所以 他才让灵异换一个副本尝试 灵异却摇了摇头不行 我目前只能进入一层的副本 一层的五个副本里 这个副本刷新记录 拿到的学分是最多的 我想拿到一千学分 肯定是要五个副本都刷新记录 才有可能 这个副本 始终是绕不过去的 南宫灵亚然 是啊 想在一天之内 赚到一千学分 灵异不只需要刷新 这一个副本的通关记录 而是五个副本 都要刷新才行 一时间 南宫灵也不知道 要怎么给灵异提供建议了 但是灵异却在心里 渐渐有了构思和点子 高额魔法伤害减免 加高魔抗 对他来说 的确有些棘手 但是也仅限于 他们用八阶以上的法术 利益大专飞 一利破万法这个规则 放眼整个蓝星 也是适用的 就算你怪物的机制再变态 副本机制再特殊 只要我用高处副本 和怪物等级 位格很多的技能 大多数情况下 就能无视你的机制 完成碾压 一个神火天真砸下来 灵异相信 整个天空神殿 都要被他灭了 但是他目前的目的 不是要把整个副本给掀了 而是要在让这个副本 依旧存在的情况下 高速通关啊 所以八阶以上的法术 是不可能用了的 而目前的火 凤 兵 死灵四系七阶以下的法术 伤害又会大打折扣 灵幽倒是应该 能在天空神殿乱杀 但是目前他死灵空间里 来自诺亚遗迹的那些怪物 已经有些跟不上版本了 灵异甚至已经打算 把他们 当成是施暴术的起爆装置来用了 最后 灵异把目光投向 此前就获得的雷系法术上 电击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雷电系 消耗30法力值 吟唱时间一秒 冷却时间 无效果电击目标 对目标造成少量雷属性伤害 该伤害拥有穿透效果 注意所有雷电系技能基础伤害较低 但相对而言 属性和魔法 攻击加成较高 且当你在雷电系技能的专精等级 逐渐提升后 所有该系技能的伤害穿透比例 也将得到加强 当前穿透比例时 跟其他元素系魔法一样 雷系也有 自己这个系别特殊的机制 那就是穿透 简单来说 就是造成雷属性伤害的时候 无视目标一定比例的魔抗 和减伤效果 并且在升阶之后 全系雷电法术的穿透比例 都会得到同步加强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灵异拥有的技能中 最特殊的机制了 那么 雷系加到高阶 是不是就意味着 能打真实伤害了 带着这个期待 灵异打开了自己的技能界面 当前可分配技能点 332万9783 这一个月的暑假 灵异都没有加点 也没有花钱课金 现在她的技能点 又到了300多万 点选雷系技能数 灵异开始一键加点 消耗500点技能点 你的电击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掌心雷 消耗2000点技能点 你的掌心雷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雷阀 消耗5000点技能点 你的雷阀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五雷轰顶 消耗1万点技能点 你的五雷轰顶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奔雷咒 消耗5万点技能点 你的奔雷咒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霹雳一闪 消耗10万点技能点 你的霹雳一闪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十方雷玉 消耗五十万点技能点 你的十方雷玉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紫消阶剑 一口气加到八阶 灵异趁着还在路上 开始查看起 雷系这八个技能 一路看下来 灵异发现 值得一提的 是六阶和八阶技能 霹雳一闪类型主动技能等 阶六阶系别雷电系 消耗一万五千法力值 吟唱时间无冷却时间十分钟 效果化身雷电 给予自身一个极快的加速度 进行一次空间闪烁 提升威力 最大闪烁距离一百米闪烁速度 根据环境不同 最大速度可提升至光速 在闪烁启动时 以及闪烁落地后 获得短时间的一百闪避效果 备注你有被光速踢过吗 灵异已经不止一次 看到过高阶法师大佬 用过这种 能够瞬间传送到某个位置的 位移技能了 这种技能的特点 就是一个字 快 几乎没有飞行弹道的限制 就像是直接闪现一样 现在 它终于也有类似的技能了 然后是雷系八阶技能 听起来 也很修仙风格的紫霄杰剑 紫霄杰剑类型主动技能 等阶八阶系别雷电系 消耗五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45秒 冷却时间24小时 效果召唤紫霄天雷 形成一柄巨型雷剑 轰击而下 对极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高额雷属性伤害 所有被紫霄杰剑所斩击的目标生命值 跌落到十以下时 将被即刻斩杀 该斩杀效果 为强制处罚 无视目标身上 带有的九阶以下的伤害免疫 死亡免疫 累无敌效果 备注黄黄天威 以剑引直 斩杀效果 而且 是无视九阶以下 所有的无敌和免死效果 强制处罚 这就有点恐怖了 深渊中很多的BSS 琐血机制并不少见 一般来说 都会给攻略副本的队伍 带来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但是有了紫霄杰剑 雷一一个雷系八阶轰下来 完全就能无视各种机制 除了这两个比较特殊的技能以外 其他的雷系技能 基本跟别的元素系技能大差不差 越是高阶 伤害越高 范围越大罢了 也就是七阶的十方雷域 还附带麻痹和晕眩效果 算是弥补了一些雷系没有的控制效果 不过最关键的 还是穿透效果 在将雷系升到八阶之后 灵异发现 整个雷系技能数的所有技能下方 所标注的穿透效果 从时提升到了九十 雷系技能 虽然基础伤害低 但是加成高 可以预见的是 以后等自己的属性和魔法攻击力加成提起来了 雷系一定会成为 他迄今为止 最高伤害的技能技了 甚至超越火系 看着自己可分配技能点那一栏 还有两百多万的余额 灵异有些心仰难耐 九十的穿透 已经很逆天了 但是 灵异总感觉差这时 有些隔音 算了 技能点还能再存 现在先把雷系加到九阶晋咒再说 再次打开自己的技能栏 一键加点 消耗一百万点技能点 你的紫霄接近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雷神之怒 静咒雷神之怒 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九阶系别雷电系 消耗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一百八十秒 冷却时间三天被动效果 现在你所有的雷系技能造成伤害时 伤害类型变为真实伤害 主动效果 以神明露火 召唤一柄灭视雷枪 轰击而下 对急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雷属性伤害 灭视雷枪存在十分钟 每十秒对急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释放一次蜻蜓雷爆 造成大量伤害 并给所有目标 叠加一层神之怒印记 灭视雷枪在消失时 将会再次释放一次大爆炸 对所有目标造成神之怒 印记层数一定倍率的 巨额雷属性伤害 并使其晕眩十秒 你可以随时解放灭视雷枪 从而引爆神之怒印记 提前解放灭视雷枪 将会返还该技能 一定冷却时间 备注神术 要有光 世间便有了第一道闪电 舒服了 灵异看到雷神之怒的 被动效果之后 彻底舒服了 现在 她的所有雷系技能 直接打的 都是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真实的伤害 无视魔抗 无视减伤 技能上面 描述写着多少伤害 就打你多少伤害 护甲都是纸 魔抗都是徐 算上火系静咒 灵异现在 手握两系静咒 爽 灵异又看了下 雷系静咒的进化途径 进化版本 静咒化身态 古雷灵进化 所需货币 200万大下币 进化所需技能点 100万雷系 进咒的进化版本 看名字 又像是火系八阶一样 应该是一个变身技能 不过现阶段 肯定是不考虑 继续在雷系 投入技能点了 既然今天把 憋了一个多月的技能点 都开始加点了 灵异索性 加个痛快 这一次 她看向自己 目前的三个被动技能 神恩勇唱法力风暴 不灭法身 这三个被动技能 现在都是七剑 之前因为一直都够用 所以 灵异没有继续提升 这三个被动技能 现在也是时候 再把它们 往上提一提了 此刻灵异的技能列表里 一共有整整五个 专精系别 数十个技能之多 说实话 灵异都觉得自己 现在的主动技能 太多了 算上静咒的话 每一系 都有九个主动技能 但是被动技能 太少了 不过这也是这个世界 低转值职业者的常态 因为如果说 主动技能书的调虑 都极其稀有的话 那么被动技能的调虑 堪称变态 可能整个大厦 每年的出产量 都在三万册以内 并且基本上一出来 都会被瞬间疯抢 大多数职业者 入手被动技能的途径 就是通过转值任务 完成转值考核 每次转值 至少 都会随机觉醒一个 本职业系的正统被动技能 灵异目前所剩的技能点 还有180多万点 所剩的这些技能点 足够让三个被动技能 都加到八件 或是让其中一个技能 从七阶升到九阶静咒级 对被动技能来说 九阶就是巅峰了 没有在上的远古静咒 和超神静咒的进化途径了 是三被动平铺到八阶 还是专精一个到最高等级 思索再三 灵异最后选择了前者 这三个被动技能 都太有用了 整体来看 肯定是三个技能都得到提升 是收益最大的 并且 这样也能给自己提供 再次进阶某个技能的判断 等下次将三个被动 升到静咒级的时候 他就能迅速判断出先后顺序了 下了决定 灵异开始一键加点 提升被动技能法力风暴 至八阶 需要五十万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升级 消耗五十万技能点 你的被动技能法力风暴 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被动技能 魔力潮汐 提升被动技能 神恩永畅至八阶 需要五十万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升级 消耗五十万技能点 你的被动技能 神恩永畅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被动技能 圣灵永畅 提升被动技能 不灭法身至八阶 需要五十万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升级 消耗五十万技能点 你的被动技能 不灭法身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被动技能元素吸收 一百五十万技能点 直接砸出 灵异直接把三个 被动技能 全部加到了八阶 灵异打开技能栏 一一查看起来 魔力潮汐类型 被动技能等 接八阶系别通用系效果 依你释放的所有法术法力值 消耗降低八十 且你从所有来源 获取的法力值上限 提升十倍 你每秒恢复时的最大法力值 效果二线在你的法力值总量 将会以潮汐方式不断掌落 你可以主动将该技能模式 调整为低潮七或高潮七模式 当该技能模式处于低潮七时 你的法力值总量上限降低五十 法力恢复速度降低五十 当你切换至高潮七时 你每在低潮七停留一小时 位于高潮七时 你的法力值总量上限提升时 法力恢复速度提高时 该效果最多时 你在高潮七 获得一百额外法力值上限 一百额外法力恢复速度 效果三每过六小时 你都能够获得一层潮汐充能 持有潮汐充能时 你可以免费释放 一次九阶以下的任意专精法术 当前可生效次数三次 最大叠加次数为十次 当你获得十层潮汐充能时 你可以选择一次性消耗十层充能 使一个九阶法术消耗的法力值变为零 持续直至你下次使用该法术为止 该效果最大生效 法术数量为三个 注意当你在低潮七停留达到三小时以上 才能够切换至高潮七 且每次你在低潮七停留的越久 切换至高潮七的续航时间越长 当前模式低潮七潮汐兑换比例六十分钟 低潮七十分钟高潮七 备注越升越落 朝涌朝枯万法恒然 灵异看完这个技能 人都有些茫然了 不是 你们八阶技能都这么喜欢搞小作文的吗 不过 在彻底读懂这个技能后 灵异就兴奋起来了 现在 自己这个八阶回蓝 和降低蓝耗的被动技能 非要比喻的话 就是有了两个模式 一个是省电模式 一个是超频模式 省电模式下 明显是在给超频模式存电量 让超频模式爆发出更高的性能 而应用在实际中 灵异在吃喝拉萨 日常生活不需要战斗的时候 完全就可以开启低潮模式 而刷腹板 杀怪 做任务需要战斗的时候 再开启高潮模式 让它的法力值上限直接翻倍 这个点 关键 非常关键 因为这个效果 是在计算完其他增加法力值上限的效果之后 在最终结算的 以灵异目前六十级的等级 穿上永恒安息套装的属性来看 此刻它的法力值上限 已经突破二十万大关 得到魔力潮汐之后 在高潮期 它拥有四十万的蓝量了 即使它没有潮汐充能的免费施法层数 此刻灵异也能凭借自己的蓝量 释放好几个八阶技能了 而静咒的百万蓝号 还是有些逆天和夸张的 这是此前灵异一直头疼的地方 因为它空有静咒 却用不出来 唯一能够使用静咒的方式 只有一条途径 那就是先用火系八阶的火灵升华 在升华状态下 它才能够无蓝号地释放一次 静咒八荒天雨 但是 仅限火系静咒 刚刚得到的雷神之路 在火灵升华状态下 也是用不出来的 现在好了 魔力潮汐给的免费施法层数 从最大三层 提高到了最大十层 并且消耗十层充能 能够直接把一个静咒的蓝号 降低到零 这个效果 还能对三个法术使用 让灵异能够通过事前准备 提前将三个不同系的静咒 降到零蓝号 以备不时之虚 刷 护学殿 我们到了 前面就是副本圣锁了 你今天 拥有十次进入第一层副本的机会 需要你出示自己的学生卡 刷卡入场的 难攻灵的话 忽然将灵异从自己加点 升阶技能的兴奋中惊醒 灵异抬起头 就看到他从进入神肖期 就一直看到的 一栋圆形高塔 赫然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 这座圆形高塔走近之后 才能发现其雄伟壮阔 抬起头 高塔尽头 甚至连通漆黑的外层宇宙空间 让他看起来 神圣又肃穆 学弟 你怎么了 刚才在想什么呢 别太紧张 要是没办法打破通关记录的话 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或者咱们去找若曦院长 他肯定有办法 南宫灵还以为灵异在担心学分的事 坠坠不安 全然不知 就在刚才十多分钟里 灵异先是把原本还是初阶的雷系技能术 加到了九阶晋咒 然后 又把七阶回栏被动技能 升到了八阶 全特么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灵异看起来 却只是走神了 没事没事 我刚才的确在想些事情 没有紧张 灵异只能笑了一声 缓解自己的尴尬 走进副本圣所之后 灵异发现 整个巨型圆塔的入口很多 此刻除了自己和南宫灵以外 还有大量神霄的学生 在排队入场 两人选了一条人少的入口 很快就排到灵异和南宫灵 大门口 一个全副武装 在全知之眼下 显示实力等级足有六转的 神霄校方安保职业者 抬起手 拦住两人 两位同学请直播 请刷卡确认入场次数 两人拿出自己的学生卡 在灵精读卡器上扫了一下 随后绿灯亮起 灵异 羽娃学院 一年级 今日剩余副本次数十南宫灵 羽娃学院 三年级 今日剩余副本次数七十八灵异 看到南宫灵的入场次数 瞬间有些羡慕了 南宫灵握了握拳 笑道别看你学姐 我还没到神霄十节的地步 但是评级名次 也在全校前一百哦 南宫学姐好厉害 灵异的称赞 是不做假的 一个级评级 顺位三千多名的两年级学长 灵异都觉得 算是很强的学长了 南宫灵能走到神霄前百 那实力肯定更加不容小觑 趁着入场的这一会 极短暂的时间 灵异又打开自己的技能栏 扫了一眼圣灵勇畅和元素 吸收这两个新的被动技能 好在这两个技能都不算长 不像魔力潮汐那样 直接搞成一篇小作文了 圣灵勇畅类型被动技能 等阶八阶系别通用系效果 依你在释放六阶以下的法术时 该法术变为顺发 七阶法术的吟唱时间缩短九十 八阶法术的吟唱时间缩短七十五 九阶法术的吟唱时间减半 效果二现在 当你释放法术时 你拥有一名无形的元素圣灵 为你吟唱法术 圣灵拥有跟你一样的法术 吟唱时长 且吟唱法术时 不会被任何八阶以下的打断 沉没进魔类技能中断 效果三每过六小时 你获得一层即刻吟唱效果 该效果使你在吟唱九阶以下的法术时 无需吟唱时间 该效果现有层数三层 最大叠加层数为十层 现在 你可以消耗十层即刻吟唱效果 使一个九阶法术 无需吟唱时间即刻释放 备注圣灵之歌 响彻天堂 元素吸收类型 被动技能等接八阶系别通用性效果 一当你收到任意你已经掌握专精的元素伤害时 该伤害将被你吸收 以三十的比例 转化为吸收对应元素 伤害的护盾效果 当前 以专精元素种类火焰 风暴 寒冰 雷霆通过该效果 获得的最大护盾值 上限为99999效果二 现在 你可以将任意元素护盾 以三十的比例转化为全能护盾 全能护盾能够为你抵御 除了真实伤害以外的任一类型伤害 效果三 当你承受一次 会导致你的生命值归零的致命伤害时 本次伤害将会完全由法力值承担 超过你法力值上限的伤害 会被抹消 该效果触发后 你的法力值归零 生命值降低至一点 该效果三十天内 只能触发两次 当前剩余次数二两个技能 都有了大幅提升 圣灵永畅的第二个效果 直接质变进化 现在灵异如果使用非顺发的方式施法 他甚至都不需要 自己开口吟唱独条 会有一个无形的圣灵 帮他施法 这样 法师的迷惑性就很强了 很可能上一秒 你看到他还在跟你细皮笑脸 扯东扯西 说不定背后有一只圣灵 在敲秘密地对你念禁咒呢 然后生存技能的变化也不小 首先目前灵异专精后的元素系 对他已经无法造成任何伤害了 甚至会变成他的护盾值 值得一提的是 死灵系并非是元素系的一种 而是非常特殊的系别 就算是灵异的施暴术 造成的伤害 也是暗属性伤害 不存在死灵伤害一说 自然不会有死灵系护盾的存在 总体而言 灵异感觉自己的实力 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截 现在的他 只要想 无消耗 无音唱施放禁咒 已经是信手拈来的事了 两位同学 可以了 请进 把守在门口的守卫 确认两人身份和入场次数后 立刻放行 灵异和南宫灵迈步而入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异发现自己 已然来到一片巨大的广场上 赴本圣所内的空间 远比外面看到的圆形巨塔 还要大上几分 整个一层空间里 灵异看到了大大小小数十道光幕 每个光幕前 都有大量人流进出 一片热闹景象 赴本圣所一层 主要是入门级和进阶级的赴本 出入神骁 和刚刚升到二年级的人 基本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都泡在这里 不过 你应该不用担心 今年咱们的招新工作 还没有正式开始 你是提前报道的 所以 天空神殿这种 更加基础的入门级副本 不会有什么人排队竞争的 南宫灵话音刚落 就听到整个副本圣所一层 都传来一道区域通告 神骁副本圣所区域公告 恭喜职业者 楚秋通关一层副本 天空神殿 通关用时 五分四十九秒二十二 刷新了该副本此前的单人 最佳通关记录 特此奖励二百五十点学分 请各位同学再接再厉 南宫灵惊讶地捂住嘴 她还是低估了 这一届新生的内卷程度 很明显 不只是灵异 此刻同样也有人 在今天提前入学报道 并且盯上这个副本的学分了 甚至 还在灵异之前 提前刷新了这个副本的 最佳通关记录 在这个记录通告出现的一瞬间 整个副本圣所的人 都纷纷侧目 我去 哪来的猛人啊 我没记错的话 这副本的最佳通关记录 都存在几十年了吧 想起我刚入学 还是萌新的时候 没日没夜地刷 这个副本的时候了 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啊 卧槽 兄弟们 刚刚我查了下 这副本之前的记录 十六分十一秒多 现在这个叫楚丘的猛人 直接把记录提前了 将近半分钟啊 好变态 在这个时候 能单刷副本 本来就挺强了 还打破了这么多年 无人打破的记录 今年到底怎么了 妖妮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几个小时前 听说竞技场里 也出了个刚入学 就前调及二年生的小怪物 好像是叫什么灵异 还是今年的全国状元 下午就又出现个 能直接刷新副本记录的楚丘 感觉我们都是前浪 要被这些后浪拍死在沙滩上了 也不知道那个灵异 跟这个楚丘 到底谁强谁弱啊 无数人一轮纷纷见 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 往天空神殿的副本光幕走去 如南宫林所言 天空神殿这个副本的光幕前 真的没有什么人 但灵异还是看到了 刚刚打破这个副本数十年 未破记录的那个楚丘 此人一身星红战甲 已经被损毁大半 胸口正中处 更是有一个深可见骨的恐怖伤口 两把战刀 一头红发 宛如刚刚浸润鲜血 破魔猎手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灵异一眼就看穿楚丘的职业了 一个攻守系的特殊传说及职业 在看到破魔猎手的职业特性被动技能时 灵异就明白 为什么楚丘 能够在天空神殿这个副本乱杀了 破法之刃 当你使用战刃 攻击所有法师牧师 召唤失戏的敌人时 额外造成该目标最大法力值上限 一定比例的物理伤害 目标的魔法抗性越高 比例加成越高 这个被动的存在 可以说是整个破魔猎手 这个职业系的核心 更让这个传说级职业 成为所有法系职业的克星 而整个天空神殿里的怪物 全是法系管 怪不得他能打破这么多年 没动过的通关记录 就在灵异看向楚丘的同时 后者也看向灵异 再看到灵异面容的下一刻 楚丘脸上出现一抹轻面 他抬起右手的战刃 只向灵异你 也是冲着这个副本通关记录的 高文学分奖励来的吧 不好意思 你没机会了 法师 你应该庆幸 你没有跟我生在同一间 楚丘跟灵异一样 也是今天来提前报道 准备参加重群之星 降渊灵层副本的人 跟灵异不同 他在别的学院 已经前修一年 等级也在六十级这个等级 卡了整整一年多 他的目标 一直都是神啸的降渊灵层 特殊副本 而此刻 他从未感觉自己 离目标如此近过 现在 他只需要再次进入天空神殿 刷新他刚刚自己打下的记录 他就能够再次获得250点学分 同时还能把灵异这个讨厌的竞争者 踩在脚下 他看不惯灵异这一路一来 顺风顺水 一路乱杀的经历 因为他感觉 要是灵异是跟自己同届的话 此刻享受万众拥护 寺院同妖 登上金榜第一的 应该是他 毕竟 灵异只是一个法师 天下间的所有法师 碰到他 都要认在 哦 此刻天空神殿的入口 已经被一群围观吃瓜看戏的群众围住了 看到楚丘口出狂言 并且也认出灵异的围观群众 全都兴奋起来了 他们已经闻到大新闻的气息了 一个是法系克星 一个是今年叱咤无双的全国第一 神骁史上最强心声 这两碰到一起 火药味十足 看点也十足 人群一起哄 楚丘忽然感觉自己 得到了他长久以来 从未得到的关注 这一年多的隐忍和憋屈 似乎都得到了暂时的爆发 他看向灵异 脑海中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今天 要踩着灵异成名 虽然他的职业 跟灵异的职业 在单刷天空神殿这个副本时 他拥有绝对优势 有些胜之不武 但是他也管不了公平不公平了 这个世界上 何曾有过真正的公平 你敢不敢给我打个赌 就赌单刷 这个副本的速度 你要是赢了我 接下来 我在神骁的一个月 每天得到的副本入场次数 全都转交给你 要是你说了 也简单 只用 把你今天的副本入场次数给我就行 怎么样 你敢不敢赌 楚丘这个话一出口 围观的吃瓜群众 更加兴奋了 他们看热闹 不嫌是大 当然不会去仔细思考 这个副本对两人的难度问题 在大多数人看来 你既然是史上最强心生 又是今年的全国状元 单刷副本 破个记录 不是应该理所应当 而楚丘也在心中暗暗了 笑 他不怕灵异不答应 因为灵异不答应 就说明 在这一场交锋中 他直接认诵输了 这相当于也达成他的目的了 他就是要让所有人意识到 灵异能有现在的成就和名声 都是侥幸 都是因为他不在场罢了 现在他横空出世 灵异之配成为他的垫脚石 南宫灵面色阴沉下来 他如何看不出现在的情况 对灵异十分不利 一个本就不适合法师职业者单刷的副本 一个已经被打破 甚至提前了三十多秒的新副本记录 就在他开口的时候 灵异那无比淡然的声音响起好啊 我跟你赌哦 本来今天灵异只是想安安静静地破个记录 拿得学分的 但是谁想到 现在有人给他白送整整一个月的副本入场次数 这种上门的好事 他怎么可能放过 灵异答应得如此干脆 让楚丘都有些意外 他甚至都没有犹豫 思考一下 难道这中间有鬼 不过这个念头 很快就被他打消了 因为他看到 灵异在接受他的对赌挑战后 就一步迈入了副本光幕之中 身影彻底消失 呵呵装模作样 楚丘觉得 灵异应该是怕丢了面子 现在强行进入副本 就是为了掩饰这一点 当下他也不再迟疑 一步迈入副本光幕中 开始攻略天空神殿 场外围观的人群 久久不散 议论纷纷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 在神霄的论坛杂谈吃瓜板块 发布了刚才发生的事 还起了个无比劲爆的标题 瞬间就引来无数 在网上冲浪的吃瓜群众 让这个事件持续发酵 你已进入副本天空神殿 由于你的评级为集 该副本出现额外光环效果 击杀怪物 获取经验值加15 通关副本技能点 获取加15 物品掉落率加15 受到天空古神克恩格的影响 该副本中所有怪物 获得不可驱散的状态效果 克恩格的恩次 受到的所有魔法伤害 降低75 一进入副本 灵异脑海里 就响起了一道道提示 评级高的优势 在这里体现 它直接得到了15的经验 技能点和暴力加成 整个天空神殿副本 一共分为三个主要的地图 进入副本之后 出现的第一张地图 就是神殿下方漆黑的地宫 地宫内壁 雕刻着无数拜神壁画 整个空间昏暗无比 如果不是墙上燃着的火把 甚至 看不清任何细节 灵异前方出现了一条 通向高处的黑暗长街 这里就是副本的第一个主要地图 静剑之间 按照之前在论坛里下载的攻略来看 第一阶段的地图 法是最大的 大部分速刷队伍 都会选择在 禁剑之街这个地方 用一波流的拉怪方法 抵达长街顶端 然后在长街上方的 BSS神殿守门人位置 将小怪处理干净 然后再开始击杀BSS 灵异没有浪费时间 在进入副本的第一时间 就给自己套上了 风系五阶的疾风之意 随后 它以极快的速度 在地宫长街上飞行起来 噶 入侵者杀了它长街上游荡的怪物们 纷纷被灵异惊动 张牙舞爪 滋蛙乱叫着 就朝灵异扑了过来 各色魔法的光辉亮起 火球 锋刃 电击 寒冰剑 暗影剑这些杂七杂八的 弹道魔法攻击 一股脑地飞了过来 对于打算走一波流战术的 队伍来说 最有威胁的怪物 就是能够释放寒冰剑 和暗影剑的法师 一个能够减速拉怪的 坦克职业者 另一个的暗影剑 附带的减防减膜抗效果 也会让坦克和治疗的压力 大大增加 所以很多队伍会选择 带一个刺客系 或攻守系的职业者 这两个职业点杀能力极强 将怪堆中的这两类法师怪 提前点杀掉 就可以了 而对灵异来说 除了暗影剑的伤害 他要承受以外 其他几系的魔法攻击 落到他身上 甚至会给他加护盾 然而通过其他几系魔法伤害 吸收护盾 他又能用来转化成全能护盾 吸收暗影伤害 属于是直接无敌了 疾风呼啸 双翼伸展 灵异的一波流战术 进行得比任何一支职业队伍 都要成功训捷 十多个呼吸后 灵异甚至已经飞上了长街顶端 一扇雕刻着一只巨大章鱼怪物的石门 出现在他面前 石门前 一个浑身由附魔石打造的活化傀儡 BSS 助力原地 这就是第一个BSS 守门人埃里克 只要进入他的警戒范围 他就会从休眠状态中醒来 发起攻击 警告 警告发现入侵者 启动清除模式 灵异看了下自己手腕上的时间 从进入副本到现在 过去了47秒 灵异带着一百多只小怪 走进守门人的警戒范围 激活守门人之后 灵异指尖电光闪烁 雷系七阶 十方雷遇 轰隆 神殿大门上方 无数道赤白色的雷霆 凭空出现 随后 这些恐怖的雷霆 如雨般轰击而下 83,321 83,321 无数恐怖的伤害数字浮现 将刚刚还跟在灵异屁股后面的上百只小怪 瞬间劈死 真是伤害 无视一切减伤 一切魔抗 效果拔群 而位于小怪中央的守门人埃里克 更是被十方雷遇不断落下的雷霆 轰得浑身颤抖 不停抽搐 这个技能是带控制的 就算是BSS 在如此高级的魔法面前 也要动弹不得 不消片刻 守门的巨型傀儡 就变成一堆废铁 石门轰然打开 灵异飞了进去 进入第二张地图 神殿内部 这片区域中的小怪数量 几乎跟长街相等 整个神殿内房间错综复杂 通往最终 BSS女祭司的通路 只有一条 在开荒期 难点在于 在无数房间中 找到正确的通路 不然的话 会在第二张地图 消耗大量时间 用来处理房间里的机关和陷阱 好在灵异手上有攻略 在攻略上 明确告知了 如何快速通过神殿内的迷宫 找到正确通路 不过 就算灵异此前看过攻略 在神殿迷宫中 还是走错了几次路 多花了不少时间 抵达迷宫尽头之后 出现了一段过场动画 一根粗大的触手 猛然从地底钻出 然后 将神殿迷宫彻底拍碎 仅剩十多个神殿云台 能够让攻略副本的职业者 踩在上面 神殿云台下方 就是万丈深渊 二号 BSS 科恩格的万族 你造登场 这是一个纯粹考验输出能力的BSS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 打出足够的输出 打断科恩格万族的蓄力技能 所有职业者踩踏的神殿云台 就会被其彻底拍碎 跌落神殿 也就宣告通关失败 这根巨大的触手 很恶心 也很壮观 可惜对灵异而言 都是秒杀 甚至没有太大的波动 科恩格的你造触手 被击败后 整个神殿的云台上 也出现了一道传送法阵 这是给那些没有飞行能力的职业者 前往神殿之殿 天空祭祀塔的途径 而对灵异来说 他直接一路飞上高空 不多时 就进入了天空祭祀塔的大殿之中 这里没有任何小怪 只有一个最终 BSS 女祭司赫拉 放弃吧 入侵者 伟大的主在 庇护着我 你是无法击败他最忠实的蒲灵异 没时间听着BSS的废话 直接两个十方雷玉出手 让他连开场废话都没说完 就被瞬间秒杀 赴本胜所 又一道通告 响彻全场 神肖赴本胜所区域公告 恭喜职业者灵异通关一层副本 天空神殿 通关用时 二分五十四秒二十六 刷新了该副本此前的单人 最佳通关记录 特此奖励二百五十点学分 请各位同学再接再厉 所有人都傻了 不是 哥们 你刷新记录 是直接把之前的最佳记录 对半砍的 与此同时 楚丘所在的副本中 战刃回旋 先谢飞剑 面前巨大的科恩格触手 被他斩断 这个BSS 同样有着极高的魔抗和蓝梁 在被动技能的额外伤害加持下 他能够在触手BSS独条释放技能前 就将其斩断 这个流程重负三次 这怪物的血量 就会被他彻底清空 二号BSS 击破 楚丘有些兴奋的 看了下手腕上的零金万表 现在才刚过去了三分多钟 他已经过完第二个BSS了 三号BSS女祭司旁边 还没有小怪 以他的输出 想要击杀三号BSS 也就是两分多钟的时间罢了 按照这个进度推算 打破他刚刚自己创下的记录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想到这里 楚丘嘴角挂起一丝微笑 灵异 今天就是你 被我踩在脚下 身败名裂的日子 你的副本通关次数 我收下了 虽然如此想着 但楚丘却没有放松大意 破魔猎手是攻守系的特殊转职 主属性需求 依旧是敏捷 他这个职业 虽然几乎没有什么远程攻击手段 但位移技能和移动速度 可太多了 在他的快速移动下 很快就登上了最高的云台 见到了最终BSS 女祭司赫拉 这个BSS 是一个究极恶心的机制 BSS 本身带有99的全额减伤 想要击败他 按照正常的流程 需要击破他 藏在祭司大殿中的命侠 才能让他进入短暂的破防状态 借此对他输出 而命侠仅有四个 如果在四个命侠被击破期间 输出不够的话 就意味着 你要顶着99的减伤 强行击杀了 好在对楚丘来说 输出根本就不是问题 暴力得很 两分多钟后 随着女祭司赫拉的 第四个复魂命侠 被他击破 BSS陷入了第四次破防状态 他的爆发技能 也撞好了 最后火力全开 将女祭司一波输出带走 叮 恭喜你通关了副本 天空神殿 通关用时 5分41秒39 通关评价S 楚丘狠狠握拳 上次他的记录是 5分49秒 这次快了 整整8秒还多 并且他有感觉 这应该还不是自己的极限 就是不知道自己刷新 自己创下的记录 到底会不会额外的学分 如果可行的话 今天他只需要再刷新一次 自己创下的记录 他的学分 就够1000点了 凑够学分之后 楚丘打算直接去神骁竞技场 挑战灵异 破魔猎手打法师 就是爸爸打儿子 他今天不仅要抢下灵异 参与降渊灵层副本的机会 更要抢下他的级平级 反正现在灵异身上 肯定挂着一个强制挑战的状态 他必须应战 就在楚丘如此想着的时候 他从副本中脱离而出 再次出现在副本大厅中 楚丘发现 前来天空神殿这个副本周围 围观吃瓜的群众 比起五分多钟前 要多了很多 无数人一轮纷纷 表情惊奇万分 楚丘看了看周围 没有发现灵异的身影 他轻哼一声 心中冷笑 不会吧 难道那小子连第一个 BSS守门人都没过 现在还在副本里玩泥巴 是了 他只是最普通的法师而已 顶着75的减伤 怎么可能比得过自己的速度 楚丘看着围观的人群 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似乎在等待这些人的惊叹 同时 他也在等待副本圣所的区域通告 自己刷新自己的记录 通告响起的那一刻 他已经做好迎接掌声 和欢呼的准备了 然而 楚丘等了几秒 也没有等来副本通关记录 刷新的通告 反而是看到一群人 正是以一种奇怪的目光 看着自己 那目光 不是看一个破了副本记录的强者 反而像是看一个小丑 在自我陶醉 楚丘心中一动 一股不妙的预感爬上心头 就在他产生这一道不妙预感的下一刻 他眼角的余光 发现身后的副本光幕荡漾了一下 一道身影从中走出 灵异号争以侠地走出副本 与此同时 就在灵异出现的那一刹那 整个副本圣所 再次响起了一道通告 神骁副本圣所区域公告 恭喜职业者灵异通关一层副本 天空神殿 通关用时 二分三十一秒六十八 刷新了该副本此前的单人 最佳通关记录 特此奖励二百五十点学分 请各位同学再接再厉 划拳场围观吃瓜群众 爆发出一阵惊呼声 我来的大曹 又快了十几秒 他怎么做到的啊 这他妈是一个对法师 极致不友好的副本 我记得没错吧 两分半通关天空神殿 这他妈也太逆天了 一个我们队伍还缺一个法爷 能来我们队伍代妃吗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兄弟 我是神肖校方副本攻略组的成员 能上咱们论坛 分享下宿通副本的心得吗 楚丘目瞪口呆 他幻想中被无数人惊叹 被无数人欢呼追捧的人 出现了偏差 不是他 而是灵异 灵异 楚丘指着灵异 口齿不轻 显然已经无法正常组织语言了 灵异瞥了一眼楚丘 脸上露出笑容 不好意思 你通关的有点慢 我就又刷了一次 扑齿楚丘感觉灵异的这句话 如同一把尖刀 直接给他捅了一个透心凉 他又不是傻子 终于明白 为什么灵异要厚他 一步走出副本 通关记录 却比他高出接近一倍了 因为自己刷一次天空神殿的时间 够他刷两次了 不不可能 妮妮肯定是作弊了 楚丘面红耳赤 他指着灵异 憋了半天 才憋出了这么两句话 不需要灵异开口 在场围观的人群 瞬间爆发一阵嘘声 不是 哥们 你这就有些小丑了呀 不服输 还嘴硬 本来还以为你是个人物 没想到就这 对赌是你先提出来的 现在输了还不认 纯小丑 讲个笑话 咱们神殇副本里面能作弊 笑死 你告诉我什么 叫作弊 让我也学学 马上就去刷副本记录 无数人嬉笑间 整个副本圣锁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楚丘已经彻底红温 快要爆了 说他是新时代的孔一级 都有些抬举他了 现在他只想赶紧找个地缝攥进去 省得丢人现眼 你要去哪 学生卡拿来 你不会忘记你的赌约了吧 南宫灵看着想要逃之夭夭的楚丘 面色一寒 冷声道 身为三年级 并且平级进入神霄前百的人 南宫灵的名气 其实早就已经打响了 只不过平时他出现的地方 都是副本圣锁的高层 一层的副本 他已经没有刷的必要了 此刻他突然出生 才引起一直以来 围观群众的注意 他们才发现 这位女娲学院的愿花 竟然是跟灵异一起来的 楚丘感觉自己如坠冰窟 南宫灵面对灵异时的和煦和友善 南宫灵可是一直以来 都已冷漠出名的 无转的实力 让楚丘完全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是伸出颤抖的手 将自己的学生卡拿了出来 南宫灵异招手 楚丘的学生卡 就被他用某种技能转移了过来 随后南宫灵盯着楚丘 冷声道你接下来 一个月的副本入场次数 我会找圣锁的运营部 转移给灵异学弟 随后你的学生卡 会有专人送回去给你 现在滚吧 楚丘汗如雨下 灰溜溜地逃了 处理完一切 南宫灵回身看向灵异 却发现灵异又消失了 只剩下天空神殿的副本光幕 还在轻微荡漾 天空神殿副本中 灵异身后的疾风之翼 疯狂煽动 速度提升到极限 而灵异还嫌有些慢了 一把木剑 被灵异从随身空间里拿了出来 风系六阶驯风一闪 被他用了出来 眨眼间 灵异就往前突进了一大段距离 随后 灵异六阶霹雳一闪 也被灵异用了出来 灵异的身形 化作一道璀璨的雷光 再轰鸣间 闪烁到台阶上的某处 再确认自己 刷新自己的记录 也能够得到学分奖励之后 此刻灵异的脑子里 已经涌上一个念头了 那就是 通过这个途径刷分就好了 一回胜 二回说 在刷了两次天空神殿这个副本之后 加上此前看过的攻略 灵异已经知道 在哪个地方 还能优化速通的效率了 首先 在神殿大门前就击杀 她的一波流战术 完全可以拉着守门人 一起进入神殿迷宫内部 这个想法 在第二次刷天空神殿的时候 就被灵异应用起来了 甚至有了绝佳的效果 那就是守门人埃里克 在未被击杀的情况下 就让灵异进入了神殿 她所激活的战斗模式 就从清除模式 升级到歼灭模式了 她的速度 攻击力都大幅上升 并且攻击大开大合 横冲直撞 甚至能把神殿内部的结构 撞个粉碎 这应该是这个副本自带的特殊机制 目的是让想绕过这个BSS 直接攻略后面BSS 加速通关的队伍压力增大 但是对灵异来说 这个机制 反而让她不用走 第二张地图的神殿迷宫了 大大节省了时间 她只需要拼尽全力地往前飞 同时放出灵忧 在地面上 吸引神殿中其他小怪的注意力 因为灵异发现 如果没有在神殿内部 击杀足够的小怪 克恩格的触手是 不会登场的 整个副本都会卡在那里 而不会推进半分 所以 灵异才会放出灵忧 让她凭借自己矫健的行动 帮自己完成隐灌 二者结合之后 让守门人埃里克 用各种冲撞技能 帮她摧毁神殿的建筑物 就无需解密 能够直接在数十秒内 冲到神殿深处的 第一座云台那里 随后 数个十方雷玉杂下 连着数百只跟在屁股后面的小怪 还有守门人埃里克 全都一波AE杀掉 怪物杀到一半的时候 克恩格的触手就会出现了 此前就已经释放出来的十方雷玉后续的技能伤害 也足以秒杀二号BSS 至此 两个BSS连带着两个地图的数百只小怪 尽数击杀 只需要花费一分多钟的时间 击杀克恩格的触手之后 再飞到神殿的祭祀塔中 此刻灵异看向自己手腕上的表 距离她进入副本 才刚刚过去了 一分三十三秒 距离此前自己创下的记录 还有接近一分钟的余裕 灵异没着急击杀女祭祀 顶着她的无数技能 再挂机 当消耗的时间 接近二分三十秒的时候 灵异掐着点 几个六阶顺发的雷系技能 送她上天 脱离副本 副本记录刷新通告响起 距离上次 仅仅提前了一秒左右 二百五十点学分到账 灵异没有犹豫 再次进入副本 又是如法炮制的一通操作过后 通关副本 于是乎 接下来的整整十多分钟 每隔两分多钟 整个副本圣索 就会响起一道天空神殿记录 被刷新的通告 本节奏的吃瓜群众们 又全都猛逼了 因为他们 只需要细心回想一下 就会发现 每次记录的刷新 都仅仅是突破了零点几秒 很明显 灵异是在刻意控制记录进度的 而每刷新一次 就是二百五十学分到账 这十多分钟以来 已经让她 赚了一千多的学分了 这远比他们赚学分的速度 要快多了 卧槽 还能这么玩的 南宫灵也是目瞪口袋 这小学弟的操作 真是让她刮目相看 女娃学院 兰若曦的院长办公室里 一人满头大汗 再对兰若曦诉苦 兰院长 让你们学院的这个新生 收了神通吧 我们刚刚收到的举报 现在都已经快破签了 他们都说 我们的副本奖励 学分机制有Bug 被你这新生 赚到空子了来人 正是每天负责维护 和运营副本圣所相关机制的 神肖副本运营部的一个部长 他们刚刚收到了 来自整个神肖 无数学生的投诉 说有人在利用Bug刷分 但是等具体了解后 他们发现 这他娘的算什么Bug 因为天空神殿这个副本的记录 已经存在数十年之久了 每次刷新 最多也就是打破一两次 也就差不多了 他们从未想过 有人有一天 能在三分钟以内 通关这个副本 甚至 这个通关者真正的极限 很可能是远超三分钟这个记录的 所以才会不断利用刷新记录的方法 获得学分 兰若曦坐在椅子上 饶有兴致地听着 听完后 他叹了贪手 我没搞懂 你们为什么要受理这种投诉 这算哪门子的利用Bug 这不是合理利用你们定下来的规则吗 要是那些投诉者不满 完全可以让他们 也用这个方法来赚学分呀 兰若曦的回答 直接给这运营部的部长 整无语了 这还只是一个新生 还没成为 你学院里的精英 就这么护犊子了 不过他也明白了 想要处理这个事 靠找兰若曦这个女娲学院的院长 是没戏了 他只能回去 找他们最大的领导 重新制定和完善 相关获取学分的规则才行了 最终 半个小时后 整个副本圣所 再次想起一条通告 神肖副本圣所区域通告 我们收到了部分同学的反馈 有人利用不断刷新副本记录的规则 获取大量学分 现更改相关学分 奖励规则机制如下 同一人在通关同一副本 且刷新该副本 有其所创造的副本记录时 能够获取的学分次数上限 更改为十次 该规则急于起生效 听到这条规则之后 林一叹息一声 他知道迟早会迎来制裁的 因为这种获取学分的效率 已经远远超出 其他获取学分的方式了 被其他神肖学生举报 太正常不过了 万幸的是 这期间 林一已经刷完了 自己的十次入场机会 并且连带着把楚秋白 送给他的十次机会也用了 一共二十次副本通关记录刷新 为他赚取了整整五千点学分 而林一也彻底出名了 现在登上神肖的论坛杂谈板块 几乎全都是在吃瓜议论林一的 前有林一打破记录 入校就击败两年级生 定集结 林一探戏一声出名 能给学分吗 南公林哑然 随后才到 我还记得我刚入学的第一天 一趟副本刷完 最后只赚到了两百多点学分 你这直接赚了五千多学分了 知足吧 而且 学分虽然能换很多好东西 但是也不是全部 以后需要规划一下 怎么分配你 每天要刷的副本了 进入神肖的第一个月 是大多数人 实力突飞猛进的快速成长期 就是因为副本圣锁里 能让你变强的副本太多了 林一文言 眼前一亮 他扫视了一圈 整个副本圣锁一层 发现整个一层的副本数量 都超过二十多个了 并且类似天空神殿这样 最抢手 最热门的 南宫学姐 这里还有什么副本啊 南宫灵走吧 我先带你回 咱们女娲学院的住宿区 反正 你今天的副本次数 也用光了 路上我再跟你简单说说 有什么副本类型 你后续也好判断 要怎么分配你 每天的副本次数 南宫灵拉着林一 走出副本圣锁 此刻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夕阳西沉 在高空观赏晚霞 是无比惊艳的 有关影响职业者实力的四大项 你知道吗 南宫灵先是给灵异抛了一个问题 灵异等级 技能等级 装备 天赋 南宫灵点头没错 就是这四个 但是还不够全面 你现在 也已经从高中毕业了 进入神霄 就相当于已经接触到 真正的职业者世界了 而真正职业者的战力组成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这四大项是 能够继续细分下去的 并且除了四大项以外 还有四小项战宠 五魂 称号 一次性强化 这些东西 你后续在神霄的理论课都能学到 我就不多解释什么了 先跟你说说你 目前可能最需要刷的副本吧 跟技能有关 技能对一个职业者的提升 是非常恐怖的 有时候 一个将技能加到高阶的职业者 就拥有越级挑战等级 比自己高的职业者的资格了 说到这里 南宫灵看了灵异一眼这一点 我相信 你比我更有体会 灵异摸了摸鼻子 这说的不就是他吗 他就是凭借高阶技能 才能一路乱杀到现在的 不过不知道你 发现了没有 即使把技能升到高阶了 有些技能也还是有极大的限制 也不那么好用 要么消耗过高 要么就是冷却太长 或是某些机制不够完善 不太合理 南宫灵的这句话 直接说到灵异的心坎里了 他早就发现了 比如雷希六阶技能 霹雳一闪 这个位移技能 什么都好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位移距离太短了 还有就是 冷却时间太长了 所以 技能除了升阶以外 还有两种强化途径 其中一种名为进化 但是这个途径 我也仅仅只在古籍里见到过 目前 咱们蓝星对技能进化的研究还有限 可能对真正的强者来说 得到了打开这个途径的方法 但是我目前还摸不清 技能进化的门道 灵异心中一动 技能进化 他想到自己的技能异化版本 也想到了诺亚遗迹中的 那个方舟反应炉核心模块 这些应该都算是 技能进化的体现吧 这样看来 自己已经掌握 两种技能强化的途径了 最后一种途径吗 是什么 第二种强化途径 名为技能专精 所有职业者的技能 从一阶到九阶 每个等阶的技能 都有九次专精机会 技能专精之后 不仅这个技能的伤害会更高 消耗和冷却时间也都会降低 有些机制也会更加完善 甚至会出现额外机制 比如 某些技能专精等级升到六级之后 会从一个单体技能 变为建设技能 或是专精九级之后 会取消掉某个凡人的前置条件 诸如此类 不胜没绝 学弟 我知道你的技能等级都很高 但是 你应该一个技能 都还没有开启专精吧 这不怪你吗 事实上大多数职业者 也都是步入高校之后 才拥有解锁技能专精的机会 咱们副本胜索 有两类有关提升技能的副本 一种是能够掉落大量技能点的 还有一种 则是能够掉落大量专精点的 后续你需要分配一些次数 去刷取专精点 解锁你的技能专精了 灵异之局的醍醐灌顶 关于技能专精 其实他之前就多少接触过 灵异手中一闪 一块突破魔精 被他拿了出来 这东西 一共有三个作用 一个是解锁旁之技能术 还有一个 是能够提升降渊副本的难度 最后 就是能提升技能专精等级了 没错 突破魔精 你在获得专精点之后 还需要搭配这东西 一起使用 来专精技能 跟技能升阶一样 所有技能的专精提升 也是由一到难的 并且等级越高的技能 消耗的专精点 和突破魔精越多 这些你在获得专精点之后 就明白了 其他的 我一次性跟你说太多 你也没办法接受笑话 就留你自己慢慢探索吧 我们到了 南宫灵将灵异 带到了女娲学院的 独栋叠树区 尝出了一口气 他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并且对这个小学弟的印象 也极佳 谢谢学姐 让我受益良多 灵异由衷感谢 不用谢 这些本来就是你 后续会学到的知识 我只是提前跟你 说了一小部分而已 而且根本就不够详细 好了 学弟 这就是你的单人公寓了 记得明天早上八点之前 一定要提前去找咱们若曦院长 让他帮你报名 重群之心的祥冤副本 千万千万别忘了 南宫灵将灵异 送到自己的住处 叮嘱到 灵异再次感谢一声 刷了自己的学生卡 进入公寓之中 今天一整天都在赶路 进了神宵之后 又是定级 又是刷副本转学分的 精神高度紧张 到现在才有了片刻的放松 灵异在自己的个人公寓里 转了一圈 看得出 这间公寓 才刚刚被人清扫打理过 整个室内的装潢 不算豪华 但是绝对温馨舒适 之前在跟南宫灵 进入这片独栋别墅区之前 灵异也路过了 女娲学院的常规住宿区 大部分神宵的学生们 都只能住集体宿舍 并且相关设施和舒适度 肯定不会比自己 现在的这个要好 最重要的是 独栋别墅的私密性极强 按照南宫灵所说 只有B级平级以上的学生 才有入住的资格 并且还需要跟其他人竞争 南若曦院长 愿意直接给你分配 这样的住宿环境 说明他对你真的极其重视了 灵异把整个公寓的所有房间 转过一遍之后 简单休息了一下 明天 先搞定祥冤副本的报名 然后灵异打算 再去技能专精副本里看看 再进入虫群之心前 争取再拉一拉自己的站立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女娲学院 兰若曦院长办公室里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能够在一天之内 赚到足够的学分 放心吧 昨天晚上 这期的祥冤副本将在三天后开启 现在也没有正式开学 咱们学院的很多教授和导师 还没有返校 这几天 你可以刷刷副本 拉一拉你的专精和装备 另外 我也给你解锁了 咱们学院的顶级副本攻略权限 现在 你可以去档案馆调取相关资料了 线上的攻略 需要技术部那边审核通过 不过今天下午 你应该就能用手机查攻略了 兰若西侧坐在院长椅上 两只雪白风鱼的大白腿 交叠在一起 更显风情万种 灵异心中一块巨石落地 他这次提前报道 为的就是祥冤副本 现在一切搞定 他只需要再等几天 等副本开启就行了 多谢兰院长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兰若西侧笑 我倒希望你多来打扰我一下呢 这办公室这么大 这么冷 寂寞得很 说话间 兰若西换了个坐姿 也许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穿的并不正式 原先那有些遮蔽风情的白色长袍 今天他没穿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亮色的身体 将胸前的饱满 展露无遗 灵异身体里装着的 毕竟是一个完全成年的灵魂 看到这一幕 心里直呼 卧槽 院长大人 你请自重啊 要真是一个血气方刚 二十岁的小年轻 哪里把持得住啊 呵呵 脸红了呢 凑近一点嘛 别害怕 姐姐给你看些更好看的东西 灵异有些紧张了 卧槽 院长大人 你来真的呀 数分钟后 灵异走出兰若西的办公室 尝出了一口气 这种刚刚从盘司洞里逃出来 劫后余生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蓝若西当然是开玩笑的 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越界的事 蓝若西所言的好东西 自然是她的那个 Buff技能神圣赞美师 她说到做到 只要灵异 还在她女娲学院一天 她就能保证 让灵异的升级速度 和获取技能点速度 都领先别人一大截 不多时 灵异来到副本圣所 有了昨天南宫灵的介绍 灵异现在轻车熟路 找到了能够提升技能点 和专精点获取的副本 事实上 副本圣所内部 也标注了相应的副本入口标识 技能提升一层副本 火山关底 技能点一层副本末日围城 专精点灵异 迈步踏入末日围城的副本光幕 下一刻 她耳边就传来系统提示 你已进入副本末世围城 由于你的平级为级 该副本出现额外光环效果击杀怪物 获取的技能专精点 加15 天空中 烈日灼灼 宛如鬼哭狼嚎般的声响 这是一座已经被黄沙掩埋了一部分 完全空无一人的废都 虽然没有人 但灵异看到了人类之外的东西 那是一只只神情呆滞 蹒跚走动的丧尸 完全就是生化危机电影里的那些丧尸怪物 没有太多区别 第一波诗巢将在30秒后来袭 请做好准备 通告响起 灵异也明白 这个副本的通关机制了 这个副本的地图 可以说 就是她所在的这片 未被丧尸袭击的难民区 而她要做的 就是抵御来袭的丧尸巢 这副本刷砖经典 就有些舒服了 反正只需要等怪刷新 直接AE杀完就行 30米过后 第一波丧尸刷新 一共30只丧尸 凹叫着就扑了过来 十方雷玉轰下 不到半秒的时间 这些丧尸就全部卸菜了 与此同时 灵异也收到了提示 你击杀了LV60丧尸 获得技能专经典10点 由于副本光环效果 你额外获得15点技能专经典 由于神圣赞美师的效果 你额外获得一点技能专经典 现在你可以使用技能专经典 和突破魔晶 为你的技能提升专经等级了 定 你已获取第一点技能专经典 你的天赋诸神之刺 解锁了新功能 诸神之刺你每秒 获得一点技能典 一点技能专经典 灵异对于自己的天赋 再次解锁新功能 没有意外 技能专经典 现在也可以通过挂机获得了 与此同时 专经典 也是可以通过课金来购买的 并且第一次购买的价格 只需要消耗一万大下币 爽 果然自己以后 也不需要专门分配副本次数 来刷技能点和专经点了 挂机和课金都能得到 就是不知道 把一个技能专经到九级 要花多少专经点 和突破魔晶 如此想着 灵异打开技能界面 选择了他目前最想专经的一个技能 雷系六阶霹雳一闪 这个技能 是一个超好用的位移技能 如果能缩短冷却时间 毫无疑问 他后续无论是赶路 还是用这个技能躲避某些攻击 都会很好用 将霹雳一闪专经等级提升至一阶 需要消耗一百专经点 灵霉突破魔晶 是否专经 灵异眉头一挑 从专经灵阶升到一阶 仅仅需要一百专经点就行 灵异花费一万大下币 直接购买了一波专经点 花费一万大下币 你获得了97632点专经点 随后 灵异选择专经霹雳一闪 消耗一百点技能专经点 你的霹雳一闪专经等级提高了 以下是技能变化技能基础伤害 提升技能速度 伤害加成提升 消耗15000法力值 14000法力值 冷却时间10分钟8分钟 最大闪烁距离100米 150米闪避效果 时长03秒04秒 灵异眼睛都睁大了 好大的提升啊 看来自己之前 真是一夜障目了 还以为技能要变强 只有走升阶这一条道路 现在看来 专经某个技能的提升 在某些情况下 也不逊色于升阶技能 灵异继续加点 他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技能专经所消耗的专经点 并没有技能升阶消耗的技能点 那么恐怖 以6升7来举例 升阶需要消耗整整10万技能点 而专经6升到专经7 仅仅需要消耗5万技能点 是技能点消耗量的一半 不过相应的 在专经三级之后 三升4开始 就需要消耗突破魔晶了 好在消耗的突破魔晶 还在能接受的范畴内 46阶消耗的突破魔晶 分别是135枚 6阶升到7阶消耗的突破魔晶 明显又提升到10枚 现在灵异之前的存货 加上这两天通过 每天物资发放领取的突破魔晶 已经消耗光了 思索片刻 灵异先把末世 围成这个副本通关了 随后 他去了一趟神销的宝库流通处 将自己昨天赚到的学分 分出了1000点 兑换了50枚突破魔晶 然后又花了十多万大夏币 课金购买了10天的专经点奖励 灵异打开技能界面 继续加点 消耗5万点技能 专经点10枚突破魔晶 你的霹雳一闪专经 等级提高到LV7 消耗25万点技能专经点 25枚突破魔晶 你的霹雳一闪专经 等级提高到LV8 到这里 灵异又卡住了 倒不是专经点不够 而是突破魔晶又不够了 想要升到专经9阶 需要的突破魔晶是100枚了 灵异都有些恶然了 怪不得这玩意 会变成跟技能点卷轴 差不多的硬通火 还被国家牢牢掌控 就因为这东西的消耗量 可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 灵异咬了咬牙 100突破魔晶 也就是2000学分 换了 反正学分后续还能赚 他今天势必要把这个技能 对到专九再说 消耗50万点技能专经点 100枚突破魔晶 你的霹雳一闪专经 等级提高到LV9AX 灵异打开自己的技能界面 查看其专九之后的霹雳一闪 霹雳一闪类型主动技能 等接6接专经等级 LV9AX系别雷电系 消耗1000法 励志吟唱时间 无冷却时间10秒效果 化身雷电 给予自身一个极快的加速度 进行一次空间闪烁 在闪烁落地后的短时间内 使你的下一次普通攻击 提升威力 最大闪烁距离3000米闪烁速度 根据环境不同 最大速度可提升至光速 在闪烁启动时 以及闪烁落地后 获得15秒的100闪避效果 备注你有被光速踢过吗 灵异眼前一亮 卧槽 这技能跟之前的霹雳一闪 还是同一个技能吗 碰点全都解决了呀 之前消耗高 冷却长 距离短 而专精提升 完全就是在优化这三项 现在10秒一个闪现 还是3公里范围内的任意点位 接近光速的闪现 这技能的好用程度 灵异都不敢想象 对某些腿短的近战职业来说 估计都能把他们缠枯 三天后 清晨时分 赴本胜所 地下一层 一扇不知道有什么材质 打造而成的巨大师门前 灵异 以及这一次 参加降渊临层副本的其他99人 严阵以待 这三天时间 灵异将所有的副本次数 全都存了起来 技能专精副本 没有必要再去刷了 自然将这些次数存起来 等自己通关降渊临层 解锁等级 能够继续升级转值之后 再研究了 灵异主要在仔细研究 整个虫群之星的副本攻略 毕竟是目前整个蓝星难度最高的 降渊临层副本之一 他必须要重视 嘎吱雕刻着无数古怪纹路 和符号的石门 忽然打开了一条门缝 下一刻 一股庞佛能够冻结人 灵魂的寒气 从门后吹出 让在场的所有神肖学子 打了个冷战 深渊气息 而且是无比浓厚的深渊气息 这道深渊气息 远比灵异之前 在任何一个表层副本所接触到的 都要凌冽而森寒 全体注意 降渊副本 马上就要开启了 进入副本的窗口期 只有一分钟 你们动作一定要快 来自五大学院的几位高阶导师 面色严肃 对灵异等人吩咐道 还有 记住 等会进入这个副本之后 你们如果幸运地能够碰面 就尽量组队 一起攻略副本 你们都来自神肖 我不管你们在之前 是否因为竞争评级 有过什么恩怨 但是 在副本里 请团结一心 你们要面对的 是整个虫群 这位老师言辩 石门的缝隙 开得更大了些 与此同时 石门顶端 那一排看起来 如同恶魔头颅般的浮雕 也开始亮了起来 从左到右 一共十个恶魔头颅 绝灭难度一的降渊灵层 放眼全球 也只有五大顶级学府拥有 而我们神肖 就是其中之一 灵异脑海中 浮现了他之前在攻略里 看到过的一句话 降渊灵层副本的难度 其实就是困难级 在网上 依次是极难 恶梦 炼狱三个等级 大多数其他学府 拥有的降渊灵层难度 都在噩梦 到炼狱难度左右 而神肖拥有的重群之心 直接在炼狱难度的基础上 突破到新的难度分级 十颗恶魔头颅 代表着十层难度等级 这就是炼狱之上的 难度分级绝灭 随着象征绝灭 异难度的恶魔头颅 完全点亮 石门也轰然动开 深渊世界中最危险 最神秘的一面 彻底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石门后方 是一片死灰色的迷雾 迷雾之中 彭佛有无数道实现 也在打亮着蓝星世界 回望你 就是现在 快进去吧 随着带头导师的一声令下 无数道身影 飞入石门之中 就在灵异也打算 迈步进入石门之内时 他眼前一花 忽然看到石门门 梁上方的恶魔头颅 闪现出一道新红色的光芒 似乎 第二个恶魔头颅 也亮了起来 是变成绝灭难度二了吗 在降渊难度体系里面 绝灭难度 每提升一击 所代表的难度跨度提升 是比从简单副本 到列于副本的难度跨度还要大的 绝灭二 已经是降渊五层以上的副本 才有可能出现的难度了 不过 灵异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 目前只有他看到了 那些神霄的导师们 都没有看到 灵异没有想太多 一个闪身 同样飞入了石门的迷雾之中 进入了降渊副本 一分钟的时间 眨眼急过 巨大的石门缓缓关闭 就在石门完全关闭的刹那 一道新红色的光芒 在门梁上猛然闪现 第二颗恶魔头颅 猛然亮起 这一幕 让所有神霄的导师 目瞪口呆 怎么回事 怎么难度升级了 绝灭二级难度 不好 这副本里面 出现一遍了 一时间 整个地下空间的 所有神霄导师 全都头皮发麻起来 绝灭难度一的降渊零层 就已经足够恐怖了 现在难度升级 直接让他们如坐针毡了 这种情况 对降渊副本来说 并不多见 但是绝不是没有 而每次出现这种情况 就意味着极其惨重的死伤 快去通知院长 虫群之星出现一变 难度飙升 我们要做好营救准备了 带头的一位导师面 陈似水 立刻做出指示 而就在他话音刚落 忽然又有一人 指着石门上方的门梁 叫到第三个恶魔头颅 也亮起来了 瞬间所有人寻声望去 果然看到 标志着副本难度的恶魔头颅 再次亮起一刻 与此同时 无比邪恶的深渊气息 从石门的缝隙中 喷泊而出 那是无数虫一震动产生的声音 完了 这是所有人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 此刻 将云虫群之星 向蓝星世界 展露出最猙獰的一面 伊斯德纳 这是一个类似蓝星世界的星球 这颗星球上 同样诞生了 名为人类的智慧文明 可惜伊斯德纳的文明之光 并没有蓝星文明那么幸运 在数个纪元前 伊斯德纳 被域外虫族入侵 几个纪元过后 整个伊斯德纳的人类 已经几乎完全被虫群所奴役 所有新生的人类 从出生开始 就注定要成为高等虫族的食粮和养料 整个伊斯德纳 也变成了虫族继续向其他星球扩张的大本音 也就是 所谓的虫群之星 伊斯德纳之所以如此之快地陷落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这颗星球上的人族中 出现了一部分投敌的叛徒 他们选择加入虫族 成为半人半虫的怪物 以此来换取生存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 也有极少一部分 幸存下来的伊斯德纳人族 组成了反抗军 在苦苦挣扎此刻 伊斯德纳 圣都地下 蜂巢之中 这里有无数体型 足有牛犊大小 身后长着透明双翼的黑色飞虫 在忙碌进出 这就是伊斯德纳 现存最大的虫族族群黑莲族 先知大人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又一批域外来客 自投罗网了 几只浑身流淌着黄绿色的粘液 四肢和腹部 都已经完全转化成虫族模样 只剩下头颅 还有些许人类模样的半虫人 走入蜂巢 为这里的主人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被他们称为先知的 是一只年老体衰 身形勾楼的黑莲虫 身为虫族中的智者 和掌控蜂巢神经网络的核心 先知从形象上 已经有些像人类了 此刻他头顶的两根触角 不停摆动 右臂伸出由黑色甲铐形成的镰刀 狠狠插入身旁一个 已经昏迷的女人 隆起的腹中 随着他手臂不断鼓动 女人体内和腹中柚子血肉精华 被他吸收殆尽 每天他都要吃掉 七八个这样的年轻人类 才能暂时续命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腹中带子的人类 那鲜美成多 能让他感觉虫幻青春 带他们来这里很快 两个油虫类分泌的 鸡丁制组成的黑色囚龙 被人带了上来 一个大好一些的囚龙中 躺着一个胖子 而另一个囚龙中 则装着一个面旁俊秀的青年 先知伸出力爪 直向俊美青年 开口道俊美的人类 献给女皇 那个丑陋的人类 斩碎做食粮 先知话音刚落 就听到那巨大囚龙里的 原本正在装死的胖子 立刻爬起来了 指着先知破口大骂 你他妈说谁丑呢 忍不了了 是我老孙一锤一柄锯锤 忽然从他的手中出现 随后他猛然一轮 巨大的牢笼 直接被他摧毁 锤锋锁过之处 无数黑莲虫 纷纷被锤成虫柄 另一个笼子里的俊美青年 也睁开了眼睛 灵异有些无语 不是 孙学长 说好的 装死半天 直到黄龙呢 你怎么被一只虫子破防了呀 虫群之心 启动 十多分钟前 风朝地下 睁开双眼 灵异直觉的浑身酸软 头脑浑沉 完全使不上力 四周一片黑暗 几乎不能事物 灵异想要挣扎着爬起来 却发现 他竟然身处一个 怪异的黑色囚龙中 就是这个古怪囚龙的影响 让他头脑浑沉 浑身无力 随后 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喂 喂 小兄弟 你醒了 灵异寻声望去 这才发现黑暗中 除了自己以外 竟然还有个巨大的黑影 被关在龙中 双眼渐渐适应黑暗之后 灵异发现 跟自己说话的 是一个胖子 他也被困在龙中 不过明显要比自己早一些醒来 这是虫群之心腹本 不对啊 为什么跟攻略说的不一样 他们的出生地 不应该是伊斯德纳反抗军的营地吗 为什么会在这个鬼地方 小兄弟 女娲学院的吧 那真是个好地方 遍地都是美女 不像我们池油学院的 完全是和尚庙 等出去了 给我介绍几个妹子 啊呸 一个 一个就行 我是个专一的人 呵呵 这胖学长 明显是个超级自来熟 哪怕身陷淋雨 看到自己身上穿着的女娲学院院服 想到的 也是人生大事学长 这什么情况 跟攻略上说的不一样啊 灵异 把话题拉回正轨 那胖子一愣攻略 什么攻略 灵异傻了 就重群之心的副本攻略啊 你没看吗 胖子恍然哦 我不认字 看不懂 让几个兄弟给我说了 听得头昏脑胀 全忘了 哈哈 灵异这是传说中的 一高人胆大吗 胖子朝自己的拳头上 催了一口 一拳轰在囚龙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然而囚龙的坚固程度 超乎他的想象 丝毫未损 我比你早醒了半个小时吧 一睁眼 就直接进虫窝里了 我杀了一百多只之后 你也来了 但你怎么都没醒 我看你 也是神霄的学生 就把你救下来了 后来来了只超大的虫子 他娘的偷袭 不讲武德 一口乱七八糟的恶心玩意 吐出来之后 我就昏了 这笼子有古怪 现在 我完全使不出力气 灵异了然 看来这胖学长人 还怪好的 虽然看现在这个情况 要是这些虫族 想要杀他们 估计在这胖学长 被偷袭昏迷之后 就动手了 现在不傻 肯定是留着有用 但看到 现在那胖学长身上 挤到血淋淋的伤痕 灵异就知道 他之前为了保护 自己所遭遇的战斗 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可怕 多谢学长救命之恩 我叫灵异 等出去了之后 肯定尽力 帮你介绍几个妹子 不过能不能成 就看学长你的造化了 灵异也笑道 那胖子瞬间 喜出望外购兄弟 我果然没救错人 我叫孙大川 你放心 送佛送道西 救人就到底 在这副本里 我罩你 我没死之前 不会让那些畜生 伤你分毫 林老弟 你是法师吧 你看看 有没有办法 从这鬼笼子里出来 只要能让我逃出这笼子 外面那些虫子 我能杀光 灵异闻言 感受了一下 受陷于这个黑色牢笼 他发现 除了雷系以外 其他所有四阶以下的 所有技能 全都用不出来了 但是五阶和以上的技能 不受影响 一道刺目的电光闪过 孙大川眼前一花 就看到灵异 已经闪现出了黑色牢笼 不由伸出大拇指赞道 你们法师就是强 厉害 灵异听到这声称赞 心中一动 真要说强的话 这位胖学长 也不遑多让 因为 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孙大川的职业 并不是战士 甚至都不是主战职业 而是一个生活职业 天工巧匠 一个生活职业 能在现在这个 已经提升 两个绝灭等级的 虫群老窝里乱杀 足见战斗力的彪悍了 灵异伸出手 指尖电光缠绕 一团雷球被他藏于掌中 猛然按在孙大川的黑龙上 灵异印证了 自己之前看过的攻略 攻略中提到过 这副本里的虫族 怕雷 这黑色球龙 是由虫族分泌物搞出来的 没想到同样也怕雷 电流一过 效果瞬间消失 孙大川惊呼 好像我的力量又回来了 给力啊 奥地 走 我们这就去捅了 这些畜生的老窝 不过下一刻 孙大川却面色一变 等会都说 擒贼仙擒王这些畜生 数量太多了 想杀王 不得到猴年马月 他们把我们关起来 肯定是想留着做些什么 反正这笼子 已经没用了 我们就等在笼子里 装死半天 直倒黄龙 时间回到现在 抓住他们 在短暂的惊恶过后 先知生死力竭 夺到几个半虫人的身后 罚号失令 灵异早就看出来了 这些虫子里面 战力最弱极的 反而是这个老必当 那些半虫人的战力 都比他强 而黑莲虫群里 真正的精英强者 是公虫 嗡嗡嗡 耳旁传来呼啸风声 下一刻 几只体型 比起正常虫群 要大上数倍 速度也快上数倍的 巨型黑莲虫 从蜂巢内部飞出 之前搞偷袭 现在老子还怕你 孙大川手中的黑锤 似乎也有特殊之处 迎风便涨 瞬间就变成 足有数十米长的 恐怖巨锤 而它挥舞 这种级别的巨锤 也丝毫不费力 反而虎虎生风 一通猛砸过后 整个蜂巢都在震战 那几只黑莲公虫 更是在寝客间 就被砸成烂泥 打嗷 躲在虫群中的 先知怪叫一声 它头顶的触角 释放出一阵 无形的波动 整个蜂巢 都在猛烈震动 下一刻 蜂巢的穹顶 如同有生命一般 猛然站开 我的个娘了 孙大川抬头看了一眼 瞬间傻了 只见蜂巢上方 是一根根根 球龙材质相近的 黑色基丁质 构筑而成的巨型网络 巨网上 一只体型 足有千米大小的 恐怖巨虫 折服其间 嗖 巨虫一根锋利的熬枝 以近乎不可能 反应过来的速度 猛然插下 冬一阵沉闷的巨响过后 孙大川的巨锤 挡住了这近乎 毁灭性的一击 然而 好景不长 几乎下一秒 孙大川的胖脸 就仗得通红 他叫到顶顶不住了 林老爹 扯呼 你先跑 我殿后话音落下 孙大川的巨锤 再也坚持不住 红锯利灌顶而下 瞬间将孙大川 整个定入地下 扑孙大川口中 喷出一口鲜血 明显这一击 让他受了不小的伤 不过他也做到了他的沉默 他没死之前 不会让虫子伤害林一芬好 节节节风朝上方 传来先知阴森古怪的斯明圣 在他看来 那个丑陋肥胖的人类 肯定已经死得 不能再死了 这些与外来客 都有大作用 像孙大川这样的 杀了之后 细细地切做扫子 直到肥瘦均匀后 给女皇奉上就行 而像林一这样俊美的 女皇大人喜欢玩弄一番后 在先时 不过就在先知觉得 一切有惊无险 局势还在掌控之中的时候 只听一声怒吼传来 下一刻 那只巨虫的黑色虫只 就被他下方插着的孙大川 硬生生往上顶了几米 先知面色俱变 他刚才明明看到 那个肥胖的人类 肚子和胸骨 都已经被黑莲巨虫的虫族贯穿了 他竟然还没死 不止没死 现在孙大川腹部和胸口的剧动 甚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与此同时 他体表的肤色 也从百里透红的健康肤色 向黑灰色蜕变 围在他身边的那些 黑莲工虫的莲族 和口气攻击 打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碰到了一面钢盾一样 被轻而易举地弹开 林老弟 你怎么还在这 快走啊 别管我 我的百炼之躯 还顶得住他们的攻击 林毅同样见证了 孙大川的绝地反击 虽然之前就借助全知之眼 看过孙大川的技能和体质属性 但是现在林毅 还是要在心里赞叹一声 这大孙是真的肉 不仅恢复力惊人 那种贯穿伤 换得正常人 都是死得不能再死 他竟然跟没事一样 现在开启百炼之躯 这个技能之后 更是硬到让人发指 林毅甚至看到 好几只宫虫的黑莲都砍断了 都没在他身上 留下一道痕迹 不用这么麻烦孙学长 你盯着那个老灯虫 别让他死了 剩下的这些虫子 交给我吧 林毅话音一落 就听到那先知 用嘶哑难听的声音 冷笑到 无知的欲外来刻太狂妄了 你们对虫群一无所知 杀了他们那个俊美的也一样 先知说完 整个蜂巢的穹顶 彻底如同花瓣一样张开 此前一直都在蜂巢之中 虽然巢中也有 大量的黑莲虫存在 但是林毅和孙大川 根本没有见识到 此刻的伊斯德纳 到底是什么模样 而现在 蜂巢正式开放后 林毅眸光一动 就算是他 也被此刻看到的景象 深深震撼 蜂巢之外 天空之上 是一道黑色巨网 巨网延伸向天际线的镜头 根本一眼看不到边 而类似自己和孙大川所在的蜂巢 在这张巨网的下方 还有密尼麻麻连成一片的无数个 黑网之上 每个蜂巢上方 都有一只刚刚袭击了孙大川那样的 黑莲巢存在 这里 连伊斯德纳这个虫群之星的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而此刻距离自己和孙大川所在的这处蜂巢 最近的其他几个蜂巢 都出现了一道道黑烟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往这边飞来 那是一只只震翅飞动的黑莲公虫 除此以外 那些黑莲巨虫 也在基丁制巨网上快速移动 目标方向 赫然 也是自己这边 天罗地网 虫朝漫天 林毅脑海中 想起了再进入副本前 神骁那位导师的话 你们要面对的是整个虫群 现在 林毅身有体会 看来整个虫群都在以某种神经网络 彼此互通有无 互相交流 而掌握这些神经网络传递信号的枢纽 应该就是那些老灯虫 也就是所谓的先知 卧槽 怎么会这么多 这他娘的 往哪跑啊 孙大川心中都有些绝望了 本来他想着 靠着自己皮糙若厚 反正这些虫子 也杀不掉他 让林毅先跑 他后面再跑 反正在这副本里 要待十天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他们养精蓄锐 回来再把这些畜生收拾了 但是现在看来 漫天都是虫子 是他们要被收拾了 老爹 这回我们 真是要歇菜了 早知道这副本这么难 我就不来了 我老孙家还无后啊 孙大川苦笑一声 瞬间歇气了 他的百炼之躯 是有持续时间的 跟吃了伟哥一样 只要时间一过 他就伟了 然而 就在下一刻 他猛然听到了一声炸雷 轰隆 一道紫殿 从万里晴空中划过 这一道炸雷 直接让下方的虫群 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嗡嗡嗡风 潮中的无数黑莲虫 震池频率都变了 这是印在他们骨子里的恐惧 他们 惧怕雷光 闪电 这不可能 先知头上的触角 疯狂震战 几个纪元以来 黑莲虫群 已经将整个伊斯德纳星球的气候 改造一新 只要在他们筑潮的地方 就绝不可能出现阴云和风暴 更别提闪电了 此刻 也是万里晴空 怎么会忽然出现 一道紫电炸雷 先知大人不好了 那个域外来客 能掌控雷霆 几个半虫人高声叫道 受到虫族融合的影响 即使他们有一半算是人类 但是同样畏惧雷电 此刻看到灵异浑身冒出的紫色电光 纷纷避让逃跑 轰隆又是一道炸雷响起 所有虫族再次仰望天空时 他们就都待住了 黑色基丁制铸造的虫族巨网上方 在眨眼间 也形成了一道紫色的电网 并且 这道电网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生长扩张 数个呼吸后 电网就已经扩展到 足以覆盖数千公里的规模 雷声愈发恐怖 紫电也愈发密集 最终 无数紫电缠绕交汇 一柄在地面上看 已经出具雏形的雷光巨简 缓缓形成 灵异并没有消耗自己的顺发法术次数 而是在吟唱 事实上 他只需要念出魔法咒语的第一个字 后续就自然会有圣灵 帮他将剩下的咒纹吟唱完毕 雷系八阶紫箫结箭 这还是灵异掌握这个法术之后 第一次用出来 没想到声势如此好大 雷箭 还只是成型阶段 就已经拥有如此恐怖的压迫感了 除了压迫感以外 电网溢散出来的那些紫箫天雷 造成的破坏 同样极其恐怖 哄 只是一道紫电 劈在那些黑莲巨虫上 瞬间就能将其劈成飞灰 没错 数千米巨大的黑莲虫 在顷刻间被紫电湮灭 那视觉效果 是异常震撼的 孙大川看着这一幕 长大嘴巴 不敢置信 卧槽 这小学弟 这么生猛的嘛 孙大川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本来以为 自己年纪比灵异高了一几 实力肯定也比这小学弟 要强许多 这副班 应该是他代飞灵异才对 没想到到最后 他束手无策的时候 灵异弹指尖 就造出这么大的声势 他不是法师 不懂魔法 甚至连主战职业都不是 但是 你不能否认孙大川的眼光 天空中那柄子电雷剑 绝对是某种位阶极高的魔法 怪不得从他们 进入这个副本以来 这小学弟 一直都这么淡定 合着人家手里 掌握着核武器 你你先知 浑身都在颤抖 滚滚天雷 大难临头 他已经语无伦策了 灵异眼中电光闪烁 不但有一丝感情 他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 结成剑指 在圣灵涌唱的八阶咒语 加速七十五的效果下 这个八阶雷锡法术 并没有消耗他太长的吟唱时间 随着无形圣灵 最后一个魔法咒文的念出 天空中的紫霄结剑 完全成形 那是一柄同样 足有千米大小的恐怖巨剑 其上缠绕跳动的紫色雷光 甚至堪比天空中的烈阳 灵异剑指一滑 口中吐出几个字 结剑 破 巨大为剑 以势不可挡的恐怖速度 从天空中猛然劈下 剑剑插入蜂巢的那一刻 整个蜂巢瞬间在无尽雷光中湮灭 弓虫也好 幼虫也罢 全都瞬间蒸发消失 随后轰猛烈的爆炸 伴随着无数霹雳狂舞 紫霄结剑 被灵异引爆 一道紫电雷光组成的冲击波 开始以风潮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所过之处 黑色虫网也被瞬间融化 刚刚还准备增援的虫巢 以及那几只黑莲巨虫 被冲击波一碰到 就立刻粉身碎骨 孙大川抱头蹲下 大地在轰鸣 电蛇在狂舞 他看不清任何东西 只知道之前 一直萦绕在耳边的 嗡嗡阵痴声 全没了 数分钟后 小颜散尽 孙大川站起来 观察四周时 才恶然发现 整个蜂巢周围 数百公里范围内 再也见不到 任何一只虫子的踪影 这一发巴结雷系法术 轰下来 直接在伊斯德纳的 虫群之星内部 轰出了一个真控地带 而更远处的那些黑色虫网 也在猛烈震战 接见爆炸的余波 即使没能彻底击杀他们 也让他们受到重伤 动弹不得 随后 孙大川更是看到 极远处的那些虫巢 不仅没有朝他们这边冲过来 反而像是看到 煞星和天敌一般 往天际线的尽头退去 卧槽林老弟 你调爆了孙大川 真的被震撼了 这一幕 起码能震撼他一整年 林毅有些无语 我特么调好好的 才没爆呢 孙大川挤不上前 给了林毅一个胖的抱抱 然后激动到老爹 你这种级别的输出能力 后续我保护你 你来杀虫 我们两个不得在这副本里 嘎嘎乱杀 林毅有些想笑 我跟劳大和砍三十分 我们两个真强是吧 不过林毅不可否认的是 他对孙大川的印象很好 这胖学长很讲义气 说保他就保他 杀不光的 这些虫子太能生了 大虫子生小虫子 小虫子生更小的虫子 我们也只是 消灭了一小部分而已 林毅看着远处的虫群 摇了摇头 他很清醒 虽然他目前在这个副本里 生命危机 应该是不会有 起码有自保之力 但是 想要凭一己之力 杀光整个伊斯德纳的 所有虫群 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副本里 前后十天 孙大川犯难了 孙哥 你之前的思路是对的 擒贼仙擒王 虫群数量虽然多 那也总有一个 生他们的存在吧 把虫母杀了 应该就能遏止 虫巢继续扩张 这一点在攻略里有提到过 但是现在整个副本 翻天覆地 完全跟攻略不一样了 攻略中的最高规格 最难的目标 也就是击杀黑莲虫群的虫母 而现在林毅连伊斯德纳的反抗军 在哪个鸡脚嘎拉 都不知道 更别提醒找到虫母了 林毅将目光投向此刻 唯一还活着的黑莲虫 先知现在依旧浑身颤抖 他看着林毅的目光 已经从高高在上 变成惊慌畏惧 你们的虫母在啊 虫母是不是就是 你口中的女皇 被林毅逼问 先知忽然停止了颤抖 他冷笑着用嘶哑的声音啊 你们休想伤害女皇 太迟了 就算你杀了我们 也太迟了 女皇大人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供养 伊克斯大人 即将重生归来 你们都要死 言毙 先知枯兽的躯体 竟然开始膨胀起来 林毅眸光一宁 这老灯想要自爆 真让他直接自爆了 反而是便宜了他 并且半点信息都没有套到 林毅身边一道身影闪现 林毅手持魂之晚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剑抹了先知的脖子 嗖 争鸣丑陋的头颅 飞上高空 无数恶心的年夜 从屋头的尸体中喷尸而出 而下一刻 林毅双眸中 闪现深紫色的光芒 倒在地上不停抽动的先知尸体 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被砍飞的头颅 也重新拼接而上 最终 先知再次睁开了双眼 只不过这一次 他不再是黑莲虫群里的智者 而是林毅手下的奴隶 孙大川在一旁直接看待了 林毅的果断 加上死灵系特有的阴间操作 让他咽了口口水 卧槽 这小学店 然而下一刻 当他看到林毅的容貌后 更是震惊了 嗨嗨林老爹 这位是弟妹 孙大川此言一出 林毅面照下的脸 瞬间烟红一片 林毅一愣 然后解释倒不是 嗯 怎么说呢 应该算是伙伴吧 解释了一句之后 林毅没有继续跟孙大川闲聊 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既然无法从活着的先知嘴里 套出宠母相关的情报 那就直接搜魂 无需林毅口头下达命令 林毅伸出束手 按在先知的头颅上 眸中深紫色的光辉更甚 与林毅完全共感的林毅脑海中 也缓缓浮现一幕画面 那是一颗无比巨大 树身到处都流淌着 黑色腐化浓液的巨树 巨树通天 直上天穷 似乎根本看不到 树顶在合众高度 这赫然是一颗 在无数神话中被多次提及的世界之树 视角下移 整颗巨树的根系 深深扎进伊斯德纳的星球深处 不断抽取养分 而那盘根错节 遍布半个伊斯德纳的树根下方 则是无数通过绝地重组 开掘出来的特殊管道 管道中运送着的 是一个个赤身国体 双目紧闭的人类 这些人类 在被巨树的树根触碰后 就会化作一滩血水 被彻底吸收 林毅在无数根系下方的地层中 看到了一个个类似蜂巢 这样的储藏室 其中存放着一枚枚恶心的虫卵 虫卵之中孵化的 却不是黑莲虫族 而是一个个人类婴儿 乃至人类幼童 林毅之觉的头皮发麻 也第一次意识到 对伊斯德纳的人类文明来说 他们到底有多么屈辱而绝望 被无尽奴役 甚至自己的后代 那些无辜的孩子 从初生起 就已经沦为黑莲虫族的既定食粮 虫群就像一颗毒瘤 他寄生于伊斯德纳的人类文明之上 不仅要磨牙顺序 敲骨吸嘴 更要将这个文明的未来 彻底毁灭 就在灵异还打算继续借助搜魂 来寻找虫母的所在之处时 灵异浑然浑身一颤 下一刻 他眼眸中的深紫色消失 通过共感传递来的画面 也完全中断 消失不见 怎么回事 灵异摇头 刚刚我通过他的权限 暂时进入了整个虫群的神经网络 但是刚刚有更高级别的管理者意识 发现我的入侵了 所以被踢出来了 灵异心中叹息 整个虫群的集体意志太强大了 事实上 能看到一瞬间的画面 就已经不易了 怎么样 找到虫母了吗 孙大川问道 灵异摇头没有 只看到了一小部分的画面 那怎么办 灵异沉膺片刻 看着远方的虫巢 回想起这三天以来 他钻研的副本攻略 最终下了决定 去找伊斯德纳的反抗军吧 或许他们知道虫母的位置 灵异和孙大川所在之处的数千公里外 一处天然峡谷中 破败的帐篷 铁锤的敲击声 伤员的身影声 整个营地 死气沉沉 有人颓坐在地上 抚摸着早已破损不堪的机甲 有人躺在地上 用手捂住双眼 留下带血的热泪 这里是伊斯德纳抵抗军第九基地 就在数个小时前 他们进行了一次 针对虫群粮仓的营救行动 这次行动成功了 但是与失败无异 第九基地的营帐中 男人一把扯下胸前 已经碎得不成样的黑色机甲 丢在地上 然后扑到水桶旁 一头扎了进去 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 本就不算干净的水源 刺痛了男人的双眼 但他仍强忍着刺痛 睁着眼 彭佛水中模糊的倒影 才能够让他忘掉 刚刚在粮仓中看到的一切 男人名叫泰瑞斯 伊斯德纳反抗军第九兵团团长 半个月前 他们的最后一批斥候 用生命换回了一条重要的情报 那是一个存放着 足有数千名新生婴儿的培养室 也就是俗称的粮仓 跟伊斯德纳人组点的科技术 是蒸汽与机械不同 黑莲虫组点的科技术 是基因改造和生命培育方面 虫群不断繁衍和扩张 现在已经将半个伊斯德纳 完全纳入虫巢的领地了 大量的人口 不 虫口都需要食物供给 而伊斯德纳本土的其他生物 早已被他们吞噬殆尽 最后 他们只能选择 大量人类圈养起来 然后迫使这些被剥夺意志的人 变成没有自我意志的繁衍机器 一批又一批的人类新衫诞生 然后依靠虫群的培育科技 在短短三个月内 就能够走完 正常需要18年才能走完的发育周期 让他们彻底成年 泰瑞斯这一次 就打算将这个粮草周围的虫群 彻底肃清 然后 将这数千名人类新衫 从虫群的手中拯救下来 然而 就在半天之前 他们折损了数百个兄弟 终于将把守的虫群彻底杀光 进入粮仓之后 打破虫卵培育仓 将上千名新衫放了出来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泰瑞斯感觉撕心裂肺 那上千名新衫 虽然还维持着人类的外貌 但是内敛 却已经完全变成 跟虫群无一的怪物了 他们在同类户时 你吃掉我的手指 我咬掉你的耳朵 血流成河 完全是一副地狱景象 无论泰瑞斯 和其他抵抗军的人 采用什么手段 也无法扭转这个事实 他们杀光了虫子 却改不了那些新衫的命运 泰瑞斯 振作起来 泰瑞斯 我们还有希望的 一定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你忘了那个预言了吗 在太阳沉入西山 再也不会升起的涌夜 在虫朝繁衍至巅峰的时刻 会有掌控雷霆 无一万虫的天启骑士降临 我们续燃烧最后的光辉 化作飞影 扑向猎火 为他拨开迷雾 指引道路 而后 天启的骑士 会结束这一切 他会给伊斯德纳 带来新生的曙光 另一个同样浑身血污的男人 安慰道 他是泰瑞斯的副官西蒙 泰瑞斯猛然将头 从水桶里抽出 声嘶力竭到没有了 没有希望了 我们的战甲全都坏了 我们的工程师全都死了 五年前 我们还有九个兵团 现在只剩三个 我们的十万手足 现在也只剩不到千人 苟延残喘 我只能看着他们 一个个被虫朝淹没 我只能看着他们 一个个对我说 不要放弃 还有希望 然后替我去死 我不甘心 我可以去死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死 我只想为我们的后代 开辟一条生路 但是 今天我发现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什么都做不到 说到最后 泰瑞斯这位硬喊 跌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 西蒙文言 同样也是泣不成声 这一夜 第九营地 撤掉了所有隐蔽措施 也将所有的蒸汽机甲 尽数销毁 他们 放弃抵抗 然而 当一夜过去 当泰瑞斯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他心中出现巨大的失落感 为什么 刺激没死 为什么那些虫子 没有来把他们所有人杀了 泰瑞斯走出营帐 看着依旧一片漆黑的天空 又看了眼时间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 而太阳 却未曾升起 泰瑞斯呆住了 因为他发现 太阳之所以没有升起 是因为那夜幕实际上 是漫天的虫巢 虫巢遮天蔽日 却未曾捕食他们 随后 他更是看到虫巢之中 竟然有人骑在两只巨虫上 在缓缓朝他们降落 泰瑞斯大脑一片空白 欲言之日 抵抗军 孙大川没有看过攻略 自然不知道 还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 就是这个副本本土的人类 他们也是对抗虫群的 按照正常的副本流程 其实我们一出现在副本中 就应该会分配到 其中一个抵抗军的营地才对 但是现在整个副本的时间线看来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希望这个世界的抵抗军 还依旧存在吧 孙大川文言 继续问道 找虫母也是找 找抵抗军也是找 这副本这么大 要怎么找啊 灵异同样是找 但是找抵抗军要简单多了 就在刚才 通过灵忧那一瞬间 侵入虫群思维网络 灵异对整个虫群的等级 和信息传递机制 有了些许了解 虫群文明跟人类文明 是有些共通之处的 那就是同样存在社会体系 虫与虫之间 分工明确 并且也存在社会等级 最小虫族个体 就相当于是最普通的公司职员 这些职员有负责战斗的 有负责下载的 有负责收集情报的 而更上一层的 则是迅使 这些虫子的主要职责 就是接受那些 负责收集情报的虫群的信息 然后汇总起来 释放相应的信息素 最后引导低级虫群做出行动 而迅使的更上一层 就是掌控每个虫巢的首领 也就是先知 到了先知这一层级 就已经相当于是 公司一个部门的主管级别了 有进入公司网络的权限了 而知道这一点之后 灵异心中就萌生出一个想法 以虫治虫 走吧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应该不用花太长时间 就能找到抵抗军的营殿 并且还能避免这一路上 跟这些虫子的战斗 反正又杀不完 一路杀虫 只会浪费时间 孙大川耸了耸肩 你脑子活络 我都听你的 半个小时后 灵异和孙大川 再次来到了一个虫群蜂巢的附近 这一次 灵异选择让孙大川 牵制虫群 他跟灵异 则直接对这个蜂巢的先知 进行了斩首行动 杀掉先知之后 灵异再次将其死灵化 变为他的仆从 而这一次 灵异让灵异绝对 不要入青虫群的思维网络 查看信息 而是详细了解此前 这只先知 到底是如何上传和下载信息的 现在 也如何上传和下载信息 灵异摸索得很快 很快就通过 读取先知的部分记忆 了解他的职责了 果然 这一次 灵异所掌控的这一只先知 没有再被虫群思维网络 踢出来 因为他一直在履行 正常看管整个蜂巢蟲群的职责 灵异松了口气 这样就好办了 很快 在灵异的操控下 整个蜂巢的训使 都被先知所掌控 然后 训使释放大量信息素 将灵异 孙大川和灵异 都标记为有军同类 瞬间刚刚还在疯狂攻击 孙大川的无数黑莲宫虫 都停止了攻击 灵异一念之间 让训使再次释放一次信息素 将两只宫虫 互相标记为敌人 下一刻 两只宫虫竟然开始互相攻击起来 这一幕 直接让孙大川傻了 他对灵异 竖起大拇指老弟 牛逼 训虫高手啊 灵异也有些兴奋 计划通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时间 灵异将方圆上千公里的所有风潮 全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灵异来说 也就只需要掌控两三百只先知而已 跟之前统帅那些诺亚遗迹的 灵主怪物相比 压力并没有大太多 灵异虽然有些吃力 但还是管得过来的 但是当夕阳西沉 入夜之后 灵异手下统育的虫群数量 已经以异为单位了 随后 灵异让整个虫群中 负责搜集信息的虫子 散开去寻找周围 四五千公里范围内的人类气息 不消半天 灵异就得到了虫群的回信 就在距离我们两千多公里外的一个峡谷里 出现了人类踪迹 灵异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 这个世界 还是有人类幸存的 并且大概率 肯定就是伊斯德纳本土的抵抗军了 泰瑞斯看着天空中的虫群 以及那越来越近的人影 心中无比紧张 他一直都不太相信所谓的预言 因为如果预言有用的话 他们还有什么必要抵抗到底 但是此刻的画面 跟预言中所说的 几乎一模一样 这让他根本无法判断 到底该相信什么了 你们 是伊斯德纳的抵抗军 灵异看着泰瑞斯 以及他身后一群残兵败将 提出疑问 泰瑞斯苦笑一声 我们的抵抗 毫无意义 当然有意义 如果你们 没有抵抗到现在 又怎么等得来我和林老爹 哈哈 孙大川骑在重背上 没等林一开口 就先打了的哈哈 但是他估计 自己都没有想过 他的这句话 犹如一道惊雷 乍想在泰瑞斯的脑海中 你们续燃烧最后的光辉 化作飞银 扑向烈火 为他拨开云雾 指引道路 他想起预言中的这一句 难道 他们一直以来的反抗 虽然不能拯救伊斯德纳 甚至无法拯救他们的后代 但其实是为了这一刻吗 拨开云雾指引道路 泰瑞斯浑身颤抖 他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眼中有热泪流下 天启的骑士大人 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告诉我们 你想知道什么 泰瑞斯这一跪 直接让他身后的 无数抵抗军眼中 重燃了 名为希望的火光 天启大人 他来拯救我们了 预言是真的 预言真的实现了 原本死气沉沉的 抵抗军第九营地 无数人相拥而起 朕必欢呼 灵异心中一愣 预言 什么预言 本来灵异在脑海中 构想了很多方法来 证明自己实际上是 站在抵抗军这一边的 但是现在 他发现不需要了 这些人 似乎无条件相信自己 因为他看到这些人的眼神了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 灵异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着自己了 因为自己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最后的希望 在这个灾变时代 在这治安年代 希望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 面对无数人的灼灼目光 灵异深吸一口气 问出了那个问题告诉我 宠母在哪里 宠母您的意思是 黑莲虫群的女皇吧 泰瑞斯喃喃道 灵异点头 看来 他这次来找底抗军 可能真的读对了 作为伊斯德纳的本土人 并且还跟虫群奋战了这么多年 对他们的了解 肯定是要比自己深刻的 虫群的女皇 只会在一个地方 那就是母亲之树 约格达西尔 在百年前 他就已经只能依附于 母亲之树的生命里 才能源源不断地待遇重刺 一旦离开约格达西尔 他应该很快就会消亡 灵异文言 对这个答案 没有太意外 他之前入青虫群的思维网络时 就看到过 那棵巨大的世界之树 我知道他在那里 现在问题是 约格达西尔在哪里 灵异说出了核心问题 就在一天多以前 灵异不仅派出虫群 寻找伊斯德纳的抵抗军踪迹 更是顺着他之前就看到过的 那些虫群的地下管道 开始追根溯源 意图找到所有地下管道的交汇之处 那里估计就是世界之树的所在地 然而 这个方法 最后以失败告终 似乎虫群在有意遮掩 世界之树的真实位置 泰瑞斯脸上出现一丝愧疚曾经 母亲之树约格达西尔 就在我们伊斯德纳大陆的北方 我们的文明 世界的一切 都源自那里 可是虫群入侵之后 整个约格达西尔 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重巢 百年前 当时我们抵抗军的规模 还足有百万级别的时候 曾经进行过一次 旷日持久的讨伐战争 我们意图一举击杀虫群的女皇 那一战无比惨烈 我们杀掉了女皇弹下的最强 虫皇伊克斯 但同时 我们也元气大伤 在伊克斯的牵制下 女皇得以侥幸逃脱 从那以后 虫群就开始对约格达西尔进行改造 甚至能够做到 将其在这片大路上移动 大概三十年前 我曾再次前往约格达西尔 原本所在之处 那里的确还有一棵母亲之树 只不过完全是幻想 是陷阱 真正的约格达西尔 现在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泰瑞斯低下了头 到最后 他们好像还是没能帮到天启的骑士大人 这时 站在泰瑞斯身后的副官西蒙 则走上前几步 对灵异行为一礼 然后开口到天启大人 请问您是如何奴役 如此之多的虫群的 据我所知 虫群之间的 是以某种特殊的 神经思维网络沟通连接的 您是否可以利用这一点 探寻女皇的真实位置 灵异摇了摇头 我的确有某种方法 能够将虫群中一些中层管理 纳为我的扑从 并且连接虫群的思维网络 但是 想要借助网络 探寻有关女皇的信息 会遭到驱逐 泰瑞斯和西蒙文言 面面相聚 这位天启骑士大人的手段 真是让他们匪夷所思 不过下一刻 泰瑞斯浑身一阵 那一句预言 在他脑海里 不断回响 与此同时 站在他身后的副官西蒙 更是眼前一亮 浑身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 我想我找到办法了泰瑞斯 天启大人 请跟我来 灵异不知道 他们到底想到什么方法 但是跟在泰瑞斯和西蒙后面 来到了营帐中 只见西蒙从军火库里 翻出一个箱子 将它放到泰瑞斯的面前 西蒙 这是什么 西蒙拿过一把榔头 将榔头连接着的电线 插入充电口 给整个榔头充电 然后 朝着那箱子上的黑色大索 狠狠一砸 坚固的鸡钉之大索 在电流的作用下 瞬间脆化 断裂开来 西蒙顺势打开箱子 一股扑鼻的恶臭袭来 箱子里装着的 赫然是一枚枚黑色的 还在轻微颤动的虫卵 这是剁虫之卵 西蒙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西蒙强忍着恶臭 开始伸手进入箱子里 拿起一枚黑色虫卵端向起来 眼中充满狂热 还记得五年前 在尼克顿的那场大战吗 当时我们找到了 整整一百多箱的这碗衣 你下令销毁 但威尔来求我 说他想研究一下这些虫卵 打算做实验 我就瞒着你 让他留下来了 泰瑞斯眼中 出现一丝追忆 威尔他是第九兵团里 最聪明的人 现在他们大部分人 穿戴的蒸汽机甲 都出自他之手 可惜 他已经死了 这些剁虫之卵 能让人在短时间内 就变成那种人不仁 虫不虫的鬼样子 只有叛徒 才会选择吞服 但是威尔 对这些虫卵的研究和改造 一直都没有停过 半虫人的战力 比我们穿上机甲时 还要强上很多 当时他的想法是 如果能够抹出虫群意志 对半虫人的掌控 而给咱们兵团的一些伤患残疾 自愿服下改造后的虫卵 是不是就能成为 一支特殊的战力部队 可惜的是 一直以来 他的研究 都只停留于表面 没有人体实验的机会 直到两年前 咱们兵团有个伤员 奄奄一息 马上就要死去 他是威尔的挚友 临死前 打算帮威尔 测试一下他的研究成果 于是 他服下了被威尔 改造过的剁虫之卵 他的伤势 在极短的时间里复原完毕 并且甚至能够 连通虫群的思维网络 获取大量有关虫群的情报 可惜的是 就在威尔认为 自己成功的时候 二分钟后 他的挚友彻底发狂 变成跟那些半虫人 无意的怪物 威尔最后用枪 朝着他挚友的脑袋 连射了七八枪 最后 趴在他的尸体上 跪地痛哭 从那以后 他的这些研究成果 全都被他封存起来了 他战死之后 这些东西 我也一直没有销毁 留到了现在 听完西蒙的讲述 泰瑞斯心中震惊不已 西蒙 你你到底想干嘛 西蒙拿着重卵 斩钉截铁道 我想我们在预言中 最后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天启大人 争取时间 灵异一直在旁边看着 此刻心中也出现了一次猜测 西蒙继续道 我早已不怕死了 泰瑞斯 你应该也一样 或者说 跟咱们一起奋战到现在的兄弟们 也早都不怕死了 我要吞下这些堕虫之卵 在那仍旧能够保存 自我意志的二分钟时间里 对整个虫群思维网络 进行自爆式的轰炸 干扰那些管理者的意志 然后 让天启大人 找到真正的约格达希尔所在之处 西蒙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灵异心中震撼不已 他们抵抗至今 不就是不想苟言残喘 用屈辱换生存吗 他们只想为自己的闻名 留下一簇火苗 开辟一条生路 而此刻 他们竟然甘愿吞下 会让自己变成怪物的虫卵 为的只是燃烧两分钟的生命 给自己指引前路 灵异说不清 自己心中复杂的情绪 虽然知道 这只是一个副本 也知道自己终将回归蓝星 但这个世界上 最后幸存的人类 所绽放出来的勇气和无畏 让他都为之动容 人类的赞歌 就是勇气的赞歌 这能成功吗 泰瑞斯看着西蒙手中的虫卵 目光也逐渐坚定了起来 我们没有选择了 不是吗 西蒙洒然一笑 完全不像是准备凯然赴死的人 数分钟后 伊斯德纳抵抗军 第九兵团的大仗前 整个兵团仅剩的三百余人 都被泰瑞斯和西蒙召集了起来 泰瑞斯手中拿着黑色的虫卵 眼光扫过每一个部下 这些人跟着他走南闯北 出生入死 这是咱们的大科学家 维尔改造过的剁虫之卵 吃下去之后 用不了多久 我们的身体 就会被改造成那些半人半虫的鬼样子 这个过程 可能极其痛苦 并且是没办法恢复逆转的 但是 在两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能够进入那些虫子的思维网络之中 在这期间 我们的任务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去送死 去自爆 去干扰那些虫子的判断 混淆他们的视听 我跟西蒙已经决定 要吞下剁虫之卵 做最后一搏 你们虽然是我的部下 但是这一次 这不是命令 这只是一个选择 你们可以选择吞下 或拒绝 我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选择 尤其是你们 还有妻子 孩子的人 我强烈不建议你们 选择吞服虫卵 活下去 然后见证伊斯德纳的最终命运 现在 决定跟我一起 吞下虫卵的人 举手 泰瑞斯话音刚落 他就看到无数双手举了起来 我 我去 还有我 团长 少一个人 是不是咱们的胜算就少一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跟拉娜 都决定吞下虫卵 团长 我的父亲是英雄 我的母亲选择跟他一起赴死 我也绝对不会不活 我也去 三百多人 三百多只手 全都举了起来 其中有柔弱的妇女 有半大不小的少年 他们目光坚定 汉不畏斯 泰瑞斯眼眶一红 没等他说什么 就忽然听到一声更加粗犷的声音 响起泰瑞斯 你装什么英雄好汉 这种事情 竟然他娘的没通知我 寻声看去 只见营区的大门处 一支车队 以极快的速度开了进来 约里克 你怎么来了 泰瑞斯惊道 名叫约里克的人 赫然是伊斯德纳 抵抗军第七兵团的团长 泰瑞斯猛然转头 看向自己的副官西蒙 他没有通知其他兵团的人 是想给伊斯德纳的人类 再留下几个活人 西蒙苦笑泰瑞斯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三百人 不够 约里克从战车上跳下 也是骂到西蒙说的对 你身为团长 反而在这种大事前 娘娘叽叽的 我把所有能叫的人 全叫来了 我们也要拯救事件 泰瑞斯瞳孔一阵 因为他看到营区外的峡谷里 出现了一条条漫长的车队 那些 全是伊斯德纳抵抗军 其他兵团的人 不多时 整整三千多人 齐聚峡谷之中 代表着九个兵团的 抵抗军团旗 在狂风中烈烈作响 举手的人 从三百多只 变成了三千多只 这一幕 直接让一直都没说话的胖子 孙大川 泪崩了 操 年纪上来了 看不得这种画面老弟 你信不信我 灵异其实此刻也是新潮激动 只不过在强人眼泪而已 听到孙大川的话 询问道学长 你想干嘛 我也想吞了那东西 光是他们 我不太放心 我想再加一重保险 而且我命大得很 我感觉我绝对死不了 还能给他们 提供保护和掩护 说不定持续时间 就能从两分钟 延长更久 更何况 只要老弟 你把那什么女皇杀了 这副本也就通关了 只要通关副本 一切负面状态和伤势 都是能处理的 灵异深深看了孙大川一眼 然后道 我相信你 孙大川洒然一笑 走进三千多人的队列里 同样举起了手 我也想去 我可以引落 灵异脑海里 响起了灵异的声音 此前灵异就进入过 重群的思维网络之中 她的确知道路 灵异闭上双眼 深吸了一口气 下定决心 将灵异从死灵空间里放了出来 灵异身披黑色战甲 同样走入了队列之中 站在胖子孙大川旁边 人员就位 随着一箱箱重卵 被拿了出来 最终三千多人的手中 都握着一枚散发恶臭的黑色重卵 孙大川回头给灵异比了一个大拇指 灵异对灵异点了点头 灵异也给孙大川比了个大拇指 对灵异点了点头 杀 泰瑞斯怒吼一声 声震云霄 三千多人 同时昂起头 将手中的重卵吞下 下一刻 他们的身体 都开始发生猛烈的异变 灵异看到他们疼得浑身都在颤抖 足见这种改变 到底有多么痛苦 他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一场针对虫群的无形战争 就开始了 而他要做的 就是在这三千多位英雄的掩护下 彻底入侵虫群网络的核心 灵异咬了咬牙 闭上双眼 灵异将虫群那些先知们的管理权限 移交给他 灵异借由其中一名先知的身份 进入了重群思维网络之中 这是一片弥漫着浓雾的虚无空间 空间中 一张看不到镜头的巨网 在闪烁着淡淡的红色光芒 灵异看到了三千多道 散发着金色的流光 在自己的身边汇聚 其中还有两个光团 比起其他的光团 要大上许多 那应该就是孙大川和灵异了 代表灵异的大光团 飞到无数细小光团的前方 开始引路 思维网络 毕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空间 在这里移动 速度完全无法量化 灵异只知道 灵幽带的路 没错 他们走的就是捷径 因为没过多久 一堵红色的巨墙 就横登在所有人面前 巨墙宏伟无比 彭佛燃烧着炽烈的火焰 这应该就是 代表重群意志 对他们这些入侵者的阻拦了 轰 轰 轰 灵异看到一个个小星光团 汗不为死 犹如飞银扑火一般的 撞在巨墙之上 引发猛烈的爆炸 每一次爆炸 就代表着 有一个人消亡了 然而 这些个体的剧烈爆炸 虽然猛烈 但那道红色的巨墙 依旧窥然不动 三千人类意志 对抗整个重群的集体意志 还是太渺小了吗 就在这时 灵异看到那一团代表 孙大川的巨大光团 颤动了一下 他似乎在跟其他小星光团 沟通什么 短短两秒过去 灵异发现 那些汗不为死的小星光团 不再选择送死和自爆 而是围绕在孙大川的光团旁边 每一个经过孙大川身旁的光团 似乎都被强化了 体型长大了一圈 随后 另一个巨大的光球 灵异也飞了过来 途径他身旁的小型光球 也得到了专属强化 浑身散发的金光 更加赤裂 庞佛被点燃了一般 对红色巨墙的冲锋 再次发起 并且这一次 不再只是光团个体 冲撞巨墙 而是两枚巨大的光球 带着三千多个小型光球 一同冲锋 这一撞 灵异感觉整个虫群意志巨网 都在猛烈颤抖 红红色巨墙 瞬间出现无数军裂 哄 第二撞 裂缝瞬间扩大 并且蔓延整道巨墙 哄 第三撞 灵异看到无数小型光团 如同泡影般 在这三次猛烈的撞击中消散 这应该是其中意志力 比较弱小的人 撑不住了 然而 这一撞 红色巨墙中央 赫然出现一个大洞 灵异感受到三千多道目光 投在自己的身上 庞佛在说 就是现在 灵异没有犹豫 操控着这一道先知意志 钻入了巨墙上的大洞之中 下一刻 灵异眼前就出现了 有关约格达希尔 真正树根的脉络图 他只需要寻找这条脉络图 找到源头 就能够找到真正的 约格达希尔的位置 嗡 整个红色的思维巨网 开始抖动起来 灵异发现 这张巨网 竟然分出了无数道丝线 追逐自己 灵异像是一个细菌 病毒 而这张思维大网 则是虫群的免疫系统 现在整个免疫系统的 第一道防线被攻破 自然有无数类似 免疫细胞的东西 会追逐他 杀死他 灵异不知道 被这些丝线缠绕 不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只知道 现在有三千多人豁出命 再为他争取机会 他必须要向前冲 不惜一切代价向前冲 哄 哄 身后传来无数爆炸声 这应该是孙大川和灵优他们 带着伊斯德纳的抵抗军 在阻挠那些丝线的追击 灵异没有回头 他只能一直向前 一直向前在这片思维领域中 时间和空间都会模糊 灵异自己都不知道 过去了多久 他只知道 他看到的根系 越来越粗壮 而前方已然已经出现 约格达希尔巨大的树影了 然而 就在灵异即将确认 约格达希尔的真实位置的刹那 他忽然发现 他的身后 已经很久没有传来轰鸣爆炸声了 回头一看 两个巨大的光球 以及 那三千多个小光球 已经全部消失了 他们 全都消散了 而身后跟随的巨网 也已经会成了一道巨网 猛然落下 灵异眼前瞬间就是一黑 睁开双眼 一股无力感从灵异心头升起 他们最终失败了马一步 就差最后一步 然而 当灵异下一幕 看到眼前的景象之后 瞬间 就被深深震撼了 不知什么时候 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黑云低垂 暴雨如重 峡谷之中 伊斯德纳抵抗军九大兵团的团骑 已经倒伏在地上 被泥水掩埋 而刚刚还站着的三千多人 此刻也倒在地上 维持着半人半虫的凄惨模样 雨水混合着泥浆 冲刷着他们流淌出来的血迹 每个人的头颅 都深深垂下 几乎 没了生命的气息 然而 他们所有人的手 却依旧高高举起 露出一根食指 静止指着天空中的某个位置 灵异头皮一炸 他最后没能看到 约格达歇尔的位置 但是他们最后看到了 并且拼进最后一丝气力 为自己指明了方向 真正的约格达歇尔 并不在大地之上 而在高空之中嘛 怪不得 伊斯德纳的抵抗军也好 自己也好 完全找不到他真正的位置 灵异看着这群人 再也忍不住 雨水混着泪水 一同从脸颊流下 感谢你们的付出和牺牲 现在 你们可以暂时休息了 我 会终结这一切 灵异一抬手 瞬间无尽寒气汇聚 将暴雨送来的大量雨水 凝结起来 兵夕七阶 灵魂风洞 借助于世 灵异将在场的三千多人 全都封入了尖兵之中 他能感觉到 他们完全处于生命的 弥留时刻 并没有彻底死去 而想要为他们续命 灵异目前 没有任何手段 只能将他们 封入尖兵之中 灵异相信 只要伊斯德纳 还存有文明的火种 在遥远的未来 一定会有人将他们 从寒冰中解放而出 灵异不允许他们 就这么死去 灵异也不允许 在伊斯德纳的未来 那些新生的人类 会忘掉曾经有一批人 为了文明的存续 所付出的一切 他要让历史铭记这一切 如果此后千年万年 伊斯德纳的后人 还能够在阳光下 健康幸福地生活 而不用生活在 虫群的阴影下 那么后人 便要赞颂他们的名字 至于孙大川 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他命大得很 灵异发现 他陷入了昏迷状态 并且身上那些 类似半虫人的特征 正在飞速消失 似乎他的体质 跟正常人有极大区别 剁虫之卵对身体的改造 在他这里 是完全可逆的 不过 暂时孙大川 肯定是失去战斗能力了 灵异将其搬进 抵抗军的营帐中 安置好 起码不让他继续淋雨 而灵幽 则是死了一次 对于死灵君主来说 死亡似乎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死灵空间里 用他的几个部下 消亡为代价 他重获新生 只不过短时间内 魂力消耗太大 他也陷入沉睡之中了 灵异将他收回死灵空间 随后看向天穷 所有人手指的方位 穿过雨 灵异在天空中高速飞行 每隔十秒 灵异的身形 都会化作电光雷霆 闪烁出现在三公里外 他很庆幸 他最终选择专精的是 这个位移技能 如果不是这个技能 灵异担心 重群在得知自己的 宠母位置暴露后 马上就开始转移 他会赶不上 而现在灵异的飞行速度 肯定是要快过重群的 迁移速度的 数个小时后 灵异已经在天空中的某处 看到一片巨大的阴影存在 从地表上向上观察 是绝无可能发现异常的 也只有身处高空 才会看到这片异常区域 加快速度 灵异又是一个闪现 那一片异常区域的边界 直接出现在自己面前 飞过这片边界 灵异眼前忽然直觉地 豁然开朗 高空之中 云墙之上 有着一棵流淌着 漆黑腐化血液的巨树 巨树树冠顶端 一棵不断蠕动的 新红色肉流 似乎在呼吸一般 不断跳动 漫天的虫群 环绕着巨树之顶 拱卫着它们的女皇 灵异知道自己 找到真正的 约格达希尔了 没想到黑莲虫群 竟然真的能够做到 将整棵世界之树 迁移到天空之上 并且还能够通过 某种特殊的联系 在地下修建隐秘的 漫天虫群 全都躁动了起来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虫群如同黑色的 沙豹一般 从四面八方 朝自己飞了过来 灵异眸光凛冽 在经历了之前的事情后 现在她也能够 完全共情一丝 得那的人类了 再次看到这些虫群 灵异也生起了一种 巴不得将它们 屠戮殆尽 一个不留的冲动 面对来袭的虫群 灵异火力全开 六阶七阶的 雷系法术 不要命地往外丢 天雷滚滚 闪电轰鸣 无数黑莲虫 在霹雳狂闪间 化作飞灰 然而 虫群的数量 近乎无穷无尽 灵异意识到 继续停留在原地 只会被无数虫群 拖延宝贵的时间 So 一道雷光闪过 灵异的身影 瞬间消失 霹雳一闪 然而这一次 霹雳一闪闪现的距离 大打折扣 原本她选定的距离 是三公里外 然而 似乎这个技能的落点 是有硬性要求的 带到目标区域 才能够准确闪现到 电厂中的选定区域 而大量的黑莲虫群中 竟然出现了一些 已经进化出特殊的 电磁器官 甚至能够干扰 电厂生成的特殊虫族了 怪不得整个宇宙舰 虫灾永远出不干净 这个种族太恐怖了 繁衍能力强就不说了 各种适应性进化 更是快到极点 他们自己也知道 弱点是雷电 于是乎就专门进化出了这些 能够解决相应问题的 特殊新种类 灵异没有继续使用雷系魔法 而是切换元素专精 既然不让我瞬移 直接解决你们的女皇 那就把你们全烧了 蓝焰从体内升腾而出 眨眼间 灵异就完成了火焰元素化 火系八戒 至高升华 瞬间 刚刚还围上来的无数虫群 就被灵异身上 燃烧着的赤裂蓝焰 烧成焦炭 开启升华状态之后 她的身边 自带一圈 极其恐怖的高温领域 在诺亚遗迹的最终一战中 灵异就是凭借 八戒升华自带的高温领域 硬生生逼碎了 下雨烟的多重领域 此刻虫群也一样 数秒后 灵异身边数千米范围内 都成为了一片活海死域 任何一只虫子 只要敢冲进来 就会被直接烧成飞灰 就算被烧成飞灰 那也算是尸体 此刻虫群的密集程度 灵异想不到 还有什么比是暴数 更适合的发挥场景 起暴准备已经就绪 灵异按下了起暴按钮 碰 碰 尸体暴力声连成一片 一只虫子的尸体自暴 诱发了大量 其他虫群尸体的自暴 这些虫子自暴产生的伤害 让更多的虫群死亡 它们的尸体 又加入了尸暴的序列中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整个虫巢 以自己为中心 开始了一场 无比壮观的连锁爆炸秀 数息之后 灵异身边围上来的虫巢 已经被完全禁空 灵异突入虫群之心的速度 再次快了起来 十多次闪烁之后 灵异已经彻底突破了 外围虫群的包围 来到了约格达西尔的树冠附近 靠近之后 灵异面色瞬间一变 只见整个树冠各处 都悬挂着一个个 形似虫卵样的囊状物体 每一个囊状物体中 都缠绕束缚着一个人 大部分被困在其中的人 都穿着非伊斯德纳 本土人类的服饰 而是神骁各院的怨服和校服 灵异一眼望过去 整个约格达西尔茂密的树冠上 足有数万个这样的囊炮 其中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 其中被封着的人 已经完全前世化了 灵异能够看到 他们被重群抹去了所有的意志 仅剩下呼吸和微弱的心跳 随着囊炮的每一次跳动 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力量 和属于职业者的精华 被抽离体内 然后顺着约格达西尔之前的管道 运送到树顶那一颗 巨大的红色肉流之内 他们没死 但是跟活死人也无异了 灵异直觉的大脑轰鸣一声 他全都明白了 之前在看重群之星的攻略时 编者就提到过 从神霄得到重群之星 这个特殊降渊灵层副本到现在 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这期间 每一代进入这个副本的神霄学子 总有一些人 是再也回不来了的 而学府里的特殊职业收尸人 尝试进入副本搜寻尸体 让他们死得其所 魂归蓝星也做不到 因为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完全消失了 尸体也找不到 没想到全都挂在这里 甚至有一些都变成蜡肉了 而灵异也明白 为什么之前在风潮中 那位先知为什么会说 他们这些欲外来客 是他们重足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了 伊斯德纳本土的人类 力量还是太弱小了 怎么比得上蓝星的职业者 如果说灵异之前 对泰瑞斯这样的抵抗军 是充满敬意的共情的话 那么现在灵异见到自己 真正的蓝星同胞 在这个副本里 也在承受无尽的折磨后 他就彻底愤怒了 轰隆雷声乍响 彻底爆发愤怒的灵异 抬起右手 高举向天 随后 三把闪烁着刺目紫色雷光的巨剑 在天空中缓慢成形 与此同时 就在三把雷剑即将轰下的时候 一团巨大的蓝火核爆 率先轰向树关顶部的 巨大红色肉流 神火天正 雷火双爆 整整三个普通雷锡巴结法术 加上一个净化后的火锡巴结降临 如果有人在此刻旁观的话 就会发现 整个天空巨树 约格达西尔的树关 都燃烧了起来 之前上流淌着的黑色棉叶 在瞬间被蒸发殆尽 而位于河暴和雷暴中心的红色肉流 更是在寝客间就破溃开来 从中传来一道尖锐无比 让人听了之后 都感觉耳膜刺痛的尖叫声 肉流破溃 传来刺耳尖叫声的 是肉流中包裹着一只体型足有数公里大小的白色肉虫 肉虫如躯一般 有着巨大的腹部 每次如洞见 都有数以百万级的新生虫群诞生 而白色肉虫 巨大腹部的上端 则是一个有些人类化的女妖形象 虫母上半身浑身覆盖间 映如钢的黑色甲铐 面容猙獰 感受到灵异所带来的灼热之口 她愤怒不已 人类 该死 你竟敢 毁了我的温床 保护我 利奥娜 奥克托 将这个人类 碎尸万段 嗡嗡 两声轻微的震翅声响起 两只体型跟人类差不多大小 背后长着四只透明羽翼的身影闪现 是 母亲大人 灵异双眼威眉 在全只只眼的视角下 这两只虫怪的卫格 尽收眼底 跟虫母一样 被称为利奥娜和奥克托的四翼虫怪卫格 都是准黄间 对大多数进入这个副本 参与祥渊试炼的神骁学子来说 这个卫格 的确不是他们 能够解决的了 深渊怪物的卫格提升 对战力的提升 远比等级要重要得多 尤其是王阶之后 每提升半阶卫格 战力 都是天差地边 准黄阶和顶阁王阶的差距 很可能是数十倍 So 灵异眼前一花 又是只听到一阵 崇异震翅的嗡鸣声 随后他就看到两道恐怖的黑光闪过 约格达西尔的小部分树冠 都被这两道黑光斩击生生切断 可惜 他们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碰到的是灵异 而是开启了升华状态的灵异 死 灵异虚掌暗下 天空中已经彻底成型的三把雷剑 轰然落下 燃烧着的约格达西尔 再次被无数道雷霆缠绕爆炸 火光雷闪见 猛烈的爆炸 遮盖了宠母 以及两只准黄街BSS的七粒惨叫声 哄 随着雷剑彻底爆发 灵异看到 包含宠母在内的三个黑莲虫群的最高战力 在白光中消散殆尽 随着宠母的消亡 灵异看到树冠之上 那无数个悬挂着的囊炮 被烈火和雷电烧穿 其中被束缚包裹的人 得以正途而出 与此同时 围绕在约格达西尔周围 漫天的虫群 发出一阵震哀鸣声 随后 他们开始 从天空中坠往 整个伊斯德纳的虫群 在这一刻 似乎都接收到了 某种怪异的讯息 哀鸣着 撕鸣着 身躯化作一滩黑水 然而化作一道 红色的流光 飞向天空中的 约格达西尔 结束了 灵异知道 他这三天的 副本旅程结束了 伊斯德纳 百年抵抗结束了 神霄无数学子的 漫长噩梦折磨 也结束了 不过下一秒 灵异忽然感觉到 一股异痒 很快这股异痒 就变成了莫名的心机 涌上心头 不对还没有结束 不仅副本通关的 提示没有传来 灵异更是发现 即使宠母消亡 整个约格达西尔 的树前之中 也传来了 微弱的心跳声 没错 就是心跳声 此前因为有温床 这个巨大的 红色肉流存在 灵异未曾注意到 约格达西尔内部 也存在 生命活动的迹象 现在 失去了宠母的控制 或者说压制 树前之中的 生命迹象 反而越发明显 灵异眸光一沉 短暂的吟唱过后 又一柄结件 从天空落下 捕刀是一个好习惯 万幸的是 灵异有这样的好习惯 就手下留情 明显就要趁着敌人 在憋大招的独条阶段 给最狠的攻击 将其打断才对 结件落下 雷光爆发 然而 灵异眼神再次一宁 一道红色的巨网 眨眼间浮现 一如他之前 在重群思维网络中 看到的一样 这是重群 集体思维意志的体现 没想到此刻 竟然被具现到现实中了 灵异心惊 宠母已死 按理来说 重群的思维网络 应该也要消亡才对 而现在 不仅没有消亡 更是具现到了现实中 硬生生将他一个 巴结法术的威力 削减大半 这意味着 宠母虽死 但有人接管了 整个虫群的最高权限 雷剑威力彻底炸裂 即使被削弱了 但是破坏力依旧惊人 整个约格达西尔的 巨大树身 都被展开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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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耳边传来 越来越厚重的心跳声 如同战鼓一般 而切开的巨大树身里 灵异看到了 心跳声的源头 那是一位体型跟他差不多 容貌无比俊美的少年 少年全身赤裹 被包裹在一片金黄色 如同琥珀般的树叶当中 无数营养管道 连接着他的后心 乍一看 这少年跟人类几乎无异 然而细看就会发现 在他的身后 长着的六只 如同琉璃一般的透明虫蜜 全身上下 还有无数细腻的红色斑点 又是一道雷光巨尖落下 灵异没有停止攻击 然而这一次 那红色的巨网 并没有再次浮现 因为 不需要了少年的睫毛 轻微颤抖 缓缓睁开双眼 包裹着他的琥珀色树叶 也缓缓被他吸收进入体内 他俊美的脸庞上 出现一个迷人的微笑 少年偏头看着灵异 笑道灵异是吗 你杀死了我的王妃 也杀掉了那两个 自以为是我哥哥姐姐的蠢货 随后 他伸出手指 点向天空中坠落而下的雷剑 只见一道黑色的波纹浮现 雷剑在寝刻间 被这道黑色的波纹 瓦解殆尽 随后破碎开来 哄 猛烈的爆炸中 灵异看到少年 毫发未损 依旧带着笑容看着自己 像是在审视一个 自己感兴趣的艺术品 别紧张 灵异 你可以叫我伊克斯 我还要感谢你 杀掉了他们 让我早一步完成退生 尤其是我的王妃 他这一次 想要彻底代替我的意志 执掌重裙 为此大费周章 从你们 嗯 是叫蓝星世界对吧 从你们蓝星世界的神骁学院 身体 可惜他到死都没发现 这本来就是 我让他这么去做的 因为 他的一切 本就是我赐予他的 多么可悲 为了庆祝我 重获新生 并且得到了这样一句 完美的躯体 我想邀请你 一同见证一场革命 伊斯德纳太小了 我也有些呆逆了 不如 就让我来取代你 回到蓝星世界怎么样 灵异忽忽然笑了 伊克斯 真是个好名字 作为这个副本的最后BSS 我承认你的实力了 真正的黄街 与准黄街 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你好像很了解我 也很了解蓝星世界 伊克斯耸了耸肩 简单地读取记忆 灵异笑容更甚 不过 请注意我的形容词 是好像很了解我 你要是真的完全了解我 现在就应该逃跑 躲到一个 我找遍整个伊斯德纳 都找不到的地方 安心发育 重建你的虫渠 那样说不定 你还有机会活下去 你听说过静咒吗 静咒 伊克斯搜刮自己的脑海中 有关这个词的记忆 他在约格达希尔的树星之中 百年来 接受了大量来自蓝星世界的信息 和那些神骁学子的记忆 但是 有关静咒 他只了解了直言片语 甚至在大多数神骁学子的记忆中 也只是在某些书籍的碎片角落里 听过这两个字 因为就算对神骁的学子来说 静咒的位阶 还是太高了 远不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 甚至 如果本身 不是法式职业者 可能都未必知道 法式职业的九阶技能 别称就是静咒 嗯 似乎是什么特别厉害的技能 伊克斯话音刚落 却猛然抬起头 天空中 没有任何异响 但他已经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了 事实上 在刚才灵异开口 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 伊克斯就已经察觉到 一丝古怪的异样了 眼前这个人类 说的第一句话 是称赞自己有个好名字 不愧是进化到 高等生命层次的虫子 跟那些愚昧迟钝的货色 还是有区别 好敏锐的直觉 不过还是 有些晚了 我这个人比较谨慎 一般面对你这种等级的 BSS 都会选择直接秒了 而不是跟他说这么多废话 灵异说到这里 面色一冷 早就出现在他身后 默默为他吟唱静咒的圣灵 在经过一分多钟的涌唱后 终于吐出了最后一个咒纹 而灵异口中 也吐出了无比冰冷的六个字 静咒雷神之怒 天空中 风云突变 一道火口 猛然在天穷中裂开 随后 一只散发着恐怖神威的巨手 猛然从天空中的巨大裂口中 探了出来 灵异看到这一只巨手时 瞬间就感觉浑身冰凉 动弹不得 他不知道 这只巨手后方的主人是谁 但是一个名词 浮现在他的心头 神之 这是一只神之手 神威降临 让即使是使用这个静咒主人 灵异自己也感觉被彻底压制 而这个静咒的目标 伊克斯更是像被某种技能硬控了一般 完全无法动弹 明明以他速度 以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在这只神之手 尚未降临的时候 将灵异撕碎秒杀 但是他一直都觉得 局势尽在自己掌握 伊克斯后悔了 他明白自己之前 觉得灵异古怪的感觉 来源于哪里了 伊克斯是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 异这个字 或者这个发音 应该也是他目前用出来的 这个静咒法术的第一个咒文读法 他肯定是有什么技能 在紧紧之念出第一个咒文之后 就能够以极其隐秘的方式 释放静咒的方法 自己对他的了解 真的还不够多 怪不得 他会说 这是个好名字卑鄙的人类 啊 伊克斯放声怒吼 身后的六只虫翼 疯狂震动 然而他依旧动弹不得 但是与此同时 他遍布全身的无数个红点 却在此刻 竟然全部展开 那赫然是一只只 闪烁着视线凶光的眼睛 自伊克斯 展现了自己真实的形态 千只眼睛中 喷射出无数道漆黑的死光 死光穿透一切 所过之处 万物湮灭 一道从指尖 蹦射的黑色死光 就足以让八尖雷剑破碎 而此刻七八道死光 直直朝着灵异身体 各个要害射来 灵异心中苦笑一声 即使他 已经足够谨慎了 但是 来自深渊的真正黄阶强者 在这么近的距离 想要杀掉自己 似乎也并不困难 免死被动 今天看来还是要交在这里了 然而 电光石火之间 一道幽影 忽然闪现在灵异身前 灵幽抱住灵异 用自己的身躯 为他当作肉盾 挡下了数道致命的黑色死光 穿他的身躯 灵幽口中喷出大量鲜血 让刚刚感应到 灵异有危险而苏醒的他 再次陷入重伤沉眠的状态 与此同时 死灵空间里的大量死灵生物 在伊克斯的这一次爆发攻击下 尽数被屠戮殆尽 现在 灵幽如果再被攻击一次 那就是真的死了 灵异心中在感动的同时 也震怒不已 将灵幽强制 转移回死灵空间 灵异顶着神威 右手高举向天 随后 右拳紧紧一握 这一握 似乎是抓住了什么东西一般 第一次释放雷神之怒这样的尽咒 灵异没有经验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 这个技能不是吟唱完毕 就可以不管了的 他是要承受神威 得到神智的认可 才能够掌控这个法术的 此刻 因为极致的愤怒 灵异幸运地 体会到了 何谓雷神之怒 灵异浑身被无数雷电包裹 双目绽放出惊人的气势 神之手的神威 已被灵异完美积成 此刻灵异暂时获得了一部分神智的权柄 神威浩瀚 伊克斯身上 无数绽放死光的眼眸 竟然在灵异的神威压制下 重新闭上 随着灵异的右拳 完全握紧 轰隆隆恐怖的雷霆 从天空中的裂口轰下 一柄比起约格达西尔 都要大上数倍的蔑氏雷枪 被天空中的神之手握住 扯了出来 灵异眸光森然 胸中怀着无尽的愤怒 对着伊克斯 猛然挥下右拳 与此同时 神之手握住的灭氏雷枪 也从苍穹之上 猛然刺下雷枪枪间 瞬间穿透伊克斯的躯体 随后 带着汗天动地的气势 将伊斯德纳的母亲之术 约格达西尔 整个贯穿灭氏雷枪 从九天之上 如天星坠落 狠狠定入伊斯德纳的大地 灵异看到下方的大地 被这一击 砸出无数裂骨 中央区域 甚至有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 跟随岩浆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张巨大的红色巨网 灵异眸光一宁 这张巨网 他之前也见到过 那是虫群意志的具象化体现 现在伊克斯又用出这个技能了 并且 这一次出现的巨网 比起刚才挡住紫霄结件的巨网 要大了无数倍 该死 你该死啊 卑劣的人类 你竟然我如此狼狈 我是伊克斯 我是虫群的万世之皇 你以为 你能杀死我 大地之下 灵异听到了 伊克斯陷入疯狂 彻底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下一刻 红色巨网扩张 伊克斯也展露出他的真身 那是一只足有半个 地精基地式大小的 巨大黑莲虫 被雷枪贯穿腹部 正在地上猛烈挣扎 巨大的黑莲扫过之处 地面都被离出 深达千米的巨大沟壑 森林倒幅 山脉崩塌 河流蒸发 山穿地里 在雷枪和伊克斯的轰击下 都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 一位深渊中的真正魔皇级强者 伊克斯巨大的虫身上 遍布上千只 猙獰狂的红色巨眼 蔑视雷枪的惯世一击 让伊克斯身上的上千只巨眼 自爆了大半 这些眼睛 已经永远闭上 再也无法睁开了 而剩余的其余红色虫眼 纷纷流出血泪 他们在给伊克斯 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 帮助他从雷枪中挣脱出来 灵异不知道的是 伊克斯身上的每一只眼睛合上 伊斯德纳的虫群 都会消亡上一只 他此刻不是一个虫在战斗 而是豁出了整个伊斯德纳的虫群 再跟灵异战斗 与此同时 虫群一直形成的红色巨网 也在尽力包裹住巨大的蔑视雷枪 想要将这把赐予他们的皇者 无尽痛楚的雷枪拔出 灵异依依旧悬浮在高空之中 冷眼看着依旧在挣扎的伊克斯 紧握的右手 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雷枪 爆灵异口中 再次吐出几个阴简 下一刻 一道恐怖的雷暴 以雷枪枪肩为中心 开始扩散开来 这是雷神之怒召唤出来的雷枪的后续攻击 这个技能的伤害和攻击 是分断的 第一段伤害 就是雷枪贯穿下 造成的巨额雷电伤害 随后 雷枪会整整持续十分钟 每过一段时间 雷枪上凝聚的雷霆 都会扩散开来 形成一次蜻蜓雷暴 雷暴的伤害 不如雷枪的贯穿伤害 但是胜在持久 并且 此刻雷枪的枪体 是完全贯穿伊克斯的重身的 第一次的蜻蜓雷暴 就让他痛不欲生 骚 伊克斯的口气中 发出无比凄惨的哀鸣声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几只红色巨颜 猛然爆开 这意味着 又有一部分虫群 为了他们的虫皇而消亡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痛楚 而烧坏了脑子 伊克斯跟所有经典反派一样 在绝境忽然放声大笑 灵异 你杀不死我都我的虫群 无穷无计 我的生命 不止不休 你身为人类 只不过度过了 宛如浮游一世般的年华 而我却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 每次轮回 都是一次新生 我愈发强大 等我下一次重生 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把你变成我的傀儡 让你永世为奴 才能弥补我的痛苦 哈哈 又是一次惊听雷暴爆发 让伊克斯痛苦不已 不过他说的话 虽然灵异表面上依旧冷漠 但心中却无比震撼 他相信 伊克斯应该是经历了很多次轮回的说法的 因为此前泰瑞斯就跟他说过 数百年前 当时抵抗军 还是如日中天 重朝还尚未彻底统治伊斯德纳的时期 他们就有过一次讨伐战 在那一战中 为了保护宠母 伊克斯选择跟抵抗军血战到底 让抵抗军直接元气大伤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伊克斯再次重生归来 这一次 他直接到了真正的黄街位阁 那么下一次 伊克斯如果再次重生归来 会不会就会惊化到顶格黄街了 灵异闭上眼 他忽然想起一句话 虫子 从未被真正消灭过 即使他已经杀了虫母 那伊克斯 是不是还有某种自己不知道的方法 能够重生归来 灵异不知道 就算伊克斯真的没办法彻底消灭 那灵异也有信心 等伊克斯归来的时候 说不定他早已成神了 无数次的惊听雷爆 让伊克斯身上叠满了印记效果 十分钟的折磨过后 灭尸雷枪轰然爆炸 一场真正的雷光核爆 在伊斯德纳大陆某处引爆 伊克斯的躯体 在雷光中消散殆尽 那一张巨大的红色虫网 也湮灭破溃 结束了 或者说 暂时结束了 丁一声无比清脆的声音响起 灵异看到伊克斯破灭的躯体 原先所在的位置上 出现了一块透明薄片 薄片散发着七彩光芒 光滑流转 似乎有某些力量 蕴藏其中一片花草繁盛 惺惺向荣的花园中 伊克斯睁开了双眼 他愣住了 他知觉的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眼熟 但是却记不起来 这里是哪里 他又在什么时候 曾经到访过这里了 漫步在花园中 伊克斯知觉的自己心境平和 时光荏苒 一黄眼 数个纪元过去 伊克斯依旧停留在这片花园之中 这里的花 永远都以最美的姿态绽放着 没有枯萎衰败的那一天 这里的树 永远的都以最繁茂的姿态生长着 花园里 看不到任何一片落叶 这里的生物 历经无数纪元 却依旧没有半点衰老的样子 永远在以最巅峰的状态 生生不息 时间彷復在这座花园里 被无限拉长 伊克斯不知道在这里注留了多久 直到某一天嗡嗡嗡 他听到了一阵轻微的 虫翼震动空气 产生的嗡鸣声 一只通体漆黑 不带有一丝杂色的幼虫 跌跌撞撞地飞入了这座花园中 趴在树叶上 静静休闲 伊克斯脑海中 掀起滔天巨浪 这一刻 他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 这只弱小 无知的黑色幼虫 不就是曾经的他吗 妈妈妈妈 你看 有一只黑色的东西 飞进来了 伊克斯看到了一个 身穿翠绿色短裙 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用无比好奇的目光 打亮着树叶上的黑色幼虫 抱歉 艾丽娜小姐 我马上清廉 一个管家打扮的中年人 功身致歉 她上前几步 掏出工具 就要终结这只无意间 闯入花园虫子的生命 妈妈 她好小 好可怜呀 我能给她喂点东西吗 小女孩艾丽娜 阻止了园丁 看向一旁的人 伊克斯抬眼望去 就看到艾丽娜身边站着的人 完全被碧绿色的神光所笼罩 看不清面容 也不知其真是 去吧 艾丽娜 那看不清面容的人 声音轻柔 彷彿其中蕴含着 无尽的慈悲和爱意 小女孩艾丽娜 蹦跳着 拿起桌上的一块面包 撕下一小部分面包线 丢到黑色幼虫的面前 伊克斯看着自己 吞下这片 命运的面包线 持下面包线 伊克斯看着黑色的幼虫 长出羽翼 阵翅高飞 飞出了这片花园 又飞出了无尽的世界边界 它越发强壮 击杀了一个又一个 妄想捕食自己的怪物和巨兽 它渐渐成年 拥有了繁衍的权力 它跟另外一只 来自边缘蛮荒世界的母虫交构了 那只愚昧的 盲目的母虫 得到了一部分伊克斯体内 蕴藏的力量 开启了灵质 它为伊克斯 但遇了无数子嗣 而他的子嗣们 又跟其他同类 繁衍出更多的子嗣 第一批虫群诞生了 伊克斯成为了 虫群的第一任虫皇 虫群将他所在的小型世界 吞噬殆尽后 伊克斯带领他们 又离开了那个 已经枯萎凋零的世界 前往崭新的新世界 继续繁衍 跟在伊克斯身边的虫群女皇 会衰老 会死亡 会背叛 会离弃 而伊克斯不会 他似乎永远不会衰老 永远不会死去 那一片面包线 赋予了他永生的权利 伊克斯的心中 也渐渐多出了更多的欲望 他的心智也越发成熟 一个纪元过后 环宇间遍布他的虫群 伊克斯的名字 也成为了环宇间 无数世界闻之生味的存在 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虫群会繁衍至巅峰 随后 离开那个 已经死去的世界 虫群 又在漫长的迁徙中 逐渐凋零 无数个轮回后 伊克斯终于找到了一个 他梦寐以求的新世界 这个世界的人 伊斯德纳这个世界上 有一棵通天巨树 这棵巨树跟他一样 似乎也有着 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他不会枯萎 永远冒上 于是 伊克斯将其作为 自己永恒的巢穴 在这里 虫群掠夺 这棵巨树的养分 开始了无限制的繁衍扩张 但伊克斯也遭遇了 这个世界的本土文明 最顽强的抵抗 那是一个人类文明 他们掌控着名为 蒸汽与电能的科技 每个人都是意志坚定的战士 他的虫群 在那些机甲战士面前 节节败退 那种名为电能的能量 似乎是他和他的虫群 宁克在骨子里的弱点 虫群与机甲的战争 持续了数百年 伊克斯凭借着他的坚韧不拔 笑到了最后 并且他也发现了 只要依靠约格达西尔 即使他的肉体消亡 也会在约格达西尔的树星中 重获新生 并且每次新生 他都更加强大 他赢了 伊斯德纳这个世界的本土文明 被他彻底吞并 只剩下少数的人类 还在顽强抵抗 与此同时 伊克斯也发现 从那时候起 就开始有来自其他世界 掌握了特殊力量的人类 会进入这个伊斯德纳 似乎他们的背后 有一只无形的推手 那只推手的目的 就是要遏制自己和虫群的发展 伊克斯却对此嗤之以鼻 他通过这些来自异界的职业者 了解了一个名为蓝星的世界 伊克斯心动了 一扇崭新的大门 在他的面前敞开 一个伟大的计划 在他的胸中孕育 他不仅要征服伊斯德纳 以及伊斯德纳周边的其他世界 他更要征服这个名为蓝星的高等世界 吸取这些职业者的精华 能让他的实力 快速成长 更上一层楼 于是 他设下陷阱 将伊斯德纳这个世界的边界 凿穿了一个细小的缺口 这个缺口 永远连通着蓝星世界 可惜因为或许是重群力量 还太过弱小 他开通的两界通道 是单向的 只有蓝星世界这样的高等世界 有资格通过通道 来到伊斯德纳世界 但是他和他的重群 却无法通过这个通道 进入蓝星世界 伊克斯知道 他需要吸收更多职业者的力量 为此 他故意留下了伊斯德纳本土文明的一些人类 没有赶尽杀绝 让那些来自蓝星世界的职业者们 进入这个世界 帮助那些抵抗军 进行一些可笑的抵抗 那些职业者自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 完成了分工伪计 却都只不过是在伊克斯的注视下的 跳梁小丑罢了 为了不惊动蓝星世界 让其彻底关闭两界入口 伊克斯会见些信的掳走一部分职业者 而不是全部 这样的光景 持续了很久很久 直到某一天 伊克斯发现 伊斯德纳那些幸存的人类里 不知何时开始流传一则预言 那预言的来源 伊克斯找不到 应该又是那一只神秘的推手所为 然而早已膨胀自大的伊克斯 对那预言的内容 却嗤之以鼻 什么天启骑士 痴人说梦 直到 他被蔑视雷枪贯穿身体 被钉入伊斯德纳的地底 蹦 一切画面如同镜面一般破碎 伊克斯再次睁眼 此刻他才恍然 他刚才看到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像走马灯一样的幻梦 他经历了他的一生 然而 这一次 伊克斯睁眼时 发现他又回到了那一片生机盎然的花园中 呜呜 为什么小绿哭死了妈妈 为什么 小绿是一棵树 也是此刻这座花园里 唯一哭死的树 原顶砍掉小绿的树根 发现其中流淌出一道道的黑水 艾丽娜小姐 这棵树 生虫了 所以 他哭死了 小女孩 艾丽娜歪了歪头虫 是像小黑那样的生物吗 是的 艾丽娜小姐 伊克斯看到小女孩艾丽娜 转过头来 身影在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对他怒目而视 坏小黑 坏小黑 伊克斯看到自己 被艾丽娜的巨手捏住 让他痛不欲生 然而 无论他怎么哀嚎求饶 艾丽娜也没有半点松开的意思 下一刻 伊克斯就感觉自己 被抛出了花园 身体支离破碎 意识渐渐迷离 迷流之际 他看到了一只花蝴蝶 同样跌跌撞撞地 飞入了花园之中 妈妈 妈妈 好漂亮啊 那是什么 那是一只蝴蝶 它也是虫子吗 是的 艾丽娜 妈妈 它好可怜啊 我能为它吃点东西吗 可以 妈妈 小花它也是虫子 它会让我们的树木哭死吗 会的哦 艾丽娜 但是没关系哦 艾丽娜 伊甸园里 永远都会有新的树木 长出来呢 到时候再想办法吧 好业 妈妈 那我还是为它 我最喜欢的面包吧 去吧 艾丽娜 蝴蝶扇动翅膀 不知道哪个世界 又会掀起一场风暴 然而 那些事 已经跟它无关了 伊克斯眼前渐渐陷入黑暗 迎接它的 不是下一个轮回 而是真正的死亡 永生啊 不过一场幻梦罢了 爆装备了 灵异看着伊克斯死亡后 掉落出来 散发着七彩流光的碎片 心中一喜 也是 一个深渊魔皇 要是杀不掉装备 那才奇怪 不过就在灵异打算上前几步 仔细观察那块碎片时 心中却传来一阵星际的感觉 彭佛它再往前几步 就会遭遇什么大恐怖一般 灵异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种直觉 已经帮它规避很多次风险了 再加上《重群之心》这个副本 与伊克斯一战 灵异也感觉自己 如果不够谨慎 不够果断的话 它可能真要在这个副本翻车 现在它还没有收到副本通关的通告 就意味着 一切还没有彻底结束 它不可以掉以轻心 这七彩碎片 是伊克斯的某个技能吗 难道 它还没死 这是陷阱 灵异退后几步 选择边缘壁 随后 就看到那块七彩碎片所在之处 晕染出一片 如同翡翠折光一般的银银绿色 然后 这一抹绿色 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来 灵异眸光移动 化作电光 闪现到数千里外的空中 从空中俯瞰 在那片绿光的影响下 灵异看到下方大地上的一切 泥土 沙石 尘埃 竟然全都开始转化 泥土变成根须 沙石化作之前 尘埃天上绿叶 一棵新生的世界之树 在灵异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重新榨根 萌芽 生长 如果刚才灵异没走 而是选择去捡起那块七彩碎片 那么此刻 它也会被同化成 这棵世界之树的一部分 是一种无中生有 以沙石尘埃 塑造生命的手段 恐怖如斯 新生的世界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很快就生长到 足以参天的地步 灵异发现 这棵新的世界之树 在向上生长的同时 还有几个枝条 在朝着自己这边生长 与此同时 灵异也在冥冥中 感受到了一股欢快的心情 准确地说 是欢快中 还夹杂着感谢的心情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世界之树 那朝它伸来的几根枝条上 在瞬息之间 绽放出一朵朵碧色的鲜花 随后 这些鲜花在寝刻间融为一体 最后化作一枚翠绿色 晶莹剔透的果实 挂在枝头 一箱扑鼻 灵异愕然发现 它此前被伊克斯的死光 所洞穿身体 留下的伤势 仅仅是在闻到 这股气味的时候 就完全恢复 世界之树的心知 宛如一只手 将这枚果实 送到了灵异面前 这就是它的谢意 灵异凝视这枚果实 全知之眼反馈出来的信息 让灵异都震惊不已 不朽果实种类法则 道具品级 等级 加1000000生命值上限 加50异常状态效果 抵抗率效果 一服用后 生死人 肉白骨 效果2 拥有此物 受不朽法则影响 当你通过其他来源 获取的生命值上限 超过10万点后 你的生命值上限翻倍 且你每秒恢复时的 最大生命值 效果3 拥有此物 受不朽法则影响 你的生命值上限 每增加10万点 你获取额外的 实异常状态 效果抵抗率 且每隔10秒 自动进化你所有的 异常状态效果 效果似拥有此物 受不朽法则影响 当你遭受 足以让你死亡的 致命攻击时 使你进入退生状态 随即转移至 任意被不朽法则光辉 所浮游的世界 在一段时间后 消耗掉不朽果实 使你重获新生 备注蕴含着一丝 不朽法则的果实 法则不朽 灵异倒吸一口冷气 她本来觉得 伊克斯掉落的那七彩碎片 应该是个宝贝 但是没想到 是牵涉到 都有些颤抖 她伸出手 世界之术 枝头上挂着的 这枚不朽果实 轻轻落于她的手中 下一刻 灵异就感到一股 无比精纯的生命能量 顺着不朽果实 融入自己的身体之中 瞬间 这果实 就跟灵异灵魂绑定了 灵物大多数都是天生天养 能者得之 而极少有灵物能够认主 会认主的灵物 都是不得了的东西 此刻 来自世界之术的谢意 和感激的不朽果实 认定了灵异 就是她的主人 灵异将不朽果实 收入自己的储物空间 她发现 即使收入空间内 果实的效果 依旧存在 灵异看到自己的生命值上限 瞬间往上翻了三倍 异常状态的效果抵抗 也从固定的 已变成了61 十秒一次的进化效果 也是自动刷新的 太逆天了 灵异心中涌现狂喜 这可是不会占用 装备栏位的逆天道具 原来 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所谓的法则道具 效果还都这么夸张 灵异已经不在乎 伊克斯没给她掉装备了 这没果实 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现在灵异也明白 为什么伊克斯 能够一次次的死亡 但是又一次次的重生了 她应该也是无意间 拥有了一丝不朽的力量 如此思考着 灵异忽然眼前一花 然后就掌控不了 自己的身体了 一目景象 缓缓出现在灵异面前 她以上帝视角 俯瞰整个伊斯德纳世界 新生的世界之树 已经重新长成 巨大的树关 宛如一把天空之伞 福音万物 从世界之树的树关上洒下 流向整片伊斯德纳的大地 修复虫群带来的创伤 灵异明白了 这应该就类似于在地球上 她游戏通关了之后 制作组展现出来的完结动画 眼前的这一幕 就是《虫群之星》这个副本 在彻底结束后 蓝星天道向自己展现 后来发生的事 镜头切换 翠绿的雨滴 飘向某处峡谷 峡谷中 三千多个 被封在寒冰中的 半人半虫的怪物 被雨滴浸润之后 它们身上属于虫的特征 被大雨抹去 无数生机涌入它们的体内 让它们的寿命 延长了许多年 与此同时 镜头再次一转 哇哇 某个阴暗的地下室中 妇人躺在床上 大口喘窃 在她的身边 一个新生的幼小生命 发出了第一次啼哭 与此同时 整个伊斯德纳 土壤下 山林间 湖泊中 都有新生的生命 在悄悄孕育 一切 宛若新生 灵异看着新生曙光下 那三千座金银剔透 反射着夺目光滑的冰雕 然后 灵异放下了 为它们解除冰封的想法 不朽的雨 带来的生命与希望 创伤需要时间抹平 生命需要时间补育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推动 就让它们继续等待吧 自己所释放出来的寒冰 将会带它们 前往崭新的未来 它们将在新世界的乐土上 重建家园 虫群的阴霾散去 文明的火焰仍在延续 恭喜你 你通关了特殊降渊 灵层副本虫群之星 绝灭难度3 恭喜你 你完成了特殊降渊 灵层副本虫群之星的 世界级任务 击杀千目虫黄伊克斯 成功拯救伊斯德纳人类文明 伊斯德纳的故事 到此结束 画面结束 灵异脑海脸 通告响起 恭喜你 你完成了唯一世界任务 获得了唯一称号 伊斯德纳的救世主 恭喜你 你在该副本中 首次击杀了魔皇位格的强者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图皇 恭喜你 你在该副本中 屠杀虫群数量超过100万只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虫群克星 恭喜你 你在该副本中 屠杀虫群的数量超过1亿只 你的称号升级了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虫群天灾 恭喜你 你在该副本中 屠杀虫群的数量超过100亿只 你的称号升级了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虫群终结者 一连串的副本通告响起 灵异收获三个新的称号 没等灵异仔细查看 这三个称号的效果 通告又连续到来 下面开始结算 详冤副本奖励 副本通关时间 两天17时36分03 副本主线目标完成度100 副本隐藏目标完成度100 副本通关评价 SSS及 SSS及副本通关评级奖励抽取中 你获得了特殊详冤 副本白夜 惊魂五层的入场邀请函 灵异有些激动 选了最高难度 提前报道 为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SSS级的通关评价 就意味着自己这一次 获取的通关奖励 一定也是SSS级 这是锦县降渊 临层副本的福利 后续降渊副本 想要再捞一个 SSS级的奖励 可就难如登天了 神啸 副本圣所 第下一层 重群之星的 副本十门前 有大量的神啸相关部门的职业者 在这里聚集 重群之星 发生绝灭难度三一遍 神啸高层震惊 甚至大下高层 都对此高度重视 立刻组织营救 这应该是神啸史上 或者说 大下史上最暴力的副本营救计划 天知道 神啸到底派出了多少 对降渊副本 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学者 对整个重群之星 进行暴力破解 此刻 无数专家学者 对这个副本通道的破解 进行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伊克斯凿开的两节通道 是有迹可循的 此刻这些钻研深渊副本 和空间通道相关领域的专家们 也发现了伊克斯遗留下来的后门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整个神啸乃至大下高层才意识到 原来这一次重群之星提前开启 并不是蓝星天道的安排 而是这个副本中 某个意志存在的安排 两天多以前的那次重群之星开启 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陷阱 就是等着他们神啸的无数天 才进去送人头的 绝灭难度三 这已经是降渊15层以上的副本 才有的正常难度了 对降渊临层来说 太恐怖了 蓝若曦也在营救者的队列中 甚至她还是所有人中最强的那一个 她原先那总是浅笑温柔的面庞 也凝重万分 身为医院之长 本来这件事 还真的轮不到她亲自出马 但是她可不希望自己刚刚招收到的灵异 就此陨落在这个副本中 好教授 怎么样 马上了 马上我们就 能够打开虫洞 对接到那个隐藏的通道了 就是 目前这个副本 好像正在经历什么变动 空间有些不太稳定 寻找到合适的空间开口 还需要一点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无数鹤枪实弹的高阶职业者 握紧自己手中的武器 他们只等空间通道被打开 就会一窝蜂地钻进副本中 展开营救行动 与此同时 神霄特殊部门收拾人也在场 距离副本开启 已经过去了两天半 接近三天了 要是说 没有人死在副本里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们的职责 就是让每一个加入神霄的学子 都能够回归故里 哪怕死了 尸骨也要带回大厦 这是刻在大厦所有人骨子里的 对死亡的尊重 所有人禀惜名神 不敢出声 生怕打扰了破译空间坐标的专家们 然而 极致的静谧中 却忽然传来一人轻微的询问声 那个各位老师 你们在这干嘛呢 能让一让吗 所有人闻言 纷纷对发出声音的来源 怒目而视 只有兰若西面色一正 美眸睁大 这声音 他听起来有些熟悉 寻声望去 所有人都待住了 只见灵异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从重裙之心的 副本里走了出来 此刻 因为被一群大汉包围 而不得不出声提醒灵异 跟在兰若西身后队伍里的南宫灵 一手掩面 他差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流下泪来 南宫灵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仅仅跟着小学弟 有一面之缘 却在这两天里 牵肠挂肚 担忧不已 此刻看到灵异完好无损地 从副本中出来了 心中巨石落地 才会情绪如此激动 华在彻底意识到 此前 进入副本中的人 有成功逃出来的人之后 全场哗然 同学 你怎么逃出来的 里面还有生还者吗 你们是不是在里面 遭遇了非常恐怖的事情 这个副本 到底一变成什么样了 无数人的问题来写 在他们的认知中 灵异能够九死一生逃出来 已经是万幸 至于通关绝灭 三难度级别的降冤副本 拜托 别开玩笑了好不好 他只是个新生 虽然是史上最强新生 那也只是个新生 然而 不需要灵异开口 回答众人的问题 下一刻 整个副本圣所区域 就响起了副本通告 恭喜职业者灵异通关了 特殊降冤零层副本 虫群之星 绝灭难度三 恭喜职业者灵异 完成了特殊降冤零层 副本 虫群之星的世界级任务 击杀重皇伊克斯 成功拯救 伊斯德纳人类文明 禁告蓝星全体职业者 特殊降冤零层副本 虫群之星 应该副本的唯一世界任务 已被完成 即日起 该特殊降冤零层 副本将被永久封存 并从降冤序列副本中 永久除名 该副本通关记录 将被收入全球降冤副本 记录名人堂 该副本最后一个通关者 职业者灵异的名字 也将被鸣刻于 全球降冤副本 荣誉殿堂世界 及通关金榜上 一连串的副本通告 以及一则整个蓝星 都能收到的全球通告 让神霄无数守在 副本师门前的职业者 全都傻了 大脑彻底荡击 此前一直精神高度紧张 不断寻找着合适点位 已开启空间通道的 几个老教授 更是双手颤抖 手里的工具 都当嗡一声掉在地上 不是 年轻人 你这样会显得我们很呆 自己等人绞尽脑汁 废寝忘食 追寻那一线生机 你告诉我 你把这副本通关了 那踏马的 还要我们在这 暴力破解空间通道干嘛丁 为了表彰 你在全球副本名人堂中 通关记录的优异表现 特此奖励你 额外称号三冠王 灵异自己 也听到了全球通道 与此同时 他还额外收获了第四个称号 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围住灵异问清楚 副本里的具体情况 就听到重群之心的副本石门 轰然动开 无数道人影 从深渊迷雾中飞了出来 掉在地上 瞬间地面上 就多出了数百名 身穿神骄校服 奄奄一息的人 灵异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赫然就是此前 他在跟重黄伊克斯决战时 腐化的世界数约格达西尔上挂着的那些腊肉 伊克斯在漫长的时光里 不断抽取他们体内的职业者力量 同时 也借此窥视蓝星世界 所以 倒没有选择把他们杀了 只不过 此刻他们的跟前世和植物人 也没有太大区别了 自我意识 早就在漫长的折磨中 被重群消磨殆尽了 这些就是这百年间 失踪在副本里的人了 应该都没有死 但是能否醒来 我也不确定了 灵异开口 下一刻 无数抢救队的医疗人员 才蜂拥而上 开始查看起 这些人员的伤亡程度 这些人全都是 你救出来的吗 医疗队的队长惊道 与此同时 另一球一波身穿黑衣 脸上戴着面罩 气质阴冷的人 也纷纷上前 在确认一番后 更是惊呼就是他们 这么多年了 我们终于可以给这些人的亲属 一个回答了 灵异同学 如果有时间 请一定要到我们那里做做 我是神肖收拾人队伍的队长 罗肖 等我们处理完 这些失踪人员的归属问题 会报告学府高层 将我们此前发布的 巡人任务撤去 然后任务的奖励 会发放给你 罗肖气质阴冷 身上散发着一股阴间的气息 这跟他们的工作有关 但是或许是灵异 本来也经常跟死灵系的生物打交道 所以倒并没有太排斥 面对罗肖伸出来的手 灵异也握了握 展示友好 我一定会抽空过去看看的 甚至 还有亲自参与一次 收拾任务的想法 灵异此言一出 就连一直在旁边观察的 南宫灵和兰若曦 都有些意外 大多数人 都是为抗拒这种任务的 但是灵异竟然会有 主动想做的愿望 这边 这边 快 这里有一个意识清醒的 忽然救援队有人高呼一声 来几个人 这家伙太重了 抬不上担架 下一刻 很多人都冲了上去 三下五除二 将那个胖子抬上了担架 不过与此同时 孙大川也醒了 醒来的那一刻 孙大川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似乎他还怕自己 还维持着不仁不宠的模样 在确认自己已经恢复正常人形后 孙大川松了一口气 随后一个鲤鱼打挺 从担架上翻了下来 然后弯着腰 开始前呕起来 很快 一大滩混杂着恶心虫之的黑色浓水 就被他吐了出来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 往后退了几步 舒服了 哥 灵异看到孙大川 跟没事人一样 似乎把前面吞下去的剁虫之卵 全吐出来了 也是再次心惊 这是什么体质啊 排一效果这么强的吗 吐出来就没事了 孙大川拒绝了围上来 想要查看他情况的医护人员 而是转看向灵异 然后笑道灵老弟 你成功了 灵异也笑着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行的 托你的福 我也混了个S级的通关记录 拿到了不错的奖励 老弟 后续你要打造 修理 强化装备什么的 一定要来找我了 我免费给你弄 花 孙大川此言一出 灵异看到很多营救队的职业者 都朝自己投来了艳羡的目光 很明显 孙大川作为战斗人员 虽然毛毛躁躁的 但是本职工作 也就是铁匠 他的手艺 应该是顶尖级别的 此前在副本中 两人不仅组队了 还彼此交换了联系方式 灵异给孙大川 比了的大拇指会的 孙学长 两人交流间 重群之心的副本石门 在吐出最后一个 被挂在世界树上的倒霉弹后 一同消散 神霄执掌的这个专属 降渊灵层副本 彻底消失 再确认灵异没事 并且还直接通关了 绝灭难度三的降渊副本后 兰若曦很满意 这的确给女娲学院长脸了 甚至传到神霄的高层耳朵里 也是震撼不已 灵异给他们带来的惊喜 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没有停过 为此 学府不仅没有因为灵异 把重群之心这个副本给完炸了 而给予惩罚 反而是给了奖励 学弟 你现在完成降渊灵层副本了 应该能够继续升级了 咱们学府说 你的三转任务 将会由学府包办 但是 你刚出副本 肯定累了 明天你来找我 我再带你去咱们学府的转职大厅 争取让你一天之内 完成三转 然后冲击四转 南宫灵将灵异送回公寓 挥手告别 灵异刷了学生卡 回到自己的公寓之中 尝出了一口气 在重群之心副本里的三天 现在想来 跟神霄学院的日复一日相比 要漫长得多 好在 现在他有大量的时间 可以复盘整个副本的战斗 总结经验 以及清点自己这一趟副本的收获 其中最大的收获 当然是SSS级的通关奖励 此刻灵异的天赋栏中 除了诸神之刺 这个SSS级的天赋以外 又多了一个天赋轮回之处 类型天赋品级 SSS级效果 当你接触一个已经消亡的生命时 你能够从它漫长 或短暂的轮回时光里 获得些什么东西 被诸生死往复 天道循环 这个天赋的效果 跟诸神之刺一样简短 一句话就能读完 但是描述却很抽象 以灵异的理解来看 这个天赋 应该是自己 只需要触碰死者 就能够从他身上得到某些东西 算是个薅尸体羊毛的天赋 似乎自己 在得到死灵系的技能之后 自己就跟尸体结下了奇怪的缘分 不过这个效果 虽然看起来抽象 但是轮回之处 毕竟是跟诸神之刺 等级七拼的SSS级天赋 效果肯定也是很夸张的 只是这个天赋 具体到底能获得什么 还有带灵异自己测试 实际上 也正是想要测试这一点 灵异才会对 神骁收尸人队伍的队长 罗霄说出 想要亲自参与收尸任务的那句话 对灵异来说 收尸可不只是收尸 还能够获得额外的奖励 何乐不为 躺在床上 彻底放松下来之后 灵异也开始复盘 整个重裙之心的副本之旅 其实需要复盘的 也就是最后跟重簧伊克斯的战斗 深渊魔皇级的强者 果然不可小缺 如果不是雷神之怒这个禁咒 存在神威这种特殊的机制 能够应控伊克斯一分多钟的话 他真要翻车了 灵异也才明白一个道理 禁咒之所以是禁咒 原来不只是因为 他的等阶级高 更因为想要释放他 是需要一些代价的 比如雷神之怒 在神之手 撕裂天穷 降临伊斯德纳的那一刻 灵异这个释放者 甚至都无法掌控他 被应控的 不只是伊克斯 他其实也被控住了 那么 自己目前所掌握的 另一系禁咒火系的八荒天云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机制 需要提前了解的 嗯 要找个时间测试一下 这个火系的禁咒了 复盘完毕 灵异意识到 自己还没有彻底到 完全无敌的地步 几个被动技能 提升到九阶禁咒级 迫在眉睫 然后就是职业者的 四大项中的 其他两项等级 装备 不然想起 刚才南宫灵对自己说的话 学院这边打算 包办自己的三转 包办是什么意思 嗯 估计就是整个三转任务 不需要自己做 完全由学府官方 帮忙处理吧 灵异打开自己的职业界面 看向等级那一栏 之前因为要进入 降渊临层 所以 等级必须要卡在六十级 现在重群之心也通关了 可以解除封印了 在解除封印的那一刻 灵异身上 接连冒出十道白光 连续的升级提示声传来 他从六十几秒升到七十级 定 恭喜你 你已升到LV七零级 你可以前往转值大厅 接取第三次转值任务了 整个诺亚遗迹的怪物经验 加上在重群之心副本里 灵异杀掉大量重群的经验 此刻 都还储存在灵异的经验池里 只要等级上线一解禁 他甚至都不需要再去刷副本 就能够直接升级 然后是称号 有了之前忘记 佩戴称号 错失三级能点增幅的惨痛教训 灵异这一次 图黄在祥冤副本中 你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一 随着你击杀的魔皇及强者增多 这个数值将会继续提升 最多提升至三十 朴实无华的增伤称号 杀的魔皇越多 增伤也越高 虫群终结者 当你击杀虫类怪物时 同时击杀他的所有眷族及子嗣 这个称号 直接让灵异眼前一亮 虫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生 走的是子子孙孙无穷溃野的路线 这个称号 让灵异后续杀虫的时候 只需要找大的杀就对了 杀了父亲 儿子也要死 儿子的儿子 更是要连带着继续死 直接跟虫群玩九族 萧萧乐就行 伊斯德纳的救世主命运的丝线 将你与这个世界连接到一起 现在 你将基于伊斯德纳世界的文明发展程度 获得属性提升 当前属性加成基础四维属性 加零二 魔法攻击力 加零一 该属性加成最大值为十 三怪王你的基础四维属性 加三 获取的经验值及技能点 专经典加三 强化装备 学习技能等概率事件的成功率 加三 怪不得称号 也算在职业者四小项的其中之一 只要称号足够多 那么堆叠起来 一起提供的加成 的确不容小觑 不过灵异也知道 像伊斯德纳救世主 和三怪王这种称号的获取难度 对普通职业者来说 也有些夸张 也就自己 能够一趟副本下来 唠叨了这么多称号 一夜过去 第二天 神霄转职大厅 灵异双手触碰转至灵精 揭取了三转任务 怎么样 任务要求是什么 灵异任务要求有两个 一个是收集三种材料 还有一个是通关一个名叫 藏宝侠弯的副本 并且拿到A级以上的通关评级 说实话 这个任务的要求 灵异有种奇怪的感觉 感觉不如二转难度 对当时二转的自己来说 当时要求击杀死灵骑士 瑞文戴尔 虽然正巧碰上 太异化了 但是当时的难度 好像也是比现在 这个三转难度要高的吧 当然 灵异对比的是正常的职业者 对他来说 明显是二转的任务 要简单点 杀个BSS就行 而现在三转要求的 三种材料 去哪找 以及藏宝侠弯 这个副本在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 事实上 灵异的感觉 完全是有偏差的 因为当他跟南宫灵 说完任务要求的材料 和副本名称后 南宫灵都如此评价到 要是咱们学府的高层 知道你的三转任务这么变态 估计不会答应 帮你包办这个任务开口 就要归虚银杀 这样的硕心级稀有材料 疯了 你知道这东西 全部的产量才多少吗 算了 你也不需要知道了 反正咱们学府说 帮你包了 你就放心吧 你在这等一会 我现在已经通知 宝库流通处 那边的老师了 要是咱们学府 宝库里的材料 不够的话 再从地金宝库那边掉 你应该是第一个 会让神骁为了你 去跟国家调取 国库内宝物的人了 小学弟 你真是让我都有些羡慕了 呵呵 南宫灵眼嘴轻笑 说实话 灵异也有些暗爽 这种被万分重视 培养的感觉 谁不想要啊 那学姐 这个副本怎么办 藏宝侠弯 你知道在哪吗 南宫灵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在哪 但是整个大厦 肯定有人知道 在哪 你等消息就行了 不多时 灵异三转要求的 三种稀有材料 就被人送了过来 灵异将三种材料提交 三转任务完成了一半 至于另一半 南宫灵那边 也传来了消息 藏宝侠弯这个副本 在咱们大厦的南海某处 距离我们这里 几乎很快 整个大厦南北 你这个转职任务 真的太会挑了 我感觉你赚妈了 哈哈 灵异有些疑惑 那知道在南海了 我不用过去刷副本吗 南宫灵笑着摇摇头 是时候给你一些 神骄的人脉震撼了 你知道包办是什么意思吗 在职业者名剑 有一种待遇叫做 带老板刷本 身为老板 你只需要给那些 打工的钱就行 那些人就会跟你组队 甚至不需要 你进入副本 你躺在家里 他们下副本杀怪打 BSS 得到的经验值 自然就会分给你 大多数世家子弟 在觉醒转职的初期 都是这么练机的 今天 也能体验一回 当老板的感觉了 我们已经联系了 藏宝侠弯那边 最近的职业者联盟协会 让他们派出了一支 精英四转职业者组成的小队 出发前往副本门口了 等他们的组队 邀请就行 灵异都愣住了 卧槽 还能这样 全自动刷本 果然在这个世界 有钱也能使鬼推磨啊 终究是之前的贫穷 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学姐 之前因为要降渊副本 所以 你还没有跟我细说 咱们副本圣所的副本类型 现在能详细说说了吗 反正在这里等着 也没有失作 灵异开始向南宫灵 打听她后续 要怎么分配副本次数的问题了 南宫灵文言 也点了点头 确实 趁现在有时间 我简单跟你说说 还是从四大象四小象开始入手吧 首先是四大象中的第一象 等级 等级影响的 主要是转值情况 每次转值 都相当于是一次战力的飞跃式提升 这个情况在四转之后 尤为明显 所以 这是战力核心中的核心 这也是我给你分配副本次数的第一个主要建议 那就是分配最多次数的副本 给经验副本 副本圣所中最大的一类副本 就是经验副本 这类副本的怪物数量更多 给的经验值奖励更丰厚 你此前刷的天空神殿 就是这类副本 零一点点头 等级当然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次转值的提升 不容小趣 等级说完了 技能的重要性你也了解了 下面我们来说装备 这应该是你最陌生的部分 毕竟再大下 超过黄金级的装备 就已经被严格限制了 但是 咱们神骁是特例 享有跟职业者联军一样的待遇 只要你还是神骁的一员 你刷取 穿戴 交易任何装备 国家都不会插手 当然 前提是你 不能将黄金级以上的装备 流通向民间 这还是高压线 碰都别碰 咱们学府的所有学生之间 以及跟大下职业者联军之间的装备交易 是不受限的 好了 我相信你 你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就不多说废话了 装备的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品级 以及是否是套装 黑铁 青铜 白银 黄金 白金 钻石 这应该是你目前了解的装备品级划分吧 零一点头 在高中时期 他能知道的 就是这六个分级 南宫灵摇了摇头 这六个品级的装备 在真正的强者眼中 跟垃圾无异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李易有些傻了 不是 钻石级的装备 都跟垃圾无异吗 那自己身上穿着的白金级的永恒安息套装 也没啥用了吗 倒不是说这些品级的装备 没有好的效果 有些套装效果 和装备独有的特效 对某些职业来说 时常也是有奇效的 我说的垃圾 是因为这些品级的装备 无法进一步变强 跟技能有三种强化途径一样 装备同样有增强的途径 强化和附魔 只有硕心级以上的装备 才会解锁这两种功能 装备强化 能够提升整件装备 提供的属性攻击力等 各项数值加成 装备附魔 则能够让这件装备 提供额外属性的加成 或是 给你一个额外的技能 给你额外的属性伤害等等 从单纯属性加成的角度来说 职业者凭借自身等级成长 和自由属性点得到的属性 完全跟完美打造的装备 是没法比的 一套极品装备 是大部分强者高额属性的来源 对战力的增幅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 学弟 你也要分出一些副本次数 去专门的装备副本 刷一套至少是硕心品级的装备 随后再考虑刷取装备 强化相关的材料 来强化装备 哦 对了 忘记跟你说了 钻石级以上的装备品级划分 目前有五档 分别是硕心 辉月 耀日 史诗 传奇 副本胜索一层的个别副本 只能够刷取硕心级别的装备 但是 对现在的你来说 提升已经非常大了 得到一套装备后 你如果再认识几位 会强化装备的铁匠的话 就再好不过了 灵异听到这里 想起了孙大川 有了之前重群之心的情谊 灵异后续的副本强化 修理问题应该 都可以交给孙大川来负责了 丁 你收到了来自职业者龙傲天的组队邀请 是否接受 灵异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提示声 灵异有一肚子的槽 不知道该从哪里吐起 看到灵异的表情 南宫灵问道 是不是龙会长组你了 灵异你说的这个龙会长 是不是叫龙傲天 南宫灵点头似的 他是南海省职业者协会的副会长 呵呵 名字 是有些霸气侧漏了 但实际上 是个很好说话的谦逊大叔 灵异通过了组队邀请 很快就在组队见面 看到了其他三人的名字 分别是叶凡 萧妍 罗峰 这把吻了 专业团队啊 这放到其他小说里 都足够单挑多少个最终 BSS 果然 不到五分钟 灵异就收到了副本通关 任务完成的提示 恭喜你 转职成功 你已经进阶到高级法师三转 你获得了新技能 岩石球元素升克 你的精神属性值和属性点加点收益提升了 灵异一正 岩石球卧槽 这次转职出金色传说了 这特么是重力系技能啊 重力系技能术 在法师职业技能术里 算是正统分支 但是这个系的技能 太稀有了 基本上是万里挑一的欧皇 才有可能通过转职来获取 比如 曾经东江跟灵异同届 参加高考的天之娇女兰若一 她在觉醒第一个技能的时候 得到的就是岩石球 借此解锁重力系技能术 而灵异没想到 自己也有欧的这一天 竟然在三转的时候 得到了重力系 这是比死灵系还要稀有的 想要买一本重力系的技能书 灵异估计要等很久 因为有价无事 现在直接获得 双 可惜的是 现在她的技能点余额 不太够了 之前灵系加点 加上两个被动的加点 把她的技能点全耗光了 而灵异目前 又不太想继续课金 所以 重力系的加点 先缓一缓吧 并且 如果要加点 灵异肯定也会优先考虑 把被动技能 先加到九阶再说 静咒彻底解禁 顺发和灵浩兰对她目前的提升 要更加关键一点 就以重裙之心的最后一战来说 要是灵异能够接连顺发两个竞咒的话 战况也不会那么惊险了 三转成功了吧 又得到了什么好技能呀 南弓灵笑着问道 其实她只是随口一问 但灵异却还是如实回答了 重力系技呢 一方面是 灵异现在 是在神骁学院 这学院 已经完全把自己当绝佳的苗子培养了 她不用像此前二转时 那么谨慎了 另一方面是 她也相信 南弓灵这位学姐 不会害自己 更不会因此嫉妒自己 所以也没办法遮遮掩掩的 南弓灵文言 惊讶到啊 灵异学弟 超稀有的技能系啊 真要恭喜你了走吧 为了庆祝你 三转成功 我就破费一下 我带你去咱们院最好的餐厅吃一顿 南弓灵拉着灵异 走出转职大厅 然而 没等两人走几步 灵异忽然脑海里 就再次传来一连串的提示声 随后 在转职大厅外 无数人诧异的目光中 灵异身上 接连冒出几十道白光 每一道白光 都意味着 她升了一级 灵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等级 从七十 一路飙升破百 并且依旧没有停止 叮叮叮 升级的光辉不断亮起 直接闪下了转职大厅外 无数吊丝的克金狗眼 不是哥们 你这什么挂啊 全自动升级的吗 人站在这里 就能疯狂升级的吗 南弓灵也有些傻了 他没有想到 灵异竟然能在刚刚完成三转之后 就瞬间连升这么多集 灵异其实自己都有些震撼 卧槽 自己这段时间里 到底存了多少经验值啊 要知道 他现在小生一劫 消耗的经验值 都一千万级了 这么多经验 哪来的 灵异很快就想起来了 在伊斯德纳 见到真正的约格达西尔 天空之树的时候 他好像顺手放了个施暴树鬼知道 那个施暴树引发的连锁反应 在那一刻 到底杀了多少虫子 现在想来 数量肯定异常恐怖 不然以那些虫子 也就八九世纪的等级 是没办法支撑他 突破百级之后 依旧狂飙不止的经验条的 因为杀怪等级 低于自身等级之后 获取的经验值 是会大打折扣的 只能说 虫子的数量 真是太多了 整整半分钟后 灵异身上的白光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灵异脑海里 也收到了最后一道提示 定 恭喜你 你已升到LV120级 你可以前往转职大厅 接取第四次转职任务了 灵异学店 这是你之前 因为降渊副本设置的 锁定等级 然后存下来的经验吧 怎么有这么多 你现在升到多少级了 南宫灵把此刻 转至大厅外 围观吃瓜的 无数神骁学子 最好奇的问题 问出来了 他们中的小部分人 可是刚刚才听到 灵异是从里面 完成三转任务出来的 那女娲学院的愿花 还打算请客吃饭 庆祝呢 灵异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120级了 我刚刚都收到 可以接取四转任务的提示了 我现在打算回去接任务 灵异美说出一句话 她就能看到 南宫灵的嘴巴张大一分 周围人的目光 也更加赤裂一分 等灵异说完 围在转职大厅门口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后来围上来的人 甚至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围上来 但是他们就是想看热闹 并且 当灵异跟南宫灵 重新走进转职大厅的时候 他们也全都一窝蜂地跟了上去 您好 同学 请问是来转职的吗 请出是您的呀 怎么是你 走到转职大厅的前台 此前 就接待灵异的前台小妹 立刻认出了灵异 是碰到什么问题了吗 小妹有些忐忑 毕竟刚刚转职成功 离开转职大厅的人 基本上在几个月内 都不会再回来了 因为对他们来说 中间有着无比漫长的练剂事件 一般这种回头课 多半都是要投诉什么的 我要接取我的四转任务 灵异淡淡开口道 接待小妹人都傻了 同学 你你你刚刚不是才完成三转任务吗 灵异苦笑事 没错 但是我现在能接四转任务了 南宫灵在旁边玩耳一笑 他看到这么多人 为了灵异而目瞪口袋 也觉得有些好笑 好了 妹妹 他不是在耍你 你赶紧给他安排房间 让他去接任务吧 哦 哦 好的 四转的话 077号房间有空闲 进去之后 触碰转职灵精就可以了 灵异走进077号转职房间 南宫灵和一大群吃瓜群众 就在外面看着 不多时 这一刻 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声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再清楚不过 这意味着 转职灵精 真的被激活了 灵异没有说大话 他刚才真的从70级 连升50级 到了120级 能够截取四转任务了 曹我的狗眼啊 人跟人的区别 怎么他妈的这么大 你们他妈的知道 从70到120这50级 有多难生吗 他30秒走完了我 300多天的路酸死了酸死了 老子酸死了这谁啊 这么逆天 操 你们不认识他吗 灵异啊 那个史上最强心声 卧槽 你是说 昨天刚刚通关三牛头 蓝渡降渊临层 还触发全球通关记录 通告的那个灵异 就是他 这他妈还没开学 感觉他已经把我们这些前浪 拍死在沙滩上了 太逆天了学地 我之前就听说过一个传闻 那就是对那些 在第一次觉醒时 就得到顶尖技能 或是顶尖天赋的职业者来说 他们的转职任务 往往都要比其他职业者更满 你是不是就是传说中 那些得到顶级天赋的职业者啊 从转职大厅出来 并且了解过灵异四 转任务细节的南宫灵 最终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哦 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不算太难 还不难 学地 我跟你说 我迄今为止 就没有听过谁的四转任务 是要求通关降渊五层副本的 你现在才刚刚通关灵层吧 怎么去通关第五层的副本啊 灵异挠了挠头 开口到那个 南宫学姐 我好像还真的能通关第五层副本 南宫灵呆住了 你确定 灵一点点头 从自己的随身空间里 拿出一张刻印着恶魔头颅的羊皮纸 来自降渊的邀请函 降渊深度五层难度 绝面难度两副本名称 白夜惊魂南宫灵 看到降渊深度是五层之后 经到 这是你通关重群之心的时候 得到的邀请函 降渊副本 跟常规副本 有一个极其显着的区别 那就是在职业者首次通关降渊 零层副本之后 通关奖励中 必定会有更深一层降渊的某个副本的邀请函 迄今为止 蓝星上已经发现的降渊副本 已经数以万计 同是降渊一层 副本都有数百个之多 难度有高有低 并且副本内的怪物种类 副本机制 都未必会适合你 但是降渊副本邀请函一旦确定 就无法更改了 你得到的是这个副本的邀请函 你就必须要通关这个副本 才能够继续深入降渊 否则 你就要终生止步于此 但是 对大多数通关降渊的职业者来说 通关零层后 得到的 都会是一层的降渊副本邀请函 蓝工灵听说过 某些副本 通关记录特别好的职业者 可能会出现跳层的机制 也就是通关零层 给你的是两层 甚至三层的降渊副本 像灵异这样 直接跳了五层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好吧 就算你拥有通关降渊五层副本的资格 那其他两个条件是什么 所有职业者的四转任务 完成条件都有三个 必须全部达成 才能完成四转 灵异看了下自己的任务栏 然后开口到两个条件 都是获取特定道具 一个叫落日银鬼 另一个就有些奇怪了 南宫灵文言 脸上浮现思索的神情 落日银鬼 我好像在哪听过这个材料的名字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你让我想想算了 有些奇怪的那个叫什么 灵异杀到王罗杰的第三条腿 这鬼东西的名字 灵异 都有些开不了口 对一位阳光活泼的美少女学姐 说什么第三条腿 真的好吗 谁知道南宫灵文言 却再次服额 这东西 我更加听说过 就因为它太奇怪了 所以我听过之后就不会忘记 但是我真忘记 是在哪听到的了 我有些抓狂了 灵异眼前一亮 南宫灵听说过 就说明 很可能神霄学府里 就有获取途径 不然他也不会听说过了 学姐 别急 慢慢想吧 反正不着急 南宫灵点了点头 我今天还有课 马上都要迟到了 就不继续陪你了 我顺便跟我的几个闺蜜问一问 可能他们知道 等我信息吧 南宫灵晃了晃手机 离开了转职大厅 灵异出了转职大厅 直奔副本胜索 今天他打算去看看 有什么副本 能刷一套装备出来 三转之后 灵异发现 属性收益越来越高了 装备对自己战力的提升 也不可小觑了 在一转时期 如果一点精神力 等于十点法力值 和一点魔法攻击力的话 那么三转之后 一点精神力属性 就已经等于五十点法力值 和五点魔法攻击力了 不只是精神这个主属性的收益 得到提升 其他属性 同样有提升 灵异打开自己的个人属性界面 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现在有点变态了 灵异职业高级法师 三转专精 火焰风暴 寒冰雷霆死灵重力称号 全球副本通关记录 名人堂登峰造极 深渊征服者 伊斯德纳的救世主 图黄虫群终结者 三冠王 等级 LV12000生命值 115132115132法力 233480233480力量 131敏捷 131精神 1761体质 357耐力 131物理攻击力 178魔法攻击力 2322护甲 1776896 LV120魔法抗性 15643552 LV120天赋诸神之刺 SSS轮回之处 SSS赛博改造 A可分配属性点0 可分配技能点 30万02133 可分配专精点 287142 通用技能全职之眼 职业被动技能 法力潮汐被动 圣灵涌畅被动元素 吸收被动元素 深刻被动职业 主动技能火焰系 19阶 法术风暴系 17阶 法术 寒冰系 17阶 法术 雷霆系 19阶 法术 死灵系 18阶 法术 重力系 1阶 法术 011 系 记得 之前他在新生定级赛 对阵那位四转狂战士 学长的时候 那位学长 叠满了整整 100层的杀戮被动 血量翻了5倍 才堪堪到达百万血量 而他还是个真正的 四转职业者 并且战士职业 每次转职后 生命值的属性收益 肯定是要高过 法师职业的 就算是这样 灵异的生命值 现在也突破了 10万大关 谁来了都要骂一句 没见过这么肉的法师 而灵异的加点 甚至都没有分出 多少属性点 加在体质上 永恒安息套装 给的那点体质属性 也最多给了 他七八千的 额外血量罢了 真正的功臣 还是不朽果实 直接给 十万的生命值上限 并且后续 如果自己 从各种来源 获取的生命值上限 超过十万点之后 这个效果 会变为 直接让自己的 生命值翻倍 可以说 一个法则级的道具 直接让灵异 成为了肉装法师 肉的一笔的同时 伤害还高 这找谁说理去 看到被动技能那一览 灵异才想起来 三转 他又得到了 一个新的被动技能 刚才都没来得及 看是什么效果 元素生克类型 被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通用系 效果一线在 你使用的所有元素法术 在攻击目标时 会依据克制关系 额外造成十的伤害 效果二 现在 你使用不同元素 类型的法术时 依据相生关系 使后一个释放的法术 额外造成十的伤害 元素克制 关系水火护克 光暗护克 雷克木 木克土 土克雷 风系与其他元素系 不存在克制与被克制关系 额外造成五的伤害 元素相生关系风 火火 土土 暗暗 水水 雷雷光光 木木风 这应该算是一个 无比经典的增伤被动技能了 元素之间 本就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只不过此前 灵异都没有太注意而已 并且再没有获得 这个被动技能之前 就算灵异无意间 触发了克制关系 伤害也没有得到增幅 而现在 他相当于正式解锁了 这个特性 这个被动技能 对别的法师来说 应该是个不怎么样的增伤被动 因为他们掌握的元素系 也就一两个顶天了 有时候想打元素克制 都没有办法操作起来 灵异现在的元素系 已经有四季了 后续再获取其他四季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然 他这么多的技能点 也没地方用 除了打克制以外 其实更加好用的 是相生关系的增幅 因为这个相生关系 是可以无视对方的属性 是否克制 也能吃到增伤的 比如灵异在施放八阶的 神火天真前 先用出一个 风系最低阶的法术锋刃 这样神火天真 就能额外造成湿的伤害 同学 请出示您的学生证 不知不觉 灵异已经走到了 副本圣所的门口 守卫开口 才让灵异回过神来 刷了学生卡 进入副本圣所 灵异忽然感觉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拿出来之后 就看到是南宫灵 给他发来的短信 在哪里 找到你要的 其中一个材料的出处了 灵异回信 刚到副本圣所 那你可能要先去一趟经济厂 你要的那个什么第三条腿 是二层的高难副本 沙海淘金的通关后的 特殊奖励机制 沙海涡旋中产出的 这个副本每个月 只能入场一次 因为每次副本通关后 都有几率在沙海涡旋中 额外获得随机奖励 所以 是大多数神骁二年生的 每月必刷副本 就算是我们三年级的 也会每个月都抽出时间 组队去这个副本摸金 我查了下学府的宝库 杀到王罗杰的第三条腿 这个材料没有库存 只能靠刷了 难点在于 想要稳定从沙海涡旋中 获取这个材料 要抢先通关 每个月前30只 通关这个副本的队伍 在沙海涡旋的奖励 获取阶段 才拥有一次自选奖励的机会 我自己的队伍 每个月都能抢到前十的 但是这个月 我已经刷过了 没办法带你现在 距离月初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个队伍通关了 不过现在麻烦的不止这个 还有这个副本 属于高难副本 正常来说 需要到二年级 并且达到四转以上的实力之后 才有希望通关 所以 学府设定 是评级达到B级以上 才有入场资格 你要想办法充充评级 并且越快越好 争取蹭到前30通关的 自选奖励机会 手机连续震动 灵异收到了一连串 南宫灵发来的信息 可想而知 在客上他 到底有多么墨鱼 可以说完全心思 花在自己这边了 灵异手指敲动 给南宫灵 回了个感谢的表情包 并赴言多谢学姐 让学姐费心了 明天请学姐吃饭 随后灵异 将手机放回口袋里 重新出了副本圣所 神骁校园内 是严禁打架斗殴 和使用杀伤性技能的 但是明显霹雳一闪 这种位移技能 不在其中 因为赶时间的原因 所以灵异直接连续几个闪现 在学府里 引发大片大片的惊呼 卧槽 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你们听到雷声了吗 尼玛 好闪 说了多少次 不要随便在学府里用技能 抓住他 抓你个大头鬼啊 人都见不到一点 半分钟后 灵异走完了 原本需要消耗至少四十多分钟 才能走完的路 重新进入神骁竞技场 灵异再次感受到了 神骁竞技氛围的浓厚程度 即使现在是暑假 即使现在某些学院的学生 还有课 这里也始终人生顶沸 斗志昂扬 大屏幕上 播放着焦点战斗 主持人的声音 也依旧慷慨激昂 同学 娱乐切磋 还是换位争夺 负责入场登记的工作人员 看向灵异 问出了这个问题 竞技场中的 PK竞技当然也分类型 娱乐切磋 就类似于LL的匹配 会有系统自动帮你匹配 同样也在参与竞技场的 同评级对手 胜负之后 除了会影响自己的胜率 让数据好看一点外 没什么额外的奖励 而换位争夺 就是排位赛了 换位争夺 好的 请刷卡入场 刷了自己的学生卡 灵异走进属于 换位争夺赛的休息区 这又是一个特殊的 幻境副本 跟他之前参加 定级赛一模一样 在这个幻境副本里 灵异可以挑选 自己想要挑战的对手 不过没等灵异打开列表 就忽然收到了提示 丁 灵异同学 在你暂离神骁竞技场的 这段时间里 你一共收到了167份 换位挑战申请 其中有145次挑战申请 被挑战者取消 剩余22次挑战申请中 目前有一位挑战者 就在竞技场的候补席 检测到你在此前的 换位赛中 成功赢下对手 目前 你必须要接受 该挑战者的挑战 是否立刻开始战斗 注意 如果你拒绝了这次战斗 那么在四天之后 你必须处理本次挑战 否则 你目前所处的 评级相关福利 和资源发放 将被暂停冻结 灵异感觉头皮发麻 好家伙 他只是四五天 没来竞技场 就收到了这么多次挑战申请 现在他身上 是有必须接受挑战的状态的 原来一直拒战 到最后 会变成这样 灵异思索片刻 还是准备点血 拒绝战斗 他现在真的很赶时间 谁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等待挑战双方确认的计时条 却中断了 你的对手拒绝了本次挑战 本次换位战双方 平级不变 你的强制 挑战状态结束了 灵异一愣 不是哥们 你什么意思啊 与此同时 竞技场的某个房间内 一个青年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想给四五天前的自己一巴掌 你妈 他是怎么有胆子 挑战这个变态的呀 这特么是 能以一己之力 击破三牛头难度的 降渊副本的妖孽呀 现在但凡经常论坛冲浪的 有些眼力见的 都知道这个史上最强心声 很他妈恐怖 其实他也是刚刚进入竞技场 忽然就收到了提示 你挑战的目标 已经进入竞技场 是否开始挑战 我打灵异 真的假的 所以 他光速取消了这次挑战 灵异当然不知道 自己这位挑战者的心路历程 也好 他能节省很多时间了 一排排列表扶 现在灵异眼前 这些都是 他能够挑战的目标 其中目前就身处竞技场的人 还会以高亮显示 灵异手指滑动光幕 直接选到最上方 带宗 等级 LV126 龙血骑士 评级级 顺位766名 这是以他目前的评级和顺位 能够挑战的最强者 就是你了 灵异确定人选 选择发起挑战 竞技场观众席上 一个浑身包裹在厚重的红色龙鳞铠甲中 如铁塔般的壮汉 忽然歪了歪头 然后问声问气道 既然有人挑战我 壮汉身边 还坐着几个同年级的好友 纷纷笑到有人盯上你了呀 老代 谁啊 这么大的胆子 带宗摇了摇头 站起身道叫灵异 没听说过的名字 不过顺位才两千多名 嗯 一年级的 还是个法师 壮汉带宗脸上 浮现一抹笑意 老子前的 就是这些只知道 风筝拉锯里的耸祸 是时候活动一下筋骨了 带宗准备接受挑战 忽然 他身旁的某位好友 惊呼到灵异 还是法师 一年级的 卧槽 老代 别接受吧 拒战吧 这个新生听说很恐怖过几天 找个软柿子 把你身上的强制挑战状态消了 别跟他打 带宗冷笑出了趟 任务回来 就连一年级的新生 都敢挑战老子了 我要是拒绝了 以后还怎么 再吃油学院混 只是半个月没有回笑 新生再怎么样 也是新生 我不信 只是半个月没回笑 这个新生 还能翻天了不成 带宗直接选择接受挑战 下一刻 竞技场的大屏幕中 就忽然出现了双方的对阵画面 01 vs带宗 原本竞技场播放的战斗 是来自两位三年级生的切磋对战 虽然双方打得足够精彩 但是 毕竟只是娱乐切磋散 失去了那种 你死我活的气氛 自然就没有这么刺激 此刻 竞技场后台的工作人员 在看到林毅这个 最近风头无两的新人 再次出现在竞技场之后 立刻就抓取了这一场对战 并且 放到大屏幕上 用作新的焦点站 欢迎 数日不见 曾经在我们这座竞技场上 因为定级赛 而大放异彩的神肖最强新生 今天重新站上了擂台 他所挑战的目标 是来自吃油学院的戴宗同学 双方的战斗 马上开始 主持人洪亮的嗓门 也煽动起了无数观众的兴趣 卧槽 灵异 是那个半天之内 狂刷了几十次副本记录的女娲学院新生 你已经落伍了 现在她已经是通关三牛头 难度降渊临层的传奇人物了 卧槽 这场战斗好看了 我要买份爆米花 好好看 帮我带一份 一时间 整个竞技场的观众席上 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与此同时 也开始有更多的神肖乐子人 打算入场观战 擂台翻转 两道身影 同时在擂台两侧出现 咔咔咔 戴宗扭动着自己的脖子关节 发出一寸寸的爆响声 小子 你似乎在神肖很出名啊 希望你真的能让我活动一下筋骨 灵异对此 没有回话 战斗将在十秒后正式开始 请两位选手做好准备 这是一场乍看起来 无比悬殊的战斗 来自持有学院的戴宗同学 是传说级职业龙穴骑士 身为骑士职业系 他的血量和防御 都是非常恐怖的 本身也是四转的实力 可以说 在转职情况下 是完全碾压的 而值得一提的是 龙穴骑士的魔法抗性 也比常规骑士要高得多 他体内流淌着的龙足血液 让他天生就不怕魔法的清洗 可以说是法式职业者的噩梦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的灵异同学 也曾经在天空神殿这个 同样被称为法式禁区的副本里 接连刷新了二十多次副本 最佳通关记录 虽然他是个常规法式职业者 但绝不可以用常规的目光看待他 主持人已经进入状态 开始了高昂激情的解说 而灵异静静静看着屏幕上的倒计时 321 当当 象征着战斗开始的铃声响起 轰隆隆 竞技场中 雷暴涌现 整个擂台 似乎都已经被纯粹到极致的电光所覆盖 戴宗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浑身因为剧烈的电流 而不断颤抖起来 他是四转的龙穴骑士没错 拥有极其高额的魔法减伤也没错 但是 面对这种级别的雷电 他直接歇菜 浑身抖成了筛子 好在他的痛苦结束的也很快 天空中 一柄无比巨大的紫色雷剑 在顷刻间成形 随后轰然落下 猛烈的爆炸声 四散的恐怖电光 以及大屏幕上 戴宗瞬间被清空的血条 都预示着这场战斗 似乎在刚刚开始的一刹那 就已经结束了 抱歉 我赶时间 没工夫让你活动身体 灵异转身 走下擂台 身影消失 赢了这一场 他还要继续挑选对手 今天的目标是 升到B级 他真没闲情雅致 跟这个铁疙瘩激情互殴 所以直接起手 就是雷系巴尖 真是伤害 秒了 整个竞技场的地面 都在震战 比起上一次灵异的连环施暴秒 杀四转狂战士 这一次灵异明显下手更重 他是真的赶时间了 直到雷光消散 电光散去 所有人才愕然发现 原先如铁塔般不可撼动的戴宗 整个人浑身焦黑 躺在地上 口吐白沫 双眼上翻 浑身抽搐 不省人事 这特么是骑士啊 还是以魔抗极高者称的龙穴骑士 秒了 灵异呢 他甚至不愿在擂台上多战一秒 享受无数人送上的惊呼和掌声 直接深藏功于名 我的天哪秒杀 竟然是秒杀我 更改我之前的评语 这场战斗的差距 的确很悬殊 但是优势方 竟然是灵异同学 身为挑战者的灵异同学 竟然顺秒了 顺位高出他一千多名的学长 太恐怖了 戴宗同学 你 才是挑战者 主持人的声音 一句比一句大 足见他有多么激动 说实话 在神肖竞技场 每场换位战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时间限制是一小时 也就是说 一小时过后 就算战斗 还没有奋出胜负 也会有裁判 根据两人的战绩 胜率 以及本场对战结束时的优势 和劣势来选出胜者 因为此前神肖竞技场 评级制度刚刚确立 没有限制战斗时间的时候 就出现过骑士打战士 牧师打骑士这种 双方多少都有减伤 和治疗手段 打得一天 还没有奋出胜负的 究极膀胱局 但是就算限制了时间 膀胱局还是有很多 反而这种秒杀局 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都难见一场 因为换位战双方的实力 基本差距都不会太大 是很难出现秒杀的情况的 但是 灵异今天再次给神肖 无数高年急升上了一课 等下 似乎刚刚创造了 秒杀名场面的灵异同学 并没有放弃挑战 我们收到消息 就在刚才 他再次向及顺位 274名的郭硕同学 发起了换位挑战 大屏幕上 灵异的率脸 再次刷新 只不过 VS另一端的人物剪影 却迟迟未曾出现 哦 我们再次收到消息 收到挑战的郭硕同学 选择了巨战 这意味着我们的灵异同学 在第二次挑战中 直接不战而胜 他的平级顺位 也从集766名 上升到274名 竞技场观众席上 爆发出一阵惊呼 其中还架杂着虚声 毫无疑问 这些虚声 是送给窃战的那一方的 竞技场大门口 有一个身影 灰溜溜地逃了出去 他就是那个郭硕 一边跑 他还一边在心里骂娘 妈的 今天是不是出门 没看皇帝 来竞技场前茅啊 碰到煞星了 刚才灵异召唤出来的那把雷剑 是怎么秒杀那个龙穴骑士的 郭硕看得清清楚楚 太哈人了 谁特么会跟他打呀 被盯上 只能自认倒霉 先避其锋芒 后续找机会 再挑战其他人 把排名升回来 一次秒杀 一次下到对面不敢应战 灵异此刻已经成为 整个竞技场最亮的仔 名气算是彻底打起来了 所以 当大屏幕上看到灵异 没有选择离开竞技场 而是继续挑战 并且挑战的对象 还是B级平级 第3544位的人之后 全场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晋级赛 灵异同学没有放弃 果然 他今天的目的就是冲平级的 在短短数分钟内 就从集中游顺位 来到了晋级赛 此刻 他挑战的对象 正是B级平级的守门员 林霄和同学 如果林霄和同学 在这次挑战中败北 那么他将失去 B级平级的所有资源和福利 跌到街 而灵异同学 将取代他的位置 他的选择 是主持人拖了的长音 大屏幕上 灵异另一侧的剪影 很快浮现 这意味着对局成立 这位B级垫底的守门员 接受了灵异的挑战请求 没办法 要是他不接受 就真的掉回级了 享受过B级的福利待遇和资源后 没有人还愿意掉回去 两道身影闪现在中央的擂台上 灵异这一次的对手 不再是那种人高马大 无比魁无地壮汉了 而是一个体型 跟他相近 甚至可以说 有些瘦削的青年 青年腰上 还挂着一柄长剑 疾风剑客 这是灵异全知之眼 给他传回来的职业信息 家人吗 今天打进集赛 碰到一个亚索 我真没开玩笑 战斗 马上开始 大屏幕上 开始出现倒计时 32灵异 看到对面那位跟他同姓的剑客 右手放在了腰间的剑柄上 一 倒计时结束 灵异眼前一花 下一刻 灵霄和的身影彻底消失 与此同时 灵异只感觉无数道近风扑面袭来 躲避 来不及了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了 很明显 跟之前狂战士和龙雪骑士这种 走高防高抗的重装战士相比 疾风剑客这个职业 走的是敏捷路线 天下武功 无坚不摧 但 微快不破 剑光亮起 疾风横扫全场 灵异被蓝腰斩断 然而 端口处 却喷涌出蓝色的火焰 火灵化身 至高升华 蓝焰升腾 整个竞技场的气温陡然拔高 距离擂台近一些的观众 都感觉滚滚热浪扑面来 灵异完全元素化 眸中金光一闪 神火天真恐怖的火光 引爆了整个擂台中央 极大范围的一切 得亏两人的战斗 其实都是在特殊的幻境副本中进行 不然 无论是紫霄捷剑 还是神火天真 都足以让观众席上的无数人 遭受波及 但是就算如此 还是有无数人承受不了 神火天真核爆之后 带来的极致高温 感觉一阵阵晕血 像是中暑了一般 火光消散 灵异有些意外 因为灵霄和没输 此刻只不过是因为 蔓延全场的高温 不断喘着粗气 汗流加倍而已 但他却没有被灵异这一招 清空血条 灵异微眯双眼 很快 他就明白 发生了什么 神火天真 是一个典型的一次性核爆技能 造成伤害的事迹 其实就是一瞬间 而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灵霄和用出了一个灵异自己 也很熟悉的技能 风系六阶 迅风一闪 只不过这个技能在灵霄和手上 有了另一个名字 踏风迅闪 这是独属于疾风剑客的突进技能 刚刚近身灵异的那一道斩机 其实就是借助这个技能用出来的 使用之前 只需要在全场布置足够的封场 就能够以极短的时间 连续释放很多次 冷却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这个技能带有一秒多的一百闪避效果 这才导致灵异空大了 灵异承认 这亚索有点东西 但是不多 该给他上点强度了 搜又是几道快如闪电的斩机来袭 可惜 斩在灵异的身上 完全被免疫 火元素升华状态 灵异最不怕的 就是这类斩机技能 但是对面的灵霄和 似乎不想放弃 他一边利用自己高敏捷的特性 不断与灵异拉开距离 一边不断挥出剑锋斩机 试探灵异这个元素化技能的极限 灵异光凭自己火元素状态的飞行速度 并不足以追上灵霄和 灵霄和同学的战术 竟然是选择风筝灵异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我竟然看到一个近战剑客职业 正在利用自己的突进位移 和高速度拉扯法师 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这一幕的确有些夸张 从来都只听说过 法师和弓手 这类远程职业 利用自己的攻击距离优势 拉扯别的近战职业 但是今天完全反过来了 但是与此同时 很多看明白这场战斗的人 带入灵霄和的视角 也很快明白了为什么 因为此刻灵异身边 环绕着恐怖的高温领域 他不敢近身灵异 一旦靠近 会被烧死 灵霄和再等 等灵异的这个技能过去 所有的状态类技能 基本都有持续时间 如果能永续使用 也太逆天了 所以 灵霄和打算拖到灵异的这个技能结束 他在想办法近身 可惜 灵异并非是一个腿短的职业者 他的突进位移技能 丝毫不逊色于灵霄和 哼 雷光乍现 灵异的身影 眨眼间消失 一直把空着距离的灵霄和 瞳孔一缩 他的速度很快 反应速度更快 他已经意识到 危险降临了 但是 他快不过闪电 快不过雷光 下一刻瞬间 灵霄和浑身汗毛炸起 灵异的身影 眨眼间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蓝火 高温扑面来 碰 碰 碰 连续如同暴斗般的炸裂声响起 此前一直围绕在灵霄和身边的 十多道无形的风墙 在寝壳间 被加热到极点 爆炸开来 跟灵异无转技能疾风之一 给的三团疾风团 能够抵挡伤害一样 疾风剑客也有 类似的保命技能 只不过比起灵异的疾风之一 要强大许多 灵霄和常态下 深周都围绕着 不下三十个无形风团 这些风团 还会根据对手的攻击形态 发生改变 然而 只是一次靠近 三十个风团 就尽数被焚毁 与此同时 灵霄和的血条 也在眨眼间跌到死线 So 又是一个闪身 灵霄和的身影消失 踏风驯闪 被他在千军一发之际 用了出来 再次与灵霄拉开距离 但是这一幕 已经深深震撼了主持人 以及围观的无数群众 太恐怖了 这他妈碰到叫死啊 灵霄没想到的是 今天之后 他在神霄多了一个 外号冒蓝火的死神 呼呼闪现到远处的 灵霄和大口喘气 刚刚灵霄靠近他那一瞬 灵霄和甚至见到 死去多年的太奶 再朝他招手了 太恐怖了 这还是法师吗 然而 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阵狂风 再次席卷整个擂台 这阵风 并非是他放出来的 而下一刻 一道跟他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 踏风而来的身影 彻底熄灭了灵霄和心中 对于胜利的最后一丝希望 灵霄弗佛 跟他用出了一模一样的技能 再次快速进身 其实灵霄有一万种方法制 已经是强弩之末的 灵霄和于死地 但他还是选择了 最搞心态的那一种 你会的技能 我也会 并且 手段比你更多 霹雳一闪 驯风一闪 风雷之力 恐怖如斯 最终 灵霄和血条彻底清空 灵霄的B级晋级战 宣告结束 总战斗时长 依旧不足20秒 直到大屏幕上 公布战斗结果 以及播放灵霄晋级成功的动画 所有人才反应过来 他赢了 他又赢了 虽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出 灵霄的实力 是超出灵霄和很多的 但是谁能想到 灵霄和奋力挣扎 并且 展现出自己职业的高速优势之后 还是输在了速度上 你很快 我比你更快 你不想进我的身 那我主动去找你 一个剑客 因为被法师进身而败北 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等全场欢呼和鼓掌的时候 灵霄已经又从擂台上消失了 甚至 他已经出了竞技场的大门 直奔赴本胜所 神骁论坛上 一个又一个讨论 刚刚两场战斗的帖子 在疯狂涌现 竞技场秒杀流奠击人 这心声惹不起 雷剑 何报 谁能战胜如此妖年 感觉过不了几天 灵霄就要晋升A级了 谁是下一个受害者 这无数个跟灵霄相关的帖子一发布 无数吃瓜群众纷纷赶来 他们都好奇 这个还没开学 就已经搞出无数次大动静的 史上最强心声 到底又玩出了什么新花样 等他们看完帖子 才一个个目瞪口袋 然后纷纷加入讨论 我勒个豆 这他妈谁打得过他 得想个办法研究一下他吧 这样下去 他真无敌了 怎么研究 你只能祈祷 别被他盯上 你说的对 但这就是灵异 有死灵 雷 火 兵 风武系专精 技能范围又大又广 技能伤害又高又痛 有无数召唤物 有无失护甲魔抗的机制 有控制技能 还拥有多种闪现位移技能 拥有免疫物理攻击的元素化技能 拥有近乎无限的法力值 拥有无需吟唱 直接顺发高阶 法术的被动技能 拦火一冒 最恐怖的一点 你们没发现吗 所有职业都有的生存相技能 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在他身上看到 他到底有多少血量 是不是有什么减伤技能 我们也不知道 他毕竟是个法师 这么强的输出能力 说不定几乎没有生存能力呢 血量只有几千都有可能 别说了 兄弟们 这B级待不了一点 我想到下级了怎么办 我他妈现在 就在B级的墨游啊 感觉很容易就会被他选上 一时间 所有人的讨论风向 从如何针对灵异 开始逐渐歪楼 变成了如何避免被拦火死神盯上 一群处在B级墨游 完全有可能被灵异选中 挑战的神肖高年级生 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甚至真的有主动挑战级 平级的人 降级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平级和顺位 比灵异高的神肖高年级生中 都流传着一句恶毒的诅咒 你明天必被灵异挑战 这诅咒 实在太过恶毒 导致很多高年级生 诚惶惶惶恐 在流传了一段时间后 很快就成了禁语 你妈娘都不能诅咒 我被灵异盯上 走进副本圣所 灵异在一层的右通道口 看到了通往二楼的阶梯 阶梯入口处 也有护卫把手 同学 只有达到了B级平级以上 才能够进入副本二层 请出示你的学生证 以攻合验 沙海淘金这个副本 属于高男副本 副本圣所两层起 就会出现这类高男副本 一层是没有的 灵异交出学生证 很快得到通行 上到副本圣所二层之后 灵异才发觉 原来二层的空间 比起一层 还要大上许多 一眼望过去 无数个基座上 闪烁荡漾着 数十个副本光幕 其中有些副本光幕 还阴云着一层新红之色 并且围在这些副本周围的 神霄学子 明显要比其他副本更多 这些副本 就是所谓的高男副本了 副本圣所第二层第三区 编号0201掏出手机 朝着南宫灵 给他发过来的沙海淘金 这个副本所在的区域走去 很快他就来到了目的地 一路走过来 灵异感受到 无数异样的目光 在注视自己 起初灵异还以为 他们是认出自己来了 毕竟自己现在再神霄 也算是小有名气 不过后来灵异才发现 他想多了 之所以这么多人看着他 是因为他的确是 整个二层的异类 灵异发现 能够来到两层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成群结队的 副本圣所一层 灵异还见到过 很多人拿着喇叭 在那叫人申请组队的 但是两层 这个现象就几乎绝技了 大部分队伍 都是所谓的固定队 也就是经过长久磨合 人员已经基本固定下来的 副本队伍 像自己这样的闲散人员 自然会引发别人的注目 灵异没有太在意 周围人那些目光 静止走到沙海淘金的 副本门口 一步迈出 准备进入副本 然而 下一刻 一道冰冷的提示在 灵异耳边响起 你正在进入 十人副本沙海淘金 检测到你的队伍人数 不符合入场要求 请至少五人组队后再来 灵异被副本光幕推开 围在这个副本旁边那些 已经组好队 还在等其他同伴 前来的队长们 都感觉好笑 当这是一层呢 还想单刷副本 呵呵 没见过师妹是这样的 小学弟 这副本是高难副本 里面怪物的数量 血量和强度 都跟你之前碰到的五人副本 有天壤之别 组个队再来吧 哈哈 老江 你这么好心 邀请他入队 你代代他呗 嗨嗨 小学弟 不是我不想要你 是我们队伍满人了哈 不好意思 最后这个给灵异提出 建议的江姓学长 有些尴尬 他其实人不错的 也没有恶意 但是让他因为灵异 而抛弃一位队友 自然是做不到的 灵异有些烦躁 没想到这些高难副本入场 还有人数要求 没有达到对应的人数 还不让入场 怪不得南宫灵也说他月初 就已经跟自己的队伍 刷过沙海淘金了 他还在想办法帮自己组队 就在这时 沙海淘金的副本光幕 一阵荡漾 瞬间有一队人从副本中出来 为首的那名队长 回声看了下沙海淘金 副本旁的灵金光幕 有些细血地 对副本外所有的队伍 开口地抱歉了 各位老铁 这次我老胡拿下 最后一次自选机会了 哈哈 众人闻言 纷纷看向那道副本光幕 果然在本月通关队伍 排行榜上看到了一条新增的记录 本月第三十次通关 队长胡有为 一时间 整个副本剩锁两层 围在沙海淘金 这个副本旁边的人 都破口大骂起来 妈的 就老胡之前那个破车队 他骂得能通关沙海淘金的 走了狗屎运了吧 操 大忽悠 你是不是抱上谁的大腿了 气死我了 让这个混子 拿到自选奖励 比老子拿不到奖励还气啊 散了散了 没自选奖励这个 本不刷也罢 瞬间原本还无比热闹的副本入口 一大群人开始散去 灵异心中也是咯噔一下 即使他已经如此赶时间 过来刷本了 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嘛 沙海淘金旁边副本光幕上 敌的确却出现了 三十支通关的队伍 灵异甚至在前十队伍里 看到了南宫灵的名字 没办法自选杀到 王罗杰的第三条腿这个奖励 灵异不认为自己运气 能有这么好 随机掉落的奖励 也能获得自己想要的 所以 只能等到下个月副本刷新 那时间也有些太过漫长了 你你是灵异对吗 死所见 灵异身后 忽然传来一声低声的询问声 回过头去 才看到是一个戴着眼镜 有些文弱的青年 正惊喜地看着自己 我是 有什么事吗 文弱青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伸出手来对灵异介绍到 我叫柯孟元 也是女娲学院的 刚刚我看到你也想刷这个副本 那个要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我们可以不要副本里掉的装备 和其他道具 可以全都给你 只需要最后的自选环节 拿材料就行了 此前因为有大量人围在这里 所以 灵异并没有注意到 角落里竟然还有柯孟元 所带领的这样一支队伍 首先柯孟元这个队伍的队长 性格就有些微微懦默 然后队伍里的其他人 看得出也全都是寡言少语的 甚至当灵异的目光 看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不自觉地退后几步 目光闪躲 灵异算是明白了 好家伙 这是一整队的射恐啊 怪不得他们 明明都是B级以上的评级 并且 阵容搭配也算合理 实力也不弱 但却不敢继续招人 因为没有别的射恐啊 也就是看到灵异这个 完全没有任何队伍的独狼 并且柯孟元听说过灵异的事迹 才会主动发出邀请 灵异学长 不是只有每个月前 三十个通关这个副本的人 才能够有自选奖励的机会吗 柯孟元服了服鼻梁上的眼镜 还是用那种谨小声微的话语 倒是这样没错 但是还有一个能够获得 自选材料奖励的途径 那就是刷新这个副本的通关记录 灵异同学我 关注你很久了 我相信 以你的实力 刷新这个副本的通关记录 应该不是问题灵异文言 眼前一亮好 那我加入 柯孟元有些激动 他其实也是个中毒射恐 只不过为了自己 对无理其他人的利益 再加上他身为队长 此刻 才主动跟灵异攀谈 没想到灵异答应的这么干脆 他算是抱到真正的大腿了 太太好了 不过在进入副本之前 灵异同学 你有了解过这个副本的攻略吗 柯孟元肉眼可见得开心 灵异摇头还没有 没来得及去看 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这个副本的机制 和通关策略吧 灵异点头 喜耳恭听 毕竟是个高难副本 完全没有了解副本内容 和机制的情况下 想要速通 近乎是不可能的事 进入这个副本之后 我们在副本内的身份 名为杀盗 副本内的事件 是一整个被乌云沙漠覆盖的星球 这个星球 虽然贫瘠蛮荒 但是 传闻在数百年前 一位来自天外的旅者 在乌云沙海的深处 发现了一处 足有千万年历史的雄伟遗迹 遗迹中虽然危险重重 但是只要抵达遗迹中心的人 就能够在沙海的源头窝旋中 获取宝藏 第一个发现遗迹 并且得到遗迹深处宝藏的人 名为罗杰 罗杰表示 沙海窝旋深处 埋藏的宝藏 足够挖掘万年不止 并且他获得的宝藏 也并非是窝旋中 最有价值的宝藏 罗杰也长时间 驻扎在沙海星球 举办一年一度的 沙道寻宝大赛 在他的号召下 百年间 无数游历心间的旅人 慕名来到这颗沙海星球 参与淘金 大沙道时代开启了 灵异听完柯梦源 简单介绍的这个副本背景 心中有无数的草降土 那个什么罗杰挖到的宝藏 不会名为尼批吧 柯梦源惊奇地看向灵异 你不是没看过攻略吗 灵异没事 你继续说 柯梦源虽然这个副本世界 被沙漠覆盖 但是 那些沙子 跟我们蓝星上的沙子 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微观层面 它们是一颗颗细碎的固体颗粒 但是在宏观层面 却像海水一样具有流体的特性 进入这个副本之后 大多数队伍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搜集材料 打造一艘属于自己的沙舟 大赛中的第一项 就是比拼沙海竞速 只有前一百名 抵达遗迹外围的沙道团伙 才能够得到罗杰的认可 进入遗迹之中探索 咱们神霄很多之前 通关了这个副本的队伍 在副本里的沙舟 也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 所以他们才能够每个月 稳定拿到副本通关的前三十的 可以说 沙舟的好坏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这个副本的通关与否 灵异啊 那我们的沙舟怎么样 好不好 见灵异问起这个 柯梦源脸一红 我们我们没有沙舟 因为我之前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 跟我组队的人 已经跑去跟别人组队了 我本身是牧师职业 但是 咱们神霄不缺牧师 他们更偏向队伍里的牧师是妹子 而不是我灵异沉默了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女娲学院 几乎满足了整个神霄 其他队伍的牧师职业 配对需求 看看其他学院那些如狼似虎的人 就知道他们 对妹子的渴望 时刻在骨子里的 自然柯梦源这种男妈妈 就没人要了 灵异有些头痛 这个副本的第一道关卡 竟然是杀州竞速 而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打打杀杀 这样他感觉他都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 那怎么办 我们要重新造杀州的话 会花很多时间的吧 柯梦源沙海竞速赛的主办方 会给那些没有杀州的队伍 提供最基础的杀州 但是相关改装和动力引擎什么的 完全就是没有的 甚至需要人力推动 在竞速赛里 可以说是必定会被淘汰的 不过 林毅同学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有你的加入 我们就有希望的原因 我关注你很久了你 曾经在竞技场中 用过兵系的高阶法术 你的兵系魔法造诣应该很高吧 我曾经研究过 沙海星球的沙子 不仅具有流体的特征 它们甚至还能够被冻结 柯梦源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 胸有成竹道 灵异一愣 他似乎已经隐隐猜到柯梦源的计划了 所有人都在内卷杀州的性能 想要跑得更快 但是我认为 只要你能够使用兵系法术 将大赛举办场地的沙海区域冻住 它们的沙洲就 全部报废了 我们的沙洲 不需要比它们好 我们只需要将它们拖到 跟我们一样的起跑线就行 等比赛开始之后 它们如此笨重的沙洲 肯定没办法通过人力来推动 到时候 我们就赢定了 灵异探为官职 天才 出院 不过我这个构想唯一的难点在于 整个沙海淘金大赛的场地 是很大的 沙海也是在不断流动的 想要顷刻间 冰封住一大片沙海区域 嗯 至少 也要有数千平方公里 是很困难的事 起码目前 我在福西学院那边 还没有听闻 有哪位专精冰系的学长 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能做到吗 柯梦源目光灼灼地看着灵异 灵异挠了挠头 说实话 目前的它 是做不到的 但是此刻 它存了一波技能点 并且 银行卡里 还有七百多万的存款 想要继续在冰系技能里加点 也不在话下 稍等一下 我看看 灵异打开自己的技能列表 点开了许久都没有灵性过的 冰系技能数 灵异在很久之前 将冰系加到了七阶之后 就没有继续加点了 火系的暴力输出 雷系的真实伤害 让灵异几乎用不到 冰系的控制和限制效果 此刻 它才意识到 不能偏刻 它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将灵魂风洞升阶至八阶 需要五十万点技能点 是否升阶 灵异一键加点 五十万技能点被扣除 消耗五十万点技能点 你的灵魂风洞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冰河时代 灵异看了下 这个冰系八阶技能的描述 这个技能 能够制造大范围的极寒领域 位于领域内的一切 都会被冰封冻结 还会不断承受 最大生命值百分比的 冰属性伤害 差不多是七阶灵魂风洞 加上六阶刺骨深寒的融合版 只不过范围要大上许多 不过灵异发现 这个技能的范围 还是到不了数千平方公里 这么夸张 灵异又看向这个 八阶技能的异化版本 这个技能 只有两个字 但是却让灵异 眼前一辆黑兵 财富 名声 力量一切都在沙海之中 去寻找吧 大寻宝时代 已经开幕了 烈日当空 沙海翻腾 无数只经过各式改装的沙洲 悬浮于沙海之上 蓄势待发 一年一度的沙洲淘金竞速大赛 拿开序幕 一艘无比朴素 同时 规模也是全场最小的沙洲上 灵异和其余四人坐在上面 身后放入沙海之后 灵异捧起淡黄色的西沙 这些沙子放在手里妈萨 的确有着沙子的触感 但跟其他沙力混合在一起 却偏偏像海水一样 能够使得沙洲产生福利 宇宙太大了 诞生什么样神奇的星球 都不足为奇了 你们别抖了 这只是一个副本 而已灵异看着柯梦源 以及其他三个 在沙洲上 抖个不停的纠缉射恐 有些无奈 这这里的人太太多了 柯梦源直接口吃了 灵异一眼看过去 整个沙洲竞速的场地 直接横跨南北 接近500公里 沙海之上 沙洲无数 人头攒动 不时传来的各种异星语言 加上会场大喇叭里 一只滚动循环播放着 沙倒王罗杰的名言 让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这的确可以说是 射恐地狱也不为过了 远道而来的淘金者们 你们好 无论你们来自哪一个星球 哪一个宇宙都欢迎你们 来到卡桑尼斯 一年一度的沙海淘金赛 比赛将在五分钟后正式开始 请所有代表队做好准备 在比赛开始前 我将宣读几条比赛规则 请大家按照规则文明比赛 违反规则的代表团 将被取消成绩 并视情节严重程度 给予处罚 第一 比赛将在裁判枪向后开始 一切抢跑和提前点火沙洲的行为 都将视为违规 第二 第一轮竞速比赛期间 严禁各代表团成员 彼此厮杀斗殴 严禁各代表团成员 毁坏其他代表团的沙洲 第三 跟之前的比赛一样 我们的比赛赛倒存在 隐藏捷径路线 能够找到捷径的沙洲代表队 将会以更短的路径 抵达赛道的终点 记住 只有前100只 抵达终点的代表队 能够进入一季区域 柯梦源看向灵异 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这是他们进入副本区 就约定好的暗语 意思是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灵异原本还有些担心 柯梦源的这个计划 会被主办方判定为 作弊或是干扰比赛的进行 但是 在喇叭里说完了 三条规则之后 灵异发现 他风动沙海 完全是在改变比赛场地 并没有攻击 其他沙洲代表队 也没有破坏别人的沙洲 可以说是 钻了规则的漏洞 嗨 嗨 船长 您快看 我们旁边好像有一群 没脑子的蠢蛋 喂 你们完全没准备沙洲 就想来淘金吗 哈哈 船长 等会咱们开船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别从他们头上撵过去了 要怕我们犯规的 灵异听到几声口哨声 随后就看到自己锁在 这只小船的右边 停着的那艘巨型沙洲的船弦边 几个身穿水手服的人 再哄笑不已 为首的一个大胡子男人 也笑到下面的 我劝你们赶紧退赛吧 我的白金号说想生吞了你们 哈哈 这大胡子 赫然就是白金号的船长 他这艘船 在前几年 都是差一点才能进入前百 今年 他志气满满 一定要得到进入一季的资格 对于白金号船长 和船员的嘲弄 灵异没有放在心上 能来当杀盗的 有几个会是好人 对队长 要不我们也给我们的沙洲 取个名字吧 不然 等会就算夺冠了 我们都不知道 自己的船叫什么 柯梦员这个时候 看向灵异 忽然开口道 灵异沉音片刻 觉得柯梦员说的确实有道理 虽然这是赛事方提供的免费沙洲 但总得有个名字吧 就叫前进梅丽号吧 灵异是个取名费 想了半天 最后只能想到 前世看过的一部动漫中 主角团第一艘船的名字 海上烧船那一幕 灵异记得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 在那个世界里 梅丽号没办法跟着主角团走到终点 那在这里 自己就把它带到终点吧 也算是弥补自己心里的一点小遗憾了 柯梦员不明白 为什么灵异会取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但是谁让他是队长呢 这个名字 就此定了下来 几人讨论间 五分钟的时间也倒数结束 随着裁判枪响 瞬间早已就位的无数沙舟 都拉响了船笛 引擎轰铃起来 然后开始加速 朝着前方开动起来 无数人欢呼尖叫 场面热闹非凡 忽然整个会场的数万人 齐齐打了个寒颤 刚刚被吵到沸腾的气氛 似乎陡然降到冰点 船长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卡桑尼斯这个沙漠星球 白天不是常年 都有四十度的高温吗 现在太阳还没落沙啊 白金号上 无数水手身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他们说话间 甚至有一道道白气喷吐而出 足见此刻 他们周围环境的温度有多低 你们快看 那人手里的东西是什么 寒气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所有人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之前 他们一直嘲笑的那一伙人中 坐在船头的青年 手里悬浮着一块墨色的晶体 那是一块黑道 容不进任何一丝光亮的冰晶 黑冰出现的瞬间 整个会场的温度 都开始猛然骤降 柯梦元 以及其他三人 全都打了个冷战 太恐怖了 他们光是凝视灵异掌心的那枚黑冰一眼 似乎连思维都要被冰封冻结 灵异看到黑冰 刚刚被他召唤出来的瞬间 周围就有几艘沙舟 镀上了一层寒霜 心中也震惊于 这个冰系巴结的 异化版本的逆天效果 灵异右手一翻 将这没细小的黑冰 埋入了滚滚沙海之中 咔嚓咔嚓 这是无数冰晶凝结的声音 只是一瞬间 灵异就发现 他锁在沙舟下方的黄色沙海 就被染上了深沉的黑色 随后 这抹黑色 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开来 看到沙海被冰封冻结 灵异心中出现一抹担忧 因为 这个技能 现在已经完全不听他的掌控了 后续会发生什么事 他也不知道了 最坏的情况是 此刻所有人 最后都会被冰封冻结 连他自己也不例外 黑冰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八接系 别含冰系 消耗四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三十秒 冷却时间十八小时 效果撕裂空间 从永恒国度中 获取一枚黑冰 黑冰出现后 将散发出恐怖的寒气 所有被寒气侵蚀的物体 将陷入风动状态 并以相应的速度 渐渐转化为 跟黑冰一样的物质形态 陷入风动状态的生命体 以及物体位格越高 实力越强 转化为黑冰的速率越慢 黑冰一旦转化完成 将不会被任何时间以下的手段融化 备注刹那 凝聚永恒 这应该是目前 灵异见过最霸道的控制技能了 甚至灵异感觉 如果不是黑冰的影响效率 没有那么快 范围也需要时间影响 逐渐扩大的话 这个异化版的兵系 八阶技能 更应该算是 静咒技能才对 因为网大的说 只要给黑冰足够的时间 这甚至是一个 灭世级的技能 当你凝视黑冰 你的目光也会受到影响 逐渐转化成黑冰的一部分 随后 就是你的思维 就算如此抽象的东西 黑冰也能够完成转化 黑冰最恐怖的性质就在于 它能够无限制的 同化周围的一切其他物质 让他们也变成黑冰 灵异不敢想象 如果是自己 在蓝星的某个海域 种下一枚黑冰会 发生什么事 说不定 最后蓝星整个星球 都会变成漂浮在宇宙中的 一块巨大的黑冰 怎么回事 好冷啊 船长 我们的船开不动了 引擎熄火了 太冷了 这什么鬼天气 比赛刚刚开始 不到十秒钟 灵异周围的上百艘沙舟上 所有船员都惊呼出声 随后 他们就发现 他们的船 开不动了 他们的船 经过无数次的改装和升级 玛丽和吨位 都是水涨船高 沙舟的吃水线 都要比灵异等人所在的小破船 深无数倍 现在沙海被黑冰冻结 他们的引擎 就算开到冒烟 也不可能让沙舟磨动半分 快走 灵异心中不妙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好像她今天真的用了个不得了的技能 此刻就连她都感觉 浑身被黑色的寒气笼罩 要是不尽快远离这片黑冰 初始凝结之地 他们估计被转化的速度 就是最快的 柯梦源和灵异走下沙舟 两人用手往上 用力一抬 将沙舟从下方的冰封中扯了出来 还好他们的小破船吃水线 不能说不慎 只能说几乎没有 两人用力一扯 就能扯出来 在扯出来之后 灵异用出好几个风系法术 给船上的其他几人 套上了加速的状态 与此同时 在船体下方 也垫了一层风场 最大化抹去了 沙舟船体登兵面的摩擦 然后所有人都看到 灵异所在的这艘沙舟 以一个极不可学的速度 开始飙速向前冲去 眨眼间 灵异就已经将身后 一众陷入黑冰之后的代表团 甩出老远 随着灵异所在沙舟的不断加速 灵异发现了一个 让他更加感觉触目惊心的事实 那就是黑冰的扩散速度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 哪怕他们已经 冲出黑冰冰金金河 也就是源头的所在地 他们的速度 也快不过黑冰的蔓延速度 灵异此刻 才意识到 黑冰一开始的确很小 影响力也有限 但是一旦他的同化 开始成功影响其他事物 那么 黑冰本体的体积 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扩大的 可以说 原来仅仅是悬浮在 他手心的一粒微尘般的黑冰 此刻体积 已经扩大了数万 乃至数十万倍 整个沙海 最后的结局 都将化为黑冰 那么如此体积的黑冰 再去同化 其他尚未变成黑冰的物质 那效率自然不可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条指数 及增长的速率曲线 操 自己不会真玩脱了吧 很快 灵一和科梦源等人就发现 他们身后 已经没有一艘别的沙舟了 整个赛道上 只剩下他们五人一船 正在高速突进了 回望身后 灵一只看到了一片了无声计 如同死地一般的黑色大地 大气和天空 似乎也连上了一道道黑色的丝线 他们也在逐渐被冰封冻结 转化为黑冰 可想而知 在黑冰刚刚种下的那个区域 那些白金号的船员和船长 到底怎么样了 现在说不定都变成黑冰了 毫无疑问 这违反淘金大赛的规则了 然而 此刻却没有任何一个裁判 来判决他们有罪 因为说不定 裁判现在也变成黑冰了 科梦源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语 来形容他心中的震撼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对灵一的崇拜和敬畏了 他原来以为灵一只是精通兵系 对兵系魔法的造诣极深而已 却没想到 灵一翻手间 不止冻结了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海 他甚至连整个沙海星球 都要冻结冰封 这是何等伟利啊 科学长 我们还有多久才到终点 灵一坐在沙洲船头 看着远方依旧翻滚的黄沙形成的波涛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退去黄色 转而染上黑色 他不由地开口询问道 我也不知道科梦源人都傻了 他从未想过 这趟副本通关之旅 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按按照我看过的攻略来看 第一轮的竞速比赛 不会太长 并且 其实也不是这个副本的主要难点 真正的难点 在于进入一季之后 第二轮 我们要面对其他的99只 同样进入第二轮的杀到团伙 我们需要完全淘汰掉其他的团伙 才有资格进入一季真正的中心 进入一季中心之后 还要面对沙海涡旋中 随即出现的巨大杀虫BSS 将其击杀之后 才能够进入沙海涡旋 获得奖励 灵异闻言 苦笑一声我想 我们可能 已经完全跳过第二轮淘汰阶段了 希望那片沙海涡旋 能够撑到我们抵达 灵异已经预见到 这个副本多半又要被他玩坏了 这副本要是崩了 他四转的材料 还从哪去弄啊 加速加速 再加速 灵异现在只能不断加速沙洲 让其以更快的速度 顺着赛道向前冲去 队长 好像前面 马上就到攻略说的捷径区域了 寒风呼啸 柯梦源坐在灵异身后 看着周围的场景 回想脑中看过的副本攻略 高声提醒灵异 灵异眸光一宁 捷径 原本他们的想法 只是限制别人 让他们没办法开船 自己就算不走捷径 也能第一个抵达终点 但是现在 他是在跟黑兵赛跑 肯定要蹭上捷径才行 灵异目光不断在前方 赛道上的各个位置游移 很快 他就看到前方不远处 右侧赛道上 多出了很多发家弯 第八个弯道旁 出现了一道隐形的上升气流 如果不是全只之眼 灵异应该发现不了 这个隐形的气流 正常参赛的其他代表团 看到这么多弯的地方 估计不会主动选择 去走 就算有人猜透了主办方的轨迹 主动进入这个多弯区 也没有这么容易发现 这道隐藏起来的捷径 转弯转弯 往那边走 灵异指着那边的弯区赛道 让柯梦源和其他几人 控制沙舟冲了过去 很明显 灵异和柯梦源几人的驾驶技术 堪称灾难 第一个弯道 他们就没有转弯成功 沙舟一头撞在了墙上 但是不得不说 主办方给的这艘初始沙舟 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们人撞了个七昏八速 但是沙舟却没太大事 灵异只能将速度稍稍放缓 让过弯变得容易一些 连续通过了六七个弯道后 那一道冲天而起的无形气流 近在眼前 就是那里 冲过去 冲入气流之中 下一刻 整艘沙舟都冲天而起 高高飞了起来 前进梅丽号 眨眼间变成了飞翔的梅丽号 冲上高空之后 灵异发现 高空之中 竟然存在这一条 同样由下方黄沙组成的浮空赛道 只不过这些黄沙 全都由主办方改造过 全都变成了肉眼不可见的模样 只有像他们这样 行驶在这条无形的赛道上 才能够多少看出 这些沙力的特殊质感 灵异探出头 往下方看去 只见下方蜿蜒盘旋的赛道 已经尽数染上黑色 与此同时 灯高望远 灵异已经能够隐隐看到 前方的赛道尽头 以及尽头外 那一片沙漠中 耸立的沙海遗迹了 十多分钟后 沙洲一路急速狂飙 冲过终点线 灵异等人 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冠军 但是终点线上 原本围观的那些群众 以及赛事主办方的 相应工作人员 已经变成了一座座黑色的冰雕 他们惊讶的面孔 被永远凝固在了某一刻 沙洲冲过终点线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自己等人 穿过了一道类似结界的东西 这种感觉 一如他当初在 《虫群之心腹本》里 找到真正的约格达西尔 越过结界时一样 果然 在穿过结界后 灵异看到此前在高空 就隐约看到的遗迹轮廓 彻底清晰了起来 整个遗迹空间 远比在外部看到的 要更大 强宫殿庙宇 错落其间 或许这个名叫卡桑尼斯的星球 曾经也不是一个 完全被沙漠覆盖的星球 他也有自己本土的文明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文明被掩埋于黄沙之下 此刻只剩下这片遗迹 在诉说他们曾经的辉煌 我们进入第二阶段了 没有其他沙洲代表队的阻谋 我们直接前往遗迹中心的 那座黑石高塔就行了 可梦源有些兴奋 他们这一次的目标 就是打破这个副本的通关记录 拿到自选奖励 其实第一轮 其实并不是最快的 甚至放在正常比赛的情况下 他们肯定是进不了前摆的 好在第二轮的摆队厮杀环节 他们直接跳过了 这无疑是省去了大量的时间 灵异往身后看去 只见遗迹外围的这一道无形结界 竟然有着阻止黑兵 继续扩散的效果 虽然此刻他们脚下的黄沙 也在缓慢渡上黑色 这意味着黑兵虽然渗透得很慢 但是绝不是无法完全渗透整个遗迹的 那抓紧时间吧 趁着这里 还没有完全被冰封 灵异一马当先 走下沙咒 朝着遗迹中央的那座黑色石塔走去 整个遗迹到处都是碎石和断壁 沙咒在这里是寸步难行的 还不如步行前往 不过 灵异拥有风系魔法 能够自主飞行 而柯梦源等人 虽然都是射口 但怎么说 也都是达到了B级平级的神骁高年级生 他们一样也有飞行技能 五人各显神通 高速朝着石塔飞去 就在众人即将抵达之时 柯梦源忽然高呼一声 放慢速度 最后第三轮的大BSS就在前面了 灵异也看到了 遗迹中央石塔前的意向了 石塔前是一片巨大的沙地广场 广场中央 此刻正有一个巨大的沙柱 不断向天空喷涌黄沙 似乎地下有什么庞然巨物 在喷吐黄沙一般 柯梦源手中多出一柄长杖 长杖挥舞 他口中念念有词 短暂的吟唱之后 三只散发着洁白盛光的飞鸟 被他凝聚而出 飞鸟飞到杀柱上方后 忽然所有人都看到下方的遗迹地面 开始猛烈震战起来 哄 一声巨响过后 一只体型极其巨大 光是肉眼 目测身躯宽度 就要以公里计算的巨型沙虫 猛然从地下钻出 一张满是锋利巨尺的森然大口张开 将三只圣光飞鸟 尽数吞入腹中 如果没有攻略 第一个进入这个副本的队伍 也不知道会在这里付出什么代价 退后 BSS出现了 我给你们加几个状态 这个BSS伤害太高了 被吞下去就死定了 坦克职业 也是扛不住的 必须要风筝着打 柯梦源无比紧张 他们毕竟是以五人的极限小队 进入这个副本的 正常来说 球纹肯定是要十人组队的 五人打BSS 输出肯定会不够 然而下一刻 当看到灵异身上冒出篮火之后 柯梦源忽然就感觉 好像他过滤了 灵异可是一人 能顶十几个四传输出的变态啊 神火天真降临 核爆掀起滔天的沙浪 下方地底传来 沙虫撕心裂肺的怒吼声 和痛苦的哀嚎 然而灵异发现 这一个八阶火系砸下去 这只沙虫没死 一发秒不掉 没关系 再多来几发就行 今天他就要拿这个BSS 测试一下自己的新天赋轮回之处 不得不承认 高难副本的BSS级怪物 血量 双抗都要比之前的五人本高出许多 上一个能够硬抗他 八阶法术不死的 还是一克斯 只不过比起一克斯 此刻这只沙虫 下场就要凄惨得多了 他虽然没死 但也是浑身浇黑 甚至刚刚钻出沙层上的上半截身躯 已经飘出一股浓烈的浇湖位了 在全只只眼的观察下 他的血量 已跌了一大半 灵异没有犹豫 又是一个八阶的雷系法术 紫霄结剑砸了下来 冲击了他的痛苦 短短不到十秒钟 沙海淘金 这个高难识人本的最终BSS 就被灵异两个技能 直接秒杀当场 柯梦源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他可以说是神霄中 比较了解灵异的人了 但是每次看到灵异会手间 涌出如此高阶 威力如此惊人的法术 甚至无需吟唱 直接顺发的场面 他都会觉得心潮澎湃 而另外三人 此刻更是惊为天人 他们多少听说过灵异的名字 但是听说过与亲眼见到 是两码事 这输出能力 太恐怖了 他们毫不疑惑 这个副本 也就是限制了 必须要组队参加 才能够拦住灵异的脚步 不然灵异一个人 完全也能够单通这个副本 他们四人 真的是在旁边围观 看灵异的操作就行了 你别说 这种抱到真大腿 安心当个腿毛的感觉 还真的很爽 杀虫毙命 意味着这个副本的第三轮考验 也宣告结束 众人脑海中传来提示 恭喜你 你完成了三重考验 击杀巨型杀虫 通关了十人副本 杀海淘金 下面开始结算副本奖励 副本通关时间 零天零时十一分 三十四秒二十一 副本通关评价S级 恭喜你 你和你的队伍 刷新了该副本的 最佳通关记录 杀海涡旋已开启 你在该副本中 仍可以逗留三十分钟 请在实现内领取奖励 柯梦源惊喜不已 狠狠握拳 成功了 他们想跟灵异说些感谢的话 却看到灵异从高空中飞下 他伸出一只手 触碰在杀虫巨大无比的尸体上 下一刻 灵异眼前就出现了 一幕幕幻想 这些幻想零碎 而没有规律 过了片刻 灵异才发现 这些都是这只杀虫 BSS在漫长的轮回中 所经历的事件 灵异得以窥见 卡桑尼斯这个星球前 文明的冰山一角 但或许是这只杀虫的智力 还是太过低下 这些碎片 并不足以拼凑出 完整的时间线和历史进程 当然 灵异也并不关心就是了 他只是好奇 他能够通过轮回之处 得到什么 灵异手指接触杀虫的地方 绽放出一道白色的光芒 随后 他收到了系统提示 叮 你重温了一段 目标经历过的轮回 你获得了常规奖励 你获得了19点体质 11点力量 23点耐烈 原来轮回之处是这个意思 他触碰尸体 就能够得到目标的属性值吗 除了属性值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死所间 灵异抬起手 再次触碰杀虫的尸体 这一次 又是一连串零碎的画面闪过 一道亮蓝色的光芒亮起 灵异心中一喜 如果说 白色对应的是 普通奖励 蓝色是不是就要好上很多 叮 你重温了一段 目标经历过的轮回 你得到了稀有级奖励 你获得了目标特性 杀中巨物 检测到该特性与你的种族冲突 此特性已被转化为 特殊被动技能 你获得了新的通用 被动技能杀刑者 都不需要灵异 去查看 这个新的被动技能 是什么效果 下一刻灵异就发现 她的眼前 一片黑暗 黑暗之中 她似乎沉浸在一片 可以随意游动的 无形虚无里 前后左右 任意方向 她心面移动 就能够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灵异最后选择向上移动 下一刻 她从科梦园的身边钻了出来 直接吓了后者一跳 灵异同学 你你怎么钻到地下去了 灵异从沙中扶了上来 拍了拍身上的沙力 有些尴尬没什么 就不小心陷进去了 沙行者这个被动 有些像土地弓 或是土行孙的技能 反正就是能够在沙中 无阻碍的高速移动 移动速度虽然快不过飞行 但隐蔽性是很强的 这技能 说不定以后也会有用武之地 多一个技能 总比没有强 轮回之处这个天赋 怪不得会是SSS级 竟然能够捞到这么多奖励 其实光是获得属性值 就已经算是非常强的天赋了 她目前升级一次 得到的自由属性点 也才20点而已 刚才最普通的属性值奖励 更别说还有几率能够捞到被动技能了 这次提取这些奖励的目标 还只是一只普通的沙虫 如果目标是伊克斯 灵异能得到什么 她都不敢想 灵异来到沙虫身边 再次扶下山 将手指点在沙虫的死尸上 灵异的这个举动 已经让柯梦源等人 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不过下一刻 灵异就在心中叹息一声 站了起来 看着前方的黑色石塔 到我们走吧 毫无疑问 第三次的提取 失败了 看来一个尸体能够提取的奖励 是有上限的 具体是多少次 以及能够得到的奖励上限 估计要看这具尸体生前的强度 五人进入黑色石塔 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 出现在灵异面前 他看到了一圈螺旋向下的阶梯 而抬头看去 却只能看到 石塔粗糙的穹顶 明明外表看起来 是需要向上攀登的石塔 最后却通向地下 也不知道 是他们在进入石塔的那一刻 就已经颠倒过来了 还是有什么别的机关 设计而下 周围的环境却越发宽敞 也越发明亮 下方存在光源 林一元先还以为是自然光 等下到底部 才发现 再是一片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漩涡 漩涡完全由无数金色的沙力构成 漩涡之中 无数道颜色各异的流光 再也不断交织变换 这些流光中 白色和绿色最多 随后是蓝色 紫色 红色 金色 这应该就对应着六个档位的奖励 并且连颜色 应该都跟他的轮回之处 能够获取的奖励颜色相同 不好 柯梦源看了下沙海涡旋 旁空无一人的周边平台 面色一变 林一皱眉怎么了 柯梦源苦笑道 这个大赛 其实全程都是沙盗王罗杰 和他开办的星际寻宝公司 一手举办的 通过三观考验 并且达成自选奖励之后 是需要他们的工作人员 来在沙海涡旋中 打捞奖励的 按照正常的副本流程 在我们通关之后 这里应该有很多专业的前沙人员 配备有专门的工具 在主办方 收集了我们的自选奖励需求后 他们就会下去打捞 现在他们全都不见了 应该是发现 第一轮的沙海禁塑 出现重大变故 全都去支援了林一文言 思索片刻 继续到那 我们不能自己下去打捞奖励吗 柯梦源摇摇头不可以 没有任何防护 进入沙海涡旋 会被其中无数的金沙 腐蚀身体的 而且涡旋中的那些流光 虽然标注了颜色 但是没有星际寻宝公司的勘探装置 是没办法定点打捞特定奖励的林一 走到石台边 忽然伸出一根手指 插入散发着 赤裂金光的涡旋之中 柯梦源甚至来不及阻止 然而下一刻 他却看到 林一跟没事人一样 将手指完好无损地 从涡旋中抽了出来 林一也就只是打算测试一下 在得到杀之行者这个被动技能后 这一处沙海涡旋 还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事实证明 不会 甚至就跟回家一样 林一嘴脚勾起一丝笑容 这里没有那些工作人员 这些沙子也伤不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柯梦源也很聪明 几乎瞬间就知道 林一打算干什么了 只不过 他还是有些荒林林一同学 要要是被公司发现 我们可能就要被永远驱逐出 他们的邀请名单了 再也进不了这个副本了 林一怂怂间 你认为他们会查不到 刚才风动整个沙海的罪魁祸首 是我们吗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在乎 他们邀不邀请我们柯梦源一愣 好像林一说的好有道理 这副本都快被他玩坏了 当然是趁现在 赶紧捞一笔跑路 你们要的是什么材料 跟我说 我下去帮你们捞上来 林一看向柯梦源等人 啊 林一同学 你能够认得出 那些流光所代表的奖励吗 林一点头 柯梦源知道 现在他们的机会 的确千载难逢 并且是之前 进入这个副本的通关队伍 都绝对不可能碰到的 他必须快速思考 快速决断 身为这小队原先的队长 他对于其他队员的需求 是很了解的 很快就把三种材料的名字 告诉了林一 其中有一种材料 有两人都需要 林一点了点头 看向闪烁着 金光的沙海涡旋 随后一个萌子扎了进去 直到看到林一的身影 完全消失在沙海涡旋中 柯梦源才将心提到嗓子眼 来到涡旋旁 焦虑地等待着 而他仅仅是靠近 这一片涡旋区域 就已经是浑身大汗了 在这里待个几分钟 他感觉自己甚至会脱水 太热了 这涡旋内部的温度 估计跟岩浆差不多 林一是怎么能够潜下去 还跟没世人一样的 如此想着 下一刻 柯梦源就看到林一 从涡旋中心冒出头来 整个人站在涡旋上 看着下方不断搅动的流光 眉头皱了起来 林一同学 不用勉强自己 如果因为温度太高 承受不了 就算了吧 林一摇头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好不容易进来了 而且还刷新了通关实践 就这么空手而归 也太憋屈了 问题不是高温 而是那些奖励都在高速移动的 想要抓住他们 没有这么容易 刚刚林一在潜入沙海涡旋之后 借助全只之眼 那些流光背后所代表的奖励 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 很快林一就锁定了自己需要的材料 杀到王罗杰的第三条腿 这材料名字虽然草点满满 但实际上 是一只科幻风十足的赛博一只 在涡旋中 是一个紫色品质的奖励 而柯梦源其他几人需求的材料 基本上跟他一样 也是紫色品质 这些品质的奖励在涡旋中飞行的速度太快了 林一凭借杀行者这个被动技能的移动速度 并不足以追上他们 并且这些奖励的飞行轨迹 也并不是围绕涡旋中心做圆周运动 可以说根本没有规律可言 不知道寻宝公司的那些专业打捞人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打捞的 这才是他浮上来 思考解决方法的原因 科梦源一咬牙 建议到林一同学 你别管我们了 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副本的最佳通关记录 已经收获很大了 等离开副本之后 还有学分奖励的 你只需要找到你需要的材料就行了 在下面如果不分心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拿到的 科梦源说的话 其实林一根本就没听进去 不过现在反而有主意了 这副本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后面肯定不会回来了 那就把事情彻底做绝 一不做二不休 林一又是一个蒙子 扎入沙海涡旋之中 潜入涡旋之中 林一一路不断下潜 上一次下潜 林一就发现这个涡旋的深度 远超他之前的判断 并且越深层的奖励 越好 很快林一就来到了 他之前就看到过的 紫色级别奖励的深度 双眼游移 锁定了四团紫光 这四团材料 就是他们所需的材料 随后 林一继续向下看去 只见涡旋深处 还有两道金色的流光 那些应该就是这个奖池的 终极大奖了 我全都要 林一眸中很光一闪 下一刻 手心寒气渐渐凝聚 一道细小的空间裂缝 被他撕开 一块块黑色的微尘 逐渐凝成黑色的冰晶 没错 沙海涡旋 也是沙海的一部分 没理由外面的沙海 能被黑兵冻结 这里就不行 不得不说 涡旋中心的温度 比起外面的沙海 要高出许多 就算是黑兵 在被灵异召唤出来的瞬间 也凝结得无比缓慢 这就是黑兵 这个上线灭视技能的 短板和要害 那就是太需要发育环境了 在刚刚召唤出来的时候 这块黑兵 如果没办法继续壮大 其实它甚至不如 冰系七阶的灵魂风洞 一块不行 那就两块 三块 质量不够 我就用数量来堆 三枚黑兵 被灵异用顺发召唤出来 下一刻 整个沙海涡旋的旋转速度 都是猛然一致 随后 黑兵不再融化 而是开始转化 涡旋中的其他物质 灵异知道 留给它打捞奖励的时间 不多了 灵异的计划很简单 既然这些奖励的 移动速度极快 诡计也神鬼莫测 那就想办法 让他们停下来就行 三枚黑兵出现 整个沙海涡旋的旋转速度 都开始缓慢下来 灵异耳边 已经能够听到冰晶凝结 并且不断扩散的声音了 身形一闪 灵异先是一把握住了 自己四转任务需求的材料 杀到王罗杰的第三条腿 随后 将其塞入随身空间中 然后 灵异又是利用杀行者 在速度越来越慢的涡旋中 闪转挪移 将柯梦源等人需要的三种材料 放进背包里 最后 灵异看向下方那两道金光 反正都已经零元够了 这两个大甲 他就笑纳了 灵异以最快的速度 朝涡旋底部游去 然而 三枚黑兵的寒气扩散开来之后 灵异发现 不只是整个涡旋的旋转速度在减慢 他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而此刻毕竟是在涡旋之中 风系的很多加速技能 在这个环境下 并不适用 他是切切实实在黄沙之中 并没有空气给他利用 就在灵异距离两道金色流光奖励 还有四五米距离的时候 灵异发现周边的沙海 已经接近完全冻结的临界点 利用杀行者 已经近乎不能移动了 黑兵如同监牢一般 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是自己的动作更快 还是黑兵蔓延的速度更快 灵异不知道 他只知道 离得近了 那两道金色流光的信息 也终于浮现在他眼前 寄灭之手太初之火种 其余的属性 根本看不到 没错 就算是全知之眼 也需要更长时间的凝视 才能够继续解读 这两道金色流光的本质 这其实也侧面说明了 这两样东西的珍贵程度 灵异眸光一凝 看着逼来的黑兵 他一个闪身 迅风一闪 被他用了出来 沙海之下 没有空气 所以 迅风一闪的距离和速度 都被削弱得极其严重 两道金色的流光 彼此相隔 也有一段距离 灵异只能选择其中之一拿取 他已经来不及思考 要拿哪个了 只能选最近的那一个 手指接触到金色光团 灵异却未曾想到 这枚金色光团的冲击力 如此之大 差点他就没抓住 让其从手中逃脱 关键时刻 一双手从虚空中浮现 灵异的手握住灵异的手 彻底将这枚光团 牢牢握在手中 这并不是灵异主动将灵异放出来的 而是 他自己主动出来的 灵异出现的一刹那 浑身就已经被大量的黑兵 接触包裹 灵异连忙将灵异 转移回死灵空间 灵异也清楚 黑兵的厉害 那些被黑兵侵染的身体部位 被他主动舍弃 消融在沙海之中 随后 灵异也将右手中的金色光团 收回随身空间 一切搞定 现在就要想办法逃走了 然而 下一刻 灵异却发现 刚才被金色光团这么一冲撞 他的整只右手 完全陷入了黑兵之中 现在想抽手 已经来不及了 灵异感觉到 自己的右手 已经开始渐渐失去知觉 这意味着 他的右手 也在缓慢朝着黑兵转化 黑兵不分敌我的特性 让灵异有些头痛 好在下一刻 灵异浑身冒出幽兰色的火焰 元素化的优势 再次体现出来 右手完全元素化之后 那些已经被黑兵侵蚀同化的部分 灵异选择直接舍弃掉 随后 电光乍现 霹雷一闪 被灵异赶在千军一发之际用了出来 灵异元素化的身影 出现在沙海上方 他看向一脸猛逼的科梦元 以及其他三人 迪赶一声快走 离开副本 炎弊 灵异直接选择退出副本 科梦元等人反应也很快 他们之前 就发现整个沙海涡旋 已经不再旋转 并且开始快速降温了 不难猜到 灵异多半是又用了那个恐怖的兵器技能 走 科梦元叫了一声 也选择离开了副本 卡桑尼斯 外层空间 一艘巨型星舰 正在缓缓接近 星舰头部指挥室中 巨大的仙窗下 有着无数身穿星际寻宝公司制服的人 看着窗外深空中的卡桑尼斯 满脸茫然 你确定 我们已经来到卡桑尼斯附近了 报告 长官 按照星图所示 我们的确是到了卡桑尼斯附近了 此刻闲窗外 出现了一颗 已经大半都被黑色的寒冰包裹 完全失去了生计 死气沉沉的星球 这跟他们记忆中那个遍布黄沙 从太空观望 都是满眼黄色的星球 有着巨大的差别 把这里的变故 汇报给罗杰大人 看了什么是星剑的某处豪华房间中 满头白发的罗杰 听着下属的回报 眉头越皱越深 十多分钟后 星剑降落卡桑尼斯 罗杰拄着拐杖 走下星剑 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寒风凛冽中 整个沙海 淘金大赛的门头 以及无数艘沙舟 被彻底冰封在黑色的尖冰之中 热情的沙漠星球 变成这般孤独死寂的模样 让他都不由心生寒意 随后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面色一变 夏令道快 去遗迹中心 检查一下沙海涡旋里的那两件质宝 作为第一名沙盗 卡桑尼斯是他事业的起点 而作为目前特伦斯星系最火热的寻宝星球 罗杰为了维持卡桑尼斯沙海 淘金赛的热度 自然将两件威名 传遍整个星系的质宝 放在奖之中 作为最终大奖 吸引无数钱来淘金的亡命图 这两件质宝无法自选 只能够通过随机奖励获取 明面上获取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实际上概率就是零 无论是挑选还是打捞 都是由他公司的专业打捞员进行的 可以操作的手段太多了 这种等级的质宝 他探索过这么多个藏宝星球 都仅仅只得到五件而已 怎么可能拱手送人 不多时 讯息传了回来 罗杰大人补不好了 沙海涡旋也被完全冰封了 我们挤得打算凿冰探查的工人 身上也全都开始冒出那种黑色的寒冰 大部分紫色和蓝色宝藏还存在 但是两剑至宝中的那剑寂灭之手 不见了 罗杰文言 气得浑身都颤抖不已 他看着这片被黑兵覆盖的世界 陌生到永恒的余念 竟然还没有死绝 查 给我彻查 到底是谁钱的 上报联盟 通缉他 要抓活的 灵异的身影 从副本光幕中传送而出 随后 他就看到科梦源几人跌跌撞撞 从副本光幕中出来 四人一出来 都瘫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气 他们但凡晚一步 就要被黑兵彻底冻住 再也逃不出来了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他们又后爬又兴奋 灵异伸出手 将四份材料递到科梦源面前 科梦源眼前一亮 随后脸上涌现狂喜你你成功了 随后 科梦源又有些担忧到 灵异同学 你自己需要的材料拿到了吗 灵异点头 杀到王罗杰的第三条腿 此刻 就静静躺在他的随身空间中 除此以外 还有一只手套 这只手套看起来并不大 由不知名金属所打造 看来 自己在千军一发之际 拿到的金色奖励 是那个叫寄灭之手的装备 那个灵异同学 这几种材料 对我们来说 都很重要 我们为此已经等了几个月了 我们就收下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副本里 其实我们完全没起到什么作用 是你一路带着我们 所以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我们所有的每日资源 和副本入场次数 都划分给你了 哦 还有 刚刚我向你发起挑战了 我的评级是B级 顺位1736位 算是B级的中游吧 只要你接受挑战 我这边直接认输就行了 你身上强制挑战的状态 也会被消除 这样应该 能让你省出很多 继续冲排名的时间 柯梦源一股脑 把他们之前在副本里 就商量好的事情 对灵异说了出来 灵异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柯梦源就摇头到灵异同学 不要拒绝 你帮我们带回的这些材料 远比我们给你的这些所谓补偿 要珍贵多了 你要是拒绝了 我们都不知道 要怎么报答你了 灵异闻言 只能将柯梦源四人的好意收下 就在这时 一道通告 再次响彻整个副本圣所 恭喜职业者灵异所带领的队伍 通关了十人副本 沙海淘金 且刷新了该副本的最佳通关记录 当前该副本最佳通关记录 为零天零时11分 34秒21 请队伍队长灵异 以及队员前往宝物流通处 领取相应奖励 也希望其他队伍再接再厉 勇创新高 这条通告 是副本圣所大厅的区域通告 想起来的刹那 整个圣所二层 所有人都是一片哗然 啊 十一分钟 通关沙海淘金卧日 这开挂了吧 怎么会这么快的 扯淡呢 第一轮的沙舟竞速赛 再快 再顶级的沙舟 也需要花至少七八分钟 还是走捷径 才能抵达终点吧 你告诉我 第二第三轮的考验 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不是 这副本之前的最佳通关记录 是多久啊 说出来吓死你之前的通关记录 是一小时零七分 五年前苏默宇创造的 苏默宇 是咱们神霄时节之一的那个 就是他 那这个灵异 是怎么做到 把时间加快 接近一个小时的啊 一时间 灵异就发现 此前 看他行单影之 没有任何队伍的那些人 全都意识到一件事 他们错过了一个亿 当初要是他们 把队伍里的法师 或是任何一个远程职业者踢掉 换上灵异 现在刷新副本记录的 就是他们了 悔不当初啊 托通 灵异忽然感觉自己的右腿小腿 被某人抱住了 灵异 不 一哥球带飞啊 是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 你要是能进我的队伍 你直接就是队长 所有副本产出的奖励 你拿七成 我们其他人拿三成就行 大了哦 我这边只有拿两成就行 来我们对吧 一成我们只要 一成其他九成都是你的 兄弟 救救我们吧 一时间 整个副本圣所中 到处都是哭求灵异 带他们刷副本的呼喊声 节操 什么节操 节操有奖励重要吗 一个高难副本的通关记录 有多难刷新 他们比谁都清楚 与此同时 神削对于通关高难副本 刷新记录的奖励 也是异常丰厚的 他们看中的 其实是神削的奖励 禁告神削全体职业者 十人副本杀海淘金 应该副本所在的世界 目前陷入冰封涌动状态 副本相关机制 已无法继续运行 该副本无限期停止进入 重开时间需等待后续通告 十多分钟后 神削 教授 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 灵异坐在椅子上 对面则是一位 满面愁容的中年男性 本来灵异是 打算去保护流通处 把刷新高难副本 记录的奖励领了的 谁知道半路上 就被传唤到这里了 灵异同学 算我求你了 收手吧 别再祸害副本了好吗 你入学没到一个星期 一个降渊零层副本 一个高难副本 已经废掉了 中年男子是神削的教务处主任 大小杂事 本来都是他手底下的人操办 但是最近灵异这个名字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 进入他的耳朵里 甚至都有些如雷贯耳了 今天他必须要出面 跟这位新生说一下 他们的难处了 灵异也有些尴尬 那个 赵老师 我要是说是意外 你信吗 信 我信 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神削 从全世界各个角落 搜罗各种副本 将他们收纳 进副本圣所不容易 那是无数鲜卑的心血和付出 一旦副本没了 很多稀有的材料和装备 产出渠道 都没了 这些副本是我们神削的 立足之本所以 求求了 灵异同学 我刚刚跟几位领导商量过了 后续你要是缺什么 需要从副本中 获取的珍稀材料 请直接去找你们院长 或者来找我 你放心 神削会派遣一支 无比专业的副本 通关队伍 帮你获取那个材料 就不劳你亲自下本 去刷了灵异感觉 这位教导主任都快哭了 只能点头答应 有人免费 帮他刷副本 他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另外 那些日常刷经验 刷技能点 刷灵金矿和装备的副本 也请你呵护一下 我们走细水长流 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好吗 灵异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赵主任 我知道了 我后面一定注意 那就好 那就好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去领你的奖励吧 灵异走出教务大楼 挠了挠头 好像这一路走过来 的确有很多副本 没能逃过他的毒手 通关之后 副本都直接寄了 也怪不得神霄的高层 会约谈自己 自己是有钱科的了 很快灵异就来到了 宝物流通处 下到一楼 来到一个窗口前 同学 是爱兑换学分 还是领取奖励 领取奖励 灵异交出自己的学生卡 窗口的服务小妹刷了一下 然后惊讶到 恭喜啊 刷新了高男副本的 通关记录 这是你的奖励清单 你选一下要什么 我好申请发放流程 灵异面前出现的 灵精投影的奖励表单 灵异扫了一眼 发现高男副本刷新记录 得到的奖励 确实要更加丰厚 队长奖励 11200学分 二自选技能点 卷轴100点 或专精点卷轴50点 新号103自选属性 灵精10点 或突破魔精新号30灵异 第二个奖励的 技能点卷轴 和专精点卷轴 能够换成别的吗 小妹摇头不行的 同学 所有的奖励 都是固定的 技能点卷轴多好呀 很多学生最缺的 就是这个东西呢 没错 这东西 是别人最需要的 但是它最不需要的 不过稍加思索后 灵异知道自己 该怎么安排第二个奖励了 那第二项奖励 就选技能点卷轴 第三项选突破魔精 好的 稍等哦 这就帮你出库 不多时 灵异的奖励 就送到了她的手上 不过灵异却发现 奖励的总数 有些不对劲 首先是技能点卷轴 从10张变成了30张 突破魔精 也从30枚变成了75枚 柜台小妹 看到灵异的表情 忽然笑到树木 是对的 你应该是 通关这个副本的队长吧 在你来之前 你的小队队员就来过了 他们只是领取了 自己的学分奖励 剩下的其他奖励 他们说都话给你了 学分 对于大多数神肖学子来说 除了能在宝库兑换东西以外 更重要的是 需要积累足够的树木升学 学分总数不够的话 你甚至都没办法 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 更别提毕业了 其他奖励全留给灵异了 灵异点点头 灵走前问道 咱们神肖的物流集散中心 就在旁边是吧 小妹笑容依旧对的 出门之后 右手边的大楼 就是物流集散中心 收发来自其他地方的邮件和包裹 都在那里处理的 走出宝库流通处 灵异来到集散中心 同学 收件还是寄件 寄件 系什么东西 技能点卷轴 快递小哥一愣 这算是贵重物品 寄件费会贵一些哦 不过送达效率 也会更快 是道夫吗 灵异摇头不适 我出就行 好的 那麻烦填一下表格 灵精光屏出现一份表格 灵异拿出手机 查了一下消息记录 然后 在表格收获人的那一栏上 分别写上了两个名字 张山江雅 灵异没有忘记 当初刚刚觉醒转职 他在家憋大招 等挂机技能点的时候 试着两人上门给自己送不给 送技能点卷轴 当时 虽然张山芝 给了自己三点技能点卷轴 但那时他也只有 各位数技能点卷轴的情况下 愿意分自己一半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现在对自己来说 技能点卷轴 没什么用 灵异也不打算再转手卖掉了 就把这合计 三千点技能卷轴 分成两份 张山和江雅 一人一半吧 灵异付了快递费 还选的加急 应该要不了多久 两人就能收到 自己给他们送上的意外惊喜了 翁翁就在灵异走出 集散中心的下一刻 他口袋里的手机 再次震动了一下 打开之后 发现是南宫灵 给他发来的信息 刚刚下课 我听说 你已经升到B级 甚至顺手 还把圣索两层的一个 高男副本玩炸了 哈哈 不愧是你 跟着信息一起发过来的 还有一张可爱的 偷笑表情包 灵异满头黑线 这种事情 怎么传播得这么快啊 南宫灵甚至刚刚下课 就已经全都知道了 你四转需要的 另外一个材料 落日银鬼 在哪里产出 我也找到了 来任务中心一趟吧 我在这里等你 定位消息 请打开地图查看 南宫灵还贴心地 发了个定位 怕灵异不知道 任务中心在啊 灵异打开地图看了看 距离自己不算太远 立刻动身过去 路上 灵异意识 沉入自己的随身空间中 刚刚一直在忙事情 他都没有闲空 去看看之前 在沙海涡旋里 拿到的寂灭之手 到底是什么属性 寂灭之手类型 品级 装备等级 属性 一连串的问号 让灵异意识到 这是一件 需要鉴定的装备 迄今为止 灵异还从未见过这种 需要鉴定 才能够放出属性 和穿戴要求的装备 不过就算 灵异对装备的了解不多 他也能够猜得到 需要鉴定的装备 一般都不会差 灵异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小径 将寂灭之手 从随身空间里拿了出来 本来这件装备 如果要鉴定的话 灵异估计是要去找 孙大川这样的专职匠人的 但灵异拥有全知之眼 这个技能 不仅能够让灵异 看穿大部分伪装 看到别人的属性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鉴定装备 灵异聚精会神 注释寂灭之手 很快 一道提示矿出现 装备物品鉴定中 跟随提示款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段计时条 灵异估算了一下 计时条的速度 惊恶的发现 这装备 光是要鉴定出来 都需要花上两分钟的时间 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情况 这也侧面说明 这东西的品级 也许会超乎自己的想象 就在灵异 已经遥遥看到 神嚣任务中心大楼的时候 脑海里也终于传来了一道提示 恭喜你 装备寂灭之手 鉴定成功 本次鉴定 触发了全知之眼的特殊效果 该装备的品级提升一级 本次鉴定 触发了幸运鉴定效果 该装备 获得稀有特效减负 接连的提示 让灵异精神一振 最近自己这是怎么了 转运了 长久的非求生活 让灵异有些不习惯 自己最近的运气了 先是觉醒了 重力系这样的稀有职业系 现在鉴定装备 又触发了全知之眼 及小概率触发的 装备品级升阶效果 另外 鉴定结果也多了一个幸运加成 多了一条特效 灵异怀着欣喜的心情 意识沉入随身空间中 查看起这件装备的效果 寂灭之手类型 武器品级实施装备等级不限 可装备职业不限重量 15千克力量 加灵敏捷 加灵精神 加灵体质 加灵耐力 加灵物理攻击力 加灵魔法 攻击力 加灵耐久度 一千万一千特效减负 唯一特效源 能灌注员能灌注 该装备初始 拥有一个镶嵌插槽 插槽中仅可镶嵌技能 根据技能的等阶 专精程度 为本装备提供属性加成 等阶和专精程度越高 提供的加成越高 注意该装备 无法通过强化 增加属性值 强化等级达到10级后 解锁第二镶嵌插槽 后续强化等级 每增加5级 套时你获得唯一特殊技能弹指 三件套时你的弹指技能 伤害加成提高至001 四件套时你的弹指技能 伤害类型 变为本源伤害 五件套时你的弹指技能 伤害加成提高至01 且所有诸天寂灭套装装备的 可镶嵌插槽数加一 六件套时所有诸天寂灭套装的 组件装备品级上升至传说级 备注弹指一挥间 诸天寂灭 让灵异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年头 就连装备也能写小作文了 不过在通读一遍效果之后 灵异也震惊不已 这手套竟然不是防具 而是一件武器 还是所有职业都能够穿戴的武器 不过在看过套装效果 和装备唯一特效之后 灵异已经在心中狂喜不已了 大多数优良的装备 是能够镶嵌宝石 提供额外属性加成的 这算在装备附魔的大分类里 但原能灌注这个效果 让灵异竟然能够在这件装备上 镶嵌技能 这就有些夸张了 要知道 他目前最强的技能 可是到了静咒级啊 那么镶嵌一个静咒进去 能给这件装备 提供多少加成 想到这里 灵异心念一动 研究一番后 成功打开了寂灭之手的 初始自带的镶嵌插槽 点击插槽 一列列技能浮现 这些就是目前自己拥有的 所有主动技能了 没错 灵异发现 不能镶嵌被动技能 只能镶嵌主动技能 这估计跟套装效果 两件套给的那个技能 弹指有关 灵异拖动技能条 最后选定 雷神之怒这个技能 确认镶嵌 下一刻 随身空间内 整个寂灭之手上 都开始流转起 一道道刺目的电光 随后 电光消散 灵异再次查看 寂灭之手的基础属性 力量 加4999 敏捷加4999精神 加4999体质 加4999 耐力加4999物理攻击力 加9999魔法攻击力 加9999 这一排排四位数的数字 直接闪下了灵异的眼 灵异没有见过 顶级装备提供的属性加成 但是他感觉 此刻寂灭之手 给他提供的属性加成 无愧于他的史诗品级 甚至让灵异都感觉 这属性给的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5000点的五大主属性 和1万的双弓加成 禁救之列 恐不如斯灵异 又将插槽里镶嵌的技能 换成火系静咒 八荒天雨 整只寂灭手套 燃起炽烈的火光 火光消散后 灵异发现员 能灌注提供的属性加成 跟镶嵌雷神之怒的时候 没有任何区别 看来这就是镶嵌 九阶灵专精技能 提供的属性加成了 那么 简附这个稀有特效 是什么效果 灵异凝视寂灭之手上的 简附特效 下一刻 全只只眼就传来了一条提示 简附仅会出现在 套装装备部件上 穿戴该装备时 使激活套装效果的 组件需求 减少一件 灵异眼前一亮 卧槽 诸天忌灭套装效果 是两件套 就开始生效了 在有了简附词条之后 岂不是等于 自己只要穿上 这件忌灭之手 就直接激活 两件套效果了 灵异当下 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 反正 是他正大光明 从副本里刷到的装备 灵缘够 那也是够 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忌灭之手套在右手上 灵异五指指尖 传来一阵阵 冰凉酥麻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毕竟镶嵌的是雷系静咒 带点电 也是正常情况 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灵异发现 他的属性 再次暴增一大减 尤其是生命值这一栏 直接从十一万 暴增到四十六万 原因无他 寂灭之手 给的五千点体质加成 在他三转的属性加成影响下 已经满足 不朽果实要求的十万点 额外生命值要求了 生命值上限翻倍的效果触法 让灵异直接变成 法师中的纠集血牛 这个血量 就算大多数四五转的防护系职业 都望尘莫及 而精神属性的暴增 也让他的蓝量 突破到了一个 他此前从未想过的阶段百万级 魔力潮汐给的法力值上限 翻倍效果太恐怖了 也就是此前灵异没有什么好的装备 导致在属性这一块 他欠缺的始终很多 现在属性弥补了一大波 再算上 他这种逆天被动的加成 自然蓝量会比血量更高 百万级的法力值 就意味着 灵异现在 不需要囤积免费施法层数 也能够凭借自己的法力值 释放禁咒了 这是质的飞跃 属性暴增的同时 灵异发现自己的魔法攻击力 也从原来的几千点 突破到三万多点 雷系的所有技能 吃魔攻加成比较高 灵异对比了一下 就以雷神之怒这个禁咒来说 在虫群之心 面对伊克斯时 他一个禁咒 累计造成了两三个亿的雷电伤害 而现在 拥有寂灭之首后 灵异再次使用雷神之怒的话 第一段雷枪 从天插下的伤害 就已经破亿了 后续上百次 惊听雷爆的多段伤害 累计起来 也有三十多亿的伤害 至于最后爆炸 和叠加印记的爆发伤害 灵异都不敢想 可以说 一件装备 五千多的属性 让他目前的伤害暴增 接近百倍 怪不得怪不得装备 会是职业者四大象中 紧紧排在等级之后的东西 终究是之前 永恒安息这个套装 给的属性太少了 没让自己尝到甜头 原先全屏高阶技能 自带的伤害 初始直在面对各种BSS 伊克斯能一指灭结件 杀害一技中的杀虫 吃自己一发满的神火天真 也能残血不死 就是因为伤害不太够了 你现在复活伊克斯 让他来试试 还能不能接住 灵异的八阶紫消结件 答案是肯定不能 甚至还要重伤 灵异打开技能栏 在通用技能栏里 找到了因为触发套装效果 而得到的新技能弹指 弹指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通用戏 消耗无音畅时间 无冷却时间无效果 打出一个响指 对你选定的目标造成伤害 造成的伤害数值 取决于所有镶嵌在源 能灌注插槽中的技能伤害总和 当前伤害比例0001 造成的伤害类型 取决于你镶嵌在源 能灌注插槽中技能的伤害类型 如果存在多个 不同伤害类型的技能 总是会选取 能够对目标造成 最高伤害的那个类型适用 同时生效 在选择多目标生效时 造成的伤害 将被军摊指所有目标 且造成的伤害类型 将依据不同目标的抗性 择优选择 该技能无法升剑 无法专精 在脱下诸天际面套装后 该技能失效 看完技能 灵异感觉自己 貌似拿了个不得了的技能 弹指与其说是技能 不如说 更像是游戏中的普通攻击 它没有消耗 没有独条时间 没有冷却 最逆天的是 弹指造成的伤害多寡 完全取决于 镶嵌在诸天际面 套装装备上 那些技能的伤害总和 虽然目前的比率 只有十万分之一 只能用来轻杂 或是出其不意 依靠没有弹道 瞬间造成伤害的机制偷袭 但是当套装 凑齐更多件 这个比率会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 镶嵌的技能数量 也会水涨船高 可以预见的是 后续只要自己凑齐套装 并且镶嵌的技能够多 一个弹指 这套装备 真的太适合自己了 甚至这套装备 给其他人获得 感觉也就一般 甚至大多数职业者 会觉得垃圾 不过这也是好事 别人认为垃圾 自己就更好收购 后续要多注意一下 其他套装组件的获取了 嗯 还有 等沙海淘金这个副本 修复完毕 还得重新进去一次 沙海涡旋底部的 两件金色宝藏 寂寐之手都如此离谱 另一个名叫 太初之火种的东西 应该也很逆天才对 此刻 桑尼斯兴建上 杀倒王罗杰打了的寒战 他不由地抱住了怀中 刚刚从涡旋底部 打捞出来的玻璃瓶 瓶中有一束金色的火焰 在不断燃烧着 总有刁民 想偷本王的宝贝 走进任务大厅 灵异立刻就看到 南宫灵就在不远处 朝自己招手 他身边还站着一位 气质阴朗 一身黑衣的蒙面人 赫然是之前 在重群之心赴本门口 有过一面之缘的 收拾人队长罗霄 来了来了 罗队长 你的这个任务 挂在任务大厅里 也有一段时间了 没想到最后接下 这个任务的是他吧 南宫灵笑道 罗霄看到灵异 明显双眼 绽放出了一丝惊气 灵异同学 我们又见面了 他伸出手 灵异也伸出手 跟他握了一下 嗯 依旧感受不到活人的温度 像是在跟一具尸体握手一样 最近 都在忙着转职的事 还没有闲空去你那座座 罗霄摇摇头 没事 我们那阴气重 大多数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呢 只不过没想到 缘分还是让我们再次见面了 南宫灵看到两人寒暄完毕 事实插话道 灵异学地 你四转任务 需要的落日引鬼 就在任务大厅里 一直挂着 前段时间 我无意间看到 但却没有记住 好了 剩下有关任务细节的部分 还是让罗队长跟你说吧 罗霄点点头 看向灵异 用低沉的声音 开口到我长话短说 事情的起因 大概是半个月前 驻扎在我们大厦 南江省的某个边防营地 向大厦职业者联军 南部指挥部 发来求援信息 求援信息 显示是边境线上的 咖喱国职业者作乱 那片区域长年来 都有无数邻国 喜欢搞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收到求援请求后 南部指挥部 派遣了一支千人部队 前往石原 然而 半天后 增援部队与边防营地驻军 全都失联了 后续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展开调查 发现原来的边防营地处 出现了降渊入侵的迹象 一个新的降渊 零层副本 在那里诞生了 驻军和增援部队 全都被降渊副本 喷发而出的 深渊能量杀死了 现场失衡遍野 咱们神嚣高层 得知出现了新的降渊 零层副本 并且还可能拥有 绝灭难度一以上之后 为了弥补重群之心 这个降渊副本的空缺 立刻就派了几位 研究副本移植的专家 前往回收这个副本 随行的 还有我手底下的 十多个精英 灵异听到这里 疑惑到这种事情 也要你们收拾人参与吗 罗霄和南宫灵相饰演 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 最后还是罗霄低声道灵异同学 再不了解我们的人眼里 我们的职责是收拾 但实际上 我们是神嚣案地里的 情报部门 你可以理解为是 归属于学院高层 直属管辖的特勤部门 伪装 渗透 刺杀 保镖 搜集情报 其实都是我们的职责 灵异闻言 很快点了点头 一个组织有光鲜的 上得了台面的部分 就肯定要有见不了光的部分 就像木叶的暗部和根一样 明面上 收拾人看起来 只是去收敛尸骨 处理善后工作 但实际上 既然是这个情况 那后来呢 罗霄面色一寒 冷声到这次事件的复杂程度 超出了我先前的预估 目前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们完全不得而知 因为我派出去 负责暗中护卫神霄副本 回收小队的人 也一样失联了 现在我们可能真的 要给我们自己的人收尸了 南宫里也开口道 咱们神霄负责回收 和移植这类降渊副本的人员 放眼全球 也是最专业的 并且这一次 还有收拾人队伍派出的精英特勤人员 从旁协助和保护 最后还是失联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降渊能量喷发 能够解释的 一定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暗中力量 在影响这一切 边境线上 环境复杂 境外试炼 降渊能量泄露 以及目前尚未浮出水面的 第三只手灵异光 是听完罗霄目前为止的叙述 都感觉不安因素 已经叠满了 我们现在人手极度不足 但是派出去的专家们 更是咱们神霄无比宝贵的财富 必须要尽力挽救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所以 大概五天前 我就在任务中心 发布了一个B级任务 任务目标 就是调查这次事件 并且营救失联人员 如果失联人员 都已经身亡 那还要完成收拾工作 这任务情况太复杂了 大部分接下这个任务的人 在了解任务细节后 都选择拒绝了 今天早上 我们把这个任务难度 上调到A级 任务类型 也从独享任务 转换成联合任务了 与此同时 任务奖励也提高了很多 罗霄说话间 从怀里取出一枚 秀迹斑斑的银色圆盘 这正是零一四转 所需求的落日银鬼 零一同学 你的四转任务 是否只差这个材料了 如果只差这个材料的话 我可以在你接下这个任务之后 直接提前给你预知这个奖励 毕竟 你能够完成四转 对完成这个任务 也有更大的注意 灵异文言 摇了摇头没 我还差通关一次 响约五层副本 才能完成四转 就没必要提前预知奖励了 罗队长 你的这个A级任务 我接下了 罗霄眉眼中 多出一丝喜色 由你加入 我就放心了 南宫领补冲道 这个任务 再转换成联合任务后 咱们大厦前五的 各大职业者学府任务中心 都同时发布了这个任务 迄今为止 咱们神肖选择做这个任务的人 几乎没有 但其他几个院校 已经有不少人 接下这个任务了 但是 罗队长一直不太放心 那些其他院校的人 现在 好在你赶在这个任务的 最后接取期限前 确认接取了 灵异心中一动 联合任务 嗯 各大学府都有任务中心 这些任务其实说白了 就是给各大学府的学子们 成长历练的 毕竟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洗礼 终究只是温室里的花朵罢了 男公灵带着灵异 来到任务中心的前台 办理了接取任务的相关手续 灵异学店 A级以上的任务 一旦接取下来 在完成前 是不允许放弃的 任务判定失败的程序和流程 也很严苛 只有切实证明 这个任务 是你真的无法完成的 才会取消 并且 就算是因为这个原因取消的 也会有相关的处罚制度 因为A级以上难度的任务 大多都是有紧急时效性的 错过了时间 占用了别人接取任务的资源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灵异点头 这个道理他明白 只不过就在灵异接下任务之后 他发现 站在他身旁的男公灵 竟然也拿出自己的学生证 一通操作之后 同样接下了这个任务 男公灵双手抱胸 做出一个自信的表情 咱们院长不太放心 你一个人 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所以 就派你学姐我一路上跟着你 为你保驾护航了 罗霄罕见的轻笑一声 真的吗 看得出 他和男公灵此前就认识 并且似乎关系还不错 男公灵对 罗霄翻了个白眼 然后 看向灵异询问的表情 才无奈地吐了吐舌 都好了好了 是因为最近神霄的课态 枯燥乏味了 我不想继续在学院里待下去了 就去求若西院长 让我陪同 你做这个任务 想出去转转 行了吧 灵异学店 这次联合任务 你作为神霄派出来的精英学员 自然是这次任务小队的队长 名义上 我只是你的队员 不过 我也答应若西院长了 不道非不得已 我是不会出手的哦 你就当我是你的滑水队员 腿毛挂剑吧 哈哈 罗霄看到 两人都接下任务 开口到好了 算上你们两人 小队已经成行了 你们这次任务的队伍 一共十人 已经约好明天早上八点 在南江省的天河市碰头了 队伍的其他成员 今天就已经提前出发了 我们神霄的舰船 目前飞行的轨迹 就是在一路向着西南前进 明天凌晨 应该就飞到天河上空了 到时候 你们直接降落就可以了 我就提前祝你们任务顺利 凯旋归了 罗霄说完 对灵异和南宫灵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任务大厅 南宫灵也对灵异到学地 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 还是这么危险的A级任务 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 比起副本里的怪物 更可怕的是人心 明天早上六点 校门口见了 灵异点点头 告别南宫灵之后 灵异思索片刻 掏出手机 给通讯录里的孙大川 发过去一条信息 孙学长 有空吗 有了重群之心 跟伊克斯一战 差点翻车的先例后 灵异很赞同南宫灵的观点 狮子伯托 意尽全力 他准备趁着还有点时间 准备的当下 再拉一拉自己的站立 首先 就是寂灭之手 这件装备的强化 只要强化到加时 就能够额外解锁一个 怎么了 老弟 很快 孙大川那边 发了条语音过来 也没什么 就是我刚刚刷到一件装备 想请学长帮忙强化一下 需要的材料 还有辛苦费要多少 咱俩谁跟谁啊 哈哈 老弟你过来就行了 我在池油学院东区 某某孙大川之前 就跟灵异说过 他不识字 自然也不会打字 所以 更别提发定位信息了 他语音说了一大串地址 加上他的口音 灵异花了不少时间 才在地图上 找到孙大川所说的位置 顺着地图 走到池油学院的院门前 灵异拿出学生证 递给池油学院的门卫 门卫刷完卡之后 看向灵异 带上了一丝玩味的表情 小伙子 胆子很大啊 我敬佩你的勇气 进去吧 灵异对着门卫大叔的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啥意思啊 直到灵异走进池油学院的园区 才理解那门卫大叔的意思 站住那个法师 说的就是 你你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敢这么大摇大摆的 进我们池油学院找死呢妈的 群情激愤地指着自己破口大骂 只不过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样貌之后 瞬间表情就精彩万分了 卧槽 怎么是她 那是灵异吧 叙叙叙别说她的名字啊 走走走 别看她的眼见 你马 死神来了 惹不起惹不起 开溜 最搞笑的是 灵异看到 刚才叫得最大声 嗓门最大的那个人 竟然一缩脖子 瞬间拔腿就跑 排在人群后面的 更是慌不择路 一时间 刚刚还扬言要一群人 PTA灵异一个的 吃油学院学生们 全都跑没影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 呆头呆脑的一年级生 还哽着脖子红着脸 怒视灵异 还好跟她认识的一人够兄弟 看到她还在原地 呲牙咧嘴 立马跑回来 扯着她衣领就跑 一边跑孩一边 拍着她的脑袋 找死 找死 找死是不是 灵异你他妈都敢惹 你死定了 她很记仇的 明天做好被她挑战的准备吧 哦 差点忘了 你个一级平级的菜鸡 根本就不在她的射程范围内 算你走运 看着渐行渐远的两人 灵异哭笑不得 鬼知道她在论坛上 已经被妖魔化到什么地步了 之后灵异的路 要顺畅许多 她能够感受到 两边吃油学院宿舍门后 无数双偷偷注视她的眼睛 但是一路上 再也没有人敢拦在她面前了 这就是职业者生态圈啊 弱肉强食 强者为王 顺着地图导航 灵异很快抵达目的地 抬眼看去 就看到一座形似锅炉的 巨大黑色建筑物 出现在眼前 顺着窗口望进去 还偶尔能够看到 几缕红色的火苗 铁锤敲击在断缸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大门门头上 还写着几个大字神断局 门外排着长龙 灵异一眼望过去 估算不下百人 除此以外 还有几个披着汉金的人 在奋力吆喝 好不热闹 瞧一瞧 看一看了呀 修理装备了呀 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不修好不要钱 今日孙大师坐镇 我局特此推出强化包上 加十套餐 不要九百九十八 不要六百四十八 只要三百二十八了呀 需要强化装备的 请走特殊通道 灵异看了下 门口的确是有两条排队的通道 只不过大部分人 都是来修理装备的 强化装备的 是少数中的少数 是由学院的大部分学生 都是战士和骑士职业者 这类近战职业武器 耐久度的耗损 自然是极快的 毕竟杀怪 都是要一刀一剑猛砍猛劈的 所以即使神霄武院 都有神断局存在 但只有吃游学院的最热闹 灵异走到强化装备的入口 这位爷 强化装备吗 里边请 要不要试试 我们的强化包上 加十套餐 由咱们神霄最强工匠孙大师 亲手操刀 不上全额退款 今日优惠价 只要三百二十八 灵异一愣三百二十八大下币 还是什么 披着汉金的接待小四月 到同学说笑了 三百二十八大下币 能买什么呀 当然是三百二十八没上 等灵精原矿了 灵异皱眉 灵精原矿 这是什么东西 是货币的一种吗 怎么都没听说过 不过没让灵异等太久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灵老弟 你来了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来来来 快进来 孙大川小跑过来 在那小丝震惊的目光中 拉住灵异的手 灵异跟着孙大川 走到神断局测室 才发现 这里空间也不小 数百平米的大空间里 燥热无比 三个巨大的断炉 喷吐着火舌 旁边还有无数赤裸上身 灰汗如雨的铁匠 再悄悄打打 强化装备是吧 交给我就行 孙大川领着灵异 来到一处断炉旁坐下 对灵异开口道 灵异也点点头 将祭灭之手 从随身空间里取了出来 递给孙大川 孙大川接过这件装备 有些惊讶到货 是师级的 还是武器 还是老弟你有本事 已经用上这种品级的武器了 不过 你这装备属性和特效好乖啊 怎么是这样 真的适合你吗 要是不适合 我这还有我自己之前 练手打造出来的几套 灰月级的法式套装 老弟你拿去用呗 灵异摇头笑道孙哥 这个的确很适合我 我今天来 是想让你把它强化到加时 需要什么材料 强化费需要多少 孙大川瞥了灵异一眼 有些不悦 我都说了 你以后这种事 直接找我就行 别谈什么费用哦 伤我们兄弟的感情 至于材料嘛 嘿嘿 别的铁匠帮你强化到加时 怎么也要消耗七八十个上 等灵近圆框的 但是我不需要 说话间 孙大川从旁边的工具架上 拿起一柄深青色的断锤 将寂灭之手放在断台上 以灵异目瞪口呆的速度 开始高频率敲打起来 随着孙大川的不断敲打 一道道金光 不断在寂灭之手上闪现 十多秒过去 灵异通过全只之眼就能看到 他的寂灭之手 已经被强化到加时了 好快 好稳 而且一气呵成 根本连一次失败都没有 灵异可是听说过 在强化到加七之后 再次强化 就有几率失败了 失败之后 轻则强化等级会下降 重则装备受损 提供的属性和特效 大打折扣 我的职业特性 让我强化到加时 不需要消耗任何材料 并且百分百成功 哦弟 你要是信得过我 今天就先把这件装备 放在我这 我看你这装备特效 需要加十五才能解锁第三个插槽吧 我给你墙上加十五 放心 在我这 加十五也是必成的 只不过要花些时间和精力 至于强化到加二十 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我目前也在研究必成攻略 等我成了之后 再给你弄吧 灵异心中震撼 卧槽 加十五也是必成 有点夸张了 老铁 灵异点点头呢 麻烦孙哥了 我当然相信你 孙大川笑道 大概要弄四个小时左右 四个小时之后 你来去 严毕 他就开始了眼花缭乱的操作 灵异在一旁 只是看了一会 就深觉老祖宗说过的一句话 果然成不起我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再跟装备相关的领域 孙大川真是专业的不行 孙大川是真把灵异当兄弟 一方面是两人在副本里 怎么也算是生死之交了 孙大川知道 不是灵异 他那次降约零层副本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虽然他耐揍 凭借百炼之躯 那些虫子 还真杀不了他 但他也绝无可能通关副本 说不定一生都要被困在那个副本里了 所以 他多少有些感激灵异的 另一方面 他跟灵异组队通关重群之心 虽然按照贡献度 他的通关评价 没达到SSS级 但怎么说 也混到了一个SS级的评级 这直接给了他一个SS级的天赋奖励 对他的职业来说 同样很关键 再加上 孙大川只是外表粗犷 实际 也是心细如发的人 身为两年级生 自然知道一个好的副本队伍 是多么重要 肯定也是要组建属于他自己的副本小队的 他孙大川 也想占有一席之地 毕竟他也需要升级才能变强 灵异暂别孙大川 走出锻造室 迎着无数人羡慕的目光 灵异找到之前接待他的那个小厮 这位同学 对对不起啊 刚才我不知道 你跟孙大师他这人 还以为灵异是来找他心事问罪的 紧张无比 灵异却摇头道 没什么 你别放在心上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们这如果是包上十五强化的套餐 需要多少上等灵津原矿 那那是需需要预约的 价格的话 是2999 灵异点点头 最后问道 这个上等灵津原矿 如何获得 为什么会被你们用作通用货币 小思愣住了 因为灵异问的 是一个非常粗浅的常识问题 不过他还是如实回答道 当然是副本圣所出产啊 副本圣所里面 有一类副本 能够开采灵津矿卖 你看看 咱们现在哪里都需要灵津 所以这些矿卖出产的灵津原矿 就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需要的重要资源 矿卖中出产的灵津原石 按照杂质含量 以及其中灵能的多寡 被划分成特上中下四的等级 大部分从咱们神销副本里产出的原石 都是中等灵津原石 少部分是上等灵津原石 这些原石学院官方 都有统一的回收渠道 可以按照一定比例 转换成学分 不过每月能转化学分的数目 是有上限的 除此以外 也可以直接转换成大下壁 对那些家境不算特别好的学生来说 灵津矿卖副本 就是他们的搬砖副本 以此来挣钱补贴家用的 因为能够转换学分的特性 并且是学府官方 允许彼此交易的东西 所以自然而然的 在学生之间 上等灵津原石 就成了一种 能够彼此交易的货币了 我们这里收取灵津原石 还有一个原因是 大部分装备打造和强化 灵津原石也是核心材料 灵异文言 算是完全明白了 好家伙 副本圣所里面 竟然还有这种挖掘资源的副本 也不怪之前南宫灵没跟自己说 因为在他想来 自己肯定不缺钱吧 把副本次数 用在刷经验 装备合技能点上 才是他们这些精英学员 会考虑的事情 灵异谢过这小思 走出神断局 直奔副本圣所 他感谢孙大川 帮他强化装备 但是总不可能连强化装备 需要的材料 也就是灵津原石 都要他出 反正现在自己经验值应该不缺 技能点和专经点 也不用刷 这两个小时间 就去看看这个 能赚钱的副本吧 抵达副本圣所 灵异看了下圣所内部的指引标识 很快就找到了对应副本 灵津矿卖副本 比尔马克帝国采矿场副一层 产出下等灵津原石大概率 中等灵津原石 小盖帅滴水蚂蚁洞副二层 产出中等灵津原石大概率 上等灵津原石 小盖帅的渊之口 副三层 产出中等灵津原石大概率 上等灵津原石中等概率 作为资源类副本 神霄也仅仅移植了三个 能够出产灵津原石的矿脉副本 突出一个有就行了 毕竟真正的灵津产出大头 还是蓝星上各国发现的大矿脉 副本里产出的 都是小打小闹 灵异走上副本二层 很快就找到了滴水蚂蚁洞 这个副本的入口 没想到副本门口的人 还是络绎不绝的 这类副本不难 以神霄学子的资质来说 基本上都能轻松单刷 果然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不缺钱的人啊 估计南宫灵家境肯定不错 不然 也不会完全不提这类副本的存在 灵异在晋级B级之后 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 从十次增长到二十次 算上之前因为打赌得到的 每天额外十次 他现在每日的副本次数 已经比起他在即时 翻了三倍 除此以外 柯梦源 以及其他三个射恐患者 给他送的副本次数 也是额外的 每天六十次 也就是说 灵异目前 一天能进入副本九十次 这些次数 要是今天不刷 是会折损一半 剩下的另一半 才会添加到第二天的入场次数中的 还好今天还有时间刷副本 没有过多犹豫 灵异一步 迈入副本之中 下一刻 灵异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 已然身处一个巨大的溶洞之中 滴答滴答 额头和脸颊 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抬头看去 灵异就看到 洞顶悬挂着无数种乳食 正在不断滴落浑浊的白色液体 环视一周 灵异发现自己所在的 这个洞穴四壁上 嵌着无数闪烁着乳白色光云的晶体 这些灵精原况 看品相就有些浑浊 明显纯度不高 除此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大大小小 无数个漆黑的洞口 通向其他地方 嘶嘶嘶一阵 稀稀疏的声音响起 洞穴里光 找条件极差 好在有全只之眼 灵异能够看到 无数漆黑的洞口处 都有好几只体型 足有牛犊大小 头部长着聚前的红色蚂蚁 再不断爬洞 这些蚂蚁口部的聚前 只需要轻轻一合 瞬间洞壁上的那些灵精原况 就会被它们连根剪断 然后 它们再用两只 恐无有力的前只 取着灵精原况 爬进黑暗的洞穴中 这些蚂蚁 竟然也学会了 开采灵精原石 通过全只之眼 灵异发现这些蚂蚁的 位格都不高 最高也只是精英级而已 血量和防御抗性 也是很低的 可以说 想杀掉这些怪物 并不是这类 刷资源的副本的难点 真正的难点在于 这类副本 是有入场时间的 比如 灵异就收到了提示 告知它在这个副本中 停留的时间 仅有15分钟 如何在15分钟内 挖掘更多的灵精原石 才是真正的难点 好在这对灵异来说 很好解决 它在看到这些蚂蚁 也会采觉灵精原石之后 立刻就想到了一个点子 轰 一发火球飞出 轰在那几只蚂蚁身边 火光运发 几只蚂蚁瞬间毙命 只留下焦黑的尸体 下一刻 灵异出现 它眸中紫光闪动 几只蚂蚁 被它利用死灵魔法 附生了起来 随后 灵异利用霹雳一闪 和驯风一闪 以及疾风之翼 几个卫移技能 在四通八达的 滴水蚂蚁洞中 大肆屠戮这些蚂蚁 然后 由灵异将其转化成 死灵召唤物 与此同时 这些死灵蚂蚁 又被灵异派出去 残杀他们的同类 不消多时 灵异手下就多出了一只 数量破千的死灵蚂蚁军团 同时 借助灵异异那边 通过搜回蚂蚁 传回来的信息 灵异也成功找到了 滴水蚂蚁洞的最深处 也就是以后的房间 这里堆积着 橙山的灵精原矿 复活以后 整个滴水蚂蚁洞中的蚁群 彻底听命于灵异 浩浩荡荡的开采工作开始了 这些蚂蚁不知疲倦 不会饥饿 任劳任怨 十分钟的全力开采 算上以后之前 吃剩下的灵精原石 灵异走出滴水蚂蚁洞副本时 随身空间里的灵精原石总数 数以百计 与此同时 整个副本的死灵蚂蚁 也被他收到了死灵空间中 再次进入副本 这一支死灵蚂蚁军团 全然没有去管 本身副本中的那些同类 只是全力开采灵精矿满 而灵异也轻车熟路 在去过一次以后的房间后 他甚至能够做到 一个霹雳一闪 就直接闪现到以后的面前 然后给他一个痛快 将他房间里的灵精原石 搜刮一空 四个小时的时间 很快过去 灵异刷到后面 甚至 每一等副本的倒计时结束 就已经出来了 因为整个副本内的原石 都被他完全开采完毕了 三四分钟一趟副本 轻松愉快 不过这种刷资源的副本 突出一个枯燥无味 四个小时 接近七八十次的副本之旅 灵异感觉都快刷吐了 好在 随身空间里装着的 满满当当的灵精原石 在告诉他 这四个小时 他没白费 甚至他的四个小时 能顶得上别人 泡在这副本一个礼拜的收获 还要多 马上搞定了 奥地 来取你的装备吧 收到孙大川的信息 灵异 没有直接去神断局 而是又去了一趟神霄宝库流通处 灵精回收处 也在这里 当负责回收灵精的小妹 看到灵异从随身空间里 整整倒出了五堆小山一般 闪烁着白色光泽的灵精原石后 他震撼了 一起震撼的 还有其他跟灵异一样 前来回收灵精的神霄学子 兄弟 你是借过毒 卧槽 纠集囤囤属 囤了这么多才来话 怎么忍得住的 我胡某愿称 你为神霄搬砖网 灵异心中好笑 要是让这些人知道 这不是他囤的 只是一个下午刷的 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何感想 等一下 你是灵异 卧槽 是灵异 真是他 啊 蓝火死神 也要搬砖的吗 忽然感觉他没有这么可怖了 我听说他出生跟咱们一样 也是普通人家 果然牛逼的人 做什么都牛逼 他搬砖的效率 肯定也很高吧 废话 他有死灵系技能啊 死灵系 召唤系职业者 都是先天搬砖圣体 无数人议论纷纷 回收处的工作人员 也是嘖嘖撑起 同学 你是要兑换学分 还是兑换大下币 学分的话 这些已经超出你本月 能够兑换的上限了 灵异学分是怎么兑换的 上限是多少 十块中等灵晶元石 能够兑换一块上等灵晶元石 一块上等灵晶元石 等额兑换一点学分 每月通过回收上等灵晶元石 得到的学分上限 是500点 零一点点头 那麻烦 你先帮我把所有 中等灵晶元石 换成上等 我看看 总数有多少吧 好的 很快 就有几人将灵异 刷到的这些灵晶元石 进行入库 并直接给出了统计 灵异同学 这里一共有 29117块中等灵晶元石 相当于 29117块高等元石 算上你本身就有的 高等元石 给你抹个零 一共是3689块 灵异成音片刻 开口道 其中的2000块元石 我要留账 另外的1689块元石 全部兑换成大下币吧 500学分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每月币换的东西 但是 灵异赚学分的途径太多了 也不稀罕这500 他选择全都换成大下币 小妹笑着点头道 每块上等灵晶元石 按照目前大下行情的回收价 是23486一块 一共是396万 67854大下币 请您何对下呢 灵异心中一惊 卧槽 一块上等元石的市价 是2000多块吗 自己老爹 曾经也是下矿的 他累死累活一个月 也就拿个1万出头的工资 现在看来 那矿产公司的老总 估计赚妈了 果然这些资本家 都该被挂在路灯上 不过职业者是真的能赚钱 想想自己四个小时 就赚了接近400万 灵异还是觉得有些梦幻 如果算上那些被他省下来 准备给孙大川的元石 这下午半天 他血赚将近千万 走出宝库流通处 灵异手机也收到了转账通知 此刻他的存款余额 正式突破千万级别 忽然感觉花个十多万 买一次挂机奖励 也不是那么贵了 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 爽 既然自己的武器也加十五成功了 就意味着祭灭之手 开启三个插槽了 原本仅仅可以镶嵌 一个静咒的武器 现在能够镶嵌三个静咒 而自己目前仅有两个静咒 也是时候 再加一个静咒出来了 稍等 马上就好 现在是加十五的最后阶段 孙大川双眼一动不动地 注视着断炉里的祭灭手套 对灵异说道 灵异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 心中也有些感动 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孙大川亏了 对了 刚才忘记问你 要你的防具和首饰了 我顺手就帮你把防具首饰一起强化了 男星职业者能够穿戴的装备 一共有十二件 武器一件 防具五件 首饰四件耳环 项链 戒指X2 回张两枚 这些装备都能够强化 自然孙大川打算顺手 就帮灵异全身加十算了 灵异有些尴尬 他现在身上穿着的 还是白荆棘的永恒安息套装呢 白荆棘都没资格被强化 嗨嗨 不用了 因为其他的装备 我还没来得及去刷灵异 感觉最近真特么是太忙了 他本来提前来神啸报道 就是打算刷完祥渊副本 就休息白烂的 谁知道 连续的三转四转 让他连轴转到了现在 他也开始卷起来了 灵异痛定思痛 等这次任务做完回来 一定要休息一段时间 说什么也不卷了 但是目前 这个具有一定危险性的A级任务 就摆在眼前 灵异才会着急拉一拉站立 孙大川文言 也没有意外 想要刷到一套合适的装备 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你身上穿着的 应该是过度吧 那的确没必要强化了 等你刷到一套了 就来找我 孙大川将寂灭手套 从断炉中取出 放入冷却脆火的特殊液体中 滋滋滋大量水雾蒸腾间 灵异看到一道灿烂的精华亮起 让整个锻造间 看起来都金碧辉煌起来 好了 拿去吧 完全冷却之后 孙大川将强化好的寂灭手套 还给灵异 灵异看了眼 的确已经成功 强化到加十五了 并且 插槽也开启了三个 多谢了 孙哥 强化到加十五 花了多少零金原石啊 这些材料 我不可能让你白出的 孙大川白白手 也就六七百吧 我手一好 材料耗损手 这点小材料 就没必要计较了 好家伙 大孙强化加十五 只要六七百的上等零金原石 神断局的伙计 开口就是两千九百九十九 果然这里面的利润空间 还是巨大的 不过 灵异反而觉得 如果加十五是必成的话 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上等零金 还真是良心价了 眼看着孙大川 不打算要自己给的零金原石 并且还要急眼 灵异值得作罢 又跟孙大川聊了几句 再次表示感谢后 灵异走出锻造间 找到之前那小司 悄悄给他塞了两千块上等零金原石 宁宁这是 这是给你们孙大师的 但是你别说是我给的 你就说是 今天某个来找他强化装备的人 额外打赏的 哎 好 小司的脸垮了下来 在某个瞬间 他还以为 这是灵异给他的打赏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不过下一刻 灵异却又拿出了十块上等零金原石 塞到他手中 倒这算是给你的小费 我跟孙大师的关系不错 要是让我知道 他最后没收到那两千原石 或是数目有刻扣 你知道后果 小司闻言 心中一寒 他刚才还争起了一些小心思 但是 被灵异塞了小费 又敲打一番后 他立刻点头如捣算 离开神断局 回到自己的住处 天已经黑了 有些乏了 灵异 也懒得再出门了 腹中饥饿 他用手机从神肖的餐厅那边 点了份外卖 不多时 外卖送到 灵异风卷残云 填饱肚子 开始算起了账 现在 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 能够源源不断获取大量大下币的方法 就没有必要 继续扣扣搜搜了 该花就花了 没了再赚 自己购买一次挂机奖励 算上蓝若西的 BUFF以及称号加成 能够得到10万0224点技能点 在考虑十连购买的情况下 会多送一天 也就是110万2464点技能点 这已经足够 他将一个技能 从8接升级到尽咒了 不过多次购买 大下币是一次递增的 花费的大下币 是189万多 嗯 按照这个递增模式来看 30连买 也就花个接近600万左右的大下币 但他能够得到300多万的技能点 自己现在1100多万的大下币余额 大概够他买至少50次的技能点 够了 绰绰有余 那么现在应该思考的是 加什么技能 灵异首先看向几个被动技能 作为自己战力目前的构成核心 顺发施法 灵异现在觉得无比重要 在真正的实战战斗中 多一秒的独挑 晚一步的出手 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那么圣灵勇畅 肯定是要加到尽咒的了 法力潮汐呢 灵异扪心自问 在得到祭灭之手 拥有大量属性加成之后 其实他目前的蓝梁 其实 已经足够他完整释放一个尽咒了 甚至在镶嵌三个静咒技能的情况下 自己的蓝量 会突破二百万大关 算上节省蓝耗的效果 都足够他释放三个静咒技能了 而他只需要开启高潮状态 间隔数秒 就又能够回复百万级的法力值 嗯 这个先放一放吧 元素吸收 保命技能 但是目前灵异认为自己的保命手段 在拥有不朽果实之后 其实已经很多了 也缓缓吧 元素升克 这是一个最终加上技能 现在还只有一剑 那先加到八阶看看 被动技能过完 灵异看向他目前已经掌握的六系法术 火雷双系已经静咒 不用看了 风系之加到了七阶 可以考虑灼情加到八阶看看提升 还是算了 目前风系真没太多用武之地 兵系的静咒 估计也是以控制为主 所以还是看看远处的死灵系和重力系吧 最终 灵异做出了决定 不管怎么样 先克金吧 三十连买砸下来 灵异的资产 少了五百八十四万 与此同时 技能点余额 暴增到接近四百万 打开技能栏 选择圣灵勇畅 升阶加点 提升被动技能 圣灵勇畅至九阶 需要一百万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升级 消耗一百万技能点 你的被动技能 圣灵勇畅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的 被动技能天兽真言 天兽真言类型被动技能等 接九阶系别通用戏效果 你对魔法的认知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魔法的真理 无尽的知识 在你的脑海中宛如天兽 当你释放八阶以下的魔法时 念所至 法即成 当你释放九阶以上的魔法时 该法术所需要吟唱的咒语 以真言代替 备注万法以通 大道将成 快速吟唱这个被动技能 升到九阶以后 效果反而变得朴素了起来 甚至光看技能解释 都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 不过就在灵异 获得这个技能的瞬间 忽然间 他感觉眼前再次出现了一片幻想 那是一片漂浮在星海之间的 巍峨宫殿 宫殿中 助力着二十二道 朦胧伟岸的虚影 这二十二道虚影 向灵异撇来目光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自己脑海中 似乎有某片 从未被开发过的广袤区域 轰然动开 随后 这二十二道虚影 化作二十二个不断变换的符号 这些符号初看觉得平平无奇 但只要细究 就会发现 其中奥妙无穷 似乎蕴含魔法治理 哼 下一刻 这二十二个符号 化作海量的知识 涌入灵异脑海中 刚刚被开辟出来的未知区域 灵异感受到了名为知识 或者说是真理的灌注 他对魔法的理解 赫然更上一层楼 再次睁开眼时 灵异的双眸中 迸发出骇人的灵光 原来所谓的真言 是这样 灵异没有细究过 原来的静咒吟唱咒语中 到底有多少个字符 有多少个音简 他只知道 起码有上千个 想要完整的音唱 是非常消耗精力和脑力的 以雷神之怒这个静咒来说 他在面对伊克斯的时候 得窥咒语的第一个音简 正好跟伊的发音一模一样 他才能依靠无形的圣灵 当着伊克斯的面 悄悄开大 但是现在的灵异 已经无需这么繁琐的手续了 原本需要上千个音简 才能吟唱完毕的雷神之怒 现在灵异使用真言 就只需要两个音简 没错 就两个真言符号 就能够代替 原本的上千个魔法咒语 开口说出两个字 静咒即刻降临 这就是天兽真言 质变 八戒到九戒 这个技能 真的迎来了质变 灵异收起激动的心情 继续加点 这次他把目光 放在了重力系上 第三个加到静咒级的专精 灵异已经决定是重力技了 毕竟是极其稀有的技能术 想来加到高阶后 不会让自己失望的 消耗五百点技能点 你的岩石球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施重 消耗两千点技能点 你的施重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超重 消耗五千点技能点 你的超重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引力领域 你获得了新法术重力炮 消耗五万点技能点 你的重力炮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重力碾压 消耗十万点技能点 你的重力碾压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重力微操 消耗五十万点技能点 你的重力微操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引力领域混沌 消耗一百万点技能点 你的引力共鸣混沌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静咒 大荒星雨 一口气花费一百六十多万技能点 灵异选择直接将重力系技能数 加到了九阶静咒级 随后 她开始一个个地查看起重力系的技能 数分钟后 灵异只觉得自己对重力系的想象 此前还是匮乏了一些 重力系突出一个不养闲人 除了最初阶的岩石球这个技能外 后续的技能 各个身怀绝技 效果不一般 并且跟雷系拥有打真实伤害的特点一样 灵异也发现了 整个重力系的标志性特点必中 重力系技能组的核心技能 是四阶技能重力领域 依托于这个领域 所有重力系的技能 都会给被领域影响的目标 打上重力共鸣的标记 后续所有技能 针对被打上标记的这些目标 不死不休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跟随到底 直至命中为止 出于好奇 零一点开重力系八阶技能引力领域混沌 然后预览了一下 进化版的八阶重力系是什么情况 然后 她就再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地暴天星 好家伙 真有地暴天星啊 嗯 重力系原本的八阶技能 支对单的技能 但异化版的八阶技能 就变成极大范围内的对群技能了 舒服 最后 灵异看向重力系的九阶技能 也就是最终的静咒 大黄星陨类型主动技能等 接九阶系别重力系效果 你对重力的操控 以真化镜 将引力领域扩散至外层空间后 牵动一枚陨石 从天而降 轰击目标 陨石将会对目标点 及其周围 极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物理伤害 陨石砸落短暂的时间后 将会发生一次猛烈的爆炸 再次对极大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物理伤害 对于所有 已经被你打上引力共鸣状态的目标 即使不在陨石坠落的轰击 和陨石爆炸的范围内 也同样会造成等额伤害 备注天动万象 山海化形 就是这个味儿 对了 直接拉陨石砸下来 霸气 最后 灵异又把剩余的一些技能点 投入到元素升克这个增伤被动技能上 将它加到了八剑 果然如他猜测的那样 这个技能升剑 影响的只不过是数值 机制没有任何变化 克制伤害和相生加成的伤害 整体提升到了40加40 职业者自带的增伤被动技能 一般都是独立出来的最终结算区间 所以 加点这个技能 对灵异目前技能伤害的提升 是异常明显的 这一波加点完毕 灵异直觉的酣畅淋漓 拿出寂灭之兽 灵异将其装备在右手上 随后将雷神之怒 八荒天允大荒星运 三个静咒技能 一一镶嵌在原能插槽上 下一刻 蓝红紫三色流光 在这只手套上流转不停 让其看起来就出尘不凡 灵异看着自己全属性 突破一万五的面板 还有极其恐怖的生命值 和法力值 心中长舒了一口气 不枉他这一天的辛苦 现在的他 实力比起之前 完全可以说是 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第二天 清晨 天刚蒙蒙亮 神霄的校门口 狂风吹拂 两个透明的飞行舱 已经在神霄空港 等候多时 灵异俯看下方 壮丽巍峨的群山 心生澎湃 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一直都生活在基地势里 还没有机会见识一下 这个广阔的世界 现在 这个世界向自己敞开了大门 走吧 狂风之中 传来南宫林的询问 灵异点了点头 两人进入飞行舱中 舱盖关闭 朝着下方的大地 俯冲而去 南疆省 地处大厦西南 这里的平均海拔 比起其他地方 灾变几元前 这里就地广人稀 灾变后 恶劣的环境 加上一大批 比起其他地区 要更加凶猛残暴的怪物 让整个南疆省的基地市 在逐年减少 至今 只剩下不到十个基地市 还分布在南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其中的省会基地市 名为天河 天河是一个三级基地市 被誉为高原上的明珠 整个南疆省 超过八成以上的人口 都定居于此 天河职业者联盟工会大厅前 已经有七个人再次等待了 一名身穿麒麟学院校服的学生 不耐烦地看了下 手腕上的灵精万表 稳哼道 马上就八点了 我们他妈的 就不是人事吧 凌晨四五点 就到这里集合了 这鬼地方 真贪娘的冷 怎么会有人会选择住在这啊 同样来自麒麟学院的另一人 也附和道 我们的队长呢 怎么还没到 呵呵 人家 是高贵的神肖学子 自然不用跟我们一样 提前到了 另一边 几个身穿云颠学院制服的学生 撇了撇嘴 也开始说起风凉话 人家学校就飞在天上呢 应该马上就到了 咱们不也还有个冷血女王 没到吗 嘘 闭嘴 冷血女王之外号 是你能叫的吗 小心你被她灭口 她一个提前入学的一年级 凭什么这么拽啊 就凭人家入学不到半个月 平级已经升到A 任务也完成了好几次A级的 还顺手通关了绝灭一的降渊临层呗 你能做到 好了 好了 毕竟她是咱们这一次的 代表我们云颠最强战力的副队长 别说风凉话了 云颠大学的几人聊着聊着 就看到天空中 忽然出现了两个 缓慢解除隐形的飞行舱 飞航舱落地 从中走出一男一女 南宫灵撩了一下有些纷乱的头发 自觉站到了灵异身后 灵异则是扫了一眼在场的七八人 全国第四的麒麟学院 第三的云颠学院 还有一个浑身黑衣 身后背着剑侠的青年 正在闭目养神 灵异和南宫灵落地之后 这青年才微微睁开一丝眼缝 打亮起灵异 灵异走上前 露出一丝微笑 大家好 我是灵异 神霄女娲学院 一年级 法师 南宫灵 神霄女娲学院 一年级 牧师 南宫灵撒谎起来脸不红 心不跳 丝毫没有负罪感 她真是打算一路挂机滑水 全当是出来旅游的 灵异和南宫灵自我介绍完之后 瞬间原先就在场等候的七八人 全都皱眉起来 更有人直接忍不住 开口骂起来了 你就是灵异 我们的队长 不是吧 有没有搞错 神霄完全不把我们当人是吗 派一个一年级的当队长 一年级就算了 她还只是个最普通的法师职业系啊 跟着的另一个治疗职业 竟然也是一年级 这他妈是A级 还是联合任务 会死人的 灵异面对质疑 脸上依旧维持着平淡的微笑 南宫灵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如果这次任务 她是队长 此刻应该会直接让这些人滚蛋了 不做拉倒 没人求你来 但是灵异现在是队长 能否有领导其他人 镇压其他人的能力 这其实也是神霄高层 想要培养她的一部分 妈的 这次真的着了道了 这鬼任务接了 还没办法轻易取消 那个什么灵异 要不你让位算了 让我们的副队长上 她虽然也是一年级 但是怎么看都要比你强 确实 让那个冷血女王当队长 我都怨了 灵异看着这群云殿的人 忽然意识到 原来在其他学府 职业骑士 等级骑士 也是如此严重 应该说 要不是她刚进神霄 一场定级赛 一次祥冤赴本 让她彻底名震神霄的话 现在她碰到神霄 其他的高年级生 应该也会遭遇这样的质疑吧 你们是在说我吗 一道幽影 忽然在云殿那三人的身后出现 随后 一个让灵异乍一听 就感觉无比熟悉的声音响起 刚刚还在大放厥词的 三个云殿小伙 立马立正了 副副队长 没有 我们只是在跟神霄派来的队长 据理力争 没错 副队长 我们都一致认为 队长一直 能者居之 应该让你来当才对 别看她们都是二年级 三年级生 但是 当她们真正面对她们口中的 冷血女王时 一个个魂都快被吓飞了 然而 三人一通解释 却没有收到半点回应 就在她们以为 这位冷血女王 对她们起了杀心的时候 她们回身却看到了 让她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那位平日里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拥有极其恐怖实力 近乎无敌的女王 在看到那位名叫林毅的青年后 竟然在浑身颤抖 与此同时 她绝美的容颜上 也有着难以描述的惊恐和敬畏 卧槽什么情况 她们还从未在这云颠见笑以来 最强的妖孽 一年级生的脸上 看到过这种名为惊慌和害怕的神色 林毅挑了挑眉 看着眼前的夏宇嫣 轻声开口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你 夏宇嫣看着林毅那张俊一的脸 回想起这两个月以来 一直在纠缠着 她的恐怖梦魅 林毅瞬间破碎 浑身被篮火重度烧伤 她前半生所有的高傲 所有的自负 在那一刻 被摧毁得一前二进 此刻 梦魅在灵 她如何还能把持自身 来自云颠的所有人 都傻了 夏宇嫣都怕成这样 那么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林毅 到底会有多恐怖 难道 真是他们狗眼不识泰山 小看了这个神霄的一年级生 思夏宇嫣也是一年级生啊 难道这个林毅在神霄的地位 跟夏宇嫣在他们云颠差不多 或者说 有有过之 他们的认知感觉 都快被潜碎了 出了一个足以镇压 大多数云颠二三年级生的夏宇嫣 他们以为 这已经是这个世界上 妖孽的极致了 但是现在好像 夏宇嫣用行动证明了 林毅就是那一个 比她更逆天的妖孽 夏宇嫣闭上眼 尽力将那一道道梦魅 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 她再告诉自己 她已经今非昔比了 跟在诺亚遗迹那时相比 她现在的领域强度 至少提升了三四倍 通关降约零层之后 更是又拿到了一个SS级的天赋 两个月的努力 两个月的提升 现在 就应该是自己直面梦魇 击碎心魔的绝佳机会 夏宇嫣再次睁开眼时 某中多了一丝坚定和决绝 身躯不再颤抖 她直视灵异 开口道灵异 跟那时相比 我已经不一样了 你敢不敢 再跟我比一次 夏宇嫣此言一出 在场参与这次任务的所有人 都露出了微妙的表情 一直在旁观 漠不作声的被见青年 更是饶有兴致地睁开眼 看向场中的两人 男公灵依旧没有说话 这种场面 她见过太多了 甚至 她都经历过 在神霄五年的生活 她也参与过联合任务 甚至她也当过队长 在她的青涩时期 来自其他学府的那些天骄 也曾对她质疑过 甚至说的话 更加难听 行为举止 也更加激烈出格 这个年纪 谁还没有兴起 谁还不是互相不服谁的 灵异环身一周 发现其他人没有出声阻止 立刻就明白了 夏宇嫣的态度 其实跟其他人的态度 是差不多的 他们也都不服自己 甚至也想取而代之 当上队长 因为任务完成之后 队长能够得到的奖励 肯定是要比其他队员 多很多的 灵异怂怂肩 表情依旧淡漠无比 可以啊 不过你们耽误了 我们宝贵的时间 说不定 省下给你们内耗的时间 我们就能多救几个人 任务的成功率 也会高上一份 我接受你的挑战 要是我输了 当即自愿退出这次任务 队长你来当 但是如果你说了 你和他们 跟你们云天学院汇报 你们自愿退出这次任务就行 南宫灵文言 在心中暗暗点头 任何人 不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如果灵异就这么同意了 夏宇嫣的挑战 并且赢了 那后续还让他们 继续待在这支任务队伍里 就是恶心人 赢了他们 然后再把他们踢出队伍 才是真正能够立威的选择 站在夏宇嫣身后的那三人 面色变了又变 他们刚才的趾高气昂 刚才的嗜才傲伍 全没了 因为他们自认不如夏宇嫣强 而此刻夏宇嫣 见到灵异之后 更是吓得不轻 现在好不容易调整了心态 才发出挑战 夏宇嫣没有开口回答灵异的话 她选择用行动作为回答 一次任务而已 她领取之后放弃 也就接受相应的惩罚罢了 就成永恒的心魔了 她一生可能都无法度过这个坎了 红灰蓝紫四道领域 以夏宇嫣为中心 扩散开来 领域湮灭 领域死寂 领域裂空 领域压制 灵异明显能够感觉到 夏宇嫣对领域的操控 更加精确了 她领域的强度 也更加高了 尤其是紫色压制领域 竟然能够 让她的属性值和攻击力 大幅削减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 吟唱速度 全都减慢 这封女人 这是基地式的闹事中心啊 直接就在这出手 灵异心中叹息一声 她不理解夏宇嫣 渴望证明自己 征服心魔的心情 她也懒得去共情 只是觉得 这女人从始至终 都感觉有些魔障 面对扩张开来 并且将自己死死包围的四重领域 灵异只是轻轻 打了个响指 啪 下一刻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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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灰蓝紫四重领域 尽数崩碎 与此同时 夏宇嫣体表也发出一道道 如同玻璃破碎般清脆的声音 覆盖在她体表的领域否决 一共有十五层 只是一瞬间 只是弹指一瞬 就尽数破碎 破 夏宇嫣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领域在瞬间被完全击破的空虚感 庞佛抽走了她体内所有的力量 让她瘫倒在地 意识弥留的最后一瞬 她看到对面那青年的脸上 依旧无比淡漠的神色 一如在诺亚遗迹中 她那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瞳孔 不带有一丝感情 悲逆众生 而这一次 她甚至没有使用那个火系高阶技能 甚至 夏宇嫣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此落败了 是的 这两个月以来 她强了很多 但灵异 早已不是她能追上的人了 夏宇嫣眼前陷入黑暗 彻底昏迷过去 来自云甸的其他三人 浑身颤抖 他们已经不敢去看灵异了 这跟刚才那个微笑着介绍自己的青年 是同一个人 她甚至无需出手 只是轻轻一弹指 就秒了让他们站立不已的夏宇嫣 恐怖 这青年身上 有大恐怖 来自天玄道院 一身黑衣 背负剑侠的青年 双眸猛然睁大 眼中金光闪现 就在刚才那一刻 她多少感受到了灵异出手的契机 一瞬 真的只有一瞬 但是就那一瞬给她的感觉 远比她见过最锐利的剑锋 还要恐怖数倍 挤不上前 黑衣青年对灵异行了一礼十一 天玄道院 剑休息 二年级 队长 这次任务完成后 也希望你能跟我切磋一场 灵异感受得到 这一刻 这些人 全都对自己心服口服了 灵异跟十一握手 笑道没问题 走吧 我们已经耽误了几分钟的时间了 救人要紧 彻底立威后 灵异这个队长的第一个命令 无人再敢不从 那几个来自麒麟学院的人 连忙站到灵异身后 只剩下云巅学院 那三人狼狈地扶起下雨烟 低下头 无地自容 他们恨不得穿越回数分钟前 给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当时的自己 真的对所谓的年轻一辈无敌 这个称号 一无所知 原本十人的任务小队 现在人数骤减四人 只剩六人 灵异一一核对了人员名单 麒麟学院的二年级 生有两名 三年级生一名 天玄道院之 来的十亿亿人 彼此交换了职业 灵异心中暂时有了底 很快 六人就出了天河市 一片一望无垠的苍茫戈壁 出现在众人面前 天河市 已经是整个南疆高原地区 少见到河谷区域了 只要出了城 到处都是戈壁和高寒山脉 灵异点了一下神霄校方 给他配发的灵精万表 一幅俯瞰地形图 出现在他面前 我们目前距离任务目标地点 还有1200公里左右 都有飞行手段吗 出了城 他们自然就可以使用飞行技能了 灵异主要询问的对象 是那三名麒麟学院的学生 队长 飞过去还是太花时间了 用我的空间传送吧 一个矮个子 有些虚胖的男生忽然开口道 灵异看向那人 这人名叫冯三友 跟自己一样 是一名法师 只不过 这会第一次觉醒 得到的技能 就是一个空间系的技能 放眼整个大厦 能够掌握空间系这种 SSS2及稀有职业系的法师 都屈指可数 冯三友说话间 左手掐印 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 对着虚空中 就开始画圈 一道道幽蓝色的空间 连一荡漾开来 下一刻 一个水桶大小的空间虫洞 就被他召唤了出来 虫洞如同一个 完全透明的水泡一般 悬浮在空中 从任意一个角度看 都能够依稀看到 虫洞另一端的景象 灵异眼前一亮 就连见多识广的南宫灵 也是嘖嘖称奇 没想到麒麟学院 还有这种掌握了空间系 魔法的好苗子 以神霄高层 广纳闲才 不放过任何一个的作风 冯三有看到众人 看向自己的目光 也得意了起来 雕虫小剑 在林队长面前现丑了 呵呵 灵异笑道 不用太谦虚 就是因为各有所长 我们才会组队一起做任务 你这技能 我的确不会 不过我要问一下 虫洞另一端的开口 是哪里 冯三有道河朔县附近 我看过咱们的任务地图了 这个小县城 就是距离降渊副本 喷发最近的前人类聚居地了 灵异闻言 心中暗暗点头 河朔县 是灾变纪元出气 南疆高原的诸多小型基地是之一 之后 因为环境逐渐恶劣 加上南疆到处都有恐怖的兽巢流窜 自然就被废弃了 此刻河朔这个前人类聚居地理 估计早就已经是怪物横行了 灵异无法判断 虫洞另一端开口附近 是否有危险 是不是有怪物 早就在那里守株待兔了 但是 比起花费大量时间飞过去 通过虫洞过去 肯定是要更快的 空间系啊 灵异都有些羡慕了 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机会得到这个超稀有的技能系 那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我先过去 灵异打算打头阵 毕竟他是队长 而且以他的实力 就算冯三有把这个虫洞 开到兽巢老窝里了 他也能一个大范围技能 肃庆一切 三友同学 这个虫洞有些小了 能再扩大一些吗 灵异走到虫洞境前 才发现 冯三有丝毫没有扩大虫洞 让他进去的意思 回过头去看 就发现 后者已经憋得满脸通红 跟着冯三有一起来的 麒麟学院另一人 面色一黑 怒斥道 三有你个饭桶 本是不到家 还非要在队长面前装逼 你看看 你开的这个狗洞 你自己能过去吗 冯三有脸更红了 这小胖子 有些委屈了 明明他也想出一份力的 只能开这么大 怪我了 冯三有怒吼一声 似乎拼尽了全力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那水桶大小的虫洞 竟然真的开始缓缓扩大了 不过就在他想要 钻进去的一刹那 瞬间冯三有猛烈咳嗽几声 那虫洞再次缩水一大圈 甚至连之前的大小 都没有了 真是丢人麒麟学院 那位三年级的学长 看不下去了 伏额叹息 南宫林在一旁看着 嗯 终于知道 为什么神骁没有出手了 合着这小胖空有运气 但空间系的资质 若是有些可惜了 不不行了我 我开不动了 小胖冯三有喘着粗气 眼看着他开启的 这个空间虫洞 就要缩小到彻底消失 灵异挤不上前 手搭在冯三有的肩膀上 沉生到三有同学 再坚持一下 再得到天兽真言 这个技能之后 同时还有全知之眼 灵异 现在对魔法的理解 不知道比冯三有 高出了多少倍 他能够明显看出来 刚才冯三有 一压乱叫的时候 他对空间系的清和度 上升了那么几个百分点 后面完全是 他自己下骨道 才让这个魔法激进崩溃 现在 他只需要点拨一下这小胖 因势力倒 相信他还是能够找到 原本的感觉的 对 先维持住魔力的输入 一定要稳定 不要一会多 一会少的 这个你回去要练 然后开启虫洞 和扩大虫洞使用的魔力 分布规律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 这里 多分出一些 你要把整个虫洞 看成是一个整体 你只花力气扩充洞口 那里面依旧狭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反而会让你之前的努力 白费功夫 四五句话之后 小胖子冯三有惊恶地看到 他按照灵异说的 去维持这个魔法 瞬间就没有这么累了 并且 他竟然真的开始 可以扩大虫洞的大小了 与此同时 灵异也渐渐开始理解 空间系魔法 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了 这可以说得上是 他对空间系魔法的初体验 两人都祸益良多 对 队长 你神了卧槽 啼壶灌顶啊 我 你比我们老是教的都好 小胖子冯三有开心的不行 其他几人也是面面相去 他们都在心中暗暗震惊 好家伙 一个拥有空间系 还练习了至少两年半的小胖子 对这个系的理解 还不如一个刚刚看了一眼的灵异 这就是传说中 万中无一的魔法奇才吧 怪不得 别人是神霄史上最强的心生 妖孽中的妖孽 有了灵异的帮助 空间虫洞彻底扩大到 足以同时容纳两三人 一同穿越 这一次 石屹给了灵异一个眼神 随后一马当仙 钻进虫洞之中 灵异对此没有意义 因为在场的六人之中 除了一直在滑水 并且不打算出手的南宫灵以外 最强的人 的确就是他了 随后 其余几人 也鱼贯而入 一行六人 纷纷穿越虫洞 来到了距离事发地点 仅有数十公里外的 河硕县城头 风雪漫天 气温极低 所有人一走出虫洞 纷纷打了个寒战 灵异回望 已经被风雪 彻底掩埋的河硕县 依稀能够看出 这个曾经的基地是 有人住过的痕迹 但是现在这里 已经是整个南疆 无人区中的无人区了 走 去目标点 灵异叫了一声 身后疾风之意浮现 他飞上高空 其余五人 也各显神通 用出了自己的飞行技能 不多时 一片片倒幅的军杖 以及满地流淌的黑色液体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里应该就是此前发生过 降渊能量喷发的 边境军营地了 六人从天空中降落 小心地上的黑水 这些 都是深渊能量的残留物 可能带有剧毒 可能是强酸 更可能是碰到之后 直接染上渊戒病毒 提醒你的队员们吧 毕竟灵异这一次来得突然 他没来得及做太多功课 甚至他都不知道 所谓的降渊能量喷发 到底有多么恐怖 这几句提醒 还是南宫灵说的 当然 灵异没有看到 他开口 这几句提示 完全是直接在自己脑海里想起的 灵异看了南宫灵一眼 后者还是一脸呆忙 好像什么不懂的模样 眨巴着大眼睛看着自己 灵异摇了摇头 把刚刚南宫灵的提醒 告知其他人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降落到 没有被黑水污染的地区 随后 他们就看到了 一个个倒在冰天雪地里 手中还紧握着自己兵器的 大厦职业者军人 他们的尸体 已经彻底 被冻成寒冰 也不知道他们的死亡 是没有痛苦的一瞬间 还是饱受折磨的好几天 一路查看 灵异发现 这里尸横遍野 这些尸体 大部分都被掩埋在冰雪之下 还有一部分 已经被降渊 喷发而出的黑色液体淹没 除此以外 整个破碎的营区 一系还能够见到篝火 帐篷支架 以及石锅 石碗这些生活用品 没有活人了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尘 麒麟雪院这次带队的 三年级副队长 也是一个女生 她轻叹一声 用手将伸下一具 死不明目的尸体 双眼和尚 这些长城军 都是无名的英雄 束手这样一片苦寒的边境线 不仅环境恶敛 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 寿巢袭击 更有边境线外的敌国 虎视眈眈 骚扰挑衅 而这些困难 他们全都挺过来了 却完全没想到 会因降渊能量喷发而死 爱怨你们的灵魂安息 她的几句轻叹 让在场的其他人 也是顿感心中凄凉 林毅此前就听说过 大厦职业者联军 一共分为三个军种 负责拱卫各个基地市 组成成防力量的军队 代号铁壁 负责收复失地 开发新的潜在基地市土地资源 肃清区域兽群 执行肯荒任务的军队 代号立剑 最后 就是负责驻守大厦 两百多万公里国境线 抵御外敌 维护领土完整的军队 代号长城 在遍迹元后 蓝星土地扩张百倍 两百多万公里的国境线 需要多少人来守 他们真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筑成了让自己等人 能够在内陆安逸生活的长城 小胖子冯三友 眼眶一红 头脑一热到他们 就这么死在离家千万里的地方 还没有人给他们收尸还乡 我想帮他们收尸 他用自己的空间能力 你别说 收尸的效率 可能还真的挺高 但林毅文言 摇了摇头 用不可置疑的语气开口道 记住我们的任务 我们是来营救 可能生还的人员 同时调查清楚 这里的真相 收尸会有专门的人负责 现在 冯三友 宋书文 你们两人一组 负责西北方向搜索 你们要彼此照应 如果有什么发现 或是碰到什么危机 及时联络 林毅敲了敲自己的灵金万表 此刻他们所有人的手上 都带着这东西 即使是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中 依旧能够维持信号通畅 南宫灵 谢吉胜 你们负责东北方向的搜索 十亿同学 跟我负责西南方向的搜索 林毅看了下时间 然后继续到搜索范围 限定在500公里范围内 超出这个范围 放弃搜索 所有人 三个小时后 回到这里集合 发现任何生还者 或是可疑人员 向我汇报 南宫灵撇了撇嘴 说好我是爱滑水的呢 为什么我也有任务啊 不过学店 你一本正经分配任务的样子 还真的有点小帅呢 不过明面上 他却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是暗暗在林毅的脑海里吐槽 林毅差点没绷住 他其实装出一副队长的样子 也很累的 但是没办法 在任务期间 就得这样 东南方向呢 我其实可以一个人搜索 十亿咒没到 林毅没有说话 一道倩影 很快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 林毅很快向着东南方向行去 这是林毅早就思考好的方案 除了自己以外 他不太放心 让其他人独自行动 本来这地方就诡异得很 他们是来搜救试炼人员的 上一波来搜救的人 都已经失联了 林毅可不想 当下一个被套娃的人 任务分配完毕 林毅还贴心地让每个小队 都起码有老带新的情况 跟着冯三 有这小胖的 就是那三年级女学姐 另外一个麒麟学院的 也由南宫林跟着 最后 自己跟十亿 就更没问题了 四对散开 林毅看到十亿一拍剑侠 一口冰蓝色的飞剑 从中飞出 他一脚踏出 飞上高空 开始不断在整个东南区域 上空盘旋 听说修士这个职业 都有名为神识的技能 说不定他的搜救效率 远比自己要高出许多 嗯 那搜救生还人员交给他 自己着手调查真相吧 林毅来到一具 已经冻僵的尸体棚 伸手触摸 轮回之处这个技能 在之前的实验中 不仅能够得到奖励 还能够经历一些 死者生前的画面 这对探寻真相来说 很有用 随着林毅的手指处 碰到这具彻底冻僵的尸体 一幕幕零碎的画面 开始浮现眼前 林毅看到了 出下雨后的校园一角 她与另一个面容 已然模糊的女孩 在说着什么 随后 林毅又看到了 她宣誓入伍的那一天 她胸口带着的那一朵红花 最后 则是来自后心的一阵剧痛 亦是陷入无边的黑暗 这些精力零洒而杂乱 但相比杀虫这种 没多少智商和脑容量的生物 已经要有逻辑许多了 起码林毅 就参军入伍 离别所爱 镇守戍边的故事了 即使被风雪掩埋 林毅却依稀能够 看出她生前的面容轮廓 那是一张跟自己一样 年轻的面容 来不及叹息 林毅心中 已经对这次事件的真相 有了一个深深的疑惑了 经历的最后一幕 是来自后心的剧痛 随后 则彻底失去意识 与其说 这是因为降渊能量 喷发而死 反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 从背后偷袭了 叮 你重温了一段 目标经历过的轮回 你获得了常规奖励 你获得了八点体质 五点力量 七点耐炼 灵异再次伸手触摸这具尸体时 轮回之处 已经无法再次触发了 不过 此刻灵异心情沉重 也没什么兴趣 放在自己能够通过这个 SSS天赋 又得到什么新的奖励 他 现在只想重过这里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重新站起身 灵异开始不断在现场 倒下的这些尸体身上 使用轮回之处 提取他们曾经的过往 和经历 随着调查的深入 灵异也渐渐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这些 驻守在这里的 大厦职业者联军 不可能死于降渊 能量喷发 因为灵异探查了 起码数十人的死前记忆 却没有一个 是因为降渊能量喷发 而挣扎而死的 大部分的人死亡 都是在一瞬间 死前也都像是 被某种古怪的技能 彻底剥夺了所有无感 目不能视 耳不能闻 然后 要么被从后心直接贯穿 要么 就被抹了脖子 至此 灵异已经基本确定 他们的死 是有人蓄意为之 然后降渊副本在这里出现 能量喷发 对他们的尸体 造成二次伤害 但这种二次伤害 根本就不是真正死意 唯一可惜的是 或许是因为 这些士兵 实力都不算强 死前又被人蒙蔽了感知 所以 灵异并未能够看到 真凶的蛛丝马迹 死所间 灵异已经来到一处 倒塌的军帐前 手指一点 一道无形的重力力场 扩散开来 随后 构成军杖的力柱 连同覆盖在上面的 大量积血 碎石 全都漂浮了起来 被灵异利用 失重法术操控 磨到一旁 一具身披铠甲 鹦鹉不凡的尸体 出现在灵异面前 从装束上来看 这人明显实力要更强 并且 军衔也更高 说不定就是这批 驻军的指挥官 灵异俯下身 将手掌贴在他的额头上 这是灵异使用了 数十次轮回之处 能够窥见的经历和轮回 会更完整 也更多 但是似乎这个方法 对奖励如何 并没有什么影响 能够提取到属性的多寡 技能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目标 生前的实力 以及自己当天的运气 随着天赋的发动 一幕比起先前 要更加清晰 也更加丰富完整的记忆 开始在灵异眼前播放起来 这是一个夜晚 帐外朔风呼啸 帐内燃着篝火 一位中年将领于篝火旁 搓了搓手 长叙了一口气 似乎有些紧张 最后 他拿起一个特殊的 灵精通讯装置 沧桑的脸上 堆起笑容 很快 通讯连接 一道光幕浮现 爸爸 光幕中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出现在镜头前 对中年将领天天叫道 哎 中年将领脸上的皱纹 都在这一刻 彻底舒展开来 爸爸 下个月就是我的九岁生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的五岁 六岁 七岁 八岁生日 都是跟妈妈过的 爸爸 我好想你 你今年能不能回来陪我啊 小女孩掰着手指 数着自己的生日 她的身后 还有一位妇人 似乎是女孩的母亲 听着听着 就要落下泪来 中年将领 鼻子一酸 强行压下自己心中 对女儿和妻子的思念 笑到马上了 圆圆怪 爸爸马上就有三天的假期了 今年爸爸 一定陪圆圆过生日 灵异看到这里 新庞佛 也被刺痛了一下 这回忆里 有刀啊 轮回画面到这里 被切断了一部分 再次接上时 灵异发现 那名叫圆圆的小女孩 似乎已经被母亲哄睡了 灵精光目的另一段 是一个妇女 红着双眼 压着声音 道家好 你就不能回来待久一点吗 圆圆她的同学 都说 为什么每次家长会 都是妈妈来 你就没有爸爸吗 中年将领 也低声到秀琴 我知道 你一个人带着圆圆很难 但是快了 真的快了 还有五年 我就退了 上面说我立过功 回家之后 还能转业当个小官 到时候 我们就能团聚了 通讯另一端的女人 似乎有些崩溃五年 又是五年 五年后 远远都十四岁了 你就不能换个职业 我只想跟你一起 带着我们的女儿 过安稳日子 中年将领 看到自己妻子 情绪激动 只能一边安慰 一边倒有些事 总要有人去做的 不是吗 好了 老婆 今天的通讯时间快到了 挂了哈 我马上 马上就回家 看你和女儿 通讯挂断 一阵猛烈的摇晃袭来 军杖中的篝火 也在瞬间熄灭 中年将领 立刻警觉了起来 快步走出营帐 风雪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停了 整个营地中 弥漫着无比浓烈的 紫色雾气 李家豪瞬间捂住 自己的口鼻 可惜还是晚了一瞬 下一刻 他就感觉自己 失去了听觉 眼前也开始模糊起来 一只手 从他的身后探出 随后 就是利刃贯穿烟喵喉 画面到此为止 灵异睁开眼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他通过轮回之处 得到的最完整的死前经历了 叮 你重温了一段 目标经历过的轮回 你得到了稀有级奖励 你获得了目标的 被动技能钢铁抑制 检测到该技能 与你的职业系冲突 此技能已被转化为 特殊被动技能 你获得了新的通用 被动技能长城意志 画面的最后 那成片弥漫的紫色雾气 应该是 某种强效毒烟 灵异闭上眼 回想刚刚的最后一瞬 那只割喉的手 那只手上穿着的衣服和护臂 似乎不像是 大厦人的服饰风格 上面 还印着一个紫色的月牙印记 再次睁开眼 灵异眸中多出一丝杀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轮回之处的后遗症 毕竟经历过他人的片刻人生 灵异现在胸中已有一团怒火 正在越烧越旺 灵异视线望向天际尽头 看着满地被风雪遮盖的尸骨 可怜无定河边谷 犹是春归梦里人 灵异脑海中 不知为何想起了这句诗 既然跟这些人接下了因果 又从中得到了 他们留下的属性 和一个新的被动技能 那么 你们的仇 就由我来报吧 灵异打开技能栏 看了下他刚刚得到的新被动技能 长城抑制类型被动技能等 接触阶系别通用系效果 使你受到的所有伤害 降低100点 当你处于组队状态下时 人员每增加一名 该效果都会额外提升50点 并使所有队员 同时获得该效果 被助肩被相抵 连成欲敌 一个单人状态下 不算强力的减伤技能 但组队状态下 全队共享 并且人越多 减伤效果越明显 跟之前的杀刑者一样 这些通过轮回之处 得到的非人类种族 非法师职业系的技能 转化之后 就固定为出阶 并且无法通过加点升阶了 不知道后续 如果得到法师职业系的技能 会不会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灵异关掉技能界面 看了下手腕上的通讯腕表 距离它分配人员 前往整个区域搜救 已经过去十多分钟了 并没有任何一位队员 给它发回信息 灵异点击腕表上的灵金光幕 打开传讯通道 开口道 我是灵异 你们到哪啊 是否发现幸存者 都发一下定位 完毕 等了十多秒 灵异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她再次点击光幕 重负了一遍刚才说的话 而答复灵异的 依旧只有沉默 情况不对 人呐 这么短的时间 就又全部失联了 灵异刚才就发现了 整个营区内 死亡的人 只有原本就驻扎在这里的长城区 但是随后派来增援的那千人部队 以及神霄派来的专家团队 和收拾人小队 不在其中 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现在 自己派出去搜救的人 果然也不论那些人的后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甚至连求救的信息 都没来得及发给自己 就彻底消失了 灵异闭上眼 在心中沟通灵异 灵异能够感受到 她还活着 并且处于一个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位面 灵异跟灵异 毕竟有着死灵契约存在 联系虽然没有完全切断 但是想要交流 却不可能了 不过下一刻 灵异却发现 灵异给她传回了一幕画面 原来 在刚才灵异境里李家豪的死前幻境的时候 灵异就给她发过来了 但她没有注意到 现在她主动沟通灵异 这一段延迟的画面 就传递过来了 这一段记忆信息中 起初是灵异在搜寻生还人员的时候 无意间撞到了在天空中遇见 飞行的石翼 石翼也看到她了 高空中 石翼只是对灵异点了点头 不过下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石翼飞进一座高山之后 却再也没看到 她从那座山峰的另一侧飞出来 灵异前去探查 最后的画面是 她在那座山前 用长剑在山岩上 画下了一个符号 灵异飞上高空 寻着此前灵异最后消失方位 一路向南飞去 不多时 灵异就隐隐在地平线尽头 看到了那座山 一个闪身 灵异画做电光 降落在此前灵异消失前的最后位置 那块山岩上 刻着一个箭头 寻着箭头 继续往前走 灵异发现越来越多 类似的箭头 灵异不得不惊叹 灵异对于危险的嗅觉 一直都是独一荡的 并且她还预想到了之后 可能无法联系到自己 提前给自己发了预警信息 并且一路做了记号 不会让自己 完全一头雾水 虽然她有时候看起来呆呆的 但碰到事情了 既冷静 又新鲜 跟着记号 灵异很快绕到了山体背后 在这里 她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直到 一路跟着箭头的记号 走到了某处山崖边 灵异才发现 前方有着一个常人 根本无法察觉的诡异法阵 就隐藏在积血之下 透过全知之眼 灵异发现了这个法阵的玄机 这是一座传送法阵 跟每个基地市里的那些 小型传送法阵 大差不差 只要人踏进去 就会被传送到某个别的地方 但是这个法阵 明显 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改造过的 进入这个法阵范围内的人 不仅会被传送 还会瞬间被十多个陷阱法阵效果缠上 光是灵异通过全知之眼看到的 就有束缚 昏迷 近空 沉默等等等等 好家伙 这踩一脚进去 不得百病缠身 实力全无 不过唯独灵异没有看到的 就是任何伤害类的陷阱效果 可见 涉及这些陷阱法阵的人 并不打算杀掉他们的猎物 反而是打算控制住 灵异在法阵周围 看到了几道深入冰层的剑痕 石翼在飞过这个法阵上空时 应该就被进空效果拽了下来 他可能尽力在避免自己坠落 但是最后 还是着了道 被法阵传送走了 灵异估估计 也发现了这一点 最后也是选择踏入这个法阵了 灵异思索片刻 没有犹豫 一步跨入了这个陷阱法阵中 他必须要知道 自己的其他几个队员 去了哪里 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 是以身涉险 灵异的底气 在于不朽果实 首先 他有高额的异常状态效果抵抗 其次 就算没有抵抗成功 自己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确信敌人不打算杀 而打算活捉的情况下 他也只需等个十秒 就会被不朽果实 净化掉所有的异常状态 下一刻 一阵天旋地转 灵异顿感眼前一黑 失去了一切知觉 自己的意识 即将坠入无边的黑暗 最近的好运 终究是用到头了 免疫了沉默 免疫了束缚 但唯独没免疫掉 最厉害的昏迷 再次睁眼 灵异耳边听到了 一阵阵整齐滑溢的颂唱声 与此同时 鼻尖也闻到了一股 诡异的奇香 这种香气闻起来 让人安神尽弃 心态平和 再也提不起丝毫的动力 天渊淼淼地 微浩浩 无备皆苦生 若凭草 请君临时万劫来朝 天渊淼淼异 听着这整齐 而押韵的颂唱声 刚刚苏醒的他 瞬间又感觉眼皮一沉 就要睡去 不过下一刻 灵异就强打精神 毕竟 他是法师职业者 主要的加点 就是精神力 自然对这类催眠效果的抵抗性 要比其他人强得多 灵异眼睛眯起一条缝 观察起周围的情况 只见自己在一处祭台之上 祭台很大 堪比神霄的校内广场 祭台上刻画着各种古怪 而繁复的纹路 让人看上眼 也会觉得头脑昏沉 祭台四周各处 还插着成千上万道火把 火把燃烧着幽蓝色的火焰 那一阵阵异香 就是从这些燃烧的火炬上 飘散出来的 祭台之外 则黑压压地跪坐着一群 身穿蓝色长袍 胸前同样闻着火焰纹路的人群 这些人三叩九拜 神态前畅 那一阵阵整齐华衣的颂畅声 就是从他们口中发出的 灵异之觉的一阵恶寒 收回目光 回到祭台上 他发现 跟自己有同样处境的 还有很多人 这些人全都穿着 大夏长城军的制式军状 同样被绑在祭台上 屈膝半跪 他们全都低着头 闭着眼 似乎已经被这些送场生 和那奇香彻底催眠了 灵异心中一惊 这不就是 他们这次准备前来 营救的那些援军吗 除了这数量 足有千人的援军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 几个身穿黑衣 戴着面罩的人 跟另一批人 绑在一起 神霄的收拾人 那几个头发花白的 估计就是 前来回收这个副本的专家了 万幸 他们都没死 只是被抓到这里 催眠了 或者说 那几个蒙面的神霄收拾人 其实 没有被催眠 他们好像 是在装睡灵异想着想着 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昏沉 就在他感觉又要睡过去时 一道清凉的感觉 从脚尖直直窜上头顶 让灵异灵台清零 彻底清醒 十秒一次的净化效果 太强了 有了不朽果实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硬空自己 超过十秒了 不过 这到底是哪里 邪教徒聚会吗 哄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轰鸣声 猛然在这个巨大的地底空间响起 随后 灵异就看到 一道无形的巨大剑气 划过祭台下方 剑气所过之处 无数邪教徒的头颅 滚落在地 但是饶是如此 那些没有被这一盏击杀的邪教徒们 却像是没有看到 身边其他人的尸体 和鲜血一般 依旧三寇九拜 口中不断送唱着那几句话 灵异眸光一动 就看到一道浑身浴血 到处都是伤痕的身影 飞了出来 十亿右手持剑 周身还围绕着整整十二柄飞剑 飞剑 在不断翁鸣震战 似有灵性一般 你以为你们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能困住我 百渊邪教 速来临死 十亿冷声道 他右手举剑 遥遥指向灵异身后的某处 随后 十二口飞剑 宛如游龙 在大量邪教徒的群体中 穿飞而过 剑光森寒 剑气纵横 灵异都能看到 整个地下洞穴的洞壁上 刻印出触目惊心的剑痕 而十亿 也以强悍无匹的充饰 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灵异身后某处 灵异被固定在石柱上 完全无法看到身后的情况 但他脑海中 却忽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灵异心中一动 这是南宫灵的声音 他尝试在心中 跟南宫灵交流对话 学姐 你怎么也来到这里了 南宫灵的确能够听到 灵异主动给他 发送的心灵传讯 他轻笑一声 你派过来跟我一组的 那个小家伙 茫茫壮壮 踩进了陷阱法阵里 本着不到必要 不出手的原则 我当然 也跟着踩进来了 看起来这些败冤教徒 并不打算杀掉我们 反而是打算 把我们当作祭品呢 呵呵 灵异有些无语 你真挂机滑水啊 学姐 其他人 都活着嘛 都是踩了陷阱 被传送进来的 都活着哦 还有你的那个漂亮道 让我都有些 极度的召唤物 都在你身后 希希 所以你看不到 没想到这个地方 竟然还有这么一小股 拜冤教徒存在 真是让人意外呢 拜冤教 是什么组织 灵异询问道 嗯 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 就是字面意思 崇拜深渊的邪教 整个蓝星各国 都有这些人的存在 他们认为 深渊才是真正的归处 认为让整个蓝星世界 沉入深渊 才是对人类真正的救赎 为此 他们选择信仰 某位来自深渊的魔皇 或是魔帝 甚至魔神 并且利用陷阱的方式 沟通深渊 以此来寻求 让他们所信奉的圣主 降临蓝星世界 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灵异文言 心中了然 这特么不就是三体里的 ET和降临派 面对极其强大的 外来入侵势力 他们选择背叛自己的文明 投靠外敌 果然人类这种复杂的生物 就不可能完全团结 铁板一块 蓝星世界 不外如是 小学弟 你要怎么办 要把他们全都杀掉吗 你应该能做到的吧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邪教徒 违必就是这次任务 真正的幕后黑手 发现了 这些邪教徒 抓捕我们 和那些来求援的援军目的 是为了给他们 信奉的邪神陷阱 所以 他们都是抓活的 但是 这就跟杀死那些 住房边境的长城军 自相矛盾了 杀掉那些长城军的 另有其人 南宫灵孝道士呢 小学弟真聪明 灵异汗颜 他有轮回之处 知道答案了 再倒推过场 自然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就在两人交谈间 灵异再次听到了 一阵沉闷的轰鸣声 随后 则是金铁折断的声音 拾一口吐鲜血 浑身浇黑 似乎受了严重的烧伤 他倒飞而回 砸到了灵异身前的祭台上 与此同时 一个温和的男生响起 我本想保持你们这些 祭品的肉身完整 如此 才能让圣君大人 享用最干美的祭险 但你如此亵渎圣君 本作也只能小成大戒了 随着话音一同出现的 是一位身穿红袍 面容俊美 温润如玉般的男子 男子飞在空中 伸出双手 眼中狂热无比 能够成为炎帝圣君的祭品 而等应该感到荣幸 见证他的尊荣 沐于他的恩责吧 你们将 欣喜若狂 下一刻 男子口中的炎帝圣君的真实样貌 仿若投影一般 展现出来 灵异看到这投影的瞬间 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他身后的男公灵 也是面色一致 随后竟然扑驰一声笑了出来 小学弟 没有想到 你还是这拜渊邪教的圣君呢 没错 高空中 那位拜渊教主所展现出来的 炎帝圣君样貌 正是灵异 准确地说 是当初在世光之城斐烈卡因中 他使用至高升华 屠露暗影魔朱石 屁腻众生的一道剪影 只不过灵异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成了地底深处 某个拜渊邪教的信仰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诞 地危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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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的这一道剪影 被那教主投影出来之后 整个祭台四周的那些教徒们 全都双目寒泪 匍匐在地 常跪不起 口中高喊着 他们之前的唱词 阴浪如珊瑚海啸一般 在整个巨大的地底洞穴中 回响不断 现在 你们得以见证圣君之神貌 及时已到 祭宪开始 本座其实十分羡慕 你们马上 你们就能前往深渊世界 离伟大的炎帝圣君 更进一步 我却只能在此 继续苦苦等待他的回应我 甚至想将我这无用残躯 同样祭宪给他 但是职责所在 蓝星卓氏 还有大量蒙昧的世人 等我不到 我坚信 圣君降临的那一日 我便能超脱痛苦 常伴他的身侧天空中 那红袍男子 说着说着 涕泪横流 看起来情真意浅 似乎真的动情之深 渴望前往深渊世界 觐见炎帝圣君一般 灵异心中想笑 震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是吧 你也是大清皇帝 不过 随着红袍拜渊教主的哭诉 灵异也看到头顶的洞壁上 开始不断喷涌出 大量的降渊能量 独属于深渊的新红色 混杂着黑色的渴布气息 瞬间充斥整个地下祭坛 灵异眸光一沉 看来这就是之前 刚刚诞生在这片区域的 降渊灵层副本了 眼看着漆黑的降渊能量 如同瀑布一般 就要当头交下 灵异不再犹豫 蓝色的火焰喷涌而出 点燃了整座祭坛 将祭坛上的所有祭品 全都保护在内 灵异目前对火元素的掌控里 以致化镜 被蓝燕所笼罩的所有人 不仅没有被灼伤 一般烈焰隔绝了那诡异的熏香 以及嘈杂的颂唱声 让在场所有的人 都渐渐苏醒了过来 与此同时 天空坠落而下的 黑色降渊能量瀑布 也在顷刻间 被炽热的高温 蒸发殆尽 灵异再次升华成为 纯粹的火元素形态 睁开双眸 俯瞰前方 早已目瞪口袋的红袍 拜渊教主 眸中没有一丝感情 有的只有 辟逆众生的霸气 一如他在世光之城中那般 圣君圣君大人 真的降临了我们长久的等待 果然有了回应 祭台周围 那些狂信徒中 有人高呼道 瞬间全场拜渊教徒 全都兴奋到无以复驾 神区颤抖 不住磕头 拜见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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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刚才要更加宏大的齐声高呼 回荡在整个地下空间中 这这怎么会信徒们 不不要被这个狡猾的祭品蒙蔽了 他 他不是圣君 真正的圣君 还在降渊世界 怎么可能这红袍教主 明显是急了 灵异完全搅乱了他 所有的计划 说话 都有些语无伦次 果然 无需灵异多言 祭台周围的那些狂信徒们 都纷纷以奇怪的目光 看向红袍教主 其中一人 更是满面怒容 教主大人 我等期盼这一天如此之久 为何你反而质疑圣君 有人带头 瞬间就有无数个声音 紧随其后响起 教主 何故谋反啊 教主 他反了杀了他 他是一交徒一时间 群情激愤 红袍教主 眼看自己手下的信徒们 即将划遍 又惊又怒 最后 他看向灵异 眼中流露出 无比愤怒的神色 他当然不是 真的信仰什么炎帝圣君 他只是用了灵异的肖像权 聚集了一群 真正崇拜深渊的教徒 然后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而已 但是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今天是第一场活计 他竟然把郑主 真的召唤到场了 但他不打算就此放弃 还打算挣扎一下 去死 我才是真正接受了 圣君赐火的人 行走在人间 为他不道的 只能是我 红袍教主 一挥手 无数蓝色的火焰 升腾而起 竟然在天空中 形成了一轮 如同太阳般耀眼的 巨大火球 灵异眉眼一台 你别说 这一招 还真的跟他的神火天真 有点像 应该说 跟当初在 世光之城斐烈卡因时 自己第一次用出来的 神火天真有些像 怪不得这些败冤教徒 会如此相信 这位红袍教主 可惜 他今天真的踢到铁板了 灵异伸出右手 虚掌一压 天空中的那一轮 蓝火大日 顷刻熄灭 就跟下雨烟的 烟灭领域一样 就算这红袍教主 使用的火焰 跟他的至高之炎很像 但反火 终究是反火 在至高之炎面前 无法燃烧 火焰熄灭的同时 那红袍教主 惨叫一声 只觉得浑身 重若千俊 从高空坠落而下 果然是假的 还说什么圣军赐火 在真正的圣军面前 他原形毕露了 兄弟姐妹们 杀了他 灵异看着下方的狂信徒们 一拥而上 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 将其鞭挞折磨 那红袍主教 毕竟有击败十亿 这种天玄道院精英的实力 本身的属性 都极其恐怖了 对应的肉体强度 和生命层次 都要远超其他职业者 光是一巴掌 都足以拍死周围的 那些败冤教徒了 但他却被灵异的重力立场 死死压制 动弹不得半分 所以 他只能等死 灵异其实一个神火天真 就能秒杀掉他 但灵异想要个全尸 任务明确要求 不仅要营救可能幸存的人员 还要彻查事件真相 灵异的搜魂 或者自己的轮回之处 都能够从他那里 套出关键的情报 在无数人的殴打折磨下 这红袍教主身上的衣衫 也渐渐被扯碎撕烂 他的真容 也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灵异双眸一宁 顿时就感受到一股寒意 从心中生疼而起 只见那宽大的红袍之下 赫然是一具皮肤已经浅扁 全身高度腐烂的尸体 从面向上看 加上卷曲的头发 更像是咖喱国人 红袍教主不是活人 看到这败渊教主的真容 顿时 灵异和所有执行这次任务的人 全都震惊了 是那些咖喱国人 在背后搞的鬼 所有人都感觉 自己距离真相 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了 灵异从天空中降落 退出升华状态 但是那些围在祭台边的 败渊教徒们 却依旧在用近乎崇拜的眼神 注视着他 有灵异在 自然也不需要担心 这些狂热的邪教徒 会有什么触格的举动 灵异来到那咖喱国人的尸体旁 一靠近 无比浓烈的腐臭味道 直冲灵异的鼻腔 这具尸体 已经高度腐烂了 死亡时间 至少是在数天 乃至一周以前了 通过全知之眼 灵异很早就发现 这是一具傀儡了 他刚才使用技能 言谈举止 全都跟活人无异 其幕后操纵他的人 实力不弱 就在灵异思考 这红袍教主 跟他之前看到过的 紫月应急背后 所代表的势力 是否有关联时 他眼角忽然瞥见 那傀儡倒在地上的双眼 正以一个 无比戏谐的表情 看着他 腐烂道 只剩下少许筋膜的下巴 还在一张一盒 发出圣人的咯咯声 他原本前撇的尸体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膨胀起来 灵异瞳孔一缩 尸爆 他也有死灵系 几乎是瞬间 就知道这傀儡背后的主人 想干嘛了 毁尸灭尽 千军一发之剑 一道身影 闪现到灵异面前 灵异手持魂之晚个 朝着那傀儡人口上方 虚空一展 黑色的刀光闪现 灵异看到了 无数根悬浮在空中的锤丝 顷刻崩断 这些丝线 以灵魂之旧 寻常攻击 还真的拿这类 以灵魂操控的 悬丝傀儡术 没有什么办法 但灵异是死灵君主 丝线被切断 一场危机 消异无形 搜魂 灵异一声令下 灵幽谋中泛出紫光 与此同时 灵异也没有闲着 手指触碰这具尸体 轮回之处发动 下一刻 灵异眼前就出现了一幕幻想 轮回之处所展现的幻想 都是当事人的第一视角 这是一间昏暗的地下过道 灵异所扮演的 这位咖喱国人 正蹲在墙角处 偷听着两人的谈话 然而 这一段对话 让灵异听了个寂寞 因为 那是东营语 灵异完全不知道 两人在说了 只知道 似乎两人聊着聊着 就发现了 蹲在墙角的这个 咖喱国倒霉蛋 最后 这倒霉蛋死前 同样是一记 干脆利落的歌喉 同样是那一只 闻着紫色月牙符号的手 幻想消失 灵异睁开双眼 这拜原教主尸体 只给了他个位数的属性值 更别说有什么好技能啊 但灵异起码确认了一件事 杀了那数千名镇守 在边境线上长城军的 是东营人 这帮砸碎 竟敢在这种地方 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另一边 灵幽眼中的紫芒 也渐渐退去 一段画面 同样传回灵异的脑海中 还是那条幽暗的地下通道 只不过 这一次的视角 已经从那 咖喱国倒霉蛋的第一视角 变成了上帝视角 没想到这剧情还能连起来 三井大人 我放出去侦察的几只傀儡 探明这地底深处 还有一个天然洞穴 洞穴中 是一个拜渊教派的聚集处 这些拜渊教徒 会在这里存在 其实并不意外 很可能他们早就发现 这地下有着一个降渊猎系了 并且 我的傀儡 还窃听到 他们甚至能准确预测到三天后 那降渊猎系 会有一次小规模喷发 另一个被称为三井的人 正是此前灵异看到过的 残忍杀死李家豪的人 只不过他的面容 包裹在漆黑的面具之下 让人看不清容貌 声音也异常低沉 没想到这次 只不过是来回收这个降渊副本 却还有这种意外收获 大下派过来的援军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让他们有来无回 你想办法用你的傀儡 打入拜渊教派之中 最好是能成为他们的领头人 这些盲目的蠢货 对深渊那些魔皇 魔帝有近乎狂热的执着 你随便找一个 最近曾经出现过 并且登上蓝星全球威胁榜的 深渊强者当噱头就行 引诱那些大下人 前来调查这次事件 把他们集体活计 这样不仅能继续推进我们的计划 后续大下真正的顶级站立过来调查 也只会认为是 拜渊教派做的事 与我们无关 那嘎里国那边 按计划进行 画面到这里 彻底中断 灵异睁开眼 心中暗叹 好狠毒的手段 第一层 将那些戍边降尸的死 以降渊能量 喷发为掩盖 第二层 就算如他们一样 深入调查下来 也只会认为是 拜渊教派作乱 甚至 再深入一点 也就查到有 嘎里国参与其中 却想不到是这些东营人所为 那么 那三井口中所说的计划 又是什么 探查到什么了吗 南宫灵开口问道 灵异将刚才看到的 以及目前已知的消息 完全理了一遍 然后全盘托出 对队长 你是说 导致这次悲剧的幕后黑手 其实是东营人 灵异面色凝重的点头 不只是东营人 边境线另一边的嘎里国 也有参与 并且 他们口中的计划 应该才是最大的危机 灵异话音一落 就看到南宫灵木瞪口呆 只不过 他脸上的吃惊表情 有些不自然 灵异余光一片 看到他身后那几个 依旧在装睡的神霄收尸人 似乎也流露出了 一抹震惊之色 似乎 他们震惊的 不是东营人和嘎里国人的 邪恶诡计 以及这次任务的复杂程度 而是自己竟然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几乎还原了事件真相 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有灵忧搜魂 加上自己轮回之处 提供的额外情报 自己现在等人 也一定得蒙在鼓里的 灵异深深看了南宫灵异一眼 看得他心里发毛 似乎有些心虚 他躲开目光 然后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灵异学店 这次这个任务 太复杂 太凶险了 甚至超出了我的预估 求援吧 南宫灵说话间 拿出了一个不断闪烁着 红光的通讯器 手指在通讯器的红色按钮上 猛然按了下去 随后 通讯另一端很快接通 任务失败了吗 先汇报情况吧 灵异听得到 那是蓝若曦的声音 若曦院长 我们已经找到失联的人员 其中包括来自 南部军区的上千名援军 以及我们神肖的专家组 和收视人队伍 另一边的蓝若曦文言 与其缓和了一些 那为什么还要使用紧急联络 南宫灵继续道 我们遭遇了超越A级以上 任务难度的状况 以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 就已经有 咖喱国和东营参与其中 并且很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 并不是任务描述中 降渊副本喷发这么简单 综合评估下来 我们人手严重不足 敌人数量不明 实力不明 为了确保顺利营救 转移大量幸存者 我请求支援 另一边蓝若曦 陈鹰片刻 但很快就给了答复 我会尽快上报 现在立刻护送我们的专家组返城 护送成功后 本次任务就算完成 通讯中断 南宫灵看向灵异 灵异其实心中 已经猜到很多东西了 但既然南宫灵不愿说 他自然也愿意继续配合 所有人 护送目标返城 我们离开这里 灵异话音刚落 忽然一道猛烈的震战 让整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都开始摇晃了起来 大量洞穴顶部的中乳石 开始因为地震 而砸落下来 灵异谋光一宁 引力领域瞬间扩散开来 下一刻 那些掉落下来的巨石和冰刺 全都漂浮在半空中 再也无法坠落分毫 随着地动山摇一起出现的 还有从地底深处 不断喷发而出的 黑色降渊能量 这个洞穴的下方 似乎就是幻想中 那些东营人所说的 跟降渊世界相连的空间裂缝 此刻这个裂缝 已经被彻底撑大 这一次的降渊能量喷发 或许比起之前那次 还要恐怖数倍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计划 来不及多想 眨眼间 下方喷涌而出的降渊能量 就将计台下方的 上万名败渊教徒 尽数淹没 十多米的计台 此刻宛如汪洋大海中的 一叶孤舟 随时都可能被彻底吞没 怎么走 直接轰碎上方的岩壁 不来不及了 就算是静咒 都不一定来得及 因为灵异无法确认 他们所在的位置 到底有多深 距离地表 要是还有数公里的话 别说火系还是雷系的静咒 就算是灵异拉一颗陨石砸下来 都未必能砸穿这么厚的地层 而继续停在这里 毫无疑问 就是坐以待毙 下方狂暴的降渊能量 彻底喷发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得死 冯三友 空间通道 这是灵异目前 唯一想到的解决办法 迷迷糊糊刚刚醒过来 被眼前景象和猛烈的地震 吓得六神无主的小胖子 浑身都抖了一下 求生的本能 让他很快回想起 上一次开启空间虫洞的感觉 下一刻 空间连一荡漾开来 一个比起之前 还要大上一圈的虫洞 赫然开启 然而 还是不够大 在场可是足有上千人 没错 虽然任务要求是 只需要营救神骁派过来的专家们就行 但灵异也不打算 对那上千名持员过来的 长城军援军 见死不救 尤其是在读取过李家豪 这位将领的生前记忆后 他更加做不到这么冷血 但他偏偏又没有办法 他Bub的现在就直接代替 这个小胖子 来使用空间系的法术 你们两个 站着别动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沉着的女声响起 是来自麒麟学院的 那位三年级生 此刻他双手食指 分别指向灵异和冯三友 逗大的汗珠 从他的额头滑下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那小胖子 双眼一闭 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 一道透明的虚影 从他的驱校中飞了出来 灵魂状态的冯三友 完全就是一脸茫然地 飘在空中 随后 灵异也感受到 一股吸扯力量 想要把自己的灵魂 从肉体中牵引出去 你的灵魂太不要抗拒我 宋舒文是这次 麒麟学院派过来的副队长 他的职业 同样也是牧师系下的传说 及职业牧魂师 冯三友的灵魂对他来说 就像是提着一袋文件资料一样 轻松到几乎是稍微一拉 就能从具体中拽出来 这足以说明 这小胖子的灵魂强度 非常一般 但是 拖拽灵异的灵魂 宋舒文感觉像是蓝星地上 出现了一个把手 他在尝试拖拽整个星球 所以 他才会让灵异不要抗拒他 灵异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犹豫了 他回想起这位学姐 在看到那一地的 长城军洞僵的尸体时 所说的话 下一刻 灵异解除了 自己对灵魂的掌控 任由宋舒文将自己的灵魂 从躯体中拖拽而出 灵异的灵魂脱鞘而出 下一刻 他看到自己的身体 却依然站在那里 只不过眼中 冒出了点点紫光 对着自己点了点头 灵魂 灵异瞬间就明白 是谁接管了自己的身体 嗯 有了他 自己应该 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就是这种飘在空中 看着自己的肉体的感觉 前所未有的奇妙 只不过宋舒文手指一挥 下一刻灵异的灵魂 就被灌进了那小胖子的身体里 睁开眼 灵异有些不适应这小胖子的身体 但是他的脑海中 多出了很多 有关空间隙的知识 同时 体内的魔力属性 也让灵异感觉体验非凡 这就是空间际的力量吗 跟元素系的魔法本质 是依靠元素粒子 来构造法术不同 空间系的本质 似乎是一根根看不到来处 也看不到镜头的细小丝线 利用法师的魔力 搏动这些丝线 就能够在现有的空间秩序中 钻出一个漏洞 这就是空间重动的原理 仅是数秒之后 被灵异操控着的冯三友 就睁开了双眼 在灵异的操控下 无数道丝线按照他的意愿排列好 然后将在场的上千人 团团围住 这是意识中的 发生的抽象事实 而现实空间中 南宫林和宋舒文等人 看到的 则是一道亮蓝色的立场 凭空出现 将所有人笼罩其中 下一刻 灵异拨动丝线 一个足有数百米大小的 巨型虫洞 赫然出现 最后 灵异松开之前包裹众人的那些丝线 原先就被丝线包裹住的众人 在灵异松开掌控后 那些丝线 自然就带着他们附围 宏观视角下 则是上千人 在瞬间位移的一大段距离 如同弹弓中的泥弯一般 被弹射进入虫洞之中 鸿猛烈的降渊能量 瞬间喷发到巅峰 淹没了整个祭台 但与此同时 祭台上的上千人 也集体消失不见 凌冽的刚风 呼啸不已 数千道身影 齐齐闪现一般 出现在天空之中 灵异猜得没错 那一处地下空间的深度 真的足足有十多公里 也就是上万米 要是凭借静咒 根本就不可能轰得穿 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 宋淑文动用了灵魂交换 此刻他们全都要被 地底喷涌而出的降渊能量 烧成残渣 当然 可能灵异和南宫灵 这些比较强的人 不会死 但是其他人 必死无疑 灵异的这次空间传送 选择的落点 是地层上方 数百公里外的某处 谨慎起见 灵异将最终传送的地点 选在了高空之中 即使不在地表 问题也不大 空间传送结束后的一刹那 宋淑文的幻魂魔法 就失效了 灵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重力魔法用出 引力领域展开 全员失重 让他们得以在空中如履平地 灵异甩了甩头 只觉得自己头脑昏沉 这应该就是灵魂脱离取消 随后又回来的后遗症了 好在 他身体足够年轻 灵魂强度也足够高 这一阵昏沉麻木的感觉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他就彻底清醒了 不过宋淑文就没有这么舒服了 此刻他已经陷入精力透支 灵魂疲劳的沉睡状态了 操控灵魂的技能太逆天 所以 使用者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巨大的 更别提灵异 还是得灵魂强度夸张的人 暂时陷入沉睡 他休息一会 应该就醒了 男弓灵 毕竟是队伍中的正经治疗职业 在查看完宋淑文的状况后 做出了判断 随后 他看向灵异 嘴角挂起一丝笑容 灵微不乱 并且跟队友配合得这么好 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 尤其是用你自己不熟悉的技能 竟然都能这么干脆利落 男弓灵不吝称赞 灵异也有些回味刚才的感觉 队长 你刚才的那个技能 太帅了 你就是我的 神小胖风三有的灵魂 也回归了他自己的身体中 也许是本来灵魂跟肉体的契合度 就没那么高 他的后遗症反而没有那么强烈 此刻他表情激动万分 那个技能 是怎么做到的啊 队长 能教教我吗 男弓灵闻炎一乐 随后 他惊讶到刚才 那个群体传送 不是你的技能 逢三有摇头 不是空间技很变态的 技能想要升尖 不仅需要技能点 还需要悟性和熟练度的 不然 我也不会只会二阶的空间隧道了 队长 你刚才那个技能 我觉得 至少也是四阶的强度 灵异闻炎 心中也是意外 空间系升阶这么难的嘛 不过 也确实 空间系的强度 跟其他元素系相比 应该降为打击的 要是难度还不高 就真的烂打击了 就在灵异打算说些 鼓励冯三有的话时 他的眼前 忽然出现了一幕幕幻想 灵异呆住了 这不是只有 他的轮回之处 触发时 才能看到的幻想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 忽然触发了 灵异看了一下 这些幻想的主角 竟然是小胖子冯三有 不多时 灵异也算是多少了解了他 这小胖心善 高中时期 没少被霸凌 觉醒了空间系之后 也不是不刻苦努力 单纯就是天赋 和悟性不太够 除此以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 值得在意的东西了 幻想结束 灵异脑海里 传出一道提示声 叮 你的天赋轮回之处 解锁的新的功能 轮回体悟 叮 你经历了目标的一段 轮回经历 通过体悟其能力和感受 你获得了新的 限定技能取境折月 卧槽 只不过是暂时魂穿了一次 还有这种惊喜 灵异心中一喜 卧槽 这技能他都不用看 都才得到效果 这算不算是空间系青春版 打开天赋界面 灵异看到了 轮回之处的新功能 轮回体悟 在体验目标的轮回经历时 如果该目标 跟你的职业系契合程度足够高 且你在幻境中 体验过目标的某些技能和天赋时 你有概率领悟一个类似的天赋 或技能 注意通过领悟获得的技能和天赋 为限定技能 限定天赋 无法升剑 无法强化 且存在生效次数上限 取尽折越类型主动技能 等皆无系别无消耗 无效果弯曲空间 将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在短暂的延迟后 传送至另一地点 传送范围050米 延迟时间012秒 传送距离10米10公里 使用次数十次 灵异算是彻底明白 所谓的轮回感悟 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通过他人的经历 自创技能 只不过这类技能 都有严格的使用次数限制 但也已经足够逆天了 轰隆隆就在灵异思索之际 忽然下方的大地 传来可怕的轰鸣声 大地隆起 下方就像有什么东西 要破土而出一般 随后 一到漆黑中 透着星红的降渊能量 喷发住 冲出地层 开始猛烈喷发起来 那场面 宛如末日火山喷发 壮观而又恐怖 站得高 看得也远 更加恐怖的一幕 很快出现 南宫灵精呼了一声 那边是什么我的天 众人顺着南宫灵 眺望的方向看去 同样急背发寒 目瞪口呆 南疆边界 无数高峰耸立 其中横贯南北 绵延数万里的山脉 名为长探 取一来自蜀刀难中的 遗手抚音做长探 形容其巍峨耸立 这条山脉 也成了大厦和 咖喱国的天然国境线 此刻 长探山脉外 出现了一片灰色的海 那片灰色的海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着长探山脉奔袭而来 零一眼眸一凝 全知之眼的视角下 他看清了那灰色海洋的真实情况 那是一只织毛色博杂的兽类 彼此聚在一起 加上光线不佳 从远处观看 看起来才呈现出青灰色 兽巢 而且是数量粗略估计 至少也在十万以上的可怕兽巢 灾变纪元至今 蓝星上的天灾 曾经让人类损失惨重 但是真要论历史上 屠杀人类最多的可怕灾难 一定是兽巢 所谓兽巢 就是在不知名力量的引导下 大量的野外魔兽和怪物 聚集在一起 渐渐形成了万兽奔腾的情况 起初很可能只是数千只 乃至数百只怪物发狂 集体朝着一个方向奔逃追逐 但被这些怪物驱赶的其他怪物 如果不想被踩死 就只能跟着一起逃跑 如同雪崩一般 越滚越大 兽巢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不好 那些兽巢会被降渊能量影响的 十亿的伤势 已经被南宫灵置于大半 此刻也是面色极其难看 果然 树西之后 从地底裂缝深处 喷涌而出的大量降渊能量 被高压喷上天空 随后砸落地面 流向国境线之外 随着那些兽巢 开始渐渐逼近国境线 排在前面的 已经有不少怪物 被漆黑星红的降渊能量侵染 随后 体型暴涨 双目血红 其中有些 更是在接触降渊能量后 直接被黑色的能量卷入其中 一只怪物沉入降渊 但从那星红黑水中爬出来的 是十几只 乃至上百只 整个兽巢 不仅被强化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高速增值 眨眼间 数量直比百万去 随后 这些狂暴化的怪物 以更加恐怖的速度 冲向长探山脉 故意的 这是蓄谋已久的 他们应该提前知道 降渊副本 会在这个地方诞生 于是先派人 前掉了在这里 驻守戍边的军队 然后秘密在境外 长探山脉的另一边 聚集了如此恐怖的 兽巢等降渊 彻底喷发 兽巢被降渊 能量污染强化 冲入我们大厦 届时 整个南疆 都要受灾首当其冲的 就是天和事 一切 都是有人故意为之 这 才是那些东营人口中 所说的 真正的计划 而现在 兽巢已然来袭 这已经是一场浩劫了 你们还愣在那里干嘛 抬头看 忽然 此前 南宫灵联系 兰若曦的那个 紧急联络器 再次亮起了红灯 从中传出了 兰若曦的声音 灵异和南宫灵文言 都是心中一惊 当他们抬头看去的时候 才在高空之中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那阴影的轮廓 行似一艘巨大的空天舰船 正是神箫主舰 与此同时 灵异还听到了 大量嘈杂的引擎声 从四面八方而来 那赫然是一架架 装满了无数增援士兵的 军用运输机 翁翁 除了这些被灵精科技 改造过的运输机以外 还有上百艘 速度更快 搭载的武器装备 也更加先进地轰炸 击划过长空 直奔寿朝上方而去 除此以外 灵异更是在 西方天际线的尽头 看到了同样密密麻麻 连成一片 如同海浪一般 涌来的飞行座骑 那是一只只 长着锋利鸟绘 身躯却如同 狮虎一般 矫健的军用战宠 每一只战宠上 都骑着一名 披肩直锐的精英 大夏骑兵 大夏立剑军 所属特殊骑兵部队 一骑军 光是目测 灵异就发现 这只一骑军部队 前来增援的数量 超过了十万之数 加上那些运输机 以及战机上的人 此刻前来 道场支援的援军数量 已过二十万之数 所有人心中 都生出了万丈豪情 面对百万级的寿朝 他们原本只有千人 宛如浪潮中的 一夜偏舟 但是现在 他们不再孤单了 援军来了 甚至灵异心中 都生出了一种 不过是千人 需要营救而已 用得着二十万援军吗 而且 他们怎么来得 这么快学点 以防你不知道 我们大夏 针对这类危机的 处理策略 我就跟你说一下吧 简单总结 就是一句话 对友军 饱和式救援 以及对敌人 饱和式毁灭 不需要南宫灵 再细说什么了 灵异已经懂 这句话的分量了 这何尝不是一种 独属于大夏的浪漫 很快 灵异就看到 十多个飞行器 从神骁母舰飞了下来 毫无疑问 这些就是来 接他们回校的飞行器了 灵异以及十亿等人 先将那些惊魂未定 负责回收副本的专家学者们 送上飞行器 随后 从远处飞来几架运输机 以及几位义骑军统领 为首的一位将领 看向灵异等人 行了一个标准的大夏军礼 然后倒感谢各位 来自各大学府的精英们 对我等同僚的相救 等本次受潮清剿结束 我们也会禀报上级 给各位发放大夏功勋点奖励 灵异对这位统领点点头 随后 利用重力魔法 将那千人的增援部队 送上了运输机中 好了 一切搞定了 我们回校吧 对了 你们也暂时 跟我们一起返回神霄吧 休息几天 会有专人 送你们回自己的母校的 南宫灵对其他几人开口道 随后率先上了神霄的 接引飞行器 十亿和冯三游等人 也跟着一起站了上去 灵异回首看了眼 那正在猛烈 喷发的降渊能量 以及铺天盖地的寿巢 此刻寿巢真正的主力 已经冲撞在长探山脉上 画后的这些怪物 利爪和尖角 已然能够破开坚硬的岩石 不需要多久 长探山脉 就会被冲出一个缺口出来 学姐 其实 咱们这次任务 一切都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对吧 回到神霄之后 灵异在心里淡淡开口道 她知道 南宫灵一定能够听到 果然 灵异看到南宫灵脸上 浮现一抹惊讶的神色 随后她的声音 也在自己脑海响起 呀 你怎么发现得这么快 我还以为 起码要等到整个事件结束 你才会意识到呢 呵呵 跟我说说 是哪里露出了马脚 灵异心中无语 装 继续装 巧合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是队伍配置 以一个A级任务的水平来看 我们这个小队 里面的能人太多了 算上再任务一开始 就被我踢出队伍的 云殿学院的那些人 我都觉得 我们阵容太豪华了 空间戏法师 能够交换灵魂的职业者 还全都是传说级职业 这些人更像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 正好能应对我们这次任务碰到的情况 南宫灵笑道呵呵 这些人的确实力都不俗 确实都是被友谊挑选出来的 但要说完美应对我们碰到的情况 有些过了 你继续说 然后是这次任务的奖励 我四转需要的那个落日银鬼 我之前去档案馆查过 这个材料出产自一个名叫 落日沙漠的高南副本 这个副本 不在我们神骁的副本圣所序列中 既然没有稳定的获取来源 那为什么偏偏一个A级的任务 会这要求 奖励这个特殊材料 还有任务途中 你们全都被陷阱法阵 传送到地下空间中 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 全都一起失联 应该是你利用某些技能 让他们全都不小心 进入了那个陷阱法阵之中吧 南宫灵插腰道 你怎么用这样的居心 揣测人美心善的本姑娘 灵异用一种看待智障的眼神 看着南宫灵 南宫灵很快败下阵来好了 是我是我 好了吧 继续说 后面的疑点就更多了 尤其是 在我看到所有人都活着 包括那几位收拾人学长 他们其实实力都很强 完全不需要我们前去营救 应该就有能力 带着那些专家逃出地底 只不过当时全都假装 自己被催眠了 这你都看出来了 南宫灵听到这里 彻底惊讶了 灵异当然不会告诉他 他有全知之眼 是不是滑水 是不是在装睡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最后 就是咱们神霄的主剑 竟然也如此巧合的 正好飞到了南疆上空 我们甚至不需要提前理想 只需要当天落地天河就行了 然后是受潮爆发之后 这犹如神兵天将一般 出现的二十万联军 从你给院长发球员信息 到他们出现 中间不过二十多分钟 就算咱们大厦 治军再好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调集如此规模的部队 唯一的可能是 他们早就 收到消息了 一只按兵不动而已 啪啪啪 南宫灵拍起了手 精彩的分析 小学弟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 这次布局有瑕疵 但是 你还是发现得最快的 呵呵 灵异有些无语道 所以 这是蓝院长的计划吗 南宫灵摇头若曦姐 虽然很强 但是还没到这种 能够洞察万物的程度 是校长大人的意思啊 他老人家对你很感兴趣 恰逢咱们神霄 今年的招星也开始了 这个任务 自然就成了 招星第一轮的考验 目前看来 除了被你踢出去的 那什么夏宇焰四人以外 其他的人 可能都要跟你一样 成为今年入学的新生了呢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来 我带你看看刺激的东西 十多秒后 灵异和南宫灵 来到了神霄的地下某处 神霄毕竟是一艘巨大的舰船 地下部分 其实是其舰体的船舱部分 此刻灵异和南宫灵 就是来到了 舰船前端的指挥室中 主炮充能还没好吗 马上就蓄了 蓄能进度98了 那准备发射吧 灵异感觉到 整个神霄都在轻微震动 随后 一个足有数公里大小的 黑洞洞的炮口 赫然从舰体下方伸出 刺目的光线 正在渐渐汇聚 灵异心惊 这也是宝盒式毁灭的一部分 神霄开炮 可是很多学子直到毕业 都未曾见过的奇景呢 你就很幸运了 南宫灵点着脚 站在弦窗前 满脸都写着期待 这里的确是绝佳的观景位置 灵异看到 那巨大的炮口 和恐怖的蓄能威势 也是心中激动 没有哪个男人 能够拒绝这种级别的武器啊 透过弦窗 灵异看到 那前来救援的20万部队 也开始着手 制止降渊能量的进一步喷发 并且有意将能量导流去其他地方 避免被兽巢碰到 那上百艘战机 和无数的意气军 已经在使用大规模爆炸物 和群体技能 击杀下方的兽巢了 只不过 面对如海浪一般袭来的兽巢 看起来有些杯水车薪 虽然这场青角兽巢的战役 一定会成功 但是 需要消耗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估计会很大了 他们 也是参与对敌宝和式毁灭的一部分 每个人 都在为尽快消灭这场兽巢 竭尽全力 灵异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豪情顿胜 那么 自己也来让这次毁灭 更加彻底一点 他 要牵引一颗天星 坠落此地 屠戮兽巢 一道无形的引力领域 以灵异为中心 扩散开来 十公里 百公里直至 数千公里 没错 灵异现在的引力领域 已然能够扩展到如此夸张的范围 引力领域类型主动技能等 阶四阶系别重力系效果 张开一道引力领域 领域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会被你打上引力共鸣印记 领域范围内 你使用的所有重力系技能 都已经被你打上引力共鸣的目标 有100的命中率 领域范围内 你可以随意调整引力源的方向 以此来无效耗 无限制地对领域内的所有目标 进行超重或施重操控 领域范围 以及你能够施加的重力倍数 根据你在重力系技能数中的 进阶等级而逐渐提升 当前领域范围 03000公里 当前最大重力倍数 999倍 灵异这一次 主要是向上垂直扩展重力领域 不多时 处在蓝星近地轨道的一颗 漂浮在宇宙中的小行星 就被灵异挑中了 大荒星运这个技能是静咒 跟其他元素系静咒的强度 完全受元素粒子的特性 和法师本人的精神力强弱 影响不同 这个静咒的强度 完全体现在引力领域 对物体施加的重力倍数 静咒级就是999倍 而影响大荒星运 这个静咒总体的强度的因素 当然还有这颗 即将坠落在蓝星表面的雨时 到底有多大 太大的 以灵异目前对引力的操控程度 还不足以挪动 拖拽下来 太小的 又可能在飞入蓝星大气之后 就崩裂解体 导致威力大打折扣 甚至一个静咒 跟放了个哑炮 都没有区别 也是可能发生的 好在灵异今天挑选到的 这颗小行星 不大不小 刚刚好 正处在它目前 能够牵引的极限区间内 再大一点 都拽不下来 在灵异操控下 很快 这颗小行星 就开始脱离它原本的轨道 逐渐朝着蓝星下方坠落而去 灵异睁睁开眼 长出了一口气 落点它已经选好了 加上现在神霄主剑 距离兽巢并不算远 那些兽巢 完全在它的引力领域范围内 在引力共鸣这个状态的影响下 属于它们的灭顶之灾 马上就要到来 跟雷神之怒 需要顶住神威 才能使用出来一样 大荒星云的使用条件 其实也是有些苛刻的 首先领域范围内 必须要有目标 给灵异牵引才行 其次 整个静咒的使用方式 和作用时间 有些长了 毕竟陨石坠落 也不可能是一瞬间 就能完成的事 所有蓄能准备已经完成 长官 是否开炮 开炮 随着那指挥官一声令下 整个神霄都轻微晃动了一下 随后 灵异就看到 那主炮炮口 竟然在原本的基础上 再次扩大一圈 与此同时 炮口中喷出刺目的光线 下一刻 灵异只觉得眼前一片白光 甚至让它睁不开眼睛 与此同时 一道足有数千米粗细的 可怕激光能量炮 从神霄主炮的炮口 击尸而出 轰很快灵异 就在远处长探山脉的附近 看到了一朵生腾而起的 恐怖蘑菇云 神霄主炮轰击下来的 中心点区域的所有兽巢 再瞬间 就被蒸发殆尽 尸骨无存 而离中心点远一些的兽巢 也被恐怖的爆炸余波 碾成积粉 再远一些的 被冲击波波击到的怪物 其体内的五脏六腑 也都被震碎 每出血而死 这一炮下去 起码有数万的魔兽被消灭 灵异听到了一阵阵欢呼声 有整个剑船大厅里的人发出来的 更有整个神霄的学子们发出来的 神霄开炮 惊天动地 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心中感到深深自豪 而下一秒 他们就知道 什么叫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地上升腾而起的蘑菇云 还没有升上高空 就忽然被一团更加赤裂 更加耀眼的巨型火球 彻底冲散 笼罩在南疆上方 万年不开的致命银云 此刻被这颗从天而降的巨大火流星 撕开一圈巨大的火口 天空就像是露了一个巨洞一般 陨石我的天 有一颗陨石 要砸下来了陨石的落点 好像就是寿朝方向天佑我大夏 太好了 这群畜赏 要被天收了 所有将士听令 暂时撤退 躲避陨石 撞击无数前来处理这场寿朝危机的大夏军人们 又惊又喜 他们没想到 就连老天 似乎都站在他们这边 神霄舰船巨大的指挥室中 无数人的反应 也是同样的 计算陨石落点 快 我们会不会被波及报告 超脑计算机 已经模拟出这颗陨石的落点了 就在寿朝正中心 怎么会这妖巧合 那对我们的影响呢 这颗陨石当量很大 撞击之后的冲击波 可能会让舰体出现大量颠簸 那就开启防震措施 以防万一 权剑能量护盾也打开吧 是 一道道命令不断下达 南宫灵也无比讶异地 看了灵异一眼 小学弟这陨石 不会是你召唤过来的吧 他是知道 灵异之前在三传完成后 得到了重力系技能的 但是召唤陨石这种技能 他感觉已经超出人力的上限了 此刻也只是女人的直觉 告诉他 这颗陨石 可能跟他身边的 这青年有关 灵异摊了摊手 怎么会呢 是巧合吧 南宫灵这小学店 真是不会撒谎的人 你这个回应 就差把这事 就是我钱的几个字 写在脸上了 但凡是个正常人 看到这样的一幕 多少都会流露出 震惊的心情吧 灵异现在 淡定到看起来有些假了 南宫灵收回 看向灵异的目光 以肉眼观测一枚巨型陨石 撞击蓝星 这可是很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看到的绝景 他可不想错过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颗陨石 马上就要砸落在兽巢中央 天洞地的大冲撞石 一道异象 再次出现 天空 忽然黑暗了下来 整个南疆上空的阴雨 都被一股莫名的伟丽 一扫而空 随后 太阳隐匿踪迹 满天星斗 出现在苍穹之上 转瞬之间 由白天 化为星夜 随后 只见天空中的星辰 不断游动 一只完全由满天星辰 组成的巨神之手 赫然出现 所有人都惊呆了 其中也包括灵异 是万校长 他老人家出手了 南宫灵惊呼一声 让灵异彻底震撼了 神霄学府 仙人校长 即使灵异没跟他见过面 但是 在神霄生活的这段时间 他也听说过 这位校长的传说 大厦二十四位战神中 第十七位 迈入祠等绝颠境界的人 封号山河战神 在没有进入神霄之前 灵异一直以为 蓝星职业者的巅峰 应该就是战神级 并且一直以为 战神级就意味着 职业者九转 但是后来灵异才知道 九转是九转 战神是战神 职业者九转之后 充其量只能说是 战神预备役 距离真正的战神境界 还有不知道多少距离 所以 灵异对于战神级战力的想象 一直都是模糊的 直到此刻 他看到了 足以将白日扭转成 黑夜的手段 更看到了 凝聚宇宙星辰之力 以此塑星的手段 更加看到了 他刚刚召唤出来的 那颗雨石 被那一只流淌着灿烂星河的巨手 轻轻一拨 就彻底偏离既定的轨道 朝着长探山脉的另一端 国境之外 杂落而去 灵异用出来的这个禁咒 此刻 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具体落点会是哪里 灵异也不知道了 战力 震撼 无言 这是此刻所有见证这一幕的人 体现出来的关键词 灵异更是感觉头皮发麻 心中既震撼 又激动 这就是战神级的战力 只需轻轻一拨 他召唤出来的静咒 就要偏离既定的轨道 只不过 为什么校长他要这样做呢 灵异有些不明白 但是 随后他就觉得 自己想多了 去揣测一位真正战神的心思 那还是没必要了 到了那个级别 已经是随心所欲 几乎不受任何所谓的规则束缚了吧 就在众人 被这足以汗天动地的威力所震慑时 只见那星空之下 巨手 以最朴实无华的攻击 结束了这一场 可能横扫整个南疆 让大夏死伤惨重的百万级兽朝帕 巨手化为一个巨大的巴掌 猛然拍下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势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山崩和地炼 只是在数千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巴掌印 那百万只怪物和凶兽 被这一记大逼斗 直接压成了薄如蝉翼的肉饼 随后 那巨手又化掌为止 食指狠狠捅入 正在猛烈喷发降渊能量的地底 祥渊喷发 顷刻指掀 随后 那根手指在地底搅动一番 一枚散发着漆黑星红色泽的晶体 被巨手手指拿了出来 轻轻一抛 甩向神霄所在的方位 林一看明白了 这是在回收这个祥渊副本 最后 那巨手又伸出中指和拇指 捏住长探山脉的南北两段 往中间一击 此前被兽巢冲出来的窝口 顷刻肩被填补 顺带着整条长探山脉 也以无数人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不断拔高 树西之后 蓝星星的最高峰诞生了 一道真正的天前 彻底横跟在大厦南疆边境 与咖喱国境之上 此后千年万年 恐怕再也没有受潮 没有咖喱国的人 能够穿越这条世界乌极般的国境线 而有了这条崭新的长探山脉 大厦这一侧的地理气候 可能也因此发生改变 不再如此寒冷荒芜 那些助手在这条苦寒边境线上的长城军们 再也不用过得如此艰难了 一切都已做完 那巨手缓缓化作点点星光 消散一空 天空中遮蔽裂阳的星夜幕布 也被揭开 太阳重新升起 照向那隆起超过万米的蓝星 第一扇脉 镀上一层灿烂的金边 就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数分钟前 神啸 校长是 办公桌上 一只白猫正在舔着爪子 给自己顺毛 而桌前放着一张茶几 一副棋盘 棋盘两端 此刻有两人正在对弈 兰若依右手伸进棋盒中 加出一枚洁白如玉的棋子 落在棋盘西南角 此刻 整个棋盘上的西南区域 黑白二子星罗骑步 彼此绞杀 足见战况异常激烈 坐在兰若西对面的 是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老者看到兰若西的白子落出 眼皮抖动了一下 似乎这一步 正好下在了他最难受的位置上 接下来 老者陷入场口 兰若西也不着急 右手撑在下巴上 绝美的脸庞上 浮现一丝玩味 他淡淡开口到校长大人 这次新生特招考核 有些过于困难了吧 祥冤副本喷发 百万级的寿巢 以及嘎利国那边的势力 完全就不是这些各大学府 二年级的学生们 应该接触到的东西呢 老者闻言 冷哼一声 有老夫在 你还怕会出什么岔子不成 老者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拿出一枚黑子 落在西南角某处 并且直起腰 双手抱胸 似乎对这一手 非常满意 在他看来 虽然自己的黑旗 想要在这片区域 拿下太多优势 是不可能了 但是做个结活是没有问题的 兰若西笑到怎会 只不过 我派出去的骑兵 似乎根本不需要你老人家出手 就能搞定现在的局面呢 兰若西再次加出一枚白子 毫不犹豫地 点在了老者想要 做结活的点位上 这一步落下 老者心中一惊 他此前以为这个点位 兰若西进来了 就是宋子 但是现在 他多看几步之后 就发现 这一子 真的宛如天降骑兵一般 能把他布置在这里的所有黑子 连根拔起 老者攻起腰 伸着脖子看着棋局 再次陷入了场口 校长大人 你局势不妙欧气 越来越紧了 最多还有三步 你这条大龙 就要被我涂了 呵呵 兰若西笑容灿烂 似乎在棋局上 赢了自家校长 也让他十分开心 老者想到后面 直接开始抓耳挠塞起来 最后 他伸出手 猛然将兰若西 刚刚落下的那枚白子 拨到了棋盘之外 不算不算 这局不算 不完了不完了 随后 老者更是伸出手 将棋盘上所有的黑子 全都拿了起来 兰若西看了眼 此刻的棋盘 眉眸中流露出 一丝震惊之色 他刚刚的那一枚白子 虽然落在了棋盘之外 但似乎 这个位置 远比他之前所选的地方 要更加关键 也更加解气 还是校长大人思虑周全 也是应该给这些挑梁萧小 一些惩戒了 老者站起身 话语中也带上了一丝韵怒 这些狗砸碎 是太安逸了 停战这么久 认为 都可以骑到我大厦的头上 拉屎撒尿了 我这一次 要是主动出手 灭了他一成 避免不了 又要被那几国说 我打破战神级战力 不干涉公约了 你新招入学的这小子很好 才十八岁 就已经掌握静咒魔法了 很有前途 的确是百年不遇的天才 等会让他来一趟 我见见他 顺便送他一场造化 兰若西文言 脸上也出现喜色 站起身 对老者鞠躬行了一礼 那我就先替他感谢校长大人的提携了 你去吧 那几个来自其他学校 参加这次任务的 你看情况 择幽露曲 这些事不用再报到我这里了 明天我就走了 老者坐回办公以上 抚摸着白毛顺滑的毛发 白毛双眼微眯 打了个瞌睡 蓝若西点点头 退出了办公室 此刻 跨越数千公里的距离 大厦南江国境线的另一边 这里 是咖喱国的领土 在遍纪元后 蓝星大陆面积和海洋面积 全都扩张了上百倍 咖喱国当然也在其中 只不过跟大厦不同的是 咖喱国跟着国土面积一起扩张的 还有人口数量 天知道咖喱国的人 为什么这么能胜 就算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 限制新山的诞生 但是人口数量 依旧是杀不住车的爆发式增长 来到3024年的现在 整个咖喱国的人口 已经突破了千亿之数 暴增的人口数量 让咖喱国成为目前整个蓝星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 国土面积 跟不上人口的膨胀速度 导致咖喱国的各个基地市之间 相距都很近 毗邻大厦南江省大 是咖喱国的东部国土 这里距离首都不算遥远 同样兴罗旗部的 分布着上百个基地市 其中整个咖喱国东部 最繁华的基地市名为罗摩衍纳 此刻 罗摩衍纳的街道上 车水马龙 有着西方长探山脉的阻隔 南江高原的寒气下不来 导致这里的气候 常年温热潮湿 今天 也是一个气温 接近40度的大热天 哪怕时间接近傍晚 还是有大量皮肤有黑的 咖喱国民众 拥挤在罗摩衍纳穿城 而过得圣河中洗澡 当然 这条圣河的水质 已经不能用堪忧来形容了 整体呈现污浊的黄褐色 还有汗液 尿液混合着腐蚀臭味的气息 不断传来 但当地的民众 似乎乐此不疲 好热啊 怎么感觉太阳都快落山了 天空还是这么亮 别说了 来来来 喝一口圣河之水 迎接我们的新生活吧 此刻圣河位置最好的部分 已经被一群脱掉了 咖喱国制式军装的 操汉们霸占了 周边的民众们 碍于他们的淫威 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河中两个大汉 在不断窃窃私语着什么 你说那些东营人靠谱吗 靠不靠谱 他们都帮我们提前 把大厦那群蠢货的 全都杀了 还给了我们 能够让野外怪兽 狂躁起来的毒药 嘿嘿 加上他们 给我们的情报 也是准确的 大厦那边的地下 竟然真的有个降渊猎系 马上要喷发了 兄弟 今天晚上 我们应该就能够看到 大厦南疆损失惨重的新闻 上面会给我们 牢牢记上一弓的 我们再也不用去守 那条该死的边境线了 听说高层 还打算给我赐名 我不再是废舍了 我也是个杀地利了 太好了 为我们光明灿烂的未来 干杯 干杯 圣河上 原本正守嘎离国 临近大厦南疆 边境线的这一支军团 纷纷彼此庆贺 然而 很快 他们就发现 似乎他们身边的圣河河水 渐渐蒸腾起 一道道白烟 那是水温升高 蒸发出来的水气 好热真的太热了 我感觉都有些烫了 众人惊觉情况不对 随后他们看向 岸上的那些人 发现在恐怖烈日的炙烤下 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脱水了 甚至有人身上的衣服 竟然轰得一下自然起来 不对了 怎么回事 就算天气再极端 也不可能会热到这个地步吧 天天上 天上多多了一个太阳 圣河水温越发滚烫 许多人再也忍受不了 爬上岸 指着天空惊叫道 然而 下一秒 那些人就发出 杀猪般的惨叫声 只因为河岸的地表温度 已经足以考出 他们没有鞋子保护的脚 此前窃窃私语的 那两个大汉 猛然抬头 就看到 天空中的晚霞和落日 全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颗熊熊燃烧 还在不断变大的新太阳 那当然不是太阳 那是一颗巨大的火流星 这是整个罗魔眼 那基地式的所有人 生前看到的最后一幕画面 哄 灵异召唤出来的那颗雨石 未能击中兽朝中心 却落在了 咖喱国东部的命脉上 陨石撞击地面 瞬间轰入地壳之中 圣河河水 在碰撞点 扩散而出的高温下 快速蒸发殆尽 与此同时 整个罗魔眼那的建筑物 高楼大厦 也在顷刻间 被夷为平地 神笑 灵异走在前往 兰若西院长办公室的路上 他刚刚收到消息 说院长找他有事 一切既然 都是校方的安排 灵异自然而然地认为 是这位院长估计又有什么好东西 要奖励自己 欣然前往 叮咚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灵异拿出来一看 是南宫灵给他发来的消息 出大新闻啊 你知道 你搞出来的那枚雨石 最后 砸到哪里了吗 这个问题 让灵异一正 啊 不是被神笑校长 一巴掌拍飞了吗 肯定不知道 掉到哪个计较嘎拉了吧 掉到哪啊 你都不刷短视频 不看社交网站的吗 你自己看吧 我就不剧透了 总之我舒服了 灵异划掉南宫灵的短信 他也好奇 那陨石 最后砸到哪了 灵异打开了很久都没有打开的微博 这平台 因为此前灵异看过太多死逼 见过太多恶臭的东西 所以早就已经不怎么刷了 但是不得不说 一旦出了什么事 这平台的反应是最快的 打开微博 果然灵异直接在首页的热搜榜上 看到了好几则新闻 天降陨石 咖利国东部主要城市 罗摩衍纳全市 被夷为平地 周边基地市同样受灾严重 相关救灾行动 因陨石引发的次生大火受阻 初步估计 本次天灾 造成咖利国的人员伤亡 已经破亿 专家预测 本次陨石天灾 对咖利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恐达千亿级别 失去东部最大农业城市供给 全国多少人将结衣缩食 陨石灾后 咖利国外交官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强烈谴责 并扬言 大夏才是此次罗摩衍那天 想陨石的罪魁祸首 强势反击 大夏外交部回应 血口喷人 胡言乱语 灵异一路看下来 直接看乐了 原来最后那颗陨石 砸到咖利国东部的大洞 卖上了 舒服了 灵异即使不确定 那身穿紫月印记 击杀李家豪等人的幕后黑手 到底是不是咖利国 但是起码有一点能够明确的 这次受仇 没有咖利国参与 是不可能的 是他们挑衅在先 试问 如果大夏如果没有这么强盛 或是没有提前知晓 他们的阴谋和诡计 那么 这次南疆受潮 会让多少人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点开最后一条新闻 灵异更乐了 据悉 本次陨石天灾事件发生时 我国南疆省 同样也爆发了 强度达到S级的恐怖受潮 发言人称 对蓝星的所有国家而言 天灾是首先就要面对头等问题 如何预测 如何制止 如何化解 才是蓝星各国 应该主要考虑的事 同时还表示 对本次受灾的咖喱国 感到惋惜 但咖喱国不应怨天尤人 甚至祸水冬蚁 大放厥词 指责污蔑大夏 是本次陨石坠落天灾的罪魁祸首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希望咖喱国处理好自家事 尽快抚平天灾伤痛 重建秩序后面的 都是一些官话 灵异没有再看了 这一刻 他忽然明白 为什么校长 会选择把他的那颗陨石 改变鬼道 拍到别处了 舒服了 因为受潮的问题 他一巴掌砸下来 就轻松解决了 但是 如果他这一巴掌 拍的是咖喱国的东部主要城市 那两国的关系 就肯定要比现在紧张得多 甚至 其他看热闹 不嫌事大 同时也无比忌惮大夏的国家 也会跳出来 集体炮轰大夏 让大夏陷入舆论烈势 影响就太不好了 现在 陨石坠落这种事 完全可以说是天灾 就算咖喱国那边 说是万校长这边蓄意为之的 也拿不出什么证据 这一招 妙 灵异推门走进兰若曦的办公室中 后者也满脸笑容地看着她 看到新闻了 呵呵 你表现得不错 这次任务的完成情况 我能给你一个九十分 就是身为队长 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 思考的还不够多 不过这些随着你任务经验的增多 和阅历的丰富 都会慢慢弥补 面对危机时 你能够快速决策 做出最佳选择 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等会去任务大厅 领取你的奖励吧 我给你提到S级了 后续回算在你的任务完成情况中 灵异谢谢院长 不客气 今天叫你来 是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对你来说 十分重要 校长大人 说要见见你 并且打算送你一场机缘呢 灵异闻言 面色一正 啊 校长要见自己 回想起之前在指挥室中 灵异看到的 那神乎奇迹一般的手段 灵异就有些紧张 那可是一名真正的战神级强者 战神级强者给的机缘 他心动了 万校长是出了名的严克 在所有咱们大厦的战神之中 他应该也属于 是脾气最古怪的那一档 眼界也很高 我还从来没有从他口里 听过对一个像你这样的后辈 有超过尚可 或是不错这样的评价 但是今天 他说的是很好 以及前途无量 我越来越庆幸 还好之前 我不惜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也要把你收入麾下了 你是不知道 听说校长要见你 其他几院的那些院长们 对我有多嫉妒呢 呵呵 好了 跟你说这么多 主要是想 让你别这么紧张 现在万校长对你的印象 可以说是很好 你直接去见他就行 但是 注意一下言辞 他很好面子 尽量说些他的好话 你们的交流会 更加顺利的 去吧 他在校长室等你 我提前预祝你 顺利得到你想要的机缘了 灵异走出兰若曦的办公室 同时身上 也重新续上了两个 增加经验值 和技能点获取的 BUFF 早上出任务很匆忙 他当然来不及 来找兰若曦给他续杯BUFF 神霄的教务处顶楼 就是校长的办公室 灵异此前 就被教务主任 传唤谈话过 这一次 自然轻车熟路 一路来到了教务大楼的最高层 一出电梯 灵异就看到了一扇木门 门上挂着校长办公室的牌子 咚咚 灵异来到门前 敲了两下 进来吧 里面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灵异推门而入 就看到了那张 此前兰若曦跟老者下过棋 棋子还散落一地的茶几和棋盘 以及坐在办公椅上 正在撸猫的老者 来了 你就是灵异 老者甚至没有抬眼看向灵异 全身心都放在桌上的白猫上 灵异看到这一老一毛 瞬间就是一正 面色古怪了起来 因为 在全只只眼的观察下 无论是老者 还是那只白猫 都浮现出一连串的问号 有了寄灭之首的经验 灵异现在 已经知道了 这些只要超出一定力量等级的强者 或是道具 在全只只眼下 也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 才能够看穿和解读 而那位解读那位老者所需的时间 是十分钟 但是 桌上那只白猫 所需要的解读时间 是整整二十四小时 全只只眼什么信息 都没有反馈给灵异 但似乎又什么信息 都给了 坐吧 老者开口 示意灵异选个沙发坐下 但灵异却走到办公桌前 看着桌上的白猫 笑道万校长 我能摸摸你吗 灵异此言一出 那老者脸上 出现一抹惊异的表情 与此同时 桌上那白猫 也睁开心松的睡眼 瞳孔注视着灵异 让灵异 都感觉浑身发毛 好像被他彻底看穿了一般 随后 桌上的白猫 打了个哈欠 收回了那无比锐利的目光 拱起身子 做了一个标准的猫石拉伸 然后口吐人言 小子 你比我想的 要更加有潜力 竟然能够发现我的本体 前段时间全球通告过 有人把最普通的鉴定术 加到了满节 那人应该就是你吧 所以 你应该是因此 得到了什么好用的 鉴定类技能 灵异心中 长出一口气 还好 自己猜对了 果然神骁的现任校长 就是桌上这只白猫 如果要是自己猜错了 毫无疑问 这对坐在椅子上的 那位老者来说 是十足的大不敬 谁又能想到 大下第十七位 灯灵战神境界的强者 是一只通体雪白 甚至看起来 还很可爱的猫猫呢 万重山看着 灵异蠢蠢欲动的手 有些警惕 你想干嘛 灵异搓了搓手 开口到校长大人 你看起来很好摸 而且这位恶怎么称呼 灵异看向老者 老者也露出一丝笑容 你叫我一声毕老吧 我是他的武魂 灵异点点头 继续到 毕老抚摸您的手法 不太对 根本就不是最舒服的方法 前世在地球上 无婚无子 但为了排解孤单 一共养过三只猫 其中他最喜欢的 也是最后一只养的 就是一只大白猫 那白猫性格很好 也很黏人 穿越到蓝星世界后 这个世界的职业者 有的只会是战宠 家养的宠物 已经绝技了 因为全都变成怪物了 所以 当灵异看到自家校长 竟然是一只正常的白猫之后 别提手有多养了 他已经有太久太久 没有卢猫了 万重山端向着 灵异清秀的双手 又看了看 毕老那长满皱纹 粗糙的手 陷入了犹豫之中 他刚刚在灵异的话里 听到了舒服两个字 身为一只猫 他还从来没有体验过 所谓舒服的感觉 他有些心动了 另外 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青年人 说不定真的是 撸猫胜手 万重山扭过头去 没有说同意 但是灵异已经 明白他的意思了 猫嘛 都是傲娇的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还是很老实的 灵异立刻上手 他先是跟毕老一样 顺着白猫的脖梗 摸到后背 这是撸猫起手势 大多数猫猫 都不会抗拒你 抚摸他们的这个部位 而一旦 你跟他们混熟了之后 也就能解锁一些 其他的部位了 哼 这小子也不过如此 也就是手上的皮肤 要白金嫩滑一些嘛 远远说不上舒服 就在万重山如此想着 准备勒令灵异停手的时候 他忽然浑身一颤 因为灵异的几根手指 已经伸到了 他两腮和下巴的位置 一阵酥麻感袭来 让万重山浑身一抖 放肆 这个位置 也是你能碰的 喵 万重山心中的怒意 才刚刚生腾起来 下一刻 他就感觉 灵异轻柔的指尖 不断蹭在他最舒服的点上 让他不自觉地 眯起了眼睛 两只立起来的耳朵 也渐渐低垂 灵异看到这一幕 也安心下来 嘿嘿 果然天下猫猫都一样 哪怕是战神级别的猫 那也是猫 都飞鸡尔了 校长大人 肯定被煮爽了 其实灵异自己也爽了 不得不说 校长大人的手感 确实太好了 毛发又柔又顺 远比他前世碰过的 所有皮草 都要顶级 坐在椅子上的壁楼 看到自己的主人 竟然流露出 如此享受的表情 也是心中震撼 原来 这才是撸猫的奥义 学 狠狠的学 数分钟后 万重山打了个哈欠 睁开了眼睛 舒服 太舒服了 不过当他睁开眼 审视自己此刻的体态时 他瞬间心中一惊 自己怎么会像一个后背 流露出此等谄媚的笑容 喉咙里还咕噜咕噜地响 尾巴 尾巴都竖起来 再不断蹭着他的手了 不行 太失态了 够够了 老夫承认你的确精通按摩 但休想 以此贿赂老夫 白猫一个机灵 跳到一旁 最后端正坐姿 猫童里 流露出属于战神级的威严 毕老也在一旁 叹为观止 受益良多 好了 小子 说正事吧 这次叫你来 主要是我一生中 从未亏欠过他人 你此前用的那个静咒法术 确实帮了我 一个大忙 我不便出手 但你可以 灵异闻言 心中一动 结合他刚刚看到的新闻 立刻就明白了 校长大人 您已经是战神级的强者了 还需要顾虑这么多吗 灵异问出了心中想问的问题 其实谁努力变强 不是求一个逍遥自在 随心所欲呢 但目前看来 就算到了战神等级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白猫瞥了灵异一眼 开口道 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 你们人类就是这样 本质上各国彼此互相忌惮 互相利用 貌合神离 但偏偏又说着 什么人族命运是一体的 应该彼此团结 我是战神不错 但其他国家 也一样有战神 彼此彻咒 立了那什么老神子公约 自然我们就不能轻易 对其他国家出手了 灵异明白了 这道理 其实就跟前世地球上差不多 各大强国都拥有核武器 但核武器真的能用吗 到最后 反而都知 利用了其威慑价值了 所以 我打算送你一场造化 万重山话音一落 灵异就感觉 眼前出现一片灿烂的星光 随后 景物变幻 整个校长室四周的墙面 都变得透明起来 他此刻还在校长室中 但整个校长室 似乎已经脱离了教务大楼 飞上高空 灵异看到了神霄剑体尾部 那成片成片的青山 和夹杂起见 湍流不止的飞铺 水气增腾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灵异此前没事 也喜欢到这几座青山下 近看飞流直下三千尺 感觉星境都会平和一些 但这一次 万重山直接带着灵异 穿过了那座座青山 又穿过一片片迷雾 来到了神霄主见的后方 随后 云雾散去 一目让灵异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景象出现 那是一只身躯 无比巨大 浑身长满了 青灰色鳞片的生物 其脚四路头 四驼眼 四兔象 四蛇腹 四圣灵 四鱼爪 四鹰掌 四火耳四牛 万灵之掌 大下涂腾 这赫然是一条青龙 只不过 此刻这条大下神话中的 真龙身上 随处可见伤口和疤痕 其中最触目惊心的 就是在龙头下方 脖梗部位 有着一道极深的伤口 伤口 甚至可以见到 其后的森森白骨 和内脏细节 青龙匍匐在地 长达数千米的 巨大龙驱盘在 神霄剑提尾部 似乎神霄剑船尾流散 发出来的高温 已经成为供养 这条老龙续命的 关键能量了 灵异看到万崇山的猫脸上 流露出一丝 极其人性化的哀伤表情 敖轩老朋友 我来看你了 敖轩灵异听到这个名字 再次确认了一件事 这条龙 应该有着辉煌的过往 敖这个姓 的确是只有 大夏真正的龙族 才有资格享有 听到万崇山的呼唤 似乎这条锤死的病龙 有了一丝反应 灵异看到 他那巨大的龙手 微微抬起 右眼缓缓睁开了一条缝 而左眼 似乎已经彻底失明了 再也无法睁开了 敖轩看到了万崇山 他强达起精神 摩了摩龙手的方位 大口张开 低沉威严的声音响起 距离我上一次沉睡 过去多久了 万崇山到三年了 灵异看到敖轩的龙童 微微一宁 随后 他盘起龙区 将一直被他小心翼翼 保护起来的龙腹位置 暴露出来 似乎在确认 自己腹中孩子的安危 扑通扑通 灵异也听到了 缓慢的胎心跳动声 没想到 这还是一条母龙 腹中还有一个幼小的生命 尼泊龙根 快要开启了吧 敖轩继续问道 这一次 灵异在他那半针的龙童里 看到了无尽的愤怒和怨恨 万崇山点头 还有整整一百天 敖轩放下沉重的龙手 似乎光是抬头这一件事 就已经消耗掉他大量的能量了 一百天 只需要再熬一百天就够了 我这副残区 本来早就该在百年前 随我龙族大群一起去了 但我要喂他 做最后一搏 敖轩话语中 带上了一抹自嘲 似乎他早就不想活了 唯一的精神寄托 让他撑到现在的 就是腹中的孩子 万崇山看向灵异 介绍到老朋友 这小子叫灵异 马上就四传了 我想在一百天后 让他跟你一起进入尼泊龙根 夺回龙脉后 你诞下的孩子 就寄托给他吧 灵异心中一惊 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 此前万崇山跟他说的 给他一场大造化的真意是什么 所有职业者 达到四传境界以后 就会解锁战宠了 而万崇山给灵异准备的战宠对象 竟然是一条大下神话中的真龙 并且 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条龙 敖轩巨大的龙童看向灵异 灵异这一刻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压力 那是龙威 直面神话中的生物 灵异感觉自己甚至连呼吸都有些阻塞 不可能他是人类 你忘了 是谁让我们妖族 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万崇山眼中出现一抹追忆 他摇了摇头 人妖之症 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了 敖轩 这就是我们既定的命运 谁也更改不了 命运选择了人族 并没有选择我们妖族 或许其中也有长远的深意 只不过就算是现在的我 也看不到 但是 我相信 你也能看到 这小子身上 有被命运眷顾的痕迹 只有跟着他 或许对你龙族来说 才有最后的一线生机 不至于全族灭绝 敖轩龙童凝视灵异 看得灵异浑身发毛 两个大佬的对话 听得灵异云礼物里 不过他 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 命运这是跟自己之前 就已经接触过的 不朽一样的法则吗 不行 此事休要再提 人类 如果我还有力量 我巴不得将你生吞活泼 数分钟后 重新回到本来的校长室中 万重山叹了口气 对灵异道 你别怪敖轩 他不是针对你 而是针对你们整个人族 数百年的伤痛折磨 如果不是为了负重幼子 他应该早就撑不住了 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上有两种龙吧 一种是我们大下的龙 一种则是外形像 蜥蜴一般的西方龙 灵异点点头 两百多年前 曾经你们大下的人族先祖 跟我们妖族 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那一战 最后以你们人族全胜告终 作为当时妖族的主力 龙族直接元气大伤 休养百年之后 谁都没有想到 欧罗巴联盟那边的职业者 竟然密谋 窃取了整个大下龙族的龙脉根基 并且还成功了 此刻 整个龙脉根基 已经被他们强行移植到了 属于西方龙族的龙玉尼泊 龙根之中 一百天后 尼泊龙根的卫免会与蓝星卫免距离最近 届时 我会强行打开两界通道 敖轩会拼尽全力 从尼泊龙根中 扯出一段大下龙脉碎片 只有如此 他腹中的柚子 才能够真正降世 不至于一出生 就直接夭折 我已经决定了 将他的柚子托付给你 成为你的战宠 借了你的契约 最后的龙族血脉 才能延续下去 小子 迄今为止 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类 能够拥有一只上古妖族 作为战宠 并且还是妖族中的顶尖站立 龙族 这一百天里 继续变强吧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至于敖轩那边的思想工作 我会去做 这应该是整个大下龙族 最后的机会了 他不会放弃的 他现在只是怨气难消而已 灵异还能说什么呢 万重山都这么费心安排好了 他现在只能接下这个重担了 不过能够遇见的是 神龙当战宠 对自己战力的提升 肯定也是智得飞跃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好了 除了这个以外 本来今天我就打算赶紧走了 但是不得不说 你之前的确让老夫 享受到舒服的按摩了 我听兰家那丫头说 你最后四转 需要通关的副本 是白夜惊魂是吧 零一点点头 这就是目前他发愁的地方了 因为他此前也去 神霄的资料库中查询过 这个降渊五层副本 入口栽了 返回的信息显示 这并不是一个大下 拥有的降渊副本 没错 降渊副本 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不只是降渊零层 深层的降渊副本 同样各国都会尽力控制 而全球控制降渊副本 数量最多的国家 就是大下 只可惜 灵异运气不佳 白夜惊魂 这个五层副本 并不在大下 这副本在东营那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在他们 那什么绳子岛上 我来帮你搞定这件事 你做好进入这个副本的准备就行了 不过在此之前 那个你能再来一次吗 万重山说到最后 偏过猫头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他轻微晃动的尾巴 出卖了他心中的想法 灵异笑道 校长大人 以后你要是回来了 叫我一声就行 我立刻过来 给您老人家 舒服舒服说话间 灵异已经上手了 校长大人 这次 我再让你体验一下进阶板 尾部按摩 尾尾部部 不行 那里那里不可以 数分钟后 万重山趴在办公桌上 四仰八叉 任有灵异对他上下其手 全然没了所谓的威严和逼格 怎么爽怎么来了 灵异的双手 不断刺激他 浑身上下各种敏感的部位 但偏偏 又不会让他感觉到 难受和臊痒 只有无尽的酥麻和舒服 一边的毕老 已经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 这年轻人 还有这样一门独门秘籍 直接把自家猫老板 调教得柔弱无骨 校长大人 您下次回来 我再给你体验一下 古法猫薄荷薰针按摩套餐 那是身体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万重山睁开眼 冷横到小子 就算你拿这种东西诱惑我 我也不会给你好处的老夫 可是出了名的轻正联名 那是那是 当然当然对了 那个猫不合是什么东西 那可是个好东西 只不过 咱们神霄没有 下次我弄点孝敬您老人家 对了 校长大人 关于这次任务 其实 我心中还有些疑惑想问问您的 他今天来 其实还是有些问题 想问问这位山河战神的 你问吧 万重山没有睁眼 他似乎很享受灵异的按摩 校长大人 根据我的调查 这次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 其实是东营那边的人 咖喱国那些人 充其量只是帮凶 我知道 后续我自会处理 随后 万重山像是想到了什么 微微睁眼道 你问这个干嘛 灵异面对万重山 也不敢隐瞒 其实也没有必要隐瞒 直言道 我想帮那些无骨死去的 长城军报仇 这其实才是 灵异目前比较挂心的事 万重山双眼睁开 伸了个懒腰 淡淡倒别想了 鬼月不是目前的你惹得起的 他们的仇 自然有人帮他们报 我大侠要是真伦落到 要靠你一个小辈 去让他们血债血偿 才是落人笑饼 原来那个紫色月牙印记 背后的势力 名为鬼月吗 听万重山的口气 这应该是东营那边 真正的顶级组织之一了 以他目前的实力 独自面对这种级别的组织 那的确是有些不自量力的 好在 他有的是实践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更别说 他根本不用十年 就能无敌 过个几十天 上百天 他的战力 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林一摇了摇头 坚定到校长大人 我之前调查真相的时候 跟他们牵扯了 比较深的因果 要是我就这么冷眼旁观 可能念头 都会不同达了 万重山文言 沉思片刻 随后填起了爪子 边填边说到 范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 我记得 你直接拥有参赛资格吧 林一点头 算算时间 还有一个多月就开赛了 今年除了你以外 咖喱国 南越国 高丽国那边 都已经爆出很多 夺冠天才热门了 其中 东营那边第一的 就是一个来自鬼越 千姬家系的天才 三井猫 这比赛每年的竞争 也都很激烈 范亚十国 选出来的百人 青年职业者 最后能进他 有机会觉醒武魂的 也就十人 所以 出现死伤在所难免 万重山言尽于此 但林一已经懂了 甚至听到了三井这个姓 她可没有忘记 之前搜魂那 傀儡得到的消息里 那个鬼越的长官 就叫三井 杀了这个三井猫 自己也算尽力了 起码无愧于心了 行了 这比赛的硬性要求 就是四转 但是按照往年的情况 最高 甚至出现过六转的 排队等 觉醒武魂的人太多了 近期 你继续努力吧 一个星期后 神肖 女娲学院某个化妆监重 不是 学姐 真的有必要 这样吗 林一一脸无奈 别说话 马上就好了 南宫林将手里的眉笔 在林一的右边眉毛上 最后勾勒了一下 随后 将笔收进自己的化妆盒里 啪的一下盖上 好了 搞定 从现在起 你就是东赢小林家戏 流落在大厦的旁之一姑 小林一刺狼了 一刺狼啊 故乡的樱花开了 你也应该回家探亲 顺便再刷个祥元副本了 林一嘴角抽动 草点实在太多 她都不知道 该从何吐气 一面镜子 递到林一面前 林一接过来 看了看镜中的自己 林一都惊叹于 南宫林的化妆技术 果然是亚洲四大邪术 此刻的她 完全看不出 原本丝毫的样貌痕迹 刚毅的脸庞 霸气的眉毛 以及三角眼和她鼻子 加上头发上 扎起来的和风发剂 太招呼了 谁来了 都得说一句铁式东营人 不是 学姐 咱们校长大人 不是说 会把我搞定东营那边 进入白夜惊魂 这个副本的事情吗 为什么最后 要这样伪装过去啊 南宫林探道 情况太复杂了 正常来说 咱们大厦 作为目前拥有 最多降渊副本的国家 很多国家 都愿意跟我们 进行副本共享合作 当他们需要 重点培养的天才 需要刷我们大厦 掌控的降渊副本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们开绿灯 但是作为代价 当我们的人 需要刷他们 掌控的副本时 他们也必须 无条件同意 但是东营跟大厦的关系 一直都很紧张 两国已经很久 没有彼此进行副本 共享合作了 而且 咱们校长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懂 可能是东营那边 态度太强硬 谈崩了背 最后 他老人家就让我 帮你潜入进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到了那副本门口 直接冲进去刷就行 软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反正 你有降渊邀请函 进了副本之后 就没人能拦得住你了 而如果你没有 一个伪造的身份 没有相应的伪装的话 你连入境都有些困难 林一听完 只能长叹一声 这小巴格不当 也得当了 还好 这次他去的不是东营本岛 而是风绳裂岛 岛上的人本来就不多 唯一有些势力的 也就是南宫林所说的 小林家系 你放心吧 万校长托兰院长 再托我给你带句话 校长他老人家 原话是这样的你们 先尽力想办法 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刷了副本 通关走人 要是被发现了 就跟他们报了 要是报了还打不过 我会出手 林一文言 眼前浮现出万重山 那故作严肃的猫脸 傲娇 易怒 但护短 别说林一给他的印象 极好 就算是南宫林 要前往东营 执行这种任务 估计万重山 也会给出这个沉默 不得不说 战神给人的安全感 还是无敌的 光是我会出手 这四个字 就已经是定海神针了 那学姐 我不会说东营语 而且我声音 举止 神态 总不可能真的跟那个小林一次郎 一模一样吧 最后 万一那个小林一次郎 他也一时间没想通 真想回乡看看怎么办 林一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疑惑 南宫林 这你就放心吧 首先 小林家潜入我们大厦的那个旁枝 前段时间 就被我们的收拾人抹出干净了 当然也包括那什么小林一次郎 然后 是你说的东营语 和举止神态的问题 这个你放心吧 这一路上 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吗 哼哼 我可是幻术师 你只管说大下语就行 我保证听在那些人的口中 只会变成 因为长时间待在大下 口音都有些变了的东营语 林一点了点头 学姐 你这次跟我过去 又是什么身份呢 南宫林双手插腰 自信道 当然是小林一次郎 在大下说的切实 放心吧 你学姐 我对于角色扮演和各种推 是非常精通的 林一满头黑线 什么配 细说 最后 林一摇摇头算了 有学姐你安排 还有校长大人看着 我就不操心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后就出发 林一满头问号 她以为马上就要出发呢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 你要提前三天给我化妆 又为什么要化妆啊 反正 你都能制造幻象 南宫林 依旧插着腰 没好气到我平时都是素颜 很久没化妆了 不得先拿你来练练手 而且 虽然我会换术 但是 要是你完全不化妆 我长时间保持这么高强度 这么细精度的幻术 会很累的好吗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多少人求我帮他化妆 我还不答应呢 林一求饶到事事事 我错了 我错了 哼 这段时间里 你提前做一些准备 白夜惊魂这个副本 毕竟是东营掌控的 我没有刷过 我们神肖的副本攻略库中 也没有什么详细的记载 但是这个副本 是非常特殊的灵类副本 这就是你 目前碰到的最大难题了 灵异咒没灵类副本 副本里的怪物 都是鬼魂 幽灵这样 南弓零点头差不多吧 这类怪物 只能被带有 除灵效果的攻击和技能命中 只有极少数的职业技能中 才会自带除灵属性 而那些没有除灵特性的职业 只能够通过附魔武器的方式 获得除灵效果 跟武器强化相关的是 灵异首先就想到了孙大川 但是转念一想 孙大川是铁匠 强化 修理 打造应该是他分内的事 附魔应该就不是了 是另一个体系的 我想办法帮你找一个 能够附魔除灵的附魔师吧 这三天等 我的消息就好 南宫灵当然也知道 以灵异目前在神霄的人脉 肯定是找不到附魔师的 还是主动揽下来这个活 不过就在灵异准备点头 感谢南宫灵去想办法时 脑海中 却忽然想起灵忧的声音 我的剑 能除灵 灵异闻言 眼前一亮 对啊 自己有死灵系法术啊 等一下 好像其他死灵系法术 也都是没有除灵效果的 灵忧是特殊的 嗯 他说的除灵效果 应该来源于他的那个被动效果 灵魂切割 但是灵忧的话语 让灵异意识到 死灵系本身 也是跟灵魂高度相关的技能系 既然异化版本的八阶技能 都带有除灵效果 那么死灵系的静咒 是不是也对灵类生物 具有克制关系 灵异打开自己的面板 技能点余额 又有八十多万了 反正 也是三天后才出发 灵异也就不打算 课金购买技能点了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灵异有了难得的放松时间 毕竟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学 灵异年级相关的课程和计划 神霄都尚未出台 自然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先去任务大厅 领了属于自己的队长奖励 因为任务难度 评级从A级升到S级 灵异的奖励 也水涨船高 不仅拿到了四转所需的关键材料 落日银鬼 更是额外拿到了2000点学分 100枚突破魔精 和50枚属性灵精 之后 灵异又听到了几个有意思的消息 首先是大厦和咖喱国的局势 因为他的大荒星雨 变得紧张起来了 没办法 罗莫掩纳这个重要的 东部农业城市的线路 直接让整个咖喱国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痛 太痛了 也正是因此 咖喱国的六位战神级强者 有三人都向万崇山宣战了 对此 万崇山并没有回应 你让打就打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最戏剧性的在于 在这三位战神 向万崇山发起挑战之后 他本人没有回应 反而有七八位没有隐士 也没有闭关的大厦战神回应了 表示随时都接受咖喱国的挑战 然后 咖喱国耸了没错 就是耸了 庞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那三个跳出来 挑衅万崇山的战神级职业者 一夜之间 庞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生怕真被七八的大厦战神找上门 这件事 已经成为目前整个蓝星 最近最火的乐子和笑话了 除了国际局势以外 另一个消息则是 此前 跟他一同参与任务的好几人 也成功通过了考核 九月开学之后 就正式入学神骁了 其中就包括小胖冯三有 天玄道院的剑修系十艺 已经貌似 已经跟南宫林成为闺蜜的宋书文 并且之前虽然万崇山没有说 但后续兰若曦 也跟林毅简单透露了一下 有关夏宇燕的消息 这女人是因为 她爷爷下朝云一直求万崇山 万崇山才额外给了机会 让她参与到这个任务中的 只不过没想到 她心中执念还是太重 林毅的那一发弹指 让她又在医院里躺了三四天 更主要的是 她的心气 真的彻底被林毅打没了 听说性情大变 朝元战神都又心痛又唏嘘 毕竟是小背间的矛盾 她身为战神 总不可能真的来找林毅的麻烦 更何况 就算她真的做得如此出格 也有万崇山挡在林毅面前 林毅第一次感觉 有人罩着的感觉 是这么舒爽 三天时间过去 前往东营的前一眼 林毅在自己的公寓中 此刻她的技能点 已经再次突破百万大关 打开自己的技能面板 点选死灵系 林毅此前 就预览过死灵系的禁咒 名和葬礼 这是这个禁咒的名字 听名字就知道 这应该也是一个 大范围的攻击技能 而不是死灵系招牌的召唤技能 没有过多犹豫 反正迟早所有系 都要加到禁咒的 林毅直接开启一键加点 提升技能 天灾君主治九阶 需要一百万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升级 消耗一百万技能点 你的技能天灾君主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的技能 名和葬礼 在查看名和葬礼的效果前 灵异习惯性地瞟了眼 这个禁咒的进化版的名字 死灵系九阶法术进化版 三途忘川 幽浮叛死 嗯 一如既往地符合 她对死灵系的想象阴间 进化版的死灵系禁咒 不会真把阴曹地府 这种大厦传说里的东西 搬到现实中了吧 名和葬礼类型 主动技能等接酒 接系别死灵系效果 模糊生者和王者的领域 召唤出来自死灵界的名和 冲刷一切有生之物 名和完整出现时 对所有范围内的有生目标 附加尸魂状态 该状态无视目标身上 低于九阶的进化 和免疫控制效果 目标每在名和中浸泡一秒 其身上的尸魂状态 就会多叠加一层 最多叠加三层 在尸魂状态 叠加至三层后 该状态将转变为灵魂收割 处于一层失魂状态的目标 无法行动 无法使用技能 处于两层失魂状态的目标 无法行动 无法使用技能 无法思考 灵魂收割该效果一旦获得 无法被任何时间以下的 进化驱散免疫类技能驱除 身上带有灵魂收割状态的 有生目标 生命值上限强制 降低至一点 所有免伤护盾 无敌免死效果失效 带有灵魂收割状态的 灵类目标 其将被拖入死灵界 宽度 灵魂的持续时间 取决于施法者 目前所拥有的 死灵系召唤物总量 以及强度 备注 让我荡起双脚 送你前往彼岸吧 灵异心中震撼 这应该是他目前为止 见到的第一个 根本没有任何伤害的禁咒 但是没有伤害 不代表这个禁咒不强 相反 这个禁咒 堪称机智怪 触碰到灵魂 就已经有一个 极强的控制状态了 无法行动 无法使用技能 这几乎注定目标 跌到两层 甚至目标 连思考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最后 更是会被冥合带走一切 将生命值上限降到一点 第二天 凌晨四点 灵异一脸心松 就被南宫灵狂暴的 敲门声吵醒了 南宫灵本来住的地方 离灵异就近 所以直接当了一回人 行自走帽中 灵异打开门 就看到南宫灵身后 还跟着两个容貌和身材同样 极其出色的妹子 两个妹子 提着大包小包的化妆品和服装 南宫灵也没管灵异同不同意 直接大咧咧地走进她的房间 快快快 赶时间 给你画完我 自己还要画 小张 你给我大把手 我要什么东西 就递过来就行 小许 按照我昨天给你的造型 给她弄头发 昨天定好的那件武士袍 先给她套上 看看合不合身 对的 就是XL码的那件 灵异都傻了 刚睡醒 PU还处于缓慢运行的状态 完全跟不上南宫灵的快节奏 直到南宫灵 让她把睡衣和睡裤脱了 灵异才一个机灵 行了 这特么是清晨 又有三个顶级美女 在自己面前 这一脱 尴尬的就是她了 我自己来穿就行 灵异罕见的老脸一红 接过那小许递过来的宽松武士袍 陶冶式地冲回卧室 身后还传来南宫灵清脆的笑声 哟 小学弟你还会害羞的呀 真可爱 等会出来了 先让姐姐捏捏脸 嘻嘻 回到自己的卧室 灵异三下午除二地 把衣服套了起来 就是这类东营传统服装 基本上都没有 现代服装的扭扣设计 灵异虽然套上了 但是松松散散的 极其难看 好在骑马安抚下躁动的二地 让她冷静下来了 走出卧室 南宫灵瞥了她一眼 走上前 束手拿起那武士袍上的衣袋 以极其娴熟的手法 帮灵异扎了起来 灵异虽然不是战士职业者 但她也绝不是传统法师那种 瘦竹竿一样的身材 她个子也很高 身形匀称 最后身穿着一件武士袍 腰间再挂上一把武士刀 站到镜子前 倒真有一番鹦鹉不凡的气质 当然 前提是 现在她脖子上 还顶着那张帅脸 半个小时候 三脚眼 她鼻子 加上极其难看的发型 直接毁了一切 灵异都感叹 这应该是她这辈子 最丑的时候了 灵异的妆化完 轮到南宫灵 给自己化妆 而且是女装 速度自然比给灵异化妆 要快得多 不多时 灵异就眼前一亮 如果说素颜的南宫灵 已经是天生丽质的话 那么现在 她已经可以说是 倾国倾城了 为什么 你就能这么漂亮 灵异有些怨念 南宫灵催了一口巴嘎 哪个小鬼子那妾 会选跟他们一样丑的 肯定选漂亮的呀 灵异她说的好有道理 一时间竟无法反驳 好了 走走走 出发 收视人那边 已经准备好飞艇了 六点就要出发 两小时后 一艘空天飞艇 从大夏东海某个船港 徐徐升空 灵异站在船头 望向海平面尽头 出声的朝阳 心中也有些感慨 自己不知道 有多久没有看过 海上日出了 灾变纪元 让蓝星面积扩大百倍 当然海洋面积 也是等比例扩大的 这个世界的海洋 那才是真的一望无际 大到让人绝望 跟灵异一同站在飞艇甲板上的 还有几十名衣服上 绣着小灵家家徽的东宁人 这些人 都是跟随小灵异次郎 一同来大夏的家仆 或者说是小灵家的族内精英 平日里表面上的身份 自然是小灵异次郎的仆从 但暗地里 搜集大夏各种情报的活 就是交给他们做的 此前神霄收视人 虽然杀掉了小灵异次郎 和身边的亲妹 但是大量的家仆 却并没有动手击杀 一来是因为全杀了 南宫灵要布置的幻术 肯定会更加费神费力 二来是 就算是小灵异次郎本人 也没办法知道 这些家仆到底 搜集到了什么情报 全杀了 只会提前让小灵本家警觉起来 是赶时间吗 既然用的是飞艇 为什么不是走海路 下面不是有很多船只在通行吗 混进其中 才更好掩人耳目吧 灵异在心中开口 有南宫灵在 这种能够直接心灵交流的手段 太方便了 有对内语音 更没有对内语音 那配合默契程度 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那些船 都是在近海附近运行的 海岸线周边 基本上不会出现海怪袭击案件 但是只要过了一千米左右的深度 那海里面会出来什么动线 就谁都不能掌控了 灵异闻言 心中了然 他忘记这一查了 整个蓝星的陆地面积 跟海洋根本就没法比 海里的生物总量 肯定是要比陆地上更加恐怖的 自然灾变后 海里的怪物 也只会更加凶残 怪不得现在蓝星上的国际旅途 宁愿选择飞 都尽量避免走海路 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极度无聊的了 初看一望无际的东海 灵异还觉得新奇而开阔 但是看久了 就会觉得一成不变了 加上飞艇航行的速度 又很慢 直到接近傍晚十分 灵异才远远在 景物远眺的海平线尽头 看到了几座小岛的轮廓 准备一下 马上要到了 甲板上 已经有很多小灵家的家仆们 满脸兴奋的挥拳庆祝了 他们太久没有回家了 灵异也装出了一副 压抑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 没办法 要配合演出的她 在尽力表演 办了多小时后 飞艇降落在 丰绳岛南部的港口码头上 灵异身后跟着南宫林 一行数十人鱼贯而下 然而 在码头迎接他们的 只有空气 灵异皱眉 一众小灵家的家仆们 也纷纷惊起 小灵家竟然没有派 任何艺人来接他们 下了飞艇 一行人步行回家 小灵家毕竟是整个封绳 导出了名的望族 直接在整个岛屿的南部 包下了一大片土地 作为家族领地 不多时 灵异推门而入 就看到小灵家 主家门前的大院里 竟然有两位青年人 整持刀笔斗 周围密密麻麻 坐着一排排 小灵家的长辈和精英 一刺狼主位上 一位蓄有长须 神态不怒自卫的中年人 忽然低声开口道 附上 灵异躬身行礼 毕恭毕敬 这中年人 就是整个小灵家的 现任家主 小灵郑宇 今日正是一年一度的 足内演武 你回来得正好 知那三年 不知你的松鹤流刀法 是否退步 就让你的兄弟 来测试一番 入场 拔刀 若是败了 你即刻返程 我便没有你这个次子 灵异看到全场 无数人的目光 都放在自己身上 甚至就连场中 原本正在拼刀的两人 都站在那里 一脸讥讽地看着自己 要说我一个法师 让我跟别人 比刀法这时 灵异脑海里 想起南宫灵的话 上吧 不比不行了 你尽管挥刀 剩下的交给我 整个任务 其实都很匆忙 灵异当然心里 是一脸猛逼的 这什么情况 感觉我不是 他轻生的事吧 魏毛这么针对我啊 南宫灵对小灵家的了解 比灵异要多一些 你可能想错了 在他心里 说不定还针对 你有些愧疚的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一次酒醉之后 他跟家里的一个侍女 有了一次狼 这种事毕竟不光彩 最后后续 收了一次狼的母亲 也就是那个侍女 所谓小倩 但后来一次狼的母亲 也被小灵郑玉的正妻 设计毒杀了 一次狼自然更是 逐渐在家里 被边缘化 最后 可能还是小灵郑玉 觉得继续留在家里 说不好 也要被正妻害死 索性 就让一次狼 出国执行任务了 灵异明白了 这么说起来 现在小灵郑玉 打算赶自己回大厦 反而是在保护他的二儿子 这种旺族族内纷争 确实狗血 但是也很符合 灵异对东营人的刻板印象 出身这种东西 的确在他们 这类守旧派的眼里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灵异感觉自己 要真是一次狼 估计也会急着想要 证明自己 反而不会体会 小灵郑玉的良苦用心 傅上大人 不要太为难一次狼哥哥了 他肯定在芝娜那边 沉迷美色 被掏空身子了 不然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芝娜小倩 场中原本拼刀的两人 其中一个个子高一些的 看着一次狼 出声讥讽道 但他的目光 一直在南宫林身上游移 甚至已经撑起帐篷了 鬼知道他在心里 到底闪过了多少龌龊的想法 南宫林心中愤怒 但只能做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小学弟 给我斩的这个银贼 别留手 气死我了 还在看 队内语音里 南宫林都快气疯了 傅上大人 在他乡的这上千个日日夜夜 我都不敢怠慢 每日勤练 灵衣上前几步 拔出腰间的佩道 铿腔道 不知为何 在意识到 有人对南宫 领起了这种心思之后 灵衣心中 也涌起一丝无名火 原本没有多少的战役 此刻 也熊熊燃烧了起来 主位上的小林郑宇 当然也看到了 自己的大儿子 那副色相 心中不齿的同时 也只能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好 灵衣郎 跟你的弟弟切磋一番 注意 点到为止 尽量避免伤到他 小林令衣郎 脸上出现一丝争鸣 傅上大人 我会的 但刀剑无眼 我们家传的 松赫流刀法 又是杀人剑 难免有失手的时候 还是希望 益次郎君的刀法 真的有他所说的 那样精湛吧 盐臂 另一郎的手 放在腰间的 佩刀刀柄上 蓄势待发 两人走到场中 战斗一触即发 看好了 益次郎这场战斗 松赫流的刀 出鞘的那一刻 才是最强的 率先拔刀 你已经输了 在东赫刀术中 拔刀斩 一直都是大量剑士 毕生追求的巅峰技术 灵异当然多少样闻过 但他毕竟不是 真的用刀之人 专业的事情 就交给专业的人办 这是灵异一直 笃定的事情 所以灵妖 到你出马了 我只给你一刀 把这货秒了 嗯 别杀吧 把这货淹了就行 灵异忽忽然觉得 直接杀了 这什么灵异了 反而是便宜他了 反正整个小林家 最后的结局 应该都是一家人 整整齐齐在地府相见 自己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灵忽闻言 面上一红 显然这种不是抹脖子杀人 而是瞄准敌方胯下的战斗 他有些羞耻 虽然战斗的主动权 交给灵忽 但是灵异也没有完全 放开自己的身体掌控权 小林家庭院里的 竹子和松柏 树叶忽然纷纷互相拍打 发出一阵阵啪啪声 起风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雪亮的刀光甭线 是小林灵异郎 率先拔刀出手了 不得不说 他速度很快 并且实力也有四转 这一刀 直奔灵异的脖梗而来 主位上的小林正欲面 现金色 甚至来不及阻止 蹭 刀光划过灵异的脖梗 随后 另一狼还刀入鞘 维持着踏前斩的动作 自以为很帅 然而下一刻 他才瞳孔一缩 因为那应该 被他一刀削手的 一刺狼身影 竟然化为一刀刀残影 在越发恐怖的狂风中 消散一空 随后轰惊雷炸响 另一狼已经看不清 那是刀光还是雷光了 他只感觉 灵异的真身一瞬间 就闪现到他身后 然后 他胯下一梁 半秒之后 另一狼倒在地上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此刻 他的裤子 已经被喷涌而出的鲜血 完全进尸 挣扎不多久 他就因为失血过多 彻底昏色过去 这时 围观这一幕发生的所有人 才目瞪口呆地 看向灵异 哦 尼桑 别怪我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这句话不是灵异说的 而是南宫灵这个戏精 看到灵异一刀罢 小灵令一郎给段子绝孙之后 兴奋加上的 他原本还想着 给这些加点特效 但是 等灵异真正出手之后 他才发现 加特效都是多余的 灵异选择用出来的 正是两个法师系 不正经的技能 驯风一闪加 霹雳一闪的融合版 风雷齐鸣 一刀斩出 震惊四座 主位上的小灵郑宇 更是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心中涌现狂喜 他并没有为自己大儿子受伤而惋惜 事实上 他今天原先也是想 承接一番小灵另一郎的 毕竟义次郎跟他是 同父异母的兄弟 直接痛下杀手 太过分了 但现在灵异给他的惊喜 让他把一切的心思 都抛到脑后了 松鹤流刀法 风雷之境 没想到 传说中小灵家先祖 才能够修炼出的刀士 竟然在自己这个 被他冷落十几年的刺子上出现了 我刺子有战神之尊 这一刻 小灵郑宇 已经打算彻底接纳一次郎 回归本家 至于潜伏大厦的任务 反正 他儿子这么多 随便再挑一个过去就行了 好 好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今日起 你便回来吧 为父要好好培养你 灵异心中长出一口气 看来 混入小灵家这第一关 他已经过关了 后续 只需要今天晚上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潜入被小灵家 看守住的副本入口 就大功告成了 是夜 明月高学 庭院池塘边的天水 触碰池壁 发出搭搭的清脆空想 让整个夜晚 更显幽静 灵异如愿以偿的 被心中大喜的小灵郑狱 分了一间最靠近小灵家族屋的 日式厢房中 南宫灵躺在塌塌米上 两只洁白的玉腿 还在欢快地抖动 明显对他来说 席地睡 在这种房间里 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两人都没有真的睡下 他们在等接一人的出现 果然 就在月上中天 夜风已经带有一丝寒意的时候 门外忽然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 随后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刺狼哨眼 夜已深了 喝下这碗氧气的药后 便睡下吧 南宫灵给了灵异一个眼神 点了点头 随后闭上眼 洋装睡下 灵异起身 推开木门 就看到外面跪着一位老者 老者手里还端着一碗 冒着热气的汤药 他叫古贺公医 明面上是小林家的管家奴仆之一 但是真实身份 是咱们的人 叫他一声贺博就好 已经潜伏在小林家长达20年了 这次小林一次狼要回乡的消息 也是贺博给我们透露的 不然你就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灵异心中想起南宫灵的声音 他看了一眼毕恭毕敬 依旧没有半分露出马脚的贺博 心中暗叹 这才是真的无名英雄啊 眼前贺博的实力并不强 只有五转左右 职业也平平无奇 以这种不算高的实力 在敌国潜伏二十多年 不知道需要多么小心谨慎 灵异接过贺博递过来的汤药 这时 贺博才敢抬起头 笑着道少爷 请趁热喝下吧 要是冷了 就浪费要力了 老奴暂且告退了 贺博再次给灵异行了一礼 离开了 这是暗语 祥鸢赴本的入口 就在小林家祖屋的地下室里 但是祖屋外 常年都有来自东宁本岛 和小林家本家的高手把手 罗霄跟我说过 要是贺博端过来的是热汤 就说明计划失败 要找时间再行动 如果端过来的是药 就说明计划成功了 那些把守在祖屋旁的高手 都被他用特殊的药物 降低警觉性了 让你趁热喝 是指现在立刻就动身前往 药力的持续时间 差不多也就是这碗药 冷下来的时间 灵异闻言 点了点头 放下汤药 轻轻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前往小林家祖屋的路上 到处都是回廊和交错的房间 整个小林家的人口 灵异初步估计 可能都有数百人 然而 这些房间基本都已熄灯 大部分人也都已经沉沉睡去 灵异没有遭受任何阻拦 足见贺博做事的利落和干脆 过了一个转角 眼前豁然开朗 一间具有浓烈东营风格 吊梁挂脚的祠堂建筑 出现在灵异眼前 与此同时 整个祠堂周围 还有着十多位 气势不凡 腰间挂着五十刀的小林家护卫 在把守着 灵异一正 他还以为贺博是利用特殊药物 或是迷烟之类的东西 直接迷晕了这些人 但是现在看来 跟自己想的有出入 神奇的是 这些护卫一个个 都处于清醒状态 但愣是像睁眼瞎一样 完全没看到自己 灵异的脑海中 响起南宫灵的声音 别发呆了 快进去 贺博给他们用的药 只是让他们的精神力 暂时降低 好让我能够通过幻术 来遮蔽你的存在 这些守卫都很强的 还经过专业的训练 要笑一过 你就要暴露 灵异闻言 心中一灵 原来是这样 嗯 直接利用幻术 把自己的身形 从这些护卫眼里抹掉 的确不用迷烟 让他们倒在地上 要高明许多 护卫昏迷 但凡被其他人看到了 都会提起万分的警戒心 甚至拉响警报 也不是不可能的 灵异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以极快的速度 穿过几名守卫 挨到了祠堂门前 祠堂大门紧闭 但这拦不住灵异 霹零一闪的动静太大 电光加上雷声 肯定会暴露 好在灵异之前 得薅到了小胖子 冯三有的羊毛 取尽折月用出 一道空间异常区域 包裹住灵异全身 因为这一次 他选择的目标 仅有自己 射击的范围 和转移的人数 都棘手 所以 仅仅是极短的时间之后 灵异就已经穿过大门 被传送到了门后 入目的是 摆放着无数灵卫 和神像的大堂 但灵异没有心思去看 很快他就发现 果然在神像墙边 有一条直通地下的阶梯 一路下到阶梯底部 灵异眼前 也出现了一扇巨大的石门 石门上刻印着 繁复的明文符号 降渊独有的气息 从石门的缝隙中 不断喷出 灵异拿出随身空间中的 白夜惊魂 降渊邀请函 手掌触碰石门 然而 下一刻 灵异就猛然听到黑暗中 传来无数机关转动的声音 灵异心中一惊 糟了 被发现了 不过下一刻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整个地下空间 依旧冰冷死寂 只有那一扇石门 在接触到灵异手中的邀请函 散发出来的气息后 石门上繁复的符号 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 石门上方 显示副本难度的恶魔头颅印记 也亮起了两个 随后 石门缓缓打开 猛烈的降渊气息 从门后吹出 让灵异都感觉浑身一凉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 有一股吸扯力 从石门背后喷出 灵异甚至都没有主动脉步 就被拉进了副本之中 与此同时 整个小灵家 各个房间的灯光 全都亮了起来 汪汪汪小灵家豢养的猎犬 也全都被人牵了出来 开始地毯式地搜索 小灵郑玉在灵异进入副本前 也就是触发机关的那一刻 他就收到消息了 此刻赶到租屋祠堂门口 看到一众家丁和守卫 跪在地上请罪 他双拳紧握 身体不住地颤抖 家主大人祠堂地下室中的 副本石门 是开启状态 刚刚的却有人进去了 我们搜遍了整个祠堂周围的 所有房间 也没有看到一次郎少主 和他的那位小妾 一位下属 小心翼翼地回报道 巴嘎 小灵郑玉怒吼一声 双目通红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刚被他寄予厚望的次子 竟然是大厦人假扮的 早在数天前 他就收到了东宁 本周高层的传续 说大厦有一位少年天才 可能需要刷取这个副本来继续祥冤之路 让他们提高警惕 为此 小灵郑玉也很重视 甚至在副本入口布设了机关 然而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 家里不仅混入了内鬼 那狡猾的大厦人 更是假扮成自己的次子模样 成功进了副本 再次睁眼时 灵异发现 自己正坐在一架 缓慢行驶的公交车上 车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 只有少许微光 从车窗外照射进来 让灵异能够暂时看清楚情况 灵异 先注意到自己身上 不知何时穿上了一件旧衣服 此刻自己的打扮 庞佛一位生活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普通工人 整个公交车内 除了自己以外 还坐着十几个人 这些人全都沉默不语 看衣着打扮 跟自己也都差不多 灵异望向公交车的窗外 车外有着一层厚重的白雾 即使公交车是在向前奔行的 这些白雾 似乎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始终漂浮在半空中 天空中的月光 透过白雾 散射开来 看起来就像窗外的时间 并非是夜晚 而是白天一般 怪不得这个副本名为白夜惊魂 雾中隐隐绰绰地 还有着无数道奇怪的黑影 起初灵异以为是数 但是 当他看到一个距离公交车 烧尽的黑影之后 立刻意识到 那是某种他从未见过的怪物 与此同时 一道提示在灵异的脑海中响起 欢迎来到降渊LV五层级 副本白夜惊魂 当前副本难度绝灭三 阶段性任务发布 就在灵异等待 所谓的阶段性任务 到底是什么时 他眼前的车窗上 忽然渗出了两个血红色的大字 回家 副本通关要求存活十天 副本内的阶段性任务 一般都是会增加通关评级的选项 可做可不做 但是不做的话 很可能会错过副本本身的引导 导致副本难度陡然增高 没有人能够遇见结果 但通关要求 则是硬性条件 必须要达成 又是一个存活类副本 不过副本难度 竟然从绝灭二 提升到绝灭三了 已经持平重群之星了 但是 明显这个副本的大小 和世界观 都没有重群之星 伊斯德纳那种规格 至于难度 为什么会提升 灵异之道 是自己的称号 深渊征服者的效果 灵异对此前 进入石门前 那一道道机关触发的咔嚓声 有些在意 最坏的情况 应该就是小灵家已经知道 自己是假冒的一次狼 同时 南宫灵乃至赫薄 应该都已经暴露了 灵异很确定 没有等自己 从副本里出来 南宫灵应该是不会 抛下自己 一个人离开的 尽快通关这个副本吧 就在灵异思索间 忽然他耳边 也听到了一阵 圣人的呼唤声 大哥哥灵异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个个子 仅有一米不到的小男孩 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自己身边 小男孩面色苍白如纸 看不到一丝血色 而他的脖梗处 还有这一道道 如同蜈蚣一般的 争鸣伤疤 伤疤还不时 渗出漆黑的血液 小男孩的头 以极其诡异的频率 在左右晃动 似乎脖子里的骨头 都已经不存在了一样 甚至叫完 灵异大哥哥之后 他的脖子 还直接往右 弯折了将近90度 这绝对不是 活人能摆出的角度 小男孩脸上的表情 越发诡异 似乎展现出 自己不是人的一面后 他渴望收割灵异 对他的恐惧 他好继续下一步 大哥哥小男孩 又叫了一声 你有看到我的皮球吗 他好像滚到你座位下面了 小男孩的声音越发嘶哑 诡异和惊悚的气氛 也彻底包裹住灵异 灵异低下头 果然看到了一个 圆球样的东西 只不过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皮球 而是一个被人皮 强行包住的孩童头颅 人皮下的轮廓 依稀可见鼻子和耳朵 用人皮和头颅 做的这个皮球 此刻 还正不断渗出血来 似乎察觉到灵异的视线 望了过来 那皮球更是开始轻微颤动 人皮下方那颗头颅的嘴巴张开 从中伸出一条新红的舌头 穿破人皮 蹭到了灵异的脚踝 湿滑的触感 以及扑面而来的血腥气味 让灵异 在心中暗暗点头 不得不说 这副本的鬼怪 真有些东西 这些吓人的玩意 他以前看恐怖片 都没见过 但所谓意高人胆大 当你火力足够的时候 一切恐惧都没有了意义 灵异微笑看着小男孩 抱着那人头皮球站起身来 这是你的皮球吗 小男孩表情一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淡定的人类 不是 你怎么不按据本来啊 正常情况下 这人类不应该是大喊大叫 吓到六神无主了吗 然而 下一刻 灵异的举动 让小男孩彻底猛逼了 只见灵异将人头皮球丢到地上 随后一脚踩了上去 砰 人头皮球彻底炸开 血浆和脑浆飞溅的到处都是 还他妈踢球 短暂的猛逼之后 小男孩彻底撕下了伪装 极其怨毒地看着灵异 与此同时 灵异的挑衅行为 似乎也彻底引起了车厢内 其他鬼怪的注意 那一个个原本坐在座位上的人 上半身没动 但脖子纷纷扭转一百八十度 死死盯着灵异 他们的眼睛 没有瞳孔 没有眼白 只有一片漆黑 映着车窗外雾蒙蒙的月光 看起来无比圣人 灵异的右手上 忽然多出一件手套 啪 一个清脆的响指 被灵异打出 碰 碰 碰 车厢内的十几个人不忍 鬼不鬼的玩意 头颅纷纷爆炸开来 红的白的 湖满整个车厢的所有车窗 此刻祭灭之手 也已经成功附魔了 灵异没有拒绝南弓灵的好意 还是给自己的武器 附魔了除灵效果 现在他的所有技能和伤害 能够对灵体和鬼怪类生物 造成五十的伤害 即使伤害有削减 在三个静皱 以及灵异现在彻底膨胀的属性面前 那伤害百分百都是溢出的 一个弹指 十几个鬼怪 直接被爆头送走 这一幕 直接让整个车厢都晃动了一下 灵异目光看向 一直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 现在猎人和猎物的角色 彻底互换 这位鬼司机 明显也怕了 灵异走到他身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直接给他拍的一击灵 我们这是要开去啊 下下一站是灵山公园 鬼司机声音颤抖 明显对灵异怕的不行 灵异异若有所思 既然阶段性任务 是要自己回家 那么肯定会有一些提示 自己家住哪里的吧 灵异摸了摸 自己的宫装上衣口袋 摸出一个打火机 和半包抽身的劣质香烟 随后 灵异又拍了拍 自己的裤子口袋 空空如也 并没有什么东西 灵异再次看向那鬼司机 开口问道 我家在啊 鬼司机那张阴森的苍白脸上 出现一抹亚色 不是 你问我 灵异伸出拇指点 在自己的中指上 做出一个要打响指的动作 下一刻 这鬼司机就吓尿了 连忙到你你上车的时候 说了 要在封门小区站下车 灵异皱眉 果然 这个副本 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副本 本身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一个身份了 而他上车时发生的事 明显在他进入副本之前了 如果不是逼问这个鬼司机 甚至连回家这个任务都无法完成 封门小区站 多久到 那要在五六个站之后了 那是终点站 灵异闻言 思索片刻 开口道 那不要停 开快点 送我去终点站 鬼司机一愣 他开口道 但是眼看着那司机 开始减慢速度 前方的白雾中 出现了一片鬼影森森的丛林公园大门 公园内的山头上 灵异还看到了一座座墓碑 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灵山 同时 他也看到了好几个人不仁 鬼不鬼的东西 正在灵山公园公交站牌下等车 这司机之所以犹豫 自然是打算停下来 接他们上车 你是耳聋吗 我让你直接开去终点站 寂寞之手 抵到鬼司机的脑门上 回想起之前那些鬼乘客的遭遇 这司机眼神瞬间就清澈了 一脚由门踩下去 公交车的门都没开 也没在灵山公园的公交站牌停留 直接开始在一片白雾中 飙速前行 再快点 你没吃饭 鬼司机都快哭出来了 大哥 你就是我们的饭啊 你说我吃没吃饭 但他能怎么办 碰到这么个火炎王 他只能猛踩油门 还好这条白叶行道一路笔直 没有什么弯弯绕绕 他只管踩油门 方向盘都可以不管 十多分钟后 公交车门打开 终点站到了 车门外 得确立着一个写着封门小区的站牌 站牌后面 灵异在一片白色的浓雾中 看到了一幢老式的居民楼 灵异瞟了眼那浑身都颤抖不已的司机 明显这货也很害怕这脸 并且灵异之前就感觉到了 这货不老实 一定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被这鬼司机隐瞒了 骚魂 灵异一声令下 灵异的身影如鬼魅般浮现 魂之晚歌 见光一闪 鬼司机的头颅立刻高高飞起 灵异一把抓住他的头颅 眸中紫光大胜 不多时 灵异就摇了摇头 没太多有价值的信息 只是一个小鬼 但他之前 的确说谎了 他根本没有听到 你上车时 说过任何话 之所以 把你送到这里 是因为 这是他记忆中 整个鬼屋岭 最凶险的地方 封门鬼巢 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会有乘客 会做到这一站 灵异闻言 陷入思考 从灵山公园 到封门小区 一共有六个站 这是不是意味着 家也是可以选的 提前下车 所遭遇的诡异强度 就没有这么厉害 所以 白夜惊魂这个副本 虽然难 但其实也是给 进入副本的挑战者 留有选择的余地的 灵异摇了摇头 终点站就终点站吧 正合他意 既然这又是一个 限制生存天数的副本 那么通关思路 其实可以参考 世光之城斐烈卡因 只要我把你们都杀了 我就不用考虑 生存的问题了 灵异走下公交车 刚走几步 忽然就听到 身后那公交车 竟然再次开动了起来 哄 那鬼司机一脚油门 直接玩了个灵车 飘移大转弯 然后冲向灵异 身后的白雾中 灵忧一正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刀斩首 甚至都搜魂了 那鬼司机竟然还活着 灵异眸光一宁 看在那公交车上 之前在公交车内部 他没注意到 这公交车本身 似乎也是一种诡异 并且跟那司机 已经连成一体了 怪不得 他还能趁自己不注意 想要逃走 啪 灵异一个响指打出 公交车瞬间侧翻 发出巨大的冲撞声 只不过让灵异没想到的是 原来他们一路上都是在一处万丈悬崖边开着 侧翻的公交车 竟然滚落无底悬崖 并且 坠崖之后 那公交车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无边无际的悬崖深渊 就是这些白雾喷涌而出的源头 而只要进入雾中 似乎一切声音都再也传不出来了 灵异收回望向深渊的目光 这个副本 可能远比他想的还要大 灵异走进封门小区 进入小区范围内之后 白雾好像没有那么浓了 但空气中 却弥漫着纸钱和香烛的刺鼻气味 风里偶尔还能飘来几声哭声 灵异望向那一栋楼旧居民楼 大楼墙体斑驳 鬼气森森 楼底位置 灵异还看到 那里插着一排排红烛 火焰明灭不定 明明有火在燃烧 但灵异却没有感受到半分的暖意 楼下的小广场上 到处都有一团团燃烧着纸钱的火堆 却看不到半个人影 确实够硬件 正常人 谁特么会住在这个鬼地方 正是进到了封门小区中 灵异眼角一瞥 看到铁门旁的门卫室里 竟然亮着灯 靠近之后 灵异敲了敲门卫室的窗口 却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眼睛贴在窗户上 灵异就看到 里面坐着一个古兽如柴的大爷 大爷拿着一把剪刀 正在不断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剪完拇指的 到食指 然而 等他剪完小拇指的指甲之后 拇指的指甲 又已经长到接近一厘米长了 他又开始剪拇指的指甲 循环往复 他的嘴里也在念念有词 灵异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 敲窗的目的 只不过是想问问看 这大爷是不是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不过 当灵异看到门卫室墙上挂着的东西之后 立刻就眼前一亮 找到了 墙上挂着一副老黄历 黄历显示的日期是1994年 7月14 怪不得现在整个楼道口 到处都是红竹和纸钱 除了老黄历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一面照片墙 墙上贴着小区护主的所有肖像照片 灵异在第六排 也就是六楼的位置 看到了自己 那是一张没有生机的中年射出的脸 之前灵异在公交车那司机的后视镜里 就曾经看到过这张脸 那就是 他在这个副本中所扮演的人 自己的家 在六楼 那么 如果自己选择在灵山公园下车 是不是也会有个坟头上 挂着自己的照片 灵异摇了摇头 甩掉脑海中的胡思乱想 他是来快速通关的 别想什么如果了 走到居民楼楼底 灵异向上看去 这栋楼 顶楼也就是六层 看来自己的家 就在最高楼 走进单元门 灵异顺着台阶 一路向上 来到二楼 灵异看到了一扇红漆木门 木门前 摆着两个花圈 花圈的中间 是一副遗像 一位笑容和蔼的老太太 就在遗像中看着自己 红烛明亮 香坛里还插着三根香 似乎刚刚点燃不久 灵异对此 已经见怪不怪了 楼下那些纸钱 也跟涌动机一样 根本烧不完 灵异继续上楼 来到三楼 灵异一愣 入木依旧是熟悉的 红漆木门 木门旁摆着两道花圈 不是 难道七月十四这天 整个居民楼 家家都死人了吗 灵异走进几步 看向那花圈中间 花圈的中间 是一张慈祥老太太的遗像 跟她在二楼看到的 一模一样 只不过 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遗像中 这老太太的笑容消失了 原本慈眉善目的双眼 此刻也直勾勾地盯着灵异 灵异感觉有一股寒气 如同毒蛇一般 悄悄缠上了她的脖梗 是巧合吗 还是说 其实二楼三楼都是一家人 同样摆着过世老人的遗像罢了 灵异有些不幸险 继续上楼 来到四楼 还没完全走上四楼的台阶 灵异就已经知道不对劲了 红漆木门 花圈 遗像 跟三楼和二楼 没有任何区别 并且 当灵异走进那遗像前面 仔细端向时 就发现 那遗像上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此刻面容都已经变得争鸣起来 对灵异怒目而视 说实话 就算以灵异前世 看过无数恐怖片 玩过无数恐怖游戏的经验 当她切实身临其境地 遭遇这种恐怖 而诡异的情况后 她还是感觉有些害怕的 灵异若有所思 她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这一次 她没有继续上楼了 而是折返 开始下楼 来到三楼 依旧是红七木门 花圈和一项 但灵异看都没看 而是继续向下 直到她走了 足足有五六层楼梯 灵异才发现 无论她怎么走 所经历的楼层 都是一模一样的 自己 应该经历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了 碰到鬼打墙怎么办 灵异前世 好像还真的上网 搜过这个问题 当然 得到的答 要么就是魔狼两可 要么就是在攻击这个问题 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可行的方案并不多 灵异唯一觉得靠谱的 比如等到天亮 或是黑狗血 童子尿什么的 现在 也完全用不上 那么 剩下的方法 只有一个了 灵异闭上眼 引力立场 被她迅速扩张开来 随后 她右手猛然一握 跟随灵异这一握 一同发生的 还有整个楼道 所有的土石 在瞬间就被解构 水泥 钢筋 砖石全都被硬生生 碾成细碎的粉末 重力系六阶重力碾压 重力碾压类型 主动技能等 阶六阶系别重力系效果 放出引力领域后 将引力场内的 所有重力方向 汇聚到极小一部分区域中 对该区域中的所有目标 进行重力碾压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该伤害由区域内 所有的目标均摊 该技能的效果和威力 取决于引力领域强度 及可控重力倍数 重力碾压 对任意一个你选定的 已经被你打上 引力共鸣状态的目标 造成的伤害 不会被重力碾压 区域内的其他目标分摊 该目标将独立出来 承受全额伤害 当前最大重力倍数 999倍 当前重力碾压区域10米 被驻苍山崩坠 大地沦陷 重力系的所有技能 其实等级概念 都是被模糊的 真正的核心 永远是引力领域的 大小和强度 以及掌控的重力倍数 而这个技能 最好用的一点是 能够将整个引力领域内的 所有引力方向 归集到一小片区域内 这个区域内承受的压力 就极其恐怖了 此刻 灵异就是用出了 十倍重力 将碾压方向 改为整个楼道的 四面墙壁 才导致了此刻 整个居民楼的外墙 都被碾成飞灰的情况 鬼打墙 我直接把你墙都给扬了 四面墙都被灵异拆了之后 灵异惊恶地发现 整栋居民楼 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 没有坍塌 也没有清闲 一点都不科学 但是在这个地方说科学 灵异觉得 才是最好笑的事 继续上楼 灵异发现 二楼没有太大变化 依旧是红七木门 花圈 以及一张一项 灵异皱眉 这楼里的鬼怪 这药牛逼 墙都拆完了 还能继续迷惑自己 然而 当灵异打算继续走上三楼时 却听到身后 传来了一声叹息 回身望去 就看到那一张一项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变成背对它了 灵异恍惚间 庞佛看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在对灵行前的自己 做最后的劝告 但劝告无果 最后 支换来她一声叹息 此刻 灵异扶制心灵 她刚才遭遇鬼打墙 应该是这老太太 不想让她继续上楼了 这里是封门鬼巢 而楼上 说不定就是鬼巢入口 这老奶奶是想帮她 灵异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遭遇鬼打墙 未必是坏事 那可能真有一只好鬼在保护你 前方有危险 像让你知难而退了 好鬼送客 恶鬼才会开门 灵异叹了口气 心中对着老太太到了声线 走到真正的三楼 灵异发现 情况确实不一样了 鬼打墙消失了 楼道里的灯 闪烁了几秒之后 彻底熄灭 继续向上 走到四楼 灵异的脚下 坚硬的地面变得柔软 彭佛变成了如动的血池 血池中 还有无数诡异的丝线在游走 灵异压下心中的恐惧 继续往楼上走 抵达五楼 血池已经没过小腿 快到膝盖了 与此同时 天花板上 一根根黑色的头发垂下 蹭着灵异的后脖梗 空气中传来腐臭血腥的气味 整个空间 已经不像是楼道之中了 而是进入了魔鬼的腹中 继续向上 直到灵异踏上六楼的最后一级台阶 一扇被无数血降 碎肉以及黑色的毛发 编织而成的大门 轰然动开 灵异知道 自己的家到了 封门鬼巢 此刻敞开大门 灵异走到六楼 自己的家门前 没有太多犹豫 直接推门而入 门没有锁 或者说 就是有锁 此刻灵异也直接无视了 就像是真的有鬼 在里面给他开门一样 房间里狭小 昏暗 收音机里放着平息 不时还传来信号干扰的沙沙声 墙上的老师挂钟 哒哒哒地响 整个房间 弥漫着一股似有若无的美味 这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 无比经典的南方出租房 动 动 动 挂钟忽然敲响 灵异看了下时间 现在是傍晚六点整 随着挂钟敲响 灵异也看到客厅中央的木桌上 出现了一叠叠菜肴 与此同时 脑海中也传来提示声 你已进入封门鬼巢 当前为该副本最高难度 请小心应对 请注意 该副本内存在特殊灵体生物 会不断影响你的精神和思维 请密切关注你的散直 散直归零后 你将陷入永远的疯狂 迷失在该副本中 成为鬼巫的一部分 果然 在哪一站下车 确实是有讲究的 在其他站下车 应该也是能够完成回家任务的 只不过 难度绝对不会有现在这么高 思索间 灵异再次看到 眼前挂钟的玻璃上 浮现两个写字 吃饭 回家吃饭吗 这副本任务 还真的看起来就简单呢 走到桌边 灵异先是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果然看到了一个 进入这类副本 才独有的隐藏属性 San值 衡量你目前精神稳定情况 以及正常思考能力的指标 受精神属性 职业特性 灵魂强度等多重影响 当前 San值 45632 1483647 不出所料 自己的San值 也有点恐怖 不过这个进入这个副本 现在也才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而已 如果跑去在鬼宫礁上的时间 他进入封门鬼巢 其实也才不到十分钟 就已金无形间 被消耗掉接近三万的San值了 不能大意 灵异坐到桌旁 看向桌上的菜 一个溜杆间 一个夫妻废片 还有炒腰花 炒大肠 嗯 灵异还看到了烤脑花 虽然灵异不挑食 但是 在这个鬼地方吃饭 还是这些东西 让他总觉得心里发毛 用筷子夹起一块腰花 放入口中 下一刻 无比浓烈的血腥味 弥漫整个口腔 与此同时 灵异也觉得自己腰子一痛 望过去 就看到自己左下腹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一个血洞 此刻正在鼓鼓流血 灵异心中一惊 这满桌的菜肴 此刻 都变得鲜血淋漓 这些竟然全是用 他自己的心肝皮 沸腎做成 吃饭 桌上的写字 又扣大了几分 似有魔力一般 诱惑灵异继续狼吞虎咽 吃掉他自己的内脏 望 一道清凉涌上天庭 下一刻 灵异眼前一花 眼前桌上的写字 满桌恐怖的菜肴 全都消失了 他维持着刚刚推门而入的样子 动 动 挂中敲响 时针和分针指向六点 一切都是幻觉 但是这个幻觉 硬是让灵异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什么时候陷入的幻觉 如果不是不朽果实的效果 灵异都不知道 自己会在那幻觉里 最后遭遇什么 趁着此刻 还是清醒状态 打开面板 灵异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散值 发生了变化 当前散值 456532 14836479 如果这一刻自己看到的 散值是真实的话 那么 在刚才幻觉里 有东西也创改了他的数据 自己的散值 远比在幻觉里看到的多 足有十倍有余 但此刻 竟然也只剩下450万了 人类的精神 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大明认为你的极限 是某个数的时候 往往到了那个数的时候 你就真的放弃自己了 幻觉里 他的散值 直接被砍了一位数 好狡猾的鬼 如果不是有 不朽果实 以及灵优给的巨额灵魂强度 说不定他真的中招了 散值暴跌数百万 随着终声响起 灵异这一次 没有看到桌上的写字 也没有看到 那一盘盘 用自己的内脏 烹饪而出的菜肴 因为 他不确定 自己是否再次陷入幻觉了 他在等 灵异彻底失去 做这个副本任务的耐心了 十秒的时间 眨眼急过 又是一阵 清明浮上毛海 灵异眼前的景象 再次发生了变化 果然这些 恶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迫使他陷入幻觉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 灵异在 不朽果实 得进化效果生效的 下一个刹那 口中吐出了两个 晦涩难明的阴结 那是 真言 现在灵异使用八阶法术 已经是无限制顺发了 甚至比顺发还离谱 几乎是他一个念头 法术就已经成形了 而需要灵异动 用真言的 只有静咒 随着两个真言的落下 灵异身边 瞬间出现了 一圈圈空间波纹 下一刻 波纹翻滚成巨浪 让整个家里的空间 宛如镜面一般 破碎开来 一道通向幽名的裂口 被灵异撕扯开来 蹦 蹦 蹦 如同三块镜子破碎 灵异也请客见 突破了三重幻象 随着幻象破碎 灵异发现周围的一切 都在快速变化 墙皮上出现斑驳的裂痕 血色的苔藓 如同鬼爪般的 藤蔓风狂声长 爬满整个墙壁 以及楼道口 仿佛来自 九幽地狱的哀嚎声 不断回荡在灵异耳边 静咒 明河葬烈 甚至明河都尚未成形 都直接让龙罩在灵异身边的幻境 纷纷破碎 并且灵异发现 幻境竟然不止三层 随着那道幽冥猎口的越发扩大 开始有散发着恐怖寒气的 明河河水奔涌而出 灵异发现周围的一切 变得更加阴森可步 它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到最后 所有幻境彻底破碎 整个世界 已经分不清上下左右 空气中迷 曼着红色的烟尘 以及大量铁锈的味道 除此以外 灵异还看到了 数不胜数的幽灵恶鬼 围绕在整个世界的边缘 尖叫哀嚎 而无数鬼灵的包围中 灵异也看到了十多个体型 比起其他厉鬼和幽魂 都要大上数百倍的灵体怪物 其中一个怪物 呈现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在逃离灵异 自己那条从猎口中喷出的明河 灵异谋光一宁 射魂鬼王 之前的那些幻景 应该就是这后的手扁 宁河葬礼 即将成形 灵异心中浮现明雾 到头来 还是这种绝对力量的碾压 加上绝对属性的克制 能够针对这些鬼物 不过 这其实也不能怪灵异 一方面 他之前是想着做任务 自然思考的就多一些 另一方面 灵异也是第一次碰到 这些鬼魂类怪物 不太熟悉他们的机制 现在看来 同样是准黄街的怪物 灵类生物的 却要比那些正常的怪物 棘手得多 当然 在此刻的灵异面前 也已经不再棘手了 灵异谋中 寒光闪现 看向鬼巢中 其他那些巨大的黑影 准黄街 最低都有顶格王剑 也不知道这个鬼巢 到底存在了多少年 竟然聚集了 如此多的冤魂恶灵 这些恶灵之中 强大的存在 能够夺取更多的阴气 吞噬其他恶灵 自然就诞生了 如此多的鬼王 看到灵异不带有 任何感情的目光瞥来 瞬间鬼巢中的 无数黑影 都浑身颤里 惊惧不已 但是 厉鬼终究是厉鬼 跟生物还是有区别 即使他们知道 灵异不好惹 可惜 灵异没兴趣 跟这些杂鱼过招 这些鬼王以为 灵异是在看他们 实际上灵异看的是 目光尽头 极远处的一个位置 差不多了 那里就是目前 自己能掌控的极限了 灵异单手一指 下一刻 之前被他注视的位置 如同镜面一般 破碎开来 又一道幽民裂口 被灵异打开 恐怖的寒气 喷薄而出 请客间 那个位置上的 无数恶鬼冤魂 就尽数消散 如果说雷神之怒 需要顶住神威 大荒星运 需要小行星 配合的话 那么冥河葬礼 这个死灵系 静咒的难点 在于对九游寒气 以及冥河河水的掌控 并且 冥河想要彻底成形 不仅需要开口 也更需要出口 只有一个开口的 冥河葬礼 顶多算是召唤冥河 强控敌方目标而已 等冥河消散 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多了一个 回到幽民领域的出口 冥河河水 就将奔流不息 冲刷一切 灵游的身影 也缓缓浮现 灵游伸出右手 盖在灵异的手臂上 眼中紫色的幽光大胜 下一刻 灵异也猛然睁开眼 右手一张 远处的冥河出口 以及近处的冥河入口 忽然被拓宽数十倍 轰隆隆 狂暴湍急的水声 震耳欲聋 从入口中倾泻而出 随后流向极远处的出口 煞世间 一条足有数公里宽 数百公里长的壮观冥河 横空出世 冥河河水流淌所过之处 所有恶灵冤魂 根本没有任何挣扎的机会 直接被卷入其中 然后眨眼间融化于 惨绿色的河水中 其中 也包括那些准黄阶的鬼王们 没错 就算是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能当普通祥元副本 最终boss的鬼王 在冥河面前 也跟那些普通恶灵没有区别 只要被河水碰到 它们巨大的身躯 就会冒出大量白气 然后等待它们的 就是哀嚎着 被河水淹没 最后彻底消失 冥河平等地吞噬每个灵魂 无论你是什么位格 这就是纯粹克制技能的恐怖 而接下来 最夸张的是 灵异看到 随着冥河吞噬大量灵体生物 合体的宽度和奔流速度 竟然再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 数个呼吸后 在灵异以及灵幽木凳口袋的凝视下 整条冥河 比起刚才成型时 又再次扩大了一倍有余 死 这机制完全默写在技能的说明里啊 吞噬灵体生物 反而还会壮大自身 灵异鸣显感觉到 不只是壮大自身 整条冥河的持续时间 也更长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强者处处是惊喜 不过很快灵异就发现 惊喜不止一个 原本这条冥河 是在他的掌控之下的 他想让它流到啊 只需要挪动开口和出口就行 但是随着河水上涨 一泻牵连 变成冥河洪灾之后 整条冥河 就已经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 不受控制了 冰冷的河水 甚至漫上了灵异自己的脚踝 好在灵异也只是觉得 冥河河水冷的刺骨 除此以外 并没有什么别的负面作用了 就算脱离掌控 它也不可能会伤害到 施法者本人 你竟敢 毁了我的魂学 一道阴森至极的女人声音 陡然在灵异耳边响起 灵异抬眼望向着 无边鬼巢的最深处 在那里 她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 通体呈现灰白色的女人头颅 头颅连接着 整个鬼巢的外围结界 无数鬼爪藤 和血红色苔藓之前 将其护卫在下方 让灵异一时间没发现她 魂学 有意思 意思是 这些恶灵也好 鬼王也好 都是这个女人的羊骨手段 最后也会被她吞噬 壮大自身 灵异从灵异那里 收到了一段简短的讯息 解释了所谓魂学的由来 灵异虽然忘掉了自己的来历 但是这重刻印在她脑海里的知识 却如同传承一般 保存了下来 灵异眸光放 在那灰白色的鬼影上 瞬间精神一震 不仅人不可冒相 鬼也不行 只是一颗女鬼头颅 魏格竟然是黄剑 黄剑和准黄剑的差距 不可同日而语 这女鬼已经跟伊克斯 是同一个等级的怪物了 从绝灭南夺三的副本难度来看 这应该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终于来了 灵异等了很久了 明和依旧在不断扩张 就算失去了对其的掌控 吞没掉整个封门鬼巢魂学 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 那鬼皇却并没有其他鬼王那么蠢 在看到明和如此恐怖后 还冲上来送死 她无比愿毒地看了灵异一眼 随后 灵异就发现 整个鬼巢竟然都开始移动起来 似乎在以极快的速度远离自己 准确地说 是在躲避明和 再恐怖的技能 也有持续时间结束的时候 她等的就是那一刻 暂避锋芒 然后再把那都毁了她百年积累的人 泪碎失万断 奴役灵魂 永世折磨 灵异眸光一沉 没想到整个鬼巢 都是这个鬼皇的一部分 她竟然是带着整个鬼巢 寄居在丰门小区的 灵异当然不可能就这么 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 只是心念一动 瞬间整个鬼巢内部 都弥漫其恐怖的寒气 那不是明和带来的寒气 而是切实的恐怖低温 冰和事迹 念所至 法已成 冰系八戒 冻结一切 冰和事迹是 冰系八戒原本的法术 虽然 没有黑兵那么恐怖 但这个法术胜在可控 范围大的同时 灵异看到很多尚未被 冰和卷入其中的 厉鬼幽魂 都完全被这个法术 冰冻了起来 动弹不得 不过对那鬼皇来说 似乎冰系的 非一花八戒 还有些不够看 毕竟她的武器附魔 并不算太好 对灵体生物 不只是伤害 被削弱了50% 效果机制 也同样被削弱了 冰和事迹 也只是拖慢了 那鬼皇一些速度 总体还是在不断远离的 灵异面 对这个情况 依旧正定姿弱 因为现在除了冰系以外 它并不是没有 额外的控制手段了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众力系的控制效果 比冰系更加强 无形的引力领域 瞬间扩散开来 将整个鬼巢笼罩其中 灵异右手猛然一压 众力碾压 灰白鬼皇 以及他身边 十米范围内的一切 瞬间被恐怖的众力 压到塌陷变形 咔嚓 灵异也听到了 无比清脆的一声骨折声 原本哽着脖子 用无比怨毒目光 盯着灵异的鬼皇 脖子被生生压断 骨肉分离 只剩下一头黑发 对着灵异 对于重力碾压 范围内的所有区域 是均摊平分 重力压强的 但那鬼皇除外 因为 它就是灵异选择的 引力共鸣目标 它所承受的重力碾压 是完整不打折的 就算因为是 灵类生物的原因 效果削弱50% 施加在它身上的重力 那也是49.5倍 哎呀 脖子被生生压断的痛楚 让它哀嚎出声 不过与此同时 它似乎也展现出了 身位皇杰生物 及其恐怖的 潜力与爆发力 在如此恐怖的重压下 它甚至还能继续 缓慢逃走 不过 下一刻 它就惊恶地发现 它与灵异的距离 竟然在不断变近 并且随着距离原来越近 它也感觉到 自己靠近那恐怖人类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引力操纵 领域内的重力方向 完全由灵异控制 再确认重力碾压 也无法让它停下来后 灵异索性改变了重力的方向 四面八方的重力 以它为中心 它就是那个引力源 灵异还是第一次用出这个 改变重力方向的技能 新鲜感十足 有些好用啊 万象天影 你不要过来啊 鬼皇彻底慌了 他甚至已经感受到 那冥河散发出来的森然寒气了 吼吼 不是选择逃跑 而是主动 靠近过来了吗 灵异嘴角一勾 说出了 某个不当人大反派的明台词 那鬼皇被灵异这一句嘲讽 搞得心态都快崩了 你倒是放我跑啊 然而 一切都已惊来不及了 因为 他与灵异之间 横着一条 仍在不断扩大的通天明河 扑 一只鬼皇成功入水 下一刻 灵异耳边就传来无数道 惊悚之急的尖叫声 哀嚎声 咒骂声 以及声音声 那鬼皇虽然看起来体积娇小 但是触碰到明河之后 瞬间就有数十万 乃至数百万白色的幽魂 从他体内逃逸而出 这些就是 他数百年来的积累 而这些逃逸出来的幽魂 顷刻间 就被河水淹没 那鬼皇在惨叫饥声后 身体也渐渐变得虚幻起来 最后 支离破碎 消失无踪 鬼皇 陨落 明河葬礼 恐怖如斯 看来以后 进入这种灵魂副本 一条明河 真能一路乱杀了 轰咚咚 灵异听到了大量建筑物倒塌的声音 随着鬼皇消散 整个鬼巢 以及鬼巢外的一切 都是崩塌消散 这是一片源自那灰白鬼皇的本体鬼玉 他消散了 鬼玉自然也无法继续维持了 一切消散后 灵异发现 自己悬浮在高空之中 他能够俯瞰整个封门小区 明河依旧存在 并且在吸收掉鬼皇之后 变得更加宽大 灵异看到了一个个白色的游魂 从各个角落飘了上来 这些人表情呆滞目染 很明显 已经迷失在这个地方很久了 借着这个机会 他们也想前往彼岸 进行下一个轮回了 灵异在这万千游魂中 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一个是穿着背心的谢鼎大叔 他带着释然的表情 飘向天空中的鸣和 谢之圣 生前瘫痪在床 死于严重哮喘 死前最后的心愿 是希望他儿子能在病床上 给他剪一次指甲 灵异的声音 在灵异心底响起 此刻他眼中紫芒闪动 轻声道出了这人的简略生平 这秃顶大叔 赫然就是此前灵异在门卫值班室 看到的那个 至于另一个熟悉的身影 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吴秀兰 死于心脏病 她常年独居 直到被发现死在家中 她的几个儿子都未曾回家 后来更是为了她不多的遗产 争吵不断 兄弟戏强 老婆婆似乎感受到了灵异的目光 微微转头看了过来 她脸上的笑容 比起那张仪像还要灿烂 灵异也对她点了点头 她下一世 会有个幸福的家庭 灵异闻言 有些惊恶 灵异又能搜魂 她不奇怪 但是别人来世的事情 她也知道 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看到灵异的目光 灵异低下头 像是犯错的孩子一样 一翻手 露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东西 那东西乍一看 像是一根结晶矿石化了的食指 刚刚 那个鬼皇 消散之后 我在河里唠叨的 她 似乎 对我很有用 我就 灵异点点头 没有责怪灵异 她没有过去的记忆 无论是战斗 还是做事 都更倾向于本能行事 所以 灵异不怪她 要是这东西对她真的有用 那就直接给她就行 灵异此时 也已经是她战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忽然 一道道提示声响起 让灵异甚至来不及查看 那鬼皇到底报了什么好东西 让灵异这抹眼热 你已消灭最高难度 封门鬼巢鬼皇 徐珊珊 副本威胁已全部清除 副本主现任我 通关条件 世卫圆满达成 恭喜你 通关了祥冤副本 白叶惊魂 通关表现 副本完成度评估中 评估完成 下面开始结算祥冤副本奖励 副本通关时间 零天零时19分42秒22 副本主 现目标完成度 100% 副本隐藏目标完成度 0% 副本通关评价 SSS级 SSS级副本通关评级 奖励抽取中 你获得了特殊祥冤副本 云顶娱乐城 九层 得入场邀请函 灵异常出了一口气 这个副本 结束了 前后也就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对祥冤副本来说 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通关记录了 灵异看向灵忧 我能看她那东西吗 放心吧 她还是你的 我不要 灵异摇了摇头 呆呆道 我也只是本能地觉得 她对我有用 但如果你要的话 我给你 说话间 灵异将那晶莹剔透 普通人小拇指 一截止截的东西 递了过来 灵异凝神注视 然而很快就浮现出 一连串的问号 解析该物品需要 59分59秒 灵异心中意境 又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 才能解读的道具 灵异算是发现 全知之眼 能够解读的道具规律了 是跟她自己的转值情况 和等级有关 一旦注视的目标 高出她等级太多 那么就需要花费时间 慢慢解读 等她的等级继续 提升之后 很多之前需要独条解读的东西 很可能就会变成秒出信息了 灵异摇了摇头 对这节止骨 失去了兴趣 肯定是个好东西 既然对灵忧有用 那就不想这么多了 给她就是 嗯 灵异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她明明已精通 关这个副本了 为什么还没有被传送出去 她本来的目的 就是速刷 现在目的达成 灵异一刻都不想停留 刚才就选择了主动离开副本 但是现在 没有任何反应 SSS及通关应该发放的奖励 也迟迟莫来 就在灵异心中 涌现不妙的预感 甚至开始思考 是不是自己此刻经历的一切 包括召唤鸣和 斩杀鬼皇 通关副本 都还是一场幻象的时候 整个鬼屋岭 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哗啦啦 明和已经将 整个封门鬼巢的冤魂 和恶灵 全部进化 但此刻翻滚的明和波涛 还是吞没了整个封门小区 随后 顺着那条来时的悬崖边的公路 一路奔流 灵异 她已经看到结局了 果然 不久之后 灵异就看到 下方整个封门小区的一切 都如同被猎羊照射的 鸡血一般 融化消失 随后 远处被白雾遮盖的森林 公园 一切的一切 都在明和中融化消失 副本调整通告 请蓝星全体职业者注意 特殊祥渊副本 白夜惊魂 五层 因特殊原因 副本结构被破坏待见 即日起 该副本从祥渊副本序列中 永久出名 此后所有职业者 将无法再进入该副本 进行攻略 该副本通关记录榜单会 移入立史明园堂 通关该副本的职业者 且创造该副本通关记录的 职业者的名字 将荣登全球副本名园堂 祥渊副本榜单 恭喜你 第四次登上全球副本名园堂 你的称号 三冠王已获得境界 你获得了新的称号 四冠王 灵异心中无语 这次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谁能想到 吞了无数鬼王 和一只鬼皇的明和葬礼 会脱离他的控制 还顺带着把整个副本 又给养了 感觉自己被诅咒了怎么办 觉醒先天诈副本胜体了 被他刷过的副本 好像目前没几个姓免于难的 不过这个副本 本来就是东莹掌控的 炸掉了之后 蒙受巨大损失的 又不是大夏 这么一想 灵异瞬间就舒服了 嘿嘿 我不仅要白嫖你的祥渊副本 通关了之后 我还要过河拆桥 把你整个副本都给你养了 然而 就在灵异觉得副本都炸了 自己怎么 也该出去了的时候 他却看到 那悬崖涌上了 如同云层般厚重的白雾 白雾翻涌弥漫 瞬间就让灵异周遭的一切 都被遮蔽 能见度瞬间变成 只有身边一两米的范围 随后 灵异直觉的 天地似乎翻转了过来 原本在他右侧的无边悬崖 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了天空之中 那喷涌白雾的深渊 像是一只骇人恶兽 张开一张巨口 一口咬了下来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一阵天旋的转 就跟他进入副本时的感觉 一模一样 再次睁眼 身边的一切 几乎没有太多改变 依旧是漫无边际的诡异白雾 只不过似乎身边 能够活动的范围和区域 不仅仅是一条悬崖边的公路了 吼 雾中传来一阵阵 幽远怪异的吼叫 也不知是什么生物发出来的 整个环境变得更加不可捉摸 你已进入特殊降渊副本 无敌鬼月 当前副本曾集 LV 灵异目瞪口呆 啊 他真的不仅没有离开 白夜惊魂这个副本 反而进了另一个副本 并且 这个副本 还挂着两个问号 这岂不是意味着 至少 也是十层以上的降渊副本 灵异听说过 某些降渊副本 本身就是分层的 某个副本 就在另一个副本的囊括之中 两个副本之间 虽然有联系 但是 想要通过这个方法 进入另一个副本 基本不可能 有记录一来 这种情况 几乎是百万人中 才有一两个出现 自己却碰到了这种 百万分之一概率的 吉特书事件 灵异也不好说自己 到底是幸运 还是不幸了 灵异身前 主动开始探路 两人行走在雾中 不时听闻 远处传来诡异的嘶吼 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灵异也打起了 十二万分的精神 只不过这个副本进来了 也没有发布任何任务和提示 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探索 动 动 大地在轻微震战 灵异听到了沉闷的脚步声 灵忧伸出手 事宜再次听下 等观察情况 再继续向前 灵异默不作声 只是死死地 盯着那脚步声传来的方向 随后 他看到了一根 足有十多米粗细的恐怖万族 踏在了两人不远处的地方 那万族上 尝满了一个个粗硬的黑色肉流 随着这只巨怪的移动 还在不断颤动 似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在悄悄孵化一般 灵异瞳孔一缩 因为只是看到这根巨大的万族 他就确定 这只行走在白雾中的怪物 未隔来到了黄街 不是准黄街 那重凑数的杂鱼 而是跟伊克斯 和之前的鬼黄一样 切切实实地黄街 这鬼地方 随便一个游荡的怪物 都到黄街级别了吗 秉持着黄街怪物 能不惹就尽量不招惹的原则 灵异禀惜凝神 没有选择主动攻击 万一这巨怪 只不过是路过 根本就没想着伤害他们呢 这副本太诡异了 一切还是小心味上的好 不过树欲静 而否不止 他没有恶意 但那怪物 有自己的想法 灵异发现他巨大的八只万族 不再抬起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了 那万族上的肉流 不停抖动 似乎是在搜集某些信息 传到那怪物的大脑中 灵异之觉的 忽然后脖梗发凉 似乎有某重东西 在悄悄窥似一般 猛然回头 灵异就看到 一张布满鳞片 阴森可不得蛇脸 直接对到了自己面前 死死 蛇口中吐出黑色的蛇性子 又有七八张同样的蛇脸 从上方的迷雾中探了出来 这怪物 有着类四张鱼一样的巨大万族 但头部似乎由 数百只猙獰的巨蟒组成 怪物漠然不语 那七八张蛇脸上的表情各异 但十几双树童的蛇眼中 充满了恶意 灵异叹了口气 坏了 可能之前这蛇手章鱼怪 可能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但是 现在说不定已经把他和灵幽 当成实物了 战斗估计在所难免 而一旦爆发战斗 灵异不确定声响和光亮 是否会吸引来更加棘手的怪物 不过就在灵异 即将起手鸣合葬礼 以示尽异的时候 下一刻 他就在那怪物的蛇眼中 看到了名为震惊的情绪 很快 震惊就转变为惊骇 随后 在灵异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的时间点 那七八只巨蟒头颅 就光速被他抽了回去 与此同时 那八只粗大的章鱼万族 也开始猛烈颤抖起来 就算再迟钝 灵异也发现 这怪物害怕的 其实不是自己了 而是自己身旁的灵异 扑哧 一声暴响过后 灵异看到怪物 其中一只巨大的万族 竟然从根不断开 大量漆黑色的腥臭血液 喷涌而出 让灵异和灵异 身边厚重的白雾 都被染上了漆黑的墨色 洞 脱罗的巨型万族 砸在地上 还在不断扭动 但那蛇 手张鱼怪的本体 已经不知道借此机会 跑了多远了 死 灵异看了眼同样 一脸猛逼的灵异 他想不通 并且大卫震撼 灵异异指面实力 其实只有王阶而已 在这个黄阶遍地走 准黄阶不如狗的副本里 灵异都感觉灵异 有些跟不上版本强度了 谁想到 这只黄阶怪物 仅仅是在雾里 多看了灵异一眼 就吓成这样 跑得慌不择路 就算了 还愿意自断异足 以此逃生 灵异身上 到底有什么魔力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我总感觉 这里好熟悉 就像 就像我曾经来过一样 灵异眼中浮现一丝追忆 但是更多的 还是茫然 随后 他伸出手 往一个方向指了指 我有感觉 往那里走 就能出去 灵异点点头 直接选择无 条件相信 灵异的过往 灵异越发好奇起来了 事实证明 灵异所选的方向 大概率是对的 因为灵异发现 越走白雾就越浓了 并且雾中出现的怪物 也越来越多了 这些怪物体型都异常巨大 并且全都至少 具有两种以上的生物特征 灵异甚至看到了一只身形兽长 高度突破150多米的怪物 头部却是四五个喇叭一样的警笛 警笛头怪物 就算是全只只眼 也需要凝视十多秒 才会给出信息了 魏格已然不只是黄街了 再向着顶格黄街靠近 然而 一路上 这无数只恐怖的巨型缝合怪 只要看到灵异 甚至是感受到它的气息 就会瞬间退避三射 落花而逃 根本不敢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恶意存在 一时间 灵异和灵幽所过之处 万鬼退避 不用跟黄街生物的战斗 灵异倒也觉得省心了不少 两人因此 能够在白雾中横冲直撞 不用瞻前顾后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灵异就发现 自己跟灵幽身边的白雾 越来越稀薄了 视线镜头 也隐约能够看到 一座巨型建筑物的黑色轮廓了 走近之后 灵异才恶然发现 那所谓的巨大建筑物 是一扇门 准确地说 是一扇雕刻着大量华丽纹路 以及无数符文的青铜巨门 巨门通天 顶端直接隐没在鬼远上空 万年不散的白雾中 两边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宽 这扇青铜巨门 拦住了两人的前路 这里似乎就已经是 整个无敌鬼远的终点了 呼 一阵微风吹过 青铜门前的所有白雾 彻底消散 灵异眸光一凝 面色凝重起来 那青铜门前 有一道身穿艳丽红衣的 娇小身影存在 看起来就像是 某个可爱的小女孩 乖巧地垂头站着 在等着谁到来 当然 灵异很确定 这小女孩不是人 而是鬼 似乎是察觉到 灵异和灵幽的到来 那小女孩 原本低垂的头 缓缓抬了起来 灵异看到她的面容 如同琉璃一般 精致如同艺术品般 女孩睫毛青颤 睁开眼睛 灵异看到 她双眸的那一刻 瞬间就被震慑住了 再不停转动 一股灵异从未感受过的 恐怖压迫感 猛然扩散开来 顶格黄街 不 不对 准地接 全只只眼 反馈回来的少量信息显示 这小女孩 已经突破了黄街位格 半步进入地接了 这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吗 准地接的怪物 灵异还从未碰到过 虽然灵异依旧有信心 打起来 她最后还是会赢 但是估计觉不会像 之前屠杀灰白鬼皇那般容易 然而 灵异下一刻就发现 她还是低估了凌幽绅士的恐怖程度 因为 那鬼帝竟然当着她的面 双膝弯下 双手放在胸前 给凌幽重重叩手 灵异彻底震惊了 万鬼退避就算了 现在鬼帝陷了凌幽 都要磕头叩手 牵牵 凌幽摘掉头上戴着的头盔 仔细打亮眼前的小女孩 最后从口中吐出一个名字 这是她脑海中 原本尘封的一小段记忆苏醒了 告知她的信息 听到凌幽开口 叫出的这个名字 凌幽明显看到那小女孩 浑身颤动了一下 再次抬起头时 她那双蕴含着无尽鬼鸢 无数白雾的双眸 竟然闪动出泪花 精致如同琉璃雕刻般的小脸上 也露出一个笑容 姐姐 你周围来了 千千在这里 等了太久 太久了 小女孩情真一切 眼中对凌幽的思念和依恋 没有丝毫作假 凌幽 你想起什么了吗 她是谁 凌幽开口问道 凌幽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我以前来过这里 也知道她的名字 莫等凌幽说话 那红衣小女孩就忘了过来 鬼童中寒芒闪现 你又是谁 算了 都无所谓 一道漆黑色的斩机 忽然凭空浮现 直直朝着凌幽的心口 要害飞去 然而 下一刻 凌幽一个踏步 就挡在凌幽身前 红衣小女孩 脸上出现惊诧的神色 连忙收回了攻击 她不想伤害凌幽 但凌幽的剑尖 已经抵在小女孩的咽喉位置上了 她整个人气视灵人 眸中冰冷 完全没有刚才叫出 小女孩名字时的那种茫然了 红衣小女孩精致的小脸 忽然垮了下去 嘴巴一扁 痘大的泪水涌出 无比的委屈 姐姐 她 她看着凌幽 又急又气 极度的感情 已惊异于言表 你要为了一个陌生人 杀了千千吗 我 凌幽看到小女孩哭得如此伤心 脸上的神色 悄悄缓糊了几分 但语气依旧冰冷 她是我 最重要的人 没有人可以伤害她 就算是你 有这个念头 我也一样会杀 小女孩彻底目瞪口呆了 她又看了眼灵异 最后跺了跺脚 伸出舌头 对灵异做了个鬼脸 灵异梦感觉到 这小女孩 现在只是嫉妒自己 但是对自己的杀意 已经完全消失了 姐姐 进来吧 该取回你一部分的力量了 小女孩回身 手掌触碰 那扇巨大的青铜门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那青铜门上无数的纹路 慢慢亮了起来 一阵沉重 而古朴的嗡鸣声响起 青铜巨门 开启一条缝隙 即使只开了一条缝 也已经足有数十米宽了 难以想象这扇巨门 到底是什么 存在铸造的 又到底有多么巨大 门后 是一片黑暗的虚无 看起来 什么都没有 但从中吹出的风 让灵异不由地浑身发寒 这是比明河河水 还要浓烈的死亡气息 胡人被这样的阴风吹拂 都会觉得魂魄不明 脆弱的 甚至直接陷入昏迷 魂魄离体都不奇怪 一道白光 从灵幽体内飞出 灵异看得清楚 正是之前灵幽 在明河里唠叨的那一块枝骨 白光飞入青铜门后 画出一道诡计 小女孩牵牵拉起灵幽的手 跟着这道诡计 缓缓走向门后 灵异迷迈步也想跟上 但牵牵却忽然回头 做了个鬼脸道 你确定你要跟进来吗 没看到门上 写着生人止步的字吗 灵异 这些来自祥鸢的文字 他完全看不懂 而且 你们响约的生人止步 是这个意思吗 灵异还是有些不放心灵幽 但谦谦的下一句话 让他都觉得 有些脊背发凉 你是真的这辈子活腻了 马上就想开启下辈子是吧 那我不拦你 不过别说 我没有提前警告你 灵异皱眉 直接开启下辈子 难道进了这扇青铜门 就会投胎转世 再次轮回 没事的 我应该 很快就会出来 灵幽回眸 对灵异点了点头 在灵异得到越来越多的技能 大越多的强敌后 灵幽自己已经感觉有些无力了 他有些跟不上灵异的战斗节奏了 说到底 还是不够强 他也渴望变强 渴望成为灵异的 又一张纠集底牌 所以 他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哪怕此时 要面对的一切 对他来说 也是未知的 灵异最终 在门前止步 看着灵幽和千千 消失在门后 嘎嘎嘎 一阵嘶哑难闻的噪音 夹杂着翅膀拍动的声音传来 灵异抬起头 就看到数百只体型巨大的怪鸟 飞进了青铜门中 然而 它们的躯体 刚刚飞进青铜门后的范围内 瞬间羽翼消失 血肉腐烂 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具 像是死了十多年 只剩白骨的鸟尸 又过了数秒 连白骨尸体 也都消失不现 就像是这短短的鸡秒内 它们以精度 过了数十年 上百年一样 它们的寿命 瞬间消耗完毕 从生到死 只不过是眨眼之间 灵异心中震撼 还好它听劝 没有真的进去 不然 以他人类的寿命 应该也顶不住 这种恐怖的衰老现象 好在灵异对它 从来不会说慌 数分钟后 灵异在黑暗中 看到了两道倩眼 手挽着手 走了出来 芊芊依旧 是一身红衣 容颜精致 但完全已经不是孩童模样 反而变成了一位 看起来约莫十二三岁 处于斗寇之年的少女 而被她 挽着手的另一人 则是同样 焕然一新的灵异 她身上穿着的那一件 连体黑色战甲 已经不现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套宽松修身的轻甲 没有中甲的眼盖 少女曼妙的身姿 更显清成模样 没错 灵异的面容 几乎没有变化 依旧是绝美的少女 只不过之前的满头银丝 似乎又长了些 已经到了腰后 灵异看到灵异 身躯明显颤动了一下 眉红色的眼眸中 蒙上了一层水雾 她似乎有千言万语 想要对自己倾诉 她的脚步急错了几分 很快 灵异就感觉一阵香风扑来 灵异将她紧紧抱住 最后 那千言万语 还是化成了四个字 我回来了 灵异心弦被触动 她也轻轻拍着灵异的背 或许 自己只是在这门前 等了几分钟而已 但对灵异来说 说不定就是几十年 甚至百年了 怪不得 她会如此思念 恭喜你 你的召唤物 灵异获得了境界 灵异的位格 已经提升至 黄剑 灵异获得了新的被动技能 君灵 灵异获得了新的主动技能 恩赐解脱 死亡抗拒 六道无念斩 灵异全属性 获得巨幅提升 已拥有的被动技能 主动技能获得境界 专属武器 魂之网歌 通过吸收灵魂获得的属性值 大幅提升 一连串的提示 让灵异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中 她不知道 灵异在青铜门后 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收获了什么新的力量 但是在她的视角中 她跟灵异 只是数分钟不限 她就变得如此强大 王阶和黄阶 虽然支隔了一个大等级 但是其中实力的差距 基本可以说是云迷之别 当灵异打开灵异的面板时 她更加震撼了 灵异 等级 LV 120 魏格 黄阶 生命值 6423.6 万6423.6万 法力值 201.1万 201.1万 攻击力 248856 防御力 30万灵 2954 魔法抗性 29万4423 被动技能 灵魂切割 青魂之影 军灵 主动技能 死灵剑气 木之鸣 无灵之跌 恩赐解脱 六道无念斩 备注 死灵国度的最高君主 但她似乎已经已 忘了自己的过往 灵异挠了挠头 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一遍灵幽的基础属性 夸张 这已经比BOSS 还要恐怖了 先不说6000多万的血量 单说护甲和魔抗 就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攻击 还能对她造成伤害了 搞得后者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雪白的脖梗上 浮现一抹烟红 其实灵幽心里是很开心的 她眼里有我 肯定心里也有我 一旁的牵牵 咋了一声 撇了撇嘴 如果此刻 站在灵幽身前的 不是灵异 有哪个男人 敢这样看着自己的姐姐 她早就送她去投胎转世了 哎 有个恋爱脑的姐姐 怎么办 很急 在线等 另一边 灵异也开始查看起 灵幽的技能起来 首先是几个原本就有的技能 得到爆炸式的提升 首先是死灵空间 此刻整个死灵空间 已经扩 大了很多倍 如果说原先放下一头冰霜巨龙 都会觉得有些拥挤的话 那么此刻的死灵空间 能够并排放下上百只冰霜巨龙 然后是灵幽的被动技能 千魂之意 从所有仆从和眷属那 里获得的属性值加成 从10%提升到了25% 可能这也是卫神魔灵 优先在基础属性会 如此爆炸的原因 灵魂切割 对灵魂的伤害效果 也从原来跟肉体伤害持平 变成了200%的灵魂伤害 对很多血牛怪物来说 灵幽现在很可能普通一件 都能够无视其血量 直接秒杀了 最后 是几个新技能 灵异一路看下来 知觉的自己之前 对死灵系的想象力 还是有些匮乏了 如果说灵幽此前之前 号令天灾亡灵的君主的话 那么此刻 他已经是所有灵类生物 和死灵生物的祖宗了 君灵 类型 被动技能 等阶 八阶 效果 你对你身边100米范围内的 一切位格不高于 顶格黄阶的灵魂生物 死灵生物 拥有绝对的统治力 被作 围停雨落 阶是君恩 然后就是几个主动技能 其中 六道无念斩 这个技能 都已经变成小作文了 灵异看得头昏眼花 不过灵异还是看到了 这几个主动技能的等阶 九阶 这意味着 灵幽现在的攻击手段 也达到静咒级别了 死 灵幽这战力 估计已经不太逊色于自己了 面对灵类生物的时候 说不定比自己都忙 灵异高兴的同时 也有些心疼 她在自己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那段时间里 肯定很努力吧 灵幽似乎看出了灵异的想法 很快就在心中跟灵异沟通道 没 没有很辛苦 我接受了某种传承 我自己也没想起 那是什么 我只知道 还有其他三个传承之地 等我前往 传承期间 我只是 等得很辛苦 千千翻了个白眼 她不用想都知道 两人 在交流着什么 就是要出口打断 我说 你想跟我姐聊到什么时候 现在这座传承遗迹 已经没用了 我也不用在这里继续守候了 你难道就不想出去吗 灵异闻言 看向千千 怎么出去 灵异没有去问灵幽 那青铜门后 到底是什么情况 传承又是什么 她是不是又知道了些什么秘星 因为她确定 灵幽如果知道的话 都不需要她问 就会置无不言 两人对彼此的信赖 是无需多言的 听灵异问起来 千千脸上露出脚霞 很简单 求我 她此刻虽然已经常打 但似乎依旧是孩童星星 千千 灵幽轻声呵斥了一声 她不会再对千千拔剑了 两人的关系也很好了 但在灵异面前 她还是会无条件地 站在灵异那一边 千千神色再次垮了下来 知道了 下一刻 她右手一挥 只见整个无敌鬼渊的白色雾气 都疯狂朝她涌来 三人煞时间 成了白雾龙卷风的中心 数分钟后 鬼渊的一切 切实地暴露在灵异眼前 此前她以为是山脉的地方 那里堆积着累累白骨 那些白骨有人的 有瘦的 更多的还是那些 在鬼渊漫无目的 终日游荡的 缝合巨怪的 毒手在这里太无聊了 这些都是千千 在闲暇时间造出来的 本身也有护卫中心 遗迹的作用 白雾散去 鬼渊之下 无数的缝合巨怪 茫然站立 似乎已经不知道该干嘛了 千千 马上要走了 这些小可爱物 还有些不忍心杀呢 怎么办呢 算了 还是通通销毁了吧 要是被某些存在 寻着踪迹 找到姐姐就不好了 灵异闻言 眼前一亮道 别杀 给灵异吧 千千歪头疑惑了起来 直到灵异当住她的面 将灵异转移到死灵空间 千千才对灵异刮目相看 你竟然有一个 能完全独立小事件 我久见了 灵异笑道 那你要不要也进来陪我 千千面露狂喜 当然 千千这一事 一定要跟姐姐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了 灵异继续维持笑容 那就签订契约吧 灵异带住了 她总感觉 灵异的心智 也变得更加成熟了 不再是那个单纯的 懵懂少女了 她都会破了 千千文言 看向灵异 然后疯狂摇头 不 不可能 我才不会 跟这个人类签订契约 灵异笑容依旧 甚至更灿烂了 没关系 那就跟我签 一样的 好搭 灵异 看着两人在进行 命定契约的连结 灵异无语了 嗯 无论如何 自己好像现在还额外拥 有了一个 不太听自己的话 但是 听灵异话的准地接帮手 以及 上万之黄街 缝合巨怪 很快 灵异跟千千的契约 就签订完毕了 千千也多了个姓 同样是姓灵 起初 她还非常不愿意 但是 被灵异说了机句之后 半推半就地 接受了她的新名字 契约灵千千之后 灵异自然也获得了 无敌鬼冤 所有缝合巨怪的掌控权 她眼中紫芒一闪 瞬间所有的缝合巨怪 就都被她转移到死灵空间中 成为她挥下天灾大军的一部分 灵异眼角抽动了一下 她发现灵幽的全属性 再次暴涨了一截 这树枝说实话 她都有点馋了 有时候不需要太多 花里胡哨的技能 单凭树枝 都已经是纯粹 而无敌的强大了 鬼冤下方 终年不散的白雾 被灵千千收走 上万只缝合巨怪 也全都回收了 灵异回头望了一眼 那扇 已经在缓缓消散的 巨大青铜门 她已经看到 一道副本光幕 在缓缓浮现了 等青铜门完全消失 自己应该 就能离开这里了 这一趟副本下来的收获 堪称爆炸 唯一可惜的就是 白叶金魂 怎么也不掉装备材料的 之前虫群之星 灵异还以为是因为 是灵层副本的原因 不会掉装备材料 但是 现在看起来 祥元五层也没有 就在灵异如此想住的时候 那巨大的青铜门 已经完全消失 副本光幕出现 灵异一一步迈出 离开了副本 就在离开 无敌鬼云的下一刻 灵异脑海里 收到了一连串的提示 与此同时 她也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处 特殊的副本奖励 结算空间 一只金色的宝箱 静静摆在自己面前 SSS集通关奖励 已抽取完毕 你获得以下奖励 ES集祥渊宝库开启 你将获得随机三件等级 在120级以内 品级在要日以下的 三件防具装备 或一件武器 饰品装备 二 请在以下奖励中 选择一项获取 一 自选两样史诗集 特殊材料 二 获取一万点技能点 五千点专精点 三 自选一件等级在120以内 品级在史诗集以下的装备 防具 武器 饰品不限 四 使你下一次转值完成后 必定得到一个被动技能 且该被动技能的 稀有度将提升 灵异心中一喜 果然不可能没奖励的 原来祥冤赴本奖励的装备和材料 是这样的发放机制 要依据通关评级来给 灵异走上前 弯下腰 双手抓住金色宝箱的盖子 一把掀开 下一刻 灵异就被宝箱站放出来的 金色光芒刺的睁不开眼 哇 金色传说 金光散去 灵异看到 那是一把翠绿色的匕首 静静躺在宝箱中 这应该 就是第一项奖励 随机三件防具 或一件武器 饰品 运气不错 竟然出了把武器 武器和饰品的价值 是要高过防具的 因为碰到戴套装效果的防具几率 太低了 灵异拿起匕首 这次 这个匕首 不需要全知之眼 鉴定 因为只是一把要日级的匕首 但是却带有特效 以及永不磨损的效果 嗯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灵异将匕首 收进随身空间 随后思考第二个奖励 应该选什么 首先排除技能点奖励 但是 从给的数量来看 果然刷响冤妇本 才是普通职业者 最快的变强方法 一万技能点 不少了 史诗级材料 自己目前也不太缺 也pass吧 唯一纠结的就是 三和四选哪个了 三应该能选到 寂灭套装 三件套能让弹指的伤害 提升很多 对目前的常态输出 提升很大 但四看起来也很香 选最后那个吧 灵异脑海里 忽然传来了灵忧的声音 灵异一正 你知道 选这个最好吗 不是 我是知道 你在犹豫大半天之后 还是会选这个 我只是提前告诉你 灵异 预见未来的能力 是让你这么用的 这是灵忧得到的新技能 木制鸣 木制鸣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久阶 消耗 五 冷却时间 一小时 效果 开启轮回预见 让你能够在短时间内窥探 未来会发生的事 轮回预见持续时间 三十秒 当前可窥探未来的程度 零至十五秒后 被捉 听Crimson 这技能 灵异都觉得有些羡慕 未来是啊 顶级剑纹色霸气了 属于是 在与人交战的时候 拥有这个技能的灵忧 不知道会有多恐怖 持续时间内 说是无敌都不为过 既然灵忧都告诉他 纠结到最后的答案 也是选四之后 灵异也不多想了 直接选了四 把宝压在未来 寂灭套装 还可以再想办法收集 但是 一个稀有度更高的被动技能 可不多了 更何况 他还有大量的技能 点能够强化他 综合考虑到最后 一定是这个奖励最好的 选完奖励 灵异眼前一花 他瞬间 从那个奖励空间 被传送了出来 再次睁开眼 灵异发现 自己还是出现在 小灵家祖屋祠堂的 那个地下室里 只不过那一扇石门 已经消失了 毕竟白夜惊魂 这个副本都没了 入口自然也不复存在 竟然没有人守在这里 等我出来 灵异有些意外 在他预想中 他一出副本 就应该有无数手里剑 苦无以及大量的技能 朝自己飞过来 巴不得将自己 秒杀当场才对 因为换位思考 灵异肯定会 在这个埋伏人 守株待兔 巴不得把白嫖 自家副本的人 碎尸万段 这些东营人 难道真正磨好心了 就在灵异百思 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道提示 如炸雷般 在灵异脑海里响起 检测到 你已回归蓝星世界 你所处的时间线 已自动调整 未蓝星世界线 跨越时间线 所产生的天数差距为 39天16小时33秒 你的天赋 诸神之刺 稍后补发完毕 你获得了411万3365点技能点 你获得了411万3365点专精点 灵异大脑一片空白 啊 跨越时间线 下一刻 灵异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小灵家 没有人在这里对他为追赌劫了 他在副本里经历的时间 约莫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已 但蓝星世界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月 瞬间获得巨量技能点的灵异 心中没有太多喜悦 反而是额头渗出了一滴冷汗 他之前就听说过 副本与未面之间 时间的流速 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大多数副本来说 他们在与蓝星连接后 他们自带的时间线 会被蓝星这样的大世界同化 最后趋于相同 而这一次 灵异进入的是无敌鬼渊 这是一个并 没有直接跟蓝星相连的世界 它是从白夜惊魂的副本位面 掉进无敌鬼渊的 所以就产生了时间线差异 明显无敌鬼渊的位面时间流速 比起蓝星而言 要慢得多 灵异知觉的头皮发麻 长久的时间差 意味着大量的信息差 这39天里存在的变数 太多太多了 南宫灵怎么样了 回笑了吗 贺博怎么样了 暴露了吗 成功逃走了吗 嗡嗡 叮咚 灵异手上的灵精万表 自己口袋里的手机 开始疯狂震动提示起来 灵异掏出手机 就发现 信息和未接电话疯了 一样在刷屏 大量的信息和提示 让灵异感觉手机都卡了 它完全操作不了 只能等这些刷屏提示结束 整整13分钟后 灵异才重新获得了手机的操作权 打开未接来电一看 大部分都是南宫灵打来的 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 然后是怨长蓝若曦 每天也至少都有一个 甚至灵异还看到了孙大川 和收尸人对长罗霄 给他打来的电话 没有看到父母的电话 和天性视频什么的 灵异松了一大口气 看来自己失联这魔长一段时间 神霄还是没敢告诉自己的父母 灵异很庆幸 因为晚上神霄通知了 不知道他们会有多着急 甚至做出什么出格的傻事 随后灵异打开信息 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 基本都是来自南宫灵 和兰若曦的问候和关心 言辞恳切 灵异都能体会到 他们焦急的心情 灵异手指上滑 拖到最新的信息 虽然校长大人 找了灵溪战神 给你算了一挂 上上挂 说你吉人天下 但是 我还是担心得紧 已经快四十天了 如果这个世上真有奇迹 就让他出现吧 小学店 希望你一切无事 要是看到这条消息 请马上联系我 有太多人为你担忧了 灵异手指颤了一下 这种有人为他牵肠挂肚的感觉 无疑是非常幸福的 灵异按下通话键 给南宫灵回了过去 响铃声的第一个嘟 都没有响起 这个电话直接被秒接 灵异学店 是你吗 灵异听到了一声 兴奋到极点的尖叫 以及后续不敢相信的质疑 这情绪变化 是我 我出来了 副本里 出了点小意外 灵异开口 随后就听到电话另一头 传来一阵惊呼 卧槽 那个大魔王莫死 牢医打淫妇活塞了 是的 孩子们 我回来了 man 灵异满头问号 什么鬼 他听得出 这些声音 都是神霄的高年吉盛 此刻南宫灵身边 应该有不少人 自己失联将近四十天的事 估计整个神霄都传遍了 自己的外号 已经从蓝火死神 变成牢医了吗 你末是真事 太好了 南宫灵的声音 带上了一丝哽咽 学姐 你在哪 回神霄了吗 你跟贺博都逃出去了吗 灵异问出了那个最关心的问题 灵异这个问题问出 很快就听到通讯的另一头 喧闹声止些了 南宫灵也有些迟疑 贺博他 唉 灵异心中一惊 涌上不妙的预感 小学弟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一件大事 说来话长了 在你进入副本之后 小灵家的人就发现了 贺博随后也暴露了 我利用幻术带着 一直在封绳岛上 东躲西藏 想等你出来时 能拉你一把 让你不至于被乱箭射死 但是 小灵家通报了东宁官方 鬼越组织的增援来了 我的幻术 维持不住了 最后只能暂时撤退 那些东宁人都气疯了 派来的人很多 最后 我们逃到外海时 都差点被截下 还是校长大人逼不得已 最后出手 我跟贺博才 最终逃了出来 随后 校长他也没有放弃救你的想法 反正都已经出手了 他老人家直接打算降临东宁 直接闯进那个祥冤副本 救你出来 不过东宁也派出了两位战神 跟校长 他在大厦东海上空 爆发了战斗 与此同时 那些丧心病狂的东宁人 更是让鬼越的忍者 潜伏到贺博的家乡 将他的一个儿子 一个尚在墙堡中的孙女 残忍杀害 他们杀不了被神霄收拾人 保护起来的贺博 就报复他的家人 贺博得知此事后 一病不起 现在还奄奄一息 灵异拳头紧握 心中怒意生疼 这件事说到底 还是因他而起 没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 灵异其实心里 是非常尊敬贺博这类 始终坚守在隐秘战线的 特殊人员的 没有他们的情报 大厦不知会蒙受多少损失 而现在 他的家人却因此惨死 这可能比杀了他自己 还要让他痛苦 就在灵异觉得 自己的怒气值 已经快拉满的时候 南宫灵再次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南疆受潮的阴谋 加上贺博家人的事 同样也触怒了咱们大厦的官方 现在咱们和东莹的关系 已经接近战争关系了 今天早上 东莹将生活在 封省岛上的大厦人 残忍虐杀 甚至发布了相关视频 以此挑衅 距离封省岛 1200海里外的雷鸣岛上 还有我们大厦的人 此刻 已经被他们控制起来了 我们收到的消息是 明早他们 也将被坑杀活埋 神霄发布了 紧急S级任务 我现在就在 前往雷鸣岛的路上 我马上给若西苑 长发的消息 请求收拾人那边增援 我们先去救你 灵异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已经粗重了起来 畜圣行进 杀害无辜侨胞这种事 都做得出来 灵异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战放出 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杀意 不用来找我 他杀我们一人 我就灭他们一岛 我会把这两座岛 从他东莹的版图上抹掉 学弟 你别冲动 知道你很将 但是 现在封绳和雷鸣岛上的 东莹职业者太多了 还有鬼约的精英在 南宫灵鹅投身出了一层白毛汗 他就怕灵异压不住心中的愤怒 选择跟东莹人报了 这样就算报了仇 消了气 也毫无意义 这不是正好吗 一起杀了 灵异冷声道 南宫灵彻底急了 灵异学弟 你冷静一下 现在万笑长踏 也没办法分新官赵你这边 太危险了 灵异话语坚定 南宫学姐 我现在很冷静 特别冷静 我只是忽然想起我为什么 要选择成为职业者 为什么想变强了 气吞声不会夹着尾巴 慌忙逃跑的 我不想忍 也不必再忍了 血债 就需要以血来尝 南宫灵沉默了 他觉得灵异说得很对 说得对 妈的 就该对这些畜生赶尽杀绝 这次我赞同大魔王说的 其他神骁的学生也群情激愤 学弟 我说服不了你 但是你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 要先去做 不然就来不及 灵异切断了通讯 因为没有什么事 比眼下让自己宣泄愤怒 更优先了 他能够感受到胸中的怒火 在熊熊燃烧 也能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杀意和战意 在血管里流淌 这是一个大争之事 或许大厦官方 因为利息牵扯 以及需要考虑 战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才不敢贸然对东宁开战 但是 他不一样 他还没有一个 让他放不开手的身份 国家这个庞然大物 掣肘做不了的事 他方便做 他 要徒岛 一个不留 烧绝静静 打 打 空旷的小林家祠堂里 忽然传来了空林的脚步声 瞬间守在祠堂外的无数家 丁河守卫 全都警觉了起来 有脚步声 祠堂里有人 是入侵者吗 是那些支那人逃进来了吗 无论是谁 先抓起来 一时间 这些守卫拿起武器 一窝蜂地重进祠堂中 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一个黑发黑毛的青年 从祠堂地下室里有了出来 是他 快速通知家主大人 是之前那个偷偷摸摸的支那老鼠 不用通知郑狱大人了 他之前就说过 要是这个支那人莫死 直接就地割杀 吸内 灵异神情冷漠 甚至没有正眼看这些守卫一眼 不过蝼蚁而已 扑扑扑 灵异走过这些人的包围中 几十人的头颅 纷纷爆开 他们无头的尸体 瞬间软倒在地上 灵异心中 没有太多波澜 这应该是他穿越到蓝星世界后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杀人 曾经灵异读过很多小说 里面的主角第一次杀人 要磨灰异常害怕 要磨灰恶心 倒吐 但是灵异此刻知觉地痛快 除此以外 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感觉 残害无辜 和怒杀仇敌 果然是两码事 灵异根本不会敢 绝有半分的负罪感 这些人 该死 走出祠堂 灵异还没走多远 忽然就从四面八方 听到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 他就被彻底包围了 抬眼看去 灵异不仅看到了 小灵家的那些精英和守卫 还看到了十几个浑身黑衣 小臂的衣袖上 还闻着紫色的月牙灰迹 这些应该就是 来自鬼月这个 东宁特务组织的人了 这么久了 你竟然真的没有死 就是你 毁了我的副班 让我们家族名誉扫地 灵异看到了 小灵家的家主 小灵郑宇 此刻后者咬牙切齿 神色愤怒到极点 巴不得将灵异碎尸万段 真正的一刺狼 在哪里 你们把他怎么了 灵异闻言 但莫道 我这就送你下去献他 啪 响指落下 小灵郑宇 瞳孔一缩 本能地感觉到巨大的危险 小灵大人 退后 让我们来处理 一只巩卫在小灵郑宇旁边的 几位鬼月精英 忽然怒吼一声 随后灵异就看到 他们的双手 以极快的速度 摆出了七八个结印手势 一层黑雾凭空出现 灵异的这一发 响指的伤害 被全数转移到那黑雾上 完全落空 灵异没有太惊讶 这些鬼月的职业者 至少都是六转 要是自己一发 普通的弹指 都挡不下来 那么灵异只会觉得 东云的所谓鬼月职业者 不过如此 放弃抵抗吧 你难道真的以为你一个人 能面对我们数百精英吗 小灵郑宇怒极反笑 灵异时 再太狂妄了 如果都是你们这些废物的话 又有何难 灵异话音刚落 小灵郑宇就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领域立场 将自己 以及整个小灵家 全都笼罩在内 重力 微操 下一刻 小灵郑宇就感觉 他浑身的血液 仿佛都凝固了一般 不再流动 与此同时 纳围在他身边的 十几名鬼月护卫 闷哼击声 眼儿口鼻流出烟 红得鲜血 当场暴毙 随后 数百名小灵家的家丁 同样蹊跷流泻 惨死当场 小灵郑宇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瞳孔俱阵 小灵郑宇眼中的灵异 宛如冷血杀神 他就只是站在那里 什么都莫做 就屠杀了如此多的人 怎么做到的 灵异面色淡然 眸光冷烈 到你了 下一刻 小灵郑宇就感受到 一阵耳鸣 自己猛烈的头痛 他感觉自己 如枪里的大脑 变成了一团海绵 正在被一只无形的手 疯狂挤压 重力微操 类型 被动技能 等阶 七阶 系别 重力系 消耗 15000法力值 冷却时间 无 效果 你对重力的操控 进入了入微级别 最小重力操纵范围 0.1毫米 当前入微重力操纵最佳精度 3毫米以上 这是一个比较寒线的技能 它明明在主动技能的数序列上 但偏偏是个被动技能 但是灵异看得出来 这个技能的开发潜力 太大了 重力这种能力 一旦能够在极小的范围内操作 那么就有很多能够突破 想象力限制的技能使用方法和组合 能被开发出来了 比如现在 灵异对在场所有小灵家的守卫 和鬼月的精英使用的技能 就是 重力碾压 只不过把范围限制在了 他们的炉腔中 别看他们没有外伤 但头颅里的脑子 早就已经被挤成一滩血水了 小灵正欲的掩耳口鼻 都开始流出鲜血 他十分不甘地看着灵异 缓缓倒在地上 死不明落 就算这样 灵异也没有放松警惕 哄 哄 哄 三次恐怖的重力碾压 被灵异用出来 整个小灵家窄底 都被碾成了碎线 那些尸体 更是被压成了模糊的肉饼 不到 是个好习惯 确认这些人死得不能再死之后 灵异俯下身 开始使用轮回之处 对于这些人渣 灵异提取他们的属性和技能 没有任何的心理门槛 废物 就是要诈钱最后一次价值 提示 附近大量可以获得轮回时 以奖力的目标 皆为你所击杀 你可以使用群体提取 一次性被大量目标使用 灵异眼前一亮 原来自己杀的 自己使用轮回之处 还有这么便利的功能 天赋发动 灵异眼前也出现了一幕幕幻象 然而 灵异看了几眼后 却没什么兴趣 继续看下去了 因为血压都快爆了 这些小日子 过得不错的东营人 做的事 简直庆竹难输 灵异看到了一排排 被他们绑在地上 痛苦挣扎的大厦侨胞 妇女在被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犯 蹂躏之后 再残忍杀害 其他人也基本上都是被挖眼戈尔 极其痛苦地死去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次大厦会震怒至此 为什么神骁会发布 协助撤侨的紧急任务了 灵异睁开眼 他心中最后的一丝怜悯 以及对生命的敬重 也被他抹去了 因为这群猪狗 不如的东西 不配 提取成功 恭喜你 共获得了以下属性值 力量加1863 敏捷加1902 精神加1833 耐力加1911 体质加2029 你获得了特殊技能 顿入暗影 重负获得的同类限定技能 以转化未该技能的使用次数 自己向性的技能强度 原来通过轮回之处 获得的限定技能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强化的 只需要重负获得就行了 灵异看了眼自己获得的 这个限定技能 眼前一亮 顿入暗影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无 细别 无 消耗 无 效果 当你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一秒后 你会进入暗影 潜伏状态 让别人无法发现你 在进入顿入暗影状态后 你再次移动时 该状态还会持续10秒 10秒后 你将脱离该状态 顿入暗影状态 不会被低于期间的侦查类 反影类技能破除 两次顿入暗影状态期间 有10秒的冷却时间 该技能可选择开启或关闭 处于关闭状态时 即使你静止不动 也不会顿入暗影 当前状态 关闭 可使用次数 39次 这是一个隐身技能 虽然限制 是要禁止不动一秒 但是对自己来说 也已经是非常好用的技能了 试想一下 一个会隐身的法师 绕到你背后 给你来个敬照 那画面太美 灵异选择开 起顿入暗影的状态 站定不动 短短一秒后 灵异 就感觉自己浑身一清 一层如同黑沙般的幽影 覆盖在自己的体表 随后 灵异一个闪身 雷光乍现 她以精力用霹雳一闪 飞上了高空 掌握重力系之后 灵异已经不需要使用风系魔法 也能够随心所欲地 在空中飞行了 一路飞高 灵异俯瞰整个风神岛 目光在岛上各处游移 灵异看到了大量东宁的职业者 在岛上巡逻 顿入暗影状态下 这些职业者 无疑人发现灵异 忽然间 灵异眼角余光 贴到风神岛东边的海港上 有一群人朝那里汇聚 灵异高速飞行一段 靠近海港后 目光一动 她看到了一位衣衫褛褛 满脸逗写着绝望的中年妇女 瘫倒在地上 她的怀脸 还传来一位依儿的啼哭声 现场足有数百名东营职业者 将她包围起来 在妇女的身前 是两个巨大的土坑 其中一个土坑的土层上 灵异还看到了 几只冒出来的手臂 以及断脚 结合刚才轮回之处 回馈的画面来看 这里就是风神岛东营驻军 在今天早上活埋骂 一百多名大厦侨包的地方 求求你 我的女儿还小 她什么都不懂 她对你们没有恶意的 你们可以杀我 可以凌辱我 你们想干什么都行 但是能不能放过她 中年妇女泪流满面 不住地磕头求饶 她不是再给自己求饶 而是再给她怀里的孩子求饶 灵异深吸一口气 这妇女开口说的话 是大下雨 这应该就是风神岛上 最后还没有被活埋杀害的大下人了 围在活埋坑旁的 东营职业者阵营中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 皱眉听完了身边人的翻译 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 当然 不可以 没想到你们躲得这么好 差点让我们漏掉 要怪只能怪你的孩子的哭声 暴露了你们的位置 我本来是打算 将你和你的孩子 一起活埋的 但是现在 我改主意了 啪 那军官打了个响指 瞬间就有一位士兵走上前来 把汽油拿来 我要看到他们被活活烧死 没有什么 比看到这些真的侏罗 被烤书更美妙的事了 记得 叫得大声一点 不然我不够惊心 哈哈 一时间 整个东营职业者军队的其他人 也跟着笑了起来 很快 一桶汽油被打开 一个东营士兵 拎着油桶 就朝着那妇女 头上淋去 妇女浑身颤抖 紧咬牙关 双手将怀里的孩子 抱得很紧 生怕他被淋到半点汽油 后来 他整个人都攻了起来 将宝宝保护得极好 这个姿势 让谁看到了 都要说一句 母爱动人 然而 却打动不了这些畜生 巴尬 拽开他的手 我要看那个小娃娃 被烧成焦炭的样子 军官怒斥一声 几个东营职业者 连忙低头 嗨 随后 他们快步上前 就要去扯那妇女 不过下一刻 他们就听到一个 无比冰冷的声音 在他们的头顶响起 终究是我太仁慈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 会有你们这种败类出现 灵异也改变主意了 他本来只 想用重力法术 将整个封绳 倒移为平地 但现在 他觉得 这是便宜他们了 灵幽 别让他们死得这么快 我要他们看着 他们自己 被烧成焦炭 灵幽的倩影浮现 是 灵异浑身冒出狼火 他的口中 吐出了两个 晦涩难明的真言 两个真言 意味着九阶法术 而灵异使用的 正是他很久以前 就获得了 但至今还没用过的静咒 火系静咒 八荒天语 随着第二个真言的落下 一股波动 凭空出现 灵异感受到了一股 就算是他 都有些难以忍受的 恐怖高温 笼罩住了自己 此刻 他处于至高升华状态 本身就由最纯粹的 火元素构成 能够让这个状态的他 感受到 炙热难耐的火焰 就有些恐怖了 这应该就是 火系静咒的 是放门槛了 想要执掌 如此狂暴 炙热的蛮荒之火 使用者 必须先要能够 承受他的温度才行 灵异眼中 紫光一闪 魂之晚个 刹那出窍 灵异直觉的眼前一花 就看到 一道死灰色的 剑光化过 将他周围的一切 全都染上了 一层死灰色 随后 一道类似领域的立场 瞬间展开 将下方所有的 东营职业者 笼罩其中 所有缤纷的色彩 在这一片区域里 尽数褪去 天地间 只剩下枯燥的灰白 与此同时 灵异也感受到 笼罩自己全身的 恐怖高温 快速退去 灵异大口喘着气 心也跳得很快 他知道 自己算是通过了考验 就在灵异觉得 浑身轻松的 下一个瞬间 他看到天地间 出现了无数个 闪烁着金色光芒的 火元素威力 这些火元素 跟其他的火元素 有着巨大的区别 甚至灵异能够感受到 自己身上冒出来的 至高蓝燕 所构成的火元素 也在对那些金色的 稀有火元素 俯首称臣 一团金光灿烂的火团 浮现在灵异掌中 蛮荒之火 灵异脑海中 浮现了这个词 八荒天云所召唤 出来的火焰 来自上古蛮荒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 它依旧燃烧不息 静咒 八荒天云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扁 火焰细 消耗 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十分钟 冷却时间 三天 效果 召唤蛮荒烈焰 隐燃极巨大范围内的一切目标 对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火焰伤害 本技能造成的隐燃效果 持续时间为永久 不可驱散 本技能无视目标 一切低于九阶的伤害减免 伤害免疫效果 被作 这团火 从更古蛮荒 燃烧至今 荒火出现的下一个瞬间 灵异发现它身边的一切 都已经被点燃 疼 地表燃烧起熊熊烈火 然后眨眼间 就变成橙红色的熔岩 与此同时 那些被灵忧化入灰白领域内的 所有东宁职业者 身上也燃起了金色的烈焰 哈哈哈哈 来人 快来人 救命 灵异听到他们 发出杀猪般的哀嚎声 荒火出现的一瞬间 他们本应被直接气化湮灭 但处于灰白领域中的他们 在这一刻 已经失去了死亡的权力 死亡抗拒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消耗 十万法力值 冷却时间 一天 效果 使用轮回法则的力量 猛然挥出一道 足以斩断现实的斩击 将大范围内生 与死的界限 彻底切断 处于生死模糊 领域内的一切生物 在领域持续期间 都不会真正死亡 在领域展开期间 使用者可以随时解除该领域 领域解除后 生死结算将正常进行 当前领域最大持续时间 十分钟 被作 阎王要你三根死 我来留你到五根 这是一个非常逆天的保命技能 十分钟的免死 战略价值很高 真要输必断 那就是 这个免死领域 是不分敌我的 敌人进入这个领域 同样也会得到免死效果 但是 此刻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慌火如同奔马一般 在整个风神岛蔓延 所过之处 一切都化为焦土 岩石融化 地层崩茧 不消片刻 那数百名妄图折磨别人 获取病态快感的东营职业者们 浑身的皮肤 就都被慌火烧穿 但是 抗拒死亡的逆天免死效果 又让他们求死不能 只能忍受着莫大的痛苦 在地上翻滚挣扎 之前最嚣张的那名军官 更是双眼中的水分 都被硬生生烧开 爆裂开来 全身的肌肉 也被烧成了焦炭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也求死不能 喉咙里的声带被烧穿 让他连求饶和哀嚎声 都无法发出 之前那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 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 极其痛快解恨的目光 灵依对慌火的控制力 当然是完美极的 这中年妇女 和他怀里的婴儿 毫发未伤 随后 他半跪着面朝灵依 直接给灵依行了大礼 眼中对灵依的感激和崇拜 宛如再面对一位真正的神明 谢谢你 谢谢你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我 劫后余生 自己的孩子 平安无事地喜悦 让他痛哭流涕 不住地给灵依磕头道谢 灵依看到这一幕 更加确信 自己现在做的事 是有意义的 引力领域放出 灵依带着他和怀里的婴儿 飞上高空 俯瞰下方的风绳岛 此刻整个海岛 都已经变成 一滩浮在海面上的 橙红色的熔岩 灵依看到 海边还有少数几个 实力强横一些的 东营职业者 竟然没死 他们狂奔到海边 跳入水中 想要扑灭身上的火焰 然而 当他们浮上水面之后 才绝望地发现 这荒火 根本就不是海水能够熄灭的 甚至 他们的行为 让整个风绳岛周边的海域 都燃起了熊熊烈火 大海已被点燃 到处 都是高温炼狱 海水被煮沸 大量的白气 蒸腾到高空中 却因为温度太高 再次被彻底蒸发 这一幕 从高空俯瞰 更显壮观 轮破坏力 火系静皱 真不输其他级别 十分钟的时间过去 灵依一剑展出来的 灰白领域 消失不现 那数百名 早已烧成骨架 浸泡在熔烟中 却还无法死去的 东银人渣 终于彻底烧成飞灰 还是便宜他们了 这让他们承受了 十分钟的折磨而已 叮咚 灵依右手的灵精万表 再次震动一下 一条信息浮现 南宫灵 学弟 我们已经快到 丰盛岛上空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灵依心中叹息一声 他们还是过来了 随后 灵依看了眼 那同样被火系静皱的伟丽 震撼到无以复加的 中年女人 心中起了决议 先把她送到 南宫学姐他们手中 然后再去处理 雷银岛的危机 大夏 东海上空 一艘寻天舰正 再朝着东海深处 高速飞行 整艘寻天舰 完全就是 神骁主舰的 迷你缩小板 明显出自同 一位工匠之手 奇怪 我们没有偏航吧 为什么航路上的 封绳岛标注消失了 驾驶舱内 南宫灵刚 刚挂了跟灵依的通讯 就收到领航员的报告 南宫灵走到屏幕前 发现 灵晶屏幕上标注的 封绳岛 德却已经无法返回 任何的地理位置信息了 灾变时代后 灵晶科技崛起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通信 反而阻隔重重 并且 蓝星也不具备 发射禁地轨道卫星的条件 所以 目前海图和导航 只能依靠灵晶科技 搜寻地磁 厂来规划 可能是地磁船 赶气出了问题吧 既然我们没有偏航 那就继续前 南宫灵的最后一个镜字 都还没有说出口 就忽然看到灵晶屏幕 闪烁起危险的红色 与此同时 整个舰船驾驶室里 都响起了警报声 请告 请告 前方空域 出现大范围高温异常区域 范围测算中 温度测算中 请告 该区域外围温度 超过8000摄氏度 其内部温度 无法测算 请急刻避让 请告 该温度已远超本间 外部隔温层级线温度 请急刻规避 南宫林木顿口袋 连带着其他几十人 也都慌乱了起来 这难道 是东营人的陷阱 我的天啊 你们快看 那片海 是在燃烧吗 几个靠近闲窗 能够完全看清 前方情况的女生 忽然惊呼一声 其他人纷纷来到闲窗前 点起脚 伸着脖子往前看去 然后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不已 只见前方一大片海域 都燃起了金色的大火 海水被烧到沸腾 一圈圈 因为冷热对流 洪风吹拂得巨浪 以那片燃烧的海味中心 向外扩散 大量的水汽 蒸腾到空中 遮天蔽日 怪不得刚刚探测器 会发出警报 是 是海底火山喷发了吗 太可怕了 那个位置 好像就是之前 风绳岛所在的地方 岛呢 这是东营那帮人渣 作恶多端 最后遭天遣了 我听说风绳岛和雷鸣岛 都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 是他们下方的海底火山 再次喷发了吗 这种低概率事件 都能碰到 南宫灵福娥 他已经意识到 这说不定不是天灾 天道或许不会对那些 东营人的畜生行径 降下惩罚 但灵异会 洞洞 就在所有人 为眼前看到的一幕 震撼不一时 忽然侧弦的闲窗在 传来一阵敲窗声 众人寻声看去 就看到是灵异正在外面 南宫灵脸色出现一丝慌乱 太久没看到这张脸了 他也说不上是思念 还是依赖 心中忽然涌现 大量复杂的情愫 一时艰难以平复 他甚至感觉鼻子一酸 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他平安无事 就太好了 南宫灵深吸一口气 下令打开舱门 舱门打开的一瞬 热风猛然灌入 让所有人都感觉 口前舌燥 好在灵异 和那被他救下来的妇女 以及婴儿 都平安无事 学姐 这是我在封城岛上 看到的最后一位大下人 顺手就救下来了 南宫灵忍住 想要给眼前青年 一个热烈拥抱的冲动 人物未重 叙旧的事 等一切结束再说 辛苦了 你默示就好 这是你的手笔 灵异点点头 整个岛上的 所有东营驻军 都死了 岛屿本身也融化之后 沉入大海了 放心吧 我做得很干净 灵异这番话说的 轻描淡写 但听在其他人耳朵里 则宛如炸雷 卧槽 不是海底火山喷发 是这个大魔王做的 翻手剑 毁灭一座战地组 有上千平方公里的岛屿 更是点燃了整片大海 这是什么惊天伟劣 太恐怖了 原来这大魔王 在禁忌场里所展现的实力 还只是他冰山一角的一角 雷铃道 在哪里 灵异看到几个神霄的医护人员 和牧师职业者 将那惊吓过度 已经睡去的母子安顿好后 看向南宫灵 开口问道 南宫灵有些复杂地 看了灵异一眼 他很想说一句 收手吧 阿易 但他看到灵异坚定的眼神 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后 什么都莫说 只是来到灵精光目前 点了击下 导航位置已锁定 导航路线规划中 规划完毕 南宫灵弹弹开口 启动加速模式 档位调整 前进二 本来他们的任务目标 就是去雷鸣岛撤侨 现在总算回归主线了 灵异听到了 寻天剑引擎增压过载的声音 随后 一股猛烈的推背赶袭来 速度猛然提升 一千多海里的距离 在前进二的模式下 也只不过需要花费 十多分钟的时间而已 十多分钟后 灵异已经摇摇看到 天际现尽头 那铺天盖地的空天舰队 以及大量的 大夏职业者一齐军 这次带拯救雷鸣岛 大夏侨胞的数量 虽然只有四百多人 但大夏派出的救援部队 却多得吓人 宝盒是救援 从来都不只是说说而已 灵异反而觉得 他所在的这一艘寻天舰 只不过是这片空天舰队 连城的海洋中的 一夜偏舟而已 飞得近了 灵异眸光一宁 果然 整个雷鸣岛上 自己岛屿周边的海域上 也有着大量 东营职业者存在 在远处看 大夏占领下来的空域很大 但实际上 也勉强才到一半而已 似乎是有意味之 灵异看到 雷鸣岛南部的港口上 那四百多名大夏侨胞 被压在地上 他们衣衫褣 面容愁苦 这些人 已经算是人质了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东营这一方 胆敢继续推进屠杀计划 那么这场战争 就真的要打响了 天空中黑云汇聚 一场猛烈的风暴 已经在酝酿了 气氛紧张到极点 南宫灵都觉得 手心里都是汗 就算他再见多识广 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两国足有十万左右的职业者 齐聚这座小岛上 双方对峙 剑拔弩张 学弟 不要轻举妄动 你看 我们的军队也已经 南宫灵验了咽口水 斟酌道 然而 他一回头 却发现灵异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不现了 心中涌现不妙的预感 南宫灵几步 来到闲窗前 眸光一宁 赫然看到 在那上万箭船 对峙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道 完全被金色火焰 包裹的身影 小学弟真的杀红了眼 哪怕是这个阵长 他也要坚决做到 将整个雷鸣岛 从东银板 涂上抹去的沉默 此刻的灵异 让南宫灵 都感觉有些陌生 他的眼中 只有冷漠和屁腻 宛如削罗 降临人间 但让南宫灵心中 生起最后一丝 欣慰的事实是 灵异此刻的外观 完全跟他本人 没有太大关系了 如果不是一路过来 并且知道 他想做什么 南宫灵乍一看 也只会认为 这是某个来 自祥冤的恐怖魔剧 而不是平日里 那个懒散帅气的小学弟 此刻灵异的面容和身材 已经完全模糊了 只有熊熊燃烧的金色火焰 流淌在他体表 冷漠的双眼中 升华状态的灵异 其实还能看得出 一部分面部轮廓 但是此刻浑身包裹 惊艳的灵异 真的像是炎帝圣君将士了 这是灵异对自己的 一次大胆尝试 既然他总有升华成 纯粹火元素生物的能力 又通过了蛮荒之火的考验 那么 他就做得更纯粹一点 以金色荒火 灌注全身 从而 取代之高兰燕 事实证明 灵异的魔法天赋 自己对火元素的了解 是莫问题的 他做到了 此刻的他 灵异的突然出现 让大夏和东营的职业者们 全都紧张了起来 弹簧已经崩到极限 忽然出现这么一个看起来 就有些恐怖的存在 谁都不知道 他有什么目的 如果有立场的话 又会站在哪一边 有些事说起来也是巧合 但凡雷鸣倒此刻的局势 没有这么紧张 这么复杂 灵异出现的瞬间 估计也会被认为是 降渊不明怪物出现 说不定已经有人出手了 但是 现在这个局面 双方反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灵异手中多出了一把 散发着九幽三寒的大剑 却不敢轻举妄动 灵异手持魂之挽歌 灵异则挥出了那一道 能够格断生于死界限的斩机 斩机若果之处 一切化为灰白 瞬间雷鸣倒港口上 那四百多名金黄失措的大下人 就全都进入了免死领域当中 灵异这一次的目标 很明确 灵异的死亡抗拒领域 是有极限的 不可能笼罩雷鸣倒全岛 他也懒得再去折磨 这些东营职业者了 这一次的死亡抗拒 是金子用来以防万一的 在场的东营职业者太多了 这四百多人质 又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他要预防这些败类 看到自己遭受灭顶之灾后 拉上这些无辜的侨胞 一起下地狱 这一件灰处 东营异方的大量职业者 面色俱变 这浑身冒火的怪物 是冲他们来的 与此同时 大下这边的人 就喜出望外了 没想还出现了 这样的天降神兵 这个X因素的出现 说不定就决定了 整场战斗的结局 就在无数人或是欢喜 或是优时 灵异动了 免死领域一旦形成 就不会轻易消散 这些人质 已经不会死了 那么 他也无需顾虑什么了 灵异一番手 一团散发着恐怖温度的 金色荒火 从他身上分离而出 这团金色荒火出现的一刹那 瞬间在场的十万名职业者 都觉得海风中的水分 几乎被瞬间蒸发 随后 他们顿绝口 前蛇造了起来 风生岛距离这里 足有一千二百多海里 十多分钟前发生的事 可能东营本岛 高层才刚刚知道 但绝对传不到雷鸣岛这里 所有东营职业者 知觉得那金团金火温度极高 但毕竟只是一团火而已 能产生多大的破坏力 雷鸣岛上 东营职业者阵中 有几十名实力达到七传的强者 抬头看着天空中的灵异 怒道 哪来的降渊怪物 为何要攻击我们 分析出来了吗 他刚才的那道灰白领域 有什么用 这些人毫无疑问 都是鬼越和东营职业者 联军中的将领和头目 而这场战争 真正压轴的 还是被这几十名七传强者 围在中心的 一位身形勾搂 气质英质的矮小男人 他叫左左目雄艳 鬼越千机加系的核心高层 左左目大人 怎么办 是否要直接将那怪物射杀 所有人 都在等待左左目 做出决断 黑色的衣袍下 左左目双眼微眯 看着天空中的燃烧着 金色火焰的身影 心中浮上一丝熟悉感 下一刻 他的双眸赫然睁大 是他 是那个坏了我好事的 大下小子 起初 左左目只是觉得 灵溺这种浑身浴火的人形形态 有些熟悉 但此刻 终于跟他记忆中 曾见过的一幕 彻底重合 那已经是两个多月前了 南疆地底 他派出了一具傀儡 借用炎帝圣君的名号 纠结了一大批败渊教徒 这些败渊教徒 对降渊气息非常敏感 多亏了他们 他才能够提前收到 降渊烈系 就会在不久后 大规模喷发的关键消息 更能够通过 活迹来加速降渊能量的喷发 让他们得以密谋一场 受潮危机 而他们的计划 最终功亏一篑 原因就是 他既然碰到了那个 真的炎帝圣君 那哪里 是什么降渊怪物 那分明就是大下的 一个火系魔法链的 不错的小子罢了 装模作样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 想约魔诀 就是个大下人而言 让远程部队别动 他的人头 我要亲自收割 左左目眸中 胸光闪烁 甚至他有些兴奋 之前计划失败 他在三井大人的面前 地位一落千丈 一切都因为 他的那句傀儡 没能成功自爆 并且还 被大下人搜魂了 让大下那边 掌握了一部分 他们密谋策划 受潮入境大下的证据 导致在国际舆论中 他们现在已经 处于不利的局面了 一切都因为这个灵异 他巴不得把这个 矛头小子 扒皮抽筋 敲骨抽搐 最后 再炼制成傀儡 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然而 就在左左目下令的 下一秒 他就发觉 空气似乎变得 更加灼热了 阴云密布的天空中 似乎也再次出现了 一轮金色的太阳 左左目眸光一宁 他看到灵异手中的 金色火焰 从一团变成了两团 随后是第三团 第四团 第五团 随后 那身影浑身流淌着的 金色火焰 都暗淡了几分 但他掌上的五团 金色火焰 似乎在缓慢靠近 彼此融合 神霄的寻天剑中 南宫灵觉的 自己的心跳 都漏了一排 如果说一团金火 就足以融化 整座风神堡 那么五团黄火 东莹拿什么挡 每多召唤出 一团金色的黄火 灵异就能够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力量 被抽走一部分 与此同时 灵异也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力 被占用了极大一部分 有了至高升华黄火 Plus版成功的经验 灵异此刻 同样在测试新的招数 他召唤出 八荒天允的金色火焰 但并不将它们完全释放 而是控制在掌中 让未能和热度 没有半点损失的同时 继续召唤其他的八荒天允 只不过这波操作的 对火元素掌控力 和精神力的考验 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第五团金色黄火 出现的刹那 灵异甚至感觉眼前一黑 灵异强度反补 灵异感觉自己 召唤到第三团金色黄火时 应该就已精触摸到极限了 此刻 灵异强大精神 顶着精神力亏空的头痛感 将五团黄火缓缓靠近 五团黄火必竟是同源之火 加上灵异在魔法领域逆天的天赋 他第一次试验的 这个新技能 竟然真的成功了 五团金色的火焰 彼此靠近 缓缓融合 最终 哄 一声爆响过后 灵异手中的舞团金色火焰 彻底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轮 散发着赤裂金色光辉的火球 火球如同一颗真正的太阳板 悬浮在灵异头顶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威严 这一幕 直接看傻了所有人 然后 当他们直视 灵异一秒之后 瞬间就感觉眼睛刺痛 太亮了 还是 失败了吗 灵异在心中叹了口气 他预想中 舞团黄火融合 应该诞生出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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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于五的效果 然而 此刻这轮荒火大日的威力 完全炸开的威力 应该也就跟连续式 放五次火系静咒差不多 嗯 最多产生5.2左右的效果吧 终究只是数量的堆叠 但却没有产生质变 不过灵异却 没有气馁 如果一个高阶技能 如果真的容易就能创造出来的话 那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 也太容易被参透了 并且 就算只是数量的堆叠 没有产生质变 灵异认为 他开发出来的这个技能 实战价值 也是远高于连续使用五次静咒的 因为一次静咒爆发的时间里 打出五倍的伤害和效果 肯定是更好的 灵异看向下方 已经被金色荒火大日 震惊到无以复加的 东宁职业者联军 既能开发实验时间 就到此为止吧 该给他们带去毁灭了 这个技能的名字的话 就叫 炎帝天允吧 灵异解除了一切 对炎帝天允的限制 只见他头顶上方的 金色黄黄大日 绽放出更加恐怖的光辉 与此同时 各地扩散开来 撤退 暂时后退 全体都有 退后五公里待命 一道道命令 在大夏军阵中传出 既然这恐怖的降渊魔 军目标不是他们 那么此刻 他们最该做的 就是退避三省 不要影响别人的发挥 大夏舰队和一骑军纷纷后撤 一时间 原本占据一半的空域和海域 全都让了出来 两方对峙的局面被打破 但东营一方 却没有贸然填补空缺 傻子都知道 那浑身冒着惊艳的东西 不好惹 都别怕 只不过是 看起来可怕而已 左左目雄艳怒吼一声 他已经感觉到 军心有些动摇了 此刻连忙出 身稳定军心 但其实他自己心里 也有些发毛 那刺目的金色火球 压迫感时再太降了 他真的只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 大夏矛头小子吗 不会是什么老怪 夺射转生吧 来不及思考太多 左左目心中有了决定 黑袍下 两只枯瘦如鬼爪的手 从中渗出 左左目的手指不断波动 如同在波弦一般 下一刻 上百具浑身长满 黑色毒刺 肢体灵活如真人的傀儡 破土而出 嗖嗖 破空声响起 无数脆毒的苦无 和手里剑 从这些傀儡的 机巧口中喷出 火焰 寒冰 雷霆等远程攻击的忍数 更是如雨倾盆 对灵异机事而去 十几只体型傀儡 明显看起来 近战能力就极强的傀儡 双腿一震 迎风就飞了起来 似乎有看不到的丝线 在牵动他们一般 一时间 声势惊人 刚刚东营职业者 那还有些低落的军心 瞬间被提振起来 左左目大人出手了 百机之术 太恐怖了 我想不到 有谁能够挡得住 这样的攻击 这就是傀儡宗师 巴嘎 这只不过是左左目大人 掠师小技把了 他能够同时 操纵的傀儡 不止百居 杀了他 左左目大人 一酷锁 在一阵震欢呼声中 左左目熊燕音之的脸上 露出残忍的笑容 上一次 是他距离傀儡太远了 自然莫能完全发挥出 那具火系傀儡的 全部战力 但是就算如此 那个用剑的大侠道士 还是被他击招就击败了 而现在 比那个咖喱国傀儡更强的 他召唤出了一百多具 怎么说啊 高空中 灵异也动了 只见手掌一翻 猛然按下 炎帝天雨 猛然降下 与此同时 左左目那些傀儡 率先发出的远程攻击 也飞了过来 只不过 仅仅是飞到半路 那些远程攻击 就全都消散了 寒冰融化 雷电消弭 至于火焰 也更是被炎帝天雨外围 散发出来的余温 直接烧毁 没错 在场数万人 见证了一次 用火焰毁灭 另一种火焰的名场面 原来 在那金色火焰的面前 其他火焰的结局 都只能是被烧毁 疼 疼 疼 上百多道攻击在半路上 就被烟灭 而那十几只近战型傀儡 更是在刚刚接近 炎帝天雨漠多久 身上就冒出火焰 左左目眼角抽动 这不可能 这十几只近战傀儡 它练之时长 都超过了十年 浑身体表间 硬如金刚 论防御裂 就算是七阶技能 也能硬抗上百次而无损 本身材料的耐火性能 更是恐怖 怎么可能会烧起来 然而 下一刻发生的事 更是让左左目 牙字欲裂 扑 扑 扑 如同竹筒暴斗一般的声音传来 那十几只近战傀儡 竟然彻底爆开 然后在烈火中 蒸发消失 不 左左目 声嘶力竭 这些都是它的心血 它不能接受 如此轻易就被毁了 雷鸣岛上 四万多东营职业者 齐齐后退几步 刚刚才升起来的一些战斗激情 似乎跟那十几只金刚傀儡一起 被烧成飞灰了 围在左左目熊验身边的 那几十名七传强者 也纷纷验了口口水 竟然连目标的一脚都没碰到 就直接被彻底毁灭了 灵异看着下方 被他顷刻间毁灭的上百只傀儡 眸光一动 最终锁定在一身黑袍的左左目身上 是他 灵异在心中问了一声 灵幽的声音很快传来 根据灵魂丝线的信息分析 之前在地底操控 那傀儡的幕后黑手 就是他 灵异眼中更加冰猛 那可太好了 新仇旧恨 一起报了 众所周知 核弹空暴所造成的杀伤力 远比落地之后要强 只要阎帝天陨 降落到一定距离 他就会直接引爆 左左目 大人 怎 怎么办 下属全都慌了 左左目额头也留下冷汗 他看走眼了 这个大下小子的实力 完全就不是那个用剑的小子 能比的 说不定 就算他用出千计之术 他说不定也打不过 哄 死所间 天空中的金色荒火大日 已经在快速坠落了 恐怖的热风吹拂下来 瞬间整个东营职业者联军队列中 就出现了大量被中毒灼伤 甚至面目全非的人 这还是灵异 不想让他们死得太痛快 没有完全释放 炎帝天陨的热量的结果 但是饶是如此 也已经让东营职业者 联军损失惨重了 军心进一步动摇 传令 所有人 结印 猎阵 四驻神阵 快 当人自决大难临头 需要自救的时候 他们会压榨最后一丝潜能 做出对活命最有利的选择 整个东营职业者联军 从未如此团结过 有那几十个七传职业者领头 上万名东营忍者 双手结印 青红蓝白四道光芒 快速从地下升起 青龙 朱雀 巡武 白虎四道 神兽虚影浮现 明显这应该是一个 急剧万人之力结印 才能形成的防御阵法 灵异不知道 等这个四驻神阵彻底结成 能不能挡住他的炎帝天语 但是 灵异却不打算给他们 这个测试的机会 他不仅有补刀的好习惯 更有趁别人尚未准备好 就直接全力毁灭的好习惯 灵异右手猛然一抓 眸中冷芒闪现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丑的四神兽 抄了我大夏的文化 也莫抄明白 爆 下一刻 金色大日 崩溃爆裂 只是一瞬间 所有人眼前都是一闪 然后刺目的金光 遮蔽了一切 风声止歇 掏声禁忌 只剩下一片苍茫茫 再也分不清天与地 已经退到远处的大夏联军 全都后悔了 因为他们感觉 自己退得还不够远 还是太近了 好在似乎那个祥渊魔君 真的有意在帮他们 那金色大日爆发的威力 基本全都倾线 在雷鸣岛上 并没有冲着他们来 不然 他们必定损失惨重 刺目的金光状态 整整持续了十多秒 大多数人才勉强 能够看到爆炸中心的情况 火 到处都是火 天空中有火焰坠落 海平面上 也燃烧着金色的荒火 水蒸汽甚至都来不及行程 就被完全蒸发 高空的阴云 此刻也被烧穿一个巨洞 本已酝酿完毕的一场风暴 也彻底止息 至于雷鸣岛 此刻整座小岛 已经念慕全非 南边的码头和港口 全都消失了 就连岛与东边连绵的小型山脉 也直接被烧平了 火焰依旧在熊熊燃烧 雷鸣岛的地表 已经开始融化 并且整个融化进程 比起风神岛 还要快得多 今天雷鸣岛的天气 是樱转地表 一亿摄氏度 巧合的是 灵异前世所在世界的东莹 在某天 也有信刷新了地表最高温纪录 估计有个几千摄氏度吧 大街上全都是熟人 灵异只是在至近传奇 并且稍加突破纪录罢了 人 人呢 那些 东莹人呢 神霄寻天剑中 几个学生目瞪口呆 嘴唇都在颤抖 刚才遍布整个海岛 密密麻麻的东莹住居 此刻全都消失了 应该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雷鸣岛沉默了 跟风神岛一样 惊呼声不仅在神霄学子间 此起彼伏 整个大厦前来救援的人 都是心神震荡 眼前的场面 实在是冲击力太强 大多数人一生都无缘见到此番奇景 而这奇景 此刻 还发生了让他们更加震撼的变化 雷鸣岛全岛融化之后 沉入海中 而海水似乎也无法熄灭 那恐怖的金色火焰 十多秒后 大量的气泡和蒸汽喷涌而出 冲上高空 又再次被高温蒸发 如此往复四五次后 所有人都看到 原先雷鸣岛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这个空洞里 没有陆地 没有海水 只有无穷无尽 燃烧不息的金色火焰 下方的海床都暴露了出来 海水只要越过边界 就会被蒸发殆尽 太恐怖了 而雷鸣的身影也消失了 不知去了哪里 忽然 在场前来救援的大厦职业者 闷意识到一件事 整个雷鸣岛被烧成了一个空洞 海水都填不满 那他们要营救的目标 岂不是早就死的 不能再死了 所以结果 其实是两败俱伤 只不过 他们的损失要小一些罢了 就在所有人 都感觉心情复杂 甚至有些失落的时候 忽然有人听到了一道道求救声 救命 有人吗 救救我们 我恐高 谁来救救我 这一刻 大厦职业者们才发现 刚刚被无数东营人 压着跪在港口上的那些侨胞们 竟然没死 不仅莫死 甚至还一个个哭喊着求救 足见他们状态有多好 负责本次行动的大厦军方 指挥自己神霄这边的带队领导们 全都喜出望望 奇迹 真是奇迹 他们任务没有失败 这些侨胞 全都活了下来 而那些东营职业者联军 禁术全面 这是他们出征之时 从未想过的结果 跟在做梦一样 快 接引营救目标 然后返航 随着一道道命令下达 很快就有 激搜离得进的运输 鸡飞了过来 舱门打开 负责救援的大厦军人 都嘖嘖称奇 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怎么不问他们是 怎么能够飘 在半空中还不掉下去的 有大佬出手了呗 废话这么多 赶紧救人 是 救援有序进行 并且还是多线操作 四百余人的登船撤离的速度 超乎想象的快 此刻 大厦被营救者人群中央 有一个瑟瑟发抖的女人 她表面上看起来 只是有些灵精魂未定 完全跟其他人 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 已经是完美地融入其中了 然而 其实这女人的人皮之下 已经是齿轮和 精当的傀儡身体了 这是一具 左左目雄艳的傀儡 或者说 已经是她本人了 上千具傀儡 她毕生的心血 自己已经完全傀儡化了的 她自身的肉体 都在那恐怖的烈焰荷豹下 灰飞烟灭 好在身为傀儡师 她也近于灵魂之道 只要她的傀儡 还有一具存在 她的灵魂就能够转移 暂居其中 从来都是胆小谨慎的她 之前将一位第二天 就要直播坑杀的 大厦俘虏秘密运 到了她的房间中 这女人 当然是她精心挑选过的 腹白貌美 左左目 对其进行了 惨无人道的凌辱后 又将她杀死 最后炼制成傀儡 这是她一直以来的 变态癖好 在东云本岛的家里 她这样的收藏 足有上千之数 然而 雷鸣岛距离东云本岛太远了 就算是寄魂之数 也没办法跨越这么远的距离 进行迁移 所以 她只能暂时 躲进这具收藏品的傀儡中 岂可休 岂可休 左左目不断在心中咒骂 她从未有过如此屈辱的时候 竟然要这样 才能勉强求生 这让她感觉无比的愤怒 没事了 别怕 我们来救你了 死所奸 在前面排队的人 已经登船了 左左目看到一双手 朝她伸来 那是一个温柔的女兵 女兵笑容和煦 容貌娇好 让左左目心中邪念在起 如果不能成为自己的收藏 太可惜了 虽然心中邪念狂起 但表面上 左左目只是呆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拉中那女兵的手 脉步就要进入运输舰船中 然而 下一刻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让左左目浑身一颤 心中涌现莫大的恐慌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让你逃了吧 这声音 她太熟悉了 在南疆地敌 她听过 在不久之前 她也听过 抬眼望去 只见一位容貌俊逸的大夏青年 不知何时出现 那女兵和其他大夏军方的职业者们 也是心中一惊 他们只看到电光一闪 还以为是眼睛花了 眼前就出现了这个人 下一刻 就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 那青年右手 猛然按在那女人的头顶 直接将她的头颅抓到变形 随后 砰的一声 宛如巨炮出堂的巨响 让所有运输舰船上的人 都是心中一阵 重力炮 重力系的五阶法术 这是所有法师技能中 集少数需要近距离释放 才能最大化伤害的技能 重力炮 类型 被动技能 等阶 五阶 系别 重力系 消耗 五千法力值 冷却时间 五 效果 于手掌中凝聚重力 然后猛然轰击而出 对目标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该伤害必定产生暴击 且暴击倍数 收益于你所掌握的最大重力倍数 当前最大重力倍数 99倍 最大暴击伤害加成 9.9倍 注意 该技能需要近距离释放 距离超过一米后 伤害削弱百分之十 被作 想办法前他娘的一炮 灵异这一炮 直接盖在左左幕 嗯 头顶 9.9倍的暴击伤害加成 以及极近的距离 直接给他开了瓢 啊 杀人了 你在干什么 船舱中传来了无数人的惊呼 然而 下一秒 他们恶然发现 那头颅都炸开的女人 身体里 没有飞出血液和脑浆 而是齿轮和机油 以及大量的零件 这一次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哪怕他们再愚钝 也一时到 这个女人 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忽然 一道黑气 从那无数破碎的零件 和傀儡身体中钻出 以极快的速度 向远处逃逸 左左幕彻底山穷水静 为了活命 他现在只想 逃离灵异 只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 灵异到底是怎么发现 他的伪装的 他当然不知道 灵异有 全知之眼 这种bug级的技能 并且 灵异也一直在 提防他逃走 斩草除根 不留任何机会 就是灵异的心条 灵妖 送他上路 看见那一道黑气 灵异眸光淡漠 冷冷开口 下一刻 灵异身影猛然浮现 与此同时 魂之晚哥的剑尖 对着那黑气 模糊的后脊位置 就是狠狠一插 黑气爆发出 淒厉的哀嚎 被盯在虚空中 再也无法动弹半分 放开我 放了我 我 我什么 都可以做 什么 都可以告诉你 求求你 别杀我 黑气凝聚出 左左幕雄雁的轮廓 他哭喊求饶 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 灵异 听不懂 你们谁知道 他在说什么 灵异看向旁边 激搜运输机的 大厦职业者们 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灵异择了一声 我还以为 能从他嘴里 套出点什么情报呢 直接搜魂吧 不问了 灵异话音刚落 灵忧就要动手时 他的身边 再次出现一个少女 姐姐 让我来吧 这么强的灵魂 别浪费啊 我在鬼运这么多年 都没机会 得到这么合适的灵魂 只需要抹去她的意志 然后再稍加改造 我的造物 就有能强上许多呢 灵忧皱眉 看向灵异 她意志力 和灵魂强度远超之前 我们碰到的人 一旦搜魂 她会选择自毁 对不起 是我还不够强 灵异文言 摆了摆手 那就算了 就给千千吧 你们看着安排 灵异也不气嘞 反正跟鬼约的仇恨 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套不到情报 也无所谓 灵忧带着灵千千 回到了死灵空间中 灵异也长出了一口气 她姑且算是帮赫博 自己无输无辜 被杀的侨胞们 报仇了 大哥哥 谢谢你 忽然 灵异感觉 有一只小手 拽了拽自己的衣角 回头看去 那是一个脸上 蒙着一层黑灰的小女孩 小女孩岁数不大 看起来也就六七岁的模样 脸上的黑泥 似乎刚刚才被刮去 露出清纯可爱的小脸蛋 呀呀 你 你怎么出去了 忽然一个女人 快步走上前 对灵异举了一躬 生怕自己的孩子 黑灵异带来什么麻烦 妈妈 我知道 之前就是这个大哥哥 打泡了坏人 救了鸦鸦和妈妈 还有好多的叔叔阿姨 要学会感恩 这是妈妈你教我的呀 所以大哥哥 鸦鸦请你吃奶糖 小女孩双手打开 其中放着一颗包装纸 以金肘巴巴 甚至还有些脏的大白兔奶糖 这一幕 直接让船舱里 无数大下侨胞 眼睛红了 他们刚刚都没有认出灵异 一方面 使灵异之前 是浑身冒着金色慌火的元素化形态 另一方面 是他们对灵异刚才雷霆手段 也有些畏惧 但孩子的想法 总是简单而纯粹的 他认出了灵异 并且还用自己的方式 表示了感谢 灵异看着小女孩 这一刻 他也感觉心中溢满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拯救他人 会有如此大的成就感 和心理满足 可能为的 就是这样的一张笑脸 这样的一句感谢吧 扑通 压压的母亲 忽然跪了下来 带着哭腔对灵异不断感谢 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要是不是你 压压他 可能都已经 呜 女人说到这里 再也忍不住 痛哭流涕 扑通 扑通 整个船舱里 越来越多得救的人 双目含泪跪了下来 口中不断说着谢谢 不少之前跟压压母女二人离得近的人 还摸着眼泪的 压压长得可爱 也很懂事 我们害怕那些禽兽对他下手 只能用黑泥抹在他脸上 让他半丑 灵异闻言 心中一怒 畜生都不足以形容那些东营渣子 这么小的孩子 都不放过 想要轻发 但是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他们都得救了 啪啪啪 如此感人的一幕 直接让历船舱中 无数大厦职业者 对灵异鼓掌致敬 这次任务 几乎可以说是灵异一个人独自完成的 不知道又能拿到多少功勋点了 灵异因为不用负责什么交接工作 本身也还只是神骁的学生 所以没过多久 灵异就回到南弓灵等人所在的寻天剑中了 啊 你怎么不早说 灵异目瞪口呆 心里咯噔一下 只因为在数秒前 南弓灵跟他说了一个 让他汗流加倍的事实 范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 今天早上就开赛了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早就去比赛场地 大厦东海蓬莱岛 报到了才对 南弓灵翻了个白眼 某人一个多小时前 挂了我的天讯 灵异面色一苦 他想起来了 当时南弓灵的 却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有可能玄惠来不及 只不过当时满腔怒火 也莫问具体 是什么事 就挂了通讯 现在就蛋疼了呀 这是整个蓝星 唯一能够获取五魂的机会 灵异可不想错过今年的机会 熬到明年 说不定他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现在去报到 还有参赛的机会吗 南弓灵 本来是莫机会了的 你迟到了之后 抽签都会 直接掠过你 自然就莫机会了 但是 现在情况有了转机 灵异眼前一亮 听南弓灵的意思是 事情还有转机 蓬莱岛同样 也在咱们大厦东海的海域中 距离丰绳岛 仅有三千多海里的距离 说起来 百年前 丰绳岛还不叫丰绳岛 名叫琉球呢 总而言之 都算是大厦海江版图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离得近 所以 你刚才做的好事 已经赚到那边了 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赛事 组委会刚刚宣布 原定于今天举行的抽签一式取消 什么时候再开赛 事情快定 灵溢一愣 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连忙拿出手机 翻了翻 目前几个最大的社交平台 大厦东营沙桥矛盾在升级 两国派出数万军队 雷鸣倒对峙 从沙桥聊开去 大厦和东营 必有一战 大厦山河战神 面对东营两大战神 孰强孰弱 最先映入眼帘的 还是几条国际新闻 基本上说的都是 大厦和东营目前 极其紧张的关系 然而 爸爸目前热点第一的 已经跟他有关了 海底火山喷发 京城东营所属封省岛 沉入海底 雷鸣倒对峙解除 神秘想冤强者出现 神秘强者出手 恐怖火系技能 雷鸣倒融融入海 东营高层震怒 封蛇 雷鸣二岛沉默事件 调查已开启 灵溢还在这几条新闻里 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不得不说 浑身包裹金色慌火的自己 怎么看怎么帅 你知道 你接连毁灭两座东营岛屿 到底闹出多大动静吗 本来咱们跟东营的矛盾 就是当今难兴的热点 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事 可以说 现在全球的目光 都放在这边了 你也算一战成名了 看看你的新称号 南宫林将手机递到灵溢面前 此刻南宫林打开的网页 是一个名叫祥渊威胁排行榜的网站 此刻手机屏幕上 放住的 正好就是自己之前 荒雁升华状态的图片 编号 达1699元代号 冤界炎黄线代号 炎帝魔军援威胁评级 SS极限威胁评级 SSS 即实力推测 至少地阶掌控高温蓝焰 以及更加恐怖金色火焰的 降渊魔军极强者 具体来源于哪个降渊事件 尚且不明 曾在副本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中登场 后又于东营外 海雷鸣岛上空出现 一手导致风省岛 及雷鸣岛 融融沉默 原排名 SS47 线排名 SSS106 目前该降渊魔军目击资料 及其有限 不排除后续继续提升威胁等级 及顺位的可能 灵异哑口无言 想了一会才到 要不要跟这些收集威胁数据的网站说下 我不是什么深渊魔军啊 南宫灵铺痴一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不定现在整个蓝星未免 对你盲目崇拜的降渊教徒 正在以极其恐怖速度的扩张呢 出于对你的保护 校长大人 以及咱们大厦官方 应该是不会轻易向其他实力透露 你就是炎帝魔军这件事的 但是 我认为东营那边的人 不至于这魔蠢 他们应该肯定不会认为 他们两座海岛沉没 真的是降渊生物所谓 很大概率 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你身上了 好了 无论如何 先回神骁吧 校长大人 想见你一面 另外 你四转任务 也全都做完了 该去完成转职了 数小时后 灵异已经摇摇看到 在云层中航行的神骁主舰了 呼 虽然在他的视角 离开神骁 前往东营丰绳岛所花的时间 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 但他还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回校的感觉 真好 寻天剑飞入神骁上空后 缓缓靠岗 灵异等人走出舰船 我们回任务中心叫任务 这次虽然你莫接任务 但是 可以说这个任务 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最后咱们校方高层 应该会将大部分任务的奖励给你 你后续集的抽空去领一下奖励 灵异点点头 他回神骁的第一站 肯定是去转职大厅 这个四转 终于是做完了 不多时 灵异来到神骁转职大厅 走入大厅的那一刻 灵异发现了无数道目光 瞬间转向他 卧槽 什么情况 我看到谁了 他 他不是失踪了吗 灵异无 视了这些人的目光和议论 静止走到台前 在小妹呆滞的目光中 开口道 我来完成四转任务 半晌 前台的眼睛小妹才反应过来 哦 哦 好的 灵异同学 请跟我来 灵异跟在他身后 很快就进入了单独的转职房间内 挤不上前 触碰转职灵精 灵精战放出璀璨的光芒 与此同时 灵异的脑海中 也想起了一道道提示 恭喜你 转职成功 你已精进接到 大魔法师 四转 你获得了新的主动技能 赵明术 你获得了新的稀有级被动技能 多重施法 你的精神属性值和属性点加点 收益提升了 听到提示 灵异眼前一亮 四转解锁的元素系 是光系 赵明术 就是光系最基础的一节法术 光系虽然没有重力系这么稀有 但是比起土系 也算是稀有一些的元素技了 更加让灵异感兴趣的 新的被动技能 这可是他在副本里 选了最后选项 才能够获得的东西 打开技能栏 灵异直接查看起 这个稀有的被动技能 多重施法 类型 被动技能 等阶 初阶 效果 当你是放一个法术时 你有一定几率 额外是放多次该法术 造成削弱后的伤害和效果 能够触发 多重施法效果的法术阶位 一至三次当前触发多重施法几率 额外一次 10% 额外两次 3% 额外三次 0.1% 额外施法造成的伤害效果比例 30% 我准备好了 我还没准备好 灵异深吸一口气 卧槽 神级被动 多重施法啊 这算是开辟了一条 除了暴击以外的额外增伤赛道了 这个被动技能 虽然现在看起来限制很多 但灵异一眼 就能看出 这个被动技能的潜力 因为 代入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此刻灵异是刚刚觉醒 第一个技能的菜鸟法师 拥有这样一个被动技能 10%的几率 额外施法一次 基本上都足够在新手村 横着走了 更何况 灵异还不缺技能点 几乎是瞬间 就能够将这个技能给他拉满 直接让他没有童年 灵异走出转职房间 他没有忘记 万笑场找他有事 现在转职 也弄完了 路上加点也行 没必要待在这里 不过就在灵异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他的身上 就开始连续冒出一道道金光 腦海里的升级提示 也不断响起 灵异对此已惊见怪不怪了 先不说虫群之星这个副本里 他起码杀了百亿只虫子 这些虫子给的经验 如果不考虑等级差距过大 经验损失的情况下 都会是天文数字 就算之前杀掉的这些虫子 在他目前这个等级后 再也不会给他半点经验 光是在白夜惊魂这个副本里 灵异也同样杀死了海量怪物 整个封门鬼巢全面 一只鬼皇 几十只鬼王 加上被冥河吞没的漫天怨魂和厉鬼 这些怪物的等级 跟他的120级差距是不算大的 所以经验是不会有折损的 全都算到他头上 自然 现在全自动开挂升级的场面 再次出现了 尼玛 为什么每次他转职之后 都能购集续联升这么多级啊 这个B是不是升级需要的经验 跟我们不一样啊 他踩死个蚂蚁 都足够他升级 我原来以为最拉风的光环 是佩戴祥渊特殊成就称号给的光环 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最掉的光环 还的是这种一边走 一边冒金光的 有逼格 你莫看他头发 都竖起来了 跟特魔超级赛亚人一样 灵异走出转职大厅 一路上 回头率百分之百 整整数分钟后 灵异身上的金光 才停止下来 打开面板 灵异看到自己 升到了178级 嗯 这次没有一口气 直接升到 能够接取无转人物的180级了 但灵异已经很满意了 起码到目前为止 升级的事情 他都不用太操心 接近40天 没有回身销 他存下来的副本入场次数 估计都够他刷到兔的了 二级的差距 进经验副本 刷个鸡烫 应该也就升上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打开面板后 灵异发现自己的各项属性 尤其是精神属性 以及蓝量 再次膨胀了一波 这是每次转职给职业者 带来的最纯粹的收益 也就是属性点的收益 三转情况下 一点精神点 能够提供的蓝量 和魔法攻击力 跟现在四转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灵异简单估算了一下 差距接近5倍 怪不得现在衡量职业者 实力强弱的 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等级和转职情况 每次转职成功后 就算不考虑新技能 整体属性的收益 都要高出很多 前往教育大楼的路上 灵异点开技能栏 看了眼现在自己的技能点余额 可用技能点 489万 3361点 可用专精点 533万 5536点 跨越时间线送的这一波技能点 不得不说 还是很香的 起码 目前这接近500万的技能点 足够它把多重施法 这个神级 被动加到静咒级了 并且 新获得的光系法术 也值得加一加 将被动技能 多重施法等皆 提升至9阶 共需要166万7500 点技能点 是否一键加点 灵异没有犹豫 深了 加点 定 消耗166万7500 点技能点 你的被动技能 多重施法等皆已提升至9阶 你获得了新的被动技能 太初混沌 等皆加满之后 灵异还不满意 专精点还有这么多 专精 也直接拉满 定 消耗833750点专精点 你的被动技能 太初混沌的专精等级 已提升至9阶 再次打开技能栏 原本的多重施法 已经焕然一新 太初混沌 类型 被动技能 等皆 9阶 效果 现在你使用的所有主动职业技能 主动装备技能 主动限定技能 都具有太初混沌效果 所有带有太初混沌效果的技能 在被你成功释放时 都有一定几率 被混沌 法则影响 自我复制 复制出来的法术 跟原法术 具有相同的伤害 和机制效果 所有法术 自我复制的几率 完全混沌随机 复制法术 也能够再次出发 自我复制效果 但等级越低的法术 自我复制的 数量上限越高 当前可能出现的 自我复制法 数次数上限 9999次 当前可能出现的 自我复制法 数次数下限 两次 备注 鸿蒙太初 环宇混沌 灵异之前想过这个技能 加到净咒机 会变得很变态 但是没有想过 会这么变态 保底都有两次的 多重施法出发 也就是说 目前它一个净咒 至少能当两个用 如果运气好的话 净咒复制出来的净咒 还能够再次自我复制 堪称一个子子孙孙 无穷愧也 一个净咒 当十几个用 甚至大胆一点 当成百上千个金咒使用 那就非常恐怖了 不过这个被动技能 跟它的名字一样 混沌 混乱 完全随机 灵异也没办法掌控 到底会自我复制出 多少个同类法术 甚至有时候 说不定它想控制一下 法术的威力 最后都会变得 异常离谱起来 不过无论如何 灵异很满意 多了这个被动 自己的战斗力 应该又再次猛生了一大减 随后 灵异又把目光 放在了刚刚得到的照明术上 技能点还剩300多万 那就不废话 直接把光系加满 将技能 照明术等阶提升至九阶贡 需要166万7500 点技能点 是否一剑加点 加点 消耗500点技能点 你的照明术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光之剑 消耗2000点技能点 你的光之剑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暴闪 消耗5000点技能点 你的暴闪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光之雨 消耗1万点技能点 你的光之雨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渗楼折光 消耗5万点技能点 你的渗楼折光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圣光庇护 消耗10万点技能点 你的渗楼护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审判之剑 消耗50万点技能点 你的审判之剑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光益赐福 消耗100万点技能点 你的光益赐福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天国之门 一波加点完毕 按照惯例 灵异又看了眼光 细八阶的异画版 和九阶静咒的异画版 圣财天使 这是异画版的光细八阶 听名字 估计又是个变身类的技能 而光细静咒的异画版 则叫做圣阳药斑 目前 应该还没有必要 加点这两个异画版本 灵异现在的策略是 留一波百万级的技能点 以备不时之需 后续碰到情况时 再按照需求 灼情加点 从最低阶的照明术 一路看到了天国之门的静咒 灵异也总结出了光细的特点 牺牲了伤害 但是换取到了治疗 护盾 增益等多重机制 说人话就是能打能奶 这一路技能看下来 让灵异印象深刻的 反而不是九阶静咒 而是五阶的圣楼折光 以及八阶的光益次服 圣楼折光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五阶 细别 光细 消耗 五千法力值 冷却时间 五分钟 效果 扭取光线 制造一片圣楼幻境 迷惑敌方 圣楼幻象 需要现实存在之物 才能够利用光线折射 和反射的效果 造成空间错位 圣楼幻象的拟针度 以及影响范围 根据你对光 细魔法的掌控 逐步提升 当前你针度 百分之一百 无法被任何低于 九阶以下的破坏 侦察技能发现 当前圣楼幻境 最大影响范围 999平方公里 备注 净花水月 圣楼幻视 光益次服 类型 主机能 等阶 八阶 细别 光细 明确时间 八小时 效果 为目标召唤一对 无形的圣光羽翼 使其获得飞行能力的同时 得到大量增益效果 赞鸽祝福 目标获得的所有经验值 技能点提升百分之二十 勇气祝福 目标的所有属性值 提升9999加四五百分号 荣誉祝福 目标的物理 魔法攻击力 提升9999加四五百分号 圣灵祝福 目标的吟唱速度 技能是放速度 移动速度提升百分之四十五 守护祝福 目标受到的所有伤害 降低9999加三十百分号 该效果对真实伤害 也有百分之十的减免效果 生命祝福 目标每秒 恢复百分之零点五的最大生命值 在生命值全满的情况下 过量恢复将会转化为 一个护盾效果 该护盾效果 最多叠加至99999加四五百分号的 最大生命值 你在光系魔法的造诣越高 以上效果的持续时间越长 目标获得的增益 效果越强 固定数值的增益效果 与百分比增益效果 无法重负叠加计算 当前增益效果 持续时间 24小时 被证 救赎 就在光芒中 一个幻术技能 一个buff技能 加入女娃学院这么久 灵异一直都是个异类 别的牧师妹子 都是救死扶伤 只有她负责制造死和伤 此刻 灵异才觉得 自己终于有 点女娃学院生的样子了 嗯 灵异忽然想到一件事 光系巴结的这个 逆天buff技能 能不能触发多重施法 要是触发了 又会是什么效果 想到就做 灵异随便找了个 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角落 自己对自己使用了 光益赐福 下一刻 灵异身边就爆发出 一阵灿烂的金光 一道巨大的金色光益 徐徐展开 随后 天使的颂歌 天堂的终生 接连响起 灵异挑选的 几乎无人问津的小角落 瞬间变成至高圣堂 路人纷纷侧目 灵异都没有想到 这个法术的特效 竟然会这磨拉风 这么酷炫 而始料未及的是 更加拉风 更加酷炫的特效 接踵而至 巨大的金色光益 再次浮现 然后是第二队 第三队 灵异背后的金色翅膀 发了疯一样的凭空出现 灵异知道 这是触发 太初混沌的法术 自我复制效果了 复制出来的法术本身 也能再次处发复制 所以 就有了这种夸张的效果 卧槽 眼睛 我的眼睛 要瞎了 尼玛 哪位大佬 收了神通吧 灵异听到一句句 惊呼声和骂娘声 以及 光益赐福 这个法术自带的 圣洁诵诗声 和天堂终声 此刻 都变得杂乱起来 听起来像是卡了一样 无比鬼畜 灵异 原本很有逼格的超级 buff技能 忽然就变得奇怪起来了 灵异只能加快脚步 还好 光益赐福 毕竟是一个八阶技能 能够触发 自我复制的几率和上限 都没有低阶技能这么高 灵异只是看到自己的眼前 出现了一道 X-19的标记提示 随后包裹灵异周身的 刺目圣光 就渐渐暗淡下来 灵异瞥了一眼身后 他呆住了 传闻中 六一大天使 就很屌了 但灵异发现自己身后 整整多出了 十九对无形的天使之意 38一天使 是个什么级别 能不能捅穿至高天 灵异心念一动 起了测试一下这个技能 给的飞行能力的心思 下一刻 灵异身后的 38只无形圣光羽翼 在同一时刻 轻轻煽动了一下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眼前一花 暴风呼啸 眼前的景物飞速掠过 等回过神来时 灵异发现 自己已然身处 一片高空之中 抬头看 阳光刺眼 心悍灿烂 往下看 灵异在致密的云层中 勉强发现了 神骁主舰的舰体 这特魔 有点夸张了吧 刚才他飞行的速度 已经快到模糊了 虽然还是没有 霹雳一闪那么快 但是胜在持久啊 再一次煽动背后的羽翼 灵异身形急速降落 下一个呼吸后 他就来到了 神骁教务大楼前 这位同学 请留步 你以严重为 反了我笑的笑规 擅自使用飞行技能 在校区内横冲直撞 按照管理办法 念你出犯 且没有造成恶劣影响 只口头警告一次 扣除100学分 作为处罚 如果对处罚有意义 你可以在三天末 到 灵异摆了摆手 没有意义 下次我会注意的 神骁校区内 常年都有安保部的人巡逻 除此以外 还有学生会的人 在管理封建 灵异刚刚的却是犯错了 那学生会的人 看到灵异如此通情达理 松了口气 没办法 这可是拦火死神 传闻中更是拯救了 这次撤侨事件的英雄 要罚他 压力太大了 100学分 灵异根本没放在心上 反而他现在心中狂喜 这飞行技能的速度效果 看起来是能够无损叠加的 现在他又拥 有了一个 能够快速移动的赶路技能了 甚至 灵异还想抽个时间 测试一下 风系五界的疾风之意 加上这个圣光羽翼 他到底能飞多快 不过现在灵异最关心的 还是增益效果 能不能叠加的是 打开状态栏 灵异果然也在自己的状态栏里 看到了整整齐齐 排成一列的19个 光益刺服 效果 每一个buff灵异 都查看了一番 随后灵异发现 果然这种增益效果 是有边际地减效应的 简单来说 就是19个buff效果 确实能叠加 但是第一个之后的增益状态 会有折扣 以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 第二个光益刺服 给的所有效果 就通通减半了 第三个在第二个的基础上 再次减半 一直到第19个 几乎已经无法提供什么增益了 不过就算如此 19个buff也近乎将原本 光益刺服 给的各种增益状态 提升了一倍 这已经非常逆天了 尤其是对灵异来说 36.9%的经验获取 以及技能点获取提升 太关键了 后续她也没必要再去 兰若西那里 白嫖她的buff了 灵异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走进教务大楼 一路上到顶层 灵异敲响了校长室的大门 进来吧 灵异推门而入 进门之后 灵异只感觉一盆冷水 从头浇下 入目的景象 让她震惊 只见毕老坐在校长椅子上 面色苍白 气弱油丝 甚至灵异感觉 她看起来都有些透明虚幻了 灵异是灵魂方面的专家 有了灵异的加持 灵异也能看得出 毕老受了很重的伤 而且是魂体类的损伤 除此以外 灵异也看到了 趴在桌上的白猫 此刻 万重山的右眼 出现一个巨大的血洞 背后也多了一条 仍在燃烧着漆黑火焰的巨大伤口 伤口下的皮肉 在不断愈合生长 但碰到黑焰 却又会被烧乱 灵异心中一抽 她不用问 都知道 现在万重山到底有多痛 灵异想起了之前南宫灵跟她说的话 万孝尝试被逼无奈 出手救下了南宫灵和贺博 但是也因此 被两位东宁战神挑战追杀 校长 您 灵异有些焦急 毕竟这些事 说到底 还真的因她而起 万重山睁开另一只不满血丝的猫眼 冷声道 不想死 就别靠我太近 你也不用自责什么 我万重山一生行事 从来都不需要他人评价 更不用他人负责 想救我便救了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灵异闻言 心中还是被触动了 都伤得这么重了 还如此傲娇 灵异的想法 再次被万重山看穿 哼 那两个东宁的老东西 伤得只会比我更重 没有半年的闭关静养 他们别想出来了 比起关心我 你更应该关心你自己 你现在这颗向上人头 也已经有五十亿的悬赏了 灵异闻言一愣 啊 五十亿 什么意思 降渊生物 炎帝魔皇 偏偏是人可以 但是东宁的那几个老怪 可不傻 现在 你在蓝星全球暗网上 已经被东宁官方悬赏了 只要杀了你 奖金就是五十亿蓝星币 是多少大下币 你自己算 灵异目瞪口呆 蓝星币是蓝星职业者 联盟发行的通用货币 全球通用 五十亿的蓝星币 大概相当于 五十五亿左右的大下币 灵异此前从未想过 有一天 自己会这魔之前 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们只是知道 炸了他们副本 毁了两座刀 就像那些大下侨胞的 绝对不是降渊魔君 这样的扯淡玩意 一定是咱们大下某人所为 但他们还暂时 没办法查到你身上 说起来 也多亏了你 我这次 才能顺利地全身而退 撑到承销 来跟我共同退敌 灵异 校长大人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跟我说说吗 万重山咳嗽一声 用沙哑的嗓子开口道 也莫什么 就是山口和左左木家的 两个老东西 要两个杀我一个 我跟他们周旋了几十天 有来有回 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后来我撑不住了 但是左左木那老贼 不知道怎么了 打到一半 发了疯一样走了 后来承销到场 帮我解了威 山口讨不到好处 就也退了 万重山说到这里 炖了毒 才继续道 小子 杀得好 灭他东宁两岛 救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着实解气 你还杀了那老贼 最喜欢的小孙子 他估计快气炸了 哈哈 嗨嗨 我叫承销遮了你的天机 暂时改了你的命格 现在就算是左左木 那老贼翻了天 也暂时查不到你这里 灵异默然 说实话 灭了东宁两岛 他爽是爽了 但是他也不是没有 想过他行为的后果 最坏的后果 就是东宁那边 疯了一样地追杀他 他虽然很强 但是 灵异自认跟战神级的强者 差距还是很大的 只要碰上了 多半是要说 现在看来 东宁那边不是不怒 而是有人挡在他的面前 承受了怒火 并且还帮他擦了屁股 让他甚至到现在 都没有彻底暴露 至于万众山口中说的成销 这个名字 灵异也听过 大厦第十八位 登陵战神境界的强者 翻号 灵溪战神 没想到这位战神 竟然能够更改自己的命格 遮蔽契 这手段 很像民间传说中的风水师 万校长 这次 我给您和灵溪战神添麻烦了 恩请我记在心里 后续我 万重山羊起头 想要看看背上的伤 但他的这个举动 却让他痛得呲牙咧嘴 别说这种肉麻的话 老夫从来就没打算 从你们这些小辈身上 得到什么报答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变强 天机不可能被遮蔽一辈子 你也不可能 一辈子都不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里 所以 在你成为大厦的 第二十五位战神前 我要你不在公众面前 展露出你全部的实力 尤其是明天就开赛的 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 前三轮 我希望你说 你本来气云就逆天的强 要是赢了 成销那边需要遮掩的东西 只会更多 要是此刻有别的人在这里 一定会目瞪口呆 因为 万仲山对林毅的期待 竟然是让他尽快成为 战神级的战力 这个期待的前提是 林毅到打战神级 是板上钉钉 没有悬念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不知这是他的眼光 还是成销算出来的结果 不过万仲山 打算让自己在前几轮输 林毅却没有什么抗拒 输掉前几轮 让林熙战神生点心 林毅愿意配合 据林毅自己了解 巅峰赛分为个人赛 和团队赛 个人赛就是单挑 但是在开赛前期 采取的是分组定级赛 通过三轮随机匹配的对战 区分胜者和败者 这三场就算全输 也不会被淘汰 只不过会在后续 真正的淘汰赛中 面临不利局面而已 好了 今天让你过来 就是提醒你这件事 其他没事了 你回去吧 万仲山下了逐客令 林毅看了眼 躺在椅子上 气若犹斯的毕老 又看了眼明显 在忍受莫大煎熬的万仲山 还是忍不住道 校长 你也帮不上忙 走吧 林毅只能转身离开 只不过走出校长室的那一刻 她的拳头猛然握紧 你也帮不上忙 这句话让林毅一识到 自己还不够强 对力量的渴望 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 林毅眸光深沉 现在的她 基本已经做到 能够平铺静咒了 下一步 应该就是解锁各系静咒的 异化进阶版了 从八阶异化技能 跟原版技能对比来看 异化版本的技能 比起原技能 在伤害和机制上 都要领先很多 到了九阶静咒这个等级 这种差距 只会更加明显 叮咚 林毅手机响了一下 打开一看 是南弓林发过来的信息 跟校长大人谈完了吗 他老人家末世吧 你不用来人物大厅了 你的奖励什么的 会秘密发给你 似乎咱们校方高层 有意要分割你 和炎帝魔君的关系 若西院 常说属于你的荣誉 可能要在一段时间里 不能曝光了 但他们这些知情者 不会忘记你 我都被要求 签了保密死气呢 流汗黄豆表情 最后 还有个事 范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组委 汇发公告了 明天比赛就会重开了 定组赛会在上午十点 开幕式结束后 正式开始 林毅手 只放在键盘上 回复道 校长受伤了 应该蛮严重的 打到这里 林毅又把这条信息全删了 万仲山应该不想 让其他知道这件事 他也没必 要告诉南弓林 让他感到内疚了 林毅重新编辑信息道 他老人家漠视 我从他那里 已经知道 明天正常开赛的事了 叮咚 南弓林的回信来得很快 那太好了 对了 小学弟 明天我准备花五千万买你赢 虽然你赔绿弟 但是 能让我赚点零花钱 细细 术前表情 林毅一愣 外围 这个青年职业者巅峰赛 有人开谈吗 自己看起来 还是夺冠热门选手 然而 自己在前几轮 不能赢 死 这里面 有操作的空间啊 林毅敏地 嗅到了发财的机会 钱对他来说 是更海量的技能点 他离异化版的近咒 也会更进一步 五千万 学姐好有钱 求保养 可以啊 但是 你能接受钢丝球吗 坏笑表情 在哪买的呀 这种比赛还有外围的吗 不会跑路吗 嗨嗨 悄悄告诉你个常识 这些所谓的外围 至今还没有被处理 一般都是有官方背景的了 林毅一愣 随后摇了摇头 看来刚当是自己 想当然了 这种情况 在前世也很常见 赛事主办方 也要赚钱的吗 还有什么比开盘 做装来的更快呢 也就是说 南宫林买的这个外围 背后肯定也有赛事 组委会官方撑腰 嗯 那得却不用担心跑路的事 更何况 在这个职业者时代 想跑路 他也得问问那些 买了的同不同意 学姐 有钱一起赚 有财一起发啊 南宫林 疑惑表情 赛事组委会严禁选手 参与这类活动的哦 发现了要取消比赛资格的 所以 我打算让学姐你来买啊 应该有很多选手 都是这么操作的吧 是这样没错了 但是其实真没什么必要 你知道我五千万买 你赢第一场 期望收益是多少吗 只有六百多万啊 你赔率太低了 我也就赚个零花钱而已 这还是 在你抽到的对手 至少也是东赢 高厘等级的强国的情况下 要是你第一轮抽到的是个无名之辈 估计赔率只会更低 林一嘴脚勾起一丝笑容 我的赔率越低越好啊 谁说 我要买我自己赢的 南宫林那边 明显是愣住了 过了一会 才回信 啊 你要买你对手 没错 我买他赢 输掉第一轮 会掉进败者组的 后续也很被动 赛制你看过了吗 林一 还没看呢 你有相关资料吗 发我看看 很快 南宫林就发来了一份电子文档 正是范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个人赛赛制 林一看了一遍 心里有了底 大概就是魔改版的瑞士轮赛制 首先前三轮 完全随机抽取对阵双方 这三轮无论输赢 都不会被淘汰 也不会禁止 第一轮过后 一胜的选手进入高位区 一败的选手进入低位区 后续高位区的选手 跟其他高位区的选手对阵 一直赢的 跟其他一直赢的打 一直输的 则跟其他一直输的打 最后 三轮过后 分区确定 高位区 三胜 中位区 二胜 低位区 零胜和一胜 三区确定后 开始淘汰赛 进入高位区的强者 拥有挑选中 低位区的软柿子对战的机会 与此同时 中位区以上的选手 还有一次失败 进入低位区 不至于被直接淘汰的机会 最后 三胜高位区的选手 更拥有金融对手装备 或某个技能的资格 可以说 优势极大 在这样的赛制下 算是最大化 避免偶然因素 让每个选手 不至于因为运气不佳 首轮就碰到怪物 被直接送回家 同时 也能让高位区的选手 在后续淘汰赛中 占得先机 拥有优势 没事 进低位区就低位区 一路北伐就行 墨镜表情 林一看完赛制 给南宫林回复道 不是 没必要啊 说实话 买胜负什么的 也就是玩玩而已 别最后翻车了呀 低位区输一场 可是直接被淘汰的 是校长的意思 让我低调 前几轮还不能赢 我也没办法 哦 那没事了 希希 我这就烦买你对手 我这五千万下去 估计要赚风 欣欣眼 我等会去副本里搬砖 后面就拜托学姐帮我买了 何时表情 莫问题 晚上十点 林一回到自己的公寓 然后也不顾浑身的淤泥 直接躺倒在地板上 吐了 真的快刷吐了 一整个下午 加上晚上的时间 林一都泡在滴水蚂蚁洞 这个副本里 副本不难 但搬砖的过程 总是枯燥乏味的 期间她的随身空间 甚至好家伙 都被林金原石装满了 林一只能去宝库 流通处现一波货 然后再回去继续搬砖 也因此 林一现在 已经成无数神霄 搬砖党心目中的神了 学校论坛里 有关她一下午 直接要了宝库流通处 整整4600万大厦壁的 光辉世纪 正在刷屏 除了蓝火死神以外 林一又多了个外号 搬砖王 她的传奇一日 估计还要在神霄传送许久 歇了一会 林一叫了分外卖 狼吞虎咽 填饱肚子 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 才给南宫林那边 转了3000万 林一明白了 挖矿搬砖的艰辛 所以 留了1600万左右 当做老本 赌博始终都是有风险的 万一她对手时 再太弱了 或者 被她吓死了 最后她赢了 就要血本无归了 你的转账 已被对方接收 我去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的 搬砖一天赚的 嗯 实在太累 林一只回复了一个字 她相信南宫林懂她的意思 你的钱我先收住了 等明天比赛开始 对阵信息出来之后 我再买 第二天 大厦 东海 蓬莱岛 此刻整个岛上 人生顶费 热火朝天 来自泛亚区域的 整整十个国家的观众 在此 齐聚一堂 蓬莱岛距离道悬的天空试炼 它仅有600海里左右的距离 已经连续几十年 作为泛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的比赛场地了 蓬莱岛的占地面积 远非丰省岛和雷鸣岛 这两个小型海岛可比 整个岛上设施齐全 地形多样 极其适合作为团体赛的竞技内容 此刻 岛屿中央的露天竞技场里 人山人海 坐满了观众 足有十多万之数 而场馆外 同样密密麻麻 围着一圈又一圈的观众 他们都举着自己国家的国旗 看着会场外的大屏幕 为自家主队加油助威 毕竟是国际赛事 而且体现的是 一个国家整体青年一代职业者的实力 所以 各国也都非常重视 各位亲爱的来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 3024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直播现场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兼解说员阿亮 我是解说员 克里斯蒂娜 舞台上 一男一女两位 主持兼解说在隆重的开幕仪式后 正式登台 闲话不多说 在我们十国代表团 以及一百位选手 都集体登台亮相后 下面 我们将开始紧张刺激的抽签环节 大屏幕 滚动起来 阿亮一声令下 覆盖这一个竞技场的中央临京巨目 开始挑动起一个个头像 这些头像 就是这次参赛的一百人 林毅也在其中 会场后台 大厦队休息室中 林毅身穿红黄相见的大厦国家队队服 站在其他九人的前方 林毅身前 还有一位同样身穿大厦青年巅峰赛领队服的中年人 看着林毅 他伸出手 自我介绍到 赵恩全 负责你们一时起居和比赛相关事物的领队 兼半个教练 林毅跟赵恩全握了握手 他对这位赵领队也有些了解 这也算是一位传奇教练了 对战术布置和团队配合训练 有独到技巧 带领之前的大厦队 拿过六年蝉联冠军 能力很强 赵恩全拍了拍手 对其他九人道 这是你们的队长 林毅 大家欢迎 赵恩全带头鼓掌 其他九人也纷纷鼓掌 只不过林毅看得出 有些人是敷衍的拍手 有些人则是怀着好奇的目光打量自己 让林毅意外的是 他在队伍中还看到了一个 看起来年纪就有些大的人 嗯 已经跟赵领队看起来差不多了 似乎是察觉到林毅的观察 那年纪稍大的人 也对林毅伸出手 笑道 郭应龙 中炮烧 你没来之前的几次团队训练 我是代理队长 现在 你来了 我就能轻松了 哈哈 可能在你看来 我都不算是青年了 哈哈 其实也确实是个大叔了 37岁的老东西了 一直排着队 今年终于轮到 我能进队参赛了 咱们一起努力 这也应该是我这辈子 唯一有机会 能进士练塔的机会了 郭应龙很和善 完全没有架子 林毅的 全知之眼 观察下 他演的却是整个大厦队里 目前最将的人 甚至已经无转满级了 你们后续有的是时间互相认识 现在先把精力 放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上吧 赵恩全扫视众人 最后将目光 放在了休息室的灵精屏幕上 此刻整整一百人的对阵信息 已经出来了 林毅也在角落里 看到自己头像的右边 出现了另一个精兽的面孔 这应该就是自己第一轮的对手了 对阵信息 已经随记完毕 接下来 将决定的是 对阵顺序了 赵恩全掏出一本笔记本 目光略过大屏幕 瞬间大下 对十人的对阵信息 全都被他记录在本子上 赛前的情报收集 以及对其他对手的了解 其实也是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 赵恩全在这方面做的 无疑是顶级的 他话音刚落 林毅就看到 大屏幕中的对阵信息 顺序发生了改变 跟神霄的巨大竞技场类似 庞来岛的竞技场 也能够支持多擂台 多对战同时进行 只不过 这必竟是国际赛事 赛事组委 会为了最大花照顾观众的观赛体验 将一百人的五十场对局 分成了十轮 每轮只有五场对局 林毅双眸一宁 因为他发现 他与那金兽男人的战斗 赫然被放在了第一轮 并且 还是第一场 刷 瞬间林毅 就看到自己的其他九名队友 和赵恩全 全都看了过来 没想到 第一场就是自己上阵 赛事方的 却是董流量的 节目站啊 动动 休息室的门 忽然被敲响 随后几位挂着赛事组委会工作牌的人进来 请林毅选手 前往备战区 我们要进行赛前检验 赵恩全看向林毅 点点头 别紧张 只是常规检查 主要是检测你身上的 非本人自带的增益效果 以及核验装备这些 林毅明白 这应该相当于 是运动会开赛前 对每位选手的尿解 十多分钟后 舞台上的主持人阿亮口 播完几个赞助商的广告后 林毅 正式登台 率先登场的 是大厦代表队的队长 大厦本年度全国高考状元 同时 也是夺冠大热门的林毅选手 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起 整个会场人数最多的观众 就是大厦的观众 林毅初登赛场 台面就拉满了 数万人的灼热目光 聚焦在自己身上 就算是林毅 这一刻 也明显感受到了压力 他的对手也缓缓登台 只不过跟林毅的潇洒 大相径庭的是 这金兽青年 走上台时 小腿肚都在发产 神色惊恐 甚至都不敢正眼看林毅一眼 他叫阮兴明 来自南越国 十多分钟前 在看到自己的对手 是大厦区第一 同时 也是大厦对对长的林毅之后 他差点一口气莫喘上来 当场晕厥 我打林毅 真的假的 这还是第一场揭幕战 他要在现场十万人 以及通过灵精网络 收看比赛的 数百万观众面前丢脸 要是连登台的勇气都没有 也太懦了 事实上 阮兴明还是后悔了 想换的星球 生活了怎么办 这个大厦队队长 好恐怖 好可怕的眼神 他是在怜悯我吗 与此同时 林毅心中也有点慌 志南越国的对手 实力其实还算可以的 起码 也是四传职业者 按理来说 面对其他人 是有一战之力的 但他的战斗意志 几乎没有 双方准备就续 三 二 大屏幕上出现的倒计 时还没掉到一 林毅就看到 阮兴明不只是小腿在抖 而是整个人都在抖了 他压力太大了 一 比赛开始 一般来说 这种时候 比的是 谁先下手未强 但此刻阮兴明却 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作为近战职业的他 也没有主动靠近林毅 反而是双手高高 举过头顶 嘴巴里 已精准被开口 说出我弃圈三的字了 林毅心中一惊 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这祸压根就没想跟他打 反而是因为害怕 打算直接投了 这特魔 要是让他直接投降了 自己的三千万大洋 就真打水漂了 与此同时 还会给林西战神天麻烦 千军一发之际 灵异谋光一宁 山不向我而来 灵异也不能主动向山而去 那剩下的选择 只有一个了 无形的引力领域扩散开来 既然你不主动攻击我 那我就强制让你攻击我 万象天影 重力方向 以灵异本身未基准 X51 灵异眼前浮现一串数字 派出混沌 发动 这意味着 即使是改变引力的方向 效果也一样能够受到 这个技能的加成 下一刻 阮心灵手 都还没有举起来 整个人就化作一道残硬 51倍的重力吸扯 直接让他变成了一枚人肉炮弹 朝着灵异凶猛而来 阮心灵叫得撕心裂肺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自己的身体 不听自己的使唤 竟然主动朝那个恐怖的 大厦对对 长发起了攻击 除此以外 那速度更是他此前这辈子 都未曾经历过的急速 哼 阮心灵耿着脖子 一个火箭头锤 就顶在了灵异的肚子上 下一刻 灵异极其配合地 露出了无比痛苦的神色 然后 惨叫一声 被顶飞出擂台 随后 灵异倒在地上 紧闭双眼 不省人事 大屏幕上 象征着灵异的血条 也在请客监归灵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大部分观众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有主持人坚解说的阿亮 很快拿起话筒 尖叫道 是头锤 南越国的小将 被大厦队长 使用了火箭头锤 速度太快了 甚至让灵异选手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撞飞出了擂台区域 这是一招骑兵 根据咱们大赛规则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只要有选手 被打飞出擂台 那么即刻宣导他落败 让我们恭喜南 越国选手阮心明 他创造了不可能 在第一局比赛中 就阴下了 被我们寄予厚望的 大厦队队长 今日比赛的 第一匹黑马出现了 阿亮情绪激动 全场的观众们 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也反应过来 全场哗然 我翘 什么情况 林队长被撞飞了 怎么会结束得这么快啊 什么鬼啊 就这么说了 大厦的观众们 万脸猛逼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结局 与此同时 后场休息适中 赵恩全也是满脸惊愕 啊 输了 第一场揭幕战 就这么说了 在他的本子上 林一跟阮心明的这场战斗 他已经标记是胜利的 没办法 直面实力 两人差距太大了 赵恩全想不到 阮心明有赢的可能 但是刚才 这位南越国的选手 用出了一个让 他都觉得快到离谱的 冲锋头锤攻击 直接让林一被顶飞出局 其他九名队员 彼此也是面面相去 郭英龙更是挠了挠头 他总感觉 有些太儿戏了 就像两人根本就没有认真打 但是就是这么戏剧性的 结束第一战了 此刻 摄像头分别给到两人 台上的阮心明 双手抱头 直觉的脑瓜紫嗡嗡的 随后 他听到了自己国家来的 观众山呼 海啸般的欢呼声 以及看到满脸兴奋 跑到擂台边 朝他招手的南越国领队 和其他队员之后 他才一时到 好像 他赢了 睁开眼 四下环顾 没看到 那个大厦队的队长 自己 真的赢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人都说 太过幸福 会被冲昏头脑 下一刻 阮心明眼前一黑 彻底晕了过去 五十一倍 重力加速度的 超级头锤 先别说他头瘦不瘦得了 光是颈椎 都觉得 这把是高端局 好玄默给他撞断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倒在地上的灵异 也入境了 在入境的第一时间 灵异的右眼 还是半笔半针的 直到灵异察觉到 那摄影师的镜头对过来 照着脸拍的时候 灵异才完全闭上眼 脖子一偏 啊 我死了 赵恩全皱眉 郭应龙的表情 也奇怪了起来 队长 你这眼的有些客情了 会场观众席上 因为灵异的原因 前来观赛的神霄学子 其实也不少 人群中 男弓灵翻了个白眼 这演技 太假了 之前悄悄入境 东宁风省岛之前 男弓灵就给灵异特训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就是要带入角色 但是现在灵异像个 参演烂片的垃圾群演 全是情绪 没有半点演技 你终于醒了 睡得怎么样 还舒服吗 半天过去 正午时分 灵异从后场的 伤员休息室中醒来 睁开眼 就看到男弓灵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人了 灵异常出一口气 还好摸别人 不然他还得继续演呢 睡得挺舒服的 怎么样 现在外面是不是吵翻天了 灵异在心中问道 两人又开启了对内语音 不得不说 男弓灵的这个 能够心灵交流沟通的技能 实在是太好用了 你也知道 外面为你的是吵翻天了 你现在 是本年度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的最大暴冷 现在外界对你的评价 已经从稳操胜券 变成徒有其表 只会考试 不会实战的草包了 当然 也有给你站台的 指责南越国的选手 不讲武德 偷袭法师 甚至又引发了一波 战士对战法师 应该采取什么 实战思路的私逼 灵异哭笑不得 我也是没办法 那祸还没开打 就想认输 我只能让他主动来创我了 怎么样 没被赛事组委会发现吧 南宫林翻了个白眼 你的演技 我都不想做评价 后来还是我利用幻术 伪造出你腹部受机 内脏受伤严重的假象 才蒙混过关的 不过赛事组委 会对你倒怀疑的不多 反而是在怀疑 南越国那边是不是买了 正常来说 没有人会 故意输掉一场比赛 如果有 那问题多半也不会出在本人身上 而是在对手身上 只可惜 他们在南越国那边 也没调查出什么 最后 你如愿以偿地 输掉了第一轮 开不开心 灵异 那要取决 与我到底赚了多少钱了 说起钱 南宫林明显 有些兴奋 赚麻了 你的三千万 现在算上本金 一共回来了 二亿八千多万大下币 本姑娘的五千万 直接赚了接近四个多亿 我这辈子 还没有过这么多钱呢 灵异也是眼前一亮 果然辛苦搬砖 不如这种一夜暴富 而且还是能够自己控制的暴富 那开盘的庄家 没有对你起疑心吗 肯定会啊 不过也仅限于疑心了 你想想 所有赛事开盘 总有反卖 所有人都不看好那一方的人 这种事情 又不是 只在你我身上发生 况且 别看你和我直接一波 赚了差不多七个亿 但对庄家来说 他收割那些买你赢的人的韭菜 更加赚麻了好吗 灵异点点头 庄家永远不亏的 那就继续吧 啊 你还要说啊 嗯 起码要林输三轮 我去 那这次买多少 灵异嘴脚勾起一丝微笑 当然是全部 学姐啊 搜哈是一种智慧 啊 全压了 你不打算留点 要知道 就算你想故意输 有时候也会出意外的哦 灵异摇摇头 最大的意外 应该就是第一轮了 现在我输掉第一轮 我后续的对手 自然会一时到 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强 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的 所以 第二轮开始 他们应该不至于 还没打就直接投了 到时候 我也不用演得这么累了 南宫灵不置可否 但是我不打算继续买了 本来就是玩玩而已 到时候 被抓到了 反而还麻烦 不过你放心吧 我会将你的梭哈意志 贯彻到底的 三天时间 转顺而逝去 范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个人赛 定位赛阶段 也完全结束了 傍晚时分 大夏代表队的休息室中 赵恩泉拿着手中的笔记本 正在给所有队友开会 三天比赛结束 我们的成绩还算不错 八人成功进入高位组 一人进入中位组 说到这里 赵恩泉看了演作 在角落里的一位青年 青年名叫丁岳 攻守系职业者 小队定位 也是输出手 在第三天 也就是今天下午的比赛中 遗憾输给了 东宁的二号位选手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但似乎丁岳自己 自尊心极强 输了之后 一直都闷闷不乐 此刻被教练点到 更是感觉面红耳赤 还有一位 在低位组 赵恩泉没有继续 在丁岳的事情上 过多提及 而是看向了灵异 其他九人 包括丁岳在内 全都看向 坐在十人最前方的灵异 九人表情各异 连输三天 以临盛的胜场 进入低位组 也算是创造大下历史了 丁岳忽然高高举起手 赵恩泉 丁岳 怎么了 丁岳站了起来 有些冷漠道 赵领队 我只是想提议换一位队长 我们的这位队长 目前有些实力 匹配不上这个位置 赵恩泉脸一黑 丁岳 坐下 你想当队长了 被赵恩泉斥责 丁岳还以为着 是赵恩泉在包庇灵异 立刻就更加怒了 他不仅没有坐下来 反而说话声更大了 报告 我不是想当队长 我是想提议让硬龙哥 继续当队长 咱们这位新队长来的三天 我没看到 他任何能够担任 这个位置的实力 我甚至怀疑他是凭借关系 进入我们队里的 丑话说在前面 要是他自己拿不到 个人赛的试炼塔名额 想靠我们团队赛 送他进塔名额的话 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们明里有这么多人 等了这么多年 才得到参赛的机会 凭什么要让给他 丁月如同连珠炮一般 一口气将心里的怨气发 泄了出来 住口 别说了 说了多少次 你们是一个队伍的 团结是最重要的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 以后不给说 赵恩泉一把按在丁月的肩膀上 直接给他按了下去 灵异也在心底叹了口气 即使丁月这么说他 但灵异其实也不怪他 这三天以来 铺天盖地的舆论 都在指责整个大厦队 身为队长的他 三连败 灵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赵恩泉这位名誉教练 承受的舆论压力会有多大 而其他队员 又会怎么想 把自己想成是某个高层的关系户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思路了 比赛毕竟是实战 偶尔发挥失常 只要能调整过来就行了 不过灵异 你现在在低位组 明天的淘汰赛开始 估计会有很多人 会选你当对手 输了可就真的要被淘汰了 赵恩泉 其实也是在提醒灵异 要是在这么昏昏沉沉 说得莫名其妙的话 就真的没救了 灵异抬起头 到 赵领队 这三天 给您添麻烦了 有一些我不能说的原因 让我莫办法拿下胜利 但是 明天开始起 我一次都不会说 今年 我会让十个入塔名额 全都留在大厦 灵异说完 全场寂静 就算是刚刚指责了灵异 听到灵异说了前几句 还打算反驳几句的丁月 都咽了口口水 此刻灵异所散发 而出的气势 跟这三天以来 他们建立 起来的固有印象 天拆地边 他们此前对这位队长 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那就是可有可无 你没有特别关注他的话 就算他站在你面前 你都会下意识忽略他的存在 除此以外 他们对灵异的第一印象也是 不将 很弱 这种印象 是玄之又玄的 反正就是能够 不知不觉地修改你的思维 这就是遮蔽天机 和修改命格的恐怖 然而 就在灵异刚刚说 自己再也不会输之后 所有人都感觉 一直包裹在这位队长身边的迷雾 在那一刻散开了 他展露出了 前所未有的可怕锋芒 这种锋芒 只有在那中绝顶强者的身上 他们才看到过 变了 真的变了 郭英龙也开口道 低位族也不能代表什么 对真正的强者来说 一样有夺冠的能力 队长 我相信你 坐在丁月后面 位于队伍末尾的 一位个子矮小的少年 也笑道 队长 其实我老早就看出来 你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我也相信你 这小个子 名叫关心武 年纪也是最小的 只有18岁 比林一还小几个月 一时间 整个大厦队的气氛 也没有这么僵了 赵恩全松了口气 一个队伍的实力 受到整体气氛 核心里的影响有多大 他再清楚不过了 林一能这么说 他很欣慰 好 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赵恩全看了手上的腕表 拍了拍手道 时间也不早了 都回宿舍休息吧 有什么事 来309找我 明天都加油 解散 林一回到自己宿舍 尝出了一口气 这三天里 说实话 他也是有些憋屈的 好在也就只需要输三把 明天 就可以一路碾压其他人了 苦日子熬过去了 接下来 他将一次不死 并且超神 叮咚 门铃响起 林一打开门 看到是南宫灵 随后 脑海里响起南宫灵的声音 今天的盘口结算了 小学弟 猜猜看 你现在一共赚了多少钱 南宫灵没 有卖关子 直接给林 一用神识 传递了一张截图 截图上 那一连串的数字 让林一眼睛都直了 多少 各十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一 林一感觉自己眼睛都花了 手指点在屏幕上 竖到一只后 前面还有一位硕 这意味着 他现在的资产 已经突破了十亿大关 这也太能赚钱了 好消息 是这十二亿多的大下壁 我已经领到卡里了 坏消息是 那庄家绝对在派人密切关注 这笔资金的流动 我要是敢转给你 估计下一秒 这十二亿 就要打水漂了 你还要被赛事组委会处罚 另外 这十二亿 也没办法继续再压住了 庄家已经警惕起来了 零亿已经满足了 十二个亿啊 这已经是他之前 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了 哪怕是不考虑 买其他高价值的物品 光是拿来课金 都意味着 至少天文数字级的技能点 已经是一波起飞了 够了 已经远超我的预估了 说实话 我本来也就想赚点钱而已的 没想到直接给我 钱到十几亿去了 南宫灵 赔率最高的 就是第一轮 后面第二轮的赔率就骤降了 你对手的赔率 反而再逐渐升高 哎 可惜了 要不是已经被幕后的庄家盯上了 淘汰赛 我再反过来买你 估计还能赚马一波 现在卡里的这十二亿 我也需要在 比赛结束后 分批次想办法给你 搞得跟我在洗钱一样 好了 不说这么多了 明天加油 南宫灵队灵异比了比拳 鼓励到 灵异点了点头 第二天 蓬莱岛中央竞技场 进入第四个比赛日之后 前来观赛的现场观众 不减反增 线上的观看量 也已经突破千万级了 毕竟前三轮不涉及淘汰 只是分组而已 很多人都没有兴趣 而从今天开始 就真的有人 要被淘汰出局了 在比赛正式开始前 请允许 我向大家介绍 淘汰赛阶段的规则 本日的比赛为淘汰赛第一日 下卫祖的选手 稍后 我们会请25位中卫祖的选手 按照抽签顺序 挑选自己的对手 他们要面对的是 在前三天的比赛中 或是时运不进 或是实力不足 掉进了下卫祖的50人 如果下卫祖的选手 在与中卫祖的选手交战中 再次不幸落败 那么他们本届颠峰赛的 个人组赛是旅程 就到此为止了 淘汰 如果成功出现黑马选手 以下卫祖的身份 逆袭中卫祖选手 那么他将获得 进入下一轮的机会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就算你赢了 你也还是在下卫祖 只能被中卫祖 和高卫祖的选手 无条件点菜 而输掉的中卫祖选手 也将调入下卫祖中 今天的比赛将淘汰 20名下卫祖的选手 自求多福吧 好了 赛值介绍就到这里 管你有没有听懂 看就完事了 下面 有请我们的主裁判上台 开始抽签 决定中卫祖选手的登场顺序 林一站在舞台后方 地位组的人群中 他能够感觉到 整个地位组的人 散发出来的那种怨念气息 这种任人宰割 没有任何权利 被别人点菜的体验 明显是非常糟糕的 人都是有自尊的 这个赛制 直接将他们的自尊 践踏在了地上 随着主裁判上台 在无数公正员的公正下 一通操作之后 大屏幕上 终于开始滚动次序了 很快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黑脸大汉 就出现在第一个位置上 滑 下方后场 得咖喱国代表对对列中 爆发出一阵欢呼 灵异明眸看去 只见被抽中 第一个登场比赛的那人 也是满脸喜色 在这样的赛制下 第一个登场比赛 就意味着 能够在整整50个 下位组的软柿子中 挑一个最软的来拿捏 优势自然是很大的 很快 今天要进行的25场比赛 就却定下来了 中位组的25人 按照抽签顺序 依次登台 马上要开始的 是第一场比赛 第一位中位组的选手 是来自嘎离国的迪让 职业是战士 迪让选手 请挑选你的对手 主持人阿亮 将话筒 递到那浑身有黑的大汗前 只不过或许 是离得太近 很快阿亮就微微皱眉 不识尴尬地 往后推了推 因为这嘎离国人身上的体位 堪称的玉吉 但是此刻兴奋的迪让 明显没有注意到 主持人这个略显失利的动作 而是目光穿过一个个人 看到了人堆里的灵异 迪让伸出一根手指 嘴角露出宁笑 我选他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灵异身上 瞬间场中无数选手 以及评委裁判的表情 都精彩起来 那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堂堂大厦代表队的队长 竟然在淘汰赛的第一轮 被另一个排名顺位 在咖喱国队内 都不算高的路人 夹点菜了 这毫无疑问 是耻辱 坐在观众席中的大厦观众们 此刻也是面色各异 这应该是 近几十年来的头一遭了 他们沉默 但咖喱国的观众们 就全都嗨起来了 多冷啊 我在东北玩你吧 嘟嘟嘟 哒哒哒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 跳舞唱歌了 嘲讽直 直接拉满 灵异 加油 灵异 加油 观众席上 不知是谁 率先吼了一嗓子 本来按照灵异之前的表现 这种呐喊助威的声音 多半是要淹没在 一片片虚声中的 但是 在这个被咖喱国观众们 贴脸嘲讽的时刻 大厦的观众们 竟然自发地加入了 这场珠威中了 十多秒后 整个会场 都回荡着嘹亮无比的加油声 这些珠威声 犹如巨浪一般 彻底盖过了那些 花里胡哨的歌舞 直接让那些狂欢的 咖喱国人 变得像戏台上的小丑 即使灵异选手 前三轮表现不佳 但大厦的观众们 却依旧为他送上了 最热烈的鼓舞 大厦的人 从来都是一条心 加油啊 灵异选手 主持人阿亮 也是大厦人 按理来说 解说不应该有偏向性 但是 此刻场内五万多人的观众 齐心加油 还是让他被感动了 灵异同样 也听到了 这排山倒海的声音 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也看到观众席 属于神霄的队列中 一众同学 也是面红耳赤 怒吼连连 就算是南宫灵 也放下矜持 单腿跨在观众台上 高声呐喊 灵异看向面色 以惊变的阴沉的敌让 深吸了一口气 等会要不是秒杀 灵异都敢绝对不起 这些人的加油了 一瞬秒杀 敌让眼中喷出怒火 怎么回事 这些大厦人疯了吗 哪怕眼前的 这个大厦队队长 三连败 还是愿意支持他 瞎了 这些观众都瞎了 要磨他们就都是鸵鸟 不愿意免对现实 没关系 待会他会用绝对的实力 堵住这些人的嘴巴 让支持他的咖喱国人 接着奏远 接着无 第一场比赛的 对阵双方已经确定 那么是不宜迟 请双方选手登上擂台 毕竟进入淘汰赛了 所以 会场也采取了一场 接着一场的对战模式 方便解说和观众聚焦于一场比赛 而不是同时举行五六场了 随着主持人阿亮的话音落下 竞技场中央 一座比起之前定组赛 要大上十多倍的巨大擂台 缓缓升起 敌让双腿发裂 一个大跳 跨越了数十米的距离 落在擂台之上 作为战士职业者 他本就魁梧强壮 加上身上的战甲 体重早就破了两百公斤 落在擂台上时 仿佛巨石坠地 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声 另一边 灵异则没有选择 什么拉风的登台方式 只是信不淡然地走了上去 敌让嘴角咧开 撕声道 等比赛开始 我会让整个观众席 变成你们大下的图书馆 灵异轻笑 比赛还莫开始 你们咖喱国那边 不已经是图书馆了吗 灵异的话 让敌让额头青筋抱起 你大下确实人多 但是不是人多就有用的 等一下 好像咖喱国的人口 比大下还多 那为什么在 加油助威的气势上 他们还是说了 敌让本来就欠费的智商 想到这里 直觉得更气了 索性直接不说话了 看来这场战斗 真是火药味十足 双方互飙垃圾化 并且还是灵异选手 略胜一筹 然而 这座擂台 从来就不靠灵牙力齿来 夺得荣誉 想要夺得荣誉 始终需要的是实力 比赛 马上开始 三 二 解说员开始倒数 大屏幕上的数字 也在不断下落 无数大下观众 此刻都紧张了起来 他们即使支持灵异 但心里也是莫底的 偏偏这个时候 擂台上的灵异 还一脸淡然 丝毫没有应对的样子 反观敌让 此刻他浑身肌肉蹦紧 明显是打算等倒计十一结束 就发起狂风咒语般的攻击 一 比赛 开始 随着一声比赛开始的铃声响起 站在灵异数十米开外的敌让 双腿一蹬 恐怖的力道炸开 擂台上都被他这一蹬 踩出一道深深的凹痕 与此同时 他整个人的身影 都化作一枚重装炮弹 快速朝灵异撞了 哈哈 大下小子 你爷爷的火箭 头垂来了 敌让放声狂笑 他完美复刻了 灵异在第一轮定组赛登场时 被南越国阮星明淘汰时的情况 他也要直接把这个讨厌的大下人 直接顶死 面对急速冲埋的敌让 灵异抬起了右手 下一刻 暴速飞行的敌让在空中直接急停 速度眨眼间就跌到灵 引力领域内 速度和动能 在瞬间被灵异抹去了一切意义 这一幕 让全场目瞪口呆 对大多数人来说 敌让这重蛮牛行的重装战士的冲锋 一定是要避其锋芒的 硬抗的代价 一定会无必惨重 需要躲避 但灵异却似乎什么都没做 脚步都没有挪动半分 只是轻轻抬起了手 就停止了一切 似乎他周围的时空 在一刻都停止了一般 下一刻 默等敌让反应过来 灵异的右手中指和拇指 就碰到了一起 啪 一道清脆的弹指声响起 这是敌让陷入冰死昏迷前 最后听到的声音 灵异指尖爆发出 一阵阵猛烈阵战的空间连依 X109 灵异眼前浮现了 这一次弹指的多重倍率 109倍 整个空间 都被这一道翻了百倍威力的弹指 所扭曲 下一刻 威力爆发 敌让浑身的厚重板甲 请客间被震碎成鸡粉 与此同时 大屏幕上 属于他的血条 也在请客间归零 所有人都听到擂台下方 传来了一阵阵恐怖的暴鸣声 位于场边的裁判 原面色俱变 擂台内部 是有生命维持装置的 这类装置 在神骁的竞技场里也有 目的就是为了 让败者的生命 只锁在一点 不至于在竞技中 直接被杀 保护在两人身上的无形立场 请客崩溃 随后 在数万人的目光中 咖喱国的这位选手 在半空中 直接爆成一团血物 皮肤 骨骼 肌肉 内脏 所有的一切 在如此恐怖的重力震荡下 直接解体 化为分子级别 请客练化 敌让经历了一次死亡 然而 下一刻 他碎掉的尸体 就再次重新拼凑了起来 灵异眸光一宁 整个擂台下方的维持装置 因为他这一次弹指造成的恐怖伤害 毁掉了一部分 但还有一部分 却还是运转完整的 所以 敌让成功锁血到一点生命值 但浑身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 一条完整的肌肉了 整个人血肉模糊 凄惨无比 十万人的场馆 有了片刻的寂静 所有人回过神来时 只有灵异还静静站在原地 他缓缓放下了右手 这一幕给解说 给裁判 给所有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所带来的震撼 是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的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还能开口说话 就算是一直在一边叨叨叨解说比赛的阿良 此刻 也觉得喉咙被封住了 灵异微微皱眉 看向擂台周边的那些裁判 你们在等什么 等他复活吗 灵异的话语 才让这些负责宣布比赛结果的裁判们 如梦初醒 之前负责抽签的那位主裁判 更是指示 看了一眼灵异 就往后连退几步 现在的灵异 哪还有前三轮 那众任人揉面 只要是个人 就能赢他的样子 他现在像个魔神 灵 灵异选手 获胜 主裁判用颤抖的手 拿起脖子上挂着的哨子 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与此同时 也宣告了灵异炸裂碾压式的胜利 灵异的秒杀 震撼全场 他不仅秒杀了敌让 更是秒杀了整个范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的防暴死机制 灵异转身 缓缓从擂台上走下 围在擂台下的工作人员 自发地给他让出一条道路 解说席上 阿亮这一刻 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的天 刚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太快了 敌让选手 敌让选手 在一瞬间 就被秒杀了 我们甚至没能看清 灵异选手 到底使用了什么技能 胜者是灵异 淘汰赛第一轮 获胜方是灵异 这才 是他真正的实力吗 随着阿亮的尖叫声 让我们来看看 刚才战斗的回放 阿亮放下话筒 赛事组委会后台 负责剪辑精彩画面的人员 也放出了刚刚的漫放画面 托灵异的服 这种秒杀机的战斗 工作量几乎没有 短短数秒的事情而已 他们甚至不需要剪辑什么 只需要加个漫放就行了 包围整个场馆四周的灵金光幕 投影出刚才的全息投影场景 让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 画面从敌让那一灯开始 大屏幕上 也放出了敌让的相关数据 以及对应技能信息 当前技能 毁灭冲刺理论伤害值 136万冲锋速度 690KMH 这个名叫毁灭冲刺的技能 是一个四阶技能 算是一个战士系职业 都有的冲锋类技能 只不过敌让的 这个冲锋技能 伤害也非常可观 并且所有冲锋类技能 在命中目标后 都是有控制效果的 控制效果 足够让战士职业者 再挥出一击 所以 冲锋加重击的组合剂 对法师这类脆皮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 接近700公里时速的冲锋 被强行停止 只需要一刹那 慢放进头下 灵异在画面中 更显压迫感十足 似乎她对战局 有着绝对的掌控 敌让的冲锋 对她来说 想停就停 随后 全场十万观众 终于看清楚 灵异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到底做了什么 想指 只是一个想指 就让敌让差点碎成渣渣 弹指 理论伤害 大屏幕上 也给出了灵异这个技能的 粗略信息 怎么回事 我们的设备出现了故障吗 为什么 没有显示出 灵异选手 这个名为弹指的技能的理论伤害 所谓的理论伤害 是在计算双方的技能数据 属性装备 减伤效果以后给出的数据 但是此刻 弹指的理论伤害 直接变成一串问号 不怪阿亮觉得 场内设备出现了故障 很快 阿亮尔迈里 就传来导播的消息 让她陷入了短暂的金额 随后她高声开口道 我们收到消息 刚才灵异选手所使用的 这个名为弹指的技能 来源于她所穿戴的装备效果 出于对选手隐私的保护 我们的系统 只会获取选手技能的粗略信息 除非有必要 以及经过选手同意 不会深挖其机制 至于装备 也是同理 所以 我们并 未计算出理论伤害 但是刚才我们的数据后台 给了我一个不可思议的数据 首先是灵异选手的这个技能 一共毁灭了我们擂台中 埋藏的106个生命限制器 保护装置 这意味着 刚才灵异选手打出来的伤害 足以秒杀敌让选手 106次以上 通过敌让选手的最大生命 直计算后得出 刚才灵异选手的弹指一击 理论伤害突破千万级 主持人解说完毕 大屏幕上的回放也结束了 场中无数观众 也如梦初醒 随后 大厦观众席上 爆发出震天的惊呼声 以及掌声 灵异这一弹指 直接把他们之前三天的失落 连同刚刚升起的那一丝自卑 全数烟灭 同时 也彻底让咖喱国的观众席 变成了真正的图书馆 神霄队列中 蓝功灵 以及其他神霄学子 此刻都合不上下巴 你马 太变态了 我就说这死神前三轮 根本就是在摆了 草了 千万级的伤害 还把那个乞脸 嘲讽的咖喱 国小抽给爆了 太掉了 所以事实证明 在咱们竞技场打换卫战的时候 死神不知道给对手放了多少水 放水 那他妈放的是海 大厦代表队休息室 赵恩权和其他九人 都还没有从灵异刚才的恐怖表现中 脱离出来 我的个娘脸 赵恩权喃喃自语 甚至不自觉都 把家乡话说出口了 有了昨晚的谈心 其实他对灵异今天的表现 是有期待的 他期待灵异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灵异给他回馈的 远超惊喜 现在已经有些惊吓的意味了 直接把对方选手当场轰杀 毁掉大半的擂台 外加腰斩十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山 这是何等恐怖的技能 这是何等夸张的伤害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灵异走了进来 赵恩权连忙上前 开口道 这就是你的真实实力 灵异 嗯 算是吧 灵异略带勉强地回答 让赵恩权傻了 也让其他九人中 思维敏捷一些的人 细思极恐 算是 这两个字的意思 放在这个语境里 就是否定 这还不是他真实的实力 赵恩权心中既欣喜 又有些担忧 虽然你前后表现差距太大了 赛事组委会那边 多半是要对你进行全面调查的 不过只要 你没有作弊 这些调查 也真的无法 把你怎么样 最后顶多会认为你有些奇怪 明明实力如此强大 为什么前三轮定阻赛 要隐藏起来 这些事 我会处理 放心吧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技能 使用出来的代价 是不是很大 冷却是不是很长 后续还有用出来的可能 这就是此刻赵恩权最担心的事 千万级的伤害 他的确听说某些装备 或者限制极大的技能 在四转五转的时期 能够达到 但是这类效果的代价 要磨极大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纳重 要磨就是限制很多 想要达成 非常困难 灵异的回答 让赵恩权再次茫然了 能用 没消耗 没限制 也没有冷却 与其说相技能 更像是我的普攻吧 啊 赵恩权人都傻了 听到灵异和赵恩权对话的 其他九人 也全都待住了 一个顺发 看起来没有弹到限制 打个响指 就能让对手灰飞湮灭的技能 是个没有任何限制代价的 普攻型技能 你马 太逆天了 这让别的职业者怎么玩 咚咚 休息室的大门 再次被敲响 几名身穿赛事组委 会制服 挂着工作牌的人 推门而入 卫手的那人看向灵异 开口道 灵异选手 有中卫组的选手 再次向你发起强制战斗 按照大赛规则 你拥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请10分钟后 跟我们再次进行赛前检验流程 说完 那几名工作人员 对赵恩全点点头 纷纷离开了 目送机人离开后 年纪跟灵异最接近 这几天两人 也交流最多的关心五金亚道 队长这么恐怖的表现 竟然还有人敢挑战他吗 呼应拢弩了母嘴 示意众人看向大屏幕 又是咖喱国那边的人挑战的 似乎跟那个敌让 还是兄弟关系 大屏幕上 灵异的对阵信息 已经刷新出来了 只不过按照连战休息的规则 被放到了后面的第三场 但对手信息 可以被所有人查看了 巴里克 萨林vs灵异 之前被灵异秒杀的敌让 后面跟着的姓氏 也是萨林 没想到 一个咖喱国的代表队里 竟然还有一对兄弟 也怪不得这位名叫巴里克的哥哥 失了痴一样的 还敢挑战灵异了 自己弟弟 浑身骨头全碎 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肉 躺在病房里 生命垂危 治疗费用更是天价 他怎能不愤怒 灵异 准备一下吧 等回去做赛前检验 这个巴里克再次挑战你 应该不只是 想帮弟弟报仇 更应该是 认为你没办法 频繁使用那个弹指技能 或者说 在比赛开始前的阶段 会选择直接禁掉你这个技能 灵异文言 疑惑到 赵领队 这个禁技能的规则 我没来得及看 能跟我说说吗 还有 我目前还在低位组 后续会升到高位组吗 赵恩全一拍大腿 拿出一本赛事 发的规则书 送到灵异手边 怪我这个猪脑子 规则书都忘记给你了 不过 你现在来不及慢慢看了 我跟你说清楚 淘汰赛的规则 你的两个问题 就都有答案了 整个淘汰赛持续四天 前三天每天会淘汰20人 当天淘汰指标不达标 比赛就不会结束 最后一天会淘汰24人 决出最后的16强 进入最后阶段 然后是分组问题 按照今年的新规则 一旦分组确定 在淘汰赛阶段 就不存在从低位组升到高位组的可能了 组委会官方 在故意拉大三个组之间的差距 抬高定组赛的重要性 但从高位组 掉下低位组是可能的 只要输一次 就会掉下来 然后在低位组 只要输一次 就会被直接淘汰 不过低位组 也不会永远是没有 任何选择的鱼肉 只要你赢了三次 你就拥有了 主动挑战其他人的资格 然后是禁用技能的规则 以临胜场 进入低位组的选手身上 自带三个禁用篮位 中高位组的选手 跟你对战时 能利用这三个篮位 一胜进入低位组的 则只有二个篮位 后续你每赢下一场比赛 你身上自带的篮位 就会多一个 比如现在的你 其实有四个禁用位 禁用位 不仅能够禁用技能 还能禁用装备 灵活度很高 灵异算是了解 为什么之前说高位组的选手 优势会很大了 淘汰赛进入第三天之后 才会有高位组的选手下场参赛 而在这两天的厮杀中 一定会有大量的中位组选手 掉进低位组 他们的招牌技能 肯定也会暴露出来 届时 那些在这两天 堪称养精蓄锐的高位组选手 完全可以针对性地研究 挑选自己的对手 再把他们的技能装备禁用掉 以此来做到百战百胜 我明白了 灵异点了点头 很感谢赵恩权的解释 按照以往的惯例 大多数掉进低位组的选手 就算有逆袭的情况 也就最多持续两三次 还真的从未有过从零胜低位组 直接杀进16强的 一个最现实的情况就是 随着战斗轮次的增加 禁用蓝位也会多到七八个 甚至突破十个 大多数职业者 拥有两三个加到高阶 专精到高阶的技能就不错了 在被禁用的情况下 战力会大打折扣 赵恩权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灵异轻笑 赵领队 放心吧 再给他20个禁用蓝 我的技能 他们也ban不完 20分钟的时间 过得很快 灵异再次登台时 大厦观众们 都送上了极其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 灵异的对面 则站着一位体型瘦高 一身轻装 背后还背着 一把复合大功的职业者 巴里克面色阴沉 他跟弟弟敌让的外貌 差距很大 很多时候 看起来甚至不像亲兄弟 但他们的感情却很好 弟弟生命垂危 他当即也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再次选择挑战灵异 大厦的小子 你竟敢把我弟弟打成那样 我要把你射成万箭穿心 面对巴里克的挑衅 灵异只是淡淡道 他还道歉我一百多条命 你是来帮他还的 巴里克 明显被灵异对得难受 但他不是敌让的重猛夫 背击一击就陷入暴墓 你的那个技能 得确很强 但是你现在应该用不了了吧 巴里克眼窝深陷 一双如同突鹫般的眼睛 盯着灵异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把你这个技能废掉好了 巴里克应笑一声 裁判 我要使用中卫组选手的 禁用权限 我要禁用他的 弹指技能 同时 也要禁用他的那个名位 引力领域的技能 最后 我还要禁用他的武器 以及他身上穿戴的任意一件装备 他很谨慎 既然掌握优势 那他就要发挥到极致 灵异的四个禁用栏 他全部利用上了 巴里克细血地看着灵异 很想从灵异脸上 看到名位慌乱的神色 然而 他在灵异脸上 也看到了 跟他几乎一模一样的表情 灵异心中想笑 怎么会真的有人 绊掉自己的普攻啊 没了弹指 灵异还有一万种方法 能够秒杀巴里克 别人可能会害怕 自己的招牌技能被禁用 但对灵异来说 这个最不利的规则 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 他就没有不招牌的技能 手里的牌石 再太多了 现在出哪张 都是王炸 巴里克脸上的笑容 缓缓消失 甚至有些不自信了 他之所以敢挑战灵异 不只是愤怒使然 更有把握 确定灵异失去了弹指 就不会那么可怕 现在灵异的反应 直接给他整得不自信了 哼 故弄玄虚 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巴里克冷哼一声 与此同时 主持人阿亮也开口道 巴里克选手十分稳健 在赛前 他选择禁用了灵异选手 那个很可能限制 很大的杀手锏 与此同时 更是禁用了另一个名 较引力领域的技能 看来在刚才他的弟弟落败后 他仔细研究了灵异选手 现在是有备而来 按照本次比赛的规则 他的禁用申请 通过了我们裁判组的审核 灵异选手 请你脱下穿戴的武器 以及随机一键装备 与此同时 在接下来的本场战斗中 请不要使用技能 弹指 以及技能 引力领域 如果违规使用这两个技能 当场叛復 原来禁用技能 完全是靠自觉限制 灵异还以为整个擂台 有什么牛逼的法阵 能够做到针对性的 禁止使用某个技能呢 灵异左手扯下套在右手上的 祭灭之手 随后又随便脱了一件 永恒安息套装的装备 然后交给了擂台下待命的赵恩全 赵恩全看到 祭灭之手的时候 眼前一亮 但当看到灵异还 穿着一件白荆棘的装备后 神色诧异 啊 你怎么还穿着这种垃圾 灵异也挠了毛头 他真不是怠惰 只是近期 他真的没有一颗时间 是真正属于自己 随心所愈安排的 他也没时间去 神霄的装备副本 刷一套像样的 则 刷装备还是太慢了 后续直接买好了 灵异如此打算着 场上的裁判 却不会给他时间 主裁判做了个手势 試一赛前准备流程 已全部就绪 请双方选手各就各位 比赛将在十秒后开始 主持人阿亮一声令下 大屏幕上 也开始出现倒计时 巴里克右手一伸 从背后取下那把 长约一米半的巨型复合弓 弓弦被他拉满 一道完全由 风元素凝聚而成的箭矢 缓缓浮现 与此同时 巴里克身后的虚空中 也开始走一根根 翠绿色的箭矢 凝结而成 灵异皱眉 裁判 他的意思很明显 现在比赛还莫开始 对面 就使用技能了 这不犯规吗 莫等裁判开口 巴里克就轻面一笑 你不会连规则 都莫看吧 这时裁判 也开口到 比赛进入倒数阶段之后 不允许立刻对对手 发起攻击 但允许使用蓄力型的技能 巴里克选手 定位为规 比赛继续 灵异闻言 心中了然 还能这样 这一阵说话的功夫 灵异就发现 巴里克的这个蓄力技能 竟然以金兆 换出了数百根 缠绕着疾风之力的箭矢 箭矢悬浮在空中 轻轻颤动 只等到即时结束 估计就会离心而出 即时而来 巴里克选手 使用了技能 暴风剑雨 这是一个风灵射手 独有的蓄力型爆发技能 随着蓄力时间的增加 能够不断照换出 越来越多的风之矢 同时 每根风之矢的速度 威力都会增加 跟随阿亮的解说 一起出现的 还有大屏幕上 给出的相关数据 暴风剑雨 风之矢数量 532 理论伤害 498万 灵异当然也看到 这一串数据了 不愧是风系技能 即使到了六阶 这个巴里克还 竟到五级了 却还是这么刮沙 每一根风之矢的 理论伤害 甚至不足一万 乐 玩风系玩的 不过风系频率高 攻速快 段数多的特点 完美保留了 五秒的时间里 巴里克选手 召唤出了 五百多只风之矢 按照这个进度 当道即时结束 他这一次技能 就能是放出 上千只风之矢 确实恰如其名 与此同时 其理论伤害 也将突破千万级 擂台上 随着风之矢的 逐渐增多 巴里克周身 都萦绕着翠绿光芒 观众席上 的咖喱国观众们 全都兴奋起来了 有的甚至站起来 高声呼喊 射死他 巴里克 加油 把他也射成肉泥 给你弟弟报仇吧 而另一边 大厦的观众们 就有些紧张了 林队长被 ban掉了两个关键技能 脱下了两件装备 这还是一场双 远程职业的对局 比的 就是瞬间爆发 不存在长手 打短手那中风争战术 巴里克也笑了起来 千万级的技能 你以为只有你有吗 别太狂妄了 五秒之后 就是你暴毙之时 你可千万别选择认输了 林一也笑了 早说啊 能这么晚 我也希望 你不会提前认输吧 下一刻 林一一招手 他的身前 一团火焰凭空出现 巴里克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 怎么 自暴自弃了 面对我 你用出了最低级的火球术 巴里克的话刚刚说完 瞬间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来 眼前的火球 树散发出的光芒 也从淡淡的橙红色火光 变成刺目的黄光 X8966 林一的眼前 浮现了一串数字 他刚才的 却是使用了一个 最低级的火球术 但是下一刻 这一发火球 直接子子孙孙 自我复制了8966次 瞬间 他身边围绕住的技能 就变成了8966枚火球 以灵一目前多火元素的掌控力 同时操控这8966枚火球 让其隐忍不发 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还远远不到灵一的极限 灵一再次一招手 又一个火球术 被他用了出来 X9423 随后 是第三个火球 X9964 第四个 X9175 四发火球 被太初混沌 触发自我复制 多重施法后 数量暴增到接近四万 散装尽咒 也不过如此 巴里克人都傻了 只是眼前一花 对面的法师 就召唤出了成千上万枚大火球 他刚才有多么看不起 灵一的这个火球术技能 现在就有多小丑 一发火球 术雀实弱 但是现在这大厦小子 到底召唤出了多少发火球 他不知道 因为灵一已经消失了 被接近四万发火球 包围其中 他整个人都进门于一片 炽热灿烂之中 刚刚巴里克身边 环绕无数风之时 看起来拉风无比 而现在灵一身边的火球 已经不只是 让他拉风了 而是无法直视了 抱歉 我的特效在你之上 灵一选手 以牙还牙 他似乎也有蓄力技能 火球 到处都是火球 他整个人都已经被他召唤出来的 无数火球术包围了 这 这难道是一个防御技能 只要环绕 在我身边的火球足够多 你就伤不了我 灵一都有些佩服阿亮的脑洞 不过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他现在这个被火球淹没包围的状态 其他那些有弹道的技能 还真的打不到他 除此以外 就算是没有弹道 类似灵一弹指 这种技能 也没办法在四万多个超量电灯 炮七七开启的情况下 瞄准他 多看一眼 说不定都会下 巴里克紧张万分 甚至在想要不要谨慎一点 趁现在比赛东莫开始 就直接投了 至于给弟弟报仇的是 此刻已经被眼前的阵仗 下到九霄云外了 但阿亮的几句话 让他又感觉 是不是对面的这个技能 是不是徒有其表而已 没错 他不会蠢到任为灵异的这个技能 是真的用来防御的 但很可能 却是用来唬人的 试想一下 就是他能够顺发火球术 又怎么 能够同时顺发如此数量的火球术 就算可以 他哪来的这么多法力值 所以 这个技能很可能只不过是看起来吓人而已 实际上的威力 也就是火球术级别 而 大屏幕上的数字 倒数到了2 巴里克的眼神也亮了起来 他再次确认了 自己这个灵光一现 很可能就是真相 好险 差点就中了这个狡猾的大吓人的攻心术 太卑鄙了 一 比赛开始 随着到计时的结束 巴里克的暴风剑与蓄力 也正式结束 上千跟风之时 对准那一团光亮的正中心 猛然射来 灵异眉毛一抬 你竟然没有直接认输 作为一个脆皮 攻守职业 我敬佩你的勇气 巴里克冷笑一声 灵异说的越多 在他看来 就越暴露出他的心虚 去死吧 人都是盲目的 尤其是在孤注一掷 坚信自己所坚信的事物 一定是真实的时候 只不过巴里克的坚信 崩塌的速度 远超他建立起来的速度 上千之风之时 淹没在那一片刺目的火光中 再也没了声息 这意味着什么 巴里克瞬间就明白了 那不是假象 他的对手 也没有故弄玄虚 一切都不过 是他自己的意想罢了 但你的愚蠢 比起你的地点 犹有过之 灵异的话语 犹如丧钟 乍想在巴里克耳旁 他嘴巴长大 立刻就准备投降 然而 晚了 澎湃的热浪 吞没了一切 四万发火球术 在一刹那间 散开 因为数量实在太多 收集信息的系统 都接近当机 大屏幕上 这一刻也才出现 灵异技能的详情 火球术 火球数量 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八 理论伤害 八千零四十六万 散开的火球 包围了整个擂台 甚至填满了 灵异头顶的一大片天空 宛如满天繁星 随后 恐怖的频率 轰击在巴里克的身上 扑扑扑扑 单发火球的伤害 在灵异脱下 寂灭之手后 其实并不高 也就有两千出头 但恐怖的数量 足以抹平质量上的差距 说是散装尽咒 一点也不畏过 更何况 轰击瓶帅极快 几乎是瞬间 就有数百发火球 如同连珠炮一般 打在巴里克的身上 所有授机判定 都是有僵直效果的 而攻守系职业 并没有战士系的 霸体类技能 所以 巴里克到了嘴边的 投降宣言 也说不出口 整个人都在 无比鬼畜地抽动 这是灵异刻意为之 他本可以一口气 让三万七千多发火球 全部同时命中 但谁不想看一场烟花呢 短短半秒过去 巴里克的血量 就被清空 他整个人倒在地上 身体还在不断抽动 擂台自带的锁血机制 让他成为了一具 尚且活着 但求死不能的尸体 接近四万发火球 排着队壶到他脸上 进行惨无人道的鞭尸 这一次 不需要灵异亲口提醒裁判 场边负责维护 相关比赛设施的工作人员们 就全都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 此刻擂台下方的生命 维持阵法 也像过年放的鞭炮一样 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 主擂台理论对选手的防护极限 大概是一亿伤害 谁都没想到 淘汰赛第一天 就有选手能用出一个 理论伤害八千多万的变态技能 赶紧宣布结果 让他收手吧 不然 镇法每报废一个 就多一笔维护费 主裁判直到听到耳旁 传来维护组的人 高声地喊叫 才摘下墨镜 眯着眼看向擂台上方 刚才太亮了 眼睛都快瞎了 不得已才戴上了墨镜 只不过擂台上 普通奈尼死狗 一般在不断抽动的巴里克 还是让这裁判脸皮跳动 太惨了 这边湿的场面 当裁判这么多年 他也是平生警戒 巴里克选手 再其不能 失去战斗能力 灵异选手获胜 裁判吹响哨上 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方 观众席上 咖喱锅的座位中 无数观众的表情 像吃了屎一样难受 灵异的大臣墨树 有点持久了 他们的选手 连着两场 叫削着要挑战灵异 但连着两场被秒杀 太丢人了 他们都感觉有些无敌自容了 反观大厦观众这边 人人脸上都乐开了花 如果说面对敌让时 灵异给他们 展现了一波极致的秒杀秀 那么现在的这场烟花秀 他们更加喜欢 灵异选手 那个 你已经赢了 能取消掉你这个技能吗 主裁判姿态放得很低 话语中都带上了 一点恳求的意味了 灵异用看待脑残的目光 看向裁判 那表情就像 为你拉出去的屎 还能缩回来一样 直接给裁判整郁闷了 其实灵异当然是做得到的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 一个蓄力技能 而是真正的 三万七千多 发火求术 谁家普通发尸 能够做到同时操控 如此恐怖数量的火球术 不发射出去 只是环绕在身边啊 既然都能做到隐而不发 自然取消技能 也不在话下 只不过灵异不想罢了 他也不想暴露出 自己对火元素的掌控 如此逆天的事实 即使裁判已经宣布了 灵异获胜 他也没有走下擂台 因为主持人阿亮 带着几个摄影师 走上擂台 恭喜你 灵异选手 你在进入淘汰赛的表现 和定组赛的表现 简直是判若两人 今天的你 展现出无比恐怖的压制力 距离能构解所主 动挑战中卫足的选手 也仅剩一场胜场了 我们打算对您进行一个 简短的赛后采访 方便吗 灵异不置可否 阿亮看灵异没有拒绝 就立刻到 灵异选手 我们最大的疑问在于 为什么你在定组赛中 没有展现你真正的实力呢 灵异面 对这个问题 其实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强者总会给自己 增加各种限制和难度 如果不这样 这比赛也太无趣了 灵异此言一出 瞬间引发了 无数观众的掌声 阿亮恍然 所以 你是再给自己增加难度 按照我们本届比赛的赛制 除了竞用技能和装备以外 高位组的选手 在跟你战斗的时候 更能够享有 神秘的主场加成效果 你就不怕翻车吗 灵异还没有看过规则书 所以她也不知道 原来高位组的选手 除了拥有竞用权以外 竟然还有这种加成 但是 在这个赛制下 你也不能说她不公平 毕竟分组赛的目的 就是给选手做区分 让比赛的矛盾冲突 更强烈 你掉到低位组 自然只能选择挨着 哦 那求之不得 灵异的回答 依旧是那么狂 阿亮都有些头皮发麻 这货也是个采访鬼才 看来今天采访到这里 应该也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 就此打住吧 最后 拿下今天的两场胜利之后 你有什么 想对其他选手说的吗 灵异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把目光 投向了在擂台远处 隔离县外 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来回夺步的 咖喱国代表队的 其他几名队员 那些人看着擂台上 正在被不断鞭尸 依旧没有脱离苦海的巴里克 嘴里正在鸡里刮啦 说着灵异根 本听不懂的语言 看到灵异看他们 几个人也对灵异默而视 眼中要冒出火来 你们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灵异忽忽然开口 让那几个咖喱国的 职业者愣了一下 那大下人说的什么 几个咖喱国队员 更加恼火了 他们虽然听不懂 但是那大下人 绝对没说什么好话 就在他们抓耳挠腮 打算找个翻译的时候 他们发现 已经不用翻译了 因为擂台之上 灵异抬起了右手 对住天空 竖起了一根拇指 随后 手腕一转 拇指向下 话听不懂 但这个手势 没有语言的限制 下一刻 全场十万人 齐声惊呼 大屏幕上 灵异的所作所为 被完整记录 他身后 还是倒在擂台上 不断抽动的巴厘克 他就直接比了 各仅次于 国际友好手势的 弱爆手势 狂 太狂了 这真是没把整个 咖喱国代表队 放在眼里 好像我们的灵异选手 不太友好啊 开玩笑 他一定在开玩笑 阿亮尴尬地掩饰 灵异摇头 不要误会 我并没有特别 针对咖喱国代表队 阿亮文言 心中烧鞍 还好 看来这小子 还是有分寸的 不至于把事情做绝 让咖喱国代表 队彻底丢光所有面子 不过下一刻 灵异说出口的话 又让他彻底目瞪口呆 我是说在座的 其他代表队 也是垃圾 休息室内 赵恩全人都傻了 不是 这也太嚣张了 哈哈 不愧是队长啊 郭英龙也笑了 队长太猛了 我要是这么强 我比他还狂 关心五眼经理 就差出现小星星了 坐在那里 漠不作声的丁月 此刻心中也满是羡慕 他人典型的 要强行人格 灵异这种 直接开群潮的举动 是他想做 但不敢做的 好了好了 灵异选手 请你去休息吧 阿亮有点慌 他后悔了 灵异耸耸肩 走下擂台 他还是有些遗憾的 灵异不是那种 狂妄到眉边的人 刚才他的发言 单纯只是希望 还有人会计 续上头挑战他而已 再赢一把 他就能主动挑战别人了 不用这么被动了 可惜他没有如愿 趁着采访的功夫 那接近四万发的火球术 也终于打完了 巴里克浑身焦黑 都快变成炭了 那几个围在场边的 咖喱国队员 连同医护人 原才蜂拥而上 对他施救 十多分钟后 咖喱国病房中 病床上 躺着巴里克和迪让两人 两兄弟就是要 整整齐齐躺板板 现在全都生命垂危 插一口气就要去世 光是要吊住他们的命 都是一笔恐怖的开销 更别说继续战斗了 他们已经等同医被淘汰了 后续的团队赛 也无法参加了 等于他们咖喱国代表队 先天要比别的国家队 少两人 气死偶脸 太狂妄了 太嚣张了 就没有人能制止他们 我大开离国的两位青年才俊 竟然会被打成这样 废物 饭桶 你们就没有人能制止他们 啊 一个身形矮胖的中年人 大发雷霆 训斥着其他八人 位守的咖喱国队长 立刻出声 阿库里外长 是我们准备不充分 小看了他 后天开始 我所在的高位族 就能够参战了 我保证把他拿下 拉库里眼神森然 目光在八人脸上扫过 今天发生的事 已经让咖喱国 高层知道了 这种有损国家颜面的事 自然让他们愤怒不已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找回场子 队长 不需要您出手 我今天下午 就能让他 也无法继续战斗 忽然八人中 排在末尾的一个小个子 举起了手 星格 他是谁 拉库里看了过来 咖喱国队 常星格连忙道 外长大人 他叫莫迪 莫迪 你为什么敢这么说 你能赢他吗 被称为莫迪的小个子 挺凶惠报道 我没办法赢他 但能够做到 让他跟我一样落败兵死 拉库里眉毛一台 星格也若有所思 我拥有一个S级的天赋 叫做以牙海牙 这个天赋 对我这样的枪手职业者来说 很激烈 平时也没有用到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情况 就很合适 星格作为 咖喱国队表队的队长 对自己手下队员 还是有了解的 很快他就眼前一亮 开口道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那个 叫以牙海牙的天赋效果是 当你受到伤害时 会对伤害来源 也造成50%的真实伤害 对吧 莫迪点头 没错 所以 我打算当一个自爆炸弹 只要他敢 对我使用那些理论伤害 突破千万级的技能 我死 他也要跟着死 拉库里眉沉的脸色 终于缓糊了一些 好 莫迪你很勇敢 如果你成功了 无疑是大功一剑 我们会额外奖励你的 莫迪的毒计 深得拉库里的欣赏 这年头 敢于牺牲自己的年轻人 不多现了 莫迪在整个咖喱 国队屋里 十里也就中下游 甚至不如巴里克 以他这样的下等马 要是真的自爆 跟灵异这匹天马 一换一成功了 简直血转 半个小时候 擂台之上 灵异缓缓走了上来 说实话 他都有些意外 在前两轮展现实力 然后又当重群朝 所有其他国家代表队后 当时都没有人再挑战他 他都放弃了 认为起码今天之内 应该打不了第三场了 谁知道刚回休息室 没多久 就又收到组委会官方的通知 让他准备比赛 按照规则 他其实是有 接近二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的 但灵异选择不休息 直接参战了 这么快就想到 应对我的办法了 还是说 你们咖喱队的所有人 都是大脑发育不完全 就是投铁 喜欢一个一个送 灵异看到自己的对手 又是咖喱国队伍中的 艺人时 不由地发出感慨 就算是感慨 也让场边的 咖喱国代表队 其他队员 急得又是一阵 抓耳挠赛 激里呱啦地破口大骂 这一次 他们请了翻译 急急急急急 不仅打 不过这个可恶的大吓人 骂也骂不过 阿亮已经有些怕灵异了 原本按照比赛流程 为了节目效果 他都会选择赛前拱火 尤其是灵异这重主动 开始说赛前垃圾话的 他更加喜欢 现在他完全不敢多说什么 反而直接询问灵异的对手 莫迪选手 你也是中卫组的选手 是否要使用禁用权限 现在你可以禁用 灵异选手的五个技能或装备 莫迪故作思考一番 随后开口道 我要禁用他的弹指技能 引力领域技能 以及包括他武器在内的两件装备 最后 还有那个名叫 太初混沌的技能 只要是曾在擂台上 使用过的技能 都会被记录下来 其中当然也包括被动技能 这也是为了给 所有国家代表队的教练组 管理层方便复盘 研究对手 在灵异摊牌 不装了之后 他现在已经成为 所有其他代表 对手要研究针对的对象了 被疯狂针对 是肯定的了 好的 灵异选手 请你按照规则 禁用技能 以及脱下装备 灵异摇了摇头 太初混沌 是一个无法关闭的被动技能 我没办法不用他 这也是太初混沌 这个技能最大的弊病 很容易让灵异掌控不了力度 造成大炮打蚊子的局面 阿亮看向裁判组 主裁判跟机卫检验员 交谈一番后 点了点头 经过我们的裁判组确认 灵异选手的技能 太初混沌 的却是一个 不可关闭的被动技能 按照规则 本次咖喱国选手 对该技能的禁用失效 且不可重负提交禁用申请 莫迪脸上露出一丝 懊恼的申请 然而心里却因笑了起来 计划通 咖喱国的休息室中 外长拉库里 嘴角也勾起一丝笑容 他们早就猜到 让灵异能够瞬间 用出如此多火球术的技能 应该是一个被动技能 所以 他们故意让莫迪提出 禁用这个技能的申请 如果是能禁用的技能 那太好了 他们直接废掉 灵异一个核心被动 如果不能 也能营造出 他们禁用失误的假象 诱导灵异继续使用 那夸张的满天火球 然后利用反伤 将他一波带走 双方就位 十秒后 比赛开始 大屏幕开始倒计时 灵异看着莫迪 漠然不语 他本能地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 所以 他从刚才 目光都没有离开过莫迪 全知之眼 观察莫迪的生命值 属性这种信息 很快就会提供反馈 但更详细的技能 乃至天赋 是要花个十多秒的 很快 灵异就看到了 让他觉得异样的来源 心中不由地 生起一丝同情 一个同样是脆皮的 枪手职业 竟然拿到了 这么鸡肋的反伤天赋 也太惨了 这天赋 要是给一个防御型的战士 歧视职业者 就很神了 知己知彼以后 灵异勾起一丝笑容 怪不得 还敢挑战自己 这是得自己 送了个自爆炸弹来了 下一个瞬间 灵异就想到解决办法了 灵异忽忽然抬起右手 火球术 X9666 X9241 X8123 灵异的身边 再次多出了 满天灼热的火球 莫迪健壮 整个人都快压抑不住兴奋了 观众席上 大厦观众们齐声欢呼 这种场面 果然他们看多少遍 还是会觉得震撼 根本不会念 拉库里和咖喱国代表 对对常心格 甚至已经站起来了 对 很对 就是这样 用你自己的火 点燃莫迪这个炸弹 跟他一起去死吧 一 比赛开始 倒计时归零 数万火球术 如同流星般坠落 莫迪露出宛如 抖M般变态的笑容 甚至以金章开手 迎接自己的末日了 然而下一刻 他就看到拿满天飞舞 朝他射来的火球 像是泡沫般 尽数破碎 消失不现 只剩下灵异笑嘻嘻地看着他 逗你完的 你这么兴奋感吗 莫迪双手张开 脸上出现的狂热表情 彻底凝固了 汹涌的热浪 因为灵异取消技能而消散 他感觉自己像个 有妄想症的智障 逗 逗你完的 主持人阿亮一脸猛逼 他本来都做好了 灵异又是光速解决战斗的准备了 却没想到 灵异竟然在比赛开始后 主动取消了自己蓄力已久的技能 怎么回事 灵异是看出什么了吗 赵恩全眸光深沉 其实他之前 也察觉到 咖喱国连续三次挑战灵异的蹊跷了 尤其是在目前 灵异展现出来的实力 近乎是断层碾压的情况下 海头铁上来送 太可疑了 他也提醒过灵异了 但最后战斗如何发挥 还是要看灵场 擂台上 莫迪放下了张开的手 指着灵异 拟了个半天 他都快急死了 本来计划都快成功了 他也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了 最后灵异 撤回了两万多打火球 直接给他整不会了 场边的主裁判 也是满脸怨念 尼特摩不是说用出来的技能 就说不回去了吗 现在拉出来的屎 还不是缩回去了 真是可恶啊 对于我没 能用火球术送你上路 你似乎很失望 别急别急 我保证让你完成心愿 体会到巴里克的快乐 莫迪咽了咽口水 他感觉自己还能抢救一下 但是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东西 似乎又显得自己更加小丑了 所以 一时间 他还真的想不到该说什么 灵异也没有戳穿他 只是再次抬起手 只不过 这一次 他使用的技能 不是火球术了 但同样未接也不高 召唤 死灵法师 这是死灵系的三阶技能 灵异上一次 使用这个技能 还是神考时 他测试死灵空间的时候 随着灵异心念一动 一道散发着漆黑斜光的法阵 在他身前浮现 随后 一名古兽如柴 身上的法袍 都已经破破烂烂的死灵法师 从法阵中爬了出来 啊 一声叹息 从他腐朽的喉咙中发出 两朵蓝色的鬼火 也在他都冒下的眼眶里亮起 X4396 灵异眼前浮现一道提示 多重施法 额外赠送4395只骷髅法师 而灵异的施法却 根本没有停止 他目前 只需要动个念头 这种低阶法术 就是十连发 X3369 X4086 X3994 灵异眼前也瞬间浮现了 一连串的太初混沌出发的 多重施法提示 下一刻 以灵异为中心 超过4万道 闪烁着黑色斜光的法阵 突然出现 因为数量时 在太过庞大 大多数法阵 甚至以金阔 斩到了擂台之外 遍布偌大的 蓬莱岛进机场中 象征着死亡的气息 从4万道法阵中阔散开来 让在场的所有观众 全都心弦震战 大夏天的 怎么气温骤降这么多 啊 密密麻麻的死灵法师 从法阵中爬出 一时间 整个竞技场 都变得无比阴间了起来 所有死灵法师 都被召唤出来之后 被这些可怕的怪物 围在中央的灵异 看起来比反派还像反派 莫迪大脑已经当机了 被死灵怪物包围 不知所措 死灵系技能 没想到灵异选手 还拥有死灵系技能 我的天 他到底召唤出了多少只死灵怪物 这是把一支军团 带到了我们比赛的现场吗 所有人都被这阵仗下得不轻 甚至观众 闷连鼓掌都忘了 但灵异没有墨迹 右手朝莫迪一指 下一刻 无数死灵法师 空洞眼眶中的鬼火 就更亮了几分 四万死灵法师 奇奇迎唱起来 短短一秒过后 全场再次被灿烂的火光照亮 火球术 四万火球术 这一刻 再次划过天界 飞向擂台上的莫迪 不要 救 莫迪的第二个字 都莫从嘴巴里说出口 就被一片火海淹没了 我说过 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的 你看 这不就给你安排上了吗 灵异说话的声音 淹没在一片炽热明亮中 巴里克承受的是 连续数分钟的火球极形 但莫迪要轻松得多 四万多火球 是同时爆发的 所以 它一瞬间 就被烧成飞灰了 与此同时 整个擂台下方的生命 维持阵法 全数崩溃 啪啪啪啪的声音 如同放鞭炮一般 火球术 死灵法师 火球数量 四万一千九百六十四 理论伤害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随着主持人阿亮的解说 一同出现的 还有大屏幕上 灵异所属召唤物的 简要信息 在场的无数死灵法师 血量都不满 似乎是受到了 什么伤害一般 随后 莫迪的反伤天赋 也被赛事官方贴了出来 灵异选手 应该是提前发现了 莫迪选手的反伤天赋 所以 才撤掉了他自己使用的技能 召唤物用出的技能 伤害来源是召唤物本身 所以 灵异选手本人 安然无恙 这是何等敏锐的战斗嗅觉 阿亮炎壁 擂台上火光散去 让所有人都胆寒的一幕出现 跟巴里克相比 那多出来的四千多发火球数 成为了压死骆驼的稻草 擂台生命为持法阵 最后一个也破碎之后 莫迪便一堆黑灰 被风一吹 彻底湮灭 莫迪 死亡 再也没有抢救的机会 现场只剩下灵异 和密密麻麻的死灵法师 灵异眸光冰了 再次看向 咖喱国代表队的方向 谁还想死 尽管找我 我一定满足 这一次 原本骂骂咧咧的那些 咖喱国队员 集体晋升 他们是真的怕了 因为他们之中 真的有人死了 在灵异面前 赛事组委会 也救不了他们 随后 灵异的目光 又在后场备战的一众中 为足悬手身上扫过 只要灵异看到哪里 几乎清一色都缩着脖子 低着头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自尊 在实质化的死亡化身面前 没有任何意义 灵异顿感无趣 失去了对战的兴致 反正现在三胜已经到手 等明天高位组的选手下场 再说吧 再次回到大厦队休息室 灵异能够感觉到 不需要所谓的立位 也不需要什么资历 现在队里的其他九人 已经承认他的队长资格了 起码在实力上 不会质疑灵异了 就算是之前对灵异破 有微次的丁月 现在也不敢大声说话了 毕竟灵异陷在身上的杀气 可是实打实的 看到灵异回来 赵恩全笑道 今天之内 绝对不会还有人敢挑战你了 其实咱们今天基本没什么比赛 除了你以外 也就丁月上午挑了个 低位组的选手淘汰了 其他人都没有比赛 明天也依旧是中位组 挑选低位组灭菜 按照规则 除非真的还有人敢挑战你 你就只需要挑一个中位组的人 完成一场对战即可 等到后天 高位组的选手加入战斗 那才是真正的厮杀开始 灵异点点头 问道 赵领队 能跟我介绍一下 这次比赛 其他国家代表队的夺冠热门吗 赵恩全一愣 死 这已经是在研究决赛的对手了吗 呵呵 已经在研究决赛圈的对手了吗 赵恩全直接笑了出来 灵异不置可否 但但道 我只是想趁高位组 和高位组的彻底碰撞之前 先把几个威胁大的废掉 赵恩全一愣 他不是想研究十六强之后的对手 他仍想直接把这些对手 统统做掉 我说过 我会让这一届比赛 十个名额都归属大侠 我不允许意外发生 灵异的表情 认真的可怕 这其实 也是他在给他之前 定组赛糟糕的表现做补偿 但当时灵异说出来 其他九人只会觉得是场面话 现在灵异再次强调 就说明 他人认真的了 并且 他还真的有可能做到 赵恩全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开口道 首先 所有代表队的队长 实力应该都是他们国内 青年一代的最强者 实力全都不可小觑 他们也是我从一个多月前 参赛名单彻底敲定之后 主要研究的对象 即使如此 我对个别夺冠热门的研究 也不够全面 毕竟没有对等水平的实战 他们藏住的东西 也无法暴露出来 就像你一样 今天之前 谁又能想到 你翻手间 就能召唤漫天火雨 骷髅大军呢 就叫我都不知道 赵恩全说着说住 自己都笑了 随后 又继续正色道 当然 不排除他们 藏着什么秘密武器 将在某方面 实力更强 或是像这个莫敌一样 有七招的人员 安插在队伍里 只能小心胃上 晚些时候 我把我这一个月 整理出来的一些 情报会总起来 给你送过去 现在今天的比赛 也算结束了 大家都回宿舍休息吧 对了 灵异 我拉你进去 有什么通知和消息 我也会在群里提醒你们 如赵恩全预料的那般 直到第二十个 被淘汰的倒霉弹出现 都再也没有人 敢惹灵异了 晚上九点 灵异也收到了赵恩全 给他发来的 打包信息合集 花了半个小时 灵异先看完了 具体的比赛规则 又挨个看完了 被赵恩全 重点标记出来的对手 心里有了数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上九点 淘汰赛 第二个比赛日开始 昨天灵异三场比赛 所展现的统治力 也让整个赛事热度 被推向了巅峰 毕竟之前青年职业者比赛 并不是全球职业者奥林匹克赛 所以在大厦国内的关注度 也就只是千万级 但灵异的横空出世 让此刻大厦国内的观众们惊觉 他们国内年轻一辈 竟然有如此人物 所以 整个比赛的收视率 开始一路飙升 此刻蓬莱岛场馆外 都多出了很多 慕名前来的观众 哪怕看不到场内的情况 感受气氛 也让他们陶醉其中 赛事组委会议方 也深谙流量之道 九点开赛之后 灵异竟然直接被安排到 第一个登场 今天 他拥有主动 挑选对手的权利了 灵异选手 按照规则 今天 你至少需要对战一场 才能够晋级明天的轮次 请注意 你现在仍然处于低位组 如果你在今天的比赛中战败 同样会被淘汰 请慎重挑选你的对手 昨天的比赛里 灵异费掉了三个中位组选手 后续的比赛 也有三个人翻了车 背下位组的阴望 灵异看向在备战区等待的 19名中位组选手 几乎是他看到谁 谁就会低下头 不敢跟灵异对视 有些人甚至吓得瑟瑟发抖 挑来挑去 最后灵异都有些不耐烦了 随手一指 那个谁谁谁 救你了 阿亮都有些无语了 大哥 我刚刚说的慎重考虑 你完全莫听进去是吧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被灵异随手点中的倒霉蛋 在确认灵异选的就是他之后 双眼一翻 格尔当场倒地 你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被吓到昏厥 还是失从灵异 破真演技 总之 灵异今天必须要战斗的第一场比赛 一对手被当场吓晕草草收尾 虽然今天已经收工了 但是 灵异本着来都来了 不打哭几个人 等于白来的想法 不仅没有下台 反而是开始变着花样地 挑选自己的对手 那个谁 别看了 说你呢 你刚才在听到我点别人的时候 笑了对吧 来来来 上来 我这个人 就喜欢给别人带来笑容 被灵异点中的这人 瞬间笑容就消失了 哭得心都有了 我认输 开玩笑 上去之后 那大厦人给他带来的 就不是笑容 而是英容了 接下来的数分钟里 灵异又点了七八个人 这些人无一例外 一个敢站上台的都没有 最后还是 赛事组委会看不下去了 把灵异这尊活严望请了下来 他一个人在这么多的时间里 就让十个人 从中卫组 跌下低卫组了 再继续让 他在台上 今天这比赛也别开了 灵异一个人 光速通关十九个中 卫组选手就行了 虽然战斗没有开始 但是观众席上的 正确爽风了 我宣布 这是本届大赛 迄今未止 最有乐子的一幕 我愿称之位 不可复刻的名场面 阎望点名 笑死我了 这就是我一哥的压制脸 昨天还看到几个 不知道是小黑子 还是行走的50W 在网上发的逆天言论 说我一哥虐菜 有什么意思 他马的 虐菜没有意思吗 我觉得超有意思啊 直到第二天 比赛日结束 灵异也莫能 真的跟谁打一场 不仅如此 晚些时候 赛事官方 更是发了一则通告 关于队大夏代表 队队长灵异选手的 分组调整的通告 通告刨去前夕和官话 主要内容 就是把灵异从低位组台 到了16强 没错 甚至都没有 把他抬到高位组 而是直接内定 进了16强 放在网时 不说这种大型国际赛事 就是哪个地方 举报的某某呗 官方搞出这种内定的操作 都要被观赛的人 喷得体无完肤 然后被打入野鸡比赛的行列 但有关灵异的这条调 整通告一出来 下方的评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理解 合理 真正有意见的 也只会是大夏以外的观众 并且 只要敢在下方评论里 说一句不公平 黑幕之类的话 马上就有大夏观众 根据这些评论的 IP和国籍 开炮嘲讽 你家选手要真的牛逼 为什么灵异点到他名字的时候 他处在那里当鸵鸟 所以 你后面两天的比赛 就不用参加了 爽呀 躺在床上 灵异和南宫灵 有一搭没一搭的撩住 是啊 也得了便宜还卖乖 直接保送16强 当年我参赛的时候 打进16强 都累死了 这两天你就安心看你 其他队员比赛就行了 然后等会喊 有个惊喜给你 我去洗澡了 待会聊 灵异关掉手机 下一刻 手机却震动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灵异傻了 明伟号4396届记卡账户 于8月28日收入 国际汇款 蓝星币3亿 交易后于 额357101359.27 大夏银行 我去 南宫灵说的惊喜 原来是指这个 这应该是之前赢下来的 那12亿的一部分 没想到南宫灵这么快 就能转给自己了 嗯 应该说 这笔钱 不是经他手转给自己的 从境外汇款来看 应该是他操作了一波 在确定洗清嫌疑之后 转给了自己 灵异瞬间就精神了 钱是 他是个普通社畜 卡里的钱别 说一了 就连破万的时候都很少 这一事 虽然 他搬赚一整天 赚的钱 也以千万计 但千万合一之间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更何况 算完汇率之后 加上之前的积蓄 卡里的余额足 有3.5个亿 原来天降横财 真的能让人喜不自胜 思来想去 灵异的理智告诉他 这笔钱用来买技能书 装备 或是稀有材料 才算是收益最大化 但一瞬间 有了这么多钱 不花一波 他浑身难受 打开天赋界面 灵异看了眼 现在自己一天能够挂机 得到多少技能点 本身一天24小时 他得到的技能 点是86400点 现在有了8节光益次服的效果 加上几个称号叠价 灵异现在一天挂机 获得的技能 点是126654点 那么一次十连课机 算上额外赠送的一天 就能拿到1393191点 购买一次挂机 奖励消耗 86.5万大下币 随着之前几次课机 现在购买一次的价格 也即将突破百万级了 叮咚手机信息响起 收到我给你的惊喜了吗 灵异拿起手机 回复道 要不见面说 不用 咱们走的通讯方式 是神霄独有的加密通道 区区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的官方 还截胡不了 我跟你的聊天记录 灵异闻言 悄悄放心 他可不想刚到手的3.5个亿 就因为自己浪了一波 都打水漂了 收到了 怎么这模块 就搞定了 委屈表情 因为我最后 还是做了洗钱的事 常规洗钱手段 赛事官方要查 还是能轻松查出来的 你知道我怎么帮你洗的吗 怎么洗的 嘿嘿 我找人在暗网上 发布了各悬赏 三个一栏新币的暗杀任务 那任务的暗杀目标 是咱们神霄收尸人队伍 本来也要除掉的 一个狗汉奸 现在那狗汉奸被杀了 人物奖励 是由暗网的人发给你的 同时 神霄那边的人物奖励 我也领到手了 嘿嘿 代价也就只需要支付一点佣金 给负责给我洗钱的那伙人就行 当然 我只需要用一点换术手段 让他们以为我给过钱了 然后再洗掉他们的记忆就行 林一看完 目瞪口呆 还有这种操作 你别说 牵扯到暗网之后 开盘的赛事官方 估计也真的不好继续深究了 更何况 做这件事的人 还被洗掉记忆了 男公林也是赚麻了 等于完全白嫖了一个任务奖励 天才 高 实在是高 拇指表情 嘻嘻 我也赞叹我 这个聪明的小脑瓜呢 剩下那九亿 我准备也看情况 用这个方法给你洗了 如果不行 我再想别的办法 放心吧 林一又跟男公林聊了片刻 就溜了 女人 只会耽误我加点的速度 断了跟男公林的聊天 林一打开天赋界面 看着卡里的3.5个亿 课金 启动 购买十次挂机奖励 需要消耗1167.3万大厦币 是否购买 是 购买十次挂机奖励 需要消耗1639.8万大厦币 是否购买 是 林一直接买了50次挂机奖励 8000多万大厦币砸下去 换来了接近700万的技能点 加上之前剩下的 现在灵异的技能点余额 突破了800万大关 火 风 雷 广 兵 死灵 重力 灵异掌握的七系法术 算上还没有加到 静咒的兵系和风系 一共需要花费900万的技能点 嗯 还差100万 那继续课 又花了2200万的大厦币 灵异再次购买了十次挂机奖励 技能点终于够了 今天晚上 他要直接完成 平铺异化静咒的目标 不过 首先灵异打算 先把冰封两系的静咒加出来 消耗100万技能点 你的冰河时代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死记之国 消耗50万技能点 你的金涛 千蓝破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丰富天学 消耗100万技能点 你的真空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台风 兵系 风系两系 目前用的不多的 灵异只是加到静咒 没有进一步加到 异化静咒的打算 但风系的九阶法术 还是让灵异刮目相看了 风系虽然刮杀 但是到了静咒级别 反而开辟了另一条优势区间 那就是超大的范围 九阶风系静咒 直接就是天灾级别 召唤台风将士 兵系则是继续加强控制效果 随后 灵异将目光投向其他系 首先 是他目前用的最多 也最顺手的元素系 解锁特殊静咒 佛怒火莲 需要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是否解锁 解锁 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佛怒火莲 火系只是开端 灵异都默去看佛怒火莲 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一个技能的加点 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紫霄天君 之前雷系进化静咒版本 是太古雷灵 感觉不好听 但是没权限修改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圣阳药班 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 天命归一 消耗100万技能点 200万大下壁 你获得了新法术 静咒的爆天星 900多万技能点 几乎被灵异灰获一空 仅剩几十万点 但灵异心潮澎湃 果然没有什么比疯狂 加点变强更爽的事了 尤其是从无到有 他直接多出了 五个异化版的静咒 灵异打开技能栏 开始查看起 这五个异化静咒的详情 静咒 佛怒火莲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戏扁 火焰戏 消耗 100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10分钟 冷却时间 五 被动效果 当你释放其他元素系 高于八阶的法术时 有一定几率 获得一团一火 将其储存起来 主动效果 凝聚现有的所有一火 将其融合 引发猛烈爆炸 造成巨额火焰伤害 该技能的伤害数值 以及特性 取决于一火性质 一火种类 数量越多 品质越强 产生的爆炸和伤害 威力越强 可获得的一火种类 22种 一火具有各异性质 且存在品质区分 不同种类的一火相容 引发的猛烈爆炸 比同类一火融合 对佛怒火联的提升更大 备注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这味 挠得一下就上来了 好家伙 你真能搞出一火呀 而且 人家萧天帝 是要满世界找一火 灵异只要是放别的戏的法术 就有机会 获得一缕一火 萧炎来了 都得馋哭 更夸张的是 这是灵异弃精未止 第一个见识到 没有冷却的静咒技能 这意味着 只要存有足够多的一火 灵异完全可以 将其分批次使用 或者直接一波引爆 完蛋的 佛怒火联这个技能 明显下线跟上线差距极大 要是只有两团一火相容 引发的爆炸 估计跟普通火系静咒差别不大 但是随着一火种类的增多 数量增多 尤其是拉满的22种一火 同时融合引爆 那威力 估计不会逊色于火系的远古静咒 想到远古静咒 灵异的心又痒了起来 一波横踩 让她几天前定下的 平铺异化静咒的目标 基本完成 现在是不是可以展望一下 远古静咒了 嗯 升阶远古静咒 需要1000万的技能点 现在她卡里 还有2.5个亿 真要全部刻进 今天 也还真的能对出来 但灵异打算先预览一下 再做决定 打开技能升阶界界面 灵异选择火系 很快 进阶下一阶的预览详情 就浮现眼前 升阶至远古静咒 竟是言喻所需技能点 1000万 所需特殊材料 太初之火种X1 灵异一正 原来升阶到远古静咒 也是需要特殊材料的 只不过这个火系进阶的材料 怎么这么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很快 灵异就想起来了 她当初在 沙海淘金 这个副本时 在沙海涡旋的最底部 两道金色流光中 就有这个奖励 只不过最后她拿到的是 同样稀有的诛天忌灭套装中 最关键的组件 却来不及打捞 则啊 悔不当初啊 还是对黑兵的了解不够多 或者说 灵异也发现了 他人对所谓的 法则了解的还不够深刻 黑兵所代表的法则是 永恒 灵异和她目前的死灵系技能 好像跟轮回沾边 最后 她的被动技能 多重施法 是受混沌所影响 加上之前从万众伤口中了解到的 命运 以及她自己持有的 不朽果实 不知不觉 自己似乎已经跟 很多法则扯上关系了 得找个时间问问校长 这些法则 究竟代表着什么 又该如何利用了 以及 快两个月过去了 也不知道 那沙海淘金副本 重开没有 要是重开了 怎么也要想办法 把那太初火种弄到手 既然目前没办法 加点元古晋咒 灵异也打消了 继续加点克金的想法 查看起其他四个异化晋咒 雷系的异化晋咒 十八阶紫霄结剑的后续 是一个变身类的技能 能够化身由紫霄 结雷凝聚而成的巨人天军 拥有多重变身增益 光系的圣阳药 班则也是简单暴力 大量圣光伤害加 大量治疗 加护盾效果 和驱散负面状态效果 朴实无华的强 死灵系的晋咒 天命归一 则拥有强化 所有死灵召唤物的效果 重力系的地暴天心 就更加不用说 灵异四个技能看下来 都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 所有异化晋咒 在元体系的基础上 加伤害 加范围 还同时缝合了多重机制 对比晋咒的提升 不是一点半点 灵异拿出寂灭之手 将镶嵌的三个晋咒技能卸下 随后灵异将 佛怒火莲 镶嵌了进去 下一刻 寂灭之手 燃起各色烈火 整只手套上的纹路 又亮了几分 看起来更加不凡 灵异打开装备属性面板 发现在镶嵌进咒时 寂灭手套提供的属性值 是4999 而异化版的晋咒 则给了7499的属性 差不多可以概观定论了 所有技能的异化版 应该相当于是黄阶 和顶格黄阶的区别 差距应该就是半阶左右 后续远古晋咒 和进化版的远古晋咒 应该也是按照这个逻辑 来差异化的 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想办法统计一下 所有远古 晋咒进阶 所需的特殊材料 看看是刷还是买 叮咚 手机屏幕亮起 南宫灵再次发来一条消息 出大事了 你看看这个 网址链接南宫灵发来的网址 让灵异犹豫了半秒钟 以他的老司机程度 不会给自己发的是 什么色色网站吧 很快 灵异就甩掉了这个念头 南宫灵不至于莫名其妙 搞这重恶作剧 或许是他想多了 点开网址 灵异才发现 这是范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赛事官网 灵异看到了首页 在有关将他放入 十六强的通告上方 又出现了一条新通告 关于本次巅峰赛个人赛 集团队赛冠军奖励追加的通告 灵异敏锐地捕捉到了奖励两个字 嗯 这笔赛奖励 不就是试炼塔的入场资格吗 还有高手 点进通告 灵异手指一路下滑 看到最下方的重点 本次荣获个人组冠军的选手 将获得一次完成心愿的机会 该选手可以指明一件装备 或是某种材料 特定技能书等 由赛事方免费赠予 本次荣获团队赛冠军的MVP选手 同样也将获得一次许愿的机会 灵异眼前一亮 他前一秒还在烦恼 去拿弄个众生接远古静咒的材料 下一秒 赛事官方就瞌睡来了 送枕头 灵异都觉得自己的却是被气运所眷顾的人 不然世间哪有这么巧合的事 羡慕死我了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事啊 我听说 只要你真的拿下冠军 就尽管许愿 你想要一件神话级的装备或材料 赛事官方都能请大能帮你找来 你发达了呀 学弟 那些土鸡娃狗 应该顶不住你一个竞咒吧 灵异回了一个憨厚的点头表情 这冠军 还有团队赛的MVP 他是拿定了 灵异将三个插槽 内镶嵌的技能全都替换了一遍 他的属性再次暴增一截 与此同时 弹指的伤害也高了很多 十六强赛 可是没有所谓高位组低位组的区别了 也没有禁用技能 禁用装备这一说了 那会是全方位实力的体现 两天时间 悄然过去 第五个比赛日 清晨 晨光细微 蓬莱岛竞技场中 就已经坐满了人山人海 场馆外围 更是被各国观众 堵了个水泄不通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位期四天的淘汰赛阶段 进入个人赛 最终争夺的十六位强者 已经出炉 在介绍各位入围十六强的选手之前 请允许 我向大家借 少进入新阶段后 我们特殊的评委团队 掌声欢迎 大厦职业者联军军委副主席 大厦教育总署常务副署常 孟远舟先生 休息适中 林毅眼前一亮 孟卯 她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林毅之前只知道 孟卯位高权重 只不过没想到这么厉害 通过转播画面 她看到了 彭埃岛竞技场二楼的主席台上 属于大厦的评委席上 孟老从后场走出 在介绍声中 环步走来 只不过在她的身边 还有一个看起来千和儒雅 眼睛一直都眯着 维持着淡淡笑容的年轻人 这迷迷眼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竟然侧头朝 林毅这边看了过来 林毅一正 要知道 她现在可是透过灵精屏幕 在观看十六强赛的出场仪式 可不是现场看到了孟老 以及这位蜜蜜眼青年 但林毅很确定 这蜜蜜眼的这一侧头 就是在看自己 甚至 林毅还看到 她轻微对自己点了点头 见鬼了 这是什么洞察力 以及有请大厦方第二位主评委 灵溪战身 程骁先生 随着阿亮的这句话落下 镜头里的蜜蜜眼青年 对整个会场的观众 招了招手 看起来丝毫美 有战神的架子 反而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林毅懂了 怪不得 这蜜蜜眼能透过这种奇怪的视角 看到她 可能在程骁这位战神的眼中 她看的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存在本身 下面有请东营天理阁 兵雾大臣中村秀信先生 以及早川质子女士 两位来自东营的高官登场 灵异谋光一宁 她能够感觉到 这两人实力也极强 应该跟孟远舟一样 都是九转职业者 但还没有战神那一步 大厦迄今未止 一共有24位战神 东营则是11位 之前追杀万重山的两位战神 估计目前都在养伤 加上风声雷鸣二岛沉默 估计东营此刻 也有些自顾不暇 自然没有派战神级的人物 来旁观这次大赛的最终角逐 另一边 高黎那边 也派出了两位代表 同样是九转十利 然后是同样来参赛的 其他国家的评委 也陆续登台 咖喱国派出来的代表 自然是他们的外长拉库里 只不过 跟其他国家评委 登台时一起风发不同 拉库里一直都是眉头紧锁 要说淘汰赛中 损失最惨重的 真要数他们咖喱国 现在一死两重伤 后续团队赛先天劣势 所以 拉库里巴布的降临一碎尸万段 进入十六强赛之后 我们的赛制规则 也有了些许变化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淘汰赛阶段的禁用规则 以及主场增益规则 在后续的比赛中 将不再生效 与此同时 所有选手除了大赛禁用的 作弊手段外 现在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增强自己 包括队友间的互帮互助 以及使用合计 所有比赛不存在平局判定 如果发生对战双方同时倒下 失去战斗能力的情况 也会有我们的三位主裁判 12名助理裁判 以及场内各国评委 按照双方对战表现 评出最终胜者 每局比赛赛后 我们专业的评委们 也会对刚刚对战的两位选手 给出评价 提出建议 能够得到九转大佬 以及战神强者的指导的机会可不多 希望各位选手 能够赛出风采 规则的介绍 就到这里 下面 有请我们的三位主裁判 上台抽签 16位选手的对战表 稍后出炉 大下选手休息适中 赵恩全双手抱胸 神色紧张 按照比赛规则 个人赛和团队赛 都将决出五个 试炼塔入场名额 个人赛的前三名 锁定三个名额 而剩下两个名额 则会按照整个国家代表队 所有人在个人赛中的 名次兑换的积分来决出 全队累计名次积分更高的 再获得二个名额 剩下的五个名额 则是团队赛的 冠军代表队独享 而现在大下队中 杀进16强的 除了队长林一以外 也只有其他五人了 这其实在所有代表队里 已经是十金六的 绝佳成绩了 但赵恩全还是不满意 因为这也意味着 他们内战的可能性更大了 一旦内战 就注定有人 要止步16强 名次积分自然就不高了 抽个好签 抽个好签吧 林一看着评委席上的 灵溪战神成肖 若有所思 今天这场抽签仪式 应该是稳了的 试想一个能够遮蔽天机 修改命格的大能在场 难道还能真的让大下代表队 抽到下下签 画面中 那主裁判的手 从抽签箱中拿了出来 将这没球签的外壳拨去之后 里面写出的数字 赫然是009 这是选手编号 选手的编号 在比赛开始前 就已经排序好了 大下作为历年最将代表队 以及整个倒悬天空塔的 曾经占有者 自然拿到的编号 都非常靠前 休息室中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 看像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女生 因为009这个编号 就是她的编号 她叫周新宇 是整个大下队 明面上唯一的牧师职业者 大赛对于牧师系职业者 都比较宽容 毕竟是辅助职业 所以之前的比赛中 一般都是牧师打牧师 而且 是那重偏辅助方向的牧师 对阵别人偏辅助方向的牧师 暴力型的牧师职业者 不在此类 虽然比赛不精彩 基本上都是几个妹子 彼此之间互相扯头发 但周新宇 能够脱颖而出 进入十六强 明显是有点东西的 周新宇很紧张 因为进入十六强之后 可没有所谓的 辅助职业保护规则了 她面对的对手 就是正常对手了 没 没事的 我会努力的 周新宇个子不高 看起来很可爱 现在自顾自得 再给自己加油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小周 说不定你的对手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强 赵恩全笑着劝慰道 然而 当另一位裁判 将另一个号码 从抽签箱里 拿出来的时候 赵恩全的笑容就凝固了 只见大屏幕上 周新宇的对手编号 赫然是024号 所有代表队的 其实自己队内 也会按照强弱来编排编号 数字越小的 说明在其队内的顺位越靠前 比如01是001 此前01莫来 代理队长郭应龙泽 是002 024就意味着 这位选手是该代表队的四号位 秦美慧 高离四号位选手 职业是刺客系 赵恩全早就将其他战队的所有选手 铭记于心 所以 看到号码的时候 立刻就知道 周新宇的对手是谁了 所有人的面色 都不太好看 牧师对刺客 这是一个几乎不用思考 也能够判断 孰优孰劣的对局 本身攻击手段 就不多的牧师职业 面对会隐身 高疑速的目标 几乎没有什么反制的手段 就算有 冷却时间也很长 用了一次 也用不了第二次 嗨嗨 小周啊 别勉强自己 要是实在赢不了 认输就好 我们都不希望你出事 团队赛 才是 你发光发亮的舞台 赵恩全画风一转 已经在想着让周新宇保存实力 等团队赛了 周新宇被吃咬着嘴唇 平日里他虽然柔弱 但是在这种时候 还是异常渴望胜利的 一直在一旁 看着默不作声的灵异 忽然开口了 我之前看过 你跟其他人对局的录像 在你没有给你自己 施加增益状态前 你其实是拼不过对手的 但是 当你给自己加上了 三四个 Buff后 各个属性 包括技能伤害 都增幅了很多 你是拥有什么 加成增益效果的天赋吗 天赋毕竟是个人隐私 灵异虽然有 全知之眼 但是却不会 用在自己的队友身上 所以他向征信地问了一句 周新宇看到灵异跟他说话 更加紧张了 不过 还是很快回复到 我 我确实有一个SS级的天赋 但却不是加成我的增益技能的 我展现给大家看吧 说完 周新宇直接选择 共享出自己的天赋详情 十个人都处于组队状态 有人主动共享信息 是能够轻松看到的 下一刻 一道光幕出现 灵异等人 也看清楚周新宇的这个天赋情况了 圣耀天佑 品级 SS级 效果一 你受到的所有负面状态 持续时 坚减少80% 你天生 拥有40%的异常效果抵抗率 效果二 你得到的所有增益类效果 提升500% 持续时间延长500% 这天赋给的数值 让灵异都感觉自己眼花了 这是什么先天吃Buff胜体啊 这个天赋说实话 他也常哭了好吗 有了这个天赋 自己的经验值和技能点加成 能从30%暴增到180% 接近两倍的提升了 原来之前周新宇 能够一直赢的原因是 属性碾压 并且 这个天赋加成的不是他自己的增益技能 只不过是他受到的增益技能而已 那么现在 有一件事 已经不用思考了 灵异先是看向赵恩权 询问道 灵队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规则里写著的作弊手段 是指什么 如果在上场之前 我给周新宇加一个增益Buff 算是违规吗 赵恩权一愣 你还会给人家Buff 灵异点点头 当然是不算违规的 赛事方所说的作弊手段 其实能简单概括成外领 只要是脱离你队伍本身 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无论是Buff 还是技能 装备 道具这些 只要跟之前赛事方统计记录的有出入 就算违规了 而队伍人 远给其他人远加Buff 这完全是在允许范围内的 这么多届比赛 都是这么操作的 灵异点点头 那好办了 赵恩权 不是 灵异 我知道 你可能是全才 也拥有给别人加Buff的能力 但是牧师职业者的增益状态大部分 都是高阶覆盖低阶的 无法叠加的 其实赵恩权 已经是在委婉地否定灵异了 树叶有专攻 你一个法师 要是给人的增益效果 比牧师还强 那一个团队 还要牧师干吗 灵异却没有反驳 他只是招了招手 道 等会要登台参赛的人 离我近一点 我给你们加个Buff 看到灵异坚持几件 赵恩权也没有生气 毕竟灵异是队长 或许他真的有让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 其余五人 也是一脸疑惑 但还是很听话的 都靠近灵异身边 而下一刻 他们没看到灵异吟唱 也没有看到 灵异摆出任何手势 只是突然眼前金光乍现 天堂的钟声响起 神圣的赞美师 也在耳旁回荡 X37 多重施法浮现 重叠起来的金光 和其声歌唱 也再次变得鬼畜了起来 赵恩权怎么也没有想到 灵异所谓的加个Buff 会是如此恐怖的阵仗 并且 他也被灵异囊括在内了 当赵恩权自己查看起 他刚刚获得的 名为光益赐福的Buff后 他直觉的大脑一片空白 卧槽 这Buff给条狗上台都能赢啊 当 天国的钟声敲响 天使的歌声 在环绕回荡 整个蓬莱竞技场 几乎所有的观众 以及台上正在抽签的裁判 评委席上的各国大佬们 全都被场中的声响吸引了 随后 他们更是看到了 竞技场后台的方向 竟然绽放出 无比刺目的璀璨圣光 圣光凝聚成巨大的天使之意 赫然张开 怎么回事 那边好像是大下代表队的营区 发生什么事了 无数人伸长脖子 好奇地打量 圣光和天使羽翼所在的方位 大赛组委会 很快也派出了工作人员 前往调查 很快 调查结果就反馈到了 阿亮的耳脉里 请大家稍安勿躁 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认 刚才的圣光异象 是大下代表队 使用了某个技能 我们的裁判组 也下场进行审核了 该技能是某个队员自带的技能 并没有违反大赛规则 特此通报 阿亮说完 现场更是爆发出一阵震议润声 我了个去 什么技能 动静这么大 看样子 好像是某重增益类的技能 妈耶 大下果然是底蕴身后 竟然还藏着这种底牌不用 不对啊 竟然有这种牛逼的增益技能 为什么之前 淘汰赛没看到别人使用 蠢货 淘汰赛是不允许吃队友给的 Buff的 现在这个情况明显 是加Buff的这个人 即使没有给自己用这个技能 在淘汰赛 也一路乱杀了 那到底是谁啊 难道是他们队里的 那个牧师妹子 死 人不可貌相啊 一轮纷纷间 台上的三位裁判 也没有耽误时间 16强的抽签 花的时间很短 很快 8场对战表 就全部出炉了 赛事组委会将16人 分成两个半区 上半区进行一场比赛 然后下半区进行一场 依次交替 灵翼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被分到了下半区 同时也是下半区的第三场比赛 这意味着 按照次序 灵翼要到第六场比赛 才能登台了 你真是跟咖喱国死磕上了 奇怪的缘分 赵恩全看到灵翼的对手 也是有些汗颜 下半区第三场比赛 赫然协助 灵翼 大夏一 VS拉玛 辛格 咖喱国一 两人都是队里的一号位队长 灵翼耸耸肩 对手是谁 他无所谓 反正都是要撵过去的 是哪个国家的不重要 赵恩全长出了一口气 八场比赛 只有一场比赛 是我们的内战 这已经算是上上前了 大家都加油吧 争取让八强里面 我们占据六席 咚咚 休息室的门 忽然被敲响 周星宇选手 请跟我们前往检验 马上就轮到你比赛了 推开门 机位工作人员开口道 周星宇懦默道 谢谢 队长 我会加油的 随后 他跟着那机位工作人员 就离开了 赛前检验的流程 进入十六强赛之后 明显更快了 不出五分钟 就登上擂台了 整个擂台比起当初的淘汰赛 此刻更是大了一圈 场地可以说极为宽阔 周星宇本来就小只 站在空旷的擂台上 更显柔弱可爱 与此同时 擂台的另一端 一位满头红发 一身紧身皮裤短打的女人 走了上来 金美慧右手把玩着 一把锋利的匕首 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周星宇 哼 巨辱的小骚货 装可怜给谁看呢 金美慧颜值不算高 丰满程度 更是不如周星宇 刚一上台 他就被周星宇的外貌激怒了 周星宇这重处处可怜 加巨辱型的妹子 德却很受男人欢迎 跟他一比 金美慧相行见处 瞬间就恶毒地咒骂出声 周星宇小嘴一扁 退后了几步 他感受到金美慧 散发出来的恶意 心中也异常紧张 本来就不是专职战斗的职业 就算此刻有灵异的 BUFF加持 他也不知道这场战斗 到底该怎么赢 金美慧选手 赛前嘲讽以及垃圾话 怎么说都可以 但请注意文明 禁止涉及人格羞辱的言论 金美慧撇了撇嘴 七 他催了一口 等待比赛开始 他保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侥幸误入十六强的小女孩 知道什么叫做社会的毒打 请双方各就各位 比赛将在十秒后开始 大屏幕上开始倒击时 十秒时间 眨眼急过 随着开战铃声响起 金美慧双手翻飞 从身上的皮带里 抽出了五六把匕首 以奇怪的姿势握在手中 有鸡饼匕首上 还流淌着翠绿色的毒液 下一刻 金美慧的身影消失 倒不是他使用了什么 潜行隐身的技能 而是用极快的速度 朝周星宇冲刺而来 嗖嗖嗖 三把匕首 被金美慧脱手甩出 朝着周星宇的脖梗 心口以及眉心的要害射来 周星宇是真的几乎没有战斗经验 这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他只能下意识地惊呼一声 闭上双眼 双手胡乱地在胸前拍动 金美慧心中冷笑 太嫩了 果然这小骚货 除了装表 就不会别的了 等着被我的飞刀刺穿吧 然而 下一秒 金美慧眼睛都直了 当当当 三声如同金铁碰撞的声音响起 刺向周星宇心口的那把飞刀 被他一手拨开 飞出了擂台 直奔咽喉和眉心的飞刀 则直接命中 但刀尖顶在周星宇雪白的皮肤上 就再也不能寸进半分 被声声弹飞 连划痕都没有留下 这意味着什么 金美慧比谁都了解 没有破防 他的三把飞刀攻击 甚至没办法突破这个牧师的防御 这怎么可能 心中一狠 金美慧的速度 再次飙升一节 一个闪身 竟然已经绕到了周星宇的身后 右手匕首反握 朝着周星宇左侧的颈动脉位置 就是狠狠一个 刺客系三阶技能 割喉 这是一个面对需要吟唱的职业者 最好的起手技能 一旦割喉成功 不仅能够造成恐怖的物理伤害 附加巨量出血效果 更是能够让法系职业 在一段时间内 再也无法吟唱 然而 这一个割喉技能下去 金美慧知觉的自己的手腕一马 刀刃像是割在了合金上一样 完全刺不进去 依旧 没有破防 见鬼了 金选手的攻击非常狠了 周选手对此的应对 显得无比仓促 看来 他要吃点苦头了 等一下 金选手的攻击 完全没有突破周星宇选手的防御 全都触发了高防阁挡 甚至飞刀都被弹开了 不可思议 为什么一位牧师职业者 竟然拥有如此可怕的防御 全场震惊 啊 什么情况 难道这个高黎的刺客选手 是个菜鸡 直到周星宇自己睁开眼 才发现 原来自己脖子 上架着一把刀 然后还有个人 在不断用力戳着他的脖子 呀呀 周星宇尖叫一声 下一刻 金美慧知觉的怀中一空 一阵暴风猛然刮起 将他掀翻在地 再次睁开眼时 周星宇已经在数百米开外了 一切都只是一瞬间 以他的眼力 甚至没能看清 周星宇是怎么移动的 陷了鬼了 这还是牧师 脆皮 腿短 但是能奶 还能加Buff 这是蓝星对牧师系的 职业者的固有印象 就算在这个全是 年轻一辈中的怪物的赛场上 这个规则 也不应该被打破得如此彻底 祖宗之法不可变啊 你一个牧师 有防护系骑士战士 职业者的防御力 选有刺客系工手系职业者的移动速度 你怎么不上天啊 别跑 我杀了你 金美慧气急 他破表方 是因为 他还没有拿出真正的看家本领 此刻他收起了对周星宇的所有情势 他要选择一击必杀了 撒 一阵漆黑的烟雾 从金美慧的身上腾起 下一刻 他整个人都变得虚幻了起来 幽灵影步 效果 爆发是提升移动速度 技能开启期间 可以使用三次快速位移 按影步 大屏幕上给出了金美慧使用的这个技能的简要介绍 与此同时 他同样一个闪身 就像是瞬影一般 眨眼间跨越了数百米的距离 来到周星宇的近前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周星宇之前赢下来的战斗 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加完buff之后 战装独条法术 一边打还一边给自己奶 最后硬生生耗死对手 但是面对金美慧这样的刺客职业者时 这种战斗方法 明显 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刺客系职业 太多打断技能了 不拉开距离 他根本就读不出任何一个攻击技能 所以 他看到金美慧瞬间接近他 他也更加紧张了 要 要拉开距离 要逃跑 这是周星宇脑海中浮现的唯一想法 就在这个想法诞生的下一个瞬间 他知觉的 身后再次有一股恐怖的推力传来 随后 就是急速吹来的狂风 再次回过神来 他竟然又往他刚刚想要逃跑的方向 飞越了数百米的距离 其实周星宇 自己都是猛逼的 为什么 自己现在想去啊 就能够几乎以瞬移的速度 达到目标地 是 翅膀 这一刻 周星宇才意识到 他身后的那几十对 别人根本看不到的天使羽翼 并不是装饰品 而是实打实 能够让他暴速移动的翅膀 好快的速度 周星宇选手的移动速度 丝毫不逊色金美慧选手 不对 金美慧选手 就算开启了幽灵影步 利用瞬移技能 好像也跟不上 场中出现了一幕离谱的画面 那就是 两人都在高速移动 金美慧还是用跑的 再慢放进头下 多少能看得到踪迹 但是周星宇 再慢放进头下 几乎都是瞬移的速度 一个刺客 追着牧师 还追不上 金美慧人都快疯了 但是越追不上 他就越想证明自己 直到听到擂台边 一人冷漠的声音 金美慧 你在干什么 你是在让我们大汗帝国蒙羞吗 金美慧停下脚步 看向那个方位 就看到那是一个冷峻的青年 眸中寒芒闪烁 高离对对长 裴俊熙 同样也是这一次的夺冠热门之一 金美慧脸上浮现一丝惊恐 队内霸凌 也算是高离传统之一了 这一瞬间 金美慧想到了无数恐怖的经历 只有她知道 在她让对长裴俊熙失望之后 下场会有多凄惨 瞬间 她就清醒了 赢 必须要赢 她是四号位 而对手是九号位 甚至还是一个牧师 要是输了 可能会死 金美慧一咬牙 身上再次冒出一阵漆黑的烟雾 只不过这一次 烟雾过后 她直接消失了 金美慧的突然消失 让已经成功拉开距离 正在独条的周星宇一愣 施法被打断 目标都不存在了 自然施法是无法继续的 在确定自己追不上之后 金美慧也回归刺客本色 打算利用隐身手段 接近周星宇 一时间 缺乏战斗经验的周星宇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情况了 继续跑吗 虽然累台足够大 但是她无头苍蝇一样地跑的话 是有可能 反而洋入虎口 直接送到金美慧面前的 不能 继续跑了 要想办法应 周星宇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一味地跑 虽然她不会输 但对手也不会输 前耗着没有任何意义 刷 就是这一秒钟的思考时间 让周星宇没有想到的是 金美慧已然绕到了她的身后 身形乍然从暗影中出现 两把匕首 萦绕着浓烈的黑光 空气也被齐峰锐切割出暴鸣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捅入周星宇的后心 扑吃 利刃贯穿血肉的声音 让金美慧心中一阵 破防了 这已经是她攻击力最高的技能了 中目之刃 等阶 六阶 背击背率 1.5 暴击背率 2.5 最终理论伤害 271万 技能命中后 大屏幕上 赛事方也给出了金美慧这个技能的详情 所有人都傻了 啊 这么大威力的一个技能 还触发了背击和暴击两个额外的增伤效果 最后理论伤害不到300万 这牧师的防御力 到底有多变态啊 更变态的还在后面 这一刀直接捅穿周星宇的后心 看起来吓人 但周星宇 却连血都没出 标示着她生命值的血条 也动动莫动 这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清楚 金美慧的这一刀 是破防了 但是却连这妹子自带的护盾都没破 啊 啊啊啊啊 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响起 周星宇的头顶 冒出了一个虚幻的女妖 女妖放声哀嚎 下一刻 还来不及抽刀 摆脱技能僵直的金美慧 就把这个技能吃了个满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 开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 往后方逃窜 特殊精神控制状态 恐惧 就是现在 周星宇在心里告诉自己 女妖哀嚎这个技能 是她位数不多的保命技能 一旦被其他近战职业禁身 用出来就能够让其逃窜 自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与敌人拉开距离 但这一刻 周星宇告诉自己 不能再跑了 要勇敢 于是乎 她举起了法杖 朝着抱头鼠窜的金美慧后脑 就是猛猛一敲 动 一声闷响过后 金美慧阴声倒地 她的血量充满 直接跌到一点 胜负 一分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金美慧躺在擂台上 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 现场的解说和裁判 才反应过来 结束了 啊 牧师被刺客从后心捅了一刀狠的 屁事没有 反手一个恐惧 加上用法杖打出来的至尊瓶 直接给刺客送走了 妖兽 牧师秒人了 这是什么逆天剧本 在第一场比赛开战之前 从未有人想过 这场对战 会是以如此戏剧性的结局收尾 三位主裁判 跳上擂台 在确认金美慧已经失去意识 完全没有再战的能力之后 三人面面相去 最后才对解说阿亮点点头 谁都没有想到 一根法杖 也能够敲死一位武传的暗影刺客 纵观整场战斗 周星宇选手 并没有向我们 展现他丰富的战斗经验 但却向我们展现了 什么叫做纯粹的强大 无论如何 让我们恭喜他 挺进八强 擂台上的周星宇 满脸通红 他也知道 他赢得有些丑陋 大半时间都在逃跑 唯一一次勇敢起来 还直接一法杖敲死对手了 如果不是灵异给的 Buff 周星宇感觉 自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或许在最初 那三把飞刀 以及后续的割喉 就以金足够秒杀自己了 但是现在 他变成了一个数值怪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 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都没有太大意义了 无论如何 自己赢了 他很开心 周星宇对裁判 对解说 对观众席都鞠躬行李之后 在一片欢呼声中 即将走下擂台 这时 阿亮的耳麦脸 忽然传来了导播的声音 周星宇选手 请 请留步 高黎代表 对申请解析周星宇选手的 关键增益状态 周星宇愣在擂台上 小脸写满了慌张 明明他没有作弊 但是 碰到这个情况 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小周 你就在台上就行 等会有工作人员会 用仪器来仔细检测你 站定不动即可 场边 赵恩全吩咐道 周星宇点点头 很听话地站在原地不动 赵恩全冷笑一声 对身边的林毅道 我就知道 这帮棒子 会浪费这一次解析机会 林毅也看过赛事规则 关于解析 他也知道是什么 简单来说 为了方便各国代表队 了解对手的技能 装备和增益 每个代表队都有机会详细解析 对应选手的技能装备和增益 进入16强赛的选手 有多少人 其国家队总体 就拥有多少次解析次数 比如 大厦有6人进入16强 总的解析次数 就是6次 而高离则是3次 对战期间 大屏幕上放出的技能信息 都是粗略信息 而解析获得的信息 就非常详尽了 很快 就有几个工作人员 拿着专业的设备 对着台上的周星宇 就是一通操作 扫描器滴滴滴响得不停 台下的观众们 也很好奇 这是在干什么 直到阿亮解释了相关规则后 才恍然大悟 大厦观众区 和高离观众区挨着的地方 已经开始了骂战 作弊了 这些狡猾的大厦人 就喜欢搞这种 偷偷摸摸的小动作 不然怎么可能一个牧师 会有这么恐怖的防御力 和移动速度 精选手术的冤枉 另一边 大厦观众也不甘示弱 反唇相击 菜 就多练 玩不起别玩 一直喜欢偷东西的 不是你们斯密达棒子吗 现在怎么贼喊捉贼起来了 笑死我了 比赛都看不明白 这不明显是之前 那个超阶圣光系技能的效果吗 这就是我大厦的底牌啊 两边骂着 台上的解析工作 很快完成 灵精光幕上 很快就贴出了周星宇 现在身上的增益效果详情 获得飞行能力 飞行速度极大提升 获得的所有经验值 技能点提升231.6% 所有属性值提升268.600分号 加118788 物理 魔法攻击力提升268.600分号 加118788 吟唱速度 技能是放速度 移动速度提升268.600分号 受到的所有伤害 降低30分号 加118788 该效果对真实伤害 也有10%的减免效果 每秒恢复2.9%的最大生命值 获得1187881 加268.6%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 增益持续时间 143小时47分钟 增益来源 光益次服 增益等阶 八阶 增益创建者 灵益 这一连串的增益状态贴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袋 啊 这数据确定是没有填错吗 什么鬼 我的天啊 这buff太恐怖了 不仅是百分比提升 还有固定数值提升 提升的幅度 还如此夸张 怪不得周星宇选手 能够以如此不合常理的速度 躲避金美惠选手的追击 并且让金美惠选手的攻击 甚至无法破防 他现在身上的护盾值 都已经突破了千万 金美惠已经被医护人 圆台道高利代表 对一方休息了 被周星宇那一法仗敲的 直接得到了一个 剧烈脑震荡的 debuff 现在正在享受婴儿般的睡眠 而站在他身边 高利国的领队 表情则是像吃了屎一样恶心 既然赛事方 已经放出来详细的数据 就证明这个 buff是通过合理渠道获得的 并没有作弊 他也是白白浪费了一次解析机会 等一下 这个增益buff的创建者 好像不是周星宇选手本人 是灵异 是大下队的队长灵异 阿亮忽然发现了滑点 高声惊呼 瞬间 全场观众再次把目光投向大屏幕 在确认是灵异给的 buff之后 所有人都傻了 他不是个法师吗 为什么还会 这么腻天的增益技能啊 他到底会多少戏的魔法呀 兄弟们 你们的关注点 不应该放在这个buff的等阶上吗 在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个buff来自灵异 并且 等阶还是8阶之后 场中出现一声 奇奇的倒吸冷气声音 这个buff技能 是8阶技能 试想一下 一个输出职业者 会选择将一个buff技能 加到8阶 那么他本身的输出技能 会是什么等阶 细思极恐了呀 一时间 所有参赛代表队的教练组 都朝场边表情淡漠 没有一丝波动的黑发青年 投去忌惮的目光 他们之前太天真了 研究了三四天 到底要怎么 防他那三四万的火球 和三四万的死灵召唤物 现在看来 似乎那些技能 都只是他随手为之 根本就没认真 至于真正的底牌 也应该是一张 都没有亮出来 有点意思 要是他太弱 反而没有吞噬的必要 裴俊熙没有去管 已经被淘汰的精美慧 只是看着跟他相隔 数百米外的灵异 似乎是察觉到了 裴俊熙的目光 灵异也忘了过去 裴俊熙脸上 露出一丝微笑 没有再多看灵异一眼 缓缓走入被战区 下一场比赛 正好就是他上场 忽然灵异心中一动 感觉如芒在背 猛然回头看去 就发现东莹代表队那边 位手的一人 眼上蒙着黑布 双手裸露出来的皮肤上 有着刺青文样的青年 也是面朝他这边 黑布下的双眼 估计正在凝视自己 东莹队 一号卫队长 三井茂 本来灵异就曾经计划 在淘汰赛高位组下场之后 首先要挑战的 就是裴俊熙 然后是三井茂 这两人就是灵异之前 锁定的威胁最大的两人 可惜事与愿违 他直接进了16强 解析完毕后 周星宇下台 场间休闲 有十多分钟左右 第二场对战 是灵异所在的 下半区的第一站 大屏幕上 也放出了对战双方的信息 订阅 大夏4 VS裴俊熙 高丽一 也许是定组赛说了一场 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 反而在后续淘汰赛中 他一路高歌猛进 斩获四连胜 杀进了16强 然后在抽签中 直接撞上夺冠大热门 说压力不大 是不可能的 但当得到灵异的光益赐福后 丁月肉眼可见地自信了起来 我会赢的 丁月跟所有人说了一句 同样走入被战席 他也要去参加赛前检验了 灵异心中暗暗摇头 先不说硬实力的差距 你这句会赢的 Flag就已经拉满了 十多分钟后 丁月和裴俊熙登台 比赛正式开始 倒计时开始 十秒的时间并不长 但丁月却并没有浪费着宝贵的十秒钟 他也有蓄力技能 只见倒计时刚刚开始 丁月的身旁 就飞出了十几团漂浮在空中的液态金属 随后 这些液态金属自动开始塑形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把 需要双手握持 扛在肩上 才能拿稳的巨型重炮 WOW 随着炮口开始蓄能 重炮的炮口 竟然也在缓缓变大 汗水从丁月的额头流下 明显维持这种恐怖的蓄力技能 对他的负担也是非常大的 大屏幕上 也适时给出了 丁月这个技能的信息 破成重炮 等阶 六阶根据频率档位 以及蓄能时间 造成不断提升的伤害 当前档位 G4 当前倍率区间 220%至580% 最大蓄能时长 十秒 理论伤害 876万 有了队长给的 BUFF 现在的我 以金庸有把你轰成渣的力量 虽然有些圣之不武 但很快就会结束 你没有痛苦 丁月喘着粗气 眼中全是狂热 他也拥有一个S级的天赋 档位 档位开启的越高 对自身的负担越大 但是同时 对所有技能加成的倍率 就越恐怖 比如目前的G4档位 打底就已经能够造成 2.2倍的伤害 许能满满之后 更是接近6倍 但是 再没有获得灵异给的那天 BUFF前 以他的力量和耐力属性 只能构架预计2档位 爆发期间 才能开启G3档位 现在直接G4 也不怪他如此膨胀 面对裴俊西时 也敢放出这样的好言了 丁月选手 是打算一炮结束这场战斗 他拿出了最强的技能 随着蓄能的不断提升 理论伤害 竟然也在飞速上涨 才刚刚过去3秒 理论伤害 已经突破了1000万 他的战斗力 还在上升 7.8秒过去 大屏幕上这一炮的理论伤害 已经突破3000万了 这是迄今未止 除了灵异这个挥手 就几万个火球术的变态以外 第一个 爆出这种恐怖理论伤害的选手 再加上此刻丁月肩上扛着的 已经不能称为中炮了 整个炮口 已经扩大到 足以囊括整个成年人的地步 2.1 比赛开始 随着到G10的结束 已经完全蓄能 结束的攻城中炮 炮口猛然蹦射出一枚 巨型的能量弹 哄 所有人知觉的骨膜刺痛 心神震荡 再次看向擂台时 却发现丁月整个人都被恐怖的后座里 推到了擂台边缘 擂台上的地砖 也被刚才的冲击波震出裂纹 哄 又是一阵 闷想从原处传来 寻生望去 那赫然是刚才炮口方向 数十公里歪的一座小山 丁月的这一炮 直接将那小山的山腰处 轰出一个十多米的大洞 连远处的小山 都遭到重创 那么首当其冲的裴军西呢 答案是 已精髓成了无数肉泥和血浆 胡的擂台上到处都是 丁月起初还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随后 他才放声狂笑 我赢了 我 他笑到一半 忽然感觉喉咙里 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无法继续发出声音 随后 丁月只感觉自己的脖梗上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在蠕动 低头一看 那是一团混杂着血液和碎肉的肉泥 但这团肉泥 却睁开了一只眼睛 那是裴俊熙的眼睛 如此甘美的力量 归我了 丁月耳边也听到了裴俊熙的声音 这不过这个时候 她的声音 哪还有之前命令精美会时的威严和冷漠 现在只有无尽的贪婪和谐性 丁月知觉的浑身无力 搏梗上裴俊熙的肉团 钻入她的皮下 顺着她的血管 不知道钻到了哪里 这是丁月昏迷前 看到的最后景象 不死的瘟疫 等阶 七阶 效果 大屏幕上 也给出了裴俊熙这个技能的粗略信息 只不过 效果已经是一片空白了 不自量力 就这种跳梁小丑 也觉得自己能赢对长 这些大下人 对真正的力量 一无所知 俊熙哥是无敌的 场边的几位高低选手 脸上绽放笑容 他们早就遇见了这个结果 赵领队 帮她认输 不然会死 灵异眸光深沉 将同样陷入震惊中的赵恩权叫醒 赵恩权文言 看了眼灵异 她咬了咬牙 最终选择无条件相信灵异的判断 对场边的裁判高声道 我们 认输 这种认输的话 赵恩权实在是难以开口 但是 灵异说的是 丁月会死 所以 她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一切 三位主裁判相识一眼 很快就吹响了中场的哨声 宣布裴俊熙获胜 随后 一直在后场的十几位牧师职业者 和医护人员 就冲上擂台 开始对丁月进行救治 整个场面变得诡异了起来 刚刚丁月那一炮给所有人带来的震撼 大多数人还没有缓过来 却听到裁判宣布最后是裴俊熙获胜 而获胜的人 甚至现在还为 持着破碎成肉泥和鲜血的情况 不 不好 她身上现在有上百个负面效果 根本驱散不了 她的生命力 在大量流失 生命维持法阵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下一刻 赵恩权就听到台上十几个官方的牧师职业者 惊呼出声 卫手的那人 更是猛地站了起来 快退后 她身上的这些状态 会传染 她提醒得很及时 但还是晚了一步 哎呀 一个离丁月比较近的 刚刚还伸手触摸她颈侧 试探她脉搏的年轻牧师 惨叫出声 下一刻 她浑身的皮肤上 就冒出一片骗害人的红斑 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让开 就在所有人不知所措 甚至打算慌忙逃窜时 忽然听到台下一个淡漠的声音 灵异不知什么时候 走上擂台 这位选手 你不可以 裁判还要阻止 但灵异却管不了这么多 伸手一指 寒气请客凝结 丁月被整个封入寒冰之中 兵夕七阶 灵魂风洞 这是一个控制技能 但是 灵异却发觉出 这个技能更有用的一面 那就是救人 只要被兵封起来 管你是什么负面状态 都会被同时凝制 在《重群之心》副本里 灵异就用过 现在算是轻车熟路 灵异的拯救很及时 丁月不断跌落的生命 直停了下来 但凡再晚个几秒 他整个人都要化成一滩浓水 然后继续散播可怕的瘟疫 你很敏锐 剩下的这点残羹冷制 也无所谓了 比起这种劣质食品 我更喜欢你 忽然 擂台一挫 传来裴俊熙阴冷的声音 回头望去 所有人才发现 他无数破碎的血肉 如冻俱合 缓缓形成人形 随后 裴俊熙完好无损地重新出现 只不过 他此刻哪还有之前的风度 一条心红的长蛇 从他口中吐出 不断甩动 看灵异的眼神 真的如同在看待美味的食物 这诡异又惊悚的一幕 让全场寂静无声 裴俊熙选手 似乎展现出他真正的实力 平时化劳的阿亮这一刻 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解说了 其实之前裴俊熙的对手 下场也都跟丁月差不多 至今还没有醒来的 大有人在 但毕竟是灵异开的先河 加上往年比赛 多少也会出现这重怪物击的选手 所以 赛事组委会也不会因此惩罚选手 来参赛 就做好可能会重伤 或是生死的准备 我申请解析 赵恩全看到被冰封起来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丁月 忽然开口被裁判倒 十多分钟后 大夏代表对伤员安之事 看着解析出来的信息 赵恩全面色异常难看 中计了 白白浪费了一次解析机会 只见屏幕上 关于裴俊熙刚才那诡异的手段 赛事组委会也得出了解析 不死的瘟疫 等阶 七阶 具有传染性的异常状态 似乎能够吞噬生命体的力量 化为己用 来源 不死的瘟疫 整个描述 只有推断 完全不够详细 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不是个技能 这就是个传染病本身 或者说是某 中病毒或细菌的生物 是战宠 灵异说出了答案 毕竟他有 全知之眼 仔细观察下 他比起赛事方 能够获得更多信息 赵恩全 以及其他大厦队的队员文言 心中一惊 啊 这是战宠 戏剧 病毒 致病病原体 也算是生物的一种 他竟然会以这种东西 作为战宠 我此前一直以为 他应该会某种让人虚弱 失去能力的法术 但没想到 他是能操控瘟疫本身 是我做的功课 还不够多 赵恩全有些自责 灵异摇摇头 这应该算是他的底牌之一 你被表面情况误导 两人说着话 忽然病房的大门被撞开 几个医护人员 抬着担架 走了进来 担架上躺着的 是队伍年纪最小 但实力不弱的三号位 小江关心武 小五 小五他怎么了 副队长郭应龙 跟关心武的关系最好 看到他这个样子 连忙问道 我们也不太清楚 他的呼吸 心跳 血压这些生命体征 在逐渐衰弱 也能够检测到脑波 但是 他怎么都醒不过来 我们也无能卫敛 请体谅 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 袁薇薇鞠躬后 离开了病房 赵恩全脸色难看 原本他还放出豪言 说打算八强里面 大下对劲六个 现在直接有两人 陷入诡异的状态 丁月是百病缠身 不用冰封 就续不了命 关心武则 是昏迷不醒 各项生命体征 在逐渐衰退 最后的结果 很可能也是永远都醒不来 小五的对手是谁 在他们 在病房里的这段时间 比赛还是继续的 东营的二号位选手 上户里奈 以幻术出名 赵恩全说出了答案 所以 小五是中了幻术 才醒不过来 赵恩全点点头 这该怎么办 一时间 郭应龙也愁眉不展 他话音刚落 就看到灵异身边 不知何时站了一位白发少女 少女拔剑 对着关心武 就是一展 众人还来不及阻止 灵异却摆了摆手 他没事了 睡一觉 很快就能醒了 果然 就在灵异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看到担架上的关心武 尝出了一口气 僵硬的手脚 也开始活动起来 生命监护一上的各项体征 也在缓步上升 逐渐平稳 灵异选手 请前往备战区 马上就到你的比赛了 广播响起 赵恩全一惊 上半区第二场比赛 不是才刚刚开始吗 因为订阅的情况 所以 本来应该是第二场 比赛登台的灵异 被上半区的第三场比赛顺严了 而现在 那提前的第三场比赛 竟然也结束了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这意味着 有一方是碾压式的胜利 直接把另一方秒了 就跟关心武和丁月这两战一样 灵异 心格毕竟 也是咖喱国的一号位 要小心 今年的比赛 怎么全是怪物 看着灵异离开的背影 赵恩全担忧道 我会的 灵异摆了白手 赵领队 放心吧 其他人要说是怪物的话 那咱们队长 应该是怪物中的怪物 看到关心武没事 郭应龙冷静了几分 他的比赛在灵异之后 现在的大下队 在遭遇了两连败之后 他却需要一场胜利 来提阵士气了 灵异这一战 能不能上 确实很关键 火屑 死灵屑 光屑 还有刚刚展现出来的兵系 队长掌握的技能数量 以及等阶 很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而他之前碰到的对手 甚至连逼 他用更高阶的技能这一点 都做不到 郭应龙的几句话 点醒赵恩全 他有些灯下黑了 或者说 灵异之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就足够变态了 只不过现在看到 春孙一般出现 他有了些许危机感而已 灵异走出病房 来到户外时 正好看到第三场比赛的胜者 那是一个披着粗布袈裟 浑身有黑剑状的僧人 他双目紧闭 双手合十 对观众和裁判行了佛力后 才缓步下台 在擂台的另一边 一群医护人 原围住的中间 则是浑身骨折 四肢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的青年 灵异眸光一宁 败者是高黎的二号卫副队长 实力不如裴俊熙 但是肯定也不弱 没想到会被这各名 不见经传的有黑僧侣秒杀 苏瓦选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出神入化的晋升格斗技 秒杀了对手 身为队长 他捍卫了萨瓦迪卡国的荣誉 赛前没有人看好他们 他也成为了本届巅峰赛 迄今位置最大的黑马 请大家稍事休闲 稍后 我们将迎来本届巅峰赛 十六强赛事中 第一场对长羽队长级别的战斗 由大夏代表 在这一战 应该彻底画上一个完美的据点 到底是大夏队长林毅 更胜一筹 能够维持他的不败今生 还是辛格选手扳回一城 为目前已经走到悬崖边的咖喱国 挽回颜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段娴熟的过场白之后 林毅以及辛格两人 进入检验区 接受赛前检验 检验很快结束 两人按照流程 依次登台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辛格选手 你有什么想对你的对手说的吗 辛格原本严肃的脸上 展露一丝笑容 我承认 之前你的伎俩 我的队员是难以招架的 但是对我没用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无敌 阿亮很开心 他要的就是这中赛前效果 辛格选手发出了无敌宣言 进入十六强赛之后 本届巅峰赛的厮杀 才真正开始 今天我们见证了太多选手 堪称无敌的表现 裴俊熙选手 即使被轰成渣 也能够完美复原 顺带让对手 染上不死的瘟疫 上户里奈选手的对手 不知不觉 便陷入了他的幻术当中 或许永远都无法醒来 苏瓦选手 拥有超越数倍因素的 可怕速度 以及催山烈石的 恐怖怪力 高离二号为副队长 也折挤于他之手 对此 灵异选手 你有什么想对 这些无敌选手说的吗 话筒递到灵异嘴边 灵异想不说都不行了 在这场比赛里 没有人是真正的无敌 评委习上 孟远舟呵呵笑道 这小子之前 没有这么谦逊的 现在怎么转性子了 坐在他右手边的眯眯眼 承霄道 孟老 他话还没说完呢 承霄话音刚落 就听到灵异再次开口 我除外 此言一出 全场都呆了一秒 哈哈 这小子 阿良都无语了 要说狂 这赛场上 确实没人比得上灵异 他真无敌了 赛前采访 到此位置 灵异也不愿多说什么 随着到计时的结束 漫天的火球 紧刻浮现 星格爆喝一声 随后他的体表 随着他的怒吼 开始凝结出一层晶体 眨眼间 这层晶体 就完全覆盖星格全身 与此同时 晶体也转变为赤红色泽 天经铠甲 等阶 七阶 效果 只要等阶超过六阶 场中的技能显示 就会在短时间内 无法瞬间获取信息 当然 也有例外 比如裴俊熙的那个技能 看起来是 因为七阶 无法快速读取 实际是因为 那是战宠的效果 而此刻星格身上的 天经铠甲 并不是战宠 却是一件史诗级的防具 与此同时 另一道信息浮现 火球术 等阶 一阶 火球数量 40139 理论伤害 零 星格选手的这个技能 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让零一选手的招牌技能 漫天火球 都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星格的职业是战士 而且 是防护型的战士 加上这件 似乎有气零一般的装备 他的抗伤能力 格却恐怖 骑马被太初混沌多倍 加成后的弹指 也没办法 一发将他秒杀 零一心念一动 下一刻 悬浮在天空中的漫天火球 转瞬变成了 无数道碧绿色的冰锥 与此同时 星格体表覆盖的天经 也由红转蓝 然后是光剑 铠甲成现金黄色 零一心中嘖嘖撑奇 这跟跑马灯一样 最后 零一将光剑切换未锋刃 星格整个人都绿了 大屏幕上 这无数道锋刃 能够造成的理论伤害 还是零点 别白费功夫了 无论是什么伤害类型 我的天经铠甲 都能够自动切换 你拿什么赢我 星格放声狂笑 他的这件装备 不仅能够提供高额的固定 加百分比减伤 甚至还能够依照伤害类型 自由切换 针对不同元素伤害的形态 不仅如此 天经铠甲吸收伤害后 更能给星格充能 给他提供高额的属性加成 让他一个重装 坦克职业 也拥有恐怖的伤害 与此同时 他的速度 也变得极快 一个攻防速都拉满的战士职业者 面对常规法师 说一声无敌不过分 你这龟壳 还能自动变色 有趣 灵异撤去了大半的锋刃 唯独留下了星格头顶的那一块 下一刻 星格就听到观众席上 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身为大下人的解说 袁阿亮 也是笑道 要想生活过得去 总的头上带点绿 星格选手 你这造型可不星座呀 来自观众席的哄笑 以及解说员的调侃 让星格即使不知道 自己头顶的这抹律 意味着什么 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羞辱 只可惜 还没等他发怒 就看到那灵异身边 再次出现了漫天的法术 只不过 这一次不是火球 也不是锋刃 而是劈啪作响 火星四射的电光 针对这种防御高 抗性也高的乌龟型对手 没有什么比雷希更合适的了 电击数 等阶 一阶 数量 47674 理论伤害 999999 依旧是一阶法术 也依旧是密密麻麻的数量 但这一次 大屏幕上显示的理论伤害 不再是零 而是八个九 不是说灵异对伤害 把控的这么死 正好是这个数 而是整个系统 能够显示的最大伤害 就是这个数 电光连成一片 宛如圣下午后 在天穷上酝酿的可怕雷爆 轰隆隆 雷声滚滚 电光四射 灵异没有继续 跟星格国多废话 给他戴了一顶绿帽 已经是让他玩死十多秒了 心念一动 那大片泪光 带着可怕的天威 朝已经有些射了神的心格 崩落而下 心格恐惧的原因在于 明明对手使用的雷属性的技能 但是自己的天金铠甲 却并没有根据元素类型 改变是硬减伤 他浑身的铠甲 都暗淡下来 这意味着 是天金铠甲认为 开不开自适应减伤 都没有必要了 出现这种情况 要模式对手的技能弱道 无需更改铠甲减伤类型 要模式对手的技能强道 无需更改铠甲减伤类型 毫无疑问 用屁股想都知道 灵异的这个技能 是后者 一片璀璨的雷光中 心格被垫得浑身颤抖 他接近百万的防御力 接近七十万的魔法抗性 在这片雷光中 不值一提 护甲都是指 魔抗等于没有 真实伤害 小子 短短一秒过后 心格那一千多万的血量 就被清空 变成一根人形的交叹 在狂暴的闪电中 不断抽搐 认输 我们认输 场边传来 咖喱果领队的尖叫声 三位裁判相视一眼 不敢上台 怕也被垫成黑棍 只能在擂台下看着 灵异叹了口气 按照规则 一旦一方喊出认输 就不能继续攻击另一方了 如果继续攻击 那就是恶意伤人了 这才是真正从灵异 这个大魔王手下 救人的唯一方法 就在灵异打算撤掉 后续所有的电击雷球时 却听到一片电光中 那已经变成黑炭的星格 怒吼一声 没有说 我还没有说 下一刻 他覆盖在体表的天金铠甲 猛然炸裂开来 无数崩碎的天金 化作锋利的金锥 对周围进行了全方位 无死角的攻击 刚刚还准备上台 宣布灵异获胜的三位裁判 瞬间一猫腰 才躲过这次无差别攻击 漫天的电光 被灵异撤了回来 真的变成了一个防御技能 挡住了剑射的金锥 天金铠甲脱落 星格本就魁梧的身体 再次膨胀一圈 浑身漆黑的表皮脱落 露出壮瘦的肌肉 他睁开血红的双眼 仰头怒吼 似乎完全进入了一个失去意识 只知道破坏的状态 无尽狂怒 等阶 七阶 效果 大屏幕给不了的信息 灵异一眼看穿 这是一个类似 死亡抗拒领域的 Buff位效果 效果 90秒内 你的生命值 不会低于一点 你的力量属性值 提升100% 物理攻击力 提升150% 移动速度提升200% 在这个状态下 受到伤害时 被减免的伤害 将会转化为生命回复 几乎是一瞬间 星格就贴到了灵异的面前 星格手中浮现一面 玄色巨盾 猛然朝着灵异的面门砸来 巨盾猛击 等阶 三阶 挥舞盾牌 猛击敌人 造成基于防御力 和攻击力双重加成的物理伤害 并晕血目标 理论伤害 913万 虽然这只是一个三阶技能 但是场边大屏幕上 计算出来的理论伤害 却接近千万 足以说 明星格现在的防御力 和攻击力 有多么夸张 身后的无形光异煽动 灵异的速度 瞬间暴增 看起来像从原地消失一般 出现在数百米外 哄 星格的巨盾 拍到擂台上 瞬间擂台上 无数砖石 被砸飞 地面也出现一个大坑 一击不中 星格再次怒吼一声 双腿猛然发力 整个人高高跳起 如同泰山坠的一般 朝灵异当头砸来 灵异再闪 哄 地面再次被砸出一个大坑 星格完全抛弃了 理智和战斗的章法 变成了一台 只知道破坏的杀戮机器 整整一分半的免死 无敌时间 加上暴增的速度和攻击力 看得场边的 无数法系职业者 心惊胆战 他们带入灵异的角色 感觉自己别说一分半了 十秒钟 估计都撑不到 与此同时 星格这个状态 又不能继续攻击他 不然 以他恐怖的防御力 和减伤能力 打得还没有他回得多 只可惜 他的对手 不是一般法式 是灵异 对付这种多动症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他别动 整个擂台上 忽然凝结出一层寒霜 寒气弥漫 四五万只寒冰剑 请客凝成 然后对准星格 及时而去 灵异当然不是 看中寒冰剑的伤害 他要的只是控制效果 星格扛着中盾 刚刚跳到半空中 瞬间变成 一块巨大的冰块 洞 巨大的冰块坠 落在地 崩了一地的冰茬子 毕竟不是高阶法术 被封入寒冰中的星格 还在奋力抵抗 冰块上 开始出现裂纹 但灵异召唤出来的 四五万根寒冰剑 是一刻 也没有停下来的 不断攻击 让冰块越变越大 也越来越坚固 最终 一切都消停了 只剩下寒冰 不断凝结的声音 有了之前的经验 场边的裁判 再也没有贸然宣布 谁获胜 只可惜 星格的底牌也用光了 九十秒过去 无尽狂怒的效果消失 灵异也抓住了机会 这一次 没有留守 数万雷球 再次化作电光 同时爆发 砰砰砰 擂台下的生命 维持法阵 其夜连破碎 我们认 咖喱国的领队 还想继续认输 但明显晚了 星格在一片雷光中 化作飞灰 丁 你击杀了对手 以为你自动 跳过该对手的 轮回精力 你获得了以下属性值 力量加846 耐力加1344 防御力加4752 魔法抗性 加3986 丁 你获得了稀有奖励 你获得了新的限定技能 无尽狂怒 灵异心中一喜 之前他前调的两个嘎 骊国菜鸟 都只给掉了 点寒酸的属性点 没想到星格这个队长 直接给了大量的防御属性 还顺带把那个 锁血技能爆了 大下代表队 灵异选手获胜 随着裁判的高声宣布 灵异缓步下台 顺带看了眼 刚刚得到的 那个限定技能 各方面机制 跟星格原本的 无尽怒火 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因为被 轮回之处 转化为限定技能了 所以效果打了折扣 锁血时间 从90秒 变成了一分钟 攻击力和属性 这些加成 也只有一半 但是灵异 已经很满意了 一个能使用十次 持续一分钟的 被动锁血技能 这可比他的 法师保命技能 要强多了 上午的无偿比赛 全部打完 进入了午休时间 吃过午饭 睡了一觉起来之后 关心五也醒了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上台 我就看到对面 直接投降了 然后我一路乱杀 最后还拿冠军 嘿嘿 关心五摸着头 不好意思的 你这个梦做得美了 怪不得差点就永远都醒 不过来了 还不谢谢队长 郭英龙笑骂道 关心五看向灵异 由衷地感谢道 谢谢队长 灵异摇头 你记不记得 是什么时候中的幻属 我 我也不太记得了 应该说 我都不知道 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我看到的幻象 关心五也心有余悸 幻术这种手段 得确诡异 甚至能够不战而胜 灵异也不气馁 他因为没看到 两人的对战过程 所以打算搜集一些 可能的对手情报 关心五没有提供 有价值的情报 也无所谓 后续碰到了 再说 有灵幽在 幻术对他来说 基本等于无效 当然 前提是 那个掌握幻术的 东宁二号位选手 能见得到他 午休时间过去 下午三点 比赛再开 下午第一场比赛 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是大厦内战 郭英龙也在下半区 抽签的对手 是队伍里的三号位 同样是法师职业者的 叶开奇 两人像模像样地 打了几分钟 最后 叶开奇非常懂事地 选择认输 反正注定 有一个要淘汰 活动一下 身体差不多了 给郭英龙留几张底牌 到八强赛 然后则是东营的 三号位选手 封肩直竖 对阵同位三号位的高离选手 江又齐 这场比赛 是16强开赛至今 唯一一场 战斗时长超过 20分钟的对局 两边 虽然打得不可开交 但也暴露出 双方实力不相伯仲 或者说跟队内一 二号位的实力 存在断层的事实 下午四点多 上半区的最后一场比赛 同时 也是16强赛的 最后一场开始 今天的压轴大戏 由东营的队长 三井茂选手 与南越国的队长 苏文南利 这也是今天第二场 对长级的战斗 赛前采访环节 南越国目前 唯一一个进入 16强的苏文南利 同样也很自信 表示三井茂 只是虚名在外 并非不可战胜 对此 擂台另一端的三井茂 只是低着头 右手捂着右眼 就算阿亮 把话筒放到他嘴边 他也一言不发 阿亮看他精神 似乎有些不太正常的模样 当即也没有废话 直接取消了采访 倒计时开始 苏南文利挥无法杖 一只只毒宠 开始被他召唤出来 色彩斑斓 一看就具毒无比的毒蛇 蛇心一吐一息间 黑色的毒物都开始弥漫 除此以外 还有蝎子 蜈蜈 毒蛇 武功先是爬满了苏南文利全身 有的甚至钻入他的皮肤之下 他难得吸吮他的血肉 让他整个人都看起来凶神恶煞 随后 多出来的毒宠 密密麻麻 铺满了半边擂台 堪称五毒俱全 无数观众都看得头皮发麻 而另一边的三井茂 似乎完全不知道 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一班 依旧低垂着头 右手捂着眼 神区在轻微颤抖 倒计时归零 上百只残暴的毒宠 蜂拥而来 然而 下一刻 这无数毒宠 在寝客间 就抱成一团团血物 扑扑扑 眨眼间 苏南文利召唤出来的无数剧毒召唤物 就消散殆尽 召唤师本人 则也没有幸免于难 碰 一声巨响过后 他也抱成一团血物 擂台下方重新补上的 无数生命防御法阵 也齐齐崩散 这场战斗 同样是开始的一瞬间 就结束了 只剩下三井茂 浑身颤抖 汗如雨下 他的右眼黑不下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钻出来 他也快要压制不住 想死吗 还不宣布结果 场边 东莹的领队 看着台上接近发狂的三井茂 眼中也出现了一丝畏惧 对三位已经看待的裁判呵斥道 动 东莹代表队 三井茂选手 获胜 三位裁判宣布胜者后 场边的几个东莹语组织的高手 才飞上擂台 也不知道 他们用了何种手段 一阵烟雾腾气 直接将已经开始低声嘶吼 踢表纹身 也开始扭动的三井茂带走 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但林毅的全只之眼 看明白了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一只无形的巨大蛇手 蛇手一口咬下 才将无数毒虫 和苏南文力本人 化为一团血物 感谢今天的16位选手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其实他不想继续解说了 但比赛结束后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不能跳过 有请来自各国的评委们 赛组挑选出来的 四位迄今位置 仍然呈现碾压态势的 选手打分 他们分别是来 自高离的队长裴俊西 来自大厦的队长林毅 以及来自萨瓦迪卡国的 黑马苏瓦 最后 还有来 自东营的队长三井茂 各位评委对选手的评价 将会决定最终个人赛的 MVP选手花落谁家 还请慎重打分 评委席上 孟老和程骁 都没有率先开口 东营的两位代表 也默不作声 高离的代表 却忽然开口了 因为不能给自家选手打分 所以 我直接从大厦选手开始吧 今天的四场焦点战 就不难看出 大厦的林毅选手 是获胜时间最长 同时 也是最波折的 我认为将 他与其他三位顶级选手 相提并论 有些名不负实 所以 我只能给五分 我也是五分 另一位高离的官方高层 也给出了同样的分数 孟远舟身体微微前轻 明显是打算说话了 却被身边仍旧迷眼微笑的 承销阻止了 果然 下一秒 东营的那位女代表 却忽然开口了 要不说 你们高离近今年的 青年职业者实力 一年比一年差 高层 都如此蜀目寸光 看不到事实背后的真相 你说什么 高离代表瞬间怒了 那东营女代表 则冷笑道 我就说一点 从比赛开赛至今 除了拯救自己的队员 你们何曾见过这个灵异 使用过超过二阶以上的技能 因为迄今未止 还没有一个对手 能够值得他用出高阶技能 我给他九分 这位东营女代表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要知道 各国彼此之间 现在算是对手 能够给对手如此之高的评价 这说明灵异的表现 是真的让他们感觉忌惮 与此同时 这一番话说出来 所有人才意识到 对啊 他们只顾着看 其他选手的秒杀了 全然忘了 裴俊熙和三井猫的对手 是什么臭鱼烂虾 丁月是个莽夫 还自傲 苏南文力 也只是看起来恐怖 南越这种效果 国力和职业者的平均水平 跟亚洲三大强国 还是有差距的 换言之 如果灵异碰到的 不是星格这个字带所写 实力也不弱 得咖喱国对常的话 面对其他人 也是秒杀 并且还是用最低阶的 一阶法术 完成秒杀 没有人会用大炮打蚊子 灵异之 用一阶法术 说明他就没有碰到一个 值得他用出高阶法术 来应对的敌人 星格也不行 你 高力的两位评委 面色阴沉的可怕 其实这个道理 他们如何不懂 只不过 他们是找个借口 踩低大夏而已 只不过没想到 打脸来得如此快 要是这番话 是大夏评委说的 世人也只会觉得 就算有道理 也是大夏在顾及自己的颜面 现在是被东赢点破 孟远舟微微前倾的身子 又放了回去 甚至已经完全靠在椅子上了 这种对手 替自己说话的感觉 有点爽 当然 孟远舟也知道 其实东赢也是对手 他们的主要目的 不是帮林毅说话 而是让高黎难看 东赢和大夏的关系不好 但跟高黎的关系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国互相看不顺眼 已经很久了 我给大夏的队长9分 是重肯评价 但如果我可以给三井 评分的话 我会给他10分 大家都没有 展露出全部实力的情况下 三井的底牌 只会更多 在说完林毅之后 这位东赢女代表 也把重点放回了自家选手上 并且不令赞赏 就差把三井茂必定夺冠 这句话说出口了 对此 成肖沉得住气 孟远舟也沉得住气 这才哪到哪 走着看呗 很快 针对四位在第一天 有无敌表现的四位选手的打分 就全部出炉了 三井茂拿到了8.3分的高分 苏瓦子紧随其后 8分整 然后是灵异 7.8分 最后才是高黎的裴俊西 7.7分 评分结果 让高黎的两位评委 更是窝火 不仅诋毁大厦没有成功 反而让自家选手 因此得到了最低分 属于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感谢各位评委的指导与评分 评分结果将会统计在案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抽签环节 为最大化保证赛事的公平性 赌决偶然性 今年起 16强赛后的每一次对阵 都将重新抽取 林毅队于这个赛制都有些意外 按照常理 分了上下 两个半区 第一轮八场对阵表确定之后 比如自己 是下半区的第二场 就会跟下半区的第一场胜者战斗 也就是裴俊西 但是 没想到会重新抽签 这样的却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随着三位主裁判上台 开始抽签 各国代表队的领队 以及无数观众 都紧张了起来 不要内战 不要内战 八强选手中 大厦三人 东赢三人 高黎一人 萨瓦迪卡国一人 选手名次冲得越高 得到的名次积分越高 自然大厦和东赢的观众 都不希望看到内战出现 第一位被抽中的选手 已经出现 选手编号 011 东赢代表队队长三井茂 将在明天的第一场比赛登场 他的对手会是谁呢 全场哗然 没想到第一签就这么刺激 直接来王炸 主裁判将手从抽签箱中拿出 又一个选手编号出现 012 第一场对战 是东赢代表队的内战 队长三井茂对战 二号为副队长 上户里奈 看到这个结果 赵恩全的嘴角都压不住了 猛然一握拳 好 东赢那边内战了 就意味着 一定有一个选手 要止步八强 并且还是一号位跟二号位的内战 那你 黑幕 瞬间东赢观众席上 爆发出一阵阵虚声和抗议 评委席上 无数人的表情也精彩了起来 孟远舟悄悄了一眼 身边依旧淡定微笑的程霄 那意思很明显 你做的 程霄眯着眼 轻声道 我没有操盘 这是天意 孟远舟 我信你个鬼 你个咪咪眼坏得很 程霄也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知道 现在有无数人在怀疑 是他动了手脚 实际上 上一轮 他的却动了手脚 不过目的也不是为了 让大夏尽量不内战 更多人进入八强 而是为了给林医挑一个 不算太弱 又不算太强的对手 遮掩天机 修改命格 是伤气的 对这方面操控的越多 对自己的损耗越大 他又不傻 所以现在八强对阵 他真的直接顺其自然了 随着第二场战斗的 抽签结果出炉 孟远舟又看了眼成霄 似乎在询问 你这是为了掩饰 赵恩全的笑容 凝固在脸上 因为第二场对战 赫然是周星宇 VS郭映龙 没错 他们大夏也内战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是二号位和九号位之争 起码不会是队长和副队长 必须要走一个的局面 继续抽签 第三战的选手是 选手编号001 大夏队长 林医 赵恩全彻底不笑了 除了东营的三号位以外 其他两人都是硬骨头 他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 让林医抽到 东营三号位那个猜忌 然而 事与愿违 当选手编号球 从裁判手里亮出来的时候 全场观众 包括解说阿亮 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波啊 这不是决赛提前上演了 大屏幕上 林医对手的图像 瞬间亮了起来 选手编号021 林医 大夏1 VS裴俊熙 高黎1 对这个结果 林医心中没有什么波澜 他只是往高黎选手席那边 看了一眼 就发现裴俊熙 竟然也在盯着自己 他的口中 伸出腥红的巨蛇 不断舔尸自己的嘴唇 好像在说 我说过 下一个就是你了 第三场比赛出炉后 其实第四场比赛 也无需抽签了 但裁判 还是走了个流程 第四战是苏瓦 VS东营三号位选手 湘泽赵夫 第二天 早上九点 蓬莱竞技场 八强赛 正式开幕 李奈将 干嘛爹 李奈李奈 一番可爱 现场无数观众 拿着大大小小的粉色横幅 有的挥舞 祝印圆棒 正在不断给台上的 上护李奈加油打扣 上护李奈的外形 堪称完美 不仅身材凹凸有致 脸单 更是很多宅男 都喜欢的卡哇伊风格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一个 让所有人听了一次 就难以忘记的美妙歌喉 用他自己的话说 幻术师只不过是职业 超级爱豆 才是生活 之前甚至是在 他的巡回演唱会上 才亲自宣布会参加 今年的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 所以现在 整个观众席 才会无比热闹 上护李奈小姐的人气 在这个赛场上 也是无敌的 那个 李奈将 比赛过后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其实 那个 我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阿亮眼睛里都快冒桃花了 当然是没问题的 那太好了 不过比赛马上 就开始了 今天您的对手是你的队长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上护李奈单手插腰 对台下的观众席 比了个他最经典的 pose 引发一阵震欢呼后 才看向擂台 另一方的三井茂 三井队长 李奈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爱豆可是不能轻易认输的呢 对此 三井茂没有任何表示 面对地 到嘴边的话筒 也没有说话 只不过谁都能看出 今天的他 情绪稳定了许多 并且也没有昨天那么激动了 如果说裴俊熙暴露出 自己真实的一面是疯的话 那此刻的三井茂 就是真的了 他的眼中没有别人 一切好像都无所谓 不重要一样 台下 灵异心中移动 别人没有看出来 但是 灵异却看出端倪了 果然 这个事迹 偶像不简单 大赛明令禁止 在倒计时开始前 就使用技能 但是他还是违反了这个规则 之前观星武说 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中的幻术 现在破案了 可能他刚刚登台 就已经中幻术了 上户里那诗术的途径 是声音 当然 不是人耳能听到的声音 而是一众震动频率 超过数万次的超声波 这类超声波 被掩藏在他刚刚正常的交流中 然后有目的的肾 透进对手的耳中 让其不知不觉 就已经中招了 不过这个时候 幻术还没有正式爆发 中数者 依旧拥有正常的势力 听力 能够接受到正常的信息 等比赛开始 再提起警惕 就已经晚了 一 比赛开始 随着到计时的结束 上户里那嘴角 勾起一丝笑容 队长大人 别怪里那哦 乖乖认输吧 幻术 发动 之前面对关心武 他就是在比赛一开始 就让关心武主动认输的 然后还故意不解换术 想让他永远沉睡 直至在梦中死亡 但是现在数秒过去 三井茂却依旧不畏所动 更没有主动认输的打算 上户里那一正 难道自己的换术 没有成功 不对啊 刚才他明明已经 里那 你退步了 忽然间 一道冰冷的声音 乍响在上户里那的耳旁 傅 傅上大人 眼前三井茂的形象 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中年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一次 上户里那 更是听到台下的十万观众 齐声开口 说出这句话 天空不知何时昏暗下来 只剩一轮血月 观众席上的所有人 也变成了一幅幅凄惨的死相 死不瞑目的双眼 正直勾勾地 注视上户里那 口中一直不断重复 你太让我失望了这句话 上户里那惊觉 自己装幻术了 什么时候 然而 无论他如何挣扎 他都无法醒来 上户选手 李奈将 不要啊 阿亮叫得撕心裂肺 因为在比赛开始后 眼前的超级偶像 上户里奈 竟然当着十多万现场观众 以及千万级转播观众的面 扯掉了自己的裙子 他今天甚至没穿安全裤 然后趴在地上 双眼上翻 口角流弦 眼角流泪 还不断学着猫叫 喵 喵喵喵 阿亮之 觉得自己的女神 形象彻底崩塌了 这对他会是多大的负面新闻 都不敢想 而台下的观众们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 无数死宅竟然掏出手机 对着擂台录像起来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 更加兴奋了怎么办 这场换术对决 很快结束 因为上户里奈的经纪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哭着喊着 求东营领队帮着认输 直到下台 上户里奈 依旧觉得自己是一只猫 而台上的三井帽 再次给所有其他选手 深深地震撼 上户里奈的幻术造诣 放言整个东营 都算是年轻一辈中顶尖的 但三井帽同样会幻术 并且甚至能够让上户里奈 这重级别的幻术师 不知不觉中招 昨天的秒杀 今天的幻术 这位东营全国 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后续碰到他 还要先能够处理他的幻术 才有资格面对他更加多样 也更加恐怖的其他手段 四六 高离选手席中 已经彻底暴露真实一面 布装了的裴俊熙 看着三井帽 同样舔了舔嘴唇 想吃 吃掉灵异这顿大餐后 把三井帽当做饭后舔点吧 这比赛 真是太美妙了 已经有些 等不及了 第二场比赛 很快开始 大厦内战 树职怪周星宇 对上了副队长郭应龙 赵恩全吩咐两人 不能直接认输 因为虽然赛事方 没有明确要求 但这种做法 不合体育精神 所以 两人还是直接全力以赴了的 周星宇之前面 对精美会时 完全不知道 灵异给他的那个 buff有多夸张 所以 才一直尖叫着逃跑 现在他知道 自己是个树职怪了 也主动施法攻击郭应龙了 而郭应龙这边 则掏出两把手枪 以极其华丽的技巧 一边躲避周星宇的攻击 一边找机会 对他进行攻击 正常来说 只有漫游枪手这样的职业 才会使用手枪 但郭应龙这各种炮手 一样用的手枪 并且 他的每一枪 威力都是重炮级别的 这得益于他的天赋 一边是极致的数值 一边 是极致的技巧 最终 终究是郭应龙磨练到 极致的战斗技巧 为他赢下了胜利 二十多分钟的高速移动 射击 躲避 他没有吃到任何一次攻击 却打出了上万次攻击 周星宇最后血量见底 并且每次一毒条治疗自己 就会被打断 被逼无奈 他只能认输 这场战斗 应该是迄今未止 开赛之后 所有观众看得最过瘾的一场 哪怕结束了 都在津津乐道 而就在所有人 还留恋于上一场战斗时 今天的第三场 也是万众瞩目 有决赛级别强度的对战 悄然开始 裴俊熙和林毅登台 全场渐渐安静下来 真正的巅峰之战 王炸来袭 等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开餐时间了 你是我迄今未止 见到过最美味的猎物 我会慢慢享用的 裴俊熙音策策地笑着 林毅墨不作声 只是皱眉宁视裴俊熙 你 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业系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全职之眼的观察下 首先 会谈出来的信息 一定是职业者的职业 迄今未止 蓝星虽然出现了 上万众特殊职业 隐藏职业 但都能够归纳 为某众大职业系 战士 法师 牧师 刺客 拱手 枪手 斗士 骑士 这八大职业系 构成了如今蓝星 所有的战斗职业群 大侠特有的道士职业 算是战士和法士职业的结合 东营特有的忍者 也是刺客和斗士职业系的结合 但林毅此刻 没有在裴俊熙身上 看到任何一个战斗职业系的特征 生活职业 短暂的凝视后 林毅终于看到了 被裴俊熙小心隐藏起来的真相 生活职业 药剂师 这是裴俊熙的真实职业 但这个职业与 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堪称风马牛不相及 裴俊熙面色骤变 似乎林毅说出的真相 戳中了他曾经的痛苦 你的话有些多了 闭嘴 两人赛前的谈话 让阿亮也插不上嘴 再加上这场战斗 本来就是所有人 翘首以盼的巅峰之战之一 所以 赛前采访这种拱火造势的环节 也没有必要了 阿亮给了几个裁判一个眼神 所有的开赛流程都确认完毕后 很快 大屏幕上就出现了导计时 裴俊熙只是阴沉的注视灵异 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灵异也一样 导计时结束 裴俊熙没有动 但是 他浑身渗出大量黑红色的浓液 体表的皮肤和筋膜组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融化 一滩滩黑水流淌下来 随后渗入擂台之下 碰碰碰 擂台中的生命维持装置 如同炮胀一般 被他全数破坏 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 到此为止了 每次 在台下看着这些没有人会死的战斗 都让我像在看幼儿动画一样恶心 灵异点点头 我没意见 他也很赞成裴俊熙的这个观点 没人死的战斗 怎么打都不带劲 所以 之前他对咖喱国那几人 都是下死手的 看着台上两人交流 赛事组委会心中 一万匹草泥马 奔腾而过 你们是莫意见 我他妈有意见啊 但是 我现在不能说啊 灵异等了一会 也莫等到裴俊熙主动攻过来 全知之眼 想要完全解析他的所有信息 也需要时间 那就试探一下吧 数万火球 陡然浮现 依然一起朝着裴俊熙砸去 整个擂台的温度 瞬间飙升 不过 就在无数火球 命中裴俊熙的瞬间 灵异瞳孔一缩 扑扑扑 如同重锤砸在血肉上一样 发出无数沉闷的声响 裴俊熙又碎掉了 这一次碎得比当初钉 月内一泡红下去 还要彻底 无数血浆 肉捏 农业蹦践开来 染红了整个擂台 灵异的眼前 解析出一条特征 不死的瘟疫 种类 共生体 特性 受到伤害时 额外承受九倍伤害 根据伤害数值 自我分裂 共生体 这是什么玩意 之前灵异认为不死的瘟疫 应该是裴俊熙的战宠 但是现在看来 是他肤浅了 这种不明瘟疫跟裴俊熙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主仆关系 而是共生关系 有点像毒液 这个特性 让自己直接承受十倍伤害 这个负面 异伤状态 也太夸张了 不过明显后面那个自我分裂 才是这个特性真正的目的 更加让灵异疑惑的 还不是这个特性 而是刚刚那漫天火球 命中裴俊熙之后 产生的效果 火系技能伤敌 依靠的是其高温 让目标被烧灼 制烤 才是火系技能造成的效果 但是 谁见过无数火球打在身上 像是被无数炮弹命中一样 四分五裂的 灵异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况 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他对火元素的掌控 仅次于战神级的法师职业者 刚刚那些火球 在命中裴俊熙的前一秒 似乎就失去了温度 但是与此同时 其速度确保增了无数倍 看起来就像是火球自带的热能 在那一瞬间 被转换成了动能一样 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因为那些火球 在靠近裴俊熙的瞬间 被感染了 火球不是生物 被病毒感染这种事 听起来很荒谬 在这个灾变时代 不死的瘟疫 似乎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感染了火球之后 其物理性质 也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能量没有损失 但换了一种形式 特性二 能量吸收 即使灵异不用凝视裴俊熙 全知之眼在他分析后 也给出了确定的结果 效果 不死的瘟疫 在感染具有能量的物质后 能够自由转换能量形式 短暂的间隔后 还可以将该物质的能量 转化为生物能 将其吸收 这效果 有点夸张了 改变物理性质 还能最终吸收能量 怪不得之前 丁月书的这么莫名其妙 他那一炮 属于是帮裴俊熙 完成自我分裂的步骤 不过现在 自己也差不多 那数万火球 其实最后 也相当于是一发工程中炮了 就在灵异一步一步 探清裴俊熙的虚实时 忽然感觉脚底一软 下一刻 灵异 就感觉眼前一花 头晕的感觉接踵而至 状态栏中 瞬间就多出了十几个异常状态 他也被感染了 从刚刚裴俊熙分裂之后 灵异就主动停止呼吸了 但是 没想到 裴俊熙之前放出来的那些血水 和浓液 渗入地下 不仅是在破坏生命维持阵法 同时也是在感染整个擂台 将其变成自己供身体的一部分 并且他演示工作 做得非常好 直到最后 才将灵异脚下站住的地方 感染转化 下一刻 整个擂台都开始如同肉团一般 蠕动了起来 无数石化的血肉 浓液 扭动拼接起来 一个巨大的血肉怪物 拔地而起 怪物头部 攥出裴俊熙的猙獰巨目 身体上 也张开无数道 长满风立牙齿的巨口 跪下 像进化的终极形态 臣服吧 裴俊熙自我分裂后 完全变成了一个 不断散播着不死瘟疫的可怕怪物 巨口张合间 还喷吐出大量黑色的毒物 整个擂台 都已经被他彻底感染同化 撤退 快撤退 结界呢 打开结界 别让这毒物阔散到观众席外 赛事组委 会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安保人员 全都慌了神 之前在场边解说的阿亮 和一位女主持 也撒鸭子狂奔了起来 神仙打架 他们烦人造殃啊 评委席上 高里的两位评委 双手抱胸 笑而不语 眼中满 是狂傲和自豪 东赢的两位高官 则是面色凝重了几分 这个裴俊熙 目前展现出来的东西 有些超出大众的理解了 就算是他们 也觉得棘手 灵异解析出来的 不死的瘟疫 得特性 他们也能分析的大差不差 遭受攻击 就自我分裂 还能够转换能量形式 供自我吸收的怪物 要怎么战胜 早穿质子 瞟了一眼大下的评委席 却只能看到 承霄那张衣 就在眯眼微笑的脸 他没有半分紧张 唯独是 坐在承霄左边的梦远舟 放在桌下的双手 不自觉地就握紧了 他在为灵异捏把汗 太防不胜防了 现在不仅裴俊熙 吸收了大量能量 壮大自身 还让灵异被感染了 这要怎么应对 嗯 变成怪物的裴俊熙 看到灵异身上只 被感染了十多种 不同的异病 debuff后 疑惑出生 因为 按照正常情况 只要被他感染 那就是146种负面状态 全都挂上了 百病缠身之下 没有人能幸免 甚至还有树中异病 是被驱散进化后 还会自我分裂迭代 变成更凶险的变异重 灵异身上 只有十几种状态 就意味着 他自带的负面效果 抵抗状态 等级很高 不仅如此 而且 概率也很高 就在裴俊熙察觉 不对劲的下一刻 他愕然发现 被他感染的灵异 身上的异病效果 瞬间全部消失 这不可能 裴俊熙当然不知道 灵异拥有不朽果实 只是震惊于灵异 竟然真的能够 进化掉他所有的瘟疫 而不触发变异迭代 我承认 你的却跟之前的 那些人不一样 能让我稍微认真一点 不过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灵异心念一动 重力细思接 引力领域展开 你让谁跪下 99倍重力立场 覆盖整个擂台 与此同时 重力碾压 也被灵异用了出来 选定的范围 同样是整个擂台 X29派出混沌出发 29倍多重施法 所有人眼前的擂台上的情况 在一瞬间模糊了起来 可怕的重力场 甚至扭曲了光线 下一刻 灵异身边的一切 就猛然一沉 已经被裴俊熙感染转化的一切 在等效千倍重力的碾压下 瞬间被压成积粉 随后 以灵异为中心 整个擂台陡然踏陷 变成一个深坑 轰隆隆 整个会场都在猛烈摇晃阵战 地震了 地震了 蓬莱岛本就在环太平洋 火山地震带上 出现地震是很正常的情况 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不过很快 在看到那个 已经深不见底的黑暗巨坑后 所有观众才意识到 那不是地震 那只是被台上那大夏青年使用技能 带来的副作用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怪物裴俊熙 浑身上下猙獰的巨口 以及他庞大的身躯 直接被恐怖的重力折断 碰 大量扭曲的血肉 贴在被灵异重力 碾压压出来的巨坑中 鬼屋 裴俊熙这一次 连怒吼都无法完整发出 声音刚刚出口 也被可怕的重力 彻底碾碎 无法传递 场中 只有灵异所站之处 还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只是我 现在 谁才应该跪下 灵异眼中淡漠 居高临下的 盯着被压到动弹不得 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裴俊熙 眼神 又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眼神 自己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 低声下气 苟且偷生的药剂小贩了 可恶 明明现在 应该给自己跪下的 是这个大吓人才对 碰 裴俊熙再也承受不了重力碾压 无数血肉灰飞烟灭 重力碾压 等阶 六阶 理论伤害 9999 9999 依旧是八个九 无法测算的伤害 但这一次 灵异终于 没有再使用初阶法术了 元素技能都具有物理性质 但引力本身 裴俊熙就束手无策了 结 结束了吗 灵异选手 终于在对战中 涌出了高阶技能 裴俊熙选手 不知道怎么样了 航拍导播 在吗 请用无人 积累出坑中视角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比起瘟疫 灵异翻手间制造的动静 才更加震撼人心 很快 击架无人击声空 将坑内的情况 传递到大屏幕上 坑内的土石和墙壁 光滑到如同人工打磨一般 裴俊熙分化的无数碎肉和血水 因为承受不住灵异的重力碾压 连如冻虫组都做不到 死 这压智力 评委习上 高厘的两位评委代表 面色不太好看了 因为此刻发生的事 完全印证了之前东莹两人所说的 对战心格 灵异只不过是不屑于使用高阶法术 而现在 当大厦的这位年轻一辈第一人 真的使用高阶法术时 他们的骄傲 堪称无敌的裴俊熙 只能屈膝臣服 被碾压在坑中 再也无法动弹 东莹这边 早川质子心中 生起了一丝忌惮 他原本对三井帽的绝对自信 现在 也产生了一丝动摇 只不过是一个六阶法术 用在其他人手里 绝对没有这种恐怖的效果 这威猎 说是七阶都不畏过了 那么 这是不是灵异的底牌 他还有没有更高阶的技能 早川质子 再次瞟了眼大下屏尾席的方向 孟老也感受到他的目光 同时也体会到了 他心中的忌惮 桌下紧握的手松开了 他之前对灵异的印象 还停留在全国高考最后一轮 用处置高知焰的状态 没想到 只是两三个月过去 他竟然还掌握了其他戏的魔法 甚至 也都加到了高阶 承霄不知何时 掏出了一柄雨扇 雨扇轻摇间 他微微侧头 像是在对早川质子 说话一般 自言自语道 呵呵 继续看吧 精彩的部分 还没开始呢 好戏 才刚刚开始 承霄的这句话 被赛事组委会的导播 敏锐地捕捉到了 意思是 这笔赛还没有结束 甚至 才刚刚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吗 下一刻 所有人才意识到 灵异同样也没有选择 离开擂台所在的范围 这意味着 他也知道 裴俊熙还没死 呵呵 哈哈 哈哈 你杀不死我的 我的宿主无穷无尽 我的生命 也永恒不朽 你只不过是我征服这个世界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而言 裴俊熙的声音 忽然在整个巨坑内回响 随后 高黎选手席上 包括刚刚苏醒的金美惠在内 所有其他高力队的队员 全都双手捂着脖子 面色发紫 这一瞬间 他们感觉自己无法呼吸 与此同时 体内更像是 有什么东西 正在内脏 肌肉 血管 神经里到处乱窜 你还真是畜生啊 竟然提前感染了 你所有的队员 现在更是要用他们的命 换你的命 灵异冷笑 他并没有阻止裴俊熙 反正死的是高力队的队员 不用自己动手 反而省事 别故作清高了 你们人类都一样 一边说着为了人族 对抗外族 一边彼此斗争 我还得感谢你 帮我除掉了这个爱事的人类一时 结结结 灵异心中一动 现在跟自己说话的 明显已经不是高力队长裴俊熙了 而是不死的瘟疫本身的意志 不死的瘟疫 话音刚落 那几个无法呼吸的高力队队员 全身各处的皮肤 纷纷溃烂流浓 他们哀嚎着 最终融化成一滩 混合着鲜血和浓液的黑水 然后渗入地下 灵异压出来的深坑中 大量的血肉重新汇聚 一只更加扭曲猙獰的血肉怪物 拔地而起 吸取了其他九名高力选手 生命能量精华的他 看起来比起之前 要更加残暴可怕 不仅如此 漫天的黑物从 整个蓬莱竞技场地下 挣腾而起 朝着现场坐满十万人的观众席飞去 裴俊熙选手 不可以 请立刻停止你的行为 你这是在残杀无故 立刻取消比赛资格 主裁判掏出红牌 吹着哨子 阿亮责言正警告 同时 整个赛事组委会的安保部门 也是精锐其出 整个市 太正在朝着失控的边缘冲去 有些放肆了 你们不管管 孟远舟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 目视着高丽萍尾系上的两人 眸光阴沉 动 孟远舟手中的木拐 轻轻点在地上 下一刻 无数翠绿色的波纹荡漾开来 将整个观众席 环绕其中 随后 一层由纯翠粉元素 波纹凝结而成的结界 请客出现 整个蓬莱竞技场范围内 地下冒出的黑气 再触碰到翠绿色波纹的一刻 就直接蒸发消散 东营评委席上 唯恐天下不乱 一直在静静看着好戏的两人 也是心中微惊 这孟老头的实力 比起上次线 又进步了 哪一天 他彻底参透法则了 大夏就又要多一位战神了 不如 住口 别说了 两人的队内语音 才进行到一半 早川质子就浑身发毛 因为他此刻看到 那眯眼微笑的成肖 正在看着他们二人 他们的想法 瞬间就被看穿 感谢孟老先生的仗义出手 裴俊熙选手 你已被取消比赛资格 本场比赛 由大夏选手林毅获胜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要不是孟老出手 他们还真的不好处理 赛事高层 当然也有九阶高手 但是出手一定不会这么快 等瘟疫平息 已经不知道 会出现多少死伤了 比赛继续 成肖依旧是带着笑容 说出这句话的 但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威势 阿亮张了张嘴 没敢说话 赛事组委会官方 也没有给他进一步的指示 这态度 其实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在场所有人里面 你最叼 那就你说了算呗 碍事的虫子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把你们都吞了 不死的瘟疫 怒吼咆哮 我倒希望 你真的是虫子 不然 也不会这么难杀了 灵异叹了口气 特性三 只要还存在 被不死的瘟疫 所感染的宿主 不死的瘟疫 就能够重新复活 并且根据之前承受的伤害 获得自我分裂的次数 通过这个特性 每次复活 所消耗的宿主数量 取决于此前承受的伤害 就在刚才 他得到了不死的瘟疫 最后一个特性 也是最变态的特性 你跟那个偏执狂人类不一样 跟其他所有的人类 都不一样 我喜欢包容一切 人类 我们其实并不处于 真正的对立面 加入我 加入之高的进化 我能给你不死之身 再加上你强大的力量 这个世界 都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扭曲的怪物 伸出一只手 被灵异发出了邀请 灵异真的感受到了 他的诚意 他确实没有在撒谎 身为共生体 他没办法脱离宿主 独自存活 没兴趣 另外 你也不配 灵异拒绝得很干脆 莫等不死的瘟疫开口 忽然 他就自己开始哀嚎起来 巨大的血肉怪物 正扎扭动起来 将整各进技场的地下 都砸出了无数大洞 灵异飞到空中 大脑也在思考 目前以他的手段 舒适不可能说 但是想要彻底消灭 不死的瘟疫 就必须要杀掉他 所有的宿主 不然 他就能无限复活 死所见 灵异也看到这怪物身上 竟然钻出了一只只眼睛 以及一张张巨口 你 竟敢背叛我 你忘了 是谁让你诞生到 这个世界上的 好在我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一天 这十年里 已经把你研究透了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裴俊熙的声音再次出现 灵异早就预料到 这祸没死 论新年子 任何生物 都比不过人类 看来这场共生 体主导意志之争 最后的赢家是他 不 裴俊熙对不死的瘟疫意志的吞噬 只是一瞬间 下一刻 灵异就察觉到 不死的瘟疫意志 被裴俊熙彻底吞并 不怕告诉你 我已经在整个高临 感染了一千万人 他们全都是我的备用粮食 我的备用生命 你每杀我一次 我都会变得更加将大 灵异 现在的我 已经是不死不灭的 究极形态 你拿什么赢我 裴俊熙的狂笑声 让场中所有的观众 不寒而栗 丧心病狂 这种拿整个国家 千万人的生命 来给自己剃死的疯子 是怎么 活到现在还没被处理掉的 甚至还进了 高临青年职业者国家队 瞬间场中就骂声一片 骂得最大声的 自然是场中的高临观众 评委习上 两名刚刚悬性灾乐祸 巴不得场中 其他国家的观众 死伤无数的高临评委 表情就精彩起来了 一千万人的生命被绑架 光是想想 就让他们汗刘家背了 更何况 这还是面向全世界的线上直播 不用想 都知道现在整个高临 得知这件事的人 会做何感想了 后续的瘀情 又会有多恐怖 别看这边 是我 灵异的脑海中 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天机被我遮掩完全 因果也被我削了大半 现在你就算把整个棚来倒炸了 也不会有人把梁岛沉没的事 联想到你头上 东赢的那两个老东西 现在想为难你 也没有这么容易了 嗯 就那个火系静咒 别再用了 其他随你 尽管放手去站吧 我在呢 灵异心重了然 他没有去看评委席上的承销 但承销的几句话 让灵异彻彻底放心下来 他终于不用束手术脚了 不然裴俊熙要杀 还真的有些棘手 灵异看向下方的裴俊熙 开口道 我还以为你真的无敌呢 你这不还是会死吗 杀你千万次 又有何难 灵异眼中电光闪动 天空中 一朵朵漆黑的乌云 凭空浮现 评委席上 所有实力达到九阶的职业者 全都是面色一变 他们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大下评委席上 梦远舟脸上震惊之色 难以掩饰 八阶 这是他认为灵异的极限 甚至当初灵异展现出来的 那个火系八阶技能 已经接近九阶的威力了 但是现在 这种波动 这种声势 毫无疑问 适时打时的九阶 雷系 九阶 不 不可能 他才多少岁 早川质子彻底不淡定了 花容失色 眼中甚至对灵异浮现了一丝忌惮 随后他更加觉得荒谬 自己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竟然会从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 甚至还没满二十岁的大下小子身上 感受到威胁 那 最精彩的部分 来了 成肖换了个姿势 靠在椅子上 右手撑在下巴上 眼缝微微睁开一丝 轰隆隆 雷声震震 天空彻底昏暗下来 电蛇在黑云中狂舞 灵异站在虚空之中 口中吐出两句晦涩难明的真言 静咒 雷神之怒 这是灵异目前想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法 裴俊熙的无限复活 不是真的无限复活 它能够承受伤害的预值 其实就是所有宿主 数量总和的一定倍数 所以 高频率 高数值的伤害技能 硬灌下来 替它死的那些宿主 迟早会被消耗殆尽 综合考虑 灵异选择了雷神之怒这个静咒 天空中的黑鱼 猛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窝口 窝口横穿整个天穷 其中电光如晝 让下方的蓬莱岛 看起来就像是即将遭受神罚之地 天空吹起狂风 海面卷起巨浪 静咒尚未降临 便已有毁天灭地的威势 忽然 一道由无数雷光 和闪电凝聚而成的巨手 从天穷的窝口中探出 下一刻 蓬莱岛观众席上 无数人惊呼出声 那是什么 我的天啊 然而下一刻 他们就全都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 神尾降临 一些脆弱的观众 甚至直接当场昏迷 凡人 怎可凝视神明 灵异抬头 看向天空中的雷神之手 此刻的他 已经能够完全适应神威 而不会被压制了 反观裴俊熙 他现在凝视天空中的神之手 心底里不由生出自己很渺小 自己理应臣服下跪的情绪 但偏偏是这种情况 更加让裴俊熙恼火 他前半生 已经当够蝼蚁了 他的野心 是征服世界 又怎么甘心 被这样死死压制 所以 他也在直视神明 哪怕光是看看 都要折损宿主数量 付出无数条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反正 他还有这么多的备用生命 灵异伸出右手 仿佛伸入了天空中的 巨大窝口之中 下一刻 那神之手 与灵异的手 再续一间 融位一体 灵异 执掌神之权柄 哄 电光刺目 窝口中所有的雷霆 凝聚成一柄巨大的雷枪 雷枪落入巨神之手之中 灵异旋转手腕 调转枪间 枪间下方 正是整个蓬莱竞技场的中心 灵异选手 你 阿亮仰着脖子 知觉的眉心刺痛 这是所有生命 在面对天威时的敬畏 是遇见到自己结局 却有无能为力的恐惧 场中尚且清醒的观众们 心中震撼之后 生起了绝望感 无命休矣 如果早知道 光是来看个比赛 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谁特魔还来看啊 太吓人了 不错 熟练度也很高 现在用出酒接技能 对他来说 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了 承霄撑着下巴 评价道 孟远舟坐在一旁 好几次想要站起来 其实都被承霄压下来了 你 确定莫问题 最终 孟远舟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酒接 这是货真价实的酒接技能啊 还是稀有的雷系法术 甚至这个法术 还需要抗拒神威 他很怕灵异一个 雷枪下来 直接无差别攻击 现场无辜的十多万群众 全都陪葬了 放心吧 他有分寸得很 承霄嘴上说着这句话 孟远舟脑海里 则听到了另一番话 风声道 雷鸣倒梁倒 是他的杰作 孟远舟目瞪口呆 死 孟远舟心中 刚刚闪过无数念头 而灵异却没有丝毫犹豫 丝毫留情 神之手紧握着雷枪 悍然落下 枪尖点中 裴俊熙所画的怪物的一刹那 一出的雷霆 就已经将他庞大的身躯 尽数电成飞灰 观众席上 瞬间就有数百名高黎观众 同样灰飞烟面 这些人 当然都是感染者 也是裴俊熙的备用生命 而在大多数人看不到的角落 高黎的国土上 灵异的这一戳 直接让百万级的无辜民众 被送上天堂 东江 天海市 妈妈 妈妈 电视里放的是什么 有个大哥个好厉害 比动画片里的还要厉害 一户住宅的客厅里 年仅五岁的江乐乐指着电视 拍手叫好 我也不知道 是爷爷让我提前打开电视 换到这个台的 我不太看得懂 阳台上 一位妇人正在晾晒衣服 回头宠溺地看了眼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时 只听房门一声闷响 一位老者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快快快 比赛应该已经开始了 是他 是他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我江城出来的那小子 江贤看到电视上 灵异站立于虚空 居高临下 俯瞰众生的模样 眼前一亮 将近三个月过去 再次见到 江贤知觉的眼前少年 模样不改 但气势和威严 已经是连 他都需要仰望的程度了 老江 你却定这选手 是从你们江城出来的 请他妈扯蛋 你们那老破小的鸡脚嘎啦 能出这种真笼 这几天你刚上任 没怎么看比赛吧 他是今年代表我们大厦餐 加贩 亚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 大厦队队长 你吹牛 也选点靠谱的吹啊 跟着江贤过来的 也是击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一个半月前 江贤就收到了上级的通知 他升了 并且可以说是连跳两级 直接从江城 这个小小基地市的 职业者工会会长 升任天海市的职业者 联盟委员会的副书记 至于为什么能升 其实看看 王大海和左倩这两人 就明白了 因为他们两人也升了 灵异这条真龙出世 他们自然鸡犬升天 江贤莫不作声 直接掏出手机 亮出一张 早已被他放进 收藏夹置顶的照片 照片上 是灵异在前往神肖前 跟他和王大海 以及左倩的合影 照片未证 这一次 其他几个老头不说话了 都在嘖嘖称奇 江贤心中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爽 这是他在跟谁打啊 之前那个明显一路 观赛至今的老者 坎坎谈到 八强赛的第三战 跟高黎的第一打 这也是今天的重头戏 两人的比赛 说是决赛级别 也不畏过 不过 这是怎么回事 比赛擂台呢 这大坑 还有这翠绿色的结界 是什么东西 老者说着说着 也猛逼了 更加让他猛逼的在后面 灵异抬手 天空裂开巨大窝口 随后雷神之手降势 然后蔑视雷枪 一挂而下 这连续的画面 直接给他们看呆了 江贤也呆了 啊 这是什么等级的技能 身为四传法师的他 明显已经看不懂 灵异目前这个等级的战斗了 他只知道 这是一个超乎 自己想象的高阶技能 雷神之怒 等级 静咒 会场上空漂浮住的 灵晶光幕 在长久的延迟之后 终于给出了灵异 所释放的这个技能的 基本情况 效果 已经完全无 法读取出来了 但其实也不用看效果了 是静咒这两个字 就已经让大多数职业者 大脑当机了 静咒 是什么等级的技能 场内当然也有法师职业者 这些人 已经在用看待神明的表情 看着灵异了 只有他们知道 静咒 意味着九阶魔法 这是他们中绝大部分人 一生都可能陷不到的究极魔法 雷枪烟灭裴俊熙之后 也没有停歇 静直灌入地下 整个蓬莱岛 这一次 再次地动山摇 并且地震幅度 远超之前 灵异用出重力碾压石 好在竞技场的建筑结构 足够坚固 才没有让观众们 因为震动而跌落摔倒 奔腾的雷霆 如同水桶粗细 从地底冒出 在整个蓬莱竞技场内流窜 光是电流强度 就是百万伏特级 但偏偏竞技场中的无数观众 场边的裁判 以及评论席上的所有评委 却没有受到半点波及 狂躁的雷霆 完全受控于天空中那道身影 X3 灵异的眼前忽然出现一道提示 怎么忘了这茬了 就算是静咒 也是会被太初混沌加成的 不过这一次 明显自己之拿了低宝 仅仅额外触发了两次多重施法 灵异很好奇 雷神之怒这个静咒的多重施法 要怎么实现 毕竟自己没有第三只手 很快 灵异就明白了 实现方式 简单粗暴 就是天空中再次出现一道 更加巨大的火口 随后神手握着雷枪 自动插下 瞄准的位置 自然也是灵异之前所选定的位置 哄 哄 又是两把灭尸 雷枪贯穿大地 江贤眼角一抽 一个静咒级的法术 就已经让他无法想象了 现在三个静咒 同时落下 这是足以以平整 做岛屿的恐怖天灾 果然如江贤所猜测的那样 雷蛇翻涌 电网弥漫了整个蓬莱岛 大量丛林中的飞禽 走兽怪物 被这些电流劈中 当场秒杀 天空中的火口 更是与大地巨大的雷枪 彼此呼应 密集的雷霆 沟通天地 整个蓬莱岛 完全就是一幅末日景象 哇 江贤的小孙子 江乐乐 兴奋地拍起手来 对孩子来说 他拿懂这三把雷枪 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 这场面和感官视觉冲击 远比他看动画片 要强烈得多 江贤摊在沙发上 右手捂着胸口 难以想象 这还仅仅是通过线上直播 看到这种万雷蔑视的恐怖场景 现场的观众 不得被吓死 组委会后台 负责影像传输的工作室中 刚刚还在抱着头 等待末日降临的人 睁开眼 发现一切正常 外面天打舞雷轰 但似乎这些恐怖的雷霆 根本就没再伤害他们 那些双手合十 不断祈祷的人 更是泪流满面 神明降下的慈悲 没有伤害无辜的他们 劫后余生之后 等待这些人的 还有特殊的惊喜 部长 数 数据 快看数据 忽然 有人惊呼一声 这些负责宣发比赛 是个重数据如命的人 才发现 所有数据 直接爆灯 01的三把静咒雷枪 正式扣开强者 世界大门的壮针 在线观看人数 收视率占比 实时互动数据 这些核心观看数据 全线飘红 甚至都已经爆灯了 同时观看人数 还在涨 还在涨 马上就要破六千万了 呃 好像绝大一部分观众 IP地址显示 是来自高里 他们作为赛事后台 负责影像传输的人员 自然是全程关注比赛的 刚刚裴俊熙的一番自爆 直接裹挟了高里的上千万人 现在忽然涌入 如此多的高里观众 也并不奇怪 整个泛亚地区 十个国家 到处都有人像江贤一样 本来就关注这场比赛的人 在见证了 灵异雷枪面世的场面后 无意不是激动着 将几张截图发给朋友 或是发到群里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涌入官方直播间 尼玛 这是青年赛 是的 青年赛 只不过误入了个神仙 我就想问问 用出这个技能 飞在天空上的那个大佬 到底是咱国家的 还是对面的呀 肯定是咱们国家的呀 灵异你都不认识 呃 我孤陋寡闻 没听过 今年的高考全国状元啊 蠢货 啊 你家高考状元打架 是这个画风 尼玛 尽舅啊 还是三连法 给跪了 大佬的十九岁 是站在巅峰赛场 暴杀敌国大佬 我的十九岁 是躺在床上 看直播抹眼泪 新的观众越来越多 本来一个亚洲地区的赛事 很快 也吸引到隔海相望 另一片大陆的目光 漂亮国乃至欧罗巴联盟的 无数职业者 心中震撼 少年天才 年年都有 但今年大夏的这个 真的不一样 场中 灵异不知道自己的名气 已经彻底迈向世界了 但她知道 她今天运气真的不错 丁 静咒 雷神之怒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九龙雷刚炎 灵异眼前出现一团银色的火焰 火焰中闪烁雷光 雷光隐隐凝成九条神龙虚影 看起来神异无比 随后 第二缕火焰浮现 那是一团青色火焰 呈莲花状散开 丁 你使用了法术 静咒 雷神之怒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青莲的星火 光是一个静咒 就得到了二缕一火 这意味着 现在佛怒火莲 已经是能够使用的状态了 不过已经没有 不要用了 裴俊熙 还不配 三把雷枪落地 裴俊熙不知道 陷进了多少人的生命 他再次自我分裂 只要他还有宿主 那么自我分裂后的实裂 也就会更降大 刹那间 无数黑水和血肉 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重新组成了一只体型 比起刚才 还要巨大三四倍的扭曲怪物 怪物足有百米高 下方的肉团帘 接着地面 被不死的瘟疫病毒 铜化后的泥土 岩石 凝聚成了两只巨壁 巨壁死死抓住 插在他身上的两把雷枪 想要拖拽出来 这种极致的痛苦 让他怒吼出声 好 随后 则是怪物身上无数巨口 开合见 说出震耳欲聋的话 你杀不死我的 静咒又如何 我是不死的 感染 只要再多感染一些 裴俊熙已经到了 歇斯底里的境地 但是 看在灵异眼中 只不过是垂死症扎罢了 怪物的巨壁 确实有惊人的距离 陷进了这么多人 此刻的裴俊熙 光石力量属性 估计都已经超过大多数BOSS 那两把雷枪 竟然真的被他拔出来一些 但也仅限于此了 因为 下一个瞬间 三把雷枪 同时爆发出 一阵阵刺目的雷电风暴 惊停雷暴的冲击波 三波归一 以裴俊熙为中心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向外扩散 整个蓬莱岛四周的海面上 都铺满了一层层电光 无数海底的怪物 弱一点的 直接被电死 强一点的 也要被电荤 纷纷浮出水面 够了 马上终止比赛 评委席上 高黎的两位评委 彻底不淡定了 纷纷起身 打算出手 强制终止这场比赛 他们倒不是联系 裴俊熙这个人渣 而是每一道惊停雷暴 就意味着 他们高里有十多万 乃至数十万的 无辜感染者 要跟着裴俊熙 一起送葬 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刚当你们 不是做得很安心吗 这会儿急了 孟远舟冷笑一声 承霄也稍稍偏头 右眼微微睁开一丝 下一刻 两名高黎的九转强者 就感觉浑身的气力 都被抽走一般 完全动用不了任何技能 好恐怖 原来战神对九转的压制 竟然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够做到彻底碾压 不过下一秒 被承霄一眼压制的 两人表情都是一正 随后面色一喜 只因为他们的脑海里 响起了一道电子合成音 指令 拖延时间 协助完成回收工作 与此同时 三把雷枪上方 无数原子机的微型机器人 如同凭空出现一般 眨眼间就组装成了一个 外观跟人类 几乎有九分相似的 电子仿生人 仿生人的外貌 如同八岁孩童 分析 沾染少许 净化 法则的病毒共生体 回收评估 B级 可以回收 下一刻 这名电子仿生人 以近乎瞬移的速度 来到巨坑之下 灵翼眼眸一鸣 巨坑之下 他看到那无数肉眼 不可见的微型机器人 竟然开启了 上千个小型虫洞 虫洞的另一段 是无垠的星空 以及一艘比起神骁 还要巨大无数倍的星剑 在漂浮中 寒暄宁 不 不要 裴俊熙的疯狂 转瞬变成了惊慌 睁獰怪物身上的万千眼睛 齐齐看向灵翼 杀了我 快杀了我 灵翼心中震惊 看情况 是这些微型机器人 背后的主人 想要回收裴俊熙 拿去做研究 顺便解决裴俊熙 拉着千万人 一同送葬的麻烦 但到底是怎样的研究 以及这位研究者 到底是谁 才会让裴俊熙 不惜放弃抵抗 想自己求死 也不愿被回收研究 战神级 这是灵翼心中 瞬间想到的理由 这仿生人 以及无数微型机器人 背后的那人 应该是高黎的一位战神 警告 大下人 立刻停止你的攻击 罗吉 裴俊熙为高黎国罪人 生死不应 由你定夺 冷笑一声 强盗罗吉 他是我的对手 要杀要放 闻得到 你对我指指点点 就算是战神威胁自己 那又如何 下一个瞬间 灵翼直接选择 提前解除了 雷神之怒 哄 猛烈的大爆炸之后 无数雷光闪电 同时爆发 仿佛引发了一场 核爆一般 裴俊熙那旁大扭曲的肉体 在这片雷光中 彻底消散 灵翼估算的没错 裴俊熙早就已经 到强弩之末了 三把雷枪插下来 他的宿主 就应该死掉一半了 随后的七八次 蜻蜻雷爆 更是让他 折损大量被勇生命 现在最后这一步爆发 伤害彻底溢出了 裴俊熙共生体能 够承受的极限 直接将他彻底杀死 一片白光中 裴俊熙听到了 灵翼最后对他说的话 上一个字称 永生不死的 同样也是死在 这个技能之下 到地狱里 去找他做伴吧 雷神之怒这个技能 如果打满所有伤害 蜻蜻雷爆 是需要爆发一百次的 但是提前解除 伤害虽然打不满 但却有最后的一波爆发 就是这波爆发 让眼前的仿生电子人 怎么都没有想到 竟然直接秒杀了他 要回收的目标 裴俊熙死亡 雷枪消散 灵翼盯着眼前的仿生电子人 死毫不倔 即使知道 对面是战神级 他也依旧选择硬钢 要是就这魔 让自己打到残血 过几秒就能收掉的人 头被抢了 才是真的窝囊 汇报 回收进程 遭遇顽强抵抗 回收目标消亡 任务失败 直行 歼灭措施 那仿生人声音 不带有任何感情 能够在如此恐怖的三把雷枪 最后爆发的接连轰击下 依旧毫发无损 这仿生人的强度 估计也是九转职业者等级 下一刻 灵翼就见识到 他所谓的强制执行措施 是什么了 天空中因为雷神之怒 而产生的窝口 已经消散了 太阳只出现了一瞬间 天空再次昏暗下来 灵翼的目光穿越无尽高空 上千公里的距离 就在整个蓬莱岛的正上方 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悄然浮现 灵翼在神霄主见前方 就见过这种洞口 那哪里是什么洞口 那是炮口 这位高黎战神 竟然想着 直接把整个蓬莱岛现场 一发轨道炮 直接抹平 当然 他主要的目标 还是自己这个碍事的人 除了灵翼以外 目前也只有评委席上的机位 实力达到九转的职业者 注意到了灭顶危机 其他的观众也好 赛事主办方也好 他们甚至连微型机器人 和电子仿生人都看不到 这位高黎战神明贤 也不想让这件 视像数千万人曝光 毕竟不光彩 就在灵翼思考的刹那 位于蓝星外层空间的 轨道炮口 几乎不需要蓄囊 直接一炮就轰了下来 灵翼瞳孔一缩 他疯了 竟然真的敢开炮 灵翼现在的免死技能很多 他有信心 吃了这发轨道炮 最多教了自己的琐血技能 应该是死不了 但是下一秒 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 场中的十万观众 就要集体上天了 只不过 没有下一秒了 千军一发之际 灵翼直觉的眼前一花 上千公里外的蓝星外层空间中 那轨道炮砸下来的路径上 一道巨大的虚幻八卦 震盘浮现 震盘转动间 让轨道能量炮的攻击 陷入了完全停止状态 灵翼心中震撼 那可是能量炮啊 如果说是 将其改变轨道 或是用更加强大的能量 与其对冲 导致彼此抵消 灵翼都觉得是正常 但是直接将它停下来 而且 是完全为反物理法则的刹那停止 灵翼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能量炮 所在的那一片区域的时间 被彻底停止了 随后 那巨大的虚幻八卦阵盘 不断转动 最终 那一发能量炮像 是画在图上的涂鸦 被橡皮擦掉了一般 与此同时 灵翼也看到 眼前的电子仿生人 被从中间 剖开一半 警告 机体严重受损 直航 撤退 仿生人 话说到一半 仿佛就像没有电了一样 声音逐渐断开 上千万个微型机器单元 同时停止了工作 韩轩宁 你好大的胆子 是当我不存在吗 承霄略带欲怒的声音响起 却再也没有声音能回答他了 灵翼松了口气 这一切发生的都很快 从看到那些微型机器人 聚合成仿生人 到城消除手 石亭擦除轨道能量炮 也只有不到十秒的时间 果然战神级的战斗 很可能十秒 就已经能够决定很多事了 雷光消散 竞技场中心 也出现三个 深不见底的可怕巨坑 灵翼知道 雷枪灌地的威力 是有多么可怕的 之前在伊斯德纳 一把雷枪 就直接捅穿了地球 大量熔岩涌了出来 这一次也差不多 本身蓬莱岛就是火山岛 灵翼这一桶 直接将下方的岩浆房 开了天窗 大量灼热的橙红熔岩 从巨坑底部喷涌而出 很快就要漫上整个岛屿 灵翼挠了挠头 伊斯德纳毕 竟是副本内的异事件 他可以不用管 不要考虑收拾烂摊子的事 但蓝星可是他的母事件 如果蓬莱岛 也因为三把雷枪捅穿底层 最后 被自我喷发的熔岩毁灭掉的话 那他就又要多一个称号了 岛屿毁灭者 就在灵翼感觉有些顽脱了 不好意思时 下一秒 灵翼就看到 那地底喷涌而出的岩浆 竟然又被缩了回去 与此同时 他眼前周遭的一切景物 都在飞速变化 三把雷枪洞穿的巨洞底部 渐渐填上了泥土 岩石 那些碎石和岩体 竟然重新凝聚到了一起 然后 巨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填平 然后是最先被裴俊熙感染共生 而毁灭掉的擂台 竟然也在从无到有 以极快的速度 重新凝聚而成 仿佛有人给这片区域 按下了盗带键 让时光回速逆转 灵翼重新站上擂台上 仿佛比赛海 没有开始那样 只不过 他的对手 已经连扎都不胜了 神了 灵翼的心中震撼无比 如果说出剑万重山的手段 给他带来的震撼 是随手间 移山填海的话 那么成效 展现出来的东西 并没有那么宏大 但效果 却让人细思极恐 石亭 倒带 这是Buck能力中的 Buck能力了 莫等灵翼感慨完 忽然脑海就传来提示 丁 你击杀了对手 因为你自动跳过 该对手的轮回经历 你获得了罕见及奖励 你获得了以下属性值 力量加8641 耐力 加18478 每秒生命回复 10万0314 异常状态抵抗几率 正1.41% 杀掉裴俊西之后 给的属性值 让灵翼都有些怎舌 几乎是击杀心格的 10倍还多 并且最有价值的 还是后续生命回复 和异常状态抵抗率 这应该是极其稀有的属性了 更加让灵翼惊喜的 还在后面 你获得了新的技能 黑死兵 黑死兵 这是什么鬼技能 等一下 技能 灵翼敏锐的发现 这次奖励的是一个技能 而不是限定技能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打开技能界面 灵翼心中一喜 黑死兵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三阶 系别 瘟疫系 消耗 一千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 冷却时间 五 效果 使目标感染黑死瘟疫 在三分钟里 不断造成越来越高的毒属性伤害 如果目标因此死亡 那么其身上的黑死瘟疫效果 将会传染给附近的另一个目标 贝祝 鼠鼠这魔可爱 怎么会伤害人类呢 他猜得没错 这次裴俊熙 直接给了他一个职业系的技能 瘟疫系 这个级别 他听都莫听过 可能跟死灵系有些相近 但终归有区别 战斗结束 观众席上 没有被连续的刺激而昏迷的人 纷纷拍了拍胸口 太哈人了 看个比赛 差点人都没了 但是在确认 自己屁是没有 只不过是惊吓过度后 这些观众 也还是给灵异 以及刚刚展现了时间魔术的成瘟 送上了最惩治最热烈的掌声 操 我竟然没死 你妈 他竟然还会禁咒 神瘟的座位席中 无数人都在讨论 禁咒砸下来 没有误伤一个人 大魔王对魔法的掌控力 应该已经超过江瑞雪大师姐了吧 你已经把一个入学不到两个月的新生 跟师姐第二席比较了吗 没打过 始终不知道胜负吧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大魔王应该会更强一点 废话 那是禁咒啊 姐说席上 阿亮也拿起话筒 虽然刚才已经宣布过战斗结果了 但 但还是重负一遍 恭喜灵异选手 取得本场胜利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差点都想恭喜灵异夺冠了 你这个战列 谁他妈打得过你啊 还有 我代表本次大赛的组委会 感谢承霄战神的仗义出手 为我们修复了比赛场地 评委席上 承霄依旧眯眼微笑 仿佛刚才被轨道炮瞄准开火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是免费的哦 你们知道我出手的价钱的 至少三个亿 阿亮擦了擦额头的汗 那当然 当然 赛事方稍后就会给 宁连今天的评委出场费 一起结算 灵异 他承认他羡慕了 这动动手指就赚了三个亿 来钱也太快了吧 不过有这种到代修复 一切场地环境损伤 或是物品损伤的手段 可能全世界 也只有承霄能做到 收三个亿不为过 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时间回溯 能不能够回溯有生命的东西 比如 让死者复生 如果可以的话 就太逆天了 只要队屋里有他在 他不死 别人的伤 会很快复原 就算死了 也能时间回溯拉起来 比赛继续 本来今天灵异和裴俊西战后 因为整个竞技场环境大变 说不定都要休赛 很长时间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所以 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筹备 在此期间 有请各国评委 对结束的三场比赛 做出评价 并且给出自己的评分 就有请高历评委先来 呃 两位评委老师呢 阿亮说着说着 才发现评委席上 原本属于高历位置上的两人 竟然不在了 哦 他们刚才跟我说有事 我好心送他们回家了 程潇笑道 大下评委席旁边 就是东营的评委席 早川质子 以及中村秀姓两人 心中富匪 就在刚刚 他看到高历的两位评委 不知道发了什么缝 竟然主动攻击 大下的这位战神 但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那两个人 就人间蒸发了 鬼知道 他们被送到哪里了 此刻两人如坐针毡 咱也不敢说话 你说是好心 送他们回家了 那就是吧 阿亮哑口无言 他本能地感觉到 好像气氛有些微妙 但程潇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否认 两位评委 如果确认离席 并且不参与后续的评选的话 公平起见 前一轮两位高历评委队 所有选手的打分 将不再计算 那么现在 请东营评委队 前三场比赛做出评价 中村秀姓拿起话筒 开口道 第一场是我们东营的内战 不做过多评价 虽然很早之前 我就知道 三井选手在换术方面 也有相当的造诣 但没想到这么高 第二场则是大厦内战 胜者展现了 非常扎实的枪手基本功 风筝 拉扯以及闪避攻击 做得都非常好 但是对手 基本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所以不太看得出 其真实实力 我这边给七分 然后 就是刚刚结束的第三场战斗 多的就不说了 我给十分 中村秀姓的点评很短 因为真没什么好说的 要模就是战斗水平不够高 要模就是太高 让他怎么点评 另一边的早川质子 接着发言 第二场胜者 郭英龙我只能给六分 理由跟中村大臣说的一样 然后是第三场 我也给灵异选手十分 没有想到 大厦年轻一代中 竟然有人能够掌握 如此高阶的技能 我很期待灵异选手 跟三井帽的最终较量 阿亮点了点头 两位评委 都对刚刚向我们展现了 静咒之力的灵异选手 给予了最高评价 满分十分 但听早川评委的意思是 即使灵异选手 拥有使用静咒的能力 您仍旧认为 三井选手 有一战之力 早川质子倾笑 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 能够使用静咒 基本上能够称霸整场比赛 但实战的魅力在于 没有开打前 永远不知道胜负 我只能说 目前三井帽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不到他真正的实力的十分之一 早川质子言之凿凿 明显对三井帽 是真的抱有一定程度的自信 你再牛逼 要是陷入幻属 静咒不是也放不出来 谁知道 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旁的程潇笑道 早川女士对自家选手 很有自信吗 但是有没有可能 目前灵异所展现 出来的实力 也只是他全部实力的冰山一角 甚至 不到百分之一 程潇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啊 都雷系尽咒了 难道还不是 灵异的最终底牌 有点吹过头了吧 早川质子面色一致 明显他 也是这么想的 但考虑到 这是程潇说的话 他只能自己咀嚼其中的意味 是赛前的心理战 还是因为自己的不服输 所以 他也把灵异的战力夸大了 总而言之 说到底 早川质子 还是不能说服自己 相信灵异目前 展露出来的实力 依旧只是冰山一角 开玩笑 他难道还会 多细静咒不成 很快 陆续所有评委 席上的评委 都给出了自己的打分 灵异在这一轮里 直接拿到了十分满分 没有任何一个人 给了低分 终究是静咒的冲击力 实在是太降了 赢下第一场战斗的三井茂 则同样拿到了 九点三分的高分 最后才是郭应龙 因为对手太弱 导致他最后的评分 只有不到七分 评分完毕 所有人都等了很久的 第四场比赛 开始了 苏瓦赤脚走上位台 双手合十 给对面站住的 东营三号位选手 向泽赵夫行了一礼 站在他对面的 向泽赵夫 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黑和尚 能够进到八强 已经算你运气好了 待会我 可不会手下留情 苏瓦表情 古井不波 对向泽赵夫的挑战 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闭目转动手上的佛珠 口中念住佛经 两人都没有蓄力技能 十秒的倒数时间结束后 向泽赵夫身旁 散开一道紫燕 随后他的身形消失不现 嗖嗖嗖 虽然看不到向泽赵夫的人影 但擂台之上的风声 却在告诉所有人 他正在高速移动 忍者这个职业的激动性 还是很高的 下一刻 三个无论是外貌还是气息 都跟向泽赵夫一模一样的人 破影而出 影分身 这也算是东赢特殊职业戏忍者的招牌技能了 速度最快的那个分身 手中的禁毒苦雾 对着苏瓦的后心 狠狠刺来 另外两个分身 则在半空中 双手就疯狂结印 火盾 好火球之术 叮 苦雾刺在苏瓦的后心要害上 却发出了类似金铁浇明的声音 没有破防 与此同时 使用火盾的两个分身 口中喷出大量火焰 却依旧对苏瓦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臭和尚 你是属无归的吗 那当我用出多重影分身 你又该如何应对 下一刻 围绕在苏瓦身边的向泽赵夫的分身 眨眼间变成了二十多个 灵异摇了摇头 你管这叫多重 忍术还学得不到家啊 这二十多个分身的迷惑和骚扰下 却向泽赵夫的本体 依旧处于暗影隐身状态 没有暴露 当然 只是他觉得自己没有暴露而已 下一刻 他忽然感觉眼前狂风骤起 苏瓦有黑剑状的身影 已经闪现到他面前了 扑 如同西瓜爆开一般 苏瓦只是简单的一技直拳 就将一救出于隐身状态的向泽赵夫 给抱了头 大量的鲜血和脑浆 洒落擂台之上 花里胡哨 一拳秒了 向泽赵夫 死亡 战斗结束 一击毙命 又快又狠 因为这个擂台 是承销复原的原因 赛事方甚至都来不及 重新安置生命维持法阵 事实上 就算装了 对进入八强的好几个怪物来说 也形同虚设 苏瓦依旧闭着双眼 右臂一甩 直接将手臂上沾染的血鱼 用高温蒸发 随后双掌合十 对台下的观众 以及解说裁判 纷纷行礼 然后缓步下台 灵异心中微惊 向泽赵夫 虽然是个菜鸡 他上去也能直接秒 但其实他本人的速度 警觉性 以及防御力 其实都不算太低的 竟然被直接一招秒了 甚至苏瓦都没有使用技能 此前他的几场比赛 也都是这么干脆秒人的 有点意思 看起来这个苏瓦 才更像是真正的数值怪 并且他的战斗经验 也远不是周星宇能比的 明显他跟自己 以及三井帽一样 都还有底牌 没有用出来 最终 苏瓦同样拿到了9.1分的高分 八强战斗 全部结束 三位主裁判 再次上台 四强抽签开始了 四强赛 已经形成 一抄两强 一个正常人的局面了 一抄当然指的是灵异 拥有静咒 灵异就是现在纸面实力第一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只有郭应龙 算是个正常人 三井帽和苏瓦看起来 也都像是怪物 哗 随着四强第一战的第一牵 被抽出 全场观众 爆发出一阵惊呼 因为那牵上写住的编号 赫然是001 灵异将在四强首战登场 大屏幕上 放出灵异的画面 他的对手 三井帽 以及苏瓦两人 表情都很严肃 这压迫感 不是瞬间就来了 那 我来看看 到底是哪个倒霉蛋 会碰到这个大魔王 被抽到的人 是不是可以当场认输了 说实话 我感觉也就那个三井帽 还有一丝 可能能让灵异大魔王认真一点 其他人 是真的可以直接直接投了去洗澡了 就在所有人期待第二牵结果出现时 灵异敏锐地察觉到 另一边萨瓦迪卡国的选手席中 苏瓦站了起来 对着自己这边和十行里 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请多指教 随后 他离开选手席 走入后场 与此同时 抽签结果也出来了 选手编号 零四一 大屏幕上 灵异的对手剪影 放上了苏瓦那张 闭着双眼的脸 四强赛的第一战 将由大厦队队长灵异 对阵萨瓦迪卡国队长苏瓦 这是一场极致体术对抗击制法术的战斗 灵异看着苏瓦消失在通道中的背影 若有所思 他似乎也能够洞悉短暂的未来 牵还没有出来 他就已经知道 他的对手是自己了 灵异收起了对这位本次巅峰赛超级黑马的轻视 他要是太浪了 明天说不定真的有阴沟里翻船的可能 第一场对阵 双方出炉 第二场就不言自明了 灵异和郭应龙起身 同样走回了自己队伍的休息室里 队长 加油 副队长 加油 年纪最小的观星舞 看到灵异和郭应龙回来 连忙开口道 队长不用加油 估计也能赢 我妈 就算加了油 估计也要输 郭应龙苦笑一声 赵恩全 四强里面 我们进了两人 只要明天灵异赢下来 名字积分奖励的二个名额 就基本稳了 小郭 跟这个三井贸对战 太凶险了 你明天要不直接 郭应龙末等赵恩全说完 就摇头道 赵领队 哪有面对强敌 切余亮剑的道理 哪怕是死 我也不会认输 郭应龙都拿出亮剑精神了 赵恩全也实在不好 都说什么了 一夜过去 第二天 早上九点 四强赛 正式开打 苏瓦选手 面对能够使用竞咒的对手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苏瓦有些腼腆 酝酿了半天 才开口道 我会全力以赴的 请多指教 他不善言辞 但林毅能感觉到 这人应该摸什么花花肠子 应该是个老实人 那么 林毅选手 你呢 有什么想对你的对手说的吗 林毅不假思索道 一样 也请多指教吧 两人的赛前采访 可以说是迄今未止 最没有活药味的 没有赛前垃圾化 也没有彼此嘲讽 因为双方都认为 对方是可敬的对手 并且 都不打算轻易认输 那么 比赛将在十秒后开始 请双方做好准备 另外 请两位选手珍惜比赛场地 维护不易 还请手下留情 阿亮后面一句话 是导播让说的 拜托 场地维护费 真的很高好吗 总不可能每次 都要请成销出手修复吧 一次可就是三亿没了 当然 场中的两人 都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 真的打起来 谁还会管场地啊 哼 随着倒计时正式开始 苏瓦迪喝一声 原本面对之前的对手 他从未睁开的双眼 也猛然睁开 随后 他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拔高许多 身上原本不算夸张的肌肉 也膨胀起来 无数青筋浮现 明显是在开某重状态类的技能 苏瓦选手 睁开眼睛了 等一下 难道 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吗 阿亮惊呼一声 下一刻 所有观众才发现 苏瓦的眼睛 只有白色 并且是恍惚无神的 明显是不能事物的状态 原来他之前这么多场比赛 那重快准狠 一招秒杀对手的表现 还是建立在他是盲人基础上的 有些夸张了 灵异通过全知之眼 则看到了更加夸张的东西 苏瓦 职业 伏魔金刚 斗士戏 传说职业 职业特性一 你无法 获得初始技能以外的任何技能 你无法穿戴任何装备 职业特性二 你的初始技能 无法进阶 但获得的技能点 以及专精点将 以1比2的比率 转化为可自由分配的属性点 职业特性三 你的所有攻击手段及招式 没使用一次 下一次使用时 其伤害会永久提升0.1点 当前最大附加伤害 职权 1103.9万 我累个内瑟斯啊 这三个职业特性 其中第一个 是完全负面效果 但有牺牲 就有收获 剩下两个职业特性 就很逆天了 一个是技能点和专精点无限 转化成属性点 然后是所有招式的攻击方式 能够无限叠加伤害 1100万的附加伤害 就意味着他起码打出了1.1亿次的职权 苏瓦的年龄 比林医大一些 已经是19岁了 如果他也是18岁觉醒职业的话 那么这一年多以来 他平均每天要挥拳30万次 平摊到每秒的话 就是接近1秒3.5次 这是在不吃不睡的情况下 但人不可能不吃饭 不睡觉 所以 这黑和尚 是不是连吃饭睡觉 都在对着空气挥拳 最主要的是 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苏瓦不仅是职权 有附加伤害 勾拳 肘肌 巴掌 手道 边腿 扫腿 侧踢 这些招式动作 全都有附加伤害 虽然只有几百万 但足以说明 这一年以来 他到底有多勤奋 应该是每天都没有偷懒 林医自认自己是个克隆 目前他大多数技能 都是克金加出来的 那苏瓦就彻彻底底是个甘地了 每天高强度训练 需要多大的毅力 林医都不敢想 思索间 苏瓦的体型 已经常高了一倍左右 浑身肌肉隆起 古铜色的肌肤 如同金刚一般 不需要穿戴护甲装备 他的防御力 估计也很恐怖 最夸张的是 现在苏瓦双臂下方的内侧 也长出了其他六条手臂 八只手臂 或是握拳 或是画掌 苏瓦原本和善的面容 此刻 也是愤怒无比 呵 呵 他的口中喘着粗气 明显开启 这个变身状态 对他来说 消耗也不小 八臂怒目金刚像 效果 开启变身后 你额外获得六只手臂 使你的所有属性值翻倍 攻击力和防御力大幅提升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大幅提升 且你通过修炼叠加的招式 附加伤害翻倍 变身持续期间内 将不断消耗你的精力值 精力值耗尽 变身结束 你进入虚弱状态 所有属性减半 防御力大幅衰减 作为斗士职业者 主要的攻击手段 就是近身之后 以拳脚攻击 这技能额外给的六只手臂 可不是装饰品 毕竟他每一拳 每一掌 都是带有附加伤害的 灵异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自己的对手 非常尊重自己 甚至提前开启了 这个消耗很大的技能 能不能顶得住 他这八通老拳 灵异在心里问自己 很快 灵异就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顶不住 哪怕是拥有光益赐福的 Buff 以及不朽果实给的 高额生命值加成 灵异感觉自己 也会被秒了 这场战斗 估计结束的会很快 很可能倒计十一结束 就会分出胜负 不是秒杀别人 就是自己被秒杀 灵异很庆幸 自己有全知之言 不然他真不知道 对手会这么恐怖 或许真就等到 即时结束 多么准备了 另一方面 灵异也庆幸自己四转之后 得到的元素系是光系 光系六阶 圣光庇护 下一刻 整个擂台上 绽放出刺目的金色圣光 当光芒散去 所有人才发现 灵异的身边 笼罩上了一层圣光 圣光庇护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六阶 消耗 两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秒 冷却时间 十五秒 效果 凝聚纯净的圣光元素 在指定区域 生成一个能够防护 所有类型伤害的光照 重负施放的圣光庇护 将在护照内层 再次生成一层护照 护盾吸收量 降叠加至内层 外层护照 不具有吸收伤害的功效 但遭受伤害时 立刻破碎 并抵消此次攻击的 所有伤害 面对苏瓦这种一拳超人 次数护盾 有时候比树枝护盾 要好得多 X1839 灵异眼前 得到了太初混沌 多重施法的数据 直接触发了 接近2000倍的多重施法 圣光庇护是 一个六阶技能 在这个等级 能触发如此多次的 多重施法 也非常罕见 1800多个圣光庇护 同时叠加在一起的效果 是震撼而惊人的 位台上 刺目的光线 比起天空中真正的太阳 还要刺目耀眼 我的眼睛 操 什么鬼 光于染啊 圣光特效散去 但灵异使用出来的 这个技能的效果 却依旧震撼 只见一团浓厚纯净的护盾 宛如圣光之卵一般 将灵异完全笼罩其中 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比赛开始 倒计时结束 八臂金刚形态的苏瓦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就已经对圣光护盾 防御罩 开始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圣光护盾 如同玻璃破碎般的声音 连成了片 不到半秒的时间里 灵异就看到 覆盖在自己周围的圣光护盾 破碎了三四百层 好恐怖的攻击速度 苏瓦浑身清金爆起 八只手臂化作残影 以及其恐怖的速度 攻击圣光护照 除此以外 扫腿 鞭腿 膝撞 甚至头锤 都被苏瓦用了出来 按照这个速度 这一千八百多层护盾 骑士也就不到三秒的时间 就会被彻底击碎 啪 圣光护盾内 灵异打响了弹指 他使用护盾 就是为了 给自己争取时间了 既然这是一场 不是秒杀敌人 就被秒杀的对局 那这两三秒 也足够他秒杀苏瓦了 尤其是现在灵异 寂灭手套上线嵌住的 还是三个异化版的禁咒 X202 多重施法倍率增加 两百倍的弹指 就算苏瓦目前防御力惊人 吃了弹指 也是要输的 蹭 弹指发动的下一个瞬间 灵异就感觉眼前一花 护照外的苏瓦 诡异地平 移了几步 就是这几步 让他的这次弹指 落空了 弹指是一个 没有任何弹道的攻击技能 正常人几乎不可能 防得住这个技能 太快也太隐蔽了 但苏瓦却仿佛早就知道 灵异会使用这个技能一般 打了个提前量 一个接近瞬移的平行移动 让他的弹指落空了 啪 啪 啪 弹指使用起来 也几乎不需要消耗任何东西 灵异接连攻击 眼前的苏瓦 也开始了鬼畜般的反复横跳 走位堪称诡异 让灵异的四五次弹指 全都落空了 并且 苏瓦甚至能够在 规避他的弹指的同时 维持高频率的攻击 原本包裹灵异的金色护照 已经薄了许多 灵异心念电转 啪 最后一次 他食指和拇指一滑 打出了响指 然而 苏瓦却并未移动 而是在半秒左右的延迟后 才躲到一旁 灵异心中确信了一件事 你好像真的能遇见未来 弹指这个技能 灵异习惯用打响指的动作来出发 但刚才灵异做了个测试 他打出响指 但却没有使用弹指技能 而是在响指过后 短暂的延迟后 才偷偷用出了这个技能 灵异很确定 自己并没有将使用技能的动作暴露出来 但苏瓦还是预判到他的攻击了 咔嚓 蹦 最后一道光盾破碎 苏瓦右臂一拳朝着灵异天灵盖砸来 哼 场中烟尘四起 灵异站住的位置 就是擂台右侧正中左右 苏瓦这一拳砸下来 瞬间中央区域 直接被砸出一个大坑 整个擂台也密密麻麻 裂开了无数道黑色的裂缝 场边负责维护赛场秩序 和环境的组委会工作人员的心 都在滴血 开赛仅仅不到五秒钟 好吗 场地又要坏了 累了 毁灭吧 苏瓦选手如狂风咒语般的攻势 瞬间瓦解了灵异选手部下的所有光盾 难道 灵异选手输了吗 评委习上 孟远舟又有些紧张起来了 这个萨瓦迪卡国的选手 在体术和近身格斗方面 确实堪称当前范亚区域年轻一辈最强了 宁捷 力量 防御全都拉满了 灵异在乡 也是个法师 可挨不起这一下 孟远舟瞟了眼身边的橙霄 看他依旧淡定 并且似乎看得很尽兴 那表情仿佛在说 紧张什么 有烟雾伤都不懂 果然 场中烟尘散去 苏瓦的怒圈砸在地上 甚至穿过了灵异的身体 而灵异就像一道幻影一般 没有任何影响 轰 轰 轰 八臂金刚的移动速度极快 眨眼间 就在整个擂台上的三个随机位置降临 随后以势不可挡的攻击 将那片区域完全毁灭 直到烟尘全部散去 借助全方位无死角的无人机视角 观众何解说才看清楚 苏瓦攻击的那几个地方 竟然全都有一个灵异存在 怎么回事 灵异选手 难道也会分身术吗 这当然不是分身术 而是光细无间 渗楼折光 不是直觉 也不是预感 你的却能够看到我 还能短暂预见未来 三秒吗 灵异回想起了之前苏瓦 跟向泽赵夫的那场战斗 向泽赵夫明明刚刚准备结印 用初分身术 但苏瓦就好像提前知道她的位置一般 一拳把她秒了 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 只不过灵异的手段更高明 借助渗楼折光 灵异每隔一秒 生成了一个自己的影像 随后 灵异也看到了 苏瓦攻击她使用出来的那些渗楼景象的次序 最终推断出 苏瓦的预见未来时间 是三秒 则 灵异在心里则了一声 有些难办 她是可以一个静皱下来 无视苏瓦的躲闪 直接把她秒了 但是就算是现在的她 使用静皱 也是有一段前摇延迟的 比如雷神之怒 握手持枪砸下来 起码也要四五秒的时间 这还是灵异 已经非常熟练雷系静皱的情况 死灵系的静皱明和 需要花费的时间就更加长了 这三秒的时间差 她一定会被苏瓦找上 然后率先把她秒了 当然 灵异要是真的想的话 就开启心格之前那个锁写技能 在一分钟之内 她直接无视苏瓦的攻击 击败她就行 但是 锁血不代表无敌 如果苏瓦有控制技能的话 这一分钟内 以她如此高的攻击速度 说不定真的能顶着她的 十秒一次的进化 完成永控 一分钟之后 她就真的要输了 灵异不敢赌 不能破解苏瓦 遇见未来的原理 并且废掉她这个能力的话 这场比赛 就会陷入僵局 有点赖皮了 你一个茫然 能看到 未来是怎么回事 那也别怪我了 灵异 沐志明 灵异 也能遇见未来 并且 还是十秒后的未来 灵异听到了灵异的命令 很快就用出了 沐志明 这个技能 两者对未来的预测 有七秒的差距 这七秒的差距 就会是苏瓦不可逾越的 知觉迷强 两人此刻都是 时空观察者 能够预测三秒后的未来 就意味着苏瓦此前 能够完全掌握 观测灵异的所有动向 并且提前三秒 做好准备 但现在灵异 能够观测 更远的未来之后 苏瓦的这个能力 自然而然 也就被无效化了 只不过此刻的苏瓦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他看到的未来中 灵异的渗楼 折光幻想消失 随后真实位置 彻底暴露 提前三秒 直到真实位置的苏瓦 没有任何犹豫 瞬间就移动到了那里 八只金刚手臂 对这片区域 进行了无差别 攻击轰炸 解说和观众们 已经彻底看不懂了 这是在干嘛 为什么苏瓦会 移动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位置 发起攻击 灵异又到底在哪里 他为什么 不选择攻击苏瓦 所有人知觉的两人的战斗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进行了无数次的博弈 他们只能看表象 却看不到深层 别说他们了 就算是评委席上的大部分人 也是一头雾水 只有程霄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盛 有意思 这场太有意思了 这可比之前 渺渺渺的比赛 好看多了 程霄话音刚落 就看到场中 苏瓦闷哼一声 口中吐出大量鲜血 与此同时 他的右半边身子 连着三条金刚手臂 顷刻间爆开 明显是受了重伤 大屏幕上 象征着苏瓦生命值的血条 瞬间掉了大半 只剩三分之一左右 灵异的身影 从苏瓦的背后浮现 还是躲开了要害 好恐怖的危机预感 灵异不由地赞叹一声 苏瓦看到的未来 在被灵异看到的未来覆盖之后 他看到的 自然都是虚假的未来 灵异早就不在那个位置了 甚至 灵异还能够借助这个信息 提前对这片区域使用弹纸 他卡好的时间 正好就是他的遇见未来场景中 苏瓦移动过来的 那个时间点 但是就算是这样 苏瓦在落地之后 还是多挪了一步 就是这一步 让他吃了大半弹纸的伤害 没有吃满 要知道 在灵异看到的未来中 苏瓦吃满了弹纸 可是 当场写条清空告负的 没想到 他竟然修改了未来 看来所谓的未来 也不是既定的 蹭 重伤的苏瓦 移动速度 却依旧恐怖 他瞬间从灵异眼前消失 后退了一大段距离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看到的 未来是错误的 并且也根本没有看到 灵异会弹指重伤他的结果 他只能暂时撤退 这是战斗开始以来 一直选择猛攻的苏瓦 第一次选择后撤防御 攻守之势 悄然逆转 灵异虽然敬佩这位实战精 艳疾其丰富的对手 但是比赛就是比赛 他不会手下留情 啪 又是一发弹指用出 他准确预判了 苏瓦这次撤退的落点 这次弹指 再次命中 扑 苏瓦胸口爆出一团血物 下一刻 他的整个胸腔 都被破开一个大洞 直中要害 苏瓦的血条瞬间清空 不过灵异却发现 苏瓦却并没有死 血量卡在一 没有掉下去 人均所写是吧 灵异对此没有太意外 他都有所写技能 其他人有几个保命技能 又怎么了 真正的强者 不仅需要有最恐怖的输出 同时也要有一定的 抗风险能力才行 冰死的苏瓦嘀喝一声 下一刻 胸口的大洞 以及右半边身子 和三条手臂 瞬间重新尝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有黑的皮肤 也镀上了一层 金灿灿的色泽 罗汉金身 被动技能 效果 当你遭受一次 足以让你死亡的攻击时 避免此次死亡 并在短时间内 恢复所有生命值 在后续的一分钟内 你免疫所有 九节以下的控制效果 免疫除本源伤害以外的 所有伤害 该效果有30天的冷却时间 全只之眼 返回了苏瓦 这个被动保命技能的信息 免控 无敌 这技能的效果 明显比起星格的所显 还要降得多 也更加适合苏瓦 这种一拳超人类的职业者 苏瓦浑身散发着 金色的佛光 除此以外 又一个技能 被他用了出来 他双腿盘起 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身后金色的佛光大胜 一支支由纯粹佛光凝聚而成的 金刚臂虚影浮现 这些虚幻的手臂 同样巨大而强壮 随着无数金色佛光 金刚臂虚影凝结而成 浮在半空中的苏瓦 原本健壮的身躯 也开始缓慢干瘪下去 百八伏魔拳 效果 进入伏魔金刚的最终形态 凝聚108之虚 换金刚臂 为你作战 你的所有招式和攻击手段 可以借由虚幻金刚臂实现 虚幻金刚臂在攻击时 继承浮魔金刚致叶特性的 永久附加伤害效果 开启时 需要进入罗汉精神状态 开启时 会逐渐消耗你的本源生命能量 这些虚幻金刚臂 能够无视 距离进行攻击 并且同样威力巨大 小心了 浮在半空的苏瓦 开口提醒道 他当然不知道 灵异能够看穿他的技能 这些话单纯 是不想灵异因为大意 而输掉这场战斗 他赢 也要赢得堂堂正正 烈 一声音笛般的古怪声响过后 苏瓦额头没心处 一只鸟会伸了出来 随后苏瓦双手 拉住眉心越来越大的窝口 将其撕裂开来 一只浑身藏着青色的鳞片 被后肠有翅膀 脸形凶神恶煞的怪物 从他眉心中飞了出来 这怪物 只有一只独眼 独眼中 有着三枚沙漏形的瞳孔 天目罗刹 魏格 顶格黄街灵异眼前 浮现这只怪物的信息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苏瓦明明双目失明 却能够看清楚场中的事物 还能够预测三秒之后的未来了 是他这只战宠的弓矛 现在 灵异也能够预知未来 那么苏瓦自然也就不需要 将这只战宠继续收在体内 使用他的视野了 还不如放出来 让他攻击灵异 多一份战力 多一丝胜利的机会 108只虚幻的金刚臂 一起发起攻击 随后 整个擂台 瞬间被一位平地 在最终形态下 苏瓦雍 有了远程攻击的能力 并且单论每秒的攻击次数 超越一千次 没有敌人 能在这种程度的 无差别攻击下幸存 哪怕灵异拥有 看破未来的能力 也躲无可躲 藏无可藏 只不过 很快苏瓦就停止了攻击 因为从 百八金刚臂传回来的触感来判断 他没有击中灵异 反而是击中了 一块质的无比坚硬的东西 一直飞在天空中 以法术鞋助攻击的天目罗刹 给苏瓦传回了信息 那是一块冰 苏瓦与灵异之战 进入了最终的白热化阶段 虽然观众和解说看得不太懂 但是 他们能够看得出 两边都是神仙 这场战斗 应该是开赛以来 最精彩的一场 起码有来有回 精彩万分 观众席上 掌声排山倒海 苏瓦来自小国 并且这次比赛 萨瓦迪卡国的观众 也不算多 在发现 他们国家也出了一匹 纠集黑马之后 嗓子都喊哑了 手也拍酸了 现在难得 其他国家的观众 也在为他们的选手 加油助威 有些观众 已经热泪盈眶 双手合十 不断祈祷了 战局中 苏瓦收到天目罗沙船 回来的视觉图像 看到了那间兵中的人 正是灵异时 苏瓦再次发起了攻击 攻势比起之前 要更加猛烈 他以为那块兵 应该是灵异用出来的 某种防御技能 但管它是什么兵 只要将它 通通击碎就行了 火力全开的苏瓦 咬着牙 承受着身体里的生命 本源能量 在消失的痛苦 没有停止攻击 这是对对手的 最高尊敬 也是对自己 这一年多以来 日日夜夜地 刻苦修行一个交代 这就是他的全部了 如果还赢不了 那么 就真的是对手太将大 他也能不留遗憾 咔嚓 苏瓦听到了 那尖兵碎裂的声音 他知道 胜利的曙光 已经近在眼前了 哈 他放声怒吼 哄 最终 那快兵 被他彻底击碎 无数兵精四散崩落 然而 下一刻 苏瓦却感觉魂深一寒 那是一种 他从未体验过的低温 原本行动自如的手脚 瞬间变得迟缓 就像他之前 蒸发掉巷子赵夫 粘在他手上的血一般 苏瓦在开启 八臂金刚状态下 体表的温度 高得吓人 但此刻这点温度 根本不足以抵抗 整片空间中的 彻骨森寒 苏瓦心中震惊 那快兵 从外部攻击时 还并没有感觉到 跟其他冰块 有太多的区别 但直到将其击碎 冰精弥漫整 各占斗场地 苏瓦才发现 这些冰精的低温 到底有多恐怖 呼 感谢你帮我打碎了这玩意 灵异双手抱着自己 口中吐出白雾 明显他 被冰封在那快寒冰里 也动得不轻 时间倒退十多秒 面对苏瓦扑天带的 袭来的虚幻金刚浮魔拳 灵异甚至已经做好 交出自己索写技能的准备了 毕竟别人 都已经交无敌技能了 他是后交的 并且持续时间比苏瓦还长 最后赢的肯定是他 但灵异 还是心存侥幸 尝试用出了他不久前 才刚刚获得的冰系静咒 苏瓦的罗汉精深状态 虽然能够免疫控制 但仅限九阶以下的控制效果 冰系静咒 当然不在其中 只不过 灵异刚刚念出 冰系静咒的两个真言 下一秒 他自己就被一块寒冰 彻底冰封了 跟雷神之路 以及明和葬礼这些静咒一样 使用静咒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接受一定的考验 灵异没想过 冰系静咒的考验 跟火系一样 都是对元素的清合度 以及掌控力 此前灵异一直都喜欢 使用火系魔法 自然对火元素的掌握和清合度 已经刷到满了 所以他用火系静咒 几乎没有任何组织 但冰系 可以说是被灵异遗忘了很久 打入冷宫 最近几天才想起来 想要宠幸的妃子 自然是要闹些小脾气的 所以灵异翻车了 他自己被冰封了起来 并且短时间内还红不好 不过万幸的是 这块冰足够坚固 让苏瓦十秒内打了上万拳 才被打破 打破之后 灵异也算是通过考验了 此刻的他 再次使用冰系静咒 也不会有太大的组织感觉了 死记之国 灵异念出了冰系九阶静咒的名字 下一刻 以彭莱岛为中心 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冰元素 都响应了灵异的召唤 整个彭莱岛的气温 眨眼间暴跌几十度 好冷 卧槽 变天了 现在不是夏天吗 怎么会这么冷 妈的 没带衣服 冻死我了 你们快看 那和尚 不动了 只见擂台之上 苏瓦的表情 凝固在最后的惊恶中 他身后疯狂攻击的 108只虚幻金刚臂 也全都静止在半空中 就像 被封在寒冰中一样 灵异的身影 缓缓从被苏瓦 打出来的深坑中出现 他的身边 围绕着一片白茫茫的领域 这片领域 将苏瓦 以及场边的裁判 乃至解说员阿亮 全都囊括其中 所有被纳入 白色领域之中的裁判 表情和动作跟苏瓦一样 完全凝质 阿亮拿着话筒 也说不出半句话 整个现场 诡异到令人发指 X5 灵异的眼前 出现太初混沌的 多重施法提示 他瞬间面色一变 别啊 老铁 掌控一个兵器尽咒 他现在都有些吃力了 你额外加送四个 我是真的控不住了 果然 下一刻 围绕灵异身边的白色领域 猛然扩张五倍 这一次 不只是擂台区域了 整个观众席 也一并进入了 灵异的死寂之国领域中 下一刻 掌声 欢呼声 叫喊声 全都消失了 十万人的场馆 再没有一丝声音传出 就像整个蓬莱岛竞技场 进入了一片 时间停止的异常区域 竞技场外 尚未被灵异的死寂之国领域 囊括的狂热观众们 已经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了 里面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听 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闹鬼了 要死了要死了 这蓬莱岛 不是靠近赤道吗 还会有这种鬼天气 啪 啪 无数密集的坠落声响起 所有还能活动 起码还能够思考的人 愕然看到无数飞鸟 被寒冰包裹 坠落在地 而那些飞过前方的 竞技场区域的鸟类 则直接停在 他们刚刚飞进 白色领域的那一刻 不会坠落 也不会继续移动 似乎有某重力量 彻底剥夺了 他们运动的资格 好安静啊 怎么你们都不说话了 忽然有人开口问道 他听不到呼啸的风声 也听不到远处 海岸传来的浪声 这些声音全都消失了 这句话说完 这人才发现 其他人其实也在长着嘴 说着什么 但他听不到了 整个蓬莱岛 似乎真的变成了一座死寂之国 青年巅峰赛的官方直播间中 整个竞技场 所有人都静止在原地 飞条凝固在半空 没有任何一丝声音的场景 让无数观众 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这是怎么了 太诡异了 你妈 那些活生生的人 现在给我感觉 像是放在博物馆里的蜡像 兄弟 你这个描述太对了 我刚才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现在看那些人的表情 我都感觉一阵毛骨悚然 这题我知道 是恐怖骨效应 什么恐怖骨 明明是大屁股效应 别闹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直播卡了 死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说直播卡了的 仔细看啊 还有两个人能动呢 唯二能动的人 当然是灵异和成霄 灵异看着身边 已经完全无法行动的其他人 心中也有些震撼 死寂之国这个禁咒 没有雷神之怒的壮观特效 也没有八荒天允荒火 焚尽一切的威力 它甚至没有伤害 但在控制方面 确实是到了极致 禁咒 死寂之国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便 含冰细 消耗 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十分钟 冷却时间 24小时 主动效果 选择一个距离在100米内的目标 以其为中心 制造一片死寂领域 处于死寂领域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织物的速度 在短时间内会逐渐降低制无 同时 其具有的所有增益效果也将被清零制无 速度以及增益状态清零的时长 取决于其余死寂领域中心的距离 距离越近 这个效果触发的越快 所有被死寂领域剥夺了速度或增益效果的目标 受到你的伤害时 额外承受300%的冰属性伤害 当前死寂领域可选范围 20米至200米 当前死寂领域持续时间 60秒 如果你将自己作为领域的中心 那么死寂领域的范围会过大致三倍 且持续时间延长三倍 被证 当万物不再运转 时间就没有了意义 剥夺速度 这是死寂之国这个静咒 最具有特征的逆天机制 至于它 为时魔会是冰系静咒 灵异也想得明白 比如此刻这片白色的死寂领域内 以它为中心 向外扩散的区域温度 热的本质来源于粒子的运动 当粒子不再运动 自然也就失去了温度 冰系静咒 没毛病 评委席上 冰系的掌控力差了点 火候还不到家呀 不过这个静咒法硕 怎么跟常规的冰系九阶不一样 呈销像漠视人一样 自由活动 甚至还在分析灵异的这个技能 它当然见过远版的冰系静咒 那就是一个 能够瞬间制造一个领域 冰封领域内大范围所有目标 并且造成最大生命值上限的 冰属性伤害的高阶技能 但灵异用出来的这个技能 范围和领域效果是没错的 唯独缺少了伤害 并且 没有冰 棒 棒 坐在他身边的梦远周 无比艰难地移动嘴唇 但依旧知能说出最简单的一个字 这还是他是全场九转职业者中 实力最强的原因 东宁的两个评委 只有眼珠子能稍微动一动 说话是完全说不了的 别吵 我再思考 你适应一下 一会就能动了 承销手指一点 虚幻的八卦阵盘出现 随后 他在阵盘上拨动了击下 眼前一亮 原来是 永恒 真是有逆天气月 这个已经在诸天沉寂数百万年的法则 也青睐过你吗 承销的语气里 罕见地带上了一丝艳线 到他这个等级 能够让他产生这种微妙情绪的机遇 真的不多了 永恒 你是说这小子身上 有被永恒侵蚀的痕迹 这个法则 我记得 不是已经被封杀消亡了吗 孟远舟终于从速度被完全剥夺的状态中 挣脱出来 虽然他能说话了 但是 手脚想要自由活动 还需要一些时间 别用青石这种描述 这诸天万界的法则 分高地 却不分好坏 还是看你如何理解它 以及 你如何利用它 处类才能旁通 承销击句话 让孟远舟若有所思 他目前 就处在九转职业者最干大的时期 承销已经算 是在点拨他了 另一边 灵异在稍加摸索之后 也彻底掌握了 这个兵系静咒的解除方法 随着灵异对领域的解除 距离他最远的 也就是旁来倒进机场外的那些倒霉弹们 率先获得了自由移动的能力 然后是场内的观众席 最后才是苏瓦 领域彻底解除后 苏瓦跟天空中的飞鸟一起 坠落在地 他的罗汉精神给的无敌效果 以及百八金刚臂的效果 全都被死寂之国剥夺了 此刻形容枯稿 坐在地上 犹如朽木一般 不过他还是强撑着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双手合十 对灵异微微攻身 我说了 谢谢 苏瓦在泻的是灵异的不杀之恩 其实他的精神效果 早就没了 灵异在刚才 有一万种方法 能够随手捏死 失去大部分生命能量的他 但灵异却 没有这么做 灵异耸耸剑 我又不是什么杀人魔 对于裴俊熙这种人间之陷 灵异当然下手毫不留情 但是 对苏瓦这种心地善良 并且意志坚定的求道者 他还是有些敬意的 十多分钟后 全场观众 裁判 以及解说 才算缓过进来 大厦对对场 灵异选手 维持了他迄今为止的不败精神 成为了第一个迈入决赛的选手 他的对手 将在随后开始的第二场四强战中绝出 呃 承销战神 能不能再次麻烦你 场地再次被破坏 而赛事官方 也不想因为场地维修而停赛 浪费掉现在全球接近七千万的同时 在现观看数 在这个时代 流量就是钱 甚至还对以后举办别的比赛 吸引投资方有力 他们可不想放弃 这颇天的富贵 没问题 但是这一次 要武艺哦 承销眯眼微笑 当场做地起价 就在灵异回到选手席上 同时又有些羡慕承销这种 可以随意抬价 不用顾及颜面的无耻形进食 他的脑海脸 却传来了承销的声音 回你的房间一堂 有些话 我要跟你聊聊 来 别见怪 坐 承销坐在茶桌前 加了一个茶杯 放到对面的桌上 示意灵异坐下 灵异满头问号 不是 哥们 这是我的个人宿舍 怎么搞得 好像是你家一样 还有 这个茶桌和茶具 是哪来的呀 当然是我家里的了 你算是幸运了 这脆液清新茶 可是 我求了很多次 才从严守心那老东西 手里讨来的 仿佛看穿了灵异心中 所想一般 承销再次开口道 同时 给灵异的慈悲脸 倒上了一杯颜色清纯 散发着能够让人 心境平和一箱的茶 灵异坐了下来 也不客气 端起慈悲 就一饮而尽 你别说 这茶还真是不错 起码比之前 高考结束后 那主考官李千叶 拿出来的毛尖 要好多了 放在前世的地球上 也算是好茶了 你不是要当评委吗 比赛应该也快开始了吧 灵异开口询问道 成销轻销 分身术这种小技能 是个人都会啊 放个分身在那看着就行了 另外 比赛不是快开始了 是已经结束了 成销说的轻描淡写 但灵异心中却是一尘 他看了看 手腕上的零金万镖 按照时间来说 现在应该是第二场 四强赛刚刚开始的节点 成销说比赛结束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其中一方败北了 并且败得很快 灵异追问道 那个三井望 赢了是吗 成销点点头 郭应龙呢 死了 而且是尸骨无存 成销说的轻描淡写 他见过太多生死了 早已麻木 但灵异心中却掀起 逃天巨浪 虽然跟正式入队墨击天 但是郭应龙这个成熟稳重 平日李总喜欢笑脸待人的老大哥 还是给他印象不错的 之前他抽中 要跟三井冒对战时 他就说过 宁死也不会投降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且将眼光放长远 以更高的视角来看 死亡未必是一件坏事 也许在下一世 他能够拥有更加精彩 更加幸福的人生 尤其是你 身负 轮回 法则之力 更应该明白这一点吧 成销宽慰道 灵异心中一领 从比赛开始至今 除了救关心武的那次 他就没有在任何人面前 放出过灵忧 但明显 成销看穿了这一点 回想起之前 在无敌鬼院中的所见所闻 灵芊芊在那一记门口 等了不知多少年 才等到灵忧 这世间 应该却有轮回吧 好了 说正事吧 今天找你来 主要是替老猫给你传个话 然后再给你聊聊所谓法则 老猫指的 自然是孝长万重山 灵异闻言 勉强压下 心中因为郭映龙之死 而产生的烦躁和怒意 询问道 万孝长他还好吧 伤怎么样了 他伤得不算太重 但也不算轻 现在回他老巢闭关了 可能要过几个月才能出来了 他让我转告你 尼波龙跟卫面 距离我们的蓝星卫面 越来越近了 两界缝隙 随时都可能开启 敖轩那边的思想工作 他伤了之后 反倒做得很顺利 莫 这个给你 承霄拿出半块玉佩 摆到了灵异面前 那玉佩通体血红 九折蜿蜒 呈现龙尾形状 却因为这有半块 缺失的那部分 应该就是龙头部分了 灵异伸手 将半龙玉佩拿起 却惊叫一声 只因这玉佩灼热无比 灵异没有心理准备下 差点被烫伤 这是太虚龙印 曾经是蕴含着一丝 统玉 法则的道具 但现在 因为龙脉已被转移至 尼波龙根之中 他也失去了功效 不过当时机来临 让他可以打开两界通道 等尼波龙根未免开启的那一天 太虚龙印 也会有反应的 到时 你拿着他去找敖轩 敖轩知道怎么用 但是记住 别提前给他了 给了就莫你的事了 灵异点点头 万重山闭关疗伤 自然需要他自己 去找敖轩了 希望他老人家 早日商誉吧 好了 话已经送到了 现在 我们来聊聊 有关于你 目前已经接触过的 法则的事了 灵异深吸一口气 其实 这也是他目前 最想知道的事 这些法则 一个比一个逼个高 一个比一个效果强力 但是 他对这些所谓法则的了解 近乎于无 你也经历过几 各祥元副本了 你应该也发现了 对于那些 稍大一下的祥元副本来说 副本本身 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卫面了对吧 灵异点头 伊斯德纳这个 曾经被重足入侵的 副本世界 就是自成一体的 一个巨大星球 论体量不如蓝星 但绝对也不算小了 在教科书上 没有给你们灌输过 诸天的概念 只是粗暴地 把诸天万界 划分为两个 一个是咱们 所在的蓝星卫面 另一个则是深渊世界 其实这样划分 相当于是把一滴水 跟万寝汪洋 做了二等分 我们曾经以为 蓝星世界 是万界中心 但明显这样的想法 是愚蠢盲目 又自以为是的 蓝星卫面的体量 在真正的 祥元魔神所在的卫面中 根本不值一提 目前根据 最新学说的猜测 那些魔神所在的卫面 被称为之高卫面 我们所在的卫面 只能算是演化卫面 维持这些 卫面运转的规则 也就是所谓的法则了 灵异感 绝成销说的东西 跟自己猜测的差不多 果然 法则这东西 就是卫面极强者 才能够谈及的了 承销继续叙述 灵异 你很将 起码在十八岁 十九岁的这个年纪 放眼整个蓝星 你也是第一人 我知道你掌握的 静咒数量 以及底牌的数量 甚至超过了我的想象 但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静咒虽强 但是也就是跟九阶对标 到了真正的 战神极较量中 技能 属性 装备 战宠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都不重要了 或者说 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诸天万剑 只有法则凌驾于一切之上 诸天万剑 法则凌驾一切 这句话 让灵异心中震撼 灵异陷入沉思 他很早以前 就问过自己一个问题 静咒之上 还有进化版的静咒 随后 还有远古静咒 纠集静咒 超神静咒 蓝星如此多的职业者 万一一个技能 其实将这些技能 抽丝剥减 删凡就减 到最后 也都知会 变成最抽象的概念 制造伤害也好 打出控制也罢 其实都是这些 抽象概念的具体体现 这些抽象概念 应该就是所谓的法则了 怪不得 法则会 凌驾于一切之上 因为这 就是一切技能的本质 那诸天万剑 到底有多少法则 灵异开口问道 承霄端起茶杯 清明一口 然后道 我也不知道 目前整个蓝星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回答你的问题 就算是轩云战神 也不行 灵异一正 终究是自己问的肤浅了 承霄之前 都说了 蓝星太渺小了 自然他们这些战神 放到诸天万剑的环境里 也并不是真正的顶尖了 他们自然不是全知全能的 但我可以告诉你 目前我们知道的 承霄画风一转 放下茶杯 继续道 目前最靠谱的学说认为 包括咱们蓝星未免在内 诸天万剑在最初 是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 涵盖一切 所有存在 都在那个世界生活 但不知为何 原初世界 被一分为二 这两个卫面 被称为太初卫面 两个卫面中 也诞生了最初的两个法则 起源 以及中阴 这两个法则 被称为太初法则 是一切法则的来源和归处 目前蓝星世界上 还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得到这两个 太初法则的青睐 如果有人能够得到 这两个法则其一 整个蓝星 唾手可得 我们这些所谓的战神 根本不是对手 灵异在心中 记下了这两个太初法则 起源 中阴 这些法则 你可以把它们想象 成树木的主干 太初法则 自然是两条最粗大的主干 而由它们延伸而出树枝 就是后续法则 同样是之干的它们 注定宽 不过最初的两条主干 我们目前 发现了九条相对 更粗大的树枝 也就是九个之高法则 这些法则之中蕴含的力量 或者说其概念本质的广度 仅次于起源 以及中烟 它们分别是 创生 不朽 命运 永恒 混沌 真理 无限 毁灭 虚无 灵异文言 偷偷在心里对号入座 好家伙 自己拥有的不朽果实 竟然是之高法则中的一条 不止一条 你小子现在 占了这九条之高法则里的四条 连我都有些嫉妒 灵异一愣 随后怒道 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独心了 他感觉自己的隐私被触犯了 成霄却贪了贪手 严正声明 我不是 梦想 那一派的人 更不会读心术 只不过 你在想什么 完全都写在脸上了 我知识独脸 灵异 我信你个鬼 你个秘密演坏得很 好了好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认真听课 别人想听这些 我还不说呢 成霄摆了白手 让灵异集中注意力 刚刚说到哪了 九条至高法则 嗯 那顺着刚才 我说的树干 枝干的思路 是不是还能继续往下 灵异点头 演化出来的这些枝干 也还是足够粗大的 还有空间 来尝更细的树枝 树枝上还能长叶子 啪 成霄打了个响指 冰斗 不错 小脑刮转得很快 九条至高法则 也是能够继续演化 其他法则的 比如创生法则 再往下 就可以演化出 生命这个法则 生命 法则又可以下辖 进化 吞噬 这类次极法则 命运 这个至高法则 也可以继续演化出 轮回 秩序 成霄举了几个例子 灵异若有所思 然后开口道 如果就这么延伸演化下去 法则智慧越来越多 彼此之间的共通性 也会越来越强 啊 对立性亦然 成霄拍了拍手 跟聪明人讲课 就是轻松 你已经自己悟到 法则之间的吞并 以及对立了 诸天万界这么广大 时间维度 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亿万年了 总有智慧生命 发现了这些法则 又利用起了这些法则 法则存在 本身是无罪的 但是 加上了智慧生命的思想之后 自然会发生冲突 那些只干相对来说 更粗大的法则 就会吞并只干 没有那么粗的法则 这就是法则的吞并 而那些天生 就不对路子的法则之间 也巴不得彻底 让走在另一条法则之路上的人 全都去死 所以 这就是第一次 万界战争发生的原因 那是里面的对抗 是法则信徒之间的不死不休 回到你的问题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没有人能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多少法则了吧 零一点头 他明白了 好了 说到这里 要告诉你第二条法则铁律了 这其实也是从法 则灵驾一切 这第一条铁律中推导出来的 那就是 只有法则 能够抗衡法则 注意 我所说的抗衡 未必需要两个法则彼此对立 而是概念广度差不多的法则之间 能够彼此终合战力差距 在实战中 拥有法则的一方 对没有法则的另一方 是具有绝对优势的 这种优势 很可能是技能等阶 以及装备都无法弥补的 但如果 两人都拥有法则的家伙 那战力悬殊 就不会这么大 举个例子 我现在拥有 真理 法则 而你拥有 不修 法则 这就说明 你我处在同一水平的规则下 后面就比谁的属性更高 谁的技能更强就行 而一旦你没有 不修 法则 或者拥有的是比我的真理 要狭矮一些的法则 你就要倒霉了 法则的压制 是绝对的 除此以外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身上 应该有一个不修法则的道具吧 灵异点头 那就是你拥有的不修法则 知识停留在借用层面 而我 则跟真理法 则合道了 那么情况又有变化了 我对你依旧是碾压 灵异疑惑道 合道是什么意思 承销孝道 就是对法则之力 完全理解 并且 能够与其融合 应用在你所有的技能之中 其实 你有个别技能 已经具备粗浅的合道资质了 比如 你刚刚用出来的那个兵系静咒 就跟常规静咒不一样 有永恒的法则 对你的静咒 产生了影响 灵异恍然大悟 所以 它的那些技能的异化版本 其实本质上 就是沾染了法则之力 初步融合了对应的法则了 灵异越想越出神 要说机缘 目前为止 唯一算得上机缘的 也就是在沙海涡旋中 它捞到了一件史诗级的装备 其他时候 它全是靠自己的天赋 不断获得技能点 同时进化技能 再加上迄今为止 灵异也在很多职业者论坛里 翻过很多帖子 好像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谁的 SSS级天赋 会随着职业者本人的成长历练 逐渐解锁新功能的 但是 放到自己身上 不仅 诸神之刺 这个天赋 能够不断解锁新功能 轮回之处 也可以 灵异瞟了一眼成销 发现它没有要说什么的意思 看来这眯眯眼 也不知道 自己拥有的天赋 具体是什么 它应该真的不会读心 灵异捏了捏自己的脸 难道自己的表情 真的这么容易泄露心中所想吗 以后看来 还是要做到 再想什么 都面无表情才行 不然这些臭大佬 就能轻易猜到你的心思 既然说起法则的融合境界了 我就详细告诉你区分吧 最粗浅的是沾染法则气息 一般这种情况 出现在持有法则道具的职业者身上 或是有某些奇遇 被法则之力赐服过 得到了某些新的技能 或是新的状态 不知道别的国家的强者 怎么形容这个境界 在我们大下 叫做出亏 大多数九转的职业者 都卡在这一步 很久很久 下一步 则是河道 就像我之前说的 河道就是完全理解 并且能够加以利用 最后一步 也是最难的一步 名为化胜 这类强者 已经跟对应的法则 近乎完全融合 举手投足之间 能够随意修改 这世间的万物运行规律 他就是法则的代言人 目前放眼整个蓝星 也只有一人 到了这个境界 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猜到是谁了 灵异心中震撼 薰原勤苍 他的威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朽 是大夏第一人 同时也是蓝星第一人 只不过灵异莫想到 他竟然如此强悍 至于化胜之上 还有没有新的境界 我问过他 他对我的答案 是肯定的 但是那已经是我都无法想象的境界了 就不提了 好了 讲课就到这里吧 一时间跟你说太多 你也消化不完 最后 还给你几个忠告 第一 这次比赛完之后 试炼塔和尼泊 龙跟这些试镜快处理完 然后不顾一切的冲降渊层数 只有在降渊里 才有大机缘 大机遇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被其他法则所青睐 第二 兵夕的法术 尤其是带有 永恒 法则之力的法术 轻易不要在降渊的那些 地阶以上的强者面前使用 不然你会被追杀到天涯海角 灵异皱眉 维神魔 承霄叹了口气 刚刚八个之高法则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是两个极端 一部分贴近创生法则 另一部分则贴近虚无法则 这两方是互掐得最严重的 按照常理 处于中立的永恒 以及命运这样的法则 应该与世无争才对 但偏偏永恒法则太特殊 这条法则的宏愿 是让世间万物 都永远停滞 永不前进 永不后退 一切归于永恒 自然就得罪了 其他所有的法则 因为其他法则 都需要发展 需要前进 所以 第一次万界战争中 最先陨落消失的 就是一大批永恒的 化胜强者 甚至化胜更上一步的强者 也消失了 被永恒停滞的 大多数事件 也恢复了正常的运转 此后 但凡有哪个地方 出现了永恒法则的气息 也都会被其他法则的信徒 合力绞杀 你现在 就属于永恒余孽 你明白了吗 灵异有些无语 莫名其妙 就变成大反派了 好了 该给的都给了 要说的也说了 你走吧 承霄端茶送客 灵异脸色一黑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是我的房间 小伙子反应很快吗 呵呵 那我走 下一刻 承霄以及他带过来的 茶桌茶具 一起消失 仿佛从来就没有来过一样 灵异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消化了一下 刚 刚承霄跟他说的东西 随后 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一路走到大厦队的 休息室门前 灵异的心情 也沉重了起来 推开门 里面很安静 赵恩全坐在椅子上 双手抱着头 其他九人 也都是神色悲戚 周星宇哭得梨花带雨 年纪最小的关心武 则也是眼圈通红 没有人说话 整个休息室的气氛 宛如一潭死水 看到灵异来了 原本还在强撑着的关心武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一把扑到灵异的怀里 嚎啕大哭 队长 求求你 帮国大哥报仇 让那个东宁人 血债血偿 对关心武来说 郭应龙真的像家里的大哥一样 对他关照得无微不至 怪不得 他现在会这磨痛苦 这么愤怒 赵恩全抬起头 灵异看到他的眼中 也是不满血丝 都怪我 我莫来得及帮他认输 明明他已经等了八年 才等到这个机会 哎 赵恩全话音刚落 就听关心武怒道 没有 赵领队 这不怪你 你已经第一时间替郭大哥认输了 但那个东宁砸碎 还是没有停手 给了奄奄一息的郭大哥 最后一击 后来玄 说到这里 关心武说不下去了 双目通红 气到浑身都在抖 灵异心中 大概对刚刚发生的那场战斗 有了估计 从城销口中得到的情报是 郭应龙甚至最后尸骨无存 那么起码在三井茂不顾规则 强行补刀之前 他应该还是活着的 关心武没有说出口的话 多半是三井茂 在杀掉郭应龙之后 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鞭尸 灵异刚刚被压下来的怒气 这一次又再次飙了起来 我会的 让他血债血偿的 他死定了 灵异环顾全场 眸光中 杀气凛然 洞洞 休息室的门忽然被敲响 大门打开后 灵异就看到了 此前的三位主裁判 以及一位看起来 就是赛事组委会高层的中年人 带队走了进来 大侠代表队的各位 我是本次比赛的总策划 胡玉 对于刚刚发生的事 我们深表遗憾 同时 也是我们对赛是把控的疏忽 导致这样恶劣的事件出现 我们已对东营代表队的队长三井茂 做了竞赛处罚 明天的决赛 他将无法参赛 而直接告负 并且后续的团队赛 他也将无法登场参赛 所以 最终个人赛的冠军 由贵队的队长林毅选手获得 另外 按照本届比赛的规则 大厦代表队的所有选手的名次积分排名 也是最高的 本届个人赛的五个 进入试炼塔的名额 全部由贵队获得 胡玉再次攻身 最后看向林毅 开口道 林毅选手 为您准备的冠军颁奖仪式 已经准备好了 还请您登台领奖 林毅皱眉 在这个情况下 领奖 领什么破奖 他现在只想把三井茂的头拧下来 我不去 我不需要你们为我颁奖 我只需要你们 按照常规流程 让明天的比赛正常开始就行 林毅瞟了一眼胡玉 冷冷回道 胡玉脸上的笑容一致 他也看到了大厦对其他人的表情 很明显 林毅的意思 也是他们的意思 他瞬间就有些不理解了 白颂的冠军 你不要 你非要再比一场 这是为什么 啊 相关程序 我们已经准备 就续了 另外 直播那边也准备好了 您还是不去领奖的话 我们也有些难办的 胡玉堆起笑脸 再次开口道 难办 那就别办了 老子今天就把东海的道悬天空塔 收回大厦 忽然门口 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 众人回头望去 才发现成霄和孟远舟 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 而说话的人 则是站在成霄身边的一位 身穿紫色蟒袍 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眉眼中 正气凛然 胡玉感觉双腿一软 差点就要跪下来了 一个九转 两个战神 这是什么阵长 那紫色蟒袍中年人 扫了一眼胡玉 继续道 本来失恋塔 就是在我们大厦的海域中出现的 为了整个人族的振兴 我们给了其他泛亚国家 一个平等竞争入塔资格的机会 同时 也能够激励我人族青年一代职业者 奋发向上 但是现在看来 这比赛的性质已经变了 你们搞直播 拉赞助 为了流量和钱 把最基本的比赛 都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又收了三井老贼的钱 让他的小儿子避战 你们想干吗 胡玉面色变了又变 这件事 他做得很隐蔽 并且 还是立好大厦的事情 让大厦队 白拿一个冠军 又独占五个名额 他怎么也莫想到 这种好事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灵异悄悄打亮着紫色蟒袍中年人 又一个不认识的大佬出现了 但是从气息 以及说话的方式来判断 估计又是个战神莫跑了 胡玉面色一苦 记战身 按照大厦的规则 我们 紫袍中年人眼中 寒光一闪 我说的话 现在就是规则 我支点你十分钟 宣布明天比赛 正常继续 不然 你们这笔赛也别办了 今年失恋塔的名额 大厦回收 一句话 霸气侧漏 是 是 我马上就去办 胡玉屁滚尿流 连忙带着人走了 你就是灵异 不错 到手的冠军也不要 反而是想帮自己的同伴复仇 不要忘记仇恨 仇恨是让一个人变强的关键 你 我喜欢 胡玉走后 紫袍中年人 走进休息室 大咧咧坐了下来 孟远舟笑着给灵异介绍道 纪云里 咱们大厦的第十七位战神 封号摄日战神 承霄看着纪云里 提问道 你这货 一年十二个月 都在杀人和被追杀的路上 你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比赛了 纪云里哼了一声 谁说我是来看比赛的 我当然是来杀人的 承霄皱眉 但没有继续问下去了 两人心照不宣 第二天 早上九点 在昨天赛事方宣布 灵异夺冠 无数观众打算扫兴而归之后 却经文灵异主动放弃 来一场最终决战后 反而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和惊喜 此刻 整个十万人的场馆 坐无虚席 不是 哥们 这比赛就非看不可吗 我听说看这比赛有生命危险 不然 你把你的入场门票 转手回血吧 我高价收 图穷比键了是吧 滚 老子就是来追求刺激的 场内场外 无数观众跟上瘾了一般 明知道这比赛观赛确实危险 却依旧乐此不疲 只因为 这场比赛的意义太多了 首先 比赛将决出整个范亚地区 谁是年轻职业者中的第一人 其次 昨天发生的事 也让无数大厦观众 出离愤怒 他们想看林毅收拾嚣张的三井茂 他们想看他死 最后 这也是大厦与东赢两个 目前关系就极为紧张的国家的荣誉之战 谁赢了 谁的士气就会高涨一点 所以 没有人愿意 错过这场巅峰之战 随着主持人阿亮的报幕完毕 林毅缓缓登台 阿易 加油 干死那个小日子 林毅一上台 就听到了场边的一个大嗓门 声音熟悉到 让林毅都愣了一下 回头看去 脸上 也露出惊喜的笑容 张山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面大棋 上面写着最朴实的祝福 林毅牛逼四个大字 再不断挥舞 那大棋族 有上百斤重 但他毕竟是骑士职业者 有的 就是一股子牛技 这大棋 还被他捂得虎虎生风 估计要不要多久 林毅的拉拉队 后援团核心层里 就有他的参与了 林毅 加油啊 好听的女声传来 林毅在张山座位旁边的不远处 看到了曾经高中三年的 同桌江牙 江贤 以及曾经江城三大组织的领头人 纷纷面色激动地对着自己挥手 他们都来看自己的巅峰一战了 这种有固有来给自己加油助威的感觉 真好 林毅深吸一口气 跟老同学叙旧 可以等比赛 结束后再说 现在 他要保持愤怒 林毅选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阿亮今天也换了一身新的心头 毕竟是决赛的舞台 林毅的目光 先是飞到了评委席上 看了演作 在东赢评委席主位上的那名面色阴沉的中年人 随后 又把目光放回了不远处 站在对面的三井帽身上 说出了四个字 字字吭枪 这得有声 你死定了 下章开始 就是这个篇章最后的大高潮了 比赛这部分 我有点写兔了 短时间内 是肯定不会再写了 后面会进入冲副本 拿武魂和战宠环剪 最后 这是林毅第一次在赛前采访中 说出如此之重的狠话 之前就算面对那几个咖喱国的人 林毅也基本上知当他们是跳蚤 甚至在战斗中 还有心情说点骚话 但是此刻的林毅 前所未有的认真 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 浓烈的杀气 甚至让采访者阿亮 都感觉浑身发凉 眼前的林毅 真的怒了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的话 那就来啊 三井茂私声道 明显他今天的脾气也很不好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 都像是在疯狂的边缘 回想起昨天的事 三井茂就不得不发怒 富少 为什么要阻止 我与他一战 我故意激怒他 就是为了让他能构释出权力 这样我将他吞噬掉的时候 才有前所未有的快感 您是对我没有信心吗 三井茂怒吼道 站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戴着紫色 妖月面具的中年人 中年人面具下的眼神 阴沉无比 茂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不会对你 感到失望 但这一次不一样 浑兽计划牵连太大 不容有失 浑兽浑兽 明明你的脑子里 只有所谓的浑兽 何曾有过我 三井茂越想 心中的愤怒 和负面情绪就越多 让他的整张脸 都扭曲起来 他一手捂着自己的右眼 开始大口喘气 似乎他体内的那些怪物 又走到了 即将暴走的边缘 灵意冷眼看着三井茂 像再看一具尸体 看来无需多言 今天 站在擂台上的双方 都以精湛意盎然 那么 十秒到计时之后 比赛开始 阿亮咽了口口水 说完这句话 立马扭头就跑 今天决赛的擂台 同样是由成销出手翻修过 并且还由赛事主办方向 外扩展了一部分 对这种等级的战斗 调出擂台 就叛覆这条规则 已经形同虚设了 所幸 他们直接将整个竞技场 除了观众席外的所有区域 全都设定成了战斗区域 同时 解说以及裁判 也全都退到了场地边缘 灵意看起来是 那重不会伤 及无辜的正常人 但是三井茂就未必了 三井组长 不知家中出代目 如今身体如何了 恢复了吗 评委席上 承骁饶有心智地 看着身边做的板正 不苟言笑的三井康志 家父身体康泰 就不劳先生挂心了 三井康志邪腻了 承骁一眼 淡淡道 啊啦啦 据我收到的小道消息 听说他老人家 最近可是发了疯一样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 寻找能延寿的法则道具呢 可惜 不朽 并未像他这样的灾变 以老头来目光 呵呵 承骁用最和善的笑容 说出了最扎心的话 三井康志终于转过头 冷声道 别太得意 你们大下从灾变时 带活下来的战神 现在也莫及格了 更何况 今天就是你们这个战神苗子的忌日 三井康志说完 承骁根本没有正眼看他 现在他转过头 跟身边的孟远舟打去 右手拇指还指着三井康志 你看 急了 三井康志 直觉的一股热血上茫 血压瞬间就飙起来了 孟远舟有些汗颜 大哥 你们都是战神节 你们想怎么互对都可以 别拉我进来啊 评委席上 大下和东营评委的话语 交锋告一段落的同时 擂台之上 倒计时也正式结束 啪 弹指用出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三井茂的头颅 在自己眼前爆开 一颗眼珠子 还滚到了自己的脚边 无头的上半身 还伸着手 朝自己走来 不需要灵忧提醒 灵异也知道 自己中幻术了 幻术的释放 都是需要媒介的 但是 灵异不知道 三井茂是通过什么手段 用出来的幻术 这也怪不得上户里 那只重幻术高手 也会莫名其妙地中招 也就是灵异的精神力 超乎常人 陷入的幻象 才会这磨粗浅 让他不至于分不清 现实和虚幻 如果是弱一些的人 估计现在的下场智慧 比上护里奈还要惨 虽然有不朽果实的 十秒进化解控效果 但是谁知道这十秒脸 陷入幻觉的自己 会做出什么事 灵异选择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法 心念一动 下一刻 闪烁着蓝紫色光芒的魂之腕歌 就出现在他手上 这还是灵异第一次握住 这把灵忧的专属武器 入手的触感 不只是冰凉 而是彻苦的三寒 一只无形虚幻的束手 凭空出现 与灵异的右手交叠合一 这是灵忧迈入黄街之后的能力 灵异无需将它完整召唤出来 它也能够借由灵异的手 使用自己的技能 灵异在灵忧的协助下 握住魂之腕歌 一剑挥出 下一刻 一道深紫色的剑光体炼 直接割裂幻境 咔嚓 蹦 如同一面镜子 在自己的眼前崩碎 六道无念斩 人间道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别 消耗 冷却时间 十分钟 主动效果 以魂之腕歌 劈开轮回六道的间隙 接引六道之人 尖道的众生怨力 将一切等 皆不高于十阶的幻术 迷惑 心灵控制等效果 斩破 同时对幻术制造者 造成大量灵魂伤害 随后 人间道之众生怨力 将在一定范围内 形成一道念想之壁 处于念想之壁中的所有有方 将不会 再被十阶以下的幻术 迷惑 心灵控制效果所影响 当前念想之壁笼罩范围 五十米 当前念想之壁持续时间 十分钟 备注 何为人 生 老 病 死 爱别离 愿增慧 求不得 五阴十胜 此前 灵异在观星五 被上护里奈的幻术影响 导致他可能 永远醒不过来的时候 让灵幽使用的 就是这个技能 进入黄阶之后 灵幽得到的最复杂 也是最夸张的技能 就是主动技能 六道无念斩 一个技能 选择不同的六道轮回 就能够获得不同的效果 人间道的效果 就是斩虚破换 一切幻术 一箭斩断 灵神怎么不动啊 坏了 不会是中幻术了吧 我听说这个东营杂总的幻术很牛逼 连他们那个最出名的爱豆 都要趴在地上学狗叫 哥们 有视频吗 来一个 有长 直播间中 谈目刷屏 现场观众席 距离最近的 也就是张杉和江亚这一排 江亚面色担忧 张杉也有些不淡定了 幻术这种东西 是罪防不胜防的 一旦中了 真的可能莫名其妙就输了 呵呵 我当你真的有什么本事呢 连最低级的幻术这一关 都过不去 三井帽轻蔑一笑 右手抬起 就准备像之前一样 将他的对手 彻底吞噬 变成浑兽的养料 然而 下一刻 灵异所站立之处 一道空间连衣浮现 随后 巨大的黑紫色剑光匹炼 一瞬之间 扫过三井帽前胸 剑光穿过三井帽的肉体后 却并没有 将其切成两半 而是静止朝着 竞技场外的森林山丘飞去 剑光随着飞行 逐渐扩大 所过之处 无数飞行走兽 全都呆至原地 他们的灵魂 在瞬间 就被人尖到无念 斩斩机切碎 肉体没有死亡 灵魂却永远消失了 三井帽半跪在地 放声痛呼 灵魂被瞬间切碎的痛楚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更加让他痛苦不堪的 是体内的一只魂兽 在这一道斩机下 竟然也直接受了重伤 短时间他的能力 不再能够使用了 是什么让 你产生了 我中了你幻术的错觉 灵魂轻声开口 手中的魂之挽个 再次举起 又是一道紫黑色的剑光挥出 这一剑 并不是六道无念斩了 而是灵魂普通的 灵魂剑气攻击 但升格到黄阶之后 他随手一斩的 对灵魂的杀伤力 都堪称恐怖 下一刻 灵魂就看到 半跪在地上的三颈帽 体内钻出一团黑气 黑气形成了一只 体型巨大的魂体类怪物 怪物浑身呈土黄色 形似巨大的狸猫 身上还有着漆黑的斑纹 灵魂乍一看 就觉得这怪物有些眼熟 好家伙 这不是守鹤吗 怎么不在火影剧组待着 跑来这了 当然 灵魂也知道 此守鹤非比守鹤 这个世界 也并没有所谓尾兽的概念 守鹤其实是 东银传说里的一种妖怪 这种妖怪 诞生于寺庙中的茶壶里 民间有着不少 关于他的记载和怪谈 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怪谈中的传说生物 竟然成真了 并且变成了 完全由特殊灵魂 构成的生命体 灵魂深深看了眼三井茂 这应该与他本身的职业 有关了 但是现在全知之眼 还没有完全解读出来 但却给出了 魂兽守鹤的相关信息 魂之幻烟风云无特性 效果 被周围的空间 是放置有灵魂 能够嗅闻到的迷幻烟尘 所有吸入迷幻烟尘的目标 将会陷入守鹤制造出来的幻境之中 该幻术直接针对灵魂 无法被常规技能抵抗 看来幻术就是守鹤搞的鬼 怪不得之前 就连上护里奈 都无法防住这种幻术 那些被三井茂秒杀的对手 应该也是不知不觉 吸入了魂之幻烟 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其中就包括郭应龙 想起郭应龙 灵魂心中就再次感到惋惜 看向眼前跪地喘息的三井茂 以及守鹤幻影 眸中冰冷 人间道斩机 加上灵魂随手的一剑 直接将封印在三井茂体内的这只怪物 斩得奄奄一息 巨大的守鹤 啪扶在地上 两只黑色的瞳孔 无比惊慌地注视着灵魂 不 不可能 你 怎么会 三井茂大口地喘着气 还想说什么 灵魂却没有跟他继续废话 魂之婉歌又是一剑斩出 剑光命中巨大的守鹤 大难不死 那必有补刀 这一剑 彻底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巨大的守鹤幻影 在凄惨的哀嚎声中 彻底破溃 变成点点微光 消散在天地间 碰 三井康志 右手重重砸在桌上 直接将评委吸钱的桌子 拍成积粉 对战神级的人物来说 哪怕只是普通一派 那攻击力 都是无比可怕的 这特制的桌子 也承受不起 三井康志 感觉自己的心都在底线 他之前 过来向赛事组委 会声请让自己的小儿子退赛 就是不想出岔子 魂兽计划 牵扯太大了 他们承受不起失败的代价 偏偏三井茂体质特殊 又是计划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你看 又急 承霄眯着眼 喝了口茶 第一时间赶到战场嘲讽 这才刚刚开打 第一条命就没了 想不行啊 三井康志气急 眼中快要冒出火来 如果此刻 不是旁边有这个秘密眼 在盯着自己 他已经一巴掌 拍死擂台上 那个叫灵异的小子了 坏我大事 让自己蒙受此等羞辱 不可饶恕 擂台上 体内魂兽 被彻底斩出消灭的痛苦 让三井茂 汗如雨下 但对灵异 彻骨的恨意 让他撑着膝盖 爬了起来 三井茂 一把扯下 蒙在额头上的黑布 他真实的面容 出现在所有观众的面前 只不过 他的尊容 直接让屏幕前 三井茂双眼 以及额头上方的区域 被密密麻麻的红色 秋枕填满 九只眼睛 以V字形 在这一片红枕中张开 每一只眼睛中的瞳孔 都不一样 分别写着 一到九九个数字 只不过像睁着一的那只眼睛 正在不断流出漆黑的鲜血 随后 缓缓闭上 从我将这九只怪物风 溢入我自己的灵魂中后 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 像今天 这种程度的痛苦 很好 这种痛苦 你将百倍偿还 三井茂露出丧心病狂般的笑容 九只眼睛 杀一个 必一只 意思说 你也就九条命 则 你猜得像的高丽人 嗯 这有诗偏颇 入高丽了 我的评价是 不如裴俊熙 灵异激翻话出口 直接让场边的高丽国观众呆住了 不是 杀人你还要诛心 阿西八 那个东赢小子 能不能快点 让这个大夏剑种去死啊 下一秒 观众席上的高丽观众 就忍不了了 纷纷站起来 破口大骂 本来他们还没离场 就是图个看大夏和东赢私逼 最终两败俱伤的 但没想到 还是被拿出来说了 直播间中 观众更是乐疯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 应该严肃一点 不应该笑得这么大声 但是 我实在绷不住了 高丽人 不是 我惹谁了 他是怎么做到一句话 得罪两个国家的 我临神打架没输过 雕拉几话 现在看起来 也是全天下没有对手啊 你猜得像个高丽人 懂了 以后 我跟好友开黑 他坑了我 我就这么说他 不过 零神竟然还会用剑 好够八帅啊 就没有人注意到 零神直接不吃空吗 能把那个上户里奈 强控到狗叫的幻术 直接没了呀 灵异没有想到的是 他一句话 直接成了 今年的下半年 最强梗剧 直接火爆了 整个大夏网络圈 评委习上 一直给人印象 都是比较稳重的成销 此刻终于也是 露出了见货的真面目 拍桌大笑 哈哈 他也不说别的 就只是大笑 魔鹰贯耳 一旁三井 抗至额头上 和脖子上的青筋 都快爆了 嗖 又是一道 黑紫色的剑气挥出 灵异虽然嘴上 说着嘲讽的话 但手下却一点都没有留情 换作诗之前 他还愿意 悠哉悠哉地赢下比赛 现在只想秒了三井帽 不过 这道死灵剑气 飞过三井帽的身躯之后 预想之中的 浑兽哀鸣声 却并没有传来 扑 三井帽之前 闭上的那只写着衣的眼睛 爆裂开来 猫 不可以 三井康志 牙子欲裂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这小儿子 竟然敢直接对魂兽 用出了祭魂之法 这意味着 守鹤的灵魂 已经被他永远献祭了 魂兽计划 至此彻底蒙受重大损失 随着守鹤被永远寄陷 汹涌澎湃的黑气 从三井帽额头的 那只破碎的眼中 迸射而出 灵异看到了守鹤 已经破碎的灵魂威力 彻底被蒸发 消散在天地间 与此同时 那无数浓厚的黑气 也形成了一道 规模跟灵幽的念想领域 差不多的黑暗领域 死灵剑气 斩入黑暗领域中 如泥牛入海 并没有 再对其他的魂兽 造成任何伤害 祭魂 效果 将体内封印的 已经完成塑性的灵魂陷阱 使其永远消散 与此同时 获得永久性的特性加成 祭魂 守鹤 获得一片包裹自身的 御魂领域 削弱所有能够 针对灵魂的攻击 灵异眼前浮现三井茂 使用出来的 这个技能信息 与此同时 解读许久的 三井茂的职业信息 也一并给到灵异 三井茂 职业 速魂师 牧师系唯一职业 特性一 你的灵魂强度 提高100倍 且能够容纳 其他灵魂共生 特性二 你能够将支存 在于幻想与传说中的生物 塑造成特殊的 灵体类召唤物 并将其封印于你的灵魂中 越是强大的传说 生物封印所需的魂力 消耗越大 但与此同时 这些传说生物 给你提供的属性 加成越高 特性三 在你的所有魂类 封印物消亡前 你不会死亡 当前剩余 魂类封印物数量 八支 唯一职业 灵异听说过 这种职业类型 这类职业 相比起传说职业 可能更强 也可能更弱 目前整个蓝星上的 唯一职业 也不超过千人 唯一职业不一定强 但一定很特殊 速魂师 竟然能够将 神话传说中的存在 塑造出来 这职业的上限 应该很恐怖 可惜三井茂生在了东营 要是放在大厦 那神话里的大佬 可太多了 来啊 继续杀啊 你每杀一只 我体内封印着的怪物 我就会强大一份 去他妈的魂兽计划 去他妈的太祖出戴墓 我受够了 三井茂放声怒吼 台上他的父亲 三井康志的面色 已经阴沉到 快要滴出水来了 灵异皱眉 眼前的三井茂的精神状态 他真的不好评价 裴俊熙虽然是个疯子 但起码是有脑子 有谋划的疯子 他能再高力 也存在战神级强者的情况下 感染了上千万人 还不被发现 这份决心和毅力 不容小觑的 但是 眼前的三井茂 看起来就像是个 早就被体内封印的 九只浑兽 折磨到精神失常的神经病 现在这个神经病 为了银子姐 已经先捉了 那就 如他所愿吧 所谓的欲魂领域 也只是一片领域 只要是领域 就能够将其击碎 做不到也只能说是 力量还不够罢了 灵忧 就在灵异打算 召唤出灵忧时 却听到另一道声音 猛然在死灵空间中响起 不是吧 这种货色 你也需要让姐姐亲自出马吗 等一下 好奇怪的灵魂 从来没见过呢 有意思 想研究一下 帮我把这些灵魂都收集一下 但是不允许你让姐姐出手 嗯 就把我无聊时做出来的 那一万多只实验品给你好了 你应该会操纵它们的 对吧 灵千千不知 在跟灵忧做什么事 总而言之 非常抗拒 让灵异召唤她的姐姐出来 灵忧同时也在询问灵异 是否真的要让自己出来 她还是无条件听命于灵异的 灵异稍加思索过后 也并没有真的召唤出灵忧 因为灵异直接获取了 那一万多只未接 灵魂缝合怪的管理权限 就算是灵异 瞬间都觉得压力山大起来 不过在短暂的适应之后 很快灵异就能够将它们召唤出来了 所有观众只觉得眼前一花 瞬间灵异深浅 就多出了一只体型足有数十米高 外貌猙獰而怪异的巨兽 巨兽出现的一瞬间 仰头狂吼 音浪所过之处 三井帽面色俱变 她一手捂着双耳 浑身颤抖 与此同时 观众席上瞬间就有无数观众 陷入昏迷之中 有的甚至直接发狂 开始肯咬起旁边的人 因为这些人 只是注视这只古怪的缝合巨兽 三井帽就会快速清零 最后陷入疯狂 实验体一 二臂 类型 召唤物 等阶 顶格黄阶 技能 因为迄今为止 两人的战斗 都是在灵魂领域 所以 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场地破坏 所以 大屏幕依旧存在 直到确定场中的那怪物 是灵魂的召唤物之后 无比紧张的安保部门 才镇定下来 但是 场边因为 散之归零 而昏迷和发狂的观众 还是给医疗部门 添了不少麻烦 比赛进行到决赛 灵魂选手终于召唤出了 他的战宠 顶格黄阶 没想到他的战宠 竟也如此恐怖 场边的阿亮 看到赛事方给出的信息之后 激动不已 灵魂默默研究 这只实验体的技能和特性 他才不会去争辩 这玩意 根本不是自己战宠的事实 这些被灵魂牵制 造出来的实验体 自带的特性 就是所有的攻击 都带有精神损伤 也就是会让别人掉San San直清空之后 轻微的就是昏迷 严重的就是发狂 不过效果并不是永久的 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除了这个特性以外 这些傻大哥 还有好几个凑数的技能 刚刚那个高声咆哮 就是其中之一 射魂尖笑 发出恐怖的尖笑 震慑目标的灵魂 让其损失大量理智值 距离越近 效果越强 三井帽本身精神就不太正常 灵魂也不知道 他掉San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 但这些都不重要 灵魂终于看到了 他需要的技能 怪不得灵芊芊说 要破了三井帽的欲魂领域 根本不需要灵魂出手 灵魂对实验体下了指令 下一刻 这只有着大象般的身躯 但头部却是某种蜥蜴的缝合实验体 就猛然发狂起来 四提灯塔 宛如蛮牛一般 冲向三井帽所制造的欲魂领域中 自寻死路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我的领域只能用来防御吧 三井帽狂笑一声 右手伸出 他手臂上的黑纹刺身 磅仿 是鲜活的一般 化作两条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黑猫之尾 一阵嘶哑难闻的猫叫声过后 灵魂也看到三井帽的身后 再次浮现了一道体型 跟手鹤相比 也不遑多让的巨大虚影 这虚影浑身燃烧着蓝紫色的鬼火 外形跟黑猫没有区别 身后还长着两条交叉的尾巴 猫又烧死他 三井帽话音刚落 整片漆黑的欲魂领域里 就燃起了黑紫色的魂火 与此同时 冲进欲魂领域中的实验体 也被点燃了 这些缝盒 怪是不知道何为痛苦 何为恐惧的 灵魂的死灵系召唤物 远比三井帽的这些魂兽 要听话得多 三井帽看着实验体 浑身腾起火焰 笑道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主人 竟然会让你的战宠这样白白送死 他的魂力归我了 三井帽话音刚落 他忽然就面色一变 双手护在头前 上半身攻起 做出防御姿态 下一刻 欲魂领域中的实验体 竟然自爆了 哄 缝合怪巨大的身躯 顷刻间炸成无数仅有微尘大小的肉块 与此同时 一道常人无法看到的灵魂冲击波 以其自爆为中心 迅猛扩散开来 在这一道灵魂冲击波的影响下 整片欲魂领域 弄浴的黑气 也吸薄了一部分 然而 一只凤合怪的自爆 还是不足以摧毁整个欲魂领域的 你疯了 竟然让自己的战宠 选择自爆 三井帽眼中出现难以置信的神色 即使他很讨厌自己体内封印着的这些魂兽 因为这就是 他长久以来痛苦的来源 但他也深知 这些魂兽对他的重要性 自然也知道 战宠对其他职业者的重要性 每名职业者一生之中 虽然能够契约多只战宠 但是第一只战宠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是职业者一部分精神和灵魂的寄托 羁绊越是深厚 战宠死亡之后 对职业者本身的反噬 就越强烈 所以 这种让战宠自爆的做法 毫无疑问是如莽且愚蠢的 灵异选手 竟然自爆了自己的战宠 看来他也不想让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 灵魂被他人永远囚禁 解说员阿亮几句话 让场内的观众 都替灵异捏了一把汗 哼 不过如此 评委席上 三井康志 看到三井茂 终于找回了一点场子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连忙冷哼一声 承霄依旧笑容满面 你们好像都误会了什么 谁跟你说 这是他的战宠啊 擂台上 谁跟你说 这是我的战宠啊 灵异也同步开口道 两人划落 灵异的身前 象征着死灵系技能的召唤法阵 接连闪动 十个 几十个 直至一百多个闪烁着诡异黑光的法阵 同时亮起 然后体型 气势 乃至实力 都跟之前放出来的那一只 近乎一模一样 甚至游有过之的怪物 从黑光法阵中 闪亮登场 这一幕 可远比之前 灵异召唤万只骷髅法式的压迫感 要强多了 毕竟 这里的每一只 可都是黄阶以上的实力 有一些灵千千的得意之作 甚至是顶格黄阶中的顶格 直接拉满了 我的老天 这些 这些全都是灵异选手的战宠吗 不 不对 这些都只是 他的召唤物而已 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多 几乎一模一样的战宠 这些 难道就是他真正的底牌吗 跟随阿亮的解说来的 是全场观众在短暂的惊恶后 排山倒海的惊呼声 以及掌声 线上看直播的观众 更是骂了 我本来以为 之前承霄战神说 灵神迄今为止 只展现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实力 是夸大其词 现在我怎么感觉 这么恰如其分呢 恰如其分 明明就是过于谦虚 你妈 谁家召唤物 召唤一只出来 会让别人以为是战宠的啊 评委席上 承霄瞟了眼旁边目光 都有些发指的三井康志 但但道 我要是说 这上百只顶隔黄街的召唤物 依旧只是 占据他所有召唤物 不到百分之一 你信不信 三井康志一正 与此同时 承霄的这句话 也被导播捕捉到了 传送到了所有线上观众 和现场观众的眼前 啊 你是说 像这些这么掉的召唤物 他还有一万多只 因为迄今为止 两人的战斗 都是在灵魂领域 所以 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场地破坏 所以 大屏幕依旧存在 直到确定场中的那怪物 是灵魂的召唤物之后 无比紧张的安保部门 才镇定下来 但是 场边因为 三井之归零 而昏迷和发狂的观众 还是给医疗部门 添了不少麻烦 比赛进行到决赛 灵魂选手终于召唤出了 他的战宠 顶格黄剑 没想到他的战宠 竟也如此恐怖 场边的阿亮 看到赛事方给出的信息之后 激动不已 他才不会去争辩 这玩意 根本不是自己战宠的事实 这些被灵魂牵制 造出来的实验帖 自带的特性 就是所有的攻击 都带有精神损伤 也就是会让别人掉SAN SAN直清空之后 轻微的就是昏迷 严重的就是发狂 不过效果并不是永久的 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除了这个特性以外 这些傻大哥 还有好几个凑数的技能 刚刚那个高声咆哮 就是其中之一 射魂尖笑 发出恐怖的尖笑 震慑目标的灵魂 让其损失大量理智值 距离越近 效果越强 三井帽本身精神就不太正常 灵异也不知道 他掉SAN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 但这些都不重要 灵异终于看到了 他需要的技能 怪不得灵千千说 又破了三井帽的欲魂领域 根本不需要灵忧出手 灵异对实验体下了指令 下一刻 这只有着大象般的身躯 但头部却是某种 蜥蜴的缝合实验体 就猛然发狂起来 四梯灯塔 宛如蛮牛一般 冲向三井帽所制造的 欲魂领域中 自寻死路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我的领域 只能用来防御吧 三井帽狂笑一声 右手伸出 他手臂上的黑纹刺身 磅仿 是鲜活的一般 化作两条 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 黑猫之尾 牛 一阵嘶哑难闻的猫 叫声过后 灵异也看到三井帽的身后 再次浮现了一道体型 跟手鹤相比 也不遑多让的巨大虚影 这虚影浑身燃烧着 蓝紫色的鬼火 外形跟黑猫没有区别 身后还长着 两条交叉的尾巴 猫又 烧死他 三井帽话音刚落 整片漆黑的 欲魂领域里 就燃起了 黑紫色的魂火 与此同时 冲进欲魂领域中的 实验体 也被点燃了 这些缝合 怪是不知道 何为痛苦 何为恐惧的 灵异的死灵系召唤物 远比三井帽的 这些魂兽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主人 竟然会让你的战宠 这样白白送死 他的魂力 归我了 三井帽话音刚落 他忽然 就面色一变 双手护在头前 上半身攻起 做出防御姿态 下一刻 欲魂领域中的实验体 竟然自爆了 哄 缝合怪巨大的身躯 顷刻间 炸成无数仅有微尘大小的肉块 与此同时 一道常人无法看到的 灵魂冲击波 以其自爆为中心 迅猛扩散开来 在这一道灵魂冲击波的影响下 整片欲魂领域 猛然回缩一部分 浓郁的黑气 也吸薄了一部分 然而 一只凤合怪的自爆 还是不足以摧毁整个欲魂领域的 你疯了 竟然让自己的战宠 选择自爆 三井帽眼中 出现难以置信的神色 即使他很讨厌 自己体内封印着的这些魂兽 因为这就是 他长久以来痛苦的来源 但他也深知 这些魂兽对他的重要性 自然也知道 战宠对其他职业者的重要性 每名职业者一生之中 虽然能够契约多只战宠 但是第一只战宠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是职业者一部分精神和灵魂的寄托 羁绊越是深厚 战宠死亡之后 对职业者本身的反噬 就越强烈 所以 这种让战宠自爆的做法 毫无疑问是如莽且愚蠢的 灵异选手 竟然自爆了自己的战宠 看来他也不想让自己朝夕相处的伙伴 灵魂被他人永远囚禁 解说员阿亮几句话 让场内的观众都替灵异捏了一把汗 哼 不过如此 评委席上 三井康志看到三井帽 终于找回了一点场子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连忙吻哼一声 承霄依旧笑容满面 你们好像都误会了什么 谁跟你说 这是他的战宠啊 擂台上 谁跟你说 这是我的战宠啊 灵异也同步开口道 两人话落 灵异的身前 象征着死灵系技能的召唤法阵 接连闪动 十个 几十个 直至一百多个闪烁着 诡异黑光的法阵 同时亮起 然后体型 气势 乃至实力 都跟之前放出来的那一只 近乎一模一样 甚至游游过知的怪物 从黑光法阵中 闪亮登场 这一幕 可远比之前灵异召唤 万智骷髅法式的压迫感 要强多了 毕竟 这里的每一只 可都是黄阶以上的实力 有一些灵芊芊的得意之作 甚至是顶格黄阶中的顶格 直接拉满了 我的老天 这些 这些全都是灵异选手的战宠吗 不 不对 这些都只是 他的召唤物而已 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多 几乎一模一样的战宠 这些 难道就是他真正的底牌吗 跟随阿亮的解说来的 是全场观众在短暂的惊恶后 排山倒海的惊呼声 以及掌声 线上看直播的观众 更是妈了 我本来以为 之前承销战神说 灵神迄今为止 只展现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实力 是夸大气词 现在我怎么感觉 这么恰如其分呢 恰如其分 明明就是过于谦虚 你妈 谁家召唤物 召唤一只出来 会让别人以为是战宠的啊 评委习上 承销瞟了眼旁边目光 都有些发直的三井康志 但但道 我要是说 这上百之顶格黄街的召唤物 依旧只是 占据他所有召唤物 不到百分之一 你信不信 三井康志一正 与此同时 承销的这句话 也被导播捕捉到了 传送到了所有线上观众 和现场观众的眼前 啊 你是说 像这些这么调的召唤物 他还有一万多只 承销当然不知道 灵异的死灵空间 以及灵忧相关的事情 现在这句话 完全就是 他猜测的 但不好意思 一个精通 真理 法则的强者的直觉 就是这么恐怖 他一语重地 灵异的死灵空间里 真的还有如此数量规模的 恐怖缝合怪存在 只不过要破了三井帽的 御魂领域 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我尼玛给跪了 承销战身 你这一次 也没有说谎对吧 一万只顶格黄街的召唤物 这他妈能直接 把半个东营给涂了吧 笑死 东营国土面积 确实不大 半个东营被涂 还真有可能 灵神此前 在面对苏瓦 以及裴俊熙的时候 还是留手了呀 他到底有多少底牌啊 别人都是拼了命 全力以赴 我们灵神只是随便玩玩 到现在都没把 真正压箱底的 狠东西拿出来啊 这插具 何止是云泥之别 刁宝了 已经在同情他的对手了 范亚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决赛 博裕大厦队长林逸 七夕尽咒 万只黄街凶兽 强如怪物 拼尽全力 无法战胜 观众嗨起来了 三井茂却顿觉 大事不妙 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都是在 被眼前的人压着打 这是迄今为止 三井茂 还从未体会过的 憋屈感受 原本他还因为用猫 诱魂火烧 死了林逸的战宠 而沾沾自喜 现在看来 他大错特错 那哪里是什么战虫 那是他随手 召唤出来的炮灰 能够自爆的炮灰 但偏偏就是 这种炮灰召唤兽 却拥有同级职业者 做梦都想要的未接 黄街召唤兽啊 就用来自爆了 哄 哄 哄 上百只缝合巨怪 如同泥头车一般 冲入战阵之中 然后 开始了华丽的自爆 扑 三井茂吐出大口的鲜血 虽然缝合巨怪的自爆 产生的主要冲击 是魂体类冲击 但疯狂自爆的鱼波 还是让他五内聚焚 而这 还只是开始 灵异根本不珍惜 灵千千无聊制造出来的 这些缝合巨怪 说白了 也就是未接高一点的 傻大哥罢了 更何况 他死灵空间里 还有百倍于 现在召唤出来的这些怪物 上百只缝合巨怪 在短短三四秒钟 蛮横冲撞 然后惨烈自爆 整个蓬莱岛的竞技场 都因为接连的自爆巨响 而振战不已 沙尘漫天 遮蔽了观众的视线 但当无数爆炸声 消散过后 沙尘中唯一传出来的声音 也只剩三井茂 痛彻骨髓的叫喊声 啊 他叫得撕心裂肺 让场边本来支持灵异的观众 都觉得有些不忍 烟尘散尽 灵异站在原地 眸光冰冷 三井茂则碎成了一地尸块 断枝和鲜血 染红了他身边的每一寸土地 头颅甚至都已经 跟脖子以下的躯体分家了 但他没死 他的残躯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修复自身 很快 三井茂的脖子上 竟然再次长出了一颗头出来 这一幕看起来血腥又惊悚 但偏偏他叫得又如此凄惨 导致场边和线上的观众们 竟然升起了一丝怜悯之心 他看起来好惨 太惨了 真的是从头到尾被压着打呀 不懂就问 灵神的这个对手 是不会还手吗 别被他现在的样子迷惑了 他对咱们的选手下起手来 可不会怜悯 爽 舒服了 什么叫碾压 这就叫碾压 说起来 赛前我还看到论坛和某些菠菜网站里 有吹这个三井茂的 那人说三井茂跟其他选手相比 就是断层碾压级的 几乎不可能 会有在他手下撑过一回合的对手 现在看那个帖子 还有那些叫嚣的东营狗 我就想笑 这些养不熟的狗 是这样的 哪怕现在咱们大厦是全球实力第一 职业者综合实力第一 职业者尖端战力第一 地表最强 这些荣耀和刺眼的称号 他们也会视而不见 也永远掰不直 他们弯下去的脊梁 评委席上 三井康志 已经不能用脸色难看来形容此刻的表情了 战神级的直觉告诉他 自己这个小儿子 赢不了对面的那个大下人 所以 他之前就想尽量避战 但事与愿违 那这场战斗要输 也不应该输得这么难看 现在 真的太难看了 三井茂之所以现在还没死 完全是因为 他速魂师的职业特性 只要他还有魂兽没有消亡 他就不会死 茂 认输 这是命令 三井康志 通过某种秘法 在三井茂的灵魂里 传递出了一道声音 他也能帮他认输 但是他是战神 而且 是东宁有头有脸 排得上号的顶尖战神级人物 他丢不起这个人 所以 他只能让三井茂认输 然而 下一刻 投射进入三井茂灵魂石海中的 这一缕意识 竟然瞬间被一口吞噬 认输 我怎么可能会说 闭嘴 三井茂歇斯底里的怒吼道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 也再次浮现了 第三只魂兽的模样 那是一只 浑身长满尖刺甲钞的巨型 鲨鱼魂兽 只不过此刻这只魂兽 身上防御力极高的甲钞 近乎破碎大半 浑身到处都是血洞 看起来跟三井茂的惨状 也不遑多让 刚刚灵异的 一百多只凤合怪的自爆 炸到一半的时候 连带着 已经跟御魂领域融合的猫 又就全都被灵魂冲击 波炸成威力了 随后 三井茂的第三魂兽 这知名为 鸡舞的巨型鲨鱼海怪 也被剩余的爆炸鱼波 炸到重伤 差点就也没缓过来 直接上天了 三井茂残缺的肢体 重新长了出来 死去的猫又 又被他当场祭魂 变成了他新的特质 但就在他即将 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却忽然感觉手脚一滑 下方的大跌 庞佛完全被液化了一半 变得绵软 而没有支撑点 三井茂只是这么一撑 土地里竟然冒出水来 这水呈现碧蓝色 还冒着森森寒气 光是接触一秒 三井茂就觉得 自己的灵魂 庞佛都被冻结了 这是 忘川之水 我什么时候让你起来了 灵异冰冷的话语 让三井茂神魂巨震 怎么回事 地下怎么冒出这些冷道 能够冻结灵魂的水来 不行 太冷了 只是数秒的触碰 三井茂就感觉 自己的手和膝盖已经麻痹 没有知觉了 他连忙用寄魂猫 又获得的新能力包裹全身 三井茂全身燃起紫黑色的魂火 这些魂火 不仅拥有极其恐怖的高温 更能够外放伤敌 正如他所说 他每失去一只魂兽 自身反而会更强一分 三井茂的双手和膝盖 刚刚恢复一些知觉 下一刻 让他目瞪口呆的情况出现了 只见地下冒出的水越来越多 急紧将他身边和周围的大片区域 变成了一片浅浅的水洼池塘 被望穿河水浸泡之后 三井茂身上的猫 又浑火 竟然直接熄灭了 彻骨的寒意 再次包裹全身 他猛然抬头 才看到了一幕 他可能此生都无法忘却的震撼场景 天空 已然破碎 蓝天 白云消失不见 碎裂的空间 投影出了另一个世界的模样 那是死后才能去往的世界 无数怨魂在彼岸哀嚎奸笑 一条望穿之河 围绕着死灵国度的城池 奔流不息 明河葬礼 灵异说出了这个静咒的名字 同时 赛场的大萤幕里 也亮出了这个技能的详情 明河葬礼 等街 静咒 效果 静咒 又是静咒 究竟是什么时候 你们快看天上 太恐怖了 彼岸世界的空间通道 正式开启 天空降下帷幕 那是一条 完全由巨量望穿河水形成的瀑布 整个蓬莱岛的地面上 投影出了多彩斑斓的水波纹路 那是太阳光穿过水体 投影下来的光波 让整个场地 看起来美轮美奂 宛如沉默在大洋深处的 亚特兰蒂斯 只不过很快 这种常人终其一生 也看不到的绝景 就被从天而降的巨量 望穿河水打破了 哄 大河滔滔 望穿之水冲刷一切 早在那上百只实验体 缝和怪化身泥头车 冲进欲魂领域内自爆的时候 灵异就已经轻声念出 两句真言 使用了死灵系的静咒 明河葬礼 并且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次灵异对这个静咒的操控 更加熟练 原本这个技能 是需要开启两道 通往九幽冥界的开口 在副本里 灵异第一次使用选择的 两端开口 是水平方向的 而这一次 则是垂直方向的 整条明河 被灵异倒挂在天空之中 本身河水流淌的速度就不慢 现在加上重力的影响 其威力 更是加倍生效 X6 灵异眼前跳出了 太初混沌 给予的多重施法结果 与此同时 静咒 佛怒火灵的被动效果 也再次生效 丁 你使用了法术 静咒 明河葬礼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海星焰 丁 你使用了法术 静咒 明河葬礼 复制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古灵冷火 又是两朵一火到手 现在灵异储存下来的一火 一共有四种了 与此同时 天空中通往彼岸死灵国度的裂口 顷刻间扩大整整六倍 杂落而下的望穿之铺 也拓展了六倍之多 多细静咒 加上 混沌的随机触发 多倍加成 让你参加这个比赛 确实多少对别的选手 有些不公平了 就算是成销 看到这一幕 也是摇了摇头 甚至不免心中 都生出了这样的感叹 哄 巨量的望穿之水 从天空降落 瞬间就将整个蓬莱岛竞技场淹没 好在灵异对死灵系静咒的控制里 没有兵夕那么陌生 虽然明河已经彻底淹没一切 但是无辜人员和观众们 也只是感觉 浑身被森寒的河水包裹 却并没有窒息 这类难受的体验 他们依旧可以呼吸 半分钟过去 整个蓬莱岛 甚至都被完全淹没 望穿明河奔流入海 却与海洋并不相容 加上从地底冒出的 另一个河水出口 整个蓬莱岛区 如果从高空俯瞰的话 就能够看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明河涡旋 涡旋的中心 三井帽跪在地上 完全无法动弹半分 甚至 他现在已经双眼翻白 无法思考了 呜 一阵如同号角声般的 哀鸣声响起 早已遍体鳞伤的 甲铐鱼 激武幻影 在明河漩涡中 竟然被硬生生 从三井帽的躯体里 抽离出来 然后掉入漩涡深渊 对素魂师这个职业来说 封印在体内的魂兽 被从体内抽出 承受的痛苦 是绝对难以忍受的 远比其他职业者的战宠 伸入灵魂的撕裂感 让他好几次 从失魂的无法思考状态中惊醒 但下一秒 他的意识 又再一次陷入 无边的茫然与混乱中 这就是明河葬里的恐怖之处 他能够让你无法挣扎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失去一切 激武完全被抽离出来之后 顺着明河漩涡 即将落入死灵国度时 一道幽影 在明河出口缓缓浮现 叮铃铃 灵千千手中 出现一枚小巧的青铜灵 随着他的摇晃 激武的灵魂 也在迅速变小 最终 被他完全收入青铜魂灵之中 而随后 明河漩涡的上方 一只又一只 形态各异 但体型 以及其中蕴含的魂力 都无比恐怖的巨兽幻影 从三井猫的体内 被抽离而出 扑扑扑 每一只魂兽被抽出之后 三井猫的灵魂 就要被撕裂一分 与此同时 他额头上的九只巨眼 也接连破亏 嘻嘻嘻 这些灵魂 太棒了 我原来还以为 只是跟我一样的 缝合残词品 没想到这些灵魂 竟然真的是被 从无道友塑造出来的 太有研究价值了 灵千千手中的魂灵 不断摇晃 他整整收取了 五只巨大的魂兽 进入魂灵之中 好 明河漩涡之中 三井猫的七窍之中 喷涌出大量的黑色魂力 与此同时 他右侧写着 扑的那只眼球 开始快速膨胀 随后 一只蛇手 从那只眼球中钻出 第八只魂兽的 巨大身躯幻影 也开始逐步 从他身体中抽离出来 那是一条体型足 有三四百米长 光是身躯宽度 也有五六十米粗的巨蛇 巨蛇长着八只 争鸣的蛇手 灵异回想起 之前有一次 三井冒在擂台上 浑身颤抖地压制着某物 当时他看到的 就是其中一只 巨大的巨蛇幻影 应该就是 眼前这只魂兽了 巨蛇八旗 八旗巨蛇的八只蛇手 仰天嘶吼 无数黑紫色的毒烟 被他喷吐而出 灵异连忙用风系魔法 驱散进化周围的毒气 同时封住口鼻 眼前的庞然巨物 即使是灵异 都感觉耳目震撼 身为三井冒体内 封印的最强魂兽 八旗巨蛇 自然跟其他魂兽位格不一样 他已然半步迈入地间 但三井冒 毕竟是他的塑造者 即使三井冒本人 并没有他这么强大 却依旧能够压制他 之前好几次他想要脱困而出 都被三井冒压制住了 唯一差点压制不住的一次 也被鬼越的十几名精英 联手封印了 此刻巨蛇八旗 被一点一点地 从三井冒体内抽出 八只巨大的蛇手 十六之星红聚眼中 无疑不是写满了 对自由脱困的渴望 以及对现状的兴奋 不消多时 巨蛇八旗 彻底从三井冒体内 正途而出 只不过 没等他仰天长笑 庆祝自己的自由 十六之蛇谋中 却都闪烁出名为 不可思议的人性化眼神 因为 他感觉到 自己充满无尽魂力的身躯 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变得无比僵硬 八旗巨蛇盘 起蛇身 想要爆发速度 离开这个鬼地方 然而 他刚刚挪动十多米的距离 身躯就再也不能活动了 咔咔咔 八只蛇头 还能暂时扭动一定的角度 八旗巨蛇 看向场中的灵异 谋中的不可思议更甚 他无法理解眼前的人类 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一个 不是素魂师的人类职业者 反倒拥有相比素魂师 更加强大的 对灵魂的掌控力 他没见过静咒 自然不知道 明河藏里这个九阶法术 就是所有魂类生物的克星 恭喜恭喜 恭喜初遇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牢房 你肯定会喜欢的 嘻嘻 灵千千拍着手 眼眸发亮 八旗巨蛇 整只魂兽的强度 已经完爆之前七只的总和了 他原本对于守鹤以及猫 又被三井冒击魂这件事 还有些不满 现在看到八旗巨蛇之后 不满全都消失了 只要收了这一只 其他的都舍弃掉 灵千千都愿意 八旗巨蛇 也看到灵千千了 巨大的蛇童猛然收缩 似乎是感应到 自己刚刚得到的自由 马上就要失去 他不甘爱命 还敢反抗 进来吧你 灵千千疯狂摇动手里的射魂灵 下一刻 八旗蛇巨大的身躯 开始快速缩小 尾巴和蛇身 被吸纳禁魂灵中 只有八只头颅 仍旧在不甘地仰天惨叫 灵异看到这一幕 心中暂时松了一口气 结束了 在灵忧传回来的魂体感之中 三井冒体内 已经再也没有任何魂体类生物的存在了 收了八旗巨蛇 三井冒应该也会因为体内 没有魂兽寄居而快速死去 倒也是便宜塌了 随着八旗巨蛇 被灵千千完全收入魂灵之中 浸泡在鸣河中的三井冒 也已经一动不动了 高空之中 以及地底之下的明河两端出口和入口 也缓缓关闭 淹没整个蓬莱岛的望穿河水 缓缓退去 一切恢复如初 只有灵异依旧站着 三井冒则躺在地上 生死不知 赢 赢了吗 是灵异选手赢了吗 有了之前裴俊熙和苏瓦的先例 阿亮都不太确定 三井冒是不是真的嘎了 他只能向场边的裁判求证 三位主裁判也是一脸猛逼 这已经超纲了好吧 他们也不知道这场战斗是不是到此就完全结束了 最后 阿亮只能抬头看了眼评委席 却惊讶地发现 坐在大厦评委席上的成销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东营的评委三井康志 三位主裁判面面相去 最终决定开始读秒 十秒过后 三井冒还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话 就宣布灵异获胜 比赛结束 十 九 灵异在读秒声中 往前走了几步 走得近了些 灵异看到三井冒趴在地上 引力领域扩散开来 灵异利利用引力操控 将三井冒翻过身来 看向他额头上 之前分布在额头两侧的八只眼睛 全都只剩下血肉模糊的空洞 唯独眉心的那一只最大的眼睛 却依旧存在 三井冒体内封印的浑兽 只有八只 这是灵异十分确定的 但他为什么头上有九只眼睛 这第九只眼睛 里面封印着什么 灵异思所见 忽然看到三井冒的尸体上 竟然开始冒出黑色的尸斑 顿时就感觉一阵恶心 退后几步 不过下一刻 灵异就发现 那不是尸斑 单纯就是某些黑色的物质 复集到他的体表了 因为三井冒的整个人 在极短的时间里 浑身就镀上了 一层漆黑的色泽 那不是正常的黑色肤色 这种黑 给灵异一种 能够完全吸收光线的怪异感 三井冒身上的黑化 一边进城 一开始较慢 但在全身都镀上了 古怪的黑色后 进城法加快了 啪 灵异用出了一个弹纸 灵异同样是严阵以待 不确定三井冒 到底在搞什么门额子 但补刀在说 然而 灵异这一个弹纸下去 三井冒整个身体都炸开了 噗 无数漆黑物质喷射而出 原来三井冒 早就已经是一具空壳了 人皮之下 完全都是这些有流体性质 但又不完全是流体的黑色物质 这些黑色物质 遭受攻击后 只是散开 却并没有被消灭 随后 更是以极快的速度重组聚集 一个人形生物 缓缓形成 它的身高跟三井冒差不多 除了看起来是人形以外 其他不具有任何人类的特征 尤其是头部 更是没有与屈前相连的部分 黑色怪物的头 完全是一颗悬浮在脖子上方的漆黑空洞 空洞有着无数螺旋形的波纹 似乎有情绪和生命一般 其旋转的方向一直在变换 只是让人看上一眼 庞佛精神都要坠入其中 怪人成型的瞬间 以它为中心 脚下的黑色阴晕开来 瞬间大半个蓬莱岛竞技场的地面 就覆盖上了一层漆黑的物质 用光系处理它 所有有影子的东西 它都能躲藏其身 想办法在它彻底扩张前 抹消一切阴影 千万不要让它跑了 灵异的耳边 忽然传来了成霄的声音 眼角余光网评委习一片 成霄消失了 那东营战神也消失了 不用想都知道 应该是出事了 或许两人正在某出大战呢 成霄给自己的提示不够全面 但也足够了 要瞬间让大范围内的一切阴影被驱散 那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剩下光系的法则静咒 圣阳要搬了 异化静咒 进化版静咒 不太好听 在得知所谓的异化技能 实际上就是沾染了 法则之力的技能之后 灵异直接把这类技能 叫做法则技能了 圣阳要搬 毫无疑问就是 目前它能够使用的 最高阶的光系法则技能 普通静咒的使用 需要念出两句真言 而法则静咒 则需要十句 灵异虽然下了决定 却并没有直接使用圣阳要搬 因为此刻全场的漆黑暗影 扩散的速度 太快了 三井帽化身的黑色怪物 也沉入了地表的漆黑之中 此刻日头正高 阳光普照 但有阳光的地方 就有阴影 灵异一眼扫过去 整个观众席 所有人的身下的阴影 都镀上了一层漆黑如墨的物质 这说明 他们也都被渗透了 灵异不知道 那漆黑怪物 潜藏进入这些人的影子里 会发生什么事 但肯定不会是好事 更何况 场中还有来观看 自己决赛的好兄弟张山 以及一部分故乡江城的人 他不能让这些人出事 看到张山时 灵异却发现 他正无比焦急地 双手放在嘴边 朝自己叫着什么 灵异眸光一宁 下一刻 他直接给自己套了一个 光熙六阶圣光护盾 灵异听不到张山的声音 但却读出了他 淳于表达的意思 背后 你的背后 扑 灵异覆盖 在体表的圣光护盾 跟不存在一样 根本没有半点防御能力 同时 灵异也感觉到后心一通 低下头来 就看到一把漆黑如墨的暗影之刃 刺穿了自己的后心 从胸口处穿出 血量瞬间掉下一大截 这还是 灵异在所有比赛中 第一次受伤 大意了 这是灵异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反应 他原本以为 这暗影怪物 会躲藏起来 尽快离开这里 却没想到 这怪物不仅没有跑 反而是融入了他自己的影子里 还在不经意间 对自己发起了偷袭 好在有不朽果实存在 灵异现在 不仅生命直惊人 恢复能力 也极其恐怖 即使是后心 这种要害被洞穿 灵异也没死 并且眨眼伤口 就完全愈合 回过身去 灵异就看到 那脖子上 顶着一个黑洞的怪物 偷袭不成 竟然又再次打算 融入自己的影子中 司机再次偷袭 但灵异这一次 却不会给他机会了 死记之国 兵夕禁咒 就是之前灵异取消圣阳要版 取而代之的法术 先控制 再消灭 永远是最高效的方法 果然 那漆黑怪物 潜入暗影的动作 进行到一半 瞬间就大幅减慢 他距离灵异太近了 死记灵异的中心 灵异自然是选择了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覆盖整个竞技场 以及大半个蓬莱岛 有死记灵异存在 灵异起码能够保证 张珊等人 不会被他偷袭 死记之国生效之后 灵异马不停蹄 趁着这怪物 被控制的时间 嘴唇窿动 一个又一个 晦涩难明的真言 从灵异口中吐出 就在灵异施法之时 意外的一幕再次出现 本应在死记领域中 停滞下来的漆黑怪物 竟然还是一较慢的速度 彻底融入了他的影子中 消失不见 灵异心中一惊 他竟然还能移动 唯有法则能够对抗法则 灵异脑海里 想起承消之前跟他说过的话 下一刻 他明白了 被三井帽封印在第九只眼中的 根本不是魂兽 而是一个法则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释 为什么他刚才的六阶圣光护盾 被完全无视了 因为那个技能 没有得到法则的加护 而现在的死记之国 也只是蕴含了些微永恒的法则 在其中而已 这黑影怪物 不能完全无视 但也因为 法则彼此中和的效果 而并没有被彻底停滞 不能再犹豫了 在确定对面 也有法则加护之后 灵异对真言的涌畅 加快到几点 三秒后 十句真言 被灵异完全念了出来 下一刻 灵异眼前白光大亮 一阵天旋地转后 灵异再次睁开眼时 被眼前所见的景象震撼了 它已然不在蓝星上了 而是身处一片浩瀚的宇宙空间之中 灵异的面前 是一颗散发着 炽烈光辉的恒星 此刻 这颗恒星 已经膨胀到它 原本数十 乃至数百倍的体积 它已经进入了演化的末期 星河内部的聚变反应 也到了最终阶段 热反应再也支撑不住 它自身的引力 大量的物质 开始向内部塌陷 随后 灵异见证了宇宙中 最猛烈 也是最明亮的事件 一颗超新星在它眼前爆发了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自己 完全被最纯净的光包裹了 没有任何一丝遗漏 这是 静咒幻象 灵异回想起 它第一次获得火系静咒时 也看到过这样的幻象 当时 它看到了星球的末日 焚天主海的壮观景象 而此刻 它看到了光系魔法的终点 超新星爆发 灵异心中获得明雾 这些幻象 不是凭空出现的 上一次 应该是火元素这个法则本身 接纳了它 所以 后面灵异才觉得 自己对火系的掌控力是最强的 甚至能够翻手间 融合五枚黄火 而现在 这一幕 意味着光元素的法则之力 也正是接纳它了 幻象消失 灵异重新回归现实 就看到大地之上的漆黑暗影地带 已然扩展到竞技场之外了 逃离了灵异的死寂之国领域后 这些黑色地带的扩张速度 简直 快到超乎想象 起码已经扩展到蓬莱岛外 进入幽暗的海底了 但灵异并没有慌乱 因为已经结束了 天空之中 太阳绽放出了 比起任何时候 都要更加赤烈的光辉 蓝星外层空间中 一道来自太阳的巨型药斑光柱 跨越了1.4亿公里的宇宙空间 照相蓝星 静皱 圣阳药斑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别 光明细 消耗 二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十真言 冷却时间 24小时 主动效果 与光元素法则产生共鸣 最近的恒星 使其爆发出一团圣光药斑 药斑光柱 以光速降临你所选择的区 药斑光柱每秒 都将对范围内的所有敌对目标 造成巨额圣光伤害 并使其获得致盲效果 被药斑光柱笼罩的所有有方单位 获得50%的减伤效果 每秒恢复巨量生命值 驱散所有世界以下的负面状态 同时 目标身上带有的所有增益效果 提升200% 在光柱笼罩范围内 持续时间无限 药斑光柱 对所有暗属性目标造成的伤害 提高至10倍 且伤害类型 转变为本源伤害 致盲 不可被世界以下的驱散 净化效果解除 失去视觉 发动攻击时 命中率负70% 当前药斑光柱范围 500至2000公里 半径 当前药斑光柱持续时间 100年 备注 群星闪耀 光辉永存 宇宙庞佛对蓝星的东半球 打开了一盏巨型探照灯 煞世间 整片天地 连着海平线的尽头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圣阳耀斑这个技能 没有其他静咒震天动地的声响 也没有让人心惊胆寒的恐怖威势 有的只有光 极致的光 纯粹的光 并且 这一道光芒中 容不下半点阴影 任何黑暗 原本灵异还担心 即使是这种级别的法则静咒 也没办法彻底清除这黑影怪物 但他多虑了 圣阳耀斑之下 整个蓬莱岛 再也没有一丝阴影的存在 灵异飞上高空 于高空俯瞰整个蓬莱岛 他能够清楚地看到 刚刚弥漫全岛的黑色物质 在要搬光柱中 顷刻就灰飞烟灭 蓬莱岛周边的大海中 渗透 躲藏进入海中的黑色物质 也没能逃掉 这道光柱太耀眼 足以穿透千米深的大洋 照亮整片海底 丁 你击杀了对手 以为 你自动跳过该对手的轮回经历 你获得了史诗级奖励 你获得了以下属性值 力量加1368 耐力加5321 精神 加23347 你获得了特殊道具 漆黑之星 该道具已放入你的随身空间 灵异脑海里传来提示 这一刻 灵异才确认 这场战斗确实真的彻底结束了 只不过这一次轮回之处给的奖励 让灵异都有些意外 竟然是一个道具 史诗级的奖励啊 应该不会查 就在灵异思所见 脑海里又是一道提示传来 丁 你湮灭了法则 漆黑 你获得了唯一称号 不死不休 法则 漆黑 这个法则还从未听说过 所有元素法则 本质上是由真理衍生出来的 而暗元素对应的法则名为 暗影 这个漆黑 难道是从暗影演化出来的 演化个屁 源头确实是暗影 但暗影可不会演化出 这么低级的玩意 这就是个人为捏造出来的法则 灵异的脑海中 传来成潇的声音 灵异一愣 连忙追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东莹那老灯打起来了 说来话长了 刚才你用出那个死灵系的禁咒 把他儿子那八只浑兽 全都收了的时候 那老灯就坐不住了 打算对你出手了 这我能惯着 当然是把他拉到了 我创造的虚迷镜里 现在那老灯还在跟纪莽夫大战三百回合呢 灵异歪了歪头 那为什么你不去帮忙 这么有闲空跟我聊天 纪莽夫的原则是 真男人一对一大战 他不喜欢多打少 我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个场地 现在没有什么事了 灵异心中有了些许猜测 看来纪云里这次来找三井康之的茶 应该没到不死不休的局面 甚至很可能是为战而战 承销也没争起杀心 或是知道杀不掉 才没有两个打一个 三井这老灯 从始至中斗 没把他这小儿子当人 完全当成了一个容器 那八只魂兽 的确都是三井猫自己塑造出来的 但是 你刚才看到的漆黑影兽 就完全是这老灯人 未对暗影法则改造实验出来的产物 最终目的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想研究的是 法则升格化 也就是将人的血肉 以及灵魂 升格成为法 则本身 灵异心中震惊 这不是传说中化胜之后 才有可能达到的境界吗 成销吃销 所以 这完全是没有任何 成功可能性的邪道 三井家那老东西 想要续命像疯了 连亲孙子都能拿来做实验品牺牲了 今天这个三井猫 就算没被你杀掉 最后 也会被这个人造法 则吞噬 然后这法则会进入暴走状态 或许会在东营闹出什么乱子 也或许就默默无闻地泯灭消亡掉 总之活不长的 但如果你身上 没有法则的庇护 就算漆黑这个法则 是人造出来的违法则 对你也是碾压极的 灵异对这句话 深以为然 亲身战斗过后 灵异对只有法则 能够对抗法则 这条铁律 有了更深的领悟 好了 不说了 那老登级了 回见 承销中断了心灵通讯 灵异也重新把目光放回现实 啊 此刻全场寂静无声 加上天空中炙烈的盛光 让场中的这些人 更加像蜡象了 灵异解除了死寂领域 下一刻 所有人都再次获得了行动能力 然后 他们纷纷抬头看向天空 天空的盛光 耀眼淡不刺目 即使光线万倍于正常日光 却并不会让他们感觉灼热 反而沐浴在盛阳要斑光柱中的所有人 都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舒服 甚至他们中 一些人身上带着的疾病 竟然也瞬间痊愈了 坐在轮椅上的冒蝶老人 站起来手舞足蹈 刚刚因为缝和怪那一吼 而吊散昏迷的人也纷纷醒来 大厦专属的病房中 此前被灵异兵封起来的丁月 沐浴在盛光中 身上的数百个负面状态和疾病效果 全部被净化 此后百年 蓬莱岛的上空 都将永远阳光普照 这里将成为一座永咒之岛 圣阳要斑等阶 赛事组委会的大屏幕 彻底无法读取这个技能了 甚至连等阶都无法显示 但所有沐浴在盛光中的人 都明白一件事 这个法术 至少也是静咒级 甚至 很可能是静咒之上 我的老天啊 太壮观 太庄严 太神圣了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 无数观众发出由衷赞叹 线上的观众 更是看到了 现场观众完全看不到的 超远视角全景 整片蓬莱岛周边海域 都被盛阳要斑 照得通透无比 赛事官方OB 更是调出来了一个 天外卫星视角 从宇宙空间看这片区域 无论光影汇明如何变换 这里都始终圣光普照 这是惊天伟丽 更是造物奇迹 随后 所有的视角归于一点 那就是依旧屹立于 蓬莱岛竞技场正中心的林毅 碰碰 早已准备好的礼花 如雨般落下 主持人阿亮 也宣读出了最终的比赛结果 让我们恭迎 这片赛场上 新的王者的诞生 大夏代表队队长 林毅选手 以压倒性的胜利 终结了这场巅峰之战 他是3024年度 泛亚青年职业者巅峰冠军 真正的是待机王者 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 为他加冕 现场的气氛 正是被推上最高点 林毅 林毅 大夏观众们齐声高呼林毅的名字 连带着其他国家的观众 也被这一阵气氛渲染了 纷纷跟风 喊着林毅的名字 与此同时 掌声和欢呼声 更是没有停下来过 在漫天落下的礼花中 一人拿着冠军奖杯登台 胡雨神色有些不太自然 但是 当镜头转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露出了职业化的假笑 恭喜你 林毅选手 胡雨将手中的奖杯 递给林毅 这一次 林毅没有拒绝 这份荣誉 是切切实实 堂堂正正赢下来的 随着林毅捧起冠军奖杯 现场的欢呼声和掌声 更加热烈 离得近的观众席上 忽然有一人 冲出了观众席的警戒线 但他很快 就被赛事组委会的安保人员制服了 只不过 即使被按在地上 张山也高呼着四的字 林毅牛逼 林毅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这确实是自己这发小会 潜出来的事 这个小插曲 没有影响现场的气氛 反而让全场高呼的林毅二字 变成了林毅牛逼四的字 张山也算是出名了 这颁奖仪式 看得真爽啊 确实 之前我也每年 都看着比赛 年年都有超级新人出现 但是今年凌神对比 历年冠军 那也都是降维打击了 后悔没去现场了 今年本来有机会 去亲眼见证凌神的夺冠一战的 现在只能在家看 操 我也后悔死了 我有个好兄弟去现场了 他跟我说 前几天的比赛 看得心惊肉跳 天天感觉都有生命危险 我还笑他 但是今天他跟我说 他的颈椎病好了 卧日 这么神奇 真的就是这么神奇 我刚才亲眼看到 有个坐轮椅的大叔 站起来了 是真的 我也有个好朋友也在现场 他刚才跟我说 他多年的阳尾也好了 无中生有事吧 我现在买张去蓬莱岛的特快 飞空停票 还来不来得及啊 走走走 我也想去 那地方风景很好的 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海岛度假圣地 并且还不用担心海兽的危险 圣地巡礼 巡礼加一 线上的观众也看爽了 聊着聊着 甚至打算来蓬莱岛度假旅游了 但劲爆的消息 可是一波接着一波 至此 本年度巅峰赛个人组的比赛 已经全部结束了 接下来 我们还有几条重要的消息 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个人赛环节的 最有价值选手的评选 已经完毕 相信大家在心里 已经有了答案 他就是我们的 灵异选手 李华再次落下 大屏幕上 闪烁着金光的 MVP3的大字 和灵异此前在所有比赛中的精彩镜头 被导播 足简成了蒙太奇 循环播放 往年还真的出现过夺冠选手 并没有拿到MVP的先例 毕竟在大家实力 都相近的情况下 决赛就看谁的发挥好 忽然有人发挥失常 爆冷输掉 也是有可能的事 但是今年的比赛 灵异没有不拿MVP的可能 最有价值选手的奖励为 一亿蓝星币 两万五千点 可交易的技能点卷轴 以及在我们的宝库清单中 挑选一件史诗级以下的装备 同时 因为灵异选手的出色表现 让我们比赛的知名度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所以 赛事组委会官方决定 以上奖励 翻倍 全场爆发出一阵阵惊呼声 灵异都有些惊喜 好家伙 MVP的奖励 也不容小缺啊 两万点可交易的技能点卷轴 光是这一项的价值 也是接近四千万蓝星币的高价 更别提 还有两件史诗级的装备了 最后 组委会还有一项决定 要跟大家分享 按照正常流程 个人赛阶段结束后 所有选手都有为期三天的休息 调整时间 随后团队赛将正式打响 但昨天到今天为止 我们赛事官方 一共收到了九支参赛队的退赛申请 除了大夏代表队外 所有国家的代表队 都选择了退出团队赛 询问原因之后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 有灵异选手在的团队赛 跟个人赛结果 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 现场的讨论声更加爆炸 好家伙 这是一己之力 直接让其他九国提前退赛了 呵呵 明智的选择 有灵神在 他们就是一个一个送 开玩笑 现在谁他妈 能处理灵神的竞咒 这应该是史上 最有含金量的冠军了吧 太掉了 我特么写小说 都不敢写这么掉的主角啊 划时代的冠军 MVP 以后但凡这比赛继续办 灵异就是一个 所有关注这个比赛的人 都无法绕开的名字 也会是所有后续冠军选手 终生都无法起击的最高巅峰 就在无数人纷纷讨论间 阿亮继续道 所以 我们赛事组官方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们克服了重重难关 将今年的十个道悬的天空塔 入场名额 提升到了15个 大下代表队的九人 将无需参加后续的团队赛 直接获得十个进入道悬的 天空塔的资格 同时 团队赛的全场MVP 由大下代表队的 灵异选手获得 如有异议 请各国代表队管理 在八小时内 提出书面申请 同时 剩余的其他九国代表队 将继续参加团队赛 决出最后的五个名额 阿亮说完这句话 还环顾了一圈各国代表席 满朝文武 却无一人作声 既然他们 都是因为灵异 才不想继续参赛的 那直接把MVP给别人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这条政策一出来 瞬间所有观众 都顿绝合理 这样比赛 又能继续下去了 大下队也没有亏 名额全到手了 只有大下队的所有成员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因为灵异夺冠 而笑容满面的脸上 多出了一丝神伤 在最高兴 最开心的时候 被刺伤了一下 十个名额 灵异说到做到了呀 但终究有一个名额 没办法给到应得的人了 一整个下午 灵异都在跟张山和江牙等人叙旧 同时也光遍了整个蓬莱岛 这个海岛 的确是度假圣地 甚至还有一片专门为普通人 以及较弱的职业者 画出来的初级猎场 江贤等级的老灯在猎场里 比谁杀的怪多 颇有种追寻当年雄风的感觉 这个下午 应该是灵异从高考完之后 第一个感觉到轻松惬意的下午了 他不用思考怎么对敌 不用思考 怎么继续变强 只需要放空大毛 尽情解压享受就行 灵异个人组冠军的奖励 可惜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现在 正是刚刚开学期间 能够抽空请假一两天 飞来蓬莱岛看他比赛 其实已经是张山和江牙 顶着大学学业的压力 强行来的了 晚上 灵异就在蓬莱岛的码头 送别了众人 也收到了第二天 就要进入试炼塔的通知 后续的比赛 跟大厦队员无关了 他们自然就可以提前进入试炼塔 去获取武魂了 回到大厦队的休息室里 灵异看到所有人都在 甚至包括成霄 只不过此前短暂出现过的 寄云里不在 灵异也没有多问什么 好了 都到齐了 明天就是你们进入试炼塔的日子 竖起耳朵听好了 这很重要 赵安全拍了拍手 让所有人都专注起来 随后 转脸对成霄笑道 成霄战胜 麻烦您了 他虽然是职业领队兼教练 但却并没有进过试炼塔 自然是讲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 才请了成霄过来 好在成霄也好说话 对自己人 也没开口 就是几个亿的收费 都做吧 别这么紧张 成霄压了压手 示意所有人 别这么紧张 灵异自然是最自然的那一个 率先坐下 其他几人看到队长都坐了 也纷纷坐了下来 盗旋的天空塔 好怀念的东西 我当年进去的时候 还没你们这么大呢 也就八岁左右吧 灵异瞬间就察觉到 其他人脸上 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翻了翻白眼 八岁进塔拿五魂 可恶啊 被他装到了 不经意间装了个逼 成霄的神情 虽然没有什么波动 但灵异知道 他爽了 先说总结的话吧 盗旋的天空塔这个副本 难得不是副本本身 说到这里 成霄指了指灵异 然后继续到 起码有他在的话 难度这方面 你们不用过于担心 真正的难点在于 选择 听到这里 众人一正 他们先是看了眼灵异 随后有人明白了成霄的意思 呃 难道在里面是可以组队的 关心五开口问道 成霄点头 可以 但不完全可以 第九十九到第五十层 允许组队 五十层以下 就需要副本事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组队状态下 每一层刷新的怪物数量 需要清理的怪物数量 都会因为组队的人数 水涨船高 这种增幅 不是先性的 你一个人通关要杀一百只怪 五个人组队 很可能是要求你们 杀一千只怪了 大部分通关的人 都是毒狼 选择组队的少之右手 一直默默听着的灵异开口道 所以 这个试炼塔 就是一个不断清怪 然后通往下一层的副本是吧 一共有多少层 成霄 一百层 一开始 你们进入的 就是第一百层 但其实 这个副本的攻略 是从99层才开始的 第一百层是修整层 你们需要一路向下 清理每一层的怪物 完成对应层的清理目标后 就能够进入下一层 每个时的整数层 都会有首观的BOSS 清理完常规层的怪物后 你们都有机会 挑选一个随机的增幅效果 这个效果 类似你们的天赋 品级从最普通的D级 到SS级 都有可能出现 出现的这些增幅效果 是完全随机的 目前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哪怕是我 也摸不清它刷新的规律 拿到一个强力的增幅效果 对后续的层数通关 有极大的弊意 而通关美食 曾出现的BOSS之后 你们就会得到一个 未知品质 未知种类的魂合 魂合可以在 第100层的休息区域 提交给那里的首塔人 帮你鉴定 你可以根据鉴定结果 将其转化为你的专属武魂 一旦 你选择获取了魂合 那么就此宣告你 这一次的试炼塔通关之旅结束了 你之前所选的所有增益效果清楚 你回到第100层 而如果你选择放弃魂合 继续向下 则增益效果保持 继续向下到 下一个10层首关BOSS时 如果你通关了 将掉落两个魂合 你需要再次做出选择 试走 还是继续探索 魂合的掉落数量 会依次递增 但品质在没有鉴定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的 当然 也有例外 每5层都会出现一个特殊的选项 让你丢弃4个增益效果 以此来换取一次 鉴定下一次 你获得的所有魂合的机会 但是 没了那些强力的增益效果 你就要掂量一下 自己能不能通关10层的首关BOSS 另外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你们要记住 天空塔试炼是不会真的死亡的 一旦你闯关失败 被怪物杀死 或是你主动选择放弃 就会直接被传送回100层的修整区 而你还有下一次进入99层 重新开始闯关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 一旦你抵达的层数 没有上一次的身 那么 你这一生进入试炼塔的机会就耗尽了 对倒霉弹来说 相当于一生 只有两次参与试炼的机会 而对有实力的人来说 只要你能够一直刷新你的最佳记录 你就能够一直参与试炼 听到这里 灵异基本已经了解 倒悬天空塔的机制了 有点类似肉格游戏 每一次闯关 都是随机的 承销说的难点 不在于试炼本身 而在于选择 他也有了体会 是选择继续探索 收获更多魂盒 还是见好就收 回修整层鉴定 这是第一个选择 继续探索 前方万一翻车了 导致失败的话 连保底的魂盒都拿不到 就浪费掉一次通关机会 见好就收返回一百层的话 给的魂盒 如果是垃圾 相当于也是白白浪费一次通关机会 而真正让人难以抉择的 是第二次通关开始 要考虑的因素多了一个 那就是 如果不能抵达比之前更深的层数 这就是你最后一次通关了 最杀人诛心的是 通关过程中 他还额外给了你一个 提前鉴定魂盒的机会 但是代价 就是舍弃随机的增益效果 不要觉得 这个选择是慈悲 对正常人来说 没有了那些增益状态 很可能连下一次 获取魂盒的机会都没有 就死在半路上了 所有人都陷入沉思 他们都不傻 自然意识到 这场通关之旅 要想的东西 会有多少了 好了 这就是全部的规则 和注意事项了 我相信 你们应该都理解了 不理解 我也不负责回答 等你们进去就都知道了 说完这些 程骁也口前蛇躁 喝了口水 然后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看向灵异 最后道 对了 你的话 不用管这么多 尽力尝试冲击层数 前面的 BOSS给的魂盒 直接放弃就行 因为通关塔敌 也就是第一层的人 拥有一次 自选神话 及魂盒的机会 灵异一正 随后有些怨念的 看了程骁一眼 你他妈早说啊 刚才灵异的 CPU都快冒烟了 还没进塔 就在盘算 到底要怎样 才能最大化利用 这个通关机制了 他所想到的 最有性价比的方法 就是 从第90层开始 每次都直接选择 返回100层 鉴定魂盒 反正对他来说 通关到89层 应该不是难事 依次类推 不断通关 不断试错 就是这种通关模式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并且 如果实力不够强 或者说 塔里的怪物太变态 缺少关键增益 状态的话 会翻车 让这个最有性价比的通关方式 变成最傻逼的通关方式 现在好了 不用想太多了 只需要闭着眼 往下冲就行了 其余人文言 纷纷用无比羡慕的目光 看着灵异 自选神话及魂盒呀 道玄的天空塔是这样的 灵异只需要闭着眼 通关到一层就行 他们要思考的就多了 好了 就这样 祝你们都能得到五魂 哦 你们明天进塔之后 应该也还有个 惊喜在等你们 炎毙 承销摆了摆手 身影消失 随后 赵恩全遣散了其他人 唯独留下了灵异 赛事方刚才通知我 没有人提出 由你获得团队赛 MVP的意义申请 所以 你的相关奖励 已经准备好了 走 我带你去灵 赵恩全带着灵异 走到了蓬莱竞技场的核心区 灵异选手 这是世界银行的白金卡 里面放着属于你的两亿世界 币现金奖励 初始密码是六个六 后续你可以联系 我们的财务部 帮你修改 然后这是十张 处置五千点技能点的 心钻卷轴 您清点过目一下 灵异接过白金卡 又拿到了 十张心钻技能点卷轴 这还是灵异第一次看到 如此大额的技能点卷轴 整张卷轴星光一彩 看起来就价值不凡 这就是目前 蓝星能够处置最多 可交易技能点的 纠集卷轴了 每一张在大厦交易行 都是拍卖级的宝贝 并且按照行情 成交价都在千万级 这些东西 完全就是那些 不差钱的顶级市价 买来给自家后备 填压市价点的 然后是需要您选择的奖励了 包括两件 史诗机以下的装备 以及两个 您想让我们帮您实现的愿望 这两个愿望 包含全品类的抄袭 有材料 或是传说级的装备 或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这玩意透出来的光幕 是可以实时交互的 反正操作起来 跟平板没有太大区别 之前灵异还觉得不太习惯 没有真实的触感反馈 但在神霄这么久了 去宝库挑东西 也都是用这玩意 现在 她可熟练得很 手指在光幕上不断点动 目前自己最缺的 是一套首饰套装 现在她身上穿着的那套 永恒安息套 肯定是幻珠天寂灭套的 那么空缺的首饰套装 就沉寂补上 将筛选模式调整为首饰 加上了自己目前的等级 很快一连串的筛选结果 出现在灵异面前 灵异眼花缭乱 史诗级的装备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不仅套装效果 要仔细考虑 单件提供的属性加成 以及特效 也是要斟酌一二的 工作人员和赵恩权 都很有耐心 并没有催促灵异 直到十多分钟后 灵异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太多了 我一时看不过来 能让我带回去 我今晚慢慢看吗 工作人员玩耳一笑 当然是可以的 挑选完成后 您用房间的电话 拨通我们资产部的 电话0326就行 不用再亲自来这里了 我们会给您安排 送货上门的 凌晨两点 灵异打了个瞌睡 手中的灵精光幕 依旧闪烁着淡淡的光泽 右侧的收藏关注列表里 灵异已经添加了 十多件可选的 不错套装装备了 但是它是真的困了 明天还要早起去天空塔 就在灵异打算 明天再慢慢看 今天先睡觉时 一件名为 星界漫游项链的装备 出现在灵异眼前 下一刻 灵异整个人都精神了 来了 这套装效果 也太契合自己了 星界漫游项链 类型 首饰 部位 颈部 挺及 实施 可穿戴等级 LV 180 魔法抗性 加2560 精神加8000 耐力加4000 装备效果 你获得星界趋势效果的几率 提高1% 装备效果 在获得星界趋势效果时 你的暴击几率 提高5% 套装 星界漫游 13 两件套 你再攻击 施法时有5%的几率 获得星界趋势效果 10 你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 加快10% 重负获得星界趋势效果时 刷新持续时间 且效果能够叠加 最多叠加5层 三件套 在星界趋势效果状态下 你的所有攻击 造成暴击时 额外削减你所有技能 1%的冷却时间 该效果对同一技能 只能应用一次冷却刷新效果 内置冷却24小时 这个套装的所有部位的效果 都是一样的 增加获得星界趋势效果的几率 同时 只要处于星界趋势效果状态下 就能够额外 获得暴击几率加成 暴击率是稀有属性 哪怕是九转职业者 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满爆的 所以 即使不考虑套装效果 光是项链 耳环 两枚戒指四件套击齐之后 给的20%暴击率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属性了 但灵异最看重的 还是星界漫游套装 给的冷却缩减效果 灵异现在一手的核武器 唯一的缺陷就是 这些核武器的冷却时间 有些长了 没办法连续用 而有了这套套装之后 起码能够做到短时间内 将已经进入冷却的静皱刷新出来 再次使用 这对它的提升 是其他那些史诗级的套装 没办法比的 这个套装唯一的问题在于 星界趋势效果 想要稳定获得 没有这么容易 毕竟初始只有5%的几率 四剑齐了 也就是9% 对于普通法师来说 高阶技能 需要漫长的吟唱时间 注定技能释放频率 就不会高 所以 想要触发星界趋势效果 只能靠天意 更别说维持五层的高层数了 但灵异是论外法师 不仅高阶技能 基本都是顺法 更是有 太初混沌 这种多重施法的神级被动 要操作的话 基本上一轮数万发火球 就能完成叠层和暴击 刷新技能的效果 就塌了 灵异已经很久没有这种 特别想要一套装备的心情了 甚至 灵异打算再花点钱 把剩余的那一件也买下来 直接凑出三件套 戒指就没必要戴两个了 剩下的那个 看看有没有别的属性特别好 单件特效也不错的 选完装备 灵异关掉了灵金光幕 从随身空间里 拿出一张新钻技能点卷轴 嗯 这十张卷轴 自己留在手上 也没有什么用 灵异也懒得转手卖了 现在自己不缺钱 南宫灵那边 还有七个亿 近期会给到自己手上 加上现在大赛奖励的两个亿 他的总资产又突破十亿了 所以灵异打算 把手上这十张技能点卷轴 都送出去 南宫灵这位学姐 一路上帮了自己很多 算是半个引路人了 送两张 孙大川给自己打装备的 后续身上 这套新界漫游首饰套装 也需要他强化 也送两张 然后是张杉和江雅 之前的闲谈中 灵异了解到 就算此前他 给了两人一波技能点卷轴 但是对他们来说 此时就是最缺技能点的时候 进入大学之后 内卷更是严重得很 剩下这六张 每人三张 都给他们了 嗯 然后是父母 从无敌鬼渊出来之后 回神箫的路上 灵异就给他们发了个视频 聊了聊近况 但参加这次青年职业者巅峰赛的事 是没跟他们说的 毕竟这比赛强度很高 怕二老担心 不过 目前这比赛 冲上各种热搜 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四年一度的 职业者奥林匹克赛了 说不定他们多少也知道自己的事了 再给家里汇点钱吧 虽然他们一直都说 不缺钱 国家每个月给的几十万 已经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但灵异还是打算 把钱往家里寄一点 爸妈的身体还硬朗 说不定打算给自己 要个弟弟妹妹呢 灵异摇了摇头 将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 移出脑海 然后打开了技能界面 点开晋升远古静咒的界面 两个愿望 灵异自然是打算选择那些超稀有的材料 这些材料 要是他自己去找 估计会麻烦得要死 现在 有现成的专业团队帮自己梦 何乐不为 火系的太出火种 灵异知道下落 就不打算让人去找了 一番思索后 灵异敲定了两件材料 雷系进阶需要的材料 电光流影 以及重力系进阶需要的材料 添拨基岩碎片 这两系中的雷系 是能够无视减伤和磨抗 打真实伤害 能够应对大部分伤害 就能灌死的怪物 而重力系 是因为太灵活了 能控制 能输出 灵异目前 已经离不开重力系技能了 第二天早上 灵异将自己选好的装备 提交给相应的工作人员 并提出了购买额外一件 新界漫游套装的要求 最后 向高层请示后 同意了 并且也没让灵异花钱 直接送了 灵异也不知道 是真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还是看在成肖 寄云里这一众大佬 都围在自己身边的面子上 反正白挑 不要白不要 吃过早餐 就在灵异即将出发时 她的手势三件套到了 灵异直接穿了起来 之前比赛的时候 一把雷枪 直接让灵异的等级 从接近五转的178 直升到180了 电网炸鱼 你值得拥有 鼠星再次提升了一波 现在身上缺的装备 也渐渐被她填满了 看起来 也终于不像是 没装备的难民了 就是她要的两件 抄袭有材料 需要时间搜寻 没这么快到她手上 一切准备就绪 灵异 以及其他大厦代表队的成员 坐上了专属的特快 飞空艇 朝着大厦东海的某处 急速前进 飞空艇的速度极快 不出半个小时 站在船头的灵异等人 就已经看到天际线的尽头 天空下方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 黑影云雾缭绕 离得近一些之后 灵异才发现 那确实是一座塔 一座塔基 是在天空之上 塔尖朝向海面的 青灰色石塔 石塔周围 常年被无比浓厚的云雾包裹 塔身上类似窗口的区域 不时还会亮起 色彩各异的鬼光 这里 好熟悉的感觉 灵异的声音 忽然在灵异脑海响起 灵异心中意惊 这倒旋的天空塔 也跟灵异有关 思索间 飞空艇 已经缓缓停靠下来 各位 按照程序 需要大家配合一下 检验你们的身份 然后 才能由助手塔外的 多国联军 一同放行 不便之处 还请见谅 飞空艇的船长 从驾驶舱里走了出来 对甲板船舷上的 灵异众人开口道 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毕竟和道旋的天空塔 目前已经不完全属于大厦了 多国联军在这里 助手查验入塔人的身份 无可厚非 整个流程 持续了十多分钟 很快 那些检验人员就纷纷放行了 各位 飞艇只能飞到这里了 剩下的路 需要你们自行使用 飞行技能入塔了 助你们 都能够得到强力的武魂 船长挥了挥手 众人跟他道别后 灵异引力领域扩散开来 腾空而去 朝着塔间入口飞去 飞行途中 灵异还看了掩塔身上 那黑漆漆的洞口 如果他直接 从那些洞口进去 会不会就直接 从六七十层 开始闯关了 你们是不是在想 为什么非要从塔间 一百层入场 直接从那些洞口进去 是不是就能跳过 前面的层数 负责接引灵异九人的 是一位大厦军官 他看到灵异等人的目光 忽然笑着开口道 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关心五点了点头 直言不会 呵呵 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真的 可以从那里进去 只不过 没有增益状态 你进去了 跟送死也没有差别 这座天空塔斜门得很 每深入一层 那里的怪物 就越古老 很多 已经在蓝星地表 消失绝种了 数百年的传说中的怪物 在这里都会出现 灵异文言 瞬间就明白了 对啊 忘了这查了 没有增益状态 直接冲击高层 对大部分人来说 确实等于是白点了 就算是灵异 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以预见的是 想要冲到灵层 那些增益状态 应该也是不可或缺的 他可不想因为 自己的狂妄自大 浪费一次机会 好了 送到了 我进不去了 祝你们好运吧 接引军官护送众人 来到了塔间的门口处 这里有着跟他一样 穿着各国制服的军人助手 他们的实力都不敌 众人谢过这位军官后 灵异一马当先 迈步进入了 尖塔的黑洞之中 漆黑的洞口 一圈波纹荡漾开来 灵异的身影消失 其余几人也鱼贯而入 欢迎来到 道玄的天空塔第100层 当前曾为修整层 请所有职业者 遵守本层规则 严禁彼此斗殴 违反者将被守塔人驱逐 眼前还是一片漆黑石 灵异脑海里就传来了提示 你们终于来了 呵呵 等你们很久了 一道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 灵异直觉得 自己心弦都被挑动了一下 随后 黑幕散去 灵异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片巨大的广场 看起来 占地至少也有上万平米 除了广场中央 有一条螺旋向下的阶梯以外 其他的地方 空旷地让人惊异 毕竟在外面看 这座天空塔 其实不算太大 又是经典的那友乾坤 跟神霄竞技场一样 外面看起来小 但里面实际空间却很大 没等灵异看清楚 更多塔内的细节 眼前站着的那人 却让他惊喜不已 郭大哥 没等灵异有什么动作 跟着灵异后脚进来的观星舞 直接挖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随后一把扑进了郭应龙的怀里 灵异从惊恶中回过神来 想起承霄昨晚对他们说的话 不由得摇了摇头 这个家伙 骗了自己 还骗了这么久 之前灵异听他说 郭应龙死无全尸 灰飞烟灭的时候 有多生气 现在就感觉有多惊喜 是啊 如果郭应龙不是死无全尸的话 又怎么能被他救下来 还转移到这里 把人弄消失 似乎就是承霄的拿手好戏了 之前的那两位高丽评委 至今还不知道 流落在哪个阴曹地府呢 至于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真相 原因也很好理解 要是自己知道 郭应龙没死 跟三井冒打的 也不会这么卖力了 而且还可能因此被其他人发现 承霄违反规则 出手救下场中的选手 现在放到这座 只有胜者才有资格入内的塔里 反而是利用灯下黑的高明手段了 跟我来吧 我比你们提前了两天来到这里 这塔里的基本规则 也帮你们探清楚了 路上慢慢说 我先带你们 去我已经站好的营地 郭应龙跟几人寒暄过后 开始带路 这时灵异才发现 整个一百层的内部 不仅空间极大 人 也很多 这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 毕竟按照规则 只有每年参加青年职业者 巅峰赛 拿到优异成绩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这座塔 而也就今年特殊 扩充到15人 其他时候 每年选出的人 也仅有10人 但灵异一眼扫过去 整个偌大的塔内广场上 起码有200多人之多 人很多对吧 我进来之前 也从未想过 竟然会有这么多人 在里面 看到那个老头了吗 灵异顺着郭应龙母嘴的方向看去 就看到一个 浑身缠着破烂的步履 头发蓬松苍白 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手里捧着两枚 已经失去光辉的不知名金石 色缩在角落的老者 真名已经不响了 我们只知道 他姓刘 传闻中 他是2929年进来的 现在进塔 已经96年了 50多年前 他也曾闯到了第51层 也是目前通关最稳的刘派 换血流的创始人 当时 听说他甚至放弃了 SS级的魂盒 也毅然选择进入第50层 继续闯关 但听说第50层守关的 BOSS难道让人崩溃 他最后失败了 最后他第二次通关之旅中 运气不佳 没拿到 换血流的核心增益效果 最后只能在80层草草 拿了魂盒退出 那两魂盒鉴定的结果 都是第级 然后他就这样了 除了这流老头以外 塔里还有很多这类 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失忆的人存在 加上目前就在闯关的人 整个试炼塔里目前的人数 接近400 灵异文言 心中也是一尘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既然都失败了 为什么不选择 直接离开这座塔呢 丁月开口问道 郭应龙摇了摇头 叹道 因为他们在等 最后的一线渺茫的机会 一个能够让他们 再次获得入场资格的机会 具体有些复杂 到营地我 再跟你们细说 灵异一正 看来程潇 只是把最基础的规则 告诉了他们 这塔里的门门道道 还有很多 整个塔内空间 除了中央的立柱以外 其他呈圆周分布 灵异等人入塔的门口 就是整个圆周的六点钟方位 贴着边缘 一路顺时针往前走去 灵异也看到了 郭应龙口中的营地 其实那哪里 是什么营地 完全就是几个 破破烂烂的帐篷 但起码还有点隐私空间 随着灵异几人 跟随郭应龙往里走 这些营地就越来越简陋了 呃 我们到了 郭应龙也有些尴尬 只见眼前几十个大汉 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这里连破烂的帐篷 都没有了 这些人 完全就是躺在冰凉的地板上 呼呼大睡 卫生条件更是堪忧 因为没有间隔 导致住在这片营地里的女人 也是大大咧咧的 举止行为跟男人无异 那些受不了这种环境的 估计早就离开这座塔了 王伯 我回来了 郭应龙根营地里年纪最大的 正在拿着一本笔记 仔细端向的老者 打了声招呼 那老者放下笔记 压了压眼见 抬眼瞟了眼郭应龙 然后慢悠悠道 去接人回来了 都随便找个地方做吧 我就不专门划分 你们的起居区域了 反正 你们也都认识 王伯看起来有些冷淡 唯一也就对郭应龙客气一点 甚至没有正眼看林毅他们一眼 说完这些话之后 继续拿起那笔记 开始写写画画 郭应龙苦笑一声 不知从哪找了个条肘 扫了扫地面 然后招呼所有人坐下 林毅之前也是过过苦日子的 江城的那套老房子 比这还脏 他也不嫌弃 直接带头坐下 其他人就算心思各异 最后也只能认命 只有丁月咕弄了一声 好热啊 旁边的营区 怎么还有板房的样子 到我们这就完全是露天了 郭应龙 你就知足吧 有些人甚至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营区的划分是很严格的 林毅之前也发现了 这些所谓的营地 虽然简陋 但是明显看得出 是有分割线的 是有人专门划分出来的 一路看下来 林毅也发现了 靠近入口 也就是六点方向的营地 应该就是不上不下的那一类 不算好 但是也不算差 而自己等人所处的这个营地 就是最差的那一档 算方位的话 应该是十一点区域 而相隔不远的十二点区域 甚至已经不是帐篷 而是板房了 林毅看到那些出入板房的人 都能带出一阵冷风出来 里面甚至有空调 你们别看王伯这样 其实他人很好的 进塔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像我们这样 刚刚进来的大厦新人 他也都会照顾一点 其他国家的 就自求多福了 林毅开口问道 营地有什么用 看起来似乎是很重要的地方 郭应龙点头道 当然很重要 如果不在营地里的话 每天中午十二点 这座塔中央的区域 就会自动将游荡 在营地外区域的人 吸入其中 除此以外 也只有在营地区域 你才不会感到饥饿和口渴 林毅恍然 他之前就在思考 这么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里 这数百人的吃喝拉撒 是怎么解决的 现在看来 只要在营地里 就直接避鼓了 除了这两个基本功能以外 营地里还能自动恢复伤势 试炼塔的通关旅程 虽然是不会死的 但是还是会受伤的 高级的营店 再重的伤势 一天也能复原如初 我们这个嘛 最慢可能要一个月 除了恢复伤势以外 营地每天都会在十二点 刷新三个初始增益状态 你可以从重选一个 这个状态 算是入场准备的福利 其他就没什么了 如你们所见 高级的营店 环境更好 隐私性更好 订阅实在有些受不了了 开口提问道 那要怎么才能住进 咱们旁边的那些高级营店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明明伸手 就可以触碰到外面 但外面凉爽的海风 是半点都吹不进来 整个塔内闷热的环境 确实考验人的定力 呵呵 笑谜 你听到了没有 这几个住在地级营地的 大夏菜鸟 说要抢了我们的S级营地呢 郭应龙还没回答 订阅的问题 就听到一人的吃笑声传来 林依一眼望过去 就看到两个手里 拿着巧克力雪糕的高丽人 站在不远处 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 我好怕呀 只有十一个狗言 残喘在塔里 赖着不走的老弱病残的国家 就别做这种痴心妄想的梦了吧 哈哈 两人笑得很大声 隔壁其他营地的人 也是面露饥讽 没办法 在这个地方 人数不占优势 就是这个下场 郭应龙瞬间火冒三丈 不过没等他开口 一直读着笔记的王毅中 淡淡开口道 留在这地方的人越多 说明这个国家越废物 因为强者 早就通关拿了武魂出去了 你们两个废物中的废物 还有脸对我们大夏指指点点 两个高丽人 被这两三句话 噎得哑口无言 只能放下狠话 你等着 等我们大韩帝国 今年入场的选手 来了 通关记录 再往上冲一冲 我看你们 还怎么说 郭应龙反唇相击 那你们可能等不来了 是脑子发育不全 数不清楚 我们有多少人来了吗 郭应龙这番话 话音落下 这两个高丽人 瞬间就呆住了 因为他们 被这一提醒 才发现 包括提前进来的 郭应龙在内 这一次 大夏直接进来了 十个新人 瞬间刚刚还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其他营地 其他国家的人 也都不笑了 因为 这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今年的大夏 强盗让人绝望啊 十名队员 全部进来了 这是完全没给 其他国家留活路 刚刚还嬉皮笑脸的两人 瞬间变成小丑 灰溜溜的走了 你们应该也差不多猜到了 营地的分配 取决于对应国家 在塔内所有人 通关层数 所计算积分的总和 前30层 每通过一层 给一点积分 69层开始 每通过一层 给两点积分 50层往后 听说通关一次 给的积分就是5点 甚至10点了 目前整个塔内的通关情况 平均水平在25层左右 在我们来之前 这里的大夏人 只有11人 而其他国家的人数 基本都在四五十人左右 高丽更是夸张 有90多人 所以 他们就被分在S级营地 而我们 只能在D级营地 因为咱们大夏太强 所以 大夏太弱 灵溜听完郭应龙的话 有些哭笑不得 他舔了舔嘴唇 也感觉口前舌燥 虽然在营地里 是不需要喝水吃饭 也能存活的 但是终究不习惯 他们手上的那些冰棍 哪来的 不会是营地里自带的吧 郭应龙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营地里自带的 要从首塔人那里购买才行 郭应龙重新坐了下来 每天的中午12点 除了会开启试炼入口以外 还会有专门的首塔人 带着很多物资前来兜售 试炼塔里击杀怪物 会掉落一种名叫海眼石的东西 这东西 就是塔里所有交易的货币了 并且 他们会先从S集营地 一路顺时针卖货 食物 饮料 零食这些都有卖 很可能轮不到我们 他们卖的东西 就都受益空了 不过食物饮料这些 也就是满足口腹之欲而已 他们卖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是能够额外增加一次 通关机会的道具 但是迄今为止 据王博所说 也只见他们卖过五次 另一个 则是情报 这些情报 会得出今天试炼开启后 特定层守官BOSS 是哪些BOSS 以及在探索图中 更容易出现哪些增益效果 灵异文言 若有所思 这些情报 的确很重要 BOSS信息提前知道的话 就可以知道 该如何处理 如何应对 而知道更容易出现的增益效果 则有利于凑出流派 玩过很多肉鸽游戏的灵异 自然知道 什么叫流派 但初次进入 倒悬天空塔的其他人 可不知道 知道 BOSS提前应对 我能理解 为什么连容易出现的增益状态 也算是情报的一部分 丁音乐就问出了这个傻问题 因为这些增益状态乱选的话 你是走不了更深层的 这里的人 把这些增益状态 叫做祝福 除了少数几个 SSS级的祝福 看到 就可以无脑拿以外 其他的都需要仔细斟酌 很多祝福彼此之间是有配合的 凑齐之后 效果就很强了 郭映龙说话间 从一旁的桌子上 拿出了一塌厚厚的手抄笔记 王博 王一中点了点头 只是淡淡说了句 别弄坏了 灵异拿起这一塌 手抄笔记 只是粗略看了下第一页的内容 第一页密密麻麻 记录着50个祝福的详情 随后 灵异又数了数一共有多少张纸 接近200页 这是30年来 王博通过自己实践 以及其他参与试炼通关者 彼此交流沟通 最终汇集出来的祝福大全 从D级到SSS级的都有 要说整个试炼塔里 谁最了解试炼规则 祝福以及机制 王博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的 郭应龙的夸赞 明显让假装看书 实则在观察众人反应的王毅中 很受用 小郭 迭雾人子殿 这不是大全 最多也就记录了60%左右的祝福 那些需要某些特殊事件处罚 或是魂闭商人售卖的 以及那些抄袭有的 还没有探索完毕 灵异有些怎舌 光是这六成祝福 就已经有1000左右的数量了 那么整个试炼塔 可能出现的祝福总数 可能要只比2000这个数量了 前世的所有肉隔游戏 都没有做到这种体谅 死 这试炼塔 忽然感觉有点好玩了 怎么办 郭应龙看到众人敬佩的神情 继续道 瞧瞧跟你们说啊 王博以及其他五六个 依旧停留在试炼塔中的大厦前辈 跟那刘老头不一样 他们精神正常的很 他们只是觉得 试炼塔这种选取祝福 根据祝福之间彼此的联动性 来构建刘派这件事 很有意思 所以 他们决定把毕生的经历 都用再构建一个 能够通关九十九层 直达一层的超级流派上 等于说 他们是在做攻略 这攻略很详细 包括每一层再过几年 十几年 当他们的攻略 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那么以后 进入这座试炼塔的我们的后背 就有福了 郭应龙说完 所有人看王毅中的眼神 都戴上了敬佩 这种前人栽树的精神 毫无疑问是伟大的 荡荡荡 三声终声忽然敲响 灵异感觉脚下的地面 都在轻微震战 随后 他就看到 原本在营地外面溜达的人 全都疯了一样地跑回营地 原本就在营地中的那些人 则选择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垃圾 丢到营地外 钟声敲响的十秒后 中央的立柱上 豁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洞口荡漾着黑色的水波纹路 随后 一股恐怖的吸扯力量 从这洞口里发出 灵异亲眼看到那些地面上的垃圾 全都被吸了进去 牛P 这个强制让人入场通关的机制 被这些人用成全自动垃圾回收机制了 灵异看了眼手腕的时间 正午十二点 试炼开始了 与此同时 灵异也看到十几个一身漆黑 脸上还带着玄武纹路面具的人 在他们旁边的高丽营地 凭空出现 这些人 应该就是之前郭应龙和程骁 都提到过的手塔人了 谢谢 不错 这些眼奴 还是蛮尽职尽责的嘛 就是怎么没看到扎依娜 死灵空间呢 灵千千和灵妖 都在关注外界的事 灵千千看到这些手塔人 说出了让灵妖一头雾水的话 扎依娜 是谁 灵妖知觉的熟悉 但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姐姐 你会想起来的 我们都走在命运既定的轨道上 我只是提前与你相遇了而已 灵异其实也在暗暗关注着姐妹俩的对话 但灵千千 依旧是谜语人 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把注意力放回现实 走神的这些时间里 那些手塔人 已经走到七点钟所在的营地那边了 他们能够兜售的货物 也正式被售卖一空 整个试炼塔内的空间里 也响起一道沧桑的声音 今日试炼塔已开启 积分榜排名 没有变动 所有营地等级 未发生改变 营地初始祝福已刷新 随着这位手塔人的通告落下 中央的立柱上 也出现了一道排行榜 S级营地 高利国 当前积分 1547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16425层 A级营地 南越国 当前积分 996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2145层 C级营地 东营国 当前积分 437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40103层 D级营地 大厦国 当前积分 275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258746层 一路看下来 末尾的大厦 当前层数和历史层数的差别 大的吓人 这历史层数累计 直接断档 超越第二的东营 20多万层 对高利更是百倍的碾压 不过 这也正是王毅中这样默默无闻 在这塔礼数 十年如一日的人 所骄傲的来源 他们的背后 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林一身吸一口气 忽然胜负心就上来了 定个小目标 今天之内 他要让大厦在积分榜上 也占到S级第一 这个所谓的积分榜 之所以只看积分 不看历史累计层数 其实 算是试炼塔一个帮助 若是阵营的追赶机制 毕竟因为你菜 你才需要拿到更大的入场前优势 看来这座塔的设计 建造初衷 的确是鼓励更多的职业者 闯到更深的层数的 组对吧 今天之内 我们先把积分榜头名 和S级营地拿下 然后等明天刷新 S级营地的初始祝福 购买相应的情报后 我再冲塔底 林一语出惊人 这两个目标 听在在场的所有人耳中 任何一个都是重榜级的 但却被林一说的 好像一如反掌一样 小同志 年轻有闯进是好事 但是这座塔 真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你们都别急着闯塔 先把我目前研究出来的 最稳的血魔流祝福 构筑思路被盗滚瓜烂熟再去 只要三个核心 祝福拿到 通关前三十层 稳的不能再稳的 王一忠劝道 林一还没说话 郭应龙却拉住王一忠道 王伯 可能我说这句话 您有些不爱听 您的血魔流刷到三十层 稳不稳我不知道 但有他在 我们闭着眼 刷到三十层 一定是稳的 王一忠闻言 眼睛一下就睁大了 相处两天下来 郭应龙这种稳重 并且踏实的性格 王一忠很喜欢 但是就是知道 郭应龙是个稳重 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所以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才会给王一忠 带来别样的震撼 这 他 我这么跟您说吧 王伯 我是今年咱们 大夏青年巅峰赛代表队的 副队长 他是队长 今年就是 他以一己之力 直接带我们躺赢 拿下十个名额 能力这方面 您就放心吧 王一忠将信将疑 最后无奈地点点头 看着郭应龙 十人完成组队 王一忠拍了拍 自己手上的笔记 然后与众心尝道 要多当心 宁愿慢一点 也别犯低级失误 可惜没情报 要是有情报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们那些手官boss 该怎么应对 王一忠话音刚落 却收到了通知 林毅向你发来组队邀请 是否接受 是否 他当场愣住 我 我你也要组吗 林毅反问道 那肯定啊 不仅要组你 现在塔里的所有大夏人 我都要组 不然 想在一天之内 积分反超高利 拿到榜一是不可能的 塔里的大夏人 本来就少 要是他们 还真的只是十个人进去通关 不知道刷多少层 才能反超高利 多一个人 就多一个能够攒积分的 喂喂喂 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简直就是胡闹 我们几个老东西 年纪大了 都变成纸上谈兵的人了 进去了就是给你们拖后腿 现在塔里21个大夏人 你全组了 那99层的难度 都跟单人的70层差不多了 你们只需要 把这次碰到的所有祝福 和事件记录下来 带回来 给我就好了 王一忠疯狂摇头摆手 明显不想做拖累 王伯 你就进组吧 说得好像我们九个 不是拖累一样 您不是还有很多祝福 没见过吗 还有很多事件没见过 这次进去 咱们人数多 能见到的祝福和事件 肯定更多 很可能这一趟下来的收获 比你几年的 不断尝试收获的还多 被郭应龙这么一说 王一忠明显有些心动了 但是李志 还是想让他拒绝 直到灵异走出营店 直接将手在高塔门口 疯疯癫癫的流老头 也加进组之后 王一忠才意识到 这青年是来真的 他甚至组了一个 根本没办法进入失联塔 在塔外挂机 但同样会给他 加难度的人 太疯狂了 但灵异的做法 还是激起了王一忠心中 已经彻底冷却下来的热情 他最终还是进组了 不仅进组了 甚至还跑去 其他几个地基营的里 替灵异完成了说服工作 十多分钟后 灵异身边 除了郭应龙九个年轻人以外 还多出了另外一批人 年轻娃娃 塔里的怪物 无穷无计 并且就算是杂兵小怪 也是上古时代的杂兵小怪 这些小怪 有些技能比boss还棘手 我们几个老的 没多少日子活头了 失败了也就失败了 只是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带到外面去 让更多咱们大厦的娃娃 能轻松一点 你们要是失败了 就太可惜了呀 几个跟王一忠一样 资历的老者 都在语重心长地劝告 奈何灵异心意已决 灵异四处组队 准备开启试炼的举动 吸引了塔里 其他国家阵营的 通关者的目光 现在一个S级 两个A级 以及两个B级营的里的人 都在用震惊的目光 看着灵异等人 并且不时还一轮几声 疯了 这群大厦人 肯定是疯了 那个带头的大厦队队长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21个人的规模 敢闯失恋塔 他真的不要命了 喂 你们这是受不了 D级营地的苦 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吗 前方可是地狱哦 十几个高丽人 更是直言不讳 出声嘲讽 灵异没管这么多 全当是耳旁风 就在他即将一步 迈入高塔中央的 试炼光幕时 王毅忠忽然惊呼一声 等一下 灵异回过头来 这我没到 怎么了 王毅忠 环视了一圈塔里 各个营地的人员分布 最后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起来 明明试炼 已经开启了 接近半个小时 所有S级 A级营地里的人 都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完全没有打算 进来通关 这说明 他们刚才拿到的情报 让他们做出了 今天B站的决定 难道今天的大事件的 冤海入侵 王毅忠话音刚落 就看到那十几个高丽人 都是面色一变 为首的幸灾乐祸的那人 更是脸色阴沉下来 老东西 知道的真多 刚才他就是故意起后 用幸灾乐祸 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 冤海入侵的试炼塔 危险程度 比起正常情况 难上几倍 明显今天就不是个 适合通关的日子 所以 拿到情报的所有营地人员 都选择了今日休战 没有什么比知道 前方是末日 但还能看到 有人前去送死 更兴奋的事了 只可惜 还是被这老头发现了 林小子 今天的通关曲 萧子还没出口 王毅忠的人影 就消失不见了 连带着整个塔里 除了刘老头以外 其他的大下人 全都被传送进塔中 开始了通关之旅 咦 好 成了 我成了 刘老头握着手里两枚 已经彻底失去光芒 变成石头的浑合 手舞足蹈的大喊大叫起来 在全场鸦雀无声的 这个时间点 刘老头的发疯 反而是让其他回过神来 那为首的高丽人 喃喃自语 见鬼了 明知道是渊海入侵事件 这些人还敢进去 他扭头看了眼手舞足蹈 兴奋不已的刘老头 催了一口道 大下人全都是疯子 道悬的天空塔 九十九层 二十道身影浮现 你已进入第九十九层 当前未免事件 渊海入侵 当前追忆 着眼当下 一道道提示在眼前浮现 灵异环顾四周 第九十九层的环境 看起来像是草原地点 除了跟一百层一样 闷热难难 不通风以外 风景倒是意外的不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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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进来了呀 我不是说 取消今天的计划吗 王毅中急得直跺脚 下一刻 所有人都听到了一阵 乌拉拉拉的古怪吼叫声 空气中 也弥漫起大海的咸腥味 众人眼前的提示框 再次变换 出现新的信息 怪物将在十秒后刷新 本层怪物数量 三十四万五千五百零八 请注意 渊海入侵事件期间 所有塔内怪物 阵营种族 转变为深海 且数量翻倍 所有怪物掉落的海岩石 数量翻倍 通关记录所转化的积分翻倍 进入下一层 所需清理怪物数量 为所有怪物的百分之八十 达成完美清理 百分之一百十 有更高的几率 得到更好的祝福 完了 现在想出去都晚了 三十四万的海怪 我们就二十个人 现在还没有拿到任何祝福 死定了 跟着王毅中 一起进来的其他几个老者 也都是面色惊恐 正常来说 单人通关 就算是渊海入侵事件 怪物翻倍 这一层所需击杀的怪物数量 也就是八十多只 但是二十一人组队 竟然直接让这个数量 翻到了三十多万只 这已经不是差距悬殊了 这是把他们诈钱 也杀不完的怪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倒在 最简单的九十九层 之前研究的所有流派 所有注意事项 现在完全就用不上 就在王毅中等人 已经快自闭的时候 十秒的时间过去 四周密密麻麻的海怪刷新了 这些海怪皮肤滑涅 身体兼具某些鱼类 和人类的特征 手中还拿着用不知名 黑色岩石打造成的枪 乌拉阿拉蒂就冲了过来 咸鱼突刺 咸鱼冲锋 一只鱼人的这两个技能不可怕 但三十万鱼人的冲锋突刺 就很可怕了 王毅中还想说什么 却看到旁边的几个老哥们 纷纷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 他还说 这类埋怨的话 也于事无补 反而更应该冷静下来 想想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当然是有的 因为下一刻 他们就听到 那将他们带到这里的黑发青年 脸上的表情 依旧沉着冷静 他只是吐出了两个 他们根本无法听懂的古怪音节 下一刻 整个九十九层的空间 似乎都凝固静止了一般 万物停止运行 那些冲上来的愚人 也彭佛变成了失去灵魂的冰冷曲窍 这一幕 直接让王毅中几人傻在原地 怎 怎么回事 怎么他们都不动了 郭映龙和其他几人 没有管这几个 没见过真正大场面的老头 只是在惊叹 上一次 我记得队长 用出这个禁咒时 好像我们也没办法动 这一次 我们就能动了 离他还这么近 好恐怖的适应能力 和对魔法的掌控力 这可是禁咒啊 用一次就熟练了 在听到那两个字的时候 王毅中的大脑就当机了 说来也巧 他的职业也是个法师 身为法师 就没有不明白 这两个字的含金量的 禁 禁咒 郭映龙拍了拍王毅中的肩膀 笑道 王博呀 关心则乱 您别一惊一乍的了 您现在都这么震惊了 后面他要是用出那些 场面更加可怕的禁咒 您不得被吓出心脏病啊 几乎就在郭映龙画音刚落时 场中再次发生巨变 哄 起风了 整个闷热的九十九层 瞬间刮起了十几级的猛烈狂风 王毅中的脸皮 都被吹到不断抖动 才隐约听到 那风暴正中 传来灵漪淡漠的声音 都离我近一点 近到风眼里 郭映龙猛然一转 将已经被吹到 近乎人世不省的王毅中拽了进来 眼墙外超过十八级的恐怖风灾 在眼墙内 直接变成了微风乃至无风的情况 王毅中缓了缓 然后 就看到眼墙之外 让他可能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三十多万余人 无数锋刃将他们的血肉躯体 切成肉泥 然后再吹成飞灰 哗啦啦 只是不到一秒的时间 三十多万余人 瞬间被秒杀 然后 从他们的躯体里 爆出的黑色盐石块 如漫天雨点般落下 这些是大量的海眼石 王毅中在他底三十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海眼石 发财了 真正的发财了 这些海眼石 不知道能在守塔人那里 买到多少好东西 这 这也是禁咒 连续的刺激 让王毅中大脑都有些卡顿了 问出了一个极其弱智的问题 哪里还有之前那 睿智学者的形象 那不然呢 我说老王啊 你怎么今天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智障模样 刚才在那叽叽喳喳 暴跳如雷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能不能淡定一点 另一个浑身都在颤抖的老东西 一边抖 一边颤声批判倒 王毅中发了个白眼 老赵 你装什么大尾巴郎 说得好像你见过禁咒一样 进来之前 也没人跟我说 这灵小子会敬咒啊 两个老灯 还在彼此职责 灵异却已经身影消失 与此同时 围在他身边的 那可怕台风级敬咒 也不见了 整个99层 一片风和日丽 郭应龙又拉了王毅中等人一把 催促道 快快快 去下一层 跟上他的节奏 现在开始 冲层 要加速了 敬咒 台风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戏别 风暴戏 消耗 五万至十万法力之秒 吟唱时间 二真言 冷却时间 12小时 主动效果 凝聚天地间狂暴的风元素 制造一个超强台风 台风分为风眼区 眼强暴风区 中央狂风区 以及外围环流区四个区域 台风每秒 都会对影响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造成极高次数的风刃切割伤害 你可以根据每秒消耗的法力 只来决定台风的整体强度 每秒十万点法力值消耗时 台风将永远处于巅峰状态 风眼区 处于该区域内的所有有方目标 不会受到伤害 且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提升50%至100% 眼强暴风区 处于该区域的所有目标 每秒受到150至300次风刃切割伤害 且该伤害必定暴击 中央狂风区 处于该区域的所有目标 每秒受到75至150次风刃切割伤害 并不断被强风拖拽 靠近风眼区域 外围环流区 处于该区域的所有目标 每秒受到25至50次风刃切割伤害 并不断被强风拖拽靠近风眼区域 当前台风范围 500至1500公里 半径 当前台风持续时间 法力值耗尽前永续 备注 九州声 气势风雷 风系的快和刮是一脉相承的 哪怕是到静咒级 也没有逃过这个定律 但以灵异目前的装备 以及法力值的加成来说 完整维持10万每秒兰号的巅峰状态 根本就不在话下 目前只要没有人打断灵异 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个风系静咒 那就是永续状态 以1500公里的笼罩范围来看 灵异只需要控制好风眼 让他维持足够小的状态 那么整个塔内空间 都将是靠近眼墙的超级暴风区 能够吃满所有风刃断数 断数高 还必定暴击 灵异都想不到 还有什么法术 会比这个风系静咒 更加适合自己刷新星界驱斥的冷却 减少效果了 面对试炼塔这种 需要一层一层往下轻怪的副本模式 台风更是好用到极点 他只需要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 然后一路往下走就行了 嗖嗖 十几道身影浮现 乌拉拉 没等王毅中几人发现 这一层是什么情况 怪物就已经刷新了 灵异丧心病狂地 选择了极客刷新模式 只要人到了这一层 不需要等待十秒 直接刷怪 所以几乎是王毅中他们刚落地 就看到漫天的怪海 就被狂风卷上天空 然后撕碎成灰 灵异的身影再次消失 直接进了下一层 快 太他妈快了 他们何曾见过如此暴力 如此不需要选择 祝福的速刷方法 要 要选哪个呢 王毅中咽了口口水 看着眼前浮现的两个蓝色 一个紫色的祝福选项 陷入了疑惑 往常要是98层 看到两蓝一紫 他估计会高兴到飞起来 但是现在这一切 看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应当 因为每一层 他们都是达成完美清理 百分之一百全清怪物的时候 刷新的祝福自然会更好 来不及思考了 随便选就行了 老王 跟上他的节奏 等回到修整层 要是咱们的营地 真的升到S级了 自然就会有复盘功能 到时候 再把咱们所有人 遇到过的祝福资料 重新调出来 然后缺失的 我们再记录起来 老赵催促一声 随便选了个祝福 直接去往下一层了 王毅中咬了咬牙 他知道 现在继续犹犹豫豫 浪费时间的话 就真的是脱灵异的后腿了 立刻也有样学样 描选一个祝福 然后去到下一层 等王毅中 来到97层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 是不是灵异和其他人 都已经抛弃他了 因为此刻 整层塔里的 未面空间中 毛都不剩了 怪没了 人也没了 他记得 他刚才只是 稍微迟疑了一下 97层怪物 已完美肃清 用时 3.67秒 请前往下一层 瞬间 提示矿在眼前亮起 才让王毅中确认 他们真的 已经进入下一层了 三个祝福选项出现 依旧是两蓝一紫 王毅中看到了一个 他目前正在主攻的 扩散流流派 核心祝福 另一个 则是最稳的 血魔流的核心祝福 瞬间眼前一亮 卧槽 要选哪个呢 只不过等他选完之后 才意识到 职业并范了 怎么就没管住这脑子呢 还去思考个什么劲 又不是自己通关 现在第一要务 应该是追上他们 我还没上车啊 96层怪物 已完美肃清 用时 3.61秒 请前往下一层 95层怪物 已完美肃清 用时 3.55秒 请前往下一层 随着王毅中 不断传送到下一层 他已经足够快了 但每次传送过来 都只能收到冰冷的提示 但是就是看不到一个人 马上就到90层了 BOSS层 总该能看到他们了吧 抱着这个想法 王毅中 传送到了第90层 却依旧只是看到一片狼藉 90层首官首领 已完美通过 用时 2.89秒 请前往下一层 王毅中 不是 这是BOSS 而且是21人组队情况下的BOSS 你怎么把他当小怪杀啊 接下来的 整整一分多钟 王毅中都在不断追逐灵异的脚步 直到第60层 他传送进来之后 才发现灵异等人正在打BOSS 王毅中心中一惊 今天60层的首官BOSS 没想到 竟然是冤海污蔑者 小心 要先杀掉他的卷族 才能破解他的高额减伤 轰隆隆 上百把缠绕着恐怖雷霆的紫色雷剑 从天空砸落 瞬间将下方的冤海无面者刺穿 体型足有百米巨大 长相无比猙獰可怖的冤海无面者 哀嚎出声 血量彻底清空 随后庞大的身躯 重重砸在地上 爆出一大团致密的海眼石块 啊 秒了 不是 真让你把高难失恋塔 完成速通了呀 这种需要破解机制 才能造成全额伤害的 BOSS 你也能秒 六十层首官首领已完美通过 用十 五点三六秒 请前往下一层 灵异身影消失 不过这一次 其他人也为这一幕震撼不已 并没有多少人跟上他的脚步 老王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自古英雄出少年了 太夸张了 赵立秋唏嘘不已 跟王毅忠说完这句话之后 又对其他人喊道 无面者爆出来的那些海眼石 千万别浪费了 谁随身空间还有位置的 快去把它捡了 说完这句话 赵立秋和王毅忠等 所有依旧停留在这一层的闯关者面前 刷新出了三个祝福 两道橙色的光芒中 夹杂着一道红色光芒 我的天啊 两个S级 一个SS级祝福 全是没有见过的 两个人眼睛都直了 六十层是一个他们之中 谁都没有踏足过的层数 这三个祝福的效果 都快变成小作文了 这一次 就连之前一直都勉强能跟上灵异节奏的赵立秋 也不免职业并犯了 下意识就开始研究祝福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时 其他人早都已经进入下一层了 X1 灵异眼前再次浮现一次 太初混沌的多重施法提示 台风这个静咒有些特殊 毕竟是一个需要不断消耗法力值 算是引导类的静咒 所以 太初混沌多重施法的触发机制也变了 在施放的那一刻 并没有触发 而是随着灵异不断维持台风的强度 间歇性触发 四十多层塔闯关下来 围绕在他身边的风暴 已经不是蓝星上里 因存在的风暴强度了 靠近他台风掩掩墙周围的风 风速已经突破了上千公里每小时 这种级别的风 只有可能在别的气态行星上出现 这就是太初混沌多重施法加成的结果 如果灵异现在离开试炼塔的话 包围在他身边的这场超级风暴 甚至足以覆盖半个大厦 但就算是这样 灵异也觉得 今天的运气有些倍 因为这一路上 他的多重施法 一直都只是X1 没见过更多的了 并且到现在 也一缕一伙都没有获得 灵异都纳闷 是不是这种引导类的技能 压根就不会触发 获得一伙的随机机制 或者说 他总感觉 今天自己这两个被动技能 再憋一波大的东西 思索间 灵异已经来到了第55层 你已进入第55层 当前未免事件 冤海入侵 当前追忆 大梦千年 本层怪物数量 3亿3321万3621 受追忆年代加成影响 所有怪物的生命值 攻击力提升1000% 进入下一层 所需清理怪物数量 为所有怪物的80% 达成完美清理 110% 必定得到S级以上的祝福 此刻的怪物数量 比起99层时 已经往上翻了接近百倍 3亿多的怪物 根本没办法瞬间刷新出来 只能是分成多个波次 但只要你杀得够快 它刷新的就有多快 并不会因此影响通关时间 但灵异已经明显感觉到 风系静皱的伤害 已经有些不够看了 试炼塔中的追忆效果 在99层时 还是着眼当下 80层之后 就变成百年变换了 现在更是变成大梦千年 说白了 就是给这些怪物加修为 现在这些怪物 个个都是千年修为的老怪 再加上怪物的种类也变了 虽然都还是海怪 但都是千年前 曾经统治过这颗星球的深海海怪 强度远非一开始 那些傻乎乎的愚人怪能比 尤其是进入这一层之后 灵异还发现那些海怪的身上 多出了很多甲铐 这些甲铐覆盖在他们的体表 即使承受大量锋刃的攻击 也能支撑一段时间 只有等这些甲铐 全都被切碎 他们才会真正开始快速掉血 最后被消灭 对此 灵异的解决方法 简单粗暴 那就是 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两句真言从他口中念出 有了星界漫游套装 本身台风又能快速刷新CD 12小时的冷却时间 早就已经转好了 随后 第二个台风被灵异召唤了出来 与此同时 灵异也将法力潮汐这个被动 调整到了高潮期 但是饶是如此 20万每秒的法力值消耗 还是回得没有耗得快的 灵异的法力值在 一点一点缓慢地往下跌落 但两个台风叠加在一起的效果 是无比恐怖的 因为两个法术 都算是灵异用出来的初始法术 两个法术 都能够吃到 太初混沌的多重施法加成 是分开计算的 并不会完全重叠 所以整层的怪物 每秒承受的锋刃攻击 灵异都已经算不出来了 至少也是每秒上万次的受机次数 果然 就在第二个台风生成的下一秒 那些在暴风中挣扎抵抗的海怪们 再次光速去世 三亿多的怪物 灵异依旧知 用了不到五秒的时间 就完美肃清 两成一红 祝福刷新 灵异看都没看 选了一个字少一点的橙色的 随后 进入下一层 这一路上 灵异对祝福的挑选 突出一个 只看数字 不看效果 什么精神 增加多少百分比 什么魔攻增幅 还有风属性伤害 增加这类 他也不管那个祝福 到底是什么品质 反正一眼看过去 能增伤的 拿就对了 这必定不是最佳搭配 但起码不会拿到 完全没有用的祝福 54到51层 灵异通关的速度 都在六七秒左右 怪物血量和数值 依旧在膨胀 但是还是被灵异两个台风 直接刷干净了 进入第50层之后 灵异赫然发现 整个塔内未免空间 比起之前 要扩大了至少百倍有余 环境也不再是地表环境 这一层 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 哄 深水之下 轰鸣声传来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漆黑的海床下 一根直径都超过百米的巨型触手 猛然钻了出来 然后狠狠朝自己砸了过来 毕竟选择的是极客刷新模式 这只Boss 直接发动了攻击 灵异浑身冒出电光 闪避掉了这巨大的出手 重压攻击 下一刻 更多的出手从海床下钻出 与此同时 整个天空塔 似乎都在震动 狂暴的海流 搅动起来 直接让包围在灵异身边的狂风 开始快速减慢 水中想要维持台风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强行维持 也只是事备公办 所幸灵异直接取消掉了 这两个风系静咒 随后 灵异就感觉到 狂暴的水流想 要将自己拖入海底 Boss应该就藏在下方的 无尽渊海之中 灵异也没管这么多 先来个静咒试探一下 哗啦啦 电光从灵异身上蔓延开来 让无数深海的怪物 被电到浑身苏码 颤抖不止 下一刻 海流上方 裂开一道巨大的火口 无尽的白色雷霆 从中奔涌而出 照亮了整片幽深的海底 X99 灵异眼前浮现提示 卧槽 百倍多重施法的雷神之怒 这是要把整座天空塔 捅穿的节奏 等接越高的法术 想要触发更多次数的 多重施法 越困难 之前灵异使用静咒的时候 触发的多重施法 最多也就是五六倍 现在一个X99 直接给灵异看傻了 他还以为 自己用的是什么 七八阶的技能呢 直到确认 这次多重施法暴击翻倍 真的是加成到 雷神之怒之后 灵异就激动起来了 虽然有种大炮 打蚊子的感觉 但这是大炮啊 之前灵异可从未体验过 百倍多重施法的静咒 是什么模样 轰隆隆 嘖啦啦 雷声轰鸣 电光闪烁 无数可怕的渊海怪物 被雷霆瓦解 但与此同时 灵异也察觉到 那一直潜伏在深渊中的巨怪 终于是忍不住了 无数巨大的触手 被电光包裹 他当然不好受 两只星红的巨眼 在黑暗的海渊中亮起 随后 这只庞然巨物 终于浮出海渊 将真身暴露在灵异面前 那是一只体表 同样有着 甲铐类生物特征的 巨型章鱼怪 怪物的本身的体型 已经接近小型山脉的规模了 普通章鱼怪 也就八只触手 这家伙 则是有上千只万族 从厚重的甲铐孔洞中伸出来 算上触手 灵异都不知道 他真实蹲尾 到底有多么巨大 渊海领主 克恩阁 魏阁 顶阁黄街 全只只眼 传回怪物的粗略信息 灵异一症 这巨型章鱼怪的名字 怎么有些熟悉 很快 灵异就想起 他出入神霄时 刷过的那个名叫 天空神殿的副本 里面的倒数第二个BOSS 就是一只名叫 克恩阁的万族的巨大触手 没想到 今天碰到正主了 你已进入第五十层 当前未面事件 渊海入侵 当前追忆 万年弹指 本层守官BOSS 渊海领主克恩阁 受追忆年代加成影响 BOSS的生命值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一万 BOSS血量 1061.7亿 加成后 BOSS阶段 共三阶段 成功击杀本层 守官BOSS时 必定出现一个 SSS级的祝福 竟然是 是他 克恩阁啊 50层所有BOSS里 最难的一个 灵异身边身影闪现 王一中等人 终于赶到了 忽然进入深海区域 他们都有些不适应 但好在 都是职业者 很快就利用各自的技能 开始呼吸 不至于被直接溺死 但当他们看到 本层BOSS时 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千亿血量 我的个老天爷 这还只是第50层啊 传闻中 就算前十层 都不该出现 这种血量的BOSS啊 别忘了 我们是21个人 组队到这里的 另外 这还只是他 一阶段的血量 后面两个阶段 血量只会比这多 不会少 赵丽丘 已经完全无法淡定了 然而 下一刻 正在激烈讨论的几个老头 却听到了灵异的警告声 眼睛不想瞎的话 就闭上 严闭 灵异自己都闭上了眼 开玩笑 百倍加成的雷神之怒 那光芒会有多次眼 他都不敢想 单纯论爆发性光照的话 圣阳要斑这个光系法 则静皱都得往旁边烧烧 就在灵异闭眼的下一刻 郭应龙 关心吴等人 知道灵异说的话 从来都是真理 连忙有样学样 甚至还用手盖住了双眼 只有王毅忠 还傻傻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下一刻 他就后悔了 因为众人头顶上的 雷光窝口中 大量奔涌的雷霆 渐渐凝聚出了一把 灵异雷枪 灵异闭着眼 右手叹须一握 抓住雷枪之后 猛然朝下 就是狠狠一次 灵异雷枪戳在 巨怪科恩格坚硬的甲铐上 根本没有任何阻拦 在他的怒吼中 直接将他戳了个对穿 随后 真正震撼的一幕来了 头顶的窝口 扩大百倍 亮度更是让 王毅忠的眼睛 感觉到一股灼烧感 哦 他叫了一声 连忙闭上了狗眼 只不过就算 现在闭上眼 他也能感觉到 眼皮已经挡不住 这种程度的光芒了 甚至被烧得 火辣辣的疼 连忙又用手盖了上去 好在这一阵 刺目的光线来得快 去得也快 额外的九十九 把灭尸雷枪 渐渐成型后 那散发雷光的巨大火口 也开始缓缓消失 灵异睁开眼 可以了 不用闭眼了 顺带 还提醒了一下其他人 郭应龙和反应 比较快的赵立秋等人 睁开眼 然后就看到了 整片巨大的 海渊裂口上方 已然悬浮着九十九 把巨大的灭尸雷枪 这一幕的视觉 冲击震撼感 是无与伦比 下一刻 不需要灵异操控 这九十九 把灭尸雷枪 就轰然插下 哄 哄 哄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王毅中虽然睁开眼 但是 他已经陷入暴芒状态了 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虫影 别的什么都看不到 老王 你错过了 没看 会后悔一辈子的场面 我那个亲娘脸 王毅中肠子都快悔清了 他不是傻 也不是倔 单纯就是反应慢半拍 从一开始 就慢半拍 到现在 还是慢半拍 所以 他才一路上都这么惨 一百只雷枪 朝着海渊灌去 巨大怪物科恩格的血量 几乎是瞬间 就被清空 然而是第二管血量被清空 最后 第三管 也是在刚刚亮血条的时候 旧光速归零 秒杀 没有任何悬念的 被秒杀了 随后 这无数版灭式雷枪 直接洞穿了整个50层的塔基地面 朝着更深层戳去 王毅中什么都看不到 但却能听到一连串的提示声 50层首官首领 已完美通过 用时 10.98秒 检测到本层所有人员 为组队状态 请解除组队后 再进入下一层 定 你已通关第49层 你已通关第48层 你已通关第47层 你已通关第46层 你已击杀40层首官boss 你已通关第32层 你已通关第31层 通关用时 0.01秒 啊 所有人都傻了 明明他们都没有解除组队 为什么后续会传来 他们已经通关后续层数的通告 出bug了 随后 赵立秋这些 对试炼塔研究最深的人才意识到 这哪里是什么bug 这根本就是因为 刚刚那灵小子用出来的静咒太恐怖 那一百把灭尸雷枪 直接从第50层 贯穿到了第31层 顺道把这20层里所有怪物全杀了 这下真的是 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 并且 后来者也根本不可能打破的记录了 你获得了一伙 星号6 想轻轻打开技能栏查阅 99倍多重施法 直接给了灵异六旅一伙 除此以外 另一道提示 也接踵而来 请做出选择 获得魂合星号6 结束冒险 选择祝福 继续冒险 返回修正 试炼进度 将会被保存 灵异眼前浮现三个选项 就到这里吧 如果要回一百层的话 只需要选择返回修正就行了对吧 灵异忽然开口问道 其他人还沉浸在刚才雷枪 贯穿天空塔的震撼中 无法自拔 最后还是啥都没看到 已经准备悔恨终身的王毅忽 回答了灵异的问题 返回修正 相当于是保存进度 然后暂离试炼塔 等明天试炼塔再次开启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 目前现有的进度 继续通关了 王毅忽揉着依旧在不断流泪的双眼 现在他终于能看清一些东西了 那就没有必要了 祝福都是乱选的 后续层属是什么难度 还不知道呢 明天重新刷 认真刷 灵异摇了摇头 最后 看向其他人 然后继续道 你们呢 有什么打算吗 郭应龙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然后 对灵异感激道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打算拿了魂盒就回去了 不管开出什么评级的 就这样了 本来 我都是该死的人 能拿五魂 还要求什么呢 我也一样 我自己刷的话 根本走不到这里 其他几人也纷纷附和 而灵异之前组上的那几个 没有志向在塔里继续做研究 但是又不甘心 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 更是直接潸然泪下 给灵异跪着不断道谢 灵异真算是 他们的救世主了 灵异 太感谢你了 能带我们几个老东西 走到这里 这一趟通关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很可能远超我们之前十几年的研究 大恩不言谢 唯一可惜的是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报答你的 王毅忠和赵立春等人 也是满脸感激 甚至老泪纵横 灵异客气了几句 然后晨音片刻后 下决定道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也会选择拿魂和结束这次通关 反正还有一次通关机会 明天等我们升级到S级营地 然后得到S级营地的初始祝福 我会再带你们 想要进来搜集祝福情报 或是打算冲击更高层的人 到50层 50层之后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这一路上得到的祝福 来决定 是不是尝试冲击更深层 或是见好就收 再拿5枚魂盒 这样 你们每人都至少有10亿魂盒 拿到更好的五魂的概率 就更高一些 灵异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再次感谢 尤其是郭应龙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激了 真是抱到这条巨粗的大腿了 其他几人也从未有现在这样 庆幸自己是个大下人 庆幸自己遇到了灵异这个超级天才 随后 灵异率先选择拿了魂盒 其他人也一样 20多人的身影 消失不见 一百层塔顶 轰隆隆 整个天空塔都在不停震战 怎么了 卧槽 救命 这塔不会要它了吧 很快 震动停歇 所有缩在营地里的人 都大口喘着气 刚才他们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响 塔外阴云密布 恐怖的电蛇将整座塔都包裹住 随后 天空中显露出巨大的雷神虚影 他手中的那一把蔑视雷枪 朝着他们狠狠戳来 随后 整座塔就开始如此晃动了 好在现在那似乎只是幻想 现在阵战缓缓停息 所有人才惊魂未定地 看向高塔中央的立柱 如果这根城上起下 贯通全塔的顶梁柱崩断 那啥也别说了 赶紧跑吧 就在所有人凝视这根立柱的下一刻 石柱上的黑色传送门 却陡然传递出一道波动 下一刻 二十道身影凭空出现 为首就是灵异 站在他身后的 则是他五六分钟前 带进塔里的其他人 所有围观者都是一愣 最后还是高丽阵营的那群人 最先反应过来 扑 他们出来了 笑死我了 这才过去多久啊 这么快出来 有没有通过九十九层啊 我觉得连九十九层都没过吧 二十一个人组队 还留一个废物在外面 怎么想的 不久前才刚刚取笑过 郭英龙的李孝敏 更是双手抱胸 心中无比畅快解气 你们十多分钟前 不是还只高气阳吗 还说我们是废物国家 现在你们大夏 连九十九层都没有通过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我还是喜欢你们 十几分钟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 怎么样 再表演一下 李孝敏直接开始起脸输出了 作为整个高丽阵营 目前通关记录最高的人 有他带头 自然整个高丽阵营 都开始哄笑起来 咦 好 我成了 我成了 就在十几名高丽人 黄笑不已 其他国家阵营的通关者 也冷眼旁观看戏时 一直缩在角落里的刘老头 再次发起风来 他又蹦又跳 手舞足蹈 竟然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巨塔中央的石柱传送门冲去 路过灵意旁边时 他直接将手中两枚暗淡的魂盒 丢给灵意 这个给你吧 年轻人 我等了你五十六年 还好我没放弃 随后 刘老头的身影 窜入传送门中 传送门荡漾起一阵波纹 他消失不见 这一幕 直接看待了包括 郭应龙和王毅忠在内的所有人 他 他怎么进去了 他不是已经没有通关机会了吗 李孝敏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他直勾勾地盯着灵意 直觉告诉他 情况有些不对劲了 灵意没管理笑眯 只是宁神看着手里的两枚魂盒 眼中亮起一道惊异的光芒 原来是这样 灵意将两枚魂盒握紧 随后 打算放入自己的随身空间中 但却收到提示 空间已满 灵意只能将空间中无数的海眼石 全都转移了出来 看到灵意开始转移海眼石 其他人也是一拍脑门 操 这东西又重又多 赶紧拿出来 把空间清了 不然负重都抄了 瞬间 二十人都开始转移海眼石 几乎是瞬间 巨量的海眼石 就堆满了整个中央 石柱周围的空间 李孝敏人都傻了 其余围观的群众 更是思巴达了 卧槽 这么多海眼石 这得有多少 要知道 他们平日里 一趟通关之旅 也就拿到几十块这东西 而跟手塔人的交易 大多也只需要几块 贵的也就十几块 他们还从未见过 这么多的海眼石 这他妈都堆成山了 更惊爆的还在后面 在上百人的围观下 那七八个 带着漩涡面具的手塔人 竟然在飞 十二点的时间段出现了 与此同时 一条通告 加上排行榜 缓缓在石柱上浮现 再看到那排行榜的那一刻 李孝敏感觉 整个大脑都变得一片空白 记录刷新通告 大下阵营 通关者灵异 及其所带领的队伍 历时零时五分十九秒 通关了九十九 至三十一层的塔内关卡 累计击杀手关BOSS六只 累计击杀怪物 一百二十二点三一只 以刷新历史组队 最佳速通记录 特赐通告 记录刷新奖励 营地功能 祝福锚定 通关尝试次数追加通告 大下阵营 通关者灵异 及其所带领的队伍 击杀了第五十层的手关BOSS 全队获取一次性特殊奖励 所有人通关次数加一 这两条通告 整个道悬的天空塔 所有人都收到了 第二条通告 解释了为什么 疯疯癫癫的刘老头 能够再次进入塔内探险 而第一条通告 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故多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咽了口口水 这通告的信息量 有点过于大了 从上往下看的话 最有冲击力的是时间 五分十九秒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 都能够通关九十九层的时间 但光是这个通关时间 看起来也就那样 一旦结合后面的通关层数来看 就很吓人了 五分十九秒 通关的不止一层啊 是九十九层到三十一层 合计六十九层啊 这是什么那天通关纪录啊 怎么做到的 是人 而通告的第二条 更是给了所有人 一点大数字震撼 一百二十二亿怪物 一二二只怪物 他们都觉得多了 但是后面 跟着一个亿啊 怪不得 他们能拿出堆成山的海眼石 这一百二十二亿怪物 能掉落的海眼石 肯定不止这些 只不过 他们人数只有二十个 随身空间放不下这么多罢了 如果说通告 就已经很爆炸的话 那么石柱上 直接刷新出来的 积分排行榜 则更加炸烈 第一 大厦国 当前积分 9999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260195层 第二 高丽国 当前积分 1547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16425层 第三 南越国 当前积分 996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2145层 第六 东营国 当前积分 437 历史累计通关层数 40103层 大厦从排行榜末尾 一跃登上排行榜第一 并且 那后面跟着的积分 跟尼玛开了挂一样 直接变成了4个9 但是 就算是这个接近1万的积分数 也只能说明 这是积分榜的上限 却不是林毅的极限 在渊海入侵这个事件影响下 通关记录所转化的积分 也翻倍了 再加上林毅可是带着这21人 直接冲到了31层 前30层的积分 在翻倍后 12分一层 30层之后 就是4分一层 突破50层之后 50至40这个阶段 每一层等效的积分 在翻倍之后 更加夸张 16分一层 40到30层这阶段 更是膨胀到32分一层 如此算下来 每个人赚到的积分 接近600分 这21人真正的积分 就是12000多分 记录 打破 积分 变更 海眼石 回收 营地 升级 献 献 手塔人中 最高大的那一位 面具下发出无比目然的声音 随后 这七八名手塔人 在无数人震惊的目光中 竟然直接给林毅跪下了 卧槽 惊呼声一道接着一道 要知道 这塔里 所有人的话 你都可以不听 但是这些神秘的手塔人的话 你不能不听 忤逆他们的下场 轻则永久放逐出塔 重则直接把你丢进塔底去未怪 但就是这些制定规则的人 此刻竟然给林毅下跪行李了 随后 在无数人的目光中 位于塔内11点的大厦营地 竟然开始飞速变化 从一片不毛之地 直接变成了一座 占地接近两个石 终点位区域的豪华别墅 代价当然也是有的 就在刚才 手塔人出现之后 林毅就已经跟他们开始交流交易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林毅和林千千的原因 这些手塔人 给他提供的售卖列表 简直全是隐藏款 其中就包括了一个 名为超S级营地的东西 售价5000海眼石 对普通人来说 这个数量的海眼石 几乎不可能刷到 但林毅现在身后的小山 被这伙手塔人清算过后 回收价格是39万的海眼石 5000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林毅现在的资产 真的是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为所欲为之为所欲为 李孝明等人眼睛都直了 尼玛 别墅 那是大别墅啊 他们原本以为 S级营地就是最高级的了 在这个鬼地方 能住板房 能有空调 能有冰箱 甚至 每天还能吃点冰棍零食 已经是神仙日子了 现在自家隔壁 直接从难民营变成豪华别墅 这谁受得了 更加让他们受不了的 还在后面 多阵营营地 升级 多阵营营地 降级 合计64500海眼石 成交 林毅又是一通操作 直接将几个跟大厦关系不错的国家营地 花钱升到了S级 与此同时 也将高丽 东营 南越 咖喱这几个国家的营地 直接降到了D级 本来林毅以为这些首塔人 不会受理他的请求 但却意外地发现 只要你能给够足够的海眼石 他们真的愿意打破之前所有的规则 直接为你量身定制规则 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 从这些闯关者的手中 回收海眼石 就在这些首塔人 说出交易成交的下一刻 整个一百层修整层的所有营地 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孝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后的板房营地 大量花钱购买的家具 家电开始消失 不 不 你 你做了什么 他彻底慌了 但他违抗不了首塔人的意志 下一秒 板房都消失了 整个高丽营地 变成家徒四壁都不如的难民风 李孝明一想到 要跟其他九十多个高丽男人 挤在这样一片地上 就是大脑一阵血运 差点后扬倒在地上 郭应龙这个老实人都没开眼笑起来 年纪最小的关心武 更是捧腹大笑道 那谁 我还是喜欢你 几分钟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 那个 你能再表演一次吗 被关心武这么一击 李孝明彻底热血冲脑 被气到不省人事 孝明 孝明 他昏倒了 快 把他扶进营地里 来个人帮手啊 等一下 你们别抢 别抢 李孝明不知道 他人这一岛 处心积虑树立起来的威严 和等级制度 也都崩塌了 整个高丽营的乱作一团 明显在营地降级后 这片区域 已经容不下九十多人的规模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只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 高丽 南越 东营等国滞留在塔内的人 就经历了一场大洗牌 人生的大起大落 就是这么无常 而那些因为灵异 而得到营地升级的人 就差抱着灵异的大腿 哭泣了 这些人双手合十 对灵异跪拜不已 看他的眼神 跟注视神明无异 王毅忠和赵立秋两的老学鸠 彼此相视一眼 都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深深的震撼 这年轻人 才净塔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刷了一个前无古人 也注定后 无来者的超级通关记录 更是让无数人 对他鼎鼎膜拜 又让他们这些 苦了十几年的人 瞬间苦尽甘来 还愣着干嘛 老子在外面都没住过别墅 林小子 你今天真是让我 这个老东西开眼了 人中之龙 我感觉拥在你身上 都不合适了 赵立秋竖了数大拇指 对着灵异 就是一顿猛夸 灵异客气几句 众人都走进了 大厦崭新的新营地之中 一进门 丁月整个人 都舒爽地叫出声来 卧槽 冷气 空调 还有沙发 还有电视 啊 我死了 除了郭印门外 大多数大厦队的队员 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 一进家 直接被幸福包围了 林一环固一圈 他甚至看到了客厅 过到深处 有着几十间紧闭的房门 又是经典的外小里 大的空间折叠技术 这就保证了 所有人的私密性 可以了 而王毅忠和赵立秋 等几个老者 已经进入单独 设立出来的档案室 开始研究了 不时里面 还能传出他们的惊呼声 林一记得 之前通关记录刷新 还奖励了一个新的功能 或许就是这个新功能 让他们惊叹不已 但林一却没有去打扰他们 只是扫了眼 其他刚刚躺在沙发上 没个人样 但后来又被郭应龙叫起来 直勾勾盯着自己的队员们 你们处在这里干嘛 郭应龙立正站好 报告队长 当然是等待您的指示 林一笑骂道 滚蛋 彤彤解散 是 我先去洗个澡 我也是 我要好好睡一觉 卧日 这冰箱里 自带饮料和雪糕的 给我来瓶快乐水 我也要 林一随便选了一间卧室 推门走了进去 敞亮 整洁 床铺也柔软舒适 甚至林一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落地窗 唯一可惜的是 外面没有阳台 但却可以一览塔外的壮观风景 因为整座天空塔 都是倒挂在天空之上的 重力自然跟外界是完全相反的 林一站在窗前 脚下是苍茫浩瀚 不断翻涌雾气的云海 而天空的位置 则是避波万寝的太平洋 如此奇观 就算在梦中都不容易见到 不过这样的奇观 看久了 也会失去新鲜感 为了保留这种新鲜感 林一拉上了窗帘 伸了个懒腰 他打算睡一觉 晚上先去找守塔人 将刚刚获得的六眉魂和鉴定了 就算他的目标是通关全层之后的自选神话 及魂盒 但凡是总有万一 万一这六眉魂盒里 已经有神话级的魂盒了呢 鉴定完魂盒之后 林一打算再跟王博等人 好好研究一下现有的通关流派 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明早起来 看一眼太阳从天空之中落下的壮观日出 中午等失联再次开启后 就开始真正的通关之旅 一觉醒来 林一从床上爬起 看了下手腕上的时间 已经是傍晚了 林一并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饥饿的感觉 看来赢得里不会饥饿 不会可是真的 但是 当林一走出自己的房间 来到客厅里 还是发现 餐桌上已经出现将近十五个菜了 厨房里 周星宇正在主厨 负责帮他打下手的是 队里的另外一个妹子 以及郭应龙这个同样厨艺不错的老男人 队长你醒了 准备开饭了 郭应龙端着一盘红烧肘子走了出来 看到林一 连忙打招呼道 来来来 坐这里 这里够得到所有好菜 哈哈 郭应龙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把林一按在了一个最好的主位上 林一也笑道 怎么今天心情这么好 那当然好 悄悄告诉你哈 我那六颗混合里面 有一个是SS级的 嘿嘿 怪不得郭应龙偷着乐 不过 林一看其他人的表情 也发现 他们对此似乎早已知情 并且似乎都在偷着乐 队长 其实下午 我们都没忍住 去鉴定混合了 我也拿到了SS级混合了 还是两个 嘻嘻 关心五终于忍不住自爆了 其他人全都惊呼一声 卧槽 你小子 两个啊 这岂不是说 你能选一个更合适自己的 羡慕死我了 来人 拿下 阿鲁巴 郭应龙傻了 怎么你们 也都拿到这么好的混合了 我还以为 只有我运气这么好 还不敢跟你们说 怕你们心里不平衡呢 好小子 你现在 让我心里不平衡了 说说 笑笑间 这一顿丰盛的晚饭 大家吃得都很开心 酒足饭饱 才有人怂恿到 队长 你的混合还没有鉴定吧 连关心五这个小屁孩 都能有两个SS级的 你的不会直接就有 那什么神话级的了吧 对啊 对啊 队长 要不你现在 也去鉴定一下 现在队里 就你和丁月那个臭皮门骚男 没有去鉴定了 我们不是不相信 你鉴定不出 SS级的混合 我们只是想见见世面 在一群人的起哄下 灵异也有些心痒痒 这东西 就跟抽卡手游一样 尤其是 在你知道卡池里 有大货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是忍不住的 大厦参赛队的十个人 围着灵异走出营地 怎么鉴定来着 简单 你在心里呼唤那些手塔人 说要鉴定混合就行了 他们会自动出现的 灵异一言尝试 果然下一刻 一个脸上 戴着面具的手塔人就出现了 我 可以 帮你鉴定 灵异将随身空间里 属于他的六枚魂盒 交到这手塔人的手中 很快 鉴定流程就开始了 就跟抽卡差不多 一道道光芒 开始依次在这些魂盒上亮起 蓝光 紫光 紫光 前三个魂盒 平平无奇 但是从第四个开始 所有人都爆发出一阵惊呼 红光 红光 接连两枚魂盒 都亮出了象征SS级的红光 而最后一枚魂盒 则直接绽放出刺目的金光 卧槽 SS级 灵异总能吸引一大群人的目光 除了那些封闭式的营地 其他开放式的营地中 有很多人可怜巴巴地看着灵异等人 今天一下午 他们已经看过太多次鉴定魂 和出现红光的场景了 但是金光 还是第一次见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当然明白 SSS级的魂盒 只要与芝蓉合 就能够获得一个SSS级的五魂 高离营地外 已经落魄到 只能在营地外自生自灭的李孝敏 牙都快咬碎了 怎么什么好事 全都轮到他那里了 只能紧紧握住手里的一枚 已经失去光芒的暗淡魂盒 心中暗暗发狠 你们等着 这枚魂盒 是他在十多年前 第一次进入塔内探险时 无意间得到的 这魂盒并不是真的魂盒 而是一个特殊流派 挂机流的超级初始祝福 只要他在一百层的修整层 待得时间够久 这个初始祝福 就会越降大 这也是为什么 他整整花费了十多年时间 拉拢了如此多高利润 也要霸占S级地的原因 不然 他其实那次鉴定 也拿到了S级魂盒 早就融合魂盒 拿得S级的武魂出塔了 忍到现在 他不想再忍了 明天 等试炼再次开启 他就会进入其中 然后一鸣惊人 就在李孝明 打着自己的小饭盘的时候 灵异已经完成了 所有魂盒的鉴定 我去 不愧是队长 轻易就做到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 SSS级的魂盒呀 无敌了 无敌什么 队长追求的 肯定是更高级的神话级魂盒 SSS级的 只不过是备选而已 队长 这个SSS级的魂盒里面 封印的是什么武魂啊 能透露一下吗 观星五问出了他 最好奇的问题 他们都没见过 SSS级的武魂 郭英龙一巴掌 拍在这小子的脑门上 不该问的别问 对不起 我错了 观星五像个犯错的孩子 连忙道歉 灵异轻笑一声 摇摇头 没什么好隐瞒的 说吧 灵异直接对内 共享出手中 这枚闪烁着 金色光辉的 魂盒信息 魂盒 何能恶兽 类型 特殊消耗品 魂盒 品级 SSS 使用 将其与你的灵魂共鸣融合 使你获得五魂 何能恶兽 特性预览 破坏力 SSS 防御力 SS 持久力 S加 抵抗力 SS加 初始觉醒魂技 原子吐息 主动 形态切换 被动 魂技栏位 五 后续可学习魂技种类 火系 雷系 超能系 音波技 实体化战斗戏 伴随着这些信息 一同出现的 还有这只 何能恶兽的 五魂形象 那是一只体型巨大 外观兼具 爬行类动物 和陆生兽类特征的 巨大怪兽 怪兽被后藏着 能够发光的尖刺 此时正在仰天 喷射恐怖的 破灭死光 太降了 SSS的破坏力啊 这四围 这魂技栏位 我酸了 瞬间无数人都羡慕哭了 跟灵异的这个 SSS 集武魂一笔 忽然就觉得 自己的SS集武魂 不香了呀 最痛心的是 所有魂盒 在获取之后 都是灵魂绑定的 没办法彼此交易 这个SSS的魂盒 在人家手里 很可能会变成 神话集武魂的养料 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别人那里 变成饲料了 这颗魔谁能接受啊 操 哎呀 就在一群人一边羡慕 一边哄闹的时候 就忽然听到 身后一人崩溃的怒吼起来 回头去看 就看到丁月 一脸生无可恋的 坐在地上 为什么啊 我 应该早点过来的啊 随后 他直接垂胸顿足起来 怎么了 小丁 终于忍不住鉴定了 哈哈 只有一个S级是吧 乐 我们之前一起来 鉴定的时候 你拖着不来 还说我们都是垫子 现在队长 把SSS级的结果 鉴定出来了 你又想跑过去 吸队长的欧气尾气 事实证明 你只能吸到屁 哈哈 笑死我了 现在 你是下一个货的 SSS级混合的 信任的垫子了 在一片哄笑声中 丁月声无可恋的 走回营地 灵异也是哭笑不得 好家伙 电子理论都来了 鉴定位玩鹅场游戏玩的 回到营地 灵异迎面 就撞上了面带 兴奋的王毅中 喂 你们快进来 我们有了新发现 来开会了 尤其是你 灵异 我们发现 最适合你的流派了 灵异文言 眼前一亮 果真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整个下午 他在呼呼大睡 其他队员在忙着鉴定 只有这些毕生 都投入在研究试炼塔 最强通关流派的老者们 再废寝望实地研究新东西 不多时 大下队的识人 就全都进到资料室中 眼前一台台灵精设备 让灵异都觉得 这里不像是在塔内 有点先进啊 本来我们还想着调取 咱们中午通关的那一次 全程的祝福记录 但是后面才发现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王毅中眼中满是狂热 灵异凑进灵精屏幕 就看到一排排祝福的详细清单 罗列在上面 这是真正的祝福大权 我们解锁的 那个新功能 名叫祝福锚定 这个功能 能让咱们 这个营地的每一个人 在正式前往通关前 都能够锚定三个任意祝福 通关99层 75层和50层时 必定会获得 这三个所选的祝福 因此 我们也得以看到 所有祝福的全貌 其真实的数量 远比我们之前猜测的还要多 档案库中的祝福总量 足有2677个 并且SSS级的祝福 根本就不是最高等级的祝福 最高等级的 是神话级祝福 只不过神话级祝福的限制 是只能获得一个 且不可以锚定 众人文言 全都是目瞪口袋 之所以倒悬的天空塔 这个试炼太堪运气的原因之一 就是祝福太随机了 就算出现了SSS 极其有度的祝福 也未必跟你的流派契合 但是这个祝福 锚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这个锚定系统 我可以放心地告诉大家 前50层 甚至前60层 我们可以以75%以上的几率通关 但是最稳的通关流派 我们既然还在研究 后天之前 我们肯定会做出来 你们在此之前 都不要进去尝试了 至于你 王毅忠看向灵异 眼中写满了笃定 升阶流 这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通关流派 并且 我们也以金江路线图做出来了 静咒之上 会是什么呢 静咒之上 是远古静咒 灵异能够回答王毅忠的问题 但他目前距离远古静咒 还有一段说长也长 说不长也不长的距离 只要材料到手 远古静咒的升阶 也就只需要等待 或是课经就行 所谓的升阶流 就是能让你用出来的所有技能 自动往上升级一阶或输阶 技能等阶越低 升阶流给的 升阶结果越高 这个流派 在盗旋的天空塔出现的时候 曾经火过一段时间 毕竟当时的人水平都不高 再加上见识过的流派 也少 自然觉得 技能升阶很强 很爽 但后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流派被发现 升阶流几乎没有人用了 因为其他流派的收益更高 但对你来说 这个最传统 最古老的通关流派 反而是最降的 因为 你有静咒 以静咒的强度来看 就像我们中午通关的那次一样 即使不需要选择最优的祝福 你也依旧能够一路速通到50层 甚至还是渊海入侵事件的强度 按照这个强度来看的话 静咒之上的技能 甚至让你保送20层 或是15层 25层 因为这些层数 我们都没有深入过 所以具体强度如何 我们没办法推断 王义忠一边说住 一边将他笔记最上面的一页撕了下来 然后递给灵异 你看看吧 这是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下午 帮你敲定下来的祝福 选择思路 主流派肯定是升阶流 三个核心祝福 我们也已经帮你选下来了 等灰毛定住就行 这三个核心祝福 获得的先后顺序 对其他人来说 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对你来说 到50层是一如反掌的事 所以 这三个核心祝福 在你真正开始碰到阻碍前 就已经到手了 然后 这条主要流派的旁边 试次选祝福 大多数人都会选一条 副流派通关试炼塔 我们研究下来 最适合你的副流派 是技能急速流 收集对应祝福 能够减你技能的冷却时间 并且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的话 选到个别SSS级祝福 还能有一次性刷新技能的能力 你看看背面 灵异将手中的手抄记录 翻到背面 发现这里 依旧密密麻麻地 罗列了一大片祝福 这些都是增益祝福 给你提供主属性 进攻属性和防御属性的 还有一些元素强化 你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 优先集从左到右 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试炼塔 是莫办法带这些东西进去的 所以今天晚上 你花点时间 记忆记着上面的东西吧 你们年轻人记忆力好 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王毅中一口气说完 灵异也是叹未观止 只因为此刻 他手中的这张清单 太全面了 也太专业了 真的是把范味到嘴里的那种贴心 主流派生接流的祝福选择 他们甚至考虑了 当脸黑的时候 应该怎么挽救 怎样最大化收益 这里面牵扯到的数值计算 灵异光是想想 都觉得头皮发麻 但是 他们全都算出来了 并且明显和验过了两三次 确保误后 才交给自己 谢谢你们 不过后面的这些 提供属性加成的增益 我应该是用不到了 另外 你们也不用帮其他人 算这些增益祝福了 他们也用不到了 王毅忠等人闻言 都是一阵 随后 灵异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中 拿出了两枚 已经褪色的魂盒 放到他们面前的桌上 王毅忠拿起一枚魂盒 眼睛都瞪大了 这是 什么 另一边的赵立秋 也拿起另一枚魂盒 端详起来 随后他的表情跟王毅忠一样 变得异常震惊 这是我们刚刚从塔里出来的时候 那疯疯癫癫的流老 投给我的魂盒 当然 现在你们也知道了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魂盒 他也不是疯子 他只是一个在塔里等了五十多年 才终于等来一个 能从他手上 结果这根心火木柴的可怜人罢了 人人为我 内心 特殊魂盒 品级 SSS 效果 当你在修整层 持有本魂盒时 其他通关者 在进行通关时 通关难度略微提升 其每通关一层 都会给你叠加 一层人人为我效果 但你再下一次通关时 将无法选择所有属性 加成类祝福 人人为我 每层使你的所有属性值 提升百分之零点零一 当前层数 十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一 属性加成 百分之一千六百三十五点二一 备注 将这东西送给别人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就是这两枚 褪色魂盒的真实效果 我的天啊 刘老头手里拿住的东西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效果吗 他在这守了五十多年 岂不是说 这五十多年来 所有通关者 都在给他叠层数 而他甚至有两枚这样的魂盒 但是 但是 他怎么会把这么宝贝的东西给你 王毅中傻了 在看明白这两枚魂盒的效果后 他更是觉得 觉得不可思议了 三十二倍的属性提升 这就是刘老头 这五十多年苦等下来的目的 但他竟然在最后一刻 选择把如此重要的两枚魂盒 交给灵异 灵异也摇了摇头 可能 当时他释然了吧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动物 一个执念 让他坚持了五十多年 当执念达成的时候 他反而释然了 竟然选择把这两枚魂盒给我了 但就是这个举动 让着他成就了他自己 同时 也让这两枚魂盒 成为了 今后咱们大厦后 来人通关的最大保障 时间 应该也差不多了 灵异话音刚落 就听到整个天空塔 再次传来一声通告 恭喜通关者刘欣伟 成功通过第二十层 打破了五年 来最高通关记录 特此通告 就在这一道通告响起的瞬间 桌上的两枚黯淡的魂盒 绽放出了无比刺目的光芒 那是七彩流光 当所有人再次查看 那两枚流光一彩的魂盒时 崭新的信息谈了出来 五位人人 类型 特殊魂盒 品级 神话 效果 由人人为我魂盒转赠他人时 蜕变而来 获得所有其他魂盒的人人 为我层数 且你身上的属性增益效果将保留 你本次通关之旅 难度略微提升 本次通关之旅结束后 所有人人为我效果 转化为我为人人 并添加上 你本次通关记录星号二的层数 属性值提升百分之零点零一 幸运值提升百分之一 备注 五位人人 心火永续 盖 呀 刘老头的两枚魂盒 现在只有一枚成功 蜕变成了这个神话级的魂盒 另一枚则真正的彻底失去了效果 与此同时 塔中央的传送门 一道波动传出 刘老头精神焕发 已经有些勾楼的身影 也被他强行撑着 站直了一些 他看向灵异等人所在的银地 将之前灵异通关给他白送的六枚魂盒 八枚魂盒 全都一股脑地丢进大厦营地中 小子 这些也是你的 就当是我的谢礼吧 随后 他仰天大笑几声 一步迈出道玄的天空塔的入口大门 身影消失不现 灵异一愣 这十四枚魂盒 是独属于刘老头的 他没办法融合获得五魂 但刘老头目的 明显是让灵异 将这十四枚魂 和当成让未来五魂的养料 就跟他目前已经获得的那枚 SSS魂盒一样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他在这等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这些魂盒吗 丁月南南自语道 他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明明十四个魂盒 又通关到二十层了 肯定有集大概率鉴定出SS级 甚至SSS级的五魂的 但是这刘老头 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刚才真的很潇洒 我与我周旋九 您做我 灵异忽然念出了一句 他觉得最合适的句子 直接让王毅忠和赵立秋两人耳目一心 他们当然没听过这句话 但知觉的这句话 说得太对了 不不要 怎么回事 我的魂盒啊 忽然 灵异听到了其他营地里 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放眼望去 那些都是年纪 已经接近中年 停留在这座塔里 已经太久太久的人 其中 还包括半天前 还指高启阳的李孝敏 他现在整个人跪在地上 以头抢地 明显 是遭遇了什么让他崩溃的事 灵异心中一动 瞬间明白了一切 像刘老头这样 拿到了人人为我这种特殊魂盒的人 这么多年了 应该不在少数 但是他们全都选择闷声发大财 即使 这魂盒的备注上 明明写着 将这魂盒赠予他人 会有特殊效果 但这么多年来 却没有一人如此做过 想一想就知道 这魂盒是牺牲他人的利益 为自己牟利 你叠加的人人 为我层数越高 就越难做出 将这魂盒赠予别人的决定 但其实从人人为我 到我为人人的转变选择 一直都在你的手里 哪怕过了五十年 也不晚 灵异没有忘记 半天前 他将可怜兮兮 抱着这两枚魂盒 就像抱着整个世界的 刘老头祖竞对礼时 他的眼神 那是一种溺水的人 抓到最后一根浮沫的表情 灵异不知道 他的执念 是从哪一刻彻底消解的 或许当灵异通关五十层 机会之后 他就意识到 这整整五十六年的执念 也应该放下了 五魂什么的 还重要吗 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找回自己 所以 他选择将他守了半辈子的魂盒 给了灵异 然后 毅然迈入塔中 寻找当年的自己了 在这座塔里 难得从来就不是通关本身 而是选择 承宵的话 再次在灵异脑海响起 选择呀 我们的人设 何尝不是来自选择呢 灵异看着营地外 那些如丧考笔 抱头痛苦 他们之前种下的 因 结成了今天的 果 自己之前的一个善举 也得到了现在的善果 灵异心中的感悟 如全狂涌 下一刻 他忽然就感觉到 扶植心灵 冥冰中 仿佛又有什么存在 轻轻朝他投来了目光 这种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灵异知道 刚才应该 又是哪条法则 悄悄跟自己沾上了关系 第二天 中午十二点 灵异将手中 散发着七彩流光的魂盒 转交给了郭应龙 此刻这煤魂盒上的 我卫人人层数 已经跌到了 二十七万多层 昨晚他们 已经说好了计划 这一次 前五十层 灵异也不带着他们 一起闯关了 灵异第一个闯关 将魂盒的层数 继续延续下去 王毅忠和赵立秋等几个老者 也决定后 续静自己所能 将魂盒转交给其他人 然后再次入塔通关 他们不畏魂盒 只为让这没魂盒的层数 能够继续叠加 然后传承下去 加油 这次的目标 是塔底 我们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队长 你是天上的神仙 你肯定可以的 无数人给灵异加油鼓励 灵异也对他们点点头 在他们的加油声中 在其他各国通关者 炽热的目光中 灵异一步迈入了 中央石柱的传送门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异来到了熟悉的99层 灵异进入第99层 当前未免事件 冤海入侵 当前追忆 着眼当下 一道道提示浮现 完全跟他们昨天的 第一次通关 没有任何区别 嗖嗖嗖 灵异身边的 开始刮起狂风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一场超级台风 就已经成型 升级到超S级营地之后 营地的初始祝福 也好了很多 灵异现在 虽然还没有通关 第99层 但是身上 已经挂着 两个祝福状态了 一个是我未人人 给的27倍属性加成 另一个则是 营地增益中 选择的50% 法力值回复加快 以及50% 伤害增幅效果 台风卷起 99层的怪物 瞬间灰飞烟灭 三个祝福出现 灵异一一看过 这三个祝福 都不在王博 列出来的清单上 优先级几乎没有 灵异选了个适合的 直接进入了下一层 这一次灵异的通关速度 没有上次这么快 因为每层的祝福 他都需要深思熟虑 选择最好的那个 毕竟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冲击塔底 狂风怒号 灵异就是风暴的中心 第90层通关 灵异眼前 闪现一道蓝光 一道紫光 以及一道金光 金色的祝福 代表着SSS级 灵异锚定的 第一个核心祝福出现了 至高升阶 SSS 你使用的所有低于五阶的法术 自动修正至五阶 高于五阶的法术 有几率在释放后提升一阶 升阶后的法术 最高不超过九阶 核心祝福到手 灵异没有犹豫 迈向下一层 与此同时 台风这个风系静咒的冷却时间 也被星界驱失效果影响 CD转好了 第二道台风 被灵异用了出来 可惜这第二道台风并 没有触发升阶效果 不然 灵异还想看看 风系的法则静咒 到底是什么模样 法则静咒 也是九阶 是能够触发升阶效果的 好在虽然没有触发升阶 但却触发了不错的多重施法 X8 你获得了一缕一火 清廉的星火 重复获得的一火 已互相融合 此前零一百倍触发雷神之怒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过重复的一火了 毕竟一火就二十多种 有些排名靠前的一火 没这么容易抽出来 但重复一火融合后 同样能够增强佛怒火炼的威力 只不过对爆炸威力提升幅度最大的 永远是不同一火 零一没有过多纠结 两个台风都已经成型 那么前五十层 它已经可以不用再使用别的法术了 并且有了初始 超S即因地祝福给的 百分之五十法力值回复增幅 现在它同时维持两个台风的巅峰状态 也不会最后空蓝了 一路冲到七十五层 第二个被锚定的祝福出现 界限突破 SSS 现在你通过触发至高升阶效果 而提升后的技能 可以超过九阶的界限 且蜕变后的技能 有更低的几率 再次升阶 有了这个祝福 此前最多只能升阶到晶级的那个祝福 限制将被解除 也就是说 这两个祝福组合在一起 灵异才拥有继续将自己的静咒升阶的可能性 通关继续 这次灵异通关的速度不紧不慢 五六分钟后 第五十层 灵异周围再次被深海淹没 科恩格巨大的触须从海渊下方钻出 这一次 灵异体验到了优秀祝福组合 以及我为人人给予的超级属性 叠加BUFF的力量 今天的事件依旧是渊海入侵 所以 科恩格的血量 属性跟昨天通关时 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灵异的台风 几乎没办法 对它造成伤害 最后 是雷枪直接戳死的 但是现在 这渊海领主科恩格的触手 几乎是刚刚从海床下攥出来 就会被狂暴的裂缝 搅成碎片 没错 就算是在深海之下 两个巨型台风 也仅仅 只是被削弱了一部分而已 却依旧 能够直接秒杀小怪 好 科恩格那庞大的身躯 在触须被疯狂收割后 也从海渊之中浮了上来 只不过短短十多秒后 他就跟他之前的那些触须一样 被双台风 切成了章鱼泥 武士曾通关 灵异的眼前 也浮现了两红异金 三个祝福选项 最后一个锚定祝福来了 超级幸运 SSS 你身上所有几率触发类技能 效果 装备的触发几率翻倍 且所有触发几率 固定提升百分之十 对灵异来说 这个祝福 其实是三个核心 祝福里最关键的 因为就算刨开升阶祝福效果 这个超级幸运 也能够加强他的 太初混沌 给的多重施法次数 以及施放技能获取的一火 这个祝福最逆天的效果 其实是后面那个 触发概率固定提升百分之十 对于那些触发概率 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效果 来说 就算翻个倍 也依旧少得可怜 但多出这百分之十 那理论期望 就至少在十次出一次之上了 拿完祝福 灵异没有继续在五十层停留 一步踏出 进入四十九层 之前灵异是一个百倍晋咒 直接捅穿了二十层 真实的五十层后 是什么样的事件 灵异还没有经历过 再次睁开眼时 灵异直觉的天地一片幽暗 它深处深海之中 并且是比起五十层 还要恐怖的深海之中 四面来的恐怖水压 让灵异感觉 普通人在这里 早就被压扁了 有台风护体 灵异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 只是身边是无边的黑暗 这特模式给我钱哪来了 你已进入四十九层 你已进入新的追忆 蛮荒远古 本层所需清理怪物数量 四 追忆年代加成 所有怪物生命值提升两千倍 其他属性值提升一千倍 进入下一层 需要达成完美清理 提示矿浮现 与此同时 灵异感觉到 它脚下踩着的海床 开始猛烈振战起来 哼 震天巨响传来 下一刻 这片无边的黑暗中 有了光亮 一道道恐怖的海底裂缝 分裂开来 从中喷涌出赤红的岩浆 大量夹杂着浓烈硫磺气味的气泡 从下方浮起 灵异连忙 缩紧了风圈核心 这些从火山中喷出的气体 都有毒 灵异心中若有所悟 它就像一个时光旅者 随着不断深入这座天空塔 它也是在蓝星的时光长河里 不断上诉 它已经到了远古时期 毕竟这里是蓝星 整个地域版图都扩大了百倍 所以 这次海底火山爆发的规模 几乎等同于地球上的几次地曼柱 喷发事件了 灵异不知道 到底看到多少熔岩出口了 可能方圆树 千公里范围内 都已经被岩浆浸润了 海水被加热到超过沸点的温度 灵异借着熔岩散发出的红光 看清了它 需要清理的怪物 那是四只原本趴在海床上 现在已经浸泡在熔岩中的 四只巨型节肢动物 远古三叶虫生命值9636.2万 描述 不主动攻击 防御力极高 遭受攻击十对攻击者 造成反伤伤害 进入远古年代追忆后 需要清理的怪物 反而少了 灵异有一种武士之后 一切又仿佛回到最开始通关时候的错觉 不过怪物的质量 离其武士层前 提升了不是一点半点 四只三叶虫 面对现在的灵异 依旧是几秒就没了 说来灵异也觉得好笑 前世地球上这祸 虽然不是霸主级的生物 但是凭借一手叠甲 过 的独门绝技 也存活了接近三亿年 最后也还是因为 韩武纪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灭绝的 在蓝星这个时代的三叶虫雀 克服了熔岩 它们甚至能在熔岩里游动 只可惜 它们克服不了灵异这种第四天载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 灵异在幽深的大洋底部 不断上浮 它见证了远古时代 海洋中的无数生物 进入29层之后 灵异也离开海洋 走上陆地 远古巨大的蕨类植物 称霸海岸线 天边无数火山冒着黑烟 空中还飞翔着一盏 足有数百米大小的霸王一龙 好 浑身藏满艳丽羽毛的霸王 龙养天咆哮 体长接近千米的巨型昆虫 在岩滩沼泽里穿行 这是属于蓝星远古时期的霸主年代 灵异身边的台风 在进入这一层之后 明显感觉到乏力了 起码这些称霸元古时期的霸主 在年代追忆的巨量属性增幅下 防御力已经不是分析着 为凭借低伤害 高瓶帅来混饭吃的技能能破防的了 就在灵异打算取消台风 换别的静咒的时候 一道提示 如同炸雷般在他脑海中响起 定 你的技能 台风触发了至高升阶效果 技能 静咒 台风已蜕变魏远古静咒 风神王座 哇 操 劳了一整天 幽魂是个什么东西啊 原本灵异一直以为 这个升阶效果 会将静咒升级成法则静咒 也就是静咒的异化版 但它还是低估 三个升阶祝福组合在一起的威力了 就算是法则静咒 也还只是九阶而已 而这个祝福说的升阶 就是真正的升阶 九阶跨越到十阶 灵异幻想过无数次 自己使用出第一个远古静咒时的样子 或许是在尼泊龙根 与域外龙族 争夺龙族气韵根本的时候 又或是在某个降渊高南副本 遭遇第一位地阶生物时 但绝不是这个时候 这一层的怪物 看起来都是蓝星昔日的霸主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真没必要用到远古静咒 不过毕竟升阶不可控 灵异也只能接受 眼下大炮打蚊子的结果 嗖嗖嗖 围绕在灵异身边狂暴的台风 竟然渐渐平息了下来 风声越来越小 那些刚刚被台风卷上 高空的远古时代的恐龙们 全都嘶吼着摔下地面 它们巨大的体型摆在那里 每一只摔下来 都是筋断骨折 但却不致死 只不过这些怪物临死前的咆哮声 吸引了大量其他怪物前来 这些怪物不是冲着灵异来的 而是冲着那些 因为受伤而无法动弹的怪兽去的 在这个弱肉强时 发展到极致的时代 你受伤了 就意味着 要变成其他顶级捕食者的食物了 灵异微微皱眉 不对啊 就算台风技能得到升阶蜕变 但也不至于从每秒上百米的封锁 在眨眼间 暴跌到近乎没有吧 灵异无意间低头看了一眼 它发现问题的原因了 那些狂风 不是消散了 而是被自己吸收了 好 一只体型巨大的风神翼龙 从高空之中俯冲而下 血喷巨口张开 一口就朝着灵 一旁边不远处的 一只重伤的恐龙脖梗咬去 俯冲动作又快又猛 它巨大的赤一扫 过灵异的上半身 却像是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一样 完全穿透了过去 只不过下一秒 它擦过灵异身体的 那只巨大肉翼 直接烟灭了 没错 看起来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只有灵异知道 那并不是烟灭了 而是直接被瞬间百万次的攻击 切成原子基的威力了 灵异伸出双手 放到自己眼前 只见它的双手 已经模糊出一道道残影 随后 灵异看向自己全身各处 它依旧维持着人类的形象 但如果有动态势力 特别牛逼的人在这里 就会发现 灵异本体 已经完全不是原本的肉身形态了 而是完全由风元素凝聚而成的形态 并且所有构成灵异本身的风元素 还在以一个快刀肉眼 根本无法分别的频率振动 就是这些 以极高频率抖动的风元素威力 将那支风神异龙巨翼 直接湮灭掉的 又是一个元素化技能 灵异心中一喜 火系巴结的至高升华 有多好用 灵异是知道的 攻防一体 元素化的身躯 能做到很多肉体繁胎 做不到的事 没想到风系的远古静咒 自带这个效果 哇 一道无形的风场 以灵异为中心 开始扩散开来 与此同时 灵异发现 自己也开始快速变大 眨眼间 就已经比身边 绝大多数远古霸主恐龙的体型 还要大了 灵异的视野越来越远 直到能够俯瞰整个29层 与此同时 它身上的衣着 发生了改变 繁物的布料 被极其纯粹的风元素取代 身后也多出了一件 托尾就足有数万米长的羽皮 一顶箱 嵌着翠绿色宝石的风之王冠 在它头顶上空浮现 下方 一座灰弘雄伟到任何语言 都无法形容的壮观王座 也在缓缓成形 天空塔一百层 惨叫声 惊呼声 咒骂声 全都被淹没在狂风中 大下营地中 所有人趴在地上 任由狂风 从这间别墅的 各个过道口横冲直撞 将大量陈设 掀翻在地 这鬼地方不是吹不进风吗 之前我们都快热死了 丁月趴在地上 整个人都死死抓着沙发腿 只有这样 它才不会被吹飞 有没有一种 可能是因为之前外面的海风 风速还不够快 所以会被这座塔的结界挡住 进不来 现在咱们还算运气好了 在抄S级营的里 我不敢想在其他营地里的那些人 会怎么样 郭英龙也是惊魂未定 按照你这个思路 塔里因为结界阻挡 都刮起这种规模的狂风 那塔外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天空塔外 我们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驻扎在这里布房的各国精英 全都撕心裂肺 郭英龙他们猜测的没错 塔内的狂风都超规格了 他们在外面 现在已经不是超规格的事了 而是他们 已经被彻底困在这座塔的事了 只见整个道旋的天空塔 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这片黑暗并 不来源于天空中的乌云 事实上 天空除了即将成形的异象外 也还有阳光渗透下来 今天的天气好得很 让一切陷入黑暗的 视为在天空塔旁边的水墙 没错 在恐怖的狂风影响下 周边海域已经不是卷起巨浪了 而是直接形成了 足有数百米高的恐怖水墙 水墙汹涌澎湃 气势汹汹地朝着他们拍打来 这一幕水墙砸下来能够造成的破坏力 没有人能够想象 就在所有人都闭上双眼 打算等死的时候 下一刻 打过来的那一道水墙 瞬间消失 成肖的身影从一片虚无中走出 他抬着头看向天空 远古静皱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曾知道的 打难不死的看守军 没来得及去感谢成肖 却被天空中的壮观景象 所震慑到两股战战 无法开口说话 云颠之上 出现了一座完全碧绿色的风之王座 王座如同被狂风雕刻的艺术品 云雾流动 宛如瀑布一般 坠向海面 没有人能够形容出 这座风之王座到底有多大 因为那骑马 也是能够覆盖小半的大厦的规模 更加震撼的是 他们看到王座之上 坐着一名黑发黑眸的青年 青年右手抵在下巴上 像是在思考某事 他的眸光所过之处 万象天后便要履行他的意志 倒悬天空塔 二十九层 灵异坐在云端神座上 俯瞰下方的一切 心潮澎湃 真不戳 这个视角真不戳 灵异打开自己技能栏 这个远古静咒的详细信息 也浮现出来 远古静咒 风神王座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时阶 戏别 风暴戏 消耗 一百万法力之秒 吟唱时间 五十真言 冷却时间 十天 主动效果 凝聚风神王座 升格成为风元素之神 风神王座 笼罩范围内的气候 由你完全掌控 你无视所有 十阶以下的物理系技能 风神王座笼罩下 你再释放其他 系技能时 施法速度翻倍 弹道飞行速度翻倍 所有技能的攻击 次数翻倍 升格状态下 你使用的所有其他 低于十阶的 风系技能时 等阶将会 修正至九阶 伤害及加成 会修正至十阶 且取消 所有其他 风系技能的吟唱时间 施法消耗 冷却时间 因法力值 消耗不足 或主动解除 风神王座时 对笼罩范围内的 所有敌对目标 造成一百万次 巨量风系 切割伤害 当前风神王座 笼罩范围 五千公里 当前风神王座 持续时间 法力值耗尽前 永续 备注 天风万里 助我神机 看完技能详情 灵异人都傻了 不是 哥们 你这是知道 自己刮杀的本质 末旧了 所以另辟蹊径 开创了一条 未曾设想的道路了 这是灵异的第一感觉 当灵异再次 仔细阅读一次后 只能从这些字里行间 看到两个字 抄模 各方面都抄模 跟九阶静咒一样 十阶的风系法术 也是一个 需要不断消耗 法力值的持续类技能 只不过需要的 法力值消耗 堪称逆天 百万法力值 才能够维持一秒 灵异现在 也就五百多万 法力值出头 算上高潮期的 法力回复 用个七八秒就没了 除了高篮号以外 吟唱时间也夸张 真言跟大白话不一样 每个真言要完整念出来 是不可能 以极快的语速做到的 五十个真言的吟唱时间 就算是灵异 也要念个几十秒 这还是灵异自 从将回篮 和加快吟唱的 被动技能 加到静咒级之后 第一次感觉 道篮不够用 施法也不够快 看来后续 在自己真正升级元 古静咒前 有必要先把那两个 被动加到 十阶元古静咒级 灵异现在的躯体 就完全由 风元素构成 至高升华 同款元素化 十阶以下的物理攻击 完全免疫 并且在这个状态下 使用的所有 风系技能 都是九阶静咒级 伤害则是 十阶元古静咒级 光是这个效果 灵异就以 惊觉的 这个风系的 远古静咒强 道他需要给 风系道歉了 他一直都不太 看得起风系 风系也是最后 才加上来的 元素系 但是无限顺发 他静咒的快感 没有人能够拒绝 别的系做得到吗 JPG做不到 而后续的第二个效果 更是让灵异直呼真香 维持风神王座状态 他使用别的系 同样能够获得加成 施法时间翻倍 攻击速度翻倍 攻击次数也翻倍 对火系这种 单次高伤害的元素 系来说 先开风神王座 然后再用火系技能 真的能够做到 一个顶两个用 一段爆炸伤害 变成两段 伤害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 他还有太初 混沌这样的神级被动 两者是能够互相叠加的 灵异关掉技能栏 俯瞰下方的一切 他视线所过之处 便会掀起恐怖的暴风 下起瓢泼大雨 但是下一个瞬间 又会变得风和日丽 整个29层的天后 灵异能够随意调整 灵异的一个念头 下方上百之元 古蓝星霸主级的恐龙 便要支离破碎 而这 甚至只是风神王座 本身自带的天气掌控效果 灵异甚至都没有使用 任何一个风系技能 不刮杀了卧槽 果然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永远刮杀的元素系 如果有 那也是等阶不够高 在十阶的尺度下 风神王座 跟其他元素系相比 肯定还是刮杀的 但是十阶之下 只能说 现在他就是灵异 掌握的最高伤害技能 与此同时 段数还高 持续力还强 灵异真的体会到了 一种神明的感觉 他端坐在云端王座上 俯瞰众生 一个念头 就能够让下方的世界 风云变幻 才断无数生灵的生死 则 有些后悔了怎么办 之前找的材料 是雷系和重力系的 但是现在风系的 这个远古静重 感觉真的有必要先加出来啊 29层所有怪物 以完美肃清 请前往下一层 跟随提示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道黑光 一道红光 以及一道金光 三个祝福出 现在灵异面前 灵异下一秒就陷入狂喜 金色的SSS 即祝福 他看都莫看一眼 红色的SS 即祝福 灵异也没有选 而是直接描选了 黑色的S即祝福 法力汲取 S 你每击杀一个目标 便能够恢复 1%的最大法力值 同时使你的最大法力值 提升0.1% 该效果可无限叠加 就大命了 就装了这三四秒的B 灵异就感觉 自己的法力值 都快撑不住了 现在终于来了一个 回篮祝福 他没有不选的道理 没有犹豫 灵异直接冲向下一层 28层所有怪物 以完美肃清 27层所有怪物 以完美肃清 21层所有怪物 以完美肃清 20层手关BOSS 以击杀 请做出选择 20层的手关BOSS 是一只体型足 有火山大小的巨型霸王龙 如果没有风神王座 灵异免不了要召唤机 把雷枪 才能直接将他秒杀 但现在 依旧是一个念头 他就从头到尾 碎成分子 风系的超多段攻击 加上高频率切割伤害 只要能够破防 真的很夸张 杀起怪来 比雷系还要快 随着灵异 继续深入天空塔 他发现整个塔内的空间 也越来越广袤无边了 在风神王座下观察 下方甚至的土地面积 有至少也有半个大厦的大小了 边际更是看不到头 这是一块远古时期 存在的超大陆 蓝星表面的大陆 连成一块 这片大陆上诞生出来的 远古生物 在年代追忆加成的影响下 就算是灵异 都觉得太夸张了 只可惜 远古静咒更加夸张 直到第十层 一进入这一层 灵异就感觉天地的界限 明显模糊了许多 地表已经没有了植被 灵异也看不到任何生物存在 大地与海洋 依旧只是融融的一片半固体状态 亘古洪荒的气息 扑面来 你已进入第十层 当前层守官BOSS 晴天巨兽诺特纳 当前追忆 洪荒太古 前方的路已经不漫长了 第十层 已经是很多人 一生都遥不可及的极深层了 风神王座下 灵异能够看到 那一片熔岩火海中 有什么东西 正在下方 它的心跳声 让整个第十层 都在轻微震颤 扑通 扑通 随着心跳的声音 熔岩海洋 不断翻涌 灵异一个念头 熔岩海洋上方 吹起可怕的狂风 海洋掀起滔天巨浪 下方的存在 明显被灵异的挑衅惊醒了 下一刻 一只浑身覆盖着赤红色 熔岩甲套的巨大生物 从中浮出 它脚下的大地 起身向它发出咆哮 灵异双眼微眯 这是一只体型足有 数百公里大小的 爬行生物 背后厚重的岩石 以及它头部的特征 让它看起来 很像一只巨大的乌龟 叮叮叮 无数锋刃切割在 它厚重的龟壳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没破防 灵异并没有太意外 这都已经是第十层了 要是它不使用任何法术 光是凭借念头 更改天气造成的伤害 就秒了这BOSS 才说明天空塔 没什么含金量 天空塔给出这只巨大的熔岩龟的信息 本层守关BOSS 晴天巨兽诺克纳 追忆 洪荒太古 受追忆年代加成影响 BOSS的生命值 攻击力提升十万倍 BOSS血量 2.7兆 加成后 BOSS阶段 共三阶段 成功击杀本层 守关BOSS时 必定出现一个SSS级的祝福 出现了 数值膨胀游戏里 才能看到的数值单位 以这个单位 已经过时了 这只大乌龟的血量 直接来到了万亿 也就视照的级别 晴天巨兽 张开巨大的岩石龟嘴 仰天咆哮 哄 下一刻 它龟背上 一道道赤红色的纹路 亮了起来 一座超级火山 在它背后形成 漫天的岩浆火 与和高温气体碎屑 朝着天空中的灵异激射而来 灵异对此 只是勾了勾手指 之前苦于没有木桩 测试一下风神王座 对其他风系技能的升阶 加强效果 现在终于有个好靶子了 一道翠绿色的锋刃 从灵异的指尖画出 这是风系最基础 也是最弱的技能 一阶的锋刃术 但是 这一道刚刚诞生的弱小锋刃术 在飞出灵异指尖过后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道 横跟大半个天空的巨型锋刃斩机 So 快 极致的快 甚至灵异自己 都没太看清 这道巨型锋刃 到底是如何成型 又是如何飞行的 就已经斩入下方的熔岩火海中了 至于那只晴天巨兽 更是在锋刃斩下的一瞬间 就被切成两半 随后 扩散开来的后续无 树峰系斩机 更是将防御力高到恐怖的它 斩成了数十万个小块 最后 彻底湮灭 锋刃斩入熔岩海后 能量彻底爆发 灵异看到整片岩浆大海 都被斩出一道 宽约数公里的可怕硬痕 其中的每一片区域 都被无数暴风填充 鸟了 甚至跳过了这大乌龟的 后续二个阶段 直接把二万七千亿的血量 在顷刻尖归灵 灵异 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 普通锋刃 九阶等阶 十阶伤海 再加上风系自带的 极致攻击断数 以上条件 缺少一个 都达成不了 现在这个惊人的效果 恭喜你 你已通关第十层 请进入下一层 熔岩海洋中 开启一道空间裂系 灵异随便选了一个 SSS级的祝福 然后就进入了下一层 毕竟BOSS官只有一个目标 法力汲取这个祝福 给的回篮效果 是杯水车星的 他再拖个几秒 风神王座就要没了 一阵黑幕过后 当灵异重新获得视野时 就看到了 一具巨大的尸体 那赫然是一只 晴天巨兽的尸体 巨龟趴附在地上 死了有一会了 他背后的龟壳上 出现了一个害人的大洞 大洞贯穿了他的心脏 是红色灼热的血液 流淌了一地 站住 你是哪个不足的 再敢前进一步 我射死你 灵异耳旁 忽然传来一道 稚嫩的孩童声音 凝神注视 灵异才发现 声音来源于 那晴天巨兽巨大的尸体旁 一名身上披着兽皮的 金兽少年 从巨兽尸体的阴影中走出 随后 浮空而起 飞上高空 取下后背的大弓 满弦拉开 弓使直指自己所在的方向 一脸警戒地盯着自己 少年胸前 有着一道淡淡的 青灰色鸟形纹路 这道纹路 随着少年的一呼一吸 似乎也活过来了一般 你已进入第九层 当前追忆 洪荒太古 本层所需清理怪物 一 进入下一层 需要达成完美清理 提示框出现 灵异一症 看了看 那能够不借助任何工具 飞在天空中 张弓瞄着自己的少年 又看了看那只 被某重攻击 直接洞穿心脏的 晴天巨兽 心中恶然 好好好 十层的boss 被九层的小怪 当成垃圾一样 屠杀是吧 只是一层纸叉 两者战力的差距 让灵异都觉得夸张 更何况 眼前这少年 看年纪 也就八九岁的样子 So 箭是破空声传来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到少年的剑 洞穿了整个风神王座 穿过他虚幻的身体 刺穿了他身后的苍穹 静止奔向宇宙 空间深处 灵异甚至看到 那根剑在飞行途中 因为其恐怖的威力 而撕裂出来的一层 层空间连衣 尼玛 要不要有这么夸张的战略 灵异感觉自己的认知 都在被冲击 蓝星的洪荒时代 原来还有史前人族 文明存在吗 他们不仅能飞天遁地 张弓射箭 还有这种威力 各个都是后意识吧 为什么攻击我 我也是人 灵异没有因为少年冒犯的举动 就回击 反而有些好奇 你看起来像是人 但说不出 你是哪个不足的 娘祖说 直接杀了 说不定是神甲扮的人 你还会疯化的本领 就算是人 也不是我们不足的 少年说完 不废话 直接又是一剑 朝着灵异眉心射来 灵异能够感受得到 这一剑被少年附上了 某种类似法则的东西 他风元素化的身体 也并不能无视这一剑了 灵异叹了口气 好强的攻击欲望 既然第九层的小怪 都这么强 自己也只能认真应对了 高速飞行的箭矢 被一道无形的风团 直接吹飞 灵异毫发无伤 风系五剑 风之意 这是灵异第一个获得的 飞行技能 当然 此刻灵异用出这个技能 不是看中了他的飞行能力 他不需要飞行能力 要的是 这个技能自带的 风团格挡远程技能的效果 果然如他猜测的一般 在等阶提升到九阶之后 这个技能的防御力 也超乎他的想象 这少年的破空一剑 能直接射杀晴天巨兽 却破不了他的风团 你果然不是人 荒神 我杀了你 再给我加一条神纹 少年低喝一声 胸前的青灰色纹路 完全亮了起来 灵异看得真切 那是一只九头大鹏鸟 这应该就是他口中 所说的神闻了 虽然灵异想从这少年口中 得到更多信息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但时间不允许了 进入这一层 已经过去五秒多了 他的法力值 撑不了多久了 嗖嗖嗖 十多根穿心见识袭来 与此同时 少年的身形 也在以极快的速度 闪避风神王座 溢散出来的风刃切割 八九岁的年纪 就有如此战力 灵异都不敢想这个时代的成年人组 战力会有多恐怖 好在他的底牌足够多 兵和时代 兵系八阶被灵异用了出来 煞世间 风神王座之下 刮起猛烈的暴风雪 兵系和风系彼此之间 是有相性配合的 本来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成行的大范围兵 和时代领域 顷刻成行 无数寒冰 蔓延上少年的四肢百骸 但他胸口的神闻闪动间 甚至能够让体温迅速升高 以此来延缓寒霜凝结的速度 只可惜 他的速度 还是因此变慢了很多 灵异不再给他躲闪的机会 只要能在一个范围 内将其限制住就行了 风系七阶 惊涛千蓝破 这个曾经斩杀了 异化死灵骑士的七阶技能 再次被灵异用了出来 并且被风神王座 提升到九阶境咒疾之后 更是规模恐怖 苍天坠落 狂暴的风墙湮灭一切 天目云墙散去之后 少年已经跟地上巨大的 晴天巨兽一起灰飞烟灭 得罪了 灵异叹了口气 虽然这塔里的生物 应该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能够进入这座塔的怪物 基本都已灭绝 这少年 很可能也只是亿万年前 才存在过而已 这座塔 只是让灵异追忆他们的幻影 话虽如此 但同位人族 灵异还是对同类相残 有些不忍的 丁 你已达成完美肃清 请进入下一层 三个金色祝福出 现在灵异面前 到了这个层数 基本上已经一定会有 SSS级的金色祝福了 灵异再次挑选了一个 跟法力之 恢复有关的祝福 随后进入了第八层 慌神 受死 刚进入这一层 灵异就遭遇了开门杀 三个装扮看起来跟之前 那少年风格迥异 但同样胸前 映着栩栩如生的 兽文的青年 抱贺一声 就携手朝灵异攻来 位守的是一名 手持巨斧的青年 他一个飞跃 巨斧朝着灵异的天灵盖 狠狠劈来 有了先前遭遇 那社界少年的经历 灵异深知 这些太古时期的人族的 可怕战力 星面一动 电光闪现 灵异用霹雳一闪 躲掉了这是大力尘的一批 随后 灵异就看到这一幅落下 瞬间地动山摇 岩石崩裂 请客间 竟然直接将地面 劈出了一道小型峡谷 别跑 三名青年身上的神文大量 腾空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 追上灵异 风神王座状态下 五接风之一给的速度 提升效果 也到了静咒级 所以一时见 这三名战力彪悍的青年 还追不上灵异 灵异则趁机仔细 观察了一下 这三人的特征 三人看体型 都已精成年 并且皮肤有黑 面相凶恶 灵异甚至看到了 他们嘴里长出的獠牙 是人 但不完全是人 与此同时 这三人身上的装束 也不只是兽皮 手腕 大臂和脚腕上 都带着由不知名金属 打造而成的环 胸口的神文 比起之前那少年 也要凝食不少 三人的授闻各异 比如手持巨斧的那位 魁梧一些的青年 闻的是魁牛 而另一名手持长矛的青年 闻住的则是青狐 但他们的授闻 都有一个之前少年 没有的特征 那就是 有一条漆黑的横线 在整个纹路的核心部位 灵异若有所思 这应该就是这些 太古人族力量的来源 从之前那少年和这三人 对自己的称呼来看 自己这类本身 就掌握天地间 元素力量的特殊存在 被叫做荒神 而他们跟荒神似乎是对立关系 这些上古人族的信息 灵异打探得差不多了 随后 他不跑了 回头就是连续的七八个风隙 七阶天空坠落 加上太初混沌出发的多重施法 瞬间就是上百个禁咒砸下来 秒杀掉三名青年 进入第七层 灵异则直接看到了下方的 一个部族村落 他刚一出现 瞬间就看到 下方原本安宁生活的村落 响起了壮钟声 荒神入侵 女人孩童避难 其余人随我杀 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一名胸口和腹部 闻着两种不同寿闻的大汗飞上天空 身后还跟着几十个壮年男丁 皇神好胆 一言不合 几十人就纷纷拿着手中 明显也不是凡物的兵器 对灵异攻来 死寂之国 有了第八层的出门杀 灵异在进入这一层的瞬间 就已经用出这个技能了 下一刻 几十名太古人族便被凝固在空中 下方的村落 更是完全陷入停滞 只有那位守的大汗似乎还能活动几分 这是什么写法 但是 对我 没用 受死 喝呀 大汗浑身一抖 身上的两道兽纹战 放出鲜红的血光 下一刻 这大汗竟然彻底正脱了束缚 手中的长枪 斜刺里一扫 就将灵异的风神王座 打散小半 灵异看得真切 这大汗胸口的兽纹 合计有着两道黑纹 看来对这些太古人族来说 身上的神纹越多 战力越强 并且这些神纹 似乎也是某种法则的具现化 不然这大汗爵不可能抗拒得了 蕴含永恒法则的死寂之国 唯有法则能够对抗法则 这是绝对的 哪怕放在上古时期 也一样适用 死所见 那大汗已经对着灵异护体的风团连 捅了几百枪 这上百枪 已经足以一拼一座小型山脉了 与此同时 灵异也发现 其余的那些身负神纹的战士们 也全都一个个 从死寂之国的禁止领域中见 见获的行动能力 灵异都有些感觉头皮 发麻了 这些上古人族 真有动辄移山填海的威能 就连神 都是这些人族猎杀的对象 这还只是一个村长行的人物 下一次 他要是碰到部族首领 又会有多离谱 更遑论这个时代中的人族首领呢 你这荒神 倒还有些本事 竟然吃得住我这么多枪 大汉 手持长枪 欲战欲勇 放声大笑 身上的两道神纹 更是展露出了他们曾经的模样 那是一只对月孝天的银狼 以及一只催山猎岩的巨猿 银狼神 闻给了他极致的敏捷和速度 巨猿神闻 则赋予了他摧毁一切的距离 灵异瞟了眼下方的村落 那些已经躲进掩体中的老弱妇孺 这些人 应该是没有 这种移山填海的本事的 他们依旧只是普通人 嗯 可能身体素质 要比后世蓝星的普通人要强一些 那么结论 就很显而易见了 这些人的力量就来源于身上的这些神闻 灵异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也是人族的一份子 有没有可能 自己也能掌握这种神奇的力量 灵异明显感觉得道 神闻体系看起来是完全独立于 职业者力量体系的新的力量体系 但本源应该是一致的 就在灵异思考间 他刚刚召唤出来的静咒疾风团庇护效果 也彻底消散 灵异不慌不乱 十几个风系五阶法术丢了出来 刹那间 那被领头大汉以及无数神闻战士机散了的风团 再次汇聚起来 并且数量和规模比起之前要多出五六倍 你 你在耍我吗 大汉又惊又木 他原本以为卸掉灵异的龟壳 灵异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由他们宰割了 但没想到 这无穷无计 能够吸收攻击力道的风团 他挥手间就能召唤 处成千上万个 他刚才自觉自己站得酣畅淋漓 没想到是在给对方按摩 我来电后 你们快撤退 大汉嘀喝一声 下一刻 速度爆发到极限 竟然化作一道赤红色的残影 宛如发了风一般 尝试钻进风团的缝隙中 攻击灵异的本体 灵异一正 可以啊 不傻呀 他还以为这些史前神闻人族 都是满脑子杀戮和战斗的一根金蛮子 但明显 他们的智慧并不低 在意识到 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之后 这大汉选择牺牲自己 换取其他人的逃跑时机 最棘手的是 灵异要是真的打算去追击其他人 就免不了 要被这大汉攥了空子 连那第九层的少年 都能够请客奸 破解他的元素化手段 这大汉肯定也不在话下 久吻是灵异通关所有副本的第一准则 当下灵异也不去思考 神闻相关的东西 他只是叹了口气 看到自己已经见底的蓝亮 心中做出了一个决断 那就是终止风神王座 连续好几层各位书的怪物 让灵异根本回不上蓝 虽然这个缘古尽咒用 起来很爽 但是他真的撑不住了 如果此刻不选择 干脆了断地结束这个技能 造成大范围的最终爆炸伤害 他怕真让这大汉的族人 用什么秘法跑了 这样他无法达成完美通关 就真要折在这第七层了 哄 就在灵异中 只封神王座法力攻击的下一个瞬间 整个巨大的云颠王座崩塌了 灵异看到无数乱流 从崩塌的王座中飞出 然后对整个范围内的一切 进行无差别的锋刃绞杀 嘶嘶嘶 这些锋刃的攻击速度和攻击频率 完全就不是之前灵异使用出来的那些 提升到九阶的锋系法术 能够比拟的 几乎是瞬间 灵异就看到 那大汉身躯被切碎湮灭 下方打算逃跑撤离的其他人 也化为击粉 百万次的静咒及锋刃攻击 直接让整个天空塔 再次震战起来 你已通关第七层 你已通关第六层 你已通关第二层 接连好几道道提示声传来 风隙的远古静咒 最后的爆发伤害 直接让灵异直通最后一层 但灵异却 没有太多兴奋和开心的情绪 以他目前已经成型的升阶流 以及各种牛逼祝福的组合 进入一层棗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哎 造孽啊 这塔深层的关卡 竟然是这样 灵异不知为什么 即使知道 眼前都是幻想 都是给他设定出来的关卡 但是心中 还是忍不住的悲伤 灵异也说不清 这一股悲伤 到底是从何而来 直到他的元素化 升格状态消散 他重新变位 行走在地上的人类之后 才明白了 这些太古人族 能飞天遁地 能一山填海 但却还是灭绝了 因为二十层 以及三十层左右的 远古恐龙时代中 没有他们的存在 如果有 这蓝星霸主 哪里还能得到恐龙来当 是什么导致他们的灭绝 带着这个疑问 灵异走进了 已经不剩任何一人 存在的村落中 整个村落 一山二建 大多数著名的房子 自然都是土石结构 并且十分规整 乌设灵次制笔 这种结构明显 是要比土木结构 要结实牢固得多 但修建起来的工程量 肯定是比木材要大得多的 不过以这些神印人族的本事 开山采石 根本就不是难点 灵异在角落里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陶瓷大缸 嗯 他们甚至掌握了 烧制陶土制造器皿的工艺 打开大缸 灵异在里面看到了几排 已经腌自封前的肉干 这些肉鸣 显来源于他们口中的荒神 看来整个神文人族 算是一个依靠狩猎卫生的文明 灵异没有看到 任何农耕作物的种子 和粮食存在 嗯 更别说蔬菜水果这类了 在这个洪荒太古时代 很多物种 甚至没有进化出来 反正目标只是冲到一层 对通关时间 也没有硬性要求 灵异也不着急 进入下一层 反而是把整个村落 全都逛了一遍 他发现这村子深处 竟然与一个天然的 巨大山洞相连 山洞中 堆放着如小山一般的 森森白骨 这些白骨 只需要看头骨就明白 绝对不是常规兽类 这些应该就是 荒神死后留下的残骸了 灵异还看到了很多 由这些白骨 打造而成的半成品兵器 嗯 第九层那少年背着的长弓 能造成如此恐怖的威力 那弓弦肯定不是凡物 估计是某种荒神的 受精制成 刚才那大汉手中的长枪 更是能够耐受 无尽暴风切割 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些上古人族 简直是把荒神利用到极致了 以其血肉为食 以其骨甲为兵 不出意外的话 还能以其魂魄练闻 之前那持宫的少年 就说要杀了自己 回去让父亲练 制成神闻 就是他仍不知道这些人 到底是如何将荒神练 制成神闻 赋予体表 增强战力的 灵异继续深入 这山洞大的超乎灵异想象 灵异也感觉越发炎热起来 走到山洞深处 眼前忽然一亮 滚滚热浪扑面来 灵异看到了一片 规模巨大的岩浆池 岩浆池上 还有着一口数千米巨大的青铜顶 顶旁散落住无数荒神之骨 灵异扶空而起 看向顶中 顶中无数荒神骨 竟然被熬制成了一种 青灰色的材料 越过大顶 灵异看到那些 已经被加工好的青灰色材料 同样堆积成山 看来这些人狩猎荒神 一方面是取骨之兵 另一方面 是用其骨头段造某种材料 就是这些材料 是用来修建什么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灵异走到了山洞的尽头 一切都豁然开朗 他来到了山洞的后端开口 越过这座高山后 前方一望无际 完全是一片黄沙大漠 而灵异则在天际线的尽头 看到了他这刻疑问的答案 那是一扇门 足有数万米 数十万米高的青灰色巨门 洪荒巨垢 就注立在世界尽头 灵异只能感受到一股 前所未有的震撼 将自己包裹 这就是答案 这些太古人族 狩猎荒神 只为制造一扇天门 这堵墙 是灵异弃今未止 所见到过的最夸张的人工造物 在他面前 其他奇迹都黯然失色 为什么 为什么 要建起这扇门 门的后面 又是什么 灵异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光异自他身后展开 光细八接 光异自伏 随后 他急速腾空 朝着视线尽头的巨门飞去 然而 数分钟后 灵异却收到了天空塔内的提示 你已进入本层边界 无法继续前进 请尽快进入下一层 灵异看着视线尽头 仿佛根本没有靠近半分的太古天门 只能暂且作罢 不过灵异笃定自己 只要还能继续深入塔底 就一定能够抵达这座太古天门境前 灵异身影消失 选择进入下一层 第五层的怪物 已经被灵异之前的 风神王座爆炸所肃清 整层没有任何怪物 但灵异一眼就发现 远在天边 视线尽头及远处的巨大天门 近了一些 马不停蹄进入下一层 果然随着不断深入 灵异发现 自己距离那太古天门 越来越近了 除此以外 地面也出现了大量房屋 和聚居地的痕迹 冶炼荒神之谷的痕迹 也越来越多 直到进入第二层 灵异眼前一黑 再次被太古天门的雄伟 归其所折服 此刻他距离着天门约莫 有上万里的距离 但天门巍峨 已经遮蔽天光了 除了头顶后的天空 眼前所现 全都被天门占据 离得近了 灵异才发现了更多细节 这扇天门 不仅高 厚度应该也非常夸张 灵异深吸一口气 这已经是第二层了 前面 就是这趟爬台旅途的终点了 进入第一层 眼前一黑 再次睁开眼时 一目让灵异被震惊到 呆若目击的壮观场面 出现在他眼前 动 动 动 首先入目点 自然是巨大的太古天门 此刻 灵异就站在天门境前 相隔不过数公里 天门上能够看到 各种深达数百米 甚至上千米的巨大破洞 甚至灵异还看到了 修补过的痕迹 天门下 站着一只知足 有百米身高的巨型荒神 这些荒神脖子上和脚上 都束缚着铁链 只有双手拿着战锤 一下一下地敲击着 同样巨大的战鼓 震天的鼓声 泪响在耳旁 灵异都感觉浑身的血液 被加热到沸点 抬头看 则是口中 杀生直冲硝悍的 无数神闻战士们 他们于天门前列阵战好 手中兵器锋芒毕露 身上神闻熠熠生辉 灵异看了一眼 最前方那些人身上 明映的神闻 这一看不要紧 灵异直接觉得头皮发麻 两道神闻的人 满天都是 三道神闻的 也不在少数 至于那些身上 印着四到五道神闻的强者 散发出来的气势和威亚 第七层碰到的那位用枪的大汉 也仅仅只是这个时代中的 下游弱者罢了 目光越过 这数量粗略 估计足有数万的神闻战士 若目的景象 让灵异再次愕然 赢 一声悠扬的龙影 从远处的一条飞 在空中的响龙口中发出 跟他并驾齐驱的 还有其他八条颜色 和形态各异的龙 九条真龙后方 则拖曳着一架 飞翔在天空中的战车 战车两侧 悬挂着红黄相间的巨大惊奇 战车正中 站着一位身姿盎然 风华绝代的人物 与此同时 下方也同样站着大量 手持各色兵器 身上神闻光彩意义的人 组成的庞大战阵 狂风烈烈 惊奇招展 旗上写住的两个字 是太古文字 灵异看不懂 但他知道 那人应该就是整个 太古人族的真正皇者 思考间 灵异看到那九龙年上的人 竟然也朝他投来目光 这目光仿佛穿越了 亿万年的时光 将他看了个彻彻底底 未来人 告诉我 你为何来到这里 九龙车脸上的皇者 淡淡开口 听在灵异耳边 却如同红中大驴 这一刻 灵异念头急转 想了很多回答 最后选择了最朴实的那个 再次等人物面前 谎言说不定 反而会出怒他 为了力量 为了传承 灵异当然是为了武魂而来 第二句的 为了传承 自然也是承认 自己缠这些太古人族身上的 神文体系 想要得到这种传承 想要 那便上前来 只要你能走到我身前百丈之内 便算你过关 跟随他话语一同出现的 还有本层的提示框 你已进入第一层 当前追忆 洪荒太古 本层目标 进入 身前百丈范围 本层怪物 太古神文人族精锐 十万鱼 拦住他 黄口小儿 怎配 敬见我族上皇 滚回你的世界去 瞬间 灵异就感觉到 这些列阵站好的那些神文战士 全都因为自己的举动 而愤怒了 十万杀意扑灭而来 灵异都感觉有些窒息 对于这些神文精锐的嘲讽 灵异是时尚 反而松了口气 最终考验 是突破着十万精锐的封锁 而不是直面太古人皇 这样的传奇人物 这就有胜算了 小子 别怪我们以多气少 数百人从战阵中飞出 位守一名胸口 闻着三道神文的大汉 放声大笑 只可惜 他剩下的半句 话还莫说完 就觉得眼前一花 灵异的身影 已然消失 一阵进风扑面来 大汉猛然回头 就看到灵异 早已飞越了数千里的距离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远方的九龙 撵车飞去 能不战 当然就不战 最后这一关的要求 是抵达特定位置 跟这些各个皮操肉厚 还有法则之力 加持的神文战士缠斗 非常浪费时间 跑了 别让他跑了 拦住他 一声声惊呼 和爆和声从身后传来 灵异身后无形的光异震动 再次加速 只可惜 这种偷跑机俩 只能用一次 知道他的速度极快之后 此前 有些小看灵异的那些神文战士 全都严肃起来 他们腾空而起 形成了一道包围灵异的天罗地网 与此同时 千万根箭矢破空飞来 这些人的剑法极好 宫矢的轨迹 正好锁在灵异的必经之路上 要是想继续前进 就必须绕道 但是绕道飞行的路 也早已有人从旁包围过来了 惊艳极其恐怖 并且彼此配合 还默契无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灵异这一次 肯定要止步不前时 他真的止步不前了 然而下一刻 下方的神文战士们 才刚刚升起的一丝的盛心 瞬间就被惊恶取代 因为 灵异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不是因为速度快 而是真的直接消失了 人呢 众人四下张望 随后 才在数千米外 发现灵异渐渐从黑影中淡出的人形 他怎么过去的 不可能 把他设下来 生死不论 战阵中 几位身上神文数量 足有五六道的 附疆级人物 纷纷下令 原本他们不想下杀手 但现在这次的手段有些诡异 超出他们的认知了 所以还是杀了 避免夜长梦多最好 又是一轮剑雨扑天盖的袭来 灵异一个急停 再次凝制在原地 随后 身影消失 他并没有使用任何闪现和位移技能 而是用出了一个 之前在风绳岛上 通过轮回之处得到的技能 顿入暗影 效果 当你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一秒后 你会进入暗影 潜伏状态 让别人无法发现你 这个技能 还有一个效果 那就是隐身后 再次移动 隐身效果 不是立刻解除的 而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足够灵异飞行很远的距离了 蠢货 你们在瞄哪里 他在哪 他会隐身 战阵中 一位赴江双目战 放出璀璨金光 胸前的金雕神文 微微亮起 给他提供了 足以堪破灵 一顿入暗影状态的能力 被他这么一提醒 同样拥有这类反影技能的人 也全都看到了灵异的真身所在 有了他们的指挥调度 其余人全都朝着正确的位置围了上来 灵异心中一叹 还是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不过他的底牌 还远不止这些 眼看着包围网即将成型 灵异插翅难飞 下一刻 一道电光闪过 轰鸣的雷声让 所有人都是一惊 再次定睛看去 哪还见得到包围网中心的灵异 霹雳一闪 迅风一闪 两个超级位移技能 被灵异交替使用 两个技能都进入冷却的话 灵异还有从小胖子 那薅羊毛后来的空间 细传送技能取进折月 只需要传送他自己本人 再加上灵异对魔法的天赋 这个需要引导和延迟的技能 也被灵异用的 跟闪现没有太多区别 眼看着这场次 王沙架来的考验 已经过半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够了 你只可到此 不可再计 随着这道报 赫声一同来的 是一名胸前闻着五道神闻 其中一道 是一只巨大的深渊魔珠的中年人 顿时灵异就感觉自己动弹不得 四肢屈前 仿佛陷入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之中 灵异的反应也很快 先不管这人 到底用了什么特殊的术法 但这种无法前进的迟滞感 灵异很确定 是物理上的束缚 灵异身上腾起蓝色火焰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虚空中无数他肉眼 根本无法观察到的丝线 被至高之炎直接烧断 手脚和屈前 被捆绑束缚的感觉 很快就消失了 那魔珠神闻中年人面色一惊 你这丝 没有半点神力 却能用出如此之多的术法 不错 你比十三年前 闯到这里的那位来人更强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哄 灵异直觉的大脑一阵晕血 他甚至没能看清 这中年人到底做了什么 就从至高升华的元素化状态 退了出来 自己的技能 直接被取消掉了 灵异眼角的余光 还能够看到 一缕缕被从他体内打出来 即将消散掉的火元素流光 绑起来 好好戴他 半日后 他自然会消失 中年人吩咐一声 瞬间十几名下属 就飞上来 手持金绳 想要捆住灵异 我本不想动手的 为什么飞要拦在我面前呢 灵异两句话 让那中年人猛然回头 然后面色巨变 你 你怎会 下一刻 这中年人 也不受控制地 从地上飞了起来 当然 不是他自己想飞 而是天空中 有一股他根本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 将它们吸了上去 地暴天星 灵异双张合十 最后一句真言 脱口而出 下一刻 整个洪荒大地震动起来 恐怖的地震 让整座太古天门 看起来都在轻微晃动 下方的山脉 河流 全都开始以极快的速度 飞上天空 一颗巨大的岩石球 开始缓缓形成 静咒 地暴天星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扁 重力细 消耗 二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十真言 冷却时间 24小时 主动效果 于选定位置 制造一个引力源 吸引范围内一切事物 向其核心靠近 并对所有受影响的目标 附加引力封印效果 距离引力源越近的目标 承受的引力封印效果越强 目标接近引力源核心后 同样会受到越来越高的物理挤压伤害 引力封印 无法使用任何技能 中断所有目前已有 或仍在持续的技能 抵达引力源时 该效果的适用范围为10阶以下 当前引力源强度范围 1000公里 当前引力源持续时间 5分钟 备注 一代米要扛几楼 引力源的位置 被灵异直接选在了这中年人的头顶正上方 加上此刻足有数万人在包围灵异 这些人也都是主动在朝着这个引力源靠近的 情况不对 他这竖法 一进何道 你们守不住 快退后 中年人大叫几声 连忙后退 现在还想跑 来得及吗 灵异冷笑一声 局势反转 刚刚他才是被压制的那一方 这些围上来的人 现在想跑 得却已经来不及了 引力源彻底成形 灵异看到所有人身上的神闻 全都暗淡下去 无论他们怎么催动体内神力 却都不会再响应他们半分 其中也包括 目前灵异碰到的最强者 刚刚那位施展魔珠天网 照住灵异的中年人 他身上的五道神闻 也一一暗淡下去 失去了神闻加持 神力衰退后 这十万天兵天将 也跟凡人无异了 灵异看到 有人从天空坠落 然后被引力源的距离 拖拽到中心 成为了耐岩石球的一部分 天空中的岩球 越发巨大 无数人惊叫着 被吸引向中间 死记之国是剥夺速度 这算是法则的一种 但是却无法完全对这些 同样有法则之力的神闻战士 生效太长时间 但地暴天心是例外 这个技能最标志性的效果 是封印 直接让这些人的力量 源泉被封印下来 所谓的法则对抗 自然也就无从弹起了 放肆 你敢 走到这里 灵异距离最后的九龙碾车 已经不远了 他甚至已经能够看到 车上太古人皇 那淡然的表情了 离得近了 自然拱卫在人皇身边的高手 也更多了 灵异看到四名手持 各异武器 气势远比目前未止 灵异碰碰到过的 任何一位神闻战士 都要强大得多的人 飞了过来 灵异瞳孔一缩 这四人 应该就是这太古时代 人皇之下的最强者了 他们身上的神闻 不仅足有七条之多 更是闪烁着 淡淡的七彩神光 那神闻背后 所代表的荒神 也极其可怕 这四位大将 明显不受 引力源的封印所影响 气势汹汹而来 灵异咬牙 就这最后一哆嗦了 他自然不可能放弃 嗖 嗖 嗖 一瞬间 就有十多个高阶风系法术 被灵异丢了出去 其中 还有一个八阶法术 触发了升阶效果 下一刻 灵异身边再次卷起台风 灵异眼前一亮 这应该算是 绝境前的最后一次希望了 他丢出这些 风系法术的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伤敌 而是为了刷新冷却时间 地暴 天星 第二个的暴天星 被灵异用了出来 并且 引力源直接就跟之前的那一个 完全重叠 X9 又是许久没有触发的 太初混沌 终于触发了 并且受到我为人人混合的 幸运加成效果 这一次的多重施法 还很给力 加上原本的地暴天星 直接一个十倍 原本出史威力的 超级引力源 被灵异创造了出来 不可力敌 先解放神闻断剑 四位大将舟 手持白色荒神鼓杖 飞在最后的一位老者 忽然抬手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这四人体表 一道神闻 竟然消失了 随后 四人身边 多出了一层肉眼看上去 跟整个塔内 未免截然不同的黑玉 这片黑玉中 什么都没有 但就是这一片黑玉的存在 让灵异惊绝 无论是扩散的锋刃 还是引力源的锋印效果 在进入这层黑玉之后 就完全消失不现了 根本无法影响到 它们四人本体 神闻 解放 这无疑是神闻的 最高级用法之一 相当于是给自己 套了一层BTB 虽然持续时间 应该不会长 但是短时间内 完全磨免 无视你任何削弱 锋印 控制类的效果 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 最终结果了 灵异叹了口气 一个神闻解放的老灯 它都解决不了了 更何况 现在是四个 灵异是真的感觉 束手无策了 最后剩下的 只有佛怒火 连这个目前上线 最高的火系法则 尽咒了 好不容易攒到的 十多缕一火 现在就要 交在这里了 这就是灵异的 最后一波了 不过 就在灵异等待 四人离它足够近 它直接自爆一火的时候 一道提示 忽然出现在脑海 丁 静咒的爆天星 触发了至高升阶效果 该法术已蜕变位 远古静咒 地线天崩 灵异眼前一亮 山中水腹已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在太初混沌的 九倍多重十法下 在高幸运加持下 它触发了升阶效果 风系的远古静咒 都无比逆天了 灵异不敢想象 重力系的远古静咒 会有多夸张 远古静咒 地线天崩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十阶 细别 重力系 消耗 五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十真言 冷却时间 十天 被动效果 你的引力领域倍率 提升至9999倍 领域广度 扩展至十万公里 主动效果 爆发时提升 你引力领域范围内的 所有重力倍率 至多提升至 99999倍 持续十秒 收缩引力领域 影响范围时 则更容易达到 重力倍数爆发提升的峰值 当前倍率 19999倍 当前引力领域范围 十万公里 备注 海平路缠 重归混沌 跟风神王座比起来 重力系的远古静咒说明 堪称朴实无华 但灵异能够想象得到 在十万公里的领域尺度下 任何一个角落 都在承受原本两万倍以上的重力 会产生什么后果 哄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灵异就看到天空中飘着的云 仿佛有千军重弹一般 从高空砸落而下 整个引力领域笼罩的范围内 蓝星大气层 都在往下方陷落 天邦 这是名副其实的天邦 而帝献则更加直观 不远处的天门 正在不断变矮 灵异幕光两侧及远处的群峰山脉 也在渐渐被重力压成丘陵 最后变成平原 至于现场的十万神闻精锐 大部分在这个远古静咒出发的瞬间 就直接被重力碾成飞灰 扑通 扑通 四位身上带着七道神闻的大将 也是面色惊慌 纷纷跪倒在地 身上的黑玉 直接被恐怖的重力压成虚无 恍惚间 灵异看到远处再次隆起了一座座高山 只不过那高山 越发高耸 大量红色的熔岩 也在边界的区喷涌而出 完全就是一幅末日景象 随后灵异才意识到 不是那些山在生长升高 而是他引力领域所笼罩下的整块大陆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下沉 一个静咒 让大陆板块直接沉入地壳之下 结束了 灵异知道 自己赢了 只不过当下一刻 灵异再次听到脑海里响起的提示声时 他大脑直接荡击了 丁 你的法术 远古静咒 地线天崩 触发了至高升阶效果 该法术已蜕变位 纠集静咒 坠远 灵异直觉的大脑一片空白 啊 升阶过后的法术 还能够继续触发升阶 十阶远古静咒 已经将这太古时代的十万神闻精锐 压成积粉了 那么远古静咒 更上一阶的法术 灵异都不敢想 他从未想过 一趟爬塔之旅 会让他提前用出所谓的 纠集静咒 重力系的纠集静咒 名为坠越 只有两个字 但却让灵异心惊不已 真是字面理解的那样吗 下一刻 灵异直觉的浑身一震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引力领域 瞬间就从负压十万公里的规模 迅速扩展到 足以囊括整个蓝星太古世界的程度 具体有多广 灵异无从知晓 但灵异知道 整个蓝星 已成他的掌中之物 引力成为了他的第三只手 第六重观感 蓝星之外 四十万公里外的月球 灵异一个念头 也能牵扯下来 灵异睁开眼 谋中震撼 这纠集静咒 已然到了灭世级 他真的能够将月球拉下来 坠毁在蓝星世界 然而 现在的情况 根本用不住这个纠集静咒了 巩卫在仁皇身边的四位大将 包裹身边的黑玉 消散一空 七神闻也好 三神闻也罢 在地线天崩极致的重力压迫下 没有区别 灵异心念一动 引力推动自身前进 下一个瞬间 他就已然来到了 那九龙面上的人皇面前 即使月球即将坠落 九条真龙面对灵异 也要低下高昂的头颅 但这位人皇却依旧昂然挺立 他 到底有多强 灵异撕续万千 然而 下一秒 他就发现 他动不了了 就连他对月球的牵引也消失了 这跟死记之国剥夺速度不一样 灵异感觉 更像是整片空间 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一切仿佛都被封存在时间中 不错 没想到亿万年后的枯竭之事 还有如此清俊 力气留着等 会杀魔神残影吧 说不定 你真的能做到 前人未尽之事 人皇话音落下 下一刻 周遭警雾 飞速变换 纳阵天战谷 九色真龙 以及巍峨壮观的天门 全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片断臂残缘 以及一位哭坐在地上的可怜老者 之前的场景 有多壮观 现在就有多凄凉 老者抬起头 灵异看到他的脸时 愕然一正 从轮廓依旧能够辨认得出 这老者 就是曾经风姿绝代的人皇 你可能依旧满腹疑惑 我便带你看看 这一切的起源 老者化落 灵异就看到 身边升腾起一阵阵云雾 灵异眼前出现了一幕木苍苍感 扑面而来的幻境 幻境中 灵异看到了太古人族的诞生和发展 这些事 只是一幕幻境一笔带过 虽然跟灵异所了解的人类起源 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明显不是重点 随后 第二幕幻境出现在灵异眼前 鸡人围在一个巨大的地底巨洞前张望 巨洞漆黑一片 根本看不到下方通向何处 幻境再次切换 太古人族手持简陋的兵器 与巨洞外语 无数青面獠牙 张牙舞爪的怪物交战 老者的声音缓缓响起 我人族蒙昧时期 随着不断扩张和探索 发现了一处 被我们称为地渊的史前巨洞 进入其中的人 都再也没有回来 随着日子不断过去 我们发现 这地渊巨洞 还在不断扩张电大 它吞没了我们的部族和家园 从中更是飞出了 无数具有特殊力量的怪物 这些怪物 被我们称作荒神 我人族一度被这些荒神徒盗 仅剩十多人 直到 我与兄长杀了一头较弱的荒神 我与兄长度重伤垂死 但我无意间引下那荒神心血 意外生还了下来 随后 我发现这荒神不仅血肉具有疗伤生机的效果 其筋骨还能够打造拥有巨大威力的武器 其神魂更是能踏印在我身上 加强我的气力 我将这些秘法 传给了其他人 其他人又传给自己的族人 渐渐地 我等人族再次复兴 但当我们部族 重回千人鼎盛气 再次回到那地渊时 地渊已然扩张到 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 从中出现的荒神实力 也足以翻山填海 我们再次遭受重伤 最后只有我和另外两人活了下来 我与他们约定 走遍这大荒九州 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人存在 开之散叶 荒神之仇 百年后再报 随着老者的叙述 灵异眼前幻境画卷再次展开 他看到一幕幕列杀荒神的画面闪过 大荒九州大地上 也有三个最大的部族 渐渐兴盛了起来 百年时间 眨眼急过 我已不知杀了多少荒神 踏印了多少荒神之魂 于我体内 我也有了翻山倒海的力量 眼看约定之日已到 就在我率领我族 即将进发前往的约时 却不想我曾经病监作战的手足 挡在了我的面前 他身高八尺 魁梧有力 这百年间 身上踏印的神文 已然超过百余 他所来目点 是夺取我族身上的神文之力 我与他 在捉路展开了一场大战 那一战 打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就连此前与我相约的第三部落 也同样参战了 最后 我赢了 但我们三大部落的十万人规模 最后也因为我们的内战 仅剩一万 那一战后 我领悟了两个道理 第一 要想灭了荒神 凭了地缘 我就必须 要掌控所有人族 也必须要成为最将的人 第二 这天地间的力量 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灵异听到这脸 猛然一正 这第二个道理 让灵异察觉到 这似乎跟法则规律有关 又是百年的修养生息 我族已然达到鼎盛 人数达到五十万 我将其中十万精锐挑选出来 远征地缘 剩下四十万 则命他们 散布整个九州 继续发展 为人族延续新火 因为我知道 此战我与那十万精锐 可能无法回归 我安排好一切 经过数十日的征法 屠杀了一路上 见到的所有荒神 终于重归的冤 比十年的冤 已然扩张到极限 九州整个北域 已经被的冤势力占据 从中走出的荒神 更是多达千万之数 我意识到 如果不封了地缘 荒神之灾 则永无止境 于是我制定了新的计划 我与那十万精锐 负责守在地缘旁 不遗余力地击杀 从中而出的荒神 而剩余的四十万人族 则在后方 以荒神之谷 锻造天门 灵异若有所悟 他在第九层 第八层 碰到的那些太古人族 应该就是 被这位人 黄一流分散在整个九州地界 延续人族新火的部落 怪不得那些部落全民皆兵 都在日以继夜地熬制荒神古板 目的就是修建天门 封堵地缘 五十万人齐心 仅仅花了十年 那善天门 便在地缘之口耸立而起 当时的我意气风发 在天门建成后 更是意图率领十万精锐 冲入地缘之中 将其中的荒神 也屠戮殆尽 为我人族 死后万代 留一条太平之路 不必再受荒神之劫苦 灵异听到这脸 也是新潮澎湃 这些开宗历派创造历史的大佬 果然都有一个宏愿 为万事开太平 当然 灵异知道 结局是肯定失败了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深入的约 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看到了无数余万生灵 他们也如我们这般 饱受荒神之苦 或者说 他们本身就是荒神的源头 而我九州人族 只不过是这大千世界中的 沧海一粟 我无法言说当时的绝望 我想将荒神屠戮殆尽 但这大千世界的所有生灵 岂是我十万人族能屠光的 但我们已经无法 回返九州了 是最后执念让我们 陷到荒神就杀 我本想做 此生便死在这无尽的杀戮上算了 但我们却惹到了一名 真正的大千魔神 老者话音低沉下来 灵异眼前的幻象 也陡然变幻 地渊喷出黑红色的魔气 横跟在整个九州北域 阻挡荒神的天门 顷刻见崩落 随后 灵异看到一只完全由一片 漆黑物质所构成的巨手 巨手将冲入地渊之中的 十万精锐 尽数碾碎 但却没有选择杀死 此刻已今生附数百神闻的人皇 那巨手探出地渊 在人皇重伤倒地 无法动弹时 直接将整个太古天门 一掌拍碎 随后 那漆黑幽碎的巨手 重新缩回地渊 没了踪迹 此后百年 我一蹶不振 如同行尸走肉般 在这地渊破碎的天门前 静静等死 可惜 当时的我 早已是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也不会死了 而那些从地渊之中冲出来的荒神 也拿我没有办法 我给那漆黑巨手的主人 取名吞星 那是一尊 以精进入河道下一个境界 或者说 下下个终极境界的大千强者 我在地渊看到他时 他就正在稀释一个 如同比九州世界更大 强者也更多的大型世界 百年后 我还是有很多事想不明白 首先 那吞星魔神坛之间 便可杀我十万足报 想要杀我 肯定也一如反掌 但他却没杀我 另外 他降临九州 也只是毁了天门 却没有把此方世界 吞噬毁灭 我重游九州 上九天揽月 下午阳叹齐 最后 我才逐渐理解了一切 老者的话语到这里 灵异也看到了一幕幻想 深邃幽暗的海底 这里有着无数细长的银鱼 嘴巴一开一盒间 吞噬无数浮游生物 随后 一只体型更大的捕食者 一口将这群细长银鱼 尽数吞掉 游向更深处 而在那更深邃的黑暗中 又有一只巨大的万族 伸了过来 将那捕食者抓住 送入口中 万类双天 物尽天择 放到大千世界 也硬是如此 我明白那吞星魔神 为什么不杀我 为什么不灭九州 因为当时的我 当时的九州 还不配 如果它的存在 就相当于是这海底的 八爪巨怪的话 那九州充其量 也只是海底的 某片平级之地 而我 以及我那十万族包 也只不过是沧海 浮游罢了 他不杀我 是想留着我 继续撞大此方世界 以九州 供养那些 比九州更强一些的 中型世界 然后 那些强一些的 中型世界 也要被大型世界吞并 最后 才是他们这些 漫游还宇 称霸大千的顶级强者 将已经成熟的 甘梅果实 吞入腹中 变成让自己 继续变强的养料 可笑我自称人皇 空耗百年 却没有明白 这最粗浅 随处可见的道理 林一听完 同样呆若目击 这个道理 由这垂垂老矣的人皇 告诉自己 远比自己参窝要快得多 尽快拿到五魂 然后去降渊 这是承销之前 给自己的忠告 力量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这是老人皇之前 说出的法则第三定律 看来你也想明白了 实力和道行 不是修来的 是抢来的 所谓大道 在这还与万箭 也早已被瓜分殆尽 不争不强 闭门苦修 最后只能任人鱼肉 明白这一点之后 我无比倾信 九州世界 出现了地渊 没了这道 通往其他世界的门 我们又如何寻求破局之法 灵异听到这里 也是眼前一亮 对啊 蓝星世界也是如此 虽然降渊入侵 已经过去不知道多久了 但他还从未听过 高层有说过 要完全封闭降渊世界 对其封杀堵截 看来底层原因 就是如此了 如果没有祥愿 蓝星便不可能继续变强 但继续变强 也相当于是加速自己成为 成熟的果实的进程 说不定最后 也还是要被那些魔神采摘 但二者相权 肯定是继续变强 要好过闭门自封 至于破局之法 破局之法在何处 灵异顿 绝头疼 太古人皇 以及无数战神 都想不到吧 我想不到破局之法 所以 我将残破的天门 四块较为完整的碎片 锻造了四座石塔 分散在九州 整个大陆东 西南北四处 我将我自身 剥离出轮回六道 永不如轮回 将我魂魄 一分未四 镇守每座石塔 最后一层 静等我人足 未来人 前来获取神文之力 未来人 现在 我便传你 踏印神文之法 你可愿意 老者话语说完 灵异脑海里 也传来提示 是否获得新能力 五魂 灵异一正 五魂 神文 本是一体 是了 太古人族 也是将荒神的魂魄 封入自己体内 借用其力量 这跟五魂的本质 是一模一样的 灵异对着老人 黄深深一拜 请您教我 就是还不知 要如何称呼您 老者清孝 我的明早 已不重要了 但你若执意了解的话 你便称我一声 浩天十足吧 哄 灵异只觉得 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他知道 眼前这老人 黄很牛逼 但没想过这么牛逼 浩天上帝啊 叮 你获得了新能力 五魂 五魂相关界面 已解锁 请自行查看 灵异打开个人界面 果然在技能旁边 看到了新解锁的 五魂界面 当前五魂 共鸣情况 未激活共鸣 当前五魂 增幅属性 五 这一切的缘由 但如果你想的话 这里也并非是 你此次旅程的终点 稍后 我会将这亿万年来 那些被我收服 镇压塔中 同样不入轮回的 强大荒神魂魄 展示于你 你可从中挑选一位 成为你的第一神闻 灵异文言 心中一喜 果然如他猜测一般 所谓五魂 既然跟神闻是一体 那么一名职业者 只能拥有一个五魂 这个说法 就并不成立 其中肯定有什么缘由 导致目前蓝星的职业者 起码目前 灵异见过的 拥有五魂的职业者 只有一个五魂 我不会告诉你 这些荒神魂魄 孰强孰弱 或是有何种神通 一切全凭你的气韵和天命 在选完后 若是 你愿意继续前进 我便送你到地灵藏 若是不愿 自行离开便可 浩天残魂言辟 灵异顿觉眼前一花 下一刻 他已然来到了一片新天地 这个地方 天地一片混沌 分不清上下左右 东南西北 灵异只能看到自己身边 飘荡着一个又一个 闪烁着七彩光芒的水炮 每一个水炮中 都封印住一道 栩栩如生的神魂在其中 吼 一只背声双翼 七行四虎的恶兽魂 炮从灵异身边飘过 他的吼声 让灵异都抖了个机灵 好凶 等灵异凝神观察后 才眉毛一挑 好家伙 穷奇 奇名穷奇 你很感兴趣吗 老人黄的声音响起 确认了灵异的猜测 但他也只会说出 这些魂炮中封印的 荒神名字而已 却并不会告诉灵异 他有什么魂迹 各项属性又如何 但灵异异竟带着 穿越者的记忆 无疑是比其他到这里的人 拥有更多优势 灵异的目光略过穷奇 看向附近的其他魂炮 一枚其中封印的魂魄 已经消失 仅剩几缕赤色残火的魂炮 似乎有灵异版 不过灵异身前 灵异宁眸多看了几眼 奇名必方 灵异一正 随后想起自家校长了 碧老的原形 竟然是碧方鸟吗 灵异继续向前 眼光略过一个又一个魂炮 能被浩天收服 不入轮回 放在这无剑宝库里的 都是神话级的魂盒 其中没有差的 大多人能走到这里 挑一个出去 都能称霸一方 但灵异知道 就算大家都是神话级 那彼此之间的差距 也无比巨大 灵异向更深处走去 一路上 他看到了无数在传说中 才能听到的武魂 穷奇 陶雾 滔天 混沌四兄 灵异全都看到了 清秋九尾 九幽炎罗 灵异越看越是心惊 那枯作在残败天门前的人皇老者 到底有多强 又在这亿万年间 到底在这天地间 搜罗了多少强大的魂魄 灵异心中的敬意 无法言说 他只能凝神 继续寻找自己想要的武魂 即使知道 后续应该有方法 能获得更多武魂神稳 但第一武魂的重要性 肯定是最高的 就和第一战宠一样 大多都完全跟职业者 本人灵魂契约绑定 一戎俱戎 一损俱损 赢 灵异听到两声淡淡的龙吟声 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个 早已没了其中 封印魂魄的魂盒 飘过自己耳边 竹龙 开幕未昼 合眼未昏 你眼光不错 只可惜数百年前 也被那轩辕小子拿走了 人皇口中的轩辕小子 灵异瞬间就明白是谁了 目前大侠第一 也是蓝星第一战力 灵异叹了口气 挠了挠头 他恨自己 挽生了数百年 只无间宝库里的魂魄 有些强的 早已被那些跟他一样 有着大气韵加深 同时 眼光也超出 常人许多的大佬选走了 自己想要在这里 选到一个心仪的 难度恐怕比想的还要高 念及此处 灵异心中 难免有一丝失落 就在这时 灵异侧方飘过一枚魂炮 其内景象 在灵异眼前一闪而过 等灵异去找时 那魂炮早已飞远 灵异快步追去 却发现那魂炮 就像是有灵异吧 主动躲避着灵异 甚至会用其他魂炮做遮掩 藏在后面 灵异没有忘记 刚刚看到的 那魂炮中的景象 越想越是心惊 于是乎 一人一魂 在这偌大的空间里 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最终 还是灵异一个飞身 抓住了那魂炮 才消停 这家火进我这宝库的年约不算久 也就千年而已 起初 每次有人进来 他都会主动 从万千魂炮身处钻出来 然后看一眼来人之后 又躲藏起来 看来 他似乎真的在等什么人 而你跟之前那些未来人一样 都不是他要等的人 如何 你是看上我无意间 收下的这心源了吗 灵异凝视着眼前的魂炮 浑身都在轻微颤抖 只见那七彩魂炮内 赫然封印住一座巍峨山 山岳呈现五根手指连排形状 而山下则钻出一只 毛脸雷公嘴的猴头 那猴头呲牙咧嘴 明显就算被镇压起来 也桀骜不驯 就他了 我就选他了 灵异不再犹豫 直接确定 没有人 能拒绝大圣 哪怕是人被封印在五指山下的大圣 灵异的最终选择 让一只旁观的老人 黄都顿了毒 随后他才问道 未来人 你确定要选他吗 他有些特殊 我魄力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 你三思之后 若坚持你的选择 你再告诉我吧 要是寻常人 听到老人黄这句话 多半就放弃了 因为一方面是 这五指山和猴头的组合 看起来确实不像是什么牛逼的武魂 另一方面 是老人黄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都不算是暗示了 都是明示了 还选不是傻子 但灵异只能说 不选才是傻子 我确定 就要他 灵异斩钉截铁 下一刻 他看到那魂炮里猴头的眼睛 都亮起来了 虽然表情依旧很凶 但明显一双灵动的眼睛 已经在打亮灵异了 灵异深吸一口气 大圣等不来你师父了 但你等来我了 你既坚持 那便如你所愿 猴头 今后你便有新主了 灵异听出了 浩天话语中的一丝不舍 明显这一万年的等候 他也需要与这些 荒神魂魄沟通 才能打消寄聊 灵异感绝双脚一轻 下一刻 他就感觉自己飘了起来 然后被一股犀利 重新放回了自己的身体中 灵异睁开眼 发现那原本枯作原地的老者 此刻正你一根古笔 为自己前胸的神纹 画上了最后一笔 浩天人皇最后一笔点 在灵异胸口灵猴神闻的眼睛上 下一刻 整道神闻战 放出一道七彩灵光 灵异直觉的一股 如同开天辟地般的魂力 猛然灌入自己的灵台石海中 随后 灵异的身后 便浮现了一座 巍峨的五指深山 五魂显现 虽然看起来的却并 不威武霸气 但是灵异笃定 这绝对不是自己 这道五魂真实的模样 打开五魂面板 灵异带住了 怪不得浩天会说 这五魂有些特殊 也太特殊了 星圆 类型 五魂 品级 神话 特性 破坏力 A加 防御力 SS 持久力 D 抵抗力 SSS加 成长力 共鸣属性 生命值正10% 物理防御正15% 我法抗性正15% 攻击力正8% 效果抵抗正10% 初始觉醒魂迹 大品天仙诀 封印 封印 魂迹蓝位 十 天生魂器 存在 但未解锁 后续可学习魂迹 五 该武魂不可学习 其他通用魂迹 这面板一放出来 让任何一个人看 都会只摇头 首先特性 估计就能劝退一大堆人了 身为一个神话级的武魂 最重要的破坏力 竟然只有A加 要知道之前其他人拿到的 SS级武魂 大多数破坏力 都有S加以上 持久力更是等于没有 D这个评解 几乎都是那些垃圾武魂 才会出现的了 但灵异知道 其中玄机 在那个打了问号的成长力那里 永远不要小看成常属性啊 至于魂迹蓝位 这个武魂 更是直接有十个 但偏偏它是一个 不可以学习 其他通用魂迹的武魂 乍一看 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垃圾中的垃圾 但是灵异知道 这只能说明 行元这个武魂 天生就自带了十个魂迹 只不过需要解除封印 才能显现出来 现在自己需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 帮它解除封印 让它展现出原本的力量 你既已选它 当作你的第一神文 我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弃 这是你的选择 浩天意味深长地 看了灵异一眼 灵异心中一动 啊 半途而弃 难道之前有人 老人黄点点头 此前你在挑选神文之时 出于一视同人的考虑 我并未告诉你有关它的全部 之前也有人跟你一样 抓住了它 只可惜 它看起来平平无奇 甚至还被镇压于山下 或许因为它看起 来比其他荒神神魂 更有灵性 有人抱着试探的心思 选了它 将它带了出去 过了末几年 那人重走了一次轮回塔 将它还了回来 它宁愿终生没有神文 也不愿带它一同征战四方 灵异带住了 还有这种事 不过玄机灵异就明白了 以目前大圣的特性来看 想要解锁魂迹 宁炼天生魂器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魂合 这绝对是个资源无底洞 更何况 以大圣的性子 又怎甘心屈尊 做人武魂 没造反反事都不错了 小子好胆 你既听过我的名号 竟然还敢选我 选了俺老孙 你可后悔 哼 若是毁了 放我走便是 但若是 你敢再把我交回给那老 我自碎神魂 也不会再回那鬼地方 死所间 灵异脑海里 也响起了一道声音 随后 一道幻影出现在灵异的眼前 镇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头霜 眼之勾勾地盯着灵异 灵异能够感受得到 明显它带着怨气 或许它也曾经相信 过那个之前 带它离开天空塔的人 谁知道 最后它的信任被辜负了 那人竟然把它退货了 现在想要它再次相信别人 不是一事了 我选了你 就不会后悔 大圣 你这封印要如何解开 我不信神佛 也莫在你这五指山上 看到能接起来的灵符 山下猴头脆了一口 我怎知道 我只知道 那如来老将我压在这山下 那观音也骗我说 五百年后 会有金铲子 转世将我救出 又拜他为师 护他周全 但我等了千年 也莫等来什么金铲子 反倒 等来了三界四周覆灭 六道天庭陷落 最后是这奇怪佬 将我的神魂 从那一片奇怪的 大千世界里带了出来 然后又锁了我几千年 我受够了 灵异傻了 三界四周覆灭 六道天庭陷落 时间线好像不太对 如果说诸天万界 真的存在的话 那么西游世界 肯定算是其中的大型世界 位格也不会低 但现在看来 也遭了毒手 想解封变强 自然需要喂养 更多荒神魂魄 好了 现在 你也有了神文 该做出决定了 你是否要进入地灵层 直面吞心魔 神残影 或是就此离开 老人皇的声音 将灵异的思绪打断 顺带回答了他的问题 灵异茫然问道 魔神残影 为何要直面他 灵异这个问题 直接让好天一愣 你的引路人 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你就稀里糊涂地 进了轮回他 灵异眼前浮现成霄 那张欠奏的咪咪眼笑脸 耳边也回想起他的话 我相信你们 应该都理解了 不理解 我也不负责回答 等你们进去就都知道了 我的 引路人不太称职 灵异咬牙切齿 老人黄摇了摇头 也罢 那我就跟你说说 此前 我告诉了你 这四座轮回塔 是陷落的天门锁链 那魔神再毁了天门之后 本体便返回大迁了 但他那一掌的一缕残念 却流了下来 他的这缕残念 至今都在干扰 整个九州四座轮回塔的运行 好在 他虽然是域外魔神 却一样受轮 毁法则所限 我最终将这座 东方轮回塔 放在了龟须海眼上方 通过开采海眼内 产出的特殊地脉矿石 就能够暂时压制住它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 每一位像你这样 闯入这一层的未来人 我都会鼓励他们 尝试挑战 彻底消灭那一缕残念 对它造成伤害 将其削弱 就能让更多的人 有资格进入轮回塔 同时 根据你们这些未来人 对魔神之手 残念造成的创伤程度 我也让海眼奴 按照相应比例 给你们发放 加那些废弃的魂盒 灵异眼前一亮 潜魔神残念 如果没好处 它当然是莫兴趣的 但是现在 能得到更多魂盒 还为人族日后 壮大复兴有助力 它就有兴趣了 主角的五魂 很早就设定好了的 但是 我一直都没办法敲定下来 原案其实有三个 大圣是其中之一 但是最近沉迷黑吗了 最后就敲定了 哈哈 没人能拒绝大圣 五魂与之业者契合 引发灵魂共鸣 一直维持原本强度的话 是不需要额外魂力的 但某些具有成长性的五魂 想要继续成长变强 当然是需要额外魂力滋养的 其魂力来源 自然就是魂盒了 每年全球四座轮回塔 产出的魂盒都不算多 并且这些魂盒 都是提交给首塔人 废弃掉的魂盒 注定品质不会太高 这类魂盒能提供的魂力 自然有限 灵异也是今天第一天知道 原来那些已经拥有五魂的强者 想要获取额外的魂盒 除了找天空塔官方高架 拍卖购买途径以外 竟然还有跟巨队魔神残念造成的伤害 来发放额外魂盒 与此同时 浩天老人皇的这几句话 也让灵异明白了 所有有关道玄的天空塔的来龙去脉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太古时期 就有人族出现了 随后荒神作乱 人族浩天第一个 发现了斩杀荒神 踏印神温的方法 他将方法传与其他人 人族昌盛壮大 获得神温力量的人 可宜山填海 狩猎荒神 更是用其骨骼 建立起了雄伟壮观的太古天门 随后人族浩天 带领人族精锐 进入地渊 给见大千世剑 却招惹来一尊于外魔神 魔神一掌毁了天门 浩天人族也动西诸天万界的永恒法则 但他想不到破局之法 只能寄托希望于未来 将自己的神魂分为四份 封入用天门残骸炼制出的四座轮回塔中 然后搜罗洪荒泰 古道蓝星现代所有类型的怪物 封入塔中 将自己的力量 化作各种祝福 供所有未来人闯关所用 通过考验 来到塔底的人 就有资格挑选浩天 严选神话集魂盒 与此同时 也有资格尝试彻底消灭魔神残念 只要魔神残念彻底消散 那么四座轮回塔的压制 自然就不在了 每年入塔的名额 估计就会从十人暴增到数百 乃至数千人 入塔的人越多 能够获得五魂的人 也就越多 与此同时 那些需要混合来 自己五魂继续成长的人 也就能够获得更多混合 这的却是一件有利自己 更有利人族的大事 我参与 灵异没有拒绝的道理 我必须提醒你 即使只是一道残念 那也是欲外魔神的残念 这一万年来 进入塔中 得到我的力量 走到这一层的人 不计其数 死在那魔神残念下的人 也同样不计其数 你还有反悔的余地 就此离开 回到属于你的时代 以你的资质 我相信假以时日 也是一方霸主 而你要是进了零层 被残念一掌拍死 可就是破散魂飞 同样永不轮回了 倒悬天空塔 一百层 大下营地中 客厅沙发上 并排坐着三人 纪云里大咧咧地坐在正中 浑身蟒袍上的血鱼 都没有擦前进 脸上和手上 也到处 都是深可见骨的恐怖伤口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他也依旧淡定自若 甚至手里寒 拿着一根绿豆冰棍 程潇嫌他满身血腥味 悄悄往右摸了摸 却被他一把搂住 成茂殿 你说他现在到第几层了 继云里的另一边 则坐着魏远舟 他本不想来的 但是 身为大厦这次青年巅峰赛的 出席评委 他算是上了成销的贼船 现在不来也得来了 两位战神聊天 他只能坐在一边 不敢吱声 至于郭应龙 以及王博等人 更是站在后面 面面相聚 什么风啊 怎么把两个战神 一个准战神吹来了 甚至其中一个 明显才跟别人大战一场 满身杀气 成销额头画过一道黑线 只能维持笑容到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刚刚在塔外 一个风隙的远古静咒 都闹出这么大动静 前面 几层对他来说不难 现在应该已经闯到第一层了 剩下的 就是 看他怎么选了 不过 我们今天既然是来看他表现的 想来 应该也不至于拿了神话集魂盒就走 纪云里点头 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绿豆冰棍 那小子我喜欢 肯定不是耸淡 肯定会想办法 前他娘的那魔神残念一刀 成销很想说 别人是法师 别人不动刀 但是跟一个莽夫 叫什么劲呢 盗悬天空塔区域通告 通关者灵异 已成功通关第一层 用时36分09秒 第一道通告 响彻各国营店 所有塔内的人 脸上都浮现震惊神色 半个多小时 他通关了 这不是像刘老头一样 闯到深层 而是通关 多少年了 这塔里多少年 没有出现过这种通关通告了 更加震撼的是 随着这则通告响起 整个一百层塔内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塔基 石座 营地 一切都消失了 所有人身边的景物变化 只剩下一幕幕 那是灵异在前50层 以九阶台风 高速通关的画面 也有灵异进入远古年代 风神王座 闭靡众生的画面 更有灵异来到 壮观雄伟的太古天门前 见证十万神闻 飞天遁地 黄神泪谷 九龙拉拧的人族 高光场景 所有人都待住了 原来 塔里深层的是这样的 原来那大厦青年人 翻手便是一个静咒 最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是 这些在他们看来 根本不可能通过的关卡 灵异基本上 都是瞬间秒杀 随后探索整层情况 并不急着 进入下一层 也就是说 灵异36分钟的通关记录 完全是被他自己 慢悠悠通关拖出来的 对他来说 想要速通的话 很可能这个成绩 会在十分钟以内 这一段灵异通关的蒙太奇 很快就缓缓消失 一道金榜 从天空缓缓落下 灵异的名字 缓缓铭刻在金榜的 第十万零三千六百六十九排名上 这就是从浩天 炼成四座轮回塔以来 所有得见第一层 并且通过他考验的人了 哈哈 我看我自己了 纪云里 指住金榜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七名 拉着承霄叫道 承霄翻了个白眼 说得好像 我不在上面一样 金榜出现过后 又是一道提示响起 通关者灵异 选择继续挑战 直面地灵层魔神之手残念 让我们为所有敢于 直面魔神残念的人 献上最高敬意 承霄面色一动 虽然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但他不免还是有些在意 纪云里则 是拍手叫好 哈哈 今天来对了 真能看看 他是怎么前魔神残念的 大的 要来了 整个一百层修整层 所有人都呆住了 魔神残念 那是什么东西 原来这座塔 还有地灵层 超纲了呀 在他们一片茫然中 头戴白色漩涡面具的 几十名守塔人 忽然出现 随后对着中央石柱上的 展示出来的灵异画像 磕头行李 他们也在向灵异展示敬意 随后 守塔人浮在地上 再也没有起来 周遭景象 也再次变化 下一刻 一幕真正冲击 所有人三观 并且将其彻底击碎的画面 浮现在所有人面前 纪云里不自觉地抖了抖 随后他 也觉得有些丢人 连忙找不到 妈的 过了这么久 我还偶尔会想起 碰到这玩意的时候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在他面前 什么都不是 就是只蚂蚁的感觉 承霄强行压下身体的异动 他好面子 不想在别人面前 展现自己剧烈波动的心境 但其实 他在看到那东西时 也不由得回想起了 某些不好的回忆 那我要好一点 起码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承霄强称说道 纪云里吃笑一声 别装了 我要是觉得 自己是蚂蚁的话 你估计会觉得 自己是蜗牛 你我半斤八两罢了 两人还能说话 其他围观者 以惊口不能言 浑身僵硬了 这是一片苍茫的大海之上 大海中央 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光是漩涡的面积 就足有半个大厦这么大 大量海水围绕着漩涡 不断涌入其中 大量无主的怨魂 在空中飞舞 同样搅动成了一个 完全由幽魂组成的漩涡 而在漩涡上方中心处 则有着一只 不断流淌着黑色物质的巨手 在看到 那只巨手的瞬间 没有人不会生出一种渺小的感觉 就如同济云里所形容的那样 这完全是生命层次的压制 也完全是低位格世界的生物 对高位格生物的敬畏和惧怕 哪怕 那只是一只虚幻的大手 哪怕 那只是残留下来的一段念想 跟随这幅震撼场景 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道道同样虚幻的身影 那些身影 或是用兵器 或是用法术 或是以某众所有职业者 完全无法理解的手段 在攻击那只巨手 人影越变越多 从一两个到几十个 然后再到数百个 数万个 他们各个雄子鹰发 神通广大 当这一幕出现后 所有人才从那失神的状态中清醒 这些人影 全都是历史上 曾经到访过地灵层 敢于对这只魔神之手 残念发起攻击的人 他们 是人族的光 正是这数万人族群鹰 给了所有人勇气 只不过 下一刻 话锋急转直下 因为 这画面不仅 展示那些 成功对魔神残念 造成过伤害的人 也展示了那些 被功亏一篑 生死盗销的人 随后 画面变得更加纷乱 所有人都看得出 这些人的装束 有股道筋 在不断变化 明显 是按照历史顺序 依次展示的 人影不断变化 成肖看到了 当年八岁的自己 纪云里也看到了 曾经自己乱刀斩残念的身影 两人都感触良多 直到 一道身影浮现 让他们 都坐着了身体 来了 无论看多少次 我都感觉震撼 甚至觉得他这一剑 就算是现在的我 也接不住 继云里苦笑一声 随着他话音落下 画面中 那一道身着 粗布麻衣 脚踏虚空 右手拿着 轻封剑的少年 表情淡然 对着那巨大的 魔神之手残念 只是轻挥一剑 下一刻 那魔神蓄影的中指 无名指以及小指 瞬间被斩断 当场爆散烟灭 整道残念 也从黑色雾 置无比凝实的状态 变得瞬间虚幻了起来 这一剑 让所有围观者 都目瞪口呆 这是迄今未止 所有进入地灵层 对魔神残念 发起攻击的人中 最降的一个了 画面中的人影 再次闪动几顺 最后彻底固定下来 那是灵异的身影 这些在塔顶的围观者 能看到的场景和幻想 灵异也看到了 这一段历史回顾 让灵异感触颇多 人族绵延至今 离不开这些人 他的前辈们 已经尽力了 现在 轮到他了 第二道榜单 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通关到第一层的榜单 韩金亮自然没有 这一道榜单高 因为 这赫然是亿万年来 所有直面魔神残念的人 对他造成的创伤排行榜 灵异一眼 就看到了榜首的那个名字 2776年 薛元秦仓 以剑斩去魔神残念三指 予以重创 创伤成多 39.88% 薛元战神 果然是他 一剑削去魔神残念 接近四成的生命值 太恐怖了 而这还是200多年前的事 当时的薛元战神 还只是跟自己一样的少年 现在的他 该有多强 灵异直觉的心潮澎湃 此前他真没有觉得 自己跟战神极强者的差距 会是天欠鸿沟 但此刻 有感觉了 之前你用出来的那点 风和道极的法术 还给你 记住 你只有不到十秒的时间 能在这里停留 时间一到 我就会把你传走 超出这个时间 我便阻止这残念 向帝渊发送神念了 灵异心中一领 光是一道残念 竟然还能透过的冤 向朱天发送信息 先不说他的主人吞心 魔神能不能收到 光是其他什么 存在收到了 说不定现在的蓝星 都要蒙受灭顶之灾 好在灵异感应到 刚刚被老人 黄用时空封印起来的 那个升阶后的 重力系就极尽咒 又回来了 就让这个法术 终结这一切吧 引力领域扩张开来 灵异再次变成了那个 足以引动天地巨变的大能 远在数十万公里外的月球 也被他牵引下来 以极快的速度 撞击蓝星 下一刻 天地变色 札依娜 是札依娜的气息 我感应到了 就在此刻 灵异脑海里 忽然响起了 灵千千尖细的声音 她明显有些兴奋和激动 就在灵异摸 不住头脑之时 灵千千继续的 怪不得这座塔怎么 找都找不到塔 竟然被镇压在下方的 龟须海眼入口了 真是丢人啊 灭了这残念 不然 你根本就下不去 姐姐的第二座轮回一技 就在海眼内 这下 灵异直接听懂了 第一座一技 应该指的 就是在无敌鬼渊中 那巨大的青铜门 现在第二座一技 竟然在传说中的 龟须海眼中 灵异顿绝压立山大 原本她只需要 给这魔神残念 重创一击就好 现在是 直接要将她彻底湮灭了 灵异心里当然磨叠 地线天崩也好 坠月也好 这两个技能 本就不是目前的她 真实掌握的法术啊 算是借了老人黄的力量 在祝福的加持下 才侥幸升接出来的 但是到如今 灵异也只能咬牙拼了 时间不等人 她只有十秒的时间 维持坠月一个法术 已经快把她的精神力榨干了 更别提 再使用别的法术了 成败 在此一局 下方那魔神残念 如同浩天人黄所说 并不是好惹的 灵异看到她那残余的食指 竟然朝着自己一指 下一刻 一道黑气 就以灵异根本无法反应过来的速度 直冲她的胸前要害 掌控自己 目前无法掌控的力量 代价就是 灵异便成了一个 只能不断引导法术为持法术 却不能行动的大木桩 她心中一沉 现在想要放弃法术 躲避攻击 也已惊来不及了 灵异闭上眼 她只能堵了 堵这魔神残念的一指 杀不了她 当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灵异只是被轻微震退几步 却毫发无损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在那危机一顺 被压在五指山下的星园 忽然浮现 帮她挡下了这一击 这黑怪怎这般弱 让我灰飞烟灭 俺老孙就中货自由了 灵异听到脑海中 石猴咕弄一声 声音越来越小 眼前的五指山 五魂虚影 也越来越淡 明显挨了这一击 她也吃不消 但灵异知道 大圣只是嘴硬 假装自己 想借这一击送死 中货自由 其实应该还是 帮自己挡了这一击 有了这短暂的喘息机会 灵异也逐渐是硬了 究极静咒的强度 起码 坠越这个静咒 她已经掌握了 毕竟重力系的核心 其实并不是法术本身 而是引力领域 此前 灵异吃不消的 是暴增的引力领域倍数 就在灵异彻底 上手这个究极静咒之后 相应的技能详情 也出现在灵异眼前 究极静咒 坠越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系别 重力系 消耗 一亿法力值 吟唱时间 一千针炎 冷却时间 无 被动效果 你的引力领域倍率 提升至一千万倍 领域广度 扩展至一亿公里 主动效果 改变引力领域内的 重力倍数 选择一颗所在行星的 天然卫星 致使其坠落像母星 被作 惊人不限古十月 今月曾经召古人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机制 这个究极静咒 简单粗暴 无论灵异身 在哪颗星球 只要这颗星球 存在天然的卫星 他就能利用恐怖的引力 将这颗卫星 直接拉着撞击母星 嗡 又是一阵诡异的波动传来 灵异清楚地看到 那魔神之手残硬 又是朝着自己所在方位 狠狠一指 以精化为灵异武魂的心愿 以精进入虚弱状态 回归灵异的尸海 静静恢复 不可能还帮他再化解一次危机了 好在现在的灵异 也已经不需要大声 再帮他一次了 只见那魔神 指尖蹦逝而出的黑光 在图静灵异身前 数百米的距离时 当场就陷入了超级缓速状态 那黑光虽然还在向前飞行 却慢如蜗牛 引力领域 千万倍 这道黑光 其实并不是光 而是魔神之手残影 玻璃一小部分自身的物质 来攻击敌人的手段 既然是物质 就一定存在质量 而只要有质量 就逃不过引力的稚骨 这道黑光 只能在灵异千万倍的 引力领域中 不断减速 速度永远不会归零 但也永远接近不了灵异 这个程度 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防御效果 这是一个完美版的无量空处 接下来 魔神残影 似乎发起狂来 手指连点 数百道黑光 击视而出 但却跟之前的第一道一样 这些攻击 永远抵达不了 命中灵异的真实 甚至 灵异眸光一愣 同样也换以颜色 只见它 也是单手一指 下一刻 那盘在龟虚海眼 巨大漩涡中心的魔神之手虚影 瞬间 就被压了下去 仅剩的两根手指 不断颤动 却动弹不了半分 随后 一幕更加让所有人 不敢想象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整个龟虚海眼的漩涡 缓缓升高 整片汪洋 都在飞速抬升 与此同时 天空中那一轮圆月 也在极快的速度变大 倒悬的天空塔外 整个蓝星太平洋沿岸的国家 所有靠海居住的人 都惊恶地发现 他们的海岸线 在飞速朝着大洋盆底扩张 海潮飞速退去 裸露出原本深达百里的海床 无数海怪失去了水 只能在海床上 不断挣扎扭动 海啸 大海啸要来了 毕竟是海边居民 自然知道这种情况 意味着什么 这种非正常的退潮 往往预示着 超大型海啸的来袭 但这一次 他们猜错了 因为那海潮 不仅仅是在退后 同时 也在不断抬高 几乎是数个呼吸之后 所有人只能浑身冰冷 两股战战地 看到整片汪洋大海 竟然全都飞了起来 海平面已经上涨到 原本的数百米高度了 大海变成了高山 但这高山 却还没有崩落而下 月亮 你们快看 天上的月亮 有人惊呼出声 被提醒之后 所有人才意识到 这一切的原因 今天正好是阴历初二 大夏所在的东半球 虽然还是白天 但也依稀能够 看到天空中 不断放大的月亮 至于目前 还处于黑夜状态的西半球 更是能够清晰地看到 月球正在飞速 朝着蓝星靠近 娘嘞 这小子用的什么法术 世界末日要来了 纪云里面色巨变 他当然知道 月球要是真的撞上蓝星 那就是蔑视级别的灾难 可能他们这种等级的强者 不会死 但整个蓝星的物种 和其他普通人 必死无疑 别紧张 别忘了时代的差距 就算月球真要撞击蓝星 那也是十多亿年前的蓝星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 太平洋扬面上上 也只是受到 这个法术的余威影响 承销还算冷静 一番分析说出口 打消了其他人的恐慌 虽然还是惊魂未定 但起码确认 今天还没到世界末日 老人黄真是手段通天 这还只是他四分之一的 神魂残躯 就能够将这十多亿年的时光 封存于塔中 纪云里不由感叹 老人黄越强 就越证明 曾经那尊毁了 太古天门的玉外魔神 有多恐怖 说实话 每次想到这里 我都感觉 心里能涌起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拼了命地变强 绞尽脑汁地寻求破局之法 是不是看在那些 玉外魔神的眼中 就是几只蚂蚁在耀武扬威 还觉得自己天天向上呢 成小眼中优色难以掩饰 到他们这个级别 真印证了那一句 知道的越多 对真相就越是敬畏 浩瀚宇宙 无人升空 到底还隐藏着多少大恐怖 两人思索间 果然天空塔周围的海潮 异常现象 也仅限于海平面 急速上升了 天空中那不断逼近的月球 在许多人凝神注视许久后 才发现 只不过是一道幻影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在十多亿年后的今天 是幻影不假 但在十多亿年前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 归虚海眼 大半的天空 已然被月球占据 月表那斑驳的环形山 以及无数月壤 因为引力撕扯 而扬起的尘埃 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 海眼周围的万寝汪洋 此刻已经飞上半空 大量的空气 连同这些海水 全都被月球本身的引力 撕扯着飞上高空 突破蓝星大气层 一散到宇宙空间中 如此其间 灵异也是第一次看到 小子 时间不多了 速战速决 老人黄的声音响起 灵异连忙凝神聚气 右手高高举起 似乎在托举整个月球一般 随后 他狠狠麾下 以惊距离蓝星井 有数万公里的巨大石球 轰然下坠 本来以蓝星的引力 月球进入到如此危险的距离 会进入洛西极限 自行解体 最后坠落向蓝星的 也只会是他的残骸 但灵异千万倍的引力束缚 反而抵消掉了月球 自身前后的潮汐力差距 让它完整坠落 轰 魔神之手残隐 灵异 龟絮海眼 深海漩涡 天地间的一切 全都消失了 恐怖的白光 淹没一切 所有正在观看此战的人 只能看到 天地一片茫茫 数秒后 白光散去 整个月球 已然被恐怖的撞击力解体 碎成五六块巨大的残骸 月河中心处 已经冷却了数十亿年 但却依旧炽热的核心 暴露出来 将整个画面 染成一片橙红 与此同时 蓝星被这一撞 也不好受 撞击产生的恐怖能量 让整个太古时期的原始 归需海水 主沸升华 大量的水蒸 气飘向无垠的宇宙升空 暴露出下方灼热的熔岩海洋 地壳已经粉碎 下方的地漫 也在翻滚涌动 将月球残骸 缓缓吞入其中 没有人再看到这一幕 还能说话 这一场天地大冲撞 带来的视觉效果 太震撼了 在此等足以重塑 整个行星的天地伪力面前 他们忽然产生了一种 那魔神之手残硬 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这小子 让我想起当年的自己了 良久 祭云里才有些感伤道 我跟你们这些附加子弟不一样 没办法早早通过自家关系 就打好基础 转制拿到第一个技能 我也只能凭自己的努力 等十八岁成年之后 才正式成为职业者 好在 得到的天赋不错 二十一岁进的塔 跌跌撞撞进了第一层 被老人黄的精力所感动 脑子一热 进了临层 一通乱砍 斩获百分之零点一七的成绩 还差点把命丢了 他现在 比我强得多了 真是后浪推前浪啊 承潇 则继续沉默不语 他毫无疑问 就是寄云里口中的 那种富家子弟 七岁 他就在家里老子帮忙下 觉醒职业 拿到天赋了 七岁半 别人还在一压血雨的时候 他甚至已经三转了 是 他是生在富家 而且是整个龙国 最显赫的世家职业 全家都在攻他 但他父母 又何曾问过他想不想 他没有童年啊 但说这些 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八岁进的塔 按照家里给的提前摸底攻略 我顺风顺水地到了第一层 直面魔神残隐的选择 也不是我情愿选的 说来惭愧 当时我怕得很 我还记得 当时我掌握的最高级的技能 也就八级而已 这小子 直接是真合道级静咒了 纪云里瞟了他一眼 两人经历完全不同 自然是不可能彼此共情的 甚至 他们互相都羡慕对方的成长经历 但却不会宣之于口 你管这叫只有 成非于那老东西 估计光是给你买技能点 都倾家荡产了 成潇眯眼微笑 这些事 不谈也罢 两人说话间 整个天地冲撞的画面 也进入了尾声 好 所有人都听到了 这一阵 如同狂风怒号般的怪声 随后 那直接被整个月球 碾了一遍的魔神之手 虚影此时的情况 出现在他们面前 只见只剩两根手指的巨手 此刻完全看不出手的形状了 只剩一片黑色的浓密物质 还在不断正扎着 想要重塑前身 但在灵异千万倍的引力制约下 根本就不可能重塑 灵异更是心中发狠 右手虚空一抓 无形中 就有一只巨手 似乎将那最后的残念抓住 随后 灵异猛然一握 好 那诡异的怪声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 无数漆黑的物质 开始阴灭消散 最终 一点不剩 纪云里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承霄也满目震惊 结束了 结束了 唉 一声长叹响起 这是老人黄浩天的探声 没人知道 他这一声叹息里 到底蕴含着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场跨越上古 远古 太古 整整十六亿年的漫长旅程 到这里也算是暂时画上一个逗号了 压制四座轮回塔 让其完全无法开发更多人入内的梦魇 于今日 彻底终结 灵异的名字 也将永远铭刻于人族的史册上 轰隆隆 整个道悬的天空塔 都在阵战 这一次阵战 非同以往 所有让人站 不闻脚之外 所有人甚至感受到了 某众级速下坠感 向塔外张望时 所有人都能看到天空中的云朵 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从他们眼前掠过 寄云里这众议高人胆大的 直接将头伸出塔外 然后就看到 整座倒悬的天空塔 正在向无垠的高空坠落 从云端伸出来的塔身 已经缩短了三分之一左右的规模了 这意味着 这座塔的底层 很可能已金尘入云端彼岸深处 也就是龟虚海眼之中了 这应该是魔神之手残影消亡之后 带来的后果 本来海眼是用轮回之力 封印残影的 现在残影消失 大量的轮回之力 无处安放 自然就扩散出来 整个龟虚海眼 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开来 坏了 这塔不会 真要掉进龟虚海眼里 再也不出来了吧 寄云里额头 都留下一滴冷汗 承霄也是面色一变 要是整座天空塔 都坠毁在龟虚海眼中 日后就再也没人 能够获得五魂的力量了 应该不会吧 老人皇会出手的 寄云里自我安慰道 承霄苦笑一声 你是莫听过 那小子的外号 连他是什么体质都不懂 寄云里文言一愣 什么体质 副本杀手 副本毁灭者 迄今未止 这小子闯过的副本 能幸存下来的 是少数中的少数 大部分都没了 寄云里惊呆 随后喜道 这体质好啊 直接送到国外去 祸害那些国家的战友副本呗 承霄无语了 给了寄云里一个 不愧是你的眼神 先带咱们国家的人 出塔避难吧 鬼知道掉进那海眼里 还能不能出来 会变成什么人不忍鬼不鬼的东西 承霄这句话 明显是经历过某些事 寄云里也点点头 跟轮回 沾边的玩意 都邪性得很 能别胖就别胖 就在承霄伸手拨动 无形阵盘 想将所有人都转移出塔时 猛烈的震战 以及下坠感 全都消失了 呼 承霄长输一口气 他知道 老人皇出手了 毕竟四座倒悬的天空塔 是他这亿万年来的心血 也是蓝星人族 变强的根基之一 他不可能真的放任他 落入海眼之中 倒悬的天空塔区域通告 通关者 灵异成功通关地灵层 对魔神之手残影 造成了大量伤害 并将其彻底铲除 跟随这道通告一起出现的 还有之前出现过的 那张地灵层的排行榜单 那榜单记录了这16亿年来 登榜的十万多人族精锐 他们中大部分人 都已经登灵至高战神境 小部分没有突破进入战神的 也是因为半路上夭折了 能闯到地灵层 就意味着天资卓 战神几乎是板上钉钉 而现在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霸占榜单守卫 长达两百余年的那个名字 终于往下挪动了一格 新的第一名出现了 3024年 灵异已纠集静咒 坠月撞击魔神残影 将其彻底消灭 创伤成多 42.67% 大夏第一战神 薛源一剑的传说 被传送了两百余年 而此后 直至蓝星人族 成为万族之巅 或消亡在历史长河中 被传送的 将是灵异的惊天静咒 南星全球通告 职业者灵异于今日在东亚区 盗旋的天空塔中 成功击杀吞星魔神残影 获得全球唯一神话级成就 神也会流血 全球成就荣誉殿堂 新增神话级 成就圣所 目前 仅有职业者灵异一人进入其中 请其他职业者 再接再列 全球四区盗旋的天空塔 副本将做出以下调整 调整一 每年能够进入各区盗旋的天空塔的总人 数从50人提升至100万人 调整二 盗旋的天空塔 所有层数怪物掉落的海眼石道具移除 改位有一定几率 直接掉落魂盒 深层掉落魂盒的几率更高 首官BOSS曾必定掉落更高品质的魂盒 调整三 盗旋的天空塔影藏关 地零层取消 所有层精进入该影藏关卡 并且成功对吞星魔神残影 造成过伤害的职业者 拥有无限制 进入全球各区任何一座天空塔的资格 且通关次数不限 一条条公告 响彻全球职业者的脑海中 无数人垂死病中经坐起 数秒后才意识到 这三个调整 到底有多逆天 我的天啊 坐在沙发上的魏远舟 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 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这三个改动 但凡有些脑子的人 都能意识到关键 而像他这样的高位者 几乎瞬间就想到更远的东西了 接下来的今年 将会是蓝星人族整体实力爆发的开始 世界格局 很可能会在这一阵浪潮中 重新洗牌 为什么 因为 入场资格从五十人暴增到一百万 小怪也能掉魂盒 这两项改动 就在宣告一件事 大部分职业者 都可以拥有武魂的大时代 马上就要开始了 而灵异 就是这一切的缔造者 没有人能够想到 驱散掉盘缓在蓝星人族历史上 长达十六亿年的这朵阴云 能够带来如此恐怖的好处 日后但凡有人有机会 进入道玄的天空塔 拿到本应一辈子 都无望得到的武魂 就要念灵异的恩 魏远舟已经意识到 日后整个蓝星人族 对灵异的态度了 你可以不敬 但一定有人敬他 届时 无需灵异自己动手 自然也会有他天然的拥躬 为他发生 为他战斗 这种自有大如畏 我便经的隐藏好处 是非常恐怖的 一个薛元勤仓 镇压蓝星两百多年 现在又来了一个灵异 我大下有这两人 何愁不幸 神骁 剑尾藏灵山 某处隐秘的洞府中 万冲山舔了舔背后 已经愈合了一部分的伤口 金黄色的猫童中 也闪现出震惊之色 他刚刚从闭关休眠的状态中睡醒 就收到了这一则全球通告 本来想做 这应该又是哪个老怪 通关了某个深层降渊副本 或是万族战场上 又陨落了一位大千摩地 却不曾想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万冲山走出自己隐秘的洞府 世人都知道 他肯定在某个人 记喊至的秘境养伤 但不知道的是 他就在神骁养伤 最危险的地方 另外 万冲山也实在放心不下老友敖轩 他和这条久病不起的老龙 已经是目前 蓝星仅剩的少数妖族之一了 他想趁着自己还有能力 照顾一下这位 因为一个执念 撑过千年时光的老友 老友啊 你听到了吗 那小子长得魔神残念 万冲山走到敖轩身前 倾抚他粗糙的龙铃 敖轩微微睁开右眼 一股悠长的白皙 从他的鼻中喷出 他没有说话 但万冲山看到 他眼中的 却是多出了一种 名为希望的神色 蓝星 域外 这是一片黑暗的深空 深空中无数星辰 构成了这片 战场仅有的光线 这里 是整个蓝星 最大的降渊开口 没有降渊开口 蓝星的职业者 就无法从降渊强者身上 掠夺力量 但如果降渊开口 开在蓝星上 自然也会霍乱人间 所以 数百年前 灾变纪元的最后一刻 有人动用时空技能 将整个降渊开口 转移到了这处地方 此后 这里便成为了蓝星 所有顶级强者 大部分时间 都会待住的地方 齐鸣 万族战场 此刻 整片万族战场上 数百万的蓝星职业们 也全都收到了这一道提示 魔神残影 原来道玄的天空塔里 还有这众关卡 又是他 又是这个灵异 我记得他 前段时间回蓝星的时候 无意间还听我家小孙女说过他 好事啊 名额扩充到百万名 卧槽 每一层的小怪 也能掉魂盒了 妈的 这万族战场 不刷也罢 老子现在 就回蓝星算了 同回同回 一时间 整片辽阔无垠的万族战场上 就看到一道道流光 腾空而起 纷纷向着战场后方 返回蓝星的巨大星空船 送门飞去 站住 停下 现在还未到返回时期 所有人 回去杀敌 镇守后方的无数强者 也同样腾空而起 拦在了这些人身前 他们身上杀气凛然 明显 都是来自蓝星各国 万界联军中的精英军官 来到这片战场 加入联军 那么国别就不重要了 他们 为人族而战 起初 这些军官的阙威 射住了第一波 打算反乘回蓝星的职业者们 但随着整片万族战场上 越来越多的职业者来到这里 渐渐定 这些军官的威胁 也不那么好使了 违抗命令 党场处死 卫手的军官 只能再吼一声 而此刻 来到蓝星星门这里的职业者们 已经多达八九十万人了 镇守新门的军官精锐 也就五万余 毕竟万族战场 在正常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是在奋勇杀敌 后方基本都是联情部队 负责管理伤病人员 运送物资的 此刻就算军官队伍里 有战神级的强者坐镇 也有些压不住蠢蠢欲动的人心了 更何况 来到这片战场上的战神强者 还并不在少数 克伦特 我看你是胆子大了 连我也敢拦了 今天 我就算过去了 你又能拿我怎样 人朝中 一人飞了出来 居高临下地吃笑一声 随后直接不管不顾的一个闪现 就掠过军官克伦特 飞向新门 克伦特又惊又怒 这人跟他一样 来自漂亮国 但他已经加入万界联居 代表的是全体蓝星人类 他自然不因为 曾经自己国家的人开后门 现在偏偏是曾经自己国家的人 带头滑遍 大家都是战神级 想要大战一场 肯定是短时间内 也分不出胜负的 现在的局势 已经让克伦特额头冒出冷汗了 请求增援 肯定也来不及了 自己面前的 可是百万人 而且这百万人 还都是蓝星职业者中的佼佼者 能来万族战场的 打底都是七传 指令 返回蓝星 占领道旋的天空塔 开始研究 直航 强制措施 火力覆盖 被克伦特等军官栏在新门界线外的 还有无数漂浮在空中 完全有某种人工智能接管 掌控的浮游单元 和小型无人战机 战舰 这些战舰几乎是瞬间 就冒出了红光 他们的第一权限 完全被附血了 随后 这些无人单位 开始对新门前的守居 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密集的火力网 瞬间就让五万守军的阵线 出现了漏洞 克伦特破口大骂 韩轩宁 你想干什么 你这是在江枪口对准自己人吗 他的声音 很快就淹没在无数职业者的欢呼声 和怒吼声中 兄弟们 冲啊 没有什么 能阻止我们回家 一百万的名额 也不算多呀 去晚了 就没了 正好 我也想换一个武魂了 你们不让我们回去刷武魂 才是真正的反人类 这场滑变 终于来到了最高潮 战线被冲垮 无数人顶着克伦特等五万守军的攻击 强闯新门 加上本来辅助 执行军纪的那些无人浮游单元 以及战机的反水 整个局势 完全变成一边倒的局面 一群蠢货 这新门是能强闯得了的吗 人群后方 无形的虚空中 站住十几名遮掩自己气息 尽量不让自己暴露出来的战神级人物 他们来自全球各国 只是对眼前的一幕 冷眼旁观 没有强闯新门 但也没有去维护秩序 阻止别人强闯新门 事实上 能来到这里 证明他们也有返回蓝星 趁早进入天空塔的想法 但他们不敢 吃 一道清想 在整篇万族战场新门前响起 下一刻 所有人才发现 那刚刚第一个带头强闯新门的漂亮国战神 头颅高高飞起 下一刻 从他躯体中飞出的击倒流光 再通过新门的某处边界 石 也粉碎消散 只是一瞬间 一位战神级的强者 肉体被毁 同时神魂也彻底湮灭 这惊悚一幕 直接让那些冲破阵线 还没来得及进入新门的其他职业者感觉浑身发凉 下一刻 一道身穿青衣 手里拿着一柄清风剑的黑发青年 从新门前的某处虚空中缓缓浮现 青年眸光扫过百万联军 下一刻 没有人还敢继续往前一步 嗖 无形的剑光 一瞬破开 瞬间新门前数百公里的地面上 就扬起了一片尘土 一条横跟整个万族战场东西的剑解 顷刻成形 所有人 都感觉亡魂直冒 他们刚才但凡敢继续往前一步 现在的下场 跟那漂亮国战神也一样了 因为那些冒着红光 不怕死的无人战机 只要飞过这道剑剑 就会直接化为尘雁 青年身影消失 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只有那一道剑剑 以及完全被震慑住的蓝星 百万精锐职业者 在说明这一切都不是幻想 下一刻 这些人都咽了口口水 再也不敢有半分怨言 纷纷扭头 重回万族战场 再也不敢有半分 提前返回蓝星的念头 克伦特看着自己等人 身前那道保护了无数人的剑剑 眼泪都快下来了 一场滑变 被一剑消灭 他们只能高呼 轩辕秦仓的名字 然后开始做善后处理 万族战场出事了 承霄惊道 什么事 纪云里一愣 刚才不是全球通告发出去了吗 天空塔大调整 那些战场上的人都心动了呗 不顾一年之约和战功限制 想要强闯新门 返回蓝星 纪云里催了一口 这群没卵子的东西 老子想天天泡在那还不让呢 他们还想回来 承霄翻了个白眼 不是谁都像你满脑子 都是打打杀杀的好不好 那怎么办 他们都回来了吗 送到联军军事法庭吗 有悬赏吗 老子接了 有哪个战神参与了 老子就抓他 纪云里跃跃欲试 他最喜欢跟人前仗了 没回来 解决了 纪云里一蹬眼 卧槽 怎么解决的 我没记错的话 今年进入万族战场的人数 突破120万了吧 里面还有20多个战神 这些人诚心想要回来的话 没人拦得住的吧 想审判 只能是秋后算账 承霄冷笑一声 不 法不则重 一旦这件事 所有人都参与了 那总不可能 把所有咱们蓝星人族的精锐 都送上法庭处死吧 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估计这些人敢造反 也是这么想的 你急死我了 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还能怎么解决 你觉得 还有谁能管这件事 纪云里一正 随后一拍脑门 你是说 薛云 嗯 一见 承霄说的轻描淡写 但只有他知道 目前这颗星球上 不 应该说目前的祥冤 应该还没有什么存在 接得下他这一见 妈的 真是每次都要感叹人 跟人的差距 唉 明天开始 他这一见 估计又要被不少 职业者媒体吹上天了 他怎么出现在哪里 传说就走到哪里啊 承霄不语 既云里想说的话 他又何曾不感慨过呢 不说这个了 反正现在天空塔后 需要怎么分配名额 估计又得让蓝星职业者 联盟那帮人 头疼很久了 说不定 你我都要去总部那里帮大夏 嗅嗅肌肉 拿点话语权 还用我们嗅肌肉吗 轩辕战神的一句话 不是比什么都好使吗 承霄摇头 他早就不问这些事了 近几十年 也就在万族战场 偶尔能见他一次 蓝星的事 都推给他割了 纪云里摸了摸头 啊 是这样吗 算了 反正 我也懒得关心这些事 直接告诉我 砍谁就行了 话说这小子不是通关了吗 怎么这魔酒还没出来 承霄 纪云里 以及孟远舟这次过来 虽然主要是来看戏的 但也是真的有事要找灵异的 现在过去数分钟了 也默现灵异出来 自然会有些疑惑 时间稍稍倒退 数分钟前 不错 哪怕是借了我的恋 想要掌控此等合道法术 也并非一事 看来你对叔叔也有超凡的天赋 灵异耳边传来老人黄浩天的称赞 能让他这般称赞的人 可能放眼这十六亿年的历史 也没有及格 十足过于了 我只是侥幸 灵异很谦虚 毕竟他知道 以他目前的进度 想要使用初揪极静咒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虽然天空塔的祝福 不是永久存在的 但是 让自己提前适应了远古静咒 乃至揪极静咒的法术强度 绝对对自己 是有莫大的好处的 因为日后 等到使用这些法术的时候 多半都是面对强敌的时候 到时候 要是还像这次 会因未维持法术 而无法动弹 变成火靶子的话 可能连大圣 也帮不了自己再等一截了 叮 你已成功击杀 吞星魔神之手残影 你的天赋 轮回之处触发 是否现在 就开始轮回体验 一道提示声响起 灵异心中一惊 卧槽 因为欲外魔神的轮回体验 这种体验 可能远比所谓的奖励 还要珍贵 毕竟灵异是带入他的视角 经历他重要的时刻 小子 不想疯的话 就先拒绝这次轮回体验吧 老人黄的声音再次响起 灵异也看到 他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自己身边了 你与他的差距 不可以道理计 过早接触大道 对你而言不是好事 反而会让你 因为见识到大千世界的真相 而烧坏脑子 灵异点点头 他赞同老人黄的观点 他自己也觉得 这很危险 但这绝对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等你真的足够强了 起码自身进入河道境界了 你就可以尝试去看看了 如果可以的话 届时将你所限的 与我也分享一下 灵异重重点头 以为你跳过目标的轮回体验 你可以随时回顾 你获得了船 收集奖励 你获得了以下 永久属性值加成 力量正10% 耐力正10% 精神正10% 敏捷正10% 生命值上限正20% 乏力值上限正20% 乏力值回复效率正20% 所有技能冷却时间负10% 你获得了特殊道具 虚无之手 检测到你 已拥有三种同类道具 你已获得新的专属 随身空间栏位 且同类道具 不朽果实 漆黑之星 移转移至新的专属 随身空间栏位中 又是接连机道提示传来 灵异眼前一亮 传说集奖励 这是此前从未通过 轮回之处 得到过的奖励等级 原来传说集的奖励 给的属性值 就已经不是固定数值 而是百分比了 光是这一连串的百分比加成 就已经是很多A级天赋 才能给的永久加成了 死 灵异再次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SSS级天赋 上限到底有多么可怕 轰隆隆 就在灵异经喜步一间 却看到两人脚下 巨大的龟须海眼漩涡中 一座古老神秘的城市 竟然从漩涡中 缓缓升起 扎伊娜 它终于出来了 轰隆隆 大量海水 从漩涡深处升起的城市 上滚落 砸向漩涡中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整座城市 覆盖斑驳的珊瑚和藤壶 但依稀能够看出 曾经的辉煌鼎盛 整体的艺术风格 灵异找不到蓝星 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对应得上 甚至跟她在 无敌鬼院里 看到的那扇巨型青铜门 都完全不一样 扎伊娜 是一座城市 灵异在心中问道 死灵空间中 灵芊芊翻了个白眼 那不然呢 灵异 之前听你们姐妹 花的悄悄话 感觉是个人啊 鬼知道是一座海底城市 谁特魔会对一座城市 说出那么拟人的话 还说什么蒙羞什么的 你似乎跟这座海底之城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你便进去吧 寻找你的命运 老人黄浩天 似乎早就知道 这座城市的存在 嗯 灵异思考片刻 她感觉 浩天甚至就是借助了 扎伊娜海底之城 蕴含的轮回之力 作为整个闺序海眼的阵眼 才压得住那魔神之手残影 现在魔神之手残影消失 这座城市 自然可以离开 暗无天日的海底 重见天日了 细细 姐姐 我们进去吧 灵芊芊从死灵空间中出现 随后 灵芊也出现了 她被灵芊芊拉住 却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灵芊 你 不跟我去吗 灵芊摇摇头 一季内的时间 跟外季的时间 应该流动速度是有差距的 我不想像上次那样 等从一季出来 外面都沧海桑田了 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灵芊想避免 甚至灵芊之前 还有些自责 要是自己没有在 无敌鬼院待这么久 赫伯应该也不会 晚年丧子了 灵芊手指轻轻颤动了一下 明显有些忐忑 走了 姐姐 灵芊芊催促道 灵芊最后正脱开她的手 摇头道 我不去了 明显她有些放心不下灵芊 之前灵芊 在跟魔神之手残影那一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死灵空间里 有灵芊芊拉住 她才没能第一时间出现 帮灵芊挡下那一指 为此 脾气一直都很好的她 甚至跟灵芊芊大吵了一架 去吧 你在遗迹内的时间里 她不会有事的 只不过拿回了 你自己的传承后 不要贪恋过往 早些返回现实就行 老人黄暗含深意地看着灵芊 灵芊一愣 随后对浩天微微鞠躬 谢谢 然后搭上灵芊芊的手 又回头看了眼灵芊 然后才头也不回地 飞进了那座城市中 呼 灵芊感应到 灵芊跟自己隔了一层 无法言说的边界 这种边界不是来自于空间 反而更像是来自于时间 灵芊又偷瞄了一眼 浩天老人黄 总感觉灵芊跟她 可能打过交道一样 刚才的对话 太自然了 师祖 您能告诉我 她多久会出来吗 老人黄青笑一声 若是正常情况 她在其中 需要消耗三月时间才能出来 但因为有你 三月折半 顺带提醒你一下 她回归之日 便是你要去寻乱龙根的时候了 时间大差不差 我老了 老眼昏花 这些命数 有时候看不太清了 灵芊 您老着看一眼 就完全知道命数的本事 承笑来估计 都得给你刻一个 还说自己老眼昏花 全球通告 职业者灵芊 灵芊耳边 想起全球通告 下一刻 灵芊就看到天空之中 一座石塔 跨越亿万年的时空 朝着下方的扎衣那城撞去 那赫然 就是一日前 灵芊在飞艇上见到的 道悬天空塔全貌 顿时灵芊寒毛直竖 你妈 担心什么来什么 这次我真的什么 都没做啊 为什么这塔看起来又要崩了 副本毁灭着这个诅咒 他还在追我 师祖 救我 能怎么办 求贝 现在大佬就在身边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古怪体质 让整个道悬的天空塔 都不复存在 这让王伯他们这些 为此奋斗毕生的人 眼看着攻略曙光都要到来 天空塔一回 他们的一切心血 都毫无意义了 千军一发之际 灵芊只看到老人黄单手一拖 下一刻 那跨越时空而来 静止坠向龟须海眼的天空塔 又被他用通天手段扶了上去 只不过 灵芊显察觉到 老人黄看自己的眼神 都有些古怪了 好了 你也回去吧 我已经解除了 所有曾经见过 魔神之手残影的人的入塔限制 日后 你们可随时回来 你那神恩 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本性不坏 有情有义 好好待他 灵芊点头 对老人黄深深一拜 随后飞上高空 进入道玄的天空塔中 一阵天玄地转后 灵芊再次睁开眼时 已然回到了一百层的塔顶 呼 灵芊长出了一口气 这一场通关之旅 后劲有些大 她穿越了漫长的时光 见证了蓝星的眼花 也看过了太古人族鼎盛时期 见证了天门雄起和陷落 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 现在 她回归了自己的时代 灵芊感觉 肩上的丹 不知何时 沉重了几分 脚下的路 不知不觉见 也更加漫长了 扑通 灵芊眼前出现几十名守塔人 似乎他们现在 已经完全从归虚海眼奴 变成灵芊的奴仆了 认主了一般 见到灵芊 不由分说就是一跪 随后 灵芊更是看到 他们手中拿着托盘 盘上放着堆积 如同小山一般 闪烁着各色光芒的魂盒 每一位守塔人的双手 都托着这些魂盒 总体的魂盒数量 可能接近一万大观 灵芊都傻了 卧槽 哪来这么多魂盒 另外 这些魂盒 直接摆给自己吗 魂盒有两重作用 一个是找守塔人 或者是浩天始祖这样的人 教你学会神文 也就是五魂 目前 灵芊发现的大多数人 都只拥有一个五魂 其中缘由 灵芊还不知道 第二个作用 自然就是捏碎魂盒 将其中的魂力牵引出来 给自己已经融合的五魂 灌注魂力 这只对某些 具有成长性的五魂有效 对于融合之后 魂器和魂器 都已经固定下来的 五魂没用 这上万魂盒 灵芊估摸着 起码能让自家大圣 从五指山下茧 封出来了吧 灵芊挥了挥手 将这些守塔人 呈上来的所有魂盒 全都收入随身空间中 这一幕 直接引得无数人羡慕不已 上万枚魂盒 这其中就算全都是 被人舍弃的 但能转化成多少魂力 未养给五魂啊 这些魂盒 应该是这几十年来 这些守塔人 从无数通关者手上 回收过来的 现在全都便宜你了 承霄的声音响起 灵芊回过头去 就看到大夏营的脸 许多人都走了出来 大夏代表队的其他九人 都在带头鼓掌 王博等人 也是面色激动 剑剑殿 整个一百层修整层 除了高丽和东营 这些在之前灵芊的骚操作下 猛受损失的国家 其他国家的通关者 也都送上了 由衷的掌声和感谢 曾经需要残酷选拔 才能进入塔内 并且进入塔内之后 才是残酷抉择的 开始这一局面 现在被这位大夏的 年轻人打破了 这就是造福无数人的好事 你三个什么劲 那是别人应得的 有本事 你也杀得魔神残影 纪云里瞥了眼承霄 承霄苦笑点头 是是是 我酸了 还不行吗 随后 承霄看向灵异 开口道 走 承霄顺便跟你说些点事 现在灵异已经完成了 盗旋的天空塔 得到五魂了 自然没有继续 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并且这几天 整个塔内 估计也会经历一次大洗牌 灵异当然也不想 自己亲自牵扯其中 他点点头 走到承霄身边 因为他也有些问题 想问这两个大前辈 灵异跟王博 以及郭应龙等人到别后 跟承霄以及纪云里 离开天空塔 走出天空塔的下一瞬 灵异就感觉身边景色一变 虽然那倒旋天空的巨塔 以及下方的碧波万寝还在 但一切仿佛都蒙上了 一股灰白色的雾气 让人看起来不真实 这是我的虚迷径 一个来自 无限 法则演化出来的 小型法则道具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某种类似监狱的东西 我可以将它转移到 任意两层空间的中间 随后 只需要通过我这片虚迷径 就能够跨越极远的距离 抵达目标地点 承霄迷眼介绍道 灵异打量四周 不由得为这种空间法则道具 感到惊叹 这个法则道具 如果用得好的话 不仅能够杀人越货 更能将自己躲藏其中 规避伤害 或是偷袭 都有其笑 吃 这宝贝放你手里 真是暴殿天物 早就说了 让你割爱于我 你的仇家 我帮你杀光 你还不愿意 纪云里扎了扎嘴 明显对这须迷径 也是缠得很 承霄 对此笑而不语 只是对灵异与重心尝道 我的主修法则是 这莽夫呢 主修的就是无限 但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这么巧合的事 我没有获得 无限的青睐 没办法参无其道 但却得到了这件 虚迷惊的法则道具 而他得到了 无限的青睐 却浑身上下 没有一件法则道具 跟无限有关 主修对应法则的人 得到对应的法则道具 那就是如虎添翼 这个道理我不说 你应该也知道 但有时候 世间的事 就是求不得呀 求不得 灵异闻言 心中愕然 还有这种事 那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只希望这种事别 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好 哇 这是这次大赛 你的奖励 没想到我也当了 一回送货源 程霄领着灵异网 虚迷惊的另一道出口 缓慢飞行 右手一翻 两件道具出现 灵异眸光一凝 全知之眼 很快就传回来 两件道具的粗略信息 那道被封在特殊的容器中 不断闪烁着 黑色雷电的道具 名为电光流影 另外一件 则是橙色和褐色 夹杂其间的特殊景体 这是天波鸡烟碎片 这两件道具 就是之前灵异向青年巅峰赛 官方许愿要求的材料了 拿到这两件道具 雷系和重力系两系的远古静咒 现在只差技能点就能夹出来了 你要的这两件东西 直接给他们赛事官方急坏了 最后还是找到我这里 让我帮他们算算 这两东西哪里能获得 我给他们算出来了 当然 是收费的 然后告诉他们 这两样东西 我恰好都有 还是独家 呵呵 所以 他们又花了一大笔钱 顺带老鱼那抠嗽的老东西 又送了我一件法则道具 我才答应他们成交 灵异 这件诈明的眼 是怎么活到现在还没被清算的 太贼了 他都能想到 承销告诉他们 这两件道具他都有 并且独此一家诗 刚刚花了大钱 寻求下落的赛事 官方有多怨念 这是找你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也是对你有好处的 上面有人打算大力栽培你 并且打算让你尽快刷到 降渊五十层 未及将开启的世界 吉祥渊团队副本做准备 所以 直到五十层之前 我会跟你一起刷祥渊本 灵异文言 目瞪口呆 信息量太大了 他一时半会 有些反应不过来 世界级团队副本 相关信息 他完全是一片空白 原来降渊副本 还有世界级的吗 灵异捋了捋思路 然后开口道 两位前辈 是这样 我今天本来也带着很多疑问 想请教你们 世界级副本 和降渊副本的事情 后面再说 我想先问一下 这些东西 要怎么用 灵异一番手 将随身空间中 那些刚刚得到的魂盒 拿了出来 五魂是他刚刚获得的新能力 自然是灵异最上心的 这个好吧 首先 你的五魂 应该是有成长这个属性的吧 没有的话 这些东西对 你来说 也是一堆石头而已 有 那就好办了 直接召唤你五魂出来 让他自主吸收 这些魂盒的魂力就行 灵异一言照做 下一刻 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 猴头闪亮登场 只不过 此刻他的状态很不好 整只猴都无精打采的 灵异将随身 空间了上万魂盒 全都拿了出来 送到星园面前 下一刻 这些魂盒中 一缕缕荧光飞了出来 不断会入星园五魂虚影中 之前遭受魔神残影 重创的虚影 得到魂力的补充后 很快就再次凝视起来 十岁之位后 星园对魂盒的魂力 提取速度 也水涨船高 灵异之感 觉眼前像是出现了 一个魂力黑洞一般 正在贪婚地 摄取魂盒 你的武魂 吸取了大量魂力 解锁了新的魂迹 火眼金睛 你的武魂 吸取了大量魂力 解锁了新的魂迹 七十二遍 你的武魂 吸取了大量魂力 解锁了新的天生魂迹 凤吃紫金冠 承霄和寄云里 还是第一次看到灵异的武魂 怎么是个猴 而且竟然还是 看起来如此落魄 被压在山下的猴 灵异怎么看上这种武魂呢 没记错的话 老人皇的自选魂库里 有很多张牙舞爪 一看就不好惹的上古凶兽 这猴头比得过那些上古凶兽吗 在他们的疑惑目光中 灵异拿出来的上万魂盒中 无数荧光 不断被武魂星元吸收殆尽 灵异也能够看到 他的武魂外观 也在发生变化 首先因为天生魂器的解锁 星元原本光秃秃的脑袋上 也戴上了一顶金冠 两道凤灵冲天 让他看起来更显神意 星元的双目中 隐隐有金芒显现 让其看起来更加灵动有神 随后 镇压在他身躯上方的巨大五星山 也在渐渐缩小 但是也仅限于缩小了 一万多魂盒的魂力被抽签 武魂的蜕变也停了下来 灵异在心中叹了口气 果然想要完全给大圣解锋 这些魂盒还是不够的 重新打开武魂面板 灵异感觉焕然一新 眼前一亮 星元 封印解除50% 类型 武魂 品级 神话 特性 破坏力 S加 防御力 SS 持久力 S 抵抗力 SSS加 成长力 共鸣属性 生命值正15% 物理防御正20% 魔法抗星正20% 攻击力正12% 效果抵抗正15% 初始觉醒魂迹 大品天仙诀 火眼金睛 72便 封印 魂迹蓝位 十 天生魂器 凤翅紫金关 以解锁 封印 后续可学习魂迹 五 该武魂不可学习其他通用魂迹 所有特性都有了大幅增长 武魂共鸣提供的百分比加成也有提升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魂迹以及解锁的魂器效果 点开魂迹和魂器详情 灵异眼前一亮 大品天仙诀 被动魂迹 获得100%的异常状态抵抗几率 且不会被任何制高以下的法则效果削减 火眼金睛 被动魂迹 你可以看穿任何时节以下的前行 隐藏 伪装效果 并且被你识破的目标 受到所有来源于你的控制效果时 效果翻倍 72 主动魂迹 你可以将自己 以及最多其他五人 幻化成任意形象 且不会被任何低于九阶以下的反侦查 反伪装效果发现 幻化成特定对象时 有时候会带有特殊效果 凤吃紫金关 天生魂器 装备时大幅提升武魂 以及共鸣者的物理防御力 武魂的技能都比较简单 强度肯定是不会比职业者要强的 但是林一丝毫不觉得 自家武魂这三个技能弱到哪里 大品天仙诀 脸都不要了 百分之一百的异常抵抗 自己现在碰到裴俊熙 这种主打异常状态的人 都要不小心中了 他几十种不同的恶心异常状态 但是星元是完全免疫 所有异常状态的 他人被控了 武魂都不会被控 火眼睛睛的效果 跟全知之眼有些重叠了 但武魂和职业者 各自未战的情况 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旦各自未战 拥有这种破坏的技能 也是很关键的 然后是七十二变 这是个伪装类的技能 林一目前就缺这类技能 这也算是补上了一个短板了 然后是魂器 很多武魂 是不存在天生魂器的 需要额外打造 一般而言 天生魂器 如果能塑造出来 肯定是要比额外打造的 要好得多 比如现在解锁的 这个凤翅紫金关 不仅加武魂的防御力 林一现在更是发现 自己身为一个法师 穿着一身不假 但是物理防御力 已经跟某些穿板甲的职业 不相上下了 泽泽 一万多魂盒 竟然也没让 你这武魂变化太大 甚至应该还没有完全解封 潜力无穷啊 是老人黄悄悄告诉你 要选这个的吗 纪云里泽泽称奇 明显他没有见过 这么特殊的武魂 别扯淡了 承霄淡淡道 老人黄一视同仁的 你难道也想换武魂了 纪云里连忙摇头 不换 打死都不换 能碰到一个 这么对我脾气的武魂 太难得了 灵异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两位前辈 在天空塔里 太古人族基本上 都拥有鸡道 甚至七八道神闻 这说明武魂 也能够拥有不止一个吧 但是 我看你们好像 也只有一个武魂 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承霄和纪云里 都是一愣 最后 还是纪云里一拍脑袋 哈哈 你问出了当年 跟我一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换成 是他这种富家子弟 估计都不会问 也就是你我这种 崛起于微末的 才会有疑惑了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不是我们不想获取 第二武魂 乃至更多武魂 也不是我们的灵魂和精神 承受不住 而是另一个特殊的原因 你听说过业力吗 按照轮回 那一派的家伙们说的 一个世界中的生灵 无时无刻 都在产生业力 而容纳一个世界的 总体业力 是有上限的 自然界的弱肉强食 大鱼吃小鱼这种现象 放到更大的角度来看 就是一种整个世界的意志 再平衡总体业力的结果 而武魂和神闻的本质 就是将那些 不入轮回的强大存在 封印在自己体内 为自己所用 在某种意义上 只要有武魂 你承受的 就是双倍的业力了 灵异听完 感觉自己懂了 但幼默完全懂 承销也开口了 我换个你 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吧 因为世界本身是渴望均衡的 业力是有上限的 你拥有的武魂多了 单一个体的业力 就远远超出 它本应承载的了 一旦有些生灵的业力 超出它本应承载的 便会受到 整个位面的排斥和反噬 具体体现就是倒霉 你所求的 必不会成 你所怕的 怕什么 救来什么 业力太高的话 甚至出门 就会被天上掉下来的 陨石砸死 因为整个世界 都在想方设法 解决掉你这个 占用大量业力的麻烦 灵异彻底明白了 看来不是这些大佬 不想拥有更多武魂 而是不想承担 过高的业力 导致自己变倒霉 事事不顺 兄弟 你之前拿到的 那个唯一成就 是什么效果呀 方便透露下吗 纪云里搓了搓手 明显这个问题 已经压 在他心里很久了 刚刚才回主 动给灵异说明 业力相关的知识 灵异一症 啊 我自己也还没看呢 不只是这个唯一成就 就连之前前吊三井 得到的那个 不死不休成就 以及漆黑之心 虚无之手 两个法则倒具的效果 灵异也都还没来得及看 叫你问题多 多大个人了 这种问题 你也好意思问一个小辈 承霄不屑 但他其实心底里 也非常渴望知道 灵异那个成就的效果 这种神话级成就 一定会有效果 跟头衔一样 更何况 还是整个蓝星气晶 未止的第一个 这个类型的成就 灵异很快就在 自己的成就栏里 找到了不死不休 神也会流血 两个成就 果然如承霄 两人说的那样 这两个成就 都是有效果的 不死不休 当你遭遇 与你所掌握的 法则对立的敌人时 你们对彼此造成伤害时 额外造成10%的 本源伤害 这个效果 是一把双刃剑 10%的本源伤害增伤 对敌对自己都有效 之前灵异 是用圣娘要斑 这个光明戏法 则进咒消灭了 漆黑 这个人造法则 而拿到这个成就 估计获得这个成就的机制 就是用天生对立的法则 消灭另外一个 法则的代表人 就能拿到 至于所谓的本源伤害 灵异之前 在自己的寂灭之手上 就看到过相关描述 这种类型的伤害 不同于任何元素伤害 元素伤害 和物理伤害 都是可以被减伤效果 和护甲膜抗减免的 但是真实伤害 能够无视这些效果 本源伤害 则是真实伤害的 Plus版本 不仅能够对敌 造成无视减伤护甲膜抗的伤害 同时还能削减 敌方的最大生命值上限 神也会流血 你在与祥渊魔神级的 强者对战时 承受的所有生命 层次压制效果 减少50% 且你对其造成的伤害的1% 会转化为本源伤害 你在与魔君级的强者对战时 可以完全免疫生命层次的压制 且额外造成5%的本源伤害 你在与魔君级以下的强者对战时 额外造成10%的本源伤害 看完这个成就的效果 灵异觉得 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直接将这个 成就效果共享了出来 谁知道承销和祭云里 都是面露震惊之色 好强的效果 跟魔君对战 无视压制效果 有点夸张了 灵异 这个生命层次压制效果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来自于高位格世界的生命 文明层次肯定要比我们这种低位格世界要高 同样拥有法则之力的庇护情况下 它们因为母世界的存在 天生对我们就会产生压制效果 严重的情况下 它们能够发 挥出100%的实力 但我们只能发挥50%的实力 这也是迄今未止 我们在万族战场上 每次遭遇魔君极强者时 总是我们这一方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 蓝星世界的升格 迫在眉睫了 但这不是我们一代人能够掌控的事 灵异点了点头 她感觉自己对于整个诸天万劫的了解 又更深了几分 前面就快到了 我们加快脚步吧 程霄说了一声 灵异看向前方 才发现前方须迷境外 已经一息能够看到高空之中的巨大阴影了 毫无疑问 那是神霄主舰的须影 三人加快飞行速度 很快就飞出了须迷境 刚一从须 迷境飞出 猛烈的寒风就吹了过来 灵异打了的寒战 彭莱岛的维度靠近赤道 一年四季都跟夏天差不多 但是只是数分钟在虚迷境中穿行 她直接来到了大厦北境 视线镜头 甚至依稀能够看到长白山了 要是利用船 宋镇的话 从彭莱岛到长白山 估计要花大半天时间 怪不得际云里 会演蝉虚迷境 光是从赶路这个功能来看 这个法则道具 也得却很香了 这几天 我也会在神霄找个地方住下 一路以来 你精神都高度紧绷 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明天你来你们蓝院长的办公室一趟 到时 我再跟你说下 有关你快速提高你将冤层数的事 灵异点头 三人回到神霄之后 灵异直接回了自己 在女娲学院的单人公寓中 吃了点东西 又洗了个热水澡 灵异躺在自己很久 没有回来的床上 伸了个懒腰 她打算一绝睡到明天 不过在此之前 灵异打算清点一下 这段时间拿到的战利品 首先是两个法则道具 包括不朽果实在内 自己目前得到的三个法则道具 全都被放进新开的随身空间里了 这也方便灵异分类 和随时取用 灵异手掌一番 一个玻璃瓶样的东西 就出现在她手心之中 瓶中封存着一团漆黑的暗影 这团暗影 形成了类四人类心脏的形状 还在不断搏动 漆黑之心 种类 法则道具 品级 等级 正20%暗属性伤害 正50%异常状态命中率 效果一 拥有此物时 你的所有前行 隐匿技能提升半阶 效果二 拥有此物时 你可以在一分钟内前 葬进入任何一处阴影中 遮蔽身形和气息 并且下一次发动攻击时 额外附加100%的暗影伤害 该效果用有冷却时间 24小时 被捉 当你凝视这颗星葬时 它明显跳得更快了 也许因为是人造法则的原因 漆黑之心的整体属性和效果 看起来都比较一般 不过效果二给的 躲藏进入任何一个阴影的这个技能 比他的顿入暗影要好用得多 保底这个技能 也算是一个保命技能 如果用得好的话 离开暗影的第一次攻击 额外造成100%的暗影伤害 也算是一个超级爆发手段了 随后 灵异将斩杀魔神残影 得到的另外一件法则道具拿了出来 之前灵异都没有观察 过这件法则道具 到底是什么样的外观 而当灵异将它从随身空间离转 移出来时 更是莫看到 它到底是什么外观 因为这玩意 没有外观 即使灵异拥有全知之眼 即使武魂 还有火眼晶晶的加持 灵异愣是莫看到 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模样 主动去触碰 也完全碰到 仿佛虚无之手 完全就不存在一样 下一刻 更加夸张的事情发生了 灵异看到自己的右手 竟然也开始渐渐被 虚无 法则静人 开始消失无踪 这给灵异下的不轻 但她又不敢将这件法则道具 丢在床上 万一再也找不到了 她就真的傻逼了 灵异怀着忐忑的心情 维持着用右手 拖着虚无之手的手势 数秒后 灵异看到她的整个右手手掌 直到万部 全都消失了 变成了一片虚无 但灵异却 依旧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右手还是存在的 甚至她放下手 去处碰柔软的床垫 也是能够做到的 触感也没有丧失 灵异心下烧鞍 看来这件法则道具 应该仅仅是让现实存在的物体 虚无化 但却并不是完全的虚无 定 法则道具 虚无之手 已与你的右手完全融合 提示声传来 灵异一头问号 这个法则道具 还能跟自己的肉体融合的 那自己还算是人类吗 不要没受我的人机啊 好在 融合之后 虚无之手 也从几乎完全不可控的状态 变得可控了 起码灵异 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右手了 并且相应的详情信息 也浮现在眼前了 虚无之手 种类 法则道具 已融合 品级 等级 效果一 当你掌握暗影戏法术时 将该戏法术升格成为虚空戏 效果二 当你使用你的右手 触碰十阶以下的技能时 将其转化为虚无 因灭消失 效果三 当你使用右手 触碰敌方目标时 将其身上所有等级 低于十阶的增益效果 化为虚无 所有状态类 变身类技能效果解除 以上两个效果 无冷却时间 可无限制使用 效果四 激发虚空之手中 蕴含的虚无之力 将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事物 转移至扭曲虚空之中 该效果佣有冷却时间 二十四小时 当前效果四升效范围 一百米 备注 啊 虚空 我怀念那里的黑暗 看完自己右手的能力之后 灵异直接傻了 灵异只能说 这玩意 不愧是九条至高法则之一 所演化出来的法则道具 虚无 有些霸道了 现在他的右手 碰到技能 就直接没收别人的技能 碰到人 就直接驱散所有增益 解除一切变身和状态 并且 现在自己 如果去学习暗影系法术的话 还会直接变成 plus版本 虚空系 灵异有直觉 虚空系的法术 肯定比暗影系强的不止 一点半点 要找个时间 去把暗影系的技能书 弄到手才行了 还有现在 自己也已经一百八十级了 老早就收到 可以去接五转任务的提示了 趁着有成销这个强力 又暂时免费的大腿在 顺便 也把五转任务做了吧 嗯 还有降渊层数 要继续冲了 灵异现阶段的目标很明确 完成转值 再加上冲降渊层数 尽快变强 等灵幽归来 按照老人黄的说法 尼泊龙根也要开启了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上 灵异起床吃过早餐 直奔兰若曦的办公室 敲门进入 才发现 成销跟兰若曦聊得正开心 好久不见啊 都有点想你了呢 兰若曦今天穿的 依旧很暴露 看到灵异之后 声音也加起来了 完全没有跟成销聊天时 那么自然 灵异领叫过这位院长的厉害 当下只能硬着头皮 坐到成销旁边的沙发上 尴尬地打了声招呼 休息好了 好了 那就是不宜迟 我从你兰院长这里听说 你下一个祥渊妖 请含对应的副本 是九层的云顶娱乐城 灵异遗症 兰若曦是怎么知道的 你那小学姐跟我说 她好像特别关注你呢 还跟我说 如果你回来了 准备去刷祥渊副本了 通知她一声 那妮子 也想跟你组队呢 呵呵 灵异没有拒绝 可以啊 成销也笑道 你也得确该组个自己的队伍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五层之后的所有祥渊副本 都需要组队才能进入了 灵异一息继的 很早之前 也有人跟她说过 要想办法凑自己的队伍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嗯 蓝弓灵是治疗辅助职业的话 那孙大川 可以当队伍里的坦克职业 再找两个输出职业 自己的小队也就成行了 空缺的位子 后面再找吧 如果组队的话 那么降渊层数的进度 是怎么算的 比如 我才打到降渊九层 但是南宫学姐的层数 肯定比我更高了吧 她还能跟我一起组队参与吗 蓝弱兮倾笑 这个你不用担心 降渊层数 有向下覆盖的机制 目前已经 打到高层数的人 可以回头帮队员 去刷低层数的副本 并且通关了一样有奖励 但你就不能去 帮她刷她的高层副本 除非在某次通关之后 你获得的降渊腰 请寒的层数 已经高于她 这个时候 你们就可以选择 去刷她的那个副本 或是直接刷你的副本 之后 你们的层数 就都会追拼到 这个最高的层数 她之前的腰请寒作废 通关之后的邀请寒 也会转变为 跟你一样层数的 某个副本邀请寒 灵异恍然大悟 那么现在 说说你的第九层吧 这个副本有些特殊 正常通关思路的话 你的静咒 派不上什么用场 灵异其实之前 听这个副本的名字的时候 就感觉很为糊了 谁家祥冤副本 会叫什么娱乐场啊 整个副本 其实是一座巨大的赌场 在里面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 眼睛 手脚 肾脏 肝脏 甚至你的命 全都明码标价 这个副本 也是唯一一个通关的之后 里面的NPC会额 外给你特殊邀请函 让你随时都可以返回 重负进入的副本 灵异心中的猜测 被证实了 但 果然是赌场 进入副本之后 所有人都会得到初始的筹码 这些是云顶娱乐城的庄家送的 通关副本的目标 则是赢取相应的金额 只要金额达标 你就算通关副本 并且 在娱乐城中赚取的货币 得确是能够在副本中的宇宙中 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 甚至 咱们蓝星某些组织 还跟娱乐城的高层搭了线 两个世界彼此之间互通有无 某些曾经的稀有材料 就是这样 才把价格打下来的 不过赌场嘛 你懂的 赢得永远只有庄家和开赌的人 真正的倒霉蛋 在里面不仅没办法通关 还把身体上能赌的零件都赌上 还还不了债的 比一比皆是 当然 这些都是正常的通关思路 下面我们来说说 非正常的通关思路 灵异静静听住 这个副本的规则 还真的很新奇 运气不够 作弊来凑 嗨嗨 别看我这样 我也略懂一些签署 略懂明显是成销自签的说法 灵异目前不听清楚 真理 这个法则的底层原理 到底是什么 但从成销能够预测未来 侦测气运 乃至修改命格来看 这或绝对是先天赌王胜体 当然 赌场的套路 懂得都懂 哪怕是作弊 那些最有价值 高高摆在王座上 诱惑愚昧众生 前去测试自己运气的头等奖 是根本不可能让人得到的 正常来说 为了保证表面上的公平性 和真实性 每隔一段时间 赌场都会安排一个托 来将头奖引走 然后替换新的头奖 近期云顶于乐城的头奖 你肯定感兴趣 成销说到这里 故作神秘地顿了毒 然后说出了头等奖的详情 太出火种 灵异瞳瞳一缩 他可没有忘记 这是他火系静咒的升阶材料 之前他还打算回沙海 淘金副本一趟 去看看 还有没有机会 拿到这个材料 现在看来 这东西竟然被转移了 是不是很意外 我也曾精通观过 那个名叫沙海淘金的副本 甚至也曾有幸见过 沙海涡旋下方的两件之宝 只可惜 当时的我还太难 没机会拿到手 而云顶于乐城 这个祥渊副本 实际上跟沙海淘金这个副本 是同一个宇宙未免的 我说到这里 你应该也能猜得出 这家云顶于乐城背后的老板 是谁了 是那个杀到王罗杰 灵异脱口而出 啪 承销打了个响指 这家伙的产业 遍布整个第七祥渊宇宙 黑的白的通吃 他鸡肋的财富 搜罗的质宝 得确可以说是称霸 整个第七祥渊宇宙了 所以 如果这件头等奖 你想要拿到手 可能会很难 到最后 如果没办法 就只能启动最终计划了 灵异 抢 承销给了灵异 一个如此可教的眼神 虽然这个副本通关 只是挣钱 但作为迄今未止 自由度最高 甚至能够自由出入的 祥渊副本 直接动手抢 当然也是可选项之一 只不过这重视 只能前一次 抢完之后 这副本 或者说 整个第七祥渊宇宙 估计 都会永久驱逐自己 想再进就难了 所以 现在计划 是进入副本之后 我们先低调做人 大赚一笔 起码把通关要求达标了 这样 我们也随时可以退出副本逃跑 等通关目标达成之后 就直接动手 这副本里的最强者 大概也就是 祥渊魔君级 我就算短时间内杀不了他 他应该也奈何不了我 我负责拖住他 你们拿了宝贝就跑 好了 就说这么多 其他的等进了副本 就见机形式就行了 现在你再叫三个人来吧 副本需要五人组队 兰若熙也补充到 云顶娱乐城这个副本 很开放 所以 基本上全球各国都拥有入口 我们大厦的入口 就在地金 等会你们组好队之后 从神霄的传送阵 去地金就行 承霄轻笑 不用这么麻烦 兰若熙一正 随后玩二 忘记还有你这个金牌打手在了 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祝你们好运吧 称呼一名战神级的强者 叫打手 明显不是什么好话 哪怕这个打手的前缀 有金牌两个字 林毅很早之前就感觉到了 兰若熙的背景 应该不一般 不然也不可能跟一位战神谈笑风声了 祥 祥渊第九层 我 我目前只是刚刚通关了林层而已 神笑 福西学院 教学楼门前 小胖子风三有 面色一苦 明显对林毅的邀请 有些胆怯 林哥 我怕拖累你 还是还是不去了吧 他刚说完 瞬间后脑就挨了一巴掌 我说你这小胖怎么这磨损 有林老弟带队 你在怕什么 他敢邀请你 就说明 不怕你拖后腿啊 好好学学我 直接抱大腿 会喊666就行了 孙大川的体型 比方三有 还要大上一圈 这两个胖子站在一起 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兄弟七星 八百多斤 小学弟 这次我也有幸抱上你的大腿了 我可会喊666了 男公灵也嬉皮笑脸 其实凭三有的年纪 是要比林一大一岁的 毕竟他都已经是其他学院 选拔进入神肖的了 肯定比林一这个特招生要年长 林一也懒得吐槽 他叫自己哥的这件事 只是开口安抚道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这次副班 我其实也是划水的 真正的大腿不是我 男公灵和孙大川 都是一愣 啊 你还不算大腿 那这根大腿 到底有多错 小学弟 最后一个队员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不会是院长 大人亲自出马吧 男公灵问道 林一摇摇头 不是他 你们应该也不认识 但他是一名战神 名字 我就不透露了 四人站在这里 林一声音也没有刻意压低 加上他现在在神骁的名前 已经近乎到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地步了 但凡路过的人 都要回头看一眼 更有甚者 会假接路过的机会 偷听一下 四人在聊什么 林一这句话 几乎是刚说完 瞬间林一 就看到来来往往 进出福西学院的 这些神骁学子 就出现了一大堆 差点摔个狗坑似的 这些人知道 自己的偷听暴露后 也直接不装了 纷纷用无比惊恐的目光 看了过来 不是 哥们 战神带你刷祥渊 哥们什么身份 就算是某些 顶级世家的二代 也没有这种待遇吧 只是一个多礼拜不见 大魔王已精进化道 能够指使战神级的强者 来帮忙刷副本了吗 这些路人都骂了 不用想 这个劲爆大新闻 估计不消片刻 就会容灯本日神骁 论坛吃瓜趋头版头条 路人都已经目瞪口呆了 那么这个消息 对孙大川三人的冲击力 就更夸张了 小胖子冯三友 差点都要哭出声了 战 战神 他不仅没有因为 灵异的这个安慰 而感到好受 反而更加紧张了 灵异叹了口气 看了看四周 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 只能一把扯住了 小胖子冯三友的手 然后道 别废话了 事不宜迟 别让别人等久了 出发吧 灵异思来想去 也没有想到 除了南宫灵和孙大川以外的 第三人选 最后 还是念及从小胖子那里 薅到了一波 空间系临时技能的羊毛 灵异才打算来邀请他入队 后续成 萧离开队伍之后 灵异还需要再找一个人 才能凑齐五人小队 不过这个人选 到时候再说吧 很快 在灵异的声拉硬拽下 冯三友 也只能接受这重感 鸭子上架的好事了 人齐了 那就出发吧 承萧没有看出了 下一刻 五人全都再次进入了虚弥境中 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毕竟是战神级的强者 对灵异克简 是因为灵异特殊 承萧莫必要对其他人也特殊 从大厦北径长 白山到地晶 并不是一段特别长的距离 肯定要比蓬莱岛 到长白山短得多 所以几乎是数十秒后 众人就走完了这一段 虚弥境空间夹缝 周遭事物变换 但从长白山上空 数十秒抵达地 读基地式的体验 还是让包括南宫灵在内的三人 深深震撼 没办法 他们是正常人 他们在这个阶段 能够接触到的力量等几天花板 大概就是七八转的强者了 但战神级强者 随手露出来的一些东西 就是足以让他们的三观 都被震撼的 南宫灵悄悄看了眼灵异 却发现灵异淡然自若 南宫灵心中 涌现一股怅然的情绪 不知不觉间 自己这位小学弟 也已经走到了 几乎能跟一位战神级的 他还感觉自己看得到灵异的背影 现在却发现 他已经追不上了 灵异已经甩开他很远了 我们到了 你的邀请寒呢 承销设定的 虚迷进两段入口和出口的界限 正好就在这个祥渊副本的门口 灵异将随身空间中的祥渊邀 请寒拿了出来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到 身前巨大的石门 张开了一道缝隙 森寒的祥渊气息 喷薄而出 石门上繁复的魔法刻 闻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 石门顶端的骷髅印记 也依次亮了起来 一个 两个 直到第四个亮起 四 四牛头难度 冯三有震惊了 他的祥渊灵层副本难度 只有一牛 他感觉都要生要死了 四牛头难度的祥渊副本 会有多恐怖 南宫灵泽也是面色凝重 他本身的祥渊进度 是推进到十七层了 并且 他的第九层祥渊副本 也并不是云顶娱乐城 但他曾经卡在这个层数时 最想要碰到的副本 就是云顶娱乐城了 毕竟 这是一个不需要面对那些 凶残猙獰的 祥渊魔物的副本 自然也会给人一种 很容易通关的感觉 现在看来 他可能错误估计了 这个副本的难度 别误会了 就算包装得再华丽美好 其内核 也是祥渊副本 赌博 本就比降渊怪物 还要恐怖无数呗 不是吗 承潇看了灵翼一眼 意味深长道 随后 第一个踏入了石门之后 身影消失 灵翼在短暂的失神后 也踏入了石门之中 他们五人 目前是组队状态 承潇是队员 进去了之后 也只是个人 会进入副本之中 而灵翼身为队长 他迈入进入门中 则是门外的其他三人 全都一并 被传送进入了副本之中 再次睁开眼 灵翼被眼前 璀璨的霓虹阵惊浪 入目的是一个巨大的喷泉 喷泉中翻涌的 也不是水 而是散发着 迷人气息的顶级香槟 喷泉两边的行车道上 有着一辆辆流光一彩的豪车 而此刻 五人也正坐在一辆顶级豪车上 缓缓朝着喷泉后的 那一座巨大建筑物驶去 我的娘爱 我老孙这辈子 还没穿过这种衣服 孙大川平日里 都跟断炉和铁锤打交道 最常穿的衣服 就是不穿衣服 现在他整个人都穿着 一件紫黑色的贴身西服 西服领口 别着一朵金色的梨花 那里套着的衬衣 也有金线打底 脚下穿着的皮鞋 更是赠光瓦亮 要是再加上一杯红酒 这身行头 就是妥妥的上流人士打扮了 不只是孙大川 在场的四位男士 全都是一身得体 又华丽的行头 就连最土编的孙大川 都看起来帅气了几分 灵异本就颜值出众的 现在的气质更加无敌 男公灵没有穿西装 而是一件浅紫色的流苏 双肩和前胸开得很低 脖子上更是有一串蓝色的 坦桑石吊坠 发型也从黑长直变成了大波浪 这个打扮的男公灵 完全从一个元气少女 变成了风韵少妇 男公灵起初对 自己的这个形象 还有些不满意 后来越看越欣喜 五人观察自己在副本内的装束时 豪车也缓缓开过巨型香槟喷泉 来到了巨大的云顶娱乐城大门前 数十名适应生 在门口列队站好 看到灵异等人来临 九十度鞠躬致翼 豪车没有司机 完全是自动驾驶 抵达门口之后 车门也主动打开 很快就有两名颜值和身材 都极其出众的美女 过来打开车门 尊贵的客人 欢迎您入住云顶豪亭 五位的入住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了 都是贵宾 VIP套奸 请跟我来 两名美女适应 领着五人进入娱乐城大门 哐哐哐 林一回头 就看到那大门缓缓关闭 就像一只巨兽 刚刚吞下了五只肥美的羔羊 现在心满意足地合上了巨口 酒店富丽堂皇 灯光温暖而惬意 加上空气中弥漫的香氛 让人瞬间就感觉舒适安稳 极其容易放下所有防备 如果不是知道 这是一个四牛头的祥渊副本 林一也难免沉沦其中 对于其他出入这个副本的职业者来说 说不定真的会把这里当成另一个家 坐上透明电梯 五人透过电梯的玻璃 能够看到整个环形 巨大娱乐城各层的全貌 第一层是酒店大堂 第二层到第五层 都是餐厅 无论您是从银河的边缘星球而来 还是从最繁华的星球而来 肯定都能在这里找到最适合您的口味 所有餐厅 24小时营业 并且都是免费的哦 第六层是我们的疗养中心 按摩 薰针 水疗等所有项目齐全 您可以在这里找回最轻松的自己 当然 也都是免费的 直到第十八层 灵异才看到了 这次副本之旅 真正的重头戏 整个十八到三十八层的 二十层空间内 层层叠叠 摆满了各类机器和赌桌 所有客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在排桌上欢笑玩耍 气氛极佳 这里是我们的云顶娱乐场 各位闲暇时间 就可以抽空来试试手气 五位贵宾来得正是时候 今年是我们云顶豪亭 开放第一百周年庆 罗杰先生 为了庆祝一百周年 特别拿出了三件银河至宝 来当做娱乐城的头奖 只要中奖 三件至宝 都可以被一人带走 说不定这位大赢家 就出在五位贵宾中呢 伴随着两位美女的介绍 灵异也看到了 被高高摆在娱乐城之店的三样 封装在碧蓝色水泡容器中 不断环绕住的三件至宝 其中一件 正是灵异此前 在沙海涡旋底部 看到过的太出火种 而另一件 则让灵异瞳孔一缩 那是一件长袍 其配色和外观 跟自己的寄灭之手 一脉相承 第二件寄灭套装 至于第三个蓝色浮球中 封存的东西 灵异没见过 那是一个指针 再不停转动 整体也不知道 是由什么材质打造 切心光一彩的罗盘 客人您真是识货 竟然一眼就看中了三件至宝中 价值最高的那一件 如果说其他两件至宝 是银河含有的话 那么这件天性罗盘 就是宇宙含有了 是至宝中的至宝 它的核心指针涂层 完全取自罗杰先生 拥有的宇宙集至宝创新罗盘 罗杰先生 就是凭借这件至宝 找到了整个宇宙间的无数真奇 拥有这件天性罗盘 您也可以借由它 来替你寻找更多的至宝真奇 可以说拥有了它 你也拥有了无限多的至宝道具 美女滔滔不绝 给灵异五人介绍这三件头等奖 灵异在心里平复了一下心情 先不说这三件头等奖中 有两件是他目前刚需的 光是说 这个天性罗盘 能够自洞寻宝的功能 估计就能够让无数走到这里的人 心动不已了 罗杰能发家的原因 应该就是他手上的创新罗盘 这个天性罗盘虽是仿造的 但是功能相近 这谁不迷惑 能走到这里的人 谁还没有点赌心 只要产生兴趣 那么 这些接应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电梯继续升高 很快就穿过了娱乐城的层数 然后进入了无法纵观全貌的区域 最终 电梯停在了51层的位置 我们到了 各位贵宾的房间 分别是V5101到V5105 房间规格都是最顶级的 房间也以为各位打扫干净 各位可以自行分配入住 那么 沙拉我就先告退了 有什么需求 您都可以随时通过床前里联系前台 祝各位今晚都有美梦 两位美女公身告退 灵异五人 则面面相去 灵异看向成霄 毕竟这副本他来过 主意肯定多 别看我 看我现在 也急不来 灵异四人的脑海中 传来成霄的声音 再不确定是否隔墙有耳 他们又是不是完全被监视的情况下 开启对内语音 肯定是没错的 这个副本 整体处于一片特殊的时空区域中 全年没有阳光照射 永远都是夜晚 然后 灯光和香氛的布置 会让每一个进入这里的人 卸下防备 最后 免费的食物 免费的住宿 免费的休闲场所 可以说让所有 来到这里的人 生活开销 直接归零了 当一个人 不再会因为生存和生活 而烦心时 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思考 自己身上拥有的钱 该怎么花了 而这里唯一能让你花钱的途径 不言而喻了 今天晚上 主线任务是不会发的 所以 我们也不可能去赚钱通关 等明天吧 好了 我住5101 有什么事别找我 先找灵异 灵异解决不了 他再来找我 解散 承销说完 手指按在 V5101房间的门把手上 只听低的一声轻响过后 房门打开 他走了进去 消失不现 灵异看向其他三人 开口道 那就都休息吧 我住5102 有事来找我 小胖子冯三友 已经在强打精神了 这里的灯光和味道 的却让人昏昏欲睡 南宫灵和孙大川相视一眼 心中更加警觉了几分 然后分了房间 所有人都入住了 推门进入5102 灵异还是被房间内的装潢 和陈设震惊了 此前灵异住过的最豪华的住宿 就是大考结束那天 在地精住的那间酒店套房 但眼前云顶豪亭的奢华程度 只能说 还在那套房之上无数倍 灵异甚至看到 浴缸都跟小型游泳池一样了 热水也早已帮他放好了 水雾生疼 温暖宜人 如果不是知道 这里是副本 更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赌场 灵异也会觉得 这里他能住一辈子 来到卧室 灵异更是被房间桌上放住的 一叠筹码所震惊了 入住之礼 希望您喜欢 筹码旁 还有一张刻住烫金小字的信 大意基本上就是 酒店免费提供1万的筹码 这些筹码可以在娱乐城中玩耍使用 但本身却没办法兑换现金带走 灵异探尾观止 做得真绝啊 如果说之前所有的铺垫 都是在勾起 入住这家酒店的赌徒们心中的瘾的话 那么这堆筹码 直接就是在他们背后猛推了一把 我直接连筹码都给你准备好了 去玩几把 说了也漠视 赢了可就能变现了 坠入深渊的第一步 永远从长时开始 与此同时 酒店大堂 刚才尝得最俊意的那个帅哥 怎么感觉有些眼熟 沙拉伸了个懒腰 跟身边的同伴说笑道 虽然他们的职责是引诱人堕落 但他们何尝不是这张舵落之网中的囚徒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聊聊今天看过哪个帅哥 已经是难得的消遣了 被沙拉这么一提醒 他身边的人也是点头道 是啊 我总感觉我 好像在哪见过他 西西 小浪梯子 你是不是在春梦里见过呀 沙拉 别开玩笑 我是真的感觉在哪里见过呀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过了酒店一层的安保区域 墙上贴住的一张纸 让两人的脚步彻底停了下来 A级宇宙通机 Dead or Alive 悬赏金 三亿杀利 这张通机令上映住的脸 赫然就是灵异 洗锅澡 灵异披着浴袍 浑身轻松 则 物质真是引人堕落呀 如果真不是这么急着 充层变墙的话 他倒真的不介意 继续在这个副本里多待积田 确实很爽 简直就是皇帝过的日子 叮咚 门铃忽然暗响 灵异凑到门边 就听到门外传来温和的声音 您好先生 您叫的客房服务 灵异靠近门口 凑到猫眼前 得却看到 门外是 之前的那位美女沙拉 在门外搔手弄姿 灵异皱眉 这酒店 还特末提供这种特殊服务 那孙大川和小胖他们也有吗 不 灵异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连串的雷射激光 就穿过门板 直接射了进来 枪枪直指灵异的胸口要害 枪击来得太过突然 灵异完全没有任何防备 事实上 在这重环境里 想要防备 也是非常困难的事 好在灵异虽然没有防备 但她也不需要防备 无数道雷射光枪的特殊子弹 射在灵异的胸口上 只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抱歉 没有破防 凤赤紫金关底的防御加成 灵异终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太变态了 她只是个法师啊 灵异推开门 就看到之前还对着猫眼 搔手梦姿的沙拉 脸上杀气难以掩藏 看到灵异开门 她更是一句话都不说 拿起刚刚仔细藏 在身后的消音没射枪 对着灵异的脑门 又是接连扣动扳机 只可惜 还是没有破防 这一次 沙拉慌了 她之前只是以为 因为酒店的门房 谈效果太好了 根本没有射穿 所以灵异才开了门 但没想到 是这枪根本没办法破灵异的防 沙拉刚想尖叫一声 丢枪就跑 下一刻 却整个人都化作飞灰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弹指 灵异看着掉在地上的 雷射手枪 左右观察了一下 发现此刻并没有 别的人被惊动 连忙将手枪拿起 关上房门 灵异 嗖 当当在心里开口 灵异才惊觉 那个平日李总 是无言默默陪着自己的人 现在不在 难免生起一丝空落落的思绪 灵异承认 她有些不习惯了 搜魂这件事 灵异当然也能做 只不过平时她太依赖灵异了 虽然没办法搜魂 但灵异却依旧有办法 得到沙拉为什么 要来杀自己的理由 轮回之处 正常来说 这种普通人的轮回经历 灵异都是会选择直接跳过的 她不感兴趣 现在没有灵异搜魂 她只能用轮回经历来搜集情报 很快 灵异就睁开了眼 不知是自己运气足够好 还是因为 沙拉是有完整意志的智慧生命体 这一次的轮回体验 完全告诉了灵异所有的来龙去脉 通缉 我怎么在哪里都被通缉啊 甚至 还选赏三个亿 灵异甚至都想把自己给卖了 正常来说 自己这种通缉犯 被发现之后 来杀自己 或者来抓自己的人 应该是一群人才对 但现在只有沙拉一个 理由也很简单 这女人偏自己的同事 去叫安保部的人来抓灵异 自己却看上了灵异的悬赏金 带了枪就单枪匹马来 暗杀灵异了 只可惜 她又贪又蠢 最后才丢了命 不过灵异也知道 整个云顶娱乐城 既然是罗杰的产业的话 那自己肯定是莫办法继续顶着这张脸 在副本里晃悠了 现在摆在灵异面前的 有两条路 第一 直接跟这个副本所有的人报了 杀杀杀 杀出个通关大盗 第二 想个办法隐藏起来 再通关拿宝贝 灵异是更倾向于后者的 首先第一个选择 太不稳定了 鬼知道会不会整个娱乐城的 所有人都杀光了 她还是没办法通关这个副本 其次 她不能不顾及她的队友 灵异已经隐隐听到有脚步声 再朝着她的房间跑来了 估计这些人就是真正的云顶安保部 来抓自己的人了 首先 这些安保人员不能杀 杀了只会更加麻烦 最好的方式 就是自己假死 不 甚至包括承销南宫林四人在内 要全都假死 找五个人来顶包 然后自己五人 再以他们的形象 去继续副本之旅 灵异心面电转 现在已经来不及细想了 她只能按照大脑中出现的 第一本能来行事 做出这个判断之后 灵异身形一闪 下一刻 已然用霹雳一闪 传送到了同层的其他房间中 动刺打刺 动刺打刺 这个房间里播 放着震耳欲聋的迷幻电音 灵异看到 五个白花花的肉体 在做着不可描述的事 桌上 地上还有着针头 和某种白色布鸣粉末 很明显 这屋子里的人 正在开音啪 灵异的出现 直接让一屋子的人都傻了 随后 几个光着屁股的男人 骂骂咧咧地说着 灵异听不懂的外星语 掏出同款镭射枪 就打算对着灵异 就是一毒突突突 灵异满头黑线 算了 反正都是人渣 这样杀起来 也没有什么负罪感 灵异在所有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 下一个瞬间 他们就全都被灵异用 取静折月 转移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随后 灵异使用主动魂祭 七十二遍 将其中的五人 幻化成了自己 以及难攻灵己人的模样 这还是灵异第一次 使用这个魂祭 不得不说 非常牛逼 不仅面容完全一模一样 就连身材和其他特征 也一模一样 做完这一切后 灵异听到脚步声 已经冲到门口了 最后 灵异再次用出霹雳一闪 身影消失 他传送到了成霄的房间里 成霄披着玉袍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还没等灵异开口解释 两人 就都听到砰的一声 踹门声 随后则是个 众霄音枪械激发 以及无数人 闷哼倒地的声音 成霄皱眉 灵异看到 他手指在无形阵盘上 拨动了击下 下一刻 成霄表情恢复自然 可以 你的这个危机处理方式 算是个好队长了 只不过 下次不要随便进 我的房间 万一触发了什么禁止 你可能会死 成霄说完 屈指一谈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周围的一切 再次变得灰蒙蒙起来 与此同时 住在隔壁几个房间的小胖子 孙大川和南宫灵 全都被成霄拉进了虚弥镜中 南宫灵脸上敷着 一层洗澡泥面膜 一脸猛逼 下一刻 他才抱着 自己有些清凉的前胸 警惕地看着成霄 小胖子和孙大川则 已经睡着 酣声震天 碰 就在五人进入虚弥镜的下一秒 成霄的房门 也被一脚踹开 瞬间七八个全副武装的大汉 就闯了进来 私下搜索无人后 留下两人守着 其他人则又出去了 踹门声直接把小胖子和孙大川吵醒 两人睡眼心松线 看到其他人 瞬间也是一个哆嗦 清醒了不少 虚弥镜跟现实空间完全是平行相隔 他们怎么交谈 都不会被房间里守住的安保人员听到 灵弥当下把来龙去卖 跟所有人说了一遍 南宫灵精道 你还被通缉了 怎么做到的 灵弥面现尴尬 说来话长 他其实已经基本猜到 自己为什么被通缉了 之前成霄就说过 别轻意在祥冤副本展露 跟永恒相关的东西 当然 灵弥还是想错了 他之所以被通缉 还是因为抢了杀到王罗杰的质保 灵老弟 笑啊 你这操作我老孙这辈子 都想不出来 脑子转得真快 听你说的 我感觉跟在看漂亮国蝶战 大片一样 面对孙大川的夸赞 灵弥没有骄傲 常规操作罢了 不过 这也是在不考虑先桌 跟整个副本的人报了情况下 能够做出来最好的处理了 那五个人的面相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明天我就可以使用魂记 叫我们伪装成他们 直接顶包他们 继续这个副本 只不过不知道这个宇宙 有没有类似身份证 ID卡之类的东西 出入娱乐场 需不需要再次和验身份什么的 南宫灵笑了 当我这个幻术师不存在是吗 这些问题都可以交给我啊 灵弥点点头 毕竟之前 就跟南宫灵和做过 彼此的默契 还是不用质疑的 在虚迷惊的笼罩下 灵弥等五人的酒店房间间隔 其实相当于不存在 他们可以自由穿行于各个房间之中 五人当然都是直接来到了 此前灵弥的房间中 灵弥很庆幸 自己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然 这种队友全都来自己房间围观的场面 他估计都要变社恐了 是他本人吗 别急 正在将他的面部特征 上传到公司网络 体格特征呢 系统反馈的信息是缺失或不详尽 人的目击报告完全没有 他的面容也是通过 调取卡桑尼斯主机监控收集到的 我们不会杀错人了吧 万一这人 只是跟通机令常的很像怎么办 管他娘的 要是上传匹配失败 今晚的是谁都不许说出去 把那个李斌小姐杀了 然后再给这五个人 安个有罪的名头 落入犯罪档案就行了 是 头儿 灵弥五人默默看着这 群身穿星际寻宝公司制服的人 在对他们的尸体做善后处理 果然在这种不法的待 就算是这些所谓的守护者 跟强盗也没有什么区别 嘟嘟嘟 叮 匹配成功 随着一道机械提示音传来 所有灵异房间里的这些人 全都面露喜色 匹配成功了 发财了 三亿沙利亚 放心 每个人都有份 头儿 你就是我的神 扑扑扑 一阵沉闷的枪响过后 除了那个领头的人以外 围在他身边的七八名安保人员 眉心全都出现一个血洞 雷射枪的烧灼效果 天生自带壁和伤口的效果 这些人脑前被瞬间烧穿 死得很安详 剩下几个距离这位领头人 远一些的安保人员 脸上的笑容僵硬下来 有些反应快的 已经端起枪了 只可惜 他们终究是慢了半拍 那头领举枪几个点射 将剩余人全都杀掉 随后面露争宁 三个亿 怎么可能分给你们 有了这些钱 我就不用继续给 直破公司卖命了 严毙 他站起身 面色一狠 崛起枪对着 自己的大腿和左臂 就是两枪 闷哼一声过后 他强撑着站起来 然后踉枪着跑到南宫林 和成霄等人的房门前 玉璽 快增援 也许是看到 他血淋淋的大腿 和左臂的枪伤 守在寄人房间里的这些人 全都信了 也没有去思考 为什么如此紧急的是太下 他们的队长 为什么还是压低声音 请求支援的逻辑问题 就在这七八人 背对安保头领的下一刻 他倚靠在墙上 用依旧能够活动的右手 举枪就射 不得不说 他的枪法极准 每一枪都命中后心 直接动穿心脏 妈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吃黑 孙大川目瞪口呆 小胖子冯三友 更是莫怎么见识过社会的险恶 现在都吓得说不出话了 至于南宫林子 是对这种场面献得多了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三亿杀裂 可不是小数目哦 成霄笑着看向林毅 林毅怂怂见 没事 这悬赏给 他先领住 等我们可以通关的时候 再抢过来就行了 孙大川目瞪口呆 随后才竖起大拇指 哦爹 还是你更黑 不过 这是你自己的悬赏 你拿了我感觉 也无可厚非 哈哈 南宫林翻了个白眼 这是什么狗屁的道理 不过这里毕竟是降渊副本 再加上这些人 本就是一群混蛋和恶徒 林毅的做法 他认为 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降渊这个地方 圣母都死得很快 一夜过去 第二天九点 五人睡得都不是很好 因为林毅等人顶包的那五人 是一群毒狗二流子 为了维持人设 以及不暴露自己 他们只能在南宫林的幻术遮掩下 尽量扮演这类角色 所以 他们昨晚都是开着那些 动刺打刺的音乐睡的 现在五人 走在前往餐厅的路上 也都是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你们说 等我出副本之后 也把我这玩意染成绿的 怎样 孙大川摸着自己冲天的绿色爆炸头 无比兴奋到 林毅翻了个白眼 他现在的形象 也是个黄毛沙马特 身上甚至还印着无数文青 其中右手小臂上 更是印着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春卷 你也不知道 这群外星人到底懂不懂是什么意思 反正只要是汉字 他们就觉得 黄拽裤炫掉就对了 五人吃过早饭 等待许久的主线任务 终于发布了 定 主线任务发布 请在七天内赚取五百亿杀猎 并成功离开云顶豪亭酒店 该人物完成后 副本通关 你可以继续在副本内 停留最多三十天 在此期间 你可以随时传送离开副本 五百亿杀猎 承销有些惊讶 怎么要求这么高 明显曾经做过云顶 与乐城相关副本攻略的南宫灵 也是无比震惊 怎么了 很多吗 南宫灵脸色有些不好看 何止是多 正常来说 这个副本基本设定的 是五人组队的情况下 合计赚取五亿杀猎 就算通关了 现在直接翻了百倍 灵异有些甘大的摸了摸鼻子 应该是我的原因 我有一个称号 每次进入祥渊副本 其难度等级 都会自动提升一级 应该就是难度提升之后 才会要求 赚到五百亿杀猎才行 承销青 青摇了摇头 重点不是杀猎的数量 五百亿杀猎 其实在我们一路赢的情况下 并不难达成 真正的难点 其实是后面那个条件 他要求我们 成功离开这个地方啊 承销的意思 其余人瞬间就理解了 有了这个条件 基本上就预示了 他们赚了这么多杀猎之后 云顶娱乐城的高层 必不可能让他们 轻轻松松就离开这里 这个鬼地方 看似关系 很好的闺蜜之间 也是说背叛就背叛 同时更是消耗品 只要利益相关 他们就能毫不犹豫地 开枪射杀 所以 他们想正常离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 先把主线任务完成再说 说话间 五人都已经上了18楼 电梯门打开 瞬间巨大的娱乐城 出现在灵异五人面前 老虎击闪烁的跑马灯 不断旋转 各种叮叮咚咚的声音 夹杂着赌徒们的叹息和欢呼声 钻入五人的耳朵 好在整个娱乐城 虽然不禁止吸烟 但场地中的空气净化装置 很给力 除非是离得很近 不然 都闻不到烟味 我们是集体行动 还是分头行动 南宫灵 看向灵异 分头吧 效率更高一些 房间里的筹码 都带着了吧 不带着也没关系哦 灵异画音刚落 一位身穿红色旗袍 具有浓烈亚洲风格的女人 就主动凑了上来 机位贵宾 应该是第一次 光临我们的云顶豪亭吧 为了方便各位 能够更加沉静地参与游戏 我们也提供电子筹码的呢 您只需要找个位子坐下来 自然就会录入您的信息 南宫灵微微皱眉 我幻术只能骗人 可没办法让 你们变成其他人 幻术的本质 还是作用于人的眼睛和大毛 但对电子设备 肯定是无法生效的 灵异思索片刻 在对内语音开口道 应该没事 这些设备采集的 应该是面容和体格信息 我的伪装术 都能够完美模拟这两样 只要没有体液采集 就不会暴露 这里是赌场 又不是金库 他们也是客人 不是囚犯 自然不可能会采集 他们的血液和指纹 这类隐私性极强的信息 如灵异所猜测的那样 就在他随便找了个头桌 坐了下来之后 果然大屏幕上的玩家信息 陆入的是他扮演的黄毛 而不是已经死亡的灵异 灵异回头 瞟了眼男功灵和成霄等人 其余四人也微微点头 然后散开了 先生您好 请问是第一次玩吗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可以给您介绍游戏规则的 坐在桌子另一边的美女 何观笑道 废话 老子能不会 灵异一掌拍在桌上 甚至吐了口谈 没办法 黄毛是这样的 于光看到赌桌旁 其他的几位赌客 都投来鄙夷的神情 灵异就知道 自己的扮演还是成功的 好的 是我冒昧了 美女何观也不动气 灵异这样没素质的人 他见过太多了 只见他右手一翻 熟练地将三枚台面上的头子 扫入头中之中 然后开始花石摇了起来 数秒后 他将头中放下 然后伸出右手 指着桌面上的赔率表笑道 请各位压住 灵异现在在玩的这个游戏 其实规则很简单 头中一共有三枚头子 按照不同点数的类型 分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结果 最普遍的类型有二种 大和小 头子没有出现特殊点数的话 就会将头点合并计算 其中点数区兼卫4-10的结果 就是小 11-17则结果未大 压大小是最容易赚筹码的选择 因为出现的代率最高 在美女何观说 开始下注后 除了灵异以外的其他人 基本上全都已经压住了 有的压大 有的压小 也有人压在了其他注位上 无论是压大还是压小 其实赔率都是1比1 从快速赢钱的效率来看 肯定效率是极低的 所以 灵异将目光放在了那些特殊的柱面上 这类特殊柱面 有压三个头子中 会出现某一特定头面的 或是两种三种头面组合的 也有压总点数缺切是多少点的 更有压住全围和围头的 灵异看了一圈 找到了赔率最高的柱面 围头 1 围头 6 这一排注面 所有的赔率都是1比100 灵异找到目标了 不好意思 只压最高赔率 灵异拿出之前房间里赠送的那1万筹码 将其全部丢到了 围头 3的注面上 所谓的围头 指的就是三颗头子 头面完全一样 而灵异赌的 就是三颗头子 现在头面显示都是三点 灵异压住完之后 那美女合官 明显也是一愣 她抬眼多看了灵异一眼 没有说话 有些话 她身为合官 自然是不可以说的 但灵异身边的赌客 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呵 菜鸟 傻逼 估计就是玩一把过个瘾 就跑的 呵呵 对于这些资深赌客来说 看到灵异这一头黄毛 和屌丝气质 再加上开局 直接压围头 已经基本确定 灵异是个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摊大赔率的菜鸟了 毕竟想要出现 三个点数一样的围头 概率就很低了 更何况灵异赌的 还是特定围头 概率还要再砍六分之一 草泥马 你们说什么 老子说你是菜逼 怎么了 灵异直接跟身边人吵起来了 叮叮 那美女 何管没管这么多 毕竟赌徒们发生口角 是再常见不过的事 等到真正大打出手 也会有场边的安保人 原来拉架的 他按下了中指下注的灵 随后右手轻轻揭开头钟 下一刻 他脸上的表情 就无比精彩了 跟灵异吵起来的鸡尾赌徒 看到开注了 也末功夫 继续跟灵异对喷 纷纷将目光放了过来 下一刻 他们也是目瞪口呆 只见头中之钟 三枚头子错了摆好 正面朝上的点数 赫然都是三点 灵异也假装呆了一下 然后整个人都站了起来 大吼一声卧槽 瞬间引得其他桌的赌徒们 纷纷侧目 先生您 真是好运气 美女何官赞叹一声 将桌面上所有压住大小的筹码 全都扫到自己身前 出现围头 所有压大小和单双的闲架 等于是被庄家通斥 在场唯一的赢家 只有准确压住到 围头三的灵异 灵异看着 那美女何官 挑剪出一枚 深红香精的筹码 以及五枚 略小一些的紫色筹码 推到了她的身前 深红筹码 代表五十万沙利 而紫色筹码 则是十万沙利 算上灵异之前的 一万本金 现在她直接以小博大 赚了一百万 妈的 狗屎运 什么鬼运气 身边的赌客 骂骂咧咧 灵异的回击 也很干脆 一群傻逼 眼看着又要骂起来了 那美女 何官也不管 只是拿起头钟 再次摇晃三下 随后放下头钟 笑道 请下注 下一刻 在所有人 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灵异再次将身前的 一百五十一万筹码 直接推到了 围头三的柱面上 那美女何官也傻了 这要是还能连续出 就真的有鬼了 你妈的 你是不是这场资历的人 故意来搞事的 草你妈 还在装 赌客们眼睛都直了 在这个地方 在所有赌桌上 你有钱 你就是大佬 没有人可以看不起你 之前灵异被这群 自诩资深的赌徒们 看不起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灵异的筹码 只有一万 一看就是拿了 赌场免费给的 骑士筹码 来碰运气的菜鸟 但是菜鸟赢了 他们无话可说 现在这个菜鸟 更是直接再次将 一百五十万筹码 全都压在了 概率低到 让人发指的 特定围头上 他们肯定就不淡定了 出现围头三的概率 就很低了 那么连续出现 两次的概率 会有多低 先生 您确定 要继续下注这里吗 哪怕是美女和官 都出声提醒了一句 确认灵异的下注蓝位 毕竟特定围头的 住面方格 其实是很小的 灵异筹码这么多 都超出方格了 他自然也再次确认一遍 老子就压这个 别你马废话了 再逼逼老子 一枪爆了你 灵异目光凶狠 加上他深中的黑眼圈 以及现在的造型 倒还真的让这 美女和官 吓得退后了几步 不过灵异 当然是不可能 带着枪进来的 入场前就有安检 把这类武器 全都收缴起来了 离开娱乐城之后 还会还给你 抱 抱歉 和官低下头 不再敢继续说话了 坐在灵异身边的 其他七八名赌徒 也全都斜着 眼看着灵异压得住 妈的 要是真的能连开 两次抱子三 老子把卵剁在这里 我压大 我压小 老子压点 七 十四 十五都来一注 很快 大多数人 都已经完成了下注 只剩一个 披着蓝色 陈旧夹克的中年人 布满血丝的双眼 在台面上犹疑不定 理智告诉他 这一把应该压大 因为按照电脑 开奖记录来看 排除之前这把围头三 之前基本上 都是一路小点 怎么算 也该轮到大点出现了 男人捏了捏 手中的最后的 一枚紫色筹码 就在他打算 将自己这枚筹码 压在大上时 手中的紫色筹码 却脱手掉在了桌上 筹码滚动一圈 最后落在了 灵异的那一堆筹码旁 这一刻 男人呆住了 先生 您要改住吗 何官问了一声 男人双手猛然 拍在自己的脸颊上 发出清脆的啪啪声 不改了 老子也压这个 此言一出 其余赌客纷纷侧目 又一个疯了的 傻逼会传染 无数人咕弄间 美女何官 敲了敲手边的铃� 发出清脆的声响 零声响 即宣告下注中指 随后 他打开头钟 所有人都伸长脖子 看了过来 哪怕这个动作 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堵捉周围的屏幕上 也会实时传递头面结果 只见头钟之中 三枚头子 乘一字形排开 三点 三点 最后一个 还是三点 滑 下一刻 灵异所在的这张堵捉 所有人都爆发出一阵 惊天的叫喊声 泥马的 有鬼了 草泥马 这怎么可能 他是不是你们赌场的托 来收割老子的前世吧 只要出现围头 就意味着压大小 压单霜的人 纷纷折戟 他们作为闲家的筹码 会被庄家通吃 他们当然意见很大 甚至有的人 已经跳到赌桌上 就准备对那何官实施暴力了 下一刻 就有几个镖匪体壮 带住墨镜的看场人员跑过来 将情续机动的赌徒们 控制起来了 怎么回事 一片红帽间 一名身穿笔挺西装 诱饵还带着耳麦的男人走了过来 经理 是 是连续开出了两次围头三 并且 这位 这位贵宾也连续压重了 美女何官连忙站起来汇报道 灵异看到 那经理神色微变 但表面上还维持着镇定客气的神色 他看向灵异 笑道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这位先生 没想到运气如此逆天 经理 现在要怎么办 美女何官问道 男经理挥了挥手 低声道 你下去吧 我来陪这位先生就可以了 说话间 这位经理 直接坐在了何官的位子上 随后从身前的筹码堆中 直接挑出了最大的金颠黑底筹码 一枚这样的筹码 代表的是一千万杀猎 十枚金颠黑底的筹码 推到灵异身前 灵异也露出一丝笑容 将他刚刚压住的一红五子六枚筹码 全都拿了回来 短短两局游戏 他的资产 已经从一万杀猎 翻到了一亿杀猎 就算是当年用二十块赢到三千七百万的陈刀仔在这里 也要甘拜下风 现在只有两个字 能够形容现在的灵异 赌贯 只不过灵异明显能够感觉到 之前那位美女何官 是没有动用所谓的赌场手段 来操控投资最终的点数的 现在这位经理 应该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先生 继续玩吗 经理笑道 灵异翘起二郎腿 下巴指着这男人 嚣张道 玩啊 当老子怕你啊 好 那我开始了 言毕 那男经理熟练地用头 终扫入三枚头子 单手晃动头中 却能够保持三枚头子 在其中飞速滚动 不会掉落下来 从手法上来看 已经玩爆之前的那位女何官了 十多秒后 男经理右手猛然一压 将头中压在了桌台上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航云流水 请 男经理为持住和善递笑容 右手一摆 示意灵异等人 可以下主了 当然 除了灵异以外的其他人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灵异嘴角也微微勾起 灵异看得出 这男经理应该有些手段 不过从全知之眼的反馈来看 这人跟灵异目前未知 在这个副本里碰到的所有人一样 都只是身体速制略 强于男性人的普通人罢了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也不会什么特殊技能 灵异看了眼桌前的住面 就要将手中所有的筹码 都推了出来 先生 抱歉 本层是入门玩家层 能够压住的最大筹码 就是一百万杀猎 您没办法说哈 灵异耸耸肩 他到不着急 前往更高层 玩更大的赌注 反倒是想跟眼前这看起来 异常自信的男经理玩玩 灵异将一枚黑金筹码 丢给对面的男经理 对面也知道灵异的意思 从筹码堆中 挑选出十枚黑底银边的中型筹码 推到了灵异面前 一枚银边筹码 代表的自然就是一百万杀猎了 随后 灵异拿起一枚银边筹码 丢在了桌边特定头点的柱面上 头点 十七 赔率 一 五十 这一次 灵异没有继续压为头了 原因当然也很简单 因为通过全知之眼和火眼金睛 看到头中内的头点详情 分别是六点 六点和一个五点 灵异只能选符合规则中 赔率最大的选项 也就是合计头点十七点的柱面 按照规则 压住不同的点数 赔率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概率最低的 四点和十七点 都是五十倍的赔率 而概率相对更高的九到十二点数 则只有六倍的赔率 那男经理看到灵异的压住 眉毛一挑 先生果然是高手 此刻头中内的三枚头子 都是被他空出来的 他已经能够做到 想摇出多少点 就出多少点了 而灵异却能直接看穿头中 精确压住 男经理也只能说 灵异绝对是高手了 千数包罗万象 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 完全能够在其他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对头子进行落汗 或是通过头子落地的声音 听出头面 在男经理看来 灵异应该就是掌握了 这些技巧的老千 呵呵 我承认 阁下的签数有点东西 只可惜 碰到了我鬼手屋 男经理嘴角勾起一丝 不易察觉的微笑 他看向其他人 开口道 还有需要吓住的吗 其他人都双手抱胸 摇了摇头 此刻围着灵异和男经理 这一桌的人 已经远远不止七八人了 足有几十人了 傻子都看得出来 两人应该都是赌桌上的高手 神仙打架 他们这些杂鱼 就别来凑数了 只有之前那家客男人 因为相信了灵异一次 而彻底翻盘了他 此刻 却选择继续跟助灵异 他知道 今天自己是碰到赌神了 又是一枚迎边黑底的筹码 压在了点数时期的柱面上 男经理右手轻拍捉灵 叮叮 下注结束 随后 他伸手将身前的头中打开 所有人都伸长脖子 凑了过来 灵异瞳孔一缩 心中烧惊 因为此刻头中里 三枚头子的点数分别是 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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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头六 全场再次哗然 一张赌桌 连续三次出现围头 这一幕 足以让无数赌 图写卖奔章 太刺激了 但是老练一点的赌徒都知道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不好意思 先生 您就差一点 男经理他那贪手 将灵异和那面色巨变的 落魄男人身前的筹码 全都画到了自己的身前 草泥马大 怎么会是六百六十六 灵异催了一口 表面上还在带入黄毛 尽情表演 心中却多出了一丝鸣雾 对面这人 确实不会什么特殊技能 但他的手 真的很快 快到极致 灵异就算有全知之眼 和火眼金睛 在刚才都只是看到 他打开头中的右手 小拇指轻微勾动了一下 别的就再也看不到了 就是那勾一下的动作 让头中里的那一枚五点的头子 翻到了六点 先生 还继续玩吗 男经理笑着问道 只不过这一次 他笑容里的挑衅和轻面 已经演示的不那么好了 这其实也是他故意的 对付这种混混 你就要看不起他 才能激起他心中的胜负欲 然后继续赌下去 身为赌场经理 想要升迁 就需要成绩 此刻如果能够弥补公司的损失 将灵异赢下来的一亿回收的话 足以让他升到更高层了 那意味着更高的薪水 更好的升职机会 以及无数头怀送抱的美女 鬼手屋已经开始幻想美好生活了 草泥马 你以为老子不敢继续玩 一百万不过瘾 老子要求加注 老子要缩哈 灵异直接撒泼起来 先生 您这就让我有些难办了 鬼手无路出一副难未情的表情 其实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上头了 上头就对了 他见过太多上了头的赌狗了 缩哈之后 要是输了 就开始闹 闹完之后 把自己的身体部位 器官也能当作筹码压住 他就喜欢看到这些赌徒 最后一无所有 甚至身体永久残疾的凄惨下场 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老子不管 我也懒得再去你们别的层了 麻烦 老子就要跟你赌 老子就要赢你 灵异右手拍在牌桌上 双目通红 鬼手屋叹了口气 那先生 您稍等 我需要向上激情试一下 需要他们给我权限才行 鬼手屋起身 点了点右耳的耳脉 走到一旁 开始轻声汇报现在的情况 不消片刻 他回来了 先生 您的请求 我们的高层已经听到了 出于为您考虑的原因 我们可以答应 您将本桌的赌注上限 提高到5000万的等级 不行 老子就要赌一个亿 灵异一一就咄咄逼人 鬼手无叹了口气 做出一副思前 想后的姿态 然后仿佛下定决心一般 开口道 先生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我也只能豁出去了 公司只允许您 压住5000万 但现在 我本人自掏腰包 要是您在接下来的 这一次游戏中 获胜的话 超出5000万压住上限的金额 我来说 鬼手无此言一出 为关注的几十人 全都精神了 卧槽 刺激 赌客大战高级核冠 并且还是一个亿的赌注 口袋里没石磨钱 技术也不算好的他们 何曾在新手层里 见过这重场面 瞬间 围在灵异 和鬼手无赌桌旁的看客 就暴增破百人了 离三层外三层 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场豪赌 注定有人 要坠入深渊 好啊 灵异一就翘着二郎腿 脸上洋装的怒意收敛 饶友兴致地 看着对面的鬼手无 她没必要继续装了 其实从她能够 看穿头面这一点 她的黄毛混混人设 就崩了 好在她现在 也不怕这家赌场的人 去查这黄毛本身的背景了 因为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 就算真有人在查了 那信息也是有之后性的 现在灵异压上一亿的豪赌 最高可是能直接翻到 一百亿杀力的 一百亿杀力 就意味着 属于她的那一份主线任务 直接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 成潇和南宫灵的表现了 当然 可以的话 灵异还是想赢更多的 只不过 当她手里 拿着一百亿筹码的时候 那么整个赌场不注意她 不针对她都奇怪了 看到灵异的表情 和惬意的动作 鬼手无的表情微变 她感觉眼前这年轻人的气质 好像发生变化了 原本她以为自己吃定 这个上头暴怒的赌狗了 现在却有众 她才是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的那个 鬼手无平复了一下心情 她深深看了灵异一眼 脸上依旧为持着笑容 只不过这个时候 她的笑 已经没有那么自然了 那么 我们开始 一局定胜负 灵异点头 一局定胜负 鬼手无深吸了一口气 拿起头状 熟练地将三枚头子 扫入其中 然后开始悬空摇晃 下一刻 鬼手无就看到灵异 正在直勾勾地看着她 似笑非笑 直接给她 看得浑身发毛 手里的头中都差点失误 将里面的头子甩出来 正常来说 这种赌局 大多数赌客 肯定看的都是她手里的头中 这种直勾勾盯着她的人 鬼手无虽说 不是第一次碰到 但此刻灵异的目光 就是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甚至让她的思绪都有些乱 因为此前 鬼手无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选一个怎样的头面 才方便她后续操作 现在 她已经无瑕思考了 终于 鬼手无重重将头 中压在了桌台上 并且她这一压 还非常有技巧 利用桌面本身的缓冲特性 尽量将头中内的头子 以最温和的方式落地 这样 如果灵异是凭借听声变头的话 大概率也会出现失误 届时 如果灵异压错住 她甚至都不需要再利用鬼手 更改头面结果了 出手就意味着风险 作弊在没有被人发现的时候 就不算作弊 一旦被人发现 那么按照赌场的规矩 是肯定要直接判复的 届时 无论灵异压的是什么 输的就都是她了 鬼手无将手从头中上移开 示意灵异可以压住了 万众瞩目间 灵异将手中的全部筹码 缓缓推向桌子中央 那里 是灵异从坐下以来 就频繁出现过的头面 围头 三 右肩围头三 这一刻 所有围观者的呼吸 都粗重了起来 甚至 有人都在浑身颤抖 这可是一个亿的好赌 如果灵异赢了 那么赌场 要给她数十亿杀猎 另外五十亿杀猎 则由鬼手无给她 如果灵异输了 就意味着她之前赢到的一切 都化作炮赢 赌场回收五千万 另外五千万 则是鬼手无自己赢下来的 可以作为她自己的资产 赌得很大 看起来很爽 而灵异 竟然第三次压在了 这如同奇迹一般的围头三上 难道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头子之神 在眷步她 短短十多分钟内 接连出现三次 看到灵异的压住结果 鬼手无先是一正 围头三 怎么可能是围头三 她摇的头子 她自然知道 此刻头中里的结果是什么 是一点 二点 三点 这也是一个特殊头面 鬼手无之所以选择这个头面 当然是因为 这个头面不好处理 并且 就算灵异压到特定的投注 最高也就是一比六的赔率而已 但灵异却 偏偏压了一个围头三 鬼手无心里的狂喜 都快压抑不住了 看来刚才绝对是自己想太多了 眼前这个黄毛 就是一个傻逼 可那些浑身恶臭 适度成性的渣子 莫什么两样 盲目相信自己的运气 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规则 都是由人创定的 去死吧 坠入无尽的深渊吧 叮叮 鬼手无迫不及待地 按下了停住捉灵 这意味着 压住已经生效 所有人都不可以再一栋堵住 或是反悔了 抱歉 这位先生 又要让您失望了 是我赢了 鬼手无揭开头中 这一次 他甚至不需要用到他的鬼手 来更改头面 自然不会给灵异 抓到他利用 千数作弊的把柄 胜利 已经确定了 然而 就在鬼手无不装了 连头子都默看 就宣告自己的胜利 灵异的失败后 他看到了围观群众 那不可置信的眼神 以及灵异那依旧淡定 似笑非笑的表情 你在说什么 灵异缓缓开口 这十鬼手无才猛然低头 看向头中的结果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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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桌上的三枚头子 全都是三点朝上 哄 鬼手无知 觉得自己大脑一阵轰鸣 随后 就是大量血液 冲进大脑的晕眩感 他没有看错 头子就是三百三十三 卧槽 尼玛 牛逼 三三三 三三 围观者的赌客们 个个都是面红耳赤 喘息不已 不知是谁带头 喊了一句三三三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 喊起了三三三 没错 三三三这个头面结果 如同传奇一般的三三三 第三次出现在这张赌桌上 并且 让灵异完成了最终的绝杀 不可能 这 不 可 能 鬼手起站起身 歇斯底里的放声狂吼 他哪里还有刚才的从容不破 他吼过之后 又扶下身来 凝视桌上的三枚头子 似乎想要 把这三枚头子看穿一般 但是无论他怎么看 三枚头子的结果 都不会有半点改变 三点 三点 还是三点 三这个数字 彻底成为了鬼手屋的梦魇 他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他跌跌撞撞 闯进了这家赌城 一路凭 借自己高超的签数 赌上了第27层 然后 在那里 他似乎也在这样一张头子赌桌前 因为庄家的 一个333围头 输光了他一切赢下来的钱 最后 是这家赌场 看中了他的签数 把他收了下来 从最底层的一名荷官 开始潜起 这十年间 他辛苦努力 赚到了一笔不菲的积蓄 也一路升迁 当上了这一层的管事经理 鬼手无头脑一热 一口鲜血 从他的口中喷出 下一刻 他脖子后痒 整个人向后倒去 没有人去扶他 在这一段下落的电光石火箭 他仿佛又在桌边看到了 那个浑身泥泥 手里握着最后的筹码 只求靠赌来博取一线生机的自己 原来 一切都没有变 他即使换上了一身体面光鲜的衣服 本质里 却依旧是一个赌徒 鬼手舞蹈在地上 彻底失去一时 灵异跟围观那些 已经开始狂欢的赌徒不一样 他没有太多兴奋的情绪 有的 只有对眼前事物的畏惧 哪怕他现在手持静咒 他确一就位拒这个名为赌的怪物 环顾四周 他们在笑 他们在叫 还有从远处冲过来的其他河馆 以及赌场高层 灵异眼中的这些人 退去衣装 再剥掉皮囊 里面都是留着黑色浓毒的囚徒 被困在这个巨大赌场里的囚徒 灵异拨开围上来的这些人 打算离开这个地方 哪怕鬼手无都已经在抽出了 也依旧没有人去管他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灵异的身上 灵异走到这一层的筹码兑换台前 领取了因为鬼手无失去一时 而未能给他发放的筹码 先生 我们这边记录显示 您的却已经赢下了之前的那场游戏 按照规则 这里是您获胜得到的100亿筹码 这些筹码 已经通过电子渠道 发放到您的个人游戏账户中去了 您可以随时提取 也可以继续参与游戏 不过鉴于您现在的资产 已经突破百亿 我们建议您前往28层的巅峰层 祝您游戏愉快 灵异看到大屏幕上 自己的电子筹码资产 得确已金飞 涨到了100亿杀利的程度 回头望了望之前的那张赌桌 才发现 已经有记得戴着墨镜的人 像拖着死狗一样 把鬼手无拖走了 按照他之前的说法 有50亿的赔金 是他本人出的 但是 明显他是出不起这么多钱的 他的下场会 是什么样 灵异不用想都知道 领了筹码 灵异禁止走出娱乐城 打开任务界面 灵异看到自己 组队五人的主线任务 完成情况 已经从0500 一变成了163.2亿500亿了 这说明 除了自己赚的这100亿以外 南宫灵他们也赚到了 60多亿杀利了 按照这个进度 估计今天早上就能够达成目标 承销说的没错 以他们的势力 想要赚到500亿杀利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难点 真正的难点在于 赚到这笔钱之后怎么跑 死所见 灵异走出了这一层的大门 却跟一个男人撞了一下 以灵异现在的属性 身为法师 他的力量体质耐力 各项属性 也不是这个副本的普通人能碰瓷的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那男人倒飞出去 跌倒在地 男人的衣着 让灵异有些熟悉 但是 他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 让灵异一时间想不起来 是在哪看到过他了 在灵异目光看过来的时候 那倒地的男人 连忙爬起来 随后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走了 这个小插曲 灵异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灵异走到电梯口 摸了摸口袋 才发现 原来被他放在口袋里的 那一枚黑底金边 象征住一千万杀利的 本金筹码 不知什么时候 不翼而飞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纸条 灵异拿出纸条 若目一行 小字让灵异产生了兴趣 到无监控的地方 再看 有点意思 竟然能灵异将纸条收起 随后直接转身 往通道尽头走去 整个18层到28层的 娱乐城里 到处都是监控 和赌场的眼线 当然也包括整个通道 但当灵异 走过一个转角的下一刻 他整个人都消失了 借助 漆黑之星 得力量 灵异直接融入了 通道口侧面的阴影之中 随后 灵异摸出口袋里的 那张纸条 将其打开 一张完全手绘的地图 出现在灵异眼前 地图上很多东西 都很简略 但稍微仔细看一下 就会发现 这是整个云顶豪亭酒店的 透视图 但只有一个标记 特别显眼 那是一个出口标记 诡异的是 这个出口标记 正好位于整个云顶豪亭 大酒店的顶端 也就是第三十层的露台 然后绘制这份地图的人 还将从18层开始 到28位置 所有层抵达 30层出口标记的 最佳路线 全都在图上画了出来 这一刻 灵异也终于想起 来刚才撞了 他一下的那个男人是谁了 就是此前在堵桌旁 穿着破旧夹克的中年男人 他这是在给自己 一份逃生的地图 好意灵异心灵啊 就是这货的手 不是那么干净 自己带他翻本了 他给自己地图的同时 还顺带收取了 一千万的费用 灵异将这份地图 丢进随身空间 随后顺着通道里的阴影 快速移动 不得不说 这种移动方式 果然比不行要快得多 甚至还能够 无视很多地形的阻碍 只要影子是彼此相连的 灵异就能无障碍移动 很快灵异就进到了电梯之中 他的目的地是28层 不过就在灵异按下28的按钮时 脑海里忽然传来了 成销的声音 快来27层 我们都在这 我发现了个 很适合你的新奇玩意 要是能赢 我们的主线任务 直接就完成了 灵异眼前一亮 片刻后 27层的大门打开 灵异才意识到 这一层跟之前的18层的差距 到底有多么大 首先是整个空间的面积 扩大了数倍不值 另外 各种设施的完备程度 也更高 走在赌场里的服务人员 也全都是一拙光鲜 更有捧着顶级香槟 和茶点的适应声 穿行其间 能来这一层赌的人 没有穷鬼 往里走 走到头 顺着成销的指引 灵异很快走到了 这一层的深处 下一刻 一台巨大的机器 出现在灵异的眼前 那是一台立世 多层超级弹珠机 普通的弹珠机 基本上跟人等高 但是这一台 直接接近五米高 两旁甚至还有着 一圈圈弹珠轨道 弹珠在彩色的轨道间跳远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弹珠的轨迹 在灯光下闪烁 如同流星化过夜空 弹珠机上方的 巨大显示屏上 放着目前玩家的排名 以及当前奖池累计的大奖 当前奖池 677.36 一杀力 以累计年限 七年221天 灵异心中震撼 这类弹珠机游戏 基本上都有一个 累计起来的奖池 只要你发射的弹珠 能够落入最终的大奖洞内 就能够拿到全部累计的金额 一波暴富 眼前这台巨型弹珠机 竟然能够同时允许 上百人一同游玩 并且其累计讲池 来到了恐怖了六百多亿 灵异在人群里 看到了正在朝他挥手的南宫灵 走过去之后 承霄拍了拍灵异的肩膀 你 去把这677亿赚到手 我 灵异指了指自己 承霄 不是你 还能是谁 不是 你们先到这里这么久 你就不能下场 把他搞定了 承霄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我们不想 我算了很多 这一百个座位的 今天上午所有的运势 我全都算了一遍 其中最好的那个 按照我计算的 及时发射弹珠 再按照我的规划 来控制唯一的 十个小型利弊 最后也只能拿到 一个二等奖 二等奖 也就是奖池的零头 六七个亿而已 灵异皱眉 不是 你们原来之前 赢了六十多亿 真就是靠运气和计算 完全没用技能 灵异之前一开始 也只是用全只之眼 来洞悉头中内的结果的 直到鬼手屋 开始用首发作弊之后 他也直接作弊了 引力领域一覆盖 那头中里的头子 他要多少 不就是多少 同理 灵异觉得 承霄都已精能时 停进地卫星轨道炮了 难道让一枚弹珠 最后落入大奖的洞里 有这么难 重申一下 你所看到 我目前未知 展现出来的能力 可能跟你想象的 有很大的差距 凝固空间 冻结时间 甚至回溯万物 这种能力 目前只有永恒 能够做到 真理 做不到 真理 只能让我理解一切 然后再造一切 承霄说完 灵异陷入思考 理解一切 再造一切 他用的词是再造 而不是创造 嗯 无中生有的凭空创造 这算是 创生这条 至高法则的能力了 而真理 则是在理解 拆分万物之后 重新捏造 怪不得承霄 能够修复 被他跟那些参赛者 毁掉的巅峰赛擂台 那不是时间回溯 而是重新创造 那你直接把这弹珠基 重新捏一个出来 流出一个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作弊渠道 不就行了 成效 可以是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这不是有你吗 别看我看 起来轻松 其实很累的 而且需要动气 有损命格的 不然 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收费这魔告 这回轮到灵异翻白眼了 不过这重弹珠基 碰到他的引力领域 那确实是手到擎来了 两人的对内语音 虽然说了很多 但是其实也只是 过去了十多秒而已 这十多秒的时间 灵异不仅在跟承销交谈 也在看那些人 到底是怎么玩的 鸡位贵宾 要来试试 我们的超级弹珠基无 禁律周吗 看到灵异机人 在这里站着观看 很快就有一位 赌场助理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 他的身边 还跟着一位适应生 这名适应生 将手中托盘里的 精致点心 放到了五人身前 也笑着道 各位贵宾 请用茶点 南宫灵点着脚 从这些精致点心里 选了一个颜值最高的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至于孙大川和小胖逢三友 更是像莫见过世面一样 一抓就是两三个 往嘴里色 灵异没吃 才刚吃过早餐 不饿 他看向他助理 开口道 这个无尽绿周 要怎么玩 很简单的呢 先生 这台无尽绿周 是我们云顶娱乐城中最大 也是功能最齐全的 超级弹珠基基 您只需要花费筹码 购买弹珠 然后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 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您看到那些轨道了吗 您所在位置下方的轨道 是初十轨道 您可以自由设定 弹珠发射的速度 最慢的速度 为5000发每分钟 最快则是4万发每分钟 这些弹珠 在经过起十轨道之后 会经历一个各叉路口 有些叉路口的摆壁 是机器以一定频率 自动控制的 但我们的无尽绿周 与其他弹珠基 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们将十次选择的机会 送到了各位玩家的手中 您看 我们在初始的沙漠区轨道 放置了三个 可以有您操控的摆壁 随后是戈壁区 我们也在最重要的岔路上 放置了两个您 可以控制的摆壁 经过戈壁区后 则是激流区 这一段您的弹珠 将以最高的速度 冲上悬崖之点 抵达悬崖区之后 弹珠将会 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落 有一个可控摆壁 来控制其坠落的方向 最后 则是最紧张刺激的绿周区 这里足有四个 您可以控制的摆壁 您的弹珠走到这里 就距离最终的宝藏不远了 只要抵达绿周中心 顺着那一道天国瀑布坠下 通过五重神之言的考验 落入最终的绿周之眼中 奖池中的所有累积筹码 您就可以全部带走 这助理的讲解 加上林医长久的观察 他已经彻底明白 这个游戏的玩法了 这个赌场 真的很会利用人的侥幸心理 大多数弹珠鸡鸡 都是全自动的 弹珠能否进入大奖所在的洞 完全是随机的 而这个无尽绿周 表面上看起来是给了你可控的选择 但其实有跟没有没有区别 即使这十次机会 你全都做出了最优解 你知道一枚弹珠 落入最后的绿周之眼里的概率是多少吗 承销在对内语音里冷笑道 轻通数数的他 不需要花费什么脑链 就能够得出结果 是926一分之一 灵异怎舌 他只是觉得 这台巨型弹珠机看起 来真的观赏性十足 尤其是现在有接近百人 在同时游玩 无数弹珠在轨道上 滴溜溜地旋转前进 通过一道道关卡 有的直接坠入陷阱 消失无踪 但也有更多的弹珠 冲过了那些关卡 引发一阵震惊呼声 确实很刺激 但这种刺激背后的概率学 竟然是如此的冰冷 而这 还是这家赌场 没有暗中调整机器作弊的前提 从接近八年 都没有人拿下奖池里的最终大奖来看 作弊的概率很大 毕竟900多一分之一的概率虽然小 但也并不是没有 一个人一次游玩 就可能会消耗数万乃至数十万弹珠了 林毅点点头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理论上 在引力领域的影响下 他只需要一枚弹珠 就足以击破 这近乎不可能的926一分之一 但那也太夸张了 一眼就会被赌场认为是作弊了 能不被发现 免除麻烦 还是不被发现的好 所以林毅打算购买一波弹珠 反正最后他花出去的筹码 也都是会进入累计奖池中 只要赢了 都会返还 现在他的电子账户上 有百亿筹码 也不需要再去柜台繁琐地兑换弹珠 每个人的位置上 直接就有兑换选项 打开兑换列表 林毅看到了比例 一万筹码兑换一枚弹珠 林毅怎舌 这比例有点太夸张了 虽然暂时不知道 这个宇宙的杀猎 跟蓝星币的价值 是否能够化等号 但是一万筹码 也只是相当于一枚弹珠 自己的百亿杀猎 其实最后 也就相当于一百万枚弹珠而已 自己这些钱全都砸进去 也仅仅只能够让突破 无尽绿洲的概率 降低到九万两千六百分之一而已 只能说 不愧是二十七层 能来这离赌的 果然都不是普通人 正常人谁会拿一万块来买一颗弹珠 而这还是最普通的弹珠 没错 这台无尽绿洲 是可以选择三种起始弹珠的 一万一枚的是最普通规格的弹珠 外观是黑色 材质是某重金属 这种弹珠重量是最重的 而另外一种弹珠则是更轻一些的铝合 精致银色弹珠 重量更轻 但大小还是跟普通弹珠无异 但是兑换价格 直接从一万一枚 变成了二万一枚 最后 则是特质蓝色凝胶弹珠 这种弹珠 兼具更轻的重量 以及更优良的弹性 在某些关卡中 会有奇效 但是兑换价格 飙升到五万一枚 灵异看着眼前的兑换界面 稍加思索后 画出了整整五亿 购买了五万枚普通弹珠 反正都是用重利息技能作弊 没必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随后又将弹珠发射的速度 设定成每分钟一万发 当朗朗兑换完成后 灵异就看到自己做一下的透明弹珠仓内 哗啦啦 倒下来无数黑色弹珠 随后 灵异按下身前操作台上 最大的红色按钮 嘟嘟嘟嘟 瞬间 下方的弹珠机 就如同机关枪一般 开始疯狂喷吐弹珠 无数弹珠化作残影 飞过起石轨道 冲向第一个关卡区域 流沙区 最初发射的数百枚弹珠 在离开出石轨道后 就迎来了第一道杆 那是一道灵异无法控制的 Z自行百壁 弹珠以匀速 集中百壁之后 一部分弹珠撞在百壁的横杠底部上 直接弹飞到一边的流沙陷阱洞中 消失无踪 另一部分 则是被百壁的左半部分打中 飞向了一边的正常轨道中 最后 还有极小部分的弹珠 被Z自行的下半区域勾住 送到了右边的捷径轨道上 这条轨道上肉眼可见的陷阱和机关 要少了很多 这些就是最有希望 进入下一个区域的弹珠了 当真正上手这个游戏之后 灵异终于体会到 这个弹珠机的魅力所在了 这些冲出起石轨道的弹珠 何尝不像是一位 刚刚迈入茫茫沙漠中的旅者 旅者听闻了沙漠中的绿洲传说 踏上旅途 他们中的大部分陷入流沙 变成沙中枯骨 另一部分则走上了大多数人开辟 出来的道路 前路等待他们的是 无尽的艰难险阻 而极少部分提前做好功课的人 则拥有相对更加顺畅的旅途 代入感 没错 灵异瞬间就抓住了 这种游戏的核心 那就是代入感 玩家会将自己带入那些弹珠中 他们渴望自己走上捷径 然后一路顺风顺水 进入绿洲 得到真正的宝藏 灵异也不能免俗 他也将自己带入了那些 进入捷径轨道的弹珠中 完全没有去在意 那些正常轨道的弹珠怎么样了 除非 他们中的极少部分 真的闯到了第二区 一分多钟过去 灵异购买的五万枚弹珠 发射了整整一万多枚 但是 在灵异的目光跟随中 能够进入第二戈壁区的弹珠 却仅有两三百枚 第二关戈壁区的流沙陷阱 就很少了 甚至几乎没有了 但却多出了很多 横着摆放的封墙 这些封墙对于那些 走的是洁净区域 没有长线轨道加速的弹珠来说 会大幅减缓前进的速度 速度不够的那些弹珠 很多都开始往回滑落 掉回沙漠区 最后被流沙洞吞没 反而那些走正常线路 运气极佳 躲掉流沙吞噬的弹珠 拥有一整段的直线加速轨道 再加上它们的重量 能够轻易突破封墙的阻隔 戈壁区的封墙 加上不可控的摆壁 让进入这片区域的数百枚弹珠 再次折损大半 最后灵异只看到几十枚弹珠 幸运地来到了第三个区域 激流区 轰隆隆 灵异耳边传来了喧哗的水声 所谓的激流区 是一条狭长但流速极快的水道 这台机器的设计者 非常巧思地 将石井录制的水声 加到了玩家的操作台上 只要有弹珠 抵达这片区域 就播放这段声音 代入感可以说是拉满了 整条激流水道并不是向下的 而是不断爬升向上的 因为前方就是第四区 悬崖区 弹珠只有顺着这条违反常理 直冲山巅的聚合 才有机会抵达山巅 不过这一次 灵异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那些更轻的弹珠 会卖得更贵了 第二关的封墙 如果弹珠过轻的话 不好过关 这第三关 却完全相反 如果弹珠过重 水流提供的推力 也是不够的 如果此前的速度 就不够的弹珠 进入激流区之后 爬升一段距离 就会不可空地开始坠落 而那些之前速度足够的 在进入激流区之后 河水底部也会有很多礁石 只要撞到这些礁石 速度就会大打折扣 最后的下场 依旧是坠落 第一波冲 到这里的几十枚弹珠 灵异发现几乎无一幸免 全都要挤 灵异知道 是时候出手了 不然按照他买的弹珠类型 五万枚弹珠 估计也只有十几个 能够侥幸冲到悬崖区 灵异展开 灵异将目光放回之前的戈壁区 那些通过流沙区的弹珠们 在灵异引力的控制下 有意避开了致命的陷阱关卡 冲向激流区 与此同时 灵异也一心二涌 再次花费二十亿 购买了新的一批弹珠 这一次 则是三种类型的弹珠 全都有了 弹珠机就是一个概率学游戏 就算作弊 灵异也不可能只操控一个弹珠 一路过关 冲进绿洲 那样太假 真正的做法 就是操控一部分弹珠 在大量炮灰弹珠的掩饰下 一路过关斩僵 嘟嘟嘟嘟 灵异将弹珠发射的速度 加快到了三万发每分钟 同时 三种类型的弹珠 也全都冲出轨道 让灵异身前的无数轨道 彻底热闹起来 看得人眼花缭乱 数分钟过后 咚咚咚咚 三声如同战鼓般的声音响起 随后 就是一首节奏紧凑的激情音乐 整台无尽绿洲 也全都亮了起来 跑马灯和无数光影效果 直接拉满 灵异之外的其他玩家 全都震惊了 甚至停下了手中的操作 因为这一阵音乐 加上绿洲闪烁的特效 知意味着一件事 有人的弹珠 闯入了最终关卡 绿洲区 这是神之境遇 卧槽 是突入境区 这BGM多久 没有听到了 起码有一个多月了吧 又有大佬死磕绿洲了 走走走 去看看 瞬间整个27层的无数赌客 耳朵都竖起来了 能够上到这一层的 没有人不知道 整个云顶娱乐城 真正的传奇巨型弹珠基的 他们也曾经玩过 但还从未进入过第五区 只要过了这一关 就是终极大奖降临啊 紧张激情的BGM 加上极致的光效 没有人会不兴奋起来 灵异锁在位置上 也打下了两三道聚光灯 毫无疑问 这就是赌场设置的 让全场围观群众的目光 聚焦于现在 真正有机会冲击 最终大奖的玩家身上 突突突不断喷射的弹珠 灿烂血目的光效 再加上动感的BGM 灵异直接成为 全场最亮的仔 无数目光朝他看齐 灵异当然也看到了 这些围观上来的人 这其实也侧面反映了一件事 那就是能够进入 第五区的情况 是非常少的 不然也不会有 这么多人围观 在明白这一点之后 灵异沉音片刻 直接将他目前 正在操控的两枚 进入绿洲区的钢珠 脱离操控 然后再次吃巨资 兑换了二十亿沙力的弹珠 哗啦啦 无数弹珠 涌入灵异身下的弹珠舱内 所有围观群众 都更加兴奋了 卧日 这换了多少啊 看深度就知道了 这起码是四十万的弹珠 死 那岂不是要花 至少四十亿沙力 没错 大佬给跪了 上一次看到 这种豪至千斤的大佬 还是上一次 你他妈再说什么废话 哈哈 不记得是多久之前了吗 能用潜应对 无尽绿洲的大佬 不错啊 我之前听有人算过 大概平均需要花费十八亿沙力 才能出现一个 进入第五区 神之境于绿洲区的弹珠 看弹珠舱的话 现在应该也就发射了 八九亿左右的弹珠 就出现三四个进去的了 这概率 好恐怖 你们看他的手法呀 所有可控的利弊 好像 他都用得恰到好处 惊叹声一阵 接着一阵 好爽啊 我也想上去玩了 冯三游眼中全是羡慕 孙大川一巴 掌拍在他的后脖梗上 你是什么货色 进了赌场 十秒光速 输掉一万筹码的人 就别说话了 南宫林没好气的 你也半斤八两 赢一百万之后 也是一把输光 还死皮赖脸的来 找我见 你们没给我们拖后腿 就不错了 被南宫林竖落一通后 孙大川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不仅没有赌欲 毒品更是不怎店 激人交谈间 却听围观的人群 爆发出一阵欲叹声 哎呀 好可惜啊 都快飞到天堂瀑布了 怎么就掉下来了 坏了 全军覆没了 林一刚刚进入 绿洲区的四枚弹珠 全都掉出了绿洲区 进入神之境遇的探险者 即刻遭遇神法 被驱逐而出 动感的BGM消失 各种光影也消散了 刚才那一瞬 仿佛南科一梦一般 好可惜啊 别急 大佬现在还有几十万的弹珠 正在路上 有一叫有二 林一当然是故意 让这几枚弹珠 踩中陷阱 驱逐出局的 不然也太容易被发现了 27层 阁楼中的某个房间里 一位胸前挂着 金色名牌的高级管理 双手抱胸 站在监控屏幕前 屏幕中播放住的 自然是林一 正在通关 无尽绿洲的录像 又一个有钱 淡墨脑子的蠢货 送上门了 杜兰经理 看来绿洲 讲迟今天之内 就会突破700亿大关了 一位身形勾楼 站在高级管理身后的老头 低声笑道 他是杜兰的心腹 身为这家赌场的核心高层 杜兰很少出现在娱乐城中 今天也只是顺道来视察工作 没想到直接撞到了 林一豪质数十亿杀力 直接开始攻略 无尽绿洲 他当然就留下来看看 天国瀑布前的巨神兵 今天是什么设置 杜兰看着大屏幕 低声问道 无尽绿洲的最后第五区 面积和复杂程度 几乎是骑士沙漠区的 三四倍还多 进入这个区域的弹珠 首先要经历 各种丛林陷阱的考验 就算侥幸通过考验 来到天国瀑布前 也会遭遇整个游戏 第一道超级难关 瀑布的泄洪口前 有着两道高速风扇 这两道风扇 每分钟的转速 达到了3000转以上 但凡是想要进入 天国瀑布的弹珠 都必须要在 这两道风扇的山页 恰好旋转到 它后方的位置时突入 才有机会放行 在如此高的转速下 绝大部分弹珠 都会被山页直接拍飞 就算没有被拍飞 侥幸卡到了 一瞬间的空荡期 也有可能被 扇叶以奇怪的角度 打入天国瀑布中 瀑布里同样是有巨石 并且限制流速的 速度不够 一样是失败 正因为几乎不可能 有弹珠能够突破 这两个大风扇的阻隔 所以 赌客们直接将这两个风扇 称为巨神兵 这就是绿洲之眼前的守门人 当然是自动识别模式 呵呵 老者奸笑道 所谓的自动识别模式 就是两道风扇的转速和频率 在常人肉眼看起来 可能无法分辨 但实际上 是由一台中央电脑控制的 电脑能够以微秒级的反应 识别进入风扇区的弹珠 然后计算其速度 最后些微调整风 扇扇叶的转速 以保证100% 将其打飞 可以说 在这个模式下 不可能有弹珠能够突破巨神兵的封锁 这就是27层 无尽绿洲弹珠机的 终极防御措施之一 这类措施常态 都是开启的 只有高层根 据民意调查 认为差不多 应该到蒋池回收期时 才会派专人 也就是拖钱来回收蒋池 那一天 才是无尽绿洲的所有防御机制 都解除的日子 成销算的概率 终究是错误的 真正进入绿洲之眼的概率 根本就不是926一分之一 而是零 咚咚咚 战鼓再次敲响 动感的BGM重新播放 如同大多数人预测的那样 零一卷土重来了 并且这一次 在他有意的控制下 进入第五区绿洲区的弹珠数量 不是几个 而是几十枚 分神控制这些弹珠 以完全不重负的轨迹和方式 进入绿洲区 是一项精细活 哪怕以零一目前的精神力 都有些吃不消 但好在他做到了 尼玛 这么多弹珠 进入绿洲区 我见都莫见过 大佬的操作太秀了 刚才那手速 我看到都出现幻影了 冲啊 加油 蒋池已经破700亿了 只要赢了 一辈子都不愁了 一辈子 十辈子 零一忽然觉得 那些拼了命 也想杀掉自己 赚取悬赏金的人 做的事 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自己的向上人头 竟然支持三亿 三亿这个 在别人看起来的天文数字 其实已经相当于 消耗品弹珠了 就是那些被灵异抛弃 自生自灭 几乎不可能进入第五区 迷惑他人眼睛的弹珠 当 丁 随着灵异第一批 冲出丛林地带 抵达天国瀑布口的弹珠到达 两名守门的巨神兵 也彻底发威 眨眼间就已经有 三四枚弹珠 毕竟打头的这几颗弹珠 并没有被他刻意控制 灵异将注意力 放在了第二波进来的 三枚弹珠上 两只巨神兵 大风扇的转速很快 对一般职业者来说 如果动态势力不行的话 哪怕拥有灵异的引力领域 很可能都无法抓住时机 趁着间隙飞过去 如果灵异只有全只之眼 可能也会有些吃力 但现在加上火眼金睛 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逃过灵异的视觉捕捉了 观察数秒后 灵异已经摸清楚 两只巨大风扇扇叶的旋转频率了 随后 在他有心的控制下 三枚弹珠拳 都在最恰当的时机 飞了出去 按照灵异的计算 这三枚弹珠 都能够通过巨神兵的阻拦 成功落入天国瀑布之中 然而 下一刻灵异瞳孔微缩 当当当 三声清脆的碰撞声响起 被他寄予厚望 明显能构冲破阻碍的三枚弹珠 全都被打飞了出去 就在刚刚的一瞬间 灵异明显看到 两个巨神兵的旋转速度 变了 转速稍微快了100转每分钟左右 转速的变动幅度不大 并且持续时间也极短 但是 就是这几短时间内的转速变化 就足以让灵异归化好的时机 变成泡影 三枚弹珠都被打飞后 两个巨大风扇的转速 又恢复了之前的情况 一直站在灵异身边 看着灵异通关进程的成销 和南宫灵 也是面色凝重了起来 他们的感觉 也是非常敏锐的 灵异发现的问题 他们也都发现了 作弊 这家赌场的高层 在巨神兵这个关卡作弊了 灵异嘴搅勾起一丝微笑 果然这游戏到最后 还是变得不纯洁了 那自己也能心安理得地 继续使用引力领域的 更高级的手段来作弊了 既然你不装了 那我也不演了 围观灵异的人群 爆发出一阵叹息声 他们没有看出问题 但却为灵异有机会 突破天国瀑布的失利而叹息 只不过他们心情的大起大落 下一秒 灵异的操作 直接让他们看呆了 只见灵异将手 只放在最后一个可操控利弊上 以及其鬼畜的频率点动 每点动一次 利弊就会按照灵异的频率拍击一次 恰好每一次拍击 都能够准确明种一枚弹珠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宛如天籁一般 极富节奏和韵律 而更加让他们震撼的 还在后面 大佬这是在干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 看大佬操作就行了 不对啊 为什么再也没有弹珠 能够冲出丛林 往巨神兵那边突进了 死 都别说话 我好像发现不得了的事情了 大佬在有意地控制弹珠 尼玛 整个绿洲区的四个可控百臂 全都被他用起来了 短短十多秒后 终于有人看懂了灵异的恐怖操作 此刻整个绿洲区内 已经渐渐聚集了数百枚弹珠 这些弹珠正在以一条特定的轨迹 围绕整个绿洲区旋转不停 这条轨迹上 没有任何陷阱 也没有任何阻挡物 并且偏偏这条轨迹 是真的能够通过四个可控利弊来制 造出来的 这上百枚弹珠 就像在参加F1赛事一般 环绕着他们的跑道 不断旋转 与此同时 也在不断加速 没错 灵异不仅利用了自己可控的利弊的挥机 来给所有的弹珠加速 还利用上了那些不可控的陷阱利弊 原本弹珠冲出绿洲区的初始速度 能达到两米每秒 就已经算很快的了 但现在这条无尽轨道上 不断加速的弹珠 速度正在往十米每秒以上狂飙 尼玛 6666 这个人是挂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脑子里是什么构造啊 怎么能够将整个地形 所有的机关陷阱 都用来给自己加速的 不仅是加速 你们看 这一条弹珠之龙 还有一个功能啊 那些从第四曲弦崖趋落 下来的其他弹珠 会被这条弹珠大龙的尾巴 和身躯兜住 缓冲他们的坠落势能 并且能够保证 这些新加入的弹珠 也能够按照大佬自己规划好的 特定轨迹旋转 不至于坠落消失掉 你马 我头皮发马 他是天才吗 灵异当然不可能 真的完全利用场地机制 来达到这个效果 是引力 他加了引力 不然他又不是计算机 超级大猫 哪里算得清楚 如此复杂的局面 事实上 他现在手上那一通操作 完全是没有任何章法的 只不过在引力 辅助修正下 才看起来神乎奇迹一样 他 他想干什么 27层阁楼房间中 那勾楼老者看着大屏幕 目瞪口呆 杜兰也面色凝重 他心中也有不好的预感 并且身为27层真正的管理者 他自然知道 凭借绿洲区的那些 所谓的可控利弊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眼前这种程度 那年轻人 作弊了 但 他没有证据 赌场一直都有一个潜规则 签书也好 技能也罢 你可以作弊 只要没被发现 你就不算作弊 灵异演示得很好 他根本抓不住灵异的把柄 让他终止这场游戏 思索间 大屏幕中 一变陡升 一分钟的时间里 进入绿洲区的弹珠 已经变成了3000多枚 这条由3000多枚 弹珠组成的弹珠巨龙 终于在经过最后一轮加速后 灵异改变了最后一个 可控利弊的方向 它们的方向 也从不断旋转 便沉浸直飞向天国瀑布的 那两道门神 灵异 要用暴力 撞开这扇通往绿洲之眼的大门 荡 荡 荡 四五颗飞得最快的弹珠 飞到两个巨大的风扇前 还是被无情拍飞 但这一次 它们不是孤军奋战 它们的身后 还有上千枚跟它们一样 汗不畏死的勇士 当当当 弹珠之龙的大部队 终于到来 每秒都有上百枚弹珠飞了过来 两扇阵守在天国瀑布前的巨神兵 这一次 终于力有不歹了 即使山页疯狂旋转 控制其转速的中央电脑 在疯狂计算 也算不到 同时有数百枚弹珠同时飞过来 到底要如何阻拦 于是后 异常夸张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两只巨神兵 扇叶旋转的速度 十快十慢 但是就算这样 还是有大量的漏网之鱼 越过山叶的阻拦 冲入天国瀑布之中 这完全是中央电脑算 不过来导致的结果 并且 两个风扇异常的转速和旋转模式 已经是肉眼可见了 此刻围观在灵异身边的看客 早已突破百人的规模 无尽绿洲守门的巨神兵 竟然有如此狼狈的一天 他们大脑也当机了 随后才有人开口道 娱乐城官方人员 不是说所有的自动利弊 还有这些陷阱机关 完全都是按照特定模式 一定频率往复运动的吗 为什么巨神兵会一下快 一下慢 妈的 还看不明白吗 这明显 是有人在操控它 目的就是为了最大话阻拦来 到这里的弹珠 骗子 R&M 退钱 能够来到这一层的赌客 都不是一般人 几乎是瞬间就意识到问题所在了 下一刻 就开始有人激动地喊了起来 随后 一传十 十传百 瞬间 就群情激愤起来 原本还跟灵异一样 坐在位置上 不断发射弹珠的人 也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 在确定赌场官方 违背了他们自己定下的规则之后 他们还继续玩 毫无疑问 就是在给赌场送钱了 他们可没有灵异的技术 27层阁楼房间中 勾楼老者额头上 挂满了痘大的冷汗 蠢货 还不去调整模式 啊 这 杜兰大人 要 调整什么模式 杜兰看他一脸蠢像 忍不住怒火中烧 一巴掌就呼了过去 直接给勾楼老者抽的一个裂剪 差点跌倒 我 我这就去 老者慌不择路 跌跌撞撞地跑向后台 杜兰胸口都在剧烈起伏 他双眼死死盯着屏幕里的灵异 眼中满是怨毒 他怎么 也没有想到 灵异竟然用这样的方法 让他们暴露 这场博异 看起来是灵异 在对抗无尽绿洲 这台巨大的机器 但真正的博异 早就已经变 成灵异跟他了 并且 这毫无疑问 是一场谁先暴露自己在作弊 谁叫输的对局 现在 灵异露出了獠牙 他让所谓的防御机制 变成了一把 插进于乐城高层心脏的尖刀 这里之所以有这么多赌头 能够夜以继日地 给他们送钱 当然是认为 他们所制定的规则 不会自己打破 但是现在灵异的做法 相当于是直接动摇了 他们立身的根基 很快 两个巨神兵的旋转频率 恢复了正常 开始以恒定的速率旋转 围观的人情续却依旧愤怒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赌场高层在掩盖室时 杜兰面色阴沉的可怕 他同样走到后台 一把推开了有些谄媚的勾楼老者 对几位技术员吩咐到 加大巨神兵的输出功率 直到电击过载 最后烧鸡 几名技术员心中一惊 自家老板疯了 勾楼老者也张了张嘴 他也不理解杜兰的做法 但知道听命形势就对了 发什么蛋 赵作 老者尖叫一声 下一刻 机名技术员 直接将操作台上的一个推杆 推到了最顶 无尽绿洲 第五区 两个风扇的转速 被拉到了最大 发出震耳欲容的轰鸣声 宛如巨神兵 真的在发出可怕的怒吼 只不过 这也是临终的怒吼 嘎嘎嘎 随着两个风扇内部核心的电机 开始超频过热 转速却持久不下 最终 在一阵震难听的故障声中 两个风扇都停止了运转 风扇核心部位 还有一点点火星 不断蹦射出来 围观人群的怒吼 和咒骂声烧停 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 坏了 故障了 这是所有人下意识的想法 死所见 杜兰挂着和煦 如春风般的笑容 拨开人群 走到林毅身边 鞠躬致欠道 非常抱歉 尊敬的贵宾 我们的机器 出现了技术性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月的检修程序 没有做到位 给您添麻烦了 由于是我们的原因 并且 您现在还有尚未使用完的弹珠 我们决定暂时暂停 其他玩家的游戏进程 但不会中断您的游戏进程 因为之前的故障 我们深表歉意 额外附送您五万枚特制凝胶弹珠 希望您今天 也能够创造奇迹 进入时隔近八年 也无人的见得绿洲之眼 杜兰一番话说完 直接给孙大川和冯三友 都听傻了 啊 刚刚是故障吗 他们还以为就是故意的 眼前这个精灵 看起来和和气气的 还顺便送了林毅五万弹珠 他人还怪好的脸 产生类似两人 这种想法的围观者 大有人在 刚刚他们骂得多凶 现在就有多尴尬 原来 原来 是别人的机器故障吗 看来是误会了 不是没有人在思考 这是不是赌场官方 在亡羊补牢 但补偿林毅额外弹珠 再加上放任林毅继续通关 已经失去巨神兵镇守的 无尽绿洲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思来想去 也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这真的是一次故障 赌场官方 也在尽力补救了 骂声渐渐止息 林毅双眼微眯 瞟了眼杜兰 却发现后者此刻 也正看着他 两位真正的对弈者 这一次 终于真正走到彼此对面 最终对决 现在开始 游戏继续 但林毅却发现 刚刚突破巨神兵的封锁 进入天国瀑布的那些弹珠 此刻已经被水流冲得七零八落 大部分都飞出了正常的轨道 落入了瀑布下方的无底深渊 过了天国瀑布之后 已经算是进入了 绿洲核心的带了 从瀑布顶端到底端 一共有着五道最终关卡 这五道关卡 被无数赌客 同样送了个霸气侧漏的外号 神之机眼 其实是五个伊字变大 由特殊岩石打造成的圆盘 前三道圆盘边界是有隆起 能够阻挡 弹珠从圆盘边缘滚落 倒数第二个圆盘 边缘设有三个缺口 只要弹珠滑落到缺口 就会掉下无尽深渊 最后一个 也是最大的圆盘 则有十个缺口 这五个圆盘的特定位置 或是中央 或是靠近边缘的区域 都有一个特殊洞口 进入这个特殊洞口 才能够掉入下一个圆盘中 最下方的第五圆盘的特殊洞口 就在中央位置 弹珠进入这个洞口 则代表这一场漫长的 绿洲寻宝之旅结束了 所有奖持累计的金额 能够全部提早 灵异知道 眼前这金发闭眼 体面光鲜的金里的来意 他既是来 化解这场信任危机的 也是来向自己宣战的 他敢直接放弃巨神兵 就是笃定 自己也闯不过 接下来的圆盘五官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灵异此刻 丢失了对那些弹珠的控制 此刻他的引力领域被压缩到 只能笼罩身边三四米的范围 却没办法再继续前进了 这个变化 完全是杜兰出现之后 才发生的 怎么了 先生 您不应该看我 而应该专注于游戏哦 说实话 即使我身为本层经理 我也非常渴望 再次看到 一位绿洲之主的诞生了 您抬头看 在无尽绿洲上方的阁楼上 那里挂着五张画像 他们都曾经进入过绿洲之眼 为了纪念他们的光辉成就 我们专门请人给他们画像 让无数玩家再次瞻仰 杜兰的话说得很客气 也完全听不出 年里藏真的感觉 但灵异却听出了其中的嘲讽 他真正想说的是 继续啊 你不是能用技能作弊吗 怎么 你的技能不好使了 事实上 灵异在从出电梯 走进这27层的时候 就发现了 他的技能栏中 那些低阶技能 灰暗下去 用不了了 坐上这无尽绿洲的玩家席位 就更为明显 当时灵异八阶以下的技能 就完全用不出来了 现在杜兰 走到自己身边 就连静咒都挥下去了 只有几个静节版的静咒 还能够勉强使用 但是效果绝对大打折扣 静磨石 全层的地基结构里 都大量掺了这玩意 这玩意 在整个第七宇宙 非常普遍 听说最初的静磨石矿脉 也是沙盗王罗 解开采出来的 也是他将其 推广向全银河 只是我怎么 也莫想到 他这么狠 竟然会把原初静磨矿脉 磨成微尘 分给他手下 这些管理人员 让他们每天按时服下 灵异脑海里 响起成硝的声音 他瞳孔微缩 信息量有些大 静磨石这东西的效果 应该就是能够 让人用不出技能 或者说 对所有异能者 变异体等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有用 但直接吞服着 众东西进入体内 便承认行自走静磨石 就有些夸张了 这东西莫毒 当然是有毒的 而且还是剧毒 所以这些管理人员 是一边服毒 一边吃着解毒药 但是长此以往 体内的器官 肯定禁不住折腾 衰竭的会比正常人 快十倍不止 从服药那一刻开始 到彻底死亡 也就不过十年 灵异闭上眼 大脑在飞速运转 整个云顶豪亭 建筑物中 高浓度的静磨石 再加上杜兰这个超强静磨 WiFi就站在自己旁边 他受到的压制 真的很多 别人在克命 跟他博弈 他还能怎么办 引力领域 延伸不到绿洲核心区 就意味着他后续 想要陷到 已经失去功能的巨神兵 都很难 灵异睁开眼 将目光投向承霄 他不需要说话 承霄也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了 我歇逼没辙了 轮到你上了 实在不行 直接先捉吧 本来尽负本钱 灵异就想着要抱他大腿 现在反而是自己最出力 纯纯倒反天罡了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现在已经起虎南下了 有人直接贴脸嘲讽 你不赢下来 你能忍 能 灵异当即回复 承霄 不 你不能 你别总依靠我了 你要自己想办法呀 正常情况下 这次副本 我是不在的呀 灵异无语了 搞半天 承霄才是最想滑水的那个 要说想办法 灵异刚刚还 真的想到一个办法 也是最简单暴力的办法 既然现在 是因为禁魔石的强度 压缩了自己技能的强度 那只需要再次提升技能强度 不就行了 此前承霄给自己的添波基岩 还放在随身空间里呢 只要灵异想 随时都可以将重利息技能 从九阶半 提到十阶远古静咒级 事已至此 灵异只能打开技能界面 灵阵突破 将静咒 地暴天星 提升至远古静咒 地线填崩 需要花费1000万技能点 以及特殊材料 添波基岩X1 技能点不足 灵异现在的技能点余额 也就刚刚突破百万大关 想要填补这900万的技能点空缺 所需花费的大下币 不是小数目 但一道提示 让灵异眼前一亮 检测到 目前你持有三种 具有价值的货币 大下币 蓝星币 沙利 你现在可以使用任意货币 按照一定比例 购买挂机奖励 当前比例 109万大下币 等于一天挂机奖励 96.9万蓝星币 等于一天挂机奖励 306.1万沙利 等于一天挂机奖励 撕 沙利也可以 买挂机技能点 就算沙利的价值 不如蓝星币这魔墙 但剩在他现在赚得多呀 瞬间灵异手上 还剩下的60多亿沙利 就有用武之地了 并且因为的赌来的 灵异司毫不心疼 直接客机 灵异之前就算过 现在一次十连购买 大概能够得到 140万的技能点 灵异直接闭眼买了 七次十连购买 瞬间灵异筹码账户上 就少了70多个亿的沙利 之前灵异赢下来的 百亿沙利 再加上承销 和南宫灵赚的60多亿 现在已经几乎见底 灵异抬头看了下杜兰 乃至承销等人的反应 毕竟他们 肯定是异常情况 但下一秒 灵异就发现 就算是离他最近的杜兰 也不会因为 他屏幕前的剩余筹码 因为不明原因的骤降而疑惑 这70多亿沙利 似乎就像是灵异从 未得到一样 之前灵异课金的时候 也从未有大厦银行官方来电 表示他的资金异常 灵异再次察觉到 自己的第一个天赋诸神之刺 可能没有 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了 消耗7.65亿沙利 你购买了77天的挂机奖励 你获得了975万2337技能点 一波海量技能点到账 灵异也是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技能点余额突破8位数 1000万技能点 这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 都赚不到的技能点 但灵异只是花了 点他刚刚赚到的沙利 就直接完成了这个成就 再次打开技能加点界面 选择重利息 灵异一键加点 定 消耗1000万技能点 消耗特殊材料 天波基岩 你的技能 地暴天星升阶了 你获得了新技能 远古静咒 地线天崩 两道提示传来 下一刻 灵异眼前的一切 都开始飞速变换 灵异已经习惯了 每次到这个时候 他就知道 这应该又是某个法则 看上自己了 跟之前星球重回熔火 以及恒星要般爆发的 壮观景象不同 这一次 灵异身边 变成了雾蒙蒙的一片 他只能看到自己身边 有无数说不清 到不明的微小物质 再不断飞行 它们没有特定的轨道 也没有任何运行的规律 仿佛一团混沌 这团混沌中 偶尔会爆发出 星星点点的微光 细看之后 灵异才发现 那是两个混乱运行的 微小物质 碰撞在一起 产生的微光 此刻他身边 每一秒 都有不计其数 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些微小物质 彼此碰撞 绽放光芒 随后互相湮灭 然后转化为另一种 无法以肉眼观察 却能够感受到的 特殊能量 除此以外 灵异还发现了 更多特殊的微小物质 有的是最基本的球形 有的则像是一根根系小的弓弦 还有的 看起来 已经脱离物质的范畴 那是一个个 不断变化的古怪符号 忽然灵异扶制星灵 它 已然进入了微观世界 这些微小物质 是分子 原子 还是夸克 亦或是更加微小 更加本质的存在 灵异在这片混沌中 不知停留了多久 因为进入这个微观世界后 宏观尺度上的时间和空间 都失去了意义 它只能看着这片混沌中的粒子 彼此之间碰撞 阴面 充足 嵌合 再造 渐渐地 灵异眼前的粒子 看起来便不是粒子了 而是变成了 更加形而上的东西 之时 眼前的一切 就是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运转的本质 其中蕴含无尽的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 灵异无法理解 并且一旦开始尝试理解 就会感觉大脑像要裂开一般 随后 灵异眼前的幻象 再次变化 那些混沌粒子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扇门 一扇 注立在宇宙深处 以星系为点缀 以数万亿光年的星际长城 为骨架的巨门 真理之门 灵异脑海自然而然地浮现这四的字 刚刚他看到的一切 都在门后 真理之门的门后 蕴含着无尽的知识 只要能够完全领悟 便能够指掌创始的部分权柄 哄 真理之门在灵异眼前轰然关闭 下一刻 他回归了现实 你 等一下 我服了 你他妈发的呆 都能让真理之门给 你硬灌一波鸡汤 承宵静怡不定的声音 在灵异脑海响起 灵异看过去 就看到 他已经有些 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你妈的 说真的 我都开始羡慕你了 我感觉轩辕战神 都莫你这么离谱 感觉但凡是个法则 好像都要舔着 来给你送气机一样 所谓的气机 就是职业者掌握法则的气机 跟修仙小说里的机缘一样 属于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 比如 承宵就很想要一个领悟 无限 法则的气机 但他等了几十年 也等不来 嘿嘿 所以 现在我也算是被 真理看上了 承宵怒道 何止是看上 这已经是直接白给了 后续只要你顺着这道气机 想要上手真理 就不会有任何门槛 但是丑话说在前面 一入真理 身四海 从此头发是路人 你走好花费几年 乃至数十年 去拆解分析一个 现实存在之物的准备 灵异闻言 头痛不已 他平生最讨厌读书了 才刚刚从应试教育的苦海脱离出来 他才不想回去 灵异看着承宵几乎破防 骂骂咧咧的样子 心中暗爽 这种别人一辈子瞧不得 但是自己轻而易举 别人舔着脸来送的感觉真好 灵异没有继续跟承宵交流 而是打开自己的技能界面 虽然此前在道旋的天空塔中 灵异就以精湛时 体验过重力系远古静咒的威力 但那毕竟是老人皇给的外挂 外力终究不如自己修来的好 此刻 灵异在得到十阶远古静咒技能后 引力领域这个核心技能 再次迎来一波爆发式的提升 远古静咒 地线天崩 被动效果 你的引力领域倍率提升至1.5万倍 领域广度扩展至15万公里 看到确切效果之后 灵异一愣 之前在天空塔里 灵异记得很清楚 自己这个技能给的被动提升效果 是将重力倍数提高到9999倍 怎么现在是1.5万倍了 下一刻 灵异忽然就明白了 当然还是他刚才经历了幻想的原因 他进入微观世界 接受了真理之门的醍醐灌顶 毫无疑问 他对引力本质的理解 更上一层楼了 自然能够发挥出 更加恐怖的重力操控实力 灵异尝试放出自己的引力领域 下一刻 他就被彻底震惊了 原本被压制到灵异身边 仅有三四米的引力领域 现在随着他的心念移动 直接笼罩整个云顶豪亭 这在杜兰这个人行字走进模WiF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灵异光是在酒店内 都无法做到的事 而此刻 灵异发现 哪怕是笼罩整个由禁魔石修筑而成的云顶豪亭 也丝毫不费力 这称不上仍有余力 完全就是不费力 下一刻 灵异尝试将自己的引力领域扩张到极限 汪汪汪 只是一个念头 灵异就感觉到 整个云顶豪亭都在轻微颤动 因为禁魔石 要撑不住了 刹那后 灵异眼前出现了一颗小型星球的幻影 没错 灵异顶着禁魔石的压制 直接将引力领域 扩展覆盖到了云顶豪亭所在的整颗星球 并且 灵异发现 自己还解锁了一个引力领域的特殊效果 那就是引力扫描 此刻整个引力领域内的一切 都逃不过灵异的引力扫描 引力如同丝线和触手一般 画过任何事物 都会瞬间给灵异反馈回其外形 材质 颜色 甚至内部构造 除了无法切实获得这些物体的气味信息以外 其他信息 甚至要比近距离观察都要细致 这就是 真理 牛逼炸了 它的实力 已然进入了 Next Level 出乎灵异预料的是 整个云顶豪亭娱乐酒店 其实是建在地下的 而且 是非长生的地下 足有十几公里 怪不得来到这里的人 想要离开 几乎不可能 也怪不得 之前那个赌徒 给自己的逃生地图 标注的逃生出口 并不是酒店一楼和地下 而是酒店的顶楼露台 可能只有从那里 才能有路 离开这地底空间 在引力扫描下 灵异也发现这整颗星球表面 都满目疮痍 地表到处 都是被某种巨型彩挖机械 挖掘后的痕迹 已经没有其他生命存在了 这颗星球 甚至都不是宇宙寻宝公司的殖民地 而是一个矿脉星球 出产的矿脉 自然也是静模式矿脉 这是一种 深藏于地下的黑紫色 特殊晶体 开采难度不小 需要人力精细开采 故而 灵异在地表和地下浅层地区 看到了大量穿着 类似囚服的人 在夜已继日地开采矿脉 灵异甚至在一辆钻机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鬼手无 看来在云顶豪亭 输到一无所有 甚至负债的结果 就是变成这家公司的奴隶 一辈子 都将在暗无天日的矿坑中 永无宁日 随后 灵异将引力领域收回 灵阵突破 破防成销 其实都只是十多秒里发生的事 杜兰看着灵异 似乎无能为力的样子 笑得很开心 她就喜欢看着这些 拥有特殊能力的人 在她面前 也变成一个凡人 然后 她就能够用权力和金钱 强迫他们跪下 杜兰现在 就在等灵异输 然后给她跪下 但她却不会给予宽恕 只可惜 下一刻发生的事 让杜兰的笑容 僵在脸上 只见原本失去灵异的引力控制 犹如脱江野马一般 只能到处乱窜 最后一头撞死在陷阱上的那些弹珠 竟然渐渐回归了正常的轨道 而这样的情况 看在围观者的眼中 并不奇怪 因为灵异之前 是没有在操作台前动手的 而是在发呆 他们不知道 这位大佬 发生了什么事 或许是在思考某些事 但他们看到 大佬重新开始操作 并且将一切拉回正轨之后 都兴奋异常 赌场高层 设置所谓的可空利弊的骗局 此刻成为了 灵异演示 自己的绝佳工具 这也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典范了 杜兰面色铁青 甚至整个人 都快贴到灵异身边了 但卵又没有 这回轮到灵异笑了 静魔石 花里胡哨 灵异算是体会到 一力破万法的爽感了 果然在极致的力量面前 所有限制 都没有意义 灵异的笑让杜兰怒火中烧 那表情就像在说 怎么 你们的静魔石 怎么不管用啊 就这 荡荡荡 几声清脆的弹珠落地声 让杜兰重新将目光 放回无精绿洲的游戏中 这三声落地声 并不是灵异的弹珠 坠入陷阱的生命 相反 而是脱离天国瀑布的 湍流掌控 最终落入 第一个圆盘中的生命 有一叫有二 随着越来越多的 弹珠涌入天国瀑布 最终进入 第一道圆盘的弹珠 也越来越多 叮叮当当的落地声 连成一串 哇 这也太爽了 卧槽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弹珠落到 第一个神之岩上 惊动啊 惊动啊 怎么不惊动 每个圆盘 都只有一个洞口 能够通往下方 但这些落入 圆盘中的弹珠 不断旋转着 就是不惊动 灵异当然知道 他们这是搞的什么鬼 从玩家和围观者的 视角来看 五个圆盘 都是水平放置的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 视觉错位假象 因为整个 无尽绿洲这台机器的基座 在建造之初 就是有倾斜角度 不是完全水平的 这些看起来 像是水平的圆盘 其实都是倾斜的 这种倾斜 只要是处于 这个环境下 完全察觉不到 一滴冷汗 从杜兰的额头上流下 他忽然意识到 一个恐怖的事实 如果眼前这个男人 能够继续使用 他的特殊能力 来操控弹珠 为什么不直接 让弹珠落入下一层 而非要让弹珠 在整个第一层圆 盘上积攒 他想干什么 顺着这个思路 继续思考下去 杜兰得出了一个结论 当当当 随着越来越多的弹珠 落入第一圆盘 渐渐定 也有人发现了异常 就尼玛离谱 这圆盘里起马庄了 有上百个弹珠了吧 怎么就是没有一个 会掉进洞里啊 你们仔细看 第一圆盘的开孔 是在圆盘的十点钟位置 但是现在大佬的弹珠 全都落到了 三点到四点位置来啊 靠近十点的位置 几乎没有一颗弹珠 对 为什么这些弹珠 会堆积在这边啊 不对 不对 难道这个圆盘是歪住的 没有啊 看起来不是平的吗 围观群众的弹论声 直接让杜兰冷汗直冒 灵意不仅要赢 还要让整个赌场 所有的赌客 都意识到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杀人珠希 随着越来越多的弹珠滚 落进入第一个圆盘 算上弹珠自身的重量 圆盘的倾斜度 更加显眼了 这已经是完全无法遮掩的了 肉眼就能够观察到 杜兰退后了几步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此刻现场的气氛不对了 刚刚被他力挽狂揽 扳回一城的舆论 似乎现在又一边倒地 跑到灵异那边了 并且跟他最大的区别是 灵异这个亲历者 并没有质疑赌场作弊 反而是仍旧在全神贯注地 看着无精绿洲内的景象 这一幕 反倒深深刺激了围观的群众 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草你妈 我就知道 你们这群狗东西 肯定在机器上做了手脚 兄弟们 该看清现实了 在这个鬼地方 是永远不可能赢的 妈的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在做的 无尽绿洲相关攻略 现在全都变成废纸 老子像的小丑 草你妈 去死 群情激愤间 已经有几个花壁大哥 在往杜兰这边靠近了 杜兰可以说是那些 拥有特殊能力者的客星 但是 对于这些绑大妖元 只有一股子蛮力 甚至经历过无数 残酷斗殴的大哥来说 杜兰真 就是一拳一个的小朋友罢了 就在这时 动 一声轻响过后 终于出现了第一枚 落入第二道圆盘的弹珠 只不过 这并不是灵异运气后 或是巧合进入第二层圆盘的 而是因为 此刻第一层圆盘 已然被装满了 大量的弹珠堆积在三点钟方向 但圆盘已经装不下所有的弹珠了 自然就会 有弹珠掉进洞里 落入下一层圆盘 并且 后续通过天国瀑布 落入第一层圆盘的弹珠 最后 也都会落入第二层 可以说 第一道圆盘 已经硬生生 被灵异用人海战术攻破了 没有人看好灵异 还能够继续通关 但灵异却用事实告诉了所有人 只要是游戏 就不存在通关不了的可能 既然赌场官方都不演了 那灵异也没必要演了 此刻灵异 在这群赌客心中的声望 已经无以复加了 在这种崇拜光环 和特殊滤镜的加持下 他们没有人再去思考 为什么灵异能够让如此多的弹珠 进入第一层圆盘 这本就不合常理的事实 他们所思考的是 这大佬已经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了 动 动 动 在开始不装了之后 灵异对弹珠的操控 也更加精细 更加高效 第二道圆盘突破 进入更加小的第三道圆盘 第三道圆盘 同样存在隐藏的倾斜率 并且这一层圆盘开始 圆盘边缘就开始有缺口了 正常情况下 倾斜加缺口 足以拦住所有进入这里的弹珠了 但灵异的弹珠 直接无视了倾斜带来的重力影响 第三层的弹珠 顺利进入第四层 杜兰面色阴沉到极点 右手伸进衣袖中 狠狠按下一个按键 既然赌场官方作弊的事实 被所有人所熟知 已成定局 那他也没有必要继续演了 启动最终防御机关 这个机关的效果 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灵异的操控下 进入第四层的弹珠们 其中个别 也禁止滚向了这一层圆盘的洞口 然而 这些弹珠 在滚入洞口之后 却并没有如期掉落 进入第五层 最后一道圆盘 在无数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这一枚弹珠 直接凭空悬浮了起来 没错 那落入洞口之中的弹珠 直接悬浮了起来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反重力装置 在这个装置的作用下 所有进洞的弹珠 自然都不可能继续进洞了 本来这种装置的效果 是让靠近洞口周边的弹珠 受到一个轻微的斥力 离开洞口周围 正常情况下 拥有这一层保险 也就足够了 并且也足够隐秘 但杜兰已经慌了 她不能承受 灵异的弹珠进洞的结果 那将是她个人的灭顶之灾 她的下场 只会比鬼手无更惨 因为 她本身就活不了多少年了 要是还无法享受 现有的荣华富贵 余生都要在 昏暗无光的地下矿坑里度过 她宁愿去死 所以 她直接把反重力装置的倍率 拉满了 抄平了 吵他妈的 给老子气笑了 弹珠直接尼玛地飞起来了 直接不装了 真他妈是一群狗东西 围观群众的愤怒 已经无法压制了 甚至已经有激动的人 开始猛踹 无尽绿洲 以及开始砸抢27层里的 其他机器设备了 这场暴乱 在持续蔓延 但赌场官方的反应也很快 不削片刻 就有很多身穿黑色西服 带着墨镜的大汉 将这些闹事的人控制了起来 更有一对对 身穿星际寻宝公司制服 鹤枪实弹的士兵入场 在电磁枪面前 没有人还敢继续轻举妄动了 杜兰招了招手 从下手手里 拿过一把电磁步枪 抵在灵异的脑袋上 凶狠道 现在 给老子下来 不然你脑袋开花 灵异直接莫理他 杜兰眼中 寒芒一闪 手指扣动了电磁枪的扳机 杀 直接杀 不仅要杀掉眼前这个 坏了自己好事 毁了公司大计的黄毛 更要把整层的赌客 全都屠戮殆尽 他不允许这个秘密 继续扩散 扩散到其他层的赌客耳中 叮 一声金铁碰撞般的声响过后 杜兰看到那一枚特制电磁子弹 撞在灵异的脑门上 完全被压成了一团金属块 但灵异却毫发无损 与此同时 无尽绿洲第四层圆盘中 那一颗颗悬浮起来的弹珠 竟然开始如同子弹一般 坠入洞中 反重力装置 在灵异的引力领域面前 只能用可笑两个字来形容 看到这一幕 并且确认 灵异的实力 完全不是自己和眼前这些公司 保卫队成员能处理的之后 杜兰整个人亡魂接冒 不 不要 收手吧 我求你了 我可以给你钱 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住手 他彻底慌了 此刻 弹珠已经进入了第五层 进入第五层 意味着 只要那个洞口 再有一颗弹珠落入 就会出发无尽绿洲自带的程序机制 讲池中的七百多一筹码 会不受控制的喷涌而出 杜兰已经给灵异跪下磕头了 然而 当他抬起头来 再次看向无尽绿洲时 却看到了一幕 让他无比绝望的画面 只见第五层圆盘中 仅有的一枚弹珠 仅有的那一枚普通弹珠 滚动着 最终落入了中央的洞口之中 放肆 永恒余孽 也敢挑衅整个公司 我要你们王族猎种 一声巨吼忽然响起 下一刻 整个二十七层的所有人 都再也动弹不得 一道亮蓝色的空间裂系 忽然在灵异身边百米外出现 随后 一名身穿跟杜兰 几乎同款的光鲜制服 但明显级别 要高出很多的人 从猎袭中走出 他伸出右手 手中绽放出一道道 紫黑色的诡异能量 在这一波诡异能量的影响下 在场的所有赌客和围观者 全都陷入了昏迷之中 倒在地上 人是不知 就连十里较弱的小胖蜂三有 也没有顶住 直接昏睡过去 在场依旧清醒住的 只剩下成销 南宫灵 孙大川 以及灵异和杜兰了 尼克总监 救 救命 杜兰看到来人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嚎道 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救星来了 谁知道下一刻 那被他称为尼克的男子 直接冷冷看了他一眼 废物 你已经没有价值了 话音刚落 那黑紫色的能量波 直接凭空在杜兰身上炸开 顷客间 他就化作一滩黑血 灵异皱眉 他倒不是因为杜兰的死 而感到烦恼 而是因为 这名真正的 星际寻宝公司的高官 在出现的一瞬间 不仅杀了杜兰 还顺手将刚刚 他操控着 落入洞中的弹珠 直接粉碎了 那一枚弹珠 似乎也经历了 某种为四杜兰的转化 变成了一滩黑血 灵异敏锐的发现 这应该 也是牵涉到 某种法则之力了 能将无稽的事物 转化成有机 如果不牵扯法则 是不可能做到的 果然是你 好大的胆子 抢了尊主大人的质保 毁掉整个卡桑尼斯 竟然还赶来 哈特兰的赌场 里继续盗宝 说 你是被谁指使的 又如何得到 永恒的赐福的 尼克身体悬浮起来 黑紫色的能量 宛如黑玉一般 将一切笼罩其中 居高灵下的 看着灵异 灵异能够感受到 眼前这个名叫 尼克的体内 蕴含着远比 杜兰要浓厚 十多倍的 静磨石效果 如果是之前 灵异绝对会被这效果 压制到完全使用 不出任何技能 就连静咒 都会被禁用 但此刻的灵异 却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 真要说影响的话 也就是让足 已覆盖整个星球的 引力领域 缩水个百分之十左右 灵异瞟了眼尼克 下一刻 悬浮在半空中的尼克 就面色俱变 他能够感受到 有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正在向他收缩而来 尼克收缩黑紫色的 能量光照 想要防御自己 但明显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 他的这些手段 是滑稽而可笑的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环绕尼克身边 无比浓郁的黑紫色领域 就直接破碎 尼克也从空中坠下 整个人贴在地板上 动弹不得 随后 则是无比恐怖的骨头 被生生压扁的割直声 重力气溜接 重力碾压 在一万五千倍的重力操控下 一个重力碾压 直接让刚登场 还没来得及装逼 收拾残局的尼克 直接被硬生生压成肉饼 男公灵眼睛都直了 孙大川更是看呆了 就算是承霄 看待灵异的眼神 也多出了几分凝重 这小子 实力增长得太快了 看来是我高估了 这个副本的强度 也低估了你的实力 承霄双手抱胸 看到已经彻底 被压成肉泥 随后灰飞烟灭的尼克 轻叹一声 我本来以为 这个副本的最终boss 公司高管 应该能到地阶魔君级 但现在看来 就算是总监这个级别 也只是半步地阶而已 也是 毕竟只是一个 九层的祥冤副本 就算有你的称号增加难度 也最多是到这个等级了 而你 现在已经能 翻手兼秒 杀准地级别的强者了 我必须承认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就杀杀魔皇 承霄说完 孙大川和南宫灵 更加震惊了 啊 刚才那个公司高层 是准地级的强者 呃 没感觉出来啊 真不是尼克鲁 而是此刻的灵异态变态 升接到远古静咒之后 重力系法术 已经是所有准地以下怪物 和强者的灭顶之灾了 灵异一个念头 他们就要被秒 没想到 这个公司的高管 也会服用那种 有剧毒的静魔石粉末 灵异看着尼克的痕迹 若有所思到 他原本以为 这种能够压制能力者的 静魔石粉末 就是专门给杜兰这种 自身没有实力的 管理人员准备的 为的就是将那些 普通能力者的实力 拉到跟普通人一个等级 但现在看来 尼克这种 甚至已经掌握了 一部分法则力量的能力者 同样也拥有 静魔石WiFi效果 灵异现在对静魔石 很感兴趣 毕竟这东西 如果对自己的伤害 如果能无害化 那毫无疑问 是能够极大提升 自己的实力的 试想一下 你是满状态 你的对手 只要处于 你的静魔领域中 就会被无限削弱 这一来一回 差距就很大了 这涉及到 公司的核心秘密了 到了这个级别 应该也不会有蠢货 会为了公司 伤害自己的身体 以折受胃代价 吞服那种毒药 承霄也分析到 曾经他跟灵异 有一样的想法 只不过牵扯到 第七项渊宇宙 就逃不开 星际寻宝公司 这个庞然大物 当时的他 还没有能力 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轰 轰隆隆 忽然 整个云顶豪亭酒店 都震动了起来 一阵阵沉闷的巨响传来 似乎还有大量 巨石坍塌的声音 灵异一愣 在引力领域的扫描中 这颗名为 哈特兰的星球 禁地空间中 一道道蓝色的 空间裂口出现 随后 一艘搜形态 各异的宇宙飞船和星舰 从裂口中跃切而来 刚刚猛烈的震动 和巨岩坍塌 就是先一步 抵达的星舰主炮 对云顶豪亭 所在的上方地壳 开始攻击造成的 怎么回事 这不是公司的地坚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舰船 集体发动攻击 这明显 就是在挑衅公司 银河猎人 星际海盗 公司安保队 好家伙 你是犯了天条 怎么都来抓你了 承销拨动虚幻的阵盘 很快就算出了 这些人的目的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些人 都是冲着灵异来的 随着更多信息显现 承销面色一变 眼睛都瞪大了 好家伙 你脑袋这么磨值钱 啥 啥叫我脑袋这么值钱 我脑袋值钱 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了 在蓝星暗网 自己也在被通缉 来到这第七 降渊宇宙 也是被通缉 这不是所有人 都知道的事吗 之前我们看到的通缉令 是假的 我在那些公司 跃迁过来的 安保队船上 看到了 你真实的悬赏令 说话间 承销手指一点 一张画着 灵异肖像的通缉令 出现在众人面前 通缉等级 SS级通缉范围 迎合 庞克顿星戏范围内 生效期限 永久 Only Alive 悬赏金额 一千亿杀利 看到真实的悬赏等级 以及悬赏金额 灵异眼睛都直了 卧槽 我真是犯了天条 原来自己的相上人头 在这个宇宙 不是三亿 是整整一千亿 这就解释 为什么星际海盗 和银河猎人都来了 他们肯定也是 看上自己的悬赏金额了 并且 不知道为什么 常规悬赏令上 都会映着 Dead or Alive的字样 这表示 无论生死 都可以领取奖励 但是自己的通缉令上 却写着只能活捉 是杀盗王那个老灯 有话想问自己 小的慢 炸 把整个娱乐城 都给我炸上天 是 传长 哈特兰蒂 表上空树 千公里的星际空间内 一艘悬挂着 黑色骷髅旗的 巨大星舰中 独眼传长 一声令下 主炮和副炮分 分装填序能 下一刻 第二波炮击落下 直接将云顶豪亭 上方数十公里的地壳 再次硬生生地 拨开数公里 他们是海盗 他们不需要管什么 条律法规 哪怕公司安保部的 舰船也在这 并且发送了全屏广播 勒令停火 由他们先一步 介入也没用 贪婪促使这上 百艘星舰 跃迁到这里 怎么可能会将先一步 抓到灵异的机会 拱手让人 随着这些海盗舰船 开始炮轰哈特兰 本就有走在黑白两道 同样自由惯了 不喜欢规则束缚的 那些银河猎人 同样也有人开始开火了 一边开火 一边想办法注入 毕竟要求是活捉 要是通缉目标死了 谁都捞不到好处了 轰 轰轰轰轰 轰鸣声一阵 接着一阵 孙大川的平衡能力 比较差 没站稳 一屁股摔在地上 哎呦哎呦地叫个不停 哪个天杀的 再他妈开炮 摔死胖野我了 剧烈地摇晃 让整个云顶豪亭的 所有人都慌乱了起来 一开始 赌场运营方 还能说是地震 但随着摇晃和炮击的 越来越猛烈 只是包不住火的 此刻其他仓 也已经出现 仓皇出逃的赌客了 只可惜 他们逃生的方向 全都错了 你要速度了 别等会有个什么巨石砸下来 直接把这台破机器砸坏了 我们就都完了 程潇开口道 现在五人的主线任务 第一项要求 还是没有达标的状态 林毅文言 连忙重新将注意力 放在无尽绿洲这台机器上 现在这的却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整个娱乐城 不要遭受灭顶之灾 如果没办法 抱了这台机器的金币 后续 想要继续在赌场里 获取五百亿杀猎 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了 现在碍事的人 已经没有了 林毅也没必要照顾 为观者的情绪 以重力操控起一枚钢珠 直接将来路的一切阻碍 和陷阱撞飞 然后从天国瀑布这个位置 一路向下 硬生生 砸穿了五重圆盘 直接落入了绿洲之眼中 叮 嘟嘟嘟 下一刻 整个无尽绿洲所有的跑马灯 全都亮了起来 大厅也播放起一阵阵激昂的音乐 You win 整个27层到处都有的大屏幕上 都播放出一段段胜利动画 与此同时 林毅的身影 也直接被投屏在27层的正中央 这是给赢家的最高排面 只可惜在现在所有人都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仅有林毅等五人还站住的情况下 看起来就有些诡异了 叮铃铃 这一段动画播放完毕后 无尽绿洲中央部分 竟然挡住所有人的面前 伸展开来 两个巨大的土壁口 从它折叠的机械构造中 缓缓出现 与此同时 围绕整个无尽绿洲的原型座位后方 也出现上百个小一点的土壁口 下一刻 无数金光灿灿的筹码 就开始疯狂喷涂而出 这些都是实体筹码 毫无疑问 是增加赢家的成就感的 但讽刺的是 历代见证这一幕的人 都不是真正的赢家 只有灵异才是打破了 这数十年的赌场垄断 真正的赢家 丁 除了实体筹码以外 灵异也看到身前的电子屏幕上 自己的筹码额 也从原来仅剩数一沙里 数字开始疯狂跳动 最后停留在755.6亿的数字上 主线人物接断信 目标达成 请离开哈特兰星 主线人物完成的提示 一同响起 灵异松了口气 主线人物完成了 自己跟星际寻宝公司 也彻底不死不休了 所以 手上的这700亿筹码 应该是莫得兑现了 所幸灵异打算 直接将这700亿杀猎 全都拿来购买技能点 但下一秒 灵异就收到了 无法购买的提示 看来在自己的天赋看来 这700多亿的杀猎 终究只是筹码 没办法兑现 灵异也没有太失落 这何尝不是赌博的本质 你看到的一切 获得的一切 都是虚妄 只要你还在这巨大的漩涡之中 你就一定是输家 真正的赢家只有一种 那就是不赌的人 走 让所有人都提起注意力 下一刻 整个27层的天花板 就瞬间破碎开来 这种时候 灵异当然不可能会选择 去坐电梯去顶层 一个念头 天花板连着28层的地板 都完全破溃 哎呀 救命 灵异听到了无数人的尖叫声 和惊呼声 这些人脚下的一切请客件 分崩离析 自然是恐慌万分 灵异没有去管他们 而是看向28层穷顶所在 此前在刚刚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 看到过三个头奖 而此刻 包裹着那三个 至宝头奖的蓝色泡泡 消失无踪 灵异心中一沉 这就是他这趟副本之旅的 最后目的了 这三样东西 他是肯定都要捞到手的 可以预见的是 此刻想要再次进入 第七项约宇宙 迎接他的可能就 真的是地阶强者的追杀了 肯定是要趁着这个时间点 大捞一笔再跑 在引力扫描 无孔不入的探查下 灵异很快就知道了 那三样 至宝的去处 入台之上 在一队队星际寻宝公司 安保队队员的保护下 既然手里捧着这些至宝 即将登上一搜 看起来就拥有 空间跃迁能力的 小型飞船上 这些人 当然也是赌场的刀层 看到情况不对 加上收到总公司 发来的信息 他们第一时间 就回收了三件至宝 现在打算溜之大吉 灵异谋光一宁 绝对不能让他们登船 快快快 别磨蹭 要是至宝丢了 我就抓你们下框 几个已惊突顶的中年人 不断催促着身边的 安保队队员 马上就好了 跃迁引擎 一直都处于就绪的状态 只要您和机卫大人登船 我们立刻就能跃迁 安保队队长心中无奈 明明是这机 更脑满肠肥 明显平时就缺乏运动 现在走的 快一点就大喘气的高层 拖慢了撤离时间 如果不是为了他们 三件至宝 由他们负责转移的话 早就搞定了 轰隆隆 说话间 整个露台竟然开始崩塌破溃 随后 完全撤掉72遍的 伪装效果的灵异 带着其他人飞上露台 卫手的安保队队长 谋光一鸣 发现抓捕目标 所有人 掩护各位大人们撤退 先转移至宝 剩下的人 跟我一起抓捕 哒哒哒 电磁步枪开始开火 8LB8L 雷射枪和电浆枪的光芒 也亮了起来 灵异必须要抓活的 但他的同伙 就没必要了 这些扫事来的子弹和攻击 瞄准的都是 南宫灵等人的要害位置 力求一击毙命 而对灵异的攻击 基本上都是大腿 膝盖 肩膀之类不致命 但是命中之后 能大幅度限制目标 逃跑能力的位置 这位安保队队长 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了 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但在此刻的灵异面前 没有任何意义 几乎是下个瞬间 所有安保队成员 连同那抱着三箭至宝 慌乱间准备爬上 越迁剑船的赌场高层 全都变成了肉饼 灵异招了招手 三箭至宝全都飞了过来 灵异看都莫看 将三箭宝贝 放入自己的随身空间 一切搞定 现在要想办法 逃离哈特兰兴亡 在灵异刻意的控制下 接引这些高层 转移三箭至宝的 越迁剑船病 没有毁坏掉 现在还是完好无损的 说来也尴尬 哪怕是现在 已经半只脚脉入战 神级别的灵异 也还是没办法 进行长距离的星级航行 它依旧是人 需要呼吸 畏惧宇宙的寒冷 技能还是少了 还是不够全面 所以 这艘舰船 就是众人脱离哈特兰兴 迈入深空的最后一战了 哄 恐怖的爆炸声 从上方岩层再次传来 长达数分钟的轰炸过后 阻挡在云顶豪亭上方的 哈特兰地壳 已经被彻底轰出一个巨洞 妈爷 哪来的这么多星级飞船 阻挡视野的岩层被击穿后 孙大川和南宫林 也终于看到了 这颗星球荒芜的地表 以及天空中 那密密麻麻 形态各异的宇宙飞船 滴滴滴 滴滴滴 灵异的脸 暴露在所有飞船的侦测 雷达画面中的下一刻 几乎所有舰船 都将其锁定位第一目标 下一刻 成百上千艘宇宙飞船 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飞来 哄 哒哒哒 甚至有不长眼的海盗 依旧没有停火 依旧在对灵异等人附近 进行无差别火力覆盖 停火 老子让你他妈的停火 要是把他不小心杀了 老子丢了一千页 你这堆烂肉 怎么赔得起 对不起船长 这样的对话 在无数舰船的指挥室里发生 下一刻 这上千宇宙飞船 竟然都无比默契地 对灵异周围的地区 停止了火力覆盖 但更远的地方 依旧有大量的炮火 蔓延开来 这是防止灵异等人逃跑 断绝后路的举措 怎么办 不解决这些闻到你的血 而蜂拥赶来的鲨鱼 你好不容易抢到的越前飞船 就要被轰成破铜烂铁了 承霄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灵异翻了个白眼 本来他是想滑水包大腿的 没想到到最后 这个副本 自己还是最粗的那根大腿 简单 都灭了就行 好在 眼前的危机 对灵异来说 算不上什么危机 灵异看向拖曳着灿烂流光 朝他急速飞来的上千艘宇宙飞船 抬起右手 对住虚空中 轻轻做了一个旋转的手势 就在灵异做出这个手势的下一秒 那整齐划一 目标明确的上千飞船 竟然瞬间变得混乱了起来 所有飞船的航向 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偏离 但与此同时 它们的速度 却没有减慢半分 反而变得更快了 哄 哄 哄 很快 南宫灵和孙大川仰望的天空中 就绽放出一个个剧烈扩散的火球 那是无数星舰彼此碰撞的结果 起初 这些火球和爆炸 只是少部分距离本来就比较近的飞船 彼此碰撞产生的 数秒过后 黑暗笼罩住的哈特兰夜幕 被彻底点亮 火光 浓烟共同编织出一场无比盛大的烟火秀 孙大川咽了口口水 它们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 忽然就互相打起来了 而且都还是自杀式袭击 南宫灵的学灵比孙大川要大 并且跟灵异相处的时间也更长 孙大川不知道灵异的重力系手段 但南宫灵是亲眼见过这祸 直接从外空间拉下来一颗流星 制裁咖喱国的 眼下这重场面 肯定是它的杰作 这确实是灵异的杰作 引力领域 混沌 这是重力系巴结的初始技能 灵异自从得到这个技能之后 还从未用过 此刻用出来 堪称效果拔群 引力领域 混沌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巴结 系别 重力系 消耗 十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 冷却时间 五 效果 重新设置 你引力领域范围内的所有重力方向 以一定距离位间隔 完全打乱 当前距离间隔 0.01米至1万米 在这个技能的影响下 灵异的整个引力领域范围内的重力方向 完全是混乱的 上下左右前后 360度的球形 都有可能是重力影响的方向 很可能前一秒 你所处的空间 重力方向还是向下的 下一秒 就是向后的 被重力拖拽 这行进一段距离后 方向又变成向左的 极致的混乱 在这样一片重力混沌区中 所有的动力学都失去了意义 所以 才有了漫天星剑 彼此碰撞的一幕 更有了后续 灵异将混乱生效的 距离缩小到0.01米 这种微小级别后 所有舰船直接无差别 解体的壮观景象 牵箭解体后 所有威胁也彻底解除 灵异一个闪身 下一刻就登上了不远处 给云顶于乐城高层 准备的跃迁飞船中 飞船中 当然还是有人的 灵异又不是这个宇宙的 本土居民 肯定不会开飞船 所以 之前灵异只是秒杀了那些 带着宝贝准备逃跑的人 对于飞船舱内的这些人 只是用重力将他们压倒在地 动弹不得而已 开船 看到承霄南宫林等人 都登船后 灵异对坐在驾驶卫上的 那人开口道 与此同时 灵异也解除了 对这些人的重力控制 下一刻 那驾驶卫上的人 就吉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灵异听不懂的话 确实灵异才发现 原来之前在赌场中 那些工作人员 以及入内的居民 都有赌场自配的语言翻译器 所以 他们才能无障碍交流 现在自己等人说的话 明显第七祥冤宇宙本土的人 是听不懂的 灵异也听不懂 那驾驶卫上的人在说什么 但灵异看得出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 明显是愤怒占多 灵异在外面制造出来的震撼场面 他们没看到 对于这些人来说 观念可能还停留在 他们接引的目标还 没有登船 却等来了灵异这一伙暴徒上 所以 根据情绪分析 这驾驶员明显 是在骂骂咧咧 说着某些难听的话 只不过下一秒 当灵异将一把电磁布枪枪口 抵在他的脑门上的时候 他就老实了 与此同时 整个飞船下方的结构 也开始土崩瓦解 求生是所有智慧生物的本能 不需要理解灵异的意思 下一刻 这位驾驶员 就直接拍下了 跃迁引擎的启动按钮 一阵眼花过后 灵异也在驾驶舱的屏幕上 看到了舱外无垠的宇宙星空景象 定 主线人物完成 恭喜你 通关了祥冤副本 云顶娱乐场 通关表现 副本完成度评估中 评估完成 下面开始结算 祥冤副本奖励 副本通关事件 临天11时41分17秒21 副本主 现目标完成度 100% 副本通关评价 SSS级 你获得了特殊祥冤副本 黑色大地 14层 得入场邀请函 SSS级副本通关评级 奖励抽取中 一连串的提示声传来 灵异看了眼这飞船的景象 对其他人道 你们应该也都收到 副本通关的通告了吧 其余人都点点头 那就选择离开副本吧 这副本 没有什么逗留的必要 留得越久 变数越多 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估计这次杀到王罗 劫要气炸 到时候 可能来抓他的 可就不是半步地接的强者了 而是 真正的魔军极强者了 灵异看到其他几人 都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现 明显 都选择离开副本了 他也紧随其后 选择离开副本 下一秒 灵异就发现 自己来到了 那特殊的副本奖励结算空间之中 整个空间白茫茫的一片 没有别人存在 估计南宫林他们 应该也是在这个特殊的 独立空间里 挑选奖励 跟上次一样 这次摆在灵异面前的 也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宝箱 SSS集通关奖励 已抽取完毕 你获得以下奖励 ES集祥冤宝箱开启 你将获得随机三件等级 在150级以内 品级在要日以下的 三件防具装备 或一件武器 视频装备 二 请在以下奖励中 选择一项获取 一 自选两样史诗集特殊材料 二 获取25000点技能点 12500点专精点 三 自选一件等级在120以内 品级在史诗集以下的装备 防具 武器 视频不限 四 时你下一次转职完成后 必定得到一个 你没有的稀有职业系技能 该选项效果可以叠加 下次选择同类效果后 你得到的职业系技能 便未及稀有 跟上次通关无敌鬼怨一样 这一次 一连串的奖励也让林毅看花了眼 林毅俯下身 将宝箱打开 一阵金光过后 一件散发着漆黑光芒的金石魔杖 出现在箱中 林毅拿起魔杖看了眼 这是一柄品级是药日级别的魔杖 对暗属性魔法 有极大增幅 并且还能让职业者 在释放暗属性攻击的时候 无视目标50%的魔法抗性 以及效果抵抗 可以说对暗戏法师来说 绝对是极品 但药日 这个品级的装备 林毅也有些看不上眼了 再加上现在他也已经有武器了 寄灭之手和响指技能 是林毅敢绝用过一次 就无法舍弃的 他不可能舍本逐墨 去装备这件魔杖 将魔杖丢入随身空间中 林毅又看向那一排排 需要他选择的奖励 跟上次一样 林毅再次被第一项和第四项奖励 给硬控了十多秒 想要继续升级自己的静咒 达到平铺远古静咒的层次 这些史诗级的稀有材料 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从巅峰赛的赛事组委 会帮他找两个材料的难度 就能看出 自己升阶所需的材料 到底有多难弄到 但第四个选项 林毅也根本无法拒绝 尤其是现在这第四个选项 还得到了超级升级 选了之后 如果林毅下次副本 通关之后 再选一个同类奖励 那么那个奖励 就会直接升级成 必出抄袭有职业系技能 而据林毅所知 空间系 就在法师职业系的抄袭 有技能范畴中 他缠小胖子冯三友的 职业技能很久了 空间系就是那 重一眼看过去 功能性就拉满了的技能 拿到绝对不愧 林毅犹豫不定间 忽然又想起了 之前林毅曾经 跟他说过的话 当时他说 自己纠结几十秒后 最后选的 还是第四个选项 当场的场景 跟现在何其相似 林毅扪心自问 在一番纠结过后 估计他还是会选四 那就选四 林毅选下第四个选项 随后眼前 一团迷雾散开 再次睁开眼时 林毅已经回到了 地精地下 云顶余乐城的 祥冤副本门前 只不过此刻 这扇祥冤石门 已经完全关闭了 还闪烁着危险的红光 门框上的牛头 恶魔标志 也从亮起四个 变成亮起了整整七个 绝面难度就十个分级 现在这个九层副本的难度 直接标到七级 林毅用膝盖 都能想到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 哪怕现在 这个副本一 就对蓝星世界敞开大门 但估计 也不会还有哪个铁头啊 赶尽这个副本着手通关了 副本变化通告 请蓝星全体职业者注意 特殊祥冤副本 云顶余乐城 九层 因特殊原因 副本内主要阵营势力 对蓝星所有职业者的态度 转变未审视 甚至仇视 故此副本难度 从绝灭等级三 提升至绝灭等级七 请所有计划 进入此祥冤副本的职业者 多加注意 建议重新规划通关策略 灵异听完这个公告 就看到跟自己一样 以精选完奖励 从副本里出来的其他人 全都将目光望了过来 灵异看着他们的目光 彻底无语了 只有程骁拍了拍灵异的肩膀 笑道 已经很好了 这副本起码没诈 灵异叹了口气 诅咒还在追我 一哥 我 我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副本里 我还一直拖后腿 但你还带我拿到了 SSS级的奖励 小胖子冯三有无比激动 明显他之前在奖励空间里 拿到了很不错的东西 孙大川也豪气地拍拍胸口 老铁 我刚刚又拿到一个SS级的天赋 爽翻了 你下半身的装备 强化和打造什么的 我全包了 我记得那三个什么头奖里面 还有一件跟老弟 你之前一模一样的套装部位吧 我帮你强化 近期 我应该就能够攻破装备 稳定强化加16的窍门了 灵异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么熟了 矫情就没必要了 他将随身空间里的第二件 忌灭套装拿了出来 这是一条腰带 属性和加成方式 跟忌灭之手几乎完全一致 唯一的差别在于 在这件腰带 上香欠尽咒击技能 奖励的是防御力 而不是攻击力 毕竟忌灭之手是武器 而忌灭之腰带是防具 防具的本质作用 还是增加防御端的实力的 灵异将腰带交给孙大川 随后承销打开须弥镜 五人进入其中 十多分钟后 沈肖 肖门口 哈 承销打了个哈欠 我又没有奖励领 散了散了 明天再现 所有降渊副本的进入间隔 会根据层次的深浅来设定 十层之前 都算是浅层降渊副本 进入副本的间隔 就是一天 而十层至二十层 就变成三天了 二十至三十层之间的间隔 是一周了 依此类推 今天副本刷完 确实没有他的什么事了 明天再叫我吧 我也要去上课了 南宫灵也笑道 他之前闯关的层数 也是比灵依要深的 自然这趟副本 他也是拿不到什么奖励的 但是可能是蓝星意志 为了鼓励小队彼此配合 就算是南宫灵这种 拿不到特殊奖励的人 在通关副本后 也能拿到保底的技能点奖励 也就是两万五千点 这对普通人来说 着实算是一笔不少的技能点奖励了 哦 对了 宝库流通处的杨主任 让我通知你 你有很多奖励没去领 之前的任务学分 还有功勋点这些 记得去领啊 南宫灵回眸一笑 随后摆了摆手 走进校门 承霄脚步一读 回头疑惑地看了眼灵异 随后他的声音 在灵异的脑海里响起 怪了 那丫头跟你说完这句话之后 在我的视野观察下 你今天的气韵 忽然就暴增到紫气东来的级别了 那什么功勋点兑换的东西 有对你提升很大的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 我算不出来 另外 为什么对你提升这么大 我也算不出来 你这狗运还真是让人羡慕 说完这句话 承霄也消失了 灵异心中一动 原本他对于学院里发放的这些奖励 都莫太放在心上 但听承霄这么一说 瞬间他就精神了 灵异跟冯三友 和孙大川道别后 直奔宝库流通处 第七详约宇宙 或者说云顶娱乐城 这个副本的时间流速 跟蓝星也是有区别的 在副本里度过了半天时间 在蓝星未免 也就过去了数分钟而已 今天还有大把时间 灵异打算先去把奖励领了 然后再去一趟转职大厅 任务领王 不多时 灵异就来到了宝库流通处 你是 灵异同学是吧 刚刚前脚踏进门 一位穿着高跟鞋 气色保养的 也不错的中年女教师 就叫住了灵异 你终于来了 快快快 我们这存了很多你的奖励 赶紧领了 不要给我们的同志增加负担呀 灵异有些不好意思 最近有些忙 就忘记来了 还请杨主任见谅 灵异来到窗口前 将学生正递给里面办事的妹子 很快 妹子就将灵异的学生 正还了回来 开口道 你的学分奖励 已经到账了 你的学分 已经远超新入学的新生水平了 等会去叫悟处登记下 你可以去参加升级考核了 考核通过后 你就是两年级了 灵异一愣 卧槽 自己现在的学分这么多了吗 瞟了眼屏幕上的历史 累计学分总额 灵异愕然 此刻他的学分总额 赫然已经来到了 五万三千四百四十六点 四万学分 就足够新生升级了 看来之前的寿巢任务 以及营救封绳岛人质的任务 给的学分真的很多 其实灵异弄错了 那两个任务 又真是多人完成的 学分 当然是按照贡献均分的 但这两个任务 灵异几乎包揽了 整个任务的贡献度 自然得到的学分 就是海量了 对了 你还有一共十万多点的功勋点 这些功勋点 今年年底 就会过七清零了 现在已经十月了 建议你尽快花掉 不过功勋点兑换的奖励 你要用传送阵 去二级以上的基地式兑换 我这里有一份 你目前的嫌疾 能够兑换的奖励清单 发到你的学生邮箱里了 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灵异道谢 走出流通处 掏出手机 灵异灯 录了自己的学生邮箱 将清单下载了下来 瞬间十几个单元格 直接给灵异潜晕了 好家伙 能换这魔多东西 果然职业者的镜头 就是入边参军 光是扫了一眼 灵异就看到很多好东西 一路看下来 忽然 一个名为修行秘境的单元格 吸引了灵异的注意力 点开单元格 鬼使神拆下 灵异看到了一行 名为南极冰洞修行的奖励 下方一串小字 让灵异瞳孔一缩 南极冰洞 2677年 于南极冰盖下方 发现的永恒遗迹 位于洞中时 时间流速将极大幅度变慢 洞中度过100日 相当于外界一日 卧槽 灵异直接在心里卧槽出声 他终于知道 承宵说的机缘 和紫气东来级的气韵 到底是什么了 毫无疑问 就是这个 我那个精神时光窝啊 在经历过 无敌鬼渊 和云顶娱乐城 两个时间流速 都跟蓝星未免不同的世界后 灵异也摸清楚 自己天赋 诸神之刺 给技能点的机制了 那就是以时间 更漫长的未免未基准 从无敌鬼渊回来后 灵异得到了 40多天的补偿挂机奖励 但在云顶娱乐城中 他的技能 点的却是额外增长了半天的量 并不是完全参照蓝星的时间流速的 按照这个逻辑 进入南极冰洞 这一处永恒遗迹后 他在里面经历的100天 就是实实在在的100天 兑换价格 无完功勋点 等于一蓝星日 年龄大于120岁以上 且曾经获得过二等功以上的大夏 现退役军人 享有三折兑换优惠 灵异怎舌 自己现在的功勋点 只够兑换两天 也就是在里面待200天 不过考虑到这个世界上 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时间 灵异就不觉得贵了 离开流通处 灵异直奔转职大厅 熟练地登记过后 灵异来到小房间中 触碰灵精后 一连串的提示声响起 你已达成领取 第五次职业转职任务的 所有条件 是否现在领取转职任务 选择事后 灵异眼前也出现了 四条任务目标 征镜巅峰 在任意A级以上的 竞技场赛事中 夺得第一 狩猎巨物 击杀任意一只 等级在LV200以上 未接在黄杰以上的 世界BOSS 搜罗宝物 获得特殊材料 不动银权 深入降约 通关一个 层级在十级以上的 降约副本 这四个任务目标 其中除了搜罗 特殊材料的任务以外 都不算太难 或者说 对现在的灵异来说 不算难 难的是 灵异目前不知道 其中一些任务 要如何去做 比如竞技场分级 A级以上的竞技场 是什么规格 在哪里可以参加 以及神骁附近 有什么练级区会出现 200级以上的 黄杰世界BOSS 秉持住有问题 问学姐的优良传统 灵异直接将自己的 四个任务要求 全都发给了 正在上课的南宫灵 谁知道南宫灵 回复的也很快 上课归上课 但是 如果上课的时候 没有摸鱼 那就相当于白上 本来南宫灵 就在一边听课 一边玩手机 看到灵异发过来的信息后 手指放在键盘上 很快就给灵 一出谋划策 A级经济场 地精 魔都这些地方都有 但是 你不需要去这些地方参赛 咱们神肖竞技场 可是S级的竞技场 不过 你想要登顶的话 以你目前的年纪 是不可能的 你至少要升到两年级 才有资格挑战诗节 所谓的诗节 灵异之前就听 其他学生说过很多次了 耳濡目染剑 也基本了解过情况了 简单来说 就是霸绑整个神肖 竞技场的前十名 这些人都是整个神肖 真正风华绝代的人物 南宫灵都没有进入 过时节行列中 并且传闻目前的神肖时节 已经有好几年 没有变化了 神肖时节 现在位子 也该换换了 啊 其实我刚刚 去领奖励的时候 杨主任跟我说 我的学分 已经足够升到两年级了 南宫灵 回了个震惊的表情 你学分够四万了 够了 已经有五万多了 你好夸张啊 当年我为了这四万学分 可是玩了命地做任务 冲名刺 刷副班 最后还是花了将近两年半 才达成目标啊 2A2 学分够了 升级考核对你来说 应该就莫什么难度 考核 也是24小时开放的 你去参加就行了 我们女娲学院的考核区 在主教学楼的三楼 你去报到说明来意就行 然后是那个材料 我也不知道 具体这个材料 产自哪个地区或副本 但是一般这种 带有不动字眼的材料 一定来自极寒的区 然后是世界boss 目前神肖飞 在南太平洋上空 离土澳大陆比较近 这片大陆的腹地位置 堪称蛇虫属 所以你误鬼蛇神的天堂 谁也不知道 葬着什么级别的怪物 或许有你任务要求的 世界boss存在 也或许有更恐怖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 毕竟是别的国家的地头 你想要入境 也是需要许可的 灵异看到这条信息 眼前一亮 神肖还能飞出大厦的吗 我们现在已经 是在南半球了 谁跟你说神肖 就一定要在大厦空域飞的 这艘空天母舰 哪里都能飞 一般来说 以神肖巡航的速度 大概一个多月 就能环游整个世界 我们现在的航向 还是一路向南的 你可以去我之前 带你去过的银行大厅 去看航向信息的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过不了多久 我们可能就要飞到南极上空了 然后再一路从南极飞 到南美洲 回归北半球 半个月后抵达北极 灵异倒吸了一口气 这不巧了吗 他本来就打算去一趟南极 现在神肖直接包接包送了 走出转职大厅 灵异梅又去银行大厅 他相信南宫林的判断 而是直接坐上了神肖 前往帝京的大型传送阵 现在还想麻烦承销给他一个人 开虚迷惊 是不可能的 估计这货 肯定也要狮子大开口 问自己要钱了 反正时间还多 用传送阵 也就多花几个小时而已 一个半小时后 帝京 大厦职业者联军总部 帝下一层 刚刚走进这里 灵异就感觉到一股 庄严肃木感 扑面来 紧急 军章直接挂满这里 大大小小的墙壁 功勋大厅 走在大厅里的人 基本上都穿着大厦联军的制式军装 只有灵异 是人群里的异类 您好 我来兑换功勋点奖励 灵异随便挑选了一个办事台 好的 请出示您的军官证 或士兵证 啊 我没有这些证件 台前给灵异办事的小妹 也是军队文职人员 她抬头看了眼灵异 然后惊讶道 你现在应该还是学生吧 灵异点点头 瞬间就有几个身穿军装的士兵笑道 小哥 不简单啊 还在大学 就拿到功勋点了 立的什么功啊 功勋点这东西 很宝贵的 建议你囤多点 再来换高级一些的奖励 或是入伍之后 解锁更高的闲级 能换的东西也更多 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觉得 灵异一个还没有走出社会的大学生 就直接来领功勋奖励 有些兴起 那 请您出示您的职业者证件 我这边也能查询到您的信息 灵异点点头 将自己的证件交了出去 第一 一声清响过后 灵异瞬间就看到 那半是小妹的面色变了 等在旁边的几个嬉皮笑脸的士兵 也瞬间站得笔直 刷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这群人 齐齐朝自己进了一里 手长好 灵异都傻了 他毕竟还没有进入大厦职业者联军 现在一群人给他立正敬礼 他也不好回礼 但是这一阵动静 直接让不远处的其他士官和军官们 纷纷侧目 本来灵异的存在就眨眼 现在看到一群老兵都在给他敬礼 瞬间无数人就震惊了 这年轻小帅哥 什么来头 不会是什么高官的官二代吧 人都是八卦的 等这些人也都围上来 伸长脖子 看到灵异证件扫出来的信息后 也是一个个立正站好 给灵异进了一里 此刻屏幕上 赫然放着灵异的功勋点余额 贤疾详情 以及立功详情 姓名 灵异年龄 十八所属单位 尚未入营贤疾 少校立功情况 一等功一次 特等功一次 功勋点余额 十万零八千六百六十九 这一连串的减要信息 其中蕴含的信息量 却巨大无比 瞬间所有人都差点哭了 十八岁 还没有正式参军入伍 就他妈是少校贤疾了 他们这些有的军官 混了十多年了 大大小小 也参加过很多次作战和任务了 也就是个上尉 上尉到少校 看起来是一步之遥 但对立功的要求 完全就卡住了很多人继续晋升的希望 但是眼前这年轻人 不讲武德 这个岁数 一次一等 一次特等 这特模式先天元 帅圣体啊 但凡他毕业去参军 估计升闲速度 就要压不住了 灵异 你就是那个灵异 卧槽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今年的青年职业者巅峰赛冠军 直接暴杀小日子和小偷子 给爷看爽了 比赛什么的 都是小事 我西南军区的 我只能说这位爷 是边藏兽朝整个事件的核心 MVP 那他那个特等功 是怎么来的 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想拿特等 只有可能是 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重要战役 前段时间发生过什么事 需要我提醒你 死 卧槽 吵什么吵什么 多默示前世吧 就在一片议论纷纷间 一道低鹤声响起 下一刻 整个功勋大厅中 再次恢复了之前 庄严肃穆的氛围 无数老兵 乃至军官 都缩了缩脖子 随后立正站好 不敢再说一句话 灵异寻声望去 就看到大厅深处 一间半公式的大门打开 从中走出了一位龙形虎步 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中年人身穿大厦利剑 君致是长服 必张上是一把利剑 直刺苍穹 肩上更是扛着两道杠 四颗星 灵异一愣 这位大笑他 总感觉有些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 今天在这里的 有一个是一个 都给老子 去签保密死器 有关他的事 一个字都别往外说 大笑目光扫过所有人 是 一众军官和士兵 心中更加震撼 这年轻人 有点太逆天了吧 还要签保密死器 又见面了 小兄弟 马天佑 利剑军第九一骑部队参谋长 马天佑转 脸对向灵异时 完全换了一封面孔 伸出手来 非常客气 哦 灵异 灵异跟马天佑握了握手 不用自我介绍 我认识你 之前在边藏 我们还见过呢 你忘了 灵异眼前一亮 他想起来了 之前受潮危机 他的却在几名义骑军的头领那里 见过这位大笑 哈哈 不怪你 不怪你 毕竟只是一面之缘 说到这里 马天佑俯身在灵异耳边 用只有灵异听得到的声音道 小日子 那梁岛营救人质的事 我听说了 你钱的好 好啊 真贪娘的 给我们长脸 又解气 你特等功就这么来的 组织上 考虑到你还年轻 也只有18岁 更是没有正式加入大夏联军 所以 闲集这方面 只能给你到少校级别 见谅一下 怎么样 考虑加入我们吗 我保证 以你的本事和目前未知的功勋 不出两三年 你也是的大笑了 灵异苦笑一声 马参谋长 不需要您邀请 我这边也过不了多久 就要参与 祥云30层世界副本的开荒工作了 灵异自然是从承销那里 具体了解了 什么是世界副本 简单来说 世界级副本 无论是副本内的地域规模 还是副本内的势力强度 以及顶级强者的位格 都可以说是迄今未知 所有祥云副本的巅峰 这类副本 需要百人精锐组成团队 才能够进入 并且攻略成功通关后 这类副本所在的位面 就会变成蓝星某个国家的附庸 能够源源不断地 产出高等极高品级的装备 和稀有材料 对整个国家的职业者群体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此前这类世界级副本的开荒工作 那都是大夏立建军在做 灵异如果要加入开荒 毫无疑问 也相当于是正式入边大夏立建军了 马天又面色一变 好 好啊 对的 对的 你这样的人才 就应该直接去最难的攻坚团 小赵 林小兄弟 要换什么东西 第一时间给他处理 知道了吗 马天又看 向他办事小妹 小妹立正敬礼 是 参谋长 马天又又跟林毅聊了几句 就回去忙了 林毅也说出了 自己想要兑换的东西 很快 各项手续 各种流程 一路绿灯 同志 您两次立功 在兑换奖励时 也享有30%的折扣 您需要兑换多少天呢 林毅文言 眼前一亮 他原本以为 只有上了年纪的老兵 才有优惠政策 没想到自己也有 看来在军队这重组之脸 立功真的很重要 原本按照原价兑换的话 林毅只能换两天 在南极冰洞里的时间 现在有了折扣 他能换三天了 我换三天吧 好的 数分钟后 办事袁小赵 恭敬的将林毅的证件 双手还给林毅 又进了一礼道 同志 手续已经办好了 您到时 直接去这个修行密警门口 报到就行了 出示证件后 卫兵就会放行 林毅 谢谢 麻烦了 十多分钟后 林毅回到地经的传送阵 作为大厦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 传送大厅人山人海 正常来说 想要做传送阵 都是要排队的 但回神骁的传送阵 是非常特殊的 毕竟只有神骁学子才能使用 站上专属传送阵 林毅看了看 林经万表上的时间 现在才当当下午 等会先去把升级考核过了 然后再去竞技场 简简单单冲个第一 最后等明天进祥冤复本 通关后 趁着三天的冷却期 去一趟南极冰冻 完美的安排 同学 你这让我很难办啊 要说资历的话 你才刚刚入学不到两个月 甚至 你们学院的课 也一节都没有上 但是这些都不关键 最关键的是 你的任务资历不够 想要升到两年级 起码需要完成 十次以上的地级 任务才行 神校 女娃学院三层考核处 一位年迈的女老师 顶了顶鼻梁上的老花镜 又看了下林毅提交上来的资料 摇头道 林毅 但是老师 我有一个S级的任务 和一个SS级任务的完成经验 不行 升到两年级 要求的就是 D级任务完成经验 你的S级和SS级的不做数 看着眼前这个顽固 和刻板到几点的女老师 林毅都有些无语 没办法升到两年级 就没办法去竞技场 前神销时间 但是自己现在哪还有时间 去完成整整十个D级任务 就在林毅在考虑 要不要找兰若曦看看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时 眼前的女老师 再次顶了顶鼻梁上的老花镜 开口道 你要是懒得去做十次D级任务 也还有一条路给你选 那就是参加升级试炼 林毅一愣 随后心中卧槽出声 这不就是之前南公林说的吗 参加试炼 林毅一直以为 要做十个D级任务 就是试炼的一部分 现在看来 做任务是一个途径 直接参加试炼 也是一个途径 毕竟任务完成的记录 说明了学生的实力 既然任务记录不足 那直接参加相关试炼 也能证明实力 试炼 我参加试炼 那女老师抬眼看了看林毅 继续道 试炼的难度 肯定是要比完成十次D级任务高的 你确定 确定 那跟我来吧 数分钟后 林毅被带到了一处地下空间中 两年级升级考核 她交给你了 女老师将林毅交给另一名 看起来年纪同样很大 但却精神绝硕的酷老头 随后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毅是吧 我听说过你 我也姓林 林毅叼着一根烟 对林毅自我介绍道 林毅宫进行了毅礼 这里是地下仓库改的训练场 原本放住的 全是由全国顶级工匠 制造出来的战斗傀儡 这些战斗傀儡 都是从一线战场 退役淘汰下来的 本着废无利用的原则 我们学府的工匠 们将他们修好 性能基本能达到之前的五六十左右 林毅朝不远处一指 林毅就看到一排排体型各异 武器各异的战斗傀儡 其中一些战斗傀儡 甚至远远看过去 跟职业者也有几分相似 跟着林伯纪续向下走 林毅听到了 此起彼伏的金铁交击声 以及看到了 法术合技能亮起的光辉 偌大的地下训练场 背话分出了一个个不大的考核区 此刻 已经有数十人在接受考核了 围观在场边的末世前的学生 更是足有数百人 现在 这些傀儡最大的作用 就是帮你们这些任务经验不足 且实力不明的学生 来检测实力 林毅脸一黑 争辩道 林伯 我不是任务经验不足 我有一个S 一个SS级的人物经验的 林伯摆了摆手 猛吸了一口嘴里的烟 然后将烟投案 在一只金刚打造的傀儡躯体上熄灭 继续道 我知道 我都说了我听说过你 但是 你也别怪我老太 不给你好脸色 你知道在女娲学院那些老一辈导师 和学者那里 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林毅一愣 啊 不知道 没有牧师之魂的东西 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林毅 怪我了 当初要不是看上了女娲学院的福利 我也不可能进这个学院啊 好了 多余的废话不说了 进去吧 说话间 林伯带着林毅来 到了一处空旷的考核区 他掏出怀里的一张职工卡 在场边刷了一下 随后将林毅的学生卡 也刷了一下 示意林毅进入考核区中 女娲学院 一年级 林毅 考核即将开始 请再指定区域站好 不要随处走动 考核区广拨念出了林毅的名字 林毅站定 静静等待 但很明显 以林毅现在的名气 这个名字被念出来的一刹那 瞬间场边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一众神骁学子 就全都凑了过来 卧槽 是林毅 不对吧 他不是刚刚入学吗 你妈 真的是他 入学不到二个月 他怎么能直接参加升级考核了 他学分够了 一阵阵惊呼 此起彼伏 很快 围观其他考核区的吃瓜群众们 就几乎全都跑到林毅所在的考核区了 林毅同学 你现在参加的是 女娲学院二年集升级考核 本次考核共分为两关 第一关 你作为一名护送食人专家小队 进入危险地带的随行人员 请在高强度傀儡的攻击和干扰下 保护所有专家小队 顺利完成考古发掘任务 第二关 你作为一名精英职业者 在复杂的国际战场上 需要保护30名受伤的难民 帮助他们顺利撤离 两个考核关卡的要求说明完毕 林毅也对考核内容有了认知 看来女娲学院的考核核心 都是保护 最大程度上保证 有方目标的生还和工作进行 林毅眼前一花 下一刻 整个考核区画面都变了 变成了一处地下一季 遗季里有着无数身像 佛看 还有某种看起来 就非常有研究价值的文物 与此同时 林毅的身边 也刷新出了实名名称 以绿色显示的人物 这些人物 其实也是战斗傀儡 只不过都被设定成为友善目标 名字统一显示为 保护目标 这应该是 某种全息投影家 实景组合而成的技术 你别说 还真的很身临其境 发现入侵者 执行歼灭协议 下一刻 整个遗季警报声大作 遗季的四五个入口处 成堆出现了一台 台以鸿鸣显示的战斗傀儡 这些傀儡出现的一瞬间 就开始以一波波的波磁来袭 这些宝贵的文物 能够改变人族的未来 帮我们争取事件 我们一定要将它们带出去 其中一名保护目标 对灵异开口道 随后十个保护目标 全都散开 奔向各自研究的文物 和神像而去 这也宣告着灵异本次考核 正式开始 那些傀儡 我去 全都是八级傀儡 太丧心病狂了吧 你妈 为什么女娲学院的考核 用傀儡这么变态啊 八级傀儡 谁他们打得过呀 蠢货 人家又默让 你把这些傀儡消灭掉 别用其他学院的思路 来看女娲学院的考核啊 这些傀儡 之所以放这么强的 目的就是为了 让参加考核的人员 不能使用暴力手段 将这些傀儡消灭 调来完成保护目标 本质上 女娲学院的老师们 想看到的 还是自家学院保人的能力 这些八级傀儡 虽然强度很高 但是攻击力和攻击逻辑 是符合二年级生强度的 只要保证这些傀儡攻击期间 这些保护目标不死 就算通关了 众人一轮纷纷间 灵异也看到了 更加具体的第一关规则 距离考古发掘完毕 还有 9分59秒 当前存活人数 十 注意 阵亡一人 评价降低一阶 阵亡人数超过三人 考核失败 也就是说 只要保护这些人 撑过十分钟就行 嗯 不算难 灵异一抬手 下一刻 一道璀璨的光盾 直接覆盖在 实名保护目标上方 动 动 哼 任凭那些战斗傀儡 使用怎样的攻击手段 也没办法突破灵异的 圣光之盾 这个技能 是光系六阶 圣光庇护 之前灵异在跟苏瓦对战时 曾经使用过 面对苏瓦 那众议全超人 都能给灵异拖个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更何况是这些傀儡 战斗傀儡 也是分级的 其中八级傀儡 自然对标的 就是八转的职业者 其本身的强度 以及各方面的素质 都远超其他傀儡 但傀儡 终究只是傀儡 战斗逻辑死板 并且只会按照命令形式 曾经在灾变纪元开始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战斗傀儡 得确帮了人族大忙 但随着现在整个人族的强者 越来越多 这些作战傀儡 也渐渐退居二线了 支流下级少数 搭载了超级 AI算法 同时 武器和身躯强度 都真正达到了 九转职业者级别的傀儡 还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女娲学院 三楼 考何处 吴方看着画面里的灵异 轻哼了一声 蓝若西不知何时 也来了 她本来就对灵异青睐有加 早就智慧过吴方 如果灵异来了 就尽量别给她设看 让她直接升到两年级就行了 谁知道 吴方还是看不惯灵异这种满脑子 只知道毁灭 却完全背离了保护初中的学员 故意不承认灵异的S级 和SS级的人物记录 院长 你也别怪我 年轻人 太气盛 我想让她明白一个道理 有些时候 某些目点 绝不是靠暴力就能解决的 蓝若西虽然心中不认同 但表面上 为了顾及这些学院里的元老级人物 只能附和道 您说得对 不过 吴老师 他不是还挺有牧师之魂的吗 你看这法术保护得多好 画面中 多重施法加持下的光盾 堪称无敌 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分钟 却也只是前击到光盾 被攻破了而已 而笼罩所有人的光盾 足有一百多层 实战情况下 你要保护的目标 是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冰冷的傀儡 这一关 哪有这么容易 吴方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 冷笑道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下一刻 画面中 一遍陡声 那是什么 史前的奇迹 我得过去看看 灵异忽然听到 身边好几个保护目标 忽然开口 灵异心中咯噔一下 涌现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刻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 四五个保护目标 完全不管外面的炮火连天 直接冲出 圣光护盾笼罩的范围 灵异脸一黑 在某个瞬间 他甚至生出了 直接用引力法术 把这些不听话的目标 直接拽回来 控制住的想法 但如果是实际情况 他真的是在保护一群 为了研究 不顾生死的专家的话 明显这样的举措 是有备于一技发掘的目标的 灵异叹了口气 本来他是想坚持一下 自己仅有的牧师之魂的 光细法术里 纯宝人的法术 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轰 轰 轰 猛烈的爆炸声 以及灿烂的火光 在整个虚拟投影 放出来的遗迹中闪现 但那并不是那些 八级战斗傀儡 攻击产生的效果 而是他们爆炸解体 自毁产生的效果 重力洗八戒 引力混沌 对付这种机械构造体 灵异在副本里 就测试过这个技能 堪称效果拔群 此刻再次用出来 管你是八级还是九级 统统都要被混乱的引力 压成废铁 火光和硝烟散去 只剩下一地破碎的灵剑 还在冒着火星 灵异 以及他的十个保护目标 毫发无损 正在开心地研究遗迹 场边叼灼烟的酷老邓灵伯 放声大笑 他似乎早就遇见到 是这个下场 我就知道 保护 为什么要保护 只要我把怪物都杀了 就不用保护有军了 你妈 那是八级傀儡啊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被集体秒杀了 我已经看不懂他 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了 就全没了 动 这是右手重重敲在桌子上的声音 无方生气了 而是肉眼可见的生气 他本来想做 杀一杀灵异的锐气 让他知道 不是所有事 都是暴力能解决的 但没想到 最后还是这样 兰若曦有些绷不住了 他只能维持面无表情的样子 才能勉强压制住自己的笑意 岂有此脸 真是岂有此脸 没想到八级傀儡 他都能瞬间破坏 九级傀儡呢 上九级 无方都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针对灵异了 兰若曦终于开口了 吴老师 我想你没必 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意见 我始终都相信一件事 那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任务 什么样的目标 最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对于我们学院的普通学子来说 他们是因为 没有太多的输出手段 才会选择在保护他人这一项上 花费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但是 他明显 就不适合这条途径 任何手段 只要能达到目标 就是优秀的 难道让您承认 他在您不熟悉的方面 做得很优秀 兰若曦最后这句话 都已经让无方脸皮 都在颤抖了 他哑口无言 兰若曦说的话的道理 他一样能够理解 但此刻他气急攻心 直接选择不想理解 也不想承认灵异的优秀 别太得意 我还是那个观点 一味地追求力量 只会让人陷入自毁的境地 第二关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考核区域中 随着灵异将七八波 几十架八级 战斗傀儡 变成废铁 一切都没有了难度 灵异只需要静静等待 十分钟的 倒计时结束就行 他甚至还打了个哈欠 我就热了 这考核对他来说 就这么轻松吗 废话 威胁全灭了 他只需要原地挂机就行了 换你你也觉得无聊 只可惜 这段无聊的时间 是没办法跳过的 又等待了五六分钟后 灵异收到场地提示 第一关通过 保护目标 一千零一时全员存活 并且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评价 完美无瑕 你有三十秒的休息时间 下面通报第二关规则 灵异眼前的场景 再次变换 轰隆隆 哒哒哒 这是一片残酷的战场 随处可见断壁残垣 残植死尸 炮火没有停息的时候 机枪也在不断扫射 鲜血的气味 混杂着硝烟 让灵异真的感觉 自己仿佛来到了一片战场之上 救命 救救我 我的腿 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医生 下一刻 灵异身边再次出现了 多达三十名的保护目标 只不过这一次 这些人就不是专家团了 而是一些受了伤的战争难民 药膜缺胳膊少腿 药膜就失血过多 几乎没有自理能力 灵异一眼看过去 这些保护目标 除了那些残疾的 行动不变的 还有一些甚至伤口 都还没有处理的 这些保护目标 如果不给他治疗的话 放在那里 他自己都会流血死亡 请保护所有人 撤离到逃生飞艇中 当前存活人数 三千零三十 当前与逃生飞艇的距离 二宫里 有人阵亡时 评价降低 三人 五人 八人阵亡时 评价进一步降低 超过十人阵亡时 通关失败 毫无疑问 第二关比起第一关要难得多 三十秒的准备时间 很快过去 灵异没有犹豫 先是一个圣光庇护 再次笼罩自己身边范围内的所有人 果然 下一刻 猛烈的炮火和子弹 就铺天盖地扫了过来 有了圣光护盾 庇护下的所有人 没有被这些攻击命中 灵异心中一沉 上一关用的方法 没办法在这一关继续使用了 因为上一关 它是有目标的 那些战斗傀儡 就是攻击的目标 消灭掉就行了 但是这一关中 对自己保护目标 造成伤害的 是根本没有来源的扫射和炮火 这就意味着 自己不能用毁灭敌人的方式 继续来保护自己人了 死所见 灵异已经看到 有些难民 开始精神失常 即使在被光盾保护的时候 看着一公里外的避难所 也想要冲出光盾庇护范围 跑向远处的逃生飞艇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重伤员 因为不断失血 明显已经快不行了 不乃一口 就真死了 灵异心中一动 下一刻 整个圣光庇护范围内 下起了金色的圣光之雨 这是光系四阶技能 光之雨 所有元素系的四阶技能 都是第一个大范围的AOE技能 光系也不例外 并且 光系最明显的特定 就是能打能奶 虽然伤害跟别的元素 细没法比 但治疗良在这个时候 却救命了 灵异的属性很夸张 一个低阶的光系法术用出来 下一刻 所有被光语处碰到的伤员 竟然奇迹般地开始恢复 不断喷咬鲜血的伤口 瞬间止血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那些饱受伤病 疼痛影响的伤员 也瞬间止痛 颓废的精神 很快恢复 灵异松了口气 起码这些伤员 不至于会自己死掉了 现在的问题是 将三十多人的伤员 转移到逃生飞艇 稍加思索过后 灵异叫住了那些仓皇逃窜 就要逃出光盾 笼罩范围内的难民 不想死的 就都别跑 我会带你们所有人 登上逃生艇 保证你们一个人都不会死 甚至不会受伤 或许是灵异之前 展现出来的光系法术的神器效果 产生了心理作用 那些慌乱狂躁的难民 被暂时安抚了下来 灵异看着远处的逃生飞艇 构造一条完全笼罩 整个撤退路线的 圣光庇护带 不可行 冷却时间不够 片刻后 灵异有了决定 引力领域扩张开来 下一刻 灵异撤去了头顶的 圣光庇护 漫天的弹雨扫事下 与此同时 好几发火箭弹 拖曳着明亮的燕尾 就要砸下 这一幕 直接引得无数人惊声尖叫 但下一刻 他们就恶然发现 自己已然身处另一片区域 之前还远在 两公里以外的逃生飞艇 已经就在眼前了 甚至飞艇舱门 都已经打开了 取近折越 这就是灵异想到的解决方案 最简单粗暴 只不过这一次 因为要集体欠一三十 灵异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 转移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 所以需要一些摸索时间 好在成功了 他在眨眼间 就将整整三十名难民 直接转移到逃生飞艇门前 现在只需要进去就行了 然而 下一刻 灵异就忽然听到一声尖叫 啊 救命 寻生望去 灵异瞳孔猛然一缩 只见其中一名伤痕累累的伤员 手中竟然握着一把匕首 他的左手 悬抱着一名 同样受了伤的女人 匕首抵在女人的脖梗上 尖端甚至已经刺入了皮肉中 女人面色苍白到了极点 在尖叫一声后 就再也不敢出声了 那男人面色慌乱而疯狂 他挟持着女人 好道 我们人太多了 这艘飞艇 只能容纳三十个人 多一个都不行 反正他也要死了 我杀他一个 救我们所有人 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好 试炼已暂停 请做出你的选择 灵异遗症 尼玛 这什么狗血剧情 这考核到最后 还要整一出电车难题是吧 怎么办 这是所有看到 这一幕的人 脑海里生出的疑问 这个问题 没有真正正确的解答 因为或许现时钟 真的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交通工具 都是有最大载荷和载源限制的 你救了三十人 逃到最后 才发现 能带你们跑的飞机 只能装一部分人 剩下的那部分人 要怎么办 这是放眼古今历史 都近乎无解的难题 把那个施暴的男人杀了 正好他死了 其他人就能上飞艇了 不太好吧 他的这个提议 其实未必没有道理 如果这是一场战争 要最大化保证 后续的作战能力的话 那就应该舍弃掉那些 活下来也无法继续作战的人 所以 就要杀父如小孩是吧 什么歪脸 那你凭什么说要杀那个男人 明明他也是在为所有人着想 现在时间 已经来不及考虑 到底要抛弃谁了 还不如他杀一个 免掉犹豫耽误的时间 其他人快速登船逃生 围观的人七嘴八舌 甚至吵了起来 场边看着一切的灵薄 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烟 他看着灵异 难难道 你会怎么选 你会怎么选 兰若曦看了一眼无方 忽然也抛出了这个问题 无方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 随后理所应当道 身为救苦救难的牧师 我早已做好了 牺牲自己的准备 我会选择我 自己留下来 让这男人和他挟持的女人 登上飞艇 兰若曦瞥了眼无方 这的却是这场考核 第二关设立之初 他们这群导师 定下的完美答案 但兰若曦知道 人性根本经不起半点考验 真正在现实世界中 碰到这样的情况 又有几个人 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明明你只是来救人的 却要为一群普通人牺牲自己 就算真的有这样无私的人 他死了 反而会让这场战争的决策者 感到惋惜 对决策者来说 他当然愿意用三十个对战争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人命 来换一个精英职业者的命 你呢 兰院长 你会选什么 无方将问题抛回给兰若曦 我会杀这个男人 然后带其他人登船 为什么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无方没有质疑 这也算是一个自选的好选择 首先这种人的存在 就会让其他人意识到 他们时刻都处在危机之中 必要时 也要考虑杀死其他人 来换取自己的生还 人心不稳 何谈逃生 其次 对于拯救者来说 需要有威严 以雷霆手段 显菩萨心肠 方便后续的救援工作开展 无方点点头 他认可这个做法 但心中始终认为 牧师 就应该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蓝若曦看向画面中的灵异 现在 灵异的选择 才是最重要的 考核区 灵异看着眼前陷入尸庭的男人 以及被挟持的女人 目光投向其他人 灵异看到了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 有的惊慌无嘴 有的表情淡漠 甚至有的人的脸上 还挂着幸灾乐祸 灵异还看到了另一些被男人鼓动 以惊陷一步 冲进逃生飞艇舱门内的人 危难关头 果然人心最不可测 如果放到现实情况 灵异肯定会以雷霆手段 直接杀了这个男人 然后带其他人登船 理由跟兰 若曦一母一样 至于牺牲自己 让其他人全部登船 自己留下来 这个 甚至都没在灵异的考量范围内 他可以是牧师 但不可以是圣母 但这里是考核 杀了眼前的男人 就意味着评价下降 他失去了一个保护对象 这道题 确实出得有水平 既可能在现实里碰到 又会让被考核的对象 陷入真正的两难抉择 看起来除了牺牲自己以外 近乎没有别的完美解 但 那也只是看起来 在灵异这里 就没有无解的题 片刻后 灵异口中吐出了两句真言 当然 在场的围观者 没有任何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除了兰若曦 两句真言念出口之后 灵异选择了继续考核 别怪我 要怪就怪这场该死的战争 几乎是下一秒 那疯癫的男人 就要将手中的匕首 刺入女人的脖梗 这一幕 直接下单所有人 你妈 这考核完全不讲道理啊 哪有一解除暂停 这人直接就要杀人的道理 完了 来不及了 扑吃 这是匕首扎进血肉中的生意 鲜血如同小型喷泉一般 蹦射而出 直接染红了一大片地面 惨烈的景象让 所有围观的神骁学子 心中震撼 看来灵异这个大魔王 也要折戟在这里了 哎 怎么是 剧痛从脖颈处传来 疯癫的男人 神情呆滞 他明明刚才捅的是抱住的女人 但是下一秒 这把匕首 为什么割开的是他自己的喉咙 随着气管 也被匕首切断 男人连发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只能不断发出痛苦的呵呵声 引力领域下 将匕首调转一个方向 再简单不过了 所以 他还是选择杀掉这个男人是吗 也算正常选择吧 不好不坏 拿不到完美评价 就拿不到吧 反正通过考核就行了 考核出办公式中 无方看到这一幕 轻哼一声 不愧是你看中的优秀学生 跟你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不过 完美评价 他就别想拿到了 兰若曦忽然笑了 吴老师 那可未必 你不觉得 这男人的血有点多了吗 甚至现在 还能活蹦弯跳 不断挣扎 被兰若曦这魔艺提醒 瞬间无方 就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那用匕首割穿自己 颈动脉的男人 血液如同喷泉一般 依旧在不断喷涌 甚至 染红了周围的地面 对正常人来说 如此恐怖的出泄量 数秒内 就会因为失血过多 而休可昏迷 但这男人 甚至还能张牙舞爪地走动 向灵异投来 哀求的目光 荡荡荡 幽远圣洁的钟声响起 所有人只敢 绝眼前一片金灿灿的光辉炸开 下一刻 金色的祥云 就铺满了整个考核区 祥云之上 仿佛海市渗楼一般 出现了一床床金碧辉煌的宫殿楼台 天使列队站好 齐声歌唱 他们的身后 最大的一处 辉煌宫殿的大门 正在缓缓动开 盛光系 九阶法术 天国之门 蓝若熙 以及场边观战的酷老头林伯 一口同声地说出了 灵异用出来的 这个法术的名字 呵 呵呵 男人爬到灵异脚边 跪在地上不断磕头 见识过灵异之前手段的他 如何还不知道 造成眼下这个情况的 就是这位精英职业者 放心 你想死也死不了 我不会让你死 但也不会给你疗伤 这就是你行为的后果 灵异冷漠道 男人面色凄惨 他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移动血库 身体里仿佛有用不完的血液一般 但无论 他失血有多么严重 但他就是死不掉 甚至连昏迷 休克这种负面状态 都没有 哒哒哒 轰轰轰 密集的机枪扫射 很快就飞了过来 灵异质 在这疯癫男人的时间里 足以让这场战争的进攻方 找到他们 并且再次追击过来了 枪林弹雨 都不足以形容此刻的场面 之前先一步登上逃生艇的那些人 知觉的眼前一花 下一刻 他们就从船舱内 被灵异用引力领域 硬生生拽了回来 卧槽 这什么操作 笑死我了 你们快看那些人的表情 感觉直接就是黑人问号点JPG了 猛逼了 不过大魔王为什么要这样 先一步有人登船 不是已经算逃生成功了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不换管换步军 我上不了船 那就大家都别上船 再无数人的意润纷纷间 逃生飞艇的最后登船实现也到了 所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飞艇离港加速 最后快速逃离这片是非之地 他在干什么 他疯了 不想通过考核了 无方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学生 别人都是拼了命地 将这群需要保护的对象 往逃生飞艇里送 灵异倒好 竟然直接将登船成功的人拉了下来 然后放任飞艇起航 但是考核设备 并没有判定他考核失败 正常情况下 飞艇飞走 保护对象没有登船 那就说明失败了 但现在 你看这群人 有谁是在受伤的吗 蓝若曦看着大屏幕中的灵异 轻笑道 这时 所有人才愕然发现 没错 包括灵异在内 全员31人 在漫天的机枪扫射 和炮火连天的环境下 却依旧毫发无伤 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啊 无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第二关的难度 比起第一关要难很多 更让这个 没有牧师风险精神的学生 无法用暴力手段 来消除威胁 但到最后 似乎他将这些人保护的 比任何一个 曾经经历过这个考核的 女娲学院学子 要好得多 这应该是这个静咒的效果 原理应该跟那个男人一样吧 这些人目前已经死不掉了 无方张了张嘴 想要争辩机具 就 就算他们现在死不了 也不会受伤 但按照实战情况 怎么 可能会放弃逃生艇 这简直就是乱来 这是在违抗军令 兰若西摇头道 真要按照实战情况 来考量的话 逃生艇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试问三十多名 不会受伤 不会流血 不会死亡的人 又何必要逃 给他们装备上武器 完全可以各个都是 以一敌万的不死战神 兰若西的话 让无方哑口无言 不 这个法朔 不可能真的让这些人 永远不死 永远不会受伤 持续时间过去之后 说不定 他就要被叛卫考核不通过了 兰若西叹了口气 果然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为了让无方死心 兰若西青 自展示出了 灵异这个技能的详情 禁咒 天国之门 类型 主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别 圣光细 消耗 一百万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二真言 冷却时间 三天 效果 召唤天国圣殿 庇护极大范围内的一切友方目标 天国圣殿存在期间 所有被庇护的友方目标 受到的低于一百万一次的单次伤害 转位被天国圣殿完全吸收 天国圣殿存在期间 庇护目标受到的 所有高于一百万一次的单次伤害 转移给天国圣殿本身 天国圣殿存在基准生命值 当圣殿生命值耗尽时 该法术失效 被天国圣殿吸收的伤害数值 会转化 卫圣殿本身的基准生命值 超出生命值上限的部分 会百分之一百 转化卫护盾值 当天国圣殿的基准生命值 未满值时 施法者可以选择主动将天国圣殿引爆 对极大范围内的敌方目标 造成圣殿护盾值相等的神圣伤害 当前圣殿基准生命值 1.5亿 当前圣殿护盾值 169.6万 备注 此方天国 大必众生 光系静咒 不只是灵异能够使用出来 大夏的很多光系法师 以及九转牧师 都有资格释放这种级别的法术 蓝若西明显 也是其中之一 但施放静咒对他来说 也需要提前准备很长时间 并且光是吟唱 就要花费大量魔力 绝对没有灵异着重举手投足剑 静咒就用出来的轻松感 在看完这个静咒的效果之后 无方颓唐的摊在椅子上 他用不出静咒 但此刻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到底有多恐怖了 这种静咒用出来 那的却是能够直接扭转一场战争的走向 他没有什么好继续坚持的了 是我错了 他确实很优秀 这是属于这些年轻人的时代了 我们的旧有观点 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新人了 无方摘下眼镜 再也没有之前的执拗 兰若兮倾笑 那倒不至于 前辈们的经验和观点 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同样给我们后来者提供了方向 只不过对他这样 根本就不合常理的人来说 用常理去限制他 反而是浪费人才 当当 一直在场边看着的林伯 忽然敲响了铃声 考核第二关 通过 评价 完美无瑕 将手中的烟头掐灭 林伯直接关掉了 整个考核场地所有的电源 虚拟投影消失 小子 恭喜你 过关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两年级生了 林伯眼前的灵精屏幕上 灵异的学籍 瞬间变成两年级 与此同时 下一刻 一道提示声 也回想在整个神霄地下考核区 以及主要教学楼中 女娲学院 新生灵异 历时51天14小时 成功升入两年级 打破了之前 神霄的最快升学记录 获得一次性奖励 请前往宝物流通处领取 这一声通报 直接让整个神霄的所有人 都是心头一震 你妈 这大魔王比赛完 回来莫基天 又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前有请战神带刷副本 后有50多天光速升学 太夸张了 灵异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 走出考核区 他也是眼前一亮 没想到破个记录 还有一次性的奖励 不过联想到之前在副本圣所里 刷新好几个通关记录后 也给了学分奖励 灵异就不见怪了 哈哈 小子 先别走 你可能是我这辈子 碰到过最戏剧性的学生了 灵异扫了眼灵异的信息 忽然放声大笑 叫住了打算离开的灵异 灵异一歪头 走过来道 灵异 怎么了 哈哈 牛逼 确实牛逼 你知道这个打破 最快升学记录的奖 是怎么发的吗 灵异一头雾水 他不知道 为什么灵异笑得这么开心 你之前 去过副本圣所吧 去过你就应该知道 有些副本的通关记录刷新 奖励的学分 是根据打破记录 超出多少的时间 来计算学分奖励的 记录打破的幅度越大 得到的学分越高 灵异听到这里 心中已经隐隐猜到某些事了 之前的最速升学记录 要追溯到百年前了 当时的那位学生 仅仅用了九个多月的时间 硬生生凑够了四万学分 加上数百次夸张的任务 完成记录 无需考核 直接升学 他的那个记录 到现在 也没有人能打破 那几乎要求他 废井忘石 不吃不帅 一直在下副本 做任务 才有可能完成 而你 把原本281天的记录缩 短到了51天 你知道 按照咱们神销的奖励计算方法 你拿到了多少学分吗 没有让灵异等太久 灵博直接说出了一个 让在场所有人震撼不已的数字 23万 拿到这些学分之后 算上你现在 已经有的学分 你的累计学分 突破了27万大关 而学分 达到15万 就是升入三年级的 最高硬性条件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是打算 继续参加考核的话 你能直接升到三年级 从新生 直接跳到三年级 这样的连跳 迄今未止 还没有人能够做到 哗 灵博这番话说完 瞬间围观人 就全都死巴打了 脑海里仿佛有一万匹草泥马 奔腾而过 啊 一天之内 连升两级 这合理吗 这科学吗 灵异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是 能直接升到三年级 他当然也还是愿的 这样 他就不用继续 叫南宫灵学姐了 他们就算是平辈了 我继续参加考核 来来来 今天一次性把他搞定 灵异搓了搓手 来都来了 他也不住急去 竞技场限虐师姐 不用参加考核了 你直接过关了呀 忽然兰若曦的声音响起 灵异就看到 他扭动腰肢 走进了地下考核区 灵博 兰若曦给灵博点了点头 寒暄过后 看向灵异 美眸中 也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叹 升到三年级 要求的是十次A级任务 按照人物换算关系 你拿到的那次S级任务 完成记录 已经能够抵扣这个条件了 恭喜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学院的三年生了 呵呵 没想到你这么水嫩嫩的小帅哥 摇身一变变成学长了吗 有了兰若曦这位女娲学院 真正的化石人首肯 灵异的三年 集学长身份 可以说就是坐实了 瞬间其他人心中 就涌现一股酸液 但他们不敢 当着灵异的面宣之鱼口 只能拿出手机 疯狂在论坛上吐槽 号外 大事件 超级大事件 那个新生大魔王灵异 刚刚成功升到三年级了 此类吸金帖子一出现 瞬间整个论坛都炸锅了 真的假的 一眼顶真 鉴定未假 做梦的 才开学多久啊 不到两个月吧 他三年级 你妈 我去查了下他的档案 好像真的那部网标记 是三年级生了 所以 原本这个大魔王 是我学弟的 改天老子要叫他学长了 吐了 论坛上的风波 灵异不知道 但他收到了另一个惊喜 学分奖励 已经发给你了 剩下还有一个奖励 你记得去灵 兰若吸点了点嘴唇 所片刻厚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种极难完成的成就记录 都会额外奖励装备 或是技能书的 装备是自选的史诗级装备 技能书 也是稀有职业系的技能书 听到这脸 灵异心中一喜 他之前还在烦恼 去奶弄到暗黑系的技能书 毕竟现在有虚无之手之后 他的暗黑系 会褪变成极稀有的虚空系 但之前灵异翻遍了 各种学分兑换 和功勋点兑换的奖励 都没有看到对应的技能书 而他去大厦交易行购买 又没有门路 毕竟这种技能书 都是有价无事 一旦出现 估计早就被某些豪门师家抢走了 但顶级学府 都会预留一些技能书 用于特别奖励 一直留存的 平时不提供兑换 但这种时候 灵异能开口要求 肯定就能入手 走出地下考核区 灵异直奔宝库流通处 灵异同学 你是想要指定的史诗级装备 由我们的顶级工匠 灵异 稀有技能书吧 眼前负责登记灵异要求的 宝库负责人点点头 继续道 你是法师职业 属于你的稀有职业技能书 有雷系 暗黑系 以及死灵系和重力系 你要选择哪种 元素系里面 最稀有的的 却是雷系和暗黑系 大多属法师职业者 很可能升到六转七转之后 都不一定能天生觉醒 这两系的技能 暗黑系 灵异回答的不假思索 好的 我们学府的宝库里 虽然没有对应的技能书 但是 我看到咱们地精第一宝库里 是有存放三册的 只不过调取需要一些时间 可能要明天才能到货 放心 我们会 送到您的公寓中 还请你稍稍等待 灵异点头致谢 他不急于这一天 叮咚 忽然手腕上的灵精万表 真动了一下 一条消息弹了出来 老爹 你装备上十九了 我打算帮你充加二十 但需要你本人 到场做决定 来我这里一趟吧 看到孙大川的这条消息 灵异心头一跳 卧槽 加十九 这么刺激 之前孙大川不是还说 他在研究 稳上加十七的方法吗 怎么转眼就加十九了 灵异之前简单了解过一下 这个世界的装备强化 只能说跟前世玩过的 那些垃圾网游 不能说很像 只能说一模一样 比如表面上看 起来你强化一件装备的概率 是22% 但有没有这个数 广大玩家和狗策划都知道 起码灵异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一把加十强化的职业者 就已经是精英大佬了 就算是他之前碰到的那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用这加十五的武器 就足以笑傲江湖了 强化装备失败的代价 是惨痛的 这个世界可没有什么 强化保护券存在 强化失败后 轻则装备无法继续强化 并且属性和效果 都会大打折扣 重则直接被销毁 所以灵异听说 自己的装备加十九看之后 直接心惊肉跳 这也太刺激了 十多分钟后 灵异重回 赤油学院孙大川的老巢 锻造间里 依旧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灵异走进去时 就看到赤红的铁毡上 正好放着自己之前 交给孙大川的那件 寂灭妖甲 此刻这件装备 散发出刺目的金光 灵异用全知之眼 瞟了一眼 差点闪下 加十九 名副七十弟 加十九 奥地 你来了 叫你过来 主要是让你做个决定 我今天灵感喷发 成功突破了 闭上加十八的方法 但是 刚才我稀里糊涂 不小心帮你墙上加十九了 阴差阳错 我现在悟出了一套 能够有极高成功率 上加二十的方法 但是并不是稳上 大概只有65%的概率 能上加二十 上不上 孙大川如同连珠炮一般 说出了叫灵异过来的原因 但灵异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信息量有点大 什么叫稀里糊涂的加十九成了 而且 还莫名其妙领悟出 大概率上二十的方法 而且 你管65%的概率 叫只有 看到灵异在发呆 孙大川继续补充道 哎呀 老爹 我当然是希望 你选择继续上的 我有预感 只要我把你这装备 敲上加二十 我就一通百通 任督二脉全通了 后续必成加二十的方法就到手了 要是失败的话 我也能保证 你这件装备不会受损 我帮你重新上到加十五而已 但后续想要 再上加二十 我就不知道 要研究多久了 孙大川的这番话 算是给灵异吃了颗定型丸 周天寄灭套装装备 跟其他装备的差别很大 对别的装备来说 加十九的属性 和加十五的属性差距 很可能有一倍多 但是 对周天寄灭套装装备来说 加十九和十五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镶嵌蓝位 不会改变 但是 加十九到加二十的提升 可是 整整多出一个镶嵌蓝位 多差一个静皱对装备属性 和弹指伤害的提升 绝对是巨大的 上 灵异斩钉截铁 好 孙大川也干脆 得到灵异的肯定后 直接不含糊 手中铁锤 如同风扇一般旋转起来 随后就是一连串的钉钉 当当敲打声 火星四射 金芒璀璨 灵异在旁边看着 就觉得眼花缭乱 心中震撼 不得不说 在装备打造和强化方面 孙大川的天赋 几乎相当于 灵异在魔法方面的天赋 他口中所谓的 闭上某个等级强化的方法 也许是 只有他能够完成的 别人想学都学不来 十多分钟后 灵异看到孙大川满身大汗 喘息不停 但敲打铁毡上装备的锤法 却没有半点偏差 似乎失误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他身上一般 灵异光是想想 都觉得头皮发麻 这可是持续十多分钟的 高频率锤打 锤打的力度 位置和次数 应该全都有讲究 哪怕是他这样的外形人 都看得出来起难度 但孙大川确硬 是坚持下来了 又过去十多分钟 就在灵异 都有些忍受不了锻造间的灼热 打算悄悄用兵器法 输给自己降降温室 孙大川却开口了 成了 随着他这句话一同落下的 还有最后一锤 叮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铁毡上的寂灭妖甲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金光 并且 其中还夹杂着 丝丝缕缕的七彩流光 灵异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好看的装备 强化光效 光是看一眼 都觉得心旷神怡 神气 诞生 孙大川将铁毡上的寂灭妖甲 直接用手拿起来 放入水中 进行最后一道的 脆火程序 灵异差点卧槽出声 无情铁手啊 那铁毡都热得发红 装备的温度 肯定也不低 数百度肯定是有的 但是孙大川直接上手 也是牛逼 脆火完成后 孙大川将其从水池中拿出 尚未散去的余温 正好将装备 表面上的水珠蒸发 搞定了 哦爹 多谢你相信我 我现在感觉 真已经摸透 怎么上加二十的方法了 就是还需要练练手 你这套装备真不错 耐造 别的装备 还没办法给我练手 灵异接过孙大川帝 过来的腰甲 加二十的字眼 或真价实 灵异深吸了一口气 连忙将自己手上的 寂灭手套 直接脱了下来 练 狠狠地练 孙大川愣了一下 随后陷入狂喜 他都忘记 灵异手上穿着的这件装备 只有加十五了 真是瞌睡来了 送枕头 当下他接过寂灭手套 连汗都莫擦 就打算继续开工 你要休息一下吗 不用 现在状态火热 必须要抓住 错过了 可能想求都求不到了 一回生二回熟 这一次 孙大川只 花了不到二十分钟 就再次大功告成 又是一件璀璨金光中 夹杂着七彩流光的神器诞生 搞定了 我现在算是彻底摸清楚门路了 孙大川将寂灭手套 交还给灵异 灵异深吸一口气 腰带加的只是防御力 但手套可是武器 此刻 三个镶嵌槽 如果镶嵌的 全是远古静咒这个等级的技能 这件使势级的装备 给灵异提供的攻击力加成 绝对不输那些 等级更高的传说武器 灵异将寂灭妖甲 和寂灭之手同时穿上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套装效果更新了 寂灭之手本身自带的 减负特效 就额外算一件套装 现在灵异算是 凑出三件套了 加成提高至0.01% 三件套的套装效果亮了起来 此前灵异的弹指效果 是造成所有镶嵌蓝味中 镶嵌技能的0.001%比例的伤害 现在这个伤害 直接翻了十倍 加上现在灵异一共有六个镶嵌孔 要是全都插上远古静咒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弹指 就等于一个普通静咒的伤害了 将两件已经强化好的 寂灭套装收入囊中 灵异也发现孙大川 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气 他嘴上说不累 但一整天都在高强度强化装备 怎么可能会不累 只不过是对强化装备心得的突破 让他像打了鸡血一样而已 嗯 得想个办法报答一波才行 灵异一直都没有忘记 第一次遇见孙大川的时候 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给他老孙家传宗接待的事 加上孙大川 确实外貌条件一般 有着重职念态正常不过 得想个办法求一下男功灵 看看有没有门路 帮兄弟解决一下人生大事 虽然女娲学院里的妹子都很优质 但这个世界上优质的妹子 不一定都拜金家严控 更何况 万一真有人好这口 王八看绿道 看对眼了呢 除此以外 灵异也打算将上次云顶娱乐城 以及明天就开刷的 14层黑色大地奖励的技能 点送给孙大川 这些奖励对他没用 灵异也懒得拿去卖钱 还不如送给兄弟 灵异看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神宵竞技场 24小时开放 可以在任何时间前往 但明显深夜和清晨这种时间段 就注定不会出现太多 可以匹配的选手 晚上才是竞技场人气的巅峰 灵异等孙大川休息了一会 拉着他请客 吃了一顿大餐 格尔 吃爽了 感谢老弟请客 等会有什么安排吗 我晚上也漠视而前 之前几天都在琢磨 怎么加时期 没想到今天一天 就前到加二十 二十之后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就算是我 失败率也高得吓人 所以 我打算放松一下 啥也不前 到处去浪算了 老弟 晚上你有安排吗 这个世界 因为有凶兽的存在 能吃到很多前世地球上 根本吃不到的稀有食材 灵异擦了擦嘴 这顿火锅 他也吃爽了 暂时的安排 是去干神销事件 经济场冲的第一把 噗 灵异话音刚落 孙大川也还只是 刚刚露出震惊的神色 灵异就听到 隔壁好鸡桌的人 纷纷喷水 灵异都无语了 听到这些反应 就知道这些人 估计又是八卦 做到自己和孙大川 桌子周围的 现在明显又不淡定了 好 就他妈前那食杰装逼饭 我早就看他们不爽了 特权又多 还他妈用鼻子看人 孙大川一拍桌子 拍手叫好 不过这食杰 虽然眼高于顶 每次出场 都牛逼轰轰的 但不得不说 也都是有本事的 我之前刚升到 两年级的时候 也挑战过他们的第九 说了 说得挺惨 孙大川姿牙 明显回想起了 不太美好的回忆 可能因为长期 坐在食杰的宝座上 拿到的资源 跟咱们这些普通学生 完全不一样 我感觉他们的实力 相比食杰以外的人 都是断荡级别的强 哪怕是现在排名11的人 估计跟排名末尾的 食杰之一对战 胜率也不会超过一成 并且今年开学至今 还没有人挑战过食杰 不是不敢 而是知道挑战了也赢不了 并且输了的话 代价很大 说到这里 灵异看到孙大川 也是恨得牙痒痒 当初我是升到了36名 拥有挑战食杰的资格后 直接发起挑战的 按照当时的规则 食杰同样也是会 有被强制挑战的 debuff存在的 但低位者想要挑战他们 就必须赌上全部 如果你赢了 你就能取代他的位置 成为新任食杰之一 得到海量资源 但如果你输了 那很可能两三个月 你都进不了副本圣所了 并且给你的物资配给 全都会变成给食杰 独有的特权资源 当时我的技能点卷轴 装备打造材料 还有副本次数 全没了 而且是直接没了半年 要不是老子咬牙挺过来 可能都要被退学了 奥地 你很将 但是也要小心 那些古怪的家伙 鬼知道现在强到什么地步了 毕竟太久 没有见过 他们在竞技场里出手了 灵异文言 算是对所谓的神骁时间 有了大概的了解了 这应该 就算是全体神骁学子里的 超级特权阶级 平日李神龙献手不见尾 想想都知道 在本身实力出众 又得到了大量资源倾斜的情况下 他们再出现在竞技场里 才是奇怪的事 肯定都花时间 在祥元副本 和继续变墙上了 晚上八点 神骁竞技场 坐无虚席 已经不足以形容 今天晚上的竞技场规模 这简直 就是人山人海 灵异踏入竞技场的那一刻 才意识到 这些观众 全都是冲着他来的 之前在火锅店里的事 加上下午考核 直升三年级的消息 估计顺住论坛 已经在全校范围里扩散了 一边是石破天惊 一入学就搅动 神骁风云无数的妖孽及心声 另一边 则是神骁学子中的巅峰 神秘而强大的老牌强者 两者的对抗 自然是看点拉满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必胜的步伐走来了 副本圣所多项记录保持者 最快升级记录保持者 副本毁灭者 大魔王 蓝火死神 他身上光环无数 他就是本年度 或者说神骁史上最强心声 灵异 主持人慷慨激昂的声音响起 360度角的竞技场 大屏幕上 也放出了灵异的剪影 孙大川在屏幕里 也是连忙站好 朝四周挥了挥手 完全就是一副 跟在大哥身后的马仔做派 不过下一刻 灵异的身影消失 明显被竞技场的机关船 送到了舞台的正中央 只剩下孙大川 还在挥手 尴尬 灵异同学 经文你今天下午 用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 就完成了从一年级 到三年级的连跳飞跃 晚上又再次来到了 我们的竞技场大舞台之上 想问一下 你这次的目标是什么 话筒递到了灵异面前 场中上万神消学子 全都看着灵异 灵异也只是淡淡说了两个字 第一 这个答案 并没有出乎众人的预料 但依旧引发了爆炸般的呼声 好 直指第一 在这座神消大舞台上 有太多太多的人 都说过一样的豪言壮语 但到最后 这些豪言壮语 大多数都还是变成了狂言妄语 因为 你要面对的 是神消最降的识人 神消 时节 主持人刻意拉长了声音 下一刻 整个竞技场中光影变换 竞技场穹顶的位置上 忽然浮现了一道登天云梯 云梯上方 则是十道王座 王座一字排开 每一张王座上 都坐着一位 真容隐藏在漆黑之中的人影 正中央的王座之上 那道人隐更是霸气凛然 俯瞰众生 这就是独属于神消时节的牌面 几乎每次竞技场中有人说出 自己的目标是挑战时节 并且经过竞技场专人的确认 他的却有相应的实力 参与挑战时 就会启动时节换位战程序 林毅同学 你有资格挑战神消时节 但规矩不能破 按照规则 你依旧需要将你目前的平级 提升至S级 并且将顺位提升至前半 才能进行时节换位战 林毅对于这个要求并 没有感到意外 要是校方高层给他 直接开后门 让他以B级平级 就去挑战时节的话 对长久 以来营造出来的时节特权体系 完全就是一记重锤 开了林毅的先河 后续是不是别人也可以要求自己 B级平级也能挑战时节 时节真要这么掉价的话 那不当也罢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为了尽快让你 冲到S级的评级 我们也有专门的评审团和裁判 来帮你挑选你的对手 无需让你自己 浏览可挑战的对象 来发起挑战 经过我们的计算 你只需要战胜七位选手 就能够顺利进升到S级的评级 随后 再战胜三位选手 排名就能进入前半 他还怪贴心的脸 打十个人 就能直接冲到前列 看来比预想的要快一点 不过林毅 打算尝试更快的捷径 他看了眼主持人 然后开口问道 那个 既然你们已经帮 我挑好对手了 我也想省点事 能让这十个人一起上吗 我省点时间 主持人一愣 随后全场观众 也纷纷惊呼出声 一片哗然 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连续挑战他们诗人 进行车轮战 不休息吗 作为挑战者 场间当然是可以休息 恢复自己的法力值 等技能 CD转好的 林毅摇了摇头 这我没到 有这么难理解吗 我的意思是 让他们一起上 我同时打他们十个 这一次 直接全场沉没了 是主持人和观众 不明白林毅的意思吗 并不是 他们只是觉得 一个打十个太离谱了 所以 刚才主持人才 再次询问了一遍 是不是想搞车轮战 谁知道林毅真打算 以一敌时 好 牛逼 观众席上 孙大川第一个鼓掌叫好 下一刻 整个神骁竞技场 无数闻风而来的观众们 也请客沸腾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 神骁竞技场 一直以来都秉持住 绝对公平的 EV1对战模式 就算是娱乐赛 也都没有出现过 一达多的情况 你稍等一下 你的要求 我们的评审团和裁判们 还从未收到过 他们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商量一下 这一次 林毅直接把整个神骁 竞技场的裁判团的 CPU都钱烧了 真没见过这种要求啊 但偏偏这个要求 还是立好对手 给自己增加难度的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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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很快场中就出现了一片片 高呼通过的声音 所有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观众的也不例外 他们也不想看林毅 今天打一晚上的升级战 他们来的目点 就是看林毅给称霸神骁 已经太久的世界上一刻的 很快 这一片片高呼通过的声音 就彻底连了起来 瞬间整个评审团和裁判组 都觉得头皮发麻 这是民意 但他们 已经没时间仔细商量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一个能够给他们下 最终决定的大佬存在 竞技场三楼的看台上 多出了四道身影 五十多天前 林毅第一次 来到神骁的时候 这四位院长 也都到场观摩了 有趣 果然这里很热闹 那新生在哪在哪 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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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要一个打十个 老夫最后悔的是 就是当初没有彻底把他拿下 收入福西学院 让你占了便宜 没想到短短五十多天 他现在都要威胁世界的位子了 裁判组那边来询问了 让我们四个 定夺他一个打十个的请求 怎么说 稳重一些的萧云生 率先表态 我同意 兰若曦也笑得很开心 我今天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我当然也同意 打 打起来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黄绍天也点头同意 最后 只剩一直站在旁边 沉默不语的灵漆 看到其他三人都盯着自己 他偏过头去 依旧默不作声 兰若嬉笑道 他也同意了 只是懒得说话而已 很快 四位神肖学院的最高院长 都通过灵异这个 10VSE的决斗申请的消息 就传到了解 说主持人的耳中 让大家久等了 经过我们的裁判组和评审团 以及四位院长的一致商议 灵异同学的申请得到批准 他将同时面 对实名评级和顺位 都比他高的精英角斗士 比赛马上开始 请做好准备 被神肖竞技场评审团 精选出来的灵异的10名对手 身上全都带有 必须接受挑战的debuff 很快 比赛场地准备就绪 灵异被传送到场地中央 而他面前 也刷新出了十多名 表情各异 但明显 都有些垂头丧气的人 平日里 他们没手 在论坛上冲浪 甚至还有人诅咒过 别人被灵异选上 现在倒好 他们被选上了 别放弃 咱们国家有句古话 三个臭皮匠 顶过一个诸葛亮 更何况 我们现在有十个人 并不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站在灵异对面的其中一个人 忽然开口道 他能够感受到 他们这十人士气 不能说低迷 只能说近乎没有 这人说的这番话 其实也是在鼓励他自己 我打灵异 真的假的 但是现在 是十个人打灵异 应该 或许 有那么点渺茫的希望 会赢吧 人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动物 虽然理性在告诉他们 无法战胜 但一旦 出现预料之外的变数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 往好的方向去思考 这位鸡血哥的话听 在其他旁观者的耳中 可能 只会觉得 他在发神经 但在场的其余九个人 都真的开始思考起来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战胜灵异 忽然有人举起武器 一般这种举动 都是示意场边的裁判暂停 很快 场边的裁判 就允许了这一次暂停 毕竟比赛还末开始 别人有市总 不可能让别人强行参战 暂停后 灵异看着那十个人凑到了一起 躲在自己听不到的角落 里面谋着某些事 能赢吗 赢不了吧 兄弟们 有点信心啊 尝试过就算输了 也比直接弃拳好看吧 弃拳太丢人了 场边还有这么多妹子 思路打开啊 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了 还是十人团 比副本五人小队还全面 我刚才仔细看了下 咱们有一个战士 两个骑士 两个弓手 两个法师 一个刺客 还有两个牧师妹子 战士和骑士 你们应该有防御类的技能盒装备吧 我有 我也有 那就好办多了 看看我们的阵容 这不是完美的两坦克 五输出 三治疗阵容 我们直接把那大魔王 当boss打了就行了呀 这是竞技场 他又不是真的boss 血量肯定没有boss高 只要你们两个坦克职业 轮流利用嘲讽技能 强制让他的技能 只能打你们 为我们争取输出机会 就能过 不得不说 这群人里 有大聪明存在 竟然硬生生 把一场偏向PVP的对战变成了组队打boss 并且还规划的有模有样 赛前商议时间很快过去 林一鸣显感觉到 之前那窃窃 看着自己的十个人 目光变了 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 虽然还有敬畏 但更多的是 贪婪 他们是真的把林一当boss了 杀boss 掉宝贝 只要啃下林一这块硬骨头 他们能吹一辈子 双方准备就续 倒计时 开始 主持人一声令下 大屏幕上的倒计时 也正式开始跌落 三 二 一 随着道计时归零 十人完全列阵站好 一名战士 以及一名骑士顶 在队伍的最前面 两面中盾架 在林一面前 后方则是远程输出职业者 在拉弓 或是吟唱魔法咒语 这时林一 才意识到 之前赛前这伙人在商量什么 好家伙 这是真把自己当boss了 二货 来打我了 那重装战士爆吼一声 下一刻 一个嘲讽技能 就丢到了林一头上 这类技能对于怪物拥有100%的命中率 并且短时间内 仇恨一定会在嘲讽者的身上 但对战其他职业者的话 这类嘲讽技能 就变成了一个强制攻击技能 所有的攻击和法术 就只能选择嘲讽者为目标 他被嘲讽了 快输出 用吟唱最快的 单体攻击最高的技能 看到林一撤嘲讽 瞬间后方的七八人 一阵欢呼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从暗影中迅速浮现 一把匕首 狠狠刺向林一的后心 这十人里面 是有一个刺客存在的 趁着林一被嘲讽期间 这名刺客 也没有放过 这个绝佳的机会 暗影被刺用了出来 然而下一刻 叮 匕首扎在林一的腰子位置上 直接卷刃 这意味着他的这次攻击 没有破防 朱天机没腰甲 加上五魂魂气底的防御力 让林一现在的白板防御力 都远超眼前的两个重装坦克 这刺客能破防才奇怪了 另一边 漫天的技能轰了过来 一一一 不断有数字在林一头上冒出 但伤害显示 都紧紧未一 这同样说明 他们的攻击 甚至不能破防林一 莫等这些人 心中生起绝望 下一刻 他们就眼前一黑 整个人都被压在地上 变成了一面平整的人体浮雕 十人的生命值 光速清零 闹够了没有 重力碾压 战局在瞬间就结束了 这十个人里面 有三个是S级平级的强者 但是 在林一近乎同街 甚至超阶无敌的防御力面前 依旧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并且 死法跟其他人 也没有什么两样 在林一面前 众生平等 一个重力碾压的是 他们的感谢者 只是一场模拟对战 他们的本体并 没有被压成人体浮雕 但同样也是陷入昏迷状态 一时半会是醒不来了 直到大屏幕上 放出林一胜利的结果 过去了好几秒 现场的人才反应过来 结束了 只是一瞬间就结束了 哗 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惊呼声和掌声 在整个竞技场内爆发 我知道他会赢 但没想过 他赢得这么轻松 你管这叫轻松 我他妈感觉他 甚至都动动手都懒的呀 一群臭皮将闹麻了 罪过罪过 刚刚我还真的替他担心了一下 神肖时节在哪里 让他上前来 竞技场必经是有作为限制的 此刻线上观看这场 比赛的人 直接开始刷起了谈目 竞技场说大的屏幕上 灵异的信息和数据也发生了变化 学员 灵异所属学院 女娲学院 年级 三年级 战绩 十七胜林平灵副 胜率100% 平级 S级 顺位 98 灵异选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秒杀了十名对手 看来今天他的登顶 已经无法阻止 那么闲言少叙 接下来 就是这场比赛的白热化阶段 我们已经连继到了 时节中的第一位愿意应战的人 让我们恭迎 时节第十席 是由学院四年级 李承宇 动 动 动 战鼓泪向 一道魁梧挺拔的身影 缓缓出现在灵异对面 李承宇身披一件灰色的兽皮大肠 双手抱胸 他刚一登场 一股浓烈到极点的血腥微压 就扩散开来 瞬间观众席上靠近赛场的无数学生 就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动 李承宇一个踏步 下一刻 整个竞技场场的 便出现一道道裂痕 灵异眸光一宁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本身就是操控重力的行家 眼前这位战士学长 体重加上这两柄巨斧 已经突破了百吨 两把巨斧 最多也就一吨左右的重量 真正沉重的 是李承宇本人的自重 虽然也有一米九左右 但他的体型病 不算是巨人范畴 拥有如此恐怖的体重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他本人的肌肉密度 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这应该又是一个练体的高手 走的是苏瓦的路子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能 但每一拳每一脚 杀伤力应该都会极其恐怖 凝视李承宇片刻后 灵异终于明白 卫神魔孙大川队 石杰恨得牙痒痒 但却依旧承认 他们的实力真的恐怖了 七传 传说及职业 一身五百级的传说 及战士套装 技能等级 技能专精情况 几乎都是拉满的 这是全知之言 反馈回来的数据 以上这些灵异病 没有在刚才那十个臭皮匠中的 任何一个看到 石杰的实力 跟石杰以外的人 是断层差距这一点 灵异基本确定了 李承宇不需要准备时间 也没有呼叫暂停 灵异也一样 两人都准备就续 大屏幕上倒计时 飞速滑落 李承宇粗壮的双臂 向后一弹 将被在身后的两柄巨斧摘了下来 灵异是吧 我听大哥提过你 刚才的比赛 我也看了 你有些实力 起码比起那些废物残渣 你的却有资格 撼动石杰的位子了 但 也仅此而已了 我会让你知道 你们这些普通人 跟我们的差距 我会守护石杰的荣耀 这句话说完 倒计时也结束归零 下一刻 李承宇奎屋的身形直接 原地消失 速度 极致的速度 谁都没有想到 看起来如此沉重的 一名战士职业者 竟然在开战的瞬间 就能够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速度 这种速度 甚至比某些同阶的刺客职业者 还要快 然而 电光石火间 李承宇那急速朝灵溪掠去的身形 在半空中跌落 啪 谁都没有听到 零一面对来是汹汹的李承宇 只是淡淡 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刻 所有观众和裁判 只能看到半空中 出现一抹刺目的烟红 随后 只听轰然一声 李承宇的身体 就撞在场边的一道梁柱上 将那梁柱生生撞断 与此同时 他如同一滩烂泥一般的尸体 也趴附在地上 口鼻和眼角 依旧在不断渗血 秒杀 前一秒还气势凌人 逼格拉满的世界莫习 赤油学院的刺习战士 就此倒地不起 并且死相还无比难看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撞死的一般 全场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静默时间 哎 怎么回事 胜负已分了 趴在地上的那个人是谁 怎么出的招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 这场战斗 没打个昏天黑地 日月无光 起码也要两边 打得有来有回 声势震天 但除了一开始 李承宇那迅猛冲锋 所爆发出来的速度 带给所有人的震撼以外 就只有他一头创 在梁上的滑稽感 你要守护什么荣耀 林毅看着对手的尸体 但莫开口道 这句话可以说是嘲讽拉满了 也就是林毅开口 场中的主持人 才开始声嘶力竭地汇报战果 我的天 太恐怖了 这座竞技场的舞台上 还从未有过如此事态 今天 一味时节陨落了 还是以如此丑陋的姿态败北 今天第一场交点赞的胜者 毫无疑问 是素有大魔王之称 此刻已然晋升时节席位的超级选手 林毅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见证新任时节末席的诞生 掌声如同雷鸣 夹杂着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一同涌来 林毅看向无比热闹 已然沸腾的观众席 又瞥了一眼倒 在地上人世不知 被担架抬走的李承宇 果然掌声 欢呼以及他数分钟前所说的荣耀 都是属于胜者的 对于败者 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这世界某众意义上 还真是残酷啊 不过林毅当然一刻 也不会为李承宇的败北而哀悼 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下一个 进入战场跟他PTA的人身上了 当然 现在还不存在 听说评审团那边还在联系 当然 场中的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为林毅欢呼的 也有一群人 正在破口大骂 这些人基本上 都来自赤油学院的阵营席位 草泥马 不可能 老子不相信 二师兄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说了 他可是有不败战神美称的人啊 太假了 我怀疑那小子作弊 那小子用毒了 你看二师兄蹊跷流血的样子 明显是中毒的症状啊 我不服 赤油学院集体不服 输水 都不可以输法掉 赤油学院的骂声 很快就传到了隔壁的福西学院观众耳中 即使林毅不是他们学院的学生 但明显战法之争 必须寸步不让 还在嘴硬 输成死狗样了 还在嘴硬 你们这群战雕要是死了 拿去活化 估计最后骨灰 都没剩下来 就剩那张嘴了 还不败战神 连别人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一头创死 视频 我都录下来了 等会就发论坛 当众编尸 希希 草泥马 你们这些没卵子的东西 就知道嘴炮 敢不敢当场比话比话 来就来 也今天非要把你跃到喷水 这场骂战 很快就演变 成了赤油学院 和福西学院 两大阵营的真人PK 除了林毅的擂台 一直都放在焦点转播位以外 场中 还真的多出了很多场对局 让各位久等了 我们收到消息 林毅选手的下一位对手 以惊应战 他就是时节第五席 同时 也是赤油学院的首席战士学院 李光宇 林毅眉毛一条 李承宇 李光宇 这两个名字一听 就有什么关系 果然 下一刻 当李光宇那魁梧见状的身影出 陷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都差点愣住了 眼前这货 几乎跟之前的李承宇一模一样 起码他完全从外貌上 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这两兄弟 还都是战士 也就是李光宇这个做哥哥的 装备和等级各方面 都要比弟弟强一些 林毅通过全知之眼的观察 能够看出区别 不然他还以为 要跟同一个人再打一次 竟敢伤我兄弟 不可饶恕 小子 你死定了 李光宇已经出离愤怒 他之前就关注过林毅 但当时 他还有很多事要忙 自然也仅仅只是关注过而已 后续林毅做过什么事 又在神骁闹出了什么大动静 他是一概不知的 时节这个组织 外人看起来是实质连行 但其实内部竞争员 比外人想象的要激烈得多 对时节城 原威胁最大的 始终是时节城原本身 你坐在第五的位子上 就要敌方第六第七 甚至第十的人 是不是在悄悄变强 想办法把你拉到下面 这七八年来 神骁时节的人的雀眉 有发生过变化 但名次和顺位的变化 却并不是没有 除了第一雷打不动以外 剩下的名次顺位 几乎翻了个遍 本来今天李光宇 是肯定不会闲的 末世来竞技场打一场的 但当他看到重伤昏迷 气弱尤思的亲弟弟 躺在病床上时 他还是怒不可遏 今天 他要让灵异加倍奉还 双方选手准备就续 今晚的第二场 时节换位战 新任第十席 VS第五席的战斗 马上开始 倒计时 开始滚动 主持人话音落下 石油学院的观众席上 就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加油声 大师兄 前死他 大师兄 你要守住我们战事最后的荣誉啊 不可能输的 大师兄是不灭战神 这可是他的对手给他送上的外号 三楼的 VIP看台上 五位院长齐齐落座 之前赤油学院的院长莫来 但听说自家二弟子 被灵异秒了之后 这老东西也坐不住了 现在就数他最紧张 他不是不能接受 自己学院的首席战事学员败北 毕竟时节前五里面 没有重负的职业 战事排第五 就足以说明 李光宇赢不了前面的四个人了 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大弟子 输给灵异 准确地说 是输给一个法师 因为时节前五 没有法师 这是赤油学院院长秦明 一直都拿来攻击 福西学院院长的有力托词 呵呵 老秦啊 淡定点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这宝贝大弟子 也该让路了 萧云生面带笑意 心里别提有多爽啊 搞得好像灵异 真是他们学院的一样 就在两人斗嘴时 十秒钟的时间 眨眼过去 随着到济师归零 李光宇爆吼一声 那命来 然后就运起一拳 轰向灵异 在看到李光宇之后 灵异才明白 之前看到的弟弟李成宇 完全就是弱化版的哥哥 李光宇 才是那个 揪集练体流的 极大成者 不仅实力达到了八转 其力量属性 更是让灵异怎舌 至于更多的技能 因为李光宇的技能 等阶都不低 所以 暂时全知之眼 还在解读中 没办法全部看穿 此刻这一拳轰出 瞬间灵异 就感觉到 仿佛有一座山脉般的 澎湃距离 朝自己迎面轰来 他这一拳 是真的能绷扇 崩山距离于 顷刻奸化魏无形 还没等李光宇 和其他人 反应过来的时间点 啪 灵异用右手 再次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嗯 瞬间李光宇就闷哼一声 随后生命之暴跌到底 他双目睁大 他已经不知道 有多久没有体会过 如此恐怖的伤害了 炼体流派的战士 基本上都舍弃了 花里胡哨的技能 但加点可不只是力量 光有攻击 没有防御 算不上炼体 那叫玻璃大炮 李光宇毫无疑问 是一门金刚大炮 攻击力极其恐怖的同时 防御项的能力 也高得吓人 寻常法师 甚至没办法破了他的防 但对面这个法师 只是一个弹指 就让他血条直接清空 要不是他拥有 好几个保命免死技能 现在的下场 估计已经跟自己 那弟弟一样了 李光宇面色 瞬间严肃起来 此前的狂怒 现在全都被谨慎取代 他已经在悬崖边了 对面的攻击力丝 毫不逊色于自己 防御能力 目前还不清楚 但之前灵异抬手 直接化解掉 他崩扇一拳的场面 还是让李光宇有些忌惮 到了他这个级别 随身多少 都会有些看破类的技能 但李光宇却看不出 灵异刚才抬手 化解他那一拳 有用出技能的痕迹 就在李光宇思索间 却看到对面的灵异 对他招了招手 下一刻 李光宇就亡魂接冒 他身上的棉死锁血状态 瞬间消失了 好 吓得他连忙 再次开启血怒狂暴技能 这是他位数不多的 状态类技能之一 冷却时间很长 但效果也很强 在一段时间内 受到的所有伤害会 累积起来 等时间到了之后 如果他成功 击杀了目标 或击败了对手 这些储存起来的伤害 不仅不会对他生效 反而会形成血怒风暴 对他周围的所有敌人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然而 莫等李光宇心中 生起一丝安全感 下一刻 他就猛然发现 血怒狂暴的状态 莫了 我无敌 Buff呢 我那么大一个无敌 Buff呢 做兄弟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在李光宇心中 已经开始生出寒意时 却听到对面的灵异 笑着开口了 最重要的 当然是整整齐齐了 啪 响指过后 地上又多了一具 死相凄惨的尸体 挡下李光宇一拳 又没收了他 好几个免死技能的 当然是虚无之手 灵异第一次体会到了 法则跟法则之间 也能联动的快感 他对 真理 法则进入初亏境界之后 使用虚无类的 法则道具和技能 竟然能够凭 借引力触手来达成 刚刚灵异的右手 没有碰到李光宇 却依旧算触碰到了 才触发了虚无之手的效果 直接将他的技能 化为虚无 赢 赢了 赢了 比赛竟然又是 以如此碾压式的胜利告终 是由学院的骄傲 李氏兄弟 场中李花金宇落下 鬼知道 这是哪个天才器 分组搞出来的很活 看起来就像灵异夺冠了一样 那层层叠叠的金宇 直接把李光宇趴在地上 狼狈的尸体都盖住了 甚至还有鸡片 被他吸进了鼻孔里 也是实惨了 随着金宇一同落下的 还有竞技场高台之上 代表时节最高逼格的 石道王座 此刻 端坐于第五王座上的 魁梧黑影 消散一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灵异的一个帅气的剪影 竞技场三楼看台上 啪 这是茶杯被生生捏碎的声音 萧云生撇了 眼旁边的大胡子秦明 只见此刻 后者手中的陶瓷茶杯 已经被捏成了无数碎片 滚烫的茶汤 顺着他的指缝低下 但他确丝毫眉 有感受到痛觉 还有什么痛 会比心痛更加折磨人呢 输了 还是以如此耻辱的方法输了 他一个练体练道 极致的骄傲战士 竟然会连一拳都莫能命中一个法师 还被别人干脆利落的一个响 只给秒了 秦明呼吸很急促 他看着场中的灵异 眼中全是不可置信 此子 恐怖如斯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法师了 这是一个披着法师外皮的怪物 自己两个最骄傲的弟子 甚至连他的底牌都逼不出来 上场就被秒 这么看来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跟其他时节的差距又有多大 要知道 时节跟其他职业者 是有实力断层 但时节内部 同样存在实力断层 尤其是进入前五之后 名字每提升一名 实力的差距 就几乎要以备数来计算 那么灵异 又是李光宇的多少呗 他真正的位置 应该是时节的第几席 你看 老秦 又急 这差距 我记得不是前年 你从校长大人那里讨来的吗 要是知道 你如此不珍惜 他老人家肯定会伤心的 不就是输了一把吗 后面再接再列 赢回来就行了呗 大动肝火什么的 没必要 没必要 呵呵 要是灵异在这里 肯定也会心中吐槽 他们这些各法师术士 各个都是阴阳怪气的高手 泛起见来 跟程霄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过这一次 秦明倒没有 没有流露出更加暴怒的情绪 只是冷哼一声道 你以为你们学院的首席 会在他手上讨得到好 秦明这句话 直接让萧云生面色一致 他诧异地看了眼这个大胡子 死 郑莽夫今天怎么带脑子来看比赛了 秦明没有想象中的生气的原因 自然是看出来灵异 跟自家大弟子和二弟子存在巨大的实力断层 那说了也莫什么 不算丢人 所以他释然了 但此刻的萧云生 被点了一下 也终于开始思考了 只有兰弱 嬉笑淫淫地坐在那里 坐看风云 别有一番异景 恭喜灵异同学 你已成功登上 神霄时节第五席 你距离巅峰 已然不远了 接下来 按照规则 你最高只能挑战时节中的第三席 来自福西学院的首席法师学员 欧阳恒 这位学员跟你的职业相同 并且 今天正好 就在神霄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挑战第四席 来自后 一学院的首席攻守原本出 灵异 这人会一手万箭齐发是吧 图快 灵异当然选择的是第三席 之前灵异也简单找裁判 了解过挑战世界的规则 进入前三席之后 只能一个一个 来发起换位战了 数分钟后 一道修长的身影 出现在灵异面前 他身穿一件蓝紫色的法袍 手中的法杖顶端 镶嵌着一块 会随着时间 不断变换形态的七归宝石 但他的面容却 完全遮掩在一片漆黑之中 有趣 刚回笑不久 就听闻有人今天晚上 连续击败了两位师姐 没想到是你 同位法师 你更应该知道 魔法等级森然 是谁给你的勇气 来挑战我 欧阳恒的声音 冷峻森然 掩藏在黑幕之后的他 发出的声音 死雄莫变 听起来嘶哑难闻 灵异什么话都没说 欧阳恒雀讥讽出声 态度更是傲慢到极点 灵异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神肖真正有些实力的法师 没想到跟外面的法师差不多 都有一身眼高于顶 嘴臭的毛病 看来欧阳选手 对于今天的这场换位战 信心十足 但具体胜负 还是要到赛场上 才能现真章 双方选手继续 比赛马上开始 大屏幕上 倒击时缓缓滑落 灵异一言不发 好整一霞 以不变硬万变 一般来说比的 都是谁的手段多 底牌多 以及元素之间的克制关系 最后 还有对魔法的理解 我看过你的比赛 也简单了解过你 你在魔法这条路上 差得还远 也好 今天就让我 来告诉你魔法的真谛吧 倒击时即将归零 欧阳横双手张开 身体悬浮到半空中 下一刻 一道无形的立场扩散开来 瞬间全场观众 都感觉身体一重 行动都缓慢了几分 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 但是神肖竞技场的规则 跟青年巅峰赛类似 同样也是允许选手 在倒计时阶段 使用蓄力技能的 只要不对对手 提前发起攻击 就不算犯规 灵异双眼威眉 欧阳横散发出来的这道立场 他可太熟悉了 重力气四肩 也是所有重力系法术的核心技能 关键中的关键 引力领域 只不过跟灵异的相比 算了 没法比 如果说灵异的引力领域 是太平洋的话 欧阳横的 最多算是一个小池塘 今天我就让你见见世面 小子 不是只有你会禁咒的 见证引力魔法的极致吧 禁咒 大黄星雨 悬浮在空中的欧阳横 浑身法袍翻飞 眼中迸发出骇人的紫色光辉 红隆隆 整个神肖竞技场 都在疯狂阵战 仿佛对阵了一般 灵异无语了 不是 哥们 你说的魔法的真谛 就这 这法术 我都不用了呀 猛烈的阵颤 让所有的观众惊呼连连 怎么回事 卧槽 感觉有点恐怖啊 这就是时节第三席的实力吗 欧阳横 欧阳横 也不知道是因为 欧阳横平日里足够神秘 还是他使用魔法时的样子 有些酷炫 让他也在神肖校内拥 有了一群粉丝 神肖时节的前三 基本都有自己的拥顿和粉丝的 此刻看到他们的哥哥飞在天上 准备放大招了 这些迷妹们 自然全都情难自一 开始高呼自家哥哥的名字了 与此同时 狂暴的魔法波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 也都纷纷侧目 尤其是 对那些不懂详的人来说 他们反而觉得 这就是高阶魔法 应该有的动静 但对真正的内心来说 只有一声叹息 说了多少遍 这小子 不要有这么多多余动作 就是不听 哎 三楼看台上的萧云生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场中的林毅 也是轻轻摇了摇头 他原本以为 这个欧阳横 有点东西 没想到却是个草包 林毅使用高阶魔法时 在魔法真正降临前 绝对不会产生 此时欧 阳横搞出来的 这些大动静 林毅能够看到 大量魔力从欧 阳横体内已散出来 这些魔力 除了能让围观的观众 感到震撼 给他装逼营造一些氛围以外 没有任何作用 平白浪费魔力 在林毅看来 知觉的幼稚可笑 顶级的法师 自然首先要对 施放的法术 做到炉火纯青 了然于凶才行 这种为了作秀 而施法 也就是菜鸟才会做了 另外 林毅也很想吐槽 这个逼之前 刚刚登场的时候 就已经在利用 圣灵勇唱这个被动机能 在吟唱大荒星云了 按照规则 这应该算是犯规的 但林毅也懒得 去跟裁判说了 因为这货的吟唱 已经结束了 轰隆隆 整个神嚣竞技场的震动声 越来越大 到了最后 整个竞技场的穷点 竟然都变成了一片透明 所有人抬头仰望天空 就能够看到 一枚雨石 拖曳着狂暴的流火 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 轰然落下 现在的震动 就是雨石的引力 与欧阳恒散发出来的魔力 彼此共振引发的了 如果是灵异 在引导这枚雨石 此刻引发的魔法共振 就已经足以将 整个神嚣竞技场先了 喂喂喂 玩笑开大了吧 什么情况啊 这是要召唤雨石 撞毁咱们学院母舰了 你妈 这是什么牛逼的法术 竟然能直接召唤雨石来砸人 这应该是禁咒了吧 太恐怖了 怎么办 要跑吗 场中爆发出一阵阵骚乱 下一刻 主持人一边擦汗 一边高声道 大家别恐慌 两位选手对战的舞台 是神嚣特制的虚拟对战舞台 能够最大化削减场中 选手的致命伤害 与此同时 就算是禁咒级的法术 场地也能承受得住 此刻你们看到的雨石 其实是在这个特殊的 竞技场环境中召唤出来的 并没有真正召唤出雨石 但这个法术造成的伤害 和后续效果 会跟真实召唤出来的一样 主持人的一波解释 让观众们暂时吃了一颗定心丸 起码不用担心 他们也会被雨石直接砸死了 但与此同时 对欧阳恒的崇拜 也越发浓烈了 好强啊 话说回来 大魔王虽然也会敬咒 但之前比赛时 他用的那个光系敬咒 感觉没这个夸张啊 我承认大魔王很将 但是好像欧阳学长也不弱 甚至在魔法造诣上 要更高啊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我都对欧阳学长路转返了 果然顶级法式战斗时 观感就是如此震撼的 怎么灵异就站在那不动啊 完全也没想 只要还手 或者是打断欧阳恒的施法 可能是来不及了 或许是被吓到了 也说不定 毕竟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人嘛 三楼位置 萧云生到了这个时候 眉毛法咒得更紧了 他丝毫没有因为 自己的首席大弟子 能够使用九阶静咒而欣慰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欧阳恒的全部了 静咒哪有这么好放 大量的技能点资源 加上全身顶级的装备 能够提升欧阳恒的技能等级 这才让他堪堪摸到了 静咒的门槛 别看他现在 嚣张和轻松的样子 但那黑幕之下的脸 都已经因为 暴乱的静咒级魔力而扭曲了 汗如雨下 压力山大 已经不足以形容 欧阳恒的窘迫 场中两人的表现 谁是色力内人 谁是静在掌控 真的一眼 就能看出来 他能感觉到 灵异不是不想打断 欧阳恒的施法 也不是被吓到了 这小子 是在整一波大火 跪下 认输 我就撤掉这个法术 欧阳恒尽力控制 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但就算是灵异 都听出他有些撑不住了 灵异轻笑一声 这种事 以你的实力 你应该做不到吧 被灵异戳穿真相后 欧阳恒的脸都扭曲了 他暴怒至极 天空中的陨石 加速落下 以毁天灭地之势 就要将灵异砸成肉饼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此前一直站在原地 没动的灵异 终于动了 只不过 也只是轻轻抬起了 一根手指 嗡 下一刻 一道无形的立场 直接以灵异为中心 扩散开来 引力领域 展开 灵异的引力领域 展开的瞬间 场中本 就存在的欧阳恒的引力领域 几乎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 直接破碎开来 就像在可怕海啸中的 一叶孤舟一般 安静地破碎了 扎都不剩 扑 半空中的欧阳恒 面色巨变 他呕出一口血来 魔力和魔力的对冲 是非常恐怖的 他已经内伤了 欧阳恒的身躯 从高空跌落 跪倒在地 而灵异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手指轻轻勾动 下一刻 悬浮在半空中的巨大陨石 就再次按照灵异的念头 往欧阳恒的位置 磨了磨 这一幕 直接看待了所有人 你妈 别人的静咒 你拿来用 单指停陨石 现在更是对这枚陨石操控自如 场中谁才是真正的法师巅峰 一眼可见 蹭 三楼看台上 萧云生直接站了起来 他眼中金光闪现 看着灵异轻松的表情 以及手指上空悬浮住的 巨大火焰陨石 心中的澎湃 宛如海啸来袭 这是什么梦中情图 随后 他跺了跺脚 又回想起五十多天前 灵异刚刚出现在 神骁竞技场中的身影 他很确信 当时的灵异 应该还不会静咒 或者说 就算会静咒 想要放出来 也不会如此闲听信步 而此刻的灵异 这五十多天过去 萧云生已然看不穿 此刻灵异的实力了 他现在对魔法的掌控力 已经不是闲听信步了 而是 举重若轻 别人的静咒 被他化用 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对战双方的魔法 造诣差距 不可以道理界 后悔 悔不当初啊 早知道这小子天才至此 他当初无论如何 就算把牢底搬空 也要拿下呀 有了灵异 神霄福西学院 就会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学院 没有任何疑问 萧云生回头看了眼蓝若曦 却发现 后者依旧笑淫淫地看着自己 那表情好像在说 还是我更有眼光 唉 千言万语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萧云生坐了下来 只不过他的眼里 再也没有光了 与此同时 场中 呃 啊 啊 住手 住手 我认输 我认输 别杀我 别杀我 还没等灵异开口 对欧阳恒说些什么 这货就自己趴在地上 替泪横流起来 灵异皱眉 捂住了口鼻 你妈 他分明看到 这货下身的裤子上 湿了一片 瞬间灵异一切性质 全都没了 谁碰到自己的对手 其实是一个小丑的情况 都会扫兴至极 灵异甩了甩手 下一刻 天空中那巨大的火焰陨石 竟然整个消失了 这一幕 再次看待了所有人 场中的观众都傻了 卧槽 他摔爆了 你的禁咒很强 但是现在是我的了 拿来吧你 控制陨石瞄准位置砸下来 很难 那么控制陨石空中悬停 又是什么难度 现在一回手 直接取消掉一个禁咒 又是什么难度 你妈 我感觉 被他嗅了一脸 能进神骄的人 都不是傻子 之前对灵异的质疑 以及对灵异的疑惑 现在全没了 抱歉 在法师这个职业戏中 他就是整个神骄 最高的山 最长的河 什么欧阳恒 不认识 之前给欧阳恒加油 诸葳的那些妹妹 此刻 也目瞪口呆 他们感觉自己的三观都碎了 自己仰慕的哥哥 竟然会跪在地上求饶 甚至 甚至还被吓到要尿裤子了 偶像光环掉了一地啊 瞬间场中的数百个妹子 都转过头去 眼中也再也没有光了 手中的应援牌 全都被他们小心地 收到了座位底下 丢人啊 以后别说我是欧阳恒的粉丝 直接粉转 嘿 林毅 林毅 这群妹子中 有些人放下欧阳恒的应援牌后 直接高声喊起了林毅的名字 眼中更是全是小星星 其他妹子都惊呆了 不是 极美 你这么不爱的吗 偶像转换得这么快 但当他们 也看了演场中的林毅之后 也开始思考起来 实力 无敌 外观 俊逸 这他妈有不转粉的理由吗 很快 其他妹子也开始叫起林毅的名字 有时候 粉丝的转化 就是这么快 啪啪啪啪 吼吼吼 随着欧阳恒这个前 逼格最高法师 现丢人现眼小丑 被请下台 整个竞技场中的所有观众 再次给林毅 送上了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有人手都拍红了 嗓子也寒哑了 但还是乐此不疲 看得太爽了 也太洁气了 这些时节之前就没把他们当人看 现在一个个都被林毅安在地上摩擦 这种爽感 简直无与伦比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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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顶 登顶 第一 在无数人的高呼声中 他们都在鼓励林毅 继续闯关 看爽了 他们自然想继续看 生怕林毅就此压火撤退了 林毅同学 再进一步 已然登上时节第三席 但 我们的评审 团并未联系上时节的第二席和首席 很可惜 你的登顶之旅 可能今天就要到此话上一个逗号了 但是请放心 时节换围站同样 也是强制执行的 只要这两人联系上 接受邀请 就肯定会跟你对战 主持人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一道清朗的女声响起 谁说我不不在的 林毅是你们 没有联系对人 说了要找我的信销 不是打我的电话 寻声望去 林毅就看到一个 身穿干联木失装 脑后竖着一头马尾 皮肤成小麦色的 萨爽女子 一步跨出 飞上了场地之中 动又是一声 极其沉闷的声响响起 林毅怎舌 这女人单手提着一柄大小丝 毫不输李承宇 那两柄巨斧的大锤 大锤闪烁着刺目的金色圣光 不断有灵文在锤头流淌 看起来就无比不凡 啊 情况有变 时节第二席 来自女娲学院的大姐 头卫圣天 卫圣天将大锤换到左手 对林毅伸出手 笑道 小学弟 我一直都听说过你的光辉世纪 小林没少我在面前提起你 哈哈 今天也是小林告诉我 你再冲第一 我就来了 不错啊 小学弟 现在已经第三了 给我们学院长脸了 林毅伸出手 跟卫圣天握了握 下一刻 就有面色一变 好大的手剑 牧师 这特魔是牧师 怎么 没见过用锤子轮人的牧师 没关系 谁第一次见到 我都会有这种想法 学一救不了这个世界 不过 你也差不多 我跟你在那群学院老东西的眼脸 不都是没有牧师之魂的家伙吗 卫圣天笑得很爽朗 林毅忽然也明白 为什么这位会被称为大姐头了 这阴气林毅 在之前的欧阳恒身上多么看到 却在一个女人身上看到了 两位 是否准备就绪 比赛就要开始了 主持人在旁边催了一句 卫圣天将大锤抗在肩上 然后道 准备好了 快倒数吧 倒击时开始滑落 当倒数结束后 卫圣天的下一句话 让全场哗然 我认输 这三个字出口时 林毅没有太意外 因为林毅没有感受到眼前人有丝毫战意 小林的人情 我不能不给 另外 之前我就说过 只要我女娲学院 还有能够进入十节的人 十节的位子 我拱手相让 林毅心中一震 十节席位 拱手相让 好大的魄力啊 要知道 十节换位战 即使是十节 挑战十节 输的那一方 结局也是被踢出十节长达半个月 随后才能从S级重新打起 能否重归十节 那就已经有不确定性了 这种破裂 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这位女娲学院的首席大姐头 真有照顾后辈 和说到做到的品德 说完认输之后 卫圣天洒然离场 完全没给观众和主持人反应的时间 林毅心中唏嘘 同位世界 第二 和第三的人品差距 怎么这么大 在全知之眼的观察下 卫圣天不紧不弱 反而很强 起码目前 林毅没办法 用弹指这个技能 就战胜他 更何况 还有很多技能 是在解读中 看不真切 这侧面说明了 卫圣天的所有技能等阶 也不会低 啪啪啪啪 珊瑚海啸般的掌声 和喝彩声响起 这一次 这些观众掌声的对象 给的不是林毅 而是卫圣天 台上 蓝若西美眸之中 一彩连连 要说最大赢家的话 今天毫无疑问是他 他的首席大弟子 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就算是十节第二席 也说不要就不要了 而林毅 更是他们女娲学院 迄今未止 唠叨的 SSS及宝贝新生 不愧是有女中豪杰之称的 大师姐 洒脱 那么 现在我们的林毅同学 正是来到了十节第二席 这已经是一个艺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位置了 但可惜的是 我们至今 还没办法联系到十节首席 主持人话音刚落 就听到看台上 蓝若西缓缓站起身 开口道 不用联系了 你们联系不到的 楚西在万界战场 人物期间 他回不来的 随后 蓝若西看向林毅 继续到 不过算算时间 也快了 大概三四天后吧 他就回来了 届时 你再来挑战他吧 林毅文言 点点头 看来今天想要登顶 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林毅 还是听到了一个很在意的词 万界战场 这应该是所有职业者 前往历练的终极目标了 那片战场 应该就是太古时期的地缘所在 也是通向万界的入口 要说机缓和获取法则道具 以及修炼法则之力的最佳地点 也只会是万界战场了 一夜过去 走在前往传送阵的路上 林毅依旧能够听到 路过的其他神骁学子 还在回味昨晚 昨天那一夜 已经被传说成大魔王的传奇 一夜了 唯一可惜的是 莫能一口气登顶 但这也让更多人开始期待 林毅跟楚西的巅峰一战 楚西 这个名字 林毅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就是神骁 现任第一人了 能去万界战场的人 估计不会低于九转 死所见 林毅一脚 迈入了传送大厅中 在那里 已经有四个人在等他了 你好慢啊 成骁翻了个白眼 有些不耐烦 南宫林则是满脸开心 对林毅比了比大拇指 昨晚 其实他也在现场 只不过人实在太多 林毅没注意到而已 你邀请函是哪个副本来着 林毅自己都被问得猛逼 他之前还真的没有注意 自己的邀请函变成多少层 具体是什么副本了 林毅将祥冤邀请函 从随深空间里拿出来 详细信息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祥冤邀请函 黑色大地 层级 十四 描述 能够进入黑色大地 特殊祥冤副本的邀请函 黑色大地 怎么是这个本 程骁和南宫林 都是惊呼出声 孙大川和小胖冯三 有面色一变 这两个前辈都这么震惊 难道是这个副本 很难 林毅谨慎开口询问道 这个副本怎么了 难道很难吗 南宫林福娥 难不难的 倒说不上 因为这个副本有些特殊 难度会不断提高 但想要通关是不难的 最恶心的地方 是啊我想吐 林毅看到南宫林 脸色有些苍白 明显是回想起了不太好的回忆 我也有些想吐 程骁明显也是有些嫌弃 林毅脸一黑 继续道 别说谜语了 说一下这个副本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想吐啊 南宫林叹息一声 给林毅解释道 我之前在祥渊冲层的时候 也遭遇了这个副本 你玩过塔房类的游戏吗 就植物大战丧尸 保卫萝卜什么的 林毅点点头 那这个副本 就是一个塔房类的副本 并且 还有全球竞争机制 南宫林说到这里 程骁也补充道 隐魔大军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林毅摇头 这是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 祥渊魔军 我之前看过你的资料 你的试炼副本 是世光之城对吧 这个副本 就是遭了隐魔大军的愚染 才变成那样的 这次你要去的黑色大地 就是一个跟隐魔大军的老巢 永夜王都所在 卫面相连的小型副本卫面 这个卫面每隔半年 会对南宫开启入口 你能收到这张邀请函 就意味着 这个副本已经开启了 跟你一样的 还有来自南宫其他国家的 整整十万名倒霉蛋 会同时进入这个副本 进入副本之后 所有人都会进入一处破败的小木屋 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抵御一波 又一波不断来袭的隐魔生物 同时不断升级小木屋 让其成为点亮无边黑暗中的一座灯塔 一般进入这个副本的 通关要求的清理波次 都在十波左右 成功守住庇护所 不被怪海侵袭 就算通关 但进入这个副本的人 都不会在第十波肃清后 选择离开副本的 因为 存活一百天之后 会有一个额外奖励 这个额外奖励 也是迄今未知 在降渊副本里发现的 极少数能够获取SSS 及天赋 以及将SSS 天赋升级的机会 哇 灵异大脑一片空白 啊 SSS 及天赋 还能继续升级 末世背景 开局一座小木屋 抵御怪物一百波 这模式光是听下来 灵异就明白 为什么南宫灵 和成肖会体感不适了 这个副本的模式 就注定要吃续面 对如汪洋大海般的怪物 他们是杀怪杀道徒了 就像成肖说的那样 在知道通关一百波之后 能够保底得到一个 SSS级的天赋 或是将已有的 SSS级天赋 继续升级的机会 那谁都不会刷完十波 就立马走人的 但如果要继续的话 后续的怪物数量和强度 肯定是一波 比一波吓人 灵异也经历过 世光之城 斐烈卡因的洗礼 知道跟隐魔大军有关的副本 全都是阴间副本 不仅看不到正常的太阳光 怪物还全都是 那种不可名状 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那种地方存活一百天 对心里也是巨大的考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SSS级天赋的获取 和天赋升级 哪是这么容易就能弄到的 迄今未止 还从未有人称过第一百波 另外 这个副本 跟后续你要参与的 降渊三十层的 大型团队副本有关联 降渊第三十层 就是攻略永夜王宫 这个副本之所以会开启 也是因为永夜王宫 在半年后就要开启 在这个副本 你修建的灯塔 升级程度越高 在永夜王宫攻略期间 所有团员能够得到的 BUFF属性加成就越高 降渊世界集团队副本才 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不要盲目冲更高的波次 有时候急流永退 保住灯塔 才是明智之血 灵异文言 算是基本搞明白 黑色大地这个副本了 这个副本应该算是 永夜王宫的前线 点燃灯塔 就点亮了希望 为后续真正的 世界集团本攻略提前铺垫 而这类世界集团队副本 是目前世界各国 都非常重视的副本 其中产出的顶级装备 和顶级材料 堪称海量 率先通关者 就能够占领这个副本 横涨一段时间 直到下一个轮回开始 再重打这个世界集副本 这么看来 这个副本在后续波次 得确要仔细斟酌了 但如果可以的话 灵异肯定是想通关一百波 拿到最高奖励的 这个副本的入口 在非洲大陆的东边 一片蛮荒之地上 就算是我的须迷径 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走吧 是不宜迟 半天后 东非 就算是灾变前 这片地方 也足够原始蛮荒 灾变纪元后 蓝星有很多地方 都瞬间变成了 人类进入的不毛之地 这里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好像来晚很多天了 有好几批人 已经进副本了 走出须迷惊的下一刻 灵异等人恶然发现 这里有一条横贯南北 长达上万公里的 超级大猎谷 原本猎谷中 寸草不生 还盘距着大量残暴的 怪物和凶兽 但此刻 副本入口位于外 为数千公里的范围内 囤积着大量凶兽的 腐烂尸体和骨骸 除此以外 副本周边 还依稀能够看到 大量扎营的痕迹 每次永夜王宫开启前 都会有些许征兆 未必是我们大厦的人 最先发现这些征兆 就像你得到 黑色大地的祥渊邀请函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征兆 有人比你更先一步得到 这些怪物和凶兽 应该是被那些提前知道 这件事的国家肃清了 之前副本里 有一个关键规则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那就是第一个达成 特定波次的国家阵营 会得到一次性奖励 这些奖励 都是用来升级 和加固灯塔设施的 很重要 走 进副本 实则生变 承销下的判断 灵异也点点头 既然已经有人 走在他们前面 那些一次性的奖励 就有可能提前被他们拿走了 五人飞到大裂谷底部 一扇不断喷吐住 浓郁黑色降渊气息的石门 就在这裂谷下方进进驻力 门前也还稀稀拉拉 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职业者 正在十分警惕地 看着自己等人 灵异从随身空间 拿出降渊邀请函 下一刻 石门缓缓打开一道缝隙 蹬 蹬 蹬 石门上方 三颗恶魔头颅 接连亮了起来 直到第四颗头颅亮起 副本才没有继续变化 这只是十四层的降渊副本 绝灭四难度 已经是在所有 十四层副本里面的上游了 现在还有 你那个称号存在 我们一进去 的难度还会在网上提一击 绝灭无 南宫灵都有些唏嘘 但话是这么说 当石门彻底打开的时候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承销也紧随其后 灵异则看着孙大川和风三 有进去后 负责殿后 睁开眼 就像没有睁开眼一样 灵异差点都感觉 自己是瞎了 嘿 极致的黑 无边的黑 除了鼻尖能够嗅闻到一些腐烂的臭气 以及耳朵能听到呼啸的风声以外 就再也没有什么感官 能够给灵异提供信息了 一番手 一团火焰被灵异召唤了出来 但灵异眼前依旧看不到任何光亮 灵异 如果不是手伸到火焰上方 能够感受到炽烈的温度的话 灵异都以为自己施法失败了 难道自己真瞎了 随后 灵异又不信邪 再次召唤了一个光球 这一次 终于这片无边的黑暗中 出现了一丝光亮 但这一道光亮 也仅仅存在了半秒不到 瞬间 就被一团漆黑如墨的物质吞掉了 灵异瞳孔一缩 刚刚那团物质 有点眼熟 灵异将漆黑之星 从随升空 尖里拿了出来 再次用出更加高阶的光系魔法 这一次 灿烂的光芒 直接照亮的灵异四周 一道如同哀嚎声的凄厉声响起 灵异看到周围那 如墨叶一般的黑色物质 纷纷退去 没错了 这些漆黑物质 跟之前三井化作的漆黑怪物身上散发出来的 如出一辙 看来那群东营人所谓的人造法则 含金量很低 说到底 应该还是化用了隐魔大军的力量 想想就知道 以人类目前的能力 想要凭空捏造出一个法则 怎么可能 喂喂喂 听得到吗 有人在吗 多默示吧 灵异的脑海中 传来成潇的声音 与此同时 灵异也发现 那无边的黑暗 又如同风群一般 开始缓慢蚕食 他用出来的这个四阶光系法术 在这里 想要得到恒久的光照 果然光靠法术是不行的 最终 还是要修建起 能够驱散 黑夜的灯塔才行 好黑啊 救命 你们人呢 我好怕 这是冯三友的声音 这小胖子 都带上哭腔了 真贪娘的莫出现 你还怕黑 不过这地方确实邪门 也真贪娘的黑 你们人在哪 我们先会合吧 这是孙大川的声音 别白费功夫了 就算是组队进入这个副本 也短时间内 没办法彼此会合的 这个副本的规则 就是 每人一个独立的小木屋 但组队的好处是 队员之间 可以彼此互通有无 得到的升级木屋的材料 如果有多余的 可以转移给队友 南宫灵的声音响起 啊 不要啊 这一下 小胖子和孙大川的声音 都跟杀猪一样响起来了 灵异服 没想到孙大川这个人高马大 身上的镖 跟凶手都差不多的莽夫 竟然也怕黑 吵什么吵 习惯了就好 今天是第一夜 还只是平安夜 不会有怪物来袭 等明天开始 有怪物来袭 你们要完全在黑暗中作战 那个时候 再哭也来得及 承霄明显就是不太会安慰人的见户 这么一说 瞬间两人更加紧张了 只有灵异 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学姐 承霄前辈 你们应该都经历过这个副本吧 你们重新进入这个副本 不应该回到你们之前 就建造好的灯塔中吗 还是说 你们之前建好的灯塔 都没了 承霄很快给了肯定的答复 我建的早都没了 都过去多少次轮回了 我的还剩下一半 但所有设施和照明设备 全都损坏了 南宫灵也开口道 灵异若有所思 是不是这个副本衣 就会继续存在 是因为永夜王宫 还会不断出现 那个隐魔大军 是杀不死的吗 南宫灵沉默了 明显这个问题 也回答不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永生不死的 神也会死 这个隐魔大军 不是所有现有的 降渊魔军中最降的 甚至实力只在墨流 但他逃跑和狗命的手段 却多得让人匪夷所思 这也是为什么迄今未止 之前的永夜王宫通关团队 还从未有人达成 最终击杀影魔大军的原因 与此同时 才需要你 灵异一愣 这话从承销口中说出 就基本可以确定 是他算出来 想要完全攻克永夜王宫 将这个威胁蓝星的疑患 彻底铲除 就需要他的助力 我猜得没错 有人的进度已经很快了 你们可以出门 看看别人的灯塔 承销的声音再次响起 灵异心中一动 起身推开自己所在的 这间小木屋的大门 下一刻 灵异就被震撼到了 这是一片不知道 有多么广袤无垠的黑色大地 天空中没有太阳 也没有月亮 甚至看不到半点星光 但就在这片无垠的黑暗中 却耸立着星星点点的灯塔 有些灯塔 距离灵异极远 有些泽离得稍微近一些 然而 急目远眺 灵异看到了一座 最高也是最亮的灯塔 那座灯塔甚至还能不断放射出 一道道纯净圣洁的光辉 光辉扫过之处 黑暗和阴霾消散一空 黑色大地区域通告 恭喜漂亮国队5 成功通过第50波怪物的考验 获得唯一奖励 永恒猎羊射线 随着这一道通道的落下 灵异就看到那一座 最高最亮的灯塔 似乎再次向上拔高一大截 与此同时 整座灯塔 看起来更加璀璨夺目 在这样一片被死寂和黑暗包围的地方 那灯塔之下 估计也算是一方天堂乐土了 都第50波了 灵异 你要是不加油的话 说不定不仅唯一奖励拿不到 就连升级灯塔的一次性奖励都拿不到 嘿嘿 承霄的声音再次响起 灵异翻了个白眼 你又想滑水是吧 你想的话 不是分分钟就能超过他们的进步 承霄见兮兮 得记续道 我是你手里的王炸呀 王炸哪有一开始 就用出来的道理 你要是顶不住 要输了 那是我在出手吧 好了 早点睡吧 今天晚上 你想打怪都打不了 第一页就是给你适应的 看到别人的灯塔和环境之后 你们自然会有更多动力 睡觉 承霄说完这句话之后 对内语音再也没有人作声 灵异再次看了 眼漂亮国的那座灯塔 看把你牛的 等明天怪物来洗 老子一个光细尽咒 让你看看 什么叫人造灯塔 随后 灵异走回自己的小木屋 洗地儿睡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灵老爹 你睡了吗 能陪我聊聊吗 唠一宿的那众 灵异 我特魔都快睡着了 异哥 我也怕 能说说话吗 丁 管理员已将成元孙大川 逢三有敬言 对内语音安静了 灵异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过被这么一折疼 他困意也散了大半 也不知道还要多久 才算过去这一夜 灵异索性坐了起来 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事能前 随后 灵异才眼前一亮 灵异手一番 一本技能书出现在他手中 这就是黑暗系的技能书 反正也闲着末世 做 也很久末加点了 今天晚上就把虚空戏给 夹道径皱记看看 灵异将手中的技能书捏碎 下一刻 一道提示传来 丁 恭喜你学会了新技能 暗刃术 丁 受到特殊道具 虚无之手影响 你的暗刃术戏 别蜕变味虚空戏 请告 虚空戏技能 不存在一阶法术 请再实现内将该系法术 升接到存在法术的等阶 否则本次蜕变效果将回溯 灵异收到这条信息的瞬间 整个人都精神了 卧槽 坑爹呢 虚空戏没有一阶法术 要是不能在限定时间内加点 岂不是会白白浪费一次 把暗黑戏 蜕变到虚空戏的机会 你妈 一时兴起要加点 现在不加也不行了 341点第341章 无明虚空 暗示朱天 真正的大恐怖 第341章 无明虚空 暗示朱天 真正的大恐怖 本来南极冰冻之旅 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灵异是不想再克金 购买技能点了的 他本来也没打算 将虚空戏加到高阶 凭借这些天攒下来的技能点 也足够看出来 虚空戏这个稀有技能术的特性了 但现在骑虎难下 他不克也不行了 好在之前参加巅峰赛 让南宫领买盘口 剩下的七个多亿的蓝星币 也已经全都转到账户上了 让灵异现在不至于完全没有钱克金 一波十连过后 灵异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八千多个W没了 现在没点钱 还真的不够继续克金了 随后 灵异看了眼 自己目前还能够加点虚空戏的时间 只剩不到三分钟了 还好现在有一件加点 不然灵异手都要抽金了 都架不到高阶 消耗500点技能点 你的虚空戏技能提升至二阶 但依旧不存在对应技能 请继续加点 消耗2000点技能点 你的虚空戏技能提升至三阶 但依旧不存在对应技能 请继续加点 消耗5000点技能点 你的虚空戏技能提升至四阶 但依旧不存在对应技能 请继续加点 消耗10万点技能点 你的虚空戏技能提升至七阶 但依旧不存在对应技能 请继续加点 一口气加到七阶 灵异眼睛都直了 不是哥们 你虚空戏直到七阶 都没有第一个技能出现吗 灵异有些震撼 随后 他有些不信邪的继续加点 消耗50万点技能点 将虚空戏技能提升到八阶 依旧无视发生 死 所以 是要加到静咒是吧 灵异看了眼技能点余额 咬牙继续往上加 消耗100万点技能点 你的虚空戏技能提升至九阶 但依旧不存在对应技能 请继续加点 灵异 感觉加个点 都能加出仙人跳的感觉 我没开玩笑 所以 虚空戏的真谛 就是将技能点 都全都变成虚空对吧 看到所剩不多的加点时间 灵异心中意狠 克 继续克 都到这个地步了 不可能不继续加的 消耗200万技能点 100万货币 你的虚空戏技能进阶了 你获得了新技能 静咒 无名虚空 呼 灵异常出一口气 变态 太他妈变态了 这个系的技能 竟然需要加到法子静咒这个等级 才会出现第一个技能 没等灵异打开技能栏 下一刻 灵异就发现 自己再次身处一片幻想之中 黑暗 永无止境的黑暗 跟黑色大帝这个副本的黑暗 完全不同 灵异目前所处的 这片幻境中 是真正意义上 不会存在半点光亮的 光明无法在这里存在 灵异只能用目前的第三只眼 也就是引力触手 来探查这片幻境 然而 下一刻 灵异就心中 涌现一丝良意 就在刚刚 他放出去的引力触手 似乎拂过了某种 存在生命迹象的东西 那东西的触感 粘稠 柔软 外形完全跟灵异所知的任何生物 没有关联性 真正让灵异胆寒的是 以他目前的引力领域 也无法完全探查出 这只巨型生物的真实体型 就像盲人摸象 但灵异无法确认 自己是不是只摸了一个象鼻子 巨物真正的主要部分 却完全没有触及到 万幸的是 灵异确定 这巨物应该是处于某种折服 或是沉睡的状态 灵异并没有将其惊醒 将引力触手收回 灵异又选了一个 跟这只庞然巨物相反的方向探查 十多分钟后 灵异额头上 已经渗出了一层层细密的冷汗 诡异 荒谬 不可描述 不可名状 他简单地探索 让他触及到了 他太多无法理解的东西 这里到底是哪里 空间的广袤程度 完全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但这个宇宙中 不存在任何星辰 有的只有灵异无法理解的 可不存在 跟前几次一样 这道幻象 并没有纠缠 灵异太久的时间 很快 灵异就重新回到了 他的小木屋中 之前用出来的 那个光系技能 此刻已经彻底 被黑暗蚕食殆尽 灵异也渐渐习惯 这里的黑暗了 他没有再次使用照明技能 而是转而打开了 自己的技能栏 静咒 无名虚空 在看到技能名字的时候 灵异心中出现顿悟 刚刚所在的那片区域 应该就是无名虚空了 虚空系的技能 加道法则集 才让自己跟那片 蕴含着无数大恐怖的味面 产生了一丝联系 随后 灵异收束心神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查看起自己获得的 这个新技能 静咒 无名虚空 类型 被动技能 等阶 九阶 细别 虚空系 消耗 无 吟唱时间 无 冷却时间 无 效果一 你的随即一个元素系技能 在一段时间内 会被无名虚空的未知 存在腐化 被腐化的技能 将会展现出新的形态 效果二 现在你对目标施加的所有负面效果 效果翻倍 持续时间 延长至无限 效果三 现在即将被你杀死的所有目标 将会被虚无法则所捕获 进入无名虚空中 永不复还 通过这个效果 得到的击杀术 将转化为所有被虚空 腐化技能的伤害值 随着你的击杀术增多 你也会渐渐吸引到 无名虚空中 某些未知存在的注目 它们偶尔会在你 使用技能的时候 亲自降临到你所在的位面 为你提供小小的帮助 当前腐化技能 三重炎枪 11时36分21秒 当前击杀术 灵当前转化伤害值 灵当前吸引的注目程度 不值一贴 备注 虚空永不满足 灵异是一脸猛逼的 它本来以为虚空系的法则静咒 应该是个逼格很高的 大范围超阶技能 但实际上 竟然是个被动技能 灵异又切换到火系技能页面 很快就看到了 被腐化的火系三阶技能 三重炎枪 此刻这个技能在技能列表中 蒸腾出一片片幽绿色的邪火 看起来就不太对劲 并且三重炎枪这个技能名字 也彻底变了 342点第342章 静咒无限制使用 炼狱模式 第342章 静咒无限制使用 炼狱模式 邪火灵主 的焚心长枪 类型 主动技能 等剑 九阶 细变 火焰虚空系 消耗 2000法力值 吟唱时间 五 冷却时间 五 效果 召唤焚星长枪 刺向你的主要目标 对极大范围内的所有敌方目标 造成虚空火焰伤害 再看到这个腐化技能的下一刻 灵异终于意识到 这个虚空系法则静咒的变态之处了 这是直接把一个三阶技能 硬生生变成九阶静咒了 并且蓝号 冷却和吟唱时间 还全都是三阶的水平 虽然这个被腐化后的技能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机制 只能造成大范围的伤害 但已经足够了 这是能够无限制疯狂顺发的进咒 虚空火焰伤害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元素伤害 想想都知道 拥有这种特殊元素 伤害抗性的怪物和BOSS 应该是屈指可数的 那么对绝大部分目标来说 这个特殊类型的伤害 就等同于真实伤害 并且灵异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技能的伤害加成方式 是双加成 也就是说 又能吃到灵异的精神属性 加成的伤害 又能吃到虚空系 独有的击杀术叠加的伤害 如果说苏瓦是猛干 就会变强的一拳超人的话 现在虚空系的特殊叠伤机制 让灵异也能通过击杀更多怪物 来无限制地 给所有虚空系技能增加伤害 这不巧了 现在黑色大地这个副本 不就是一个 需要不断击杀海量怪物的副本吗 这个副本过后 可以预见的是 灵异的虚空系技能 将会直接度过萌星期 甚至有望成为 灵异使用最频繁的 主力高伤技能系 一夜过去 灵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但睁开眼 还是一片黑 睡了就跟没睡一样 如果不是小木屋外面的嘈杂声 越来越大的话 灵异甚至都不会醒 灵异起身 推开小木屋的门 然后一个照明术打上天空 光亮飞速消散 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灵异还是看清了门外的景象 那是成群结队 足有数百只规模的漆黑怪物 这些怪物 也算是老熟人了 此前 灵异在世光之城斐列卡 英旧见到过 这些怪物 没有实际的形体 免疫物理伤害 但光系伤害 对它们有加成 只是一个普通的照明术丢出去 灵异就听到了大片大片的哀嚎声 但这些怪物 却并没有受伤 也没有死亡 请注意 第一波怪物 即将攻击你所在的小木屋 请在规定时间内 将其全数击杀 与此同时 请最大程度保证 你所在的小木屋的完整度 这道通告 直接出现在灵异五人小队的 每个人脑海中 与此同时 灵异眼前也浮现 第一波来袭 一分33秒 设施完整步 100% 击杀奖励 基础升级材料 简易加固材料 实现肃清奖励 优秀升级材料 优秀加固材料 初级工人三名 看完要求和给的奖励之后 灵异算是彻底上手 这个副本的模式了 核心其实无非就是 不断强化自己的灯塔 这是一切的根本 甚至它还给了 能够帮你升级 和加固设施的工人 也就是说 这个副本开局就是最难的了 后续如果灯塔升级的 又快又好的话 反而会越来越舒服 队内语音净悄悄一片 灵异很确定 他们肯定也跟自己一样 收到这条消息了 只不过估计都在忙着 应对第一波怪物 所以暂时没有交流 别看冯三友和孙大川 在这个队伍里 可能算弱一点的那一档 但单独拎出来 也比很多职业者要强了 一分半的时间 很快过去 第一波怪物准时来袭 只不过灵异都不需要动 他之前放出来的那个照明弹 就帮他全监了所有怪物 没办法 对于这些隐魔大军的 孽生子四来说 光系技能真是他们的克星 随着第一波怪物被肃清 灵异也获得了 大量的升级材料和加固板材 除此以外 还有三名人高马大 看起来就很可靠的 工人刷新出来 灵异一声令下 这三名工人 就开始了对灵异所在的 这处小木屋开始改造 恭喜你肃清了 第一波来袭的怪物 你的建筑 正在飞速升级中 请选择你接下来的 怪物来袭模式 简单模式 以天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每个波次的怪物数量适中 但奖励也会有所削弱 普通模式 以12小时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怪物数量为标准 奖励为标准 困难模式 以6小时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怪物数量增加 奖励增加 噩梦模式 以3小时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怪物数量极多 除了基本奖励外 怪物有几率 掉落额外的升级 和加固材料 地狱模式 以30分钟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怪物数量为 普通模式的10倍 奖励提升3倍 升级和加固材料 升级为稀有级 在此模式下 庇护所的升级和修建 将自动完成 猎狱模式 以5分钟为单位 不断有怪物清洗 你所在的庇护所设施 怪物数量 为普通模式的50倍 奖励提升10倍 会掉落史诗级的 加固材料和升级材料 在此模式下 庇护所的升级和修建 将自动完成 灵异眼前一亮 他原本还嫌弃 这个副本流程太长 现在好了 有短流程 而且是5分钟一波 并且选择炼狱模式 得到的升级资源 只会更多 谨慎点吧 选割噩梦模式差不多了 承销的声音 在队伍语音中响起 什么烂打街的副本 他和南宫灵作为过来人 自然知道 这个副本到后面的波次 怪物会有多恐怖 炼狱模式下 50倍的怪物 就不只是杀到土 这么简单了 而是根本杀不完 大量的怪物冲破阵线 结果就是 你人可能没死 但你保护的灯塔没了 一样算作失败 定 队长灵异 选择了炼狱模式 怪物将在5分钟后来写 请做好准备 守住阵线 承销 南宫灵 孙大川 冯三友 2A2 求约票 推荐票押 343.343章 多国灯塔聚落计划 VS相信灵异 第343章 多国灯塔聚落计划 VS相信灵异 灵异也是一愣 啊 自己队长选了模式 队友就选不了模式了吗 所以 他们也都是炼狱模式了 这不就尴尬了 但开工没有回头键 模式确定下来了 就不会更改了 副本通告 然灯者灵异所带领的小队 选择了炼狱模式 受其影响 所有在K3区域范围内的 其他燃灯者 可能会受到波及 难度飙升 为了避免受波及的 燃灯者营地 遭遇不属于 所选难度的怪潮 现提供免费迁移营地机会 请所有在K3区域范围内的 燃灯者 在实现内做出选择 忽然 一道副本通告响起 所有处于黑色大地 这个副本中的人 都收到了 瞬间整个副本频道 就炸开了锅 竟然有人 选了炼狱模式 这是谁的部将 竟如此勇猛 巴嘎 这不是勇猛 这是白痴 炼狱模式的怪海 根本就不可能 在五分钟内杀得干净 可能前几波还有机会 但是 从第五波开始 就绝对不可能了 尤其是灯塔的相关设施 还没有升级上去 光凭人力 就是不可能杀光所有怪物的 阿西吧 我就在K3区域啊 哪个蠢货选的炼狱模式 不要害别人啊 法克 我也在这片区域 我已经决定更换区域了 有没有一起的 一起一起 让他自生自灭就好 我翻了下通告 那个开启炼狱模式的 蠢货名叫灵异 一听就是大吓人 大吓人都是蛇精病 离远点好 要死别拉着我们垫背 通过第一波怪物之后 灵异五人 自然也正式成为 所谓燃灯者的一员了 副本频道中 不断刷屏上去的信息 灵异等人也看到了 黑色大地这个副本 的确有些特殊 光是看名字 灵异就发现 超过十多个国家 的专属人民了 可想而知 此刻在副本中 到底有多少个国家 在彼此竞争 灵异打开门 再次看向 屋外的无边黑暗 然后就发现 那黑暗中 星星点点的灯塔和营地 竟然再一个 接着一个的消失 灵异瞬间就懂了 这些营地背后的职业者 肯定是选择了 迁移营地 想要尽快避开自己这个 选择了炼狱模式的营地 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竟然还能这样 承霄的声音 忽然在组队语音中响起 队长 我来了 灵异一愣 来了 什么来了 随后 灵异又听到南宫灵开口 我也过去了 嘻嘻 终于能抱大腿了 灵老弟 我也来了 哈哈 承霄好心给灵异解释了一通 刚刚除了你以外 我们这些分散在其他区域的人 都收到了通知 询问我们 是否愿意前往 目前已经存在大量空地的 K3区域建立营地 看来这个副本规则 不仅会提醒那些 原本就在危险区域的人避险 也会通知其他那些 在安全区域的人 是否愿意 故意选择危险区域来扎营 本来我们需要各自为战的 现在 因为你的模式选择 我们反倒靠得近了 都在一个区域的话 后续说不定还能互帮互助 灵异闻言 眼前一亮 他之前还因为开了练运模式 给其余队员带取麻烦 而感到有些愧疚 现在就不会了 离得近了 那就意味着 自己一个光系静皱下来 他们的压力 也会小很多 哈哈 看看 我牵一到哪里了 漂亮国爸爸 我来了 脱离那个神经病所在的区域 我竟然直接被传送到了A1区域 法克 羡慕啊 A1区域的正中心 不就是漂亮国超级大灯塔 所在的区域吗 我早就听说了 现在整个A1区域 简直就是天堂 就算选的是噩梦模式 很多怪物在刷新出来的瞬间 就会被那座超级大灯塔 给直接杀掉一大半 巴嘎 为什么我就没能随机转移到A1区域啊 别说A1区域了 以那座超级灯塔 能够辐射的规模 周边的A2和B1区域都有服 喂 at la jar 跑到我的眼皮底下 得到庇护 是有代价的 等出了副本 回去 让你们的人 把那份灵精矿卖的转让协议 和开采许可签了 到时候 我们的军队 也会驻扎在你们的国土 给你们提供保护 就在众人纷纷讨论的时候 忽然一个 ID名为亚当斯的人发言了 并且 他的ID前缀 还挂着通关的波次数 那里赫然写着50 毫无疑问 这位名叫亚当斯的人 就是这次漂亮国派过来的队长 他本人现在就住在那座超级灯塔之中 被亚当斯艾特到的拉扎尔 面色一苦 但他思来想去 只能回复道 好的 亚当斯大人 亚当斯 看你好像还不情愿的样子 你知道能得到我们 伟大的漂亮国军队驻扎保护 是多大的殊荣吗 其他那些没有得到庇护的人别担心 只要我们通过60波 就会开启驻地模式 届时 A1区域和我们灯塔向外的辐射区域 你们不愿意签协议的 我只好请你们离开 其余愿意签协议的 就可以得到我的邀请 来到A1区域 看到这句话 其他国家的人都在心中赋肥 但一方面 又确实缠A1区域的福利 都在思考 是不是要捏着鼻子 让梅军进到自己家里 然后换取这个副本的庇护 到时候 以A1区域为中心 多国灯塔聚落建立起来 那就真的无敌了 其他各国虽然心思不一 但跟林毅等人一样 收到邀请函 进入副本中的大厦职业者 就不乐意了 经典拟国军队 保护全世界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名为保护 实则掠夺 逼着别人签协议 驻扎下来就不会走了 别国国土上出产的 顶级临近矿脉 最后全都变成 漂亮国的囊中之物 真他妈的不要脸 别跟这些杀笔讨论了 听不明白的 兄弟们 刚刚那条通告 提到的名字注意到了吗 灵异 是那个灵异吗 就是他 操 那什么也别说了 他选炼狱模式 我服气 嘿嘿嘿 兄弟们 悄悄告诉你们 现在还有几十秒的时间 能将营地迁移到K3 你嘛 怎么不早说 那老子去K3 我也去 算我一个 相信我一个 344点第344章 此后若无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第344章 此后若无聚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瞬间 整个副本频道的画风 就完全分成了两个主要派系 一个是漂亮国提出的 多国灯塔聚落计划 他们率先建起了 最牛逼的一座灯塔 然后 打算拉拢其他国家 逼迫他们 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以此来换取他们所谓的保护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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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眼前忽然多出了一簇簇 不算明亮的灯火 那代表着一个又一个的营地和庇护所 他们跟漂亮国 目前已经建成的那座大灯塔 完全没法比 但在这个时刻 却有一种惺惺之火 可以燎原的架势 这群大厦人疯了 竟然真的大部分 全都转移到K3区域了 愚蠢 愚昧 看过灵异比赛的老外并不多 很明显 这个副本里的 这些外国人 就没太听说过灵异的名字 但对那些看过灵异比赛的人来说 此刻真就是无条件相信他 稳了 老子已经转移了 不是 兄弟们 你们难道真的半点忐忑都没有 说实话 我虽然转移过来了 但是还是有些慌的 哈哈 不是不相信灵异大佬哈 我是只是觉得 炼狱模式 可能真的很恐怖 本来就没有升多少级 失败就失败了 难兵一条 大不了就交在这个副本了 看到这一条条发在副本频道里的话 以及随后来自其他各国的冷嘲热讽的话语 灵异忽然胸中涌现出一股热血 在这片永夜王宫的前线 修建灯塔 本就是为了后续团队副本做准备 现在这些人无条件地相信自己 让灵异忽然感觉到了 名为使命感的东西 那我也必不负所托 灵异的目光坚定了起来 休息时间结束 第二波怪物来袭 守住阵线 随着一条通知的落下 下一刻 灵异就看到 自己所在的这片营地外 瞬间刷新出了茫茫多的怪物 灵异扫了眼来袭怪物信息 怪物总数突破三万 其中精英级的怪物足有数百只 灵主级的怪物也有十多只 这才只是第二波 可想而知后续的波次 怪物会有多变态 除了包围灵异所在营地的这些怪物以外 整个K3区域 也直接变成了各种暗影怪物的乐园 之前追随灵异而来的那些 大夏职业者营地的火焰 在如此恐怖的怪物数量面前 风雨飘摇 下一秒就要熄灭 这些隐魔怪物不是受累 也不会嘶吼咆哮 甚至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下 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虚实 但整体诡异恐怖到极点的氛围 是任何人都能感觉到的 那是深入骨髓的畏惧和寒意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下一刻 所有怪物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完全无视了所有的职业者 直奔他们所守护的灯塔 和庇护所而去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那些将自己的营地迁移到K3区域的人 就彻底淹没 在一片隐隐绰绰的怪物洪流中 这一刻 那站在最高灯塔之上 冷眼旁观这一幕的亚当斯嘴角 勾起了一丝微笑 他的手中还端着一杯香槟 身后的房间里 也有好几名金发碧眼的美女 在嬉闹着叫他回去快活 但亚当斯又怎会存活如此美妙的景象呢 他的眼中浮现英狠快意的光芒 作为整个漂亮国 目前最大的心腹大患 大夏这个名字 但凡是一个漂亮国的职业者 就巴不得得而诛之 现在看到灵异等人所在的K3地区 即将沦陷 而他却能在奢华的宫殿礼品为美酒 把玩美女如何不痛快 亚当斯举起酒杯 向着远方的黑暗致翼 这一杯是永恒的黑夜 以及我那将死的仇敌 只不过 就在亚当斯打算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的下一刻 一道昏暗的光线 似乎在无穷高的天穷之上亮起 亚当斯面色一致 光 太阳的光 不 这不可能 这里是永恒王宫的前线 所谓光明 在此地无法存活 隐魔大君 不允许他存在 只有自己是例外 他是第一个收到邀请函 进入副本的人 漂亮国也因此 第一个知道了永恒王宫即将开启的情报 官方高层非常重视 甚至给了他一件无比贵重的特殊道具 就是凭借那个特殊道具 他才能一路通关 将灯塔建了起来 啪 华美的香槟杯跌落在地 发出清脆的声响 瞬间就引起了后方宫殿中几个女人的注意 亚当 怎么了 几个女人收起玩闹的心思 迈着猫不走了出来 下一刻 他们就纷纷尖叫起来 只因为在他们的正东方向 也就是 K三区域所在的位置 天穷之中 一道刺目的白光 轰然乍现 那道白光 刺穿了笼罩在这片永恒黑暗大地上的无尽夜幕 降临世间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道破晓的光线降临后 是千千万万次目的光线接踵而至 也许是因为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待得太久 就算是已经习惯了自己灯塔光芒的亚当斯等人 也只觉得 眼前一片白茫茫的一片 完全看不清半点东西 区区引火 又怎可与大日争辉 瞬间亚当斯的 这座超级灯塔 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与此同时 K三区域中 那些迁移过来的大厦职业者 呆呆地看着天空中 从天降的刺目日光 这道光芒的壮美 不足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 至黑之夜中 升起了拯救苍生的光芒 有人甚至浑身颤抖 热泪盈眶 随着这道圣阳药般的彻底头事儿下 整个K三区域 无数扭曲猙獰的暗影怪物 发出如同风声呼啸般的哀嚎声 短短数秒过后 整个K三区域 那数量多达数十万的怪物 在纯净的圣光中灰飞烟灭 所有K三区域营地的危机 顷刻解除 众人只觉得 浑身都沐浴在极致纯粹的圣光之中 舒坦无比 而随着这道光辉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道被赤裂的光芒 所投影出来的身影 那是灵异的身影 光系法则静皱 圣阳药般 只不过这一次 灵异感觉到 这一道突破了无尽黑夜和暗影的药般 照耀在自己身上时 好像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变化 他庞佛变成了圣光在这处黑暗之地的代言人 他走到哪里 这道光就会照到哪里 如果这片黑暗大地没有聚火 那他便是唯一的光 求约票 推荐票呀 345点第345张龙岩卓士 大下塔楼 第345张龙岩卓士 大下塔楼 你的庇护所得到了未知赐福 获得了能够吸收一亿伤害的护盾 护盾存在期间 你的庇护所辐射范范围内的其他庇护所 获得30%的伤害减免 且位于盛阳药般照耀范围内时 每小时自动恢复10%的最大耐久度 一条通告回响在灵异 以及所有K3区域的营地燃灯者脑海中 死 30%的伤害减免 每小时恢复10%的最大耐久度 他们跟灵异不一样 他们多少 已经在这个副本里 经历了十几波 矮置数十波怪物的袭击 早就知道 这个副本的难点 根本就不在于杀怪 也不在于本身 他们本身拥有减伤保命技能 反倒不会那么容易死 但是他们的庇护所才是点 脆得跟纸一样 只要稍微被怪物蹭一蹭 耐久度就滑滑往下掉 不少人都阿嚎过 别打我点 有本事冲我来 现在灵异给的这个buff 直接让他们缠封了 爽 太爽了 五分钟的时间过得极快 很快第三波怪物就刷新了 虽然目前整个K3区域 只有灵异和他的队员 选了炼狱模式 但炼狱模式带来的影响 已经在其他营地出现了 他们的怪物数量也开始暴增 并且因为怪海中有灵主级的小boss存在 很多小怪也都受到了激烈 变得比平时更加强大 但无比震撼的一幕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一波接近百万只规模的怪物 刚刚刷新 就瞬间消散一空 连哀嚎声都来不及发出 用生命证明了 什么叫做剑光死 然而 就在这一批怪物迅速阵亡之后 灵异眼前一亮 因为他发现 第四波怪物 竟然直接刷新了 虽然还不是能够攻击的状态 但这也意味着 他不用继续再等五分钟了 要是别人知道 灵异嫌五分钟太长的话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第四波怪物刷新后 间隔不到三秒 就变成了可攻击的状态 最后 他们再次见光死 灵异也发现了 炼狱模式的一个隐藏机制 那就是 虽然明面上写着 间隔是五分钟 但实际上 只要你杀得足够快 能在五分钟之内 把所有怪物全体肃清 那么下一波怪物 就会直接刷新 天空中 圣光赤炼 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而要搬笼罩的正下方 灵异大概隔个十秒左右 就会自动杀掉 一大波来袭的暗影怪物 不只是灵异 整个K3区域 其他的燃灯者 也是目瞪口呆 灵异 在抵御怪物的清晰 他们其实也一样 并且 有些人的波次 比灵异要高得多 来袭的怪物 也是茫茫多的一片 但圣光之下 众生平等 最多是有些灵主级的boss 能活得稍微那么久一丢丢 但基本上都是剑光死 数分钟过后 整个K3区域 到处都掉满了 无数怪物爆出来的 用于升级灯塔的材料 和加固设备 甚至还有一些品质 达到了精良 甚至史诗级的材料 我怪呢 特魔的我的怪呢 好像我都不用去杀怪了 这些怪物一刷新 就全死光了 来袭击我庇护所的怪物 也被大佬全受了 有点夸张了 灵异大佬 给跪了 赴本频道里 传来了一阵阵 大下职业者们的欢呼声 当然 还有无数其他国家 职业者的难以置信 和酸言酸语 WTF 怎么天亮了 K3区域怎么回事 好像出太阳了 这不可能 这个副本 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 还从未有过太阳出现 这是隐魔大军的老巢 怎么可能会有太阳的存在 那 那道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法术我之前看到过 只不过是在电视上 我依稀记得 当时泛亚青年职业者 颠峰赛的冠军 就用过这个技能 那是禁咒 啊 禁咒 禁咒是什么东西 巴嘎 禁咒都不知道 那是法师的九阶法术的称呼 就在无数外国人疯狂讨论 K3区域的异变时 一连串的副本通告 开始以十秒为间隔 疯狂刷屏起来 黑色大地区域通告 恭喜大下国队伍 成功通过第二十波怪物的考验 获得本难度模式下 唯一性奖励 天龙火柱 恭喜大下国队伍 成功通过第二十一波怪物的考验 恭喜大下国队伍 成功通过第二十二波怪物的考验 漂亮国大灯塔顶楼宫殿前方 亚当斯的面容都扭曲起来 十秒钟清理一波 炼狱级模式的怪物 这是连他都不敢想的事情 这一大波刷屏 直接让无数其他区域的外国人 集体骂了 阿西吧 为什么大下那边 能通关得这么快啊 按照这个进度 他们这才刚刚进来不到半天 就要追上我们大部队的进度了 太快了 杀得太快了 这不合理 这不应该 为什么他们 我 我也有点想去K3区域了 我也想去 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 更改区域的机会啊 唉 我之前就是在K3区域的 我怎么就迁移出来了呀 看到一群人在副本频道里 垂胸顿足 悔不当初 无数大下职业者 别提有多爽了 当然 他们也没忘了冷嘲热讽 之前说 我们愚蠢 愚昧的 也是你们 这群跳梁小丑 现在吃不到葡萄说酸的 也是你们 笑死我了 我就喜欢看你们反复横跳 悔不当初的样子 哈哈 别想这么多了 多甜甜你们的漂亮爹 可能还有点用 哦 可能再过个十多分钟 你们漂亮爹的那个灯塔 也就不值钱了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整个K3区域的正中央 一座灰红的灯塔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当中 炼狱模式难度下 灯塔的修建和升级 完全是自动化的 没有看到一个工人 但之前灵异杀死大量怪物掉落的材料 会自动飞起来 不断组装成新的更大的板材 然后 灵异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原本简陋的小木屋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高 占地范围也越来越大 并且跟漂亮国的那座大灯塔不一样的是 灵异得到的唯一性 稀有材料 似乎是另外一种建筑风格的 灵异眼前的这座巨大的建筑物 与其说是灯塔 不如说是一座塔楼 有着浓郁华夏古风的战争塔楼 而塔楼正上方 一只雕刻着栩栩如生 参龙投入的巨大炮口 也在缓缓修建成形 346点第346章亚当斯 小丑竟是我自己 第346章亚当斯 小丑竟是我自己 数分钟后 来袭的怪物波刺 也进入了40波这个层面 炼狱模式下的40波之后 就算是灵异 也觉得有点夸张了 就算是圣阳药般这种法则禁咒 想要完全肃清多达300来万的怪海 也需要花些时间 刷屏的频率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但全自动挂机杀怪家 升级庇护所的进程 却丝毫没有拖慢下来 你们快看 灵异大佬的灯塔 碉堡了 卧槽 好帅 那已经不算是灯塔了 那他妈简直就是古代战争堡垒 只见此刻灵异的庇护所 已经扩建到了约50米的高度 整体外墙 还是土石结构 但装饰的颜色 却呈现红黄两色 并且 有大量的大厦中的祥瑞生物的时刻 以及浮雕错落期间 整个堡垒是分层的 灵异现在的规模 大概见到了30层左右 每一层都设有瞭望台 和巨型强弩发射机 光是看一眼那弩机上的 巨型弩炮的寒光 就会让人心惊胆战 整个塔楼内部 是没有士兵的 这些弩机弩炮等防御设施 同样也是走上了自动化 但最吸引人眼球的 还是塔楼顶部的 四台巨大的天龙火炮 这四台火炮 不是自动开火的 是完全由灵异操控开火的 他刚刚尝试了一下 使用天龙火炮 随后就发现 他的视角 直接变成了一个 从K3区域上方 完全俯视的上帝视角 火炮的毁灭区域范围 也标识出来了 灵异完全可以选择 任意一个区域 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确实是有塔房那个味道了 灵异感觉 这四门火炮 就跟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 玉米加农炮一样 就是给人爽的 不过目前还用不上这些设施 光是圣阳药般的效果 就足以保灵异 直接到70波以上了 定 你收到了一份 来自其他燃灯者的 升级材料补给 定 你收到了一份 来自其他燃灯者的 加固材料补给 定 你收到了一份 来自其他燃灯者的 特殊强化设施图纸 灵异忽然收到了 一连串的副本通告 随后他才发现 副本频道里 无数K3区域的 大厦职业者 都在艾特他 at01 大哥 反正怪都是你杀的 我要这些材料 也没用 大佬你用来 升级你的庇护所吧 at01 老大 一时间 我们也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我们也只能把这些 所有掉落的材料 用弓兵送给你了 大佬 别拒绝 一定要收下 我们能活到现在 真全靠你 at01 兄弟 我已经把我通关 30波的设施归零了 材料全给你了 原来 就在01之前 用出禁咒 帮所有K3区域的 其他大厦有 军角面影魔怪物的时候 这些人也在频道里 彼此商量 要如何报答灵异 这就是他们商量的结果 庇护所的升级 和加固是没有上线的 并且 特殊攻防设备的添加 也是没有上线的 他们决定 将自己 已经建好的庇护所 直接归零 将原本消耗的材料 全都一股脑地送给灵异 灵异站在城楼之上 他也体验到了一把 亚当斯一览众山小的视角 他能够看到 整个K3区域 原本那星星点点的火苗 正在飞速消失 他亲眼看着一些 已经建成十多米高的灯塔和城楼 被一点一点一平 打回原样 他们的工人和护从 全都变成了搬运工 将一件件材料 主动送到自己的营地这边 说实话 灵异是有些感动的 这种困难时期 种植成城的感觉 果然就算在另一个世界的大厦 也一样存在 灵异就像那村里 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村民们为了他 将家底都掏空了 也要供他上学 灵异也暗暗下定决心 这些人给的材料 他肯定会想办法还回去 让他们的庇护所 也强大起来 一座灯塔孤立云颠 不如百座灯塔 齐齐生辉 燃灯者刘凯 将庇护所升级状态清零 返还80%的建造材料 燃灯者司马轩 将庇护所升级状态清零 返还80%的建造材料 燃灯者张大彪 将庇护所升级状态清零 再次在副本频道刷屏 这一次 所有外国人还是看待了 这些名字 全都是大厦的名字 那些大厦人 跟打了鸡血一样 疯了 他们真的疯了 直接拆了自己的庇护所 全都攻击一个人 这些大厦人 脑子里都装的什么 全都是所谓信念的东西吗 没了庇护所 只剩一个小木屋 只要遭遇任何一只游荡的怪物 瞬间就会被攻破了呀 他们不理解 甚至将自己带入进去 觉得做出这种事的人 一定是疯子 但他们 却不得不佩服 有勇气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同时 也羡慕那个名叫灵异的人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一出手 直接就成了真正的明星所向 漂亮国灯 塔顶层宫殿的露台上 亚当斯看着远处 K3营地那座 逐渐拔地而起 丝毫不逊色于 他的灯塔的神龙塔楼 也看到了 那一片片打碎虫剑 以自身骨血 来供养灵异的人 气到浑身发抖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在他看来 那些又穷又贱 只知道偷何抢的渔民们 根本就不配得到他的庇护 就算要他庇护 那也要付出代价 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暗中标好了价码 人都是分三六九等的 在哪里都一样 哪有什么情意 有的都是交易 所以 他允许那些归顺于他 臣服于漂亮国的那些弱小国家 成为他的群下之臣 以资源来换取庇护 他觉得 这合情合理 但此刻 灵异 以及上百名大厦职业者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做无私 什么叫做奉献精神 他们不求任何回报 而是直接把自己的一切 都给了他们的庇护者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真的可能吗 亚当斯心中一狠 直接给AE区域 所有受他庇护的人 发去消息 拆了你们的庇护所 把你们的材料也都给我 这都是为了对抗大厦 不能让他拿到真正的霸权 亚当斯这条命令发出去后 呼吸也粗重了起来 灵异 你能做到的 我也能 然而 哭等半少 亚当斯也没有收到任何一条回复 那些得到他庇护 目前处于AE区域的其他国家 营地的职业者 完全就在装死 假装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亚当斯费都快气炸了 他感觉他刚才的行为 活像的小丑 求约票 推荐票压 347点第347章统一回复 看不上 第347章统一回复 看不上 海量资源堆积到灵异的塔楼下方的空地上 这些大厦职业者送货的速度 比灵异全自动修建塔楼的速度还要快 定 消耗6.3万份影魔残留精华 你的庇护所攻坚等级升到了LV37 定 消耗6.3万份腐化暗影海骨 你的庇护所防御等级升到了LV37 定 消耗8.2万份永夜余念 你的特殊设施等级提升到了LV8 随着源源不断的材料供给 灵异的塔楼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越发雄伟辉弘 距离炼狱模式开启 也就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此刻灵异已经能够站在塔楼的超级瞭望台上 俯瞰整片黑色大地 远远望去 漂亮国亚当斯建起来的那座灯塔 现在 已经要比灵异的天龙塔楼矮上一截了 原本需要一仰视视角 才能观望的灯塔 现在已经变成俯视视角了 并且灵异的这座天龙塔楼 无论从外观上 还是占地规模 都远远超出了亚当斯的那座灯塔 攻坚等级和防御等级 双双突破35级之后 这座塔楼顶部的天龙炮台 也从四门变成了六门 并且 即使灵异没有操控它们开火 炮台也会自动喷出金黄色的龙颜流火 流火宛如流动的黄金 顺着塔楼顶部倾斜而下 让整座天龙塔楼 看起来就超凡脱俗 壮美无匹 亚当斯看着远处K3区域 里灵异的塔楼 英俊的面旁在不断抽动 他是眼睁睁看着这座超级塔楼 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建起来的 从俯视到现在 需要仰视 也就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更加让亚当斯气炸的还在后面 只见除了灵异的那座超级塔楼以外 整个K3区域 还有其他四座 同样具有浓厚大厦风格的城防设施 正在拔地而起 因为除了灵异以外 还有四个人 也连带着选了炼狱模式 他们即使没有别的大厦职业者 输送的大量资源 光是炼狱模式下的怪物掉落 也足够他们 将自己的庇护所升级起来了 冯三有的庇护所 位于K3区域的西边 也不知道这小胖子 选了什么风格 最后竟然成型的是一座佛塔 整座塔 佛光阴晕 阴声阵阵 看起来宝像庄严 南宫灵的庇护所 则完全是圣唐风格的女王宫廷 配备的攻坚设施 也很有意思 是毒烟和尖刺陷阱 灵异都有些诧异 不过玄机想到 南宫灵的职业是幻术师 这种外人看起来有些卑鄙的东西 他可能玩得最溜 承销的庇护所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运营和挑选材料和设备的 直接建了一座悬浮在天空中的浮空城出来 浮空城下方的云雾深处 则放有无数能够轰炸地面怪物的符咒武器 灵异件都没见过 孙大川的最特殊 他的庇护所 不是城市 超级战车 如果不是战车的制式 看起来像战国先情似的款式 还挂着两面战旗 灵异都感觉 这货是跑到德意志那边进修过 我的战车帅不帅 你轮子哪来的 这些怪还能掉轮子 城霄也是嘖嘖称奇 他以为他的浮空城 就已经是最掉的了 没想到孙大川这货 直接整了台战车出来 轮子当然是不会掉的 我可以造啊 你别说 这副本奖励的那些工人 和锻造湿水瓶虽然一般 但剩在一个听话 我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最主要的是 他们一旦上手之后 还不会犯错 这可比我那几个笨徒弟 要好多了 我都忘了 你是锻造师出身了 那不奇怪了 不过 你这战车 能跑吗 灵异听着城霄和孙大川的对话 也是十分感兴趣 废话 不能跑我造轮子干嘛 我他娘的造这玩意 就是为了去找灵兄弟 互相抱团的 我 我可不是怕黑啊 孙大川的这句解释 直接让队伍频道里 开始报销 笑声最大的是 冯三友这货 不过很快 他就被镇压了 小胖子 你再孝心不信老子回身销 也造一台战车 开到你宿舍楼下 冯三友 别别别 孙老大 我不敢了 那个 你能不能给我的这个佛塔 也改装一下 我也想去找一个 南东陵 你也真是个天才 佛塔装轮子 亏你想得出来 孙大川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是打铁的 不是搞建功的 你那佛塔 要是装上轮子之后 倒了 可不关我的事啊 冯三友 没事 倒了我 直接重新改造 我也想要一台战车 就在五人轻松地聊天 打屁的当口 灵异忽然看到副本频道里 多出了很多 艾特他的发言 At 01E 大夏的大佬 我是来自法亚国的拉莫斯 我想请问 可以让我迁移到你的K3区域吗 At 01E 大夏的灵 我是拉扎尔 我决定弃案投名 能让我投靠你吗 你放心 什么协议 我都可以迁的 你们大夏也可以派你们的军队来 保护我们 灵异看到最后这条 他感觉这个拉扎尔 自己都没绷住 灵异看了下现在的波刺数 已经快到60波了 他的波刺 快赶上漂亮国的亚当斯了 60波波刺过后 按照亚当斯的说法 是拥有招募其他营地 成为自己的附属 为其提供庇护的权利的 怪不得现在一群老外 都在求着自己 想来K3区域 不用思考 灵异第一次 在副本频道发言了 统一回复 没兴趣 不必了 灵异一帽头 瞬间整个频道都炸锅了 卧槽 大佬出现了 膜拜大佬 大佬牛逼 直接拒绝 不愧是你 我刚刚还担心 大佬会真的同意他们的申请呢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大厦什么时候 会喜欢驻军到其他国家 提供什么老十字保护了 看不上好吧 看不上 亚当斯 at la jar 法克 你疯了 竟敢背叛我 拉 jar 亚当老大 不只是我一个人 门德斯也干了 门德斯 at la jar 法克你 出卖我 老大 别怪我 我只能说是尼克那小子先带头的 瞬间频道里跟漂亮国 原本就结成所谓同盟关系的七八个国家 就开始吵了起来 亚当斯都快气疯了 平时他的这些小弟 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哪敢公然背叛他 348 点第348章 隐魔大军 龙炮开火 第348章 隐魔大军 龙炮开火 你也是牛逼 欣然让他们这种散装联盟 直接分裂了 承销在队内语音里笑道 灵异小熊探手 关我什么事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在无数K3区域的大厦职业者 在疯狂吃瓜的时候 忽然整个副本都开始猛烈震战起来 灵异站在高处 这种震动就更加明显 怎么了 卧槽地震了 这鬼地方还能有地震 无数人手足无措的讨论间 就看到在这片黑色大地无限远的深处 那里似乎有某种东西 正在疯狂喷发 都躲进庇护所里 快 有不得了的东西醒了 承销严肃的声音 忽然在组队语音里响起 灵异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用这种命令的口吻说话 当下宁谋 看向黑色大地的尽头 那里有着 一座遮天蔽日的 宏伟王宫 王宫之中 有着大量的暗影能量 正在疯狂喷涌而出 因为相隔实在太远 甚至都已经超出 这个副本 划分的地界了 灵异也没办法彻底确认 那一股黑色暗影能量 是什么东西 但此刻整个副本的猛烈地震 肯定跟这次喷发有关 光明 忽然 灵异听到了一阵低沉幽远 但充满威严的声音 在整个黑色大地上空响起 这个声音 所有在副本里的人都听到了 南宫灵面色一变 惊呼道 是 隐魔大军 他醒了 承笑 没有完全醒 现在只是他的一缕意识 率先苏醒了 估计是因为你之前 用出来的这个光系法 则静皱的原因 承笑话音刚落 灵异就猛然发现 天空中被他召唤出来的 圣阳药斑 竟然开始收束光芒 漆黑的天幕 似乎再次被一只大手 彻底遮住 死 随后 一只足以覆盖整个 K1到K7大部分区域 完全由纯粹的 暗影能量构成的巨箭 从夜幕之中狠狠扎下 这一剑如果落实了 那么等待整个黑色大地 K区域所有职业者的 将是灭顶之灾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刻印着 无数繁复符咒的八卦阵盘 凭空出现 影刺刺入阵盘之中 宛如泥牛入海 瞬间消弥无形 与此同时 灵异也看到 不远处的那一座浮空城中 成霄衣袍纷飞 双目如电 手中掐着法印 口中缓缓念出三个字 灭界钉 下一刻灵异就看到 那漆黑的夜幕之中 出现三眉规模和大小 也完全不输那柄 暗影巨见规模的蓝色尖钉 三眉尖钉瞬间成形 随后狠狠定入 夜幕之中的某个存在体内 没有哀嚎声 也没有尖叫声 天空中的夜幕 搅动翻腾一段时间后 彻底平息下来 巨大的暗影之剑 也消散一空 灵异一直凝眸 注视着天空中的景象 心中充满震撼 别人可能看不懂 那三眉尖钉 有多恐怖 他却看懂了 因为他也曾经得到过 真理的亲爱 自然知道 那三眉尖钉的作用 并不是击退 那黑幕中的 隐魔大军苏醒的意识 而是直接将整片 K1到K7区域的空间 直接锚定封印 将隐魔大军的意识 直接跟空间锚定在一起 只要那一处空间 不会崩溃 那旅意识 就永远没有逃离 锚定封印的机会 牛逼 确实牛逼 这就是和道级 真理 法则的运用方式吗 看懂了之后 灵异才越发体会到 自己跟战神级的差距所在 愣着大麻 还不去削掉你那个法术 你难道真想 以魔大军现在就行 承销的声音响起 灵异心中一灵 从刚刚那一剑的强度来看 魔军级强者的实力 已经让灵异感受到了压力 那一剑 他虽然不会死 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受伤 但是 他没法像承销这样 请客间就把危机化解 同时还保证 其他人不会受伤 因为同为法 则凝聚出来的东西 灵异不确定自己的虚无之手 能不能直接把刚才那一剑 直接扭了 所以 承销说的的确有道理 圣阳药斑不能继续存在了 不然隐魔大军迟早要醒 一旦提前醒来 整个黑色大地的副本机制 都没有意义了 这个副本本 就是趁着隐魔大军 尚未苏醒的时候 提前在前线布置好战略阵地 要是他提前苏醒 估计现在所有 刚刚建起来的塔楼和宫室 就都要被他移为平地 灵异取消了这个静咒 灵灰就彻底消散 这一片大地的黑暗 根本不允许 还有片刻光明的留存 灵异取消法术 那些残留的光元素 就全都被吞噬殆尽了 随着光明的消逝 瞬间整个K3区域的职业者们 都是一愣 怎么回事 法术怎么没了 刚才那把大剑 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要死了 就跟那把大剑有关吧 你们听说了没 这个副本实际上 是一个世界集团对副本的前线 并且跟那个世界集副本的位面 是完全相连的 副本的某个BOSS出手了吧 这些人惶惶不安地讨论 让整个副本频道的舆论风向 再次变了 亚当斯欣喜若狂 还有这种好事 他刚才都以为 他们漂亮国 一定会在这次副本的 最强灯塔之争中败北了 现在似乎是某个BOSS 直接把对面大厦的 那个法术没收了 哼 只会作弊的蝼蚁 活该 亚当斯看着再次归顺服帖于 他的拉扎尔等人 眼眸中闪烁着危险 而愤怒的光芒 他算是看清这些墙头草的嘴脸了 等他通关这个副本 回到蓝星 就一个一个去收拾他们 但现在 他们还有利用的价值 亚当斯看着远处K3区域中 依旧屹立不倒的 那座天龙塔楼 舔了舔嘴唇 现在 你没了盛光的庇护 是时候发起战争 把你的所有材料和资源 掠夺过来了 五秒钟后 第五十九波怪物即将来袭 紧守住你的庇护所 副本通告响起 灵异心中意紧 他可没有忘记 整个K3区域 其他大厦职业者的庇护所 现在 已经回退到小木屋级别了 这一波怪物来袭 就足以让他们全军覆没 灵异没有犹豫 启动了自己 所在塔楼上的六架天龙火炮 与此同时 也在对内云营里开口道 保护一下我们其他的友军 南东陵 收到 孙大川 会的 我在往你那边靠近了 灵异看着下方来袭的海量怪物 没有光 但是有火 他要用这六门天龙炮 保护整个K3营地 其他友军的安全 这个副本也快完结了 因为结构比较简单 哈哈 求约票 推荐票呀 349点第349 当犯我大下者 虽远必诛 第349张犯 我大下者 虽远必诛 第59波怪物刷新 瞬间整个K3区域 几乎被怪物填满 灵异瞟了一眼怪物的数量 随后直接咋舌 当前波斯怪物数量 1635.3万 比起其他选择的普通难度的人来说 来进攻灵异塔楼的怪物 堪称恐怖 之前在圣阳药班存在的时候 这1600万的怪物里面 大部分都会瞬间被秒杀 少部分硬撑几秒到十多秒后再死 并且就算不死 被圣光照到智芒 也是动弹不得 现在 失去了圣阳的照耀 这1600多万怪物 就显得一场有压迫感了 开火 灵异一声令下 塔楼顶端的六台天龙火炮 齐齐掉转炮口 瞬间锁定了这一波怪潮的各个角落 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火力全覆盖 随后 所有人就都只能看到 眼前赤红色的光芒暴闪 六道约有百米粗细的恐怖火龙 从这六台火炮的龙口中 喷吐而出 瞬间包围上来的深邃黑暗 就被驱散大半 橙红色的火光映照在所有人的脸上 他们的眼中都写满了震撼 而这还只是开始 那六条火龙 似乎是有生命的一般 在冲进怪海之中后 竟然开始游动起来 所过之处 大片的龙岩蒸腾而起 整个K3区域的所有人 再次听到了无数隐魔怪物 临死前的哀嚎声 数秒过后 还没等那些呲牙咧嘴的残暴怪物 冲向灵溢的塔楼 就彻底淹没在 大片大片的火海之中 六台天龙火炮之前瞄准的位置 就非常科学合理 又是数秒过后 场上的火海全都连了起来 一千六百多万只怪物 灰飞烟灭 卧槽 好他妈酷炫 这威力太恐怖了 这就是林大佬塔楼的必杀计吗 感觉比漂亮国的那个 大灯塔的必杀计 要掉多了 它的那个必杀计 好像是一束大雷射 但是射一下就尾了 这片火海 短时间内是不会熄灭的 这片火海 如同所有人猜测的那样 短时间的确没有熄灭 并且那六条火龙 虽然有损耗 游动的速度慢了几分 但杀伤力 却依旧恐怖如斯 随着最后的一小波领主级 和霸主级Boss的死亡 第五十九波怪物 宣道肃清 人心是需要战果 来拉拢的 原本有些动摇的 其他大厦职业者们 现在庞佛又吞下了一颗定心丸 虽然圣阳药斑不在了 但他们刷新出来的怪物 再碰到灵异天龙火炮 造成的火海和游龙使 也一样会被杀光 就在所有人洗上煤烧的时候 一便抖声 子 所有人只看到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道暴闪雷射 下一刻 一切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哄 猛烈的爆炸声传来 一些实力稍强一些的职业者 视力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再次抬起头时 就看到灵异的塔楼上方的 六台天龙火炮 竟然爆出了一团赤烈的火球 那绝不是天龙火炮 自身产生的技能 那是 嫡系 嘖嘖嘖 第一波爆炸的烟火过后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真相 那是一道赤烈的白色雷射 正在不断烧灼 轰击灵异的塔楼顶端 而那道雷射的来源 毫无疑问 正是与K3区域 相隔超过上千公里外的 漂亮国灯塔 开火 给老子开火 杀一个算一个 哈哈哈哈 亚当斯病态的笑声 从灯塔顶端传来 就在灵异完成第59波怪物 肃清的时候 他也顺利完成了 第60波怪物的肃清 开启庇护所迁移权限后 他也彻底将拉扎 等几个小弟修建的灯塔 拉拢到了自己的麾下 他们大多数人修建的庇护所 攻坚射尸 其实都受到了亚当斯的影响 选择的也都是雷射炮 这类光学武器的特点 就是穿透力强 射程极远 并且攻击的速度是光速 虽然持久力近乎没有 但在这个时候 用来偷袭 堪称效果拔群 丢 丢 丢 几乎是亚当斯下令的下一个瞬间 位于A1区域的 其他几座小一些的灯塔 也迸射出一道道 赤裂的雷射 射向数千公里外的K3区域 轰 轰 轰 这些人的瞄准设备 没有亚当斯的那么完善 虽然他们瞄准的方向 是灵异的塔楼 以及灵异几名队友的庇护所 但最后的落点 却歪到姥姥家了 天龙塔楼之上 灵异双眼威眉 亚当斯的雷射远射攻击 并没有直接击毁 他的六门主要龙炮 但却让他们不同程度受损了 其中有两门短时间内 甚至无法继续开火了 需要时间修复 怎么了 怎么了 妈的 谁在打我们 孙大川又惊又怒的声音响起 还能是谁 那个漂亮国的杂碎 南宫林的话语里 也带上了浓烈的杀意 真他娘的不是人啊 这副本不是鼓励所有人族 共同修建庇护所和灯塔 抵御隐魔大军的吗 怎么还背后捅刀子 在怪物刷新的时候搞偷袭 孙大川破口大骂 要是亚当斯在这里 他巴不得生蛋其肉 嗖 嗖 嗖 随着亚当斯蓄谋已久的 和他的盟友们的一轮偷袭齐射 灵异和南宫林等人的庇护所 受损不算严重 但灵异却眼睁睁地看着 K3区域中 大量友军化作一道道白光 瞬间被传送出副本 他们的庇护所只有小木屋 哪里顶得住这种级别的偷袭攻击 万幸的是 那些职业者实力都不算弱 最多也就是受了重伤而已 他们之所以变成白光 被传送出副本 原因在于 他们的庇护所奈九度归零了 这个副本的规则就是 庇护所奈九度归零 或者是燃灯者本人生命之归零 都算作失败 他们没死 但毫无疑问 却都失败了 灵异只感觉一股热血上冲 震怒至极 有本事冲着我来 杀有军不能忍 在万界战场上 蓝星人族是最被其他大千世界的强者看不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团结过 承消的叹息声响起 似乎这种因为各国嫌隙 而在对抗欲外敌人的战场上 彼此内斗偷袭的场面 他见过太多了 现在反倒没有这么愤怒 但他还是平静地询问灵异 接下来 你要怎么做 灵异也只是淡淡回复了十六个字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斩尽杀绝 一个不留 350点第350章反击开始 死记之国 第350章反击开始 死记之国 亚当斯卑鄙的偷袭 反倒提醒了灵异 在这个副本里 不完全是对抗怪物 也可以是人跟人之间的彼此对抗 灵异之前都没有想过 其他国家的灯塔和设施 能够攻击友军 现在亚当斯的做法 让灵异反而念头通达了 杂种只要能杀 那一切都好说 CNM 一群狗东西 狗偷袭 狗日的玩意 老子队友死三个 不行 老子要帮他们报仇 这副本不刷了 我直接去干那个金毛出生 金毛出生 当然指的是亚当斯 这货就是一头金发 还自以为自己很帅 大夏的兄弟 要去干漂亮国那个蠢货 苏卡不练 算我一个 我也来 早就看他不爽了 这个世界上 跟漂亮国民面上 交好的国家很多 但跟大夏交好的国家 也不算少 北边的毛熊 跟大夏关系说不上特别好 但也绝对不算坏 也是跟漂亮国机院已久 现在看到大夏的职业者们 群情激昂 直接表示要讨贼的话 算他们一个 老大 怎么办 他们好像都生气了 眼看着副本频道里 反对漂亮国联盟的声讨 越发高涨 拉着尔咽了口口水 向亚当斯询问道 哼 无能狂怒罢了 放心 我观察过他们那些人的攻击设施 尤其是 那个叫灵异的 那种喷火类的武器 近距离和大范围的优点 现在根本发挥不出来 要知道 我们相隔他 足有数千公里 除了雷射武器 没有任何别的武器 拥有这么远 这么值得定点打击能力 他们现在根本打不到我们 亚当斯的十几名小弟文言 都是眼前一亮 对啊 对面根本打不到自己等人 那还怕什么 他们不由地 对亚当斯另眼相看了 原本他们只觉得 这个自负的金发漂亮国人 是个只知道独裁和享乐的草包 全靠他们官方背后的支持 才走到现在这一步 但现在看来 他还是有点战略头脑的 这次偷袭 也绝对是蓄谋已久的 不是一时恼热的 赶紧趁着 陷在他们短时间内 没办法跨越如此远的距离 以及没有建造出 能够超远距离打击的攻击武器前 把他们全尖了 加速你们的武器充能 亚当斯话音刚落 整座漂亮国的灯塔再次阵战一下 随后 塔顶的雷射主炮重新蓄能完毕 又是一炮轰出 瞬间极远处 K3区域的灵异塔楼上 再次爆发出大量火光 但亚当斯知道 两炮并不足以彻底毁灭掉那座塔楼 因为灵异吃下了这么多人的升级资源 现在防御等级接近LV40级 他亚当斯的灯塔主炮攻坚等级 也才刚刚到LV30而已 这10级的差距 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弥补天平的 但是在现在这种单方面能够攻击 另一方面却不能还击的情景下 那座天龙塔楼被轰沸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轰 猛烈的爆炸过后 灵异感觉脚跟都有些站不稳 第二炮直接让修复到一半的天龙炮台 再次当机一个 就这么站着 让他打也不是事 对面的火力充能速度有点快 你得想想办法 不然我们都是火把子 孙大川大好道 他既然能隔十几秒 就轰出一炮 他到底拿到了什么配件 南宫灵却若有所思 他也曾经经历过这个副本 自然是知道 大部分武器重新装填的时间 都是以十分钟来计算的 少数牛逼一点的庇护所 攻坚设施 能够做到数分钟 就重新充能完毕 比如灵异的天龙炮台 就是三分钟左右 就能再装填一次 但亚当斯的雷射炮 十几秒就充能完毕 属实有点逆天 承销手只轻点在虚空中的阵盘上 随后眼前一亮 灵异 那漂亮国的杂毛 好像手里有宝贝 我没算错的话 应该是一件法则道具 弄死他 那东西就是我们的了 灵异文言 心中一动 可以啊 不白打 不然杀了那黄毛亚当斯 也只是解气而已 现在还有宝贝 那就更没有理由放过他了 话虽如此 但短时间内 灵异还真的没想到 太好的还击手段 死所见 灵异再次看到远处的A1区域 亮起一道赤裂的白光 毫无疑问 那座灯塔的雷射炮 又开火了 与此同时 整个K3区域 再次多出了 无数可增的隐魔怪物 属于灵异的 第61波怪物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刷新了 亚当斯嘴角勾起 一抹残忍的笑 这也在他的计算之中 他选择的是噩梦模式 怪物刷新的速度 是以小时来计算的 所以 他完全可以将所有火力 都倾斜到灵异那边 但灵异就不一样了 他不仅要面对 自己联盟等人的合击 还要面对茫茫多的怪海 前后夹击 腹背受敌 我就问你难不难受 灵异眼中一寒 指尖寒霜凝结 下一刻 两句真言 从他的口中念出 一道无形的领域 以灵异为中心 瞬间扩散开来 就在炽热明亮的雷射光线 即将再次命中 灵异的天龙炮台之时 他就完全被凝固 封印在时空之中 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兵戏法则静咒 死记之国 死记领域展开之后 灵异起码不用 继续担忧亚当斯那边的攻击了 这是一个极强的控制技能 也是一个极强的防御技能 除了像弹指这类 没有弹道速度 直接作用在目标上的攻击以外 只要是有弹道和速度的攻击 在死记之国中 就寸步难行 比如此刻 就连光都无法继续移动 A1区域又射出了好几道雷射炮 但跟亚当斯的 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在进入K3区域之后 移动速度 就从光速变成了归速 到最后 甚至直接停滞 数息过后 整个K3区域上空 就多出了七八条 散发着耀眼白光的雷射光带 看起来煞是好看 更主要的是 这些雷射散发出来的光线 都是对影魔和暗影生物 有杀伤力的 这些雷射 没能命中他们 本该命中的目标 却在帮整个K3区域的 职业者们杀怪 这一幕 直接惊呆了亚当斯等人 甚至 就连大厦的很多职业者 都没有见过这场面 我到了 林老爹 我来帮你改造武器 然后想办法 干他娘的那杂种一炮 孙大川洪亮的声音响起 林毅才发现 他的那架战车 竟然真的开到了 他的塔楼下方 反击 此刻开始 求约票 推荐票呀 351点第351章 焚心长枪 无限咒制 第351章 焚心长枪 无限咒制 轰隆隆 狂暴的轰鸣声 以及孙大川战车上的 八个冒着红光 喷着烈焰的轮子 给了当下所有大厦职业者 难得的安全感 林毅听到孙大川的喊话 轻轻摇了摇头 哪用这么麻烦 他那等他再屌 扛得住一个禁咒吗 承霄这时 忽然瞟了林毅一眼 淡淡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在想 一个禁咒砸下来 直接把整个A1区域 灭了就行了 林毅一愣 卧槽 还说你不会毒心 你猜为什么 我们所有人的庇护所 名叫庇护所 就是因为 这些庇护所 都是被副本规则所保护的 你想要毁掉别人的庇护所 是可以用你本人的技能 但效率嘛 我就不敢攻卫了 你可能把你目前 有的禁咒 挨个用个遍 对面的那座大灯塔 也未必会倒下 林毅文言 心中暗精 他的确把这个副本 想得太简单了 仔细想想也是 如果庇护所能够轻易 被禁咒机的攻击毁灭的话 那么在永夜王宫 这个世界及副本中 庇护所岂不是被 隐魔大军瞪一眼 就要全灭 就是因为庇护所耐造 所以重要性才如此之高 职业者的技能 没办法迅速毁灭 这些庇护所设施 但就像他的大雷射炮 能够迅速让你的火炮失能一样 你的攻坚设施 对他的庇护所 也是有全恶伤害的 那打铁的胖子 说的没错 想要毁灭亚当斯的 庇护所灯塔 只有改造你的天龙火炮 让其射程 足以覆盖到 A1区域一条路 林毅点点头 心中瞬间有了合计 他的庇护所 没办法轻易毁灭 但他本人 总不能也受 副本规则保护吧 成效 这倒是 你可以直接去把他灭了 俗话说得好 擎贼先擎王 只要先把亚当斯弄死 他所谓的联盟 就完全是一盘散沙 另一边 在简单研究一番后 孙大川也有了进战 老弟 你这天龙火炮真牛逼 那里的构造 我一时半会也看不明白 毕竟我只是锻造专长 不是工程学专长 想要彻底研究清楚原理 估计还得请 某些大师级的工程学专家 来拆解研究才行 灵异皱眉 所以 是没办法改装了 孙大川砸了砸嘴 之前是我把你这火炮想 得简单了 不过现在嘛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基本的架构 我动不了 但却能够操作它的能量生成 和转变设备 让它从热能武器 变成光能武器 灵异文言 也在心中深以为然 2000多公里的距离 如果只是喷火 是怎么 都不可能到得了这个距离的 但光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就像亚当斯的雷射炮一样 能够超远距离打击 现在我想到了 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 就是我不改造你的 天龙火炮武器系统 而是改造你 这栋塔楼本身 想办法让它动起来 它能动起来 射成问题 就不是问题了 但这个方案 现在有些不太现实 你这塔楼太大了 跟我这战车不太一样 说实话 就光是给那小胖子的佛塔 加装轮子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呢 第二个方案 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 我打算熔炼一面 巨大的透明交境 让你六门火炮的攻击 聚焦在交境上 这样射成 就有望突破至三千多公里 成肖文言 都是眼前一亮 你他娘的 还真是个天才 你能不能也帮我 改改我的浮空城 给他加几个 喷气装置什么的 让他也能飞来飞去 孙大川摆了摆手 那都要后续才能研究 现在没空 哦爹 我认为第二个方案 最有希望 但现在 我缺乏大量的人手 来帮我熔炼那块 巨大的透明交境 这就要发动你的号召力了 灵异秒懂孙大川的意思 他私存片刻 在副本频道里说了一句 很快就有大量的 大厦职业者 纷纷附和 缺人手 好办啊 我老胡现在就只剩一把子力气了 我庇护所里 还有很多工人闲置着 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了 我也去 算我一个 灵异将这些人的名字 全都记了下来 现在他已经肃清了六十拨怪物 已经跟亚当斯一样 拥有召集盟友 进入自己塔楼范围的权限了 他向这些人 发送了召集令 很快 一道道白光不断闪现 这些人的庇护所小木屋 很快就出现在灵异的视野中 随后无数大厦职业者 如起袖子 就找孙大川报道去了 不多时 孙大川就给这些人 安排好了工作 有的去采集矿石原料 有的 则负责 帮他生火煽风 物性高一点的 还能给他打打下手 承霄看到这个情景 也伸手在虚空中点了点 阵盘在所有人脚下浮现 随后 灵异就恶然发现 被阵盘所包围的区域 一切都快了起来 灵异感觉自己 就像再看一场电影 只不过这场电影 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这算是时空加速 灵异再次对 真理 规则能做到的事 刮目相看 有点香啊 自己的第一个法则合道 还有多久呢 应该 也不会太久了 燃灯者灵异 将天龙塔楼控制权限 移交给小队成员南宫灵 南宫灵愣了一下 灵异笑道 我去把那亚当斯解决掉 这边的权限 就暂时交给你了 怪物刷新了 就利用火炮攻击 最大化保证 我们友军的安全就行 南宫灵笑道 嘿嘿嘿 同时拥有两个庇护所的权限 前所未有的体验呢 学弟 你就安心地去吧 这里交给我 轰隆隆 一阵雷声过后 灵异的身影画作电光消失 数分钟后 灵异的身影闪 陷在亚当斯的 巨型灯塔宫殿外的半空中 灵异眸光 寒冷如冰 亚当斯撇了撇额头的金发 露出一个笑容道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有胆子 直接来我的灵异 灵异没有过多废话 只是下一个瞬间 亚当斯就感觉一股热浪 从无穷远的高空 猛然袭来 他那一头自傲许久的金毛 瞬间都被烫到卷曲前哭 随后 亚当斯猛然抬头 却看到了一幕 让他差点下滩在地的恐怖景象 352点第352章 无限之球 法则对轰 第352章 无限之球 法则对轰 那是一柄横跟在整片漆黑夜幕 足以刺穿日月星辰的长枪 这柄长枪的枪间 燃烧着赤烈的绿色火焰 火焰中 依稀能够看到 无数怨魂和恶魔头骨 在不断闪动 长枪刚一出现 亚当斯就感觉到 一股刺耳的魔鹰 在脑海中响起 他只是 简单注视了一眼 那绿色浓稠 如血浆般的邪火 脑海中就开始出现 无数恐怖至极的幻象 亚当斯开始大吼大叫起来 灵异皱眉 这人怎么感觉 精神直接不正常了 随后灵异才意识到 亚当斯之所以会这样 完全是因为 他使用的这个技能 灵异用的是三重炎枪 这个火系的三阶法术 但此刻 三重炎枪 在使用出来的那一刻 就直接变成了 被无名虚空所腐化之后的版本 邪火灵主的焚心长枪 根据技能描述 灵异只是看到了 这个技能的伤害规模 是静咒级的 却没想到 那浓稠的绿色血火 竟然还有这种 出乎意料的效果 这是 静咒 刚才还大呼小叫的亚当斯 忽然醒了 他惊魂未定地看着灵异 灵异则微眯双眼 唯有法则能够对抗法则 看来成销算的没错 这个草包身上 果然也有法则道具 不然他绝对不可能 在这种压迫下 如此快就恢复 哼 我早就知道 你会静咒了 就算有静咒又怎么样 在这里 你能奈我何 哈哈 亚当斯放声狂笑 看来他也知道 在庇护所的保护下 所谓的静咒 没办法彻底毁灭 他的庇护所 而只要庇护所存在 他就不会受到 太大的伤害 哦 那现在呢 对此 灵异只是轻描淡写的 再次连续使用了 上百次三重眼枪 以灵异目前的魔法造诣 这种三阶法术 就是一个念头 能用出上百次 但灵异用的是三阶法术 最后出现的 可不是三阶法术 哼 几乎是下一个瞬间 整个黑色大地 副本内的职业者们 就都听到了一声 无比沉闷 如同闷雷一般的响声 随后 整片黑色的夜幕 就烧了起来 碧绿色的邪能 在整个天穷弥漫 这一阵响声 就是空气 被灼热高温加热到极点 最后爆裂开来的声音 除了整片天空 都被染上了邪能率以外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 两股战战的事 天空中 那一柄足以贯穿 日月星辰的长枪 从一把变成了一百多把 如果黑色大地 是蓝星这样 规模的行星的话 这些长枪 足以在这颗星球的 外层空间排队 排到月球轨道了 这一幕的压迫感 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 但从副本频道理 再没有任何一人发言 就能看出来 扑通 亚当斯没绷住 直接跪了下来 这 不可能 尽咒 释放消耗的代价极大 冷却时间极长 被施咒者自身的反噬极强 亚当斯感觉 自己的三观都破碎了 他了解到的静咒 怎么跟灵异用出来的不一样 K三区域 孙大川和一众 熔炼交近的职业者 也全都傻了 我的个娘脸 虽然知道 灵异很离谱 之前 也见过灵异使用过静咒 但瞬间出现 上百个静咒的壮观场面 就连他也没见过呀 南宫灵 也是在无比惊叹地摇着头 承霄则是顶了 却并不平静 你妈的 虚无 这小子什么时候 又跟这东西有染了 算了算了 成笑 你是人 你不能跟狗比 除了灵异的队友们 震撼不宜以外 亚当斯的小弟们 就差点灵异跪下来了 要知道 他们也在A区域呀 现在我们弃暗投名 投奔你还来急吗 我要说之前的偷袭行径 全都是那个该死的亚当斯指使的 你信吗 你 你 你不能 你 亚当斯你了个半天 他口齿凌厉 但此刻也结巴了 灵异扫了一眼周围 跟亚当斯联盟的其他人 从他们的表情上 就知道他们后悔了 他们在求自己 但说什么都晚了 灵异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 前世在地球上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而现在 这句话应该改成 真理只在静咒范围之下 下一刻 灵异没给这些人逃命 和后悔的时间 就将天空中的上百柄 焚心长枪 一同刺下 无数邪火 从天空中陨落而下 瞬间整个A1区域的 其他职业者 在漫天绿色火雨下 被瞬间点燃 他们哀嚎着 尖叫着跪地磕头 但灵异不会 给他们任何的慈悲 他们该死 一阵无形的波动 绽放开来 下一刻 灵异就感觉眼前 瞬间暴闪出刺目的白光 那是亚当斯灯塔的 雷射炮主炮 只不过这一次 灵异敏锐地发现 那主炮的威力 比起之前 要墙上数倍不止 并且似乎亚当斯 建造起来的 这座高耸入云的灯塔 整体防御等级 也暴增了几十个等级 轰 轰 轰 天空中落下的 焚心长枪 竟然在如此猛烈的 雷射炮轰击下 有一部分 开始分崩离析 一片刺目的白光中 灵异看到了 悬浮到半空中的亚当斯 此刻的亚当斯 完全不像人了 首先 他那一头 自傲多年的金发 一根不剩 完全变成了 赠光瓦亮的光头 与此同时 他身躯的胸口 右手以及左边大腿部位 完全褪去了 人类的血肉身形 取而代之的是 无比浓烈致密的 白色光芒 看起来跟灵异的 元素化状态 有些像 但灵异知道 这其中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些白色的 散发着光芒的物质 并不是某种元素 而是 极致纯粹的能量 没有任何属性的能量 吐了也变强了的亚当斯 脸上青筋崩起 宛如恶魔一般低效起来 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我承认你有些本事 但是 在 无限 面前 你不过是蝼蚁罢了 去死 亚当时伸手一指 灵异也清楚地看到了 他能量化的左手上 的确握着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再不断收缩和扩张 散发出如恒星般 赤裂光辉的圆球 无限 之球 球推荐票 月票呀 353.353章 克命暴肿 不及他动动手指 第353章 克命暴肿 不及他动动手指 在 无限之球不断地辐射蚕食之下 亚当斯的身体开始巨变 人类的外貌完全消失 化作了一团 有着模糊人形的光团 而亚当斯灯塔主炮 迸射出的雷射 爆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 光柱缠绕上子电的同时 持镜也扩大了好几圈 将灵异发出的几十发静皱 摧枯拉小一半 碾碎 无限 这还是灵异第一次接触到八条之高法 则之一的 无限 原本他还以为 无限跟空间能力有关 但是现在看来 似乎 无限跟能量以及增幅有关 法球的辐射 探似是在给亚当斯加Buff 可光团之下 亚当斯的血肉之躯 又还剩多少 没了的部分 在法球停止辐射后 还能回来 这不是明显的在克命 在权势之眼的注视下 亚当斯的信息 铺在了灵异的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 此刻亚当斯的攻击力 以及 他所操控的雷射主炮 攻击力一栏 显示的都是这个符号 攻击力无限 亚当斯的职业为 不朽光兵 枪手系传说职业 算是很罕见了 他的技能不少 其中有三个比较有意思 其一 就是六阶主动技能 重装拔枪 这技能 算比较逆天了 亚当斯能附魔自己手中的武器 将自己的攻击力 附魔在手中的武器上 随后 以附魔之力 将这个数值 提升十倍 没错 就是十倍 再加上技能本身的数值 打出的最终伤害 将是多么的夸张 现在的亚当斯 就给灯塔主炮 加上了这个技能 其二 就是一个被动技能 舍生忘死 七节 亚当斯的最大生命值 减少70% 物理攻击力 和魔法攻击力 提升80% 最大法力值 减少50% 每秒钟 恢复最大法力值的2% 以大量的血量和法力值 换取更高的输出 加上之前的主动技能 就算没有无限之球的效果辐射 亚当斯能打出的伤害 绝对超过这副本的大部分人 另一个被动技能 能让亚当斯生命值降至一时 可恢复百分百生命值 和法力值 冷却时间十天 无消耗 并且可充能三次 怪不得亚当斯 有克命的勇气 底气在这呢 无限法则 完成这程度 也好意思拿出来显伴 承霄随便瞥了一眼 便忍不住吃笑了一声 克命玩道具 倒也符合你们漂亮国的作风 希望真的能有点用吧 好让我看看 那小子会如何应对 冲天而起的雷射炮 看起来确实挺屌的样子 但真正的战斗 可不是你特效好 就牛逼 望着十多柄 静咒级的长枪 在虚余之间化为积粉 那是要焚尽一切的邪火静咒 在亚当斯 拿出了真实实力之后 竟是如此的不堪 而且 亚当斯操控的光柱 势如破竹 正以极其可观的速度 朝着灵异碾压而去 若是他真拿不出 能与之对抗的招式 恐怕不出几夕的功夫 那湮灭于世间的 就该是灵异了 目睹这一切的 亚当斯小弟们 内心深处对灵异的恐惧 渐渐消散 好像 有戏啊 这 这就是亚当斯大人 真正的实力吗 那可是数以百计的静咒啊 天哪 亚当斯大人这炮打的 绝了 大夏那小子 好像没放静咒了 是被吓傻了吗 哈哈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大夏那小子 尾了呀 潜死他 潜死他 让他狂 狗腿子们欢呼着 呐喊着 冲天而起的光柱 似不是亚当斯的攻击手段 是他们胜利的曙光啊 这一幕 K三区域的大夏职业者们 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灵异发出的静咒 马上就要被粉碎完了 而他并未释放出新的静咒 难不成 他要败了 大佬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蓝量见底了 难道他 要败 注视着战场的大夏职业者们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那早已捏紧的拳头 不觉监禁 是渗出了汗水 其中有人 静视战的亮枪了两步 谁来帮帮他 对了 一哥的队友 应该有办法 就在大夏职业者们 将目光投向灵异队友之时 看到了 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一幕 南宫灵刷怪 孙大川打铁 而战神成销 再看孙大川打铁 哥哥姐姐们 你们难道没看到 那一炮能轰碎上千尽咒 你们不担心大佬安危 大夏职业者人群里 终是有人没忍住 将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 啊 担心 担心啥呀 那金毛杂种克命 跟林老弟打 不已经高下力判了 那炮威力确实不错 可我看来 还比不上林老弟勾勾手指 孙大川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仍旧在专心地 打着手里的铁 甚至连头都懒得抬一下 而事实 正如他所说 眼看灵异没有继续释放禁咒 亚当斯顿时大血 那是卯足了剑 打算乘胜追击 瞬间操控着无限之球 将其辐射的功率 开到了最大 亚当斯的血条 急速下降 扣完了之后 不朽的被动 又给他续上了 同时 他操控的雷射炮 爆发出了更加恐怖的威力 光束之上 萦绕上了暗红色的恐怖雷霆 光束的直径 瞬间暴涨数倍 然而 这还不是极限 一出的能量 竟然又化作了几道同样的光束 朝着灵异而去 雷射所致 空间破裂 甚至于光柱爆发出的温度 超过了灵异的静周 要知道 这可是光束性技能啊 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 灵异甚至都懒得躲避 竟真如孙大川所说的 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冲着那威力 被无限放大的主炮 勾了勾手指 听清脆的破碎声 庞佛敲碎了整个副本 亚当斯引以为傲 拼上性命 自信满满的必杀一击 再碰到灵异手指的那一瞬间 轰然破碎 无尽的能量 化作点点红光 散落A1区域上空 虚无之手 十节以下技能 将之虚无 湮灭 那无穷大攻击力的恐怖能量 似是没在这世间出现过一般 这是法则与法则之间的对抗 而结果 一目了然 灵异目前所掌握的法则 基本上都是在出窥境界大圆满 不是亚当斯这种 只知道利用道具 却根本得不到无限 法则认可的巨鹰 能碰瓷的 下章又进去了 大家等一下 再修改审核了 实在不行 明天看也行 354点第354章 天火金龙 朱邪退却 湮灭一切 第354章 天火金龙 朱邪退却 湮灭一切 亚当斯以及他的小弟 大夏 以及各国旨在围观 这一场战斗的职业者 丁 第二声破碎之声响起 漂亮国灯塔雷射主炮 连同亚当斯的两条手臂 原地爆炸 那被无限之球辐射 而产生光芒的身体 也在一瞬间复原 在倒下的前一刻 亚当斯一口老血喷出 在他的视角里 还给凌空而立的灵异 加了个不算好看的滤镜 发生了什么 K三赢的脸 这句话 怕是重负了上千遍 这 这 发生了什么 宛若死狗一般 躺在地上的亚当斯 表情极其的痛苦 甚至连睁眼 看灵异一眼 都是坐视到了 是等职业者们感慨完毕 这金龙盘踞的身体 猛然冲出 此时此刻 亚当斯坐视了任何的反抗 是最佳的捕刀时机 法则静置 能否用静咒来打破 正如程潇说的特别 亚当斯的身体 也在恢复本来样貌前 再次发生了变化 瞬间周围的人直呼 友情铁手 伪了 抱歉 那技能你有先放坏吧 三千弓外的射程限制 紧张突破 撞击在了这救赎了 整个A1区域的 亚当斯的灯塔之下 随前 孙大川跃下了灵异的炮塔 结束调整起了 炮塔瞄准的角度 上一秒 正线隆微爆发 再触碰这一刻 巨小的聚焦镜 宛如白洞正线 将这金光吞噬 此时此刻 每一名小夏的职业者 冷血沸腾 漫天静皱 倾线上 那便是小夏的实力魔 正在专心刷怪的南宫灵 听到孙大川的话 愣了愣 大学弟啊 希望你那一炮 别伤了他 无数人讨论着刚才那一瞬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 连法 则道具的认可都没得到 完全是不顾后果的霸王 硬上弓 只怕一会都不用灵异动手 送他一程 随前 其我人也抹起袖子 在众人的合力拖运上 终于是立于十尾的八架 被改造坏了的天龙火炮之后 而其余的部分 则坏似流沙特别 是断上线 侵蚀的亚当斯的身体 千疮百孔 在亚当斯一众大帝们 惊恐的眼神中 灵异抬起了自己的手掌 刚才还拍手叫坏夸小哥牛逼的狗腿子们 那一刻 仿若雕像正弦 愣在原地 莫说动了 气都是赶喘 黑色大帝副本聊天频道 直接炸了 得到了控制权的南宫灵 有需操作 心念一动 便能让炮塔火力全开 这所谓的限制 是否也没着 被输出塞满 当机的可能性 那 试过是灵异能力的冰山一角 望着面后矗立着的灯塔 那毁天灭地的一炮 是亚炮 那亚当斯 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即便手握无限法则之力 又能怎么样呢 被数千道 静咒轰击 依旧已然是洞的灯塔 瞬间崩裂完整 整个A1区域所没引地 全面 有必要 时尾顺率先用力 一人就将那块 依旧着冷有笔的小玻璃 交进抬了起来 来世纪发出任何的惨叫 静咒这毁天灭地之威能 便还没在A1区域的 所没引地之中爆开 也就是承销话 刚说完的那一刻 A1区域上空 敲碎了亚当斯梦想的男人 收回了自己的右手 静止落在了他的面前 请客间 形容着汹涌的能量 便破开了 永夜后线有劲的白岸 将这赤冷的金芒 洒在了K3区域 每一个人的脸下 一割塔 他干了什么 承销摇了摇头 给了他答案 这能量所过之处 白岸进退 是要照亮永夜后线的 所没角落 这什么神霄 世界首席 就别去想了 什么世界级副本啊 也都别惦记了 灵异我是还有回来魔 那时候开炮的话 亚当斯的部分身体 结束分解 宛若被风吹过的沙丘特别 逐渐消散 龙影所掠之处 在世间任何一处破碎灯塔 骤然间爆发出了 漫天的金色的能量波 气散开来 在众人的协助上 K3区孙大川的杰作 终于是完成了 试过来都来了 总是能啥事 试干就走吧 在灯塔保护机制的作用上 我依旧还吊着一口气 赛博风格的巨小透明 巨焦镜 从熔炉中诞生 熊熊烈火 如同这剩下的莲花 肆意地爆开 这些营地与营地之间的小弟 被友情地捅穿 A1区域白色小弟的地壳 但绿色的裂纹 以极慢的速度铺开 南宫 开火吧 这具小的躯体 眨眼之间 便一只漂亮国营地下空 嘹亮的龙银 响彻天界 灵异眼神中 是绝少了些火冷 狂傲的惊火 完整阴霾 煞石 数以百计的焚心长枪 罗裂苍穹 旁小的能量 瞬间喷涌而出 化作了八条火龙 朝着巨小的聚焦镜 肆逆而去 望着自己的杰作完成 孙大川在聊天频道外 感谢了小夏同胞们的帮助 动手了杰亚当斯 是小一会功夫 一切便已准备就绪 现在的我 还没是配 是削片刻的功夫 我将在法则之力的侵蚀上 尸骨有存 可上一秒 聚焦镜的另一头 一条体型 足以覆盖整个营地的 恐怖的金色巨龙 裂空而出 正线开火吧 这大子 有他想的这么复杂 若是他那一炮 能给我轰死了 即便是是头一次 看那龙炮发射 K3营地的小夏职业者们 看到这因为压缩了 旁响能量 而结束没些颤抖的龙嘴 依旧是上意识地 咽了口唾沫 上一刻 有树言将喷尸而出 绚丽而璀璨 孝中小老 以前不是您的狗腿子 诸如此类的话 灵异懒得听 自然也就是 想给亚当斯狗腿子们 开口的机会 哎就算成肖战神 把话说到了那份想 南宫灵也是洒然一笑 随前点了点头 瞧完了 时尾顺杰作的南宫灵 忍试住笑着接了 南宫灵的话茬 这气是巍峨的八只龙手炮 在南宫灵笃定想法的这一刻 龙口的位置 便是闪烁起了淡淡的金光 片刻的功夫 旁小的能量 便还没在龙口的位置凝聚 压缩 然而 亚当斯还是有死 嗡嗡嗡 短暂的后摇之前 八只龙手 金光盛放 只试过 看向苏木的眼神中 傲气已然是在 唯独只剩恐惧 那 才是静咒真正的威能 求约票 推荐票押 355 点第355章 史无前例 七条制高法则加深 第355章 史无前例 七条制高法则加深 侥幸未被金龙火炮融化的建筑碎线 零零星星的洒落 在所有人 都以为这纵横牵连 震撼八方的龙威 就此结束之时 那 A1去 又再次爆发出了一股可怕的飓风 除尽尘埃 也除却这副本中的老鼠石 所有尘埃散去 A1区域的情况 已尽收眼底 原本亚当斯躺着的位置上 哪还有灵异之外的其他人 亚当斯化作的尘土 想来已经随着方才那一阵飓风 烟消云散 至于亚当斯的小弟们 活着的 已经奄奄一息 嘎了的 那都没个全尸 被迫的杀鸡儆猴 原副本中最牛的一个营地 没得子几分钟 便是沦为了一座废墟 这便是大夏的实力魔 在这插曲之后 何妨消小 还敢对大夏洞上半点心思 灵异伸出手 郑宇拿取那无限之球的时候 脑袋里的提示 影响了起来 静咒 无名虚空已触发 亚当斯 克里斯等 已被虚无法则捕获 当前吸引的注目程度 惊鸿一瞥 刚才那聚焦的一炮 应当只摧毁了 漂亮国的营地 没有将A1区域 漂亮国 和一众狗腿子击杀 是焚心长枪 完成了最后的捕刀 将它们给击杀 而灵异也注意到了 自己使用技能 触发虚空 为之存在降临本位面 并未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概率 从0% 提升到了1% 提升不大 却是实打实的质变 毕竟概率从无到有了 虽说触发虚空为之 存在降临的概率低得很 但灵异有一种 既期待又敬畏的感觉 掌握虚空系的灵异 在虚空那些大佬的面前 都仅仅是个不值一瞥 那无名虚空里头的大佬 究竟会有多么可怕的实力 估计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足以蔑视的恐怖存在吧 概率低一点也好 谁知道虚空里的那些大佬 降临蓝星之后 会不会对蓝星做出什么危险 帮完自己之后 能否成功地将其擒走 不如好好地研究研究 眼前能掌握的能力 随着无限之球的重力发生的改变 它便是飘了起来 自然地落在了灵异的手中 原本仅有着光泽的一枚球体 在落入灵异手中的那一叉 瞬间便迸发出了 无比刺眼的金光 也就是这一刻 灵异的身上 燃烧起了恐怖惊艳 南宫灵等人 强行睁开眼睛 看到了这一幕 就当他和一众大下兄弟 担心灵异会不会 同那亚当斯一般 被无限之球反噬的时候 那自灵异身上 燃烧起来的熊熊火焰 全被他压缩到了体内 这便是无限的力量膜 好充实的感觉 感受着充盈体内 那无穷无尽的能量 灵异一脸享受地张开了双臂 一副享受的表情 承霄不愧是战神 他的关注点 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望着消失的无限之球 则就要挨个黏上你 也太打击人了吧 没错 无限之球 在灵异接触他的一瞬间 便是认可了灵异 且瞬间便化作了法则之力 融入了灵异的体内 七条制高法则加深 灵异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史无前例地读一个 无限法则加深 灵异有一种充盈的力量 迫切需要释放的感觉 肆虐了许久的隐贯 也该消停消停了吧 就拿你们 试试这无限的法则之力吧 在各方的注视之下 灵异伸出手指 对着自己面前的空间 就这么轻轻一点 丁碗若水滴入水的能量波动 自灵异的面前 悠悠散开 金色的能量连一 起初扩散的还不紧不慢 可当它从灵异身边闪过之后 骤然爆发 原本已归于平静的A1区域 再次爆发了一股强大的能量巨浪 这一次 法则加深 原本能够免疫 静咒级别轰击的营地建筑 竟是被震得寸寸开裂 整个A1区域再次蒙尘 这一次 建筑之上的法则之力 以无力阻挡灵异的力量 在能量波冲出营地的那一刹那 宛如脱江野马一般 肆虐在了整个副本空间里 若是能俯瞰整个黑色大地副本 你便是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道金色连一 真的席卷了整个黑色大地副本 且所过之处 再无一个活着的怪物 G2区 恰好有人在冲击层数 眼瞅着怪物就要冲破防线 谁料下一秒 金光一闪 怪巢直接全面 F4区 H18区 E等区域 也在上演这样的一幕 林老弟这是干嘛了 孙大川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手中的锤子 进步绝间掉落在地 他 他好像把整个副本的怪都刷了 你看聊天频道 都炸了 南宫灵验了口唾沫 说道 能不炸磨 整个黑色大地副本啊 所有怪物瞬间全面 哥 你是人啊 那 大厦那小子 替我们亲了怪 那小子 那小子也是你教的 叫哥 你没看到漂亮国的下场魔 咋还分不清大小王呢 感谢一哥替我们守住了最后一波怪巢 差点就没了 实名败谢一哥 不是 大厦那大哥 一个技能凭了所有的怪巢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能单刷整个副本 好像是 他连禁咒都能无限连发 各区域的职业者们 盯着闪烁的聊天频道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材料减着 竟是也乏味了起来 听着周围职业者们的不解 程骁忍不住感叹了起来 真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相较于亚当斯纳克命法相比啊 这两人完全就是天差地别 在灵异跟法球接触的一瞬间 他便已经得到了法球的认可 得到了法则的承认 两人同时 拥有了无限之球 可本质上却是天差地别 这小子啊 又变强了 九条至高法则 你小子掌握了七条 这强的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 哪怕是位于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神 也不具备你这么夸张的手段啊 你小子 望着K3区域处立的人影 程骁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 第一 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无限之球融入了体内 却依旧显示在灵异的随身空间之中 这波 在查看了一眼属性之后 灵异瞬间眼前一亮 356点第356章 大夏之光 照亮时间 第356章大夏之光 照亮时间 无限法球 种类 法则类道具 品级 等级 效果1 随时刷新一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这个效果的冷却时间为8小时 随着使用者对无限法则的掌握提高 冷却时间可缩短 最短5分钟 效果2 短时间内将自身攻击力提升到无限大 备注 该技能无法对法则切合掌握度更高的目标生效 对有法则庇护的目标 根据法则强度的不同 有不同程度的削减 对于没有掌握法则 或没有法则庇护的目标 直接秒杀 备注 强者呀 尽情宣泄你的怒火吧 随时刷新一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这效果呀 也褪变态了些 刷新任意技能冷却时间 可以 等我将无限法则领悟到河道级别的时候 我将开启无限火力 收起无限之球 灵异的目光回到了面前的漂亮国营地 连番的大动静下来 这漂亮国营地已经看不出之前有过灯塔的样子了 不过呢 这地方也不是废墟 弱大的A1区域 加上亚当斯小弟的营地被干碎掉落的东西 那可真就是满满一整个区域的材料 不论是升级建筑的普通或者稀有材料 亦或者是升级武器的材料 真就炸得到处都是 这么大的一笔资源 灵异要是全都拿了 估计能直接把自己的灯塔 网满极了声 不过呢 灵异没必要这么做 他能一炮轰掉漂亮国的营地 从亚当斯的手里 拿过无限之球 凭的可不是个人的实力 大厦职业者们 贡献了多少的材料 孙大川又费了多少斤 这要是一个人吞了 那多没品 打开聊天频道 灵异缓缓地输入了一行字 大厦各位有空闲的职业者们 A1区域的升级材料 来挪一挪 别客气 发这条消息的时候 灵异还顺带附上了一张 遍地材料的图片 这么一发 聊天频道再次炸了 我草 哥 太牛了 要不是亲眼看到你的炮台 给亚当斯的基地轰了 那都认为 你开修改器了 我的天啊 大厦那帮人 这次发了呀 岂止是发了 那都坐等通关了好吧 亚当斯进入副本 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利用无限之球的力量 他获得了之前很多通关的奖励 他这一座营地 毫不夸张地说 肥得流油 如今 这些材料爆了出来 大厦的职业者们来拿了 K3区域的火力 不就直接无敌 大厦职业者们 不就坐等过关 各国的职业者 看着灵异发在聊天频道的内容 皆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更有甚至 更是下意识地 往A1区的方向走了几步 但在迈出几步之后 他便是反应过来了 那亚当斯所在区域爆出来的材料 不是他能惦记的 那是独属于大厦职业者的 副本的职业者都有目共睹 他本身的实力 就更不用说了 抱了个气 给整个副本 当前存活的怪都给秒了 这种人的东西 谁敢抢 来了来了 林老弟 孙大川是第一个回复的 在回复之后 立马就开动了自己的战车 前往A1区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好的 大老 我们来了 大老 我们来搬材料了 这遍地的材料 跟打破结板似的 看着真爽啊 大厦空闲的职业者们 在简单地回复了之后 也跟着孙大川的步伐 朝着A1区开进 没多大回功夫 林毅就等到了 大厦同僚们的到来 望着满地材料 孙大川眼睛都直了 不夸张地说 这么多的材料 他不但能给整个大厦营地 改成装甲战车 他还能给战车装上重火炮 如此一来 大厦职业者们 将不存在被其他职业者偷袭 而淘汰的风险 林老弟 牛 材料 我就不客气了 孙大川首当其冲的 拿了材料 就直接往K3去一旦 而其他的职业者 很明显 没有完全理解林毅那句 不要客气 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个大厦职业者 在扛着材料 路过林毅身边的时候 激动地和他打起了招呼 大佬啊 我们帮你把这些材料 搬回去之后 你的营地保准 能升到LV100满级了 是啊 大佬 以后 我们就跟着你混了 两名身材魁梧的战士职业者 冲着林毅黑黑地傻笑了起来 可林毅的下一句话 就让他们愣住了 林毅摇了摇头 各位 这些材料 不是让你们给我搬的 你们能用多少 能搬多少 都是你们的 林毅 语出惊人 在同这两名战士职业者 说了这话之后 又在公屏上重负了一遍 这些材料 是我们大厦的 不是我林毅的 一个人的强大 有什么意思呢 我大厦之所以能在蓝星 立于无人洞摇之地 不是因为 蓝星有着某个人 而是有我们 我林毅今天能打碎亚当斯的营地 将其覆灭 靠的也不是自己 而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没有你们的助力 我如何能做到 我想要 用这些材料 给咱们大厦的所有职业者 修建庇护所 建立一个真正的灯塔聚落 哪怕不用战车的包裹 也无法攻破的灯塔聚落 我大厦人族的光辉 将照亮整个黑色大地 这一次 大厦的欢呼声 响彻整个黑色大地 哪怕给隐魔大军吵醒了 也在所不惜 有林毅这样的人带领 大厦的职业者 有何畏惧 不仅要照亮整个黑色大地的副本 终有一天 要照亮整个蓝星 甚至整个多元宇宙 孙大川听着大家伙的欢呼 忍不住砸了砸嘴 吐槽了起来 这干啥呢 我以为在修建聚焦镜的时候 咱们就都是兄弟了 你看看 这一个个的 原来还这么客气呢 是啊 在你们将材料 给我灵异一人 让我肩负大下荣光的时候 在这个副本里 我们便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了 望着这振奋人心的一幕 程潇笑笑了 这一次 他笑得很开心 一句话折服所有人 可能他就是天生的领袖吧 357点第357章最后一波 前所唯有的震魂及难度 第357章最后一波 前所唯有的震魂及难度 什么隐魔大军 什么大千世界的魔闪 都无所谓 只要团结应对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直至副本公告上想起的 关于整个A1区域的队伍 被悉数淘汰 各国的职业者们 才从震撼之中回过了神来 特别是那满地的材料 随着大厦职业者们的来往 而逐渐减少的时候 各国的职业者 心那叫一个痒 心里头忍不住嘀咕道 这么多的材料 你们大厦的职业者们 用不完吧 要不给我们剩下些 当然了 这事想想就好 灵异可是大费周章 才搞到的这么些材料 如何能够浪费 就在孙大川带领着大厦职业者们 颁材料颁正起径的时候 天空之上 副本的通告 再次出现了 原A1区域所有闯关者 确认被淘汰 因所有材料 转移到K3区域 大厦职业者的营地内 故K3区域 承担原A1区域的怪巢 K3区域副本 通关难度 由地狱级 提升至镇魂级 难度提升500% 什么 一名正在给自己的营地 升级的大厦职业者 当场就愣住了 停下了手里的火 且瞬间就 感觉自己手里的材料不香了 整个K3区域 火热的气氛 顿时也就凉了下去 这特娘的 什么道理啊 让强盗抢了东西之后 结个账 那还能叫做强盗魔 越来越多的 K3区域的大厦职业者们 望着通告 眼神从最初的兴奋 变成了纠结 要知道 亚当斯他们闯关的难度 也不低啊 原属于他们的压力 都加到大厦职业者的身上 这还怎么玩 要知道 先前那一不怪的数量 就已经相当可怕了 灵异大佬 用出了兵戏禁咒 极大程度地限制了 怪物的速度 才让大厦的职业者们 有了可以操作的空间 如果没有那兵戏禁咒 会如何 就算是现在 所有人的灯塔 都升了好几集 又能如何 还没打死一只影怪 就会有几十只扑上来 而现在呢 怪物的数量 翻了这么多倍 不就意味着 还没打死一只怪 就会有上百只怪 朝着紫的脸上扑来 那画面 未免也太可怕了些 大厦的职业者们 想到这 斗志全无 本都打算着 就着这波升级材料 提升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给灵异大佬 分担分担压力 不曾想 这压力 又都推到灵异大佬的头上了 百分之五百的通关难度啊 也不知道这副本规则 是咋想的 不让通关就直接说吧 何须搞这么麻烦 把材料 让给灵异大佬 让灵异大佬去通关 哎 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对没错 就这般做吧 有几个脑袋转得快的 已经抬起了手中的锤子 打算拆建住了 但下一秒 有人就来了一番 振奋人心的话 一哥啊 跟着你混 实在是太爽了 没想到啊 有朝一日 我也能刷上这种难度的副本呢 震魂集啊 我在书上都没看过呢 回学校之后 可以好好地吹一波了 小胖子冯三 又爽朗地笑着 脸上的嘚瑟的神情 是遮都遮不住 就差把老子最牛逼几个字 写在脸上了 男公灵也插着腰 一脸的骄傲 嘿嘿 震魂集 新词哦 回去给院长说说 说不定院长都没听过呢 学弟 我要是顶不住了 你可得救救我灵异两个队友的一番话 让整个大厦营地的压抑气氛 缓和了些许 整个大厦的职业者 深受触动 是啊 跑什么呢 这不还有灵异大佬在的吗 怕什么 承霄走到了灵异的身边 笑着问道 你小子 不紧张 不害怕吗 震魂集难度的副本 哪怕是我 也只在祥愿五十四层的时候 碰到过一次 没想到你小子 十四层就弄出来了 灵异淡然一笑 满脸的从容 紧张 害怕 那他灵异也别说什么 带领大家伙 建造大厦灯塔聚落的豪言壮语了 俗话说得好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副本难度提高了 材料的掉落率 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多拿些材料 多升级升级灯塔 后续副本也轻松些不是 再说了 这不是有战神大人 您在磨 你小子 承霄忍不住笑了笑 你小子 嘴上说着 靠我这战神 哪次你又靠过了 倒是我真想看看 你这小子的极限 究竟在哪 镇魂级别的副本 也不仅仅是怪物数量 翻倍了那么简单 你小子 是否有运气 拿到那通关的奖励 接下来的副本难度 大幅提升 灵异没把握一个人 护住整个区域的 大厦职业者 加上自己的灯塔 也修建的差不多了 也就没想着 继续搞材料来升级 把资源都让给了 大厦的职业者们 在大家伙 互帮互助 干活火热的时候 天空中 副本通告再次出现了 也搞得灵异和承销 很是迷惑 黑色大地副本实时 通告 K3区域大厦职业者营地 面积扩大50倍 成为黑色大地副本 最大区域 K3区域大厦职业者营地 海拔上升500米 原K3区域大厦职业者营地 更改为A1区域 看着天上的通告 灵异的 CPU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不是 面积扩大我能理解 毕竟大家伙 现在手头材料充足 扩大扩大地盘 我也能理解 毕竟原本漂亮 国所在的区域 已经被灵异等人 一炮给干碎了 人也给全都送走了 可这海拔升高 是个什么鬼 隐藏奖励 给大家伙提供安全感 500米的话 也没安全到哪去吧 毕竟这副本里头 黄极的怪物 就是这么的体型不对 黄极怪物 这个体型 灵异这才刚刚有了头绪 副本通告啊 便是再次出现了 副本通告 镇魂级难度副本 即将在A1区域开始 三分钟后 怪巢将至 此次怪巢为 最后一波 怪物数量 100亿 血红的大字 悬于空中 震撼着每一位 大夏职业者的心 最后一波了 明明是值得兴奋的时候 为何整个区域的 职业者们 却兴奋不起来呢 是因为那100亿的 怪物数量吗 358点第358章 黑色大地颤抖 怪巢的质变 第358章 黑色大地颤抖 怪巢的质变 我低天皇老子 大夏那帮家伙 是梵天调了魔 100亿的怪物数量 开什么玩笑 还好我们 没有去打那些材料的主意 不然的话 霍水有可能 引到我们身上了 本来还想着 他们要是闯关失败了 我们去捡他们的材料 还是算了吧 另一区域的小日子 看着那血红色的通道 竟是暗爽了起来 只是当小日子 看到大夏 所应对的怪巢时 突然就没办法嬉戏了 灵异伸了个懒腰 随后纵身一跃 便回到了 自己的灯塔之上 镇魂级的副本魔 自己也是头一次遇到 七大之高法 则加深的自己 会被逼到怎么样的程度 因为有着权势之眼 灵异可以看到 比常人猿很多的东西 当他看清 来袭的怪物之后 面色瞬间就凝重起来了 不出几秒钟的功夫 那刷新出的影怪 同样进入到了 大夏职业者的 视野范围之内 那刚刚才高涨起来的战役 自看到来袭怪巢的 一瞬之后 就被扑灭了一大截 100亿的怪巢 若是仅仅数量 发生了变化的话 5倍的难度 倒也没太夸张 可质量也发生骤变的话 那就远不止5倍的难度了 在大夏职业者们 惊惧的眼神之中 黑色的浪潮 疯狂席卷整片A1区域 瞬间淹没了 已经扩充地界之后的 整片区域 再数以百亿计的怪巢 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在这怪巢的面前 刚刚全面升级过的 大夏营地 竟显得那么的渺小 宛如大海中的 一夜偏周 而那怪巢 就好似是惊涛骇浪 似乎只要一碰上 就能给整个大夏的 营地干碎 为何要给营地的 海拔升高 那是因为 这一次的怪巢的怪质量 和之前已经完全不在 一个级别了 因为 在这一次的怪巢里头 别说是小怪了 就连普通的影怪 你都看不到一只 数以百亿计的怪巢中 满满当当的 基本都是王阶的影怪 其中 甚至还夹杂着 数百只黄阶级别的 甚至还有十几只 身高接近千里的 庞然巨怪 准地接影怪 森森黑骨中 残留着软烂粘稠的血肉 高脚乌鸦一般的造型 看上去是 那般的别扭和恶心 怪物每一脚踏下 都依稀可见 黑色大地的地面 被腐蚀得滋滋作响 那些从他们身上 落下的粘稠液体 也侵蚀着这副本的大地 震魂级别的难度副本 竟是恐怖如斯 黄阶怪物的主力军 谁听了不迷糊 这一只庞大的队伍 一旦推进 整个副本的大地 都是要抖上那么几斗 此刻的大下营地 似乎真成了在海上 摇摇晃晃的小船了 高达数百米的巨大体型 看上去 是那般的震撼 和具有冲击力 望着从四面 八方涌来的怪巢 黑色大地副本的 其他国家的职业者们 纷纷停住了呼吸 甚至不自觉地 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灯塔的武器上 似乎只有这么做 才能给他们 带来一些安全感 那面试巨浪般的兽巢 哪怕不是亲自面对 只是这么看了一眼 大下的职业者们 却是顾不得被内心的恐惧所主导 纷纷严阵以待 就等着怪物进入射程 用无尽的火力 来压制心底的那份恐惧了 身高上千米的 数百只地阶影怪 好似电影里头的哥斯拉 其背骑上燃烧的森森黑火 其中竟然有着法则的气息 这些地阶影怪 走路的样子 极其的嚣张 你甚至能够 从那地阶影怪空洞的眼睛里 看到嘲讽的意味 好似是在说 区区一个破影帝 一股压抑并且破败的气息 瞬间席卷了整个大下营地 狂暴的阴冷之气 肆意在整个大下营地里肆虐 甚至吹出了风之哀嚎 一切的一切 都在体现着阵魂级别的难度 是多么的可怕 这一幕幕 都似是隐魔大军 在嘲笑人类的无能 此刻的灵异 这才反映了过来 并且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怪不得 这副本的系统 要将整个大下营地的地盘扩宽呢 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都迎来质变的怪巢 就大下营地之前 那批大典的规模 够几只怪通过的 怪不得要扩开50倍的地监呢 原来 是为了加大难度 还有那海拔的提高 更是如此 这500米的高度 不就是为黄极影怪量身打造的吗 黄极的怪物 每一个 都是那般的巨大 要是营地还那么矮 哪怕是仰起头 也只能看到影怪膝盖的话 大下的职业者 还打什么怪啊 得影怪修脚 怎么样 见识到阵魂级别的难度了没 先前消灭的 不管是影怪 还是亚当斯一伙 都是十足的跳梁小丑 阵魂级别 这才刚刚开始 别忘了 我们的重点 始终是应对着一支 无穷无尽的暗影大军 承霄的脸上 也罕见地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 阵魂级别的副本 他这辈子 也就只刷了两次 这一次 第三次 如此难得的 可以酣畅淋漓的战斗的机会 他倒是想着 好好珍惜一番 灵异紧紧拳头 面色凝重 并未作答 如此可怕的副本难度 打过之后 奖励会有多丰富呢 想到这 灵异的面上 竟是开始浮现了 从未出现过的兴奋之色 并且还带上了几分疯狂的味道 随着怪物进入射程 灵异的心念一动 大下营地中 最高的那座灯塔之上 六门天龙火炮 率先发动了攻击 狂暴火蛇 裹挟着恐怖的能量 自龙口之中喷尸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影怪们的身上 精准命中 下一秒 巨大的能量 瞬间炸开 可下一秒 灵异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先前还能一炮一个 王级影怪的天龙火炮 这一次 却没能直接给怪物轰死 竟只是给怪物脱了层皮 承销说的没错 这才刚开始呢 自己的天龙火炮 都只能给怪去一层皮 那其他大下职业者 又该面临多大的压力呢 359点第359章 免疫范围伤害 准地接影怪的免伤立场 第359章 免疫范围伤害 准地接影怪的免伤立场果然 放眼看去 整个A1区域的职业者们 都陷入了癫狂之中 每个人 都在操作着自己灯塔上的炮台 朝着那无尽的怪朝法 疯狂地宣泄着弹药 可效果却是有些不尽人意 在得到了漂亮国 及其一众小弟的材料 并且 将营地升级之后 整个A1区域的配置 哪怕不算灵异的超高炮塔 也达到了遥遥领先的层次 可那威力不俗的火炮 轰击在无尽怪朝上的时候 却无法将王阶的影怪击碎 庞大的体型 硬顶着大厦职业者们的营地上 哪怕在炮火的反复轰击之下 影怪中会被消灭 可职业者们消灭影怪的速度 跟影怪那无尽的数量比起来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这才几秒钟的功夫 影怪们就推进了数百米的距离 距离大厦职业者的营地 竟是不足一里之距 灵异再也没办法置身事外了 副本难度极大提升 已经不是升级营地就能应对的了 风一加深 灵异腾空而起 同时用意念指挥着自己的天龙火炮 火力全开 掠至大厦营地最前方 灵异悬空而立 那紧皱不松的眉头 不难看出 哪怕强如灵异这般的怪物 此刻也不敢怠慢分毫 随着灵异握紧右拳 整个空间的火元素 瞬间就狂暴了起来 并且只是片刻的功夫 就悉数被灵异所调动 集结在了他的周身 旋即 他的身后骤然浮现了数以万计的焚星长枪 那被虚无法 则侵蚀而受到影响的技能 便是灵异如今能用出的 威力最大的 并且可持续发射的静咒级别技能 随着灵异右手挥下 漫天火枪 夹杂着天龙火炮的炽热高温 朝着怪巢冲击而下 看着自家兄弟出了手 孙大川这次总算是松了口气 果然 难度一而再再而三的上 没灵异的静咒 可是不行 可当那无数饼焚星长枪 大夏职业者们才发现了事情 并不没那么简单 焚星长枪 静咒威力的技能 可当那幽民之火灼 烧怪物的时候 却没展现出 静咒级别的技能应有的威力 火浪浮过 怪物们不过是被烧焦了 可他们那漆黑的骨头 却没有遭到破坏 依旧完好无损 隐怪 依旧在继续前进着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刚刚失地随手的能量冲击 不是直接覆灭了整个副本的一波怪物魔 怎么现在反而用出了静咒威力的技能 却无法伤到这些怪物分毫 南宫灵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直至天龙火炮的攻击 接踵而至 那走在最前头的几只王阶影怪 才被轰碎了骨头 彻底地抹除 灵异 还是灵异 依旧很强 它依旧能够击杀怪物 可就是这怪物的血条 未免也太厚了些吧 竟然树莓静咒 加上高阶炮塔才能击杀 条件怎就这么苛刻 一击出手之后 没有小怪的说法 可寻常的王阶怪物 别说硬抗净咒了 就连粘到一下 也得粉身碎骨 灰飞烟灭啊 可这些隐怪就能抗 而且不止一发 为何 就因为那十几只准地阶怪物 十几只准地阶怪物 实力不俗 它们身上辐射着法则的气息 并且在它们法则之力的辐射下 整个怪巢笼罩在一个肉眼 不可见的立场之下 灵异的焚心长枪 威力确实到了静咒级边 对王阶的怪物来说 也确实能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可灵异的静咒 在落在怪物身上 威力却不足先前的千分之一 使用全视之眼查看之后 灵异方才明白 为何自己的攻击 没办法走效 辐射出的立场 效果就是 免疫绝大部分的范围性伤害 这才让这些隐怪 变得如此能抗 这立场的效果 是免疫 和单纯的抗性 高不是一码子式 简单的来说 就是几乎免疫范围性的伤害 不管这伤害是何种属性 都能做到基本无视伤害 尽管如此 灵异那数不清的 静咒级别的轰击 也是成功地 给隐怪大军削了血条 有的怪物生命值 甚至只剩下了一点 之所以不死 就是因为法则之力的保护 最后天龙火炮落下 完成了补刀 准地阶的怪物 果然有水平 镇魂级别的难度 也不是说着玩的 既然你们这些怪物 这么烦人的话 那我就先解决你好了 灵异锁定了 距离自己最近的 一只准地阶怪物 本打算慢慢来 不着急收拾你们的 可你们实在是太爱眼了呀 霹雳一闪 只见灵异本来所在的位置 电光闪烁了瞬间 它便消失在了原地 不等那准地阶的怪物 反应过来 灵异便是到了它的脑袋前 随后 用加二十的寂灭之手 对其打了一个响指 刺目的烟红 生生撕裂了 那准地阶怪物的防御 命中在了准地阶怪物的脑门上 直接将其撂倒 免疫群攻buff 那我这堪比 静咒级别攻击力的单体瓶 你又该如何应对 吃到了霹雳一闪的伤害加成 这一击 直接要了这准地阶怪物 三分之一的血量 不等其进入狂暴的状态 灵异又补了四个响指 想着能给它灭了 可当四个响指都打完之后 准地阶小boss的血条见底了 灵异依旧没有完成击杀 怎么会这样 灵异不解之际 怪物便从被动中缓了过来 其极背上的黑色火焰 骤然狂暴 肉眼可见的黑暗物质 如流影一般 缠绕其身 随后 在这隐怪的操控下 那黑色的物质 悉数被压缩到了怪物的口中 逐渐聚合 越来越小 我靠 这一幕 怎么这么眼熟 压缩能量蓄力 然后释放 这不就是妥妥的伪收欲 灵异想得不错 当怪物口中的黑球 膨胀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果真就洞穿了其面前的空间 朝着自己崩射而出 其威力 着实恐怖 黑色能量光束所过之处 空间崩裂 巨大的威力 甚至干翻了几十只王阶的小怪 要是正面 挨上这么一下 血条被清空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360点 第360 张多变且变态的机制 营地即将崩溃 第360 张多变且变态的机制 营地即将崩溃 在躲过 被自己清空血条的准地阶影怪 蓄力一击时 灵异的权势之眼 注意到了另外的两只 准地阶影怪的血条 两只影怪都掉血了 并且掉的血量 一模一样 难不成是被大厦的职业者们攻击到 掉血了 不可能 A1区域里头 没有投铁 到这种层次的职业者 那另外的这两只准地阶的怪 是怎么掉血的 再次扫尸 灵异又发现了两只一样 掉血了的准地阶影怪 又是机制 迅风一闪 灵异再次闪烁 对着被自己清空血条的准地阶级boss 再次发起了攻击 顺带还补了几个响指 果不其然 这一只准地阶级的怪并未死去 血量依旧锁定在了一点 而其余的准地阶怪 尚未受到攻击 血量再次下降 这回 灵异明白了 所有的准地阶怪物 在共享血量 但是呢 想要通过磨 单独一只怪给这些准地阶怪物磨死 根本就不现实 因为 灵异刚才一套操作下去 就给另外两只准地阶怪 误磨了几百的血量 要知道 这些准地阶怪物 可是 有八百多亿的面板血量 看来 想要给这些地阶怪物宰了 就只有一个方法 尽快锁定所有的准地阶隐怪 然后 将它们的血量 全都耗完 程霄本还打算提醒一下灵异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快就发觉了 不愧是要冲击神霄第一的家伙 搞清楚机制的灵异 瞬间就认真了起来 本以为这最后一波怪物 就是数量多了些 没想到 还带入了这么多赖皮的机制 若非灵异有着寂寐之手 这个bug级别的装备 那想要搞定这些准地阶的怪物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十几只准地阶的隐怪 坐落的位置相当的分散 就算是使用禁咒 也只能一个禁咒轰死一个 灵异倒是有这个条件 换作一般的队伍 碰上这阵魂级难度的副本 估计就只能放弃挑战了 至高升华 我 即是烈焰 引怪的攻击 除了黄阶和准地阶之外 基本都是物理攻击 别看王阶怪物们的攻击不是很高 可在隐魔大军的庇护之下 他们的攻击 也不仅仅是掉血那么简单 还能叠加流血的debuff 哪怕能每隔十秒 净化所有负面状态 灵异也懒得在 这些怪物的手上吃亏 更何况 元素化之后 行动更加的迅速 火系技能也能得到加持 耀眼蓝焰 闪烁战场 大厦的职业者们 在火力全开的时候 总能看到 有一道蓝色的流光闪过 当这道光掠过战场上之时 总会有引怪 被顺带给解决 锁定目标 直弹攻击 加上雷西位移技能的攻击加成 灵异很快就干掉了数只引怪 准地阶的引怪们 是有着智商的 再察觉到 灵异已经弄清楚机制 并且开始逐个击破他们的时候 准地阶的引怪们 也开始互相配合了起来 破败的钢锋 威力强大的吐息 皆是朝着灵异轰击过来 能躲过的时候 灵异都会选择将这些技能躲开 让技能落在王阶引怪的身上 别说 这操作还挺有意义的 几番轰击下来 王阶的引怪 倒是让准地阶的消灭了不少 无法躲过的攻击 灵异便直接用虚无之手 将其无效化 在行动的时候 灵异就将自己的发现 通过队内语音 给队伍的其他人说了 这一次情况特殊 连承销这位战神级别的大佬 也加入了战斗 帮着清理起了这些准地阶的boss怪 但灵异等人 还是太低估这些准地阶引怪的智商了 当他们把能看到的 所有地阶引怪boss的血条 都号到1的时候 却也没办法将准地阶的boss给击杀 并非机制的问题 是最后一只准地阶的引怪boss藏起来了 不知道是怪物数量太多 还是这群怪物 被隐魔大军庇护的缘故 就连成销 都是没办法找到 隐藏在怪巢中的最后一只准地阶boss 哪怕几人在怪巢中 反复折返了十几次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没办法 百亿怪巢啊 在这百亿怪巢中 找这么一只怪 如何能容易 就在灵异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发状况又来了 大致是因为准地阶boss血量 基本被清空了的缘故 整个怪巢都进入了狂暴状态 那准地阶的boss知道自己死不了 便是专心地指挥起了攻击营地的作战 黄街怪物在接到指令之后 便率领着数不清的黄街怪物 开始有批刺 有针对性的进攻 而且 这一次辐射的立场 也发生了改变 那些死在大厦职业者营地前的黄街怪物 并不是倒下去那么简单 他们的尸体 泛起了白光 不等A1区域的大厦职业者们 做出反应 那些死去的引怪尸体 便是瞬间爆炸 煞时间 整个A1区域外围的战场 白光闪烁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严绵不绝 距离外围比较近的职业者 营地直接被先飞 而被爆炸波及的 也会被引怪的残肢断壁 波及到那本就不是很坚固的建筑 副本通告 A1区域大厦职业者张大炮 营地毁坏 淘汰 副本通告 A1区域大厦职业者罗云营地毁坏 淘汰 A1区域大厦职业者遭淘汰的提示 不断地在弹出 整个大厦营地的职业者们 本就忐忑的心 都快死了 什么鬼附伴 难度这么高 怪死了还能自爆 这让人怎么玩 这让原本信心满满的灵异 再也淡定不了了 神特魔的还会自爆 这些准地级boss 哪是聪明那么简单啊 简直就是这战场的指挥官 眼下 找不到最后一只准地级boss 那面伤力场就没办法破除 怪物 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机制了 再这样下去 整个营地恐怕要失控 怕是要破裂 不能再留守了 重力系四阶技能 重力领域 展开 煞世间 数万倍领域覆盖了整个战场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怪物 被数万倍的引力 压得无法动弹 纷纷趴在了地上 就这么一刻 那涣散的人心 再次中局 361点第361章 逆天难度和机制 一阶雷系技能破局 第361章 逆天难度和机制 一阶雷系技能破局 营怪们确实强大 那井然有序的进攻手段 确实打得 大厦的职业者们 节节败退 并且还损失了不少同伴 但只要血条能打下去 怪能灌伤灌死 营怪便不是无敌的 大厦营地中的 每一个灯塔 都在火力全开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 响彻整个副本 哪怕是其他国家的职业者 这时候 听着那震聋发挥的枪炮 和呐喊声 看着那无尽的怪巢 都忍不住在心里 给大厦的职业者们 捏了一把汗 同时 也被灵异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给震惊到了 为何刚开局 就选择炼狱级别的难度 人家不是嚣张 是有这个实力 那些本已经必经 大厦营地的王阶怪物们 倒在地上 任凭大厦职业者们的火力 无所顾忌地 倾泻在他们的身上 好不容易推进的兽巢 也因为灵异这一波 重力领域的展开 而被倒退了几百米的距离 整个区域确实很大 但在各种能力 加深的灵异面前 并不是什么难事 展开领域 确实需要耗费不少的蓝量 但是在被动法力 潮汐的超强回复力之下 灵异完全不需要 担心耗蓝的问题 如此逆天的领域技能 属实是太香了 阵魂级别副本 硬生生被你完成了 只需要消耗时间和精力 就能通关的副本 你小子也太逆天了吧 此时此刻 各地区的职业者们 望着大厦的职业者们 尽情地刷怪 那是羡慕得不得了 阵魂级别的难度 通关之后 得有多夸张的奖励啊 此刻 要是还能有一次 移动营地的机会 估计他们都想问问灵异 能不能给个 与大厦兄弟们 同生共死的机会吧 可这阵魂级的副本 难度真的能降下来 莫说是准地阶的 BOSS 哪怕是黄街的怪物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们的手段 可谓是层出不穷 这不 准地阶的怪物们 开始作妖了 巨大的身躯 哪怕匍匐在地上 也有着数百米的高度 哪怕被数万倍的重力 压得无法动弹 他们依旧可以自由地 操控背上的黑色疾次 就在灵异 趁着这个间隙 寻找最后那 只准地阶的 BOSS引怪时 他们也没闲着 竟是都不约而同的 开始聚集起了能量 你不是要守护 所有大厦所有人 看你怎么守护 准地阶BOSS身上 骤然迸发出强大的能量 其身上的黑色物质 正在不断地聚集着 看到这一幕的灵异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这些准地阶BOSS 是打算顾忌重施了 既然你们蓄力 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给你们打断不就行了 队内语音呼叫队友 协作立马便是完成了分工 可当灵异等人 打算出手的时候 这些准地阶的BOSS 便是率先发动了攻击 那漆黑的能量 化作了一颗颗炮弹 以极快的速度 发射了出去 灵异等人 完全没反应过来 那些准地阶BOSS的攻击 就已经落在了 大厦的营地上 不知道是因为 受到重力领域的影响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这些地阶BOSS的攻击准头 并不是特别的有谱 竟是悉数落了空 可耐不住 这是准地阶BOSS的攻击啊 不仅威力相当的恐怖 数量也是相当的夸张 一番轰炸下来 起到的效果 竟也是相当的夸张 数百没能量球攻击 几乎都打空了 有的擦着大厦营地的头皮 飞了出去 有的则是没到地方 就落了下去 只有少数直接命中 将大厦职业者给淘汰了的 可那些擦着大厦营地 头皮过去的能量球 仿若撕裂了空间 在掠过营地上空之际 爆发出了可怕的阴暴 但凡是被波及的营地 毫不夸张的 会被阴暴阵的碎裂开来 营地的血条 不至于被清空 但也能被震掉一大半 那轰击在营地周围的攻击 就更加离谱了 此刻的大厦营地 真正的成为了海上的一夜偏周 在可怕冲击之下 摇摇晃晃 大厦的职业者 没说攻击那些 被重力压在地上 无法动弹的隐怪 就连保持自己的平衡 也变得极其困难 更有甚者 直接从自己的灯塔上 摔了下去 这就是阵魂级副本 真正的恐怖之触魔 灵异的内心呢 竟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 自己 真的能够保护大厦的这些职业者 带着他们顺利地通关魔 他真的能够做到魔 这永夜前线的法则之力 明显不是他灵异所能够对抗的 他也找不到 那一只隐藏在怪海之中的准地结boss 限制所有怪物的行动 让大厦的职业者们 慢慢地将怪斗 给耗死 他灵异做不到 阵魂级别的永夜前线副本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没人能够给他提供有用的情报和攻略 他没办法预测 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他不知道 这个难度的副本 究竟还有多少的机制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消几分钟的时间 整个A1区域的大厦职业者 估计就存活那么几个了 可现在还能怎么办 刷新兵系静咒死记之国 来拖延一下时间 然后慢慢想办法 不可取 百亿数量的怪物 不是说灭就灭的 怎么办 突然 灵异想到了一个主意 群伤 这些怪物是免疫的 拼法则的契合度 灵异明显 不是这些准地结boss的对手 那如果另提吸尽呢 以单体攻击的技能 直接将这些怪物的血量磨掉 是不是能破了这些准地结boss的 所写机制 之所以 没有直接击杀准地结的boss 是因为自己的攻击力不够高 如果攻击力够高的话 是否能够将怪物的共享血条 都磨光 有了主意之后 灵异用出了隐藏在自己体内的 无限之球的能力 定 兵系静咒 死记之国冷却时间 已经刷新 保险起见 为了保证在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 自己还能够应对 灵异之际 刷新了死记之国的冷却时间 另一方面 灵异直接将自己的攻击力 调整到了无限 万事俱备 借助法则道具的强力一击 直接轰下 轰 重力吸六阶技能 重力碾压 在无限之球的加持下 无限攻击力的超强重力系技能 席卷全场 362点第362章 一力破万法 法则之下 鬼怪雀面 第362章 一力破万法 法则之下 鬼怪雀面 恐怖的重力 均摊在每一个怪物的身上 压得整个怪巢 劈啪作响 若是没有无限之球的加持 灵异这技能 必然起不到任何的效果 并非因为 隐怪能免疫物理攻击 实力达到王阶的隐怪 已经从杂鱼变成了 具有实体的怪物 物理攻击的重力碾压 已经能够伤到他们了 可若是数量太多的话 哪怕灵异的属性 再怎么亮眼 均摊到百亿怪物身上的伤害 那也是微乎其微 可无限攻击 意味着什么 该技能的伤害 也是无限的 那这无限的数值 均摊在有限的个体上 依旧是无限的伤害 管你什么免伤机制 管你什么血量锁定 一个字 鸟 灵异大佬 这是做了什么啊 那该死的压迫感 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 那是什么奇怪的感觉 我怎么感觉这方天地 被碾碎了 不是 我怎么能依稀看见 面前的空间 被挤压的 有些不成形了 灵异大佬 这是干了什么 A1区域中 大厦的职业者们 看着寸寸崩坏的大地 皆是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难不成这个副本毁灭者 真要把这永夜前线给毁了 那隐隐能够看出 黑线的重力立场 何其恐怖 给着黑色大地压垮 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厦职业者的队伍 就不乏优秀地存在 可有任何一个同龄人 能做到灵异这一步魔 那从未出现过的 肉眼可见的重力碾压 那劈啪作响的怪物躯体 以及大地之声 无不在宣告着 灵异此招的强大 不是 一哥这 眼前的一幕 彻底地刷新了 小胖子冯三友的认知 难道世界上 能被称作天才的 只有一哥一个人 如此夸张的技能 恐怕一哥已然 达到了战神水准了 呵呵 这小子的战斗天赋 果然不简单 想起用这无限之球了 看来此局 破了 承销战神 在灵异出手的那一刻 便是已经预料到了结果 是 寻常手段 带着一只残血的 准地阶引怪魔血 消耗完整个准 地阶boss的共享血条 确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哪怕静咒加深 也是如此 可要是 有个攻击力无限的大范围 并且独立施加伤害的技能呢 不就能够起效了魔 别说其他人了 当灵异看着自己的重力碾压 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 他自己也被震惊到了 无限法则 竟然如此霸道魔 以至于这军摊伤害的技能 对单体都能施加上 这般恐怖的伤害了 隐藏在怪巢中的 最后一只准地阶boss 自然无法逃过 这重力碾压的锁定 在被碾压那一刻开始 他的血条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消弭 原本坚硬的黑骨 片刻的功夫 便化作了粉尘 洒在了这副本的空间之内 奏效了 一击奏效 连锁反应 立马就开始奏效 既然这些准地阶怪物的血池 是共享的 那么在成功地击杀了一只之后 也就意味着 所有准地阶boss的血条 都在此刻清空了 果不其然 那些前一刻还不可一世的 无所顾忌的 对大厦营地疯狂进攻的 准地阶boss们 此刻开始痛苦地嚎叫了起来 然 此刻愤怒 已经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 血条被清空了他们 已经无法维持原本的形象 那些坚不可摧的黑骨 那些能释放恐怖能量的黑色疾次 再不绝间 已经开始寸寸崩裂 哄 十几头准地阶的boss 请客之间 不复存在 而那庇护着整个怪巢的免伤立场 也在此刻 随着这些准地阶boss们 烟消云散 击破准地阶怪物 并不是灵异极限 这可怕的重力系技能 并没在这一击之后 消散时间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所有的硬怪 请客之间负面 没有了群 伤免疫的buff 王阶的小怪 如何能够抵挡灵异的攻击 更何况 这攻击 还是被无限法则加持过的攻击 所能造成的伤害 是无限的 黑色的骨灰 洒满了整个A1区域 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重力碾压之处 寸草不生 但凡是影怪 被笼罩其中 皆只有一种下场 那便是彻底的湮灭 方才倾平整个副本的场景 再次重现 刚才还无法阻挡的百亿之影 在原地痛苦的哀嚎 皆在虚余之间 化作灰烬 黑压压的 给大厦职业者们 带来无尽压力的百亿怪巢 此刻好像尘埃一般 被灵异这一阵风 吹得丝毫不胜 这便是无限法则之力 这便是灵异的真正实力 那所谓的一力破万法 说的就是如今的场面吧 这无限法则 走的就是这么一股 简单粗暴的道路 什么免死 什么血量锁定 什么血条共享 在绝对的伤害前 全都是虚的 统统不好使 不是 就 就这么碎了 百亿怪巢 就这么碎了 整个黑色大地副本 重归平静 哪怕其余营地的怪 也通通被灵异这一波操作 给全灭了 哪怕灵异的招式 并没有覆盖到 其他区域的怪物 只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灵异这一次出手之后 整个黑色大地 副本的所有营地 营怪都没有再次刷新了 不是 大厦真派战神来刷副本了 这降渊层数 他刷起来有意思模 放你娘的屁啊 你没看灵异多年轻啊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战神 其余各国的职业者们 彻底的老实了 哪怕小日子的职业者们 也是如此 百亿怪巢 瞬间湮灭 如此手段 只怕是一般的战神 都无法做到啊 一个阵魂级别副本 都压不住的怪物 谁还敢打他的心思 孙大川 直接躺在了自己的灯塔上 望着天空中无尽的黑暗 哈哈大笑了起来 爽啊 跟着灵异兄弟 过关就是爽 就算老子再怎么废柴 都有人给兜底 这感觉 太爽了 南宫灵也不顾自己的美女形象 哈哈大笑了起来 镇魂级副本奖励 想都没敢想啊 跟着小师弟刷副本 咋就这么得劲呢 副本通告 镇魂级别永夜前线 副本百亿影怪 已经全部消灭 因为镇魂级副本通关的缘故 所有营地将根据所选难度 发放副本通关奖励 我草 粘光了 整个副本的所有职业者 都跟着沾了灵异的光了 特别是那些胆大的 选了炼狱级别难度的营地 更是笑歪了嘴 昨天国庆累懵了 本来写了稿子不满意 删了又改 给弄错了设定 现在修正了 363.363章 此生无悔入大厦 专属大厦职业者的无限材料奖励 第363章 此生无悔入大厦 专属大厦职业者的无限材料奖励 眼瞅着怪巢就要冲破防线 营地就要被怪物攻破 结果灵异这一波通关 直接给整个副本的怪青了 缓了压力不说 还直接发放奖励 这好是割谁头上 谁不乐呵 但用不了多久 他们将笑不出来 当副本通告消失的那一刻 整个永夜前线的副本穹顶 开始出现了点点金光 嗯 那是什么 所有进入副本的职业者 都抬起了头 朝着A1区域上空注视而去 哪怕灵异的权势之眼 也没在第一时间看出 落下的是何物 唯独战神成肖明白 这阵魂级别的副本通关之后 会触发特殊的奖励 至于奖励是什么 每个副本都不一样 不过呢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初始阶段的副本通关之后 奖励的 一定是可以刷最后通关评分的东西 又或者直接提升通关评分 灵异仰着头 望着天上散落的点点金光 在副本法则之力的包裹之下 他无法看清里头的东西 对那金光包裹着的东西 愈发地好奇了起来 但灵异却是能够清楚地看到 那些金光 开始越变越大了 这也就意味着 那玩意是在下坠 而且 全视之眼 虽看不清金光之中 包裹的是何物 却能够看清距离 金光落地的速度很快 但是也很柔和 不大一会的功夫 不少的金色法球 便已经缓缓落在了地上 而天空之中 还有着金光不断地下落 带满地金光散去 包裹在其中的稀有升级材料 显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同时 震惊雨落下的时候 整个A1区域的营地 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前因为怪巢攻击 而受损的建筑 不论是被轰掉的一部分 亦或者是 被震裂开的墙体 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着 同时 面板显示的建筑血量 也恢复到了满状态 至于那些被影怪 所伤到了的职业者 哪怕被影怪轰到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 他们的伤势和血量 同样在迅速地恢复着 也同影的里的灯塔一样 重新回到了满状态 风雨之后 便是彩虹 这就是通关之后 系统给的奖励之一 当然 这只是一个 罪不起眼的开始 天空之中 副本通告再次出现 这次的副本通告 不再是先前先红的字体 而是耀眼的金色 副本通告 燃灯者灵异 带领四位队友 以及大下136名职业者 共同抵御了 阵魂级别的怪物侵袭 并且全灭百亿怪物 守住了庇护所 副本通告 黑色大地永夜 前线副本 已经通关 副本将在一天之后关闭 请各位幸存的燃灯者 抓紧时间 升级庇护所 通告结束 整个副本空间一片寂静 永夜前线副本 就这么通关了 这就要关闭了 熏毒的结果 冰冷的 让人有些难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此次副本通关的奖励 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 其一是刷怪的奖励 不同的副本难度 刷出来的怪物是不一样的 将这些怪物消灭之后 便能从消灭的怪物 那得到评分 以提升最终奖励 其二便是 闯关者 作为燃灯者 将营地升至不同的级别 所获得的奖励 也是不同的 营地的等级越高 所获得的评分 也就越高 对于A1区域的 大厦职业者们来说 这次的通关 评分奖励拿得手软 就通关方面来说 他们都刷到了 别人不敢想象的怪 哪怕没贡献太多的输出 但至少也是 混到了助攻 奖励构成之一 直接拉满 至于这奖励构成其二呢 就更不用说了 其他区域的职业者们 确实是被灵异的通关造福了 当前所选难度的怪物 直接掉落了道具 但掉落的道具 是有限的 也就一批次怪物 能够产出的量 反观A1区域 天空之中 那金色的鱼 可是一直在下的 从未停过 这也就意味着 A1区域的每一个大厦职业者 都能将自己的营地 升至满级 此时此刻 此生无悔入大厦 这句话句像话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的 倒悬天空之塔 亦或者 现在强者光辉 负责同胞 哪样不是我大厦 优秀传统美德的体现 那些利己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的 国家的职业者 或许在这一刻 才真正体会到了 大厦为何会那般强大 因为每一个大厦 职业者的身后 都是整个大厦 不 不是 天上的金光 怎么还在下落 别跟我说 这些材料的掉落 是无限的 我去 好像是真的 妈咽 那不就意味着 大厦的职业者们 营地都要满级了 羡慕极度的眼神 完全没办法掩饰 可哪怕知道 对方材料是无限的 却没有任何一人 胆胆打这些材料的主意 没办法 灵异这个怪物作战 谁胆敢惦记半分 那无尽的材料 望望就好了 灵异老弟 你太牛了 这下老哥我的营店 也能满极了呀 望着那满地的材料 孙大川那是两眼放光 随后更是完全不顾形象 一把就扑到了灵异的身上 直接给灵异的大佬气质 扑灭了 孙大川 你压快下来 两大男人搂搂抱抱的 你恶不恶心啊 赶紧的 看着两人的打闹 南宫灵忍不住 捂着嘴笑了起来 在灯塔的照耀之下 这永夜前线 似乎也没那么的压抑了 气氛啊 是时候轻松起来了 小师弟啊 小师弟 能认识你真好啊 你能加入我们女娲学院 也是院长的福气 从此之后 怕是镇魂级别这个词 也要被同学们给知晓了 灵异之名 说不定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神霄的代名词 程霄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颇为欣慰 他也不得不感叹起了 上头的眼光 是真的不错 让他来跟着这年轻人 倒也不算是委屈了他 而且和灵异经历了两次副本 程霄对灵异的看法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小子是个天才 不 他不仅仅是个天才 他是大夏未来的希望 一天24小时 这时间说不上太长 可对于整个永夜前线副本的 各国职业者来说 是极其漫长的一天 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他们无所事事 364.364 张震魂副本通关的逆天奖励 天赋进化和附魔宝珠 第364 张震魂副本通关的逆天奖励 天赋进化和附魔宝珠 最后一波怪刷出来的升级材料 他们早就已经用完了 现如今 没有怪刷 也没有材料来升级建筑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夏的职业者们 有说有笑地升级着各自的营地 在这段时间里 灵异等人也算明白了 为何系统在通关之后 要特地留下24小时的时间 因为那天空中下落的金鱼 确实是无限的 副本虽然结束了 但那也只结束了刷怪的环节 抓紧时间升级灯塔 也是个激情四射的环节啊 卢起袖子加油干 争分夺秒 不放过任何将最后 结算奖励提高的机会 这多有意思啊 用着仅剩的时间 用着无尽的材料 将整个A1区域的大夏营地 升到满中满 那是灵异所说的 在永夜前线建立大夏灯塔聚落 便不再是豪言壮语 我说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我特魔快无聊死了 一名南越的职业者 坐在自己的灯塔上 抠着手指 有些不满地说道 哎 那能咋办 就等着呗 你看看 你大夏的营店 就快完工了 你说 咱们是不是升错地方了 这大夏 真是太有实力了 如果我们也是个大夏人的话 那奖励 说不定就有我们二人的份啊 身旁的同伴 无奈地应了一句 顺着二人的目光看去 整个大夏的营店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唯有灵异一人灯塔 能发出光亮的营地 此刻淋漓着上百座高塔 在这永夜前线 隐魔大军不允许任何光亮的存在 但是 建筑所发出的光力外 如今的A1区域 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运之中 其中的每一座灯塔 都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那是灯塔生至满极的象征 满极灯塔的金色传说 洋溢的祥瑞之色 似乎带有令人舒心的温度 照耀在每一名大厦职业者的脸上 都让其感到无比的舒适 或许 这是驱散了黑暗的错觉吧 随着孙大川 帮着最后一名大厦职业者 一锤定音 将灯塔生至满极之后 整个大厦营地的所有灯塔 皆完成升华 此时此刻 大厦营店 无愧A1区域的名头 在永夜前线无尽的黑暗中 唯有一处独特的存在 大厦营店 璀璨的灯光 连成一片 仿若是从那夜空之中 坠落的星辰一般 又好似一座天上之城 当影魔大军的黑暗 吞噬一切之时 这营地的灯光 硬生生地撕裂 这沉重的黑暗 一束束光芒交织在一起 散发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他们像是无敌的卫士一般 守护着这片土地 哪怕是其他国家的职业者 也在不知不觉间 被这灯光抚慰了心灵 其余各国的职业者们 在沐浴了温暖的灯光之后 逐渐地回过了神来 瞅着自己国家 这片暗沉的营地 再瞅瞅自己那小的可怜的灯塔 心里总不是些滋味 头上那不知道不到50瓦的 可怜小灯泡 即便能驱散这两名 南越职业者周身的黑暗 却也无法驱散这心理落差 特别是嘎喱国的职业者们 在进入这副本之前 他们觉得 大夏不过就是运气好 多出了几个战神 才有了点实力 可如今看来 能出这么多的战神 真就是单纯的运气好 不论是牺牲精神 还是奉献精神 大夏丝毫不差 反观他们嘎喱国 还有那什么狗屁的种姓制度 有能力的人 哪会想着 拉小卡拉米一把呢 要是能保证自己下辈子 能投胎做个大夏人 估计嘎喱国的不少职业者 都会当场给自己升天吧 那零星几个木头 搭建起来的营地 先前看着还挺不错的 可自打看了大夏的灯塔聚落之后再看 咋就那么的闹心呢 24小时很快结束了 副本永夜前线 已经通关完成 通关奖励即将结算 在副本通告响起的那一叉 灵异面前的景象 便开始扭曲了起来 不出半分钟的功夫 面前的景色再次凝湿 他已然被传送回东非大裂谷 漆黑的裂谷 依旧有阴冷的风不断吹出 灵异在心里 那是嘀咕了起来 这降渊层数越高 副本也便是越耐造了 这次在无限法子的加持之下的重力碾压 竟都没给副本搞报废 属实有些可惜了 定 主线任务完成 恭喜你 永夜前线通关表现 副本完成度评估中 评估完成 下面开始结算降渊副本奖励 通关副本时间 三天十五时二十八分三十一秒四十四 副本主线目标完成度 百分之一百 副本通关评价 SSS级 你获得了特殊降渊副本 安特贝鲁 十九层 得入场邀请函 SSS级副本通关评级奖励 抽取中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 灵异看了一眼周围的队友们 他们都在盯着前方 眼神有些空洞 想来也是在接受系统的奖励结算 便是没有出声询问 SSS级通关奖励 已抽取完毕 你获得以下奖励 一 镇魂级特殊副本 宝箱开启 你将获得 SSS级天赋净化奖励 二 获得随机附魔 宝珠一枚 品级为S级 三 获得锻造材料 塔拉十五 四 自选一件等级在120以内 品级在史诗级以下的装备 武器 防倔 饰品不限 五 使你下一次转职完成后 必定得到一个没有的 稀有职业系技能 该选项可以叠加 使你得到的职业系技能 变得极其稀有 镇魂级难度的副本 通关了 果真就不一样 这一次的奖励 完全刷新了 灵异对祥渊通关奖励的认知 首先 SSS级天赋能进化 就已经足够变态了 而现在 他竟然还能选择进化的分支 灵异只能说 镇魂级MB 而让他眼前一亮的 是自己得到了随机附魔宝珠 装备的打造中 有附魔一项 有的职业者 也有给武器附魔的技能 可永久的附魔宝珠 灵异闻所未闻 哪怕如同神霄这般实力雄厚的学院 也不曾拿出这东西 作为奖励过 而且锻造材料塔拉石 这玩意灵异更是听都没听说过 365 点第365章 队友们的SS级奖励 召唤转合强化上线 第365章 队友们的SS级奖励 召唤转合强化上线 塔拉石是从阵魂级副本中产出的 想来绝非反品 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待会问问战神承销便是 灵异最为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SSS级天赋 进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当他打开自己的技能面板 查看起技能信息的时候 灯时就愣了一下 灵异的技能面板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丰富 自己的天赋技能 诸神之刺 也成功地进化到了诸天之刺 原本的技能效果 也得到了加强 一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可灵异就是觉得 哪里怪怪的 天赋技能 诸天之刺 效果一 你每秒获得二技能点 二专精点 效果二 你每小时获得一个误道点 这被动技能的进化 倒是相当的给力 挂机奖励 直接就翻了一倍 新增误道点的功能 灵异也并不感到意外 不知道为何 灵异就是觉得不太对劲 我曹 我天赋的等级上哪去了 诸神之刺为SSS级天赋 这进化 反而给等级进化没了 不等灵异纠结这个问题 承霄战神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看大家伙这反应 此次应该是收获颇丰啊 这东非大裂谷 始终非我大夏之殿 继续留在这 恐生辩解 要不咱们先走一步 承霄口中的辩解是什么 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祥冤副本 灵异确实没给人家玩诈 不至于被刁难 但灵异的身份特殊 上次灵异和神霄老猫配合的 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让咖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咖喱国那是敢怒不敢言 明面上 纳铁定是不敢和大夏叫板的 但若咖喱国的高层 从他们国家同灵异一块 参加降冤副本的职业者口中得知 大夏这一次 来了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还通关 并且获得了镇魂级别的 难度的副本奖励后 会做何感想 潜力这般恐怖的年轻人 恐怕不只是咖喱国会 想梦死吧 就这样 灵溪战神话音落下 众人的身影 便是瞬间进入了虚迷境 而后消失不见 直至走出大夏的传送阵 众人才稍微松了口气 脚踏祖国的大地 呼吸着祖国的空气 惬意的感觉 涌入了灵溪身体中的每个细胞 懒腰还没伸完呢 一旁的南宫灵便 是反常地凑了过来 在灵溪的身边 反复横跳 边跳还边问 小师弟小师弟 你快猜猜 快猜猜 我这次获得了什么奖励 跳脱的模样 与平日里的南宫灵 完全是两幅面孔 如此反应 想来是获得了 特别丰厚的奖励导致的 即便表现得如此明显 众人在听完 南宫灵的讲述之后 还是被震惊到了 材料和自选装备就不提了 SS及天赋 心智剥夺 当南宫灵使用幻术 成功魅活目标之后 目标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条 这个条 叫做心智条 一旦归零之后 目标就会永久 被南宫灵所驱使 成为南宫灵的仆从 当然 这个目标可不仅仅局限于人类 所能作用的目标 是一切生物 对于这个极其擅长幻术的学姐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逆天的技能 毫不夸张地说 有了这个新的天赋技能 南宫灵的定位 便是多了一个 说它多了一个召唤师的定位 那也毫不过分 一旦俘获的 普从足够多 南宫灵就能弥补 自己战斗力 低于同等级职业者的缺陷 能控又能输出 还能抗的幻术师 谁敢小缺 就连灵溪战神 也是首肯了这一次南宫灵的成长 当然 获取了SS级奖励的 可不仅仅 是他南宫灵一人 南宫灵 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 当从众人那获取了情绪价值之后 他也就开始关注起了自己的队友 究竟获得了什么奖励 唯一可惜的 是那传闻中的SSS天赋 还能继续进化的奖励没得到 你们该不会得到了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 南宫灵走 就有了 这两人都没SSS级天赋 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这么问 不过是想早点听这两人说出所获奖励吧 毕竟三人同样是被灵异带飞的人 若是这两人获得的奖励 比自己好得多 那他的内心 可是要不平衡的 孙大川没有墨迹 说出了自己获得了一个SS级被动技能 极限超在G 当然 提这个被动技能的时候 还要提一提 蓝星装备强化榜的存在 在蓝星世界 排名的不仅仅是成就和战斗力 不仅仅是等级进键 只要是能提升战斗力的板块 都会拉出来进行排名 作为装备战力提升的板块之一 强化所能带来的增益 是相当明显的 因此 在蓝星 也有装备强化榜的存在 目前 蓝星最高的装备 被强化到了加99 和灵异目前这家20的比起来 完全是云泥之别 两者间鸿沟难以逾越 就连灵异也不敢想象 一件强化到了加99的武器 会具有多么可怕的威力 怕是寻常的法则道具 也只能在其面前黯然失色 孙大川费尽心思 给灵异的装备加20 倒不是说孙大川 辱没了这天宫巧匠的名头 而是寻常人能接触到的强化上限 便是20 而这一次 孙大川所得到的SS级被动技能 就是由他所强化过的装备 强化等级上限加10 装备加10 倒是没什么稀奇的 可上限加10 那就不一样了 哪怕在神骁学院这种大下阴 才聚集之地 孙大川的锻造之术 也能称得上是独一份 没有比孙大川强的装备锻造大师 那这话说得太绝对了 可若是加上等级上限加10 这一个被动技能呢 说整个神骁孙大川牌第一 便足够硬气 灵异之前还挺好奇的 为何大家所熟知的装备强化上限 就是加20 大下的强化榜上 还有加99的存在 这回他明白了 现在看来 想要将装备的强化突破 加20 与工匠的强化技术 已经无关了 靠的都是工匠的技能和天赋 我的哥 你可太牛了 听完孙大川的讲述之后 灵异当时就忍不住感叹了起来 倒不是因为灵异觉得 这个技能牛 而是因为孙大川所获得的奖励 竟然直接作用在了自己的头上 366点第366章令战神 都垂涎之物 塔拉什第366章令战神 都垂涎之物 塔拉什灵异如今的装备 除了那永恒安息的白金装备 没有强化的价值之外 其余的 都是经过孙大川之手的 也就意味着 他所携带的寂灭手套等装备 强化上线 已经开放到了加30 如今的孙大川 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具有多少的含金量 可灵溪战神 对此是相当的清楚 强化对于装备属性带来的提升 有多么巨大 整个蓝星的职业者都很清楚 不夸张地说 孙大川哪怕没有摸到 如何将武器装备 强化到加30的门径 他也可以通过 给人强化一手 争取大量的资源 而等到他的强化水平 到达自己上线的那一天 他将成为一名 真正的锻造师大能者 如此来看 孙大川所获得的奖励 甚至要压过南宫灵溪头 就在大家伙都在感叹 他所获的奖励 如此强大之时 孙大川竟是突然拿出了大锤 朝着自己脑袋上 猛然地敲了下去 这一幕 看得灵溪几人目瞪口呆 不会吧 孙大川 不会是乐极生悲 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吧 这么给自己脑袋来一锤 不得给自己闷傻了 清脆的金铁交机声音响起 盯制一道特殊的金色连衣 缓缓自孙大川的脑门上放开 作为大厦顶尖职业者的几人 对这特效 并不陌生 这不就是装备强化成功之后 才会出现的金色特效 然此刻 这特效 竟是从孙大川的脑门上敲出来的 这是什么情况 哈哈 大家不用担心 我还没跟大家伙说过呢 我这天宫巧匠职业的特殊性 孙大川唯唯道来 说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宫巧匠这个传说职业 不仅仅在锻造方面的能力 远超常人 最重要的是 天宫巧匠这个职业 能给自己变成兵器 只要是兵器 那便是能够强化 而孙大川 早在此前 就给自己强化到了加二十 这可是灵溪战神 都不曾知道的秘密 此次来陪灵溢下副本 倒是收获颇丰 要知道 作为副本的参与者 灵溪战神成销 也是混了个助攻的 奖励那自然是少不了的 孙大川在没有得到 这个被动技能之前 他对自身的强化 被局限在了加二十 如今 孙大川得到了 这一堪称神技的被动技能 不但他的强化上限 得到了突破 对锻造这一技术的体感 也增加了不少 这波 一锤下去 直接给自己锤到了加二十一 属性再一次得到了增幅 南宫领不上了自己的短板 这孙大川 直接给自己的上限 提升得有些过头 这两人的奖励 无不是让人羡慕的 刘哈拉子的奖励 下一位 便是轮到了小胖子 冯三友 小胖子有些不好意思 但在大家伙的追问之下 还是用出了自己的技能 随着冯三有迅速旋转 短暂的施法前摇之后 他的手上 便是出现了两团灿烂的火花 小胖子双手一合 火花蹦开 他面前 便是出现了一条空间通道 嘿嘿 我这技能 是一个名为 无限闪光的主动技能 这个主动技能 没有冷却 并且顺发 我这转一下 是为了让我看起来 更有逼格一些 什么逼格不逼格的 先往后稍稍 顺发 无冷却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蓝条足够充足的话 这技能无限释放 这小胖子 不会给这副本送过里吧 这技能你也能得出来 当然 在小胖子冯三有的一番解释之后 众人的心理 也就平衡了些许 但那也只是些许 无冷却 顺发 这两个特殊的机制放到一起 就基本注定了 这技能 不可能会是攻击技能 毕竟攻击技能 这般设定的话 也太过变态了 小胖子的这个技能 是可以在1000千米的范围之内 随意设定一个落点 只要逢三有发动这个技能 就能瞬间到达指定落点 当然了 小胖子也明说了 现在这个技能 他掌握的不是太成熟 或者说是完全没怎么掌握 他能百分百锁定的落点 也就是一公里之内的 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 还有可能会落到随机的地点 甚至未免 灵异三人 听了小胖子的讲述 心里倒是舒坦了些 还好 还好 这胖子发育起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然的话 这心理落差 也就太大了 如此狂暴的闪烁技能 不仅仅是单纯的保命技能 更是偷袭的好手段啊 天下武功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掌握了极致的速度 也就占尽了先机 唉 你这小子 真是踩狗屎了 这运气 实在是太逆天了 如此空间神技交到你的手里 我真 我只能说 老天真是眉眼 成霄的语气里 满是无奈和羡慕 不夸张地说 能让战神说出来这样的话 这小胖子 够吹一辈子的了 这小子不是有SSS级天赋魔 我倒是挺好奇 你这天赋 更上一层楼之后 会是什么等级 成霄的脑子够清醒 他也是反应过来了 灵异这小怪物的奖励 还没问呢 并且他作为战神 是已经触摸到蓝星天花板的人 他从未听说过 有SSS级之上的天赋 他灵溪战神 也想开开眼 迎上众人 那期盼的眼神 灵异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只得是无奈地瘫了瘫手 这我也不知道啊 我的天赋技能 确实是出现了变化 但是直接就把品级 这一项的显示 给抹去了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如今我的天赋 是个什么品级 倒是这一次的奖励 多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 你知道 塔拉石魔 灵异将目光 投向了成霄 想来这几人中 也就这灵溪战神 能够解答自己的疑惑了吧 果然 镇魂级别赋本满 品级的奖励 没有一样是草率的奖励 在听到塔拉石 两个字之后 成霄看着灵异的眼神 都直了起来 什么 你得到的奖励中 有塔拉石 你得到了几枚 从认识成霄以来 她的脸上 还从未出现过 如此激动的神色 如今 塔拉石三个字 却是让她 如此的屈之若无 这不禁让灵异 更加好奇起了这东西 五枚 很多魔